东占大陆 光天玉 奇木城 一个中年人带着一个少年正要进城 少年再次发出心里的疑问 师父 我们真要去给黄鹅人抓鬼灵吗 陈青天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半年了 原来这个身体主人也叫陈青天 如今 他把脑子里面的信息全部接受了 才发现这个世界太可怕了 这里有鬼 有妖 还有杀人修炼速成功法的大魔头 来到这个世界这么久 他一直狗在尸门里面 今天终于被师父带出山了 只是怎么也想不通 这师父平时为人那么正直 他作为一宗之主 法通实境 第一境法力境的人物 怎么会帮远近闻名 欺男霸女的黄文武去抓鬼灵 他可知道 这具身体原主人四年前加入师门 对这位师父可是亲近不已 认为他德性高尚 法力无边 就连现在的自己也有点不乐意 怎么说 他在现代也是热血青年 觉得师父有帮恶徒的嫌疑 多多少少有些不适滋味 见小徒弟心有不愤 月山宗主古明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青天 黄文武虽然是齐阳城一霸 可他府上那些家丁仆人罪不至死 已经有几十个人遇害了 我决定去一趟 这鬼灵有点本事 听说五道实境 最厉害的开窍镜高手都拿不下他 想必怨气很大 陈青天听后也不再反驳 他同情被鬼灵害死的人 也好奇这鬼灵为什么只在黄恶人府上害人 这中间或许有什么隐情 出现这种厉害的鬼灵 如果不是修炼多年 断然不会有这种本事 开窍镜是五道实境第实境的大高手了 这种人物都拿不下这鬼灵 看来也只有师父出手了 等师徒两人到达皇府外的时候 正门一大帮人就来迎接了 其中一个大富翩翩中年男子最为显眼 他身上的绫罗绸缎极为华丽 双手食指戴满金银白玉戒指 脸上横肉一出可保养极好 黄文武一见走来的两人 他小跑过去 脸上堆笑 讨好地说道 古明宗主 你可算来了 这次你一定要帮帮我 这鬼灵凶残 昨天晚上又害死我家丁世人 你一定要让他灰飞烟灭 古明微笑点头 客气地说道 黄家主放心 收服鬼灵 是我被中人该做的事 你放心好了 陈青天见师父这样 心里又有一番想法 他知道师父不单单是为民除害 可能还是因为这黄文武靠山有关 他心里在厌恶着人 可依旧忍着没有表现出来 黄文武看着师徒两人 快速请两人进去府内 对于陈青天 他没有任何表示 这个少年太过稚嫩 长得勉强可以 但是还没有资格做他的男童 但对于古明 他一路好生照顾 法力竟在这齐木城周边 还是很了不起的 他需要巴结一下 关键时候用得上 这次就靠他了 黄府占地不少 里面走廊宽敞 假山廉池可供人游玩 房屋大小数百间 仆人家丁很多 可惜这段时间死了不少 黑夜 黄府内院 一口古老的深井旁 发现幽暗的光芒 让人不寒而栗 直觉里面有什么东西要出来 丝至一道碧绿的人形身影出现 看起来是女身 整体透明状 脸部不断变化形状 称 怒 哼 怨人世间所有负面情绪 都能从这张女性 透明绿脸上看到 黄文武 你这天诛地面的大恶人 天地不乏你 我杀你 妻里又嘶哑的女声 传遍整个黄府 满满的怨气 让周边散发出血绿之色 刚从泥土里出来的鲜花沾染上 立刻整株枯萎 出来了 黄文武听到这声音 浑身打了个冷战 眼里复杂的光芒闪烁 他看着身边的古明 讨好道 古明宗主 就这这个恶鬼灵 这些天一直在我黄府作乱 你一定要替我收了她 陈青天望着师父 那怨恨的声音很是恐怖 可语气里面有万般冤屈 他感觉 这女人在成鬼灵之前 一定是被这黄文武害死的 古明面色如常 见徒弟没有害怕的样子 他自故解释道 青天 这女鬼灵 只能晚上出来 定是一个没有达到法力镜的鬼灵 但是五到十镜 最厉害的开窍镜高手 都没办法镇压她 想必她也离法力镜不远了 如果不是一个修炼久远的鬼灵 她必然是一个有奇遇 或者怨气冲天的凶鬼灵 她生前一定遭受过 极度痛苦的经历 黄家主 我说的对吗 古明前面的话 是教导弟子陈青天 后面的话 明显是说给黄文武听的 黄文武满是横弱的脸上 冒出了汗地 她极力掩饰心里的恐惧 慌乱道 古明宗主 这大宅院 虽然是我前年扩建的 但那口鬼灵居住的古井 很早就有了 想必这是这只老鬼灵 才有这样的凶器 啊她来了 不等黄文武漏洞百出的解释完 那极具怨气的鬼灵杀来了 一行人站在大院落中心 鬼灵似乎锁定了黄文武的气息 直径朝她杀来 陈青天望着那凌空飞翔而来的鬼灵 即使她自认为胆大 也被吓了一跳 那张变化莫测凶杀之脸 展现出她必杀黄文武的决心 一身气势极为浓烈 五道十镜 陈青天也只是五道第六镜谢永镜 面对这堪比五道 第十镜开窍镜的鬼灵 她还是被惊到了 哼 鬼灵放肆 古明作为法通 十镜法力镜人物 自然不会把这鬼灵放在眼里 只见她拿出放在背上的长剑 身体法力一出 金黄色长剑 泛起白色微光 看起来锋利有威力 嗖 果然 古明手中见一挥 一道能量打在鬼灵身上 轻烟冒出 鬼灵一声惨叫 呜 可同时 她凄惨的声音传了出来 天地没有公道吗 师父 陈青天感觉到女鬼灵的凄凉 她知道她师父已经用出她的法器 这鬼灵肯定不是对手 一会被消灭 纵然有冤屈 也说不出来 古明没有留守 一击过后 常见破空追击 口中还立声道 恶灵 你滥杀无辜 那些人难道没有冤屈 死了 顿时 庭院内能量浮动 法力竞强者当真不简单 杀得鬼灵节节败退 可这女鬼丝毫没有退走的意思 不断发出嚎叫 一双碧绿之眼 死死盯着黄文武 恨不能食其肉 饮其血 同时 嘴里还暴恨地说道 这里的人都该死 他们帮着黄文武作恶多端 没有一个无辜之人 杀了你们一群禽兽 啊 可惜 面对法力竞人物 他再度被击飞 灵体再也坚持不住 眼见就要溃散了 可当他看着远处 得意兴奋的黄文武时 恨意让他产生独特的能量 还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 哦 同时 他灵体又重新聚集 并且要化为实体 怎么可能 古明大惊 在这个时候 这鬼灵居然再次进化 明显有达到法力竞的趋势 这是何等了不起 我一定要你死 鬼灵实力再次增强 不顾古明攻击 直冲黄文武而去 你个贱人 不要过来 黄文武见恐怖袭来 魂魄几乎下飞 就要起身后退 可明显来不及 他心意横 直接推出身边一人 靠 不好 陈青天神色大变 被黄文武抓住后 他立马警觉 下意识要挣脱 可这黄文武实力明显比他强 起码有五到第七境内 固定实力 黄文武 你敢 古明气急 自己一时不察 让鬼灵冲过去了 没想到那黄文武 敢拿他徒弟当挡箭牌 顿时大怒 眼眶欲裂 陈青天心中也是恨意大气 没想到第一次 随着师父出来 斩妖除魔阵鬼 就遇到生死时刻 他还是大意了 一下忘了人心险恶 没有提前预防 这是来这个世界 一次极大的教训 血淋淋的人生之训 就是不知道 还能不能给他 吸取教训的机会 因为鬼灵极具腐蚀的恶气 覆盖住他的身体了 这明显是接近 法力进鬼灵的最凶一击 以他的修为境界 不死都很难 完了 感觉到身体那被冻结的寒意 陈青天最后想挣扎一下 意识逐渐模糊 可他不知道 当鬼灵的恶气 清洗他全身的时候 他胸前的玉牌 突然发出一丝光亮 一道不可捉摸的威光 保护了他 外人看来 陈青天身体 被鬼灵攻击倒地 看起来十分不妙 定 脑中一声巨响 一道声音在他意识里出现 空间密尺开启 正在连接仙宝库 怎么回事 脑中突然出现声音 陈青天有些梦了 连接成功 人物实力境界扫描完成 陈青天 男 十六岁 境界 薛永静 大圆满 功法 定做星经 小城 武技 孝天全诀 大成 旋转剑诀 小城 血气值 凌晨青天这时 也知道了 他脑中里出现奇怪的面板 把自己的身份境界 全部显露出来 就是不知道 这血气值有什么用 看来这就是来这个世界后 久违的金手指了 老天有眼啊 古明见徒弟生死不知 他怒啼一口气 飞速杀向鬼灵 拦下了他在击倒陈青天后 还想杀黄文武的攻击 夸 这一击天旋地转 如风暴一般的法力 彻底打散了鬼灵之体 徒儿 古明连忙去看陈青天如何了 倒地的陈青天自然没死 而且还有了莫名的收获 此刻他身体小幅度挣扎 微微睁开的眼睛里 满是怒火 不是恨被鬼灵击倒 甚至不是恨自己 被黄文武推出 是因为他和女鬼灵接触的一刻 看了他身前悲惨的一幕幕 鬼灵生前 本来已经嫁人 可因为绝美的容颜 他相公被杀 自己被黄文武抓住了 那时他身怀六甲 可即使这样 他艳丽的风姿 足以迷运无数男人 黄恶人不会放过他 当孩子生下后 他被吊着关起来了 冰冷的凉水浇在他头上 几个家丁仆人用鞭子抽打他 身上无数的血色硬痕 仿佛感觉不到痛 因为有让他更为痛苦的是 他刚生下的男婴 白白胖胖的 可从始至中 没有吃一滴母乳 就在他旁边放着 先是不停低哭 之后声音沙哑 裸露发白的身体 在地上沾染无数灰尘 小手还在颤抖动弹 整整三天 他的孩子不停在他面前 小幅度蠕动 随着周围的丑恶笑声 最后没有一点气息了 这中间 无论他怎么哀求 没有人同情怜悯他 亲眼看见自己 刚出生 孩子冻饿死在面前 他心被撕成一片片 那一刻 他想杀光所有人 他要埋葬这罪恶的世界 直到最后 他精神失常了 被活活丢下枯井掩埋 可他那一口气 怎么也下不去 就这样变为恐怖凶残的恶灵 就在陈青天 拦下他师父的时候 女鬼灵又一次凝聚起来 看起来凶威不简 而刚才坑了陈青天 逃跑的黄文武 看到鬼灵被击散 以为大局已定 也没走远 没想到鬼灵没被灭 他急得大叫 古明中主 快 这恶灵又起来了 让他灰飞烟灭 陈青天见黄文武大叫 眼里暗恨 这个坏事 做尽的人渣 刚才差点害死自己 一定要让他死 他这时看向古明 小声道 师父 我刚看到了 这女鬼灵生前 就是让皇甫上下害死的 就连刚出生的婴儿 他们都没放过 古明看向黄文武 眼中寒芒一闪 力声道 他刚才差点害了你 如徒儿你所说 他该死 师徒冷眼旁观 静静听着 那恐惧颤抖的求救声 救我 我不想 痛苦的哀嚎 想变整个皇甫内外 等陈青天和古明过去的时候 地上只剩下黄文武的烂肉 完全看不出人样了 呜呜 又哭又笑的声音传来 鬼灵还扒在尸体上面发泄 情绪无比激动 壮如蜂膜 黄家主死了 快跑 鬼灵来了 不少远处的家丁仆人 发出惊惧的大叫 连滚带爬地跑出府外 他们再也不敢待在这里 大仇得报 鬼灵发泄过后 呆呆站立原地 似乎不再反抗 古明健壮 望着徒弟 把手中的法剑递了过来 道 青天 你来 全力催动我的法剑 击毁他的能量灵体 陈青天文言 脸色微变 可还是鼓起勇气 接过法剑 刷 当即全力一剑刺过 鬼灵形体大为震动 这法剑对鬼灵之物有极大的克制 但以陈青天的实力 对方让他杀动麻烦 哎 见鬼灵这样都不反抗 陈青天再度刺去 接连三剑 灵体才开始消散 与此同时 一抹肉眼无法察觉的血气 进入了陈青天身体 最后 面前只剩下一道绿光 里面有着一张绝美气苦的面容 陈青天见状 知道这鬼灵没有威胁了 他脑海浮现那些家丁恶奴欺负 这女鬼灵身前的景象 如今这样了 他开口问师父 师父 你打算怎么处置他 是渡他去灵界 让他入轮回 还是收了他 古明一笑 盯着徒弟问道 青天 他刚才差点害死你 你难道不希望他灰飞烟灭吗 陈青天摇头道 师父 他刚才没有伤到我 何况他大仇得报后 也完全不反抗了 我们没必要对他这么狠 他心里知道 这鬼灵 其实是帮了他大忙 此刻他脑袋里面 似乎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 他还来不及探究 古明这时脸色严肃下来 他郑重地对陈青天说道 青天 你记住 妖魔鬼怪 他们本性凶残 如果没有能力制服他们 死的就是你 以后遇到不要手软 听到师父的忠告 陈青天心里暗暗发誓 这个世界很危险 以后一定要谨慎 见小徒弟听进去了 古明满意地点头 接着道 至于这女鬼灵 就听你的 度他去该去的地方 说吧 古明身上法力杂现 守节保应 口念真言 无极之道 去往他界 一顿操作 女鬼灵这道绿光冲天起 速度快地当即消失不见 师父 陈青天看着这一幕 眼里满是羡慕 这是法力竟能修习的神通法术 他师父能超度鬼灵去灵界 就在陈青天羡慕的同时 古明收拾好了一切 他最后扫尸一圈周围 随即慈祥地说道 青天 我们走吧 这里的事 有人会处理的 陈青天心里一动 这黄文武现在死了 这件事多少有后患 他不确定会不会给师父带来麻烦 月山宗 是古明十年前建立的宗门 这里位于奇目城外的一座名山 叫月山 之所以在这里建立宗门 正因为这后山当中 有一座小林石矿 现在自然归月山宗所有 在东站大陆众多势力 宗门当中 这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宗门 除了陈青天 这里还有古明所说的十几名弟子 不过算上仆从和杂役 整个宗门有数百人 但这些人 都是为师徒等人服务的 等师徒回到宗门 陈青天赶忙回到自己住所 关上房门 这时他默念一下 属性面板又清晰地出现在脑海里 并且有了变化 原先的血气值从灵变成了 血气值 110血气值有什么用 陈青天心有所感 试探式地开始询问道 与此同时 胸前的玉牌化为一道光 流进了陈青天脑子里 这时 一个机械化意识答道 陈青天 我是先无宝库的气灵 我如何存在 暂时不告诉你 但是我能帮你变强 得到一切你想要的 一刹那 陈青天脑海意识里面 接受了大量的信息 原来他真的获得了金手指 只不过使用方法有些特殊 他觉醒的仙无宝库 真的可以给他无数宝物 但是需要用血气值去兑换 获得血气值也简单 消灭鬼怪妖魔 都可以得到血气值 刚才女鬼灵 最后被他打散灵体 只剩下一篓神魂 他获得了一百多血气值 气灵 我要提升境界 要用血气值换丹药 你有什么推荐 陈青天还是怕死 想先提升实力 气灵机械般的意识 再度传递出来 检测出你的身体状况 当下你适合服用仙无宝库 触及灵力丹 可以直接提升境界 直接提升境界的丹药 陈青天大喜 这仙无宝库就是牛 他立马道 我换 怎么个规矩 气灵机械般意识到 一点血气值 换一枚触及灵力丹 以你的天赋 十枚左右触及灵力丹 能让你达到五到第七境内固境 陈青天当即兑换十枚触及灵力丹 这时 面前空间一阵轻微的波动 十枚触及灵力丹 就到他的手上了 丹药上面能量浮动 一股淡淡的清香 让人垂涎三尺 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 丹药入体之后 浑身舒爽 接着产生热量 如同烈日烘烤一般 淬炼内外 使身体外面漂浮出一层黑物杂质 皮肤都变得更加光滑了 接连服用十枚 他身体大振 猛地拳脚并用 感觉到不一样的气势 此刻他体内五脏六肤猛 慢慢收紧 变得极为紧实 一股不一样的能量 扩散全身 比起之前 他强大了几倍不止 结合师傅跟他说的 他知道 这是突破内固境的现象 血用镜能让我体内血气翻滚 战斗起来 如同打了激素 这内固境 可是能让身体内脏 变得更加坚固 就算被同级存 终极几下 我也能挺住吧 陈青天嘴里喃喃自语 身体的变化 让他心情舒畅 他达到新的境界了 脑海里有显示 境界 内固境 初期 确定自己提升新境界了 陈青天剑 还有一百血气质 于是再次对气灵道 可以把血气质 全部换成这种丹药吗 面对陈青天的要求 气灵机械斑道 当然可以 等一百枚触及灵力丹道手 陈青天毫不犹豫 全部服下 这丹药的神奇 不停改变他的身体 让他完全没有遇到瓶颈 他境界又连续突破 属性面板上 境界又有了新变化 境界 内固境 巅峰期 一百枚初级灵气丹 让他提升三个小境界 使得体内更加坚固 蹦蹦 重重地垂了自己几拳 震荡的力量 也伤不了内脏 整个身体大为改变 不过随着境界提升 初级灵力丹效果也会递减 可陈青天不介意 只要先无宝库跟着他 只要他杀妖魔鬼怪 有血气质 那么以后实力境界增加 必定畅通无阻 月山宗所在的月山 占地方缘近五十里 密林幽暗 山峰连环 陈青天此刻正在月山外围 来这个世界这么久 他最多也只在外围转悠 不敢太过深入 来了 陈青天此刻收敛身上气势 等了一头野兽过来吃自己 没错 他在等这头野兽先攻击自己 等被气灵认定为敌人的时候 杀了他才会有血气质 因为这些低级野兽 不能被认定为妖魔鬼怪 对于这些普通生灵 直接杀了并不会有血气质 也因为这样 陈青天随意宰杀家禽畜生 获得血气质是不可能了 这仙武宝库气灵没那么简单 从他这里得知 虽然杀普通生灵 没有血气质 但是当遇到主动攻击 能威胁你生命的家伙 杀了就能得到相应的血气质 没办法 陈青天只能等着狂暴的凶兽 来攻击自己 叮 前方出现有威胁敌人 击杀能获得血气质 听到气灵 机械般意识传来 陈青天终于动手了 哼 一声冷哼 这头凶兽被一箭刺死 而陈青天 也只获得四点血气质 因为他就值这个价 鬼灵事件之后 接连七天 陈青天除了待在宗门内部 就是来着月山外围杀凶兽 不停积攒血气质 换取丹药提升境界 不容易啊 陈青天在自己房间内感慨起来 如今的他 在服用52枚触及灵力丹后 终于从内固境巅峰期 突破到了大圆满期 望着剩余的300多血气质 他有些犹豫了 之所以不换成触及灵力丹 提升境界 是因为突破气冲境界后 他怕体内气体隐藏不住 被师父看出 到时候不知该如何解释 虽然这师父不错 但仙无宝库的秘密 是谁都不能说的 古明 出来见我 我要为我弟弟讨个公道 就在陈青天在房内纠结时 一道洪亮的声音 在宗门上空久久回荡 听到外面有这样的大动静 陈青天心里一紧 赶忙冲出房间 一路来到山门前 正山门处 师父古明已经站在那里了 他的身边 还有两人 一人是大师兄 另外一人是二师兄 可不妙的是 地上还躺着一人 那人正被一名锦衣中年人 踩在脚下 还在微弱地身影着 古明此时满脸怒涩 嘶吼道 黄孝坤 你如此欺辱我徒弟 咆哮我山门 太过分了吧 这名叫黄孝坤的中年男子 满脸阴笑 脚下一用力 啊 听到地上年轻男子一声惨叫 他才黑黑冷笑道 古明 我就随便伤了你这个弟子 你就心疼成这样 那你害死我弟弟黄文武 又算什么 古明文言气急 但也没有轻举妄动 陈青天此时已经靠近过来了 宗门内另外一些师兄也来了 大家严阵以待 听到这黄孝坤的话 陈青天脸色不好 想不到那恶人黄文武 有这样的哥哥 也难怪他敢欺男罢女 这人把三师兄踩在脚下 师父都不敢轻易动手 想必实力很强 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想不到这事 还是给师父带来麻烦了 这么快有人找上门了 但陈青天也没有后悔什么 他念头白转 想着 接下来该怎么办 古明死死盯着黄孝坤 冷静下来道 你先放了我徒弟 你弟弟黄文武的死 跟我没关系 他是死在鬼灵手里 那女鬼灵 身前还是他自己害死的 说起来 我还给他报仇了 哈哈 黄孝坤狂笑道 这么说来 我还得谢谢你咯 顿了顿 他双眼杀鸡四一刀 我已经搞清楚了 我弟弟的死 就是你造成的 是你 见死不救 故意害死他 当时还有一人在场吧 是谁 说完 黄孝坤凶恶的眼神 缓缓扫射一遍古名的众多弟子 最后 他把目光停留在陈青天身上 咫牙道 是你小子吧 当时也在场 说说 你师父是怎么看我弟弟的 陈青天见事情 完全被这人知道了 心中明白 一定是当时那些 在场的家丁仆人说的 面对着和师父 一个层次的强者 他并没有退缩 反而昂首踏前一步 接着冷静道 你说的没错 我当时在场 不过黄文武的死 跟我师父有什么关系 我们本着好心去帮忙 没想到鬼灵那么凶 拼死也要杀你弟弟 真是遗憾 陈青天话才说完 黄孝坤眯着眼邪笑道 小小年纪 这么会说瞎话 真是师父教得好啊 不过我今天过来 一定要个说法 要是让我不满意 哼哼 古名不耐烦道 你想怎么样 先放开我徒弟再说 黄孝坤冷哼一声 接着一脚 碰 地上的年轻男子 被踹飞老远 看上去没了反应 不知道到底伤得如何了 黄孝坤 古名法剑 已经拿在了手中 陈青天怒气冲顶 这三师兄 为人一向幽默 又热情 又帅气 跟他关系不错 想不到 今天当真这么多师兄弟的面 被这么对待了 真是残忍 不能原谅 哈哈 做完这一切 黄孝坤也拿出一把法剑 指着古名道 怎么 你想跟我动手 我是什么境界 你心里怕是清楚吧 古名面色一变 他的愤怒早已激满 但眼中的忌惮告诉了别人 他的实力 跟这黄孝坤 似乎有些差距 起码没有必胜的把握 僵持了一小话 有声音传过来道 三师弟他 师父 三师弟被废了 腰部骨骼全断了 陈青天其实也在这三师兄旁边 听到大师兄这么说 心里一沉 默默闭上了眼睛 啊 古名大后 一招杀出 在自己宗门地盘 弟子被废 这个仇 怎么能不报 跟我动手 好 先杀你 黄孝坤全身法力爆发 也一箭杀向古名 就这样 两人法力不停碰撞 功法光芒大胜 战斗气势 让一般人不敢靠近 哄 十几招过后 古名满脸通红 双方大招对碰后 开始散开 两人没有再度杀上去 反而相互小心打量 似乎在衡量什么 古名心中悲痛 怒斥道 黄孝坤 回我徒弟 你够狠毒 嘿嘿 黄孝坤嘿嘿冷笑道 彼此彼此 你害死我弟弟 我伤你弟子 这是我明显吃亏 我今天过来 就是让你给我补偿 要不然 你这月山宗 今天有难了 古名眼神凌厉 心中似乎明白什么了 嘲笑道 我看出来了 你这个弟弟的死活 你不关心 你怕是 想要这月山吧 哈哈 黄孝坤大笑 随后脸上扭曲道 看样子 你明白啊 这件事 你答应也就没事了 你要是不答应 你和你这些弟子 今天都不会有好下场 黄孝坤终于原形毕露了 似乎他弟弟的死 他并不在意 原来他是看上这月山了 想要那零石矿 要自己占据这里 面对这种霸占宗门的情况 古名没有妥协 冷静道 黄孝坤 你知道我是哪里来的 敢从我手上抢山门 你不怕吗 黄孝坤眉头直跳 但很快立声道 我知道你以前是慈心宗道学生 但那又怎么样 这么多年了 你还和那里有关系吗 再说 你害死我弟弟 这件事 到哪里我都有理 你以为我就没后台 呵呵 古名见他铁了心 要抢地盘 也终于硬气道 好 既然这样 今天就凭本事吧 接着他快速转头 对身后徒弟们道 你们先带允徒去疗伤 这里交给师父 走 师父 岳山宗这些弟子 一个个义愤填膺 想要留下来帮助 陈青天更是暗暗发誓 这突然冒出来的黄孝坤 一定不能让他活着 可他实力根本不够 这个世界 赤裸裸的弱肉强食 想要安静地待在宗门 搞不好都会被人盯上 岳山这样的小山小矿 都有人来贪 真是看实力说话的世界 杀 死了 两声抱贺 强者大战再次开始 眼见师父再次和黄孝坤对杀上 陈青天多少了解着师父 他那副神情 就是没把握的样子 这样的话 他突然想到这仙武宝库 不管怎么说 他身上还有三百血气质 或许有帮助 小青退到一旁 他和脑中仙武宝库气灵交流道 我这三百血气质 能换什么宝物 可以帮一名法力竞强者 赢得一场战斗 灵气犹如一台精确到极致的计算机 他很快给出见解 仙武宝库里面 有极为低等的符文 如果你来用 没什么威力 但法力竞使用 杀伤同等境界的人 完全没问题 灵气刚说完 陈青天脑海里面 就显现很多低等符文 他最终看简介 选择其中一种符文 小次追服 法力催动之下 能发出一道极强的黑锥能量 杀死法力竞强者不难 而兑换这符文 需要三百血气质 陈青天确定过后 也不犹豫 他已经看出来 师父古明明显落于下风了 周围的这些师兄 哪怕是大师兄 也根本没办法加入战斗 事态紧急了 黄孝坤见古明 被他杀得连番后退 不由嘲笑道 我赶来 早就摸清楚你的实力了 以你法力境界巅峰期的境界 根本没办法对抗我 大远满期的我 更何况你这上瓶法剑 怎么和我这绝瓶法器相抗 无论攻法武技各方面 你都远逊于我 今天你不想死 就跪下求我 我说不定会放过你 和你这些废物徒弟 黄孝坤占据上风 还不停出言不讯 妄图扰乱古明心智 好快点结束战斗 羞狂 古明大怒 可还是保持冷静 哄 他法剑再度出击 上面似乎伴随着汹涌的潮水 席卷周边不小范围 很显然 他施展全力了 黄孝坤同样如此 眼中杀气大胜 他这一招 让地面和空中发黄 好似暴风沉沙 死吧 两人都到了最后关头 绝招进出 扑辞 古明道飞出老远 重重地摔在地上 但黄孝坤也不好过 被冲击地大退 师父 见此情况 古明的几名徒弟 要靠过来 可这位师父 立马严厉道 走开 全部走 这是为师的事 不要过来 面对这些话 几名还在场的徒弟 纷纷不敢上前来 可陈青天偏偏没听 急速过来 扶起师父古明 你 青天 古明没想到陈青天 还会过来 急忙道 师父不是此人对手 万一 师父 你别说话 陈青天立马打断道 听我说 你拿着这张符 等一下 对付这黄孝坤 千万相信徒儿 陈青天说话极快 也极为诚恳 他怕这师父不信他 古明明显一愣 但也来不及询问什么了 此刻他伤得不轻 那黄孝坤 明显又拿招法剑杀上来了 人未到 张狂的声音就传来了 古明 还有你身边那小子 今天都要死 顺手为我那弟弟报个仇 那也不错 危机时刻 古明接过符文 一把推开陈青天 走 陈青天眼中感动 这师父真的称职 半年的接触或许不长 但危机时刻的表现 完全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 去死吧 黄孝坤眼中带有兴奋的光芒 见风已至 此 谁也没想到 古明这时居然不抵挡反击 而是决然撕开手中符文 全身法力催动下 一道黑影长刺轰然出击 碰 让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本来圣圈在握的黄孝坤 胸前被什么东西洞穿 星红的血液不断流出 这 怎么回事 黄孝坤低头看着胸前的小洞 满脸不可置信 他突然想起 刚才那古明的徒弟 似乎送了什么东西过来 难道 噗 大口的血液飙出 这杀招 虽然没有当场杀死黄孝坤 但他明显不行 支撑不住地瘫倒在地 这是什么符文 古明嘴里喃喃自语起来 大为震惊 随之警惕地望着倒地的黄孝坤 确定他重伤不行后 他狂喜道 哼 想不到啊 我居然反败为胜了 黄孝坤挣扎着抬起头 眼神死死盯着不远处的陈青天 见那少年嘲笑地望着自己 他想不通 为什么这个少年 有这种厉害的攻击符文 他不甘心 黄孝坤 你今天完了 古明上前目露凶光 一剑刺入他脑中 彻底赢了这场争斗 师父 你没事他好了 陈青天默默上前 看了一眼地上的尸体 接着关心起古明来了 清 古明回头看着陈青天 本想问些什么 但很快欣慰道 青天 刚才多亏你了 好 很好 陈青天见这位师父 没问他这攻击符文怎么来的 他自己也没有解释 等收拾好这里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从前 对于这样的事情 古明这些徒弟心有余悸 但他来说 好想见怪不怪了 这件事过后 古明拿出不少灵药 最终还是把三师兄伤情稳定了 虽然没有残废 但依旧怕是很难修炼了 除非有好丹药 让他彻底恢复身体 一切平静下来了 陈青天没事就跑到月山杀兽 这天 山林中 当积攒足够了血气值 他还是忍不住 全部换成初级灵力丹 刚突破气冲境界的陈青天 感受到身体的变化 他浑身用尽 下腹有一股气体要爆发出来 刷 猛地出拳 一股力气从手上暴射而出 击打在十米外的大树之上 顿时炸开一道大口了 突破气冲境 让陈青天生出了一股豪气 要知道 他这具身体才十六岁 武道修炼才几年 能到这个境界 算有了骄傲的资本 如今在师父古明身边的 这十几名徒弟当中 大师兄三十岁了 大家都说他资质很好 有经过重点培养 可也才突破 刚突破宗师境后期 二师兄 三师兄也二十六七 也还在气冲境徘徊 其他师兄 现在完全被他追上了 东占大陆 智慧生灵万亿 五到十境前七境 第一强身境 第二大力境 第三皮后 第四经肩境 第五股硬境 第六泄涌境 第七内骨境 很多生灵情家修炼 都能达到这些境界 但五到第八境气冲境 就难突破了 这个境界 气境外放 杀人于十米开外 如果达到大远满七 最多可气境 外放五十米 要是达到五到第九 静宗师境 体内气息 完善循环 浑身充满气体 甚至可以包裹全身 形成一个防御气甲 五到第十境开窍境 一般来说 不那么容易领悟 这需要极好的天赋 最后还要在某个瞬间 突然开窍 一般的五到修炼者 也许一辈子都不开窍 夜幕降临 回到宗门内部的陈青天 也没有闲着 出现在了宗门炼工房 此时里面没人 他先是服用一枚 在鲜舞宝库兑换出来的 初级悟性丹 接着开始练习 五技效天拳诀 这套拳法并不高深 只是普通拳法 一共四招 服用这枚初级领悟丹 他练一遍的效果 比得上平时练十遍 脑海能极大 加深印象 身体各方面契合 动作行云流水 呵 一声轻喝 陈青天感觉 整个人似乎进入一种 天人合一的状态 一招一式 浑然天成 他对这套拳法 达到一个临界点了 就连整个人 对拳道的领悟 都不一样了 一遍遍的练习 同时不停 服用初级领悟丹 直到最后 他完全忘我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心满意足地结束 回到自己房间 他双腿盘坐在床上 修炼的功法 定做心经 不断在体内运行 急促的功法修炼 让身体能量不断消耗 好一会儿 原本应该休息 他睁开眼睛 手里拿出一枚 在仙无宝库兑换的 初级回复丹 立马服下 他身体能量 以极快的速度回复 这种丹药 比他师傅给的 回复体力的丹药好太多了 完全没得比 而且可以大量服用 因为这样 他可以不停在体内 快速运行定做心经 这段时间以来 他修炼的这门普通功法 已经从小成达到中成了 功法的提高 让他能更好地 吸纳天地灵气 身体能量更充沛 5G配合高深的 且修炼到大圆满的功法 发挥出来的威力 是叠加的 在仙无宝库丹药的帮助下 陈青天三管齐下 无论境界 功法 5G 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把这段 兼所有积累血气质 兑换成出击灵力丹服用后 他最后突破到 气冲净后期了 这要战斗起来 能气境外放30米 杀伤力更是没得说 此刻再看属性面板 已经有了极大变化 陈青天 男 16岁 境界 气冲净 后期 功法 定做心经 忠诚 武技 孝天拳绝 大圆满 旋转剑绝 大成 血气质 灵步光境界进步神速 功法和武技也大为提升 孝天拳绝已然大圆满 据他所知 也只有大师兄 把这套拳法 提升到这个地步 这天天一亮 陈青天被师父叫来跟前 同来的 还有宗门另外一名师兄 古明看着二人 脸上和善地说道 元杰 青天 为师决定送你们去慈心宗道学院 你们愿意去吗 这蒋元杰比陈青天年长些岁数 今年二十了 作为师兄 天赋十分不错 已经达到五到第七境内 故境大圆满了 陈青天文言一愣 他这些日子 一直在杀凶兽提升境界 没想到 师父想送他出去了 对于师父所说的慈心宗道学院 他也知道一点点 东占大陆大夏帝国强盛 但是到了这个时代 当初被天赐大地压服的各种宗门势力 重新崛起了 慈心宗是五大道宗之一 所在的云门山 在大夏帝国 都是有名的 师父 我愿意去 不等陈青天说话 一旁的蒋元杰 迫不及待地答应起来 眼中的喜悦 完全隐藏不住 可陈青天疑惑道 师父 是因为皇家兄弟吗 古明叹息道 青天 你跟着我 前途有限 师父也希望你们将来 能在大宗门有些地位 日后 庇护着岳山宗 再说 我当初也在慈心宗道学院修炼过 文言 陈青天一切都明白了 也自然地答应道 师父 既然如此 我听你的安排 好 那位师来替你们安排一切 古明脸上欣喜 接着又到 慈心宗道学院 招收到学生的日子 也快到了 古明向陈青天招手道 青天 你来 我要交代你一些事 陈青天平静地点头 好 师父 他知道 师父有事要说 很是听话的就去了 看着两人离开 站在原地的蒋元杰 眼里有些莫名的神色 古朴简洁的房间内 清新凌香一缕细烟淡淡地生气 师徒二人一进来 古明就眼神复杂道 青天 上次鬼灵之事 和这次黄孝坤的事 我知道你有些事没和我说 那我就不问了 陈青天心里明白 师父这是担心他 可五仙宝库的事情 他怎么也不能说的 只能回答道 师父 谢谢你的理解 嗯 古明这时 从手上的须弥那剑 拿出一把黄色法剑 上面还一出莫名的气势 他横沉手上 自顾地说道 这把法剑 跟了我十年 斩杀过不少邪魔恶灵 经过我几番淬炼 他也算是上瓶法剑了 今天我把他交给你了 师父 陈青天没有伸手去接 一股暖流刺激内心 虽然他不是原来的陈青天了 可这个便宜师父 对他是没得说 这些日子相处 当真无比温暖 如今还把这样的好东西 送给自己 让他无比感动 师父 这我怎么能要 陈青天拒绝道 谷叶笑道 你知道 师父已经有更好的法剑了 这法剑给你防身 虽然你没办法 发挥出他全部威力 但以薛永静用这法剑 气冲镜都可以一战 宗师镜防御都可破 哎 陈青天叹息 看样子 这师父还没看出 自己真实境界 先无宝库是可以换上凭法剑 但需要的血气值 对现在的他来说 绝对是大数字 法剑到手 他坚定的道 徒儿保证 将来一定会给师父 寻的宝器 乃至道器 陈青天知道 法器分为下 中 上 极品 绝品 之后就是宝器 灵器 道器 如今就算他投资自己 以后还他千倍利息 师徒情义深重 看起来依依不舍 陈青天收下上品法剑 又接下师父 给的小纳袋 这小纳袋 是一个装物品的空间袋 内部空间比不上 能装在大量物品的须米纳件 但这里面装了不少日常用品 还有三千枚零食 一切准备就绪 陈青天和师父约定 五日后就去慈心宗道学院 不过在此之前 他要回去一趟 看望家中父母 在这个世界 陈青天可是父母双全 一直是美满家庭 天空之中 一头庞大的飞禽 拖载着一个少年 这少年正是陈青天 只见他迎风而立 高空中他长袍飞舞 远远看去 好一个英俊少年郎 陈家在寒帝城 这座百万人口大城 也算小富之家 陈青天父亲陈帕龙 一向沉默寡言 坐着木材营盛 家里积攒了一份家业 见儿子回来 陈帕龙也只是淡淡地 说了一句 没事就好 对于这位父亲的平淡反应 陈青天并不奇怪 他也是但笑回道 父亲 而这次回来 只有一两天时间 之后要去云天玉的 云门山慈心宗道学院 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就说不好了 哎呀 陈青天的母亲大叫 不满地说道 怎么才回来就走 你十二岁就出去了 这四年就回来四次 这次还要去那么远的云天玉 再回来 一次要什么时候了 我的啊 陈帕龙眼中的担忧一闪而逝 随口说道 云天玉和我们光天玉中间 相隔三个月 能不回来 就不要两地跑 出门在外放聪明点 你师父应该教过你这些 我不多说什么了 也没什么东西给你 早点去吧 陈青天点点 这个父亲的关心 总是很另类 在身体原来主人的记忆里 小时候一次 他掉下河去 差点淹死 最后被人救了 这父亲知道后 第二天就把儿子 带去一个小水潭 一把推人家下去 他在岸上看着 几番折腾后 陈青天就这样学会水性了 记得那时候才六岁 在记忆中 他重视陈青天 但是极少说些关心的话 教别人做事简单粗暴 从不让人做一些无意义的事 能减少麻烦最好 对于这个男人 陈青天有时候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怕被看出什么来 再说 他觉醒仙舞宝库的玉牌 就是这个男人 让陈青天从小戴在身上的 这件事有些诡异 突兀的声音 在陈青天耳边响起 让人极不舒服 转头望去 两名身穿气派的锦衣青年出现了 一位十八九岁的样子 比陈青天稍大 另外一位看样子二十五岁左右 他们二人脸上全部带有极高的傲慢 年岁小点的男子 看陈青天的眼神充满压恶 李宗道 陈青天看到十八九岁的锦衣少年 眉头一皱 对于这个少年 他记忆里有印象 因为陈青天恩人的原因 以前还见过几次 不过双方相互看不顺眼 想不到今天又碰到了 眼见对方挑衅 他可没打算忍着 立马不甘示弱地回对道 你这寒帝城有名的顽固公子 人家十小姐会见你吗 陈青天知道 这李宗道来这里 是想追求这里的十甫小姐 在这寒帝城 他们两家都是有名望的家族 不过十甫小姐 一直对他没丝毫兴趣 李宗道被刺中心里的难堪 恼怒不已 脸色铁青 不过很快冷静下来 语气音很道 陈青天 我知道你去了一个小宗门修炼 今天我倒讨教一番 看你学得如何 话音未落 他身形一动 直扑而来 身体咔咔作响 如猛虎下山 哼 陈青天眼神中透露出煞气 这李宗道一上来 就想把自己压在他身下 不过他打错算盘了 啪 陈青天单手一抬 迎上他双掌 两人猛地冲撞一击 可结果却让人想不到 你 李宗道脸色战红 连连后退十几步 才缓缓站稳 他眼神中充满不可置信 陈青天一击过后 就知道了 这李宗道不过五到第七境内 固定中期左右 和他差距大着呢 通过服用初级灵力单 他达到气冲净后期 浑身气净雄厚 爆发出去 可生死虎报 陈青天 你 你怎么会有这等实力 你现在是什么境界 李宗道不敢再上前 反而想打探对手虚实 陈青天笑道 反正比你这个废物强 听说你从小修武 看来天赋不怎么样 来到这个世界 一直很小心 怕死是一个人天性 但陈青天有他的血性和勇气 对方来找事 那也没必要给这家伙面子 李家 在寒地城 虽然是大家族 但是他也不会怕 他这个世界的师父 和他父亲是好友 两人都亲口承认过这件事 而且 寒地城有点身份的人物都知道 这些家族 没有法通实境的强者 他们也不敢得罪这样的强者 小子 年纪轻轻 有点实力就狂得不行 欺负我们李家人 我不答应 和李宗道 一起来的青年开口了 不分青红皂白 上来就到打一耙 脸上的自信和傲气 真的牵走 这是陈青天第一反应 可他也看得出来 这名25岁左右的青年身上 已经出现淡淡的气体 整个人好似要报射的利剑 夸 他上前一大步 气势全出 死盯陈青天 脸上杀气腾腾道 跪下道歉 我不杀你 听到这话 陈青天心里也生起一股怒气 饶氏知道对方不敢杀他 但也被这种针对 搞得十分不爽 他冷声道 不是表面是大就厉害 杀我你的实力够吗 陈青天 你以为就你能跟着 法通实境的强者修炼吗 稳住心神的李宗道 这时候叫嚣起来 他崇拜地望着和他一起的青年男子 夸赞道 我不怕告诉你 我表哥李玉雄的师父 也是法通实境的强者 他两年前就已经去往南华宗道学院修炼了 他气冲进的实力 岂是你能比的 还不乖乖跪下 得意洋洋地说完这些 他还大叫道 表哥 一定要好好教训这小子 最好撕烂他的嘴 陈青天听到这些话 心里顿时明白了 这个狂傲的青年人 是气冲进高手不说 还加入了南华宗道学院 对于这个道学院 陈青天还是知道的 南华宗同样属于莲花世尊体系 同为五大道宗之一 这个大宗门和慈心宗 相隔不过一个大狱 算是静灵 见陈青天听到这些话没有反应 这李玉雄眼中的恼怒显而易见 他没想到 陈青天听到他的名头和实力 居然没有表现害怕 他这时再度阴沉道 怎么 是跪下磕头道歉 还是要我动手 说完他手上居然凝聚出一股气体 这股气体一旦暴射出去 以两人此时相隔的距离 必定会被攻击到 李玉雄和李宗道自信满满 两人脸上很是玩味 想看对方如何抉择 是脸上出丑呢 还是身体受伤呢 陈青天这时候冷笑几声 心里已经有了杀气 他刚好需要一块磨刀石 自己达到气冲进后期了 功法武技又大有进步 那实战能力到底如何了 见陈青天还敢发笑 脸上一点妥协的样子都没有 李玉雄终于沉不住气了 凶狠地说道 小子 看样子你是真蠢 既然如此就不要怪我了 李玉雄说完 手中的气体直接朝陈青天脸颊射来 他本以为这样出手 能够在你陈青天脸上 划出一道口子破他的响 一声闷响 谁知道陈青天手一抬 一道气劲也同样击射出去 凉凉抵消 这如此变故震惊了李玉雄同时 一旁的李宗道也目瞪口呆 他们不敢相信陈青天居然能发出气劲 这可是气冲进的标志啊 五到十劲 气冲进和宗师劲 没有一定时间的积累 没有资源 天赋不可能轻易达到 而最后的开窍镜 更需要极高的悟性 要不然很难突破的 可他们知道陈青天才十六岁左右 如此年少就已经达到了气冲进 那以后还了得 这绝对称得上是天才了 这简直让他们难以接受 李玉雄脸色非常难看 他想强忍住失态 可最终还是咆哮道 小子怎么可能 你居然突破气冲进了 你到底有什么奇遇 陈青天根本不搭理他 已经在暗暗聚弃了 两人之间必有一战 叮 与此同时 气凌机械般的声音 在陈青天脑海里响起 前面认定敌人 击杀可以获得血气质 嗯 陈青天嘴角一笑 没想到杀人也有血气质 那他获得血气质的方法 还是很多的 只要是有威胁的敌人就行 李玉雄此刻很是不服 眼中阴狠更慎 怒吼道 不过就算这样 你以为你是我的对手吗 烈石绝 只见李玉雄没用武器 但双掌带气 攻击灵力 直接朝陈青天面门袭来 他双手不停地出招 这显然是一套厉害的武器 每一掌都带有强烈的杀机 他已经恼羞成怒 是要拿下陈青天 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激动 哼 陈青天心里冷哼 想不到这李玉雄 居然用武器对付自己了 不过他的武器可今非昔比 所学的笑天拳 绝已经大圆满了 怂 两人拳掌相交 周围的气境到处击射 其中有几道气境 还打在了石府门前雄师之上 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李玉雄越打越心惊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遇到的少年会有这等战力 简直是莫名其妙 此时他骑虎难下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厮杀 陈青天那时越战越勇 身体一股劲如开闸泄洪一般 一朝一世大开大合 严格来说他还没有出权力 这对手就只有招架之力了 一旁的李宗道也发现问题了 他不停地喃喃自语道 怎么会这样啊 这个陈青天不应该这么厉害啊 怎么办 他身体僵硬发抖 完全没有刚才的嚣张 开始六神无主起来 全破万法 陈青天感觉自己越战越过瘾 同样也摸清楚 这家伙实力了 境界和自己一样 也有气冲进后期实力 可对方这套武器运用度 比自己差多了 他终于全力用出了 笑天全绝最后的杀招 这招一出声势惊人 气静四见 周围泛起阵阵光芒 扑呲 李玉雄终于抵不住了 被这一拳冲击的 整个人向后倒去 一个身体不稳 重重地砸在地上 显得狼狈不堪 一旁的李宗道更是吓坏了 脚步已经开始后移 他怎么也没想到 陈青天居然会这么厉害 把他这么一个优秀的表哥 给打倒在地了 就在陈青天要乘胜追击 想好好处置这两人的时候 吱吓一声 石斧大门打开了 一群人也终于出来了 为首的是一名四十多的男子 看起来雍容华贵 面容刚毅 对外面发生的事情 他也只是眉头一皱 并不担忧 看清楚情况后 他和气地说道 青天贤侄 暂且住手 你们切磋 点到为止可好 陈青天见到来人说话 脸上一笑 自然地说道 石叔 哲儿刚被欺负了 这才站到上风 你就出来了 陈青天心里清楚 他在这里战斗了这么久 这石家家主石仲桂 恐怕都看在眼里了 他可是宗世晋高手 这个时候出来 也是不想事情闹大 哈哈 面对陈青天的教区 石仲桂大笑 扫视一下李玉雄和李宗道 感叹地说道 贤侄 真没想到 你突破气冲进了 在这寒地城 你这个年纪 有这般实力的 应该没有吧 陈青天刚要说什么 动听的少女声响起 青天弟弟果然天才 这才修炼四年 就有这样的成就 再结再厉哦 石府面前 一个十八岁的少女走了出来 只见他身穿紫罗裙 面容的魅色已然出现 如丝的绣发乌黑发亮 整个人有一种俏皮的灵动 听到少女出声 陈青天这一刻 也收敛起了气势 因为这就是他 这具身体的恩人 石清玄 石清玄见到陈青天 笑容似桃花 很明显 他掩饰不了内心的喜悦 接着 他又调皮地教训道 青天弟弟 你来了 还跟别人在我门前打架 看样子你长出息了 陈青天脸上 也露出灿烂的笑容 意气风发道 石姐 可不是我先动的手 说起来我被别人欺负 还是因为你呢 呵呵 石清玄如黄梨般的笑声 传了过来 眉间 一抹让人心悸的魅色闪过 气冲冲地道 你敢怪我 不过 看样子你也没吃亏 先进来吧 他说完这些 看都没有看旁边的 李宗道和李玉雄 似乎这两人根本不重要 可陈青天这时候 却回头望去 只见李玉雄已经站起了身 眼里有仇恨 有忌惮 却也不敢叫嚣了 他没想到 自己居然输给了一个小少年 这对他的打击 不可谓不大 一旁的李宗道 更是大气 都不敢出了 陈青天见到石清玄后 也没有心情跟他们纠缠了 这时候立声地说道 你们滚吧 否则就是自取其辱 李宗道 我还警告你 以后别来打扰石小姐了 李玉雄恨恨地盯着陈青天 仇恨道 小子 你别狂 今天这个仇我记下了 我们走着瞧 陈青天这时玩味地说道 刚听说你在南华宗道学院修炼 我也告诉你 我马上就要去慈心宗道学院修炼了 到时候 你随时可以来找我 不过 我可不会手软 哼 表弟 我们走 李玉雄立马掉头 不想再次丢脸了 周围已经来人了 你赶忙出声叫他表弟和他一起赶紧离开这里 否则还会继续丢人 可陈青天这时候却道 等等 还有事情没解决 你还想干什么 李宗道害怕地质问道 陈青天倾笑道 这石府门前被打成这样子 你们难道不赔偿了再走吗 你 两人大恨 居然被这样羞辱了 可这时候 石家家主石仲贵开口道 不碍事 府外我自会修正 可李宗道听到这些话 可还是从口袋里拿出来一包货币扔给了陈青天 之后两人快速地离开了这里 事情告一段落 陈青天去石府坐了一会 也没有多待 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告别 六岁那年 石清玄在水中救了原来的陈青天 之后两人形同姐弟 石家虽然明面上比陈家显贵 但很多人都知道 陈帕龙认识法同石境界的强者 必定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陈青天和石清玄来往 作为父亲的石仲贵从不干涉 任其两人自由发展 如今陈青天展现出来的实力 这次他在府上表现得更热情了 人来人往的大街上 慢悠悠地走着 明白陈青天要去云天玉 慈心宗道学院了 石清玄依依不舍 满眼的柔情丝毫不加掩饰 他最终还是说道 青天弟弟 你应该去往更广阔的地方 我也是没想到 你有这样的修炼天赋 这次分别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见 你会忘了我吗 陈青天望着他柔情似水的目光 端向他洁白无限的面容 闻到他身上散发出淡雅的香味 他心里暗自叹息 这少女柔情似水 是这身体的恩人 原来的陈青天 其实没有多想这方面 可对方明显不是 事到如今 陈青天只能轻声地说道 石姐 我一直当你是我青姐姐 我将来的路注定坎坷 你不用等我 你放心 等修炼有成 我还是会回来这里的 这是我的起点 我的亲人们都在这里 我永远不会忘了 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 也不能忘了你 听到这里 石清玄身体一将 绝美的脸上 勉强露出一抹微笑 无限伤感的道 臭弟弟 你能记得有我这个姐姐 我就心满意足了 在远方 你一定要保重自己 嗯 陈青天默默点头 两人一直走到城外 夕阳下山 天边云层似火烧 没在老家多待 陈青天很快回到宗门 离出发还有几天 他不想浪费 这次决定深入一点月山 外围已经没什么意思了 实力的提升 他信心更足了 杂乱的丛林 没有人为改变的痕迹 越往山里走 光线越暗 到处弥漫一股腐烂的味道 好 一路快速深入 一声巨大的售吼传来 让陈青天停下了脚步 好强的气势 陈青天感叹一句 光听吼声 就知道 这是个大家伙 实力肯定不弱 寻找声音而去 他想会一会这头凶兽 看到了 只见这头凶兽 如同大号犀牛 看起来皮粗肉厚 头上一根长达两米的大脚 看起来寒芒锋利 恐怕一般树他都能动穿 此刻这头凶兽正在进食 地上不知名的兽师 已然血肉模糊 器官内脏清晰可见 真够恶心的 陈青天嘀咕一句 随即站了出来 凶兽看见来人 凶性大发 放弃食物 主动杀了过来 陈青天脑中 得到气灵肯定答复 知道他是敌人了 杀了有血气值 一点没客气 看准时机 手上长剑附上气劲刺去 这是一把普通极品武器 杀伤力可不弱 一个强弓 凶兽身体被刺出一个大窟窿 哦 惨叫随之传出 可惜 凶兽生命力极强顽强 他暴怒之下 身子对准陈青天 长脚一划 想要伤人 可惜他速度不够快 陈青天黑黑一笑 完美躲过 你就是我的经验了 陈青天知道他听不懂 可还是讥讽他 凶兽没什么智力 但生物本来还在 接连被刺中竖剑 血流不止 加之陈青天身上 气势越发浓烈 他害怕了 想跑 陈青天怎么可能放过到手的猎物 他修炼的定做星晶 和武技 旋转剑角配合 爆发出最强一箭 直接从凶兽眼睛刺入 武器杀入脑部 再大的块头也会死 哄 凶兽身体轰然倒塌 陈青天也收到了血气值 这头凶兽 实力堪比内固境 也为他提供了42点血气值 这气灵 有他一套血气值计算方法 陈青天只能是 他给多少是多少 这头凶兽价值算不错了 随着继续伸入月山 厉害的凶兽越来越多 甚至还杀了两头 堪比气冲进的凶兽 危机与收获并存 直到遇到三头身体气势 堪比宗师镜的大凶兽 陈青天才选择停下脚步 要选择返回了 但他还想沿着山林找寻一番 看能不能再杀些凶兽 这里 好奇怪 再次杀了几头凶兽 陈青天看着眼前的小山峰 总感觉不对 此处过分安静了 周围一切像是被修剪过 看起来格格不入 小心戒备着 他还是慢慢往前走 咔嚓 一道破风声传来 什么东西 陈青天惊异的同时 身体紧绷 快速移动 躲开了突然而来的攻击 刷刷 连续几个藤条一半的触手出现 让人防不胜防 只能不停躲闪 该死 咒骂一声 陈青天手握长剑 迎上飞驰而来的几条触手 夸 只是没想到 这把极拼武器 居然没能斩断其中一根触手 短暂的猛逼 陈青天也终于看清楚 攻击他的家伙了 只见这个生物极其特别 他正和一颗树绒为一体 可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浑身如同一个老树桩一般 可又有一张清晰的人脸 看起来让人毛骨悚然 这是什么 陈青天不由地发出疑问 与此同时 仙武宝库七灵也给出答案了 叮 发现山灵精怪 击杀可得血气质 陈青天顿时明白了 这就是所谓的 怪主动杀了 都有血气质的一种 可几番打斗当中 他发现这怪物实力了得 明显比自己要强 手中极拼武器 展落不了他的触手 几次想近身都难 一度被逼得很狼狈 再这样下去随时都有危险 看样子要动用杀手锏了 陈青天很快拿出师傅 给他的上瓶法剑 用身体能量催动一挥 顿时空中出现一条气浪 里面法力倾泻而出 死 精怪一条触手当即被斩断 他也痛得咫压一声 法器一出 情况立转 接下来就是陈青天占据上风了 不由分说 直接提招法剑杀过去 触手赶来 分分钟斩断 死 精怪从大树当中抽离本体 看样子要转换场地了 说实迟 十块 陈青天法剑一砍 他身上的嘘嘘一片被削平 速度立马慢了下来 就在陈青天想近身 把他劈成两半时 一边右生 撕的一下 精怪人连嘴张开 里面吐出一股液体 陈青天不知道是什么 但肯定不会是好东西 法剑旋转 所有液体被挡下 纷纷落在地上 枯叶烂枝当即被腐蚀掉 冒出阵阵黑烟 好毒的液体 陈青天暗怒一声 继续追了上去 是要杀了这精怪 只见他再次附身在一棵树上 拼命往树间爬起 看准时机 陈青天欲用浑身气力 剑脱手射出 势如奔雷 直击精怪 夸 上平法剑正中精怪身体 把他钉死在树上 一时刺耳惨叫连连 陈青天欣喜 叙事一跳 拔出法剑 精怪也掉落下来 再次一击 直接斩成两截 流出绿色液体 血气质收到了 呼长输一口 这有着宗师净实力的精怪被杀 给他贡献了95点血气质 而气灵机械般声音也响起 检测到上平法器 是否生成个人法宝属性 咦 陈青天没有多想 当即同意 可以出现这个属性 很快 脑中属性发生变化 陈青天 男 16岁 境界 气冲净 后期 功法 定做心经 忠诚 武技 孝天全诀 大圆满 旋转剑诀 大成 法宝 法剑 法器上品 血气质 488个人 属性上面果然出现多了法宝一栏 陈青天看着将近500的血气质 一粉心 直接兑换出400初级灵力丹 当即使用 果不其然 他把自己的境界提升到气冲净巅峰了 反复感受真实的自己 接连打出全绝 这浑身气体一旦释放 普通舞者难以近身 实力再增强几分 接下来两天 陈青天依旧白天在月山杀凶兽 夜晚用大量时间休息功法和武技 在离开宗门的前一夜 他也突破到气冲净大圆满 只要再服用一点触及灵力丹 或许就能达到宗师境了 可惜要出发了 没办法去月山了 他师父已经给他们师兄弟 准备好了推荐信 拿着这正规凭证 他们能顺利进入慈心宗道学院 不会被过于盘查 说不定还有一些照顾 大下帝国三千大狱 每个大狱都是一个行政区 管理无数大小城和镇村 还包括大量的没开发的无人区 这些无人区高山险阻 方便隐藏各种山匪妖魔 一个大狱占地何止万里 要来回两个大狱之间 对一般民众来说 可谓凶险万分 就算对一些武道高手来说 如果没有必要 他们也不会到处乱跑 陈青天这次要和师兄 穿越三个大狱 前往云天狱的云门山慈心宗 路途远不说 危险自然小不了 为此 他们师父古名 虽然没有亲自护送 但也为他们找到了一个 刚好要去云天狱的大商队 这里面有三名宗师高手 一起护卫前行 相对安全了不少 这次商队有着数千人 全部乘坐飞擒 其中还有能承载数十人的大型飞擒 上面还带着大量货物 刚开始一路还算平稳 一直到离开镇村区 慢慢去往荒芜人烟的山林地区 这些地方哪怕天空也有一些风险 一些凶狠的野生飞擒 会试图攻击商队 但是护卫商队的 除了三大宗师高手 还有二十几名气冲进高手 一些小飞擒根本冲杀不进来 师弟 你看 那三名宗师进高手真厉害 他们不但能爆发气静 远远伤敌 还能给身体形成一层气甲 保护自己 一般攻击都很难伤到他们 我要是有这么厉害就好了 看完三名宗师高手的战斗 作为陈青天师兄的蒋元杰 一脸羡慕地说道 陈青天感触并没有太大 因为此刻的他 也快达到这个境界了 他身体气筋快满了 也可以初步形成小幅度的气体防御 无限接近五道宗师境界 陈青天坐在飞擒身上 他和师兄蒋元杰 就算在空中也靠得很近 看到下面的场景 他感慨地说道 师兄 要穿过三个大狱到达云天狱 恐怕要十几天吧 蒋元杰一阵沉思 随即微笑说道 师弟 这里有三大宗师坐镇 又有三百五道径护卫 我们沿着关道飞行 怕不会有事 你安心吧 如果真有危险 师兄我会保护你的 哈哈陈青天心里失效 以他这位师兄的实力 哪里还有资格保护他 五天时间 陈青天从他所在的光天狱 安全穿过了隔壁的咸天狱 半路都没有什么凶险 又过了几天 商队又到达丽天狱边缘区域了 接下来只要再经过宁天狱 就能到达云天狱的慈心宗道学院 这一路上 整个商队风尘仆仆 但夜间都会找地方休息 这天 大家在丽天狱的 一座小镇休整过后 就要出发时 还没起飞 护卫商队的其中一名宗师高手就交代道 诸位 我们待会要通过乌龙山 那里情况复杂 大家尽量少喧哗 五道高手压制好身体的气息 最好能快速通过 真要有事 我们会处理 别多嘴 听懂了吗 陈青天听到这些话 自然知道 这乌龙山怕事很乱 而且还很难绕过去 不过他倒没那么怕 数千的飞行经过乌龙山 哪怕动静再小 也会被有心人发现 看着下方连绵无尽 被大乌龙罩的乌龙山 陈青天知道 这种地方最容易藏无奈构 谁都不知道 里面有什么妖魔鬼怪 大当家 大鱼过来了 乌龙山其中一座山峰之下 一个满脸落腮胡子的大汉 兴奋地说道 身边全部带着飞行 为首的中年人打扮略显斯文 在这种高山峻岭 他白长山没有一点污垢 这中年人就是这里的大当家 他望着身边最近的四位兄弟 与其豪迈地说道 平时我们只收购路前 今天我想抢了这个商队 待会不用手软 能杀多少杀多少 听到这些话 这些人全部面露凶光 脸上越越欲试 有人兴奋地嘀吼道 好嘞 兄弟们终于可以放纵一回了 此次护卫商队的 是光天玉的金刀门 这次是他们门主亲自带队 王破刀作为金刀门主 不光修为达到宗师镜 各种武技更是融会贯通 战斗意识和经验 也非一般高手能比 其实在光天玉 他的门派和个人实力不算什么 可年过五旬的他 还是不甘心人生止步于此 为此 他不断带着金刀门 充当这些商骨巨富的护卫 以此来赚取大量的资源钱财 因为他知道 以他的资质 正常来说 想要修炼到法通实镜第一镜法力镜 几乎没有可能 因为开窍镜就把他拦住了 他唯有累积大量的钱财 来换取修炼的灵石和一些灵丹妙药 以此来增加他突破的概率 在这东战大陆 没有足够的家世和天赋 悟性 资源 但又不认命 那就只能自己努力 大夏帝国 像他这样的武道高手有很多 大部分都有着突破法通实镜的野心 只可惜 大浪逃杀 能成功越过龙门的 少之又少 王破刀每年都要走几次这条路 但这次他眼皮子总跳 总感觉有什么事要发生 而救他就在他全神戒备的时候 意外也发生了 乌龙山下的一处 无数的飞禽正式起飞 背上都坐着一名壮汉 不好 王破刀大吼一声 金刀门的兄弟 节阵护卫商队走 随着他的叫喊 整个商队都发现了异常 不少人更是慌乱地叫道 遇到劫匪了 这可怎么办 这乌龙山可是出了名的凶险 不行 不行 快走 我们快走 嘈杂的声音充斥整个商队 不少人驾驭着飞禽想要快速逃跑 陈青天此刻也注意到了 接近800头战情向这边飞来 这些战情和普通飞禽不一样 因为他们经过特殊训练 本身力量强劲 且身上穿有厚厚的铠甲 又凶猛无比 相比被驯服的普通飞禽来说 他们可是专门用来战斗伤人的 看到这里 陈青天基本确定了 这些杀来的人肯定是山匪 他们的目标应该是整个商队 杀鸡非常明显 大概率没得谈了 而如今整个商队几千人当中 最有战斗力的自然是那三百名护卫 其他商客也有一些舞者 可数量绝对不会太多 境界也不会太高 面对凶残诚性的劫匪 这次恐怕凶多吉少 哈哈 你们跑不了 天空中 一声洪亮的声音传出很远 战情的速度明显 快过这些商队普通飞禽的速度 更何况一些大型飞禽 要装载大量货物 根本飞不快 弱大的商队 很快被追上了 八百劫匪 对上了三百商队护卫 发过来的劫匪大声喊道 诸位 我是光天玉金刀门门主王破刀 不知道此次来的是哪路朋友 可否给点面子 我可以做主 将商队十分之一财物留下 就当交个朋友 可否 虽然对方来势汹汹 可王破刀还是想谈一谈 看能不能和平解决 他能感觉出来 这批劫匪实力很强 真要动手 书面很大 呵呵 十分之一货物 劫匪当中 那白长山的大当家 坐在一头威风凛凛的战情身上 他不屑地笑道 光天玉金刀门我没听说过 这乌龙山那么多条道你不走 偏偏让我们独龙寨遇上了 今天算你们倒霉 不过我心情好 把货物全部留下 我让你们走 说这些话时 独龙寨大当家 脸上带着玩味的笑意 不过他的手下 已经把商队团团围住了 所有战情全部在空中打转 嘶吼声一片 王破刀得到这样的回复 知道 今天是遇到硬点子了 他舞蹈宗师的脾气也上来了 立声道 既然如此 我金刀门也不是吃干饭的 你们想留下全部货物 那打算用多少条命来换 说完这些 他取出他的九环金刀 双手一抬 高高举起 狂怒的一声 杀 而周围的三百金刀门护卫 也全部拿出武器 看起来全是勇猛之辈 除了人数少一点 并不比这些劫匪气势弱 他们也全部的大吼一声 杀 一时间 天空的肃杀之气 达到了顶点 而独龙寨大当家 也不再客气 阴着脸说了一句 兄弟们 杀光他们 哦杀呀 四面八方响起喊杀声 顿时 无数的战情 向商队冲杀 双方很快在空中展开战斗 此刻的陈青天 也已经被包围了 看着双方展开的大厮杀 他眼里也冒着杀气 因为这些劫匪 简直是无差别攻击 无论是商队的金刀门护卫 还是这些商客 乃至自己 统统是他们的攻击目标 场面一度混乱 喊杀声四起 哀嚎声响彻云霄 商队的这些商客也知道 运载大量货物的飞行 根本就逃不了 于是全部向下面飞去 想落地逃跑 本来飞行高度不算太高 这时候落地 并不会花费太长时间 看着大量飞行强行落地 和陈青天待在一起的蒋元杰 声音急促道 师弟 情况不妙 我们也下去山岭夺夺 如此危急时刻 陈青天也看清楚了 这次杀来的劫匪 确实实力强大 他们足足有五名 武道宗师进高手 四五十名气冲进高手 其他没有低于 武道第三镜古硬镜的 这些劫匪的攻击 看似杂乱无章 实则凶狠异常 三百商队护卫实力 比他们差了一半不止 但商队这边暂时还能稳住 在这空中 商队护卫们配合良好 又且战且退 但情况明显不妙 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简单的念头转换 这个时候 陈青天也没有冲动 直接对蒋元杰说道 师兄 我们先下去 等陈青天飞禽落在地上的时候 他便不停地 往丛林内部走去 这乌龙山 树丛茂密 大量高达几百米的古树 遮天蔽日 当人下来之后 飞禽想要在天上 追是非常难的事情 逃跑的几千人伤人 很快全部下地了 大量的物资散落各处 这时候也没人管了 大家保命要紧 就连抵挡劫匪的 三百商队护卫 这时候似乎也顶不住 纷纷强制落地 想躲入这群山峻岭之间 可等落到地上之后 三百名护卫 依旧损失了几十位 庆幸的是 三大武道宗师高手 并没有出事 杀 见劫匪穷追不舍 金刀门主王破刀 蓄起十足的气势 闪亮的金刀一挥 一道气径击射出去 扑辞 追击他的五名劫匪 一击全部被他拦腰斩断 内脏鲜血流了一地 放肆 见自己手下被杀 独龙寨大当家 放弃了身边的普通对手 转头杀向了王破刀 他眼里释放出嗜血的光芒 来得好 王破刀信心满满 单打独斗 这些劫匪当中 他自认为不怕谁 同样是宗师镜高手 自然也有高下之分 初期和大圆满 实力就相差很大 加上武器的好坏 武器的强弱 战斗的经验 体内所修炼功法 产生气劲的魂厚 都是胜负的关键 王破刀的武器 可以称得上市极品 功法和武器修炼几十年 早已大圆满 本身又是宗师镜大圆满的实力 老辣的战斗经验 让独龙寨大当家 暗暗称奇 只见两人互有来回 武器上面都附有强烈的气劲 他们各自的身体 更是被气甲包裹 击剑乱飞的气劲 散落在双方的身上 但是都没办法重击破防 只能持续厮杀 陈青天和师兄蒋元杰 跟着一众伤人 快速地向丛林深处跑去 可就在这时 前面有声音喊道 没路了 前方是万丈绝壁 换一条路 快换一条路 嘈杂的声音不断地响起 可这时候说什么都晚了 因为不少商队护卫 没有挡下来的劫匪 纷纷朝这些商人痛下杀手 看他们这架势 不但劫财 还要害命 杀呀 只见几名劫匪举着大刀 正向陈青天这边砍过来 叮 受到劫匪群威胁攻击 全部成为敌人 击杀可以得到血气值 气凌给出提示 陈青天不跑了 眼中也闪过一抹狠色 他大声对蒋元杰说道 师兄 事已至此 我们也要出一份力了 你看 除了商队护卫 这些商人当中 还是有一两百人修炼过武道 他们虽然境界不高 但这个时候 也只能拼死反击了 蒋元杰听到这话 眼珠子乱转 左右扫视 发现场面已经极度混乱了 这个时候 他只能叹息着道 师弟 既然这样 那你跟紧我 我们动手 他话音才落 对面的几名劫匪大刀 已经砍过来了 陈青天目光一领 拿出起一把极拼武器 上面并没有附带气劲 只见他出手如雷霆闪电一般 咔嚓 两三个呼吸之间 三名劫匪就死在他的手上 同时得到相应的血气值 这一幕 让同样和一名劫匪 在战斗的蒋元杰 震撼不已 等他也解决了一名 实力不如他的劫匪 他死死地盯着陈青天 面容复杂地问道 师弟 你什么时候有这等实力的 你这 恐怕已经突破了 那股筋大圆满吧 这明显比我还要厉害了 感受到师兄的惊讶 陈青天笑而不语 也不多说什么 提起手中的极拼武器 又向周围的劫匪杀过去 虽然这是他来这个世界 第一次杀人 但也没有那么难受 他已经打定主意 这次尽量多杀些劫匪 对于这些人 完全不必心思手软 杀他们就是为民除害 成为敌人后 又能得到血气值 杀得越多越好 伤队的人被逼得没办法 有修炼武道的伤人 不停进行反抗 虽然劫匪整体实力强大 可短时间 依旧没有办法压赴整个伤队 此刻独龙寨的大当家 和金刀门门主王破刀 也已经战斗了不短时间 表面上看来 王破刀是压制这名大当家的 可这劫匪大当家 脸上没有一点急躁 当他们一招碰撞 再度分开的时候 独龙寨大当家 满脸阴狠地笑道 完也完够了 接下来你必死无疑 哼 王破刀闻言 满是不屑 要不是对方人多是重 他根本不拒 见对方如此自大态度 他快速杀去 想解决这个劫匪头领 好扳回一些劣势 因为他发现 被众多劫匪高手围攻 看上去险象还生 就在王破刀爆发浑身气势 想全力斩杀着 独龙寨大当家的时候 这时候却一变突起 只见在大当家 从腰间的小纳带 拿出一把闪烁着法力的长剑 一下子滑向了王破刀 只听哐当一声 这把发出神奇力量法剑 虽然没有直接砍到王破刀 但那股凛冽的剑气 居然把他身上的气甲割裂了 受此重创 王破刀疼的闷哼一声 却没有大声叫出来 他才咬牙切齿道 想不到 你居然有一把法剑 难怪你这个有自信 我今天是栽了 独龙寨大当家不禁得意起来 迷恋地望着手中的法剑 他才缓缓说道 为了这把下瓶法剑 我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 今天你们幸运 就拿你们的血开光了 随即他又大声吼道 兄弟们 今天你们随意杀戮 所有的财物宝贝 谁抢到就是谁的 伴随着他鼓舞士气的豪言 周围几百劫匪 杀气更胜了 全部发出受信的嚎叫 此刻的陈青天 和一名气冲进的劫匪对上了 这人看陈青天年纪轻轻 一上来 他长枪摇晃 直刺陈青天胸口 长枪前面的气静 如同暴雨梨花一般散开 看样子 他用这一招杀死对手 他对自己这一招 非常有自信 认为陈青天肯定抵挡不住 就连蒋元杰剑师弟 遇到这样的危险 也忍不住大声惊呼道 青天 快退 危险 可他心里清楚 陈青天未必能躲过这一击 以他的实力 也没办法来救援 只是这个时候 陈青天面不改色 嘴里小声嘀咕一句 手上动作却不慢 手中的长剑 顺势绕了一圈 同样爆发出大量的气静 拦下这一击的同时 还顺势一箭劈去 叮当 这气冲进中期劫匪 反应也快 直接长枪挡在胸前 堪堪挡住陈青天这一道攻击 只是 他被迫倒退几步 卸了这股冲击之力 才重新站稳 只见他脸上露出难以接受的表情 同时立声质问道 小子 你年纪轻轻 怎么就突破了气冲净 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劫匪还是有点见识的 陈青天稚嫩的脸庞 让他不禁怀疑 这是不是哪个大家族的公子 或者有什么后台 只是刚好跟着商队 来到这乌龙山 这个年纪就有这般境界 算是了不得的天才了 必定有大势力培养 陈青天不答 哪里管他怎么想 再度提起长剑 以肃不及耳之势 狠狠杀向这名劫匪 接连攻击之下 他已经找到感觉了 可谓是越战越勇 他身体的能量 和他的真实实力 大大超过了这名 和他厮杀的劫匪 该死 面对陈青天持续的进攻 这人只有招架之功 毫无还手之力了 如此不利的局面 他慌忙地大叫道 快来帮忙 这里有一名天才高手 我抵挡不了 随着他的话说完 周围的几名劫匪 全部怒气冲冲地 向陈青天杀过来 远处 正和一名同等境界 劫匪战斗的蒋元杰 看到陈青天爆发出来的实力 心神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名比他小几岁的师弟 平时重规重矩 并不奇特 可却非常受师父喜爱 没想到 居然达到了气冲净 而且看样子 还是巅峰期 大远满期的实力 他是什么时候突破这个境界的 他脑子里有着无数的疑问 可怎么想也想不通 一瞬间 一股极度涌上心头 他大胆地猜测 肯定是师父偏心 给了陈青天服用了灵丹妙药 也只有绝世灵药 才可以让他短时间 从血咏镜达到气冲净 否则根本就没办法解释 啊 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 突然手臂背一把长刀划破 稳定心神 他只能咬紧牙关 继续对付眼前的敌人 陈青天和这名气冲净的劫匪 也战斗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虽然陆陆续续 有好几名劫匪来帮忙 可是在他的沉着冷静应对下 这些境界不如他的劫匪 通通隐恨当场 快来帮忙啊 和陈青天对战的劫匪 再也绷不住了 还在不住地叫喊 他感觉在打下去 他可能要死在这里 因为这少年出乎意料的墙 很明显已经达到了气冲净大员满期了 因为刚才他有一招攻击 明明打在了对方的身上 可是那里却形成了一块小范围的气甲 挡住了他凶狠的进攻 到这里 他也明白了 种种气象表明 这个少年恐怕快突破宗师镜了 这不得不让他心慌 到了这种关头 陈青天也终于不再留守 他几乎展露出他全部的实力 他能感觉 再加一把劲 或许几个呼吸的功夫 完全可以杀死面前 这名被他吓破坦的劫匪 嗯 眼见对方要跑 陈青天当然不会答应 他用所学的旋转剑诀 速度鬼魅般杀了过去 这名掉头逃跑的劫匪 这时候也看到了一名气冲净的同伴要来支援 他嘴里高兴地喊道 老八 可惜话音未落 他声音开始哽咽 脖子一凉 手不自觉地摸上去 他的意识逐渐模糊 最后颤颤巍巍地向前走几步 然后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杀了这名劫匪的同时 陈青天脸上也溅上了一些血水 整个人看上去极为可怕 杀了这么多人 他获得的血气值不少 来不及多想 那名刚要过来支援的气境界劫匪 就要攻击自己了 可陈青天不想纠缠 因为此刻他发现 他的师兄蒋元杰已经陷入危险当中 三名内顾镜的劫匪正在围攻他 稍有不慎 他就可能死在这里 几个大跳跃 陈青天快速地过去施以援手 手中的长剑快速出击 打在那些围攻劫匪的身上 让他们发出阵阵惨叫 其中一人刚好被气境割断了喉咙 惨死当场 另外两名剑陈青天凶悍 他们受伤的同时 顺势倒地几个翻滚 就远远躲开了 师 师弟 刚才面对死亡的威胁 蒋元杰此时被吓得惊魂未定 剑陈青天救了他 他连忙感谢道 多亏有你 要不然我今天就要死在这里了 随即他大为震撼地问道 师弟 你已经达到气冲净了吗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他一双简直难以置信的眼睛 死死盯着陈青天 听到这话 陈青天内心也是无奈 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不过当下显然不是说话的时候 他快速地道 师兄 有什么事过后再说 这些劫匪又杀过来了 说完这些 他站在蒋元杰前面 想拦下那名 要冲杀过来的气冲净高手 事到如今 也只能想办法 度过眼前的危机了 灵力的眼光扫视全场 陈青天也发现 远处商队 护卫一名宗师镜高手 在劫匪三名宗师镜高手围攻下 已经战死了 而那名商队护卫首领 金刀门主王破刀 此刻也显向还生 情况无比危急 他不能再隐藏实力了 面对这名杀过来的气冲净劫匪 他再也克制不了心里的澎湃杀意 看着杀劫匪获得的三百血气质 他用袖子一挡 从鲜无宝库兑换的三枚终极灵力丹 全部出现在手上 接着一个弹射 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 快速吃进嘴里 他身体刹那间爆发出更大的能量 所有的气静 此刻正在体内乱窜 身体的毛孔 一个个打开 各处肌肉如动 体内杂志连同翻滚的气浪 不停涌出 很快 大量气静从体内一出 形成一张人形巨网 接着慢慢收紧 变化为一副透明的气质甲 而这 就是达到宗师境界的证明 陈青天也在这关键时刻 直接突破达到宗师境初七 之前达到气冲境大圆满七十 他还服用过两百枚初级灵力丹 加上刚才三枚中级灵力丹 花费五百血气值 他终于成为宗师境高手了 好 吞出心中灼气 陈青天感受自我的力量 嘴角疯狂一笑 同时他也从小那袋里面 掏出了师父送给他的上瓶法剑 悍然冲杀 错 就是一招 这名怒气冲冲 想为兄弟报仇的气冲境高手 最终在无比惊恶的目光中 伸手一触 连一声惨叫都没有传出来 身后的蒋元杰已经彻底呆滞住了 刚才发生的一切就在电光火石之间 但这位师弟展现出来的境界实力 他完全看在眼里 这一刻 他仿佛已经不认识这个师弟一般 陈青天此刻心里又是另一番想法 今天如果不打退 这些劫匪 伤对几千人恐怕没有几个能活下来 既然如此 那么他就放开手脚 打开杀剑 师父虽然嘱咐他 不要轻易暴露上瓶法剑 可这个时候 已经没办法再隐藏了 哼 达到宗师镜的他 身体的气劲无比的雄厚 浑身形成一个能量气甲 所到之处 无意合之敌 哪怕是气冲境的高手 也不能正面硬扛他的锋芒 很快 他便杀到了劫匪大当家 和金刀门主战斗这里 这里的战斗 其实也到了尾声 金刀门主的九环金刀 已经残破不堪 在那下瓶法剑的撞击下 他的极瓶武器 根本就扛不住 他本人也身受重伤 眼见劫匪大当家 就要取他性命 而陈青天这时候 及时杀到 碰 两把法剑展开碰撞 剧烈的声响 吸引了周边 不少在相互厮杀战斗的人 怎么回事 独龙寨大当家惊恶不已 稳住身体之后 他死死地盯着面前的少年 这少年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如此年少 居然已经达到了宗师镜 而且他手上的武器 他眼睛瞪大 声音颤抖地问道 小子 你手上的也是一剑法器 你是什么人 陈青天不打算回答 他面带杀气 悍然出手 嘴里骂道 拦路劫匪 坏事做尽 该死 缝 猛烈的攻击 朝劫匪大当家攻去 虽然他才突破宗师镜 可是他的上瓶法剑 在气劲的推动之下 内部的强大法力一出 其威力简直不可想象 劫匪的下瓶法剑 完全被压制 庞大的气势 一下就震住了这劫匪大当家 面对陈青天的奋勇进攻 他只能心颤地抵挡 捡回一条命的 金刀门门主这时候 也认出了陈青天 因为当时 可是一名法通实境的强者 把这陈青天 还有另外一个少年 托付给他的 想不到这名法通实境强者的徒弟 如此年轻 就达到了宗师镜 更可怕的是 他手上那把法剑 绝对是中尚平的法剑 这让他不得不羡慕 有一名强者师父就是好 而且 这少年本身的天赋 也绝对可以称为天才 想想自己年过五旬 也才是宗师镜大远满期 且更进一步无望 而这少年不到二十 就达到这个境界 假以时日 或许有机会达到法力镜 成为法通实境的强者 他羡慕镇惊的同时 也同样拖着重伤的身体 拿起手中残破的九环大刀 缓缓地跟了上去 似乎还想趁机而动 独龙寨大当家 被陈青天压制 这时候 也被打出了真火气 只见他眼里充满惊慌愤怒之色 同时还有着深深的贪婪 他也看出来了 陈青天手上的法剑 比他的法剑还要好 这样的少年有这个境界 还有这种好东西 必定有后台 但他是杀人约祸的劫匪头领 哪里在乎这些 大不了干了这单 他带兄弟们去别的地方 稳住阵脚 他语气凶狠地说道 小子 别狂 等我杀了你 你这法 就是我的了 来吧 说完这话 他长啼一口气 整个人的攻击一遍 似乎摸清楚 陈青天的攻击方式了 慢慢地 他不时进行反击 一番激烈的对攻 他不击聚在下屏法剑之上 好像要用出他的绝招了 突然 他大声吼道 无影绝杀 刷 只见他的身影变得极快 从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 攻击陈青天 可惜 他打错算盘了 陈青天刚才故意露出破绽 就是想引他上钩 这劫匪头领 也没想法陈青天年纪轻轻 这么有心机 他一出手 就看到这少年脸上邪魅的一笑 可一切都晚了 陈青天这时候 突然一个冲刺 手中的法剑 直接穿透 这劫匪大当家的身体 可惜 没有刺中要害 但也把他的肩胛刺穿了 啊 劫匪大当家大吼一声 同样手中的法剑 也想刺上陈青天胸口 嗯 陈青天这时候 脸色极为刚毅 他这样做 就是要抱着两败俱伤的打法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快速解决 这劫匪头目 他刚想移动身体 躲开这致命一击 谁知道 这时候一旁的金刀门 门主看准时机 一刀劈上了 这劫匪大当家的手臂 扑呲一声 他那件下平法剑 掉落在地上 手因为有弃甲保护 并没有被砍断 但九环大刀 也把他手臂震得 无法抬起 你们 这劫匪大当家 最后猛的用劲 强大的力量 振开一切 他不住地往后推 这时候他想跑了 心里想着 等会聚集小弟高手 再找回场子 杀人夺宝 可惜陈青天 哪里会给他机会 看着地上 刚才那掉落的下平法剑 他用脚一踢 那法剑 如同审判之剑 快速穿透了 转身要逃跑的身体 法剑上面所携带的法力 轻易地穿透了 他身上的气甲 射入他的胸口 破 身体重重地倒在地上 劫匪大当家 还没有死透 还想挣扎 可惜几下 挣扎之后 便彻底断了气 叮 杀死群敌重要人物 获得血气值340点 纤舞宝库气灵声音 在陈青天脑海响起 看着被自己杀死的 劫匪头目 陈青天也松了一口气 一名宗师镜巅峰期的高手 就这么死在了他的手上 只是没想到 这气灵厉害 分析出这人是首领人物 给了这么多血气值 真是太赞了 看来杀一些特殊敌人 会给多一些血气值啊 而金刀门门主这时候 也靠近了陈青天 望着眼前的少年 他眼神里面全是羡慕极度 语气感慨地说道 小兄弟 没想到 你也是一名宗师镜高手 怪我眼中 没看出来 而且 你还带了这么好的法剑 真是没想到 陈青天礼貌一笑 谦虚地说道 王门主 我也不过是天赋好一点 有师父指点 这法剑也是他给我的 没什么可炫耀的 陈青天已经想清楚了 他有这样的修为 全部推给了天赋和他师父 仙无宝库的事情 是不能暴露的 这自然要瞒着 好啊 好啊 王破刀连连感叹 这时他也从身体 拿出一些疗伤的好药 敷在了自己的身体伤口处 陈青天见状说道 王门主 这劫匪头目虽然死了 可形势依旧对我们不利 你在这里疗伤 我去对付其他的劫匪高手 王破刀 简单地包扎一下伤口 这是一份甜意地说道 小兄弟 我们一起 对付这些该死的劫匪 今天我惊刀门损失 如此惨重 伤队也死了这么多人 一定不能放过他们 现在他们头目已死 这些人气势必然衰落 再杀他们一些高手 他们一定会不战自退 好 陈青天也是这样想的 这些劫匪顺风的时候勇猛 一旦出现危机 必然不敢久战 两人达成共识 劫匪高手 同时陈青天也收起了 那把劫匪首领身上的 下瓶法剑和小纳袋 稍微犹豫 他把这下瓶法剑地 给了王破刀 笑着说道 王门主 紧要关头 这把法剑你先拿着用 王破刀眼睛睁得老大 脸上的欣喜 根本隐藏不住 他小心地接过法剑 不舍地说道 好 那我就先用着 等打退这些劫匪 这把法剑我当归还小兄弟 两人一路杀伐 很快又要杀到 另外一名宗师靖劫匪身边 而这名宗师靖劫匪 似乎也发现了什么 望着两名宗师靖高手杀过来 他脸色大变 因为这些劫匪当中 已经有不少人发现 他们的大当家被杀死了 这引起了不小的骚乱 金刀门门主更是大叫道 金刀门众 诸位商队朋友 劫匪头目已死 我们家把劫 杀光所有的劫匪哦 整个商队人员 全部爆发出巨大的吼叫 士气明显提升 而劫匪的气势明显弱了很多 当陈青天和金刀门主杀过来时 这名宗师劫匪居然疯狂地向后窜 看样子他想逃跑 完全不敢硬扛 面对这种情况 两人相视一眼 也不追击 而是把目光放到了那些 最凶狠的劫匪身上 两人配合一起 接连杀了六七十名劫匪 其中还有三四名气冲进的劫匪 就连一名宗师靖劫匪 也被他们打得中山逃 陈青天更是把他们当成惊艳 看着砰砰执掌的血气质 杀起这些劫匪来更兴奋了 简直不把他们当人命看待 这个世界就这样 很多地方没有管理秩序 只是实力强弱 你要是弱者 说不定就被杀了 掀不起一点水花 长时间的厮杀 无论劫匪还是商队这边 身体上都会有一些疲惫 可陈青天不会 他不停使用初级回复单 整个人如同战神一般 不知疲倦 随着劫匪头目的死 慢慢地 劫匪团伙的人都冷静下来了 双方之间人员各自抱团 厮杀渐渐停了下来 很快产生了左右对峙 劫匪大当家已死 可还有二当家 三当家 四当家和五当家 这些人这个时候 也碰在了一起 他们知道 这里出现了两名手 持法剑的宗师进高手 再打下去 可能也占不到便宜了 至于为大当家报仇 对于他们这些 凶狠自私的劫匪来说 这根本就不重要 现在他们在想着 谁当独龙寨的新大当家 这些人也无心恋战 于是纷纷找寻那些 在地上的飞行战情 快速地朝天空飞走 八百来袭的劫匪 最后只有一半离开这里 而商队同样损失惨重 三千多商客 最后只收拢了一千来人 金刀门的三百门重护卫 剩下只有一百来人 还损失一名宗师进高手 十名气冲进高手 这样的损失 对金刀门来说 算是非常惨重了 可万幸的是 出现了陈青天这样的高手 逼退了劫匪 要不然后果如何 大家都知道 杀退劫匪 众人来不及多收拾 简单地清理一下现场 把该带的东西 全部带走了 这乌龙山的凶险 可不光光是这些劫匪 群山之中 还是有非常多可怕的东西 活下来的这些商人 感谢金刀门护卫的时候 也纷纷向陈青天表示感谢 要不是他有这种实力 加上一把上瓶法剑 还勇猛无比 这次可没那么容易 把劫匪打退 大家走时 金刀门门主 和金刀门另外一名宗师进高手 非常讨好的围绕 在陈青天身边 对于这样的少年天才 他们甚至有巴结的意味在里面 陈青天简单应付一下 听着他们不断说恭维的话 并没有表现出傲慢的样子 天空之中 陈青天师兄弟 和金刀门一些重要的人物 全部做一头大型飞禽上面 客气感激的话说完 王破刀到这时候 取下背后的下瓶法剑 神色复杂地对陈青天说道 青天小友 你杀了这独龙寨头领 这法剑是你得到的物品 现在该物回原主了 说吧 他慢慢地把这下瓶法剑地 给陈青天 陈青天看着他不舍的表情 同样也注意到这里 金刀门其他高手的表情 简单地念头闪过 他这个时候推辞道 王门主 刚才对付劫匪 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你们金刀门的付出 大家有目共睹 更何况这次你们损失了 三分之二兄弟 我自己有一把法剑 这法剑里应归你们 陈青天说这番话 一点不做做 显得十分痛快 王破刀听到这话 满脸不可置信 他小心的确认道 青天小友 你没说错吧 你真要把这把法剑送给我 这我怎么能收呢 哈哈 陈青天爽朗一笑道 王门主 你不用再推辞了 你的九环大刀已经破损 现在你也急需要 一把好的武器 这把法剑配你 再合适不过了 收着吧 巨大的兴奋 冲击着王破刀的内心 就连这些金刀门高手 也一个个望向他们门主 另外一名金刀门宗 试镜高手 还小声地叫了一句 门主 那眼神 在疯狂地提示 让他收下 可这时 一直跟在陈青天后面的蒋元杰 忍不住开口了 他小声地对陈青天说道 师弟 这可是法器啊 你就要这么送人吗 接着他充满嫉妒地说道 我是没想到 师父竟然把他 随身携带的本命法剑 送给了你 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你居然突破了宗师镜 隐藏的真身 可师兄 还是为你高兴 说这些话时 他语气满是酸味 陈青天自然知道他 这师兄怎么想的 他肯定想要这把法剑 认为自己 应该送给他 可如今这种时候 整个商队 还是决定要去云天狱 这一路上 依旧要跟金刀门前行 他本来就有一把上瓶法剑 如果还留下下瓶法剑 他不知道金刀门这些人 会不会铤而走险 半路之上 使用一些卑鄙手段 此刻大方一些 也是安他们的心 更何况 在下瓶法剑 真给他这位师兄 也许是霍非福 陈青天对师兄摇摇头 什么也没说 他意已决 而王破刀也忍不住了 这时候也收下了下瓶法剑 语气感激地说道 青天小友 这份恩情 我王破刀记下了 以后如果有什么 用得着我的地方 我一定不推辞 陈青天自然客气一下 一行人看起来其乐融融 似乎忘了刚才的艰辛危难 等众人安静下来 陈青天查看个人实力属性 只见血气值一栏显示 血气值3688这世 杀了净百劫匪 才换来的结果 陈青天感叹一下 想了想 他需要好的修炼法门 好的武技 这些他师父以前 因为他境界低 也没法传授太高深的法门 当然 他师门底蕴也不行 他现在已经是宗师境了 所学的武技功法 就算达到大圆满 也明显有点不足 不足以遥遥领先 他需要高深的功法武技 想到这里 他询问气灵道 里面有多少合适 我现在修炼的功法 气灵这世道 非常多 你先看看 脑海里 仙武宝库罗 列出数以万计功法武技 让人不知道做何选择 陈青天仔细考虑一番 接着道 气灵 我相信你的能力 要不你帮我先筛选一番吧 气灵自然了解陈青天一切 机械班道 你现在血气质不多 也只能合理换取一样 你想学什么 陈青天无奈 他自己 其实学的最好的武技 是拳法 有一些经验心得 就功法来说 他定做心经 都好没有修炼满级 更高深的功法 也更难领悟 肯定要花费大量回负单 效果还不一定快 尚品法剑虽然暴露了 但是去了到学院 能不用就不用 他要修炼一门厉害武技 放在明面上 拳法就不错 打定主意 陈青天问道 我需要一门厉害的拳法 你帮我选一下 气灵明白意思 当即道 以你现在的境界和天赋 我为你筛选出 十套合适的拳法 刚好全部需要你用 三千血气 直来换取 好 我看看 不一会儿 陈青天就做出了选择 就他吧 这是一套拳法 出现在陈青天的脑海里 不单单是 语言文字那么简单 无数的画面 在脑海浮现 一个金色身影 不停展现这套拳法的威力 最后快如流星 砰 当一切炸开 所有片段融入大脑 慢慢归于平静 陈青天才反应过来 同时 得到的血气值 直接消耗三千 只剩几百了 陈青天选出的拳法 名为战体拳 总共八招 每招每适 都有不一样的威力 远远强过笑天拳卷 按照师父所说 和他对这个世界 功法五技的了解 自己选出 这这套战体拳 已经是属于 人机五技上品 这个层次了 这个世界 大体功法和五技 可分为普通 人机 地机 王机 天机 和那不知道 是否存在的仙机 而他如今 所学的功法定作星经 和五技笑天拳绝 都只能算普通里面 绝品等级 虽然是普通功法 五技当中的最顶级了 可和人机比起来 威力加成 不是一个档次的 慢慢感悟 这套战体拳 陈青天不由地感慨到 人机五技 果然不简单 师父说过 宗师境都很难领悟 人机功法和五技 只能开窍境才有资格 可陈青天也发现 这拳法略微深奥 想要大圆满 确实需要些时间 而这也只是 相对他来说的 一般人想 修炼到大圆满的等级 恐怕不容易 不过好在 他有四年拳法经验 本身把笑天拳绝练之大圆满 加上纤舞宝库里面的领悟单 还是能初步领悟 这套拳法的使用方式 迈进入门 如果能把这门拳法 修炼之大圆满 假以时日 他一定能对拳道 有更高的感悟 乌龙山遇险后 商队一路平安 来到宁天狱 在这里 也没有耽搁太久 几天之后 整个商队如愿 到达云天狱 这里也是陈青天 和商队分离的地方 接下来 陈青天和蒋元杰 将要前往慈心宗 所在云门山 两头飞禽 并立而飞 蒋元杰一路以来 似乎心事重重 几次旁击侧敲 想知道 陈青天 为什么能快速达到宗师境 对于这个问题 如今已经不在宗门 陈青天 只能推诿 瞎说是师父 给了一枚人机绝品丹药 他运气好完全吸收 才达到这个境界 虽然这些话漏洞百出 但蒋元杰 也没有办法去证实 以他的见识和认知 也没有办法 有效反驳 他将信将疑地 把问题埋在了心里 但多少 对这位师弟 有些不满和好奇 陈青天 却希望他能把自己 宗师境实力隐瞒起来 对外宣称 他们都一样 室内固境的实力 蒋元杰也是满口答应 云门山 是云天域内 最大的一座山 哪怕在大夏帝国内 也算是一座名山 里面灵脉无数 灵气环绕 绵绵千里 在这云门山的最外围 慈星宗山门 就建立在这里 坐在飞行之上 师兄弟远远就发现 五座几千米的山峰中心 耸立着无数的大殿 就连山峰之上 也有一些特殊的建筑 云门山外围 早已修建好了 无数条光明大道 大道之上 无数华丽的售车 你来我往 天空不时有大量 飞禽落地 在大夏帝国国土之上 很多宗门并不隐世 这云天域内 很多信奉莲花世尊的 平民百姓 豪门大族 都会来慈星宗 跪拜莲花世尊 白天 这里最外围的大殿 是对外开放的 可谓人来人往 络绎不绝 一路上无数的达官显贵 都来这里 参拜他们心中的信仰 同时也来巴结这里 修为高深的修士强者 两人慢慢走向 专门的接待处 蒋元杰兴奋地说道 师弟 你看 这就是大夏帝国 五大道宗之一 慈星宗 每天有无数人来 这里参拜 如果我能正式加入 慈星宗那就好了 在这里修炼 都能高人一等 陈青天听到他 这么一说 眉头微微皱下 他的师兄 这么快就被外面的世界 迷了眼 才刚离开师父的宗门 就想着加入慈星宗 抱上更粗的大腿 他摇摇头 或许这就是人性 虽然他不是这个世界魂 可在他心目中 古月才是他的师父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这一点他认下了 他也不会再 轻易拜谁为师 更不会想着 留在这慈星宗 有朝一日 他要让这个师父的 月山宗也同样名声鼎盛 两人很快到 接待人员的面前 这里有指示 这处外门大殿 就是到学院接待处 同样有几十名少年 也来到了这里 看样子都是 想加入慈星宗到学院 想在这里报名 接待的人 都是二十来岁上下的年轻人 看起来像是到学院学生 其中一个二十来岁的 接待人员 看着陈青天和蒋元杰过来 客气问道 二位也是来报名 我们慈星宗到学院的吗 蒋元杰连忙点头道 是的 这位道兄 我和我师弟是从光天狱 赶过来这里的 这有我师父的推荐信 见有人推荐 这名接待人员更客气了 连忙道 好 先把你们的姓名 年龄 修为境界 具体从哪来的 填写一遍 我们会有专人 给你们安排住宿 你们来的也是时候 五日之后 就是我们到学院 三年一度选拔到学生的时候 这几日你们先住下 切记不要乱走 不要生事 陈青天和蒋元杰 很快被安排到了 一处内部居住区 这里有着成千上万的房子 环境非常好 很多想进到学院的 舞蹈修炼者 在这里聚集 等着五日后的选拔 陈青天一路走来 他发现 全部是和他一样的年轻人 一个个血气饱满 斗志昂扬 让一下 别挡到 霸气的声音出了过来 陈青天一看 一名穿着华丽的少年 走在人群中间 他左右两个少年 不停驱赶路中间的人 身后更是跟着一群人 陈青天不想惹事 身子一挪 靠近路边让了一下 蒋元杰也一样 看着被几十号少年 拥挫而去的华丽少年 陈青天心里自然清楚 不管哪个世界 无论在哪里 都有着特殊人群 他们天生认为比别人高贵 从出生就与众不同 呸 仗着出生好 嚣张个屁 棒边一个少年 见这群人走后 重重地吐了一口唾沫 非常不爽 蒋元杰似乎很羡慕别人的风光 他连忙向这人问道 道兄 刚才那威风的家伙是谁 在这里还这么霸气 这人一愣 随口问道 你是 蒋元杰笑着回道 我叫蒋元杰 这是我师弟陈青天 都是刚从光天玉来的 所以对这里什么都不清楚 这人仔细打量 陈青天两世兄弟 没发现什么问题 这才道 原来是从光天玉来的道友 在下留三生 宁天玉人 十天前就来这里了 所以知道这里一些事情 刚下那家伙 也是宁天玉的 不过他是卢家的人 卢家 陈青天一愣 也问道 莫非是三万年前 跟随天资大帝 征战四方的卢家 刘三生看向陈青天 不屑道 这位道友说得不错 确实是这个卢家 不过刚才那嚣张的家伙 只是卢家在宁天玉的分支 就算这样 他依旧猖狂至极 陈青天瞬间明白了 大下帝国 有最显赫的十大家族 他们先祖 都是当初跟随天资大帝的大能强者 哪怕到了今天 这十大家族依旧强大 并且发展极为迅速 若论势力 十大家族不比这些大宗门弱 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们掌握的权势和资源 比一些大宗门更多 只是没想到 这样的大家族子弟 还会来慈心宗道学院修炼 陈青天又问道 三生道兄 哪怕是卢家分支 他们家族内部强者和修炼法门也是无数 何必还来道学院修炼 哈哈 刘三生发笑 这事解释道 青天道友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我还是知道一点的 对这些大家族来说 他们家族子弟无数 如果有人来打进慈心宗 乃至获得高位 对他们来说 这是好事 而慈心宗 也想交好这些大家族 让这些人来修炼 也是种下一份善缘 或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 再说了 慈心宗本来就和卢家交好 帮他们培养一些家族子弟 再正常不过了 大家各取所需 陈青天了然 这些大势力之间 需要这种形式维护关系 这些事 他还不需要操心 出到这里 人生地不熟 师兄弟两人 和这刘三生交流了很多 知道他18岁 达到了内骨镜后期 也了解到 今年有资格来慈心宗道学院 进行选拔的青年才俊 多达上万人 这其中 不知道有多少人 能正式进入道学院修炼 五日后 上万少年 站在一处 无比空旷的轻视广场上 最前方的一处台阶之上 站着十几名威势强盛的 慈心宗强者 他们一个个冷眼旁观 底下不时有轻微的声音传出来 少年们显得无比活跃 眼见随人到齐 高台中间 一名老者模样的强者走出 他手一台 红亮的声音传出 肃静 声音里面夹杂一丝能量 陈青天感觉心脏大力一跳 有种明显的威压 看向周围其他人 也全部脸色一变 看样子 都有受到冲击 这老者也不废话 直接道 我是慈心宗道学院的副院长 今天你们来到这里 就证明 你们想入我们道学院修炼 但是 我要告诉你们 这里不需要天赋资质差的 今年的规矩我来定 为此 我特意请出我慈心宗无上道气 他能极快筛选出 资质不合格的人 听到这话 下面开始议论起来 没想到居然用道气来检验资质 这是荣幸 也可能不幸 副院长这次没有理会下面的声音 他继续道 现在你们一百人一次上来 道气之下 你们所有人的天赋资质 一览无余 说吧 他一声抱贺 请道气 顿时 天空中出现一个漩涡 一尊道应现 那上面露出无尽霞光 似乎要照亮无边黑暗 最后 当一百少年上去的时候 光芒开始收缩 只照向那一百人 只见一百人当中 他们身体出现几种颜色 大部分是红光 还有少量白光 以及少量白光中带红光的少年 其中还有两名紫光少年 也有十几名红光中带紫光的少年 看到这种情况 高台上的慈心宗强者 有点头的 也有摇头的 不知道在讨论什么 副院长老者这时大声道 身上带有紫光 红光中带有较多紫光的合格 其他的人走吧 你们天赋资质不行 这话一出 那些白光和红光少年 脸色煞白 完全被打击到了 其中一名红光少年不服 他脸色战红 大声道 为什么 我资质哪里差了 我今年才十九 就已经达到气冲进大远满期了 随时能突破宗师境 随即他扫持周围一圈 继续道 这里这些红光中带不少紫光的人当中 大部分人境界远不如我 凭什么说我资质不行 哼 副院长面对质疑 冷哼一声 不过他并没有发怒 而是大声说喝道 年轻人来自何地 这少年闻言脸上有些傲气 大声回道 我是关天玉江家子弟 先祖江河山 副院长听后 似乎知道了 他笑道 也难怪 大家族子弟 你天赋实在一般 只不过资源好 你有现在的境界 用了多少丹药 自己不清楚吗 我 面对质问 少年无话可说 他在意的是 作为豪祖子弟 居然没办法进入道学院 这个脸是丢尽了 见少年不答 副院长也不为难他 他面对广场所有少年 再次大声道 你们听着 今天无论是谁 没有达到最低资质要求 我都不同意你们 进我雌星宗道学院 说完这些 他迟疑一会 还是开口解释道 我们世界 每个人修炼天赋都不一样 我雌星宗这道气 反映出的光芒 对应的 就是你们的天赋资质 若是身体无光 那就是代表天赋资质极差 完全不适合修炼 但是这样的人 我不信他能来这里 白光者 天赋资质一般 红光者 天赋资质优越 紫光者 天赋资质天才 道气之下 若能出现黄光 那才能称得上 擎天妖孽之姿 之后还有金光和七彩圣光 我不觉得 你们这里有这种神才 和圣财人物 好了 今天我不多说了 你们有资格入我道学院 自有道师告诉你们其中原因 天赋资质筛选继续 还有不服者扰乱秩序者 定不轻饶 陈青天一直在下面认真听着 没想到道气之要牛叉 居然能查看所有人天赋资质 不知道自己基础资质如何 不会不合格吧 真这样 那脸丢大了 不过他相信 他实力在这里绝对排得上好 谁让他有先无宝库 高台之上 一百人一次上去测资质 多得选出二十来合格之人 少得不到十个人通过 看这架势 这里上万人要淘汰百分之八十左右 就在第十八批一百人上去后 终于出现一个浑身耀眼黄光的少年 啊 擎天妖念 不少人大声叫道 那副院长脸露微笑 很满意道 不错 这就出现妖念资质人物了 接连四十多批人经过筛选 终于轮到陈青天和他师兄了 这期间 又出现过一名资质妖念的人物 被大家纷纷夸赞 看样子天赋好的人 陈青天扎扎嘴角 看着空中伟岸的盗气 他怕鲜无宝库的秘密暴露 毕竟这东西要扫描全身 谁知道会不会出意外 带点紧张的心情 在盗气照射之下 他定睛一看自己身体 发现红光似乎带有一丝子 就这情况 妥妥地优越资质 但是离天才之资差太多 我了个去 陈青天头皮发麻 想不到这具身体基础资质不合格 让他这次没办法加入雌星宗道学院 前车之鉴 刚才四十多批上台的家伙 红光中带有一丝紫光的都淘汰了 起码要带有四五成紫光 高台上才有强者点头 让其留下 这个留下 你也留下 十几位雌星宗强者 有好几位亲自选人了 只把合格地选出来 其他的不予理会 其实大部分人都失去 再难受 也只能遗憾离去 有些东西天生的 公不公平 本人做不了主 陈青天注意到身边的师兄蒋元杰 发现他资质刚好及格 身上紫光占据四成 被一名强者挑了出去 蒋元杰身体微微摆动 显示他内心的不平静 他自然也注意到 陈青天这个师弟了 眼中一丝奇怪的光芒闪过 他被挑走时 还叫了一声 师弟 你天赋应该很不错呀 实力更是 哎 怎么就差那么一点啊 陈青天无语 他只能摇头 可就在这时 蒋元杰眼珠一转 突然指着陈青天 对身边的雌星宗强者说道 导师 我这位师弟 是光天玉岳山宗古明的弟子 我们师父曾经也是 这道学院的学生 他还是法通实境的强者 你看能通融吗 这名强者文言 脸上顿时不悦 轻视地打量陈青天 摇头道 众目睽睽之下 不行就是不行 哪能这样走后门 接着又对陈青天道 走吧 以你的天赋 修炼之路有限 没潜力 听到这话 陈青天脾气也上来了 这家伙就这么下定论了 他哪里知道自己的 其实前途无量 哼 陈青天心里冷哼 还是没有说什么 日后一定让他们知道 人不可貌相 天赋也能后天提升 陈青天转身就走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处处不留爷 也自有去处 且慢 可就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一位温润的中年男子 直接朝陈青天走来 他脸上和善 直接道 留下来吧 天赋资质 也并非是固定的 就算资质一般 也有修炼到 更高境界的可能 众人文言 全部看向陈青天 一下了 他就成为一个焦点 可惜 他的待遇 不是像先前两名皇宫的妖孽 让人赞叹 大部分人投来嘲讽的目光 这是有人要给他开后门啊 很快有反对的声音出现 教务长 他可是不合格的 这么多人看着 是不是影响不好 传出去也不好听 要知道 刚才可没开这样的个例 就连优天玉李家 和武天玉谭山宗的 不合格者都没留下 你这 刚才这名说 陈青天不行的 雌星宗强者小心反驳起来 先前也有资质不行 还想凭关系强行留下的 哪怕有些背景 但还是被刷了 现在留下陈青天 恐怕不少人不服 这名强者说完 还看向了一旁的副院长 希望他也说句话 果然 这副院长不越道 杨明国 你身为道学院教务长 怎么能在这种场合训思 这么多人看着 公平公正何在 道学院规矩何在 这教务长杨明国脸上笑容依旧 轻描淡写道 有什么关系 谁不服找我说道说道 我接着 你 副院长微怒 可看着毫不退步的杨明国 他眼里有些忌惮 不过他还是道 杨明国 道学院自有规矩 你一直以来 肆意破坏 我会找院长说的 杨明国倾笑 也不介意 他转头对陈青天道 过去吧 随即脸上有些怀念 再次问道 你师父古名还好吧 陈青天顿时明白了 这人帮自己 是认识师父 看样子关系还不错 还真给面子 不过今天这事 自己是露脸了 怕是被不少人惦记了 这时也只能抱大腿了 他连忙道 多谢杨教务长 给我这个机会 我师父好得很 吃得好 睡得香 杨明国也不多说 只是点点头 陈青天见状 识趣地去通过 筛选的人群那边 只不过看他过来 周围不少人有些轻视 甚至还有人小声道 这等天赋 加入道学院也是废物 就是 就是 不过他运气真好 道学院教务长为他说话了 真是走兽史运 哼 等有机会 一定让他好看 算什么东西 对于周围的一轮恶语 陈青天坦然自若 这些家伙 哪里知道他真正的实力 现在天赋差点怎么了 要不要多久 一定亮下他们的眼 这时 陈青天主动向 纤舞宝库气凌问道 气凌 我知道有提升天赋资质的东西 现在我的资质究竟如何 能显示出来吗 气凌很快回答 叮 以检测出 是否生成个人资质属性 可以生成 陈青天立马同意 接着 脑中面板有了新的属性 资质 优越 十分之一 看着纤舞宝库提升资质的宝物 所以要的血气值 他只能叹息 现在没条件提升啊 师弟 真是恭喜你啊 蒋元杰来到陈青天身边 满脸一样的笑道 真没想到 这道学院教务长和师父关系这么好 真的留下你了 我们到时候 要好好感谢他 陈青天看了看人群中心的扬民国 只能说道 师兄 刚才谢谢你帮我出声 这种人物 咱们不给人家添麻烦就好了 不过这里留下我 一定是一个英明的决定 陈青天内心还是很自信的 只要小心点 这个世界中有他一席之地 那时 那时 蒋元杰知道这师弟实力了得 脸上露出甘笑 资质选拔终于结束了 113批次的人上去 最后留下2000人出头 这些人起码都是优越资质中等以上的 陈青天完全属于个例 留下来的人当中 他被所有人默认为资质最差之人 少有人愿意跟他站在一起 就连蒋元杰也尴尬地与他保持一定距离 陈青天此时默默观察 这些留下来的人当中 最大不过25岁 最小是三四岁左右 不得不说 这些人都是青年才俊 未来前途都不错 其中 晴天妖孽资质的有三人 其中一人更是黄光中带有大量金光 可谓天赋绝佳 为这次资质选拔第一人 天才人物也不少 陈青天初略一算 起码有一百多资质为天才的人物 一切结束之后 陈青天本以为能顺利进到学院了 可没想到 这时副院长对留下的2000来人道 你们修炼资质 已经通过我慈心宗道学院考核了 可不代表你们就能入院 在此之前 还要试试你们胆量勇气和智慧 今天天色已晚 明天还有新的考验 只有通过明天的考核 你们才能正式成为道学院道学生 随着这些话 这些少年又开始窃窃私语 不少人似乎知道 是什么 看起来不以为意 一日 2000来人被带到云门山外围的一处入口 今天的慈心宗强者明显多了不少 依旧是副院长发话 他指着前方山林 与其冷酷道 这里是我慈心宗一处圈养凶兽之地 这里面的凶兽头部 有一种独特的犄角 可以炼制低级丹药 今天你们要做的 你们放心 这里最厉害的凶兽也不过开窍镜 也不多 而且 这次我们有30名法通识镜强者陪你们去 真有大凶险 他们会出手 真要是有人死在里面 那也是气韵极差之人 听到这些话 这些少年有得跃跃欲试 有些略有所思 有位看样子只有13岁的小少年道 这样对年纪小境界低的 有些不公平啊 这里年长的 他们修炼时间长 境界高 更容易获取凶兽击角 看样子 他对自己的实力没什么信心 也想争取什么 不等副院长回答 杨明国却摇头道 修炼意图 没有什么绝对公平 踏上这条路 就要利用一切途径 达到自己的目的 谁要是觉得不公平 那么可以现在退出 等年岁大了 境界高了再来 岂不是更好 杨明国脸上始终保持淡淡的微笑 那是经历过无数磨难 仿佛看透一切豁达 他这些话 让所有人哑然 看来道学院也是弱肉强食的一个地方 不会有绝对的公平可言 不过大部分人不觉得有什么 反而喜欢这种感觉 有些迫不及待的样子 副院长携了杨明国一眼 接着道 你们分散开来 只管往前走 谁要是到达戒备处 就要停下来 那边有恐怖的存在 不是你们能对付的 不过 我看你们大部分人走不了那么远 这里面宽广得很 最后再告诉你们 你们不可以抢别人的鸡脚 也不能杀人 我们的道师会在暗处看着你们 鸡脚祸 取钱十名会有奖励 去吧 他话说完 这里两千多少年 全部被安排进去了 这里的道师 也把那些提前要联合的小团体给打散了 让他们从一个个方位进去 不一定能再碰面 陈青天自然也和师兄分开了 刚一进去 发现这里 和月山外围差不多情况 但是明显有人为清理的痕迹 一切看起来那么安静 路上 时不时还能遇到一两个少年 其中还有人靠近陈青天道 道友 不如我们组队 一起杀凶兽 平分鸡脚可好 对于这些人 他一律回绝 以他的实力 只要不遇到大规模兽群 和开窍进凶兽 都不是问题 他一个人更好发挥实力 其实进来这里没多久 陈青天就发现 处处有凶兽尸体 头上那独特的鸡脚 都被取走了 见此 他极力往前飞奔 没多久 就很少见到人了 好 受吼声传来 三头凶兽直接朝他杀来 陈青天见这些凶兽 如同野狼一般 头上有一小小的红色鸡脚 看起来极为艳丽 虽然是被圈养的 但是凶性十足 三头凶兽 都有血泳镜的实力 这次他没有用剑 只是双拳紧握 上面气静凝聚 心学的战体拳 缓缓使出 一拳出 风卷残云 啪 这威力 就算坚硬大师也得碎 这个境界凶兽 根本扛不了一击 转眼间 凶兽全部毙命 加起来 获得83点血气值 取出头上鸡脚 放进小纳袋里面 看也不看一眼 继续往前走 陈青天内心火热 看样子 不能隐藏实力了 这里的凶兽一定很多 一百凶兽击脚什么的 不那么重要了 这么多血气值不能放弃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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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了 战体拳就算入门 本身威力也极大 加上他修炼到大成的定作 心经加持 如同玉血战神一般 整个人杀气腾腾 哪怕是遇到弱一点的 宗师镜凶兽 也抵挡不了他的杀法 因为纤舞宝库 出击回负担的原因 他气力根本不会耗尽 除非有谁能重伤他 压制他 或者秒杀他 否则 他一直处于巅峰战斗状态 看着蹭蹭上涨的血气值 陈青天整个人极为兴奋 根本不管暗处的强者 有没有注意到他 去他的 等有足够的血气值 他也能马上成为强者 哈哈 杀到最后 陈青天只想呐喊 还有谁 一直杀戮了三四百头凶兽 陈青天得到了一万三千点血气值 不断前进 如他所想 这越往里面走 凶兽越多 实力越强 一度让他很有压力 等找到一个山洞 他直接把这些血气值 兑换成终极灵力丹 他宗师境界初期 服用九枚终极灵力丹后 境界提升到中期 再次服用十六枚终极灵力丹 他达到后期 又服用了二十九枚终极灵力丹 他突破巅峰期 直到最后 他服用五十三枚终极灵力丹 才成功达到宗师境界大圆满 到了这里 他才不继续换取终极灵力丹 连生四个小境界 他需要适应 剩下的血气值 也没办法提升到开窍境了 调整一下身体 感觉体内圆圆不断的能量 他只想仰天长笑 当浑身气境爆发出来 身体气甲泛起连衣 如同透明水晶盔甲一样 看来其坚固无比 普通武器简直难伤 陈青天也不得不感慨起来 难怪说宗师境界能以一敌签 就这防御力 一般人拿上锄头菜刀 怎么也破不了防啊 如今我气力悠长 加上鲜无宝库的回复单 除非开窍境以上高手 或者不少气冲境 和宗师境高手围攻我 否则想让我死 可没那么容易 陈青天心理安全感 又大大增加了 根据他的了解 这届来到学院的青年才俊当中 达到宗师境的也没多少 更别说宗师境大圆满 他基础资质 相对这里的人来说 确实是差 可论实力 绝对能排进前二十 甚至是前十 恐怕除了那三名 青天妖孽资质人物 没有谁能吻压他一头 等出了山洞 陈青天第一时间就去找凶兽杀 才没走多远 他就遇到一群人 卢德云作为宁天玉卢家家主第三子 才十八岁 就已经达到宗师境后期 他本身资质 离擎天妖孽就差一点 从小到大 他要什么有什么 无论做了糟糕事 家族都会给他兜底 身边也没有人敢忤逆他 哪怕到了慈心宗 他身边依旧跟着几十号小弟 可惜 这次选拔 他这些小弟 只有八个资质合格 进入这森林后 更是和所有小弟分开了 不过最后 还是有两个小弟花心思找到了他 他们三人 路上又威胁恐吓 拉了十几个人进队 看起来威风不减 卢少 前面又有一个落单的家伙 你看要不要拉过来 多少能为你收获一些凶兽鸡脚 一个小弟讨好的对卢德云道 而前面的人 正是陈青天 双方隔得还远 并没有看清对方的脸 卢德云冷漠点点头 他带着这批人 杀手会更多 到时候 让他们把身上的鸡脚全部给他 那么这次收集鸡脚数量前十 就有他一席之地 他当然看不上什么奖励 他就要什么都正第一 就算不能 也要有名次 这是面子问题 双方近了 陈青天本来不想理会这些人 还想着换个方向 没想到对方却出声了 小子 站住 我们卢少在这里 还不过来见脸 嚣张的话语响起 让人很是不爽 陈青天不理会 他还想继续杀凶兽的血气直了呢 好胆 给我站住 一人快步上前 拦在陈青天身边 他仔细打量 突然大笑道 卢少 是这家伙 那个资质最差的掉尾巴 后面人闻言 全部来的兴趣 纷纷过来打量陈青天 似乎看猴子一般 陈青天脸色阴沉 他可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主 这些家伙简直找抽 而且他也认出来了 带头的正是那卢家分支的少年 看来这些人当他是软柿子了 让一下 我要去忙了 陈青天出声继续往前走 他不想耽误时间 嗯 你说什么 最面前这人嘲笑道 伸手就想按住陈青天 咔嚓 这手反被抓住 一声脆响 看样子是骨折了 啊 这人怎么也没想到 陈青天敢这么对他 疼得已经满头大汗了 其他人也没想到 昨天被人讨论 公开走后门的废物 居然这么狂 还先动手了 关键被他废手的人 可是内顾近的 面前这个资质最差的家伙 看样子实力很强 关键看起来才十六七岁 真有那么强吗 众人纷纷惊愕起来 重新审视这个 先前让人瞧不起的少年来 刷 被废手的这家伙 疼得大叫同时 依旧面露凶光 想进行反抗 他另外一只守护了过来 看样子 想趴在陈青天脸上 显然 这是徒劳的 蹦 一脚蹬出 他被踢飞砸在树上 只是陈青天有分寸 没有太过分 他缓缓爬起来 脸上扭曲 大骂道 畜生 我要你死 卢少 你要为我做主啊 卢德云一直没有出手 可他脸上带有强烈的杀气 万万没想到 居然有人这么不给他面子 看来今天要杀人了 哪怕在这雌星宗 他也相信不会有事 他卢家照得住 这时他怒急返效 一个废物 居然这么狂 敢打我的人 在我面前 没有人可以比我更狂 猛然间 他一见杀来 凌厉的气势很是惊人 嗯 陈青天一直防着他 见他动手 急速后退 因为那剑不普通 这是一把法剑 比他的上品法剑气势 更浓的法剑 很明显 是极品甚至绝品的法器 这一剑招 本身威力也不小 看得出来 这也是人极武技 法剑轰鸣声在耳边划过 陈青天完美躲过这一击 叮 击杀敌人 可获得血气值 气凌很快给出提示 咦 卢德云没想到 陈青天能躲过他这一击 顿感意外的同时 也来了兴趣 没想到 你这资质废物的小子 有些实力 那杀起来就更有趣了 卢德云脸上带有残忍的笑意 再次朝陈青天杀来 眼见这样 陈青天也终于怒了 事情遇上了 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面对威力强大的法剑 他不敢硬拼 战体拳隔空出击 疯狂打在了那法剑 挥舞出来的力量上面 砰砰砰 两人的战斗格外激烈 周围的十几个人 涉于两人的威势 开始分散开来 小心戒备 连番打斗之下 对方仗着法器的强势 陈青天只能且战且退 虽然他境界还要高于这卢家子弟 可没记出自己上凭法剑时 才入门的战体拳 也没办法跟他硬拼 卢德云越打越愤怒 他没想到 这个走后门进来的废物 居然有这种实力 对方展现出来的境界 比他还要高 这怎么能让他接受 极度的心直冲脑门 让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杀死面前的少年 眼见对方不与他正面交锋 他一边挥舞法剑 展现出武器的狠辣 同时也痛骂道 小畜生 不敢跟我正面对抗吗 剑民就是剑民 你怎么能跟我比 战斗当中的陈青天 显得格外冷静 因为他知道 不能被对手扰乱心神 找准时机 他全力一拳挥舞过去 杀 卢德云眼神一惊 横招法剑抵挡 被震得退后几步 陈青天的强大 出乎他的意料 他连忙愤怒对身后的人道 给我围住他 今天我非杀他不可 听了他的话 两个忠实的小弟 一个有伤 可依旧小心地站了上来 另外一个气冲进的小弟 也鼓起勇气 向陈青天围过来 其他的人却面面相去 因为这些人都是临时 跟卢德云待在一起的 虽然知道 他是大家族子弟 可是近来之前的规矩 说得很清楚 这里不能杀人 眼见其他人不听他的话 卢德云大吼道 一起何为杀这小畜生 有什么事我担着 只要杀了他 这里每个人 可以得到一万零食 不听话的 就是和我卢家为敌 听到这些话 这些人才 不情不愿地全部围了上来 看样子 要一起对陈青天动手 这里在打斗 其实早就惊动了 很多雌星宗的道师 其中两名在附近的强者 凭着感应 快速地朝这里赶来 天空之中 更有两名厉害的强者 飞行过来 天上两人 正是副院长和教务长 能不借助外物 玉空飞行者 起码要达到法通 十境第四境 飞天境 辛苦驼 看样子 有人没把你的话当回事 那里杀得很激烈 阳明国面对 有意飞在他前面的副院长 淡淡地调笑着 这副院长 辛苦驼脸色不善 冷哼道 我倒要看看 谁这么不守规矩 咦 看到下面战斗的双方 杨明国有些惊讶 随即脸上态度玩味 他似乎不急着上去阻止 而是淡淡地说道 你看 我没看错吧 那家伙天资虽然一般 但是实力 在这届两千多人中 也是排得上好的 儒家的那位 居然究竟那么多人围攻别人 实在是掉分 辛苦驼看着下面的战斗 也是眉头一皱 不悦道 居然打成一团了 这成何体统 谁先动的手还不好说 我们去阻止 哈哈 杨明国一笑 随即手一抬 浑身气势恢弘 周围空气翻起阵阵波浪 他用身体挡住这副院长 饶有兴致道 辛苦驼 何必这么急 胜负未分 让这些小辈们玩玩吧 你 辛苦驼气恼道 怎么 你想看到那资质不合格的小子被杀吗 他说话的同时 下面十几人 全部在围攻陈青天了 其中主力自然是卢德云 他一把法剑正面杀得起劲 另外两个小弟 也是手持法剑 看样子都很富有 陈青天一人独占这么多人 他其实并不慌张 因为他自身实力过硬 气力绵绵无尽 这里能对他造成威胁的 也只有那卢家少爷了 其他人境界最多气冲净 有法剑也难伤到他 打了这么久 居然没到尸过来 陈青天也厌烦了 他目光一鸣 拿出自己的上瓶法剑 轻轻一挥 周围四人被割裂身体 看起来情况不妙 啊 一片惨叫 这时有人才怕了 恐惧地后退 知道卢家好处没那么好拿的 面前的少年是真正的厉害人物 天堂有路你们不走 地狱无门你们硬闯 真当我好欺负吗 杀 陈青天大吼 那一双血色眼睛 恶狠狠地盯着卢德云 杀行已经大起 卢德云看到陈青天 拿出一把品级不错的法剑 脸色一变 连忙吼道 你 剑中 我考虑让你做我的狗 去死吧 陈青天剑招气势大胜 以雷霆之势冲杀 他境界本来就比对方高 法剑也就比对方差点 他体内能量一直是全胜状态 全力攻杀之下 不得不让对手色变 卢德云是有些怕了 他极少亲自进行生死搏杀 面对凶狠的对手 他根本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 剑招立马转弓为首 为首为脚 卢少 小心啊 一旁小弟见情况不妙 赶忙提醒 可还是晚了 卢德云手臂当即被划伤 鲜血直流 小畜生 你敢伤我 快 帮我 卢德云一把大骂 一边仓促后退 他真怕了 陈青天越战越勇 其他人已经不敢靠近他了 就在一剑刺向背对他逃跑的卢家少爷时 一边突起 突然一股绝强威压袭来 让陈青天手脚开始吃力 他知道 这些雌星宗强者插手了 比想象得要晚 其实说起来 他知道自己杀不了这卢家少爷 暗处肯定有人盯着 果然 他刚准备下杀手 那些强者就出来了 哼 刚才免费让他们看戏了 暴露出全部实力了 放肆 一道震耳欲聋的声音传来 这里刚在战斗的十几个人 全部面色苍白 面对强者发怒 所有人无能为力 陈青天望着到来的四名雌星宗强者 依旧昂首挺胸 眼神不卑不亢地直视他们 四人当中 有两人他自然认得 道学院副院长和教务长 眼下这事 看他们怎么处理了 辛苦陀直接落在这些人身边 他厌恶地盯着陈青天 力声喝道 杨教务长破格让你通过资质筛选 想不到你有一点实力 就想伤人性命 可认罪 这样的态度 让陈青天心里一沉 这副院长不问原因 直接拿他问罪 他当然不服 冷静下来 他平静道 他们这么多人围攻我一人 我有何罪 刚才只为自保 并没有取谁性命 是这样吗 辛苦陀对着这里的人疑问 卢德云也从惊慌中反应过来了 他仇恨地望着陈青天 颠倒黑白道 辛苦院长 刚才这剑民 仗着自己实力 想抢我们计较 还伤了我 如果不惩罚他 我卢家可不答应 他说完 周围这些人眼珠子一转 纷纷指责陈青天的不适 更有人骂道 就是他先动的手 伤了我们 伤了卢少 这种人不应该让他加入道学院 一定要严惩 对 说不定他是魔宗派来的内奸 要不然资质这么差 怎么会有这等实力 一定修炼了魔道法门 东战大陆 魔道宗门势力强大 因为大多数魔宗修炼法门 极为阴毒 损人利己 残害生灵 可以让实力迅速提升 指责陈青天和魔宗有关系的 正是那个一开始 被打伤的卢德云小弟 他这样说 不可谓不读 东战大陆五大道宗 七大神宗 和十大魔宗 一直以来是死敌 这个罪名坐实 陈青天必死 陈青天见他们 十几张嘴在乱废 冷眼看着 知道这个时候 没必要和他们争什么 不过他也看清了 人心最毒 如果他实力够强 哪里会让他们说 这么多废话 辛苦驼见陈青天 被一边倒的指责 他冷笑道 你伤人是事实 难道我看错了 还有什么话要说 难道这么多人会冤枉你吗 陈青天挺直腰杆 光明磊落道 我行的端 做的正 慈心宗道学院的副院长 难道只听别人一面之词吗 辛苦驼面色一寒 他直接对身后 一名慈心宗强者道 原非 带他下去 取消进入道学院资格 好好审查一番 这叫原非的道师很听话 伸手就要抓住陈青天 见状 陈青天顿时怒气冲顶 眼里要冒出火来 他只能强忍着握紧拳头 思量对策 住手 到了这里 杨明国终于出生了 他赞赏地对陈青天道 小子 不错 沉稳有度 没给你师父丢脸 接着他冷笑道 辛苦驼 这样欺负小辈 真给到学院长脸了 我话放在这里 这陈青天我照着了 想赶他走 除非有一个让我幸福的理由 当即质问道 他伤人是事实 这么多人看着 规矩不要了吗 杨明国冷眼看着十几名少年 几名伤者已经包扎好了 看起来不会有性命之忧 最后 他把眼光落在了卢的云身上 不懈道 卢家少爷 来我到学院 就要守我到学院规矩 别张口闭口卢家 今天这件事究竟如何 你心里清楚 还胡搅蛮缠 我不介意替卢家调教你 滚 最后一 各自 让周围空气都几乎凝固了 周围少年只感觉心脏异紧 有种立刻要死的紧迫感 陈青天也暗暗心惊 师父说过 法通实境每一境界 都是一座大山 这个境界强者站立指数惊人 他们要出手杀人 谁跑的了 卢德云被这么一下 也顾不得陈青天了 连忙道 副院长 教务长 杀兽取计较时间还没有结束 我们就去了 我相信这事 你们会正确处理 我们走 周围十几个人还有带伤的 但此时也不管其他了 纷纷害怕地溜了 只是卢德云最后回头 望了一眼陈青天 那眼神如同毒蛇一般 眼见所以人走了 辛苦驼也脸色难看地 哼了一声 最后还不忘警告一下陈青天 小子 不要以为有人罩着你 就可以肆意妄为 我会盯着你 再敢放肆 谁也就不了你 陈青天压下心理怒意 嘴上答道 副院长放心 我师父有教我 出门在外 斩妖除魔 帮助弱小 不可欺人 这点我一直做得很好 辛苦驼冷冷一笑 不予理会 最后看了杨明国一眼 身体借助庞大的气势 当即飞天气 另外两名道师 也识趣地走了 只留下杨明国 和陈青天 对于这个 一直帮自己说话的教务长 陈青天客气道 多谢杨教务长明察秋毫 青天心理感谢 更佩服你的实力 杨明国白白手 仔细打亮道 你眼里有种不一样的神色 我说不上来 你也确实有些不一样 看样子 你师父把你培养得很好 陈青天一惊 他不相信这人能看出什么来 小心道 师父 他对我还是很用心的 嗯 杨明国最后道 刚才卢家那位看样子 还会找上你的 不过你放心 到学院之内 没人可以用事压你 但在外面 就要时刻注意 踏上这条路 最终还要靠自己 陈青天自然明白这些道理 见杨明国要走 他一拱手拱送 望着那飞天的身影 陈青天有些羡慕 这才是强者 来去自如 潇洒四溢 时间已经不早了 天飞之前必须要出去 趁着这些空荡 他快速寻找凶兽 在离开的森林之前 陈青天再次杀死 一百多头凶兽 获得四千多血气值 当所有人出来后 把各自的情况上报 副院长辛苦驼 才公布这次成绩 你们两千一百多人进去 最后有三百多人 因为种种原因 没有获得一百击角 这些人不合格 另外还有十六人 死在凶兽手上 我表示遗憾 但这就是他们的命 希望你们在以后的日子里 实时警惕 说完这些 辛苦驼并没有太多表情 他宣布道 这次击角获取第一名 徐建峰 总数一千二百一十三 第二名 林门 一千一百五十六 第三名 赵紫山 一千零二十一 第四名 周恒芳 七百一十五 一直念到第十名 五百四十九 陈青天时才结束 咦 我居然第十名 看来是杀了不少凶兽 陈青天为自己点了个赞 如果不是被耽误一些时间 他杀的会更多 还能上前几个名次 排在第八名的 就是卢德云 看样子 他带一帮人 还是有效果的 一起上台领奖 陈青天格外注意 比前三名 这三人身体气息 有所不同 他可记得 这三人都是 擎天妖孽之姿 恐怕都突破开窍境了 其中年纪最小的 是一名白衣少女 留着两个马尾便 萝莉一般面容 看起来人畜无害 和自己这具身体岁数 差不多大 这个年纪 居然有开窍境实力 当真是妖孽人物 陈青天打量别人的同时 下面也是一阵唏嘘 众人没想到 那个资质最差的少年 居然获得第十名 不由纷纷怀疑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内幕 见很多人 带有怀疑的目光看过来 陈青天一点没有害羞 脸上带有淡淡的微笑 时不时还举一下手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是名人呢 反正都露脸了 还被人惦记了 想低调都难了 不如把自己放在名面上好了 辛苦驼看了一眼 上台的识人 他大声道 之前说过 前十名有奖励 我决定 这次前三名 各获得一件极品法器 后七名 各获得一件中品法器 中品法器 陈青天没想到 会得到一件法器 虽然现在对他来说 也很珍贵 但并没有太过高兴 毕竟他有着上品法器 陈青天虽然对奖励无感 不过好在 最后让他们各自挑选 合适自己的法器 而他选择一副全套 虽然是分开的法器 但经过专人炼制 早已连通一起 就算单个使用 也有下品法器的威力 这一届到学生选拔 1800多人通过测试 全部算顺利加入道学院了 等一切分配好 陈青天也大概了解 慈心中道学院了 严格才招不到2000人 往年最多一届 可是招了5000人 可如今道学院里面 依旧有几万道学生 各个天赋一柄 资质过人 可就算如此 每年能突破法通 第一禁法力禁的 最多不过几十人 得到这些消息 陈青天感叹起来 这里严格来说 也只有达到法力禁 才分毕业 其余全部拿不到毕业证 但这里也好 一旦进来 哪怕你待十年 二十年都没问题 只不过前三年 给的资源最好 之后就要自己争取了 正式进入道学院 他作为新生 很快分配在一名道师手里 这名道师 据说是法力禁人物 以前是学院道学生 还是三年前 突破这个境界的 今年不过35岁 可谓是前途无量 他达到法力禁之后 选择留在道学院 成为道师 整个道学院几百道师 很多原来都是这里的道学生 一旦留在这里当道师 其实也算加入了慈心宗 也只有法力禁人物 加入慈心宗 才能成为核心弟子 他们有机会得到 宗门长老的指点 这里的各种资源 他们都有资格用 一大早 陈青天来到 偌大的修炼广场 从今天开始 这里就是 他的集合之地了 最前方 一名身穿 阑珊的孤傲男子 早就来这里了 他双手放在背后 眼神根本没有 看过来的两百来人 一直到所有人到齐 他才盘腿坐下 目光凌厉道 从今天开始 你们在道学院 修炼事宜 就归我管了 我叫白云飞 今天第一次见面 我要教你们的 就是规矩 陈青天就静静地听着 每个地方都有规矩 这些道学生来自各大狱 或多或少有些后台 不少人自认自己是天才人物 各有各的傲气 有规矩是对的 这白云飞 把小规矩几句带过 给了每人一本小册子 估计有几百条规矩吧 接下来 他说出重点几条 道学院内 可以切磋 但不能伤人性命 在外 不能做出让学院蒙羞之事 个人 不能修炼魔到邪恶法门 已经发现 亲者逐出道学院 重者就地正法 白云飞说这些话时 与其带有杀意 一看就不是好惹得住 陈青天也理解 在座的道学生是优秀 可这白云飞更天才 他完全可以仰视这里的两百多人 之后 白云飞又简单说了道学院一些福利 和要注意的事项 甚至还说 在修炼方面 有什么难题都可以找他 这一天会面也算结束了 陈青天和这些道学生解散后 很快在这学院内探查了一圈 能让他去的地方 他都去了 这里比他想象的要大 各类建筑早就形成规模 如同一座室外城池 盘坐在床上 呼出脑中属性面板 陈青天 男 16岁 境界 宗师境 大圆满 资质 优越 十分之一 功法 定做心经 大成 武技 占体拳 人级上品 入门 笑天拳诀 大圆满 旋转剑诀 大成 法宝 法剑 法器上品 全套 法器中品 血气值 5538上面又有很多变化了 可是陈青天不满足 他见识过那副院长和教务长的强大 比起他们 他如同蝼蚁 随时会被人捏死 尤其是莫名其妙 得罪了那卢家公子 或许当初服软 做别人的小弟走狗 可以免了这场仇恨 但是他来这个世界 不是给别人当孙子的 大丈夫 有所为 有所不为 更何况有仙无宝库在手 他岂能向那些家伙妥协 看着剩下的5000多血气值 他知道不够提升到开窍境 既然这样 不如看换点别的什么 气凌 5000血气值 能换取合适我的功法吗 面对陈青天的问题 气凌马上回道 我建议你 先把定做心经 提升到大圆满 之后换合适功法 因为这样的话 你学心功法 很快可以踏进入门 这样吗 陈青天似乎明白什么了 他的笑天拳 绝领悟到大圆满后 人极战体拳领悟概率 大大提高 很快得入其门了 既然这样 他听取这个建议 继续修炼定做心经 好快点提升到大圆满 这时他又好奇地问道 气凌 你能不能算出来 我得继续服用多少 终极灵力丹 才能突破到开窍境 气凌没有犹豫 立马道 开窍境很奇特 你要继续服用 100枚左右终极灵力丹 才能碰触这个境界的临界点 但是想踏入开窍境 必须要使用开窍境 才能突破这个境界 用开窍境 陈青天很快在 鲜无宝库查看到了 一枚开窍境 需要一万血气值兑换 擦 他忍不住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开窍境 气凌不厌其烦地道 开窍境 已经不是单纯的能量积累了 这需要用心领悟 如果你能自己 在某个瞬间自然开窍 当然不需要开窍单 开窍单也不是普通丹药 它是伟岸存在的一丝感悟 融入进丹药里面 你吸收这一丝感悟后 才可能心念豁达 顿然开窍 原来如此 陈青天算总算了解 这样说来 他突破开窍境 起码要用两万血气值 没有过多纠结 此时陈青天 只想加紧提升境界 他也打听清楚了 道学院就建在这云门山外围 他作为道学生 是可以去里面历练的 这云门山里面 凶兽无数 更有实力强大的妖魔鬼怪 完全能让他得到大量血气值 说干就干 第二天 陈青天也不去学院其他地方了 除了学院 直奔云门山外围 刚要进山 两山之间的山坳 就有人把守 看得出来 他们和自己一样 是道学生 其实他知道 这里进山的所有入口 都有人管理 一般不让轻易进去 站住 你是哪位道师手下的道学生 五人中 中间一人问道 陈青天一笑 答道 道兄 我是今年的新生 是白云飞道师手下道学生 这人眉头一皱 看陈青天这么年少 喝道 难怪 心也太急了 才来道学院 就想一个人进山 不怕死在里面吗 陈青天知道 这里面肯定危险 但这是他升级的好地方 怎么也得去里面 他继续道 道兄 我不怕 就在外围练练手 不会深入的 还请行个方便 旁边的一个道学生也笑道 你这新生真是大胆 看样子完全不知道里面凶险 这里每年要死多少人你知道吗 这个陈青天自然不知道 他好奇问道 要死多少人 你 真有意思 五人都笑起来了 陈青天不以为意 从小那代拿出五百灵石 递给中间一人 嘿 这人一愣 看了看左右 突然扑子一笑 接下了灵石 傲气道 这点东西 我们兄弟看不上 不过你个新生懂规矩 知道孝敬道兄 有前途 接着他又道 看得出来 你应该有点实力 既然你这么想进去 那登记一下就去吧 陈青天嘴里一声谢谢 留下名字 抬一脚就走 他走后 一人嘲笑道 真是一个愣头青 一个人进去 运气不好 还真会死在里头 另外一人无所谓道 算了 死了也不关 我们什么事 总有些人不自量力 想去找死 近山的陈青天 吸了里面一口灵气 顿时神清气爽 他也不是完全不把别人的话 当一回事 一开始就很小心 刚进这外围 陈青天并没有发现 有什么厉害凶兽 小野兽倒是有 看来这附近经常被人光顾 没有厉害凶兽赶过来啊 那只有往里面走了 带上全套法器 他一直保持高度警惕 加速前进 突然 他感觉危机从背后袭来 双拳快速一挡 咔咔 撕裂之声传来 陈青天一看 袭击他的 是一头如同猎豹般的凶兽 刚才他速度快如闪电 锋利的爪子 能和法器全套碰撞 这凶兽有些智慧本能 一击不成 利用速度围着陈青天打转 陈青天感叹 近来遇到的第一头凶兽 就有宗师镜的实力 这要是内顾镜 气冲进到学生被他偷袭 还真有生命危险 不过遇上了自己 那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杀了就是 这点信心还是有的 陈青天随即展开主动进攻 他在战力全开的情况下 这头实力不错的凶兽 很快被他解决了 看到到手的73点血气值 陈青天没有过度地 深入这云门山 就在这最外围左右徘徊 慢慢寻找凶兽 这里果然是一处宝地 凶兽非常的多 可同时 这些凶兽也非常的谨慎 看得出来 他们对人类并不惧怕 反而亦有一种仇恨的姿态 陈青天心想 这可能是因为道学院的学生 经常来着后山猎杀凶兽吧 这其中 他还遇到了 实力不下开窍境的凶兽 面对这种实力强大的家伙 他并没有上前挑衅 而是掉头就跑 因为他感觉 要杀一头开窍的凶兽 还是非常麻烦的 搞不好要受伤 说不定要栽根头 没必要现在去冒险 就算侥幸杀了 得到了血气值也不会太多 所以 还不如多杀几头 实力弱一点的凶兽 就在陈青天 斩杀五六十头凶兽之后 他突然听到 前面有打斗的声音 对于这种情况 他并不觉得意外 因为肯定也有和他一样 来自后山杀兽的道学生 他悄悄地摸过去 小心地观看前方的战斗 只见一名三十岁左右 身穿道学生服饰的凶猛男子 正在和两头凶兽展开厮杀 看到他们的战斗 陈青天感觉完全不一样 那两头凶兽 真实战斗力 绝对达到开窍镜 而那道学生 自然也实力非凡 厮杀起来游刃有余 绝对也有开窍镜实力 他手上那把法剑 也达到了上品级别 那一招一式 浑然有力 修炼的武技威力大 熟练度高 很快 陈青天就发现一些异样 那开窍镜的高手 似乎每一招都有预感 他好似知道 凶兽从哪个位置攻击而来 他对自己身体的能量 也利用到十分精确 每一击打出 都是恰到好处 在他看来 这开窍镜高手 如同一个精确的计算机 能够预判敌人的下一招 更能够完美地控制自身的能量 他自问 面对这样的高手 他即便是战力全开 真正生死搏杀 也没有多少胜贩 就在陈青天暗暗撑齐的时候 战斗也到了最激烈的时候 只见那人手中的法剑 爆发出炙烈的光芒 强大的剑法施展开来 人和兽的比拼 终于到了分胜负的时候 彭一声巨响 这开窍镜的道学生 直接一击杀爆了 其中一头凶兽的脑袋 让其瞬间死亡 而另外一头凶兽 却也逮住了机会 身体重重地顶在了他的肩上 让他倒退在地 可陈青天也发现 明明那要顶在他的胸口的一击 可是他眼睛看都没看 随意移动身体 避开了要害 这不是一般的战斗意识 或者说 他能撂敌先机 总是快那一招半招 这人在倒地的同时 法剑再次挥去 上面的能量 打在这头凶兽的腹部上 让他身体血液直流 好 一声惨叫 这头凶兽血液圆争 发得疯的一样 想过来拼命 可这开窍镜高手不慌不忙 陈周冷静 面对那血盆大口 他剑刃飞出 直接送入了那凶兽口中 瘦身落在地上 极度抽搐 还是没了动静 最终 两头堪比开窍镜的凶兽 都死在他手上 目睹这一切的陈青天 看得那叫一个真切 同时也羡慕了起来了 可这时 声音传了过来 那边的朋友 看了这么久 也不来帮忙 同为道学生 也太不够意思了 陈青天自认为躲藏得很好 可还是没想到被发现了 这人说话的同时 灵力的眼光 也直接朝这里看来 很确定 就是跟自己说话 这时候 陈青天脑子一转 大方地走了出来 不过却没有太靠近这人 虽然可以确定 他是学院的道学生 可是在这荒山野岭 他也不敢肯定 对方会不会有什么 其他的想法 看着对方 在那兽师身上寻找什么 陈青天也知道 他应该在寻找 这两头凶兽身上 值钱的东西 在东站大陆 普通的凶兽 对修炼者来说 价值并不怎么高 起码宗师进凶兽 甚至是开窍进凶兽 身体才有 相对有价值的东西 而陈青天 一直所杀的那些凶兽 很多 值不高的东西都没有药 有了纤舞宝库 很多东西 他都看不上眼了 他如道学院试炼 所杀的那些凶兽 是特别品种 人为培养的炼丹凶兽 这个世界 正常情况下 只有法力净妖兽 才会结成内丹 那才是高价值的东西 陈青天见这人 从两头凶兽身上 找到了一些 有价值的东西 笑着开口道 道兄实力雄厚 斩杀这两头凶兽 还不是信手拈来 这人收拾好一切 才缓缓道 看你的样子 是今年这些新生吗 陈青天点点 这人又道 胆子不小 才来道学院 就赶一个人来这里 陈青天笑道 胆不大 一直在外围转悠 胆问道兄明慧 这人咧嘴一笑 道 胡振武 来道学院快十年了 陈青天表面不动声色 心里想着 这人怕是学院老油条 他嘴上却说道 那真是老前辈道兄了 我叫陈青天 还望道兄多多指教 哈哈 胡振武爽快一笑 随即摇头道 屁的指教 这位师弟 在这道学院 千万不要想着靠谁 一切自己去争取 陈青天呵呵一笑 他也不过是说客气话 第一次来后山 他也不想多待 这时脚步抬起 嘴上道 道兄 我实力微弱 也该回去了 先走了 胡振武没说什么 是以陈青天请便 回到住所 陈青天兑换一些回复单和领悟单 修炼武技和功法 发现血气值也就剩六千点 知道接下来还要努力 今天他想看到开窍镜的战斗方式了 果然远远强于宗师境界 这个境界对一般人来说 是极难突破的 要不然 那胡振武 不会在学院待近十年了 接连三天 陈青天都没有去道师那里听课 他只想快点收集血气值 一直不断在云门山外围杀凶兽 连续的杀伐 他也积累了一万二千的血气值 这天一大早 他还想去后山 没出门 一道声音响起 陈青天 出来 听到洪亮的嗓音 陈青天不喜 可依旧出来了 面前这人他有些印象 和他同为白云飞手下道学生 何事 陈青天问道 这人一愣 随即脸上不悦道 你还问我 我倒要问你 为什么连续几天不去听道师讲学 陈青天明白了 他们这些新生 刚来学院 那道师每天会讲解一些修炼之法 突破之道 他从第一天去了一次 之后就不停杀兽了 再也没去过了 陈青天脸上一笑 问道 是道师叫你来找我的吗 这人冷哼一声 仰头道 道师让我代为管理你们日常 你以后不去听教 必须先向我说明 否则就是对道师不敬 不给我面子 好家伙 陈青天懂了 这就是他以前世界的班长啊 听这家伙一说 他比一般班长权力还大 日常生活都能管 这么说来 他应该有些实力 陈青天现在也知道 和他一起入道学院的这些新人 按照天赋实力 被分给了八位道师 严格来说 他直属道师白云飞 所带的这两百多人 无论资质实力 都算是这一千八百人 当中的比较一般的 实力达到宗师镜的姑母 也就两三人 至于他自己的实力 虽然在试炼时 和卢家公子等人打架时暴露了 但这是并没有传出来 哪怕他是这次试炼 鸡脚获取第十名 很多人对他的印象 还是今年资质最差到学生 眼见这家伙这么烦 陈青天想了想 既然到了道学院 怎么也要见识一下 今天就去听听 看看这道师 在叫什么好东西 陈青天这时道 你说得不错 道师还是要尊敬的 他的面子得给 但是你的面子嘛 这人脸色立马不善 他本身也是天才人物 或许在这天才云集的道学院 不算什么 可放在外面 也属于万众瞩目的一类人 顿时恶声道 怎么 你想见识一下我的手段吗 陈青天点点头 想啊 小子 找死 这人大怒 只见他手上凝聚气静 就想抓住陈青天肩膀 碰 陈青天自然不会让他得逞 一拳挥去 震得他连连后退 这还不完 接着加速上前 战体拳连续出击 这人健壮 脸色大变 他能感受到这拳法的威力 抬手聚气 连连抵挡 可他明显只有 宗师进初中期的实力 加之5G普通 显然被陈青天凌厉的攻势 震猛了 很快打得他翻了几个跟斗 在地上吐了一大口血 你 你怎么有这等实力 你明明资质那么差 不应该啊 这人满脸通红 眼神当中有些恐惧 他没想到 陈青天一通招呼 打得他这么狼狈 吐出一口气 陈青天冷着脸说道 你听清楚了 以后我的是你少管 倒是有事要通知你告诉我就好了 陈青天知道 这个地方也很现实 有实力才有话语权 相处之中 不能被压着 否则对方会得寸进尺 当拳头向你挥来 那就必须加倍还回去 果然 这人默默站起来 眼里 你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仇恨 只是自嘲道 想不到 你才是白云飞道师手下 实力第一的道学生 我们都看错你了 真是了不起 他这一刻才正是陈青天 因为对方实打实比他强 再不满 再不服气 那也得认清形势 陈青天也没有什么得意 平静道 知道就好 我们走吧 说完 他大不外出 这人石去地跟在后面 来到白云飞的说道场地 两百来人基本到齐 大家盘土而坐 这些人全部一副感兴趣的样子 看来前几天 这道师教了一些真东西 好了 没来的就算了 白云飞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他接着道 我之前讲了 突破气冲镜和宗师镜的要点 也实际给你们示范过 今天 我要讲讲开窍镜 我不知道 以前别人怎么教你们的 但在我这里 开窍镜并没有那么难 也许只在一念之间 啊 道师 你说的是真的吗 听到白云飞的话 底下立马有人出声 又有人道 不可能的 据我所知 很多修炼者 都被拦在这个境界 这是事实啊 白云飞听到下面的质疑之声 他摇摇头 道 看你们的样子 很多人不自信 自己能突破这个境界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要突破开窍镜 必须要有坚定的决心 尤其是这个星 所谓开窍 就是顿悟 在这个前提 也必须积累极致的力量 在某个瞬间 彻底打开星亮 完成蜕变 陈青天虽然有纤舞宝库 但他还是认真地听着 因为他现在 就面临突破这个境界 契林也跟他说过 开窍镜不单单是能量积累 新的感悟也很重要 好在他可以兑换开窍单 到时候能少走一些弯路 接下来 这白云飞道师 不停说出他的理念 下面这些人听得热血沸腾 好像他们马上就能突破 这个境界一样 不过陈青天没有这么乐观 这时他忍不住问道 道师 达到开窍镜 具体有什么不一样 你能说说吗 陈青天声音很大 一下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不等白云飞说话 立马有人鄙夷地望着陈青天 还不忘嘲讽道 大家瞧啊 这里最差资质的家伙 居然想了解开窍镜有多强大 真是笑话 哈哈 不少人大笑 还有恶语道 这些问题是你该问的吗 简直浪费道师时间 给我们丢人 白云飞望着陈青天 他并没有不满 这时道 好 就你了 上来吧 陈青天文言 也不胆怯 缓缓起身 他脸色坚毅 身体有股莫名气势 每走一步 带起一股浓风 让身边的人很有压力 一直走到白云飞身边 所有人才反应过来 这个家伙有些不一样 白云飞点点头 这时道 你是陈青天吧 我知道你 很不错 陈青天微微一笑 这道师和其他人不一样 应该知道自己是宗师进大远满期的 白道师 你过奖了 你让我上来 是想让我做示范吗 陈青天猜测 这白云飞很可能要拿他 做试验品了 白云飞笑了 点头道 你放心 我会把握好分寸 把实力压在开窍境界 不动用法力 陈青天心里跃跃欲试 这样的机会难得 有这等强者 愿意指点陪练 他也激动道 那道师 你千万别太用力了 我身子鼓弱 白云飞这时 最下面道学生说道 等一下你们看好了 开窍境和宗师境界 究竟有何不同 哇 白云飞一说这话 底下虚声一片 大家没想到 陈青天这个差资质的人 有机会和道师交手 而且实力还很不简单 可就算这样 他们还是纷纷不满道 真是笑话 这家伙 可别被道师失手打死了 快下来 你有什么资格 和道师的对联 你什么实力 心里没数吗 大部分人根本瞧不起陈青天 只觉得 他是这里最糟糕的人 陈青天冷眼看着 下面众人的嘴脸 这些人当中 没有谁能让他高看一眼 虽然他们和外面 大部分人比 已经很不错了 一个个都是中上等优越资质 甚至还有天才人物 但其实前途渺茫 很快会被他 圆圆甩在身后 出手吧 拿出你最强的实力 白云飞对陈青天说完 便副手而立 而且他还闭上了双眼 陈青天文言 不再管下面吵杂的声音 再也没有一丝犹豫 顿时 气静充满整个身体 身体表面 敷上一层气甲的同时 手上的拳套 也已经布满了光芒 他直接用出了 战体拳前三招 战风 战雨 战雷 哗 无比厚实坚固的地板 虽然没有被他踩裂 但是也掀起一股灰尘 庞大气势的全境 直冲白云飞 白云飞虽然闭着眼睛 可眉头微皱 但就算 面对这凌厉无比的攻击 他也只是单手一出 碰 碰 碰 三声巨响 三招攻击 被他化为无形 可这还没完 陈青天大吼一声 咬牙道 再来 他再度出击 又打出三拳 战雨 战光 战暗 而此时他整个人速度奇快 绕到了白云飞身后 妄图从背后偷袭 可是白云飞依旧看都不看 准确地把握住陈青天 要从哪里攻击 他依旧是一只手 连碰三下 陈青天倒飞出去 重重地砸在地上 现场一片哗然 虽然陈青天是被白云飞压着打 可是他展露出来的实力 太劲爆了 这里两百多道学生 没有谁可以自信地说一句 他能接触陈青天这六招拳击 场中又再次议论起来 这 这就是那个资质最差的家伙吗 他怎么有这种实力 这家伙展现出来的实力 绝对是宗师镜巅峰 是大圆满的实力 他的拳法 我感觉太恐怖了 难道他学会人级武技了 如果这样 那他绝对是真正的天才 这究竟怎么回事啊这一刻 这些来自各域 觉得高人一等的优越天才人物 全部被陈青天震惊了 就连白云飞也赞赏到 陈青天 你这套拳法威力非常不错 应该是人级拳法吧 看样子 也已经彻底入门了 我听说你是低等优越资质 可我今天还是要说一句 你这个年纪 有如此境界和战斗力 绝对当得起上等天才这个称号 夸赞完后 你这个实力和你宗师镜大圆满 有什么不同吗 陈青天点点头 答道 感觉到了 道师 你的感官和你的身体反应能力 实在是太离谱了 你都不用看 就知道我的攻击 要从哪个角度杀过来 而且 你能提前预判 这应该就是开翘镜能力吧 白云飞笑着说道 不错 开翘镜 心翘一开 战斗意识直线提升 而身翘一开 你身体的反应 力量运用 远远超过宗师镜 眼翘一开 观察入微 耳翘一开 听力无边 鼻翘一开 甚至能嗅出危险 这就是开翘五小镜 只有五翘圆满合一 进而刺激大脑 才能让身体产生法力 达到法力镜 所以说 这个境界最开始 跟你的心有关 陈青点点头 这些他师父以前并没有教他 因为那个时候 他离开翘镜还太远了 可现在 他算是明白了 开翘镜的战斗力 身体变化 远远要强于宗师镜 一般人也很难达到 底下的道学生 听到白云飞这么说 也全部细细思量 虽然大家离开翘镜还很远 可如今提前知道这些 对他们也是一种激励 望着下面的道学生 白云飞再次对陈青天说道 我能感觉出来 你这套拳法 还有最厉害的招式没有用 现在继续吧 或许能给你不一样的体悟 闻言 陈青天终于下定狠心了 只见他一双拳套斯斯作响 战体拳最后的两招 战地 率先使出 他几乎放下了身体的所有防御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白云飞的拳头也升起了一股气体 两人一碰撞 哄 他的手隐隐约约有一丝颤抖 就在这时 陈青天另一只手的一拳又打过来了 战天 战体拳最后一招名为战天 威力无穷 这时的白云飞也终于不再淡定 他一直用身体硬抗陈青天中平法器拳套 不躲不闪 现在面对这一拳 当真惊天动地 他另外一只手也终于凝聚强大的气体 进行抵挡 轰隆 两人相互打上去的同时 陈青天被震的倒地 白云飞身体终于没办法定在原地 倒退了一步半 退这一步半 让他当场笑了起来 很好 虽然我没有动用法力 可你也只有宗世镜大圆满的实力 可能让我退后一两步 你真的是了不起了 我带的这一批道学生中 你才是最厉害的 今年这些道学新生 你真能排在前十 白云飞没有掩饰脸上的喜悦 他接着道 以你如今的实力 只要不遇到妖孽级人物 同等宗世镜高手 都不用担心 听到白云飞的话 陈青天略有所思 可看到他眼中的赞赏 同样也知道 这道师不是随意夸赞的 明显是发自真心的表扬 陈青天一失礼 谦虚道 白道师过奖了 我还需要进步 说完 转身就要退回原位 可这时候 下面道学生 居然主动给他让出一条路来 这一刻 没有人再认为 他是今年资质最差的道学生 他的实力 这里这些人认可了 虽然这些少年并不会十分服气 但是也不敢随意再嘲笑他 挑衅他 更何况 他还得到了道师的承认 有上等天才之资 接下来 白云飞又说了一些 他对开窍境的见解 以及道学院的一些事宜 当天的教学也算结束了 见天色还早 陈青天又忍不住地跑到后山 收集到了一千多血气质 接下来的几天里 陈青天也并没有去听学 白云飞更是没有要求他去 那个所谓的班长 也根本不敢管他 在这道学院里面 他感觉日子还是蛮悠闲的 一切都有人为他们提前准备好 这里除了道学生和道师 还有很多杂役仆人 又过了几天 陈青天终于凑齐了 两万多的血气质 房间里 他对脑中的气灵道 我要兑换一百中级灵力单 还要一颗开窍单 思绪传递过后 没有耽误时间 一阵空间浮动 他要的东西就放在了他的面前 陈青天眼神火热 开始服用中级灵力单 一直使用96颗 他才感觉自己 到达到了一个灵界点 因为身体已经有了反应提示 这时他拿着手里的 一枚金色的开窍单 再次放进了嘴里 哼 他感觉到 自己的大脑 接收了一段信息 一个闪耀无边金光的神人在漫步 而他漫步的地点 却是在星空之中 无数流星划过 那神人仿佛在他耳边 轻轻地说了一句 还不明白 刷 一瞬间 他似乎什么都明白 整个心灵得到了一种进化 一种超脱 而他也在这种感觉当中 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开窍境 感觉真好 陈青天活动一下身体 细细感受身体的变化 他终于达到开窍境初七了 领悟了心窍的奥秘 这个境界 能拦下很多修炼之人 但阻挡不了他 突破开窍境界初七 陈青天去后山更有信心了 杀起凶兽来 速度会更快 这天 当陈青天再次来到后山的时候 他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嘴里小声嘀咕道 看来是被人盯上了 在陈青天身后不远处 一人正在大山石后面 眼神敏锐地盯着他 这人突然一愣 他发现目标人物 突然加速移动 根据他得到的消息 这陈青天也只是宗师尽大圆满 这样实力和他比起来 根本不算什么 想到背后之人交代的任务 他眼里露出一抹杀意 怎么回事 气息消失了 就在这人信心满满的时候 他发现跟丢目标人物了 这让他莫名心惊 难道不可能 据说他资质很一般 而且年纪这么小 抱着怀疑的态度 他有些忐忑不安 心知是自己大意了 导致最终无功而返 陈青天此时正在一棵大树下 趴着 他浑身没有 发出一点气势 仿佛一块木头一般 刚下他快速和跟踪他的人拉开距离 立马隐藏起来 说起来 要不是他达到开窍境 可能没办法发现被人跟着了 更不要说甩开后面的家伙 是谁呢 陈青天思索片刻 心里很快有了答案 跟踪他的 绝对是一名开窍境高手 看架势 可不是来和自己交朋友的 那么就是有目的 或者有仇 他在这道学院 其实很普通 身上虽然有两件法器 但这里厉害的道学生 可不一定看得上 那么大概率是寻仇了 他来这学院 得罪有分量的 也就那卢家公子了 来吧 会让你们后悔的 陈青天心里已经有了决断 确定甩掉尾巴后 陈青天用最强的实力 不停找寻凶兽 他需要继续提升境界 慈心宗到学院内 到学生居住区 一处独立小院 卢德云此刻坐下一张精致的兽皮椅上 旁边还有两个欠力的少女 在给他按摩 好不惬意 这时 一个小弟进来 轻轻道 卢少 他回来了 嗯 卢德云随意应了一声 很快 一人走了进来 这人就是刚才跟踪陈青天那人 见到来人 卢德云嘴角一斜 淡淡道 卢布 怎么样 那个臭虫死了吧 有没有好好折磨他一番 这卢布脸色一变 他小声道 三少 卢布无能 去后山石跟丢了人 没能杀死他 我怀疑 废物 这点事都办不好 卢德云当即大怒 接着道 你可是开了心窍 身窍 眼窍 有开窍进后期实力 还能跟丢那小畜生 我可知道他实力 不过就是一条小爬虫 卢布连连点头认罪 他是慈心宗道学院道学生没错 可同时也是 儒家庞戏子弟 可跟面前 这位身份比起来 他很像家奴 地位差太远了 只能听他的命令 见这位三少爷 还在破口大骂 他立马保证起来 三少 你消消气 像这种小角色 你没必要放在心上 我保证 下次一定要他死得很惨 哼 听到这话 卢德云笑了起来 示意身边少女 为他整理一下衣物 他缓缓道 也是 我犯不着和那种贱民生气 事情办好了告诉我 去吧 卢布恭敬地退了出去 他知道 这位少爷只想要结果 他心里怀疑 陈青天是开窍境高手 虽然结合他的身份背景来说 太不可思议了 可他的感觉也不会错 知道自己被盯上了 陈青天去后山 就更小心了 同时 他利用血气值 换取大量初级回复单 和初级领悟单 以此修习功法和武技 让自己的实力更强 好应对突然而来的危机 这段时间以来 白天杀兽 夜间修炼 他定做心经这门功法 也终于大圆满了 这天夜里 他感觉可以换一门好功法了 于是对气灵道 我想换一门合适功法 你筛选一下 气灵似乎早有准备 十门功法简介和兑换 所需要的血气值 就出现在他面前 陈青天一一细看 最后选了一门人 及极品的功法 雷鸣神剑 这门功法修炼大圆满后 可以数十倍 吸纳天地间的灵气 和雷电之力 战斗时运用起来 可以数倍提升武器的威力 更重要的是 他能让自己任何攻击 附带雷之力量 杀伤力极大不说 对妖魔鬼怪 有极大的压制作用 我换这门 陈青天和气灵说完 他血气值一下 少了八千点 这门功法 对现在的他来说 可不便宜 兑换功法没有实物 一道意念出现在他脑海里 顿时无数图片视频 一样的东西冲入 他默默记住这些影像 心中不断揣摩 也因为有定做 心经大圆满的经验 加上他已经突破开窍镜 心念通达 最终经过一遍遍反复琢磨 不停使用回复单 在体内无数次运行 终于得入奇门 呼重重地地吐出一口浊气 陈青天擦拭额头上的汗珠 打开了个人的属性面板 陈青天 男 十六岁 境界 开窍镜 初期 自治 优越 十分之一 功法 定做心经 大圆满 雷鸣神镜 人级极品 入门 武技 战体拳 人级上品 小城 笑天拳诀 大圆满 旋转剑诀 大圆满 法宝 法剑 法器上品 拳套 法器中品 血气值 6870脑海里 他实力全部显现出来了 战体拳也越来越熟练 越有小城了 这些天获得血气值 又只有这么多了 获得心功法 陈青天一晚上没有休息 一直利用回复单 反复在体内运行 第二天 一大早 门外传来脚步声 直到越来越近 人声才响起 陈 青天道友 我是王思江 白道师 叫你今天去听教 陈青天嘴角一笑 门外的声音有些僵硬 这王思江 就是白云飞道师任命的班长 上次被自己教育过了 现在态度明显不一样了 陈青天淡淡地回道 我知道了 你先去吧 得到答复 门外脚步声 很快离去 陈青天心想 既然叫自己去 那必然是有事的 他也确实很多天没去听教了 陈青天过去后 没一会儿 所有道学生全部聚齐 上手的白云飞才道 今天之所以叫你们全部过来 是要带你们去聚灵界 啊 聚灵界 知道内幕的人惊呼起来 白云飞接着解释道 所谓聚灵界 是我慈心宗无上大能开辟的一个小空间 那里面灵气浓郁度极高 在里面修炼一天 抵得上外面半个月 而且 里面还游离一些强者的道义 如果能幸运吸纳 对突破境界大有益处 白云飞说完 这些人全部兴奋起来 道师 快带我们去吧 陈青天暗暗想到 大宗门果然有很多好处 这只是其中一点啊 不过对他来说 还想也没那么重要 因为仙无宝库的丹药太过神奇 你能直接提升境界 用不着这样苦修 而那强者所谓的道义 肯定还没开窍 丹里面的意志伟大 他也不贪图 望着这些大叫的道学生 他反而显得十分平静 完全没什么表情 最上手的白云飞扫视一下面 也注意到格外冷静的陈青天了 他不由地按赞 果然不一般 那我们去吧 白云飞说完 带头就走 出乎好奇 陈青天还是跟过去了 走了一段时间后 白云飞带着两百多人 在一座巨大山峰下的石门处停下了 那石门外 两名身穿黑白色盗袍老者 闭目而坐 白云飞上前 拿出一块散发出光芒的金属牌 恭敬地递了上去 小声道 两位长老 按照规矩 我带这批今年新来的道学生 入聚灵界修炼一天 还请大开方便之门 一名老者点头 身上一股能量释放 巨大的石门打开 在门后 一个空间漩涡出现 里面似有云雷之声 白云飞看见开启的大门 对后面道学生道 都进去吧 众人一听 请客之间全部进到里面 陈青天自然也一样 通过神奇的空间之门时 他感觉一阵眩晕 身体立马出现在一个奇怪的空间里面 仔细观察 他发现 这里到处散发出白色光芒 但并不刺眼 很是温和 里面和外面果然不一样 这片空间 上方云层 如同液体一般流动 下面地板如水晶 一般透明 浓郁的灵气 仿佛会自动进入你的身体 陈青天慢慢体会的同时 其他道学生也痴迷了 一个个迫不及待 要运功吸纳这里的灵气 可白云飞很是冷静 他大声道 别在这里 我们往前走 这个空间很大 最中心才是宝地 走 我们听到诗的 哈哈 一些没见过世面的少年 有些失态 白云飞摇摇头 继续带着大家往前走 很快 一行走了不久 发现前方有大量的水晶石台 可这些石台上面 一个个道学生模样的年轻人 在上面静坐 还有些身体发出强大的气势 看样子在修炼什么厉害功法 更有甚者 身体周围 还有着各种属性元素 就像呼风唤雨 点火引雷一般狂暴 突然 一个做着奇怪招式的少年 大吼一声 啊 我感觉到了 你吸纳到一丝道义 咔哮间 他身体涌现一股能量 浑身凝聚一副气甲 白云飞一看 知道是怎么回事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解释道 这位道学生很幸运 在这里捕捉了一丝道义 看情况 他本来已经达到气冲进大员满了 如今总是是踏过了这灵门一角 突破到宗师境了 众人望着这幸运 都投以羡慕的眼神 好了 大家在这里找位置吧 白云飞不再说什么 示意大家开始 接着他又说道 你们不要走太远了 等时间到了 我会叫大家集合 我声音很大 希望不要有人让我叫第二遍 否则下次取消他来这里的资格 众人脸色一正 齐声达道 静听道师教诲 陈青天没有着急 他慢慢走着 发现这里人数不少 就他目所能及 就有上千人之多 这些都是道学院道学生 还有少量道师 不光今年这一届的 还有上届甚至上上届的道学生 陈青天本想找个相对偏僻的位置 这时一道冰冷声音传来 陈青天 你这种人 也有资格来这种地方 听到这声音 陈青天回头一看 嘲讽道 确实不应该来 有你在 这里被熏臭了 不过 你自己应该很难闻到 小畜生 我要你死 说话的正是卢德云 他感到极为愤怒 可在这里地方 他根本不敢动手 他心里暗恨 明明叫那卢布 去除掉这个爬虫了 可这么久了 这家伙还活得好好的 他这口气 愣是出不来 想起卢布对他说的话 他满是不屑 这家伙 真的突破开窍境了吗 还是有的人无能 故意这样说来 推卸责任 卢德云调整一下心态 他阴沉道 以你的资质 在这里修炼再久 也不可能突破开窍境 最烂的废物 陈青天眼里 一道杀意看过去 他现在确定 是这家伙 派人想杀自己 等有机会 他一定会主动出击 陈青天知道 此时说再多也是屁话 于是只留下一句 我肯定比你先突破开窍境 便走了 卢德云也只能用杀人的眼神 看着他离去 找到一个无人注意的位置 陈青天也静下心来 开始修炼 刚学的雷鸣神经运行了起来 周边无数灵气 朝身体汇聚而来 浑身的舒爽 彻底难以言语 连续运转功法 体内如同火山爆发 一段时间后 陈青天呼出仙武宝库气灵 道 气灵 我知道仙武宝库里面 有很多神奇的宝物 刚才大人获得了 这里强者的道义 有什么好宝物 能让我也捕捉这里的道义吗 这气灵似乎知道很多 他道 仙武宝库里面有影道符 也许可以帮你吸纳这里的道义 但是还需要你 自己想办法练话 陈青天脑海里 很快出现幻影道符 所需要的血气值 花了两千血气值 神奇的影道符 化为一抹流光 融入了陈青天体内 这一刻 他格外平静 身体轻盈似绒毛 整个空间游离的物质 在他眼里浮现 陈青天嘀吼一声 刹那间 无数灵气汇聚 涌入他的身体 虚空之中 一道道肉眼 无法察觉的金丝 进入他的脑海 怎么回事 离陈青天不远的一些道学生 发现异常了 因为如潮水般的灵气 正朝陈青天那边涌去 这样的场景 不得不让人心惊 此刻陈青天无论身体内 还是脑海里 都被无形的力量充斥着 他极力稳住这一切 功法不停运转的同时 脑海也在参悟这些道义 在外人看来 他整个身体 因为功法运行到极致 不停产生雷元素之力 清晰可见的雷网 布满他全身 整个人气势到达一个灵界点 距灵界当中 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异常了 一个五十来岁的金兽男子 来到白云飞身边 他与气羡慕道 云飞 那是你带来的道学生吧 白云飞面色凝重 可眼里有些期待 他望了一眼面前的男子 全部关注度 又回到了陈青天身上 嘴里复杂到 真没想到 他能这么幸运吸纳道义 看样子还不止一丝 金兽男子呵呵一笑 补充道 看他身体的变化 应该修炼了人际功法 看样子 这套功法还很不错 白云飞点点头 对于陈青天 他也有些看不透 总觉得这个少年身上 有巨大的谜团 但是他也没想深究 因为在东湛大陆 有特别之处 和奇遇的人非常多 但最后能真正崛起的 又有多少 陈青天的变化 不少道士看在眼里 而对于这里的道学生来说 就显得更加震撼了 尤其是他身体的变化 还在加剧 让一般人都不敢接近 周围所有人开始惊叹 恨不得有这种奇遇的是自己 一名孤傲青年道学生 对身边一名娇艳的女道学生道 允星 这家伙真幸运 这种变化少见啊 他要破镜了 今年我们道学院做得真不错 招的人数这么少 我听说 其中有三名妖孽人物 有他吗 没有 女子面色如常 眼中带有一色道 我想起来了 根据我得到的消息 这人是今年 以最差资质入的道学院 因为教务长为他发声了 咦 有意思 男子来了兴趣 调侃道 那还是杨教务长有眼光 这家伙 今天算是露脸了 陈青天总算压制身体的异常了 脑海中的道义 他也消化了 一拳击出 气爆雷鸣 他浑身的变化 无不再告诉别人 他突破开窍镜了 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刚才的变化 让他直接从开窍初期 提升到了开窍后期 他身窍和眼窍也开了 周围不少人 已经过来看热闹了 还有恭喜的话语 道友真幸运 能得到这里的道义眷顾 这种情况下 突破开窍镜 真是可喜可贺 是啊 是啊 才入道学院 如此年少达到开窍镜 前途不可估量 陈青天脸上微笑 他知道 这个风头也出了 想躲也没办法 不管怎么说 能突破境界 都是好事 眼见这一切 白云飞率先过来 与其欣喜道 陈青天 你的机遇和悟性 居然如此了得 突破开窍镜 那就意味着 你有机会成为 法通实境的强者 我也要恭喜你 陈青天一拱手 谦虚道 白道师 我只是运气好而已 白云飞摇摇头 也不再说什么 他知道这陈青天 一定有秘密 这样的变化 很多道学生忘了修炼 开始八卦起来 打听陈青天的身份 当得知 他是这一届资质 最差的到学生时 每个人心理变化 都不一样 人群之中 要说最不爽的 莫过于卢德云 陈青天的突破 他咬牙切齿痛恨的同时 更多是嫉妒和眼红 他是大家族子弟 修炼资源那么多 居然还比不上 这个杂门小子 简直让他抓狂 他也下定决心了 绝对不能再让对方 继续嚣张得意 陈青天突破 还有一人表现得很高兴 只见他不断对身边人道 获得道义突破境界的 是我师弟 是我师弟啊 他很快来到陈青天身边 情绪激动道 师弟 你真是了不起 你这天赋和悟性 今年道学院新生几个能比 师兄为你骄傲啊 看到师兄蒋元杰 陈青天才发现 两人好些日子没见了 谁让这位师兄 并没有和他分配 在同一个道士手里 在这里再次见面 陈青天表现得也热情 高声道 师兄 说起来 我能进到学院 还是你为我发声 这份情谊我一定报答 蒋元杰笑哈哈道 师弟 这些话不必说 你厉害了 还能忘了师兄吗 陈青天微笑道 师兄说得不错 我们齐心 绝对给师父睁脸 师兄弟看起来 其乐融融 但这一幕 也被有心人看在眼里 这次来距林界一趟 也算没白来 离开这里之前 陈青天也知道了 一般道学生 半个月才有资格来这里一趟 白云飞带这批道学生回去后 单独留下了陈青天 此时 两人在一处祥和的小院里 白云飞率先道 陈青天 如今你突破开销镜了 有些事我也要和你说说 陈青天面容一正 知道这道士要交代什么 随即道 白道师请说 我息耳恭听 白云飞道 陈青天 你来道学院时间不长 也很少来听我讲学 有些事 我要重新和你说说 因为我看好你 陈青天一愣 这白云飞蛮直白的 不过他眼光不错 自己也值得被看好 白云飞接着道 其实说起来 就算天赋资质 后天通过天才地宝也能提升 我看你本身悟性就很高 你知道 为什么今年辛苦驼父院长 只招收天赋好的 陈青天文言 直接摇摇头 等着他来说 白云飞解释道 很简单 一般来说 资质好的人 修炼自然一日千里 更重要的是 资质越好 他的上限越高 就拿天才资质来说 这个资质的人 更有机会突破到法力境 而那些优越资质的 根据各大宗门和大夏帝国统计 千人当中 才有一两人 突破法通十境 第一境法力境 之后想更进一步 千难万难 而且资质好 各种神通功法 修习会更顺畅 发挥威力都不一样 有鉴于此 道学院很多高层一致决定 以后只招收天资过人道学生 以节省资源 培养一批真正的强者 陈青天点点头 这些问题很现实 他自然相信 对于一些势力而言 与其培养那么多优越资质的人 不如全力培养天赋更好的天才 难怪当时没人看好他 不过他们是看走眼了 陈青天这时问道 白道师 你不是说资质也可以提升吗 白云飞文言 脸上一抹苦笑道 陈青天 资质确实可以提升 但是代价太大 也只有大家族和大宗门 才有这个抵御 不是特别重要的人物 谁会有这个待遇 就你我而言 除非自己有大奇遇 要不然想都不要想 陈青天听出来了 他这位道师 都不满足自己的资质 还想更好 不过这也正常 谁不想要有神才圣才之资 收拾一下心情 白云飞又道 陈青天突破开窍镜 就意味着可以修炼 人机功法和武技了 但我知道 你已经修炼过了 虽然我也想知道 你在那里学的 陈青天心里一紧 人机功法一般来说 只有达到开窍镜 才有可能学会 他只能傻笑道 我也是跟我师父学的 白云飞笑了笑 也不追问 他道 我今天想问你 你想不想学到 学院的人机功法和武技 陈青天本着有 便宜不占王八蛋的想法 马上答道 想啊 白云飞点点头道 想就好 不过按照学院规矩 想学人机以上的功法和武技 三年到学院 修炼结束后 必须为学院 或者宗门效力十年 或者正式加入慈心宗 才有资格获得 传功长老的传授 陈青天一愣 直呼好家伙 陈青天嘴角抽搐 就知道没那么简单 道学院好处很多 但是一般道学生 也很难免费获取多少 最多给你点甜头 最后还是要你卖身啊 他自然不愿意 只能遗憾道 白道师 我看 还是先算了吧 白云飞没有勉强 接着道 你刚来 没想好也正常 等你彻底清楚 加入慈心宗的各类好处后 你会重新选择的 不过 就算你没办法获得 传功长老传授功法五技 也可以自己去藏书楼 一直以来 有很多气韵悟性好的道学生 能在里面悟得极好的功法 希望你也有这个机遇 陈青天点点头 表示感谢 这道师还是合格的 该和他讲清楚的 不会遗漏 果然 他又想起什么了 继续说道 陈青天 突破开窍境后 你也算是学院精英道学生了 还可以去学院的镇妖城试炼 不过 我不建议你去 那里面有无数宗门强者 所抓的妖魔鬼怪 最低都有气冲净的实力 就连法通实境的妖魔都有 里面相当凶险 无数妖魔鬼怪 听到这话 陈青天总算来了兴趣 他要的 就是杀妖魔鬼怪 于是他两眼放光地问道 白道师 这镇妖城 却有什么条件 白云飞见陈青天的神色 疑惑道 怎么 你似乎很想去那里 陈青天吞咽一下口水道 白道师 可不是吗 我从小就立志斩妖除魔 那镇妖城 虽然都是被抓的妖魔鬼怪 想必全部最大恶极 我要拿他们开刀 魔力自己的同时 也为将来正式斩妖除魔积累经验 白云飞看陈青天的眼色 更为欣赏了 他满意道 有大致 你要去镇妖城试炼 并不需要什么条件 只要我认可你的实力 确定你不会轻易 死在镇妖城即可 原来这样啊 陈青天顿时双眼放光地 看着白云飞 嘻嘻哈哈上前道 那个 白道师 我的实力 你先前试过呀 你还夸过我呢 白云飞见他这副表情 倒退一步 小声道 注意威仪 稍微一犹豫 他还是从手上的须弥娜剑 拿出三面令牌 递给陈青天道 好了 拿着 一面令牌 你可以去一次 记住 不要逞强 应付不了马上退出 陈青天保证道 白道师放心 我也不会拿自己小命开玩笑的 陈青天见白云飞 没什么要嘱托的 最后想感谢下 声音低柔道 你这么照顾我 真是一个好道士 白云飞摆摆手 斜着眼对陈青天道 如果出现特别优秀的 我也脸上有光 如果你将来 有幸突破法力镜 又肯加入慈心宗 我是能得到奖励的 说起来 我也不服 你们这界分道 我手里的 全是优越资质 没几个像样的天才 陈青天了然 笑道 白道师放心 天才不用太多 我一人足以让你脸上有光 想了想 陈青天又严肃道 虽然我没打算加入慈心宗效力 但是白道师你有用的这我的事 也可以带上我 比如外出斩妖除魔之类的 听到这番话 白云飞盯了陈青天一会 最后平静道 好 你确实是我带的 这批道学生当中最优秀者 今天你的话我记住了 道师和道学生 两人很是默契 分别之后 陈青天回到自己的住处 第二天 陈青天望着手上的令牌 稍微考虑一下 立马决定去镇妖城 所谓镇妖城 其实并不大 当陈青天见到他的时候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这座通体玄金的小城池 恐怕是一件了不起的法宝 就是不知道是道气 还是灵气 这样一座城池也奇特 四面只有一座门 城上端坐一位老者 虚发皆白 闭目养神 不用多想 这绝对是一名厉害强者 陈青天不敢怠慢 恭敬道 长老 我到时已经同意 我来镇妖城试炼 还请劳烦你老开门 说话的间 他已经拿出一面白云飞 给他的令牌 老者没有睁眼 陈青天手中令牌搜一下 请客间消失不见 城门这时也缓缓打开 老者口无言 虚空有声约 我见你第一次来 有必要说几句 镇妖城有五方区域 我让你去第一方区域 此地十万虚空牢笼 皆是关押凶残妖魔鬼怪之所 一个牢笼 或有一二三四妖魔 你可以随便进去 试炼结束 如果要出来 可大喊莲花世尊 自然会让你出来 陈青天牢牢记住这些话了 脚步也向大门走去了 一进来 就发现另有乾坤 这里面有无数张紫网形成的小房间 可是相隔太远 看不真切 走向最近一处所谓的牢笼 陈青天发现 里面有两个极其恐怖的青面獠牙 大肚鬼灵 从他们毫不掩饰的气息当中 不难看出 这两头鬼灵皆有开窍尽实力 就先拿他们开刀 陈青天身体丝毫没有阻碍 一下就踏了进了 这如同罗网之城的牢笼 他进来的同时 两名凶残的恶鬼 如同见到了上好的食物 刷得扑了过来 嘴里流着液体 滋滋道 吃 人肉好吃 他们想要吃了陈青天 来吧 陈青天早有准备 手中拿着上瓶法剑一击挥出 雷鸣响动 耀眼的雷光 直击两名恶鬼灵 扑呲一声 只见他们身上冒起阵阵浓烟 哦 惨叫声不断响起 受到如此的刺痛 鬼灵凶威大圣 身体也涌出滚滚腐蚀液体 直接向陈青天袭来 陈青天不慌不忙 法剑晃动 扑面来的邪恶液体被击散 锁 剑芒直刺 插入其中一名鬼灵的头部 顿时 他的身体有开始消散的迹象 另一只鬼灵袭来 陈青天只能抽出法剑 运转雷鸣神镜 全力地攻击了上去 面对两头有开窍镜初中期的鬼灵 陈青天虽然仗着攻法武器的优势 可还是花费了一些时间 最终才把两名鬼灵的本体核心毁灭 一切烟消云散 这个牢笼也消失了 而陈青天脑海里也得到提示 收获到380点血气值 没有耽误时间 陈青天又去了下一个牢笼 这个牢笼里面 他看到了三头兽头人身的奇特妖物 可惜他们智力低下 只有宗师尽实力 很快又被他消灭了 接着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 甚至还有修炼魔工 把自己变得人不像人 鬼不鬼像鬼的人魔 整个镇妖城 各类妖魔鬼怪那是相当齐全 但全部凶恶无比 有种杀之不尽的感觉 陈青天在这个独特的空间 还发现过其他的道学生 不过没去搭理 他完全把这里当成获得血气值的宝地 他在消灭这些妖魔鬼怪的同时 也在磨砺自己的功法和武技 乃至星星 厮杀当中 无论是仙武宝库的回复单 还是领悟单 都不停地兑换 直接往嘴里塞 就像吃大米饭一样 也因为这样 他如同疯子一般 在这镇妖城里面不停疯砍 全面提升 但就在刚才 他也遇到了最凶险时刻 他面对一名开窍境界大圆满的人魔 想不到双方实力还是有差距 身体被对方功法重击过 感觉奈何不了对方 自己先跑出牢笼了 晦气 陈青天看向胸前的伤口 嘴里开始骂骂咧咧 他在这里杀了三天三夜了 遇到了几次危险 好在这些妖魔没办法秒了他 最不济 他能快速跑出牢笼 而这些妖魔鬼怪却出不来 只能在里面无奈地嘶吼 这期间 他都记不清去过多少牢笼 杀了多少妖魔鬼怪 属性面板 陈青天一声默念 看到了血气值 76990 这就是三天的收获 陈青天感觉 一切都是值得的 他保守估计 三天杀了500头以上的妖魔鬼怪 除了中途有几次短暂的休息 他可谓是相当的拼 如今他开翘镜后期实力 心翘开了以后 也不需要开翘单提升小境界了 当即用230枚终极灵力单 提升到开翘镜巅峰期 这也意味着 他耳翘也开了 几十米外 哪怕一针落地 他都听得真切 又用280枚终极灵力单 把境界提升到开翘镜大圆满 鼻翘一开 他的鼻子鼻狗还灵 一呼一吸 周围各种气味 轻易能分辨出来 五翘全开 他整个人对这个世界感悟都不一样了 天地间各种元素 他都有模糊的触感 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时候 他也算知道了 为什么开翘镜远远强于宗师镜 这个境界 为什么一般人那么难突破 陈青天庆幸自己 能有仙无宝库这么变态的神物 他心里克制不住地想着 如今 我总算开翘镜大圆满了 接下来 就是五翘连通 激发大脑 感悟天地 让身体产生法力 完成一次全新的蜕变 不过对我自己来说 肯定没这么麻烦 我要的就是血气值 看着只剩下 两万五千九百九十点血气值 陈青天知道 法力镜暂时是没想了 他也知道 法力镜是修炼之人一个大看 一旦过去 生命本质发生改变 百病不生 诸邪难清 寿命增长 瞎想无用 为了多了解一些 也想知道 提升法力镜 究竟要多少血气值 陈青天向 纤舞宝库七灵问道 现在我已经是开窍镜大圆满了 突破法力镜 大概要多少灵力丹 还需不需要其他东西 帮助突破 对于陈青天的询问 气灵依旧机械般达到 根据你身体情况分析 你突破法力镜 需六十枚高级灵力丹左右 另外 还需要一枚法荣丹 法荣丹 陈青天立马查看 这枚丹药所需要的血气值 这一看 不由得暗暗扎舌 一枚法荣丹 需要十万血气值才能兑换 而高级灵力丹 是一千血气值兑换一枚 气灵这时道 不过我建议你 可以提升你的资质 你资质越高 对你自己好处很多 你以后提升境界 所需要的灵力丹 也不会叠加那么多 而且 等你到极高境界时 资质太低 恐怕很难 再度用灵力丹提升 这样吗 陈青天要知道了 不能一味想着提升境界 其他更方便也要跟上 这样反而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节省大量血气值 陈青天又把心思 放在了提升资质上面 他在仙武宝库里面发现 不过也不便宜 他消耗一万血气值 才把他的资质 提升那么一点 如今 他的个人属性面板 是这样的 陈青天 男 16岁 境界 开窍境 大圆满 资质 优越 十分之二 功法 定做心经 大圆满 雷鸣神境 人级极品 小诚 武技 战体拳 人级上品 忠诚 孝天拳绝 大圆满 旋转剑绝 大圆满 法宝 法剑 法器上品 全套 法器中品 血气值 一万五千九百九十 对于自己的实力变化 陈青天看在眼里 洗在心里 短短几天 在不断杀戮下 功法五计 都有明显的提升 可以说进步神速 修整一番过后 他还不打算离开这里 对他来说 这里面没有干扰 完全是他苟着 提升实力的好地方 尤其是他开窍 近大圆满的实力 这个区域的妖魔鬼怪 恐怕没有敌手了 又在里面杀伐四天 如他所想 这片区域牢笼 没有法力进妖魔 他全力爆发之下 除了极少数妖魔 难以快速拿下 最后不想冒险耽误时间以外 其他被囚禁的妖魔鬼怪 男友不死在他的手里的 他就是这片区域的制裁者 死亡执行人 陈青天看着面前的邪魔 彻底死亡 就在他还想继续 去下一个牢笼开杀的时候 So 他被自动送出了镇妖城 咦 怎么出来了 好像才待了七天吧 陈青天疑惑起来 他出来的位置 就是进去的那个位置 亲眼目睹城墙上老者又送了三名道学生进去 陈青天感觉自己被一股气息锁定了 他不敢就这么走 只能硬着头皮对老者道 长老 这里面有时间限制吗 我还没叫莲花世尊呢 只见老者睁开眼睛 大声道 好你个臭小子 进去七天杀妖魔鬼怪两千 你当这里是战场吗 陈青天猛了 看样子 他在里面杀多少妖魔这个老者都知道 那自己的这些变化 他知道吗 眼珠子一转 陈青天连忙说道 长老 我从小痛恨妖魔 杀起来就停不住了 这难道有罪吗 老者一哼道 小子 你确实有些奇怪 我也不是责怪 你杀妖魔鬼怪太多 而是这镇妖城有规矩 一次最多在里面待七天 这气灵就会把你送出来 不过能在里面连杀七天的道学生真不多 你算有一点本事 陈青天看了看这镇妖城 终于确定他 起码是灵气以上的法宝 要不然不会有气灵 见陈青天愣在原地 老者又道 刚才气灵把这些事情告诉了我 你年纪轻轻就能爆发开窍进大圆满的实力 但是你什么境界的妖魔鬼怪都杀 实在太过疯狂 你要试炼 魔力自己 也该找同等级的对手 要不然有何意义 还不如把其他妖魔鬼怪留着 给其他小辈试炼 陈青天心里暗暗猜想 这老者也未必知道太多 他了解的事情 也是里面气灵告诉他的 这样的话 他以后小心就是了 看样子 在镇妖城里面也要注意了 不能暴露太多 那里面 气灵能感知一切啊 到了这里 陈青天也只能笑着道 长老说得不错 是我太乱来了 下次不会大肆 杀戮这些实力低微的妖魔鬼怪了 老者仔细端向陈青天一番 一双眼睛 透露出一丝实际性的亮光 照射在陈青天身上 过了一会 他嘴里才喃喃自语道 奇怪啊 身体没有什么问题 看起来资质平平 所修功法也正 如此年纪 这境界当真了得 可比青天妖孽了 老者自语之言 陈青天听在耳里 想不知道这老者这么厉害 能把自己从里到外看个透 但是他什么都没说 等着老者问话 老者抬手道 你的机缘 我也不探究竟了 去吧 听到这话 陈青天暗暗松了一口气 如果这老者盘根问底 他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不过这种人 谁也不知道实力境界如何 或者是活了很多年的存在 他经历的事情太多 对自己只是一时疑惑 没兴趣过多关注 默默离开 陈青天对于身上 另外两块镇腰城令牌 只能过段时间再用了 回到住所 他才从新查看之后 四天所获得的血气值 老者说 他杀妖魔鬼怪2000 那一定错不了 只见上面显示 血气值 20万09720万了 陈青天心脏跳动 震腰城一趟 收获让人欣喜 有了这么多血气值 他完全可以提升到法力镜了 虽然说资质差 消耗的血气值多 但开窍镜和法力镜 是一个分水岭 哪怕是法力镜初期 也是一种极大的转变 这次消耗多些血气值 他完全可以接受 气灵 我要兑换高级灵力丹和法绒丹 陈青天对脑海中的气灵道 纤舞宝库气灵 不会干涉他的决定 当陈青天 一直服用63枚高级灵力丹 他才感觉到一个灵界点 吃下法绒丹后 陈青天感觉 四肢柏 还有无比轻盈 浑身感官比平时敏锐十倍 肉体开始燥热 有一种要漂浮空中的感觉 刹那间 一股气流在体内奔跑 然后再小腹汇聚 直冲大脑 哄 陈青天感觉头部炸裂一般 脑部神经被强大的力量刺激着 整个人的意识 开始云游天外 不知道今朝是何年何月 突然 他整个身体腾空而起 不借助任何外力 停留空中十几个呼吸 然后震落在地 浑身上下 涌出了真正的法力 重新站稳身体 他抬起双手一看 浓厚的法力清晰可见 他知道 他终于突破到这个境界了 从此以后 他在这个世界 也算不一般的人物了 多少有点点地位了 就如同他师父一样 可以在一处地方成立小宗门 开门授徒 授人尊敬 活动一下身体 陈青天平复心境 他当然不会就此满足 在这个世界 他应该有更高的地位 更大的理想 突破法力境之后 陈青天也发现 他的个人属性面板 多了新变化 寿命长 二百居然可以看见自己 可以活多久了 东占大陆 灵气遍布 一个普通人族 无灾无难 正常可以活七八十岁 身体过硬 修炼有成的武道高手 有不少能活过百年的 但是能活两百年 这就需要达破常规 而法力境以上的强者 生命本质已然发生改变 肉体已经达破常规 这也是为什么 大家想成为法通实境 乃至更高境界强者的原因 天地间 多少人想长生 看着寿命变化 陈青天有片刻欣喜 但随着而来的是谨慎 这个世界不太平 到处弥漫危机 寿命长是好事 但是要保证自己 能活那么久 看到剩下的几万血气值 陈青天想再学一门剑法 突破法力境后 很多法术 他也可以学习了 他的旋转剑绝 也早就落伍了 要更换更厉害的剑法 最终 陈青天花一万血气值 兑换一套人籍绝品的绝意剑法 此剑法只有三招 绝我 绝人 绝法 他脑海中 显现出无数影像 无不数说着 此套剑法 有多精美绝伦 威力是无穷 如果彻底融会贯通 那么杀伤力会多么大 就在陈青天思量 这门剑法的时候 一人也找上门来了 师爹 是我 蒋元杰在门外交道 陈青天听到声音 主动开门迎接师兄道 师兄 你怎么找来了 蒋元杰脸上不自然笑道 师弟 我昨天就来过一次 不过你不在 也没有谁知道你去那里了 陈青天连着七天在镇腰城 才回来 这事也没谁知道 见识师兄问 陈青天还是解释道 我昨天在镇腰城试炼 所以不在 师兄你找我 可有事情 蒋元杰一笑 故作不悦道 怎么 没事就不能来看看师弟你啊 陈青天道 欢迎 我在这道学院 自然和师兄你最亲 蒋元杰身体有着微妙的变化 突然 他一抬手 一道气静朝陈青天身边射过来 陈青天不躲闪 气体一靠近他身边 自动消散了 师兄 恭喜你突破气冲净 陈青天微笑道 蒋元杰来这里 应该是想告诉自己 他突破新境界了 蒋元杰脸上有着喜悦 随即酸溜溜道 师弟 比起你来 我这算得了什么 你年纪轻轻可突破开窍静了呀 陈青天笑而不语 他这位师兄哪里知道 就在刚才 他已经达到无数人羡慕 而不得的法力静了 师兄弟两人一番简单交流 蒋元杰最后随意道 师弟 我刚突破气冲净 身体各方面也不是太契合 我想要你陪我去后山一趟 我们拿那些凶兽魔力一下可好 嗯 陈青天仔细盯着蒋元杰 总感觉他师兄今天有很多不自然的细微变大 五窍一开 心 身 眼 耳 鼻 格外灵敏 即使粗心的人也能有不一样的观察力 不过他没有多想去后山杀凶兽 也是他应该做的事 两人一致决定 当即发出 路上 陈青天立马感觉有人跟踪 他心里冷笑 当然知道是谁的人 拉着蒋元杰 陈青天走了一条小路 利用他的实力 很快甩开跟踪之人 呼蒋元杰大开喘着粗气 问道 师弟 怎么如此急切 你这是为何 陈青天也不解释 笑道 师兄 这不是想看看你的耐力吗 蒋元杰呵呵一笑 小声道 也对 也对 进入后山 陈青天身体各处感官释放 数百米内 一些细微的变化都能感觉到 师兄 别愣着了 前方出现凶兽了 陈青天提醒起来 哦 师弟 我来 蒋元杰有些发愣 随即拿出极品武器 上前对付一头来势汹汹的凶兽 后山一处地方 两人眼睛左右观察 伸手脚尖的快速前行 脸上都有三分杀气 其中一人正是儒家庞戏子弟儒布 这时另外一人傲慢地对卢布道 其实你不用来 我一个人也能解决那小子 卢布心里不悦 可对于面前之人 他还是有些忌惮的 他心里暗想 本来卢公子安排他找机会 杀了陈青天 可对方一直太小心 完全没机会 几天前 陈青天在聚灵界获得道义 突破开窍境 让无数人惊叹 卢公子为了保险起见 又在道学院 找到一名愿意巴结卢家的道学生 让他们两人联合 一定不能放跑那小子 和他一起的这人 名叫苏家行 境界达到开窍境界巅峰七步说 还是道学院地榜前五师的高手 本事可不小 功法和武技威力 熟练度是他难以企及的 为了完成卢公子交代的事情 他也只能和颜悦色道 苏道兄 等下追上那小子 我只管拦截他退路 杀死他的功劳 大部分是你的 嗯 苏家行满一点点头道 只要我找到他 他就跑不了 卢布眼中金光一闪道 这次他跑不了 哦 那还等什么 早点完事不好吗 苏家行冷然道 两人很快朝着陈青天师兄弟 刚才的方向追去 看起来胸有成竹 另一边 陈青天望着蒋元杰和凶兽战斗 还不时指点一二 为他把关 遇到他对付不了的 就自己亲自上阵 师弟 我气劲消耗太大了 要不我们到前面那个山坳里面休整一下 蒋元杰脸色发红 有些吃力道 陈青天目光深邃 淡淡道 师兄 不如我们先回去了 我看你气劲运用很好 以后师弟 我会好好帮你的 蒋元杰一愣 立马笑道 师弟 才来不久 我稍微休息一下 还能再杀一些凶兽历练 陈青天也不再说什么 直接朝山坳走去 蒋元杰片刻犹豫后 也跟了上去 不过他走后 地上有一漏一件物品 蒋元杰进入山坳 吞了一些灵药 开始回复体力 而陈青天 却盯着山坳入口 心里思绪万千 来了吗 一声暗叹 他知道 等下要死人了 狂笑声传来 苏家行望着山坳里面陈青天 轻蔑道 小子 就是你得罪卢公子 真是年少无畏 死了一点不可惜 陈青天很是淡定地回击道 是吗 你死了就可惜了 我死 苏家行看着眼前的小子 感觉有些滑稽 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 怒急返笑了 哈哈 太有意思了 你真是太会说笑了 而就在这时 蒋元杰悄悄离开陈青天身后 向着卢布和苏家行身边靠近 陈青天平静地出声质问道 师兄 你一路上留下记号 我早知道 你不应该这样做的 蒋元杰听到这话 反而加快脚步远离陈青天 不过很显然 陈青天没有出手 眼见自己到了安全距离 蒋元杰才满脸很决道 师弟 别怪我 你得罪不该得罪的人了 卢公子是何等人物 再说卢家这样的家族 随便一用力 师父都要被捏死 你太愚蠢了 陈青天没有太过愤怒 只是有些心寒 卢布这时也出声道 陈青天 你师兄说的没错 当初你遇到卢公子 本应该是你的一场大纪元 可因为你的愚蠢 变成了你的灾难 陈青天没有说话 眼中杀气大盛 大下帝国延续三万年 这些大家族何等威风 一言可定无数人生死 多少人想巴结他们 愿意给他们当狗 期待那一份残羹剩饭 别人稀罕 他可不稀罕 卢布见陈青天眼中没有惧怕 反而身上有股莫名的气势 他不安道 苏师兄 快动手吧 这里虽然隐秘 可万一被其他道学生发现 也是个麻烦 好 苏家行出手了 可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先对付离他不远的蒋元杰 碰 蒋元杰哪里能想到 开窍镜巅峰七高手突然袭击他 啊 一声惨叫 他倒飞鸡米远 没有在动他 陈青天摇摇头 他这样的下场也是活该 本来还想找机会帮帮他 可这师兄太急了 卢布见苏家行先杀蒋元杰 眉头一皱 先前他可没说杀了这个人 他很快反应过来 苏家行不希望有人分他的好处 也不希望这件事传出去 死人最可靠 再说蒋元杰这种人还不配和他们站在一起 一击过后 苏家行拿出一把金刀 上面的气息显示是不错的法器 陈青天 卢少说 让你死得很惨 让你后悔得罪他 我先费你四肢 说话间 苏家行刀锋带有强劲气盲杀来 叮 前方有危险敌人 击杀可得到血气值 先无宝库气灵发出警告 陈青天念头一动 他如今的实力 看这一招简直漏洞百出 他拿出上瓶法剑 身形原地转动 剑法使出 一瞬间 他身体涌现大量剑盲 还伴随雷光 似乎要割裂到自己 绝我 剑锋一转 无尽气势杀向苏家行 不好 怎么会有这等力量 苏家行精具交加 陈青天虽然没有动用法力 可这招起码有开窍近大圆满高手权力一击的威力 不光苏家行意外 打算关战的卢布也不敢相信 哄 刀剑一击 苏家行吃了大亏 身体气甲多处破裂 挤出伤口流血 他反应也快 再读一招挥出 身形退后 嘴里大吼道 不可能 你不是刚入开窍近吗 怎么能爆发这种实力 陈青天嘲笑道 谁说我只有开窍近初期的实力 拿你试试我心学的剑法吧 陈青天有意看看决意剑法的威力 第二招决人之剑发动了 顿时 一道剑光如同流星一般 刺破前方一切阻碍 杀 面对这强劲的剑招 苏家行终于感觉到一丝恐惧 震撼的同时 也使出他引以为傲的大招 开窍近巅峰期能入到学院地榜前五十 自然有他的优势 刀势横扫 霸决当场 锁 两人刀法剑法对撞 产生强烈轰鸣声 陈青天一击杀出 对这人的功法武技也有数了 这一招刀法 绝对属于人级上品武技 而且有忠诚之事 可谓相当不简单 这人所修炼的功法 也还可以 有附带汹涌的谁属性之力 可惜 他遇到了自己 剑招穿过 强大剑意打散刀势 苏家行小腹被冻穿 啊 你该死 你是谁 苏家行忍剧痛 大声发泄心中的恐惧 他是彻底猛了 卢布身体紧绷 更是心里发颤 暗暗道 这人果然有问题 他早突破开窍境了 隐藏的好身 不可敌 陈青天似乎要动用第三剑招了 他最后道 你们杀不了我 我也不能放了你们 我这剑法 还有最后一招 招字还没说完 绝法一招轰然而至 此剑法一出 周围狂风大作 有种遮天蔽日 无法无天之架势 五不服 苏家行明知道 陈青天任何一招 都展现出 开窍境大圆满的实力 有那么一瞬间 他甚至有种 面对法力竞强者的错觉 可他重伤之下 还要死撑 脸上还无比愿读道 小畜生 我跟你拼了 一旁卢布也早就叙事待发 两人合力使出杀手锏 想要对抗陈青天 你们太弱了 一句饱含杀意的话 绝法一击包裹两人 而他们的绝招 看似比这招剑法熟练度更高 可根本没办法 冲破这杀招 在二人恐惧的目光中 光芒散尽 场景清晰可见 苏家行四肢断了双手一脚 惨烈可见一般 卢布也严重破相 倒地还想挣扎 看着陈青天走近 他凄凉地闭眼 等待死亡 可他怎么也不甘心 万分疑惑道 能让我死得明白吗 你为什么有这等失恋 陈青天拿起他们 掉落在地的两件法器 看品像 都是上瓶法器 一把法刀 一把法剑 可惜 杀了他们之后 有些东西也不能亮相 除非改造一番 虽然是他们先想杀自己 可这种事说不清 看着还没有死透的两人 他也开口了 我只能说 你们找上我的时候 就注定是这种结局 刹那间 陈青天体外法力绽放 冲天威势滚滚而来 这事 卢布眼珠了差点瞪出 心如死灰道 笑话 今年资质最差的道学生 居然是法力竞强者 我死得不冤啊 哈哈 他大笑不止 自知死定了 可嘴里还是立声道 就算你是擎天妖孽 下场也注定了 卢家要你死 你也活不了多久 陈青天收拾好一切 他心里已经在计划毁尸灭迹了 嘴上无所未到 你这辈子 就不要操心什么了 扑辞 一剑 一颗头颅碎脸 别杀我 我不想死 费了三只的苏家行 见同伴被杀 背下的心碎胆破 此刻身体挣扎 嘴上还求饶 真是先前有多嚣张 现在就有多怂包 陈青天也不多看一眼 直接结果了他 望着面前两具尸体 他连同师兄蒋元杰的一起 一把火完全烧掉 回去之后 陈青天知道 今天他和蒋元杰去后山 有人看到了 还做了登记 他直接找到白云飞 想要提前和他通通气 看能不能去除麻烦 陈青天 找我是有什么疑惑吗 白云飞露出笑脸 他对这个道学生 感觉还是不错的 陈青天平静开口道 白道师 今天我和我师兄 去后山历练 出了一点事 我师兄蒋元杰出了意外 死在了后山 我想先向你说明 白云飞目光一灵 盯着陈青天 想看个究竟 但见对方脸色坦诚 他平静道 我们道学院 每年都有不少 道学生死在那里 如果是意外 这不算什么 你自己以后去那里 也要小心 死了的话 恐怕没有人给你收拾 陈青天一笑 自信道 白道师放心 我知道了 夜幕时分 正在宅院里 等待的卢德云 有些烦躁走来走去 见一名小弟进来 他不爽地问道 卢不和那个苏家行 还没回来吗 小弟小心看了一眼 不耐烦的卢德云 小声道 卢少 还没见他们从后山回来 想了想 他补充道 这么晚了 他们还没回来 会不会出事了 卢德云双目圆睁 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出事 出什么事 他们一个开窍镜后期 一个巅峰期 还是到学院 有点名气的高手 难道还搞不定一个 刚突破开窍镜的小子吗 见他说完 小弟硬着头皮道 刚才我们打探消息的说 那陈青天安然无恙 出现在学院了 他师兄和我们两个高手 反而消失了 陈青天没死 卢德云大吼起来 小弟保证道 我们的人没看错 他还活着 哈哈 没想到卢德云反而笑了 他似乎来了兴趣一般 嘴里冷冷道 太有意思了 一个剑名几次 给我意外 难道帝国内 我们大家族名声不响了吗 卢德云眼中有着几分思索 他白白手道 下去吧 好好盯着这陈青天 我倒要看看 这个天赋一般的剑名 有多特别 第二天 陈青天像没事人一样 正常去后山杀兽 收集血气质 晚上回来后 白云飞把他叫了过去 看着白云飞审视的眼光 陈青天心里知道 他应该有很多疑问 白云飞深吸一口气 慢慢道 陈青天 昨天 你师兄在后山消失了 另外也消失了两名开窍进的道学生 你不解释一下吗 陈青天一摊手 无辜道 白道师 你也说过 后山很危险 有人死在那里很正常 你怎么问我这些 白云飞沉默片刻 述说道 这次死的两名开窍进道学生 实力都不错 其中那苏家行 还是学院地榜排名第45的高手 以你的实力 对付一个都难 更别说两个 这次事情调查出跟你有关系 但我为你解释过了 陈青天清楚 道学院有个地榜和天榜 所谓地榜指的是学院前100名 法力进以下的厉害人物 经过角逐 最后排出来的 也只有开窍进的高手 才有本事入榜 而天榜 全部是法通实进以上的强者 他们是真正厉害的道学生 年轻有潜力 成为强者后 还选择留在学院进修 陈青天没想到 他杀死的那个嚣张青年 是所谓的地榜高手 真是为他可惜啊 又听白云飞为他解释什么 陈青天辩解道 白道师 我跟他们无冤无仇 他们死了是命不好 可不能牵扯到我呀 白云飞摇摇头 目光如巨道 听说你跟卢家 那位公子有过冲突 是吗 陈青天心里清楚 这是肯定会怀疑自己 但他肯定不会承认 于是笑嘻嘻道 白道师 我确实被那卢家子弟欺负过 哎 白云飞叹息 忧心忡忡道 你还是太年少 卢德云虽然是宁天玉卢家分支 可势力依旧极大 况且 他是宁天玉卢家家主的儿子 你之后会有很多麻烦的 陈青天脸色不变 问道 白道师 你怕他们吗 白云飞一愣 随即目光坚定道 我跟你不一样 我如今是磁心中核心弟子 还是法力竞道师 儒家一个公子 可不敢明着对付我 陈青天明白了 说到底 还是自身实力要硬 还要有好靠山 哎 这一刻 他一声叹息 刷 随即身体气势拔高 展现出开窍境界大圆满的实力 白云飞浑身一震 居然下意识戒备起来 他双目瞰瞪道 陈青天 你隐藏得好深啊 陈青天无奈道 那个 总要给自己留点后手不是 白道师 你能理解吧 白云飞深吸一口气 十分好奇道 我还是想问一下 你怎么会突然有此境界的 陈青天故作神秘道 白道师 我告诉你 你可要替我保密啊 看到白云飞点头 他煞有其事道 上次在聚灵界 我吸纳的道义 比你们想得要多 经过消化 我才能进步如此神速 哼 白云飞嗤之以鼻 没好气道 这种事 你以为我会信 强者道义 是能让人领悟境界 可你这种 完全超出想象了 陈青天不管 一副就是如此的表情 直直盯着白云飞 白云飞表情变换 突然道 好 你对外就这么说吧 陈青天一笑 立马道 多谢白道师成全 一日为道师 终身为道师 还是那句话 不论现在将来 如果有用的这我的地方 你尽管开口 白云飞内心似乎很复杂 代理良久 他高声道 在道学院里 也没什么好隐藏的 你境界高 反而会引起学院高层重视 让敌视你的人 不敢轻易动手 我倒有个建议 时日后 就是天榜地榜 重新排名的日子 到时候你去试试 好的名次 会有奖励和特色照顾 听到这话 陈青天一想 点头道 那我就听白道师的 一定为自己获取荣耀 为你争光 白云飞眼中有些期待道 我等你一飞冲天 两人相视一笑 似乎很有默契 光天玉 水清城 张灯结彩的两层大红楼 上面占满上百名 婀娜多姿的年轻少女 只见他们手拿袖娟 不停向下摇晃 一手还捂着嘴 银铃般的笑声 毫不停息 大楼内部 富丽堂皇 恩可三千 高台之上 十几位青纱美女身弱无骨 展现优美身姿 舞动青春 那放荡的绿洞 让男人心都飞过去了 很难不浮现翩翩 就在下面一片嗷嗷叫时 一位风情万种艳妇 从中心小屋走出 她简单示意 舞团退去 她身后跟着十位娇弱梨花瓣的少女 全部有倾国倾城之帽 身上丝网衣物若隐若现 好不诱人 一见这些人出场 下面顿时安静很多 有人打句道 我是等不及了 今晚上我要站十个 艳夫人白了那人一眼 打句道 谢公子 只要出得起价钱 今晚他们就都是你的 好 哈哈 众人一片叫好 纷纷打去 现场一片炙热 十位出阁的少女 中间有一位暗自神伤的 抬头看向下面的一切 她是石清玄 回想起这段时间的遭遇 她强忍泪水 面无表情地暗暗下了决定 本来一切那么美好 可只是一次简单地出城游玩 却遇到实力强劲的劫匪 父亲反抗 就算有宗师境界实力 结果也是身手易处 母亲还被当面侮辱 一不裸体 气失荒野 可劫匪不知道为何 让她亲眼目睹这些惨剧 没有欺辱她 也不杀她 偏偏把她卖到这春水阁 半个月以来 她被几个老夫人专门训练 学习各种修人的技巧 取悦男人的把戏 今天 她和另外这些悲惨的 角色少女一起 如同货物一般拍卖 想到这里 她也死心了 没人救她 她更没办法给父母报仇了 为了保住最后的尊严 她只能一死了之 父亲 母亲 原谅我女儿 没办法为你们报仇了 青天地点 这辈子别了 如果有来世 真想一切美好的和你在一起 石清玄已经没有念想了 听着下面的叫架声 她知道轮到自己了 而燕妇人更是介绍到 她叫清玄 可是今天晚上的最耀眼的娇花 现在谢公子已经出价一千玄金 还有更高的吗 底下众人面对这个价格 又望着石清玄那冷艳气质 配合那幽怨的眼神 四肢白皙的皮肤在灯光下 更是抚媚动人 今晚十位丽人 她绝对是最压轴的 我出两千玄金 三千 见有人跟自己争 谢公子脸上露出志在必得的笑容 四千 五千 当叫出五千的时候 谢公子有些霸气地 望着那和他争的中年胖子 仿佛在示威 场面片刻沉默 艳妇人见状 大笑道 谢公子出五千玄金 还有出价的更高的吗 如果没有 那清玄金碗就有主了 大夏帝国的五千玄金 对一般民众 家庭的来说 百年都未必挣得到 可对这些富贵人家来说 也不过是一碗的娱乐 艳妇人见没人再出价 她最后大声道 我宣布 清玄金碗 我出五千零石 这句话话很轻 可正敢全场 谁 太疯狂了吧 五千零石啊 这可以换多少玄金了 太霸气了 场面一时失控 大家都想瞧瞧 谁这么豪奇 大夏帝国统治下 一般人富贵人家 想得到零石也不难 但是它价值依旧很高 一枚零石 按理来说 可以换一百玄金 五千零石 可是相当于五十万玄金 只为了一个少女一碗 完全说不过去 很快 大家发现是谁出的价了 这个男人看起来非常不起眼 不像老者 可脸上皱纹极多 浑身上下死气沉沉 可那双眼睛格外甚人 艳妇人看着这奇怪的人 还是再次确认道 这位客官 你当真出五千零石 可不好开玩笑 这怪人喋喋一笑 从手中须弥那剑 拿出一袋零石 放声道 五千零石 我买下它了 可千万别废话 要不然今晚会死很多人 惊人之语从这怪人嘴里出来 可很多人还是信的 能有须弥那剑的 不是自身实力极强的修炼者 那必定是家世极其显赫之人 艳妇人强装淡定地笑道 客官 我们春水阁后台 可是帝国光天玉玉主 就算是法通实境强者也不能乱来 否则会被帝国通缉的 大夏帝国内 官方势力极大 就算修炼之人 也要被帝国管理 胆敢乱来者 一旦被悬赏通缉 人人得而诛之 嘿嘿 怪人嘴里一笑 眼中杀气大盛 身体一股气势一出 黑暗顿时笼罩一切 他可并没有动手 而是沙哑道 真有意思 要不是怕麻烦 你们早就全死了 大夏帝国的规则 我们魔宗之人 有多少认同的 趁我今天还能克制杀气 你卖不卖 感受到怪人的恐怖 又听他说是魔宗之人 在场这些人慌了 那艳妇人 更是吓得花容失色 颤抖道 卖 卖 清玄能值这个价 是他的福气 容不得他不怕 东占大陆十大魔宗 只有三大魔宗 勉强接受帝国规矩 被帝国承认地位 其他魔宗之人的形式风格 残忍至极 发生过很多偏僻地区的 小村小镇 被他们屠戮干净 平民被拿来修炼魔宫 炼制阴毒法宝的事情 那跟我走吧 怪人来到石清玄身边道 石清玄思绪混乱 他不知道 这个明显实力强大的怪人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价钱买它 难道要用最残忍的办法 对付它吗 想到这里 他死心更强了 他打算好了 等有机会 他就自杀 一旁的艳妇人赶忙催促道 快 清玄 你被买下了 跟这位客官走吧 当石清玄被带到一个 无人之地时 这怪人似乎看出他有死心 一手抓住他的脑袋 一番查看 好像在感受什么 接着他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道 落到我手里 你想死就算了吧 石清玄心意紧 他知道 这怪人太过厉害 现在他想死 说不定都难了 就在他心里憔悴 面临崩溃之际 这怪人突然露出和善的笑容 看起来极为怪异 他抬头望天 无限感慨道 我买你 自然不会是 看中你的美色 对我来说 什么样的角色家人没见过 我是完全确定了 你和他们不一样 你甚至和所有人都不一样 你的身体 是一种隐藏的特殊体制 如果修炼那门功法 你有三成机会 说完这些 怪人死死盯着石清玄 郑重道 我是十大魔宗之一 炼玉宗的长老 我现在问你 你愿意拜我为师吗 拜你为师 石清玄本来万念俱灰 以为会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想不到这人 却要收他为徒 一时间 他心神大乱 简单地挣扎 他明白了 现在他 还有选择吗 再说十大魔宗 他多少听说过一些 那是他以前 难以企及的存在 现在 这名厉害的魔宗强者 要收他为徒 没有犹豫 他眼里不满仇恨和不甘 力声道 我愿意拜你为师 愿意加入魔宗 从此以后 那个石清玄死了 我要报仇 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爹爹 好 很好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幽摩天的弟子了 我给你取个新名字 就叫幽图仙 石清玄双目冰冷 跪地道 徒儿幽图仙 拜见师父 这一夜 天上月色出现过一抹血红 可惜 注意到的人并不多 陈青天始终认为 自己是个低调的人 有实力 也不会去欺负弱小 这不 杀了两个不开眼 找死的人后 他不是上后山杀兽 就是去镇妖城 斩妖除魔 当他再次进镇妖城的时候 城墙上的老者 打量他好一阵子 看得陈青天心里发毛 可为了血气质 他能硬着头皮说道 长老 最近我略有所悟 所以又过来了 实不相瞒 在斩妖除魔过程中 能使自己的心灵达到升华 拥有更高的人品和善良 老者面无表情 一挥手 不耐烦道 别说些没用的 进去吧 陈青天大喜道 哎 多谢长老 这次陈青天格外注意 只爆发开窍镜大圆满的实力 专杀开窍镜妖魔鬼怪 这次他在里面待了六天后 就主动出来了 而在这几天时间里 他比较收敛 他清楚地知道 他干掉了一千出头的开窍镜妖魔鬼怪 也让他收集了十几万的血气质 他出来以后本想扭头就走 可城墙上的老者一声爆喝 站住 陈青天立刻止步 回头露出讨好般的笑容 小心问道 长老 实在是没忍住 杀得多了一些 还希望你千万别怪学生 这老者眼里流出智慧光芒 这时候出声问道 少年 莫非杀这些妖魔鬼怪 对你修炼有什么大益处吗 陈青天吞咽了一下口水 知道还是引起怀疑了 他索性瘫开了说 长老 我可没有修炼什么邪魔功法 我这浑身上下 你都检查过了 没什么问题吧 老者轻轻一笑 点头道 不错 上次我就探查过你的身体 资质平平 但年纪轻轻 就是开窍近了 而我刚才再次查看你的身体 想不到你已经突破法力近了 看你的样子 似乎并不想让别人知道 你有这等境界 小小年纪 就有这么多心思 明明有力量而不展露出来 却是为何 陈青天心里暗道一声 糟糕 他知道 这老者必定是无敌的强者 他能对自己的身体 进行随时摸底 陈青天强装镇定 连忙道 长老 我突破法力尽是因为 不用解释了 看你也不会说实话 不等陈青说完 这老者却挥挥手道 我并不想逼问你的秘密 我看你小子 确实有点不同 我想不如这样 我收你为徒 如何 陈青天有些惊讶 想不到这人居然要收他为徒 可他在心里 不是这么想随便拜个人为师 再说 他有师父 而且也摸不清 这人到底怎么想的 是不是对自己不怀好意 于是婉然拒绝道 长老 我有师父 他曾经还是道学院的道学生 所以 你对我的台爱 我实在是无福消受 咦 这老者开心地笑了 霸气地问道 小子 你知道我是谁吗 陈青天摇头 他确实不知道 老者却得意道 我是慈心宗首座长老林奥天 这一生只收过两名弟子 这其中一人不说也罢 另外一人 就是你们道学院如今的教务长杨明国 陈青天大感意外 惊呼道 杨教务长是你的弟子 林奥天点点头 回忆道 我是二十年前收他为他为徒的 当时民国比你现在要大一些 他是突破法力禁食拜师的 我直接收他为我的清传弟子 一番悉心传授指点 他才有今天的成就 据我所知 他已经突破到法通十境 第五境神丹境了 不得不说 他也确实是真正的神才 二十年间 连破五境 冲境还在 不知道究竟能走多远 听到这些话 陈青天是信的 没想到杨明国这么厉害 上次见他没借助任何法宝 踏空飞行 就知道 他起码是法通十境 第四境 飞天境 如今这老者说 他已经达到了 法通十境 第五神丹境 而且还有突破的后境 陈青天没有任何怀疑 当下他也非常好奇 这老者又是什么境界 没有多想 他脱口出 林长老 那您现在是什么境界 哈哈 林奥天大笑 随即惆怅地说道 很遗憾 我已经在法通 第十境 通天境 蹉跎数百年了 还是没办法超越法通境 达到天地境 天地境 那是什么境界 陈青天再次问道 林奥天看样子 很欣赏陈青天 再次解释道 法通十境 第一境是法力境 第十境名通天境 到了这个境界 也就意味着法力通天了 而在法通十境之上 就是天地境 真正能够上天入地的存在 也只有达到 这个境界的顶端 才能真正成仙入界 陈青天听到这里 知道那些境界 暂时离他还很遥远 也没有继续追问 天地境究竟是什么样子 虽然这老者很厉害 可他提升境界 不一定需要一个好师父 只要有足够的血气质 他就能提升境界 所以 他再次说道 林长老 您的境界 我现在是望尘莫及 但是我有信心 达到你这个境界 我还是不想拜你为师 你就当我不识好歹 少年轻狂吧 说得好 林耀天没有生气 反而赞叹道 修行之人 就要有信心 有大毅力 大勇气 既然你坚持 我也不勉强你 你下次过来 我就送你 去法力境妖魔关押之地吧 那些开窍境的妖魔 就留给其他道学生了 这镇妖城的妖魔鬼怪 也是有限的 需要有人去抓才行 陈青天这时才松了一口气 恭敬答道 我听林长老的 林耀天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缓缓道 那去吧 不知道下次见到你 你有什么新变化 听到这话 陈青天赶紧撤了 在这人面前 他感觉到一点都不轻松 自己完全被看透 同时他也明白 这个世界能捏死他的人太多了 虽然他有先无宝库 但成长起来 还需要时间 人可以少年轻狂 但一定要处处小心 量力而行 否则 一旦有强者对自己不怀好意 他躲都躲不掉 陈青天走后 林耀天若有所思 很久之后 嘴里才吐出十个字 这小子有意思 值得关注 看样子 他是盯上陈青天了 回到自己住所 陈青天整理一下收获 看着十七万血气值 他对仙无宝库契林询问道 我要提升到法力境界中期 需要多少血气值 契林道 要十一万左右血气值 陈青天心里一惊 脱口而出 奸伤啊 怎么要这么多 契林机械般解释道 你本身的资质太低 所以即便提升一个小境界 也需要大量的灵力单 现在建议你提升自己的资质 这样可以节省 大量提升境界的血气值 唉 陈青天叹了一口气 只能使用提升资质天资单 在消耗十五万血气值之后 他用了大量天资单 也顺利地把自己的资质 提升到了天才的行列 感受了一下 他的身体也发生了不一样的变化 那是一番 浑身经脉扩大 肉体更加坚固干净 能容纳的法力更多 运转功法 他赫然发现 他 修炼的功法 雷鸣神境 随着他资质的提升 也增加了三成的威力 虽然境界没有提升 但他的真实战斗力大增 这就是提升资质的好处 如果现在别人在检查他的资质 就会惊讶地发现 怕是真正的天才人物了 陈青天自恋地打开 他的自己的属性版 上面显示着 陈青天 男 十六岁 寿命长 二百境界 法力境 初期 资质 天才 临时功法 雷鸣神境 人级级品 中成 武技 战体拳 人级上品 大成 决意剑法 人级绝品 小成 法宝 法剑 法器上品 拳套 法器中品 血气值 25691 如今他所修炼的功法武技 乃至法器装备 最重要的已经排列 显示在最前面了 那些不重要的 自然在后面 甚至都可以不用显示 沙妖魔获得血气值的时候 他功法武技一样都没留下 全部大大提高 对一般道学生来说 没有常年累月的修炼 一门人级功法和武技 不可能大成 甚至大圆满 一些悟性资质差的人物 也许要花费十几年 乃至几十年 才能完全熟练一门功法 陈青天对自己的这种修炼速度 整体来说还是满意的 这当然也是他自我努力的结果 距离天榜地榜排名 重新排名的日子还有两天 可就在这个关头 白云飞却给陈青天 带来了一个消息 此刻白云飞面色凝重道 陈青天 这次道学院天榜地榜 从新排名要推后了 陈青天问道 白道师 发生什么事了吗 白云飞道 刚刚得到消息 离我们两个寓院的肖天玉出事了 有强大的鬼羞 打开幽名鬼界的空间之门 导致那里出现无数的鬼族鬼将 虽然空间之门被大能强者关闭了 可遗留在肖天玉的鬼族鬼将 却撕掠了整个肖天玉 陈青天听到这个消息 心里大为震动 没想到 居然有强者能在这个世界 开辟空间之门 召唤其他世界的存在 听到这些话 他问道 白道师 这么说来 肖天玉无数民众不是倒了血眉 白云飞叹了一口气 道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好在肖天玉周边不少强者 把事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没有过度蔓延 但是 那些范围内的鬼族鬼 将需要尽快清除消灭 大夏帝国下了征兆令 周边地狱所有的宗门和家族 以及帝国内的修炼强者 必须要去肖天玉镇压这些鬼族鬼将 我们慈行宗作为大宗门 当然也要派人去 宗门高层经过商量 决定大量派遣 你们到学生去历练 对你们来说 这也是一次修行路上的魔力 听到这个消息 陈青天心里思考起来 对自己来说 这确实是一次机会 如果去肖天玉击杀那些鬼族鬼将 他肯定能得到血气值 再说 这是学院对到学生的考核 他自然不会有什么意见 当即点头答应道 白道师 这种事情我当然一不容辞 斩妖除魔 本来就是我被中人的本分 我肯定是愿意去的 白云飞一笑 接着道 你答应去就好 实不相瞒 你也有资格跟我一起去 考虑到这次的危险程度 宗门高层商量 开窍镜以上的道学生 才有资格去斩妖除魔 陈青天一听 心中一句 我去 这白云飞 还好分配到了他这个道学生 要不然妥妥地光感私令 他脸上怪异 想笑却又忍住了 轻轻地问了一句 白道师 我们道学院 这次要去多少人啊 白云飞算了一下 道 可能会去100名左右道师 1000左右道学生 另外 宗门也会派一些强者去 但是你记住 时刻跟紧我 根据我得到的消息 这次幽民鬼界空间之门大开 有过来不少厉害的鬼将强者 就连我也要跟在一些 真正强者的身边 否则也会很危险 陈青天听后 自然满口答应 虽然他也是法力进人物 可才刚突破这个境界 跟白云飞比起来 还是有一点差距的 连他都说危险 自己肯定要小心 很快 慈心中不少弟子 加上道学院大量道师和道学生 便集合起来了 而这次带队的 陈青天听白云飞所说 是宗门一名副宗主 据传实力已经达到了 法通实境第八境空域境 他手上有一件十分厉害的灵器 名叫天梭灵州 这灵器有一个内部空间 里面可以装在上万活人 法力催动之下 速度奇快 从光天狱慈心宗山门到肖天狱 不到半天时间就抵达了 等到了肖天狱境内主城 天梭灵州停在主城外面 这里有无数人等着 他们全部穿着大夏帝国官服 其中最有气势的一名强者 见到来人 他主动上前 看着过来的一千多慈心宗来客 只能笑道 慈心宗这次这么多强者来帮忙 我代表肖天狱谢谢你们 慈心宗副宗主也客气地说道 刘玉主 帝国境内出了这种事情 我们慈心宗自然要出手 我听说情况危急 就不进城了 还希望刘玉主简单说说 恶鬼都集中在哪里 我好带门人去消灭 这位刘玉主连忙夸赞道 慈心宗大意 既然这样 那也不耽误时间了 他们一番交流 后面的陈青天 很快也知道了目前的情况 如今肖天狱到处都受鬼族鬼将威胁 其中最为严重的 就是原来空间之门出现的地方 那附近的三座大城 以及无数小城 小镇 小村的民众 已经全部遭遇毒手 他也很快清楚了 自己的这次的任务 有鉴于鬼族鬼将 已经蔓延整个肖天狱 他和白云飞 这次被分配 前往一座小城地界 想办法消灭附近的鬼族鬼将 他们一起的这个小队 同行带队的是 道学院的一名老牌道师 名叫穆春兴 另外还有白云飞 和一名叫李向成的道师 一共带着陈青天在内的 三十名道学生 这么多人当中 陈青天知道 除了三名道师 还有两名道学生是法力进的 这两名法力进道学生 他们算起来 是道学院上上届的老道学生了 也是学院真正的核心道学生 精英中的精英 这里最厉害的 自然是老牌道师穆春兴 他是法通识境第三境 钢体境的强者 一路上 他带头急行 很快遇到一伙鬼族 只见他钢器附体 一把宝器利剑 所过之处 无意何之敌 陈青天也看清了 这次过来 这个世界的鬼族 这些鬼族 面目极为可憎 面部五官突出 脑袋圆长 身体有穿戴黑色盔甲 手持刀叉剑脊 身边围绕着大量的黑气 可以让他们无视白天阳光 不愧是从幽冥鬼界来的 鬼族被消灭后 身体不会消亡 还会流出黑绿色液体 武器铠甲也会留下 这些鬼族 起码都有开窍镜初期的实力 难怪这次学院 只让开窍镜以上道学生过来 因为其他实力弱的过来 也是宋菜 白白死了可惜 有强者在 这三十多鬼族 一个照面 就被大家消灭了 这一路上 陈青天看到种种惨象 很多民众身体被吸干水分 变为干湿 有些尸体 更是五脏六腑被扒出 惨不忍睹 种种原因 他当即爆发开窍镜界 大圆满的实力 主动大杀恶鬼 发泄心中怒意 也为了尽量收集 更多血气质 这看起来大出风头的行为 也让不少道学生 对他刮目相看 甚至还有人知道他 咦 这个今年入学的新人 居然有这等实力 我知道他 据说这家伙本身资质 今年这届最差 但是修为不弱 第一次去聚灵界 就得到强者道义 可谓气运极佳 所以有这等实力 带头的沐春星 杀完一伙恶鬼后 也对白云飞道 云飞 你带的这个道学生不错呀 接着他又惋惜道 可他这种资质 就算有点机缘 应该是没有机会突破法力镜 他说完这些话 眼里看陈青天有些可惜 这个世界 有奇遇一下提升几个境界也正常 可资质不行 代表上线不行 陈青天资质差的传闻 大家似乎都知道了 即使目前比很多人强 可停滞不前的可能性也很大 他们见识过很多连破几个境界后 最后后进步足修炼者 他话说完 不等白云飞回答 一旁另外一名法力镜道学生就答话了 他脸上极度不屑道 资质决定高度 低等优越资质也配突破法力镜 简直痴人说梦 白云飞一听这话 眉头一皱 就想反驳 不料另外一名法力镜道学生 立马对过去 白金山 我就不认同你的观点 你资质好点就了不起吗 还不是我手下败将 这白金山听后大怒 厉声道 简易书 要现在比比吗 这次天榜从新排名 我一定要把你踩在脚下 接着他冷冷道 你中等天才 资质成就也有限 而那个废物一般的家伙 我就敢说 他没资格突破法力镜 陈青天一直默默听着 本来不想废话 可这白金山 简直把他当狗屎了 再不发话 还真以为自己是个屁啊 于是笑着道 谁说我没办法突破法力镜 我要是达到这个境界 你就当着我的面学兽吼 如何 白金山一愣 回头看去 发现是陈青天说话 他脸色铁青 大喝道 没规矩的家伙 道师道兄说话 你有什么资格插嘴 还言语侮辱道兄 该打 说吧 他手中一道法力 凝聚成手掌 就要打向陈青天脸庞 叮 前方出现有威胁敌人 击杀可获得血气质 这人出手时 陈青天脑海气凌 立马提示起来 放肆 与此同时 白云飞抱吼一声 出手为陈青天挡下攻击 接着他怒道 白金山 你才没规矩 一言不合 出手对付学院师弟 真有本事啊 谁知道这白金山 丝毫不给白云飞面子 大声道 别以为我们都姓白 我就怕了你 你选择当道师 不就是想多拿些宗门资源 说到底 你资质也有限 又能教出什么好到学生 白云飞眼中怒疑更浓 不过他很是克制 陈青天这时道 白道师 消消气 你很快会知道的 我就是你的骄傲 哈哈 白金山大笑 随即嘲讽威胁道 你叫陈青天是吧 现在有人护着你 我不教训你 可谁能一直护着你呢 陈青天眼中也有了冷意 这个世界远比他想得恶劣 别人欺负你 不在于你有没有错 只是因为你好欺负 你实力弱 他能欺负 这一刻 他明白了 实力比别人差 就是原罪 强者就可以肆意 践踏弱者的尊严 你不摇尾起怜 就有罪 他心中有一团火 为了不夹着尾巴做人 为了不让别人随意踩 他要强大 更不能掩盖这种强大 要让他们知道 自己能打他们的脸 就在陈青天 想要不要爆发 真正实力的时候 木春心终于开口了 只听他轻轻道 静山 不得对白道师无礼 要尊师重道 明白吗 白金山顿时也换了一副面孔 满脸笑容对木春心道 木道师 我听你的 白道师还是要尊敬的 谁让他是道师呢 呵呵 嗯 木春心看了一眼前方 大声道 大家全力出手 争取快点消灭 萧天玉恶鬼 说吧 他也没有多瞧陈青天一眼 对他来说 这种人物瞧一眼就够了 没必要过多关注 陈青天冷静下来了 看着面前面色阴沉的白云飞 他真诚道 白道师 刚才感谢你为我出手 白云山兴奋难评道 青天 道学院就这样 虽然规定不能杀人 可却允许鄙视 你有时候也要收敛一下心性 否则容易树敌 陈青天平静道 白道师 是不是实力不如人 对方怎么羞辱 都得忍下来 白云飞苦笑道 差不多这样 道学院里 厉害人物大都是个御天才妖孽 他们一个个傲气狂妄 对其他不如自己的人 可不会客气 陈青天抬头道 不光我们道学院吧 这个世界 都是这个规矩吧 白云飞望了陈青天一眼 道 你知道就好 跟紧我 白金山的小心眼 到学院出了名的 我怕他等一下 给你使绊子 陈青天失笑道 白道师 别这么照顾我 我没那么脆弱 我们跟上去吧 说话间 几十人加速前行 路上零散的恶鬼 完全不够大家杀的 陈青天不管别人什么眼光 他都会上前抢着杀恶鬼 成为这对人里面的老模 他这样做 收获也是显而易见的 短短半天时间 他丝毫不停息 还不断补充回复丹 领悟丹 击杀恶鬼 更是数以千计 积攒了十数万血气值 这中间 他们越往重灾区走 遇到的恶鬼越多 其中还有堪比法力镜的鬼将 前方上千恶鬼 其中有三股不掩饰的强大气势 大家注意 走在最前面的牧春心 开口提醒众人道 一旁的白云飞 也小声对陈青天道 要小心 又遇到三名鬼将了 陈青天点点头 这些鬼将 起码都有法力镜的实力 甚至还有更厉害的 他们相对于鬼族 智慧更高 身体的盔甲武器 能跟一般法器对抗 更能使用一些鬼术法门 极为难缠 灭了他们 牧春心一声令下 他自己先上了 只见他此刻 对上一名法通第二镜 通灵镜的鬼将 这鬼将身材极为高大 看上去三米的样子 手持一把硕大的长杆利斧 上面黑色能量环绕 一击下去 在空中发出撕裂之声 牧春心虽然是法通第三镜钢体镜 可他没有应接这样的攻击 而是闪身躲避 蹦 长斧砍在地上 顿时裂开一个大洞 伴随树道深深裂缝 剑没有得手 鬼将嘶吼 双手动得更快了 每一击都力量十足 黑色死气无限清晰 法力镜以下 根本不敢靠近他 摸清楚他的攻击方式 牧春心终于转手为攻了 他之前躲避的同时 就手节保硬 嘴里念念有词 这时的他 身体泛起一阵光芒 似乎有一道虚影 进入他体内 咕噜 他身体暴涨几分 浑身变得庄严无比 宝气级别的大剑一挥 伴随浓厚的火焰之力 刚好一击命中鬼将 扑刺一声 这鬼将倒退数十米 浑身火光四起 噢 他痛苦不已 原地大叫 同时身体黑色气体不断涌出 试图扑灭火光 牧春心一击过后 立刻追杀上去 在鬼将快要扑灭火光之时 又是一击必杀绝技 他确实厉害 杀得这鬼将连连败退 这一切 陈青天杀恶鬼的时候 也看在眼里 不由地夸赞 钢体精的牧春心 当真厉害 当然 其他也有厉害的人物 比如那通灵精的道士里相成 也同样厉害 其他三位法力精人物 战斗都十分凶悍 杀起恶鬼来丝毫不含糊 陈青天跟在白云飞身边 他没有爆发法力精实力 但是他杀起恶鬼来 也不比法力精强者慢多少 因为他本身就有这种境界意识 而且攻法5G无限使用 不担心气力耗尽 杀 陈青天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不断找快死的恶鬼补刀 只要最后是他杀死的 就能得到血气值 看着蹭蹭上涨的血气值 他杀得更起劲了 不少道学生都惊讶他的战斗力 但这种大混战 大家最要紧的 还是先保护好自己 也没谁上来询问什么 啊 一声惨叫 道学生这边也出现伤亡了 一个开窍镜出气的少年一时不察 被一厉害鬼族用长叉刺穿腹部 倒地之后 两名鬼族又上前补刀 瞬间惨死当场 慕春星见有人死伤 皱眉大叫道 尽量几人截阵 不要乱 他是完全压着那厉害鬼将打 再给他些时间 必定能斩杀对手 天火诛邪 一声爆喝 慕春星火力全开 身体火光乍现 剑招如同天外神火 一击打掉鬼将一只手 和他手中武器 同时把他身上残破的盔甲打裂 鬼将感受到威胁 终于要开始后退 可慕春星哪能如他所愿 坚决追击 直到斩下他的头颅 才肯罢休 最厉害的鬼将肖王 这些鬼族还是受到一些影响 开始混乱起来 慈心宗这边强者高手一起发力 一千多恶鬼在四散跑了一百多后 其余全部被剿灭了 陈青天眼见一扫 发现这边要是死了三名道学生 不过他没什么表情 看其他人的样子 也没有谁为他们伤心 除了几个关系好的 再给他们收尸 然后就地焚化 那慕春星也只是淡淡道 把这些未盗捐区的道学生遗物收起来 等会回去后 转交给熟悉之人 也算有个交代 接着他又大声警告道 这里恶鬼极多 大家保护好自己 修炼之人 也要随时面对陨落的风险 除魔未到 守正避邪 我被奔分 这些道学生 还有人大喊这些口号 陈青天暗暗一笑 他也清楚 道学院除了教本事 很多时候也有洗脑课程 据他所知 这些有悠久历史传承的宗门 这些手段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 一般有潜力的道学生 在学院修炼过后 大都会留在慈心中效力 很少会重新回归 原来的小家族小宗门 当然 有一定实力和地位后 他们 讲感情的 也会回馈原来的家族宗门 一番收拾 牧春兴建天色暗下来 不少人消耗过大 还有心伤 于是诱导 找个地方休息 明天再继续杀恶鬼 夜间这些家伙实力更厉害 一行人当即在一处地方休整 陈青天看着积累的十二万血气值 打算提升一个小境界 当花费七万血气值 用了七百高级灵力单 他顺利提升到法力境中期 体质增强的同时 他身体内法力更为浑厚了 资质提升到天才 他提升一个小境界 可以少用太多血气值 这也让他感慨起来 资质好就是不一样 一夜休整 第二天 众人依旧向目标小城前进 争取剿灭这附近的恶鬼 接着又是一天厮杀下来 到晚上一看 陈青天拥有整整二十三万血气值 消耗二十二万血气值 换取高级灵力单 他直接提升两个小境界 达到法力境巅峰期了 连续的杀戮 他的功法和武技 在大量高级回复单 和高级领悟单堆积下 成千上万次运行使用下 进步实在太大了 呼出脑海的自身属性 他也看到了 让自己满意的结果 陈青天 男 十六岁 寿命长 二百境界 法力境 巅峰期 自治 天才 零 十 功法 雷鸣神境 人及极品 大成 武技 战体拳 人及上品 大圆满 决意剑法 人及绝品 大成 法宝 法剑 法器上品 拳套 法器中品 血气值 11897 陈青天兴奋地感受自身的实力 获得大量血气值的时候 他更舍得用血气值 去换取高级回复单 和高级领悟单 功法武技修炼一次 比得上别人成百上千次 彻底甩开同级别的人物了 他坚信 一旦他全力爆发自己的战斗力 恐怕有资格和队伍里 那通灵境道士里向成 比划一二 法力杀伤力更大 身体也更轻盈 如果控制得好 可以遇见缓慢飞行 可惜太消耗法力 一般这个境界不会乱飞 而通灵境 他也只知道一点 见白云飞在一处端坐 他凑上前去问道 白道师 我看你战斗师好厉害 法力境就是了不起 白云飞小声道 青天 这队伍里面 木道师和李道师 比我强太多了 那白晋山和简易书 也不比我差多少 陈青天听后 对于木春星和李向成 他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小境界 但那白晋山 陈青天这两天是看出来了 法力境后期 李向成也一样 而这白云飞 明显比那二人厉害 绝对是法力境 大圆满的实力 只要机缘到了 就能突破到通灵境 见此 陈青天笑道 白道师 也看得出来 你比那两名道学生 要厉害得多 不光境界 功法武器熟练程度 也不是他们能比的 白云飞听后 脸上还是不易察觉地 闪过一丝傲色 他反而对陈青天夸赞起来了 青天 你也不错 这两天我也看出来 你比谁都卖力 杀其恶鬼来 如同疯子一样 恨不得一个人 把他们杀光 你的功法和武器运营的 次数很惊人 我都不知道 哪里有这么好的体力和毅力 陈青天闻言 憨憨一笑 也不作答 而是突然问道 白道师 我见那李道师 和木道师战斗时好奇怪 通灵境和钢体境 究竟有何不同 咦 白云飞好奇看了陈青天一眼 反问道 你不是还没有突破法力境吗 怎么问起这两个境界来了 陈青天道 法力境我看也只是对法力的运用 其实不难理解 这两个境界 我反而看不透 白道师你知道吗 白云飞见陈青天实在好奇 于是解释道 也罢 我是知道一些 那简单和你说说吧 所谓通灵境和法力境 确实有很大不同 要达到这个境界 必须要感应诸天万界 可能这说的有点大了 但最起码 你要能感应一界 例如灵界 感应一界 陈青天有些好奇 追问道 如何感应 白云飞摇头道 我还未感应道 哈哈 陈青天有些甘大的笑了 白云飞也不介意 继续道 除了我们这个一界 天地还有很多界 比如 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恶鬼 他们就来自幽冥鬼界 其实简单来说 通灵境就是可以请其他界的小神灵上身 这种上身 可以是一个分身 也可以是一股能量 陈青天似乎想起什么来了 连忙问道 难怪 我注意到了 那木道师和李道师战斗之前 都会守节宝印 还使用了什么法术 是不是就是在请神上身 白云飞点头道 没错 他们都在通灵 这种力量一旦上升 自身力量是加倍的 如果你能付出足够的代价 还能请到更强的力量 那么实力不可想象 陈青天顿时明白了 这个境界 算是打开一个新世界了 战斗力比法力精要强得多 而且 随着境界提升 还能请来更加厉害的神灵 看样子 这个世界有意思 杀进城去 一大早 在木春星带领下 一行人杀到小城池来了 随着木春星一声令下 只要清理城池内的恶鬼 他们这次任务 也算勉强完成了 其他地方自然有另外的队伍负责 进去之后 本来十几万人的小城池 已经没有活人了 尸体堆积如山 东西散落一地 死一般的寂静 这些跟来的道学生 一路见识是不少了 可还是被吓到了 大家面面相识 显得气势低落 木春星见状 大声喝道 大家打起精神来 沿着主街道杀过去 恶鬼有什么可怕的 灭干净就是了 是 一众道学生 强行提起勇气 慢慢向前走去 陈青天一直和白云飞靠在一起 一进城池 他就感觉十分压抑 仿佛这里面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没走多远 最前面的木春星 似乎感觉到什么了 他用手中宝剑一挥 脱手而起 直接向一座小楼 飞驰杀去 只听一声轰隆 那小楼被这件宝器轰烂 接着宝剑飞回 落在木春星手里 好一手飞剑 陈青天暗赞 可以看到了 刚才被击破小楼后面的情况 只见一众恶鬼杀出 嘶吼声响彻整个城池 突然木春星大吼 快退 众人不明原因 有些犹豫不决 可他却先往后撤了 陈青天依稀看见 远处空中 一名巨大人形生物 朝这里飞驰而来 不好 白云飞大叫道 青天 我们走 这一刻 陈青天也知道了 能飞天杀来的 肯定是法通十境 第四境飞天境的存在 也只有这样厉害的鬼将 才能吓得那木春星 立马跑路 更恐怖的是 整个城池都骚动起来了 无数的恶鬼冲杀过来 看这架势是捅了鬼窝了 谁也没想到 这里会聚集这么多恶鬼 陈青天知道情况危急 边退边说道 白道师 别管我 你全力后撤 我跟得上 此时此刻 不光他们 整个队伍几十号人 全部亡命奔逃 谁也顾不上谁了 恶鬼太多了 帮帮我 一名道学生 先前受了伤 如今行动极慢 可他还是声泪俱下的喊道 希望有谁带上他 可惜这种情况 无人伸出援手 就在陈青天和白云飞 跑出城的时候 后面十几名鬼将 追上跑得最慢的一批道学生了 啊 就我 惨叫声不绝于耳 白云飞虽然是学院道师 但这个时候 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自己的命要紧 可令他奇怪的是 这陈青天 居然能稳稳地 跟上他的脚步 看起来并不吃力 难道这小子 就在白云飞暗自思索的时候 身后一股庞大的气势袭来 让他脸色大变 哦 一声鬼叫 陈青天也感觉不对了 他和白云飞跑在一起 至于其他人 已经全部走散了 这个要紧关头 他们明显 被一名强大的鬼将追上了 白云飞这一刻没有躲避 回手一击 碰 他手中绝平法剑 对上了袭来的鬼将 该死 他暗骂一声 整个人身体如果落叶一般 向后飘去 这一击 他明显吃了大亏 也知道了 攻击他的 这头恐怖鬼将 起码有通灵镜实力 陈青天自然也发现问题了 他知道这个时候不能被拖住 否则后面大规模恶鬼为追上来 那将必死无疑了 眼见白云飞 和这实力强大的鬼将对上 他也终于不再隐藏实力 就在白云飞吃力抵挡这鬼将一击时 看准时机 他决意剑法配合手中上平法剑 全部法力凝聚 无比凌厉的攻势出现了 绝法 使出已经大成的剑法最后一招 威力当真巨大 轰隆 侧面一击 让这鬼将来不及防备 当场将他击飞几十米远 而且把他那头盔完全打掉 陈青天 你 白云飞彻底震撼了 怎么也没想到 他证明道学生有这等实力 完完全全超出他的想象 白道师 跑吧 可不等他反应 陈青天大叫先跑 跑 两人顾不得其他 全速退走 一直跑出老远 才发现没有恶鬼追上来 这时候 才勉强松了一口气 白云飞终于忍不住发问了 陈青天 你刚才爆发出来的实力 已经不亚于我了 你到底有多大的秘密 你什么时候有的这等境界 陈青天面对白云飞的震撼 也只能笑道 白道师 我的秘密多着呢 你以后会知道的 你看 我确实是一名 让你骄傲的道学生吧 白云飞目光 在陈青天身上来回扫视 他觉得完全看不透这人 可如今 对方展现出来的实力 丝毫他亚于自己 两九成思后 他才叹息地点点头 无不感慨地说道 你确实能不断给我惊喜 这么说来 你的潜力还不止于此 陈青天知道怎么解释 也不能打消他对自己的疑惑 只能真诚道 白道师 人都有秘密 我是真心愿意教你这个朋友的 应该用不了多久 你又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我 白云飞爽朗一笑 靠近过来道 那好 你这样的朋友我交定了 真期待 你到底能走到哪一步 我会一直看着你 哈哈 陈青天笑了 他有信心 将来会成为被世人仰望的存在 就念就在两人谈话的时候 突然听到 远处有打斗声 两人相视一眼 知道很可能是刚才 走散的学生和道师 白云飞道 青天 我们去看看 陈青天答道 好 过去的途中 白云飞还欣慰道 说起来 刚才我能顺利逃跑 还多亏了你 如今你非但不需要我的保护 还能帮衬着我 陈青天恭维道 白道师 我实力比你还差点啊 等两人靠近 才发现 前面的打斗 果然有熟人 那白晶山 此刻正被三名鬼将的围攻 看那三名鬼将 都是法力镜的样子 可他强劲的实力 居然能跟三名鬼将 打得不相上下 看到白晶山的战斗 陈青天虽然不喜欢这个人 可也不得不夸赞 确实有妖孽之姿 他手持绝品的法器 随便一击 都能爆发出 炽烈的金色光芒 看样子 他的功法和武器修炼等级都不低 一旁的白云飞 也双眼放光地望着 还不时小声解释道 青天 这白晶山确实有自傲的资本 据我所知 他资质属于天才最顶峰的 无限于接近青天妖孽 如果硬要把他 归在妖孽人物当中 也说得过去 陈青天也附和说道 我看出来了 这人本事还是有的 他展现出来的实力很强 看架势 他就要突破法力竞巅峰期了 白云飞也认可地点点头 接着右叔说道 青天你看 他所修炼的功法名叫金阳大法 是一门人级绝品的厉害功法 如能修炼之大圆满 可以把自己变为金光包裹之人 防御惊人 且攻击带有金属性 攻击力极为了得 但以我之见 这门功法 他还会修炼到大圆满的程度 可绝对已经达成 陈青天心里暗暗记下了 暂时来说 他实力跟这人比起来 还略有不如 因为对方武器也很不错 就现在施展的这套剑法 也绝对属于人级最顶尖的 恐怕已经修炼之大圆满了 就在两人观看讨论的过程中 突然爆哈 一声 那白晋山手中法剑大开大合 攻势变得凌厉异常 金光乱飞 法力交错 一名法力净鬼将 被他打得浑身崩溃 在三名鬼将围攻之下 居然还能反杀一名鬼将 与此同时 另外两名鬼将的攻击 也打在了他身上 让他嘴里吐了一口血 见此情况 白云飞脸色复杂地对陈青天道 青天 不管怎么说 都是道学院的道学生 我看白晋山法力消耗太多 我们去助他一臂之力吧 说着 他整个人便冲了上去 陈青天刚想出口 不过话到嘴边 又咽了回去 他知道 自己没办法阻止白云飞上前施救 可这种时候 他却不急着上去 而是在一旁继续看着热闹 果然 白云飞加入战斗 白晋山的压力顿时一轻 两名法力竞的强者 共同对付两名 有着法力实力的鬼将 相互厮杀起来 人类这边显然更占优势 因为无论白云飞还是白晋山 都是真正万里挑一的人 年轻强者 同等境界的鬼将在他们手上 还真撑不了太久 当白云飞杀死一名鬼将的时候 长时间战斗的白晋山 最终也拼着再次受不清伤 杀死了那最后一名鬼将 战斗也结束了 就在他们取出鬼将体内的鬼魄之时 陈青天也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 见陈青天过来 白晋山血眼相视 惊讶的同时也表现出极度不悦 因为他一直被四名鬼将死死地咬住 当然以他的实力 要逃出四名鬼将的追击也容易 可他却贪心 想要获取这鬼将体内的鬼魄 好炼制手上的法剑 使他的绝品法器达到宝气的程度 可四名鬼将实力都不弱 先前被他杀了一名 刚才又杀了两名 加上白云飞帮忙杀一名 总算完事了 但让他难受的是 身体法力消耗极大不说 自己居然受了不轻的伤 眼见陈青天这种家伙 都活得好好的 如今走出来 还带有嘲笑的目光 他似乎有一肚子火气要发现 于是很不爽地喝道 你这种废物 居然没死 还跑到我面前来了 接着他看向白云飞 非但没有感谢 还想抢夺他手上的鬼魄 伸手出声道 白云飞 把你刚才取的那枚鬼魄给我 我有大用 白云飞此时也有些怒气 不悦道 怎么 这是我的战利品 你也有脸要 要不是 我刚才帮你 您现在伤得会更重 白金山阴沉着脸道 哼 我要你帮 你看准时机过来 分明就是想抢夺我的鬼魄 给我 陈青天这时候也看不下去了 嘲笑着说道 白金山 你脸皮可真够厚的 刚才白倒是好心帮了你 你不拿出你手上的鬼魄来感谢 凡想抢夺别人的东西 当真让我大开眼界啊 白金山回头一看 他没想到陈青天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竟然敢指责他 当即再也忍不住 手中法力攻击一挥 似乎想重创陈青天 陈青天这时再也不惯着他 猛然抱起 绝一剑法最后一招绝法轰然出击 寒帮惊献 雷霆显微 谁没想到 在这个时候 他会这么决绝地攻击白金山 没有一丝留守 白金山也满脸错愕 感受危机 他汗毛已然竖起 可他身经百战 当即手中绝凭法剑 爆发金色法力 想要抵挡 哼 但就算这样 他依然被这一招 带有雷霆之势的毁灭剑招 轰倒在地上 扑刺的大口吐着鲜血 就连脸上出了几道血痕 此刻的他 当真是受了重伤 可陈青天一击过后 没有话语 更没有停手的意思 他试图 把绝一剑法当中的绝我 绝人 绝法三招 联合一起使用 并且封锁白金山的所有退路 意思很明显 就要杀死他 一旁的白云飞面色大变 慌乱地出口道 青天 住手 你怎么能 他话没说完 只听白金山 如同疯子一般咆哮道 法力静 你 你个废物 居然敢伤我 你怎么可能有法力静的实力 我不信 我要你死 说吧 他身体泛起一阵惊光 面对陈青天要绝杀他的攻击 他不顾一切的奋力迎上 是要杀死陈青天 面对白金山的反击 陈青天也感觉到了威胁 这人虽然重伤历劫 报起之下 实力仍然不容小事 可他已经大成的绝一剑法 三招齐出 威力也难以想象 三剑招合一 周围雷鸣大阵 大成的功法和上平法器 也全部融入着强大的攻势当中 白金山万万没想到 一个他看不起的爬虫 居然能展现出杀他的实力 面对这恐怖杀招 他身体仿佛被压制 这招式里面包含万象 能断绝人命 封天地之法 无我 无人 无众生 好 他当即大呼大叫 整个身体泛起一阵血光 绝品法器展露争宁 他天资妖孽 功法威力也非等先 砰的一声 陈青天只感觉到浑身刺痛 双方的撞击 让陈青天浑身散发剧烈的疼痛 扩散的法力让 他轻微受创 这不得让他感慨 就算他使出全身的力量 这有妖孽之姿的白金山 也让他感到了压力山大 如果这人全胜时期 他根本不是对手 不过此时陈青天嘴角带笑 因为他发现 白金山已经劈头散发 浑身无力地瘫倒在地上 身上三个血洞 虽然没有两面穿透 可正在疯狂喷血 整个人伤势严重 看起来好像苍老了十岁 完全虚弱不堪 没什么反抗之力了 陈青天得势不饶人 到了这个时候 这白金山今天是非死不可 他已经有了杀戮之心 也慢慢地适应了这个世界的法则 弱肉强食 强者为尊 一言不合 血剑当场 先下手为强 趁你病 要你命 这白金山几次三番挑衅自己 自然要他付出代价 再度一击劈去 如同死神要收割 已经倒地不起的白金山 而就在这时 白云飞大吼道 陈青天不可残杀 同修道友 已经虚弱无力的白金庭 这时眼中也充满了恐惧 他立声道 陈青天 你不能杀我 你杀了我 宗门和道学院里面的强者 饶不了你 可他们说的这些话 陈青天充耳不闻 手上动作 没有丝毫停顿迟疑 剑光一闪 法力浮动 白金山还想奋力一拼 可惜后继法力 咔擦 一颗头颅就此斩下 他的眼睛瞪得老大 当真是死不瞑目 青天 白云飞更是惊怒交加 他没想到 陈青天居然如此果决 胆子如此之大 白金山可是道学院 重点培养的道学生 这说杀就杀 陈青天如此暴虐的脾气 让他心惊不已 同时也小心地戒备了起来 看白云飞这种姿态 陈青天当即收起法剑 平复身体的法力 笑着出声道 白道师 这家伙三番两次对我动手 刚才也是他想杀我 我才反击的 我今天要是不杀他 以后也会结一个仇敌 这事跟你没关系 我纯粹属于自卫杀人 如果你要向道学院举报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白云飞吞了一口口水 脸上表情琢磨不透 好一会儿 他才叹息说道 今天事情已经发生了 他都已经死了 我也没必要 非得为他讨个说法 这事我自然不会说 他的死 就算在恶鬼身上吧 陈青天文言一笑 嘴上轻松地说道 白道师 那多谢你了 说话的同时 陈青天已经开始收拾自己的战利品 白金山除了有一把 最有价值的绝品法剑 他须弥那戒里面 还有几十万零食 一些丹药 一些炼器宝物 更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陈青天也没有太多关注这些东西 因为他的仙武宝库 本身就是一个大宝藏 根本看不上其他东西 但是 这件绝品法剑 还是不错了 刚才威力也算见识了 他打算留给自己 他把收集的其他一些东西 包括刚才的鬼魄 全部交给了白云飞 白云飞稍作迟 还是接了下来 这鬼魄很是难得 是炼制法器的好材料 白金山身上其他一些好东西 他也心动 再说 既然答应不把事情说出去 自然要拿些好处 好安别人的心 很快 两人就把这里收拾干净 毁尸灭迹 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两久过后 白云飞沉思道 青天 这绝品法器是好 但你也不能拿出来使用 这上面有白金山的印记 很多人也见过 你要重新炼制一番才行 陈青天点点头 心里已经有打算了 他答应道 白道师 我懂 这是我会处理好的 那就好 白云飞又小声道 我们这队人全走散了 这白金山已死 不知道其他的人怎么样 青天 我们还是先返回这肖天狱主城吧 你看怎么样 对于白云飞说返回主城 陈青天当然不乐意 这附近到处都是恶鬼 他还需要杀他们 获取血气质 怎么愿意这个时候回去 他当即摇头说道 白道师 虽然我们和其他人走散了 可以我们两个的实力 只要不遇到太过厉害鬼将 还是能应付下来的 只要小心点 没那么容易出事 这里还有这么多恶鬼 没有清除干净 我想把他们铲除干净再走 这样不是更好 白云飞见陈青天如此说 也只能点头道 青天 既然你 还有心杀恶鬼 那我就陪你一起 如果能收集一些鬼将体内的鬼魄 那也是好的 好 陈青天大声道 白道师 你放心 如果得到鬼将身上的鬼魄 我都不要 全部给你 两人谈妥之后 继续在这附近斩杀恶鬼 只要不遇到通灵境以上的鬼将 一般的法力境鬼将他都能够应付 两人又是一天杀法 对陈青天来说 可谓是满载而归 但白云飞也有收获 白天两人联手斩杀了两名鬼将 获得的两枚鬼魄都被他收了 到了晚上 两人找到一处好的落脚点 这里原来是一座山顶老庙 可惜现在十分破败 门前一棵老树都已经枯萎 庙里 两人席地而坐 白云飞接连服用几枚丹药 便开始运用功法 闭目修炼 陈青天 则是查看自己如今有多少血气值了 指尖上面显示着 血气值 143788 14万多血气值 看势不少 可简单地询问气灵 可这个数字 把境界提升到法力镜大元满期还不够 起码还差两三万 随着突破之法力镜 他每次提升一个小境界 都要巨量的灵力单 这种情况还在不断叠加 不过他也不急 世间妖魔鬼怪太多了 自身境界的提升 他也能杀更厉害的妖魔 相应的 给的血气值也多 白天的两名法力镜鬼将 最后都是他补刀 杀死两名这等境界鬼将 加起来 足足给他贡献了三千多血气值 他和白云飞配合 少量成群的鬼族也不难对付 再接再厉 在这个地方 他还能继续收获 这时他也想起了 白晋山留下的绝品法剑了 今天一用 虽然感觉怪怪 但威力比起他师父 给的上品法剑 确实高两个档次 但上面白晋山的痕迹太重了 他必须祭练一番 陈青天今天请教过白云飞 知道练制一把法器不容易 像这种绝品法器 严格来说 法力镜想要练制成功 要花费的时间是按年纪的 还不一定能成功 而且各种宝贵材料 一般没有底蕴的法力镜强者 很难凑齐 花费的代价太大了 陈青天到目前为止 他境界提升快 可也有很多缺失 比如他还没有学过练器 练单支法门 就在这时 陈青天在脑海里对七零道 我想学一门练器法门 你先帮我筛选一遍 很快 摆在陈青天面前 是几十种练器法门 看了看上面的介绍 他最终选择了其中一门 天练法典 严格来说 这是一门天极练器法门 但是他共分为五重 这第一重 里面所讲述的 是比较基础的练器方法 通俗易懂 花费一万血气值 他成功获得天练法典第一重 脑海里不断浮现出练器的方式 其中的要点 他经过反复揣摩 也算初步明白了 好 只是改变一件法器的外形 和一些特点 也不那么麻烦 陈青天这时睁开眼睛 心里有想法了 刷 从须弥那戒里面 陈青天拿出白金山的绝品法剑 要说这那戒 也是他的 不过这上面 没有什么明显特征 很多强者用的差不多同款 只是空间大小有区别 手上法剑寒芒依旧 只是主人换了 这件身看起来极为漂亮 颜色黄白香蕉 闪亮异常 法剑产生的法力浮动 也惊动了白云飞 他也睁开眼睛 询问道 青天 看你的样子 很喜欢他 陈青天展露笑容 直言道 白大哥 可不是 这绝品法剑气势就不一样 有了他 我实力都强了两分 私底下 白云飞要求陈青天 称呼他为大哥 说这样没那么生分 陈青天自然明白 如今他有完全有资格 和这位道师称兄道弟 这就是现实 实力境界不同 你的身份地位 也将发生转变 白云飞这时站起身来 思量道 既然这样 不如现在就重新炼制一番 彻底改变外形 陈青天正有此意 大声道 我就是这么想的 所以现在拿他出来 白云飞也不废话 从他的须迷那戒当中 拿出一座炼炉 陈青天一见 就明白是什么意思 道道法力境之后 浑身催动法力 可以使目标温度升高 连续长时间催动 可炼金化铁 直接炼制法器 但如果有炼炉 可以大量节省法力 缩短炼制时间 如果有一座好的炼炉 也是修炼制人的宝物 白云飞这时也道 我这炼炉虽然一般 但也好过直接用法力炼制 你我一起来 更能节省时间 陈青天闻言 欣喜道 白大哥 有你帮我 那再好不过了 话不多说 熔炉落地 白云飞把几块火红的石块 扔进里面 法力催动之下 石块慢慢融化 成为烈焰 陈青天知道 这是炼气时 有了这个 就可以节省法力 事半功倍 碰 陈青天把绝平法剑放入其中 双手一动 催动身体法力 运转刚从天炼宝典 所学的炼气方法 不停弯转熔炉里面法剑 咦 白云飞略有惊异 没想到陈青天还会炼气法门 但也不多说什么 同样催动法力 炼制这法剑 两人几乎全力失为 不到一个时辰 全部累得满头大汗 浑身几乎湿透 他们法力消耗太多 周围温度又极高 呼陈青天这个时候 也没有使用鲜无宝库的回复单 世间普通单药 很难跟得上这种消耗 白云飞也同样如此 只是不停坚持 看得出来 他帮人也算不留余地 两久 陈青天无奈道 白大哥 今天到此为止吧 白云飞也终于输了一口气 长叹道 我们实力还是不够 法通实境 我们属于最低层次了 法力有限 这绝品法器 哪怕改变特点和形状 也不是一次能完成的 陈青天心里也知道 这是不用太急 再炼制两次 绝对能把这法剑整体改变 两人收拾好一切 开始闭目打坐 恢复法力 第两天 陈青天和白云飞 白天都在杀鬼族鬼将中度过 晚上当然就是炼制法器 这一天时间里 他们遇到的恶鬼明显少了 陈青天也只收集了 七万多血气值 如今 他共积累了二十万血气值 也足够他再度提升一个小境界 可是一直和白云飞在一起 他怕破镜时有大动静 也只能忍下来了 又是一天杀法 各处恶鬼持续减少 他一天下来 只勉强收获了五万血气值 这天夜里 两人一番炼制 炼器熔炉一声轰隆 绝品法器终于大变模样 成了 陈青天和白云飞相视一笑 三个晚上的共同努力 才让这法剑发生改变 白云飞当即恭喜道 青天 你法剑已经没有原来的气息了 真正属于你的了 陈青天打量着通体青绿色的 绝品法剑 想了想 笑着说道 白大哥说得对 他完全是我的东西了 我看要给他起个名字了 白云飞点头道 应该的 我的绝品法剑名为非应 你想一个响亮的名字才好 哈哈 陈青天大笑 自恋道 那好 以后就叫他青天剑了 跟我名字一样 青天剑 白云飞一愣 随即怪异一笑 无奈道 其实名字只是一个符号 我看可以 希望他能跟你一样 有招直上青天 陈青天淡淡一笑 收起法剑 这时候他正色道 白大哥 这两天下来 明显能感觉到 恶鬼开始减少 依我之见 这萧天玉的恶鬼 应该被各地的强者 消灭得差不多了 我们也要试着 王主城那边走了 陈青天清楚 你如果还想获取血气值 就只有不停换地方看看 这从幽名鬼界来的鬼族鬼 将在清理两日 就要干净了 白云飞听后也认同地点点头 道 青天 你说得不错 就算这次来的鬼族鬼将再多 以大下帝国的强盛 这几天应该消灭的也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试着返回 萧天玉主城了 路上兴许 还能斩杀几头鬼将 接着他望向陈青天 无比感慨地说道 青天 我是看出了 你斩杀恶鬼真是积极 好像有着无限法力 似乎杀他们 你能得到莫大的好处一样 虽然这话是白云飞 不经意间的夸赞之语 这陈青天知道 还真让他猜中了 杀这些恶鬼 他确实得到很大的好处 看样子 这种疯狂的行为 还是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 不过他也不紧张 恐怕也没有谁能想到 自己杀妖魔鬼怪 就能提升实力吧 他不动声色地回道 白大哥 这可能是我个人心理问题吧 面对这些恶鬼 便失去了应有的冷静 恨不得快点杀绝他们 白云飞不以为意 道 不管怎么说 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以后自己多注意安全 陈青天笑笑不答 这时他突然起身 对白云飞说道 白大哥 我想出去试试青天剑的威力 很快就回来 白云飞似乎理解陈青天 笑了笑 也没有说什么 出来这暂时的落脚点 陈青天来到一处山顶 拿出青天剑 催动法力 用力一削 哄 上顶上 数十棵参天大树 应声而倒 再挥一剑 剑芒百米 地面裂开一道口子 这改变模样的绝品法剑的威力 可见一般 丝毫没有受任何影响 感受一番后 宝库兑换出170颗高级灵力丹 一下消化后 身体也终于出现了反应 浑身再次被法力覆盖 身体各处充满着力量 庞大的气势蔓延开来 等回味过来 细细感受变化 才心满意足起来 这一刻他也知道了 他终于突破法力镜大圆满期了 实力再上一个小台阶 此刻他个人实力又有了很大进步 呼出属性面板 上面显示着 陈青天 男 16岁 寿命长 二百境界 法力镜 大圆满期 资质 天才 灵 石 功法 雷鸣神境 人级级品 大成 武技 战体拳 人级上品 大圆满 决意剑法 人级绝品 大圆满 法宝 青天剑 法器绝品 血气值 71260 他的两门武技都已经大圆满 爆发起来 同等境界难有敌手 那么接下来 他面对的就是 法通第二境通灵境 可惜他 没有剩下多少血气值了 见出来这么久了 为了不让白云飞起疑 他很快赶了过去 第二日 两人明显感觉 恶鬼在急剧下降 找了很久 才遇到零散的鬼族 他们也一致决定 往萧天玉主城方向返回 一路看 还能斩杀多少鬼族鬼将 两人赶路了一段路 白云飞突然有感应般地抬头 陈青天顺了他的视线 见到晴朗的天空 居然散开一朵烟花 他不明所以道 怎么回事 不好 我们有人出事了 白云飞面色微变 快速说道 青天 那里有我们雌星宗人遇到危险 所有才会发出这样的信号 陈青天瞬间明白了 这么说 刚才是一只穿云剑 找及千军万马去相见了 既然这样 他望向白云飞 试探地问道 白大哥 我们要去看看吗 白云飞凝重地点点头 还是决定道 我们赶过去看看 也不知道是谁在那边出事了 接着他又解释起来 我是宗门的核心弟子 看到这样的信号 是绝对要赶过去的 说完还望向陈青天 因为他只是学院道学生 按理说 没有义务赶过去 谁知道前面有什么大凶险 哈哈 陈青天一笑 心想白云飞这道失真实在 这时候 他脸上也一副义不容辞的样子 大声说道 白大哥 我倒想看看 那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就当看看热闹吧 那好 事不宜迟 我们速去 白云飞说话间 两人爆发法力飞跑起来 速度快地脚步粘地 跑了一会 这时白云飞寄出法剑 往前使劲一扔 他居然念起口诀 守截宝印 刷 接着他直接跳上法剑 预见飞行 只是他没敢飞太高 看起来也不那么稳当 就这速度 陈青天跑 也完全能跟得上 见陈青天盯着自己 白云飞解释道 预见飞行 比起自己全力赶路 要节省不少法力 不过 我这预见术 还不是太熟练 也不敢飞太高 更没办法飞太快 陈青天也不惊讶 淡淡一笑 他看得出来 法力竟很难操控预见术 更不要说用这个打架了 看起来像花架子 不过还是很拉风的 只是他还没有学过这样的法术 看样子 是要抽时间 学一些常用的法术 说到底 还是他境界提升太快 很多基础设施 一时间没有跟上 等两人好不容易赶到事发地点时 发现前方是两伙人正在较劲 其中一方 自然是慈心宗的人 另外一方陈青天不知道 双方虽然没有打起来 但他们领头的人 已经在针锋相对了 张天鼎很是气愤 作为慈心宗道学院的道师 通灵静的人物 他带着十几名道学生 到这方小镇 清理一群恶鬼 没想到也遇到了一名 有着通灵静 利益的鬼匠 经过一番激斗 好不容易凭自己的本事 将鬼匠消灭 想不到却突然冒出一群人来 把这鬼匠的鬼魄给抢了去 他当然不服 可是对方人多势众 他这边除了他之外 只有两名法力静道学生 其他都是开窍静的道学生 但这伙人展现出来的实力当中 虽然也只有一名通灵静强者 可却有六名法力静强者 其余还有近三十名开窍的高手 面对这样的阵容 一旦打起来 他感觉占不到便宜 而且刚才稍微的碰撞 他明显能感觉出 对面那名通灵静的强者 比他要高两个小境界 对方一直想走 他却不停地阻拦 因为通灵静的鬼魄 对他来说实属难得 而且确实是对方恶意抢夺 他当然不愿意咽下这口恶气 几番理论无果 他最后大声咆哮道 怎么 你们南华宗的人 全都如此不讲道义吗 居然这么强取豪夺 今天你不还我鬼魄 谁都别想走 对面的这批人 就是五大道宗南华宗的人 这些人也是 南华宗道学院的道师和道学生 虽然大家同属一个传承体系 可在利益面前 谁也不可能讲这些情面 南华宗这边领头的人 一位通灵静道师也立声道 这鬼魄 明明是我先取得的 怎么能说是你的呢 你在胡搅蛮缠 休怪我不客气 就算你们慈心宗宗主过来了 我也有理 快滚开 张天顶气地咬牙切齿 对方的厚颜无耻 让他几乎失去理智 此刻他再也顾不得其他了 愤怒的心情已经达到顶点 明明是他拼着受伤 才杀死鬼将 对方突然窜出 取了鬼魄 居然就变成他们的 咔 他当即出手 就想抢回已经被对方 放入虚弥那界的鬼魄 这南华宗通灵静道师 也不是吃素的 脸上音笑道 这可是 你先动手的 怪不得我了 两人齐齐出手 法力碰撞之下 张天顶明显吃了亏 这一刻 他再也顾不得其他 开始动用法剑 并且施展功法武技 好胆 对方也不甘示弱 同样拿出法器 施展法术 两人立马大打出手 而他们身后这些道学生 在这种时候 也展开了混战 陈青天没想到 他和白云飞才过来 两方人就开始杀作一团 白云飞这时怒道 看服饰 是南华宗的人 没想到和我们 慈心宗的人打起来了 说起来 我们两宗相隔不远 门人之间也实有冲突 青天 我们上去帮忙 陈青天也看得出来 这打起来 慈心宗这些人 明显落于下风 白云飞都这么说了 犹豫再三 他还是选择出手 看样子 也要在外人面前 展露他的英姿实力了 双方大战 看似凶狠 可惜因为种种原因 都没有痛下杀手 陈青天和白云飞过来 加入战团 这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慈心宗这边 有人认识白云飞 只听他尖叫道 白道师杀过来了 我们来了增援了 不要怕这些南华宗人渣 杀 可选择性的被人忽略了 南华宗这边 见到两人杀过来 虽然吃惊 可也没有太当回事 毕竟他们人数实力上 还是占优的 陈青天一加入战团 法力涌出 周围开窍镜高手 全部被震飞 他有法力镜大员满七十力 战力指数惊人 这时 一人见他张狂 立马杀来 法力攻击到身上 也在就这时 脑海盯了一下 出现大量敌人 击杀可获得血气值 陈青天一笑 很快对上了这名 陈青天年少 攻势相当凌厉不说 嘴里还调侃到 哪里来的小野兽 竟如此不自量力 敢和我动手 你今天死定了 直到陈青天拿出绝品法剑 施展滔天一击的时候 他才感觉到了凶险 那剑光如同九天落雷 势不可当 你 扫 又是一剑 这人感觉到凶险 脸上竟是骇然 同时疯狂施展自己的 功法五技 妄图抵挡 可惜上身衣物 还是背脚的粉碎 体外受伤 体内受震 这如此年轻的雌星宗小子 居然能爆发出 法力进大远满期的实力 这等天赋远强自己 境界也被压制 他手中极平法器 明显比对方法剑 还差一个档次 种种一切 让他心神俱正 只能连连抵挡 没办法放手攻击 陈青天是越杀越勇 不消片刻 便让这人节节败退 有随时丢命的风险 南华宗强者 也不过如此 陈青天再度一剑 嘴里 还随意评价道 这人恐惧中有怒 一名法力进的强者 立马前来帮忙 陈青天目光一鸣 就算以一敌二 他也丝毫不落下风 并且杀得起劲 说起来 他也还没有用出权力 因为场中虽然打得火热 但却没有死亡一人 这是一场杀气 不那么凌厉的战斗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 在南华宗一名开窍 进到学生 被人失手杀死后 场面变得失控起来 有人大喊道 这些雌星宗垃圾 杀了我们的人 我们也不能再手软 杀光他们 果然 在写的刺激下 在怒吼声中 双方慢慢失去理智 彻底杀红了眼 陆续有开窍进到学生死亡 尤其是雌星宗这边 人数本来就处于劣势 很快 十名开窍进的道学生 在围攻中 就死了五名 这一刻 雌星宗领头的张天鼎 再度愤怒起来 吼道 你们南华宗 这是在挑战 我们雌星宗 是想全面开战吗 和他对战的南华宗 道师英策策地笑道 全面开战又如何 我们会怕你们吗 好 那来吧 我先杀你 张天鼎脸上决绝 顿时咬破舌尖 一口血喷在手中法剑之上 接着朝天一吼 口中念念有词 刹那间 一道血影附在他身上 只见他面部争鸣 身体似乎怒涨几分 整个眼睛变为血绿色 南华宗这名强者健壮 脸色微变 嘴里叫骂道 居然想和我拼命 那来吧 谁怕谁 他也同样如此 划破手掌 鲜血洒落空中 却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一道黄影也进入他的体内 杀 他也形象大变 劈头散发 身上的气势连连暴涨 很明显 两人已经打出真火 已经用出通灵之术 要全力施围 拼个你死我活了 另一边 陈青天和两名法力竞强者战斗 依然游刃有余 随着场中死的人越来越多 他心中的杀气也被激活了 就在他准备下杀手的时候 却注意到了一个有印象的身影 那人似乎是和他今年 一同进道学院的道学生 还是个资质妖孽的人物 鸡脚收集第二名的灵门 只见他手中法剑展露光芒 看得出来 这和自己年纪差不多大的小女孩 有着开窍进巅峰期这个境界 说起来 这个年纪有这等境界 很是厉害了 除了妖孽之姿 其他人就算有足够的资源 也难以企及 但在这里 他明显实力过低 可他本事依旧了得 居然能和一名法力竞中期的强者 杀得难分难解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很明显有些不敌对方 和他对战的南华宗强者 也感觉出来了 这名小小年纪的女孩 绝对是一名妖孽的人物 这样的人物一旦成长起来 将会十分的可怕 既然如此 那么便全力斩杀他 而且能斩杀这样的妖孽人物在威莫 能让他感觉到 兴奋有成就 他脸上此时已经露出了残忍的笑容 功法舞技 更是催动到极致 扑呲一击 斩杀这妖孽的小女孩 快感不断袭来 临门心里有些无奈 虽然他天资妖孽异常 战斗力远胜同级高手 可开窍镜和法力镜差距很大 境界被压制得太过厉害 见对方那封锁他前后左右的绝招 他知道 一旦被这一击命中 不死也会重伤 可如今场面如此混乱 他的直属道施张天顶 也在远处和同境界的强者 进行生死搏杀 眼见无人可以救他 他脸色已经被吓得惨白 陈青天可谓观察全局 自然注意到了这危险时刻 对他来说 这可救可不救 哎 少年的热血还是占据上风 他还是决定施以援手 松 绝法一击 直接正退与他交手的两名法力竞强者 而他却快速抽身 青天剑脱手而出 挡下这致命一击 碰 本以为自己要受重创的灵门 突然发现一法剑飞来 替他挡下了这恐怖的一击 他心里万分惺喜 直到关键时候 有谁帮了他一把 定睛一看 却是那陈青天 大脑快速筛选 他似乎有印象了 毕竟当初陈青天的露面 让今年这批道学生都认识他了 灵门嘴唇微张 红扑扑的小脸蛋 有些痴呆 他怎么也想不通 他作为这一届资质最好的道学生 居然被资质最差的道学生救了 陈青天展露出来的实力 简直让他目瞪口呆 难以置信 陈青天一愣 没想到这小女孩 竟然敢当着自己的面发呆 于是大声喝则道 还不退后 这人交给我 啊 灵门有些错乱 不由自主地听话 身体向后退去 这名法力境界中期的南华宗强者 眼见就要斩杀一名妖孽 没想到 居然被另一个少年救下了 这他怎么能忍 但见这少年的模样 他的心神大为震撼 因为这少年 和这妖孽少女差不多大 但明显有着不一样的境界 他也算是厉害的天才人物了 面对这种情况 简直极度地要命 不由分说 他当即就杀了上去 嘴里大骂道 小畜生 你今年多大 敢坏我好事 陈青天哪里会回答 一击剑法施展而出 震得他连连后退 这人也终于确定了 陈青天的实力远胜于他 这让他心生恐惧 可就在这时 先前和陈青天对战的 两名法力境强者 也已经杀不来了 于是乎 这三名南华宗强者 相互对望一眼 脸上杀气肆意 要下定决心 一起斩杀陈青天这等妖孽 陈青天面对三名强者 却大笑道 来得好 今天也该我扬名利万了 都去死吧 这一刻 他也拿出了他应有的杀气 决意剑法三剑合一 率先出击 只见周围雷光密布 气势恢弘 这冲天一击 却叫人无处可躲 三人脸色大变 身形急退 这时才知道 这妖孽少年究竟有多强 那名最弱的法力境中期强者 正用力后退 可为时已晚 哐当一声 他便伸手一触 只听有人叫道 有法力强者陨落了 此人一死 陈青天当即 收到了近两千点血气值 让他心生感慨 干尽更足 随着慌乱的叫唤 场面更加激烈 刚才一直死的 都是开窍境的道学生 如今法力境强者陨落 让不少人感受到了 这场战斗的残酷性 还在厮杀的众人 也震撼陈青天的战斗力 就连白云飞也注意到这里了 他也发现 比起先前 这陈青天要更厉害了 这变化 让人心惊肉跳 他心里暗暗猜测 这么短的时间 这少年就已经突破到 法力境大圆满了吗 而他的对手 实力和他差不多 他根本抽不出手来 去那边看个究竟 陈青天的另外两名对手 见一名同伴死亡 齐齐心计 保持距离 一人失态地叫道 你居然杀周失地 我们南华宗不会放过你的 你会受到我们宗门的制裁 陈青天不以为意 嘴里道 笑话 我是雌星宗道学生 还怕你南华宗制裁 你们两个今天也得死 说话间 他又狠狠杀过去 所展现出来的霸气 让周围的人 有意离他远远的 而这两名南华宗的强者 可惜他们没有权利逃跑 直到被陈青天抓住机会 再次斩杀一名法力境界强者 远处的灵门 已经万分激动 没想到这最差 天资少年这么厉害 简直刷新他的认知 这时候 张天鼎和那名同级别的 南华宗强者 也已经奋出胜负了 此刻雌星宗这名通灵禁道师 已经虚软无力地倒在地上 石城战斗力 已经失去了九城 那南华宗的强者不依不饶 提着法器 就想彻底斩杀张天鼎 可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一声爆喝 统统住手 否则格杀勿论 这一声爆喝 里面包含着强大的威力 让在场所有人的身体 都短暂迟缓了一下 不少人真的停手了 就连陈青天也感受到了震撼 抬眼望去 只见一名身穿暗红色盔甲的大汉出现 在他身后空中 五十头战情遮拦一片云层 上面都有一名乌黑色盔甲的人 他们飞速朝朝这边来 带到所有人下地 战情盘旋在空中 而这批人全部都要有着良好的纪律 整齐华裔 为首这名暗红盔甲的强者 盔甲外面还被一圈钢器包裹着 直到他走近 本来要斩杀张天鼎的南华宗强者 看着已经没有多少反抗能力的对手 居然不敢继续再动手 只见他脸上露出极为忌惮的表情 很怕惹怒这些人 白云飞这时候也停手了 他快速地来到陈青天身边 随着五十名黑甲人把这里包围 所有的人自主地停下了厮杀 白云飞脸色不好看 小声地对陈青天道 青天 有麻烦了 等下你一定要冷静 这些来人可不简单 万万不可当面得罪他们 陈青天不明所以 可他还是严肃地点点头道 我记下了 因为他也感觉到不一样了 在这些黑甲人身上 他感受到了铁鱼血的气质 更恐怖的是 领头的那人 让他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他知道 这人起码跟那木春星 是同一级别的强者 恐怕是法通第三镜刚提镜的人物 而他身后的五十中 其中有三人爆发强烈气势 应该是通灵镜的强者 而其他剩下的人 全部都爆发出法力镜的实力 这一股力量 确实可以横扫这里所有的人 这领头的人 看了看面前的血腥场景 面无表情的大声赤道 很好 你们南华宗和慈兴宗 竟敢在帝国征召期间 相互厮杀 可知你们犯了大下帝国的铁律 案里应该全部斩杀 他的这一段话 配合他身上的气势 让周围所有的人 都有一种心惊胆战的感觉 经过刚才的厮杀 慈兴宗这一边 除了张天鼎 陈青天和白云飞 还有另外两名法力镜强者 就只剩下林门 和另外一名开窍镜高手了 总共七人 南华宗情况要好一点 他们还有十五人活着 但是损失绝对要比这边惨重 因为他们死了两名法力镜的强者 明白刚才的经过 很多人都把眼神狠狠地 盯在陈青天身上 但面对这么多突然到来的强者 也没人敢放肆 南华宗 这名通灵镜强者 来到了领头人的身边 脸上露出谄媚的笑容 讨好般地说道 这位统领 我是南华宗道士李水光 这是从始至中 都是慈心中的人挑衅的 我们才被迫反击 所有的罪责 全部在他们身上 我们南华宗人是无辜的 绝对不是我们 有意要触犯帝国铁律 是吗 这名统领冷冷地盯着李水光 大喝一声 把他们全部带走 押回去接受审查 听到这话 陈青天暗暗心惊 他身体的法力 已经暗暗调动 如果情况不妙 他想着逃跑 可白云飞一下拉住他的手 脸色严肃地轻微摇头 轻声道 不要轻举妄动 不光陈青天感觉不安 南华宗几个年轻道学生 还想反驳 可李水光却狠狠瞪了他们一眼 接着嘴上说道 这位统领 这是确实是慈心中挑起的 他们先动的手 可这时 张天鼎也走了过来 他拖着重伤的身体 气愤地说道 你瞎说 明明是你抢夺我的鬼魄 是你挑事在先 还污蔑我们慈心中 这位统领 你可不要听他一面之词 这统领终于不耐烦了 再度说道 不管你们谁对谁错 我现在正式警告 所有人收起法宝 带上天机枷锁 跟我们走 来人啊 把他们全部控制起来 说话 他身后的50名黑色盔甲强者 开始动手 并且从身上 拉出一副特制的枷锁 想要把所有人靠起来 慈心中张天鼎 和南华宗李水光 虽然脸上表现出 不情愿的样子 但却不敢反抗 还用眼神示意众人 不可轻举妄动 见此情形 陈青天也自然不敢乱动 老老实实地 被戴上了一副枷锁 当双手上靠之后 他能明显感觉到 体内的法力 被压制得很厉害 此刻的他 从原来的法力 静大远满期 变得只有 只能动用法力 静初期的力量 稍微一用力 感觉这副枷锁极为坚固 以他现有的力量 真的难以挣脱 一旁的白云飞解释道 青天 别费力气了 这是帝国特有的天机枷锁 可是相当于 一剑厉害的法器 一旦戴上 以你我的力量 很难挣脱 陈青天这时 也疑惑地问道 白道师 这些到底是什么人 问话的同时 所有的人被带到战情背上 看样子 要被压界到哪里了 白云飞这时也解释道 青天 这些全都是天机营的人 而天机营 是大夏帝国的一个暴力机构 也是一个特殊机构 凡是加入天机营的人 起码都是法力静的强者 他们的职责 就是维护大夏帝国的平稳 大部分修炼者 不服管教和突发事件 都有他们的身影 他们的权力极大 即便是法通实境的强者 也可以先斩后奏 无论是帝国内的大家族 还是我们这些大宗们的修炼之人 他们都有权管辖 听到白云飞的话 陈青天也暗暗心惊 大夏帝国的威势 果然不一般 天机营抓了大家 这些强者 这些孤傲的修炼者 慈心宗和南华宗领头的道师 不敢反抗不说 还这么乖乖听话 这背后 必然出现过黑暗历史和血的教训 否则这些人 怎么会乖乖听话 如今所有人都被制服了 陈青天不知道 接下来会面对什么 他试探性地向白云飞问道 白道师 你说 他们会怎么处置我们 白云飞想了想 不确定地说道 刚才那统领也说了 我们犯了大夏帝国铁律 不可相互厮杀 按理说 像这样的情况 以往的经验来说 不会有什么大事 不管怎么说 这里有我们两大宗门的强者 可能有相对的惩罚 但绝对不会有性命之忧 我们当时没有反抗 他们没什么理由 现在杀我们 陈青天听到这些话 便心安不守 可依旧保持警惕 小心张望 看有没有跑的机会 他不愿意任人摆布 而就在这时 已经稳住伤情的张天鼎 突然开口了 白道师 你身边的这位少年是谁 他怎么穿着我们道学院的服饰 我记得我们道学院 可没有这么一号人物 张天鼎此时非常虚弱 而慈心宗道学院活着的七人 也全部被压解在 一头战情的背上 这庞大的战情 战力十人完全没有问题 这些天机营的人 一个个骑着战情 把慈心宗和南华宗的人围在中间 统一安排在三头战情上面 也不怕他们跑 刚才的大战 陈青天的表现 很多人都看在眼里 张天鼎虽然一开始 就对上南华宗的一名强者 无暇分心 可陈青天杀了两名法力镜强者 他也发现了 可他无论怎么回忆 也想不起来 这位有法力镜大员满期的少年是谁 看他的年纪是如此年少 当时爆发出来的实力 却是那么的惊艳 白云飞知道一切都瞒不住的 从陈青天展露争鸣的那一刻起 他就知道 这个少年将会被大家熟知 这时也解释到 张道师 这位是今年分给我的道学生陈青天 什么 今年这届的道学生 张天鼎文言 浑身一震 难以置信地望着陈青天 他心里翻起滚滚波浪 道学院什么时候出了一名这样的妖孽了 不光是他 这几名一起被勘压的道学生 也惊恐地望着陈青天 不相信他是今年才入学院的道学生 可有一人清楚 陈青天确实是这届加入道学院的 临门当即站出来说道 白道师说的没错 他确实是今年和我一届的道学生 而且还是今年 以最差资质入学的道学生呢 是他 另外一名活着的开窍 近到学生大呼 似乎听说过今年这届陈青天事情 张天鼎实在难以接受 他怀疑道 怎么可能 他年纪不过十六七岁 如果资质一般 怎么会在这个年纪达到法力近大圆满 这种事情我简直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白云飞无奈地摆摆手 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可他脸上有些掩饰不住的得意之色 谁让陈青天是他的道学生 他最后高兴地说道 张道师 但事实就摆在眼前 这陈青天就是这么妖念 张天鼎上下打量陈青天 叹息地说道 看样子 你必定有天大的奇遇 陈青天这次也开口了 张道师 诸位道友 我个人确实有奇遇 所以才能达到今天的成绩 众人释然 全部用羡慕的眼神望着陈青天 这时 灵门双眼闪光地对陈青天感谢道 陈道兄 刚才多谢你 否则 我就要被别人打扁了 不过你好奇怪 以前隐藏得真够深 陈青天笑了笑 道 同为道学生 相互帮助是应该的 我这个人 就是比较低调而已 如今不是在你们面前暴露出来了 灵门眼珠子转了转 凑过来问道 是吗 这是你真正的实力吗 这语气乃声乃气的 眼睛格外灵动 一看就是一个很开朗的人 陈青天点点头 承认道 我暂时就是你们看到的这等实力 灵门不死心道 那你能不能具体说说 你为什么会这么强大 要知道 我从小修炼速度就比别人快 这跟你比起来 差得太远了 我感觉好难受 陈青天嘴角抽抽了一下 这小女孩还真敢问 而就在这时 战情开始被指挥下降 只听天机营这位统领的大声喝道 都下去前方那个村落 一声令下 所有的战情十分配合 全部向下飞去 整齐地落地 所有人下来后 这些战情又从心飞上空中 训练得非常好 陈青天心里也暗暗称奇 这些战情本身实力不错 以他的估计 50头战情都有开窍镜实力 而那天机营统领所乘坐的那头 最庞大战情 可能有法力镜实力 很是灵动 像是能听懂人言 已经算是妖情了 这突然落地 等众人慢慢靠近村落 才发现是什么事情 因为前面的村落 盘踞着一群恶鬼 这天机营统领 很明显提前发现了 他来到慈心宗和南华宗 这些人面前 脸上严肃地说道 现在我就给你们一个 将功赎错的机会 你们不是喜欢相互厮杀吗 现在 我要你们去斩杀 前面村落的恶鬼 我会盯着你们 谁都不能偷奸耍华 否则我会当场惩罚他 听闻这些话 无论慈心宗 还是南华宗的人 纷纷脸色大变 众人越靠近前面 就越发现不对劲 这个村落的鬼匠可不少 冲天的阴气 让那片天空都涌现出黑色 说不定里面还有通灵镜 甚至钢体镜鬼匠 如今叫他们一蜂窝杀上去 可真是凶险得很 但是天津营统领 已经把狠话放在前面 这些人也只能硬着头皮 慢慢前往村庄 慈心宗在这里的人 也就七人 还有两人是开窍镜 南华宗虽然有十几人 可也只有五名强者了 双人精卫分明 相互敌视 一行人磨磨蹭蹭地摸过去了 白云飞对旁边的张天鼎关心道 张道师 你的伤 唉 张天鼎叹了一口气 直言道 我的伤势的确还很严重 就算刚才服用了大量疗伤丹药 最多也只能发挥出三四成的实力 接着他小声道 等一下情况不妙 我们该跑还是要跑 不能白白送死 众人全部面色凝重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后面天津营统领脸上 露出一丝冷酷的笑容 继续出声喝道 怎么 刚才你们杀得那么勇敢 现在面对恶鬼 却如此拖沓 全部杀上去 否则就别怪我动手了 随着他的话 这些天津营的队员 全部爆发出身上的气势 顿时 他们成为最恐怖的督战队 如果再停滞不前 他们就要动手杀人了 两方人没有办法 只能向村里杀去 陈青天也跟着默默上前 他当然不会乖乖就范 情况不妙 他就算不第一个逃跑 也绝对会在适合的时候跑 好 一声句吼 村落里面的厉害恶鬼 也发现有人靠近了 浦龙动静越来越大 成群的凶鬼杀了出来 放眼望去 这真是一个不小的鬼窝 白云飞法剑上不满法力 他严阵以待道 大家节鎮 不求大杀恶鬼 首先自保 我不行那天 金银统领会看我们全死在这里 随着白云飞的话说完 慈心宗这边七人紧紧抱团 严阵以待 而南华宗那些人也一样 快速围在一起 对抗冲击而来的恶鬼群 杀 随着大叫声响起 场面顿时乱作一团 陈青天面色凝重 他也看出事情的严重性了 数以千计的恶鬼袭来 其中夹杂着十几名法力净鬼将 甚至还出现了两名气势无比强盛的鬼将 完全能感觉出来 他们有着通灵净实力 虽然压力大 可还没到逃跑的地步 事已至此 他为了血气质 还是要拿出全部实力 绝平法器 青天剑不停展现锋芒 绝我 绝人 绝法 剑招平出 气势动山月 豪气震人心 要说场中实力最强的 那一定是慈心宗的张天顶 和南华宗的李水光 可这两人 张天顶身受重伤 没法发挥通灵净的实力 就连通灵请他借的力量上升都办不到 人鬼厮杀 他一直用普通攻击 连攻法武器都很少动用 这回看起来 战斗力还不如陈青天 至于李水光 他看起来倒没受什么重伤 可战斗意志低沉 明显出攻不出力 明眼人一看 就是在打酱油 极度保存实力 随着越来越多的恶鬼杀出来 两宗二十几人被团团包围了 不可避免的 伤亡出现了 南华宗那边 几名开窍境高手 被冲击得远离战团 很快被恶鬼撕成碎片 李道师 救我 又一名南华宗开窍境高手 遇到了最危险时刻 他无比慌乱地呼救 希望那李水光能救他 可他明显失望了 李水光明明看见了 如果他全力失为 未必不能救下那人 因为种种原因 李水光面无表情 充耳不闻 他心里有他的算盘 该死的 死了这么多人 那些家伙怎么还不出手 难道真要看我们死绝 李水光嘴里小声嘟囔 他暂时还不敢跑 因为那天金银统领 全部精力都锁定他了 他没有把握跑掉 他在等 天金银那些人 最多是想给他们一些教训 等会一定会出手 他想等会人死得差不多了 对方一定会过来 一起消灭恶鬼 天金银这边 一位通灵进强者 对这位统领道 徐统领 我们该出手了吧 那些家伙死得越来越多了 照这样下去 正在战斗的开窍境 全部会死光 传出去怕是不好听 徐统领饶有兴致地 看着前方战斗 他开口道 刚才他们两方战斗 死的人可比现在多 这些个大宗门 经常不把帝国律法放在眼里 死光了最好 接着他又目光惊异道 我注意到一个人了 这小子倒是有意思 我看他有顶尖妖孽之姿 手下这名通灵进强者 似乎也很意外 连忙附和道 徐统领 我也发现那少年不一般 看上去不到18岁 居然有法力进大圆满的实力 我关他那套剑法 恐怕已经大成 徐统领眼里散发出独特的光芒 他缓缓道 他这套剑法非常不错 已经运用到极致了 恐怕已经炼制大圆满了 这样接近神才的人物 居然在雌星宗手里 真是浪费 等下我找他谈谈 如果能拉近 我们天机赢 那最好不过了 手下通灵进强者闻言 也是双眼放光 大声道 徐统领高见 这些人当中 这小子最是勇猛 所有人都小心翼翼 出弓不出力 唯独他大肆斩杀恶鬼 这等气势 看得我热血澎湃 恨不得和他联手杀敌 说吧 他已经拿出法宝 小心试问道 统领 我看也死了不少人了 要不我们出手吧 徐统领摆摆手 声音低沉道 别急 还没到时候 那法力进强者 眼下还没危险 一些开窍进家伙 死了就死了 他们说话间 陈青天已经杀到最精彩的时刻了 两名法力进鬼将 接连被他斩杀 现在又独自对上一名鬼将 统领 那小子真是厉害 后面又一名通灵镜天机营强者 上前说道 天机营这些人 此刻作为旁观者 看得最是清楚 全部注意到 那表现最突出的陈青天了 认为他有妖孽之姿 就连那 真有妖孽之姿的灵门 所有光芒都被他掩盖了 此刻的陈青天杀的兴起 身边六名雌星宗人 对他纷纷侧目 内心复杂不已 他隐隐约约成为了战场领头人 就连张天鼎和白云飞都围着他 跟上他的节奏走 只听白云飞这时急促道 青天 快斩杀这名法力镜鬼匠 我们要退了 有通灵镜鬼匠 朝我们杀来了 陈青天文言 手上动作更快了 攻势也变得无比凌厉 错 一道雷光飞射 间跃百米 这头法力镜鬼匠 终于死在他手上了 而他也看清形势了 只见那比其他鬼族要高大的 多的通灵镜鬼匠 杀气腾腾 鬼物环绕 正咆哮而来 这种情况 张天鼎发挥不出多少实力 加上周边无数成群的鬼族围攻 谁也没有心思再战 陈青天不再留恋这里的恶鬼 也有意望了后面的天机营都战队 望向白云飞道 白道师 各位道友 我们向后杀吧 危难之际 无论张天鼎还是灵门 亦或是那两名法力镜强者 全部听从了陈青天的建议 纷纷向后退去 对于慈心宗这边的动静 南华宗李水光也看在眼里 此刻的他已经对上了一名通灵镜的鬼匠 如今他身边 包括他自己在内 也只剩下八人了 短短时间 伤亡一半人数了 也就比慈心宗多一人了 到了这种时候 他先是嘴里冷哼 接着也下达命令道 慈心宗那边顶不住了 我们也退 但不能退得太快 跟他们保持一点距离 他心眼可是不少 这种时候 即使大家都退 他也要比对方少退几步 那么 就算天机营那些人要找麻烦 第一时间也不可能找上他们 两个大宗门的人员变化 后方的天机营统领 全部看在眼里 可是他依旧没有指挥手下向前支援 但是也没有喝止那些人后退的行为 这时候他动动手势 他的这些下属 顿时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一个个已经亮出了法法宝 时刻准备着出击 陈青天等的人的后退速度 还是太慢了 好 一声巨响 那通灵镜的鬼匠 浑身似乎得到一股新的力量加持 庞大的板斧 带着灵力的攻势 朝众人挥了过来 滔天的气浪 让这七人的阵型再也支持不住 纷纷散落开来 到了这个时候 就只能个顾个了 面对这气势惊人的鬼匠 陈青天心里的战意也被点燃 那就试试看 我和通灵镜有多大差距 刺 他青天剑往上方一抛 身体翻转 法力爆发 使出三剑合一 这绝凭法剑如同瞬间一动一般 从一个时空消失 轰然出击 打在了鬼匠身上 与此同时 陈青天再度凝聚庞大的拳镜 无缝连接一般 战体拳八招 如同狂风暴雨 垂向了这名鬼匠的身体 碰 碰 碰 刹那间 一人一鬼净身激斗 法力遍布周围 陈青天的这份霸气 也震惊了身边的众人 白云飞大吼一声 对着不远处的两名法力 进到学生喝道 我们一起 助他一臂之力 杀了这鬼匠 这两名法力进到学生 也都是厉害的天才人物 全都有各自的傲气 先前所有的风头 都被陈青天抢去了 这个时候 他们怎么会甘心 也纷纷大吼道 好 我们拿出雌星宗道学生的风范来 用出我们最强的攻击 斩杀这恶鬼 杀 杀 杀 三人杀生惊天 施展出各自最强的攻击 朝着通灵鬼降杀去 还一直属于虚弱状态的张天鼎 见到这些人表现出来的战役 也微微动容 刹那间的犹豫 他也不甘示弱地祭出法宝 施展法力打去一击 好 通灵进鬼 将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 也终于暴怒 他的智慧已经不低 或者说 除了脾气暴躁 语言不通 思维方式不同 其他战斗意识 绝对超过攻击他的这些人 众多的攻击 让他承受不一样的痛楚 但他依旧能展开凶猛的反击 砰砰 双方产生了剧烈碰撞 如同原地惊雷 旁边的法力波动 掀翻一批鬼族 远处的灵门 和另外一名开窍进到学生 此刻已经被鬼族淹没 大战到了这个时候 所有的人都拿出来最强的姿态 这样激烈的战斗 就连后方的天机营众人看了 也纷纷动容 不停请战 这徐统领知道时机已到 当即大声道 兄弟们 跟我一起 杀光这里的恶鬼 杀 几十名法力竞以上的强者 如同风暴一般地扑了上去 众人爆发出来的法力 犹如海啸狂风一般猛烈 无数的鬼族 被他们祭出的法宝 打翻在地 这些人相互之间配合默契 所展开的阵型 跟这些宗门弟子 所布置的阵型 完全不一样 看得出来 他们学过真正的杀阵 绝不是一般的强者 叹息 哪怕他们 这些人用尽全力 做出了最大的努力 可面对这有着神秘力量 加持的通灵镜鬼将 他还是感觉到 压力山大 众人联合一起 也只能和他打个平手 想要斩杀这鬼将 可能没那么容易 他心里知道 这通灵镜鬼将恐怕 有着通灵镜后期 或者巅峰的实力 自己法力镜和通灵镜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如果他一个人面对这鬼将 恐怕也只能落荒而逃 听到后面的喊杀声 他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看样子 那天基因统领 并没有打算坑死他们 关键时候 还是带人杀过来了 这样一股庞大力量杀来 这村子里面冲出来的 两千恶鬼 最终也难逃被绞杀 陈青天也见识到了 那名天基因统领童的本事 只见他手上一杆长枪出现 那枪身通体血红 并伴随着诡异的红雾 一枪刺出 数十名鬼族 被他捅得四散裂开 漫天飞驰 连续三枪 一名法力镜的恶鬼 就被他打得粉碎 那刚进的力量 看得陈青天震撼不已 刷 就在这时候 一名通灵竞的天基因强者也过来了 插进了陈青天等人的战斗 只听他出声道 你们不错 能和这样的鬼将杀得有来有回 但是还不够 看我的 这人怒吼一声 一把乌精大刀闪烁如水光芒 看品质 恐怕是有宝气之威 他一击而下 鬼将当即到飞出去 所有剑撞 快速追上前 众人联合一起 杀了这鬼将怒吼不断 连连后退 情况也完全反转过来了 大家以这天基因强者为首 不断发起攻击 鬼将身上所有的防护武器 全部被打落了 陈青天趁他不备 和其他人对攻之时 直接从后偷袭 青天见一击 把他后脑刺穿 噗哧 接着大力一挥 破碎他的脑袋 抢下了这致命一击 众人见此 全部松了一口气 最后 天基因这名通灵竞强者 也把眼光望向了陈青天 眼里很是欣赏 随着脑中气灵的提示 陈青天的脸上也出现一丝喜悦 因为击杀这名鬼将 他居然获得了五千多的血气值 看样子 这个人头抢的还是值 看着已经开始溃败的恶鬼群体 他眼里出现一丝贪婪之色 也不多说什么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当中 全力地追杀起来 而这名通灵竞天机营强者 也在众人的目光之中 收起了这枚通灵竞鬼将的鬼魄 慈心中的这些强者看在眼里 也不敢说什么 如今这种情况 也只能任人摆布了 哪还有胆 跟他们抢夺战利品 陈青天远离众人 不停服用高级回复单和高级领悟单 运转功法 疯狂追击开始溃败的恶鬼 一直到最后 他完全脱离人群 这个时候他只要愿意 就可以独自跑掉 远离这里 但是他经过衡量 还是返回去了 他心里有数 经过这次恶鬼大战 天机营的人大概率 不会继续为难他们了 等陈青天回来时 这些人已经在打扫战场了 一名最外围的天机营强者看到他 脸色惊异道 陈青天也不感觉意外 面色如常地跟上了 等来到这天机营统领身边 这人面无表情地望着自己 双方一番审视之后 陈青天倒是先开口了 不知道这位统领找我有什么要说的 徐伟仔细打量面前的少年 他面容虽然粗犷 可心思不少 他先是笑着夸道 年轻人 你刚才杀恶鬼很是勇猛 我很欣赏你 陈青天谦虚道 哪里 这都是我被之人应该做的 只有把恶鬼清楚干净了 才能让帝国更安宁 徐伟点头道 你说得不错 帝国的稳定安宁最重要 你年纪轻轻 有这等实力很不容易 天资实在妖孽 不知道你是否正式加入了慈心宗 陈青天心里一惊 他看对方眼里 有些不一样的光芒 知道这人是看上自己了 恐怕要拉自己入伙一般 硬着头皮 他只能如实答道 这位统领 我师父出自慈心宗 不过 我还未正式加入慈心宗 咦 徐伟瞳孔放大 心里惊喜 他认为 陈青天这样的妖孽 必定是败入慈心宗厉害人物坐下了 没想到 他还不是慈心宗门人 那么就是单纯的道学生 他也不废话了 志愿说道 真没想到 你这样的妖孽人物 慈心宗都没有拉你入门 我看这样好了 你不如加入我们天机营 以你的天赋 加上我们的资源 你很快会达到更高的境界 获得帝国荣誉 比在这宗门要好无数倍 陈青天听到对方邀请 心里有过片刻的犹豫 不过他 很快摇头道 谢谢徐统领台爱 我还想在慈心宗道学院学满三年 之后再做打算 他这样说 倒不是有多喜欢慈心宗道学院 而是相对比起来 道学院更自由轻松 这天机营 一看就是全军式化管理 去了那里面 一切有板有眼 他还怕暴露仙无宝库的秘密 那里或许有无数资源供应 看起来威风凛凛 可未必合适他 面对陈青天的拒绝 徐维没有意外 反而继续说道 你天赋无限接近神才 慈心宗自然会重视你 但是我们天机营强者无数 我能引见你 拜入我们营帅座下 他可是法通第十境的强者 能指点你很多 你考虑一下 徐维这话 对很多修炼者来说 诱惑可谓极大 能拜这种强者为师 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陈青天心里暗叹 他在慈心宗 真的很不受重视 但是这次暴露了实力 回去后 恐怕会被重视吧 别人想拜强者为师 他反而怕这一点 那种强者 他就遇到过一个 就是镇妖城那首座长老林奥天 在这种人面前 他全身上下没有一点秘密 真拜他们为师 自己的秘密能守多久 他是万万不愿意的 没有过多的犹豫 陈青天再次拒绝道 徐统领 多谢你的好意 等我在慈心宗三年修炼完成以后 我才会考虑加入天机营 现在我希望继续留在道学院里面 还望你能成全 说完 他眼神坦荡 直视着天机营统领 可还不等着徐维说话 他身后两名手下 就上前喝道 少年 我们统领已经给你 开出这么优厚的条件 在我们手里 说完 他们身体还爆发出强烈的气势 看这架势 是要威胁陈青天 面对如此情况 陈青天眉头跳了跳 依旧和颜悦色地说道 怎么 莫非帝国天机营不讲道理吗 非要强迫我加入你们 给我些考虑的时间都不可以吗 哈哈 徐维这时爽朗了一笑 制止了放肆的手下 豪气道 不至于 不至于 不过你也说了 会考虑一下 等你考虑清楚 可以随时来天机营找我 我叫徐维 属于纪乌双营帅坐下的人 记住了吧 陈青天轻声道 记住了 徐统领 如果以后 我想加入天机营 一定会来找你的 好 两人谈话完毕 周围的一切都打扫干净了 等徐维带人离开后 这时张天鼎和白云飞 也快速地来到了陈青天的身边 一同过来的 还有道学院另外两名法力竞强者 就连灵门也过来了 看得出来 他受了不轻的伤 另外 跟他一样实力地开窍竞高手 已经消失不见了 很明显 青天 刚才那统领是不是想招揽你 陈青天没有隐瞒 平静道 没错 刚才那徐维统领 确实想招揽我进天机营 还说给我介绍一名名帅师傅 白云飞听后 道吸一口气 眼里出现一抹震撼 另外的张天鼎等人 也全部死死盯着陈青天 非常想问他 这样的好事他是不是答应了 见到他们紧张的样子 陈青天轻笑 摇摇头道 白道师 你误会了 虽然他想拉我进天机营 可我怎么说 也还是慈兴宗道学生 当然没有这么容易答应他 你们别多想 你没有答应他 张天鼎瞪大了眼睛 羡慕地说道 天机营的营帅 大多是法通第九竞 第十竞的强者 而且 他们的权势极大 很多都还是皇室成员 接着他又感慨道 如果我有机会做这些人的弟子 我可能都会好好考虑一下 当然了 我已经是慈兴宗核心弟子了 也就想想而已 你可还没有正式加入我们慈兴宗 完全可以把握这个机会 不光张天鼎 众人都不解成青天怎么想的 可能他也没有过多的解释 他自身的情况 这些人又怎么会清楚呢 也就在这时 天机营的强者过来了 对众人说道 我们统领说了 因为刚才你们作战十分英勇 所有接下来 不用戴上枷锁 但这些并不能喜涮你们身上的罪过 我们还是要带你们先回 萧天玉主城 等候迎帅发落 回去的途中 一旦遇到恶鬼 需要你们和我们一起冲杀 听清楚了吧 众人心里虽然不满 但还是表面迎合道 明白了 就这样 慈心宗和南华宗等人 再次坐上了两头战情 跟这些天机营人一起 往主城方向飞去 这次战斗当中 损失最大的 就是南华宗了 他们原来用两头战情 才能坐满的人 现在只需要一头了 那里李水光全程黑着脸 敌视慈心宗这些人 心中更是把天机营八倍祖宗都骂了 慈心宗等人 怕遇到突发事件 全部在战情身上调理身体 陈青天也一样 端坐在战情身上 这时他在总结 刚才杀了那么多鬼族鬼将 到底有收获多少血气值 而在刚才的战斗当中 他杀了一名通灵禁鬼将 三名法力禁鬼将 获得了一万多血气值 同时杀了一百多 接近两百鬼族 获得三万多血气值 加起来 有接近五万的血气值 如今总共拥有一十二万多血气值 但这些数量 完全不够他提升到通灵禁 到了这里 陈青天也压不住心里的疑惑了 在脑海中 向仙武宝库气灵询问道 气灵突破通灵禁 除了要消耗大量的灵力丹 还需要什么 气灵这次 没有马上回答陈青天的问题 而是产生了犹豫 接着庄重的声响在脑海中浮现 陈青天 有些事情 我也需要向你说明了 你应该也知道 突破通灵禁 需要感应一戒吧 陈青天回答道 不错 我也询问过别人 通灵禁起码要感应一戒 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仙武宝库气灵这时道 你一定不知道 我是从哪里来的 也不清楚 为什么宝库里面有这么多宝物 陈青天若有所思 他明白 这气灵要告诉他 一些仙武宝库的秘密了 果然 气灵这时候道 我其实来自于仙武界 仙武界 陈青天听后不明 所以他也没有答话 气灵接着解释道 当初的仙武界非常强大 远远不是你这个世界能敌的 所以宝库里面的东西 也比你们世界的宝物 要高好几个档次 可惜后来 仙武界在修罗界和魔界的 联手打击之下破灭了 但是这仙武界最大的宝库 被仙武至尊 隐藏在不知名的混沌虚空当中 而打开宝库的钥匙 也被你得到了 原来是这样 陈青天听后 他只能凭猜测想想当中的故事 但这件事情当中 所谓的仙武界 修罗界 魔界离他还太远了 陈青天问道 气灵 你告诉我 这些是什么意思 气灵这时候回答 仙武界虽然破灭了 但在仙武宝库里面 有一座鹰鹉店 当初无数的仙武战士 他们陨落之后 最纯粹的鹰魂都安置在里面 期待有一天可以复活 我要说的是 你没必要去感应其他世界 而是可以直接从仙武宝库里面 通灵鹰鹉店里面最纯粹的鹰魂 那些鹰魂的强大 也是不可想象的 哪怕最弱的鹰魂 借你1%的力量 你也可以越大进挑战强者 听到这话 陈青天心里大喜 想不到这仙武宝库 可以让他不需要感应其他的世界 能直接在里面通灵出鹰魂 陈青天再次确认道 是不是只要我服用足够的高级灵力单 达到这个境界的灵界点 就能连通那鹰魂店 契林立马回答道 不错 连接鹰魂店 并不要付出什么代价 我到时候会帮你连通的 陈青天笑了 看样子 这通灵镜付出的代价 相对来说 还真是够少的 得到了这些答案 陈青天只想快速收集到足够的血气值 好达到通灵镜 没多久 战情上的众人 再次发现零散的恶鬼 有鉴于全是一些鬼族 这样的任务 自然交给慈心宗和南华宗等人 做最廉价的打手 不管别愿不愿意 陈青天那是一马当先 飞速成为这些人的标杆 更让天机营的人赞叹不已 他的这种行为 让下来和他一起杀恶鬼的李水光 不停小声咒骂道 呸 什么垃圾妖念 有点气韵的村镇小子罢了 你小禽兽 别让我逮到机会 否则一定让你死得很难看 剿灭这伙恶鬼 在天机营统领带领下 大家一路飞飞停停 左右巡视 以这等战情的速度 经过两天一夜 队伍就要进入 再也很难遇到了 结合路上得到的消息 看驾驶 整个萧天狱 恶鬼基本清除干净了 以陈青天的勇猛 又收集到了近十万的血气质 当经过主城外围一座大山时 领头的徐薇仿佛有感应一般 命令战情向下飞去 接着他开口说道 下方有异常 谁去看看 如果有恶鬼 就地剿灭 他话音刚落 陈青天居然大声道 我愿意主动去探查 众人错愕 此处丛林茂密 地形严峻 障毒支气横生 别说普通人 就连武道开窍禁高手贸然闯入 恐怕死亡概率也是极高 就算一个有法力尽实力的人物下去 万一里面隐藏一批厉害恶鬼妖物 也有大风险 可陈青天居然主动请英 胆子当真是大 也有人认为他愚蠢 徐薇也一些意外 可短暂地犹豫 他还是笑着说道 好 陈青天 你很有勇气 去吧 你自己小心点 发现应付不了的恶鬼 马上发出警示 陈青天点头答应 也不顾白云飞等人劝阻的眼神 在战情靠近地面的时候 瞬间跳了下午去 支呀 落地的陈青天 膝盖以下 被斧页覆盖 才往前走几十步 他就感觉踩进泥潭里面 咦 一个跳跃 他立刻摆脱 缝 接着出手一剑 寒芒牵齿 前方就开出一条路来 这样不就轻松多了 陈青天自顾笑道 接着他浑身法力爆发 无数道剑气爆炸开来 巨大的动静 撤向这片山林 战情上方的众人都感觉到了 关心的人面露担忧之色 敌视的人窃窃私语起来 李水光更是对身边人说道 这等家伙 自以为是 闹出这么大动静 等下惊动厉害恶鬼 必死无疑 徐薇见下方动静 对身边人说道 这小子 故意闹出大动静 想引出躲藏起来的恶鬼 果然 在陈青天反复折腾挑衅之下 一声拒吼出来 吾吼 接着又是一声声嘶吼叫出 十几名法力进鬼将杀出 直接朝陈青天袭来 都出来了吗 陈青天出手很辣 剑如犹龙 一击杀倒一名最近鬼将 接着他战力全开 无敌的气势拿出来了 这些鬼将 哪怕全部围上来 他也没有丝毫退诉 一人独斗十几名鬼将 就在他连杀五名的时候 也被一名厉害法力进鬼 将鬼气侵入体内 杀 陈青天怒啼一口气 庞大的法力压制体内躁动 一瞬间 他双人通红 法力进大圆满 他加上自身圆满的功法武技 已经真有妖孽一般的战斗力了 全部去死吧 顿时 雷霆大作 剑雨漫天 全风呼啸 陈青天没有丝毫 要发出球员的信号 他要一个人要杀穿这里 可惜 一直到杀死十名法力进鬼将 他才知道到极限了 浑身上下的气甲 被打碎了无数次 可以说伤痕累累 体内积攒的鬼气越来越多 好 这在这时 又是一吼 更厉害的鬼将出现了 陈青天脸上一笑 知道这不是现在他能应对的了 恶鬼全部出来了 徐通灵 该你们出手了 一声明亮的爆喝后 陈青天连连退往密林深处 徐薇听到后 也终于知道时机成熟 该是带全部人杀下去的时候了 随着战情再次下降 所以人跳下去厮杀起来 这个时候 也没人注意 陈青天去了哪里 此刻他的 也终于凑够足够的血气值了 看着显示的24万血气值 他清楚 是时候突破到通灵境了 远离战场后 他找到一处安全的位置 在脑海里向气灵道 气灵 我要兑换高级灵力丹 也麻烦你 帮我连通 仙武宝库里面的鹦鹉垫 气灵收到信息 立马到 等你服用灵力丹到灵界点 我会把鹦鹉垫印记 打在你身体里面 那好 来吧 陈青天拿到高级灵力丹 一直服用238枚 就感觉到顶点了 他浑身法力弥漫 整个人有一种 要破茧成蝶的冲动 也就在这时 虚空当中 一枚神殿印记 进入他体内 陈青天浑身巨震 脑海里出现很多画面 无数金甲战 是 飞在虚空当中 他们手中武器 变化无穷大 眨眼睛 星辰破碎 空间塌陷 陨落的战士 哪怕一滴血 落于地上 也能幻化为湖泊 好一会 陈青天消化一些东西 才明白 鹦鹉垫那些阴魂 恐怕是这个世界 所传的他界仙人 那些战士 必然是仙战士 他也感应到 如今他可以召唤 这些纯粹的阴魂 只不过 以他此刻的法力 也只能借用这些阴魂一点力量 他不知道这力量究竟如何 用剩下的血气质 他兑换了一种通灵法术 这不是什么高深法术 但没有感悟到其他世界之前 休息了也没有什么用 照着上面的方法 他简单念着口诀 双手结印 在咬破手指 洒出一滴血后 刹那间 他连通了 鲜舞宝库的鹦鹉垫阴魂 一股神奇的力量 附在他身上 这股力量 没有意识 全凭他操控 松 陈青天沉迷这种 比以前更强的力量 一拳击出 地动山摇 再次狂击 前方悬崖山体塌方 碎石压他巨树 绝凭法剑配上剑法 一击横扫成百上千大树 刷 又一剑 剑芒直击千米远 这就是我通灵后的实力吗 陈青天尝试一番才发现 此时的他 比起法力经大远满时 强了十倍不止 冷静下来后 他压下心中的喜悦 这时候 他离刚才战斗的地方很远了 什么动静都听不到 他突破新境界 也没用识多久 是时候返回去了 他最后 打开个人实力面板 发现自己变化很大了 陈青天 男 16岁 寿命长 三百境界 通灵境 初期 自治 天才 零 十 功法 雷鸣神境 人疾极品 大圆满 武技法术 战体拳 人疾上品 大圆满 决意剑法 人疾绝品 大圆满 通灵法术 人疾下品 入门 法宝 青天剑 法器绝品 血气值2145突破通灵境 比起之前 他寿命又增加了100岁 功法武技也全部大圆满了 又新学了通灵法术 但血气值几乎消耗一空 接下来 他还需要加倍努力 才能继续破境 回到刚才战斗的地方 一切已经结束了 有了陈青天探路 所有恶鬼被引出 也因为这样 在徐薇指挥下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这样的结果 大家都乐意看到 最大的功劳 自己是陈青天的 徐薇见到他时 突然眉头一皱 感觉这少年有些不一样了 他没有多想 上前夸道 小子 刚才去哪里了 我还以为你被恶鬼追杀了 陈青天压下身体所有法力 刚才的战斗 他外伤还在 但体内鬼气早已清除 这时大方道 徐统领说的没错 刚才情况危急 我被恶鬼追了老远 最后侥幸反杀 但自己也伤得不清 暂时没法战斗了 徐薇眼里出现一抹敬意 又有些可惜道 陈青天 你绝对是天生的战士 不加入天机营 实在太可惜了 说起来 如果你是我下手战士 这两天下来 你所斩杀的恶鬼 可以换算成不小的功劳 能获得不少好处 你要不要现在做决定 陈青天淡淡一笑 摇头道 等三年后再说吧 唉 徐薇叹息 也不再说什么 回到白云飞等人身边 众人都说他太过鲁莽 下次不能这样 陈青天笑笑 他只能无止境去斩杀妖魔鬼怪 这样实力 才能一直进步 如果给这些人选择 想必他们也会这么做 接下来 一路平安 就在众人要在城外降落的时候 伤势相对稳定的张天鼎 也如是重负地说道 好了 按照以往的规矩 我们慈心宗这次带队的副宗主 会去天机营接回我们 想必南华宗那边也一样 如果这次有什么惩罚和责怪 你们把责任都推我身上就好了 这次南华宗不道义 但也因为我的冲动 导致这么多道学生因此丧命 我是罪责难逃 听完这些话 白云飞意气地说道 张道师 这是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承受 分明是南华宗他们欺人太甚 我们才被迫反击 那些死掉的道学生 应该要南华宗给一个说法 接着又有声音响起 白道师说的没错 这是全怪南华宗那些混蛋 另外两名法力尽道学生 也纷纷附和起来 大家此刻同仇敌忾 把一切的罪责 都推到了南华宗身上 陈青天笑了笑 也出声表示认同 这个时候 就是大家捅一口径的时候了 当陈青天等人 被带进萧天玉主城之后 直接压解到一处如同宫殿 又像军营的城中之城当中 这里面密密麻麻 行走着很多穿一样 盔甲的法力竞强者 他们一个个纪律言明 神态肃穆 陈青天也猜测 这里应该就是此次天玉营 来萧天玉围剿恶鬼的落脚之处 几人被单独关押在一处小院里面 四周都有天玉营强者看守 不过 这里已经是天玉营驻地了 大家也不会动逃跑的念头 而南华宗那些人就在隔壁 大家都等着被处理 见众人多少有些紧张的神色 陈青天这时向张天鼎问道 张道师 这天玉营好强大 刚才这一路来 我感受到了几百名法力竞以上的强者 他们到底有多少人 张天鼎文言一愣 随即笑道 青天啊 要说这天玉营到底有多少人 这我也不清楚 恐怕除了帝国高层 外人很难了解 但据我所知 天玉营结构是以营主为主 而他们的营主 就是三千年前以圣财之资 横空出世的姬无双 陈青天脑海中回忆起来 他读过帝国简史 对这姬无双也有印象 如果说三万年前 帝国建立者姬天赐是开创之主 那这姬无双 就是帝国的中心之才 三千年前 大下帝国宗门势力复苏 积累的实力强大 大家族野心膨胀 四方也不太平 所有势力联合一起 妄图推翻帝国 可这一切阴谋野心 最终全部被粉碎 这里面的原因 除了帝国底蕴深厚 有绝对实力外 也少不了姬无双的功劳 他以一己之力 镇压帝国两大家族叛乱 斩杀对方全部大能强者 之后再灭三大魔宗 逼得道宗 神宗和其他宗门势力 重新妥协遵守帝国安排 但从那以后 他也没有再出现 有传言他已经去往他界 也有人说他一直待在帝国圣山 镇压国运 总之这种人物 一般人根本就接触不到 如果他真的还在 谁也不知道 他究竟有多强 达到了何等境界 陈青天感慨道 真没想到 这种历史人物 是天机营营主 天机营是他创建的吧 张天顶点点头 继续说道 没错 天机营就是从他手里起来的 现在是帝国最有威慑力的机构了 这里面 除了这威名赫赫 最神秘莫测的营主 据说还有两大副营主 而副营主之下 就是营帅 严格来说 营帅才是真正有名有权的强者 他们负责带领天机营镇压各地 我所知道的 天机营共有十名营帅 当才我看齐号 这次带人来萧天玉的 就是天机营第三营帅机欢喜 营帅之下 视为营将 营将之下 名为统领 抓我们的人 就是天机营一个统领了 原来是这样 听完这些话 不光陈青天 临门听得也很仔细 看样子 他以前也没有关注过这方面的事情 陈青天对天机营的强大 也有一些了解了 那徐薇是法通第三镜钢体镜 但在天机营地位不高 他之上有营将 按理估计 营将起码是法通第四镜以上的强者 他自己虽然突破到通灵境界了 也算是不错的强者了 如果按实力来说 真加入天机营 最多也只能是个小队长 统领都没资格 摇摇头 陈青天没有多想 默默地和大家一起等着 他们也没有在这里待太久 不到半天的时间 就有人进来喊道 都跟我出来 接你们的人来了 很快 众人便来到一处大厅 在这里正前方 赫然坐着三名大楼 气势完全不一样 其他人都是站着 坐着的三人 有一人陈青天认识 就是此次慈星宗带队来这里的副宗主 最中间的一人 和最左边的一人 陈青天没有印象 但是他心里已经猜到了 最中间浑身穿着闪亮铠甲的男人 恐怕就是这天机营的迎帅机欢喜了吧 至于左边那人 很可能就是南华宗的这次来萧天玉的领头人 差不多同一时间 南华宗李水光等人也被带到了这里 如此情况 场面异常的安静 哈哈 突然间坐在中间的机欢喜笑了起来 他看起来很年轻 三十来岁的样子 英俊的不像话 唇红齿白 见眉心目 但陈青天知道 这肯定不是他真实年纪 真正修炼到一定境界的强者 容貌可以返老还童 只听他声音柔和地说道 此次萧天玉大难 多亏两大宗门派了这么多门人过来 才能这么快平息恶鬼事件 我代表帝国 感谢大家的付出和牺牲 不过嘛 总有一部分人 把个人的私愿放在帝国安危之前 可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现在人也带到了 我也不做什么处罚 你们两位副宗主 带他们回去吧 哼 这是一声轻横 南华宗副宗主冷着脸道 我要你们一心一意除灭恶鬼 不要寻心姿势 你们把我的话当什么了 李水光面对那灵力的眼神 差点没跪下 他面容一变 连忙辩解道 副宗主 冤枉啊 事情是这样子的 我带着我们南华宗道学生 辛辛苦苦击杀一名通灵精恶鬼 谁知道他们 此心终为了这枚鬼魄 就出手抢夺 还打伤我 更可恨的是 他们杀了我们大量的道学生 就连 就连我们两名天才法力尽道学生 都被他们杀了 你可要为我们主持公道啊 听完这些话 南华宗副宗主 眼里闪过一丝怒涩 厉生喝道 废物 连法力尽的道学生 都让别人杀了 为了一枚小小的通灵精鬼魄 简直让我脸红 你当时送给他们又如何 李水光也苦大仇深地说道 副宗主 都怪我 可话不能这么说啊 可惜他还没能继续诉苦 张天鼎就急迫地发言道 一派胡言 你这套说辞 完全是颠倒黑白 明明是你挑衅在先 乱说 分明是你们雌星宗人挑事 南华宗一名道学生 很快指责起来 简直瞎说 你说什么 明明就是你们先动的手 两方开始争吵起来 一名又一名气冲冲的人跳了出来 指着对方的鼻子骂起来 南华宗的人一口咬定 是雌星宗先动手的 一定要给他们一个公道 一时间 两方人吵成一团 一群强者如同泼妇骂街 大厅里面平添了隆重的火药气息 坐在中间的饥欢喜 嘴角含笑 默默地注视着 让人滑稽的场面 他眼里格外注意一人 那就是站在那些人最后面 一眼不发的陈青天 当他一到精神力 探入陈青天身体后 眼里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惊意 嗯 默不作声的陈青天略有所感 这种感觉不是第一次了 他身体像是被什么人全面检查一番 住嘴 一声力喝 雌星宗父主也终于沉不住气了 强大的威势 让这里格外压抑 争吵的双方立刻闭嘴起来 接着他歉意地 对姬欢喜说道 姬营帅 让你见笑 是我雌星宗管教门人无方 要不我先把他们带回去 好好教导 让他们日后好好为帝国出力 接着他对南华宗父宗主说道 赤高峰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这南华宗父宗主赤高峰面容 是老者模样 可皮肤很好 眼里格外有神 他狠狠地蹬对方一眼 语气冰冷地说道 连战雄有什么好说的都各自回去 接着他看向李水光 怨气道 真够丢人现眼的 雌星宗和南华宗这些人也知道 今天不会有什么对错结果 这时候只能先离开 就在陈青天等人要走的时候 这饥欢喜看向陈青天 接着叫道 你就是陈青天吧 众人错愕 纷纷停下脚步 陈青天没脚一跳 知道不妙 他硬着脸皮答道 回音帅话 我就是陈青天 饥欢喜不顾众人的惊议 笑道 小微一回来就提起你 说你非常不错 我刚才特意检查了你一番 发现你确实很独特 我想亲自问你一遍 我如果现在收你为徒 你愿意吗 啊 听到这话 周围所有的人 全部瞪大了眼睛 表情难以言语 饥欢喜身后的一名大汉 更是凑上来小声道 吟帅 这怎么行 南华宗和慈心宗副宗主 更是想到了什么 两人眼光一闪 各自一道精神力笼罩陈青天 想看个究竟 很快 慈心宗副宗主脸上 带有喜悦的神色 接着又有一些担忧 他也是惊叹 到学院什么时候 出现这样的人物了 真是难得 南华宗副宗主 脸上有某好奇 所有人的目光 都放在了陈青天身上 羡慕极度 不满在这些人的脸上 陈青天见众人 全部妄想自己 他不得已回答道 这个 姬吟帅 我怕自己没这个福德 不配做你弟子 再说我还是慈心宗道学生 还想学满三年 才做其他打算 所有我只能 谢谢你的好意了 思周围一阵吸气 所有人不可置信地 看着陈青天 完全不知道他 怎么想的 简直出乎常理 真有意思 我好不容易 动了收徒的念头 想不到还被拒绝了 饥欢喜眼中笑意更盛 接着夸赞道 你这个年纪 仅仅天才资质 就能达到通灵境 实属少有 如果你实在不愿意 那走吧 什么 通灵境 一直和陈青天 待在一起的白云飞 和张天鼎等人 脑子完全迷糊了 可理智告诉他们 这天机营营帅 不会看错 陈青天是真有这个境界 至于他怎么有 这个实力的 那只能问他本人 但此刻 哪有他们发言的余地 兰华宗李水光等人 也大惊 这两天接触 他们只知道 这小子妖孽 杀了他们两名法利 竟同伴不说 对付恶鬼 更是勇猛异常 可陈青天从史之中的 没有展现通灵境的实力 如今怎么 当面被人点破 陈青天也只能大方承认到 机营帅过奖了 我也是昨天侥幸感悟到一届 这点微末实力 不值一提 顿了顿 陈青天拱手退后 就要离开这里 走了 其他人愣在原地 陈青天离去的 太干脆利落了 但这样的少年 居然有这样的境界 很多人久久回味 想知道对方怎么提升境界的 可惜 陈青天走了 一点没有拖泥带水 这小子 真是够狂妄的 一旁的赤高峰看不下去了 故意说了一句 而连战雄却笑道 这陈青天不错 心中有坚持 是个好苗子 接着他也告辞道 机营帅 见谅 我也先走了 请便 机欢喜若有所思 一直到两大宗门随人走后 他才开口道 这陈青天有些古怪 我在他体内 看到一种不一样的通灵印记 完全摸不清楚 这属于哪界 他身后大汉闻言 脸色微变 不相信地说道 盈帅 还有你不知道的一界 他在雌星中修炼 难道不是连通莲花界 机欢喜摇摇头 十分确定道 不是莲花界的通灵印记 也不是灵界的通灵印记 我从未见过 真是奇特 大汉皱着眉头道 难道是不知名的小世界 那他能通灵到多少力量 其实没必要那么看重他 只是有些奇遇罢了 机欢喜仔细想想 转头道 派人去查查他 看有没有什么异常 大汉听后 虽然不以为意 可还是答应道 盈帅放心 这小子居然敢拒绝 你这样的天大好处 我一定要看看 他从小吃什么长大的 有什么了不起的奇遇 而此时的陈青天 已经回到慈心宗 在萧天玉煮成的临时驻地 一路上 白云飞看他的眼神 完全不一样了 要知道 他此时虽然是陈青天的道师 可对方的境界已经高过自己 这种心情 简直难以形容 张天鼎等人想过来恭喜陈青天 因为这个 道学生太过妖孽 入学院不过一两个月 就已经突破通灵境 这种天赋 哪怕有奇遇 也是了不起的人物了 不过他们此刻 也没办法找陈青天问什么 因为有人找上了 陈青天 听说你还没有正式加入我慈心宗 作为副宗主的连战雄 他想找眼前这个少年谈谈 陈青天望着面前 这大叔一般的连战雄 他知道 这人要正式拉他进入慈心宗了 他无奈笑道 副宗主 我刚入道学院 没有拜入宗门 连战雄点点头 也不拐弯抹角 他的身份 地位 实力 你可能没办法直观感受到 但我说 他在当下的大下帝国 那算是非常显赫 顿了顿 他笑脸道 陈青天 我慈心宗虽然被帝国压制 可 有潜力的弟子 那也是不留余力 以着现在的情况 只要加入宗门 必定会成为最看重的真传弟子 一切修炼资源会向你倾斜 你可以做出选择 陈青天这次没有急着拒绝 面对这副宗主 他客气道 副宗主 你说的话我当然相信 我对慈心宗格外亲切 毕竟我师父以前就是这里的道学生 而且 而且前些日子 首座长老林奥天 就打算收我为徒 不过他愿意给我时间考虑一下 我也确实想看看 自己一人能走多远 连战雄听到陈青天说 林奥天要收他为徒的事 很是意外 想不到这少年 早被宗门厉害人物注意了 他顿时明白 陈青天说这些话的意思 当下说道 好啊 原来林首座早看出你不凡了 既然这样 我也不说什么了 你安心在道学院修炼 有什么难题 也可以直接找我 陈青天一失礼 感谢道 多谢副宗主成全 连战雄点点头 又提醒道 我们马上就要返回宗门了 就算这萧天玉 还有残存的恶鬼 也会有其他人负责清理的 等连战雄走后 白云飞和张天鼎 才找上陈青天 张天鼎笑意满满道 青天 等你回去 就是道学院红人了 白云飞更是语气复杂道 青天 你境界已经超过我了 这次回去之后 恐怕我是没办法当你道师了 但我为你骄傲 陈青天白手道 多谢两位道师看好我 不过白道师你放心 你始终是我在道学院的领路道师 我一直感激你 再说 我们也是死生朋友不是 听到陈青天这么说 白云飞脸上还是很开心的 张天鼎更是笑呵呵道 是啊 大家也都是经历过生死战斗的道友 是朋友啊 陈青天这是心理一动 无疑问道 刚才副宗主说 我们该离开萧天玉了 不知道这次剿灭恶鬼 我们此行中有多大的损失 张天鼎闻言 先是沉默 接着叹息道 我带着这些开窍禁道学生 就剩下灵门一个了 如今所有队友都回来了 我刚听说 这次我们来支援肖天玉 损失不小 开窍禁道学生 就死了上百人 另外还明确 死亡五名法力竞强者 消失一名法力竞强者 甚至还陨落一名通灵竞强者 陈青天听后 微微感触 这些人死了也就死了 很快会被大家遗忘 不过一旁的白云飞却补充道 消失的那名法力竞道学生 叫白晋山 还是和我们一个队伍的 只是大家后来走散了 不知是否已经遇害 哦 陈青天随意支了一声 和白云飞对视一眼 两人全部装成不知情 一旁的张天鼎 当然不会知道 其实白晋山就是陈青天杀的 他可惜道 这个白晋山 资质可以说非常好 还败入我们宗门一名 厉害长老的座下 本是重点培养对象 想不到啊 陈青天听后毫无波澜 白晋山这事 只要白云飞和自己不说 恐怕不会有人知道真相了 慈心宗山门前 陈青天从天梭灵州下来后 重新回到了道学院 这一次他收获不小 实力也是大进 可还没等他回到自己住所 就被人拦下来了 对方很明显是位道师 这人见到陈青天 脸色严肃道 陈青天 你回来了 那跟我走 心副院长要我带你过去 陈青天一愣 有些意外 怎么才回来 道学院这边就知道他的一切了 这是要重视自己了吗 可看这人的表情 陈青天又感觉哪里不对 似乎对方有意在等自己 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他试探性地问道 这位道师 不知道心副院长找我有什么事 这人脸上冷笑 冰冷道 你自己心里有数 别废话了 跟我走吧 陈青天顿感不妙 但是他也不怕 自信道 我也想知道 这心副院长叫我去 到底有何事 陈青天跟着这名道师 一直来到一处大殿外 这里无比广阔 慢慢走进这一眼 望不到边的雄伟大殿 陈青天看到最中心的地方 有一座几十米高的雕像 那是莲花世尊的坐像 是用这个世界独特的金属 筑城的完全连接宫殿顶端 而在雕像旁边 正站着十几个人 为首的自然是辛苦驼 见陈青天被带到 辛苦驼当即冷着脸问道 陈青天 你真是胆大包天 居然敢杀害学院到学生 还不跪下认罪 陈青天一来 其实就感觉不对了 因为这里除了道师 卢德云也在 他心里已经猜到了 就是这家伙趁自己外出 然后给自己找事 卢德云满脸怨毒地 盯着面前的陈青天 就是他 举报陈青天杀了 卢布和苏家行 他也基本肯定 那两人的死 和这个陈青天脱不了干系 他就是想不通 对方哪有实力杀了那两人 此时他的还不知道 陈青天已经达到 他仰望的高度了 面对这种贺责 陈青天非常冷静 也没什么紧张 反而淡笑道 辛福院长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杀谁了 一步上前道 不承认 你告诉我 我学院卢布和苏家行 是怎么死的 我们当时就怀疑过你 只是白云飞保了你 现在看来 就是你干的 事到如今 陈青天也怒了 质问道 你们说我杀了他们 理由呢 我刚来到学院 跟他们无冤无仇 怎么不说是 他们要杀我 而主使之人 就是这位卢公子吧 放肆 一声抱贺 一人上前 就要救助陈青天 可惜 陈青天有防备 大步退后躲过 见状 周围这些人很是诧异 没想到这少年 能躲过去 这人也很疑惑 要知道 他可是法通第三境 钢体境强者 居然不能随手 抓住一个道学生 他顿时杀气腾腾道 你算什么东西 敢这么跟卢公子说话 你有什么资格 让卢公子杀你 一个不知道 哪里来的贱民 不知道用什么手段 杀了其他道学生 就让我把你救地正法 免得再去祸害别人 说完 他就要出手 先是一道法力打过来 这一击 看是随意 其实很辣 如果此刻 陈青天还是开窍境 必定重伤残废 可此时的陈青天 根本不是软柿子 面对这一击 他一拳击出 哄 庞大的法力 掀起一阵狂潮 让这里所有人 都面容大变 与此同时 陈青天也收到击杀这人 能得到血气质的信息 你 攻击陈青天的这人 面对这一拳的威力 他错愕不已 连忙抵挡起来 哄 双方拉开距离 这人指着陈青天道 小子 你达到法力境了 陈青天扫视这群人 他知道 真要动手 他必死无疑 还不一定跑的了 他顿时傲然道 你是谁 凭什么随意对我出手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 这人冷静下来 他发现刚才一击 这少年不是法力境那么简单 面对询问 他大声道 小子 你听好了 我是宗门执事 钢体进卢成锋 今天特地来处理你的 姓卢 陈青天一听 就感觉不对 这卢成锋 恐怕和卢家也有关系吧 要不然 他一个宗门执事 哪有资格插手到学院的事情 而这时 辛苦驼也十分严厉地喝倒 陈青天 你刚才展现出来的实力是怎么回事 你现在是什么境界 快说 陈青天这一刻 没有再隐瞒 猛然放开全身气势 顿时 场中法力绽放 战意凶猛 十几名道师哥哥面容大变 因为这是通灵境的气势 这些道师当中 大部分还只是法力境 可此时 却被一名少年道学生压下去了 有人吼道 这不可能 我知道他 今年道学生选拔 我亲眼看见 他不过是下等优越资质 怎么会有这个境界 绝对不可能 其他人也大叫道 太过妖孽了 难道他是神才 难以置信 辛苦驼脸色复杂 一会红 一会黑 他搞不清楚 这陈青天是怎么回事 只能力声喝道 说 究竟怎么回事 你如何有这等惊人境界的 不说实话 小心我击毙你 陈青天面对这些人的态度 态度刚硬道 我自然有我的奇遇 你们不信 可以去问连副宗门 这次去消天欲杀恶鬼 他知道一切 啊 连副宗主知道了 听到这话 不少人对陈青天态度不一样了 这少年怕是有后台了 加上他这么妖孽 肯定会被宗门重点培养 这回就连辛苦驼 也不再说什么狠话了 他眼中满是犹豫之色 有点骑虎难下 场中 卢德云面部扭曲到极致 他几乎要发疯 这陈青天 真是每一次见他 境界都不一样 仿佛是个神人 境界会自动增长 本来以为他开窍境就够离谱了 可万万没想到 他居然是通灵境 这等境界 哪怕在他卢家 也算有点身份了 他不甘心 仇恨之心不满全身 这时的他 用眼神疯狂示意卢成锋 想要他做点什么 卢成锋自然也发现了 他也被今天这事镇住了 虽然他实力比陈青天强 还是宗门直逝 可对方这会不是一个 小小的开窍进到学生 就算这人杀了学院到学生 也不是他能处理的 他以前是卢家的人 可现在同样是雌星宗人 也不是非要看一个 卢家公子的脸色 见他不动 卢得云慢慢靠近 用唇语对卢成锋 快速说了几句话 之后 卢成锋脸色大变 短暂的犹豫 他突然对陈青天暴和道 大家不要相信这人鬼话 依我看 他必定是 修炼了魔门功法 是被魔宗派来的卧底 看我拆穿这恶徒 他话说完 居然还拿出法宝 看架势 要下狠手了 陈青天见此 小心戒备 慢慢向后 让我来试试你 是不是真的通灵境 这一刻 卢成锋下定决心了 他要出手 刷 陈青天面对一刀耀眼的火光之剑 他也不再退后 手中青天剑布满雷霆 两道法力碰撞 剧烈地震动传出 碰 碰 碰 接连几次碰撞 陈青天明落于下风 节节败退 一直退到外面大广场上 大殿里面的人 也全部跟出来了 一个个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场战斗 没有人插手 也没有谁刻意上前阻止 这些人 最后把一部分目光 放在辛苦驼身上 有人小心问道 副院长 该怎么办 要不要阻止 辛苦驼眼神左右游荡 他最后轻声道 先看看 这陈青天太古怪 如果他真修炼邪魔功法 等下一定会入出破绽 当初他明明不够资格加入道学院 今天怎么会有这个境界 我要看个究竟 可以有人担心地说道 副院长 我看这卢职是出手不留情 万一要是 这个责任很大 辛苦驼摇摇头 坚决道 不碍事 我盯着 这种事一定要搞清楚 卢成锋怎么也没想到 面对这明显刚突破通灵境的陈青天 他短时间居然拿不下 对方的法宝 是法器绝品层次 可他的法宝 可是宝器级别的 而他所修炼的这门剑法 更是地级剑法 虽然才入门 可也比对方高级 但这小子 也确实难缠 功法和和武技 明显已经修炼大圆满了 战斗经验又是那么熟练 厮杀好一会了 为避免节外生枝 他怒吼一声 当即就要用全部的实力 斩杀陈青天 小子 我一定要你死 他就开始 使手最强手段 手节保硬 通灵他借力量 一切是那么凶猛 而陈青天 和着卢成峰对战 又是另外 又是一番感受 卢成峰作为刚体镜的强者 对他产生的压力 何其之大 光是防御这块 就极难突破 这个境界 身体能激发刚气 所形成的防护罩 比普通气甲要坚固太多 一般法器都难激破 而对方修炼的功法 明显属于火属性的 周围产生的剧烈高温 好像要把它融化 而那剑法更是很绝 感觉比 绝意剑法品级要高 杀机灵力 就这回战斗 几次被他缠上 眼见对方要真正下杀手 陈青天这时候 也只能跟他拼命了 他也开始用通灵法术 口念咒语 要通灵鹰鹉殿的鹰魂 借用这些力量 和这卢成峰战斗 两人这样的激烈战斗 外围人看得也是热血沸腾 见双方开始通灵 这些人开始议论起来 啊 想不到这道学生如此勇猛 通灵近初期 就能跟钢体近中期的 卢成峰打成这样 果然是妖孽 是啊 这样的战斗真是精彩 我也是少见 大家看 他们都开始用通灵法术了 接下来稍有不慎 可是要死人的 这时有人向辛苦驼敬言道 心副院长 快阻止吧 这样继续吓闹出来 动静太大了 这个叫陈青天道学生 万一死在这里 会有麻烦的 他刚才说了 他可是得到副宗主承认的 而且从始至中 我们也没有看到 他使用什么魔功法门 他所修炼的功法 是纯正雷属性的 没有任何问题 可即使有人不停地劝说 这辛苦驼依旧没有松口 大家没有办法 只有默默地看着 这时 卢成峰通灵已经结束 一股火热的力量涌入他全身 使得他轻筋抱起 身形更加为魁梧 而这时的陈青天也同样 同样一道金光 进入他的身体 他只感觉到 自己浑身几股疏麻 肉体开始膨胀 新的能量包裹全身 这股能量比上次通灵出来的能量 还要强大 完全让人陶醉 这时的陈青天 感觉自己如同一尊战神 战无不胜 无可匹敌 好 他一声爆吼 庞大的气势 让整个地面所有的灰尘飘起 这声浪也传出老远 恐怕整个道学院都知道 这里出事了 通灵完毕的卢成峰 眼里闪过一色 当下恨恨地说道 小子 就算你是妖面 我今天也要斩杀你 因为卢公子要你死 而且还肯付出极大的代价 陈青天也是冷冷地注视他 这人这么想杀自己 肯定是卢德允许了他天大的好处 否则 他也不会这么卖力 但想杀自己 哪有那么简单 今天就先反杀他 用他的血 来成就自己的威灭 两人都死死盯着对方 突然陈青天动了 他法剑飞出 与此同时 拳翼通天 如同狂风暴雨 一击杀上去 人影闪动 光芒四射 碰 当陈青天的拳头击打过来的时候 如同有群山之力 如成峰面容大变 他不敢相信 通灵过后的陈青天 居然已经有刚提进的实力 这简直难以想象 在他的认知当中 通灵过后 他自己可以提升两个小境界的实力 可是陈青天明显不是这样 他真实地感受到 对方足足提高了一个大境界的实力 这是不可想象的 而他所面对的这股力量 太过于狂暴 太过于凶猛 小子 你简直找死 你还没有资格跟我叫嚣 杀 卢成峰终于疯狂了 他接下来的攻击 几乎是拼尽全力 完全不带掩饰那冲天的杀鸡 两人的战斗 地动山摇 响声震天 闹出的动静太大了 这已经是属于 刚提进双方的战斗了 陈青天实力 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 就连一旁观展的辛苦驼 也开始心惊肉跳 左右横梁 他用颤抖声音喃喃道 怎么可能 这小子通灵过后 居然提升了一个大境界的实力 他到底通灵了什么世界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 不对 这人身上有大命名 今天这是麻烦了 必须阻止他们 要阻止这场战斗 不让事态更加扩大 否则他真有麻烦 碰 一声剧烈的声响 陈青天和卢成风 双双倒在地上 这最后一下的碰撞 几乎抽出他们身上 所有的力量 可是依旧没有分出胜负 表面来看 陈青天很惨 浑身上下伤痕累累 衣物几乎全部破碎 那卢成风也已经披头散发 嘴角带有血丝 同样也受了不轻的伤 他已经露出了惊慌的神色 这少年不光境界惊人 身上还有非常多 让人难以琢磨的秘密 就这战斗力 已经不是一般妖孽 能比的了 恐怕他真是神才之子 可是到如今 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别无选择 只能一条倒走倒黑 想办法击杀这陈青天 他艰难地爬起来 血红的双眼散发极度仇恨 呲牙道 我一定要杀了你 小畜生 他已经不管不顾了 一心一意 只想杀了陈青天 So 浑身血液沸腾 他要透支身体潜力了 面对这一击 陈青天拖着伤重的身体 忍不住皱眉 可他也是心智坚定之人 哪里会服软 嘴里更是冷然道 我必杀你 都住手 辛苦驼这时腾空而起 想要上来阻止两人继续厮杀 可陈青天和卢成风 却丝毫不理会 双方都到拼命接断了 尤其是卢成风 他杀心太强烈了 双方已经成为了 不折不扣的死敌 总要有一个人要死 否则都不会心安 辛苦驼见着两人 都不听自己的话 不由怒法冲冠 你们太放肆了 他也爆出强大的法力 想要把两人击倒 刹那间 三股毁灭性力量 就要碰在一起 他 们拼命了 都不愿意停手 这股力量太强 我们退 周围所有人都神色大变 感觉这样要出大问题 而就在这时 天空之中 一句声响传来 都停下来吧 伴随这一句话 整个空间都开始暂停 所有的能量都消失无息 这句话 言出法随 让所有的人 法力一时禁锢 瞬间无力反抗 三人愣愣地站在原地 身体不能动弹 这时 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 缓缓地行走在空中 等他落地 最外围的那些人 见到这拄着拐杖的老者 全部过来单膝下跪道 拜见院长 辛苦陀见到老人后 伴随着身体禁锢消失 他快速过来 嘴里吞吞吐吐道 老宗主 院长 怎么来了 咳嗽 这院长轻微地咳嗽一声 拿着拐杖辛苦陀的头上 咚咚咚敲了三下 接着有气无力地说道 苦陀啊 你小子做事 一点魄力都没有 这是还要我出面 我这把老骨头了 就不能让我少操点心 这时候的辛苦陀 乖巧地向着小孩 老老实实地跪下 嘴里认错道 院长 是苦陀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 惊动了你老人家 院长没有继续跟他说什么 缓缓走到陈青天身边 哎呀 让我看看 我们到学院什么时候 出了一名了不起的小天才 他眯着老皮眼睛 上下打量陈青天 还不住地点头 此刻的陈青天 感觉周围的空间一松 身体又恢复了自由 因为刚才那一刹那间 他整个人都好像被封印住了 除了眼睛能动 身体任何一个部位 都被汗死在虚空当中 他看着面前 这满眼慈祥的老者 心脏跳动得很快 知道他的身份后 也只能小声地问道 你老 就是到学院的院长吗 老者微微一笑 又拿出拐杖 在陈青天的头上敲了三下 咚咚咚 咦 陈青天心里一惊 可他感觉到 这三下敲打非常的平常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者 用小棍子 在自己脑子上敲了三下一样 丝毫感觉不到疼痛 可就是在三下 让他心情突然开朗起来 刚才的暴怒杀戮 好像都已经平静下来了 前所未有的轻松 他看对方眼神都不一样了 对面就是一个邻家老爷爷 老太龙中 走路都难 可陈青天知道 这才是真正大能强者 自己先前遇到的所有强者当中 他一定是最厉害的 听别人的称呼 他不光是道学院院长 还是老宗主 真正大佬啊 老者这时候满意地说道 不错 不错 看样子 我们道学院要出龙了哦 嗯 你叫陈青天是吧 别紧张 我就是道学院的院长 陈青天小声称呼道 院长 刚才这是 他想解释一下 这里发生的一切 而院长却摇摇头 不介意地说道 没关系 没关系 小朋友吗 打打架很正常 大家别往心里去就好了 要实时关照自新啊 听到这话 陈青天安心了 知道这院长 不会追究今天的事情 他也只是冷冷地 看了一眼卢成风 这个仇他肯定是记下来了 就看什么时候吧 也就在这时 不少人纷纷赶过来 其中还有教务长杨明国 没多长功夫 陆陆续续来了几十名道师 刚才这个动静 闹得太大了 这些人看到这院长 纷纷过来参拜 杨明国也过来道 老宗主 居然惊动你了 看到这么多人围过来 院长摆摆手 笑呵呵道 今天天气不错 我这把老骨头出来晒晒阳光 你们啊 都是道学院道师 平时要多关心 关心你们的学生 不能光教大家打打杀杀 还要关心大家的生活 修行修行 好好做人更重要 杨明国笑了笑 大声说道 老宗主说的是 做人不能光想着自己 也要为别人着想 老宗主 你还是先回去吧 这里的事我们能处理 好啊 好啊 那要好好处理 可不能欺负小朋友 说完 院长住着他的拐杖 又缓缓地向虚空走去 一步两步 最终在众人眨眼的功夫 人影突然消失 他走后 所有人才松了一口气 杨明国来到陈青天身边 眼中赞赏地说道 陈青天 你果然奇特 这么短的时间 就已经是通灵境 从你闹出动静来看 你的真实战斗力 要远远超过你的境界 接着他又说道 我可听说了 天机盈盈帅机欢喜 都想收你做弟子 你也不愿意 我还听说 我师父当初也说 要收你做弟子 你都拒绝了 是不是 我还真搞不懂 你是怎么想的 做我师弟不好吗 杨明国话说完 笑意满满地盯着陈青天 他确实疑惑了 啊 周围的不少人吸了一口气 这些事情 很多人还是刚才刚听说的 这是陈青天如此妖孽不说 还有这么多强者 想收他做弟子 而且听杨明国说 他都拒绝了 简直难以理解 就连辛苦驼也瞪大了眼睛 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这时他心乱如麻 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陈青天的事情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走过来 杨明国立马笑道 辛苦驼 你就这么喜欢打压这陈青天 还是认为他跟我有关系 就应该打压人家 辛苦驼脸色一变 愤怒道 杨明国 休要胡言乱语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宗门 为了道学院 我本人对这陈青天 并没有意见 但是他从进道学院开始 就破了规矩 接着他看向陈青天 大声问道 你敢说 卢布和苏家行的事 真的跟你没有关系吗 陈青天冷着眼看着辛苦驼 他终于不再装了 大声回答 不错 他们确实是我杀的 可如果你不傻 就应该知道 是他们要来杀我 谁知道实力不如人 被我反杀 说到底 这一切都是 那卢公子搞的鬼 你们不会不知道吧 说着 陈青天还把眼光 看向那想要溜走的卢德云 辛苦驼很是不爽 沉怒道 杀了人 还如此蛮横 你现在想怎么说都行 杨明国不以为意 拍板说道 这是陈青天没错 当时谁知道他有这实力 那两人死了也算活该 到此为止吧 辛苦驼面容阴沉 可看了看陈青天 知道 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如今看来 他已经是道学院红人了 院长都看好他 还能怎么办 哼 重重地哼了一声 他也不想处理这件事了 略显尴尬地离去了 杨明国见辛苦驼走了 也不介意 反而走到那卢成锋面前去了 卢成锋当下心惊胆战 这次没有杀死陈青天 这个梁子是结下了 从对方眼神可以看出 那是非杀他不可的神态 面对走过来的杨明国 他强打起精神 缠缠笑道 杨教务长 今天这事 我也是为了道学院 现在看来 这陈青天本身没有修炼什么魔宗法术 是可以重点培养的 杨明国嘲笑道 道学院的事 要你一个宗门执事来管 你越界了 索性没造成损失 不过 这是我还是会和宗主说的 滚吧 你 如成锋脸色铁青 可他这次理亏 也知道有些麻烦了 也不敢继续说什么 反而走得很快 都散了吧 杨明国大喊一声 开始驱散众人 终结此事 这些道士件事情了结 纷纷羡慕地看向陈青天 这少年的实力和潜力 远远超过太多人 他展露出来的天赋 那么多厉害强者 要收他为弟子 假以时日 他们只能仰望 不少人想上来是好 可现在明显不是时候 只能先走了 待到所有人离去 杨明国才对陈青天道 陈青天 心里不舒服吧 陈青天摇摇头 轻笑道 杨教务长 我没什么意见 有些事 我自己以后会找回厂子 那卢家公子 我会给他回礼的 哈哈 杨明国大笑 不过提醒道 你还是要小心 这卢家小子身边有强者 只不过不在道学院内 目前看来 你们成死敌了 以那种人的心理 你进步越快 他杀心越重 他来道学院 本意是加深卢家 和我们慈心中的关系 有些事 我也不便插手 你自己看着办吧 陈青天得到提醒 感谢的点点头 他心里有衡量 杨明国这时继续道 陈青天 说说你的事吧 以你如今的修炼速度 完全可以称得上神速 对于你这种妖孽 学院会重点培养 但前提是 杨教长 你不用说了 陈青天打断了他的话 接着诚恳道 我暂时也没想加入宗门 更不想拜谁为师 至于道学院重点培养 其实我随缘 我倒希望 学院内少点人找我麻烦 多给我自由就好了 杨明国错愕 随即失笑道 陈青天 我还真摸不清你了 按理说 拜个好师父 对你来说好处多多 修炼更容易 还能有个好靠山 要是你加入宗门 我们也不会限制你自由 各类功法法术 都会对你开放 但要法宝任你挑选 你究竟怎么想的 陈青天也就笑笑 这些东西他不缺 靠山什么的 谁知道了 搞不好给自己找个麻烦 面对陈青天的油盐不尽 杨明国是服了 他也是有个性的人 当即不再劝说 叹息道 那好吧 你有自己的坚持也好 不过就算你不加入宗门 作为精英道学生 该有的一切 我们都会给你 陈青天露出了笑脸 谢谢杨教务长 杨明国不以为意 补充道 以后修炼上面有什么问题 就直接来找我吧 学院也不再为你配配道师了 陈青天脸色一变 没找到杨明国 要亲自照看他了 想了想 还是接受到 那以后就麻烦杨教务长了 陈青天的名号 很快就在慈兴宗道学院传开了 就连宗门内部 很多人也知道了道学院 出了一名了不起的妖念 通灵镜就能跟钢体镜打得不分上下 这是何等的了不起 陈青天不关心别人怎么看他 当他好不容易恢复了伤势 目标就变成了 获取血气质 要说起来 获取血气质最快的地方 那自然是镇妖城了 这不 他又硬着头皮 赶来了镇妖城 想进去杀戮一番 城墙之上 依旧是那首座长老林奥天 见到陈青天 他才睁开眼睛 笑呵呵道 小子 你又过来了 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我自然见多识广 可依然没有看出来 你的实力 为何会提升如此之快 妖孽之名 对你来说 完全是合适的 就是不知道 你还能不能保持这种进度 你又可以走多远 陈青天能明确感觉到 这林奥天长老 对他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非常好奇他实力 怎么能提升这么快的 陈青天 其实非常怕这样的人物 强行逼迫他 可血气质的诱惑太大了 他还是小心翼翼地问道 林长老 我还想去镇妖城试炼一下 你看 呵 林奥天嘴角含笑 眼中的神色表明 他在思索什么 过了一会儿 他才道 小子 虽然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那么想击杀妖魔鬼怪 但我能感觉到 你杀他们 对你有好处 是不是 陈青天心里一颤 因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确实容易让别人产生疑惑 从而进行分析深究 这林奥天肯定怀疑了 自己杀妖魔鬼怪 一定程度上能提升实力 至于这其中的原理是什么 他就算想破脑袋 也一定想不到 陈青天早已准备好了说辞 苦涩地说道 林长老 我承认 击杀妖魔鬼怪 能让我的身体产生一种蜕变 就连我也自己也不知道 我境界为什么提升这么快 顿了顿 他又叹息道 我能感觉到 自己已经到了瓶颈 想要提升实力 已经很难了 所以 还望长老能够成全 让我再继续进去试试 林奥天思索良久 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干脆道 也罢 你进去再试试吧 其实我也想看看 你最终的潜力在哪里 陈青天见他同意 压下心中的喜悦道 那多谢林长老了 林奥天却严肃道 小子 我也要提醒你 镇妖城里面 法通实境的妖魔鬼怪 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 你还是要悠着点杀 陈青天心里咯噔一下 他心里也知道 这里面又不是虚拟的世界 法通实境这种强者 放在外面 也算是一方厉害人物了 在镇妖城里面 也不会关押太多 这种级别的妖魔鬼怪 他也认真地回答道 林长老放心 我也不会一直在这里杀戮的 林奥天当即道 那好 我送你去镇妖城第二方区域 这里面都是法力进到钢体进妖魔 整个区域妖魔数量不多 但几千还是有的 你自己小心一点 去吧 说完 他一挥手 城上的门打开 陈青天不客气 立即跳了进去 心里想到 如果能杀完这几千法力进到钢体进妖魔 他能获得多少血气值 可惜也只是想想 以他现在的实力 想杀钢体进可没那么容易 通灵进都得掂量掂量 他还是先考虑 从法力进妖魔下手 尽量多收取一些简单的血气值 他出现在这一方新的区域 这里面的牢笼要更大 上面还有各类符文咒语 压制牢里面的妖魔鬼怪 他面前的大牢笼里面 正坐着一个白镜的中年人 有惊艳的陈青天知道 这里根本没有普通人 从他身上散发的气势 看出他起码有通灵进实力 同等境界 他对自己的通灵力量 还是有信心的 虽说想杀一些法力进妖魔 但既然进来这里 又是随即遇到的第一个牢笼 那么就会会他吧 当陈青天走进去时 里面的中年人没有动手 而是好奇打量对面 咦 好年轻的小子 怎么 想进来斩杀我 牢笼的中年人有些惊讶 随即笑了 陈青天见他神志清醒 好奇道 你应该是个魔头吧 要不然 不会被关在这里 中年人不爽道 什么魔头 我不过得罪了慈兴宗一名长老 才被关进来的 我就是一名散修 没什么背景而已 陈青天来了兴趣 这么说 对方是个正常人 那自己现在动手 杀了还未必有血气质 必须他先动手 不过他也未必信这人的话 有意保持距离道 慈兴宗这么不讲道理吗 你得罪谁了 中年人见陈青天戒备起来 他脸色一变 大声道 慈兴宗里面都是虚伪小人 尤其是你们宗主 更是小人里面的小人 解释道 我不是慈兴宗人 我是盗学生 中年人瞳孔放大 突然咆哮道 盗学生 你骗我 你实力可不弱 盗学生有你这种实力 也一定加入慈兴宗了 你这种妖念 也非常虚伪 一定是想杀我 我先要你死 说着他情绪失控 眼睛血红 没有任何法宝 可手画为刀 凶猛袭来 陈青天一直防着他 他动手的瞬间 自己也动了 奔雷全势 转眼迎上 怂 一击杀招过后 陈青天也收到了敌人的信号 面前的人 他可以杀了 可对方却不动手了 哈哈大笑道 有点实力 加入慈兴宗太可惜了 我想杀你很难 可你也杀不了我 陈青天却不认同 是吗 我还没有通灵呢 中年人不屑道 我也能通灵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非要试试 那来吧 陈青天能感觉 眼里之人是个硬闸 他衡量一番 还是打算动手试试 杀 青天剑出鞘 自动巡航 用法宝欺负人先 中年人大怒 身体开始变化 浑身火光冲天 化为一道烈焰沙来 陈青天此刻 已经在通灵了 简单操作 阴魂上身 身体气势无限拔高 一朝一世 威力无穷 你 中年人心惊不已 他现在才感觉到 陈青天通灵前后的差距 好 一声不甘的怒吼 他也通灵完成了 两人最强状态相抗 中年人被一点点压制了 陈青天感觉自己大占便宜 这人没有任何法宝武器 通灵后 也没有提升太多实力 跟他不在一个等级了 你既然在这里 那也别怪我了 杀了你 对我有好处 陈青天杀兴起来了 哈哈 中年人狂怒大笑不止 整个人如同蜂魔一般 嘶吼道 我古阳城从不怕死 今天是遇上厉害角色了 你通灵法术强度太高了 我不如你 可想杀我 我也要你付出代价 啊 一声疯叫 这古阳城开始撕咬双手 无数血流出 随着一阵摇头晃脑 一道巨大的火光冲入他体内 让他面部红通至极 陈青天脸色一变 感觉这人气势又拉高了 如果他此刻有着 刚体经初期的实力 那这人也有这等实力了 他心中明了 这人这种行为 是在透支身体和生命 以换取强大而短暂的力量 从这里来看 陈青天动容 开始佩服他了 真是够疯狂 但很明显 他是被自己逼成这样的 想了想 这人也不是妖魔鬼怪 更不确定 是不是十恶不赦之人 陈青天停手了 收起了身上的气势 嗯 你怎么了 为何不继续 古阳城几乎失去理智 死死盯着陈青天 陈青天苦笑道 想杀你确实不容易 我们无冤无仇 就当简单切磋吧 先聊聊 古阳城闻言 身体气势没有放松 怀疑道 你刚才那么有战意 怎么就不杀我了 我会信你 陈青天直白道 杀了你我得到的东西也不多 搞不好还要受伤 不知道 你想出去吗 古阳城一愣 不明白陈青天怎么会这么稳 陈青天也发现 这人实力不错 战斗力也可以 从刚才的功法武技来看 不像邪恶之人 除非他隐藏很深 他想知道 这人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说一样 这么无辜 古阳城当然是想出去的 他稍微收起气势 面容有了变化 小声道 我当然想出去 你还愿意帮我不成 陈青天笑笑 也不是不可以 得先说说你的故事吧 古阳城对陈青天的话也当一回事 他冷声道 别想骗我 你怕没资格让我出去 陈青天呵呵一笑 暂时是不行 过些日子你就知道了 我也许真能帮你 古阳城大笑 随即道 我本来就不抱希望出去了 你走吧 陈青天见他不信任自己 两人萍水相逢 他也不想在这里费太多时间 转头就走 古阳城看到陈青天离去 眼里深邃 他能感觉到 这人很特别 陈青天没有忘记 自己来镇妖城的目的 离开这个牢笼 他开始找寻新目标 法力镜妖魔 是他主要杀戮对象 而这个区域的牢笼 里面基本是关押一个妖魔 好 看着面前呲牙咧嘴的法力镜猫妖 陈青天从他眼里看到了狡诈 可惜 他速度极快 攻击却不那么猛烈 牢笼是大 可对双方这种强者来说 还是显得过小 战斗起来 他根本发挥不出优势 没有过多纠缠 青天见起 仅仅十几个回合 他就斩杀了猫妖 收获1700血气质 同时还得到一枚妖单 下一个吧 陈青天目光坚定 杀戮正式开始 相比开窍镜妖魔 法通石镜妖魔 生命体力要强得多 反抗的余地也大 接连杀死十几名法力镜妖魔 陈青天发现 能被抓入这里的妖魔 并且活到现在的 多少有些本事 但他够拼 一天下来 他杀死153名法力镜妖魔鬼怪 5名通灵镜妖魔鬼怪 这期间 他使用了大量高级回复单 还有不少仙无宝库里面的疗伤单 一天下来 获得的28万血气值 消耗就花了3万多 可惜这些血气值 还不够他提升一个小境界 苦啊 陈青天不得不感慨 如果现在能让他去杀开翘镜妖魔 那么一天下来 绝对能获取更多的血气值 而且还能轻松不少 只能想想了 他这次在镇妖城待了5天 最终还是杀得心力交瘁 选择退出来 林耀天见陈青天出来 眼神闪烁 不停观察起来 最后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只能出声道 陈青天 你除了一身血腥气 似乎没有任何变化 陈青天腼腆一笑 他这次收集的血气值可不少 但在里面一直没有动用 想着回去再说 这时讨好班说道 林长老 杀了好几百法力精妖魔 对我的启发很大 下次你见到我 说不定我能提升两个小金剑呢 林耀天摆摆手道 去吧 但照你这样的速度杀下去 这方区域的妖魔 能让你杀几次 还是少怪一些次数吧 陈青天文言 脸皮一红 回答道 我听林长老的 一定不常来 那我走了 呼 离开这里后 陈青天才舒了一口气 面对这些厉害的强者 他压力也不是一般的大 生怕被他们发现什么 回到自己的住处 一个仆人上前道 道长 你回来了 这是杨教务长 派人送过来的各类丹药 还请你验收 陈青天已经换了新的住处 这里比起以前住的地方 简直不可比较 这处大院占地很广 环境优美 以陈青天的观察 这里有人为布置过聚林镇 常年累月灵气十足 对修炼有大增益 这大院里面 学院安排服侍他的人 就有几十个 面前的就是一个中年管家 看他的态度 那是恭敬得很 陈青天对这方面倒没有什么要求 但他也知道 法力镜以上的道学生 各方面照顾就很明显了 都拥有独立的地盘了 还可以私自带仆人进来 望着管家手里的瓶瓶罐罐 陈青天笑道 我知道 给我吧 说完 他顺手收下这些丹药 这些东西 对修炼之人都是好东西 可他看不上 想了想 又拿出一些丹药给这人 这些你们分了吧 以后辛苦大家了 这人大喜 脸上激动不已 连忙感谢道 都是应该的 谢谢道长赏赐 我们一定用心伺候你 但有需求 我一定照办 陈青天不以为意 笑道 正常点来就好了 我没那么多要求 去吧 对了 有事你看着办 一般情况不要打扰我 这管家连慢点头 小的明白 一定不会打扰道长修炼 说完 低头弯腰 直接退后四五步 才转身离开 陈青天没在意这些 回到自己的房间 仔细检查这次的收获 这次击杀这么多妖魔鬼怪 除了获得血气值 其中还有不少妖丹 鬼魄 精怪内丹 这些东西 可以炼制法宝丹药 都是好东西 陈青天全部放在 须弥娜戒里面 以后说不定用得着 而最主要的血气值一栏 显示着 126 2300过百万了 陈青天也略显激动 还是第一次一下 就拥有这么这么血气值 但他心里也知道 就算全部使用 恐怕也没办法 提升到钢体精 他天才资质还是太低 每生一个小境界 要消耗太多血气值了 气灵 我想提升资质 陈青天下定决心了 他要提升成妖孽资质 那以后提升境界 就更节约血气值了 气灵道 以你目前资质 花费60万血气值 兑换天资单 可以提升到 最下等妖孽资质 陈青天没有犹豫 当即道 那好 先换天资单 当消耗掉足够的天资单时 陈青天身体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妖孽资质之所以妖孽 就是因为 身体各种机能全面提升 如果硬要比较 那就是加强版的一次开窍 让人再次焕然一新 这种资质 修炼速度一日千里 潜力无穷大 战斗力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往往能够越级挑战 同级对付十倍对手围攻 都能够反杀 陈青天知道 他这些道学生 有三名这样的人物 往届这样的人物也不多 每一个都是道学院 极力拉拢的 妖孽资质的人物 不论加入哪个宗门 都会被重点培养 而在这个资质之上 就是万古神才 这个世界所谓的神才 已经是特殊人物了 他们有明显的特征 那就是神体 也因为这样 无论陈青天修炼速度有多快 也没人说他是神才 只说他有神才修炼之资 因为他没有展露神体 他也确实没有神体 这就是妖孽之资吗 陈青天此刻眼中金光流动 整个人像是经过一场进化 身体一些杂质排出体外 耳聪牧鸣 心念豁达 不错 接下来 我就要想办法 换取仙武宝库里面的神体了 陈青天心里清楚 他资质已经到妖孽了 下一个目标 就是神才之资 但必须要有神体 但眼下的血气值明显不够换取神体 他想先提升小境界 于是又从仙武宝库里面 兑换高级灵力单 上次从法力境大圆满 提升到通灵境初期 他花费了24万左右血气值 当这次提升到通灵境中期时 他仅仅花费了16万血气值 资质从天才提升妖孽 他提升一个境界 又减少了大量血气值 又花费21万血气值 他境界上升通灵境后期 当最后使用270枚高级灵力单后 他如愿提升到通灵境巅峰期 气息浓厚 陈青天心里抑制不住的激动 以他目前的天赋法力 通灵阴魂会何其强大 如果再遇上那卢成风 自己一定能打得他满地找牙 当陈青天再次看向属性面板 变化已经很大了 陈青天 男 16岁 寿命长 三百境界 通灵境 巅峰期 自治 擎天妖孽 灵 十 功法 雷鸣神境 人极极品 大圆满 武技法术 战体权 人极上品 大圆满 决意剑法 人极绝品 大圆满 通灵法术 人极下品 小成 预见法术 人极绝配 入门 法宝 青天剑 法器绝品 血气值 一万两千五百一十 这其中 陈青天还学会了一门预见法术 能够预见飞行的同时 更能飞见攻击 以他目前的法力 能简单操控这门法术了 身份和实力 有大变化的陈青天 生活没有太多改变 他不好去镇妖城 那么就选择去后山 以他的实力 可以深入比较危险的地方了 这天从后山 获取几万血气值回来后 白云飞就来他的住处 找到了他 陈青天依旧十分热情 满怀欣喜道 白大哥 还说要去找你 想不到你先来了 白云飞打量着陈青天 不由自主道 青天 几天不见 你好像更加有气势了 陈青天自然知道自己的变化 轻声道 白大哥 你看错了 哪里有多大变化 说完还摊开手 身体并没有一出什么气势 白云飞摇摇头 自嘲道 可能我想多了 不过你的事 大家传得很神 有说 你是先人转世 法力无边 战力超群 陈青天一愣 他这几天身居简出 没怎么和人交流 一下子名声大噪了 不过他也没有多想 笑道 谁这么瞎说 我也只是有点气韵而已 这道学院里面 卧虎藏龙 我怕排不上号吧 白云飞去正色道 青天 你别谦虚 你怕是不知道 自己有多妖念 你登记的年龄才十六岁 就已经突破通灵境了 还能和那卢成峰直视 战斗的不分上下 整个精英道学生里面 你已经算一号人物了 纵观道学院历史 你这样的人物 怕没几个 陈青天摸了摸鼻子 不知不觉 他也算一号人物了 想想 他再过一个月 这个身体就要满十七岁了 到时候 不知道要不要找些人 过个生日 这时 陈青天也不再谦虚 好奇问道 白大哥 你说说 法通实境道学生中 最厉害的是谁 白云飞闻言 不假思索回答 我们慈心中最厉害的 玄神仙 陈青天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追问道 他有多厉害 白云飞摇摇头 脸色严肃道 没人知道 我只知道 他是真正的万古神才 拥有玄金神体 还领悟了冲天剑意 神体 剑意 陈青天文言 脸色一变 神体那自然不用说 成为妖孽资质之后 他知道 神才远比妖孽了不起 拥有神体的人物 一定是人中之龙 战力绝对同天 至于剑意 陈青天也略有所知 这不同于一般的剑法 个人对剑道的领悟 对一种事物的深刻认识 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领悟道建议 哪怕是最初级的建议 他随意一见的威力 一般人都难以想象 陈青天驱散心中的凝重心情 夸赞道 那这玄神仙 一定很厉害 我都想见识一下了 白云飞眼神一变 注意到陈青天短暂的失神了 这时安慰道 青天 这种人物 天生不凡 你也别和他比什么 你已经很了不起了 陈青天一笑 无所谓道 白大哥 我知道 你继续说说 道学院还有什么厉害人物 白云飞面对陈青天这个提问 略微思索 冷静答道 道还有 两人需要特别注意 一位名叫苏杭叶 此人上等妖孽之姿 并且领悟了杀戮刀意 一刀祭出 鬼神难逃 陈青天点点头 这人他也记住了 又是一位领悟刀意的强者 那另外一位呢 陈青天快速问道 白云飞接着道 还有一位要特别注意的 道学生叫水月英 据说他修炼了一门极为厉害的功法 有传言 这是一门天极功法的上半步 陈青天心里一经 天极功法 一般人可没那么容易获取 这种功法 哪怕在慈心宗 也是宗门重要法门 不是谁都有自制修炼的 再说 这种等级的功法 不到一定境界 想要领悟修炼成功 万万没有可能 陈青天看向白云飞 详细问道 白大哥 他一个道学生 境界不会太高吧 怎么能修炼天极功法成功 白云飞不确定道 我也没有去验证 但这种事也说不好 有些人天赋异禀 也许真能领悟天极功法 哪怕是一部分 实力跟一般人 也是天差地别 总之你要是对上这类人 千万小心就是了 陈青天点点头 他不由得想到 也是时候修炼一门 更厉害的功法了 雷鸣神境早已大圆满 他应该能领悟 地极功法了 找个时间试试看 见陈青天在思考什么 白云飞突然提醒道 青天 我今天来 其实就要告诉你 学院天榜地榜 从新排名的日子定下来了 就在三天后 陈青天文言 脸上一笑 对白云飞说道 白大哥 本来还想 以你的道学生 身份参加地榜排名呢 现在这种情况 我只能去参加天榜排名了 不知道我拿了好名次 你有没有什么奖励 白云飞听这么一说 心情不错道 青天 说起来 我还要谢谢你 你成为精英道学生 我也拿了一份大奖励 宗门这次给了我一枚地极丹药 让我有更大几率 突破通灵境 另外 还帮我把绝品法器 哦 陈青天笑道 这也是白大哥你该得的 看来我越有出息 对你反而越好 哈哈 白云飞开心道 可不是 如果你自己这次天榜 能拿的好名次 也会有很好的奖励 我先恭喜你七开得胜了 陈青天点点头 他在学院也是名人了 没有扮猪吃老虎的意义了 这次就先会会学院一些厉害人物 看看大家差距如何 送走白云飞 陈青天冷静下来 这时他联系仙武宝库七灵道 我想学一门地极功法 依旧选择雷属性的 陈青天想清楚了 雷属性功法他 已经有很大心得了 完全可以继续这个方向 七灵一番筛选 很快一门地极上品 功法就映入眼帘 九霄雷霆大法 这门功法和雷鸣神境 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优点更甚 从简介可以看出 修炼这门功法大成 可以让身体形成一副雷甲 而且 这门功法攻守兼备 本身就带有极强的攻击技能 可聚雷成型 攻击万物 这也是地极功法的特性 他除了让人修炼制更高境界 对武技法术有加成 本身也具备无与伦比的攻击和防御 熟练度越高 他变化就越大 也因为这样 这种厉害功法 如果个人境界不够 悟性不高 就算有人帮忙 也很难修炼制入门 更不要说大成大圆满 按理说 这种功法也只有钢体境 乃至非天境 才有机会修炼成功的 可陈青天却不信那么多了 他就要试试 我要兑换九霄雷霆大法 陈青天干脆地对气灵道 想法传递 三万血气之消失 一道带有无数信息的意念 进入他脑海 哄 刹那间 陈青天感觉头都要炸了 脑海里 无数雷霆闪烁 如同万根钢针刺痛全身 不行 太痛苦了 学不了 陈青天潜意识里想退缩 以他如今的境界 妖孽级的天赋 学一门地极上品的功法 都有极大的风险 这也从侧面说明 好的功法 学会难度有多大 他相信 哪怕现在学一门地极武技和法术 都没有地极功法这样的难度 一门功法想学会 大脑吸收修炼方法的同时 还要在全身运转 一旦火候不够 通俗来说 轻者经脉逆流 损害身体 重者走火入魔 生死盗消 这种情况 最简单的做法 那就是停止修炼 日后再说 可陈青天偏偏不信这个邪 按照脑海里面的提示 一步步运转功法 妄图入门壳 陈青天依旧坚持 全身心投入 更有雷鸣神经大圆满的经验 可以借鉴 脑海里 一尊雷霆巨人 浑身经脉清晰可见 他照着上面的方法 一步一步完成 哄 不知道过了多久 那雷之巨人化为流光 融入他全身 等一切结束 陈青天睁开眼睛 眼珠里面 纯精的雷光丝丝作响 双手微微抬起 掌中雷心浮现 举手投足之间 可以用来攻击一切 成了 陈青天长吸一口气 应该是成了 比想着中的要难修炼 而在功法一栏中 也显示着 九霄雷霆大法 地级上品 入门 学了这门功法 对于学院这次天榜排名 他又多了两分信心 第二天 看着又见底的血气质 陈青天想去后山试试手 更想收获一些血气质 可不想这时 杨明国派人来找他了 一名年岁不大的道师 找到还在大院的陈青天 脸上客气道 青天道友 杨教务长请你过去 陈青天心里清楚 杨明国找他 恐怕是为了这次天榜排名的事情吧 也没耽搁 他直接道 辛苦这位道师了 我们走吧 穿越几条小路 经过一排长廊 最终来到一栋大阁楼 这里面装饰极为简单 没有假山池塘 仅仅倾石铺地 在一处平地 陈青天也见到了 仰天思索的杨明国 杨教务长 我来了 那道师已走 陈青天独自一人上前 恭敬道 青天来了呀 我找你 你应该知道 是为何事了吧 杨明国转身 淡淡道 陈青天点头道 杨教务长 是为了天榜排名的事吧 嗯 杨明国笑了 突然问道 青天 你知道我们道学院 目前有多少法通实境的道学生吗 陈青天文言 不由回忆起来 他好像没有了解这个问题 于是不好意思道 杨教务长 我没问过谁这个问题 杨明国顿了顿 小声道 青天 这个问题也不是秘密 目前道学院法律境以上的 道学生有三百多人 陈青天听后 不由思考起来 三百多人 这个数字 其实不算少了 这恐怕是好多年 才积累起来的 有些道学生 年岁肯定不小了 都不知道是哪届的 只是一直留在道学院 杨明国见陈青天 没说什么 又问道 青天 这么多精英道学生 你知道有多少人 加入我们慈心宗了吗 陈青天面对这个问题 也没有多想 随口道 慈心宗是大宗门 这些愿意留在学院内的强者 我想大多数都加入宗门了吧 杨明国赞赏道 你说得不错 法律境以上的道学生 百分之九十都加入我们慈心宗了 很多都在宗门内 重新败过诗了 说完这些 他还一点笑意地望着陈青天 似乎在说 你看 大部分人都知道该怎么选 陈青天没接话 有意探寻道 杨教务长 这些道学生中 通灵进强者多吗 杨明国没有隐瞒 直言道 不多 我实话和你说吧 三百多精英道学生里 其中只有33名通灵进道学生 6名钢体进道学生 你现在心里有数了吧 陈青天得到想要的答案 马上谦虚道 这么说来 我其实也没那么厉害 这次天榜排名 我怕排不上什么好名次吧 哈哈 杨明国大笑 随即假意称怪道 装模作样 你什么实力 自己心里没数吗 依我看来 你如果还能像上次那般通灵 这次排名 你绝对有机会进前十 说完这些 杨明国又死死盯着陈青天 审视道 如果你还有什么后手 那就更难说了 总之你好好努力 拿得好名次 哪怕你不加入宗门 好处也少不了你的 陈青天心里清楚 他早有了决断 接下来 两人又交流了好议会 作为自己在学院内的负责人 陈青天还向他请教了 有关刚体经的一些修炼方法 好在杨明国没有多想 这方面自然是有问必答 他应该也没想到 陈青天这么快 就到了通灵境巅峰期 道学院天榜地榜排名的日子 很快到了 首先是地榜 凡是法通实境以下的道学生 全部有资格报名参加 但这只是理论 没有开窍境实力 也没有资格最后胜出 陈青天同时也了解到 学院内开窍境到学生也不少 14500人还是有的 这么多人当中 无论新生老生都是公平竞争 最后取前100名上地榜排名 此刻陈青天正和白云飞站在一起 他们选了一处事业极好的地方 看着前方那广阔无边的场地 陈青天问道 白大哥 这么多人 他们怎么还选 看起来好乱的样子 白云飞解释道 我刚知道了 这次地榜报名了2000人 这2000人当中 第一轮大家抽签 一对一公平对决 一轮下来 直接淘汰1000人 陈青天眉头一皱 冷静道 是挺干脆的 但是这样一来 万一两名厉害的道学生提前遇上 其中一人不是过早淘汰了 很可惜啊 白云飞一笑 似乎知道陈青天有此疑问 连忙辩解道 这个问题学院高层想过 万一抽签 让两名数一数二的高手提前遇上了 淘汰其中一名太可惜 所以 针对这个问题 那一半淘汰的人 可以重新进行一次复活赛 他们之中 不服气的人 可以再抽签打一场 赢了可以重新上场比试 陈青天点点头 这样说来 失败的人全部都有一次再战的机会 如果还失败 要么实力不行 要么运气太差 也怪不得谁了 两人看了一会 说实在的 这样的战斗 陈青天也生不起多大兴趣 他和这些人差不多年纪 但是超越他们太多了 白云飞似乎看出陈青天性质不高 他轻声道 青天 地榜排名需要好几天呢 最后那一天 应该一些看头 到时再来看看嘛 陈青天明白 只有等地榜排名出来后 天榜排名才会开始 那时候 才是他表演的时候 在此之前 他还想提升一下实力 他告别白云飞后 直接前往后山 这次 他打算深入里面 看看有没有大的收获 云门山 严格来说 就是雌星宗的后花园 但陈青天也了解到 因为种种原因 这里并没有被清理干净 连绵千里的大山深处 依旧隐藏着大量的妖魔鬼怪 甚至还有传言 有宗门大能强者 在里面圈养过恐怖的异兽 陈青天独自行走在 茂密的森林里面 他近来已经快一天了 不断地往深处杀戮 中途所遇到的凶兽 纷纷惨死在他手上 站在一处寒风凛冽的山峰之上 陈青天向前凝望 百物茫茫 群山无有尽头 到了这里 也终于很难看到人来的痕迹了 道学院那些道学生 能有实力过来这里的 也只有少数精英道学生了 宗门里面的强者 一般也不会往这里来 一切都是那么神秘 这其中 陈青天继续深入 遇到凶兽越来越强 就在刚才 他还杀死过两头法力镜妖兽 前方开始凶险起来了 不过他一高人胆大 他吐出胸中一口气 随即喃喃自语道 我倒要看看 这前面到底有什么 走 很少有人来 证明这里面什么东西都有 当陈青天斩杀大量凶兽后 天色也暗下来了 他也决定了 要在这群山之间待上几天 好好收集一些血气质 第二天 一切正常 杀的大多是一些宗师镜 开窍镜的凶兽 只遇到了五头法力镜妖兽 直接被他斩杀 到第三天中午的时候 陈青天终于遇到一群大家伙了 上百头猿猴一般的妖兽 他们看起来有组织有纪律 为首的一头妖兽 浑身散发出强劲的气势 他的吼叫声带有指挥作用 以陈青天的估计 那头领兽应该有通灵镜的实力 智慧绝对不低 加上周围十几头法力镜猿猴妖兽 他要是硬上 一定会被围攻 不过陈青天此刻意气风发 这种场面 他可不怕 哼 飞跃跳出 一剑斩杀十几头开窍镜猴兽 好 兽群头领一声怒吼 怒火冲天地看着面前的人族 所有猿猴兽也暴怒起来 想要杀死陈青天 来吧 陈青天杀星一起 当场通灵 他要以最快的速度 剿灭这一群猿猴妖兽 一道阴魂上身 陈青天战役飙升 剑光之中 伴有雷电 一击挥出 十方雷动 好 好 激烈的吼叫不停响起 陈青天杀得也更起劲了 哪怕一头法力镜猴兽 都抵挡不了他几击 全力横扫之下 一头头竟被斩杀 猿猴头领兽 剑陈青天凶残 他垂胸顿足 发疯一般大叫 与此同时 一道兽类阴影进入他体内 让他浑身暴涨 一手抓住旁边一棵百米巨树 拔出来的瞬间 朝陈青天砸来 哄 青天剑迎上 巨树化为无数节 散落开来 陈青天接着主动杀上 一剑一拳 轰退着猿猴头领兽 他已经把这头领兽周围小地 全部杀光 全部变为为血气质了 地级功法施展 爆发身体全部实力 这些兽群 哪能抵抗他太久 这就是他如今的战力 好了 该结束了 剑锋直冲 猿猴头领心脏被贯穿 还带有烧焦的味道 收取这里全部的妖兽丹 陈青天接着往前 他已经收集不少血气质了 再凑几万 就能把境界提升到通灵境大圆满 这期间 他还发现一个巨大的深水潭 简单探索一番 他惊奇地发现 这里面生活过一头庞然大物 至于是什么 他不敢下去深究 里面的家伙 实力肯定不弱 记住这个位置 他开始往回赶 因为血气质基本凑够了 第四天下午 他总算靠近后山外围了 在回学院之前 他找到一处安静的地方 开始兑换出320枚高级灵力丹 全部服用过后 身体再度发生变化 他也达到通灵境大圆满了 脑海中的属性面板 又不一样了 陈青天 男 16岁 三百境界 通灵境 大圆满七 资质 晴天妖孽 零 十 功法 九霄雷霆大法 地级上品 入门 五级法术 战体权 人级上品 大圆满 决意剑法 人级绝品 大圆满 通灵法术 人级下品 小城 御剑法术 人级绝配 入门 法宝 青天剑 法器绝品 血气质 3241 这几天没白努力 陈青天感慨起来 这几天 深入云门山深处 辛苦凑出了 三十多万血气质 其中的艰辛 也只有 他自己知道 不光白天 就算黑夜 有时他都没闲着 陈青天没想到 他才回来 就马上有道士找来了 陈青天 你这几天跑哪里去了 地榜排名今天就结束了 你还没有报明天榜排名赛 是不想参加了吗 这名道士很是急切 似乎在抱怨什么 陈青天知道 这道士经常跟在 杨明国身边 算是他的人 他立马抱歉道 这位道士 是我疏忽了 我就去 陈青天跑去报名 他也算最后一个 来这里的人了 顺便也向报名的道士问道 道士 问一下 今年天榜重新排名 有多少人报名了 这道士一笑 陈青天 我知道你 还以为你不报名参加了 你是第283个 来报名的 283 陈青天听杨明国说过 道学院有法力进 以上的道学生 300多人 很明显 不是所有人 都愿意报名参加的 他确认道 这么说 这次天榜排名 就这么多人了 有一部分人没有报名吧 这道士点点头 解释道 有些道学生是不愿意参加 也有些人清楚 他们实力有限 参加也不会有好名次 索性不凑热闹了 陈青天听后 也没说什么 他这么说也有道理 有些人有自知之明 此刻的道学院很是热闹 陈青天循着声音 去往了地榜排名战斗场地 这里已经到了 最为激烈的角逐 场外无数道学生 围着一处战场 不少人议论道 这界新生好猛 这徐建峰 居然能跟上界地榜 第一的王源战斗这么久 目前还看不到落败的可能啊 是啊 是啊 都是妖孽自治 这两人早晚都能突破法通实境 我们只有羡慕的分 顺着他们的目光 陈青天对徐建峰 还是有点印象的 这少年比自己稍微大一点 有开窍境巅峰的实力 手中法剑绝品无疑 看他攻法武技 也都不会低于人级上品级品 只是还没有大成的样子 他那对手各方面明显比他还强 双方爆发的力量相当不错 陈青天看着不断点头 这等战斗力 跟自己是没得比了 但一般法力竞 他们都有资格挑战 谁让两人都是这种厉害的妖孽 不多时 两人就要到关键时候了 So 只见台上剑光交错 庞大的力量飞剑 积设在外围的结界上面 为了方便他们鄙视 不受外界干扰 鄙视台四周 都有强者布下阵法结界 防止力量外泄 伤到那些想不断靠近的道学生 徐建峰要落败了 陈青天摇摇头 他已经看到结果了 这一句话 没想到棒边的人听到了 顿时反驳道 你怎么就知道 我看他们胜负还难说 陈青天看他年纪 应该是网接到学生了 也不回话 示意他继续看下去 果然 场上很快发生变化 徐建峰被对手打倒 倒地吐了一口大血 可他还是不服气的样子 想爬起来 可惜对手不给他机会了 连续进攻 彻底把他压在身下 哎 还是落败了 这样看来 你倒没说错 反驳陈青天的道学生 使劲谣叹息 接着他又说道 王源要连任地榜第一了 难道没人能撼动他的地位吗 这时 旁边有人大声道 这界新生 最牛的人不在地榜啊 马上有人感兴趣道 没错 那陈青天才是这界新生最强的 有人说他当初资质一般 可人家 也能成为强者 还成了通灵进强者 真是我们的榜样 这些人看战斗结束 居然议论起陈青天来了 有人忍不住喊道 这陈青天 听说只是优越资质 不也能变得那么厉害 他可以 我们也可以啊 只要有奇遇 谁都有可能成为强者 对 说得不错 陈青天可以 我们也都有机会 听到他们的话 陈青天心里暗自叹息 这些人 基本天资不怎么样 他们说起自己 其实也算给自我打气 不甘心接受本身的平凡 想哪天也有奇遇 能成为强者 陈青天这时选择离去 虽然他名气传出去了 可认识他的人不算多 可没走多远 立马遇见一个熟人 灵门心情很糟糕 看到前方的陈青天 他肉弱的脸蛋一笑 凑了上来 陈青天道友 你也在看我们比试吗 陈青天见到灵门 脚步停下 礼貌道 灵道友 我刚好路过 顺便看了一眼 接着问道 你这次报名地榜了吧 成绩如何 灵门见陈青天问他 小脸一红 气冲冲道 哼 别说了 一早遇到那王源 我连前十都没有进去 这次没什么好奖励 陈青天知道 这灵门妖孽之姿 战斗里他是见过的 其实算不错了 这次地榜前十都没进去 确实有些可惜 于是安慰道 天榜地榜不是每年一次吗 谁知道灵门白了陈青天一眼 嘴里奶兄道 你说的不对 我有意见 陈青天猛逼 反问道 怎么不对了 灵门这时也魅如斯道 一年时间 我也能和你一样 突破到法通实境 到时候跟你天忙比试 陈青天笑了 咳嗽一声道 那个 灵门道友 我相信你有这个实力 加油 见陈青天这等模样 灵门不服气道 你等着看吧 我不会差你很远的 陈青天看见那不屈的眼神 正色道 好 我等着 庄重的广场上 挤满了上万人 全部都是年轻的道学生 但在那最中央 这一处依旧显得很空旷 中心高台之上 站立着上百位重要人物 为首的艺人 身穿金服 头戴宝饰 高台最近的下方 整整齐齐站着283人 而陈青天 也在这些人当中 今天 就是慈星宗道学院 天榜排名开始的日子 这更像是一场盛会 陈青天看着周围这些人物 等下就要和他们比试了 感应一番 这里每个人身上 都散发出不一样的气势 他们这些人 一个个目空一切 好像其他人都不如自己 陈青天可没那么自信 他打量一遍 发现其中一人身体气息 格外不一样 他站在那里 感觉就像一座大山 可用肉眼看去 就像一张白纸 仿佛虚无不存在 突然 那人感受到了什么 斜眼看了看陈青天 就这一眼 陈青天汗毛竖起 他被一道无形的精神力锁定 那双眼睛 如同远古巨兽一般 刹那间 陈青天身体紧绷 做好了防御姿态 可那人脸上却一笑 一切压力立马消失 果然可怕 陈青天心里已经知道 那人就是万古神才悬神仙 比想象还要恐怖 自己目前远不是对手 也在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大家安静 陈青天抬头 高抬说话的 是那副院长辛苦托 此时他脸上露出客套的笑意 大声道 今天我们有幸 请来我们慈心宗宗主 来给大家做重要讲道 他话讲完 低下一阵高呼 大家表示欢迎 陈青天仔细看去 高抬为首的那人 缓缓走出 他就是慈心宗宗主了 从这里看去 这人保持四十多岁的样子 作为一宗之主 看着不怎么霸气 但有很浓厚的亲和力 眉目间 一副老实人的样子 让人觉得他很可靠 他一开口 就很谦虚地说道 道学生们 你们能选择慈心宗道学院 我很荣幸 谢谢你们的信任 今天 是重要的日子 这么多人聚集一堂 是为了见证 优秀道学生的成长 我希望你们步步高升 将来一同去往莲花界 顿了顿 他高呼道 现在我宣布 天榜排名赛开始 哦 无数欢呼声响起 这些道学生 一个个激动不及 接下来 陈青天这些精英道学生 开始抽签 看着手中的98字样的符号 陈青天知道 他的对手 是也是这个数字 283人 除去一个轮空 一共分为两份141个数字 各自找好对手 在141名道师见证下 大家开始比动 陈青天这一轮的对手 是一个比他大很多的青年 看上去嚣张得很 他一上来 就臭屁道 小子 没见过你 是新进的法力进道学生吗 我奉劝你 自己弃拳 否则被我打成重伤可不好 陈青天笑了 这些精英道学生 果然狂妄傲气 他轻声问道 你确定能打过吗 这道学生顿时不约道 看样子 你是想吃苦头啊 说完 他拿出法宝 一副要动手的样子 陈青天同样拿出青天剑 他感觉这对手 应该有些实力 剑荡山河 一声大吼 这人一招剑法 带动周边空气 形成巨大的风暴 这一剑 看是试探 其实威力很大 如果陈青天真是法力进 恐怕是躲不过 不错 一来就遇上通灵进强者了 陈青天不再气定神闲 他遇上的这人 是个不错的强者 我也来一剑 绝法 这一剑 包含万象 庞大的气势 摧毁对手所有法力 直接攻击对方本尊 小子 你 面对陈青天这不留情的还击 这人感受到对手的不简单 他整个人如灵大敌 浑身法力抖动 更厉害的剑法发动 双方形成剧烈的碰撞 哄 稳住身形 刘涛心惊不及 这个小少年 竟见明显压过他 他不由地怀疑起来 大声质问道 小子 我是上五届的盗学生刘涛 去年天榜排名第25 你是谁 先报个名号 陈青天见他这时重视自己 还主动自报家门 顿时与其轻松道 哦 原来是高我五届的老盗兄啊 我就是这届盗学生陈青天 还请盗兄手下留情 陈青天 原来你就是陈青天 刘涛整个人不好了 他其实也猜到了 这么年少的通灵镜强者 怎么可能是突然冒出来的 结合这段时间的传言 这人身份呼之欲出 刘涛这时苦涩到 看样子 传言是真的 你果然了得 刚才接触下来 你绝不是刚突破通灵镜的实力 陈青天望着这刘涛 这人紧紧通灵镜初中期的样子 各方面跟自己比起来 有不小差距 陈青天也不多说什么了 好气道 不废话了 你通灵吧 拿出你所有的实力 要不然 你会很快落版 刘涛脸色一变 战意涌出 不服道 好 我倒要验证一下 你是不是传言当中那么深 杀 刘涛话音落地 整个人念动咒语 开始通灵 很快身体有了明显变化 来吧 这时候的陈青天 也感受到 对手有新的力量加持 不过他一点不及 也没有通灵 以目前的实力 就算对方通灵 也不会是自己对手 剑荡世间 刘涛浑身放光 这一剑 他倾尽全力 法力波动 撼动四边结界 整个人如蜂牛 如狂马 陈青天眼中 也露出炙烈的光芒 九霄雷霆大法运转 青天剑飞向半空 剑动雷鸣 两人杀招相互碰撞 一旁观战的道士都动容了 一百多场大战 他们的战斗不算最激烈 但还是有不少观看 周围不少道学生 了解他们身份后 开始相互支持 有为刘涛打气的 也有不少人为 陈青天高呼 尤其是今年一些新生 不知道为何 开始以他为荣 说他是这一届道学生的代表 是大家的骄傲 高台之上 慈心宗宗主 早就注意到陈青天的表现了 他对一旁的副院长 辛苦驼道 新副院长 道学院在你们管理下 今年冒出了不少厉害的新人 辛苦驼文言 恭敬道 宗主 为宗门培养强者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也是道学院存在的价值 慈心宗宗主满意地点点头 先是看向那 早已结束战斗的玄神仙 接着感叹道 神仙实力又进步了 可惜 他没出手 那对手就放弃了 跟在他身边的一名宗门长老 立马道 宗主 玄神仙是神才 又是你的弟子 经过你的用心教导 他早晚是宗门栋梁人物 辛苦驼也在一旁夸赞道 宗主为宗门招收如此神才 我等佩服 玄神仙不光是我们道学院的门面 也是宗门的希望 不少人这事也跟着吹捧起来 宗主 我们慈心宗在你的带领下 必定更加辉煌 你会演食材 我等拜扶 是啊 宗主的弟子厉害 宗主自己更厉害 我们慈心宗将来一定能成为各宗门之首 慈心宗宗主 在一片吹捧中 没有迷失自己 他白白手 示意大家不用说了 接着故作好奇地指着下面问道 底下战斗的那个少年 就是今年的新生 陈青天吧 顺着他的手指 辛苦驼上前一步道 宗主 那就是陈青天 宗主你也听说了 哼 慈心宗宗主一笑 感叹道 听说了 今天算是见到真人了 要我说 他是大才 真妖孽 老宗主前几天还夸过他 你们要重视起来啊 辛苦驼脸色有些不自然 纠结着说道 宗主 这家伙是有些奇遇 不过为人桀骜不逊 还不愿意加入宗门 而且 资质也不怎么样 如今是有些实力 但恐怕难以为继啊 听到这些话 旁边一直没出声的杨明国 突然笑道 辛苦驼 宗主面前 你说这话 看来夹杂了不少私心 也完全没有认真看待陈青天 慈心宗宗主看了一眼杨明国 与其温和道 明国说的对 这陈青天我远远看去 就知道不简单 我们慈心宗要振兴 就要靠收拢更多的妖孽人物 你们看 他就要赢了 和他战斗的青年我记得 是叫刘涛吧 两人实力 完全不在一个等级 他们这些人在讨论的时候 陈青天也快结束战斗了 这刘涛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被打得很是狼狈 没有还手之力了 我说了 刘涛见陈青天 没有对他下狠手 也终于主动认输了 面前的少年 比他要优秀得多 哪怕再极度 也不得不承认 他本来以为自己通灵后 实力得到提升 加上他厉害的剑法 可以和陈青天周旋到底 没想到 对方都没有通灵 他就坚持不住了 陈青天的攻法和剑法 完全碾压他 没办法 只能认输 这样伤得不重 等下还可以参加复活赛 他可不想第一轮 就退出天榜排名 那样太丢人了 陈青天见对方服了 也没有继续动手 这刘涛还算可以 可惜 遇上自己了 他通灵之后 也有接近通灵进巅峰期的实力 可综合实力 还是比不上自己 这么快落败 也是情理之中 第一轮比赛 很快陆陆续续结束了 赢了的人自然高兴 但是输了的人两极分化 有些人垂头丧气 有些表现得不服 有些人怒气冲冲 不少人不愿意退出天榜排名 选择再度抽签 进行一场复活比赛 陈青天没有过多理会这些问题 他赢了后 就想默默退走 因为一轮过后 第二天才开始下一轮 可惜 这时候他想独自退走 已经没有那么简单了 很多人围了上来 想要跟他搭话 大家让一下 谢谢 陈青天礼貌地向众人打招呼 他没有兴趣接受采访 也没想和这些人打交道 但这种情况 他明显难出去 就在他想动用法力挤走的时候 一道声音响起 陈青天 新副院长要你过去一趟 跟我走吧 陈青天跟着这名道师 见到了叫自己过来的副院长 辛苦驼 他本来不知道 这家伙为什么叫来自己 但看到他面前一人时 才明白过来 站在前面的 正是先前在高台讲话的 慈心宗宗主 见陈青天过来后 只是静静地站着 辛苦驼嘴里严厉道 陈青天 这是宗主 还不跪下行礼 陈青天眉头大皱 慈心宗是大宗门 宗主自然是大下帝国风云人物 实力那是没得说 可他只是来这里休学的 又没有加入宗门 没必要这么卑微 他也不想对谁下跪 当即一拱手道 陈青天见过宗主 辛苦驼见状 非常不悦 何则道 还是这么没规矩 跪下 这一生带有强大的气势 直冲陈青天 心服愿仗 不必如此 作为慈心宗宗主 曹正兴脸色如常 可他心里又是一番滋味 刚听说这陈青天时 他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昙花一现的少年音才太多了 现在近距离见到 仔细观察过后 才发现这少年的异常 他脸上露出习惯性的微笑 与其热情道 不用如此见外 陈青天 你是大才 我忍不住想见见你 陈青天微笑道 宗主 我也只是有点奇遇罢了 根本算不了什么 不值得让你高看 哈哈 曹正兴大笑 脸上若有所思 接着轻描淡写地说道 陈青天 我关你 已有妖孽之姿 你的奇遇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 也难怪林长老想收你为徒 就连那天基因营帅都想拉拢你过去 你不简单啊 随着慈心宗宗主的爆料 周围不少跟着的人都脸色一变 尤其是这辛苦驼 他一直以为陈青天是优越资质 始终认为他走不远 如今听到这些话 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失控道 宗主 这不可能 当初他进入道学院时 道妻印证过 只是低等优越资质 这不可能出错 随着他的话 周围其他强者也疑惑地望着陈青天 他们自然相信辛苦驼的话 也不认为道妻会出错 可他们宗主的本事谁不知道 绝对不会看错 这下每个人脸上都动容了 曹正兴笑眯眯地看着陈青天 面前的少年奇遇可不小 优越资质变成妖孽 可不是一般宝物能轻易办到的事情 陈青天一脸无奈 面对这样的强者 他浑身上下又全被看透了 不过这个时候他也不紧张了 大方道 这是我个人秘密 我想宗们不会拷问我吧 怎么会 曹正兴一脸严肃 指着周围人慈心宗各位强者道 我们这些人 哪个没有自己的奇遇秘密 能走到今天都是不凡的人物 陈青天 你放心 只要你还在道学院 我就敢说 没有人敢打你的注意 陈青天见着宗主的模样 一时好感生起 不过他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小伙子 表面感谢道 宗主 你真是深明大义 我佩服 虽然我没有加入慈心宗 但只要我在道学院 只要宗门需要我 我义不容辞 好啊 曹正兴上前几步 一手拍在陈青天肩上 高兴道 真是道学院的好榜样 我曹正兴看好你 努力吧 你前途无量 一旁的这些强者 见宗主这么重视陈青天 也纷纷表示道 我们道学院又出大财了 宗主亲自肯定 错不了 陈青天深深地望着这些人 他们虽然脸上在笑 可心里怎么想的 就很难说了 他身上的秘密 这些人不可能不感兴趣 只是没办法明着来打主意 他以后要注意了 等陈青天离开后 一位长老立刻对曹正兴敬言道 宗主 这小子身上有大秘密 小小年纪 短短时间 居然能大幅度提升资质 自身境界提升如此神速 太惊人了 我们要不要 曹正兴瞪着长老一眼 接着大声道 你们记住 我们慈心宗是正道宗门 门人弟子有自己的奇遇 一定不能去插手 更不要有其他心思 这一点永远不变 这些强者见宗门如此强硬态度 也纷纷答应道 是 宗主高见 曹正兴见所有人表示听话 他满意地离去 只是他转过头后 眼里闪过一丝莫名的光芒 天榜一轮结束后 复活赛当天就有结果了 当第二天陈青天来参加比试的时候 他知道了 今天有164人继续这一轮 20多人通过复活赛 又重新加入这场激烈的角逐 很快 所有人被分为82队 马上要进行一场新的比斗 而这一次 陈青天的对手出奇地弱 起码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你就是陈青天 这名对手率先发问 陈青天点点头 礼貌道 对的 我就是这介新生陈青天 这位道凶情之教 这人得到肯定答案 苦笑道 那我真是不走运 这么快遇到你这样的名人 陈青天见这人这样 劝道 从你身上的气势看来 你应该没有达到通灵禁吧 这人笑着答道 没错 我是法力进后期 没办法和你比 我懂你的意思 说完 这人举起手道 我弃拳 陈青天并不意外 这是个正确的选择 看他的样子 是想保持最佳状态 去参加复活赛 这轮比赛 陈青天轻易就结束了 当天下午 新一轮比试马上又开始了 这次加上复活赛进来的人 一共有102人参加 分为51队 陈青天的对手 依旧是一名法力进强者 可对方有些狂妄 最后被他打伤 恐怕很难参加复活赛了 到了这里 陈青天已经进入天榜前百名了 可他清楚 天榜参加的人就这么多 前百名并不那么重要 如果不进入前十名 奖励的东西不怎么样 第三天 比试正常进行 这次只剩下67人 一共分为33队 这次陈青天 也遇到了一名厉害的对手 看着面前的中年男人 陈青天感觉 他像一个机器 从上到下的冷漠 似乎没什么能引起他的注意 看他这个年纪 陈青天明白 这是一名很老的道学生了 出于礼貌 他还是问道 道兄 我叫陈青天 敢问你名讳 是前几阶的老生 这人眼珠子都没动 机械板道 袁大志 具体内见 我也忘了 陈青天见他不想多说 这事严肃道 那道兄 我们开始吧 袁大志文言 手上多出一把 宽大的长枪 通体明亮 寒芒逼人 动手吧 我不会留手的 袁大志眼中出现的寒光 比锋利的枪间更浓烈 陈青天眼神一变 他看见对手身体的变化了 庞大的钢器附体 这还没完 袁大志枪身一转 割破手掌 通灵的力量进入全身 还没动手 他就进入全胜状态了 这一幕 让陈青天暗暗扎舌 这家伙 绝对不是表面 看上去这么简单 他肯定听过自己的故事 一来就全力以赴 哼 面对这种钢体精的强者 陈青天不敢懈怠 当场选择通灵英魂 这力量无比强大 灌满全身 战 两人丝毫不客气 大战爆发 法力强大到结界外 那道失脸色都变了 陈青天感受到压力了 这名对手 无论各方面都很突出 那杆长枪 绝对是宝器级别 压得青天剑滋滋作响 其中的枪法 一次过来 如同飙风一般 好似先动空间 追踪一切痴魅亡两 让人无处可逃 不愧是钢体精的 精英老道学生 实在是厉害 陈青天忍不住夸赞起来 这才是好对手 他开始反击 九霄雷霆大法 虽然才入门 结界里面雷云丝卷 咆哮的雷雨不断落下 让人无处藏身 大量攻击打在 袁大志身上 让他体外 钢甲层层破裂 而他动作 也开始迟缓 因为在雷霆之力刺激下 他身体有着 短暂的麻痹 全力通灵的陈青天 攻击强得难以想象 虽然防御力略差 但在力量加持下 他速度极快 就算被袁大志一部分 枪锋击破身体 可却没有受到 太过严重的伤害 两人的大战 引起不少人关注了 在场只有33场战斗 他们这种激烈程度 已经排得上号了 不少实力弱的道学生 嘶喊大叫 只会看其中热闹 但有实力的人 却讨论起来了 白云飞正和张天鼎 站在一起 他们和陈青天 有过一次情谊 这也是在心理上 还是支持他的 尤其是白云飞 陈青天以前 可是他的道学生 他语气激动到 真没想到 青天实力这么强 能和那早已成名的袁大志 站得不分上下 张天鼎的伤 经过一段时间调理 基本已经好了 他此刻自然也在 关注陈青天的战斗 听到白云飞这么一说 也感叹道 陈青天大事已成 没有谁会小瞧他了 我都已经不如他了 唉 这种有大气韵的人 就是不一样 我们只能忘探息了 白云飞点点头 他心里再复杂 也有一部分 为陈青天高兴的心理 这时紧张道 张道师 你说 他能打赢那袁大志吗 张天鼎摇摇头 十分纠结地说道 不好说 我仔细看了 这陈青天通灵过后 实力强得离谱 这种力量加持程度 我可没见过 看他现在的 鸡 绝对提升一个大境界了 真是难以想象 他到底通灵了哪个世界 白云飞没有达到通灵境 有些难以理解 但陈青天的强大他 还是看得见的 这时重重呼吸道 我相信陈青天能赢 他不是普通人 张天鼎这时笑道 云飞 袁大志也不简单啊 他的外号 可是叫冷面狂人 战斗起来 不死不休 绝对不退缩 是个难缠的强者 我看他身体附上的钢器 隐隐约约有三层 以此可以推测 他已经是钢体近后期强者 很厉害啊 白云飞想了想 又开始担忧起来 陈青天此刻陷入了苦斗 这袁大志钢体防御很强 散乱的雷霆剑法 不能给他重创 只能消磨他的身体 袁大志也感觉到 对手的独特 他被强大的攻击 打得苦不堪言 对手的强大 也出乎他的意料 可他意志坚定 就算身体不停受伤 他也要战斗 他清楚 眼前的少年防御力 完全不如他 只要他能重击对手 那胜利还是他的 他不会服输 这个时候 他也认可面前 这厉害的少年了 一枪刺出 同时说道 陈青天 你通灵竟能跟我周旋这么久 传言不虚 你是个奇人 不过接下来你要小心了 我要真正的拼杀了 要么你倒下 要么我站不起来 一刹那 袁大志身上充满煞气 完全无视陈青天无尽雷击 直接横枪挥舞 法力覆盖一切 一副同归于尽的打法 陈青天也怒吼一声 来吧 像男人一样战斗 我愿意跟你一片 Soul Soul 两道身影开始蓄力 姐姐里面光芒暗了下来 谁都知道 两人要真正的厮杀了 快看 去年天榜前世的袁大志 和那陈青天拼命了 啊 是那里吗 我看到了 天啊 都是真正的强者 这气势 我在姐姐外面 都感受到一阵心结 双方强有力的碰撞 让陈青天浑身颤抖 撕裂的感觉传来 这一击 两人几乎放弃防御 风与雷的对决 全部法力的较量 观战的人 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但陈青天躺在地上 嘴角笑了 场中的另外一边 袁大志还站着 但胸口一道伤正流着血 先是一滴 接着一条直线顺流而下 他脸色不好 但却一步步 走向倒地的陈青天 似乎还想动手 白云飞和张天鼎 一直注视这场战斗 见到这个样子 白云飞把心提到嗓子眼道 难道青天输了 他怎么起不来了 张天鼎摇摇头 可惜道 袁大志还是厉害一些啊 就在众人以为 陈青天输了的时候 他却缓缓站起来了 望着走来的袁大志 他手握青天剑道 袁道兄 胜负一分 你还要坚持吗 陈青天回想起刚才的对决 他功法运用到极致 雷霆之力化为长龙 一道闪电击穿袁大志身体 当然 他自己也被长枪刺穿肩膀 也受伤了 两人的最终厮杀 他还是险胜半招 袁大志脸上依旧没有表情 他死死地盯着陈青天 突然眼中光芒一暗 冷冷道 我还没有倒下 你刚才不该留守 陈青天摇头道 袁道兄 你似乎也留守了 我看这样 我们算平手好了 袁大志文言 收起长枪 头也不回地 往结界外面走去 陈青天一愣 连忙叫道 袁道兄 还没结束呢 你没说 袁大志声音传过来 我比你高八九剑 你能把我逼到这种程度 算你赢了 陈青天笑了 这人心气很高 不能击败自己 他也没想过多纠缠了 想了想 以他的伤势 只要服用好的疗伤丹药 应该不会耽误复活赛 陈青天也不过多纠结了 高台之上 慈心宗宗主 今天并没有到场 但辛苦驼 杨明国等人全部在 有人见陈青天胜出 立马出声道 那陈青天真是厉害 居然赢了袁大志 通灵竞能银钢体竞不是不行 但袁大志可不是一般强者 辛苦驼目睹这一切 嘴里分析道 我看是袁大志让了他一手 真要生死搏杀 胜负难料 杨明国笑道 不管怎么说 陈青天的实力是真可以 我们到学院又添了一头猛龙 值得大家高兴啊 周围不少人 纷纷露出微笑 夸赞起陈青天来 也有人预言 他还有潜力 说不定还有大进步 陈青天这一场战斗很是精彩 但用时并不长 等他结束了 33场战斗 也有一半结束了 放眼望去 法力镜以上的战斗很是绚烂 各类法宝凌空飞起 每个人修炼的功法属性并不一样 金木水火土 风雷云玉光 人人有特色 场中剑技纵横 刀法游走 法术通灵 一朝一世 地动山摇 要不是早有强者不下结界 那一出的破坏力会很惊人 其实这样的战斗 周围主持赛场的道师 实力都很强 两两对决 厮杀到最后 搞不好真要死人 陈青天也注意到了 有一场比试 要不是有道师插手 一名法力镜到学生 就要被通灵镜到学生杀死了 哪怕这样有道师看着 不少人也受了重伤 没办法进行复活赛 严格来说 这天榜排名赛很是残酷 一天下来 有些人要打好几场 一旦受伤严重 接下来淘汰出局 就很容易 当天下午 新一轮争夺赛就开始了 而这次 总人数也只剩下42人了 这也意味着 接下来的战斗会更加精彩 剩下的这些人当中 法力镜强者已经不多了 基本是通灵镜 和少量钢体镜强者 接下来 这些人被分为21队 再度进行一次厮杀 让陈青天意外的是 他眼神扫尸一圈 并没有发现那袁大志 心里不禁想到 难道袁大志复活赛 输给谁了 不应该啊 以他的实力 最后摇摇头 心里有想法了 这袁大志有个性 输了就输了 复活赛都不参加了 而这一轮 陈青天运气还可以 他对手虽然天资妖孽 可惜只是通灵境界后期 面着这样的强者 一般人难以对付 但是他 还是快速打败对方了 早早地结束战斗 面对众人投来的崇拜目光 陈青天没有立马离开这里 因为他此刻 在关注一场战斗 这战斗的其中一个主角 正是悬神仙 而他的对手 看起来也不弱 是一名钢体镜强者 只见悬神仙闭着眼睛 安静地站在场中 副手而立 他的对手 一副如灵大敌样子 久久没有攻击 场外有人议论 蒋千山想挑战悬神仙啊 他是去年天榜第五 有这个资格吗 又一名道士模样的观战者道 估计蒋千山想试试自己 和悬神仙的差距 不知道会输得多难看 好一会儿 场中的蒋千山 才艰难地开口 悬神仙 我所学的这门第级法术 已经大成 配合我手中的法宝火焰神圈 威力无穷 我看你怎么见 悬神仙站在那里 如同睡着一般 也不在乎消磨了多长时间 对手没有攻击他 就平静地等着 听到这话 他依旧没有睁眼 但嘴里还是回话道 找我印证你的成长 或许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当你出手时 道心将会破碎 我不信 这人一声怒吼 仿佛要驱散阴霾 接着他直接通灵 身体气势暴涨过后 大吼道 神火焚天法 陈青天看到了 那人大叫过后 身体散发出滔天火焰 手中圈形宝气挥舞出去 形成剧烈共鸣 结界空间一片火红 三道紫色神炎 便为地狱来的使者 席向玄神仙 围观的人们 不论道师还是道学生 全部被这攻击阵赶了 这样的威力 一旦没有阻挡 不知道可以击杀多少人 陈青天在外感受这一击 也心惊不已 他不知道 如果自己硬抗这击 会有什么后果 但场上的玄神仙 面对让无数人寂静强大攻击 身体依旧没动 在他对手得意的目光之中 他闭眼抬头向天 两根手指轻轻抬起 画了一个圈 接着一道无形之力 拦下了那恐怖的紫颜攻击 一道剑气从天而降 无视时间空间 横冲对手而去 在无数人没有反应过来时 那对手蒋千山已经倒地 他手上的神圈 更是破裂一道口子 哗啦掉落在地 不 二哦 蒋千山本想大叫 奈何一口血吐出 无力地跪倒在地 痛苦不已 怎么回事 陈青天身体一冷 汗毛竖起 刚才悬神仙那一击 他根本没看清 这是什么攻击 能明白的人恐怕不多 仔细一看 那被攻击的一面结界 都出现大裂口 只要轻轻被人再打一下 恐怕就会破碎 我的上瓶宝器 悬神仙 蒋千山脸色苍白 痛苦不堪 眼中盯着破坏的法宝 心疼得无法自拔 这时悬神仙睁开眼睛 打去蒋千山道 如何 心疼了 还不滚 蒋千山恨意难平 他感觉自己伤得很重 身体被一道强劲的能量破坏着 加上宝器毁坏 他只能默默捡起 小心离开 看样子 这次挑战损失很大 高台之上 辛苦驼 杨明国和两名瓷心宗长老 看出玄神仙的攻击了 辛苦驼连连称赞道 玄神仙真不愧是我 道学院最优秀道学生 刚才那一击 就是他的冲天剑意 想不到也有这种威力 一名长老也出身夸道 宗主这名弟子 假以时日 一定能成为我们宗门有数的强者 神才就是不一样 要是再多几名这样的人物 我们瓷心宗未来就有希望了 杨明国眼中凝重 眉头一皱 接着舒展开来道 玄神仙是不错 不过他刚才太狠了一点 想必那道建议 还在蒋千山体内 不及时去除 对他以后修炼都有影响 接着他又道 我倒希望 宗门多些像陈青天这样的人才 能一步步成长 神才毕竟少数 也太过傲气 说吧 他直接飞下高台 看样子 是去往刚才蒋千山离去的方向 高台上这些人健壮 也明白他要去干什么 一名长老道 民国也是神才啊 虽然有些我行我素 但为人还是不错的 他看好的那陈青天也可以 将来说不定也有些成就 就是脑子不开窍 不愿意加入我慈心宗 说完这些 他看向一旁的辛苦驼 笑一道 辛福院长 他是你到学院的人啊 可别三年结束后 让他白白离开这里 那就是我们宗门的损失了 辛苦驼不知为何 一有人提到陈青天 他心里就不那么痛快 哪怕现在知道 这少年有妖孽之姿 也依旧心里有隔阂 但在大是大非面前 他还是保持冷静道 与长老放心 我知道轻重 哪天找他好好谈谈 不加入我慈心宗 是他愚蠢 两位长老也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一人更是傲气道 嗯 说得对 我们慈心宗历史悠久 传承数万年 妖孽资质加入 也不会委屈他 观看完玄神仙的战斗 陈青天细细品味 他心里也猜到了 刚才那一击 应该就是剑意 手指无剑 心中有意 剑无处不在 这样的强大攻击 他根本无法防御 更无处可躲 剑天色眉暗 陈青天没有回去自己的住所 而是去往后山外围 哪怕收集一点点血气值也好 因为他没剩下多少血气值了 用来兑换回复单和领悟单都不够 更不要说兑换一些好的疗伤单 这样的高强度战斗 他也感受到危机了 要准备一些东西 一直杀到很晚 陈青天凑齐一万血气值 才回到自己的大院 兑换一些回复单 他开始修炼功法 同时兑换疗伤单药 把自己一些轻伤治好 让身体恢复到全盛时期 第四天 新一轮比试开始 今天大广场观战人数又多了 因为也到了最为激烈的时刻了 而这一轮 参加比试的只有27人 这些人也算进入前30名了 能走到这里的 已经不能单凭运气了 没有一定实力 是不可能的 陈青天观看一圈 这些人都是厉害强者 就境界来说 全部都有通灵境 资质妖孽的也占一半 各个身上有绝学 最终 一个幸运之人轮空 其他人分为13队 进行一场强者之战 有意思的是 这轮空的幸运 居然是陈青天 这让他笑开了嘴 这样的机会 他更能仔细观察其他对手的大战 看看他们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 青天 恭喜你 这次居然不用上场 直接晋级了 陈青天回首望去 说话的正是白云飞 他身边还跟着张天鼎 两位道师 你们也在啊 陈青天笑着迎上去 哈哈 张天鼎热情大笑道 陈青天 你这几天的厉害表现 我们可都看在眼里 陈青天笑着平静道 两位道师也别太高看我 只是暂时没有遇上真正的强者 你们看 那边开始了 此时剩下的这些精英道学生 不少人比我强多了 白云飞和张天鼎文言 也收起了笑意 认真地看向 那结界里面的战斗 三人不约而同的望向那边 场中有人 已经奋出胜负了 陈青天看在眼里 忍不住问道 白道师 张道师 那手拿血色刀法宝的年轻人 就是苏行业吗 白云飞瞪大眼睛答道 没错 青天 那人就是领悟杀戮刀役的苏行业 真是可怕 他刚才那一刀 差点杀死对手 大圆满的强者 可也是妖孽人物 本身实力也是排得上号的 可这么一看 两人差距不可谓不大 陈青天听后点点头 心中暗暗比较 他通灵过后 会比那王思强要厉害一点 如果是他面对苏行业 恐怕下场也差不了太多 也在这时 白云飞又指着一场打斗道 青天 你看那里 那个长发 金簪女子 就是水月鹰 他那功法 陈青天稍微扭头一看 发现白云飞所说的水月鹰 全身弥漫一阵白雾 紧接着 他四周涌起蜜云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整个结界内 自动结成无限寒冰 而他的对手 是一名钢体静强者 这时候 动作变得无比迟缓 身体外衣一片雪白 似乎要被冰封一般 陈青天见到这一幕 也是惊奇到 这个 难道就是 他修学的功法 果然好独特 好强 张天鼎这时也脸色凝重道 都说水月鹰所学的是天际功法 别人也称他为寒冰神女 不少魔宗强者 曾经被他冰封 化为碎片 陈青天暗暗扎舌 这女子也很可怕 亲眼目睹过后 他自知不是对手 转眼间 水月鹰的对手 就开始服软了 之后主动弃拳 不敢再战 场中其他人的战斗 也同样精彩 大家都表现得很卖力 到了这里 就算对手厉害 他们也不愿意轻易放弃 起码要战一场 在白云飞和张天鼎的介绍下 鱼下的强者 他也知道大概了 万一遇上 起码能叫出名字 十三场战斗 在众人尖叫声中 一一结束了 赢的人脸上自信 输的人黯然伤神 接着就是失败者的复活赛 因为种种原因 最后只有两人成功复活 之所以没有多少人能复活 主要原因是 先前的大战 很多人重伤 没办法继续下去了 新一轮的人数 只有16人了 失败者也从新战斗 有了新的名次 当天 这16人被分为8队 进行下一场比试 等到抽签的时候 陈青天心里多少有点忐忑 排名越靠前 他越想有一个好名次 其实他也看出来了 只要不遇到那三名 最厉害的强者 对于其他人 他多少有一拼之力 站在万人中央 迎接大众的目光 陈青天甚至有听到 很多人叫他的名字 陈青天 一定要杀入前十 你是我们这阶道 学生的代表 一定要在学院历史 留下我们这阶的足迹 支持陈青天 我买了你赢 一万零十啊 你不进前十 我会恨你 陈青天 努力厮杀 一定要继续赢下 玄神仙无敌 我支持水月鹰神女 听到周围嘈杂的声音 陈青天感觉有些不对 其实论人气 玄神仙和水月鹰最得人心 但是当听到有人买他赢时 他脸色都黑了 看样子 这天榜排名赛 还可以赌博呀 自己被人吓住了 想了想 陈青天也无奈 他是想赢 但还得抽签了再说 最后 看向手中抽到的数字7 他的对手也浮出水面了 是他 陈青天有些诧异 他的对手 居然是先前和水月鹰 战斗的那名男子 他也是这次复活赛成功的两人之人 也因为他识时务 没有和水月鹰死扛到底 所以没有受严重的伤 这时候还能上场 陈青天听张天鼎说过 这人也是刚体进巅峰期的妖孽人物 索学的功法5G他见过 恐怕都是地级层次 这样的对手 是硬骨头 输赢难说 不过这种时候 怎么说也要打一场 看看到底如何 等到所有人上场 陈青天面对自己这对手 大方说道 刘道兄 青天不才 想讨教一二 刘浩龙微微一笑 都走到这里了 对于陈青天 他也关注过 见对方这态度 他轻松道 怎么 你认为你能赢我 陈青天不说狠话 平静道 总要试试 刘道兄放心 你不用手软 真要被你打伤打死 那也是 我自找的 哈哈 刘浩龙大笑 接着脸上疑惑道 我知道 你只有通灵境 大远满气的境界 虽然你通灵后 让人难以理解 居然可以提升一个 大境界的实力 但就算这样 你也没可能赢我 我可不是你先前 遇到的那些货色可比的 你可想好了 陈青天拿出青天剑 无比严肃道 刘道兄 请赐教 刘浩龙终于不再说什么 眼睛眯起 拿出自己的法宝 陈青天 别怪我 刘浩龙浑身一震 一股跋山之势 向陈青天杀去 庞大的法力带着剑法 让人感觉 这是一尊杀神 面对这一开始 就无比疯狂的打击 陈青天严阵以待 身体急速后退 他不是没有原因 要和刘浩龙战斗的 他已经问过 仙武宝库气灵了 只要付出足够的代价 他能从鹦鹉殿阴魂身上 借助更多的力量 这时他躲过这一击 接着划破手掌 朝天吼道 血洒长空 寿命燃烧 无敌阴魂 容我身躯 与此同时 陈青天寿命长减少十年 而虚空当中 一道纯粹的阴魂 附在他身上 这道阴魂 不光是力量了 还有一部分虚无的意志 让陈青天整个人大便 散发出古老的气息 杀 一声闷寒 陈青天法剑仍出 一拳向刘浩龙打过去 怎么回事 这陈青天身边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他到底是什么人 刘浩龙在陈青天通灵那瞬间 就感觉不对了 这少年变了 仿佛从人变成了神 这种力量 不应该是他所拥有的 这是超越时间长河的力量 绝对不是这个世界的力量 面对这朴实无华的一拳 他胆战心惊 有一种接不住的恐惧感 不 刘浩龙压下恐惧 浑身法力暴动 他也通灵了 凝聚全部力量 动用法剑 抵挡着缓缓落下的神拳 哄 暴虐的力量四散开来 这结结居然动摇了 外面的道士更是大吼道 快 来人帮帮忙 有恐怖的力量 要冲破结结了 嗨嗨 刘浩龙从地上爬起 他浑身颤抖 刚才那一击他接下来了 可身体四层钢器甲破裂 衣服撕碎 他手中中平宝剑 也裂了一道口子 陈青天感觉无比痛快 无尽的力量从身体里面涌出 他要发泄 要战斗 有一道意志在他心里呐喊 战 仙武界战役永存 又是一拳 这一拳更为凶狠 仿佛要剿灭天地之魔 再挥一拳 横扫一切对手 面对陈青天再度杀来的两拳 刘浩龙彻底惊慌了 这力量越来越强 他已经搞不清楚 这陈青天是什么境界了 这么大威力的杀招 绝对超过钢体径 他通灵过后 有无限接近非天境的力量 可面对这古怪力量的神拳 还是没办法抵抗 不 我弃拳 刘浩龙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 他惊恐地后退 想退出结界 可惜晚了 陈青天虽然听到的声音了 可根本受不住权势 快 我们一起阻止他 结界外面 三名钢体径道师靠近这里 看出不妙 感觉冲了进来 刘浩龙也自知跑不了 一咬牙 嘴角血都溢出来了 青筋突起 功法催动到极致 法力全部杀出 要对抗这两拳 三名道师也一样 全部拿出法宝 齐齐出手 向陈青天杀来 怎么回事啊 那陈青天和刘浩龙场中出事了 三名道师都出手了 周围观战的人们 全部不明所以 但又感受到 一股神秘的力量 怂 结界彻底破碎 陈青天被四人合力打得倒地 但又很快站了起来 刘浩龙和三名道师 也显得很狼狈 大家站在原地 久久不能平静 待能量平息 刘浩龙小心靠近陈青天 怒斥道 你混蛋 想杀了我 你这到底是什么力量 你究竟是什么人 回答我 陈青天身体力量依旧在 心里也震惊不已 这耗费寿命通灵过来的 阴魂力量 完全超过自己的想象 第一次这么玩 差点就出事了 还好 这次没有杀死这刘浩龙 可闹出的动静也不小 大脑飞速运转 他霸气道 刘道兄 何必生气 我这花费巨大代价 通灵来的力量如何 我刚听到了 你弃全了 那么这场战斗也就结束了 刘浩龙兴奋难评 猜疑道 你这是通灵力量 哪有这种恐怖的通灵 你通灵了什么事件 三位道士这时也走过来 纷纷质疑道 陈青天 你太反常了 这力量太可怕 快收起来 陈青天连忙问道 这么说 这次比赛我赢了 刘浩龙无语 重重地哼了一声 三位道士面面相识 最终也承认陈青天赢了 但他们脸上也保持戒备 对陈青天充满怀疑 而这里发生的事情 很多人也关注到了 结束战斗的玄神仙 也在打量这里 他嘴角上扬 喃喃自语道 陈青天 这个心声有点东西 刚才那爆发的力量 让我都心跳了一下 究竟是哪里的力量呢 不光玄神仙疑惑 其他人和好奇 水月鹰更是想走过来看究竟 犹豫一会 见有人过去了 他也就停下来了 只不过也嘀咕了一句 通灵镜就有这等本事 看样子奇余不小 高台之上 见三位道士出手 结界破碎 辛苦驼和阳明国也下来了 另外还有不少人过来 对于陈青天爆发出这种力量 这些人虽然看出点问题 可还是充满惊奇 这么多高层人物 想来看个究竟 但走在前面的辛苦驼 一过来就指责道 陈青天 你用的是什么邪道力量 今天一定要把你身上的问题 交代出来 陈青天一听这人说话就烦 那是非常不爱听 可谓是满脸嫌弃 这时他压低声音 冷淡道 新副院长 我这力量堂堂正正 跟邪魔歪道可没关系 这三位道师亲自感受过 你可以问他们 辛苦驼望向他们 这时其中一名道师 稍微一犹豫 连忙说道 新副院长 杨教务长 各位长老 这陈青天刚才爆发的力量 纯粹浩瀚 十分正道 就是太可怕了 这些人听完这话 又全部把眼光放在陈青天身上 想要把这个少年看透 杨明国这时笑道 我看也没什么问题 大家何必多想 我们应该高兴 道学院又出了一名 厉害的精英道学生 哈哈 一名长老开心笑道 说得不错 真是少年英豪 这次天榜排名过后 他名气必定传出 他日除魔味道 早晚名动天下 慈心中这些真正的强者 一个个似乎看好陈青天 夸赞之语 若译不绝 就连刚才与之对战的刘浩龙 也是眼神 复杂地望着陈青天 想他是刚体进巅峰期的实力 几乎高着新生少年一个境界 从小天之骄子 妖孽之才 又早已成名 今天先是败给水月英 他认了 但败给这才崛起的陈青天 他心在滴血 自己成为了别人的试炼时 何其悲哀 陈青天不在乎别人的话语和目光 就这么不卑不亢地站在原地 任由他们评论 心里并没有太大波澜 这只是他的起点 也许要不了太久 他就能超过这里大部分人 到那时 才是震惊天下的时候 陈青天赢得这场比赛 正式进入前十名 又闹出这么大动静 可谓风光无限 无数人为他呐喊 同时也让很多强者 对他印象深刻 这第四天的正式比试算结束了 失败者的复活赛 和他们的排名 经过另外战斗又出来了 等陈青天回到自己的住处 没想到杨明国很快也过来了 见杨明国到来 陈青天心里一动 知道他肯定有很多问题要问 对于这位杨教务长 陈青天内心是真有好感的 毕竟他几次都为自己说话 也算在道学院的一个靠山 这时他热情道 杨教务长 你来了 不知道有什么教导 杨明国平静道 陈青天 你总能给大家展示新的一面 不知不觉 这么短时间 你就已经是通灵静大员满期了 想必达到钢体静 也不会用太长时间的吧 陈青天心里有数 只要给他一些时间 去收集血气质 突破钢体静 也就在眼前 但他当然不能这么说 只是脸上故作茫然地回道 这个 杨教务长 突破钢体静 应该没那么简单吧 我还没有任何头绪呢 杨明国也拿不准 陈青天话中真假 他这是笑道 说起来 你修炼这方面 我是要负责的 关于突破钢体静 我现在给你讲讲 好让你有些头绪 陈青天文言 脸上露出喜色 连忙道 那多谢杨教务长给我提点了 你能给我讲解修炼之道 这是我的荣幸 杨明国意味深长地 看了陈青天一眼 嘴里道 先不急 我且问你 你今天突然爆发那强大的力量 是不是通灵来的 陈青天早知道他会问 这时不假思索 快速答道 没错 这就是我通灵来的力量 杨明国接着严肃问道 陈青天 你能告诉我 你通灵的 究竟是哪个世界的力量吗 其实所有人都看出来了 你一般通灵后 加持的力量提升的一个大境界 这不是一般世界 先神能够赐予你的 更何况 你与刘浩龙一战的通灵力量 更是超过一个大境界了 这不免让人多想 杨明国会有这种疑惑 陈青天一点不觉得奇怪 他故意面带迷茫地回答 杨教务长 不瞒你说 我所通灵的世界 我自己也知道具体在哪 它是什么世界 但我就是感应到这个世界了 不管你信不信 这就是我的奇遇 杨明国没有继续追问 而是自言自语道 不知名的世界吗 这种事情 我也不是没听说过 天地之间 谁知道有多少空间世界 接着他对陈青天道 陈青天 这是你的机遇 我也不多问了 陈青天心里一松 可还是解释道 杨教务长 至于我和刘道兄比试 突然爆发那么强大的力量 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以燃烧寿命为代价 才换取那强大的力量的 杨明国听到陈青天这么说 一副了然的神色 连着他大声道 陈青天 我就知道 你突然爆发那么强的力量 肯定是付出什么代价 想不到是燃烧寿命 这么疯狂的做法 你太鲁莽了 陈青天脸上也露出苦笑 确实 一场比试 减少十年寿命 看起来很不值得 但他也不完全是乱来 说起来 他就是想验证一下 燃烧十年寿命 能换取多少力量 鹦鹉电鹰魂 究竟有多奇特 现在他知道了 这等力量 果然强大到离谱 也是自己今后的一个杀手锏 而且 关于自身寿命 也不是不能补充 他查过仙武宝库 里面有多种增加寿命的神丹 只要拿出足够的血气值 他可以直接增加寿命 但面对杨明国 陈青天这时一口保证道 杨教务长放心 这次是我太心急了 接下来的比试 我也不会这么做了 寿命可是宝贵的东西 我会珍惜的 杨明国点头道 你说的没错 无论普通人还是修炼者 寿命都是珍贵的 不可随意消耗 你的这种通灵做法 只有到了真正被威胁生命的时候 才可动用 作为最后的手段 其实说起来 大部分强者拼命的时候 也会做出燃烧血肉和寿命的事情 但他们能换取的力量 可没你这么强大 不管怎么说 你的通灵力量 凌驾于我所见过的所有强者之上 你要自己善用 陈青天认真地点点头 看着架势 杨明国对他的力量不再怀疑了 有他把自己的话传出去 那以后借用阴魂的力量 就算正常的通灵了 大家也不会说 他借助了什么邪魔之力 陈青天这时提醒到 杨教务长 关于钢体径的情况 你能现在跟我简单说说吗 杨明国身体一动 小步走着 缓缓道 陈青天 钢体径的强者 你也见过不少 还和他们战斗过 多少能看出点什么吧 陈青天回忆道 是的 这等强者 身体能凝聚钢气 这比普通的气甲要坚固得多 法力不足都难以打破 而且钢体径每一个小境界身体的钢气 似乎要多一层 那刘浩龙 身体能凝聚四层钢甲 着实坚固无比 杨明国这时把注意力放在陈青天身上 与众心肠道 你没看错 突破钢体径初期 就能凝聚一层钢气甲 如果达到大圆满期 身体能凝聚五层钢甲 防御力不可想象 更重要的是 也只有五层钢气甲合一 形成钢体 才能突破到飞天径 算了 飞天径的事 以后再说吧 我还是先说说 通灵径 如何突破钢体径的细节吧 陈青天一直安静地听着 见杨明国停顿 立刻道 杨教务长 我听着 你请说 杨明国接着道 通灵径大圆满后 身体法力会达到一个新的界限 这个时候 就需要感应天地间的钢气 感悟钢气 陈青天连忙问道 一般人是如何感应钢气的 这里面有什么诀窍 杨明国继续道 天地当中 有很多物质和元素 钢气只是其中一种 这种气体 夹杂在空气当中 闭眼感应 它介于光合暗之间 说完这一些 杨明国手一挥 体内钢气一出 游走于陈青天身体上下 让他深刻感受一下 这种感觉 好奇妙 陈青天闭上眼睛 细细品味 身体一阵轻柔 他深吸一口气 浑身法力躁动 好像要抓住什么了 但那种东西轻如空气 难以把控 杨明国一直等陈青天 再次睁开眼睛 才又说道 怎么样 有些感觉吧 其实说起来 有前人一些提示 一个人修炼 会更轻松容易一点 陈青天笑了笑 他也不反驳 或许对其他人来说 确实是这样 但他是例外 之所以要杨明国解释这么多 也是为了麻痹别人 他不是异类 也需要了解 境界是如何突破的 再说了解这个过程 对自己还是有帮助了 突破一个境界 也不能不明不白 要明白其中原理 那对战别人 更有盈虑 等他有了足够的血气值 他找气灵一问 钢体静也不会难突破 陈青天这时不停点头 表示自己在认真听 真实感受到了 杨明国倍感欣慰 与其一转说道 其实在一些特殊的场地 会有大量钢气 要是能获得这种 最为原始的天地钢气 对突破这个境界有大益处 我们宗门就有这种原始钢气 还被炼成了一种独特丹药 试了突破钢体境界概率 大大提升 说完这些 杨明国还意味深长地 望着陈青天 似乎想引诱些什么 陈青天如何不知道 他这是想拉自己进宗门 不过他表面一副感兴趣的样子 嘴里却说道 还有这种好东西 不过就算不用这种原始钢气 我也有信心突破这个境界 杨明国微微一笑 洒脱道 我相信你可以 最后他又说道 陈青天 你已经进入天榜前十了 明天争取 拿得好名次 到时候 奖励可以任你选择 不过 你万一遇上最厉害那几人 还是不要坚持了 如今这个名次也算可以了 陈青天文言点点头 真要遇上玄神仙等人 他不打算挑战他们 到时候只能放弃了 见陈青天听进去了 杨明国又交代了一些话 之后让他保持最好状态 迎接明天的比赛 陈青天送走杨明国 回到自己的房间 立马向气凌问道 我要突破钢体境 除了需要灵力丹 还需要什么条件 纤舞宝库气凌回到 突破这个境界 除了足够的灵力丹之外 还需要一枚天刚神丹 这种丹药 你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可能有 服用过后 绝对能让你达到钢体境 陈青天一看 兑换一枚天刚神丹 需要二十万血气值 加上还需要足够的高级灵力丹 他想突破这个境界 起码要准备好 仅六十万血气值 想到这里 他一阵头大 如果去后山杀兽 就算顺利的话 也要大沙特杀个十天半个月 但他也未必可以 一直这么战斗下去 可能实际时间会更久 不过又一想 如果努力这么短时间 就能突破到钢体境 多少人想求都没机会 他心也就静下来了 这时的陈青天 反而有些想念阵妖城了 那里可有无数关押的妖魔鬼怪 去一趟能少费很多心思 省时省力 可是 那首座长老林奥天 可是一个老古董 陈青天每次见到他 多少有些不安 他不想轻易过去 在一晚上调理身体后 以最好的姿态 出现在道学院最大广场中心位置 今天 能来这里观战的道学生 几乎全部到了 宗门那边 也有无数的弟子 只是 长老等人过来 高台之上 慈心宗宗主曹正兴 缓缓走下来 陈青天正和玄神仙等九人站在一起 看着身边的九人 他回忆起来 昨天加上自己 八人正常 晋级 另外又有两人复活赛成功 全部十人都在这里了 虽然这些人 不全是精英道学生里面最厉害的 但真正厉害的 那几人全部在 除了自己 另外九人的情况 陈青天也知道了 其中有玄神仙 苏行业 水月英 还有那又再次复活的刘浩龙 他们这四人 都有钢体精实力 另外五人 其中也有一名女子 看起来是真高 可惜颜值一般 这五人 三人有通灵境巅峰期的实力 两人有大远满期的实力 都算是道学院精英道学生里面 有名的强者了 曹正兴这时来到这些人前面 他一一打量起来 最后把眼光放在陈青天身上 面带春风般的笑容 他点头道 你们大家都不错 是我道学院的好道学生 也是我慈心宗未来的街宗人 我由衷地恭喜你们 取得这样的好成绩 曹正兴话音落地 玄神仙嘴角笑道 师傅 你这些话说几年了 这几年不都是 我们这些老面孔吗 可以开始了吧 我明年不打算参加 这个天榜排名了 没意思 机会还是留给其他人吧 听到玄神仙这么一说 这些人脸色一变 水月英这时脸上抚媚道 怎么 玄神仙 你是觉得没对手吗 声音玩味地说道 我们这小弟弟陈青天 冲击这么足 说不定明年可以挑战你呢 陈青天一看扯到自己 眼皮一跳 也不答话 斜眼注意玄神仙的面色 见他一脸无所谓 就知道这人没把自己放在眼里 曹正兴此刻语重心长地开口了 神仙啊 这既然是你的决定 那为师尊重你 你的成长确实让我欣喜 接着他又笑呵呵道 说起来 今年陈青天飞速般冒出来 也给了我惊喜 陈青天 你昨天的事我也听说了 能爆发出那么强大的力量 真是不简单啊 陈青天见着宗主盯着自己 也只能回话道 宗主 我这些手段 比起玄师兄 水师姐 苏师兄 根本不值一提 差得远 曹正兴不置可否 缓缓道 现在是差一点 以后就难说了 修炼这条路 突然奇遇连连 快速崛起太正常不过了 我还是看好你 唉 说完这些 他还叹了一口气 十分不舍道 只可惜啊 你还没有加入我慈行宗 如果你愿意加入 我还真想收你为弟子 哈哈 面对这一番话 周围的人把眼光 全部放在陈青天身上了 没想到慈行宗宗主 会这么说 看是玩笑 但如果陈青天 此刻跪下拜师 这是十有八九能成 还能成为一段佳话 可陈青天脸色不变 没有任何表示 一旁的水月鹰 似乎看不下去了 故作称笑道 陈青天小弟弟 有这样一份机缘 可一定要珍惜哦 其他人也在等着他的回答 玄神仙更是脸色怪异 要是陈青天拜师 那就是他的青青小失地了 关系可敬了 可陈青天的回答 让所有人诧异 多谢宗主抬爱 青天自认为 还没有资格做你的弟子 陈青天指示曹正兴 坦然拒绝道 曹正兴闻言 没有丝毫一样 反而开怀笑道 好啊 你有自己的坚持 难得可贵 陈青天 你记住 此心宗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你想入门随时可以 就算你将来不加入宗门 我们之间的善缘 也是天长地久 陈青天闻言 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 连忙道 宗主 感谢你对我的认可和重视 此心宗永远是我祖庭 无论将来走到哪里 这里都是我的榜样 好 好 曹正兴表现得很豁达 似乎满意陈青天这种态度 一旁有人却连连摇头 认为陈青天不识时务 自以为是 水月音更是小声道 果然如传言一般 傻里傻气 这个小弟弟 这么多人欣赏他 可他一个都不抓住 曹正兴到了这里 也开始正色道 天榜排名到了这里 也接近尾声了 那么从这次比试开始 就取消复活赛 你们接下来的比斗 一次定胜负 各凭本事和运气吧 大家听到这话 脸色也变得严肃了 但唯独玄神仙一脸无所谓 仿佛无论规则怎么变 他都会是妥妥的第一 曹正兴最后说了一句 那开始抽签吧 他本人便重新回到高台了 众人开始公平抽签 陈青天看着手上五号数字 心里也平静下来了 静静地等着他的对手 或许是幸运 这次他的对手 是一名通灵境巅峰期的强者 等到所有人再次上场 陈青天笑眯眯地望着这名对手 依旧礼貌道 高道兄 我们要打一场吗 高敏德面带苦笑 他也是妖孽人物 如果遇到的另外四名通灵境强者 那么还有一战的希望 但偏偏遇到了陈青天 这位突然杀出的新生少年 他是见识过这少年的厉害的 昨天那狂猛的姿态 让他难以释怀 道学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人 短暂地思索 可也不得不承认 你是个人物 如今没有复活赛了 按理说 我怎么也要跟你打一场 争取在拼进前五名 但你刚才叫我道兄 作为前辈师兄 我也不消耗你法力了 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切磋交流 这次我选择主动弃权 今年天王我能进前十 也满意了 陈青天听他这么一说 见他脸上态度平和 顿时心生好感 也成他这个人情 感谢道 好 道师兄 我刚来学院不久 当然愿意交你这个朋友 我们有机会 一定要相互交流 共同进步 高敏德露出笑容 客气道 那好 你这样的妖孽朋友 当然值得交 我先来道学院十几年 以后就称呼你为 青天师弟吧 好 对于这种主动示好的人 陈青天也会很友好 他不是一个 狂妄自大的孤僻人物 随着高敏德弃权退出 陈青天眨眼间 成为胜利者 他也正式进入 天榜前五名 场外无数人见状 纷纷高喊起来 陈青天太神了 居然杀进 前天榜五名了 天哪 妖孽人物高敏德 居然主动弃权了 这新生少年浩强的气场 能让人主动避让他 不得了 发了 发了 哈哈 买陈青天 赢我赚了十万零食了 太感谢他了 希望他还能进一步 我要继续买他赢 陈青天对于别人议论他 也习惯了 怎么说他也是强者了 被人关注 崇拜 敬仰 评论 这都是正常情况 深吸一口气 他在这个危险的世界 一步步走到今天 幸亏有仙无宝气 这神奇的宝物 他看着周围云云众生 有一种不真切的感觉 甩了甩头 紧握拳头 他目光坚定起来 他是真实存在的 是独一无二的 无论何时 都要对自己有绝对的自信 一定要到心坚固 有朝一日 脚踏天下 乘风功伟业 做无上之尊 陈青天回过神来 看了看别处 五场战斗同时进行 他的结束了 其他四场也基本相同 玄神仙 水月英 苏杭叶 这三人都没有相互遇上 而他们的对手 全部自知不敌 不敢轻易挑衅他们 怕身受重伤 法宝破碎 场中只有一场战斗 还在进行 那就是 两名通灵境 巅峰七强者的对决 他们看起来势均力敌 两人最后施展全部手段 那名叫乐优心的女强者胜出 只是他情况也不太妙 看起来伤得颇重 陈青天摇摇头 心里清楚 这名女强者 走到这里 就是他的极限了 但他也不是没有机会 剩下的五人 下一场比试 必定有一人轮空 如果是他 那又会上升一个名次 要是抽中千比试 无论遇到谁 他最好的选择就是弃拳 否则必定被虐 但陈青天也为自己想过了 下一轮抽签 他还有机会 轮空或者遇到这乐优心 没有休息太久 高台上的宗主曹正兴 就宣布起来 比试继续进行 五人抽签 陈青天不幸抽中二号数字 很遗憾 他没能轮空 但很快他又笑了 因为轮空的是水月鹰 而他的对手是乐优心 玄神仙和苏杭叶对决 两人是领悟剑翼和刀翼的强者 但玄神仙是神才 拥有神体 没人觉得苏杭叶能赢 两场战斗同时进行 水月鹰成为了吃瓜群众 在一旁昂头倾笑 玄神仙和苏杭叶面对面站着 他们外围的结界 似乎经过一番加固 另外还有两名看起来 十分厉害的道士在外面 苏杭叶看起来皮肤雪白 一双眼珠不是黑色 里面更多是血红色 他拿出着他的血色宝刀 突然黑黑笑道 玄神仙 要不我们玩玩吧 我的杀戮刀也又进不了 你想见识一下吗 玄神仙面对这个对手 似乎很了解他一般 哼了一声道 苏杭叶 就你那几下子 能在我手上走几招 我给你留点面子 自己出去吧 苏杭叶闻言 眼露凶光 宝刀直指玄神仙 坚决道 今天我就要破了你的玄金神体 看你以后怎么跟我狂 玄神仙此刻怒目原睁 他冷哭道 既然你想找抽 那我成全你 话音未落 他身体气势暴涨 秀发飘逸 华丽的服装赫然自动掀起 手上也有动作了 苏杭叶见状不再废话 身体立刻散发出一股血气 宝刀朝天一抬 怒吼一声 脸上冲血 浑身震动 杀神一刀 苏杭叶先出手了 这一刀杀出 由毁灭群山之威 无尽杀气涌向对手 玄神仙面对这杀气腾腾的攻击 没有任何表情 只见他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 大手一挥 滚滚剑气之海 从天上来 哗啦啦 刀剑之气席卷结界之内 宛如黑夜白昼交替 巨阵不停传出 可玄神仙和苏杭叶都傲气地站在原地 两人身体外面被强大的钢器包裹 更有奇特的能量保护 看起来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结界外面的人全部变了脸色 这样的强力杀招 能震慑大部分人 陈青天此刻的心思 也不在对面的女对手身上了 她也忍不住观看那两人的战斗 那恐怖的招式 让人忍不住心惊 最终她还是回过神来 看着这碰上自己的乐忧心 快速说道 乐师姐 你伤得这么重 我实在不忍心下手 不如 陈青天声音柔和 好言相劝 希望对方不要和她交手了 乐忧心的目光 也从玄神仙和苏杭叶的战斗场地 一接过来 她平静的眼光打亮一番陈青天 接着声音沙哑道 真年轻 我过来也只是想好好见见你 真要动手 我怎么能赢你 陈青天一笑 奉承道 乐师姐别这么说 你的实力 我也是见过的 蛮厉害的 要是全胜时期 我们也是无武之术 乐忧心摇摇头 轻声道 你真谦虚 真有少年同心 我自己的潜力我知道 你倒是有无限可能 真羡慕啊 陈青天善意一笑 鼓励道 修炼意图 每个人都有无限可能 师姐他日说不定能成大能强者 乐忧心一愣 随即转身道 好了 我弃拳走了 好好看看玄神仙和苏行业的战斗吧 也许对你有帮助 陈青天默默注视乐忧心离去 接着迫不及待地关注那两人的战斗 真是精彩 陈青天不由地发出感叹 也一步步靠近过去 想要近距离观察 这两人 是道学院道学生数一数二的强者 除了极少数一些道师 他们比大多数人都要强 而这时 陈青天也见到了剑意和刀意的碰撞 玄神仙的冲天 剑意不借助任何法宝 随心所欲 一道道攻击从天来 换化为有形无形之利刃 苏行业则是借助宝刀 血色力量雄厚 每一击都带有强烈的刀意 那种死亡杀戮的感觉格外明显 战斗场中 玄神仙和苏行业厮杀的 那是相当激烈 渐渐都打出真火了 只听玄神仙再度杀出冲天剑意 嘴里惊讶地询问道 苏行业 你的杀戮刀意到达终极了是吗 嘿嘿 苏行业怪笑 刀意肆虐 整个人散发出骇人的气息 他咆哮道 没错 我杀戮刀意再次精进 从初级晋升为终极了 来吧 我倒看看 你的玄金神体 能否扛得住我 这凝聚石成刀意的冲击 杀 刹那间 鬼哭狼嚎的刀意出现了 玄神仙脸色开始凝重 他表情严肃起来 眼中杀气大胜 似乎要开始认真了 只见他弹跳起来 直接冲天 身形借助庞大的法力 一下钉在半空之中 接着双手抬起 瞬间合住 而天空之中 他身体也变化为一个小惊人 散发出无穷金光 刷 剑意实质 化为金龙 抵御那凶残的刀意 怂 加强的结界 面对两人这碰撞 也有些扛不住了 面对这一幕 苏行叶眼中无尽疯狂 大叫道 你终于斩露神梯了 原来还突破飞天境啊 可我会比你差吗 好 一声怒吼 苏行叶也飞天起 接连刀意即出 玄神仙也不甘示弱 更为凶狠地出手进行还击 两人任意识为 整个结界开始出现崩溃的迹象 外围的两名飞天境道师 更是相互教导 里面这两人居然 都突破到飞天境了 实在太凶猛了 我们合力 维护好结界 可惜 他们两个的力量 明显不够继续维持结界的 高抬之上 曹正新面带效益 看着那战斗的双方 一旁的辛苦托惊意道 宗主 他们两人都突破飞天境了 这事居然没有传出来 真是可喜可贺 不应该藏着掖着 一旁的这些长老 也惊呼道 玄神仙和苏行业真是厉害 这就达到了飞天境 真不错 看他们的架势 那苏行业应该领悟终极杀戮刀义了 那煞气太过凶狠残暴了 曹正新见这些人议论纷纷 终于开口了 他们两人突破飞天境 我早就看出来了 不过苏行业杀戮刀义提升到终极 是我没想到的 这是他的机遇啊 杨明国也在仔细观战 苏行业就算好运 提升刀义到终极 也破不了玄神仙的玄金神体 接着他对曹正新道 宗主 他们杀得太狠了 我身为教务长 需要下去盯着 结界一旦破碎 他们不及时收手 周围的道学生可会遭殃 曹正新闻言点头道 没错 明国 你下去看着吧 杨明国二话不说 飞身过去 陈青天望着那快要破碎的结界 丝毫没有要远离的意思 里面两人的战斗 他看得津津有味 这才是不一般的强者 真正的天之骄子 没想到 领悟建议刀义的人 战斗力这么强 陈青天还是有些羡慕的 他想到了仙武宝库 如果他想获取这些 宝库绝对能满足 就是不知道要付出多少血气质了 结界要破了 陈青天目光如炬 嘴里喃喃自语起来 周围很多人看出不妙了 大叫起来 纷纷开始远离 可陈青天不怕 虽然真要和他们打 自己暂时不是对手 但他们战斗的余波 自己还是能承受的 哄 外面两位道师 再也坚持不住 结界碎出几个口子 这两人相互看了一眼 大叫道 道学生快退 道师来帮忙 不少道师上前 可依旧坚持不了 里面的两人杀得太凶了 庞大的法力 根本不是一般强者能抗衡的 十几名道师 这时都坚持不住 有人看架势不对 想退走了 陈青天见状 还在犹豫 要不要帮忙 可这时 一道声音传过来 不用慌 我来了 所有道师听到声音 心中大定 欣喜到 杨教务长来了 只见杨明国双手结印 一道法力打入结界 一时间 结界开始自动修复 陈青天眼见杨明国 极力维持结界 不再犹豫 也靠近上前 往结界里面输送法力 不一会儿 一切恢复原状 所有人也松了一口气 继续观看里面的情况 到了这时 两人杀罚时间也不短了 可谓是手段齐出 都没有留情 陈青天靠近杨明国 感叹道 杨教务长 对比他们两人 我哪怕再怎么通灵 也不会是他们对手 杨明国两手维持结界 看向陈青天道 陈青天 他们两人是天生异类 非一般人可比 自身有大气欲 物性又高 实乃少数 你不用太去比较 陈青天自然知道 他本身资质只是优越 玄神仙和苏杭叶 都是天生神采和妖孽 世间少有 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但他只是表面羡慕他们 实际心里觉得 很快能追上他们 这时他也试探性问道 杨教务长 我听说你也是神采 你应该也领悟过什么一把 杨明国嘴角一笑 调侃道 怎么 要叹我的底了吗 陈青天脸一红 连忙道 这个 我就随口问问 杨教务长不方便说就算了 杨明国摇头道 没什么不方便说的 我的实力 道学院一些老牌道师都知道 说起来 这道学院里面 还有跟我同一届的道学生呢 陈青天一愣 才想起来 这杨明国 其实年纪不那么老 作为修炼者 他算是年轻一辈了 只是他如今是道学院高层 又是神担敬强者 让人对他有种老强者的感觉 陈青天见里面两人还没分出胜负 不由地和杨明国拉扯起来 追问道 杨教务长 这道学院 有哪些厉害的道学生 是和你一届的 杨明国盯着陈青天 缓缓道 那和你战斗过的袁大志 就是和我一届的 啊 陈青天一惊 想不到袁大志和杨明国 是一届的道学生 两人这身份变化 真是不一样 陈青天不由说道 袁师兄真是有个性 他当时可没输给我 不过他主动放弃了 之后还不参加复活赛 现在想想 我感觉有些对不起他了 杨明国随口说道 他这人也不太看重这个 你不用放在心上 虽然大志面冷 但是一个可以教的人 陈青天点点头 心里有数了 而这时 杨明国也脸色一变 看向里面两人战斗 小声道 陈青天 看样子 悬神仙还是更胜一筹 苏行业快支持不住了 陈青天也看去 只见两人的法力 和各种力量 布满了结界里面 金光终究压过血光 苏行业不时发出无力的吼叫 身体也被打击得很严重 再这样下去 就是重伤和死亡了 杨明国接着对陈青天说道 这苏行业 修炼的功法和武技法术 都是地级绝品的 也都接近大成了 又领悟终极杀戮刀意 可依旧对抗不了那玄金神体 可惜了 终极杀戮刀意 陈青天其实还不太了解 杨明国这时道 陈青天 你不是想知道 我有领悟什么意吗 我告诉你 我领悟的是无敌战役 一种独特的意志 不同于对各类武器法宝深刻体悟 而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 无比玄奥 无敌战役 陈青天一听这名字 就感觉热血沸腾 他羡慕道 杨教掌 你这无敌战役 比他们的剑一刀一要更厉害吧 杨明国没有直接表达 而是诉说道 我的无敌战役 也提升到终极了 这种强大 很难给你介绍 这么说吧 我欲强则强 越能激发我战役的对手 我发挥出的能量 就越恐怖 如果濒临绝境 那我自己都不敢想象 我能有怎么的战斗力 陈青天听到这些话 心中无限遐想 这杨明国 想必是厉害的不像话 这里面战斗的两人 跟他是没得比 或许是注意到 陈青天一样的目光了 杨明国又道 陈青天 这两人的剑一刀一也 非常了不起了 发挥得好 不比我的战役弱多少 他们也只是境界比我低而已 想了想 他最后说道 你也尝试一下 领悟自己的意 我相信你有机会的 陈青天听他这么一说 心里一笑 充满信心道 谢谢杨教务长鼓励 我也很期待这一天 嗯 杨明国这时目光一凝 双手一动 就想直接冲入结界 他嘴里严厉道 真是不像话 这玄神仙想下死守了 苏行业也是 真想战死在里面吗 陈青天朝里面一看 苏行业完全被打爆了 但这人哪怕浑身一血 也依旧死战 不离开结界弃权 这种情况 玄神仙当然不会手软 只见他杀一四射的杀出 绝强一击 这要是打实 在苏行业身上 可能真要死人 我不服 苏行业最后咆哮起来 宝刀失去了原有的血色 但依旧直面杀去 绝不退缩 那你去死吧 玄神仙也怒了 两人虽然是一个 道学院的同修道友 但平时非常不对眼 杀到这里 也都不顾及什么了 当两人杀招 即将要碰撞的时候 一声爆喝响起 统统住手 关键时候 杨明国还是出手了 只见他身形 闪烁到两人对撞的 中间地带 身体瞬间 爆发出太阳一样的光芒 不停吸收 两人的招式能量 随即庞大的法力一阵 周围能量抖动 让人身形不稳 这一下 让厮杀的两人感受到 杨明国的可怕了 他们无比忌惮 苏行业随即嘴角一笑 快速后退 而玄神仙也快速收招 站立在地 死死盯着杨明国 杨明国左右看了两人一眼 冷冷到 到此为止吧 我现在宣布 玄神仙晋级 苏行业淘汰 有没有意见 玄神仙心里 似乎还有气 但面对杨明国 他还是压制了愤怒 平静道 杨教务长出手针及时 要不然 这不开眼的家伙 就死定了 其实玄神仙知道 这杨明国从高台下来 结界这里 就一定会出手干预 他就算有杀心 但肯定杀不死对方 那苏行业也懂这个道理 所以哪怕到最后不敌 也依旧肆无忌惮的对攻 要维持最后的脸面 苏行业这时虚弱的开口了 我听杨教务长的安排 这次是说给他了 可我也告诉他 就算他是神才 我早晚也要把他踩下去 杨明国不以为意 一挥手 冷着脸道 都出去吧 天网鄙视还没结束呢 苏行业文言 从须弥娜界拿出物品 连续吃了不少 疗伤丹药 才离开这里 玄神仙没走 此时道 杨教务长 你的实力真是强大 刚才我感受到了 可我早晚会挑战你的 也只有你才是我正式的对手 因为我们都是神才 都有神体 杨明国倾笑 淡淡地看了一眼 玄神仙道 哦 我等你 说吧 他头也不会地离开结界 玄神仙眼神犀利 心里暗暗下着狠心 咋咋 陈青天在结界外 扎了一下嘴 这杨明国果然厉害 随意出手 这两名最厉害的道学生 就被拿捏住了 想想 自己想要有他这种威势 还要用不少时间啊 至此 天网排名赛前三名也出来了 寻神仙 陈青天 水月应 这三人将背到学院 乃至雌星宗所有人记住 其他两人或许早有名气 但陈青天是个例外 接下来 就是角逐第一了 但是陈青天明白 无论他对上 这两人当中的谁 都没有什么机会 到了这最后时刻 在数万人的欢呼下 新的比赛又开始了 三人再次抽签 这一次 陈青天抽到了一号数字 这也意味着 他没有轮空 第三名就是他 这次天网排名赛的极限了 他也准备放弃了 这次悬神仙轮空 他的对手 是水月应 鬼使神拆的 他走入了结界 面前的水月应 换上了一身短红裙 可看起来并不俗气 那露出的洁白 棉细长玉腿 让人忍不住低头望去 陈青天也没有例外 下意识吞咽了一下口水 目光尚移 一对丰满的苏兄 格外挺拔 一呼一吸 扣人心弦 接着又把目光移到了脸上 这张脸没有妆容 可水月应那水嫩红唇 却格外诱人 他不昧笑的时候 真有一副神女犯 看起来圣洁得很 水月应 见陈青天 肆无忌惮地打量自己 短时红颜一笑 宛如桃花盛开 让人莫名心仰 陈青天弟弟 姐姐好看吗 水月应 似乎一点不介意 还无意地撩了一下发丝 露出一小节雪白的锁骨 陈青天眼里 净是心上 不带邪色 如是答道 水师姐 你很好看 很美 呵呵 水月应心情 看起来很好 轻声道 弟弟真是实诚 小嘴真甜 陈青天 见水月应这副神态 也终于摊牌了 直白说道 水师姐 这次天榜排名 第三名的成绩 对我来说已经很好了 所以我弃权 水月应并不意外 可他嘴里 却调笑道 这么心疼姐姐 我们完全可以打一场 用你最厉害的手段对付我 我陪你哦 陈青天感受到 他那娇弱的语气 心里有些怪异 苦笑道 水师姐 你说什么呢 我哪里是你的对手 你的手段 我是见过的 别人都说 你修炼过天际功法 那种厉害程度 我用什么劲都没用 水月应突然不满道 哼 你得先陪我玩玩 我们就当简单比试一下 点到为止 如何 陈青天见他都这样说了 稍微一犹豫 点头道 那好 水师姐 你可悠着点 别把我冰封了 呵呵 不会的 你没有那么弱 水月应已经摆出架势了 身体气息逐渐攀升 陈青天面色凝重 也拿出了青天剑 不过这时 他还是忍不住问道 水师姐 真是天际功法吗 水月应一愣 没有马上动手 他笑言道 你想先了解我吗 那好 我也愿意告诉你 其实我也有寄予 我修炼的这门功法 名为寒天消融大神法 也确实是一门天际功法 可惜 我只获得了一部分 也因为符合我的体质 我修炼成功了 哪怕我就领悟了一点点 也能发挥出 强大的力量 陈青天点点头 看样子这水月应 真的修炼过天际功法 听他的口气 他没有完全得到这门功法 算是有残缺 也很难得了 他自己也只是修炼了 地级功法 就这还差点走火入魔 更何况 地级之上 还有王级功法 之后才是天级功法 其实不用说 这等功法 一般神才人物 不到一定境界 都别想染指 这么看来 水月应有他独特的本事 到了这里 陈青天也不多说什么了 缓缓道 水师姐 我先得罪了 战 陈青天神情开始冷酷 立马通灵 身体实力大增 一箭杀过去 水月应感 受到陈青天的变化 眼里好奇 可却摇头道 陈青天地点 你这等力量 可伤不了我 结界外面 所以人观望这一场战斗 见两人打起来 不少人惊呼道 打起来了 想不到这陈青天 胆子这么大 敢对寒冰神女出手 他就不怕被冰封吗 哎呀 太狂了 这小子 怎么会是神女的对手 他坚持不了几招 立马就要落败 高台上的曹正兴 也摇头说道 水月应攻法很不错 这陈青天 不会有机会赢他的 一名持续关注天榜排名赛的慈星宗长老 对曹正兴道 宗主 那陈青天能爆发一种独特的力量 如果他等会也用这种力量的话 还是有点看头的 曹正兴恩了一声 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也不说什么了 通灵后的陈青天 对比起来 有着钢体进大远满气的战斗力 可水月应一点没有重视 他身体轻微扭动 一道寒流行程 把所有的攻击暂停销毁 之后又开始向陈青天四周袭来 这是什么 陈青天感觉不妙 他的招式被轻易化解 随着这股寒流涌过来 他身体感受到无比的寒冷 手上开始结霜 这时 他运转弓法 催动所有法力 决意剑法三招和一击出 So 剑光雷霆 全部发动 打破周围寒流 直直杀向水月鹰 这一击是强 但很可惜 一座庞大的兵之门 出现在水月鹰面前 哄 强大的攻击打在上面 这面兵之门破碎了 但剑势变弱 很难伤人 水月鹰看准时机 朝陈青天身体打出一道道攻击 哼 陈青天疯狂出招抵挡 感觉每一下都很吃力 不知不觉 他身体开始迟钝 不行了 这样下去 等着女人一放大招 我都躲不了 陈青天清晰地感觉到 两人之间的差距 这水月鹰本身境界 绝对不低于钢体境巅峰期 他都没有通灵 也没有动用法宝 看架势这天际功法 也没发挥到极致 可就算这样 自己都已经招架不住了 再打下去 也没什么意思了 于是他收招击退 嘴里告扰道 水师姐 我服了 让我出去吧 听到陈青天说这种话 又表现出没有战心的样子 水月鹰动作也停下来了 此刻他有些气恼 娇称道 陈青天 你什么意思 你倒是拿出和刘浩龙战斗的那种力量出来啊 真没劲 陈青天尴尬一笑 无奈道 水师姐 饶了我吧 我是能爆发更强的力量 可那样做 代价有些大 而且就算这样 我也打不过你 何苦呢 陈青天面对这样的战斗 实在不想再消耗寿命了 第三名肯定有不少奖励 他感觉可以了 见水月鹰一副欲求不满的样子 陈青天接着补充道 这样吧 半年后 我再和水师姐你 认真打一场 到时候我一定全力以赴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陈青天有信心 只要半年时间 他或许就能压着水月鹰打 到时候一定让他知道 自己可不是一般的小弟弟 水月鹰见陈青天最后那坚定的眼神 心里微微一动 他感觉这小少年说这些话时 有着绝对的自信 回想一下 可境界提升速度惊呆众人 这样的人物 也许到时候真能给自己惊喜 想到这里 他也不再逼迫 安生叹道 既然你都这样说了 姐姐还能怎么办呢 只能期待你 下次别让我失望 要不然姐姐会好好教训你的 陈青天嘴角上扬 到时候谁教训谁还说不定呢 这个女人 一看就相当自信 没有被什么男人踩过 可能不用半年 就会让她知道 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呵呵 陈青天见他同意 于是拱手道 水师姐 那我走了 先预祝你打败玄神仙啊 呵呵 水月音辅妹一笑 接着哀怨起来 我的功法是厉害 但面对玄神仙 还是没办法 我也不会去找他的 一个没意思的男人 陈青天点点头 明白了 天榜排名赛 从他和水月音这里就结束了 接下来 就是闭目领奖了 不知道 慈心宗会给大家什么好东西 希望能给自己一些 用得上的玩意吧 随着陈青天率先走出结界 外面也沸腾起来了 怎么回事 不打了 哎 怎么就完了 这也太快了吧 这陈青天这么怂的吗 还没打完就投了 也有人兴奋到 陈青天天榜第三名 非常了不起了 他这次的对手 可是寒冰神女啊 这打不赢应该的啊 满足了 满足了 想不到这界新生这么秀 帮我赚了十几万零食 明年我还要一直买他赢 高抬得的杨明国 似乎很满意 他见陈青天一出来 就了然于胸地说道 以水月音的性格 他不会和玄神仙打 可以宣布结束了 曹正新闻言 也笑容可惧道 这次天榜排名赛 也还算有些惊喜 我们下去吧 当水月音正式说明 他弃拳 这次比试也宣告结束 天榜最优秀的前十名 被安排站在最前排 而另外前三十名 也都有安慰鼓励奖 该来的都来了 曹正新带着一大帮人过来了 他笑呵呵地对着众人道 你们是这次比试 最有实力 最有气韵的一些人 每年都会有天榜排名赛 也是为了更好的激励你们 你们这么优秀 宗门会拿出一些外物 给大家做彩头 顿了顿 他接着大方道 这次我做主 可以让大家 挑选合适自己的东西 无论是功法 武技 法术 丹药 法宝 还是一些别的要求 在合理的范围内 你们都可以提 众人听到这些话 表情各不一样 玄神仙作为第一名 脸上没有表现出什么期待 看样子 他对这些奖励不敢冒 但也有人很是高兴 如乐忧心 高敏德这些通灵进强者 他们非常需要一些外物 提升自身实力的 陈青天听到这些话 他开始思索起来 自己需要拿些什么 他结合 鲜舞宝库和自身情况 最后也有了答案 又鼓励了其他人一番 最后曹正兴等一些 宗门长老都离开了 关于这次奖励 最后负责的 自然是到学院这些高层 他们一番商量过后 杨明国也找到了陈青天 两人单独一起 述说着这次的收获 杨明国先是恭喜道 陈青天 你能有这个成绩 我是欣喜的 我表示恭喜 陈青天赶紧道 杨教务长 别这么说 这里面有很大运气成分 杨明国也没有反驳 嗯 你保持一颗 敬畏的心也好 接着他笑道 刚才我们到学院高层 商量好了 按照宗主的指示 决定给你三个奖励 你现在可以选择 陈青天不解 问道 三个什么奖励 能具体一点吗 杨明国文言简单道 这么说吧 你可以选择三门 地级攻法五级法术 或者可以选三枚 地级丹药 就像我先前跟你说的 那有助你 突破钢体径的丹药 如果你不要这些 宗门可以奖励你三剑中平宝器 或者把你的手上的法剑 提升到极平宝器的程度 说完这些 杨明国立马感叹道 其实说起来 天榜排名靠前的道学生 还可以选择一名宗门强者 作为自己师父 但你肯定不想要 如果你有其他要求 也是可以提的 陈青天听完这些话 他最终说道 我选择 把我的青天剑 提升为极平宝器吧 之所以这么选择 是因为对他来说 功法五级法术 根本没有诱惑力 他鲜无宝库 换取这些东西 花费的血气值 相对来说不用太多 丹药就更不要说了 那有助自己突破 钢体径的丹药 也只是提升一点点概率 肯定不可能百分之百保证 鲜无宝库 气灵就说过 他里面的天罡神丹 就能保证自己达到钢体径 这极平宝器 鲜无宝库里面也有无数 但兑换它们 要消耗的血气值可不守 如此 他还是选择 宗门帮他提升青天剑 杨明国面对陈青天的选择 表示道 既然这是你的决定 那我也支持 把你的法剑交给我吧 以宗门那些练器长老的速度 用不了几天 你这把法剑 就能提升到极平宝器的程度 陈青天一听这话 心里感叹 当初他和白云飞一起 就是改变一下青天剑的外貌 和一些变化 两人都花费了几天时间 没想到这些练器长老 几天时间 就能把绝平法器 提升到极平法宝 不过想想 一个大宗门 强者无数 资源繁多 也不奇怪 他递上青天剑给杨明国 接着说道 那麻烦 宗门那些练器长老了 杨明国把青天剑收了起来 随意道 陈青天 说起来 练制法器 宝器也没那么麻烦 这些都是死物 只是能帮你发挥更强的法力 提升一些战斗力 算是兼顾锋利的武器吧 陈青天文言一愣 没想到在杨明国眼里 法器宝器如此不值一提 他小声问道 杨教务长 这么说来 只有灵器才有大的价值了 杨明国点点头解释道 不错 这次天榜排名赛 你应该也见过 哪怕是宝器 只要攻击能力够强 都可以把他们打破 陈青天回想起来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那玄神仙 以及自己 都破坏过宝器 杨明国见陈青天沉思 接着说道 灵器就不一样了 他没那么容易被损坏 而且 他有了气灵 可以有单独的空间 能主动帮主人战斗 更能随意变化大小 也只有拥有灵器 才能算得上 拥有真正的法宝 你要努力啊 陈青天点点头 他知道 这杨明国肯定拥有灵器 但显而易见 灵器没那么容易炼制 更不容易拥有 仙武宝库里面的灵器 要用血气值兑换一件 是天文数字 还不如用这些血气值 来提升境界 这些显然需要慢慢来 和杨明国分开 陈青天总算闲了下来 可这一切都是假象 等陈青天回到自己的住所 不少人跟了过来 想要结交他 这次天榜排名赛 他的实力完全暴露 更有了极大的名气 而且 以他表现出来的潜力 想要教好他的人 不知道有多少 无论道学生 道师 哪怕一些慈心中的弟子 职士 都想单独见见他 面对这些人的心思 陈青天很是不喜 他不抗拒结交一些朋友 但他也没兴趣 去应付这些无谓的社交 这些来见他的人 大部分在他眼里 都是平庸之辈 就算有些实力 可有仙武宝库在手的自己 要不了多久 就能远远甩开他们 摇摇头 陈青天谁也没见 也不在乎那些人会怎么想 没办法 他也暂时不回去了 独自跑到了后山 想要获取一些血气质 为了让那些人冷静下来 陈青天接连三天 没有回去自己的住所 就默默地在后山杀兽 不在太外围 也没有太过深入 这三天当中 遇到最厉害的 也只是法力竞妖兽 等收集了七八万血气质 他感觉差不多了 才小心回到自己的住所 果然 也没有什么人一直等自己了 看样子 大家都不傻 知道陈青天是什么意思 可才回来没多久 一名道师就来了 是来为阳明国传递消息的 陈青天知道 他的极品宝器练制好了 可以交货了 等他见到阳明国 也确实如此 接过这焕然一新的青天剑 陈青天还是忍不住抚摸起来 极品法宝就是不一样 这上面的寒芒 让人有种心计的感觉 比起原来厚实了不少 青绿之色格外明显 里面可容纳的法力极多 对五纪法术的增幅大大提高 一下子 比原来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等陈青天打量了一会 阳明国赫然开口道 陈青天 这次叫你来 除了交还你这件极品宝器 我另外还有一件事要通知你 陈青天听到此话后 收起了成为极品宝器的青天剑 抬头问道 杨教务长 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说 阳明国略带严肃道 你现在也是不错的强者了 在道学院更是有足够的名声了 有些事情我要跟你说清楚 陈青天见他这种表情 也脸色一正道 你请说 我会记住的 阳明国点点头 开口道 昨天我收到消息 说 虚天狱出现了魔宗据点 随着他们的出现 虚天狱很多普通人消失 想必是遇害了 可惜暂时还没确定 这个魔宗据点的位置 可一旦确定 我慈心宗就要派人过去剿灭 而这次任务 宗门有可能 交给我们道学院的 精英道学生去完成 你明白了吗 陈青天听后 脑中闪过信息 虚天狱离慈心宗所在的云天狱 相隔三个狱 普通人去一趟可不容易 但作为强者 去一趟自然没那么麻烦 可他没想明白 发现害人魔宗据点 为什么要派到学生去处理 没有多想 他直接问道 杨教务长 你的意思 一旦确定魔宗具体位置 我也肯定要过去是吧 杨明国摇摇头 随意说道 陈青天 这种任务其实很危险 你也没有正式加入慈心宗 如果你说不想去 我们自然不会勉强 我其实 想了解你个人的想法 陈青天一笑 话虽然这么说 但真要有事 他们肯定希望自己上 对于这种事 他心里也不是太抗拒 危险是有的 但收获肯定也少不了 起码能获得血气值 就是不知道具体有多少 想到到了这里 陈青天也是干脆 义正言辞道 杨教务长 多得我不说了 你能来跟我说这件事 也是看得起我 我先前也说过 我现在是慈心宗的道学生 只要宗门和道学院 有用的上我的地方 我绝对出力 不会推辞 杨明国见陈青天 一副斩钉截铁的模样 立马欣喜道 这么说 你愿意为宗门校立 一起执行这些危险任务 陈青天肯定地回答 愿意 接着他带有好奇心地问道 杨教务长 出现这种伤人的魔宗据点 难道不应该是 帝国天机营区处理吗 怎么把这事 交给我们慈心宗了 杨明国看了陈青天一会 想和道 青天 你虽然实力强劲 但毕竟还年少 涉事未深 很多事不清楚 也罢 我简单和你说说吧 陈青天也承认 他对这个世界 也是一知半解 很多事情根本了解不到 他经历的合起手 需要有人给他指路 于是高兴道 杨教务长 那劳烦你指点了 杨明国见他感兴趣 于是开始说道 你应该知道 我们东战大陆 有十大魔宗 陈青天点头答道 我知道 我师父跟我说过 杨明国接着道 这十大魔宗 只有三大魔宗 被帝国承认 可以在帝国境内 自由行走 招收弟子 而其他七大魔宗 大下帝国拒不承认 而且坚决打击 因为他们形势风格残忍 反叛帝国 不遵循帝国律法 随意杀戮普通民众 这七大魔宗门人 因此在帝国内 人人喊打 他们的宗门 大都不设立在帝国境内 但有很多门人弟子 隐藏身份 潜伏在大下帝国 三千大于各处 而我们五大道宗 一直以来 都依附于帝国 很多时候 都听命于他们 帝国绞杀 七大魔宗门人弟子 我们道宗没少 跟着他们一起 无数年来 魔宗和道宗相互厮杀 我们追杀他们 他们也不时杀我们 在外的弟子门人 相互之间 已是血海深仇大恨 只有彻底剿灭一方 才可平息 听到这些话 陈青天算是明白了 原来十大魔宗 在大下帝国 是这种情况 只有三个大魔宗 有执照 其他都是非法 五大道宗 算是听话的一类 完全跟着帝国走 陈青天不由感叹道 杨教务长 这么说来 我们出去时 还要小心一点 万一被魔宗 利害强者盯上 还有被杀死的风险 杨明国呵呵一笑 说道 怎么 怕了 不过出门在外 还是要小心一点 别太招摇就好 陈青天点点头 刚来这个世界 是有点怕死 可也经历一些事了 他心稍微放宽了点 他眼光一闪 这时突然问道 杨教务长 道宗和魔宗 有这样的仇恨 大下帝国 应该也是乐意看到的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他们促成的吧 杨明国眼光深邃 不动声色道 青天 你千万不要小看 帝国的实力 他们能雄距 东占大陆三万年 肯定是有原因的 你说得也不错 其实不光魔宗 和道宗严重对立 就是我们五大道宗之间 也有很大摩擦 要说没帝国挑拨 谁也不信 但就算我们心知肚明 也只能这么顺着 这样那些人会安心一些 陈青天摇摇头 这里面的事情 想必很复杂 也不是现在的他能理解的 更不要说插手什么的了 他见杨明国沉思的样子 又随口问道 杨教务长 你对帝国是什么态度 好像不那么喜欢一样 杨明国没有立马回答 好一会儿 才开口道 青天 我在慈心中其实很自由 如果有可能 谁希望自己头上压着一座大山 我是神才没错 但放在东占大陆的历史上 也不过如此 跳不出这潭浑水 陈青天心里清楚了 这些大宗门 这些厉害的强者 全部被大夏帝国淫威压着 修炼之人 寿命悠长 都喜欢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想干什么干什么 被管束可不是什么好事 陈青天也没继续问什么了 他本想离开 可杨明国似乎想起什么了 笑道 青天 上次宗门去潇天欲杀恶鬼 帝国的奖赏也下来了 你也去了 而且表现得很勇猛 自然也有一份奖赏 到时候会有人给你送过去的 陈青天不由惊异道 这是帝国还会发奖赏 扬明国怪异的笑道 当然有奖赏 我们是被帝国征召去的 论功行赏总要有 我还特别告诉你 据说天机营第三营帅 还特意提到过你 说你杀恶鬼十分勇猛 值得嘉奖 号召大家学习你 这种为帝国出力的精神 学习我 陈青天梦了 那盈帅这是什么意思 安得什么心啊 陈青天赶忙道 杨教务长 我没他们说的那么厉害 只是当时被抓了 没办法才表现得那么显眼 扬明国白白手 直接道 不用说什么 我知道 要是我们这次 能去须天欲剿灭那魔宗据点 也会有帝国奖赏的 而且到时候收获的一切 自己都可以留下 陈青天嘴角有了一丝笑容 这样才有意思 帝国要大家卖力 拿些好处出来也是应该的 况且 他杀敌人还能获取血气值 真要有这种任务 可不能少了他 陈青天见杨明国 也没什么事了 当即到辞道 杨教务长 那我先去了 这些日子 我也不会瞎跑 我打算去镇妖城一趟 磨练一下自己 杨明国道 好 我知道了 真要有事 我会派人去叫你 陈青天尴尬笑道 我进去需要令牌 不知道你有吗 杨明国笑着摇头道 以你的实力 不需要那些东西了 如果我师父在那里 他也不会问你要这个的 你随便进去吧 陈青天突然想到 那镇妖城首座长老林奥天 是这杨明国师父 为了血气质 他只能咬牙再去一次了 万一这次真的出去 绞杀魔宗强者 他实力能再度提升 也有一定保障不适 最终 陈青天还是硬着头皮 来到了镇妖城 这里可是他的宝地 获取血气质 最方便的一处地方 城墙之上 林奥天依旧坐着 仿佛这里就是 他的修炼之地 要知道 每天都有道学生来这里试炼 他也不怕大家打扰他 每个人来了 他都招待 或许 这就是他的修炼日常吧 陈青天慢慢靠近 林奥天也感觉到了 再度睁开眼睛 惊异道 不错 没让我失望 真的达到通灵境大圆满了 这体内法力真是浑厚 我在这里都听说你的事了 今年道学院天榜排名 你位列第三 既然来了 陈青天也把心放下了 恭敬道 林长老 我也是运气好 能有这个境界 多亏道学院培养得好 屁 一声大吼 林奥天骂道 道学院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 你有现在的境界 是你自己的机遇 我听说 你可以通灵一个很厉害的世界 可以让自身 获得无比强大的加持力量 刚才我也看了 也没认出 你体内到底是哪个世界的通灵印记 太不可思议了 你是越来越有趣了 我真想知道 你能走多远 陈青天尴尬笑道 林长老 这个 我自己也不知道 只能用时间来证明了 你知道我来这里的意思吧 林奥天这次眼中大放光芒 语气激动道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的秘密 我也猜到一二了 但具体 是怎么回事 只有你自己知道 我反正是看不出来 快进去吧 这次我不说什么了 里面的妖魔鬼怪 你想杀多少就杀多少 他们对你来说 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陈青天心里有数了 这林奥天已经肯定了 自己杀妖魔鬼怪 能提升境界 但他不知道 这其中的原理是什么 更不知道 自己上限在哪里 可他明显很好奇 想知道 自己会在哪一步停下 其实说起来 陈青天自己也不知道 血气值能让他最终 能达到什么境界 但绝对能超过面前的长老 他坚信 可他也担心 这林奥天 万一有一天忍不住诱惑 逼迫他怎么办 他心里已经在想后路了 也许这道学院 也不是久留之地 可现在好处就在眼前 陈青天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看见镇妖城大门已开 直接恳求道 林长老 麻烦你送我去法力 进到钢体经妖魔关押的区域吧 哈哈 林奥天哈哈一笑 大声道 好 去吧 你这次进去 不用留手了 我说的 陈青天身形一闪 正式进入镇妖城内部空间 既然已经暴露了 别人还那么说了 他索性放开手脚 要在这里面好好杀戮一番 被抓入镇妖城的这些妖魔鬼怪 哪怕是人 其实命运早已注定 他们的死活 谁也不会在意了 陈青天先从一头通灵境中期的 雄手妖兽动手 哪怕不通灵 他也只花费上百个呼吸的时间 就彻底把他分尸 取出他的妖单 接着 这里的妖魔鬼怪就遭殃了 法力境 通灵境实力的 根本抵挡不了他多久 哪怕是钢体境低层次的妖魔 他也试图去挑战 一天下来 他成绩比上次要好很多 杀了两百出头的法力境妖魔 二十多痛灵境妖魔 三头钢体境妖魔 一整天下来 他得到四十多万血气值 比后山速度快太多了 根本不需要去苦苦找寻 直接上就行了 一直让人杀到手软 也幸好有鲜无宝库的好单支持 要不然 他没办法这样持续战斗下去 哪怕这样 他也靠强大的意志在支撑战斗 杀了四天四夜 一直到这天三更半夜 陈青天刚浑身带血地 杀死一头浑身带有岩浆的精怪 他一下感觉到 自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包裹 一时一停顿 他出现在镇妖城外围了 他心里清楚 这是被镇妖城气灵给传送出来 按理说不应该 这林奥天答应过他 让他随便杀的 这才四天 就心疼了吗 天还是黑的 但作为强者 感官和势力还是很好的 直到陈青天看到不远处的杨明国 才恍然大悟 看架势 这杨教务长是亲自来找他了 青天 你总算出来了 杨明国笑着走近 陈青天也踏不上前 亲切地问道 杨教务长 你怎么亲自过来了 是不是确定什么了 不等杨明国说话 城墙上坐着的林奥天开口了 明国 你带陈青天出去可以 但我要提醒你 可千万不能让他出事 否则就是大损失了 陈青天一听这话 就确定了 那须天狱的魔宗据典找到了 杨明国要带自己去 杨明国望着上面的师父 语气轻浮道 老头 你不是不管事了吗 怎么这么重视陈青天 这可不像是你的性格 上面的林奥天 这时表现出一副很庄重的样子 淡定地说道 哼 你们这道学院 好不容易出个不错的苗子 我老东西喜欢 可别给我整眉了 杨明国不以为意 强硬道 陈青天是不错 但修炼意图 需要披荆斩棘 养着的花朵固然好看 但风雨一来 立刻枯萎 我想好了 以后有斩妖除魔的任务 都会安排他去 这样他 才能走得更快更远 林奥天文言 脸色顿时一变 破口道 你懂个屁 你不懂 杨明国一皱眉 回头看向陈青天 杨教务长 说的没错 我是愿意跟着你出去的 陈青天见两人对话 他忙开口 也想离开这里了 杨明国眼中 闪过一丝明雾的光芒 他笑着对林奥天道 老头 你是不是看出 陈青天身上的问题了 这是他的机缘 我看你 还是不要干预得好 林奥天也没有否认 突然叹息道 他确实很奇特 这把老骨头了 自然不会有什么心思 只是觉得 应该帮他一把 我也想看看 他没有机会走得更远 杨明国一沉思 也和颜悦色道 师父 我明白 你放心 连你都看好他 我也不会害他的 这次出去 我有信心能保证他的安全 说完他看向陈青天 平静道 青天 你别太紧张 我师父刚才这么说 应该是想帮你 但是我知道 你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和担心 我们走吧 陈青天确实悬着一颗心 看架势 这林奥天 还想把自己留在镇妖城 这老家伙 怕不是 想要自己把镇妖城 所有妖魔鬼怪杀光 好看看自己能达到什么境界 但这可不是自己想要的 他是想要大量血气质 但不愿意被人牵着走 更不愿意被控制 一听杨明国要带自己走 陈青天脚步开始向外移动了 明显想跑 林奥天此时笑眯眯地望着陈青天 这是出口了 小子 看来你是想走了 怎么 这妖城里面的妖魔不香吗 陈青天尴尬一笑 小声答道 林长老 感谢你这么看好我 这里面是好 但只能是试炼的场地 不会是修炼的归途 我的想法和杨教掌一样 外出历练 斩妖除魔才是正途 更能使自己成长 林奥天一愣 嘴里夸赞道 说得真好 既然你是这么想的 那去吧 也许从陈青天眼中 神色看出什么来了 他自嘲一笑 干脆道 小子 我心里清楚 你肯定怕我对你不利 这样吧 下次你再来 我也不探究你的情况了 你不想 我干涉你 我也是有尊严的 不勉强别人 我说到做到 陈青天见他逐渐变得严肃的面庞 心里一动 搞不清他 具体是怎么想的 这时也只能柔和道 林长老 说实话 在你这么厉害的强者面前 我不紧张是假的 但天地良心 我绝对相信你 你都是好心 万万不会做出一丝 对后背不利的事情 我还是希望 你老日后你指点我 林奥天点点头 也不多说什么了 白白首道 那好吧 你们去吧 外出一定要小心 我虽然很久没出去了 但我预感 新的动荡时代要来临了 无数妖魔鬼怪 邪魔外道要出来了 听到这话 杨明国若有所思 但他却没有接话 眼色示意陈青天跟他走 陈青天对这些话 也没什么感觉 只当是些神棍话语 两人郑重地告辞之后 快速地离开了这里 林奥天见他们走了 摇头晃脑道 小小年纪借心好强 生怕别人害他 不过这样也好 不轻易相信人总是对的 路上 杨明国开口道 青天 一天以前 我就叫了一名道士来叫你 但我这师父 居然不放你出来 我只能亲自跑一趟了 陈青天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杨明国不来 这林奥天不知道 这次会让他在里面待多久 七天后 或许都不会让他出来 不过这次在里面四天 杀的妖魔可不少 他大概计算一下 不会少于一千 血气值更是积累的 比上次还要多 陈青天压下心中的躁动 询问道 杨教掌 是不是确定了 虚天玉魔宗据点的位置 我们是打算什么时候出发了吗 杨明国点点头 边走边说道 没错 准确位置 我们已经获取了 怕有变故 宗门决定今日就出发 而这次有我亲自带队 所以我特意过来叫你 听到杨明国带队 陈青天好奇道 宗门不派人过去吗 难道这次全是我们道学院出人 杨明国叹息道 青天 有些事我没跟你说 大厦帝国东部边境地区 妖族扰边 我们慈行中前些日子 接到帝国命令 派过去五名长老 和大量弟子 还有其他一些事情 也要宗门派人去 另外 宗门在外面的一些关键地方 也要派人照看 宗门内部 更要有大量强者坐镇才行 这样才能随时听候安排 所以经过商讨 这次我们道学院 完全接下这个任务 除我之外 另外带三十名精英道学生 和二十名道师过去 说起来 这样的事情很多时候 都是我们道学院出人 如今学院天榜的 这些精英道学生 都经过无数次历练 在外都有些名气了 听到这些话 陈青天默默地思量 这大宗门看似人多 但事情也不少 不过这次有 五十名道师和道学生过去 想必问题不大 但他还是试探性地问道 实力应该没有我们这么强吧 杨明国摇摇头 不确定道 具体消息不明 但通过种种迹象 他们还是有些实力的 这次很可能会遇到 神丹镜强者 神丹镜强者 陈青天知道 这是法通第五境 面前的杨明国 不就是这个境界的强者 陈青天不由担心道 杨教务长 这么说 这次任务还是有凶险的 哈哈 杨明国此时笑道 青天 你放心 真有这样的强者 交给我就好了 他们对付那些魔宗门人 确保他们不逃一人 杨明国说这些话时 身上散发出无比的自信 让陈青天心中大定 这人可是神才 拥有神体 领悟无敌战意的存在 见陈青天不再说什么 两人走到一个分叉路口 杨明国停下道 好了 青天 你先去准备一下 一个时辰后 去我那里 到时候所有人在我的带领下 统一出发 陈青天点点头 其实他没什么可准备的 能说走就走 但是他刚获得大量血气质 需要使用啊 分别过后 陈青天赶忙回到自己的住所 详细查看一下 四天下来 加上以前的 他总共的血气质 186 2090 180多万 去一趟镇腰城 收获满满的 虽然暴露了一些秘密 但目前危机还没有显现 只要实力能快速提升 陈青天相信 他日自然能化解 一下拥有这么多血气质 马上又要出发去执行危险任务了 陈青天没有耽误时间 在脑海中对鲜舞宝库气灵道 我要兑换天罡神丹 兑换灵力丹 气灵答道 你现在可以服用天际灵力丹 一万血气质兑换一枚 好 陈青天立马答道 气灵也瞬间满足了他 所有的东西出现在他面前 等陈青天服用到 四十一枚天际灵力丹的时候 他知道足够了 就差天罡神丹了 贪婪的端向手中 这枚庞大不已 颜色极为好看的紫金色丹药 感受上面独特的气息 陈青天才送入口中 嘴巴就大大鼓起 但很快 神丹就化为一股气流 涌入全身上下 啊 一声压抑的嘶吼 陈青天感觉自己升华了 这股气流 冲击他每一个毛孔 肉体完全被洗礼 无比坚固的钢气 开始在身体表面滋生 形成一道完美的防御铠甲 但又不那么明显 让人置身在透明的水晶里面一般 这钢气指甲 比宗师进气甲 绝对强过百倍 也难怪 这个境界强者 防御惊人 没有强大的攻击 很难杀破 而此刻 他也正式迈入这个境界 法通第三境 钢体境 这该死的安全感 身体的变化 笑容停不下来了 不够 他感觉这钢气指甲还差点 他要更强 继续兑换天机灵力弹 陈青天对气灵道 他可还剩下 125万血气值 等等 就在陈青天要兑换的时候 他想起什么来了 他立马对气灵改口道 我要看看翼的兑换价值 他突然想到 玄神仙 苏杭叶 是领悟剑翼刀翼的强者 那翼的强大 他还历历在目 境界高固然好 但这个世界是危险的 战斗力强也是实打实的重要 他想要有自己的翼 至于是哪种翼 就要看实际情况了 不会让人失望 陈青天发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横扫剑翼 王者剑翼 通明剑翼 蹦山刀翼 节流刀翼 灭世刀翼 霸王枪翼 图神枪翼 杀星枪翼 永恒战翼 动天战翼 这里面有无数种选择 陈青天一时眼花缭乱 好贵 选择多 价值也不低 哪怕是初级剑翼 都要近三百万血气值 刀翼 枪翼 也都是两百万起步 战翼也很贵 暂时没有这么多血气值 其他相对便宜一点 陈青天去除现在兑换不起的 最后选择了自己翼 破碎权翼 兑换要求 一百二十万血气值 就他了 我刚好 对拳道有些见解 如果领悟这权翼 实力也不可想象 陈青天做出了选择 他要兑换这破碎权翼 七灵 我就要他了 陈青天确定道 先无宝库 七灵立马道 这破碎权翼 是一名无上存在 从体内剥离出来的 这仅仅是最初级的权翼 是用神之水晶保存的 接着吧 陈青天面前空间扭动 一颗散发出无上神力的水晶球 出现在他手里 这怎么用 我该如何领悟破碎权翼 陈青天双手捧着这奇妙的水晶 内心无比激动 七灵回答道 打破他 里面的无上权翼会进入你的身体 好 陈青天运用全身法力 一击打在水晶球上 比想象的容易打碎 攻击才易接触 水晶球立马破碎 与此同时 里面的权翼 好似五彩斑斓的河沙 又如同璀璨的星河 最终变为小小长龙 快速地滑入陈青天脑中 哄 破碎权翼的所有信息 全到的万千见解 自身对异的感悟 在这一刻 陈青天全明白了 他看见了 一尊星空巨人 一拳挥出 星球破碎 虚空崩裂 毁灭一切 而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用最简单又最震撼的方式 以心传心 以道应道 如此吸纳了这破碎权益 我明白了 原来如此 陈青天脸上无喜无悲 他领悟了破碎权益 也见识到 天地宇宙真正的 神人仙人的威势 而这破碎权益 虽然兑换用的血气 直算少的 那并不代表他弱 如果能把他提升到 最高等级 那是真的能破碎虚空 摧毁一切 在这狭小的房间里面 他不敢验证威力 哪怕去外面 一旦使出权益 也会造成极大的动静 玄神仙和苏杭叶 展现出剑一刀一的威力 他还历历在目 他这权益 也不会比那两人差太多 这个时候 身上的血气值 也基本消耗没了 只剩五万了 最终 他花费四万血气值 兑换了一门 地级绝品的拳法 威猛神龙拳 也因为他领悟了权益 对拳道有了极深认识 非一般人能比 加之他人极占体拳 早已大圆满 这套威猛神龙拳 仅仅在脑海里过几遍 他就已经跳过入门 直接迈入小城 好了 血气值也花光了 实力到底如何 还有待验证 陈青天吐了一口气 他虽然这么说 但能明确感觉到 比起之前 他强太多了 进入了新的层次 他在脑中 展开出自己个人属性 想看看表面情况 指尖上面显示 陈青天 男 16岁 寿命长 390境界 刚体境 初期 资质 擎天妖孽 灵时 一之道 破碎权益 初级 功法 九霄雷霆大法 地级上品 入门 武技法术 威猛神龙拳 地级绝品 小城 决意剑法 人级绝品 大圆满 通灵法术 人级下品 忠诚 御剑法术 人级绝品 入门 法宝 青天剑 宝气级品 血气值 13270 达到刚体境 体质大变 法力提升 寿命本来又加了100 但他上次消耗了10年 现在整体寿命 有390了 而面板之中 多了一个一支道 代表他领悟自己的意了 糟了 陈青天看着自己各方面情况 有些迷恋 可很快 他嘴里就叫了起来 此时离杨明国约定的一个时辰 早就到了 他现在去都算晚了 简直整理一容 他大不留心地外出 向杨明国的住处赶去 一过来 他发现大厅 院落里面 占了不少人 请客之间的计算 他赫然发现 他是最后一个到的 这里的人数 加上大厅最里面的杨明国 刚好50人 同时他也看到不少熟悉的面孔 水月鹰 袁大志 苏行业 乐优星等等 很多是天榜排名靠前的人物 还有一些会过面的道师 见到陈青天到来 大家的目光也看了过来 水月鹰还冲他笑了 有几人还向他示好 其他也默默打量 全部心里清楚 这少年可不一般 要按境界算起开 他比这里任何一人都妖孽 这个年纪 就有这样的实力 陈青天也面带笑容 刚想要说些抱歉的话 不过很快一道冰冷的声音 传了出来 架得还真是大 居然最后一个过来 让这么多道师 师兄 师姐等你一个人 真是放肆 陈青天一看 说话的居然是苏行业 这个领悟杀戮刀义 天榜排名第四的 非天境强者 陈青天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也没反驳什么 而是不卑不亢道 苏师兄说得对 我确实来晚了 在这里和大家说声 抱歉了 谁知道苏行业 不依不饶道 别以为有点奇遇 就了不起 你在我手上 能走过一刀吗 哼 陈青天没有示弱 反而笑着道 那有机会 我向苏师兄讨教一番 找死 苏行业没想到 陈青天敢顶撞他 顿时眼带杀一刀 真是年少犯魂 你以为你是天榜第三 就真的在我前面了 我告诉你 你那时候如果对上我 不死也惨 苏行业很不爽陈青天 这个少年最近大出风头 他无比嫉妒 尤其是今年的天榜排名 比他还高一个名次 这让他忍不住想发泄 但没想到这家伙 还敢和他顶嘴 他是真怒了 陈青天见他这副模样 也没有继续 和他争辩什么 苏行业是厉害 但现在的自己对上他 也不是没有还手之力 真要消耗寿命 召唤强大阴魂和他厮杀 谁死 谁活还不好说 哼 苏行业 有必要和一个小师弟怄气吗 见两人气氛紧张 水月鹰发生了 苏行业没好气到 水月鹰 怎么 你看上这个小白脸了 才刚来到学院 就这么不遵事重道 少年人不给点教训 早晚惨死 陈青天在一边听到这话 脑中浮现出自己的长相 确实有点嫩呢 这个小白脸 听着还蛮舒服 但后面那句惨死 就不中听了 没让陈青天说话 水月鹰立刻讥讽道 苏行业 想比你这满身血气的家伙 我当然更欣赏陈青天 敢再给他些时间 你未必能在他面前狂 哦 哈哈 苏行业大笑 嘲讽陈青天道 我就算现在实力停止不前 这小子二十年也别想追上我 你眼光真够差的 面对这些话 水月鹰刚要反驳 从大厅前端走过来的杨明国 就开口了 都住嘴 准备出发了 在此之前 我有些话要说清楚 杨明国一发话 所有人闭嘴了 陈青天和苏行业的这个插曲 除了水月鹰帮忙说话 其他人全部在一旁看热闹 各有各的心思 而听杨明国这么一说 所有人目光转了方向 开始看向这里的最强者 听他要说什么 杨明国扫视一圈众人 严肃道 人也到齐了 加上我 这次一共五十一人 你们都是法通实境的强者 大部分人也不是第一次 去外面卫宗门办事了 这次多的我不说 只是外出之后 全部都要听我安排 不可擅自做主 关于这次任务 你们基本情况都知道了 但我要说说最新信息 这次徐天狱的这伙魔宗败类 在那些偏僻村镇 抓了起码 有十万普通民众 他们的身份也确认了 是十大魔宗之一 尸鬼宗的门人弟子 尸鬼宗 听到杨明国这些话 这些强者小声议论起来 这尸鬼宗一向残忍 把人尸体练为尸奴 收集鬼魄炼制法宝 毫无人性 这些被抓的人 下场不妙了 是啊 我还听说尸鬼宗 能把普通人的尸体 练制为强大的战师 如果不处理好 这些战尸体一旦四散 危害不浅啊 没错 而且尸鬼宗法宝极为邪恶 威力强大 我们还是要小心的 陈青天虽然听说过十大魔宗 但也没有详细了解太多 听到他们这些话语 只能默默记下来 杨明国见这些人你一言 我一语 也没有马上阻止 好一会儿 见安静不守 他又继续说道 他们这个据点 实力肯定是有的 这次我带队 除了我是神丹静强者 另外还有两名非天静强者 十名钢体静强者 如果对面真有神丹静这等强者 交给我就行了 你们不要轻易过来厮杀 至于其他一些尸鬼宗门人弟子 哪怕是那些已经被炼制为师 战师的普通民众 一定要消灭干净 绝对不能放走 听清楚了吗 这些道师和精英道学生 听到杨明国斩钉截铁的语气 全部答道 听清楚了 绝对不放跑一个 那好 杨明国点点头 手指上须弥纳戒里面 拿出一座三层宝塔 有人见状 立马双眼放光道 这是杨教务长的灵器 灵源宝塔 其中一名道师似乎知道什么 探道 三层了 已经是上品灵器了 还是杨教务长有本事 杨明国笑道 这是我的法宝 是灵器没错 先前只有一层 叫宝盒 现在三层 勉强叫宝塔 陈青天在后面看着 刚想要上前 没想到杨明国 把这三层宝塔 往空旷的地方一扔 宝塔瞬间变大 比一座普通三层房子还大些 随着杨明国双手挥舞 嘴里念念有词 这宝塔起飞 浮空来到众人面前 杨明国这时也道 虚天玉离我没有这么远 如果作战情过去 花费时间太久了 我的灵源宝塔 虽然内部空间不大 但装下你们 还是绰绰有余的 都进去吧 等我催动法力 驾驭这灵器 用不了一天时间 就能赶去虚天玉 说话间 宝塔三层各开一门 里面流光一出 很是奇特 这时 一名道师带头 飞速上前 想要进去 他经过杨明国身边 还不忘说道 杨教务长 这路上 你要连续催动法力 太辛苦了 杨明国也客气道 与道师 哪里话 都是为了宗门 这一趟任务 还是有凶险的 你到时候 多照看那些法力 进到学上 这位于道师 身体气势很强 这时也严肃地点头道 杨教务长 你放心 万一你要对付 厉害的强者 我会保守一些的 杨明国笑着点头 好啊 随着这位于道师 带头进去宝塔 其他人也不含糊 纷纷跟进 陈青天见状 也赶忙跳跃进 宝塔最下面一层 这里面的空间 并不是单独的 从塔内看向外面 一砖一瓦格外清晰 此刻的陈青天 就像登基一般 等着起飞 他定念一看内部 三层宝塔 五十个人 这最下面一层 只进来了十三个人 而就在这时 一个人影 靠近陈青天 娇嫩地叫道 陈青天小弟弟 看样子 我们要在一起待上一天了 听闻这女生 陈青天一笑 和他对视道 水师姐 你怎么也愿意 待着这最下层 我看多数人 都选择最上一层 水月音呵呵笑道 这有什么区别吗 我没那么强的比较心 嗯 陈青天刚想说什么 立马感觉身体一震 这三层宝塔起飞了 快 只能用这个字来形容了 此时天完全亮了 从空中看地下 全是模糊的影像 这灵气在阳明国的催动下 正急速前往虚天域 宝塔内部 陈青天不由对水月音感叹道 有一件灵气就是好 能带这么多人一起飞 水月音眼里也很是异动 纠结道 可哪有那么容易拥有灵气 这等法宝 在我们宗门里面 也只有长老级别以上的强者 才勉强有资格拥有 陈青天这时问道 水师姐 你加入雌星宗了吗 水月音一愣 随即答道 说起来 我跟你一样 也没有正式败入宗门 我的师父 是一名自己开宗立派的宗主 山门在雪天狱 哦 陈青天一下心生清静 因为他也没有败入雌星宗 师父也是一名小宗门的宗主 这么说 两人一些情况差不多 他没忍住心中的疑惑 追问道 水师姐 以你的实力和天赋 要是加入宗门 你为何要坚持呢 听到陈青天这么问 水月音没有回答 探头过来反问道 你呢 为什么那么多名声显赫 境界又高的强者 要收你为徒 你都不答应 甚至你还有机会 拜入曹宗主名下 你都拒绝了 我啊 陈青天面对水月音 那明亮的大眼睛 突然不想瞎扯淡了 而是苦笑地答道 我有我的苦衷 再说 我师父对我很好 虽然他如今境界没我高了 但在我心目中 他才是我真正的师父 其他人想收我为徒 恐怕也不那么单纯吧 哪怕这周围 还有其他道士道学生 陈青天依旧说出了这一番话 而他这些话说完 水月音收起了 想要调笑他的眼神 而是温柔道 真是一个有心的小弟弟 我见过的妖念人物不少 但你这么有情有义的 就很难得了 陈青天单纯一笑 被美女这么夸 他都表现出腼腆了 哼 银铃笑声从水月音嘴里传出 让这最下层的几名精英道学生 都看待了 那盛世美颜的面容 发自内心的笑容 让他又艳丽了几分 陈青天也只是静静地望着 他感觉这个师姐 也没那么寒冰 或许是感觉自己有些失态 水月音随即恢复常态 他眼中带有思绪 缓缓开口道 青天师弟 姐姐已经决定了 明年就回雪天玉 继承我师父的宗主之位 带着我师门的那些师姐妹们 一起传承光大宗门 陈青天肃然起敬 这位师姐 还真有想法 居然要回到自己原来的小宗门 去当宗主 他立刻恭喜道 那我提前恭贺水宗主了 我相信师姐 你一定能带领你 宗门鸣阳东站大陆 水月音白了陈青天一眼 接着严肃道 青天师弟 你刚才不应该和苏行业对着来的 那可不是一个大气的人 他的杀戮刀意 已经进入终极了 恐怕如今宗门内部 除了少部分厉害人物 也只有长老们 才能压他一头了 你以后可不要那么冲动 陈青天文言 知道这水月音是好心 确实 苏行业实力了得 一般人只会奉承他 谁敢轻易惹他 可陈青天也有自己的傲气 不是谁都可以对他的 他也不是好欺负的 陈青天此刻也不解释什么 插开话题道 水师姐 我心里有数 你安心吧 对了 这次你和苏行业都来了 怎么不见到玄神仙 水月音见陈青天这番态度 摇摇头 但还是回答道 玄神仙是宗主弟子 也是神才人物 他这次留在道学院 好像有什么好事情 再说 他这样的人物 宗门也很少交代任务给他 怕他遇到厉害的邪魔 因此出事 呵 陈青天脸上怪异笑了笑 他叹道 这么说来 宗门对他的保护力度很大 深怕他被人针对 还没成长起来就陨落了 水月音也点点头 平静道 宗门确实有这个担心 他没达到神丹境之前 很多有危险的任务 都不会让他去吧 神丹境 陈青天念叨起来 这个境界 他暂时还需要时间 水月音见他似乎不理解 诉说道 就我所知道的 法通石境 这神丹境 绝对是一个分水岭 非天境的人物 哪怕在妖孽 想要打赢神丹境强者 都难有希望 陈青天听到这话 将信将疑 他通灵境的时候 可以打赢很大一部分 钢体境强者 越级挑战不在话下 这神丹境 真的有这么特殊吗 似乎见陈青天不信 水月音严肃道 我也是听到学院里面 厉害的道士说的 应该不会有太大出入 总之 这个境界的强者 已经是厉害人物了 在雌星宗内部 神丹境强者 已经可以成为长老了 是宗门的重要战力 陈青天思索起来 雌星宗的一些等级 他是知道的 常理来说 先是宗主 之后副宗主 首座长老 长老 直逝 清传弟子 核心弟子 正是弟子 但是这些等级人物 大都有着什么样的境界 他还不了解 现在水月音说 神丹境强者 就能成为宗门长老 他好奇问道 水师姐 雌星宗这些弟子 直逝 长老 都有着什么样的实力 水月音似乎对陈青天 很有耐心 一路漫长 那我跟你简单说说吧 我来道学院也有十几年了 用我自己的理解来说 雌星宗的正式弟子 全部是法律境以下的 雌星宗不光在道学院里面 挑选正式弟子 他们每半年 就会大规模向外招收一些正式弟子 这些人当中 大部分是一些普通人家少年 经过筛选 有天赋的留下 天赋实在不行的 可以选择留下来做杂役 做仆人 伺候别人 如果这些人正当年轻时候 就有机遇突破宗师镜 或者开窍镜 还是有资格成为正式弟子的 那么待遇自然就上来了 如果上了年岁 境界还很低 那么只能一辈子做杂役仆人了 陈青天听到这里 心里微微动容 每个世界都一样 人总会被分成三六九等 有高高在上的人 也有一辈子伺候别人的人 这些天赋资质差的人 进入雌星宗这样的大宗门 大概率是一辈子做杂役仆人 他不要想到 他成为精英道学生之后 学院就安排了很多人伺候他 这些人大都很年轻 可他们想改变命运 怕是很难 水月鹰又接着说道 正是弟子之上 就是核心弟子 也只有突破到法力境 才能成为核心弟子 这个境界的人物 在宗门已经算人上人了 陈青天也认同 法力境已经成为强者了 这个境界 在大宗门里面也有些地位 不会被随意吆喝 可以为宗门做很多事情 大夏帝国境内 法力境去哪里都吃香 可以单独成立宗门 在一些小地方 那就是一方霸主 至于清传弟子 我就很难诉说了 水月鹰突破画风一转 纠结起来 陈青天一愣 连忙道 怎么 清传弟子 有什么不一样吗 水月鹰缓缓道 不错 据我所知 慈心宗清传弟境界不一 有些厉害的清传弟子 比一般长老实力都强 也只有长老以上的强者 才有资格传授清传弟子 像我们洋教务长 他就是首座长老林奥天的 清传弟子 而曹宗主 也有两名很厉害的清传弟子 其中一人境界超过了神丹境 非常神秘 陈青天点点头 这么看来 清传弟子 也是分等级的 长老的清传弟子 和宗主的清传弟子 又不一样 陈青天没有深究 这清传弟子如何 他主动问道 执事呢 宗门很多日常事物 都是这些执事负责的吧 水月鹰笑道 是的 执事是宗门 很有实际权力的一群人物了 那些杂役仆人 正是弟子 都由他们直接管理 这些人 也算是一个大宗门的 中间力量了 他们大都是通灵境 钢体境 和飞天境强者 而执事之上 就是长老 他们才是一个 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也只有神丹镜以上的厉害强者 才能被选拔为长老 整个慈心宗 据我所知有几十名长老 陈青天明白了 以他现在的实力 一旦加入慈心宗 可以拜长老以上的人物为师 那么就是一名不错的清传弟子 另外 他也可以选择做一名执事 对下拥有大量权力 可以指手画脚 作威作福 说到执事 他又想起那卢成锋了 当初帮着卢家少爷对付他 两人打得难分难减 可惜被老宗主阻止了 大家都没有事 但这个梁子是结下了 说到卢成锋 陈青天又想起卢德云 这个家伙 如今没有来找他麻烦了 自己都快遗忘这好人物了 如今自己这等境界 他还敢来找麻烦吗 陈青天摇摇头 随着实力境界的提高 他眼界也高了 卢德云这等人物 完全靠着家世 其他还有什么 很难让他放在心里 这时陈青天看向外面 宝塔在扬民国法力持续催动下 一直保持均匀的速度 因为太快了 很难欣赏外面的好风景 见陈青天这副模样 水月音不由靠过来 问道 我总感觉到 你这么小的年纪 有着和你实际年龄 不相符的心思 陈青天嘴巴一嘟 瞪眼道 有吗 水师姐是说 我少年老成吗 水月音思索一番答道 是这个意思 你真让人看不透 内心里的秘密 比我多很多 哈哈 陈青天没有否认 而是深吸一口气道 水师姐 或许在你离开道学院之前 可以见到一个无比高大的我 你 面对陈青天如此臭美的话语 配上他那认真的表情 水月音有刹那间的诗神 不过很快就交称道 小弟弟 你先打过我 再说其他的吧 哈哈 陈青天笑了起来 不再言语 而这宝塔最下面一层的其他人 全部压抑地望着陈青天和水月音 没想到 他们之间相处得这么愉快 在这些人心里 寒冰神女可很少与人亲近 不过想想 这陈青天也不是一般人物 大家也就释怀了 经过大半天的飞行 众人总算来到徐天狱了 不一会儿 众人在一处小镇落地 阳明国领着大家 开始搜寻着什么 陈青天和水月音靠得很近 看着小镇的街道上空无一人 他不禁摇头道 水师姐 这个小镇似乎没有人了 周围看起来好乱 东西散落一地 怕是不妙 水月音默默看着这一切 眼中带有一丝忧伤道 我在法力境的时候 就开始为雌星中出力 见过很多悲惨的事情 有一次 也去过一个偏远的小镇 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景象 无数的干尸 死状全部很痛苦 寂静无声的阵内 无论小孩还是女人 都没能幸免 陈青天叹息 这个世界 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 很多魔宗之人 根本没有人性 在他们看来 其他人就像口粮 可以随时利用 助自己提升实力 其实大夏帝国 对这种事情 是坚决打击的 但帝国太大了 三千大狱 数千亿民众 辽阔的疆域 和大量的人口 让一切都没那么好管理 而魔宗势力也不小 他们隐藏在暗处 只要有机会 完全不介意 对普通人下手 杀人立即是家常便饭 陈青天虽然没有 以天下为己任的心理 但这些魔宗之人 如此泯灭人性 他遇到了 力所能及之下 绝对不会客气 找到火人了 一声叫喊 众人齐齐看去 一名道师 在一处屋内 发现幸存者了 大家纷纷过去 陈青天也跟着 在一处墙角 他看到一个 瑟瑟发抖的年轻男子 见这么多人围着他 那眼神 充满着无边的恐惧 嘴里喃喃道 杨明国上前 一段清新咒语念出 接着声音柔和道 别怕 我们是云天欲刺心中的人 是接到帝国诏令 特意来剿灭 那群魔人的 你这里发生过什么事 这个被吓傻的人 感觉到这些人的不一样 他的心神慢慢稳定 接着小声道 你们 你们是帝国官员吗 真的是来帮我们的吗 杨明国笑着道 没错 我们是帝国官方人员 特意来想要除魔的 你把你知道的告诉我们 这人慢慢站起来 发现这些人 没有对他怎么样 开始回忆道 昨天晚上 我们小镇和往常一样 可没想到 没想到半夜的时候 一阵阴风传来 无数的怪人出现了 他们 力大无穷 速度极快 把小镇所有人掳走了 我当时害怕极了 躲进了很深的地窖 才没有被他们抓去 杨明国身边的一名道士 听到这话后 对着众人分析道 无数的怪人 那应该是尸奴和战尸 这么说来 这些尸鬼宗的魔头 还在这片区域 我们去剿灭他们吧 杨明国也点点头 目光冷然道 错不了 我得到的信息 他们应该还在 须天狱的黑石岭 我们出发 全部杀过去 一定要剿灭 这些尸鬼宗之人 众人再次进入 杨明国的宝塔 要去拿黑石岭 展开一场战斗 黑石岭 在须天狱并不太齐眼 但这里地势极高 一座座石山高高耸立 而且还有着 无数的岩石溶洞 普通人一般 不会涉足此地 武道高手 也因为种种原因 不敢深入 这里面本来凶兽极多 但如今 最中心的位置 相当安静 很明显 这里有人为 清理过的痕迹 其中一座高峰的 溶洞内部 这长长的壁洞两侧 站满了无数的人形生物 但它们没有表情 脸色灰绿 一看就不是正常人 溶洞最中心的地方 这里别有洞天 极为开阔 洞内四周 有镶壤不少发光的 特殊红金属 让这里呈现一片 红色的海洋 喋喋 疯狂地大笑传来 一个黑袍中年人 挥舞着手中的乌黑大旗 不停地在洞内转动 黑旗上面 一道道绿光若隐若现 似乎有无数的鬼魂 在里面闪动 中年黑袍人此时激动道 我成功了 花费这么多代价 用了二十万鬼魄 终于把我的魔罗黑旗 炼制成上品灵器了 周围另外的十几黑袍人 齐齐恭贺道 恭喜魔罗长老 炼制出上品灵器 好 好 这魔罗长老高兴道 这次的事情 大家都有功劳 亏待不了你们 等我在试鬼宗地位提高了 你们都会受益 沉迷喜悦当中 而这在这时 一名黑袍老者跑了进来 慌张道 魔罗长老 发现有大量不明强者 闯入这黑石岭了 看样子来着不善 魔罗长老一愣 随即脸上音笑道 嘿嘿 大下帝国总算派人过来了 不知道是天机营的人 还是那些家族宗门走狗 面对这种情况 洞内有黑袍人道 魔罗长老 我们是杀过去 还是先离开这里 魔罗沉思片刻 眼中闪过凶光 历声道 先看看情况 他们不知道 我们藏在这里 传令下去 黑石岭所有的 诗鬼宗弟子先杀出去 把我们的战师和诗奴 全部派过去 先探探虚实 对于这一番命令 没有人说什么 这里的这些人 全部是钢体径以上的强者 黑石岭除了他们 还有上百名 其他诗鬼宗弟子 对于这些人的死活 他们不那么介意 让他们用命 去摸清楚情况 也是死得其所 扬明国虽然知道 诗鬼宗的人 就隐藏在这黑石岭 但这里范围也不小 地方更是错综复杂 一时半会 根本摸不清楚情况 只能带人一路杀过去 找 就算把黑石岭 全部翻过来 也要全灭 这伙魔宗恶徒 扬明国飞在天上 对着所有人吼道 陈青天听到这个命令 他此时正在遇见飞行 虽然遇见数学得不怎么样 但他已经达到钢体径 身体法力浑厚 完全可以支撑 自己随意飞行 再说 他的青天剑 是极拼宝器 待他高飞轻而易举 他也看到 这些当中 苏杭叶和那名鱼道师 根本不是遇见飞行之人能追上的 至于其他的道师和道学生 也全部能利用自身法宝 遇物飞行 如此场景 看起来十分壮观 人人在天上 搜索下面可能隐藏的魔宗之人 众人不断突进 突然扬明国怒吓一声 找到了 下去十人 剿灭那些魔宗弟子和战师 陈青天也发现了 成百上千的所谓战师出现 他们四肢看起来有些僵硬 但速度可不慢 很有气势 同时他也清楚 这些战师 身前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被人杀死后炼制成这样的 人不人 鬼不鬼 陈青天没有犹豫 一马当先 以最快的速度向下冲去 在他眼里 这些战师身前可怜 可现在都是不错的血气质 彻底杀死他们 也是一种解脱 也可以说 他们已经没有生命了 只是人形傀儡 刷 陈青天一剑向战师群挥去 法力配合宝器 几十头战师被彻底摧毁身体 完全消亡 同时他也注意到 脑海中的血气质变化了 这一下 他得到了三千多点血气质 他心中一喜 这些战师 平均每头给他贡献了 五十点血气质 果然有大收获 杀 一声爆喝 陈青天压制体内法力 只暴露出通灵境大圆满的实力 哪怕这样 他的杀戮速度 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因为阳明国的命令 也只下来了十二名强者 而且最厉害的 也才是通灵境强者 至于其他人依旧在空中 观察四周的情况 越厉害的强者 似乎越不愿意轻易出手 这也给了陈青天机会 他可不会有这些想法 他虽然是钢体境强者 但就算是面对血泳境 内固境的妖魔鬼怪 他也愿意出手 谁让他能从中得到血气质呢 好了 这一千多诗怪 全部被杀死了 我好像一个人就干掉了三分之一啊 陈青天开始总结起来 他杀得最猛 这些战师 有强有弱 强得几乎有开窍境实力 看起来极为活跃 有一定的生物本能了 弱得也有血泳境实力 皮糙肉厚 除了没脑子 比一般血泳境无者 还要厉害一些 好了 我们继续 大家要小心 杀完了这群战师 杨明国命令大家继续前进 而他这时 也对苏杭叶 和另外一名 飞天境导师说话了 杭叶 于道师 你们压低身上的气势 最好也借用法宝飞行 轻易不要出手 我怕这些魔宗之人剑 我们是大 会分散逃离 那样就可惜了 两人一听这话 于道师立马拿出宝剑 假意遇见飞行 而苏杭叶 则是压低身体气势 继续飞行 杨明国自己更是压制实力 让人感觉不出 他是神丹镜强者 越接近黑石岭中间的位置 出现的战师就越多 在这个过程当中 陈青天以一己之力 杀死差不多两千头尸奴和战师 最后还有几名法力镜 和通灵镜的尸鬼宗门人被发现 然后全部被杀 而这时 杨明国等人也确定了 尸鬼宗据点绝对在这里 那些真正的强者 肯定没有跑远 而尸鬼宗长老摩罗 也根本没跑 他带着一些强者 一直在远处观察 慈心宗这些人 见对方来势汹汹 他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究竟是战是退 可刚练制好上品灵气 他心中还是有很大底气的 这时对身边这些人道 这些家伙不是帝国天机营的人 看样子倒像是 大宗门里面的来人 一名黑袍牢者理智地分析道 长老 离这须天玉最近的宗门 除了慈心宗 就是南华宗 我想 这些人 必定是其中一个大宗门派过来的 看他们的样子 似乎没有神丹镜的强者 我们应该可以 魔罗陷入沉思中 他吃不准这些人的具体实力 但表面看上去 就整体实力还可以 可只要没有神丹镜强者 他完全可以带着 尸鬼宗这些强者反灭他们 犹豫再三 他冷哭道 我不是下过命令了 所有弟子全部杀上去 战士和士奴也派过去 我要再看看 众人面色一变 生怕这位长老叫他们下场 而这时 三名黑袍人主动离开 看样子 是去命令其他弟子了 杨明国正带着人不断搜寻 这时他嘴角一笑 大声道 注意了 看样子 这些尸鬼宗的人 对我们有想法 无数的战士杀来了 他话音落地没多久 所有的石头溶洞 源源不断地冒出战士和士奴 而一些尸鬼宗之人 躲在最后面 看样子 也怕这些杀来的强者 陈青天看着这些 杀出的战士和士奴 眼中发光 真是数以万计 他们身前 大都是青壮年的男子 也有一些妇女老人的形象 这些尸鬼宗的人 不知道炼制了多少这样的怪物 唉 随着杨明国下令 所有人不再客气 全部杀向士群 就连杨明国也不例外 纷纷拿出各自的手段 陈青天没有节省法力 法剑随意挥舞 就算普通攻击 也能打出大片伤害 对付这些不到法力境的战士 完全没有任何压力感 杨明国带着50名强者 在连绵出现的四五万士群里面 纵横起来 陈青天看着滚滚而来的士群 心知己方就算是50人 给一些时间 也能灭杀干净这些士群 这个世界是强者的世界 五道高手形成数量 是可以围杀法力境 甚至通灵境强者 但面对有钢器之甲的 钢体境强者 除非对方力竭 没办法形成钢甲 否则一般来说 是很难被围杀的 况且 这里还有杨明国 苏杭叶和那于道师 这样的强者 就算他们没有爆发全部实力 但有这些人在周围 其他人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陈青天也注意到了 杨明国没有动用 他的法宝灵园宝塔 仅仅是双手挥舞 那一拳一掌之间 形成剧烈的法力爆炸 每一击都有数百战士被冲击 大部分会失去战斗力 这还是他压制实力的结果 就在士群被杀灭大半的时候 意外还是出现了 本来晴朗的天空 慢慢黑了下来 在雌星宗众人的头上 一张庞大黑旗要笼罩下来 与此同时 黑旗里面无数的凶恶利鬼 纷纷杀了出来 让人窒息的煞气扑面而来 杨明国冷笑 他知道 幕后的尸鬼宗强者终于出现了 看这架势 也想把所有人吞下 可他又怎么会如对方的意 到了这个时候 他也不装了 祭出自己的上品灵气灵园宝塔 直接朝那面黑旗弓去 哄 天空之中 散发出黑白相间的烈光 灵气的碰撞 造成了极大法力风暴 黑旗逐渐收小 这片天空大部分地方恢复了正常 但其中出来的无数恶鬼和煞气 依旧在肆虐 杨明国见状 他感应到什么气息了 直接冲高到天上 不管你是谁 今天必死 So 杨明国身形急速地杀过去 强烈的杀气 让慈心宗这些强者都忍不住侧目 陈青天也感觉到 但他心里清楚 杨明国接下来的战斗 他还没有资格去染指 就面前的情况 他只能随机应变 面对着汹涌如潮的恶鬼凶魂 他只能用法力抵挡 加之还有没有绞杀干净的狮群 让这里境界低的强者 感觉到一丝压力了 杨明国杀向远处了 这里最有地位的余道师 立马开口吼道 所有人不要乱 杰阵共同御敌 这应该是一件极为邪恶的灵气 这些鬼魂 全部是被魔宗之人炼制成恶灵的 大家稳住 真正的强者还没有出现 陈青天听到这些话 心中也清楚 今天怕是有一场恶战 摩罗此刻脸色不太好 他本来打算用他的灵气黑旗 对付这些家伙 但没想到 一下就被对方破了 看情况 对方也有一件厉害的法宝 这么说来 肯定也有一名十分厉害的强者 事已至此 他不再多想 作为尸鬼宗的长老 对自己的实力 他还是很自信的 就算对方有神丹镜强者 那也认为能应付 强者来了 你们也动手吧 把这伙人全部干掉 这个过来的强者交给我 摩罗对周围的尸鬼宗众人下达命令 他要独自应战 是 一定把他们杀光 走 我们一起杀过去 这些尸鬼宗强者 全部朝雌星宗其他强者杀去 扬明国看到那些过去尸鬼宗强者 也没有出手的意思 他所有的杀机 全部锁定在摩罗一人身上 摩罗看到杨明国 眼中瞳孔急剧缩紧 心脏一跳 心中有了一丝恐惧 杨明国身上的气势太浓烈了 完全盖过了他 而且他对这面脸 似乎有些印象 但一时也没想起来 眼见对方要出手 他十分尖锐地喝道 来者是谁 亮出名号 杨明国寒冷地眼神直射 手中宝塔 狠狠地砸向过去 声音正气道 杀你者 此心中杨明国 摩罗脸色大变 他早已召回黑旗 这时也挥舞上去 想抵消宝塔的冲击 砰 可惜 黑旗防御不行 在宝塔的挤压下 开始移位 摩罗见状 带着黑旗 飞身躲避 哄 窟窿 而他走后 他刚才站立的高峰 顿时轰然倒塌 无数巨石滚落 如同山洪爆发 摩罗和杨明国保持距离 完全不敢去进攻 他此刻心中万般沸腾 他也想起来了 他见过这人画像 如今算见到真人了 也无法克制情绪 大声嘶吼道 你 你真的无敌杀神杨明国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摩罗心生恐惧 人的名 树的影 杨明国可不是简单人物 据说还是飞天境的时候 就能斩杀神单境强者 凡是被他盯上的妖魔鬼怪 根本跑不掉 有太多的魔宗强者 死在他手上了 虽然十年前 才开始真正的斩头鹿角 但也闯下过惊人的名号 杨明国冷哼一声 身体气势拔高到顶点 整个人仿佛是凶神转世 杨明国扔出宝塔 让其主动追攻对手 他又再次出手了 双手击出无数大火球 身形闪速上前 这一招快如流星 是拔山河 我来这里 就是为了 杀你们这些恶魔 去死吧 杨明国展现出来的战意和凶狠 深深刺激到了摩罗 可就这一击 他完全不敢应接 整个人也大吼一声 想杀我 哪有那么容易 你先去死吧 摩罗先是躲开那宝塔 接着召唤黑旗 这灵气所有的恶灵 形成一个整体 巨大的恶鬼头出现 比一座小山还大 而这样的恐怖鬼头 也主动迎上了杨明国的攻击 巨大能量在四周蔓延 红黑之色 让天空形成火烧云 这杨明国 果然厉害 摩罗惊惧不已 他被这一击打退老远 他动用灵气家自身的法力 都没抵消杨明国攻击 眼见对方又杀来了 他只能咬牙硬上 邪魔外道 不过如此 我先摧毁你这恶心的灵气 杨明国言毕 浑身变为火人 但这些红中带子的火焰 却没有烧掉他的衣服 很是奇怪 摩罗见状 再也绷不住了 嘴里艰难地自语道 果然没错 传言杨明国是神才 领悟无敌战役 拥有冷火神体 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了 不行 无法立敌 摩罗退一顿声 指挥黑棋攻上去 自己身体后撤 杨明国不慌不忙 直接冲向黑棋 刹那间 黑棋被点燃 开始不受控制的四处飞舞 战 杨明国一个呼吸间 打出十八道迅猛攻击 让这黑棋的煞气不断消散 里面的恶鬼灵不敢再出来 接着他双手紧紧扯住黑棋 当真是空手擒灵器 正起压磨灵 什么 我的灵器 摩罗双眼圆瞪 痛心地看着这一切 他气得差点吐血 这上品灵器 他花了多少时间 多大代价才炼制出来的 如今就要失去了 可很快 他发现杨明国又盯上他了 这使得他浑身发寒 再也顾不得其他了 爆发所有法力 态度坚决地逃跑 见着尸鬼宗强者逃跑 杨明国并不意外 他压制这面黑棋后 直接丢入宝塔里面 接着身形闪烁 死死追击 另外一边 陈青天等人在杨明国走后没多久 就发现 黑棋也从头顶上飞走了 无数的凶恶鬼灵和煞气消失了 但紧接着 四面八方出现上百的魔宗强者 就人数而已 比慈心宗数量要多了差不多一倍 唯一让人不那么担心的 是他们大部分爆发出来的气势 只有法力尽实力 慈心宗这次派出的强者 最弱都有法力境界巅峰期的实力 而且基本是道学院天才人物 一个个战斗力都很强 陈青天见这些尸鬼宗强者杀到 依旧不慌不忙地对付 还没杀绝的尸群 这些杀来的强者当中 他只感觉到三人有威胁 因为那三人不借助任何外物 直接飞身杀来 看样子 对方有三名非天境强者 即使这样 陈青天也有自信 这些非天境强者 单个来说 也不一定打得过领悟权益的自己 也因为如此 他继续疯狂地杀着普通尸怪 这更容易获得血气质 至于这些法力尽以上的强者 他不急着对付 或许到时候 捡些残血的杀药可以 陈青天不紧张 有人却如临大敌 于顺丰作为慈心宗道学院的老牌道师 在阳明国走后 他就是这里最高负责人 在杀敌的同时 他也要考虑损失 这些带出来的道学生 个个都是精英 死一个都可惜 而这些道师 他们日日相处 当然也不希望 有谁陨落在这里 于顺丰见强敌杀来 脸色变幻 立马通灵力量 同时嘴里大叫道 所有人联手遇敌 不要和强自己太多的魔头死拼 厉害的飞天竞强者 交给我和苏行业 他话音落地 双方马上杀作一团 现场顿时大乱 两方人员 各种武器法术 不停施展 人人拿出法宝 不停碰撞 法力充斥整片空间 此时 战场当中 最耀眼的 莫过于苏行业 陈青天刚才还听到 那于道师说完话之后 苏行业还不屑道 这三名飞天竞强者 交给我一人就够了 他也没有食言 一人冲天起 道士进出 真的笼罩了那三名 飞天竞诗鬼宗强者 能到飞天竞 就算不是妖孽人物 那也是一路披荆斩棘过来的狠人 其中一名诗鬼宗强者 面对着让人窒息的一刀 他脸色聚变道 这是刀翼 没错 绝对是一种强大的刀翼 这家伙是什么人 另外两名飞天竞诗鬼宗强者 也反应过来了 琪琪大喊道 快 我们一起出手 此人恐怖 先联手杀他 杀 四道强大的能量 在空中绽放 苏行业以一敌三 居然不落下风 反而战意昂然 哄 刷 到处都在战斗 有三三两两的强者 共同配合战位 紧密结合 一起对付别人 也有人自持实力强大 开始脱离一定范围 和对手越杀越远 陈青天没有去 最激烈的战斗中心 他依旧在斩杀普通狮群 等双方厮杀一会后 慢慢有强者陨落了 而战斗的余威 也让狮群加速消亡 陈青天脸色 也变得严肃起来了 他清楚 自己出手的时候到了 这次来着黑石岭 从开始到现在 他一路斩杀的战狮和狮奴 绝对有接近五千 要是有个排名 他一定排第一 他往脑海里一看 血气只显示 有了二十七万多 可惜这些 还不够他提升一个小境界的 既然这样 也是我杀人的时候了 陈青天心念一动 身体顿 加速 他盯上两名法力 竟施鬼踪强者了 而那两人 正在围攻一名雌星踪道学生 完全不知道死亡即将到来 青天见起 一剑封猴一人 人头滚落 另外一人肝胆剧烈 慌忙逃窜 嘴里还大叫道 无耻混蛋 竟然偷袭 大哥救我 陈青天好笑 都这个时候 谁还在乎这些 去死吧 他飞速追了上去 这一剑 气势味道 雷芒已至 那麻痹的感觉 让这尸鬼踪强者身体迟钝 根本躲不开这致命一击 啊 他心脏被贯穿 惨叫声传出很远 哪怕强者的生命力顽强 但这宝器级别的法宝 造成了伤害 他在几个呼吸间 也彻底死亡了 这人被杀 一名正和苏杭叶 战斗的飞天境强者 眼中充血 怒吼道 黑皮 不 你敢杀我弟弟 我要你死 他这事也顾不得苏杭叶了 直接朝陈青天 这里杀来 能飞天的他 要冲到陈青天面前 太简单了 咦 该死的 杀了一个人 还真有人 给他当场报仇 陈青天大感意外 可这个时候 他只能被迫迎战 松 来不及思考 他立刻通灵阴魂 实力瞬间大涨 感受到这飞天境强者的 圣怒毁灭一击 他不敢应接 当即全力后退 嗯 你跑得了吗 飞天境诗鬼宗强者 虽然愤怒 但心中也有些意外 这个少年爆发出来的实力 让他都有些心惊 但他又奇怪 明明这人身体 都没有出现钢器之甲 为什么有这等力量 通灵境 就有媲美飞天境的法力了 这让他匪一所思 走 陈青天眼睛余光看去 他发现 那苏行业 借着飞天境强者杀来 只是扭头看了一眼 根本没有要来帮他的意思 那同样是飞天境的余道师 则是到处救火 不停帮忙其他道学生 根本分不出手来 陈青天无奈 他不想在这里 和这诗鬼宗强者战斗 顿时快速离开这里 跑 这诗鬼宗强者一愣 向那摩罗长老所在的位置看去 感应一下 发现那里两道强大的气息消失了 又看了看四周 刚才苏行业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他离开后 那两名宗门飞天境强者 未必能敌 这时 见陈青天朝远处跑 他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追了上去 刚开始都没有出全速 他似乎也想远离这里 一副猫追老鼠的样子 呼 陈青天感觉 跑出战场很远一段距离了 这时主动停了下来 调转方向 诗鬼宗飞天境强者落地 望着面前的陈青天 他咬牙切齿道 怎么 不跑了 你杀了我亲弟弟 我要折磨死你 然后把你炼制成战尸 陈青天呲牙道 你弟弟实力太弱了 杀他太没意思 杀你才有劲 而且我也想知道 杀一名飞天境强者 我能得到多少好东西 杀我 哈哈 诗鬼宗强者 似乎听到了笑话 声音如冰道 我心黑骨活了两百年 一直好好的 今天 能让你一个看起来 不到二十岁的少年杀死 那真是天大的笑话 小子 你是天资妖孽 也有些奇特 但境界的高低你 说吧 这心黑骨突然寄出法宝 只见几十具娃娃突然窜出 围在陈青天身体四周 这是什么 陈青天有些疑惑 他仔细一数 这些小娃娃刚好72句 看起来怪怪的 像是小孩子的尸体 那面部神态 太过真实 我先用的阴宝魔童 俯视你的身体 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so 陈青天感觉到 周围遍布黑丝 正疯狂地贴近他的身体 本能反映 他一层钢器指甲附体 展现出钢体境界的实力了 接着 九霄雷霆大法 极力运转 配合青天剑使出 绝翼剑法 不停旋转 强大的剑招和大量的闪雷 消出了周围 所有的黑丝竹器 难怪 是钢体精的小子 还修炼了地级功法 加上通灵力量异常强大 所以敢口出狂言 心黑骨短短时间 看出了陈青天的大概 接着 他更为狂暴的攻击杀了过来 作为活了200来年的 非天境强者 他实力也不可小觑 强大的攻击 让陈青天脸色都变了 他打算用出破碎权益 出其不意地杀上这家伙 可就这时 一道声音传来 青天弟弟 起来助你 水世界 一听声音 陈青天就知道 是谁来了 他暂时一缓 挤出所有的法力 抵抗心黑骨这凶猛的打击 整个人被震出老远 看起来 两人差距还有些大 冰封一击 水月鹰一来 强大的功法 就招呼到心黑骨身上 这尸鬼宗强者自然不怕 一声爆吼 放弃对付陈青天 转身和水月鹰杀起来了 接连几招 心黑骨眉头大皱 嘴里音侧侧道 小女娃 很好 你这功法有些东西 居然能让我感觉到寒冷 水月鹰眼中杀鸡浮现 他看向那心黑骨的娃娃法宝 立声道 魔头 你这邪恶法宝 是不是用小孩子练成的 嘿嘿 心黑骨一笑 嘴角上扬 得意道 你还算有点眼光 我这阴宝魔童 是用72名鼠婴的5岁童男童女 炼制而成 是不可多得的绝品宝器 如果能继续凑齐36名鼠羊的童男童女 用大量宝物 炼制的话 就能炼成灵器了 嘿嘿 水月鹰气的苏胸抖动 整个人再也压制不住杀星 嘴里轻轻一句道 天地永风 一瞬间 周围的一切都被冰冻起来 就连空气 都有被冰封的痕迹 心黑骨感觉不妙 他整个身体热度下降 血液都开始冰冷起来 整个人行动速度 居然有被限制的感觉 不好 这是什么功法 太恐怖了 心黑骨想飞天 远离这里 你走不了 陈青天找到机会了 破碎拳翼 威猛神龙拳 可怕的拳翼 加上地级拳法的最后一招 神龙将士 结结实实打向了心黑骨 哪怕他有一具真正的钢体 防御无可想象 但在这个时候 也没办法保护好他 啊 一时间 心黑骨眼睁睁看着自身的防御被打破 那一道撕裂的能量 全部涌入他的体内 让人万分痛苦 哄 他被砸向一处山体 可意识依旧清晰 他眼里出现害怕的神色 嘴里叨叨念叨 权 是权益 这小子居然领悟了权益 不好 身体被破坏了 心黑骨感觉到极致的痛苦 他想爬起来 他感觉到害怕了 这次杀来黑石领的这些强者 他也摸清楚了 是慈心宗道学院的道学生 但这不是重点 而是这些年轻一辈的道学生 实在太过可怕 两名领悟翼的可怕存在 一名有着强大功法的存在 今天全部和他交手了 如今他这副样子 何其狼狈 他再不跑 恐怕真要陨落在这里了 水师姐 我们联手 留下这恶心的魔头 陈青天杀心大气 刚才心黑骨说的话他听到了 那娃娃宝气 居然全部用活生生的小孩练制成的 今天放他走 以后不知道多少人要遭殃 但杀了他 就是为这个世界除害 也是为自己获利 一定要杀了这魔头 水月鹰一愣 他自然是感觉到了 刚才陈青天那强悍的攻击 里面夹杂着威力无比巨大的权益 这个让他好奇的小弟弟 居然领悟了权益 真是让人意外连连 他没有时间揪其原因 只一点头 两人三分之一的一个呼吸时间 就想好怎么动手了 各自的身体更没有耽误时间 在心黑骨没有起身之时 他们就靠近过去了 正所谓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两人再度杀向 狮鬼宗强者心黑骨 双方合力一击 周围山石抖动 还变化颜色 陈青天的破碎权益 如同是神鬼怒吼 闪耀各色光芒 又带有雷霆 不满虚空 水月鹰的无上攻法 让世间变换成冬季 寒冰呼啸 万物冻结 两个小辈 如此欺我 想杀我 哪有那么容易 好 一声爆吼 心黑骨拔地而起 浑身黑气弥漫 法力强大 诡异的攻法使出 要做出最后的反击 普龙 三人强大的攻击 瞬间融合在一起 庞大的法力和破坏力 让地上的一些石块粉碎 他们的脚下 硬生生出现一个大坑 水师姐 你没事吧 等陈青天反应过来后 感受到身体 并没有受太大的冲击 他便开始查看周围情况 他隐约看见 那心黑骨 十分惨烈地跪在地上 衣裳破裂 他似乎想冲天逃走 但明显气力不济 旁边不远的平行线上 水月鹰也是脸色苍白 站立着 看得出来 他消耗极大 但不知道有没有受伤 水月鹰强提一口气 声音清脆道 他喘息的机会 陈青天点点头 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两人对视一眼 又是凶猛的绝招杀取 心黑骨感受到两人的杀意 再也绷不住了 眼里出现绝绝之色 只见他开始自残 双手抓下胸前一大片血肉 嘴里念念有词道 以我血肉 祭祀天魔 贡献生命 赐我力量 一时间 他身体开始胀大 皮肤却开始松弛 整个脸部逐渐老化 水月鹰杀招位置 就急忙对和他一起 发动攻击的陈青天提醒道 这魔头要拼命 他要通灵更强的力量了 要小心 陈青天清楚 这尸鬼宗强者 开始消耗自身血肉 燃烧寿命 以获取短暂强大的力量 就像当初的自己一样 损失十年寿命 召唤鹦鹉电鹰魂 不过看这家伙的样子 不知道这一下 损失多少寿命了 又能换取多大的力量 陈青天和水月鹰 自然不会退缩 这个时候 都打定主意 要杀魔味道 叠叠 感受到新的力量加持 试图杀了这两个 无比妖孽的年轻人物 他彻底疯狂了 一个巨大的诡异黑球 出现在他面前 里面恐怖的力量 慢慢溢出 让人心惊不已 猛然间 他推动着 无与伦比的杀招 向两人的绝招攻去 嘴里还叫嚣道 来吧 我付出这么大代价 还杀不死你们两个 陈青天此刻 虽然有媲美 非天境初期的基础实力 但比起付出这么大代价 通灵强大力量的 狮鬼宗非天境强者 他也感觉到危险了 可这个时候 他依旧一往无前 还快速踏出 一跃到水月鹰前方 主动承受最强的伤害 水月鹰健壮 眼中暖芒闪过 只见他改变招式 轻轻地双手合十 突然从掌心 飞出一个六角星的冰晶 这奇特的冰晶 瞬间变大 朝那能量黑球涌过去 并且逐渐包裹住 新黑骨的恐怖攻击 看样子 想要完全冰冻 那涌过来的杀招 而陈青天健壮 强大的破碎权益 直接横冲过去 这权益犹如神来之笔 从天而降 带着陈青天 冲破一切阻碍 直接攻击到 新黑骨的本体 啪啦 啊 这位尸鬼宗强者 简直不敢相信 他再次被打中了 权益的力量 破坏着他的肉体 不 我不会死的 他开始恐惧 后悔刚才没有跑 现在他想抽身 都没办法了 陈青天全是继续 连续挥出 咬牙道 你这种人 早该死了 杀 当陈青天最后一道权益 击打在他头上的时候 突然一切都安静了 虽然新黑骨的脑袋没有炸 但他里面的脑浆 全部破裂 扑洞 整个人轰然倒地 沉烟消散 陈青天也坚持不住了 阿破 他吐出了一口血 接着擦拭一下嘴角 回忆起刚才凶险 他最后穿过那 强大的能量黑球的石 整个身体 被那邪恶的力量给清洗了 此刻他感觉到极端的痛苦 单膝已经跪倒在地了 但他也笑了 他和水月盈了 在两人即将历劫的时候 终于击杀了 这非天境强者 而杀了这样的强者 陈青天脑海里立马得到提示 他得到了整整三万的血气质 水月盈见陈青天痛苦的样子 也走了上来 试图搀扶他 嘴里关心道 青天失地 你怎么样 要不要紧 陈青天强忍着痛苦 一下子自己站起来了 并且轻声地说道 还好 侵入我体内的邪恶力量 我还是能控制住的 给我些时间 我能彻底把他们清除出去 水月盈这才放下心来 他望向前方的尸体 恨恨地说道 这样的大魔头 我们杀了他 不知道有多大的功德 死在他手上的人 不知道有多少 这些邪恶魔宗之人 不知道做了多少 天理难容的事情 陈青天也摇头叹息 接着眼睛眯眯一笑 对水月盈说道 水师姐 能杀死他 还多亏了你 其实我要谢谢你 刚才这家伙来追杀我 没有你来帮忙 我还不知道 现在会怎么样 还是你好 水月盈白了陈青天一眼 随意说道 就算我不来帮你 以你的实力 即使杀不了他 我看也不会有事的 接着 他审视地盯着陈青天 语气尖锐道 我是真没想到 你隐藏得这么深 是什么时候 领悟着可怕的权益的 又是什么时候 突破刚提进的 这样的大事 你居然能一生不想瞒着 我恐怕是第一个知道的吧 再说 刚才是你杀了这 狮鬼中的飞天竞魔头 这个功劳可是你的 陈青天苦笑道 水师姐 别这样说 我也不是 想给自己留点后手 你说的没错 我突破刚提进 又领悟权益 你是第一个知道的 如果有可能 我还是希望你能暂时 替我保密 我感激不尽 而且杀死这魔头 这功劳到时候别人提起 你水师姐为主 我只是从旁为辅而已 你看行吗 水月鹰看着陈青天 那认真的表情 由于片刻 他点头道 好 既然你不想让别人知道 你的真实境界 也不愿意向外 透露你领悟了权益 那么我答应你 我不会告诉别人 至于杀死这魔头的功劳 你我就一人一半吧 说完这些 水月鹰 还把这个诗鬼宗强者的尸体 收入了须弥那戒当中 随着星黑谷的死亡 他的那件绝品宝器 阴宝魔铜 也落在了地上 水月鹰 一并把它收了起来 只听他语气低沉地说道 青天师弟 这种邪恶法宝 我会交到宗门里面 那些强者会处理的 我们正道宗门 是不可能用这种 丧尽天良的法宝的 陈青天文言 态度坚决地说道 水师姐说得不错 无论是魔宗邪门功法 还是这邪恶法宝 无论多么强大 我都不会染指 不会有任何心思贪念 交给宗门处理是应该的 嗯 两人达成共识 这时陈青天望向一个方向 嘴里说道 水师姐 不知道那边的战斗如何了 我们去看看吧 走 水月鹰也脸色严肃地看了过去 就想马上过去 他知道 这次剿灭尸鬼宗门人的战斗 还没有结束 两人快速地服用一些疗伤丹药 和恢复身体法力的丹药 陈青天为此 还小心地从仙武宝库里面 换取了一枚 价值一万血气质的疗伤神丹 这枚丹药 能快速地帮自己治疗身体的伤势 去除那进入体内的邪恶力量 等两人回去的时候 厮杀也到了最激烈的时候 各处可见的强者尸体 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 有尸鬼宗的 也有瓷心宗这边的 总体来看 尸鬼宗损失更为惨重 剑尘青天和水月鹰杀到 苏杭叶瞟了一眼 嘴里冷横 和他战斗的两名 飞天境强者 已经支撑不住了 其中一人正要逃跑 谁知道被苏杭叶 以强大的杀戮刀一杀死 另外一人想要逃跑 苏杭叶庞大的刀势 将他一条手臂斩断 不过还是 让这尸鬼宗强者飞远了 能从我手上跑掉吗 说完 苏杭叶就追了上去 总算没出事 于顺丰看到 陈青天和水月鹰回来 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本来陈青天 被一名飞天境强者追杀 他隐约是注意到了 后来水月鹰又跟了过去 他也发现了 他心中也有衡量过 这俩人或许有些凶险 但他最后还是选择相信他们 没有赶过去 如今见两人安全回来 他也放心了 心里默默想到 他们应该是 逃离了飞天境强者的追杀 这才返回来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 那名飞天境强者 已经被两人杀死了 所有的一切 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陈青天过来之后 发现战斗的场地 已经大规模扩散 他和水月鹰当即也分开了 即使没有使用破碎权益 也有爆发钢器之甲 他也能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 施鬼宗这些法力镜 通灵镜的强者 在他手上根本就撑不了多久 就连钢体镜的强者 也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就这样 最后的厮杀 还是以慈心宗这边 占尽优势而结束 眼见情况不妙 施鬼宗的这些强者 自然开始四散而逃 杀 一个都不要放过 震耳欲龙的豪言传来了 这时也有人注意到了 是杨明国回来了 而他手上正提着一具尸体 那具尸体 自然是那名神丹镜强者 狮鬼宗长老魔罗 陈青天抬头看去 杨明国站在空中 眼中杀意四射 气势雄伟 那狮鬼宗强者的尸体 浑身 下看起来表皮完好 但是从杨明国提他的姿势来看 那身体的骨骼 怕是彻底破碎了 如同一条软体爬虫 慈心宗这一边见到杨明国 士气自然是大震 纷纷叫道 杨教务长回来了 杨教务长杀死了那最强的魔头 杀呀 不要放过这些魔宗之人 一个都不能放过 杀 慈心宗道学院的这些道士和道学院 在这一刻再也没有顾忌 杨明国的回归 让他们清楚 自己这一方稳了 还没有来得及逃跑的尸体宗强者 见到杨明国手提那具尸体 也有人大叫道 摩罗长老被杀了 快跑 完了 长老死了 怎么办 其中一名钢体径的尸体宗强者 更是疯狂地大叫道 我想起来了 他是慈心宗杨明国 跑 快跑啊 到了这里 也就是追杀的时刻了 在杨明国的带领之下 最后能逃走的尸体宗强者 寥寥无几 随着追杀的人陆续回来 宣道这次剿灭魔宗的任务 进入道计时了 等到杨明国集合所有人的时候 一番统计下 慈心宗道学院这边 也死了四名法力境界强者 两名通灵境强者 还有好些人重伤 面对这个结果 杨明国和于顺丰 脸色不是太好 这时 于顺丰站出来说道 诸位道师 但我们也有六名道友捐躯了 我们为他们默爱 文言 所有人脸色肃穆 默默地为他们赶伤 几十个呼吸时间 杨明国这时也总结道 真是没想到 这次黑石岭的尸体宗 有这么充实的力量 是我没做好准备 接着他对这些活着的人鼓舞道 于顿时刚才也和我说了 你们表现得都很好 每个人都尽了权力 尤其是苏行业 两名尸体宗非天境强者 都死在他手上了 可惜还是跑了一名 听到这话 苏行业一脸傲气 那名被他斩下一臂的 非天境强者 最后也没能跑掉 他受到这样的表扬 什么都没说 表情冷酷 似乎杀了两名非天境强者 没什么了不起的 不过就在这时 水月鹰从须弥那戒里面 拿出一具尸体 冷然地说道 这名非天境强者也没有跑掉 我和青天师弟把他灭了 咦 这里的这些人 对苏行业实力都清楚 他能杀死两名非天境强者 那也是应该了 毕竟是领悟终极杀戮刀义的妖面 但先前那名追陈青天的非天境强者 被水月鹰和陈青天杀了 不少人就有疑惑了 不过 此时有名男性到学生讨好的对水月鹰说道 水师姐 还是你厉害 这么厉害的非天境强者 都陨落在你手上 你的威名又响亮了几分 水月鹰却摇摇头 态度坚决道 这名非天境魔头 是青天师弟和我共同斩杀的 为此 他还受了不轻的伤 陈青天见众人眼光朝他看来 他随意一笑 客气道 哈哈 这人本来是想追杀我的 还好我跑得快 这次幸亏有水师姐帮忙 我这份功劳 是有水分的 哈哈 众人见陈青天一脸憨笑 就算知道他有实力 也没有几人会认为他能杀非天境强者 反而认定了 这九成是靠水月鹰 杨国明脸上带有赞许的笑容 他走到这名尸鬼宗 非天境强者的尸体旁边一看 感叹道 这人我在帝国通缉名单上见过 算是名有年岁强者了 经验老道 狡猾得很 他可是会飞的 想跑的话 刚提进强者 拿他也没办法 想不到今天死在你们的手上 这份功劳 会记在你们两人身上的 水月鹰也没有多说什么 他接着 把那件邪恶的绝品宝器 鹰宝魔童也交给了杨明国 杨明国缓缓接过 眼中有些愤色 咬牙道 这种用活人小孩练制的法宝 只有没人性畜生才会干 等他回过神来 看着不少人还在疗伤 他寄出他的宝塔 回去的路途 陈青天也在总结自己的收获 这次须天狱之行 他先是杀死大量战师和尸奴 接着斩杀非天境强者 之后又杀死好些逃跑残血的强者 最后一看积累的血气值 有33万多 可这些血气值 对现在的他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了 说到底 陈青天更愿意杀尸群这样的小怪 杀死一名法力境强者 只能获得2000血气值左右 一名通灵境强者 能获得5000左右血气值 杀一名钢体境强者 他能获得1万左右血气值 非天境强者 目前看来 能获得3万左右血气值 但以他的实力 杀非天境强者 还是太勉强了 如果对方要走 他很难留下 看着这些血气值 陈青天叹息 太少了 什么也干不了 他需要更多 但除了镇妖城 哪里有成规模的强者 让他杀 回去总是显得特别快 重新回到道学院 陈青天第一目标 还是血气值 这是他的根本 接连两天在后山杀兽 但并没有在外过夜 回来时 杨明国也对他说了 帝国奖赏 这两天就回到 果然 须天玉回来的第三天 一名道师来 陈青天住处找到了他 白道师 你来了 这是 陈青天一愣 白云飞这么早来找他 怕事有事 于是赶忙道 里面坐 白云飞跟着来到那时 他笑道 青天 我今天来 是代表宗门来给你奖赏的 陈青天一副 原来如此的样子 笑着问道 那真是好 白大哥 你亲自带奖赏给我 肯定不会贪默 哈哈 白云飞大笑 接着脸上惆怅道 宗门这次让我来送奖赏 也是因为我 曾经是你道师 顺便跑一趟腿 陈青天明白 这宗门的意思也明显 白云飞和他关系好 以后很多小事 可以让他来和自己接触 不会产生麻烦 这样有利于 自己心向慈心踪 陈青天没有说其他的 熟弱地问道 白大哥 你说说 这次帝国分给我的奖赏 都有什么 白云飞眼中神采奕翼 高兴道 你是两次奖赏一次发放 拿着 上次萧天玉和这次 须天玉的奖赏 全部在这里面了 说吧 白云飞递给陈青天 一枚须弥娜剑 陈青天没客气 结果须弥娜剑 把里面所有东西都空了出来 地上顿时出现好多物品 白云飞看着这些东西 满脸羡慕 接着念道 青天 你这次奖赏可不少 光灵精就有三万枚 这可是相当于三百万枚灵石 陈青天知道 所谓的灵精 也是灵石矿里面出产的 但它的价值远远高于灵石 是灵石矿里面的结晶 用这种灵精修炼 比灵石好很多倍 它更有价值 更容易吸收 故此 一枚灵精 可以换取百枚灵石 而它的须弥娜剑里面 也有不少灵精 都是杀人夺宝的战利品 但它对这些东西 并没有太多贪婪 或者说 这些东西 对它价值不大 白云飞见陈青天 没有什么喜色 接着又指着一个琉璃萍说道 青天 这里面有两枚钢气丹 对你突破钢体径有大益处 一般人想求都没门 陈青天淡淡一笑 这种丹药 他更是看不上 一般人想要 他可没什么兴趣 再说他已经突破钢体径了 只是没什么人知道而已 接着 白云飞又指着这些东西说道 这是疗伤宝丹 复原丹 这是回复法力的极品丹药 快雄丹 这是 最后 见陈青天 还是无动于衷 白云飞十分感慨地说道 青天 看你这样子 似乎没几样东西 能入你法眼 你是不知道 就这些奖赏 是我家底的好几倍了 一般通灵镜强者 没有后台底子 全部家当 也就能换你这些东西 陈青天依旧无动于衷 好一会儿 才突然说道 白大哥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 用处并不大 这两枚钢器丹你拿着吧 其他这些东西 你看上的也拿去 你比我更需要这些东西 青天 白云飞见陈青天诚恳的样子 一点不做做 他极为感动到 不行 这些东西中 两枚钢器丹是最有价值的 你可是通灵镜大圆满的强者 正是需要这单药的时候 那时越多越好 会更有把握 突破钢体镜 再说了 我还没有突破通灵镜 暂时也用不上的 陈青天见他如此拒绝 叹了一口气 这白云飞是一个讲道义的人 两人即以结缘 帮他一把又如何 想到这里 陈青天闭眼又睁 身体一股气势涌出 一层钢器之甲附体 这是 一 青天 你突破钢体镜了 天啊 你这是什么天赋 白云飞愣在原地 身体激动到不能自持 呼吸急促 语气极为丰富 陈青天见他这种反应 立马收起身上的气势 白云飞的震撼 他自然清楚 当初自己来到学院 和他交手的时候 还只是五道宗师镜 现在是法通第三镜了 这短短几个月 跨度太大了 任谁不是亲眼所见 根本不会信 陈青天在他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 拿起地上的东西 交到白云飞手上 轻声道 白大哥 你我之间就别这么客气 你如果当我是朋友 这些东西就拿着 白云飞有些不知所措 但望着陈青天一脸认真样子 他内心一暖 感动道 青天 你如今这等境界了 实力都能斩杀非天境强者了 还愿意当我是朋友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以后有什么事情 我听你的 陈青天明白 虽然白云飞以前是他的道师 年岁也比他大 可自己实力远远强过他 又时时用热情的态度 对他将心比心 以后什么事 他会自觉以自己为首 最终 白云飞收下了这一切 两人的关系 变得无比清静了 陈青天单单在道学院的日子 其实很平淡 每日逍遥自在 也没有管他什么 但日常修炼 有很多福利 以陈青天精英道学生的身份 很多地方他都可以去 更可以常去 但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 也只有镇腰城 对他有诱惑力 至于其他地方 他兴致不大 当然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 他还是偶尔会去藏经楼 那里面不但有无数功法 武技 法术 神通的简介 甚至有古老的经文 据说是九元以前 一些无上大能对天地世间感悟 而说出的一些道理 如果有人能误懂 里面哪怕一部分思想 也有极大的好处 会受益良多 除了这些 这里面还有各种单药材料 炼器材料的介绍 哪怕是一些炼制方法 也可以从中学到 更有大能强者的 一些文字修炼感悟 但都太片面了 真正的好东西 陈青天没有看到 其他还有这个世界 很多厉害人物生平世纪 帝国三万年的一些历史 各大家族 大宗门的发展 和传承经过 更有重要地方和境地的说明 以及一些 外面难以知道的秘密 接连两个月时间里 陈青天安安静静地 待在道学院内 这其中 他还给自己过了一个生日 可惜 这句身体17岁的生日 他选择一个人度过了 但还是有些仪式感的 他自己做了一个 简易版的蛋糕 准备了一壶小酒 一些这个世界美观不错的小菜 把桌子搬上了一处平坦的屋顶 看着硕大无比的月亮 他知道 这个世界比原来的世界要大很多 可两个世界的组成部分 很多是一样的 当举杯妖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时候 他知道 他终将融入新世界 两个月时间里 他没有再去镇妖城 但后山是常去之所 这段时间以来 他从那里获得几十万的血气值 加上之前的血气值 总算突破钢体境后期了 同时也花4万血气值 兑换了一门地级绝品的剑法 这门大筐杀剑法 总算让我达到小城了 真不容易 后山一处地方 陈青天今天刚好走远了点 遇到一头法力镜的妖兽 在斩杀这头妖兽的时候 他的这门地级绝品剑法 也从入门到小城了 他新学的这门剑法 总共4招 全部打开大河 一旦施展出来 让周边犹如被狂风暴雨 稀里过一般 破坏力极大 纯粹是大规模杀伤性剑法 发现周围山林 全部被他搞得变形了 陈青天笑了笑 这个世界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没有谁来管理你 是不是破坏原始森林 离开这里 到了相对安全的位置 他这时仔细看了看个人实力属性 发现这段时间 总体成果还是不错的 因为上面正显示出自身实力等一切信息 陈青天 男 17岁 寿命长 390境界 刚体境 后期 资质 晴天妖孽 零食 一直到破碎权益 初级 功法 九霄雷霆大法 地级上品 入门 武技法术 威猛神龙拳 地级绝品 忠诚 大狂杀剑法 地级绝品 小诚 通灵法术 人级下品 大诚 玉剑法术 人级绝品 忠诚 法宝 青天剑 宝器极品 血气值 136,290 发现只有十几万的血气值 陈青天默默叹道 现在提升一个小境界 都太消耗血气值了 花了44万血气值 才让自己达到钢体境中期 又花了50万血气值 才达到现在的钢体境后期 恐怕接下来 想提升到巅峰期和大远满期 还要花费100多万 更不要说提升到飞天境 那绝对是个大数字 我要不我去一趟镇摇城了 陈青天心中又有了一丝贪念 不过随后摇摇头 关于镇摇城的事情 他这段时间 有听到一些小道消息 因为他有一次无意间听到 有道学生讨论过 究竟是谁那么猛 把镇摇城第二个区域内的妖魔 斩杀了那么多 一下子让里面空了三分之一 听到这些话后 他心里开始警觉 如今只是林奥天和杨明国 知道他身上的一些秘密 如果自己还不小心注意一些 到时候 整个到学院的人都会怀疑 他境界提升那么快 是什么原因了 这样可不好 为了少让一些人惦解 他只能暂缓去那里了 其实说起来 这后山也不错 缓慢但稳当 这次接连在后山杀了三天 陈青天回到道学院 自己的大院落内 没想到白云飞 就给他道了一个消息 两人屋内坐下 陈青天就感觉到 白云飞身上有些不对劲 他身体里面法力没有刻意压制 看起来汹涌得很 最后 他还是试探性问道 白大哥 莫非你突破通灵镜了 我隐隐有些感觉 哈哈 白云飞忍不住笑道 青天 这还多亏了你 你送给我的两枚钢气丹 还有其他一些宝物 我全部换成 对突破通灵镜 有大益处的丹药和宝物了 也因为这样 我在昨天感应到莲花界 可以通灵 也正式成为通灵镜人物了 这一切全靠你 谢谢 陈青天也为他高兴 同时也清楚 外物固然重要 但这白云飞自己的天赋 和努力也都可以 他能突破通灵镜 自身的悟性和气韵 才是关键 陈青天没有领功 新味道 白大哥 别这么说 是你自己有这个本事 我也只是锦上添花 算得了什么 白大哥 你来找我 应该有其他什么事情吧 白云飞果然没在说其他的了 他脸色严肃起来 小声道 青天 我刚得到一个消息 我们慈青宗一名长老 在和妖族对抗中战死了 妖族 死了一名长老 陈青天回想起来 当初要去须天狱 剿灭诗鬼宗据典的时候 似乎听扬民国说过 慈青宗派出五名长老 带着大量弟子 去和帝国东边的妖族战斗 想不到 这就死了一个 他知道 长老起码是神丹进强者 慈青宗这种大宗门 也不过几十个而已 每个都是重要人物 他们这些人能走到今天 都是有威名的 就算在整个大夏帝国 都是有名号的强者 现在死了一个 他感觉和妖族的对抗 有些不简单 于是问道 白大哥 死了一名长老 这可是大事 宗门有什么反应吗 白云飞叹了一口气 无奈道 能有什么反应 这长老是为帝国战死的 除了给一些荣誉称号 给宗门一些适当的补偿 也不会有什么了 只是可惜了 据说这名长老很有天赋 算是年轻的长老了 只有六十多岁 陈青天一听 人都死了 给天大的荣耀 也是扯淡 但六十多岁 说起来 这个岁数的神丹进强者 确实非常年轻 见陈青天没有太大反应 白云飞皱着眉头说道 青天 据我得到的消息 这次妖族闹出的动静很大 帝国损失惨重 按以往的经验来说 帝国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我们慈心宗在帝国东面地狱 离妖族边境 不过十几个大狱 若有大战 恐怕还需要我们派强者过去 陈青天见他一脸担忧的样子 不免笑道 怎么 白大哥 你似乎有些担心 他被派过去吗 没想到白云飞点点头 语气低沉道 青天 你说对了 我还真有这方面担心 如今我突破通灵境 也算有些实力了 如果宗门真的接到重大征兆令 我有可能被派过去 陈青天一愣 对于白云飞这种反应 他隐隐约约有些理解 这两个月 他花了不少时间 翻阅藏经楼点击 其中就有一些记载 建立了三万年的 大夏帝国日益固化 虽然占据东战大陆 最大的中心地带 但好像失去了 开阔进取的精神 而周边各族却慢慢强大 东面这妖族 更是发展极快 他们生性凶残 更是常常挑衅帝国 而每一次大战 都非常惨烈 这些宗门被征召过去的强者 十有七八都可能会战死 在这样的残酷现实中 很多人并不想去 就算最后能活着的人 是有好处的 但想拿这份荣誉 必定是九死一生 一般修炼之人 不想这么拼 代价太大了 陈青天当即安慰道 白大哥 或许没有你想得那么糟糕 帝国和妖族不一定会大战 你也未必会被派过去 听到陈青天安慰的话 白云飞此时心神稳定了很多 但还是心不在焉道 但愿如此吧 接着他笑着对陈青天道 我是雌星中弟子 一定是要为宗门出力的 但你不一样 并未加入宗门 就算帝国有征召令 你也不用去 但是 白云飞犹豫了一会 最后还是提醒到 青天 你是精英道学生 实力强大 又不愿意加入宗门 我怕到时候 有人会蛊惑你 去和妖族战斗 真要发生这种事情 你一定要拒绝 千万不要答应 陈青天心里一暖 白云飞这次过来 怕是特意来提醒自己的 万一宗门接到帝国征召令 自己是不用去的 别被其他人忽悠了 但是可惜 白云飞并不清楚自己的情况 真有这种事情 他是有想法的 可嘴上还是回应道 白大哥 你放心吧 我是年少 但也不是那么傻的 我做事有分寸 白云飞点点头 此时他也安心了 也不再说什么 接着两人又聊了一些其他事情 便分开了 与此同时 云门山外围 雌星宗山门最高最大的 一座主峰之上 这里有一座 用特殊金属打造的辉煌宫殿 正门百米宽的牌匾上面写着 雌星宗正宫 在这正宫最里面的一间密室内 坐落着雌星宗二三十名重要人物 为首的艺人 正是雌星宗宗主曹正兴 他的左右两边 也坐着两名重要人物 左边艺人是副宗主连战雄 而右边的是一名精心打扮过的美妇女 看起来雍容华贵 富泰明显 即便是上了年纪的模样 也掩饰不了他那精致的五官 他的地位也很高 明显是雌星宗另外一名副宗主 接着下手的第一个位置 直接空了出来 无人落座 曹正兴望了那里一眼 接着询问道 零首座呢 这次商议的大事 他还是不愿意来吗 面对宗主的问题 下方一名中年模样的长老回道 宗主 我去通知过零首座了 他说宗门的内政 他一向不过问 我们商议出结果 如果有需要他出力的 告诉他一声就行了 曹正兴闻言 先是不动声色 接着习惯性地笑道 既然零首座不愿意被俗世惊扰 那我们以后就 尽量不打扰他了 哎 曹正兴说完 接着叹了一口气 脸色严肃地 拿出一封黄金色的文卷 只见他打开文卷 里面一道金光四射开来 上面浮现出 一连串神奇的文字 这些雌星宗关键人物 认真地看完后 一个个面色难看 等众人观看过后 曹正兴收起这份文卷 接着慢悠悠地说道 这帝国的征兆令 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雌星宗上次 就派过去五名长老 三百名法律境界以上的 直视弟子 为此 秋叶长老深远 而目前为止 我得到的消息 我们派过去的三百名 直视弟子 已经战死七十名了 这样的损失 我深感悲痛 曹正兴话说完 脸上并无太多伤感 反而是一旁的副宗主 连战雄一脸悲痛 因为这战死的秋叶长老 本是他最得意的清传弟子 天赋极佳 气韵一向很好 曾经可谓是奇遇连连 有望跟上他的脚步 达到更高的境界 想不到才做了五年的长老 就为宗门牺牲了 这是慈兴宗的损失 更是他个人的损失 连战雄出生了 他压下心中的火气 用冰冷的语气道 大夏帝国真不是东西 这征兆令轻描淡写之间 就让我们慈兴宗 再派出五名长老 五百名法力禁以上的 门人弟子过去 这么说来 他们又要和妖族大战了 我们慈兴宗这么多强者过去 到时候 有几个能平安回来 对面这些话 曹正兴右边的贵妇人 副宗主也语气嘲讽地说道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 这是帝国打压我们的手段 培养一名法力禁弟子 可不容易 我们这些年来 好不容易攒下这么多优秀弟子 这些派过去和妖族大战的弟子 按以往的经验来看 能有三成活下来就不错了 曹正兴听他左右两名副宗主这么说 又笑着向下面的长老问道 你们大家也说说 这个征兆令 我们慈兴宗如何应对 是奉兆派人过去 还是找个借口推脱 曹正兴这么说 下面气氛凝重 虽然这些人对帝国的做法有怨言 但拒不奉兆 后果肯定很严重 冷场了一会 一名老者模样的长老 还是开口了 他用尖锐的语气道 不奉兆的后果绝对很严重 这是帝国故意削弱我们的手段 也是试探我们服从性的一个做法 我个人的意见 还是要派出门人弟子 再让五名长老带队过去 不过吗 说到这里 他顿了一下 似乎有什么好想法 最后还是 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我看可以这样 大下帝国说 必须要派五百名法力镜以上的门人弟子 我们可以全挑选那些上了年岁 潜力有限 难以继续提升修为的法力镜 和通灵镜门人弟子 这也算有个交代 也能保存我们慈心中的元气 这名老者模样的长老如此提议 让这里其他几名长老很是易懂 在一些宗门高层强者心中 境界低 潜力一般的人物 似乎价值也没那么大 如果没办法 舍弃这样一群人 对宗门是最好的 虽然有些无情 但也是一种办法 他的提议一出来 其中一名高高瘦瘦的长老又提议道 牛长老说的没错 我们暂时不能和帝国闹僵 一切为了慈心宗 我还有一个建议 关于我们慈心宗道学院 有不少法力镜以上的 道学生不愿意加入我们宗门 我们也可以让这些人过去 至于方法嘛 只要先拿出一些好处 再给一些承诺 不怕他们不答应 这也算发挥他们的价值了 这两名长老的提议 立马有三名长老附和道 我看可以 帝国的征兆令既然下达了 我们还是要奉赵的 我也赞同奉赵 当年玄天宗拒绝奉赵 其下场如何 我们在座的应该都知道吧 牛长老和熊长老的提议 我看也可以 只要我们派出强者数量对上 其他都好说 我想帝国也不会太计较 毕竟我们慈心宗 一向听从他们的命令 对 而且这次不光我们慈心宗 收到征兆令 这东部地域 不少大小家族和宗门 都有收到吧 他们这些人 也多多少少会耍一些手段 只要不是泰国 大家都能应付过去 最上手的曹正兴 听到这些提议 没有马上表态 他把眼光放在了 左右两名副宗主身上 连战雄此时眉头紧皱 在重重地吸了一口气后 他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牛长老所说的 派一些潜力有限的法力进 和通灵进宗门强者过去 我不是那么赞同 我个人虽然气愤 当也清楚 如今的大夏帝国 不是我们能撼动的 只能继续隐忍 既然大家决定奉赵 那也没必要耍这些手段 再说 那些年岁大 境界很难继续提升的 法力进和通灵进强者 不少为宗门卖命 付出了上百年 这种时候舍弃他们 我们于心何忍 传出去 有损我们慈心宗的名声 更含了很多人的心 对以后的影响很坏 牛长老见连战雄这么反驳 他脸色一僵 小心地看了一眼曹正兴 见这位宗主没有发话 他当即假笑道 连副宗主慈悲心肠 我牛灵佩服 但为了宗门的未来 我这个方法又有什么不对 我们修炼之人 除了各自的气韵和机遇 天赋潜力极为重要 只有留下资质高的强者 宗门才有希望 至于所谓的名声 只要我们好好培养 真正的天才妖孽 又有谁会说什么 就算那些资质一般的人有意见 我们又何必在乎 他们影响不了什么 再者说 那些一直为宗门付出的强者 最后能为宗门做这样的贡献 我看他们不会有谁不愿意 去和妖族战斗 也未必会身孕 如果能活着 帝国不会亏待他们 会给他们荣誉和奖赏 连战雄此时没有反驳什么 这时候反而平静起来 接着冷笑道 我记得 牛长老你在神丹境大元满期 已经蹉跎两百多年了吧 大下帝国征召令 除了让我们再派五百名 法力境以上的门人弟子 可还需要派五名长老过去 按你的说法 这五名要派过去的长老 其中一名必定是你 主委说是吧 一声轻笑传来 原来是那位贵妇人副宗主发出来的 他见牛长老面色难看 其他人态度玩味 忍不住调侃道 连副宗主这么说 其实也没错 既然门人弟子这么选 那么长老自然要以身作则 要不然说不过去 你们说是不是 此刻这牛长老额头上 开始爆出清金 但他还算冷静 连忙辩解道 非也 门人弟子派潜力有限的过去 是因为他们实力弱 死伤率大 但长老必须要派实力强 境界高的 这样才能保证都活着回来 最好是 如果两位副宗主过去 那么以二位的实力境界 一定能获得一身更高的荣誉 还能平安归来 哈哈 这说的不要太好 简直是荒谬绝伦 不等两名副宗主说什么 另外一名长老就起身怒斥道 牛长老这两种说法 真是让我叹为观止 和妖族大战 长老以上就不容易出事吗 按以往的经验 哪怕法通第十境的强者过去 也有可能陨落 你牛林这样的强者 十个加起来 也比不过我们副宗主一只手 派你过去 风险远远低于 让连副宗主和一副宗主去 他们若有什么意外 才是我慈心中莫大的损失 面对这样的指责和羞辱 这位牛林长老也不忍让我 立声叫道 顾顺文 你又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侥幸突破了画像镜吗 我可不怕你 有本事跟我比斗一场 看我如不如你 哦 你要跟我比斗 那一定是自取其如 顾顺文眼中冷冰 一点不给面子 你 眼见双方 要吵起来了 作为宗主的曹正兴 脸色一变 严厉训斥道 兜住嘴 你们哪里有一点长老的样子 这声音巨响 让人不寒而栗 眼见宗主发话 这两名长老立刻停止争吵 全部安静地坐着 但双方之间对视 眼里满是怒火 而在座的这么多长老 每个人眼神都不一样 看起来心思各异 也预示着 慈心宗并不是铁板一块 见大家安静下来 曹正兴随后又恢复了笑眯眯的神态 瞬间和颜月色道 我倒觉得 双方说的都有道理 我也相信大家 是为了宗门好 其实无论是我 还是副宗主 亦或是诸位长老 都是慈心宗的注识 全都非常重要 那些弟子和宗门执事 更是我们的基石 如果损失太多 那对我们慈心宗的未来影响非常大 你们的意见我都知道了 既然大家全部赞同奉赵 那综合你们的想法 我也说说我的意思 曹正兴说完这些话 下方大部分长老立马开口道 请宗主试下 嗯 曹正兴扫视下方的众长老 看样子很满意他们的态度 接着郑重地说道 其实牛林长老说的话 也并不无道理 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些牺牲 可以适当地派出一些 已经很难再继续提升境界的宗门弟子 当然了 也还是要派一些妖孽强者过去 让世人见现我们慈心宗的本事 而且 我心中还有一个想法 这些年来 我们慈心宗跟大夏帝国的关系越来越近 这次与妖族的大战 我们应该有更好的表现 帝国要求我们 继续派五名长老及强者 我更希望有一名副宗主级别的强者带队 这样才能显示出 我们慈心宗紧跟帝国的决心 不知道诸位觉得如何 曹正兴表达完他的意思 在座的这些长老 立马有三分之二 纷纷表示赞同宗主的决定 可惜依旧有一些长老 没有明确表态 而是把眼光放在了那两名 同样没有说话的副宗主身上 似乎要等他们的提示 连战雄脸色正英勤不定 接着他不屑的一笑 大声开口道 宗主 我们慈心宗要这么讨好大夏帝国吗 你还真打算让我和伊丝园 去和妖族大战 我不是怕什么 而是觉得不值 这是 你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 或者说 请示一下老宗主 曹正兴一听 请示老宗主 顿时眉头一跳 眼中的阴霾一闪而过 这一幕 让一直注意他的女副宗主 伊丝园注意到了 这名贵妇人一般的副宗主 也笑呵呵地说道 连战雄说得不错 我也想知道 老宗主是什么意思 两名副宗主 接连抬出老宗主 曹正兴这时候 也展现出他威严的一面了 身体气势全出 声音洪亮地说道 师尊已经退了 现在慈心中的一切决策权 他全部赋予了我 我的意思 你们应该知道 关于帝国征召令这件事情 我实在不忍心去打扰他老人家清修 我更希望你们能明白这个道理 这时的曹正兴非常霸气 没有了平时的和和气气 接着拍板决定道 好了 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了 接下来 我们就来商议 此次奉召的人选 曹正兴强硬的态度 让两名副宗主心头一震 明白了眼前的男人 才是慈心中的宗主 曾经更是老宗主 最得意的清传弟子 到了这个时刻 连战雄也只能深吸一口气 与其格外平静地问道 那宗主你的意思 是派哪些人过去 我和伊丝园副宗主 谁带门人弟子过去更为合适 曹正兴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反问道 连副宗主 你的得意清传弟子 秋叶长老被杀 难道你不希望为他报仇吗 连战雄若有所思 很快他放声大笑起来 哈哈 我明白了 他重重地点点头 看向下方的众长老道 好 既然宗主有意让我去 那么我连战雄就去看看 杀我弟子的那些妖族 究竟有多厉害 曹正兴脸上绽放出笑容 连忙道 连副宗主愿意为宗门冒险 真是值得赞叹 副宗主定下来了 其他四名长老就好办了 也就在这时 突然一人站了出来 此人面色苍白 下巴长着唏嘘的胡子 有些披头散发 丝毫不讲究 只听他洒脱地说道 这五个名额 我要占一个 你们也知道 我的寿员即将走到尽头 没几十年好活了 现在能去跟妖族战斗 发挥我最后的余热 也是应该的 或许在生与死之间 我能突破更高的境界 众人一惊 纷纷望向这名长老 有理解的 有赞叹他的勇气的 也有人不屑他的愚蠢和疯狂 曹正兴见有人主动站出来 立马笑道 柳长老 为了宗门 你付出的太多了 我代慈心宗感谢你 这次你既然做好准备了 那就去吧 接着他又问道 还有哪几位长老 愿意主动去吗 众人面面相视 其中他对牛长老的 顾顺文长老站了起来 大意凛然地说道 我愿意前往 不就是和妖族战斗吗 有何可怕 还就在这时 又有两名长老主动站了出来 表示愿意为宗门笑死力 眼见五名长老以上的人物 已经凑齐 曹正兴似乎非常满意 而此时 他想到了什么 向一旁没有说话的 道学院副院长辛苦多说道 新副院长 关于熊长老的提议 让道学院那些没有加入 我慈心中的人为宗门出力 我觉得也是可行的 这样吧 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当然了 这全凭他们自愿 但该给的好处 我们也都不要遗漏 你明白吗 辛苦驼虽然不是长老 但他却有长老的实力 严格来说 道学院院长不出面 礼一切事物 都是他在负责 而在道学院里面 能跟他抗衡的 也只有扬明国 眼见宗主把这样的任务交给他 他也欣喜地回答道 请宗主放心 我一定会办好这件事情的 他们能为我慈心中出力 也是他们的荣幸 很好 曹正兴很满意 接下来 他看向了那牛林长老 与其略带玩味地说道 牛长老 关于这次派出的 五百名门人弟子 就有你和熊长老 两人负责挑选 你们要尽快 帝国征召令上说了 十五日内 我们慈心中的强者 必须赶去边境 这是你们做决定就好了 不必再请示我 这牛长老和熊长老 欣然领命 曹正兴简简单单 就决定了所有的事情 这让连战熊和伊丝园 有一种无力感 曹正兴是慈心宗的宗主 全力压制他们 实力更是强过他们 他在整个宗门 有着极大的话语权 他做的决定 就算他们两个副宗主加起来 也很难左右 慈心宗这一群大佬 在决定完这些事情的时候 同样在大夏帝国东部地域 很多大小宗门和家族 也都在商议 黑天狱 血盲山 这里是炼狱宗的山门 作为东战大陆 十大魔宗之一的炼狱宗 他和天魔宗 天魁宗 是最实实物的 他们跟其他七大魔宗不一样 并不反抗帝国的统治 反而奉行帝国的命令和律法 虽然他们也会修炼一些邪门的魔宫 炼制一些阴毒的法宝 可他们并不会大规模地杀伤帝国民众 就算做这种事情 也会极为隐蔽 不会被别人发现 即使发现 也会有相应的人去负责 只要交出危害帝国的门人弟子 大夏帝国依旧会选择原谅他们 毕竟普通人价值有限 而炼狱宗的实力又非常强 在没有触碰底线的时候 大家还是能好好相处的 此刻 炼狱宗的一处大山坳里面 这里面黑雾弥漫 到处都有一些奇怪的液体 以及一些游走的绿色游丝 一处石门密室里面 三十座大顶 整齐有序地排列在地面上 这些大顶里面 有很多奇怪的液体 并且还有一股奇特的能量 如同活物一般在里面游走 三十座大顶 全部有一个人在里面 可看起来 这些人情况不那么好 有些人明显已经死去 还有些人不断地嚎叫 甚至有些人已经疯狂 不断地在抓到自己的身体 那一块块血肉 不知不觉全部被抓了下来 有些人的脸上 已经被抓得面目全非 而其中的一座大顶 石清玄正端坐在里面 拼命咬牙坚持着 看得出来 他正在承受极大的痛苦 如今的他 应该叫幽图仙 不知道过了多久 那些大顶里面的人 一个个死去 直到最后 只剩下幽图仙 和另外一名 看起来十分帅气的男子 他们身处大顶里面 那奇特的液体和能量 也几乎完全消失 看样子 是被他们吸收了 这时 远处一个身影慢慢走近 这人咧开大嘴 疯狂地笑道 哈哈 不愧是我最看重的两名弟子 想不到你们都成功挺过来了 怎么样 感受到什么了吧 面对这走过来的人询问 这名帅气的男子 立马走出大顶 接着跪了下来 并挤出一些笑容道 师父 感受到了 当吸收完那些液体和能量过后 我感觉我的肉体 已经达到非常厉害的强度了 我的体质应该已经改变了 就像师父你所说的 我彻底觉醒了特殊之体 这帅气男子说完这些 还看向一旁和他一样 活下来的幽图仙 接着提到 我想 图仙师妹也感觉到了吧 幽图仙的脸上 并没有过多的表情 眼里全是冰冷之色 他自从被这名魔宗长老 收为弟子后 就不断地遭受 这个世界一切难以忍受的酷刑 他所修炼的功法 无时无刻都伴随着穿心之痛 这次的痛苦 比以往更强 但他还是坚持下来了 吸收了这些特殊的液体和能量 直接让他从通灵境初期 提升到了通灵境后期 更加恐怖的是 这些流进他的身体的能量 已经彻底改变了他的体质 幽图仙看着面前的师父 对这个长相极为普通的中年男人 他如今只有恨 可对方是炼狱魔宗的长老 本身境界深不可测 他只能隐忍 于是平淡地回道 师父 我境界得到很大的提升 隐藏的体质也全部激发出来了 谢谢师父对我的帮助 嘿嘿 这炼狱宗长老幽图天诡异一笑 舔了舔嘴唇说道 图仙 别怪师父对你狠 你能这么短时间 从小小的舞道境 达到通灵境 为师为你付出的可不少 你也幸好遇到了我 加入了炼狱宗 要是去了别的什么神宗和道宗 他们哪里能有这种 快速提升境界的方法 幽图仙听完这些话 再次感恩道 师父对我的再造之恩 图仙永生永世 不会忘记 旁边的帅气男子 听到幽图仙的表态 他也迫不及待道 师父 我也一样 无时无刻 不再感恩师父 你对我的好 哈哈 那就好 幽图天得意地笑着 接着他感慨道 幽图仙 如今你们一个 觉醒了魔阳之体 一个觉醒了魔鹰之体 以后的修炼之路 会很容易 虽然你们的体质 比不上那些先天神体 那也差不了太多 就修炼速度来说 你们这种体质更有优势 我让你们修炼的 先天无极魔宫 完全就是为了 你们这种体质而准备的 你们将来的成就 可不会比为失差 两人听完这些话 又是一番感恩戴德 他们也确实修炼 一门极为厉害的功法 接着 幽图天突然转口说道 现在你们两人 都已经有通灵境的实力 又修炼了无比强大的魔宫 也该是时候 带你们出去历练了 出去历练 幽图仙听到这几个字 本来没有感情的面容 出现了微微的抖动 他眼中燃起一种仇恨的怒火 因为他始终没有忘记 父母的血海神仇 他很想回到光天狱 找那些杀害他父母的凶手 要用最凶残的方式杀了他们 幽图天似乎看出了他的想法 这时候假装关心地说道 图仙 你所说的仇家 我已经派人去找过了 但是很可惜 哪怕我动用了很多力量 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 也没有找到你仇人的消息 我想你现在就算回去 也很难找到你的仇家 不如等我的人有了明确的消息 再让你亲自去报仇 你看如何 幽图仙强压心中仇恨 这时候他理智回答道 多谢师父如此用心帮我 图仙自然是听师父的 嗯 那就好 幽图天见他这么识趣 又接着说道 这次我所说的历练 是要带你们去和妖族作战 听到幽图天的话 幽谷似乎知道了什么 小心地询问道 师父 是大夏帝国要和妖族大战了吗 幽图天笑了笑 回答道 幽谷 你说的没错 大夏帝国 确实又要和这东面的妖族 展开一轮大战了 为此 他们征召这东部地域 所有的宗门和家族势力 我们炼狱宗自然也要有所表示 宗门要派出一些长老和弟子过去 而我这次也被分配过去了 我决定带上你们两人 而幽谷听到这话 脸上露出一丝担忧 略带紧张地问道 师父 我可知道 历来和妖族大战 可是十分的残酷 就算你老人家去 也会十分凶险 嘿嘿 幽图天露出邪恶的一笑 反问道 怎么 你很怕吗 幽谷连忙摇头 脸上带有坚定的表情回答道 不 师父 徒儿也只是为师父您担忧 我这条命都是师父您给的 就算战死 又有什么关系 哈哈 幽图天大笑 接着不懈地说道 你们放心 以我的实力 没那么容易出事 况且 你们认为 我会真心为这大下帝国出力吗 我去那里 自然有我的目的 说到这里 幽图天又看着这两人 带有兴奋表情地说道 图仙 幽谷 你们也不必怕 你们两人修炼的先天无几魔宫 去了那里 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到时候 只要你们利用的好 你们的实力 能在短时间内 达到别人无法想象的高度 好了 你们先去准备吧 也快到要出发的时候 弟子领命 两人说完 便默默地退出了这间秘室 等他们走后 幽图天才自言自语地说道 魔鹰之体 魔羊之体 这可是好东西 等你们彻底成熟了后 嘿嘿嘿 邪恶的笑声 充满整个秘室 让人不寒而栗 大下帝国整个东部地域 大小势力的强者 都开始躁动 他们全部要准备出发了 要面对一场残酷的大战 而这一切 陈青天并不知道 此刻的他 才来到后山杀兽 又想收集血气质 好提升到钢体静巅峰期 今天的后山 似乎格外安静 让人有一种不真实感 陈青天突然眼皮子直跳 心里总有一种心悸的感觉 就在他不断深入的时候 突然他感觉到 被一股神奇的力量威压住了 这种感觉 让他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就像当初 被那道学院院长 钉在原地的感觉 此刻的他 身体也已经动不了了 怎么回事啊 就在他心慌疑惑的时候 突然眼前的景象一变 他脱离了当前的空间 进入了一个神奇的迷宫 这里面很黑 他那感受到 到处都是弃好的青砖墙 他整个脑袋都在旋转 突然他的意识逐渐模糊 一道恐怖的身影 赫然出现在他眼前 严格来说 这并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影子 一个拥有实体的影子 他一出现 就用十分蛊惑性的话 向陈青天问道 你的秘密是什么 告诉我 说出来吧 说啊 这声音充满蛊惑的味道 而此刻的陈青天感觉到 自己逐渐失去了 对身体的掌控 他无力地浮在空中 心里仅存的一点意识 让他明白 他被强大到顶点的强者 给俘获了 而这名强者 很明显想要探知 他身上的秘密 究竟是谁 就在他极力想挣脱 拼命想抵抗脑子里 那神秘的蛊惑声音时 他的意识 已经彻底混乱了 不知不觉中 他居然说出了 仙舞剑 仙舞宝库 仙舞剑 这神秘的影子人 听到这些词 又仔细地检查了一下 陈青天的身体 可他并没有什么发现 于是他继续询问道 你能这么快提升境界 就是靠着仙舞宝库吗 听到这些话 陈青天的潜意识里面 是拒绝回答的 可是他的嘴角 却不受控制地回答道 是 没错 我就在他要继续说出 仙舞宝库的秘密的时候 哄 突然间 整个神秘空间完全破碎 而这个影子人 也赫然出现在空中 陈青天也同样如此 一股强大的力量 瞬间袭向影子人 影子人抬手就是一荡 整个空间居然出现了 一道裂缝 真实的裂缝 哄 的一声巨响 影子人嘴里痛苦地吐出了一句 真该死 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怂 整个影子人突然原地爆炸 虚空当中 一道神奇的能量 附在了陈青天身上 让他没有受到伤害 而整片空间 很快恢复了平静 与此同时 空中出现了一个人影 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 慢悠悠地在空中漂浮行走 他一步步地朝陈青天走去 只见他用拐杖一点 陈青天顿时慢悠悠地醒了过来 完整地落在地上 陈青天站稳好身体 此时的他 回想起了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心里一阵后怕 真没想到 自己已经被恐怖强者盯上了 会是谁 林奥天 还是别的什么强者 这可是慈心中的地盘 外面的强者能进得来吗 陈青天已经开始怀疑一切 这时他也注意到了 那空中缓缓向他走来的老人 你是 道学院院长 慈心中老宗主 是你刚才帮助了我 陈青天对他还是有印象的 唉 老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看着站在他身边的陈青天 慈祥地说道 孩子 刚才的事是个意外 你别放在心上 你放心 只要你在慈心中一定范围内 以后这种事情 就不会再发生 陈青天脸上殷勤不定 他用怀疑的目光 看着面前这个好似 行将救目的老人 面前 这位无敌的大能强者 也自然是他怀疑的目标 或许这一切 是他在自导自演 也许看出了陈青天的不信任 老人举起拐杖 往他头上敲了三下 咚咚咚 接着说道 你啊 戒备心太强了 但也难怪 心里藏着那么多秘密 不小心点 晚上又怎么睡得着呢 我是真老了 说完 他转过身去 朝着空中一步步踏走 犹豫了一下 陈青天还是出生了 连忙叫道 院长 你也知道我身上是有大秘密 所以我不敢相信任何人 但我仔细想了想 你这样的强者 如果要把我怎么样 那太容易了 刚才你帮了我 我还是要说一声 谢谢 这院长回过头 微笑地点点头 满意地说道 好孩子 你的未来 谁也看不清 但是 我有一个请求 希望你能答应我 请求 要我答应 陈青天心里矩阵 面对这种大能强者说的请求 陈青天慌乱之下 连忙摆摆手说道 院长 你可别这么说 我能帮你什么呀 你要是有什么事安排我 尽管说就行 青天照办就是 老人的脸上充满了无奈 他直勾勾地盯着陈青天 小声地说道 孩子 如果有一天 你要对慈心中出手 我只希望 你能给慈心中留一丝道统 不至于灭绝 你看行吗 我对慈心中出手 这 陈青天顿时心惊肉跳 他自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甚至这个老人说出这番话 他听后 心中那是翻江倒海 五味杂陈 还不停小心地观察对方 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可惜 想了好一会儿 他根本不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但这个时候 他只能苦笑着说道 院长 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 再说 以我的实力 在这慈心宗里面 最多只配做个执事 那有资格对宗门出手啊 陈青天心里知道 在这位老人面前 他刚提进的实力 绝对是被对方看透了 这院长听到陈青天这样说 却是简单地摇摇头 依旧不死心地问道 那么 你愿不愿意答应我这个请求呢 陈青天顿感无奈 这个时候 他也只能苦笑着回答道 院长 假如真有这么一天 你放心 我答应你 好 老人松了一口气 脸上一副很累的样子 接着疲惫道 孩子 去吧 做你想做的事情 So 突然空中一闪 这院长请客间消失 陈青天此时也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心里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此刻的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我觉得 这个世界 还是非常危险 可如今 他也不敢随便逃离这慈心宗 只能想想 有什么其他好办法了 也没敢再继续留在后山杀兽 他只能快速地回到自己的住处 或许在这道学院内部 反而会更安全一点 不管怎么说 那位老宗主 院长 可是说过 要照他的 还说了那么一番莫名其妙的话 他真能有机会 成长到叫板慈心宗的地步吗 目前的他根本不敢这么想 只想着 怎么逃离危险地带 在一处阴暗的密室 一个坐在石墩上的人 缓缓睁开眼睛 扑 突然这人嘴里吐出一口污血 简单地擦拭一下 接着自言自语道 可惜了 这陈青天身上大有古怪 这次没来得及问出什么 还让我损失了一句傀儡分身 说完这些 这人眼中又爆发出怨恨的神色 大骂道 老不死的东西 坏我好事 我就不信 你能一直看着他 接着这人平复心情 站起身来 不断在嘴里刀念着 仙武剑 仙武宝库 仙武剑 仙 惊魂未定的陈青天 第二人哪里都没去 他默默地待着自己的住处 不断用回复单修炼功法 九霄雷霆大法 想要提升更高等级 接近一整天的功法运行 加上消耗大量仙武宝库里面的天级回复单 修炼这门功法这么长时间了 他的也终于达到小城了 地级以上的功法 修炼成功就很难 能修炼至大成 大圆满的人 除了要消耗大量时间慢慢磨 就只要那些境界高 天资极为妖孽的人物 才有机会了 就在陈青天暗自满意的时候 一名道士过来找他了 这位道士见到陈青天 态度似乎很好 他也没有多客套 一来就直言道 陈青天道友 我来你这 是想请你去新副院长那里堂 陈青天对这名道士有些印象 知道他心里 他脸上怪异一笑 不禁想到 这辛苦驼叫 自己去能有什么好事吗 但毕竟对方是道学院的副院长 他也只能客气地问道 李道士 不知道新副院长 找我有什么事情 哈哈 这位李道士 倒是爽朗的一笑 接着大声道 陈青天 哟 你放心 我知道你对新副院长有些误会 但他这次找你 绝对是好事 我可以保证 哦 陈青天表面笑咪咪 心里忍不住诽谤道 真有好事情 他辛苦驼能想到我 鬼才信 但这个时候 他也想去看看 辛苦驼到底要跟他说什么 于是客气道 那好 我们走吧 劳烦李道士带路了 应该的 应该的 说吧 两人便前往了辛苦驼的住处 等青天见到这副院长时 只见他端坐在大厅的椅子上 一副派头十足的样子 陈青天心中冷笑 嘴上也只是淡淡地说道 道学生陈青天 见过副院长 不知道副院长叫我来 有何事要说 辛苦驼也是淡淡地看了陈青天一眼 也没有起身 而是气势十足地说道 陈青天 你作为今年天榜第三的精英道学生 道学院和宗门都非常看重你 如今 宗门想给你们这批实力不错的道学生 一次机会 让你们去帝国边境历练一番 您觉得如何 一听这话 陈青天顿时明白过来了 看样子 大厦帝国和妖族大战 还真有可能 白云飞先前也提醒过他 去那种地方凶险万分 长老级别的人物都能陨落 简直就是九死一生的地方 他看辛苦驼这姿态 好像让自己过去历练 还是一种赏赐 一种看得起自己样子 真当自己傻 当自己什么都不懂吗 陈青天心里暗暗冷笑 接着故作懵懂地问道 新副院长 你的意思 宗门是想派我去帝国边境 不知道具体是做什么事情 见陈青天想问得清楚 辛苦驼不耐烦地说道 帝国东部边境 有一些妖族不识去 挑衅帝国 所以需要你们去那里 杀杀那些落网跑入帝国境内的小妖 这次只是简单的宗门任务 不会有什么危险 你现在回答我去 还是不去 不会有什么危险 陈青天自然不会被他忽悠 于是摇头拒绝道 新副院长 我最近想在道学院里面 潜心苦修 这样的任务 还是交给其他道学生吧 而且 我的直接负责人 是杨教务长 如果没什么其他事情的话 那我先回去了 简直不识好歹 真是放肆 见陈青天一副如此的态度 辛苦驼顿时怒了 他身上的气势 已经慢慢地散发出来 让陈青天面色凝重 这人的实力 绝对不是他能抵抗的 他起码 是和杨明国一个等级的强者 甚至境界比杨明国还高 但他不相信 辛苦驼在道学院内 敢对他出手 他也不是一个 无名的普通道学生 这些恐吓 不会让他退步 而一旁的那名李道师 这时候赶忙说道 副院长 副院长 你可别冲动 这陈青天还年少 也不是有意要冲撞你的 你就给他一次机会吧 呵呵 陈青天见他们两人这样 自然知道 他们要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了 但是他一脸坚韧 平静自如地盯着辛苦驼 一副你能拿我怎么样的姿态 辛苦驼脸色自然不妙 他强压一口气 这时候突然露出笑脸 又十分假意地说道 陈青天 你其实是不错的 是道学院非常看重的道学生 是要重点培养的 就连宗主都非常看好你 有这样的机会 你应该好好表现一下 我也是怒你不争啊 而且 说到这里 辛苦驼突然画风一转 大方地说道 只要你愿意答应 去和妖族作战 宗门会适当给你一些奖励 而且等你回来之后 更有不少赏赐 怎么样 这样的机会 你可不要放过 到了这里 陈青天也故意露出犹豫的表情 他眼中带有笑意地问道 心副院长 不知道你所说的奖励是什么 能否跟我说说 稍微犹豫了一下 辛苦驼当即说道 这个嘛 你可以挑选一门第级武技 或者法术 或者宗门可以赏赐你两枚钢气单 你也可以选择一件上品宝器 只要你答应 不少好东西任你选 再说 你回来之后 绝对会有五到十倍这样的奖励 你看如何 陈青天心中暗笑 这家伙的狐狸尾巴 全部露出来了 这些所谓的奖励 自己有看得上的东西吗 还说回来后 有不知道多少倍的好处 这家伙 巴不得自己死在外面吧 陈青天也没有拆穿他这些心思 他心里已经有了决断 慈心宗暂时是没办法待了 再说 真和妖族大战 他有这么多底牌 只要不是必死的局面 自己也能随时跑路 最重要的是 他杀妖一定能获得血气质 这才是他的根本 也是快速提升实力境界的一条出路 种种考虑之下 如今的陈青天也熟悉这个世界了 怕是没有用的 一个强者 他必定要经历生死 历经磨难 才能走向高峰 既然如此 陈青天松口道 心副院长 你说的这些 让我确实有些激动 有点妖趣的想法了 不过你也别瞒我 去和边境的妖族战斗 风险肯定很大 我是有些实力 但还有很多不足 我需要宗门的支持啊 陈青天说完这些话 眼里满满的异动 任谁都看得出来 就是还想要好处 表现得贪心 辛苦驼眼中有些轻视 但这种时候 对方已经上钩 他强忍着不约问道 那你说说 想要宗门什么支持 我去给你争取 陈青天想了想 拥有仙无宝库的他 并不缺少什么外物 但这个时候 他还真想狮子大开口 想看看这辛苦驼是什么反应 于是厚言无耻地说道 我见过杨教务长的灵器 这种法宝可大可小 还有独立空间 能装活人 甚至能让他自己战斗 何其威猛 不知道宗门 能不能暂时借我 一件灵器用用 等我回来之后 再归还给你们 听完陈青天这些话 辛苦驼眼睛睁的老大 就连一旁的那名李道师 也轻轻地吞咽了一下口水 你 你想要一件灵器 只见辛苦驼吹胡子瞪眼 大声叫道 我活了这么多年 为宗门付出这么多 如今也只有一件上品灵器 你可知灵器有多难获得 再说 你以为给你灵器 你能驾驭的了吗 不到神丹静 根本就没有办法 发挥出灵器的威力 反而会引起别人的贪心 疯狂抢夺你身上的灵器 辛苦驼简直气坏了 他万万没想到 陈青天这家伙 这么敢开口 居然想索要一件灵器 简直是不自量力 自以为是 陈青天见他这么大反应 顿时也理解了 看样子 灵器果然不是那么好练执的 他想借一件灵器的想法 百分之百是会落空的 这时他也只能 退而求其次地说道 这样啊 既然灵器这么难获得 那么心腹院长 宗门能支援我一件绝品宝器吗 这样我也更有自保之力 更能为宗门杀敌立功啊 听到这话 辛苦驼眼神依旧凌厉 但是反应没有刚才那么大了 见辛苦驼不说话 一旁的那名理道师上前来 苦笑着向陈青天解释道 陈青天道友 炼制一件灵器何其难 你那是想都不用想的 就算是绝品宝器 也不那么容易炼制的 要花费很大代价 你可知道 就连身为钢体精后期的我 至今身上也只有一件上品宝器 我可知道 你这次天榜排名第三 宗门可是帮你把法宝 提升为绝品宝器了呀 你又何必再要一件绝品宝器呢 说起来 你有绝品宝器 已经是相当富有了 比大部分钢体精强者用的法宝 都要好上那么一个等级了 听完这些话 陈青天不以为意 立马摇头说道 这个 我自然有我的想法 以我的实力 向宗门借一件绝品宝器 去和妖族战斗 也不算过分吧 灵气可能我 暂时不配拥有 但我想 绝品宝器的威力 我还是能全部发挥出来的 我想 宗门不会这么小气吧 刚才你们还说 我是重点培养的人物 现在都不愿意支持我 那我怎么全心全意 给宗门办事 此时的辛苦驼 眼神闪烁 很快 他重重地吐出一口气 似乎心中衡量了一番 最后勉为其难地说道 陈青天 这是我做不了主 不过 我可以向宗门给你申请 你想要一件什么样的绝品宝器 陈青天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时候直接说道 全套 能够增加全法威力的绝品宝器 辛苦驼 指示陈青天道 是不是你 拿到全套绝品宝器 就愿意为宗门去帝国边境 和妖族战斗 陈青天微微低眉 嘴里干脆地说了一句话 拿到我就去 好 辛苦驼也大声回应道 你等着 看样子 他是真想把陈青天 送去帝国边境 两人很快达成共识 等陈青天回去之后 天已经黑下来了 他心里想着 反正都要去帝国边境 不如拿点好处再去 一件绝品宝器 如果现在去仙武宝库里面兑换 起码要百万左右的血气值 他可舍不得拿这么多血气值 去兑换法宝 其实完全可以省下来 用来提升境界了 或者兑换难得的宝物 第二天 天还没有亮 那李道师就如约而至地 送来了一件全套法宝 但见他脸色羡慕 语气不舍地对陈青说道 陈青天道有 这绝品宝器 散发出来的威力 就是不一样 说实话 如果这是一把绝品宝剑 我都舍不得给你了 陈青天笑了笑 对方这样说 也只是在说明 一件绝品宝器 是非常珍贵的 他一名刚体精的道师 怎么也不会为了 一件绝品宝器 违背宗门 望着眼前的绝品宝器 陈青天瞬间戴在手上 一时间 一阵充实感涌入全身 轻轻一挥舞 法力散发出来 这要是全力一拳打下去 面前的这位李道师 那就得遭殃 不过陈青天并不想做这个实验 很快收起拳套 我在这里也说一声 我绝对会全心全意地 去帝国边境杀妖族 以此心宗道学生的身份 为宗门争取荣誉 好啊 这名李道师倒也痛快 突然他拿出一张金色的直卷 上面微微闪出光芒 只见他微笑着说道 陈青天道友 此次去帝国边境 与妖族作战 你既然已经答应了 那么不妨在上面留下你的名字 留下你的手印 也好有个正式记录 陈青天见他如此 心里不免发笑 看样子 他是生怕自己反悔啊 既然如此 那么就安他们的心吧 于是 大手随意挥舞 在这上面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手印 这事也算成了 李道师见状 脸上露出得逞的笑容 收起这金纸卷 当即就告辞 快步地离开了陈青天的住处 见他走得那么急 陈青天知道 他是怕自己反悔 呵呵 这些人啊 不过半天的功夫 慈心中选拔门人弟子 还有道学院精英道学生 去帝国边境的事情就传遍了 甚至 那些被选去边境和妖族战斗的人 他们的名单都刻在了一面公式墙上 那上面自然有陈青天的名字 不多时 白云飞就急切地找到了陈青天 只见他痛心疾首地说道 青天 我早跟你说过 这次去帝国边境和妖族大战 凶险万分 稍有不慎 就会陨落在那大战之中的 我刚在公式名单上面 看到你的名字了 你怎么这么糊涂呢 见白云飞一片情真意切 陈青天内心有些感动 这人还真是为自己担心 可陈青天脸上 依旧表现得云淡风轻 这时反而关系起白云飞 白大哥 你呢 你一直担心被宗门选上 这次去帝国边境 有没有你的名字 白云飞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一脸无奈地说道 我被宗门选上了 这次宗门要派出五名长老以上的强者 五百名法力精以上的强者 我认识了不少道师 都被选上了 陈青天见他愁眉不展 反而大笑起来 接着把手搭在白云飞的肩膀上说道 白大哥 那不正好 你我兄弟一起去边境杀妖族 也有个照应 不是吗 白云飞脸上 先是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 但很快被陈青天的豪气感染 他心中似乎也释然了 一只手握住陈青天的臂膀 大声道 好 既然已成定局 那么你我就去边境会会那些妖族 我只希望到时候 我们能够平安归来 陈青天目光坚定道 白大哥 放心吧 我们的路途才当当开始 不会陨落在那种地方的 嗯 就在陈青天和白云飞 更进一步地加深兄弟情的时候 又有一人怒气冲冲地 来到了陈青天的住处 陈青天小弟弟 你快出来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陈青天会心一笑 拉着白云飞道 看样子 又有人来教训我了 哼 说吧 就要出去迎接 白云飞听到这声音 脸上惊液到 听这声音好像是 就在他疑惑的时候 水月鹰大方地走了进来 白云飞恍然大悟 心中一惊 暗暗想到 居然是水月鹰 道学院有名的寒冰神女 她怎么跟青天这么熟络 真是怪事 陈青天主动走上前去 你来我这 不会想拿我撒气吧 哼 水月鹰冷哼一声 这时候严肃地问道 青天失地 你知不知道 去边境和妖族战斗 有多凶险 尤其是这次 帝国向东部地狱 所有的宗门和家族 发出了征召令 这架势明显是要大战的 就算你有些实力 去了那种地方 也极有可能被当成炮灰 非常容易陨落 你怎么能答应去那种地方呢 见水月鹰如此严肃的神色 陈青天收起了 玩世不恭的表情 正色地回答道 水师姐 在这之前 其实白道师就跟我说过这些 我当然知道其中的凶险 但是我去那里 也有我自己的想法和目的 不是一时冲动 随便拿自己的命去开玩笑的 水月鹰看向一旁的白云飞 但并没有太多的在意 只是点头示意一下 他又盯着陈青天说道 既然你知道其中的凶险 还这么自信满满 我是真为你担忧啊 陈青天洒脱的一笑道 水师姐 感谢你对我的关心 但是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了 想反悔都不可能 因为我已经拿了宗门的好处 接着他又问道 你呢 没有答应去边境和妖族战斗吧 水月鹰摇摇头 嘲讽地笑道 其实 昨日新副院长也找到过 也承诺过 给我很多好处 不过 我还是拒绝了 我还要回去我自己的宗门 没想去那种地方冒险 陈青天点点头 表示理解 他尊重水月鹰的选择 也不认为这女子这样做 是胆小懦弱 相反 他做出的绝对是正确的 去那种地方冒险的人 不是无可奈何 就是有赌徒心理的强者 要是有大气运人还好 要是倒霉蛋 只怕到时候 会死无葬身之地 陈青天面对水月鹰那复杂的眼神 这时候也只能笑着说道 水师姐你放心 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你我还有约定呢 我也不知道 和妖族战斗会经历多久 但你放心 一旦我归来 我一定会去找你 以无敌之资 让你轻信 哈哈 陈青天最后的话说完 还一脸见笑 或许是 一直被这位师姐调侃 他这个时候想反击一般 呵呵 水月鹰也是一笑 抚媚道 好啊 我等着 青天小弟弟 你到时候要能碾压我 我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哦 陈青天一愣 笑容逐渐奇特 又是摇头又是点头 让人不明所以 一旁的白云飞 见两人这样 脸色很是怪异 随即羡慕起 这位曾经的道学生 真是随处让人青睐啊 在陈青天一番述说下 最终两人离去 他没多久得到消息 五日之后 慈行宗将由副宗主连战雄带队 和五百名被选中的法力竞 很多人认为这次去一定会和妖族大战 这些被选中的强者 不少人真的产生了恐慌 他们不像陈青天一般 很多人是被强制选上的 也有些未加入慈行宗的精英道学生 被一些好处蒙了心 等反应过来以后 已经晚了 不少人还想通过一些关系 不想去持援帝国边境 可惜这些被选中的人 大部分都是弃子 不是天资有限 再难进步 就是后台不够硬 没有人早早替他们打招呼求情 他们最终都改不了 要去和妖族厮杀的命运 当然 也有热血强者 想去危险的地方磨练自己 但这样的强者 还是很少的 陈青天虽然内心没有那么害怕 但是从自己得到的消息 还有别人之言片语之中的讨论 也能感觉到 这里面的凶险 虽然他想离开慈行宗 想去杀妖族 获得血气质 但如今以他的实力 哪怕爆发出最强的力量 也只能跟非天境强者比拼一番 面对神丹境的强者 他未必有逃跑的机会 就在陈青天思来想去 该怎么快速 生实力的时候 杨明国也派人来找他了 陈青天没有让他久等 很快便见到了杨明国 他也想从杨明国这里 获取一些有用的信息 陈青天本以为他会劝说自己 谁知道杨明国一见到他 就赞赏地说道 青天 你有勇气去和妖族战斗 真的又让我高看了一眼 你应该知道其中的凶险吧 陈青天点点头 正色地回答道 杨教务长 在心腹院长找我的时候 其实白道师就已经跟我说了 与妖族大战的凶险 况且 我自己在藏经楼 也看过这方面的资料 确实相当的残酷 但你也知道我的一些情况 我还是想去那里历练一番 看看自己的潜力 究竟如何 好 杨明国眼中尽是赞赏 接着又鼓励道 青天 你是好样的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跟我说一声 我知道很多东西你也有 我还没见你缺什么 要是你心中有什么不解的疑惑 我还是能可以为你解答的 陈青天听到这里 心中有过一道暖流 也不装了 当即展示真正的实力 杨教务长 实不相瞒 我已经突破钢体径了 说话间 陈青天爆发气势 三层钢器指甲 附于身体表面 杨明国眼中闪过一抹震惊 哪怕他见多识广 对陈青天这种修炼速度 也极为惊异 真没想到啊 青天 你是真正的大才 杨明国语气当中 充满着各种心理情愫 对陈青天这种修炼速度 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 因为他能感觉出来 陈青天并没有修炼 什么速成的魔道功法 这一身法力堂堂正正 甚至身体里面 还充满着不一样的先灵之气 整个人散发出鹦鹉之姿 让人心生仰慕 但他也没问究竟 反而平静地 望着这个少年 没有展现出什么企图之心 陈青天笑了笑 杨明国这种态度 让他很舒服 也没在客气 当即说道 杨教务长 以我的实力 全力爆发出来 我感觉 哪怕是非天境大远满期的强者 我都能跟他厮杀 但是这种强者如果要跑 我肯定拿他没办法 还有就是 像你这样的神丹境强者 到底有多强 我根本就不清楚 还希望你能给我解惑 陈青天有这些问题 杨明国并不意外 反而认真地讲解到 青天 对于你的实力 我自然是相信的 所谓的非天境强者 其实就是当钢体 进大远满之后 整个身体 无论从肉体骨骼 都已化为一具真正的钢肢体 而不是只有钢气之甲 一旦身体达到这个程度 会有一种蜕变 如果能领悟自己的气势和勇气 浑身的法力 足以支撑他 凭借一口气冲上天空 不用外物 也能快速冲天飞行 领悟自己的气势和勇气 陈青天有些不解 杨明国缓缓道 不错 要达到非天境 首先就要有自己的独特气势和勇气 只有这样一往直前的人 才最容易达到非天境 陈青天听后 似懂非懂 但他也没有深究这个问题 因为有着鲜无宝库的他 里面的宝物 能让他有血气质 就可以达到这个境界 杨明国自然不知道 他接着又提到 青天 非天境初期 能借助自身一股气势冲天 但是等这一口气用完之后 也很容易掉下来 只有达到中期后期 才能凭一口气 在空中一直飞翔 也只有达到了巅峰期 大圆满期 这时候的非天境强者 才能在空中任意翻转 甚至是自由行走 陈青天听后点点头 心中默默记下这一切 他这时也感慨到 杨教授 这么说 非天境强者 还是很独特的 只要他们足够地小心 钢体境强者 一般还杀不了他们 杨明国点点头 是的 你上次和水月鹰 能杀了那名非天境强者 也可能是因为他大意 当然 也是因为 你们两人确实足够优秀 他死得也不愿 说到这里 杨明国还开怀地笑了 陈青天也跟着一笑 那一名诗鬼宗的非天境强者 确实是有些大意了 他和水月鹰 一番天衣无缝地配合 拿他的命 成就自己的名了 陈青天不再想这些事情 再也忍不住地问道 杨教授 非天境强者是厉害 但也有个界限 我想知道神丹境强者的信息 为什么大家会说 神丹境是法通实境的一个分水岭 只有达到这个境界的存在 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强者 甚至这样的强者 在大宗门里面都能够担任长老 神丹境真的很强吗 陈青天心中充满好奇 他想知道 这个境界强者究竟有多厉害 杨明国此时重重地点点头道 神丹境强者真的很强 这是公认的事实 为什么 陈青天连忙追问道 杨明国没有直接回答 这时候轻轻一抬手 他只伸出一根手指头 So 无尽的法力 从这个手指头 直接涌向陈青天 危险 陈青天见状 连忙使出浑身的法力 形成三层钢气指甲 可惜没有任何作用 一根手指头所散发出来的法力 让他的钢气指甲瞬间破裂 而那股法力 即将刺入他身体的时候 杨明国却突然收手了 他笑着问道 怎么样 这股力量你抵挡得了吗 陈青天露出惊骇的表情 刚才那股力量 远远不是他能抵抗住的 他想不明白 刚才的杨明国 没有使出任何五级功法 仅仅凭借一道法力 就把他逼到了生死关头的时刻 如果刚才不是他及时收手 恐怕自己的身体 就会被他冻穿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稳定心神 他忍不住心里的疑惑 连忙问道 杨教务长 这就是神丹静能发挥出来的实力吗 杨明国承认道 不错 神丹静之所以能在大宗门里面担任长老 被别人称为真正的强者 原因就是 一旦达到这个境界 其体内将会形成一颗神奇之丹 神奇之丹 这是什么 陈青天没想到 人的身体里面竟然会形成一颗丹 杨明国紧接着道 体内结神丹 这就是神丹静的奥妙之处 一旦达到这个境界 整个人会进行了一次升华 不但自身实力有非常大的变化 就连整个人的身体 承受能力都有了很强的变化 因为这个境界的强者 寿命将大大的提高 更重要的是 一旦结成神丹 个人就可以将自己所修炼的功法 武技 神通 法术 乃至自身的所有法力 全部灌入这颗神丹之中 哪怕是你所拥有的意 也可以融入这颗神丹 然后以神丹为媒介 可以极致地压缩这股力量 使出最强烈的攻击 也就是说 一旦达到这个境界 你身体所有的实力 都会真正地形成一个整体 一击挥出 可摧山断流 无人可挡 陈青天静静地听着杨明国的述说 心中震撼不已 能够真正将全身的各种力量 汇聚于神丹之中 打击敌人 这何其强大 他思量一番后 虽然他现在修炼的功法和武技 都非常强大 可是真正攻击的时候 根本就没办法把这些力量 完全撮合开来 哪怕是现在所学的拳法和剑法 虽然说可以同时 把几招使出来了 配合功法 也算相当强大了 但这几招的力量 严格来说 还是分散的 而达到神丹静 听杨明国这么一说 完全可以把功法武技 还有自己的权益结合在一起 如果这样 再进真正的压缩 肯定会达到一种质变 剑臣青天脸色不断变化 杨明国没有立马打扰 过了一会儿 他才语重心长地说道 青天 你万一独自碰到这样的强者 最好还是赶紧跑 因为神丹静强者 利用神丹发出的攻击 哪怕你形成了真正的钢体 也无法抵挡 除非你能打出同样威力的攻击 或者有修炼绝强的防御法术神通 这样才有可能抵消他神丹一击 否则你很难有活路 明白吗 陈青天听后 郑重地点点头 他知道杨明国说这些话 也是为他好 这样的强者发出来的攻击 他刚才已经验证了 确实不是他能够抵挡的 就算他现在权力通灵 再使出出击破碎权益 那也无法抵挡神丹静强者权力一击 重重地吐出一口气 陈青天感谢道 杨教务长 我明白了 谢谢你跟我说这么多 杨明国笑了笑 用独特的口气说道 青天 我也很期待 你什么时候能达到神丹静 以你这修炼速度 我感觉不远了 陈青天也是腼腆的一笑 这杨明国在道学院的口碑非常好 虽然他是一个战力无双的神才 就算是对一般人 也没有傲慢无礼 更不骄横跋扈 对道学生非常友好和关心 陈青天也算在他身上 感受到了作为长辈的温暖 不像辛苦驼那么小气把辣 做人做事让人不爽 最后杨明国还是提醒到 青天 妖族当中 那些老妖强者就不说了 他们也有很多年轻一辈的妖孽神才 这次可能会出现 你要特别注意 还有 这次帝国 征召令下发的很广 家族甚至是魔宗都会去边境 对这些势力 你也要注意一点 尤其是魔宗 就算暂时和他们并肩作战 也要小心他们背后下黑手 陈青天眉头一皱 自己去那种地方必定是危机四伏 敌人要小心 自己人更要小心 杨教掌 多谢指教了 我会的 陈青天自然会注意自身安全的 想了想 杨明国又交代道 青天 这次去支援帝国边境 连副宗门带队 我会和他说一下 尽量注意你的安危 我想 他也是看好你的 陈青天没想到 这杨明国这么仗义 连忙道 杨教掌 你对我的付出 青天绝对不会忘记 他日若有用的这我的地方 你尽管说 杨明国笑了笑 摇头道 别这么说 我提前你们这些后辈也是应该 你将来成就未必会低于我 大家共同进步吧 好 我不会让教掌失望的 陈青天坚定地回答道 等陈青天从杨明国这里离开后 他十分高调地来到了镇妖城 他来这里 一是因为要离开慈心宗道学院了 去和妖族作战 他需要血气值提升实力 二来他也想过来试探一下林奥天 毕竟对那黑影强者的袭击 他心中怀疑的对象 就是这林奥天 他相信 就算林奥天是那幕后黑手 也不会在道学院对他出手 可让陈青天意外的是 这次他过来后 林奥天都没有睁开眼睛 他也没有感觉到 有什么能量在自己身上扫荡 似乎就像上次林奥天 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他不会再深究陈青天的一切 可这时候 陈青天却主动地出声道 林长老 我又来了 嗯 那进去吧 林奥天话音一落 镇腰城的门自动打开 这一刻 陈青天随时可以进去 但他却没有第一时间走进去 而是开门见山地说道 林长老 我前几天在后山 被十分恐怖的强者袭击了 咦 听到这话 林奥天微微动容 也终于睁开了眼睛 并且大声回道 你居然在我磁心中的地盘遭到袭击 是谁干的 居然会发生这种事情 谁这么大胆 你又怎么黯然无恙的 听他的语气和神态 林奥天似乎对此事毫不知情 陈青天试探性地问道 林长老 究竟是谁要对付我 我自然不知道 幸亏院长他老人家出手 那神秘人才没有获取我身上的秘密 不过我想 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那人会是谁呢 林奥天经过短暂的沉思 接着感慨道 小子 没想到老宗主 他居然亲自出手保护了你 看样子你确实与众不同 难道他老人家 没告诉你 是谁要对你出手吗 陈青天摇摇头 当时他确实没有问院长 究竟是谁对他下狠手 或许就算问了 老院长也不会说 即使说了 对他也未必是好事 陈青天这时也吐出一口气 无奈地说道 我没有问院长 不过我想 能在此心中对我出手的 那人应该不简单吧 哈哈 谁知道林奥天这时却大笑起来 死死地盯着陈青天道 小子 你是不是怀疑 是我老头子蛋的 陈青天笑而不语 可很快又轻轻地摇摇头 什么都没说 哎 林奥天叹了一口气 自言自语道 你怀疑 我也是有道理的 不过这件事情 我劝你还是忘了吧 深究下去 对你没有好处的 我想我大概已经猜到 是谁对你下手了 但你放心 老宗主出手了 你就不会有事 那人也不敢再轻易 对你下手 去吧 去吧 说完 他又闭上了眼睛 陈青天见状 思绪万千 林奥天所表现出来的态度 让人很难琢磨 陈青天在进去之时 又回头说道 林长老 此次我来镇妖城 是因为我即将要去帝国边境 与妖族战斗 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过来了 林奥天闭眼点头道 小子 你自己万事小心 谢林长老 说完 陈青天大步冲进了镇妖城 这次 他依旧出现在第二区 对他来说 哪怕这里最厉害的钢体精妖魔 在他通灵之后 也不难杀死 他是这里当之无愧的王者 在这个区域内 完全无敌 为了减少麻烦 避免遇到同样来此地试炼的道学生 陈青天这次 把全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的 即使在这片特殊空间当中 遇到其他的道学生 也没人知道 在此地拼命杀法的人是他 陈青天在这五天时间 索性放开了手脚 因为这次离开慈心中之后 他不知道 自己还会不会回来 或许是最后一次 在镇妖城里面疯狂了 在他无所估计的杀戮下 一千多的妖魔鬼怪 再次倒下 五天时间 这个区域的妖魔鬼怪 起码死亡一半 此处区域 以陈青天的估计 恐怕也只剩下 上千的妖魔鬼怪了 他要再来杀几天 能完全把这个区域的妖魔鬼怪 统统灭绝 等他出来之时 外面的林傲天 也并没有说什么 陈青天对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带着满满的妖兽妖丹 恶鬼鬼魄 精怪内丹 以及让人意想不到的血气质 离开这里 天黑之时 陈青天回到自己的住处 他知道 天亮后 他将离开这里 以后会不会回来难说 但这些他不想了 此时最重要的 就是看查看血气质 提升自己境界 一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上面显示的血气质 2415590240万 这么多的血气质 可以干很多事情了 能兑换的东西很多 陈青天也知道 如果把200多万血气质 全部兑换天际灵力丹 他或许能突破到飞天境 没有多想 他向仙无宝库气灵问道 我想突破飞天境 额外还要什么宝物 灵气一般不会追动找陈青天 但只有问他问题 他必定回答 果然 这气灵道 想达到飞天境 需要个人有独特的气势和勇气 我长时间观察你 这些你都有 但要全部激发出来 需要神勇宝丹 神勇宝丹 陈青天心里默念 灵气解释道 这宝丹是无上存在炼制而成 里面有独特的气势 更有一道涌破天地的意念 一旦融入你的身体 你必然冲天起 这毫无悬念 陈青天听后 热血沸腾 他赶忙查看 这神勇宝丹的价值 还好 是在自己承受范围之内 兑换一枚 需要30万血气质 以前30万血气质 他要好久才能得到 随着实力增强 这些也算小意思了 200多万血气质啊 都可以让我继续兑换 比较便宜的建议了 陈青天有些不舍 还在犹豫当中 但转念一想 他已经有权益了 但要升级成终极破碎权益 240万血气质 都还差点 现在就算再拥有其他意 实力也很难叠加 除非他达到神丹境 可以把自身实力 完全整合起来 他又看了看 想要把自身天赋 提升到神才等级 兑换一具神体 这些血气质也不够 或许 早点达到神丹境 才是兑换其他好东西的开始 境界高了 以后也不会缺血气质的 有了这些觉悟 陈青天一咬牙 对气灵道 我要兑换天极灵力丹 先突破到钢体径大圆满再说 当陈青天兑换天极灵力丹后 一直服用了55枚 他身体到达一个极限 砰的一声 他立刻展现出 四层钢气之甲 很好 继续 没有停歇 陈青天继续服用天极灵力丹 达到钢体径巅峰期了 他不满足 要再次突破到大圆满期 又消耗60枚天极灵力丹后 他感觉身体连续膨胀 浑身的钢气再也压制不住 五层钢气之甲在身体表面环绕 终于突破到钢体径大圆满了 消耗了115万血气质 不容易啊 陈青天内心喜悦 但看到减少的血气质 还是默默可惜 这时 他突然想到 如果在道学院内突破飞天镜 恐怕会闹出很大动静 不行 突破一个大境界 一定会 出大动静 得离开学院内部 陈青天心中衡量 此时去后山 他有些担心 毕竟前几天被强者抓捕的阴影 还没有消散 可他又想突破飞天镜 想了一会 他最终还是来到了学院后山的不远处 就这里了 只要没有厉害的强者特别注意这里 我突破飞天镜的气势 应该不会惊动别人 陈青天打定主意 这时候 这里也不会有其他道学生了 开始吧 一枚接一枚的天际灵力丹被身体消化 陈青天身上的变化越来越明显 一直到吞服66枚天际灵力丹 他身上的五层钢器指甲 终于有了变化 这五层钢器指甲 开始慢慢粘合在一起 颜色又明转暗 散发出朦胧之美 死 而这时候 一边凸起 所有的钢器如同活物一般 又全部返回陈青天体内 开始跟他的肉体融合 之后 又流向骨骼 内脏 血液 所有的钢器进行了一次变革 正在改变人的身体 啊 这一刻 陈青天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他的身体似乎在重组 密度不断加大 体重不断增加 支压 他双腿踩着的树枝破碎 脚步慢慢下沉 地上出现两个小坑 吼 一声压抑的怒吼传出 陈青天一脚抬起 又重重地踏下 地面开始撕裂 我的身体 陈青天清晰地感觉到 他身体的强度变了 而这 应该就是所谓的塑造钢体 身体表面没有钢器指甲 但防御力比五层钢器指甲更强 如果他以前体重是一百多斤 那么现在绝对增加了十几倍 这种密度 比黄金差不了多少了 这就是钢体镜的临界点吗 对一般强者来说 这时候就可以尝试突破飞天镜了 陈青天知道 他只要再加一把镜 就能达到飞天境界了 咕噜 当他服用最重要的神勇宝丹后 脑海里出现了恐怖的气势 感受到这股气势 陈青天身体的勇气被彻底点燃 战天斗地 一往无前 我既重生于此片天地 那就应该活个潇洒痛快 纵然身死 又有何惧 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 自当成就一番丰功伟业 岂可久居人下 冲 当魂后的气势再也绷不住时 地上 一道带有亮光的人影 直冲上天 太快了 陈青天知道 此时的自己正在和空气摩擦 他飞天了 这种感觉奇妙无比 仅仅凭借着气势和勇气 他一跃千米 不用外舞 也能自由翱翔 飞天境 太美妙了 山穿大地 全部在我身体下方 我超脱地心引力了 借助这一道气势 陈青天在黑夜里飞行 刚开始极快 但上百个呼吸后 他速度明显慢下来了 飞天境初七 在空中没办法借力 严格来说 这只是快速的滑翔 等到这股气势摔落 他慢慢降落了 哄 一声巨响 陈青天重重地下摔在地 双腿已经踩入泥土 整个小腿被埋没 但这种强度的震荡 他身体并没有什么不适 获得真正的钢体 他哪怕从百米地方用力跳下来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接连三次 凭借气势和勇气冲天 陈青天不断适应冲天的技巧 眼间差不多了 他也冷静下来了 严格来说 他还没办法一直飞天 只是冲天 但这只是暂时的 等他突破到中期 后期 那时候飞天就容易了 这么一连串突破下来 陈青天共消耗了211万血气值 剩下的血气值也不多了 这时 陈青天一看脑海里面的个人实力面板 感觉一切都是值得的 陈青天 男 十七岁寿命长 四百九十境界 飞天境 初七 自治 晴天妖孽 零时 一之道 破碎权益 初级 功法 九霄雷霆大法 地级上品 小诚 武技法术 威猛神龙拳 地级绝品 忠诚 大狂杀剑法 地级绝品 小诚 通灵法术 人级下品 大诚 御剑法术 人级绝品 大诚 法宝 青天剑 宝气继品 青天全套 宝气绝品 血气值 三十万零五千五百九十 达到飞天境 寿命再度提升 从宗门那里 获得的绝品宝气全套 陈青天又自恋地 以自己的名字命名 等回到自己的住处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 离天亮也不远了 陈青天知道 慈心宗的强者队伍 马上要去往边境了 而他 也将启成新地方 他稍微思索 自己达到飞天境 固然是好处 但他这个年纪 就有这等实力 或许在战场上 会太过招摇 而且他也不希望 一直被人看透 想到这里 陈青天立马向 纤舞宝库气灵询问道 我需要一种宝物 能够压制自身的真实境界 不轻易被人看透 灵气也没让人失望 立刻道 这种宝物有很多 你自己看看 陈青天脑海中 顿时出现大量 能隐藏自身实力的宝物 最后 他看中的其中一件宝物 满天福 上面的简介显示着 此福可融入自己身体 根据需要 压制自身境界 也可以屏蔽自身其他信息 就算法通 第十境的强者 也没办法扫视出 自己的真实境界 但是这满满天福 可不便宜 需要十万血气值兑换 陈青天一咬牙 当即道 我就换满天福了 等着满天福到手 他直接把这福 打入自己身体 一时间 他身体被一种力量蒙蔽 最终 陈青天调制体内气息 如果他不主动 爆发更强的力量 哪怕是林奥天那样的强者 也只能看出 他只有刚体经后期的实力 其实陈青天清楚 就算只显示这个境界的实力 也会让很多惊讶 天亮后 慈兴宗外山门的一处广场 受败强者齐聚此地 这么多强者 没有几个人 脸上有轻松的表情 很多人更是有一种 壮士一去不复反的忧伤 带头的 自然是副宗主连战雄 但慈兴宗不少重要人物 来送行了 其中 曹正兴更是站在最显眼的地方 一段鼓舞人心的话说完 他最后道 你们都是慈兴宗的 优秀门人弟子 我等着你们胜利归来 到时候 人人有赏赐 各个得荣誉 这些话说完 底下有人带头大叫道 为了宗门荣誉 为了宗主 我们一定会竭尽所能 战死不悔 慈兴宗永存 宗主万万寿 好 大家放心去吧 曹正兴面带微笑 随即来到连战雄身边 不舍地说道 连父宗主 你要千万小心 这次带去这么多门人弟子 一定要尽量把他们带回来 连战雄脸色不变 目光如炬 冷冷道 我当然会活着回来 但是他们 他转过头去 平静地 望着这五百名强者 嘲笑道 宗主 他们会有多少人活着回来 你会不知道吗 曹正兴摇头道 哎 为了宗门 牺牲在所难免 哼 连战雄不再说什么 一下寄出他的法宝 天梭灵州 陈青天自然也在这五百名强者当中 看着那突然 如同巨剑一般的法宝 他身体一震 这已经是第二次看见这法宝了 上次就是这法宝 载着他去消天欲杀恶鬼 这次又要带他去帝国边境 都上去吧 这次路途有些远 但时间还很充沛 你们要在 我的天梭 灵州待上几天了 连战雄说完 五百名强者全部上去 就连慈行宗 其他四名长老也不例外 陈青天看准时机 找上了白云飞 白道师 一路漫长 你我一起可好 白云飞一笑 高兴道 当然好 青天 来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宗门的吴直士 人称宗门万事通 你有什么想知道的 问他准没错 哦 陈青天扭头看去 这人其貌不扬 长得还有些胖 眼角下面还有颗大痣 但脸上却挂满笑容 看起来不那么让人讨厌 不等陈青天说话 这人笑呵呵主动道 陈青天道友 我叫吴大鸣 慈行宗刚体竟初期直视 你的大鸣我已经听说过了 年纪轻轻 破镜极快 你可知道 不少人给了你一个外号 陈青天一愣 这他还真不知道 于是好奇道 吴直士 那你和我讲讲 别人给了我一个什么外号 我自己都还不知道吗 吴大鸣也没有卖关子 笑咪咪地打量陈青天同时 用敬佩的语气说道 别人给你起的 外号是破镜神采 这 陈青天一笑 尴尬道 我哪是什么神采 差太远了 这有什么说法吗 吴大鸣顿时解释道 青天道友 你想啊 你刚来到学院时 到期印证之下 只是下等优越资质 杨教务长开口 才让你留下 而你那时候 据传只有五道宗师进十里 你来这道学院才多久 就算半年时间吧 如今你是什么境界了 最新记录 你是通灵境大圆满的境界 这等速度 这么年少 其突破之快 比起神才来 也丝毫不慢 本身战斗力惊人 破尽神才之名 你当得起 说完这些 吴大鸣又别有深意地盯着陈青天 语出惊人道 但以我之见 你的实力绝对更进一步了 恐怕又有突破了吧 嗯 陈青天心中一惊 他先前突破刚提进的事情 就几个人知道 看了看面前的白云飞 他想对方 不会随意对别人说的 这样看 那就是这吴大鸣猜的 虽然没猜对 但看他的样子 似乎认定自己 又提升境界了 天缩灵州内 这么多强者齐聚 陈青天没有直面回答 只是笑而不语 但心里不禁感叹道 自己的崛起 在这雌星宗小范围内 还算有些名气的 让人羡慕 让人嫉妒 自然也被人盯上了 对方不反驳 这一幕让吴大鸣更加确认了 陈青天的境界 恐怕比他还强了 此刻他语气略带恭敬道 看样子 别人给你取这个外号是没错的 我也认同 哈哈 今天节时 你这样少年俊杰 我老吴倍改荣幸 陈青天插开话题道 吴直视 你也别高看我 我什么境界和实力 到了边境战场 大家自然就知道了 并没有你想的那么了不起 不过我好奇 这次去和妖族战斗 同行的这些宗门强者 似乎性质都不高 看起来大部分人境界 也不太高的样子 你知道原因吗 吴大明闻言 微微一笑 随即叹息道 青天道友 这是 白云飞见状 小声道 青天 这里不方便说 等私底下再谈吧 陈青天心中似乎明白什么了 天梭灵州空间范围就这么大 这里面的强者 只要有心 所有声音 他们都能够听到 想到这里 陈青天自然知道 这批强者去和妖族作战 恐怕大部分人都不那么乐意 并且实力普遍不高吧 哎 而就在此时 一声叹息传来 吴大明自嘲道 嘿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 这里五百名强者 没几个人是自愿去的 全是宗门提前选出来的 就连我也一样 哈哈 说完 吴大明还笑了起来 不介意其他人的目光 见此 陈青天和他聊了起来 很快得到了这五百名强者的具体信息 大部分是法力镜和通灵镜的宗门老人 90%的人资质都有限 境界提升难或者提升缓慢 其中没有几名妖孽人物 按吴大明所说 慈行宗除了那五名神丹镜以上的大强者 这次飞天镜强者 只有三名 这其中还有一名熟人 就是苏杭业 陈青天对他去边境 本来有些疑惑 但随着吴大明解释 也清楚了 领悟杀戮刀役的苏杭业 曾经为了提升刀役等级 三天内 剿灭三个魔宗小据点 杀人上万 浑身血气斑斓 让人恐惧 他能够杀戮中 不断进步 去边境地区 也是想杀戮妖族 成就自己 除了三名飞天镜强者 另外去边境的 还有十八名钢体静强者 这吴大明就是其中之一 他还是宗门一名执事 一度很风光 但为什么去边境 按他自己说的 是想要去那里 获得第一手消息 他是自愿申请去的 这些陈青天并不关心 两人也只是第一次见面 但他不得不说 这吴大明知道的事情很多 天南地北 都有涉链 天梭灵州在空中飞行了两天 依旧没有到达目的地 这两天时间里 陈青天在吴大明身上 获得了不少知识 此时 大家正相谈甚欢 只听吴大明小声道 已经到达隋天狱了 从我们慈行宗 到达我们慈行 目的地寒天狱 一共要经过十七个大狱 本来以连副宗主 天梭灵州的速度 全力催动之下 两天时间绝对可到 可现在还要经过六个大狱 才能到达寒天狱 看样子 我们的副宗主 并不急赶去边境 陈青天也是点点头 心中想到 这是当然的 谁也不是真心 想去边境的 拖延点时间算什么 只要不预期就好了 接着 陈青天脑海里 浮现出吴大明所说的 大夏帝国东部边境情况 整个东部边境 与妖族接壤的 总共有十个大狱 而寒天狱 是这十个边境大狱当中 最为重要的一个大狱 他们此行的目的地 也就是前往寒天狱 到时候 再听候大夏帝国安排 又经过一天的时间 天梭灵州 终于到达了寒天狱外围地带 就在进入寒天狱境内的时候 陈青天在天梭灵州上面就发现 这寒天狱 和其他大狱有些不一样 其他大狱的城池 虽然也四面皆有城墙 但还是正常城池的样子 城内还是很和谐的 但这寒天狱所有的城池 全部如同一座战争堡垒 就连城池内部 也到处耸立着高高的防御之塔 还有些城池 完全就是封顶状态 看起来就如圆形葫芦一般 让人望而生畏 不敢打他的主意 吴大明见陈青天 饶有兴致地盯着这一切 这时也在一旁解释道 青天道有 这就是寒天狱的特色 耸立了无数的战争堡垒 能在这里生活的人 多多少少有些实力 普通民众根本就不敢居住在寒天狱 其实不光这寒天狱 东部边境与妖族接壤的 十个大狱当中 全部是这种状态 这些地方民风十分彪悍 几乎是人人修炼武道 能突破法通实境的厉害人物都很多 而且就我知道的 大夏帝国的很多战略资源 都储存在这寒天狱当中 一旦爆发大战 这里就是后清保障 陈青天听后顿时明白了 看样子这边境遇 都没有简单的 他其实也了解 妖族残忍 边境当中 哪怕一些小妖 一旦突破边境防御 进入这些边境大狱里面 对普通人来说也是一场灾难 所以 这里时时都会为战争而准备 在这里生存的人 全部有深深的觉悟 天梭灵州终于到了目的地 远在空中 陈青天就被震撼了 他看到的是一座巨大无比的城池 保守估计 里面居住数千万人不在话下 他如同耸立在云端 就四面城墙而言 高达近千米 城池内部 无数高塔堡垒 上面有数不清的防御设施 一靠近城墙 陈青天就发现 这些墙面 全部由特殊金属打造 上面还有着精美的符文 一看就不是摆设 天梭灵州 最终也没有飞进城池内部 在西城墙上降落了 等连战雄 带着雌星宗五百强者下来后 城墙上面一行人也过来了 只见这些人 全部身穿黑色绚丽铠甲 这些人的铠甲上面 似乎有流光溢彩 看起来就不一般 为首一人 方国自敛 身体气势毫不掩饰 虎虎生威 让人生威 面对连战雄等人 他脸上没有客套的笑容 一上来就严肃道 我乃镇妖大将军麾下 统军将军善无悔 从即刻起 你们雌星宗来人 除了长老级以上等人 其他人全部归我虎卫君管辖 接令吧 连战雄文言 身体气势同样散发出去 这瞬间 让这善无悔面容一变 但也没说什么 由于片刻 连战雄似乎知道改变不了什么 接着他也严肃道 我是雌星宗副宗主连战雄 这五百门人弟子 就交给善将军了 还望你体恤下属 善待他们 善无悔正色道 我们东方军团 军纪严明 赏罚分明 只是听从军令 我们全部一视同仁 这一点 你们大可放心 连战雄点点头 接着对身后的五百名 雌星宗门人说道 从现在开始 你们是雌星宗门人弟子 也是善将军麾下战士 大家既然在这里 就要守这里的规矩 但是谁有冤屈 我连战雄也不会坐视不管 你们去吧 这些雌星宗门人弟子 在别处或许是强者 但在这里 也只是帝国战士了 以后命运如何 就不得而知了 很快 陈青天这些人 就跟着善无悔 来到一处军营 说是军营 但这里环境还是很好的 只是可惜 一连待了五天 除了背诵一些军规 一天完全无所事事 但又不让出军营 看起来似乎很平淡 陈青天知道 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他们来这里 绝对不是过这种安生日子的 一直到第六天 他们全部被叫到一处叫场 与此同时 还出现了很多 身穿奇装异服的强者 整个叫场 横七竖八 占了两千名法力竞以上的强者 哄 就在这些强者 相互讨论什么 突然从四面八方 出现大批身穿盔甲的 是 他们纪律言明 鱼贯而入 每个人都爆发出 法力竞以上的气势 整整齐齐 围着这两千名法力竞以上的强者 扑辞 也在这时 那统军将军 善无悔 从天而降 不一会 又有十几名强者和他一样 从天而降 他们一起 站在叫场高台上面 陈青天一看飞来高台的那些人 心知他们就是这虎卫军高层了 同时也是这里真正强者 这些天以来 这东部边境的大底情况 他是了解的 一直与妖族作战的 是大夏帝国的东方军团 而这虎卫军 是东方军团下辖的实军之一 善无悔站在高台上 不悦地看着下方的强者 他大喝一声道 军营内 不得大声喧哗 随着他强烈的震吓 这些来自各域各势力的强者 慢慢安静下来了 见状 善无悔也不废话 直言道 从现在开始 我对你们的要求很简单 那就是听从命令 我知道 你们来自各大小宗门 家族 势力 但你们既然奉照来到这里 那就只有上下等级之分 没有身份尊贵之别 你们的个人实力情况 我已全部了解 现在开始 你们两千人 我将分为两个千人战阵 你们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配合你们的镇主 练习战阵 有不服着 斩 战阵 陈青天若有所思 这一千人的战阵 恐怕不那么简单 果然如他所想 很快他们就被分为两对 没多时 善无悔对他身边头戴军亏 两人做着介绍 这两位 就是你们的镇主 他们都是神担进强者 你们接下来的一切 都归他们管 这两名神担进强者 其中一人走到 陈青天所在的千人队当中 放声说道 我叫石乔南 从现在开始 就是你们的镇主了 在此之前 我们虎卫军三镇军 会给你们演示一下 什么是战阵 他话说完没多久 高台上善无悔白手说道 全部退开 你们看好了 我大夏帝国战阵 究竟是什么样子 来到军营的两千个域 各势力强者 自觉地开始后退 远离那三千虎卫军强者 演示开始了 只见一千虎卫军 镇军出炼 领头的一名壮汉 浑身盔甲凌冽 从他身体爆发出来的 那股凶猛法力 一看就是厉害的强者 突然他拿出一道军器 这旗帜金光闪烁 无数根丝线 从里面射出 四散开来 与此同时 那一千虎卫军镇军 也全部爆发出 骇人的法力 一个个主动连接 那一根根丝线 起阵 为首的盔甲强者 大喝一声 一千人保持一个姿势 也全部抱吼起来 杀 陈青天目不转睛地 盯着远处的一切 很快他震撼了 但见那一千阵军 突然腾空而起 好似天兵天将 气势如海 我来站 高台之上 一名盔甲强者 冲天而起 他主动迎上战阵 想要去碰撞一下 哄 千人组成的战阵 和这名强者厮杀起来了 这是强强对决 利与利的对杀 天哪 这气势 我要是站在中间 必定会被撕成碎片 这就是帝国千军战阵吗 简直太强了 观战的两千名 各域各势力强者 全部被惊呆了 这爆发出来的威力 真是叹为观止 就在陈青天等人 被震慑住的时候 他的镇主石桥南开口了 见识到了吧 这是千军战阵的威力 这时有人发问道 凝聚成这样的战阵 是因为那面镇旗吧 石桥南赞赏地 看了一眼那人 接着对所有人解释道 不错 那就是帝国独有的 千军镇旗 严格说起来 那是一件极为特殊的灵器 能把一千个法力 进以上强者连接起来 把所有的力量 汇成一个整体 在以神丹禁强者为核心 大阵一旦启动 所有人被战阵能量保护 能横冲直撞 可以说无人可挡 只能暴力破阵 听到这的话 众人算是明白了 这是真正的战阵 其中有灵器级别的法宝 牵线搭桥 还有神丹禁强者坐阵主持 难怪威力这么大 你们快看 那是什么 这些各域强者 其中有人发现什么 只见一个巨人虚影显现 手拿两把战锤 想用那强悍力量 妄图击破千军战阵 画像禁强者 和那大阵对抗的强者 是法通第六进化 像禁强者 天哪 那是他的法乡 有人明白过来 大声尖叫道 陈青剑也看过去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 这个级别的强者战斗 千人组成的大阵 机动能力不是太强 那每爆发一击 都地动山摇 而那化身强悍巨人的 画像禁强者 也是相当厉害 虽然没办法破阵 但他机动性高 躲过了大阵的攻击 还不时进行剧烈的反击 整个教场不断震动 四散的法力形成暴风 吹得人脸皮都变形了 石桥南见众人一副 认真观看的样子 这时也傲然地说道 与千军战阵对抗的 是我虎卫军最厉害的 几名将军之一 周立宪 他可是有着画像禁后期的实力 那展现出来的法相 是神力巨人 攻击何其威猛 死在他手上的妖族 不计其数 说完这些 他又摇头道 可惜 哪怕是周将军这等境界 也破不了这千军战阵 陈青天盯着那几十米高的巨大法相 心中不免发猛 这比神丹镜还强的存在 随手一击 他都抵挡不了 但听石桥南这话 这等强者都破不了阵 这样的强大战阵 一旦出现在战场上 那该有多厉害 也就在这时 那画像禁强者 开始被千军战阵逼得节节退后 即使他手段用尽 也没办法打破这千军战阵 但陈青天明显注意到了 大战最前方的战士 一旦被强力攻击 还是会面露南色 看起来有些痛苦 也就是 一旦有超过战阵承受能力的攻击 这千军战阵 还是会破的 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样的力量 才能破阵 哄 随着大战攻击力量的加强 那画像禁强者 也不愿意再打了 只听他大喊一声 够了 千军战阵不再发出攻击 静静地停在空中 而这强者 也收起法箱 回到教场高台 见他如此 高台之上 有一名相熟的强者笑道 老周 你这次支撑的时间可不长啊 让这些新来的各遇强者看清了 周立宪有些脸红道 哼 老周 你尚也一样 上千名法力竞 以上强者组成的大阵 哪有那么好破 也就在这时 洪亮的声音传来 不好破吗 那我来破 so 高台上 虎威军统军将军 善无悔身形浮动 瞬间立于大阵之前 啊 善将军要亲自动手了 糟了 这千军战争里面的战士要惨了 高台上的这些强者 开始调笑起来 他们一看到善无悔动手 就知道大阵必破 陈青天前方的镇主石桥南 这时也提醒道 你们看好了 善将军要亲自破阵了 记住 我今后也要带你们组成这种大阵 战争被破之后 是什么样子 你们要知道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 那善无悔动手了 只见他一声轻吼 法箱出现 那是一头人形猛虎一般的巨大法箱 庞大的压力让众人呼吸困难 有一种被上古凶兽盯上的感觉 陈青天也是汗毛树立 这种强者真是动动手 他就要被捏死 真不知道 这丹无悔 究竟是法通第七境 还是第八境的大强者 破 生如惊雷 善无悔一挥手 一道攻击出现 天地变得暗淡起来 可还没完 又是两道攻击 风云变幻 气息凝固 哼 卡兹 千军大阵的外围能量开始消散了 那一道道裂痕 显示他到达极限了 啊 天空之中 不少惨叫传了出来 千军战阵里面的强者 受到最猛烈攻击的那些人 开始痛哭起来 再也支撑不住了 大阵解散 千名强者散落 除了飞天境和那名神丹境强者 其他一个个开始落地 也有厉害的人物 这时候借助法宝 开始欲物飞行 四散奔逃 石桥南见到这种情况 连忙对众人说道 看到了吗 千军战阵 一旦被这样厉害的强者破了 先要跑开 是在大规模的战场上 你们就要想办法 再度联合起来 组织对抗妖族 面对这些教会 别人听没听陈青天不在意 但他是清楚了 真遇到这种强者 有多远跑多远 他不会在战场上成英雄 两千名各域强者 看了一场战斗后 也全部收起了傲气 这样的千军战阵 这虎威军有三个 加上高台上那些厉害的强者 亲自出手掩饰 展示神威 谁敢不服管教 最后 陈青天等一千人 被石桥南带走 路上 他心中感叹 帝国强者真是多 接下来的几天 陈青天和这一千人 全部在学习战阵的使用方法 严格来说 这并不难 一旦大阵启动 他只要往里面输送法力就好了 这灵气正旗 完全由阵主石桥南控制 其他人只要配合就好了 这天 一千名强者 再次被石桥南召唤 众人以为他 又要带大家练习千军战阵 没想到他却说到 千军战阵 你们也都掌握了 一听这话 众人一惊 没想到这么快就要上战场了 顿时一个个忐忑起来 或许是看出大家的紧张了 石桥南笑着说道 别担心 只是有一些妖族 从各处踏过了天公长城 需要我们去清理 不会有什么风险 不过在此之前 你们要领取一套帝国特有的盔甲 除此之外 我另外要带你们去个地方 要你们做一件事 陈青天听到这阵主石桥南的话 心中若有所思 现在去什么地方 做什么事 他不着急知道 到了就清楚了 但让他印象最深的 是天公长城四个字 所谓的天公长城 是东部边境的防御设施 依靠山峰而建 连绵十几万里 驻扎无数帝国军队和强者 东部边境和妖族相连的十个大狱 全部被天公长城保护着 这也是东部边境最外围的强力防御 但这么长的距离 想要全方位防护 根本不可能 总有妖族越过来 想要袭击各大狱城池 就在陈青天想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和千名强者 也跟着石桥南 来到了一处大型军用物资仓库 没有曲折 所有人都领到了一套盔甲 一上手 陈青天就发现 这套黑色盔甲 恐怕是达到宝器级别了 上面还有奇特的符文 所有拿到手后 石桥南对众人说道 这是我们东方军团专用的精品盔甲 已经达到中品宝器的程度 还有强者上过符文 能抵消一部分法力攻击 非常不错 你们以后必须穿上 陈青天听后一笑 这样的盔甲 面对真正强者 其实作用有限 但是真有大规模战争 在混乱的战场上 应该是有点作用的 但基本上所有的宗门修炼者 都不会穿这样的盔甲 可如今在这军营 大家自然要听命令 陈青天也不废话 当即穿戴上身 咋一看 又多了几分雄风英姿 铁血的男人位 一下就上来了 还不错哦 陈青天感觉挺合身的 等到所有人穿上盔甲 这一千来自各域的强者 形象就变了 好像真的成为了一名边境战士 看着面前的一千盔甲强者 他不时地点头 接着大声道 好了 你们多少像点样子了 接下来 你们跟我出去军营 我带你们去这寒天城的大将军殿 大将军殿 这些人一听 有人惊呼道 难道石镇主要带我们 见镇妖大将军岳鹏飞吗 陈青天也这时也默默想起 这岳鹏飞可不简单 他的人生算是一个传奇 据说他十五岁从军 从一个小兵干起 一路晋升 小队长 中队长 大队长 这中间有无数的曲折 五百年时间 他终于成为了帝国的镇妖大将军 统帅整个东方军团 对抗妖族 面对不少人惊奇的目光 石桥南摇头道 你们想多了 去大将军殿 不一定是去见镇妖大将军 我们是有别的事情 总之你们跟我来就好了 走 一行人跟着石桥南 终于出了这偌大的军营 陈青天等人走在 如同平原一般的大街上 这里没有一般市井的繁华 但多少有些酒楼店铺 可都是那么古板 这座城池 其实就是一座战争堡垒 一切是那么的规矩 一路上 随处可见的盔甲战士 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来看 都很不错的样子 陈青天不由感叹起来 这些战士 几乎没有实力低于武道宗师镜的 全部都是宗师镜和开窍镜的战士 法力镜 通灵镜的强者也能遇见 更有意思的是 低空飞行着大量的战情 他们背上都有一名实力强大的战士 地面上 同样也看到不少战士 骑着被驯服的凶兽 大都是一对对的 从大家面前经过 到了这里 他才明白 帝国这常规军力 到底有多顶上 虎卫军军营离大将军殿 相对这巨大的城市来说 其实不算远 但哪怕他们都是强者 已经加快脚步了 还是走了半个时辰 当然 他们如果欲物飞行 绝对不用这么久 可惜没有人这么做 或许这是石桥南有意为之 就是要让他们一路看看 帝国军力有多强 这寒天城有多严密 亲眼见到大将军殿 陈青天还以为自己 来到了一座小城池 大 特别大 高 非常高 他通体是由金属材料建造的 如同摩天大楼一般 一层一层 总共81层 才一靠近正门 一对金甲强者 就拦住了所有人 陈青天从他们身上 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 这50人 绝对都是飞天镜以上的强者 领头的一人 完全让人看不透 石桥南宫进道 阮统领 我是虎卫军 新任第四镇军镇主 这是我的身份预排 这次过来 是想让他们在大将军殿的 天狱神卷刀器里面留下信息 方便记录军功 这阮统领眼神幻灭 透视人心 他接过石桥南的身份预排 仔细查看一番 接着面无表情道 进去吧 让他们别乱跑 否则你 也要受到惩罚 石桥南连慢点头道 阮统领放心 规矩我懂 接着他回头道 你们听着 进入大将军殿 千万不要离开我身边 否则谁也就不了你们 得令 一千名强者 整齐地回答道 这么些天以来 无论来自哪里的强者 都看明白了 这里不是他们可以放肆的地方 大家全是聪明人 就算心中不爽 也没有谁敢对抗 免得被抓点刑 成为立威的对象 这大将军殿 里面空旷无比 寂静的可怕 没有多余的建筑 大家被石桥南带着 一层一层地往上走 让人意外的是 一直来到了最高的81层 这一层 没有封顶 往下一看 行走的人如蝼蚁 这还是得益于强者的眼力 全部过来吧 一声轻飘飘地柔和之声响起 可让陈青天意外的是 以他的实力 在这么空旷的地方 既然没看到人 更不知道 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 其他人自然也一样 这千名强者当中 除了镇主石桥南 比得上陈青天真实实力的 恐怕没几个 动 一声响动 空中浮现出金光 一个巨大的屏幕出现 对陈青天来说 这就是一个一眼 望不到边的浩瀚投影 那上面浮现出一个个名字 还带一些其他的简介 甚至还有人头影像 看起来无比真实 这是什么 为何这么神奇 未来世界吗 陈青天不断发出疑问 这个世界 可以说一直给他惊喜 也给他惊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看到什么了 那些名字和人影是谁 这难道是盗气吗 石桥南周围一片混乱 立马喝道 都别废话 这是盗气天御神卷 我来给你们解释 众人文言精神一阵 等着他的解释 石桥南一脸肃目地说道 这就是盗气 他有一种能力 能够记录北方军团 所有战士的功勋 只要你们把个人信息 留在里面 将来你们只要杀死妖族 全部会显示在上面 最后可以论功行赏 等下盗气会扫视你们的身体 而你们的名字和年纪 实力 来历早就录进去了 你们会收到盗气 送给的一枚玉牌 不要害怕 不用抗拒 开始了 石桥南说完 空中再次出声 天御神卷入生机 功勋荣辱个人定 射 雷鸣般的射字 在众人耳边响起 无尽白光照射在 千名强者身上 陈青天感觉冥冥之中 他和这件盗气 建立了某种联系 而在他身上的白光 最后慢慢收紧 变化为一块玉牌 一手紧握玉牌 陈青天能清晰地感觉到 里面有他所有的信息 但并不全面 起码 上面的个人实力显示 他是刚体进后期 这也是 他向虎卫军公布的实力境界 这道气没有扫描这些 抬头一看 所有人手中 都有一块刚才白光幻化的玉牌 人人感觉惊异 石桥南没有让人疑惑太久 他高声道 好了 现在你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块生机玉牌 一旦你们生死 玉牌就会破碎 神卷录进去了 你们和盗气 已经建立了联系 从今以后 你们每杀一名妖族 都有功勋 不论是和境界 天狱神卷都会知道 所有被你们斩杀的妖族 会自动换算成功勋 显示在这天狱神卷上面 你们也可以通过手上的玉牌 查看每个人的功勋等情况 杀妖族得功勋 还能被盗气记录下来 陈青天听到这些话 心里一动 这等操作似乎有点熟悉 压下心中的疑惑 陈青天知道 这些功勋 最后肯定能换取不少好东西 好了 功勋问题安排妥了 我也要带你们出发了 石桥南不再理会 其他人的一些问题 行使他镇主的权利了 众人听命 跟着离开了大将军殿 一出来 石桥南当即下令道 我们虎卫军第四镇军的任务 就是去寒天玉五官城 清理过来的妖族 但五官城范围极大 我要把你们分成十小队 每小队百人 分别选出一名小队长 两名副小队长 现在我宣布第一小队 小队长汪剑生 副小队长江河 王韵 第二小队 小队长前轩 副小队长第三小队 小队长苏杭业 一直到第十小队 小队长袁武孝 副小队长陈青天 旷世杰才结束 至于小队队员 很快就各自分配好了 陈青天听到自己 被任命为第十小队副小队长 脸上微微一笑 这些小队长副小队长的选拔 完全看各自的境界来安排的 这一千人当中 雌星宗门人弟子 就占了三分之一 陈青天没有太担心 被队友下黑手 但其他势力的人就紧张了 这样被分开 最后肯定会形成小队队 不知道这些人 能不能好好配合 石桥南很快分配 好个小队要去的地方 见所有人离去 他脸上淡淡一笑 掉头返回了虎卫军军营 看样子没打算 跟这些人一起去 福云关 是韩天玉的一个小城关 属于武关城管辖 地处天宫长城以内 是东部边境 比较外围的城关 这里本来驻扎了 东方军团虎卫军 一个大队一万人 另外还有几万人数的 名卫队 他们都是本地修炼者 境界有高有低 但和妖族常年厮杀 双方有血海深仇 东部边境 这种城关无数 但各种防御措施 十分完善 最让妖族头痛的 是帝国的大型防御器械 破法神弩 一旦射出厉害的符文法剑 通灵境妖族被命中 都有可能被射杀 但此时 城关已破 硝烟弥漫 无数尸体遍布 有妖族的 也有人族的 屠古斯妖匠 这城堡里面 人族全部被肃清了 请你做下一步指令 一个直立行走的狼面妖族 如是说道 他身形巨大 接近四米高 正语气恭敬地 对着一个两米高妖匠回报 这个叫屠古斯的妖匠 身形无限接近人族 和一个普通壮汉的区别在于 他身体的毛发格外浓密 头部五官还保留着妖族的一些特征 但身体四肢明显 和人族差距不大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妖族修炼强者 是可以逐渐化为人形的 舔了嘴唇 这妖匠图古斯掩路凶光的回答 休整一下 叫所有同族 抓紧恢复体力和伤势 我们还要继续毁灭人族的城关 对于人族 要全部杀光 这东占大陆 资源最丰富中心地带 不应该属于人族 我们妖族远古时代 是这里的主宰 现在也必须是 图古斯作为妖族十大王族之一 吼狼族的妖匠 实力自然是没得说 已经是非天境后期的境界了 而且 作为妖族年岁不大的一辈 他天资妖孽 觉醒了远古神狼一部分血脉 战力强悍无比 这次数百万妖族找到漏洞 突破天宫长城 他是其中一支队伍 现在带着三万吼狼妖族 灭了一个城关 还想着继续前进 此时的陈青天 正和十几名队友 坐在一头巨大战情的背上 这战情的速度 已经比得上法力竞强者 欲物飞行的速度了 他们正快速赶往他们的任务地点 浮云关 作为一名副小队长 他和另外两名正副小队长 坐在同一头战情背上 而这第十小队的小队长袁武孝 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沉稳的中年人 他本身是慈心中一名 钢体进大远满期的执事 这次被派过来 心中多少有些不情愿 而另外一名副队长邝世杰 是大夏帝国东部地区 一个普通宗门的副宗主 也是奉召来到这里的 有着钢体进巅峰期的实力 三人一路飞行 袁武孝面对陈青天时 态度还是不错的 毕竟对方的事迹 他肯定知道 尤其是他知道 陈青天已经有 钢体进后期的实力了 一度惊讶不已 想不通 为什么宗门会舍得 让这么一名修炼速度 比神才还厉害的爵士 大妖孽过来 或许 是因为对方没有加入宗门 被特意排挤过来的吧 但不管怎么说 面前这位少年 和他都是雌星宗过来的 在这危险地狱 心里上会有抱团的想法 袁武孝看了看一份特殊地图 知道就要进入 此次目的地范围内了 他忍不住对陈青天道 青天道友 你也是这第十小队的 副小队长 等一下我们真的 要主动杀向妖族吗 陈青天一愣 这袁武孝明显战意不高 现在就想着 出攻不出力了 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 大方地说道 袁队长 矿队长 我的想法很简单 等一下遇到妖族 有机会上就杀过去 对方要是实力强 我们就暂避风芒 陈青天想杀妖族 但也不会胡来 既然来到这里了 机会有的是 一旁的邝世杰听到这话 也赞同地说道 青天队长说得不错 我们不能太切战 这虎卫军这次给我们分配任务 也是一种试探 我们要是一点成绩 都拿不出来 到时候说不过去 但拿命去冒险 也很傻 袁武孝点点头 三人思想暂时达成一致了 这时邝世杰看了看战情上 另外十四名队员 他见几人眼神闪烁 似乎知道这几人怎么想的 冷笑地出口提醒道 哼哼 我知道 有人想退出这个泥潭 想找机会开溜 我告诉你们 这根本不可能 你们以为那道气 只是能记录功勋吗 我敢打赌 只要你们跑 哪怕扔了 那身份预排 也会被抓回来 你们被道气记录了 无论跑到哪里 都会被定位 他这些话一出 有三人当场变了脸色 有些心如死灰之感 其中一人小声问道 这不可能吧 道气有那么厉害吗 陈青天对这一点 并没有太大怀疑 那道气应该有这本事 要不然 那石桥南 不会这么分散放流他们 不会依这点 他倒不担心 先无宝库 肯定有办法解决此事 只是暂时没这个必要 有情况 就在大家讨论到 气有多强大的时候 一声大叫 让战情上的 所有强者警觉起来 陈青天等三名队长 也看了过去 战情下方 十几名欲物飞行的强者 在低空飞驰 显然对方也发现 这几头庞大的战情了 纷纷放慢速度 开始落地 陈青天看得清楚 那十几名强者 明显身穿盔甲 看上去有些残破 但是人足无疑 下去看看 袁武笑开口了 他作为小队长 下达了命令 众人见没什么危险 顿时听命下去 两方人一靠近 刚开始相互戒备 但大家心中有数 这种边境 都是身穿盔甲的人足 应该不会是敌人 陈青天第一个大胆上前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这十几个面色都不好 其中一人还断了一条手臂 可以说各个带伤 有些憔悴 为首的一人明显受了重伤 可还是中气十足地达到 我是福云关名卫队 统领张晓云 这些都是我兄弟 全部属于名卫队 看你们的盔甲 整齐统一 是北方军团哪一军的 陈青天一听 短时明白了 名卫队 就是自发组织的民兵 严格来说 根本不属于帝国军队 看他们这样 福云关恐怕已经出事了 念头快速闪过 他当即回答道 我们是北方军团 虎威军第四镇军的战士 特意来支援福云关的 难道 张晓云闻言 脸色一暗 接着双眼通红道 你们来晚了 福云关被大量妖族击破 除了少量强者跑出来 其他人应该死绝了 陈青天心中一叹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可身后的袁武校 这是刀念道 福云关破了 这里有大量妖族 张晓云听到这些话了 咬牙切齿道 对 来攻击的妖族不少 还有一名非天境妖族 我们根本抵挡不了 在杀了几千妖族后 我们再也撑不住了 说到这里 张晓云继续凶狠道 你们来了就好 镇军我知道 全部是法力 尽以上强者组成的 走 我们杀回去 为死去的人报仇 那些妖族一定没走远 张晓云说完 他身后的十几个强者 也纷纷大叫道 对 杀回去 我全家都死了 现在有援军了 完全可以再战 我也同意杀回去 我为自己逃跑感到耻辱 可刚才实力相差太大 我不想白死 现在不同了 杀 杀 一群人汹涌澎湃 恨不得再去杀妖族 可第十小队的这些人 似乎反应不大 袁武孝一听 那大量妖族 有非天境强者 更是脸色难看 一点没有要响应的样子 可 他忍不住亲了亲喉 无奈地对张晓云一群人说道 张统领 诸位朋友 我们这里也就一百人 更没有非天境这等强者 就这样杀过去 恐怕也是白白陨落 不如再等些援军来 有把握再杀过去 不是更好 袁武孝意思很明显 他不愿意冒险 什么 张晓云脸色气愤 大叫道 你们是帝国阵军 居然如此贪生怕死 还要等什么援军 再不及时去阻止这些妖族 又会有城关 要遭殃 你们于心何忍 袁武孝不为所动 就连一旁的另外一名 钢体竞强者邝世杰 也丝毫没有表示 反而扭头看向了陈青天 陈青天眼中 余光扫了扫这一百名队员 有恻隐之心的人真不多 这些修炼者 陈青天暗叹 这时豪气地说道 飞天竞妖族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可以对付 此言一出 左右皆惊 所有人把目光 放在陈青天身上 可他依旧面色不改 反而劝道 袁队长 邝队长 相信我 青天不会口出狂言 事不宜迟 大家杀过去 我来打头阵 那飞天竞妖族交给我 陈青天如此豪情万丈 张晓云等人 投来敬佩的目光 可袁武孝这是急切道 青天道友 我知道你实力强大 但这是 你是不是太冲动了 不光是他 就连邝氏杰和这些队员 也怀疑地争着陈青天 有些人眼中 还有些不自量力地嘲讽 哎 与武胆人共事 真是麻烦 不幸是吧 来 一声狂吼 陈青天当即通灵起来 从鹦鹉殿 借来鹦魂的一丝力量 强大的法力 从身体冲了出来 他浑身咔咔作响 怂 这时一拳挥出 滔天巨浪 同时笼罩袁武孝 和邝氏杰两人 面对陈青天这突然的袭杀 两人大感意外 但他们也是强者 第一时间就要反击 袁武孝瞬间抬手 全身法力爆发 绝技使出 但他周身压力陡然加大 面对这恐怖至极的力量 还是慌乱了 嘴里嘶吼道 青天 快助手 一切是那么的快 那么的狠 哄 袁武孝和邝氏杰双双合力 可还是被这骇人一拳打猛了 但见两人面部露出痛苦神色 直接被杀退摆布 可这还没完 不等两人再说什么 陈青天眼中战役更胜 庞大的气势再度拔高 威猛神龙拳蓄力到极限 就要连续出击 空气中 一股肃杀之气开始弥漫 这一幕 不光让袁武孝和邝氏杰心惊胆战 就连第十小队的这些队员 也一个个惊呆了 他们本以为陈青天是钢体精后期 说出要占非天境妖族这种话很狂妄 但亲身感受到这凶猛的力量 没有谁认为他是在说大话了 这个面貌稚嫩少年 这一刻正是被这些人记住了 这 这镇军少年强者居然会如此强大 太好了 张晓云忍不住大叫起来 他们这一群人见陈青天如此厉害 一个个开始激动起来 似乎报仇有望了 算 可就在这时 陈青天地级拳法并没有落下 而是收起了浑身气势 但他还是霸气地说道 袁队长 邝队长 现在你们信了吧 袁武孝稳定身体气息 不敢过来 远远地对陈青天道 亲 天道友 我相信你的实力了 破镜神才这个称号 对你来说还不全面 你有这战斗力 恐怕真的是神才吧 他这次算是深刻体会到 这少年的厉害了 刚才陈青天要是不收手 他都准备要跑了 这根本不是他可以立敌的 邝队姐也吞了吞口水 紧张的心情慢慢放松 这时小心地走了过来 面色不自然地说道 不愧是大宗门出来的 就是不一样 我邝队姐算服了 就按你说的做吧 陈青天一拱手 快速说道 袁队长 别的不说了 你下命令吧 袁武孝最终无奈 只能狠心到 所有队员 跟着我和陈队长 邝队长 一起出发 试杀妖族 三名队长到头 虽有人再次坐上战情 开始出发 张晓云等人 自然也上了战情的背上 他本人正和陈青天 三名队长在一起 几人从他身上 也得到了这些妖族的详细情报 更知道他们 十几个人的实力 其中 这张晓云是通灵禁大员满七强者 据他自己所说 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宝物 始终没办法 踏入钢体境 另外的十三人中 也有两名通灵境强者 其他都是法力境强者 短短的接触 陈青天对这张晓云印象不错 他生长在这边境 有了这种实力 去哪里都能很潇洒 按理说 根本没必要在这种地方 吃苦冒风险 但他还是主动组建名卫队 在这种危机的时候 抵御妖族 现在大难不死 还有反杀回去的勇气 不得不说 这是真勇者 张晓云对陈青天也极为佩服 这少年比他小了二十岁 但刚才的所作所为 和展现出来的实力 真有王霸之姿 他不停地向陈青天示吼 询问他 为何这么厉害 陈青天感受到这浓浓的热情 见他伤势严重 这时主动到 张统领 等下和妖族碰上 你这身体情况恐怕不妙 我这有非常好的疗伤丹药 见效极快 你试试 说着 陈青天善心大发 拿出先前从鲜武宝库兑换的 疗伤型灵丹妙药 递给了张晓云 啊 这怎么行 这等宝物 我承受不起的 不能要 张晓云很有原则地拒绝起来 陈青天眉头一皱 假意怒斥道 张统领 你这样婆婆妈妈 只会耽误事情 这种灵药对我来说 没什么了不起的 拿着 好 那我不客气了 眼见陈青天如此强势 张晓云也不再废话 结果灵药当场服下 不过片刻 他就感觉到身体的异样了 浑身的伤势开始恢复 死死地盯着陈青天 想要说什么 但最后千言万语 只花为了一句话 谢谢你 陈队长 陈青天自然明白 他心里的震撼 这种从鲜无宝库 兑换出来的疗伤灵药 花不了多少血气质 但效果那是没得说 这张晓云的境界 和这种背景 恐怕接触不到 这种等级的宝物 一路上 除了陈青天 所有的人心里 好像都没底 但大家还是按照 张晓云等人的指示 在空中一路前行 最终 还是发现了 妖族的蛛丝马迹 经过张晓云的肯定 大家一致决定 前往风行关 因为从路上 发现的行迹来看 这批妖族 很有很有可能 去攻击风行关 妖族妖将屠古斯 带着剩下的两万多妖族 又来到了一座新的城关 这里依山而建 如同一座城堡 没有多余的废话 他自然也不会劝降什么的 很快下达命令了 同族勇士们 杀死里面所有的人族 毁灭这里的一切 杀 吼 恐怖妖吼声不断地响起 这些吼狼族的小妖兵 爆发出来的实力 最弱的都有宗师镜 而且 他们显现出来的本体 高大威猛 比一般凶兽更凶 再加上还有 飞天竞这样的妖将 又有两三百 其他境界妖族强者 看起来正是极凶 他们抵御过 几波远程攻击之后 出现一些伤亡 没多久 就有妖族杀上 风行关墙体上面去了 这风行关里面 同样驻扎着一个 大队一万战士 还有几万人数的名卫队 人数加起来 是比这些妖族多一倍 但实际战力相差很大 风行关最厉害的大队长 也不过是 钢体境界后期 法力镜和通灵镜的强者 加起来也不过六七十 虽然他们 都有誓死如归的勇气 但在强大的实力面前 依旧免不了被屠戮 当风行关的 钢体镜大队长 拼死杀了一名 通灵镜的妖族强者之后 他也很快被妖族的 妖将屠古斯 冻穿了身体 一万正规战士和几万名卫队 还有十几万普通民众 就在这些妖族 想进行最后的收割的时候 突然一支一百多人的强者队伍 杀入了妖族阵营后方 才接触 这些强者就击杀了 成百上千的小妖兵 张通令 袁队长 矿队长 你们对付其他妖族 我去斩杀了 那非天敬妖将 陈青天此时语气冰冷 他青天见一辉 大狂杀剑法席卷九天 面前上百小妖兵 全部隐恨西北 他们还是来晚了 这个风行观基本被攻破了 惨叫声响彻云霄 人命再不断凋零 邪洒满地 虽然人族这边处于逆境 但也不是不能补救 看着大量的同类 被这丑陋的妖族 残忍地撕裂 甚至有妖族 还把人腿放入嘴里 大口地咀嚼 陈青天厌恶同时 也是怒火冲天 他的灵魂并不是这个世界的 但是他怎么说也是人类 是这个世界的人族 在情感上 他绝对不允许这些异类残杀同类 杀 陈青天已经发现了 他这次要面对的对手 那名领头的妖族 飞天境强者 今天必须要死 青天剑不再杀戮小妖 他往空中一扔 开始遇见飞行 玩得是很溜 与此同时 他双手也戴上了绝品宝器拳套 就要杀向这里最厉害的妖族 滚开 死吧 一拳挥出 两名想要拦截他的法力境妖族 被权势笼罩 蹦 他们太大意了 居然赶上前对抗陈青天 再没有躲开这绝杀的攻击时候 他们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就这一击 两名妖族的强者的尸体 四分五裂 含恨而出手的陈青天 使出威猛神龙拳 当真是鬼神难挡 群妖退避 咦 也就在这时 陈青天特意看了脑海中 个人属性实力的变化 他发现 杀死这两名法力境妖族时 居然获得了将近一万的血气值 这比杀其他法力境妖魔鬼怪 要多获得一倍的血气值 怎么回事 他放缓速度 向仙武宝库七灵问道 怎么突然给这么多血气值 他们有什么特殊吗 灵气意识传递道 他们是真正的妖族 你和这种正规妖兵妖将战斗 血气值翻倍 这是当初仙武界的规矩 是这样吗 仙武界规矩是什么 陈青天好奇道 当初杀幽名鬼界的鬼族鬼将 好像没有翻倍啊 七灵回答道 他们只是 散落在这个世界的无根有鬼 不是正规幽名鬼界军 而这里的妖族和妖界有相关联系 自然在规矩之内 好吧 陈青天没有深究 但他心里有很多疑惑 可在这战场之上 他暂时压下来了 陈青天不知道 他这一拳的威势 也惊动了很多妖族强者 此刻的陈青天 虽然爆出今天的战斗力 可在他身上 却假意地附上了三层钢器指甲 但实际上 他拥有钢体 但表面只展现这样的防御力 这样的境界 正在残杀人族强者的 妖将屠古斯 见到后方突然杀出这么多人族强者 其中还有一名人族强者 正朝他这里冲来 他有一些惊讶 但并不慌张 知道人族来了援兵 他更兴奋了 咆哮地吼道 妖族的勇士们 拿出你们的尖牙利肘 把所有到来的人族撕成碎片 哦 哦 无数的妖族 黄暴地发出震天的嘶吼声 想要响应他们的妖将 妖将屠古厮杀的兴起 同时也注意到一些不寻常了 此刻的陈青天 已经对上了一名蓝鹿的钢铁精妖族 只见他手拿狼牙铁锤 看样子是一件极拼宝器 疯狂地朝陈青天抡了过来 这一击重饮叠叠 那凌厉的杀鸡 覆盖周边的一切 陈青天看那人族特征 占比极大的妖族 对于这排山倒海的攻势 也只是冷笑 接着不慌不忙 脚踏青天剑 戴上青天拳套的双手用力 威猛神龙拳快速打出 法力的波动 好似层层的浪花 掀翻了下方数百名妖族 其全部的核心力量 也打在了那名妖族的法宝上面 哼 硬碰硬 他明显被陈青天玩爆 整个妖身摇摆不定 没有废话 见妖族强者被震慑 陈青天深吸一口气 强大的攻法配上拳法 再次出击 一下了 空中出现无数道闪电 毁灭性的气息传递开来 这钢体精妖族 还没有反应过来 庞大的力量 再度击向了他的身体 哼 他的四层钢器指甲完全破碎 就算是有着钢体精巅峰七十力 面对陈青天权力的打击 也只能引紧受禄 就在这妖族强者即将毕命的时候 妖将徒骨丝出手了 一道烈焰 宛如流星 朝陈青天身体袭来 感受到这一击的威力 陈青天知道那飞天精妖族 主动向他杀来了 但他依旧没有停手的意思 硬扛这道攻击 也要杀死这名钢体精妖族强者 啊 一声惨叫 陈青天打爆了这名钢体精妖族强者 可他自己身上凝聚的三层钢器指甲 也被这强大的烈焰给击碎了 让他整个人单膝跪倒在地 呵呵 陈青天实际拥有钢体 并没有被打伤 不在乎身上的狼狈 轻笑两声 又像没事人一样地站起来 用平静的眼神 盯着这飞天精妖族 两人对视 屠骨四眼里杀气明显 他没想到 这名人足强者 看着 只有钢体精后期的实力 居然能硬扛他一道攻击 还能杀死他的一名德力手下 他脸上充满怒涩 打趣地说道 嘿嘿 人足 你很勇敢 但是你也很愚蠢 你成功激怒了我 去死吧 说吧 他举起手中 一把红灿灿的大刀法宝 就朝陈青天杀来 这一刀 火光冲天 烈焰闪耀 无尽的红光化为飞絮 让人不知道如何躲避 飞天精妖族所说的话 陈青天是听懂的 但不在意 东战大陆有通用语 这是每个人 从小必学得的一种语言 面对着焚烧一切的一招 陈青天终于 斩露他的破碎权益了 So 这一拳 好似归宿 朴实无华 但里面所包含的力量 是对道的体悟 对拳道的融会贯通 妖族妖将的所有攻击能量 被这一拳击碎了 强大的权益 贯穿一切 杀伤力很快到了 土古斯的面前 这种力量 这难道是 妖将土古斯 也发现不对劲了 这一道可怕的力量 就要落在他身上 来不及多想 他一声聚吼 形成庞大的能量波 妄图驱散着 破碎权益的力量 可惜 权益的力量 不是他这么 随便能够抵挡的 妖将土古斯 所有的法力攻击 再次全部破碎 人族 这一道权益的力量 给结结实实 打在了他的身上 可怕的能量 侵入了他的体内 妖将土古斯 暴跳如雷 该死的人族 倒在地同时 他疯狂地慢骂 很快 他反应过来了 这人族使用的是权益 这种所谓的益 他们妖族 也有强者领悟 就这一拳 就让他就明白了 眼前的人族对手 绝不简单 他收起了轻视之心 虽然对方 看起来比他 低了一个境界 但无论哪个种族 都有厉害的天骄人物 这应该就是 人族的妖孽神才 比他还优秀 一定要杀死他 这个土古斯 最真实的想法 陈青天没有给他 太多思考的机会 一击不成 他已经暗暗使出 他没有飞天 但接下来这拳 完完全全 释放了身体所有力量 飞天境初期的真正实力 加上他通灵后的力量加持 此刻的陈青天 虽然各种力量过于分散 没有神丹境强者那么可怕 但飞天境以内 神丹境以下 恐怕没有多少存在 会是他的敌手 这妖族土古斯 更没有资格成为 这吉少当中的一员 他的下场不会太好 想跑都未必有机会 不对 这人族不是钢体境 他的力量 土古斯感受到什么了 开始心生恐惧 他刚站立身体 本想主动杀过来 可空气中的可怕力量 让他浑身压抑 毛发耸命 这人族陡然爆发的力量 完完全全超过了他 怂 陈青天这一击 所引发的震动 让战场上所有的人 和妖都感受到了不寻常 妖族这边 有两名钢体境妖族 担心他们的妖将 就想放弃眼前的杀戮 要赶过去 人族这边 张晓云虽然带着 剩下的十几个兄弟 拼命地杀周围妖族 但他还是把一部分眼光 放在陈青天身上 见他舍命杀死 一名钢体境妖族 张晓云内心的感动 无以复加 因为他已经知道了 这些人虽然属于虎卫军阵军 但都是帝国临时征兆来的 在他眼里 这些人都没他们 这些名位队有勇气 要不是陈青天力排众议 他们都不会过来杀妖族 他内心深处 对陈青天充满了 无比的认同感 看到陈青天 又和妖族 飞天境强者站在一起 他有担心 也有期待 可眼见陈青天 爆发出这震撼全场的力量 他浑身血液彻底沸腾了 激动到狂叫道 兄弟们 像那无敌的陈队长一样 杀妖族 杀 他的话语 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这战场上 风行官还有很多战士 依旧活着 他们见到有援军 全部没跑 人族这边 袁武孝和邝世杰 作为第十小队的 正副小队长 他们表现得可谓十分拉胯 带着第十小队 一直要战场外围厮杀 妖族是大 本以为没有什么打赢的希望 但他们见陈青天 爆发那力量 比先前力压他们时 还要强得多 这一刻 两人不禁怀疑起来了 这陈青天 真的是钢体精强者吗 还是他真是神才人物 战力无双 越大境界杀敌都不在话下 邝世杰似乎被感染了 提起法宝 主动杀向一名 正在发威的钢体精妖族 还大叫道 道友们 不要给我们各自的宗门家族丢脸 拿出你们除妖的决心来 跟我和原队长杀入中心地带 我相信陈队长一定能斩杀那 飞天进妖族 陈青天战力的地方 出现深深的裂痕 强大的余威 吹倒了上千妖族小兵 以及少量的人族战士 造成的影响太大了 但他自己却眉头一皱 这么强大的一击 这妖族妖将居然没被杀死 好 一声冲天怒吼 整个战场妖族听到后 开始瑟瑟发抖 但随着全部狂暴了 托古斯从地上爬了起来 满脸猙獰 狂暴道 人族 你很不错 差点杀死我 告诉我你的名字 你已经有资格 让我托古斯记住了 陈青天看着面前的怪物 杀星依旧 此刻这妖将完全暴露他 真实的本体了 接近六米高 巨大的身躯 全是爆炸性的肌肉 表面泛起金属材质的光泽 看上去防御力很惊人 但他那狼头一样的脸部 左边一半都被刚才的打击 毁得血肉模糊 此刻形同恶鬼 杀你的人 名叫陈青天 不过告诉你 没有意义了 这个事件 你变成鬼 也没办法找我报仇 陈青天感受到了 这妖将身上 有股不一样的力量 在持续涌出来 但他并没感受到什么危机 燃烧我的寿命和神狼血脉 换取来的强大力量 你挡得住吗 图古斯彻底疯狂了 浑身的法力化为实质 青色的能量游走在身边 最后全流入他法宝 扑龙 这一招凝聚他全部的力量 死死拢罩过来 让陈青天无路可逃 他们战斗的地方 周围的小妖和战士 全部远离了 这种程度的战斗 一般强者都没资格来加入 陈青天也准备好了 在这妖族出手的时候 他头顶之上 出现一个星韵一般的漩涡 陈青天动了 就像瞬间一动 周围出现了七个虚异 权役连缓 一声轻贺 他的破碎权役像是从虚空中来 七个陈青天 从四面八方出击 杀向着妖将 一人一妖的能量 强大到顶点 图古斯消耗生命 燃烧血脉 用出他最强杀招 是要杀了这个人族 陈青天也在这种时候 透支法力和体力 让身体达到一种极限 一下使出七道破碎权益 这一招 惊动天地 是他从未使用过的大杀招 巨轰 一声前所未有的大巨响 传遍四方 无数光芒四射到整个战场 上百道混乱的能量 胡乱蔓延 冲击远处的人和妖 那里发生什么 感受到巨大动静的妖族 和人族战士 纷纷发出疑问 太可怕了 这飞天竞妖族太强了 但这陈青天 怎么会这么厉害 他绝对不是钢体精 这恐怖的攻击 都赶上神丹竞强者的攻击了吧 袁武孝浑身发颤 心里无数念头闪过 他此时这正对付 四名通灵竞妖族 还有法力竞妖族 有点被围殴的节奏 根本容不得他多想 图古斯妖将 快去看看 一定不能让图古斯妖将出事 妖族战场上的强者 几乎全部惊动 快速赶去那动静最大的地方 图古斯此刻惊恐地看着陈青天 因为他的攻击 被一层层拨开 七道可怕的权益 三道半途消失了 但还有四道 冲破一切障碍 像一束冲破云霄的电光 射进他庞大身躯的头部 腹部 肩部 胸部 让他的身体开始膨胀 要爆了一样 陈青天身体法力被掏空 看着那不断变换形态的妖将 他知道 就要结束了 蹦 四道炸裂声响起 妖族突古斯身体完全开裂 死得并不痛快 一名飞天境妖族 就此陨落 与此同时 一声响动 陈青天脑海里也得到提示 杀死这名领军飞天境妖将 他获得了近二十万血气职 上次杀死一名飞天境界强者 他只得到三万血气职 但这正规军妖族的带头妖将 先无宝库气灵给的太多了 让他欣喜不已 心中不断感慨 这边境是来对了 杀妖族 好 头领妖将死亡 群妖震动 突古斯妖将死了 杀了这名人族 为突古斯妖将报仇 杀 两名刚体近妖族 见他们的头领突古斯身死 风叫连连 他们其实早过来了 但那会没有突古斯命令 没有上前来围杀陈青天 现在就算知道这人族可怕 但这种时候 愤怒和仇恨 冲涩他们的大脑 再也顾不上什么了 两名妖族第一时间 用出他们最强手段 法力汹涌 绝招凶残 抱起杀来 陈青天哪怕是吃了 鲜无宝库回复单 也没办法这么快回复法力 但他气势不减 也不跑远 开始游走 没有硬扛这两名强者的攻击 利用这个空档 陈青天环顾战场四周 人族这边依旧不占优势 这些妖族 没有因为这妖将的死而退走 反而更加狂暴了 一个个开始拼命起来 吼叫声和惨叫声充斥各处 死亡是主旋律 生命在这一刻一文不值 呼 陈青天感觉无奈 数十名法力竟以上妖族 围朝他杀了过来 让没有回复法力的他不停躲避 这些妖族强者配合得很好 攻防交替 所有的攻击连成一个整体 阵容浩大 真当我没有手段吗 他怒了 简单的遮蔽 从鲜无宝库花费大代价 换取了一枚神级回复单 这可用了十万血气值 这一枚单要送入口中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 他全身活力再次被点燃 血液开始沸腾 全部去死 陈青天战意十足 破碎权益出击 砰 最先的一名钢体竞妖族 被权益穿透 胸膛一阵 七孔流血而死 这一拳 震慑全场 让这些妖族攻势一环 可没有下退他们 几名妖族强者继续仇恨道 这人族快不行了 这是他最后手段 对 妖族永世不怕死亡 我先用命杀他 两名通灵竞妖族 燃烧起寿命来 获得短暂强大的力量 疯了一样 扑杀陈青天 你们先死后死都一样 我要大开杀戒 全都活不了 陈青天没有丝毫留守 全身力量涌出 虽然没飞天 可他已经完完全全 爆发飞天境的实力了 砰 砰 砰 一拳杀一名妖族强者 场面失控了 一名人族 在群妖中心 独占妖族数十名强者 而且还有妖族强者 不断想加入战斗 血 再狂飙 惨叫声 就没停过 快看 陈副队长他 真的太可怕了 第十小队的几名队员 本来在相对外围的地方 和妖族周旋 但见陈青天大展凶威 他们震惊的目瞪口呆 语无伦次 封行官活着的强者和战士 全部满脸血泪 无数的狂叫声响起 我们人族强者杀疯了 妖族毕灭 杀 杀光妖族 和他们一起死 杀妖族啊 不少人族强者和战士 注意到异样了 陈青天的强大 完全超出他们的想象 认识他的人 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他 而癫狂 战场上 里里外外 因为陈青天 所有人族受到感染 把战场的血腥和高潮 推上一个巅峰 十名 二十名 三十名 围攻陈青天的妖族强者 不断死去 直到最后 没有妖族敢靠近他 他就像一个杀神 法力用之不尽 身体防御无妖可破 任你本事再高 也拿他没办法 一双血红的眼睛 死死盯着 不断远离他的妖族强者 陈青天彻底释放了 心中的煞气 他几乎以一己之力 改变着战场局势 所有的妖族 虽然还没有退走 但也不负先前的气势 如果继续这样厮杀下去 只要陈青天 还保持这种势头 人族这边必胜 我们又来援军了 远处 不知道谁在大叫 接着 不少人族强者和战士 也叫了起来 有大量强者杀过来了 杀光妖族 杀妖族啊 陈青天剑 妖族强者都躲着他 青天剑正在大肆 屠杀妖族小妖兵 一剑挥出 大片被他盯上的小妖 死伤一地 大狂杀剑法 本就是大规模杀伤性的剑法 对付这些实力弱小的小妖 再合适不过了 但这时听到又有援军到了 他忍不住看去 远远的 就看见一人 一刀下去 大量妖族被杀 就连一些妖族强者 也抵不过他一刀 陈青天看清那人 眉头一皱 随即舒展开来 嘴里小声道 苏行业 来得真是时候啊 来人正是苏行业 和他的第二小队 苏行业和陈青天一样 都是虎卫军第四阵军的强者 有了这样的胜利军加入 妖族最后的坚持也没了 大叫得四散奔逃 陈青天见他们来到 心中古井无波 依旧做他该做的事 追杀这些妖族 在他眼里 这些妖族都是血气质 都是帝国功勋 也是发泄心中奋慨的对象 他身形闪动 朝妖族逃跑的其中一路追去 一直到这路妖族全部死绝 他才返回战场 等他回来的时候 人族战士已经在打扫战场了 但一看他回来 不少人就围了上来 那眼神全部充满着憧憬 陈青天见他们过来 挤出一些笑容 点头示意道 大家都还好吧 别这么看着我 我们杀退妖族了 胜利了 听陈青天这么说 袁武孝走了过来 鼓舞地说道 对 我们赢了 全部立功了 也有了功虚 这多亏了陈队长 是他实力强劲 以一人之力 杀死妖族所有强者 说的没错 这次我们能赢 全是陈队长的功劳 我也认同 众人纷纷攻为陈青天 这架势 一下了 要把他捧天上去了 好了 好了 陈青天连忙制止 严肃道 我不否认你们说的 但能杀灭这群妖族 所有人都有功劳 包括那些已经牺牲的战士 看大家还围着 他又对袁武孝说道 袁队长 叫大家散开吧 这里还有很多事要处理 对对 袁武孝挥手道 别站着了 去帮忙啊 这么多受伤的战士 要大家帮忙 你们有那么多好灵药 也可以分析出来 袁武孝支开众人 没一会儿 邝世杰也过来了 三人站在一起 陈青天见邝世杰身上 表面有伤 脸色也不好 关心道 邝副队长 你没事吧 邝世杰摇摇头 虚弱道 是受了一些伤 法力消耗也大 不过没太大影响 服用些疗伤灵药 修整几天就好了 嗯 陈青天也没多说什么 袁武孝这时左看看 又瞧瞧 接着小声 对两人说道 陈队长 邝队长 那第二小队的人 还全部在那边呢 这次杀败这群妖族 按理说是我们的功劳 没想到他们现在来横插一脚 恐怕会分工啊 陈青天念头一动 他清楚 这袁武孝在担忧什么 虎卫军镇主石桥南说过 除了杀死妖族有功勋 打了一场胜仗 十元一处成关 也会奖励适当的功勋 这袁武孝这么说 就是怕苏杭业第二队出现在这里 会分走本来属于第十队的功劳 陈青天听后 爽朗地说道 该我们的 别人拿不走 我们第十队的功劳 大家有目共睹 虎卫军那些高层 会知道 这次主要功劳是谁的 再说 这里还有封行官这么多正规战士活着 他们就是有力地证明 邝氏杰也说道 袁队长多虑了 陈队长说的没错 袁武笑呵呵一笑 接着叹息道 这次我们第十小队死了不少人 三十名队员战死 真是可惜了 陈青天对这样的伤亡数字 也是默默低头 为他们默挨几秒后 这里应该清楚 死伤是难免的 没什么好说的了 袁武笑也是摇头道 对 我们来这里 都是有原因的 生死也是各自的命 如果能活着回去 那才是 不说了 等收拾好了 你说我们是回去 该是留在这里 听候命令 邝氏杰文言出声道 都这个样子 我们不宜再战 可以回去复命了 陈青天知道 他们不想继续去支援哪里了 邝氏杰有伤 袁武笑肯定不想再战 这第十小队的队员 死伤不守 恐怕也不想再战了吧 想到这里 陈青天虽然有心 但也没有太急切 他这次表现 已经很好了 其实他这次收获不小 杀这些妖族 可是有双倍的血气值 杀带头妖将 更有大量额外的血气值 而且 杀了这么多妖族强者 他们最主要的宝物 可都在自己这里 尤其是那些比较好的法宝 陈青天望着这残破的风行官 刚想去看看里面的情况 也就在这时 苏行业带人过了 陈青天没有避让 两人面对面站着 苏行业眼中一些惊奇 面露傲色地问道 听说 你独自杀了一名 非天境妖族 还展现出一种 独特的权益 真是让我意外 陈青天简单应付道 苏师兄听说的没错 这些妖族不过如此 我确实领悟到权益了 暂时来说 还比不上你的杀戮刀意 苏行业冷然道 你当然比不上 不过 我以前看走眼了 你还是有几分运气的 见他如此 陈青天没兴趣和他说什么 无所谓道 苏师兄带人来得真及时 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说完 也不等他说什么 直接往风行官内部走去 苏行业眉头大皱 冷横道 真以为自己很厉害吗 陈青天没在理他 离去后 走到了残破的城墙上 城内 毁坏得很厉害 看了一会 知道自己也帮不了什么 陈青天开始查看自己的收获 血气值显示着 134 3800 扣除本来还剩的血气值 这次杀灭这群妖军 他得到100万多的血气值 陈青天清楚地知道 不算那非天境妖将 他杀了54名妖族强者 另外还杀灭了3000左右小妖 全部加在一起 才让他获得百万多血气值 看到自己又有了这么多血气值 陈青天没有急着使用 反而拿出从道弃天玉神圈那里获得的玉牌 这东西可是记录杀妖的证明 他想知道 自己杀了这么多妖族 有多少功勋 功勋玉牌上 清晰地显示着 姓名 陈青天年岁 十七境界 刚体进后期军职 北方军团 虎卫军 第四镇军战士 慈心宗征召战士 功勋荣誉 击杀妖兵 3149击杀妖将 55战功点 14618看着这些 陈青天心中明了 还在军营中 但看过北方军团的军功简介 其中 杀死一名妖兵 可以获得一点到四点战功点 妖族里面的规矩 法力进和通灵进 可被妖兵攻称为小妖将 杀死他们 可以获得30到100的战功点 刚体进 飞天进 一般在妖族 可称为真正的妖将 杀死他们 可以获得500到3000的战功点 神丹静 可称为大妖将 杀死他们获得的战功点 那就多了看着 这玉牌里面显示的一切 陈青天想到了仙武宝库 这两种方式 看起来这么熟悉 到了这里 他再也忍不住 对仙武宝库气灵询问起来 气灵 我问你 这血气质 究竟有什么说法 为什么可以兑换宝库里面 那么多宝握 你能说吗 气灵的意识 依旧没有情绪 他机械道 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 关于血气质 在仙武界没有破灭之前 所有仙武界战士 杀灭妖魔鬼怪 都可以获得 你可以理解 他就是记录 仙武界军功的一种方式 陈青天听后 瞬间明白了 他杀妖魔鬼怪 获得血气质 其实就是仙武界的军功 然后用军功换取宝物 难怪血气质 可以兑换宝库里面的宝物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就在陈青天想这些问题的时候 张晓云找上了他 陈青天回过神来 看着面前的张晓云 脸色苍白的可怕 而他身后 就跟着六个小弟了 其他人应该凶多吉少了 他一过来 就恭敬道 陈队长 你杀了那非天晋妖将 带着我们几乎全灭这群妖族 替我们拂云关 那么多惨死的兄弟 家人 民众报了仇 我们真心感谢你 说完 他眼眶湿润 地咚 一下跪了下来 而他身后的六人 也做事要跪 陈青天立刻说道 张统领 各位朋友 不必如此客气 作为人族 作为帝国子民 我杀妖族也是 天经地义的事情 不 张晓云坚持道 陈队长 我们边境之人 恩怨分明 没有什么好报答你的 这一败 你要受着 否则我们心不安 陈青天见他们执意坚持 也不再拒绝 安心受他们一败 完事后 这些人站起来 默默站在一边 陈青天心中一动 这些汉子 虽然都是强者 但显然心思比较单纯 没有一般宗门之人 那么多心眼 更没有贪心怕死的怂恙 这次支援封刑官 他同样也看到了 这些边境战士 一个个勇猛无比 就是那些名卫队的战士 杀起妖族来 也是汉不畏死 这边境各域 当真是有血性的一个地方 想到这里 陈青天有意问道 张统领 我知道你不属于北方军团 现在你们的住处 浮云官也毁了 你们是要留在这里 还是去往别处 听闻这话 张晓云一愣 见陈青天笑意满满地盯着他 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接着小声道 我们的家毁了 但也有想过 我们实力有限 能杀多少妖族吗 干脆加入北方军团算了 可又有一些顾虑 说到这里 张晓云试探性地问道 陈队长 你有什么好建议吗 我们听你的 到了这里 陈青天的目的也出来了 他笑道 我倒有一个想法 你们可以自己组建一支队伍 不用加入帝国军队 也能凭你们的实力 杀戮妖族 自己组建队伍 张晓云犹豫了 低头默默道 我们哪有这种实力啊 陈青天这时给了张晓云一个眼神 然后独自走开了 张晓云会议 跟几个兄弟说了一声 便跟上陈青天的脚步了 到了一处无人关注的地方 陈青天停了下来 他反身看向跟过来的张晓云 面露微笑地 拿出一枚疗伤灵丹 先让他服用 张晓云这次没有再客气 结果服用后 没多久 身体的伤势又神奇般地恢复了 到了这种时候 陈青天语出惊人道 张统领 其实我之所有这么厉害 除了我本身优秀 张晓云闻言对陈青天的话 他没有怀疑 反而异动地问道 陈队长 那我能加入吗 我加入这个势力 是不是也能和你一样 变得这么强 陈青天点头道 没错 我现在就能让你变强 就是不知道你信不信 我信 张晓云脸上充满向往 激动道 陈队长 你真的愿意让我加入这个势力吗 陈青天拿出一枚丹药 以及一张散发出黑光的符文 这时严肃地说道 这枚丹药 能让你突破钢体径 而这张符文 一旦打入你的身体 你的生死 就是被我掌控 这也是我们势力的规矩 你知道秘密 拿了好处 就要有一定的限制 但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作为良心的事情 更不会做邪恶的事 以后还会给你想象不到的好处 你现在选择吧 陈青天决定了 要准备 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势力 这边境地狱的人 都是非常不错的收拢对象 尤其现在这里局势动荡 帝国和妖族大战一触即发 他可以乘机做很多事情 现在就可以收下这张小云 这人应该知道怎么选择 自己拿出的丹药 正是天罡神丹 能让人直接突破钢体境 至于这生死符文 确实可以定人生死 掌控别人的命 除了自己手中另外一张控制符文 其他人想解张小云身上的生死符文 基本没可能 这都是刚从仙武宝库兑换出来的 张小云呆呆地看着陈青天手上两件东西 心中翻起惊涛骇浪 他怎么也想不到 居然有让人直接突破境界的丹药 这是个什么势力 这么强大 没有犹豫太久 他清晰地认识到 现在他除了几个兄弟 除了有通灵境大圆满的实力 完全是一无所有 联想陈青天这等实力 这等为人 又能骗他什么呢 扑通 张小云当即跪下道 陈队长 我愿意加入这个势力 愿意效忠于你 不管你 以后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都听你的 说完 他先接过符文 居然直接打入体内 只见他浑身泛起一阵黑气 接着身体抖动几下 又很快恢复正常了 陈青天满意地点点头 这张小云还是很聪明的 他以后会为今天选择感到荣幸 没有废话 陈青天怕他没有达到 通灵境大圆满的灵界点 又特意拿出 几枚天级灵力丹 让他服用 接着才把这枚天纲神丹也给了他 为他花费二十几万血气值 虽然不少 但对现在自己来说 也不算什么大数字了 张小云颤颤巍巍地 看着这枚宝物丹药 他能感觉到 吃了陈青天给的四枚特殊丹药 他身体达了一种极致 只要有这宝物一桶 他必将迈入新境界 紧张地望着陈青天 在那鼓励的眼神中 他把这丹药放进了嘴里 陈青天看着闭上眼睛的张小云 也不打扰他 他突破的样子 和自己差不多 一名钢体静强者 就要诞生了 蹦 地面一阵 张小云双脚踏地 身体出现钢气 很快形成一层钢气之甲 我 张小云心中有难以述说的激动 真是大喜过望 他卡在这个境界这么久了 但就是这最后一步 多少人终生都没有机会踏过 他今天终于成为钢体静强者了 这一切 全靠面前的恩人 同时他内心也震撼得不已 他也是修炼者 知道一旦在大境界顶端卡住 除了仙丹神药 一般丹药 根本不可能让人直接破镜 陈青天随手就给他这种 大宗门大家族都未必有的宝物 那他身后的势力 究竟有多强大 难怪他那么厉害 陈青天见张小云 对自己充满敬畏 也不解释什么 只是热情道 张统领 私底下 我们是上下级关系 有人的时候 我就叫你张大哥吧 张小云正色道 好 那我以后以你为首 称呼你为首领 明面上 我知道该怎么做 绝对不会暴露你我的关系 陈青天点点头 如果张小云到时候真能成气后 那他暗处也算有股势力了 多少能给自己一些帮助 想到这里 陈青天觉得 有必要给他一些资助 这次杀的那些妖族 他们强者身上 是有须弥那些的 但带过来的东西不算多 除了本身法宝 也只有一些普通疗伤回复类单药 零食 零精等东西 这些东西 自己肯定用不上 加上他曾经的一些家底 妖当鬼魄等一些练器练丹宝物 陈青天索性一股脑 全部给了张小云 哪怕是这些陈青天看不上的东西 对现在的张小云来说 也是一些极需要的东西 他感激得很 可还不等他说感恩的话 陈青天又拿出这次 被杀那些妖族强者的法宝 张小云看着这些中品 上品 绝品 甚至极品宝器 脸色复杂道 首领 这些都是你的战利品 是你荣誉的象征 怎么能全给我们呢 陈青天摇头道 这些法宝 是可以 但我用不了这么多 你可以重新炼制一下 以后你们组建队伍的人数多了 可以让那些加入的兄弟用 张小云没有马上接过这些法宝 而是小声提醒道 首领 你给我的这些宝物 这些法宝 你以后也用得上 我听说 神丹静后 如果要炼制灵器 需要很多宝物材料 甚至可以把大量宝器融入进去 这样更能成功炼制灵器 陈青天淡淡地笑道 你说的 我也知道一些 不过神丹静我还早 再说了 你怎么知道 我就没有更好的宝物 听陈青天这么说 张小云也不再坚持 只是连连感谢 态度悲迁 陈青天见 他的事情处理好了 也不磨蹭 两人很快像没事人一样分离 回到第十小队的临时驻地 陈青天见所有人都在等他 客气地上前打招呼 元武孝看他过来 连忙道 陈队长 要不今天在这里休整一晚 明天我们就回去复命 陈青天见他们所有人 这样的状态 也回答道 好 夜晚 陈青天短暂地离开众人 找了一处无人之地 花费72万血气值兑换 天际灵力丹 让自身境界突破到 飞天境中期 到了这个境界 他冲天之后 可以叫长时间踏空飞行了 100多万的积攒 最后也就剩下的 30多万血气值 留下来随时兑换一些 修炼所需的领悟丹 和回复丹 第二日 第十小队已经召回了 大型战情 随时准备出发了 没想到这个时候 遇到了张晓云 而他身后 也跟着一大群人 昨日一起进行过 生死战斗的人 大家先再见了 礼貌性地上前问候起来 袁武笑呵呵一笑道 张兄弟 我们要走了 还要回去复命呢 这封刑官的事 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了 就此别过了 张晓云也客气道 谢谢诸位能来我们边境帮忙 妖族可恨 这封刑官的兄弟们 大部分战死了 帝国活下来的这些战士 也打算撤走 我们也要离开这里了 陈青天听他这么一说 也很是客气地 向张晓云问道 张统领 这么说 这封刑官是要废弃了 张晓云看着陈青天 眼中有着炙热的光芒 但他还是压制住内心的冲动 只是十分热情道 陈队长 是这样的 妖族攻击越来越猖狂 天宫长城这次被突破 不会是第一次 这封刑官离天宫长城 还是太近了 我们商量好了 要把所有普通民众 前往寒天域里面一点的城关 旷世杰这事也插话道 这个做法是对的 外围边境是越来越危险了 不光风行官 要我看 天宫长城边上的城关 都要牵走 张晓云也点点头 面容忧伤道 对的 都怪该死的妖族 让我们边境之人这么惨 接着他豪气道 普通人牵走了 我们修炼强者 打算全部留下来 是要杀灭所有妖族 陈青天望着他身后这些人 加起来 怕是有个两三千 想不到这张晓云 把这风行官的强者高手 全部召集起来 张晓云或许看到 陈青天眼中有些好奇 他这时候也解释道 我们这些人 全部有共同的目标 昨天晚上 我们就成立了杀妖联盟 我不才 赞为盟主 陈青天听后 嘴角上扬 没想到张晓云就组建 这么个杀妖联盟了 这速度还是很快的 但实力不知道怎么样 哈哈 袁武孝文言 笑着赞道 张盟主 你真是勇气非凡 我看你们杀妖联盟 一定能大杀妖族 他日说不定 我们还能联手 对付妖族呢 那是当然 我们张盟主在这一带 还是有名声的 张晓云身后 一个清黑皮肤的汉子 大叫道 浮云官没了 风行官也被毁得差不多了 我们风行官的名卫队 吴统领也战死了 我们这些人现在 跟着张盟主杀妖 也是心甘情愿的 论勇气 绝对不会比你们 北方军团差多少 这人说话 铿锵有力 勇气可嘉 陈青天听得出来 这风行官名卫队 统领死在妖族手里了 稍微注意了一下 他们这一大群人 法力竞强者 差不多还有十人 加上张晓云几个兄弟 这古力量虽然不怎么样 但杀一些散落的妖族 应该可以 如今张晓云接受这些人了 以他现在刚提进十力 押服这些人应该不难 就看他以后怎么发展了 两方人没有说太多 最后分别时 陈青天还给张晓云 送去了古力的眼神 第十小队一百人出来 最后只有六十八人返城 三十二人战死 战情背上 袁武孝突然说道 我打听过了 那苏杭业带领的第二小队 是先灭了一群妖族 才来支援风行官的 我还听说 他们还打算去支援别的城关 领悟终极杀戮刀义 就是厉害啊 袁武孝身为慈心宗执事 对苏杭业还是了解的 语气当中充满羡慕 他这些话 让这头战情上的人 开始夸赞苏杭业了不起 陈青天默不作声 如今的苏杭业 在他心目中 也不算是强劲的对手了 袁武孝见他如此 尴尬笑道 我们陈队长也厉害 这么年少 就领悟了权益 实力比苏杭业 也差不了多少 陈青天笑了笑 并未作答 等一行人回到 寒天成军营赴命的时候 镇主石桥南 没有马上见他们 一直到深夜 他们才被召集起来 石桥南一来 就点头说道 你们第十小队的事 我都知道了 虽然没来得及 去救援福云关 但你们在风行关的表现 还是值得嘉奖的 说完这些 他有意地看着陈青天 脸上露出笑容道 陈青天 想不到我第四阵军 有你这样的强者 你在风行关的表现 就连我们虎卫军 一些高层都知道了 你杀死一名非天境妖将 几十名妖族小妖将 又是领悟权益的妖孽 也让我很意外 你放心 我们虎卫军 赏罚分明 这次你的功劳 会给你记上的 好好干 陈青天脸上淡然 大声道 谢谢阵主夸奖 为帝国杀妖族 为虎卫军效力 我很荣幸 石乔南笑得更开心了 这少年妖孽 态度还是很好的 袁武孝等第十小队成员 纷纷羡慕地望着陈青天 这神丹镜镇主 可是一个镜夸奖他一个人啊 石乔南没有待多久 略微鼓励 第十小队其他人几句 临走时说道 你们好好休整 等第四阵军 全部战士回来了 到时候论功行赏 一直到三天后 镇主石乔南 才重新召集 第四阵军所有人 军营一处大笑场 陈青天和大部队 全部站在这里 等陆续没人过来了 他抬眼看去 不光第四阵军 第五阵军的人也在 只不过大家的总人数 从以前的两千人 减少到一千七百人左右了 这次叫场高台 没那么多高层 虎卫军统军将军 善无悔没有出现 开口说话的 是一名并不那么高大的 文如将军 今天我们长话短说 召集大过来 有两件事 第一是罚 第二才是赏 他话说完 底下开始议论起开了 陈青天听到 左右有人小声道 这副统军将军忠信说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刚杀妖族回来 为什么第一先是罚 是啊 我也不明白 好端端的 要罚什么 难道是 处罚那些不卖力的人吗 忠信没有理会下面的议论 他手一抬 大叫道 把他们带上来 顿时 一群强大的黑甲战士 一连串压着 37名神色慌张的男子 只见他们双手 被特殊的枷锁靠住 身体法力明显被压制 陈青天一看 心里就明白 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些人 他心里多少有一点印象 其中有一半是 第四镇军的战士 还有一半 就是第五镇军战士了 现在这副样子 显然不会有好下场 是被罚的对象 估计是死定了 虎威军副统军将军忠信 脸色严肃的贺泽道 这些人 都是奉赵来的战士 本应该为帝国出力 但这次派他们去杀妖族 他们居然选择逃跑 北方军团军归 私自逃离军营 外出罪战逃跑 抓回即刻斩首 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 冤枉啊 这三十七人当中 有几人大叫起来 不断辩解道 将军 我没有逃跑 我是冤枉的 当时我正在追杀妖族 谁知道和小队走散了 所以没有及时回来 这才被军法队的人抓住的 我没想逃跑啊 我也是 我也是走散了 没有找到自己的小队 所以被抓了 完全是误抓 听到这些人的话 忠心冷笑道 是走散还是逃跑 我们早已判断出来 你们被抓住时 全部是想离开寒天玉 不断远离边境地狱 有些人还故意丢弃身份玉牌 以为这样我们 就找不到你们了 我告诉你们 所有人的行踪 到七天玉神卷都有记录 这是没有人可以抵赖 我宣布 即刻斩首 以警校友 杀 在所有人的关注下 这三十七人 每个人被两名强者压得死死的 加上身上法力被限制 根本反抗不了 最后全部被砍下头颅 血喷很高 头滚老远 一个个死不瞑目 陈青天看着这一幕 心里并没有被撼动 这些人当中 不管有没有冤枉的 但肯定有真逃跑的 可惜他们 太低估到气了 也太傻了 太冲动了 现在虎威军需要他们立威 震慑其他人 就算他们是强者 在这里也不算什么 说杀了就杀了 这还没完 接着忠信又冰冷地说道 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宗门家族 这事都要通报全军 追究责任 这种事情 绝对会严惩 你们记住了 面对这严厉的处罚 这些征召来的强者 不少暗暗皱眉 这边境 来了果然不是那么好走的 搞不好还要连累亲人 那些有心思的人 也全部收敛起来了 处理了这些人 忠信继续说道 这次惩罚过后 希望你们引以为戒 安心待在北方军团 好好为帝国出力 接下来 这次有功的战士 全部有奖赏 但是我也听说 有些人虽然没逃跑 但执行任务时 也不那么尽力 这一切 都由你们镇主看着办吧 接下来奖赏发放 没有人会动手脚 但那些违攻不出力之人 小小惩戒 怕也免不了 忠信说完这些 又高声道 关于这次为帝国战死的战士 我们也会给予他们荣誉 他们该得的 会交给他们各自的 宗门家族等势力 而我们虎卫军第四 第五镇军缺失的镇军战士 很快会为你们补齐 确保你们能随时组成千军战阵 迎接随时可能发生的大战 他说完这些 他转头看向身后 眼神示意一下 便转身离开了 教场高台上 两名镇主走上前台 一名是石乔南 另外一名是第五军镇镇主 先是石乔南开口了 他高声道 该说的 刚才中复统军将军都说了 现在我和尹镇主一起 对你们这次表现好的人 给予奖赏 石乔南说完 示意这位尹镇主也说点什么 可对方闭目养神 摇头不语 看样子 这是全部交给石乔南了 石乔南似乎知道他的脾气 也不推辞 继续道 这次我们虎卫军第四 第五镇军被分为二十个小队 去支援各地 大部分小队表现不错 尤其有五只小队 特别值得夸奖 这里我要特别点名 一下他们 第四镇军第一小队 本次绞杀妖族最多 支援了几处地方 全队所有队员 额外奖赏战功点一千 出级军力单一百 小队长汪剑生 实力出众 杀伐果断 最为勇猛 额外奖赏战功点五千 出级军力单五百 他话说完 陈青天扭头看向一处 那汪剑生 此刻被不少人关注 这人生的极为英俊 唇红齿白 眉目间英姿勃发 站在那里 如同一把锋利的宝剑 能射人心神 这人实力确实厉害 陈青天也暗自点头 汪剑生能带着他的小队 成为二十个小队当中 剿灭妖族数量第一人 绝不是泛泛之辈 听着奖赏额外的战功点 陈青天自然理解 他这次杀了那么多妖族 总共也才获得一万五千点不到 这战功点 不光在北方军团 也是好东西 就算放在整个大厦帝国 也是很有价值的 他可以留着提升军职 也可以兑换帝国爵位 更能换取只有大厦帝国 才有的好东西 还有这军力丹 其实就是能提升法力的一种灵丹 只不过 效果比很多丹药要好 外面一般没有流通 只有军队才有工艺 就在大家感叹汪剑生 这人了得的时候 石桥南接着说道 还有第四阵军第三小队 这次全队杀妖族数量 视为第二 全队额外奖赏战功点800 出级军力丹80 其小队长苏行业 更是到处持援 杀戮妖族强者极多 同样奖赏战功点5000 出级军力丹500 陈青天对苏行业就熟悉了 听到他也得到这么多奖赏 也只是淡淡一笑 根本没有去看他得意的样子 接着 石桥南又点名了 杀妖排名第三第四的小队 这两个小队 全部属于第五阵军的 都有一个了不起的小队长 但接下来 石桥南就念叨 第四阵军第十小队了 但见他面带微笑地夸赞道 这次灭杀妖族 要特别夸奖的 还有第四阵军的第十小队 他们也算给了我本人一个小惊喜 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这个小队本身实力不怎么样 但是他们在这个小队的副队长带领下 几乎全灭了一群实力不错的妖族 根据当时战场上的人反映 这位副小队长陈青天 以刚体进后期的实力 展现出强大的权益 斩杀一名非天进后期的妖族 同时屠灭几十名妖族强者 救援了一处城关 真是战力惊人 后生可畏 为此 这次他们第十小队 全员额外奖赏五百战功点 五十初级军力单 副队长陈青天 奖赏五千战功点 五百初级军力单 石肖南说完这些话 教场之上又是人头晃动 在有心人的指引人 纷纷朝陈青天这里看过来 不少人发出感叹的声音 咦 这人好年轻 我刚在玉牌里面查看了 他才十七岁 这么小 就有这等境界和实力 真比得上神才了 真是厉害啊 他是慈心宗的人 想不到慈心宗 舍得把这等人物送过来 真是心大 了不起 这人现在就这么厉害了 那以后还了得 如今的陈青天 早就习惯别对他指指点点了 出众的男人 就像黑夜里的萤火虫 只要飞高点 旁边的人都看得见 就连那击杀妖族第一的汪剑生 也忍不住多瞧了几眼陈青天 高台上那一副 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的影镇主 也睁开眼睛 打亮了陈青天一回 更有意思的 那苏行业 眼里有了几分极度之意 就在大家默默记住 这些优秀的人物时 石桥南也给其他 杀过妖族小队宣布奖赏 但很快 他话锋一转 严厉道 该给的奖赏 等下会一丝不差地送给你们 但是 这次两个阵军 二十个小队 有三个小队很厉害 厉害到 一个妖族都没杀死 全员没有一个人 获得战功点 现在 我想问问 你们那些天在干什么 寒天玉到目前为止 还有很多零散的妖族 躲在各处 你们这些强者 真的一个都遇不上 还是说 你们根本不想出一丝力 就是来走个过场的 这样的话 那你们就想错了 面对石桥南这一番严厉的指责 下面不少人 已经变了脸色 尤其有几人 更是左顾右盼起来 似乎有要逃跑的心思 但只要不傻 他们就知道 这个念头最好只是想一下 真敢这样 绝对死无全是 见下面鸦雀无声 石桥南冷哼道 刚才中副统军将军说了 这是初次 直接杀了有些不尽人情 但惩戒一番 还是需要的 我现在宣布 这三个小队的小队长 副小队长 军长一百 其他队员 军长五十 立刻执行 石桥南化音落地 无数黑甲 镇军围了上来 把那站在最边上 三排神色慌张的三百人 拉了出来 这些人也是聪明 没有谁带头反抗 但是有人忍不住求饶 可没有人听他们说这些话 最终一个个全被制住 压倒在地 接着带上特殊枷锁 压制法力 这时 三百执行军法的人员出现 他们每个人手上 都拿着一根极为特殊的军杖 那上面 有闪耀金光的符纹出现 一看就是不错的法宝 不少明白其中奥秘的人 脸色一变 小声道 这是神力军杖 本身可是上品宝器 上面有独特的符纹 这杖打在身上 就算你拥有钢体 也会痛不欲生 这些人被压制法力 等下认真打起来 那就有意思落 陈青天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这些人自以为聪明 贪生怕死 有这种下场 没什么好说的 啊 饶了我 别打了 要死了 呜 惨叫声此起彼伏 叫场里面 每一声响起 就有人大叫 啪啪啪 啪 他们的疼痛 完全是真实的 就算是强者 在面对这种非人折磨时 大脑还是有很强的疼绝 如果只是普通法宝 还可以凭借一些法术隔绝 但这种神力军杖 显然考虑过这些事情的 一般人根本没机会隔绝 只能硬扛 能咬牙不叫唤的人 没有几个 其他有奖赏的人 纷纷在一旁看热闹 有些人还笑出了声 别人的痛苦 就是他的娱乐 很快军法执行完毕 三百人中 刚开始 没有一人能站起来 等了好一会 有几人才慢慢爬起来 后背屁股上 完全血肉模糊 最惨的 还是那九名正副小队长 他们虽然境界最高 但处罚加倍 有两人还在地 上发抖 石桥南把目光 从这些人身上收起来 接着大声道 你们见识到了吧 我们北方军团 就是这么纯粹 有攻赏 有过法 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 现在大家回去 从今天开始 你们可以请假出军营 但是不能出去寒天城 因为一旦有战事 就需要你们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叫场之上 这些各欲强者 全部高声回话 陈青天也不得不感叹 这军营里面 改变一个人 还真是快 即便是表面让人服从 那也很是了不起了 最起码明面上 没有人敢挑衅军规 就是他 在这里也不敢放肆 能低调就低调 要是低调不了 有实力就是这么无奈 除非自己去 深山老林里面猫着 但他已经不愿意 选择这种方式了 从军营教场解散后 陈青天等人 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没多久 500出级军力丹 就被送了过来 而身份预排里面 也显示增加了5000战功点 看着到手的出级军力丹 陈青天尝着吃了几枚 效果比宗门炼制的 普通丹药效果要好 但和仙武宝库里面的丹药比 天壤之别 索性就放起来了 有了身份预排 这些各域征召来的强者 相对有了一些自由 可以到处走走 也可以请假出军营了 陈青天对这军营 一些地方也熟悉了 经过层层关卡 他总算找到了白云飞 白云飞被分配在 虎威军第五镇军 两人不再同意镇军 这次外出绞杀妖族 他好在没出事 青天 你怎么找过来了 白云飞见到陈青天 面露喜色 白大哥 今天无事 特意过来看看 陈青天笑道 白云飞也笑道 青天 你就是了不起 在哪里都是众人的焦点 我们第五镇军 很多人都说起你了 连带着我也被人问东问西 想从我嘴里 探知你的事情 哦 陈青天点点头 心中知道 自己的一些信息 也不是秘密 总有人会骑的 不过他摇头道 白大哥 他们想知道什么 你就告诉他们 我没什么事不能见人的 白云飞点点头 陈青天有很多秘密 但他知道的也就那么多 说不出什么事情来 陈青天和白云飞 聊了不短的时间 最后才拿出这次奖赏的 全部出级军利单 递给他道 白大哥 这些东西我也用不上 你拿着吧 白云飞一愣 神色复杂道 青天 这出级军利单 可是好东西 也就军中 有 一般人根本搞不到 我听说私底下 有人愿意花束百灵金 收购一枚军利单 就你这些 价值可不少 陈青天笑意满满地望着白云飞 与众心肠道 白大哥 你们的情谊 和这些身外之物比起来 算得了什么 再说 现在你我身处军营 随时要面对妖族 如果实力不够 陨落的可能太大了 你急需要这些外物提升实力 收下吧 白云飞犹豫片刻 还是接下来了 苦笑道 青天 你这些恩情 可叫我怎么还呀 呵呵 陈青天一笑 云淡风轻道 还什么还 你保重自己 不让我失去你这个朋友 就比什么多好 好 我一定好好活着 白云飞彻底放开 两人坦然面对 没有在军营过几天安稳日子 陈青天这天 就被单独叫去了一处军营大厅 里面只有一人 就是他的镇主石乔南 见他笑眯眯地盯着自己 陈青天清楚 没事不会叫他来 叫他来肯定要说点什么 或者有什么任务 镇主 不知道找我有何事 陈青天直接发问 石乔南打量好一会儿 才慢悠悠地说道 我听说 你还没有加入慈心宗 只是一名道学生 陈青天答道 是的 石乔南听后点点头 认真道 其实你在道学院的一些事 我也知道了 你在慈心宗的外号 可是破镜神采 可以说 你非常不错 如果没有意外 成为我这样的强者 恐怕也不会太久 陈青天搞不清楚 他要说什么 只能小心到 镇主说笑了 我也才侥幸到 刚提进后期 要成为 你这样的神丹镜强者 不知道要何年何月 再说 这边境危机四伏 万一我死在妖族手里 那万事皆休 毫无意义 石乔南点点头 胆开道 你说的没错 这天地间 有太多意外 修炼之人 虽然寿命长 但能走多远 谁都说不好 才说完这些话 见陈青天脸上 露出严肃的表情 他改口道 罢了 不说这些了 陈青天 我这次单独叫你过来 是有个任务要交给你 不知道你是否愿意接受 陈青天一听这话 也不多说什么 干脆道 镇主有任务要交给我 我自然愿意听命 石乔南满一道 这次的任务 我本意是不强求 因为这其中凶险有几分 我也不清楚 你又这么优秀 我还是有些舍不得 让你去冒险 但我也告诉你 我们第四镇军的汪剑生 苏杭燕 都已经接下这任务了 对于这些话 陈青天内心暗暗一笑 自己跟他非亲非故 有什么舍不得的 又说那两人接下任务 那么自己不接 就有点不识相了 他面色很快变了 表面上感激道 镇主 你这么看好我 我内心极为感动 我现在是帝国战士 是你手下战士 为军中效力 我很乐意 绝对不会落于别人之后的 好 石桥南最终还是高声道 陈青天 这次的任务 其实是我们虎卫军高层下达的 是要我们在所有镇军当中 挑选出精英战士 前往万丰大山 去找寻潜伏的妖族大军 然后把消息传递回来 再派大军前去 一举剿灭他们 万丰大山 潜伏妖族 陈青天抓住关键词 这万丰大山他知道 是位于寒天域和广天域交界处 此山峰高 连绵三千里 万丰只是比喻 真实数量 恐怕只多不少 如果有妖族大军潜伏在里面 就算是能飞天的强者想要找出 那也是难如登天 见陈青天开始沉思 石桥南立刻又说道 你不用担心 这次任务 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各个镇军当中 都有派出优秀的强者 每个人都有手段 一旦有谁找到妖族大军 奖赏绝对很多 就算没找到 那也不会处罚 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陈青天脸上一笑 当即答应道 镇主 你放心 这次任务 我一定认真仔细 无藏身之地 石桥南高兴道 陈青天 我也相信你 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 这次任务 你一定要小心谨慎 可不能让自己栽了 你要是出事 那就是 我虎卫军第四阵军的大损失了 我会的 陈青天也不傻 真要有什么大危险 他也不会硬上 接下来 石桥南又交代了一些事情 临走时 还给了陈青天一份秘密抽卷 上面记载了很多 对这次任务有帮助的信息 另外又给了一个万里传音符 万一找到妖族大军 可以立马传递消息和位置 以便东方军团派大军前来倾脚 陈青天离开军营后 很快便独自离开了寒天城 因为他的身份预排 里面的出现了一些变化 姓名 陈青天年岁 十七境界 钢体进后期军职 东方军团 虎卫军 第四阵军战士 慈兴宗征召战士 任务 前往万丰大山 找寻妖族大军功勋荣誉 击杀妖兵 3149击杀妖将 55战功点 19618身份 预排上出现这个任务 让他出城一路畅通无阻 而此时 他正乘坐一头战情 在高空中飞翔 这战情不大 背上最多能上三人 但他的速度 比法力竟强者欲物 飞行还快 虽然他现在能飞天 但这次任务不急在一时 他需要安静地想一下 从石桥南给他的资料上看 这次任务 恐怕没有想得那么简单 万丰大山 是在天宫长城里面 这只妖族大军 就是上次侥幸进来的 除了有一两百万被剿灭 其他散落各处 这大山里面 怕是藏了百万妖族大军 而据说这只大军 实力还很强 一旦联合起来 突袭某一处重要城关 恐怕是灾难性的 为此 东方军团这次 从各镇军里面 挑选出很多厉害人物 去找寻他们的具体位置 好快速剿灭 陈青天嘴里喃喃道 按照资料上面的显示 万丰大山就不是什么好地方 里面真是藏无奈狗 这有厉害的山匪 有强大的妖兽 还有魔宗据点 各种阴暗势力 纠集在一起 现在要去找寻妖族大军 该从哪里入手呢 陈青天摇摇头 单纯靠运气 那真是大海捞针 费事费力 没办法 最后只能求助仙无宝库 在战情背上 陈青天向气灵问道 我要在茫茫大山 找寻大量妖族 宝库有这种宝物吧 仙无宝库气灵当即回到 有不少 你可以自己看看 陈青天脑海里面 顿时出现很多寻人 找物质宝物 最终 一种名叫搜寻神符的东西 被他盯上了 陈青天看到上面的剪剑 不由地笑了 搜寻神符 一旦使用 百里范围内 可以感受到活物的血气 尤其能察觉数量 庞大的活物血气 最关键的是 兑换这种神符 一张一万血气值 对现在的陈青天来说 压力不大 就算一下兑换十几二十张 也是一瞬间的事情 哈哈 陈青天突然大笑 低头对战情说道 好了 从现在开始 你自由了 想去哪里去哪里吧 当然 你也可以自己返回寒天城军营 再见了 这种战情 其实被训练得很好 非常合适待步 但陈青天不需要了 也不管这战情 能不能听懂这些话 只听一声 So 陈青天赫然站直身体 脚一蹬 冲天起 他高飞了 飞天进中期的实力 在这一刻展露无遗 当陈青天在高空 看见万风大山时 不由地感叹 哪怕只看到其中一角 那也是骑风罗链 群山促立 风上有风 耸立云端 先进去看看 陈青天打定主意 就飞向其中一座雄伟山峰 搜寻神符是好东西 想要使用 起码要进去百里 那样效果才好 但妖族大军 显然不会在这种外围 最好还是要深入 万风大山较中心的位置 嗯 有妖兽 陈青天才飞入几十里 就发现一群妖兽 既然看见了 但岂有放过的道理 杀 但见他身形如垫 接近地面的时候 一剑之威 三头法力竞妖兽 身体被完全斩断 好 为首的妖兽头领 大吼一声 居然还想杀过来 可惜他实力有限 看身体坚硬程度 还没达到钢体径 但以他的智慧 还是能通灵妖界的力量 可就算这样 在陈青天手上 依旧坚持不了几招 最终被斩杀 而这个实力不错的妖兽群 二十多头法力竞妖兽 全部没能跑掉 被全灭 这也给陈青天 贡献了几万血气值 让他眼神一亮 抱着杀妖兽 获得血气值的想法 陈青天前进的速度放慢了 在这万峰大山里面 仔细寻找 一路狂杀 可惜 妖兽群还是不多 三天时间下来 他总共才遇到三群 最后 让他杀死法力竞以上妖兽七八十 但其他兽类也有一千多 加起来 也收获了二十几万血气值 这样看起来 其实在这里杀妖兽也不错 可必须要努力寻找 耐住枯燥 陈青天本来打算在这万峰大山 继续收集血气值 但接下来 他步入一处沼泽独张之地 就没有遇到什么妖兽和兽群了 这地方极为奇怪 经过半天的查看 他始终觉得诡异 里面大物弥漫 以他的视力和感知 都发现不了里面有什么 最后没办法 他拿出从仙武宝库兑换出来的搜寻神符 死 神符展开 一道能量四散开来 那速度就像一束光 久久过后 陈青天感受手中的神符反馈过来的信息 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个方位五十里左右 有大量的活物血气 看样子数量不少 先去看看 陈青天开始朝这个方位飞驰 这片大物独张之地太大了 当快到目标具体位置的时候 他才开始小心 嗯 陈青天双眼大睁 前方他似乎发现活人了 没错 他听出来是人声 赵小飞 你说三名长老带着那么强者 是去哪里了 我们在这外围有什么好手的 根本不会有什么人和兽过来 一堆碎石上面 两人盘腿坐着 其中一人无聊地说道 听到旁边伙伴这么说 赵小飞摇头道 王志 你问我 我怎么知道 我们在这里待着就行 不管有没有人来 这是我们的职责 嘿嘿 这王志一笑 打去问道 你就不好奇吗 我们妖兽宗 这次派了两名厉害的长老来这个据点 肯定是有什么大事 要发生吗 赵小飞眼神扫视四方 虽然大物弥漫 他还是尽责的 但嘴上还是回复同伴道 有大事发生 对我们来说 未必是好事 我还是希望没事 陈青天躲在暗处 全身气息闭塞 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那两人的对话 他全部听在耳里 魔宗据点 刚才他听到妖兽宗几个字了 这是东战大陆十大魔宗之一 是不服大夏帝国的魔宗 只是没想到 没找到妖族大军 却找了了一个魔宗据点 看样子 这里面还有不少秘密 陈青天快速思索着 他感应了一番 这两名妖兽宗强者 实力远比不上他 大概率是法力镜和通灵镜强者 但这里毕竟是魔宗据点外围 他要动手的话 一定要瞬间制住两人 否则会坏事 有了决定 他缓缓靠近 等到了一定范围内 他瞬间爆发出 飞天镜中期的实力 同时通灵起来 一道阴魂力量加持上身 上 陈青天这一刻强大无比 庞大的气势 全部放在那两人身上 破碎权益 so 怎么回事 赵小飞身为通灵镜巅峰期的强者 为人一向很谨慎 哪怕这个据点一直没出过事 但今天轮到他和王志职守 他也尽心尽力 可此刻他汗毛树立 无尽危机滚滚袭来 让他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 但强者的本能 还是让他退了几步 身体也爆发出一股法力 想要防御 可惜晚了 强劲的权益杀来 他被击中了 不过幸运的是 他退开这几步救了他 但他前方的同伴王志 就没那么好运了 当场被陈青天突袭秒杀 死了一个 这个倒是厉害 居然躲过了 陈青天从爆发实力到出手 也不会才一个呼吸时间 但这个成绩也算不错了 起码杀了一人 另外一人重伤 也就在这一刻 他又继续出手 要把这人置住 有人 赵小飞刚要大叫 但立马感觉身体一软 瘫倒在地 等他回过神来 已经彻底被压制了 身体里面提不起一点法力 明显被破坏得很严重 赵小飞心如死灰 呆呆地望着面前 少年模样的强者 他有些不幸 这人真的真的是这么年轻吗 或许 他是一位厉害强者 只是保持这样的容颜 但这一切都不那么重要了 他是死定了 也有这个觉悟 可最后 他还是不死心地问道 你是什么人 刚才没杀我 现在能让我死了明白吗 陈青天笑眯眯地看着眼前之人 他此时没有穿上虎卫军的盔甲 只是一身很普通的服饰 没杀着妖兽宗强者 也是想从他身上 问出些什么 没有多余废话 陈青天瞬间冷着脸问道 现在是我问你 你是妖兽宗的人是吧 这里 是你们的一个据点 里面有多少强者 赵小飞心知必死 也不多说 凄惨地笑道 杀了我吧 我不会说的 这样 就不怪我了 陈青天眼中凶光一闪 这是傀儡丹 先无宝库患的 就算他这种强者吃了 也会被控制 到时候有什么说什么 这种丹药廉价 但副作用明显 一旦服用 整个人脑子会很快坏掉 到时候会变成白痴 吃下去吧 陈青天一把捏住这人的嘴 把傀儡丹药送了进去 他根本没办法反抗 也没办法调动身体法力了 不一会 这人眼光溃散 面部扭曲 接着浑身抽搐 变成一副痴呆的样子 陈青天见时机成熟 再次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赵孝飞 呆呆的声音传出 很好 陈青天一喜 再次问道 这里是妖兽宗据点 说说里面的情况 赵孝飞嗤嗤道 这里是我们妖兽宗 很早就建立的据点了 主要是为了抓捕强大的妖兽 然后驯服他们 为我们所用 一直以来 我们这个据点都很安稳 有一名神丹靖长老作证 另外还有三名飞天靖直士 十四名钢体靖直士 上百名通灵靖和法力靖弟子 还有一些杂役弟子 陈青天听到这里 脸色一变 这里的实力还真是强 不过他先前听到 这两名妖兽宗弟子说过 有三名长老带强者出去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 他急忙问道 你们先前说 有三名长老带人离开 什么缘 赵孝飞继续木讷地回道 那是因为 就在几天前 我们妖兽宗 又派了两名实力强大的长老 来这个据点 但就在今天 三名长老带着两名飞天靖强者 十名钢体靖强者出去了 我也不知道 他们去哪里了 陈青天文言一阵 连忙道 那你是说 现在这个据点里面 已经没有长老级别的人物 坐镇了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你知道吗 赵小飞无神地摇头道 不知道 陈青天眼神跳动 再次确认道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据点 最强的就是一名飞天靖强者 还有一百多法力 靖到钢体靖的强者 那另外 还有什么力量没有 或者有什么强大的法宝 赵小飞点头道 现在我们据点 已经没有神丹靖以上的长老坐镇了 其他强者就是这些 但还有一股十分强大的力量 那就是妖兽大军 妖兽大军 陈青天一愣 他心里清楚 妖兽宗 最厉害的手段 就是御兽 他们能控制妖兽进行战斗 更有特殊法门 能极快地提高妖兽的实力 就是不知道这个据点 有多少妖兽大军 陈青天快速问道 你知不知道 这只妖兽大军有多少 实力如何 赵小飞眼神迷离 喃喃道 就我所知道的 我们据点这么长时间以来 控制的妖兽大军数量极多 没有全部放在这个据点里面 在这万峰大山 还有另外两个妖兽安置点 但我不知道在哪里 十万头妖兽 陈青天嘴里不时念叨 这数量可不少了 就是不知道实力如何 想来也不会太差 这些被你们控制的妖兽 都是什么境界的 你快说说 陈青天加紧时间问道 赵小飞回道 我有一次听我们长老随口提过 十万头妖兽当中 法力镜以上的有两千头 其他妖兽最低都有宗师镜实力 陈青天听到这话 心中一惊 两千头法力镜以上的妖兽 这是什么实力 都可以组成两个镇军了 陈青天随口一句 你们妖兽宗真是厉害 准备这么多妖兽 不简单 赵小飞眼神越来越无神 他已经听不出什么语气了 但这时却说道 我们妖兽宗有特别手段 能把开窍镜妖兽 强行提升至法力镜 但是这些妖兽也不再有潜力了 以后根本不可能再达到通灵镜 而且智慧也不高 但是战斗力可以 有听话 最终 陈青天从赵小飞口中得知 这个据点 法力镜以上腰兽不下五百 这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哄 陈青天见面前的赵小飞 如同活死人一般 自己该知道的也都问好了 便一拳挥去 给了他一个痛快 此时他大脑急速飞转 这个魔宗据点 虽然最强战力全部出去了 但这剩下的力量 也不是他一个人能轻易染指的 况且 他也不知道 那出去的三名长老级别强者 什么时候带人返回来 十几个呼吸的思考 陈青天冲动 还是压下了理智 他想过去看看 决定了 他马上就行动了 沿着前方走去 一座隐藏在迷雾中的高峰出现了 还没有靠近 暗处就有了好几股气息 那其中 有人 也有强悍的妖兽气势 前方有人有妖兽 一个个暗烧太多了 很难摸上去了 陈青天内心暗暗道 就在这瞬间 他杀了过去 两头法力镜妖兽 被他击毙 但他也暴露了 有强者来袭 有人来犯 高喊声不断响起 几名法力镜强者 朝陈青天杀了过来 他也得到提示 杀了这些人 能得到血气值 先前那两人 他偷袭杀死 可是没有血气值的 杀 陈青天再无顾忌 当即通灵 身体气势放出 一箭惊鸿 几名法力镜强者 当场被斩 这样巨大的动静 前方的山峰上 不断有强者朝这里杀来 这其中 还伴随着不少身躯庞大的妖兽 呲牙咧嘴 汹涌狂飙地冲来 哄 青天剑在肆意挥舞 大狂杀剑法 虽然力量不那么集中 但此刻陈青天的实力 恐怕除了神丹镜强者 怕是没有什么人能压制他了 但就在这时 一道洪亮的声音 从空中传来 什么人 这么大胆 敢杀来这里 陈青天抬眼一看 这人应该就是 妖兽宗这个据点 唯一还在的飞天镜强者了 只见他从高峰顶端杀来 那散发出来的气势 确实强得惊人 恐怕是飞天镜巅峰期 甚至是大远满气的厉害人物 陈青天眼神一明 也不示弱 从地面上冲天起 迎杀上去 许熙贺在妖兽宗 也算是老牌直视 万丰大山这个宗门据点 从建立到现在 就没有被谁发现 也没有人和兽 能闯入这里 想不到今天长老才出去 这里就出事 居然有个少年模样的家伙杀了过来 这还了得 但这样也说明 这个据点暴露了 不知道等下有没有 更厉害的强者杀来 但在这之前 他一定要斩杀面前这个 敢单独杀来的狂妄家伙 陈青天没有废话 借助冲天气势 他一道破碎权益 就击打过去 想试试这魔宗强者的本事 咦 许熙贺面对陈青天的杀招 眼里出现吃惊 惊讶到 这是 意 权益吗 哼 就算是权益 也不能在我面前放肆 他也没有丝毫胆怯 一把雪白如玉的骨刀 爆发出冰山寒意 庞大的能量 想要冲破权益 反杀陈青天 砰 两刀力量 碰撞出闪耀的光芒 反振出来的感觉 让陈青天明白 这名非天境强者 也不简单 两人强强对决 也让许熙贺明白 眼前这个少年模样的 非天境强者 展露的境界没有他高 但实际实力 让他不得不震惊 他又出言问道 你是什么人 怎么发现我们这个据点的 若你现在驻守 我可以引诫你 加入我妖兽宗 也免了你陨落之灾 陈青天知道 这些都是屁话 这人想打探自己的身份虚实 但此时 他也不知道 这妖兽宗据点长老强者 什么时候回来 速战速决才是王道 你别管我是什么人 今天你们这个据点 我要全灭 陈青天杀气腾腾 这里的魔宗强者和妖兽 全部是他的血气质 但这些话许熙贺听了 脸色一下 被气得占红了 杀意惊天道 狂妄自大的畜生 我要拿你的血肉 喂养妖兽 去死 陈青天感觉到 这名非天境强者的怒意了 但他毫不在乎 来战 两人法力无限施展 强大的杀招都没有保留 与此同时 这个据点的其他妖兽宗强者 也几乎全部出动 他们全部欲物飞行上天 想要和这里暂时的 最强者许熙贺一起联合 杀死来犯的陈青天 一时间 到处是灵力的杀鸡 强烈劲爆的法力 伴随着大量绝招 一个个就要扑面而来 陈青天这时 也感受到一丝压力了 这些妖兽宗强者 全部气势十足 看起来配合得很好 颇有阵型 各色法宝法术 异常凶猛 杀死这闯入 我们据点的小子 杀 赶来我们妖兽宗地盘 简直不知死活 许熙贺这位魔宗强者 也并没有要和陈青天 独自对抗的想法 也是大声命令到 大家合力 快速杀死这畜生 以防有变 哄 无数道攻击 连连不断地向陈青天进攻 让他只能疯狂抵挡 全部出来了吗 陈青天感觉到时机成熟了 他之所以赶一个人杀过来 心中早就有好的打算了 面对上百名围攻自己的强者 还有一名飞天境顶端的人物 这对一般人来说 恐怕真会被围死 况且 下方还有不少妖兽陆续出现 可惜 这些妖兽没有法宝 也不会欲物飞行 暂时还威胁不到他 寿命燃烧 阴魂上身 这一刻 陈青天第二次动用这个手段了 以他现在的实力 是可以和这些妖兽宗强者周旋 但根本没办法快速杀死他们 也只有借助纤无宝库 鹦鹉电英魂的强大力量 才能真正地纵横四方 砰龙 巨大的能量加持在陈青天身上 一道若有若无的虚影 开始显现 但很快又消失了 怎么回事 许熙鹤有些心惊胆战 不知道为何 眼前被围攻的少年突然变了 变得奇怪无比 就像不是这个时代的生物 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一般 陈青天犹如一尊远古凶兽一般 站立在虚空 眼睛死死盯着这里最厉害的 非天境强者 突然 他动了 就像瞬间一动一般 出现在这强者身边 哄 这拼尽全力的无敌一击太猛了 使得周围突明突暗 一拳出 空间好似泥潭 压制所有人的身体动作 我 许熙鹤惊恐地望着这一道攻击 他脑海明白一切 但身体完全不听指挥 这种可怕的事情 按理说 不应该发生在他这种强者身上 啊 一声惨叫 一名非天境强者 被强大的能量击中 身体发生崩裂 砸在山峰之上 许之是被打飞了 这人怎么突然这么厉害了 我感觉到了 这人身上的力量太可怕了 我会死的 这究竟是什么人 他是神丹镜强者吗 所有的妖兽宗强者恐慌了 万般惊恐地望着陈青天 可没有人回答他们的疑惑 迎接他们的是一道道杀招 浑身力量堪比神丹镜强者的陈青天 彻底放飞自己了 杀一人是杀 杀百万人也是杀 今天我要让这里人处死绝 喝呀 一声大喝 陈青天双手连环 一口气打出几十道破碎权益 砰 十几名法力镜 通灵镜强者 被这些权益击中 身体犹如盛开的血玫瑰 在空中绽放 血 肉 骨髓 一滴滴 一块块下落在地上 好 地上的兽类 那些强大的妖兽 居然开始狂暴了 贪婪地吸食着一切 哈哈 陈青天狂笑 庞大的力量上升 让他整个人变得亢奋 心中的肆意被无限激发 杀 啊 惨叫声在空中接连响起 仅仅十几个呼吸 一百多魔宗强者就死伤大半 余下的这些人 全部被镇住了 哪怕是不怕死的人 在这一刻 也开始退缩了 面对不可敌的强者 没有人愿意持续送死 快 分开跑 去找张老 太可怕了 这是个凶恶鬼王 他不是人 开始跑了 这些妖兽宗强者 一个个四散奔逃 陈青天眼神灵力 身体没有停歇 他嘴角上扬 跑吧 看你们能跑多少 嗯 陈青天刚要朝一个地方追杀 这时却注意到 刚才那飞天镜强者 并没有死 但他也伤得很重 在山峰一侧 想要溜走 陈青天怎么会放过他 身形几个闪动 来到他身边 啊 别杀我 杀了我 我妖兽宗铁塔长老 不会放过你的 你会被追杀的 陈青天根本不听他讲话 啪 一拳下去 这个几乎没有反抗之力的 飞天镜强者 被他彻底轰杀 这次 他是真的死了 陈青剑注意到了 他得到了三万多 接近四万的血气质 对于那些逃跑的魔宗强者 陈青天没有追杀太远 这些妖兽宗强者能跑一些 但其实还有千余名杂役弟子 他们没有达到法力境 这些人在魔宗这种地方 没有人权 没有地位 陈青天也没有放过他们 加入魔宗 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胁迫 对他来说 就是敌对的势力了 今天不杀 难道还能让他们成长起来吗 当这些杂役弟子 被杀了差不多时 有些聪明的 已经躲起来了 陈青天本不想放过 但他已经没时间找他们了 因为他发现 更有价值的东西在不停涌出 这座妖兽宗据点 其实就建立在这迷雾重重的山峰上 而这山峰底部 有一个巨大的空间 这里面 圈养着无数的凶兽 妖兽 刚才短时间的激战 让这些妖兽宗强者死的死 跑得跑 这些妖兽大军 也没有什么人去控制了 他们彻底乱了套 不断地想从地底跑出来 陈青天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凶兽 妖兽 心中的杀戮之意开启 手中的动作也不慢 整个人降落在洞口处 没有丝毫停歇的杀伐 根本不需要考虑法力问题 因为他不停地服用天级回复单 可以说 他这次冒险杀进这个魔宗据点 就是为了这些妖兽 最先冲击出来的妖兽 全部是法力镜以上的 领头的十几头妖兽 实力更是达到钢体镜 但阴魂上身的陈青天 就是一台杀戮机器 哪怕是身躯庞大 防御惊人的钢体镜妖兽 也扛不住他三次权益 身体就会破碎 满地的妖兽尸体 血液已经没有办法再渗入地底 这一片大地 全部被染成了黑色 腥臭味完全可以熏晕普通人 冲天的血气浮上天空 嘶叫声让这里变成古老的屠宰场 终于还是结束了 陈青天没有计算 他到底杀了多少兽类 和法力镜以上的妖兽 但他从脑海里看到的血气值 多少可以猜测出来 没有妖兽再出来了 除了少量跑了的 这里的妖兽大军 应该被我杀光了吧 呵 陈青天先是喃喃细语 接着又哑然嗜笑起来 最后 陈青天还是满载而归地走了 杀了这多妖兽 他也在尸体堆中 收集到两三百妖兽内单 这个魔宗据点 他也简单地搜寻了一番 确实找到了一些资源 但更多的好东西 强者一般会放在自己的虚迷那戒里面 其实一般的收获 他也看不上眼 一个人剿灭这个魔宗据点 最重要的大收获 就是得到了三百万血气值 对的 在这个魔宗据点 他获得的血气值 是他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河海中的自身实力和个人属性变化 陈青天 男 十七岁寿命长 四百八十境界 飞天境 中期 自治 擎天妖孽 零食 一只道 破碎权益 初级 功法 九霄雷霆大法 地级上品 忠诚 武技法术 威猛神龙拳 地级绝品 大成 大狂杀剑法 地级绝品 忠诚 通灵法术 人级下品 大圆满 玉剑法术 人级绝品 大圆满 血气值 三四七 一九零八 这次获得的血气值 加上他原来所拥有的血气值 全部加起来 居然达到了三百四十万之多 不知不觉当中 他的个人实力 已经非常强劲了 武技功法 全部大有进步 但这次召唤阴魂上身 又消耗了他十年寿命 可对比收获的 陈青天 还是觉得值 客观地了解一下自己 他又默默地注意到 血气值这一栏上了 他开始回忆起来 这半天的杀戮 有近七十名法力镜以上的 妖兽宗强者被他杀死 其中有一名非天镜强者 还有其他那些 没有达到法力镜的杂役弟子 但这些人 并不是这个血气值的主要贡献者 真正让他大有收获的 是那些妖兽大军 陈青天那感觉到 死在他手上的法力镜妖兽 怕是超过三百 另外还有几十头通灵镜妖兽 十几头钢体镜妖兽 其他的兽类 那就更多了 妖兽宗留在这个据点 三万头妖兽大军 起码有两万多头被他杀死 这是个庞大的数字 要不是有着 鲜无宝库的天机回复丹 让他随意挥霍法力 他根本做不到 就算一名神丹静强者来了 这么短时间 恐怕也很难杀这么多凶兽 妖兽 只是可惜 陈青天看着身份预排战功点 没有一丝变化 这些魔宗强者 山林妖兽 杀了不会计算在军宫里面 三百多万血气值 境界又能大提升了 可惜 要想把资质提升到神才 拥有一具神体 这需要五六百万血气值 远不够啊 陈青天内心有些纠结 一下拥有这么多血气值是好事 但真正使用起来 又发现很多事干不了 想提升资质到神才 要的太多了 他之所以急迫地想再提升资质 是因为现在就算提升一个小境界 以他妖孽资质 消耗的血气值也太多了 再这样下去 想达到神丹静 要花费的天机灵力丹 估计都要百枚 之后一个小境界 绝对要花费超百万的血气值 这代价越来越大了 这次发现魔宗据典 一次性捣到这么多血气值 接着来 如果没有捷径 就只能慢慢积攒了 陈青天目光一宁 心中有了决定 整了整衣冠 开始朝着落脚的大山洞走出 他要杀 这个所谓的搜寻 潜伏妖族大军任务 和他在这万峰大山杀戮妖兽 也不冲突 接下来一天时间 陈青天飞飞停停 连杀百里 十几头妖兽 六七百凶兽被他发现 全部杀光 收获了八万血气值 按这个速度 他要想积累足够血气值 成为神才 在这里待一个月 肯定就够了 抱着这样的决心 陈青天在这个新的位置 又使用了一张搜寻神符 但并没有感受到 哪里有大量的活物血气 看样子 妖族大军不在这里 但有意思的是 凭着这搜寻神符 他感应到一处 微弱的活物血气 最后在十几里之外的地方 发现一群普通凶兽 有上千之多 杀光他们后 当场就收获了四五万血气值 这也给了他一个思路 利用搜寻神符 找这样的小兽群 能更快地获得血气值 万丰大山妖兽宗被灭的据点 这里可以说是满目疮痍 兽师堆积成山 三名身材紫黑长袍的强者 站立原地 他们周围 还有着十几个名妖兽宗强者 但此时没有人敢出声 接着又有几名强者走过来 他们身后 跟着几十名神色慌张的直视弟子 其中一名紫黑长袍的老者 脸色已经黑成木炭了 他用冷冰冰的口气问道 你们说说 我们三位长老才出去一天多时间 这里怎么就成这样了 上百名宗门强者 三万头好不容易培养的妖兽大军 就剩这么些了 谁告诉我 这一切是谁干的 他问话的时候 眼睛死死盯着那些侥幸活下来的杂役弟子 和二十几名在陈青天手里跑掉了 但又返回来的妖兽宗强者 这里面 留守的妖兽宗门人弟子 唯一一名逃脱陈青天独守的钢体径强者站了出来 只见他眼神闪烁 小声回道 铁塔长老 你和两名长老才走不久 突然杀了一名少年模样的强者 他太强了 浑身爆发的力量 根本不是我们能抵挡的 这妖兽宗铁塔长老听后 身体气势爆发 杀气腾腾道 到底是哪里来的强者 属于哪个势力 你们说不出来吗 这钢体径强者退后一步 脸色尴尬道 长老 这 我真不知道 他也没有自爆家门 更没留下什么话 接着他又回忆道 这名来袭强者 没有达到神丹镜 但他能使用权益 功法武器厉害得很 更是能爆发奇特的能量 太可怕了 像是一名少年妖孽人物 权益 少年妖孽人物 妖兽宗铁塔长老 不死心道 那你们呢 有谁知道什么 这幸存的一些人 连连摇头 没有谁能说出什么来 只是说 陈青天如何强大 还有就是长相如何 这些活着的杂役弟子 不少当时没有跑走 躲起来的人 还说陈青天杀跑强者后 花了长时间 才灭了妖兽大军 当时的兽吼声 嚎叫声 攻击声响彻不停 这些话 让这三名长老 以及这些才回来的强者 听得眉头大皱 他们按惊不已 有这样的战斗力 如果不是神丹竞强者 那必定是十分强悍的妖孽 死 砰 听完这些话 铁塔悍然出手 十几名杂役弟子 顿时身体一震 蹊跷流血而死 接着嘴里大骂道 统统都是废物 这个句点 我花费这么多心血 现在全废了 好了 见他还要出手杀人 他旁边一名长老叫道 铁塔长老 算了 这人应该是意外发现 这里的 你也知道 东方军团派了很多强者来这里 想必那少年模样的妖孽强者 是东方军团的人 另外一名妖兽宗长老 也点点头 白手道 这里废了就废了 没什么可惜的 我们先去新建的据点 把所有的妖兽大军集合起来 到时候配合妖族大军 实施我们的计划 铁塔听这两名长老这么说了 只能暂时压下火气 但还是横横地说道 要是让我找到这人 我一定把它撕成碎片 就在陈青天 剿灭妖兽宗据点的第二天 当他用出第三张搜寻神符的时候 就发现异常了 八十里外的位置 庞大的活物血气 让他清晰感受到了 他心中一袭 快速朝那里移动 心中猜测 这次应该不会是什么魔宗据点 庞大兽群之类的 一定是妖族 果然 越靠近目标位置 他感受越强烈 看见了 那些移动的妖族 一个个强悍无比 有很强的组织纪律 但他们明显在行动 根本没有原地驻足的样子 陈青天没有太过靠近 只能选择在一处高峰观察 他们的路线拉得太长了 就算以陈青天的感知力 也只能慢慢计算 同时 他也感觉到 这里面有强大的神丹镜妖族强者 还有不少法力镜以上的妖族 而且还不少 真是一只精锐妖族大军 不对 离情报上所说的 百万妖族大军有差距 陈青天一直尾随 但这么长时间观察 他发现 这只妖族大军 最多只有三十万左右 也就是说 这只潜伏在万峰大山的 百万妖族大军 已经分散了 但就算这样 只要把这三十万妖族大军的位置 发回去 也算立功了 只不过 这三十万妖族在不停移动 只有等他们驻扎起来 或者摸清楚他们的去处 才好把情报告诉他的镇主 陈青天跟了半天 一直到黑夜 他们才停下来 但很明显 只是普通休整 看架势等下 还要上路 嗯 陈青天本来在这只妖族大军 外围徘徊 但这在这时 他隐约感受到 左边有动静 很微弱 如果真有人 那一定是厉害的强者 你应该也是从镇军来的探子吧 一道声音在黑夜里传出 陈青天嘴角淡淡一笑 他没有放松警惕 直接回道 你没猜错 不知道你是哪一军的 人影渐渐浮现 陈青天看清他面容后 微微一愣 随即释然道 真没想到这妖巧 你也盯上这只妖族大军了 来人看清楚陈青天 也有些惊讶 但并不奇怪 他缓缓道 没错 我盯上这只妖族大军两天了 但他们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似乎要去什么地方会合 陈青天点头 他没想到 在这里遇上这汪剑生了 两人说起来 还是同一个镇军里面的 但也没什么接触 看似战友 但根本不熟 汪剑生注视着面前的陈青天 他心中有些感觉 突然笑着问道 你真的只是刚提进后期的境界 我能感觉到 你很强 要不然 根本不可能察觉到我的存在 陈青天见他只是好奇的样子 这是开口道 这种事 你要亲自来验证才行 不过现在显然不是时候 哦 汪剑生来了兴致 锋芒外露道 这么说 你觉得你 可以和我一战 陈青天保持着强大的自信 微微点头道 有机会 可以讨教 哈哈 一声轻笑 汪剑生赞道 就凭你这种自信 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 不过 眼下你打算怎么办 陈青天文言问道 你还没有把这只妖族大军的消息 传递回去吧 汪剑生摇头道 没有 他们这两天一直没有停下来 我想搞清楚 这些妖族要去哪里 再汇报给那阵主 陈青天一笑 心中思量 这只潜伏的妖族大军 应该是要有动作了 他们一定会出去这万峰大山 就是不知道目标是哪里 但暂时看来 只有再有两天 他们出了万峰大山 很快就可以分析出来 这时他也说道 汪道友 我跟了他们半天 也没有把消息给那阵主 我的意思和你一样 那就是继续跟着 我想看看 他们到底会不会和其他 妖族大军会合 有什么目的 汪剑生道 很好 那你我一起吧 这份功劳 我看要很多人分了 陈青天倒是没介意这些 军功这种东西 有事锦上添花 没有也无所谓 他也相信 一定不止 他和汪剑生发现 这只妖族大军了 其余那些东方军团的强者 也一定有手段 找到这些潜伏的妖族大军 两天后 陈青天和汪剑生 跟着的这只妖族大军 终于和另外两只妖族大军会合了 百万妖族大军 汇聚在万丰大山外围一处 那散发出来的妖气 让人窒息 到了这里 两人经过分析 也得出了结论 只听汪剑生说道 陈道友 从这里离开万丰大山 可以直冲广天玉宣良城 这只妖族大军的目的 已经很明显了 陈青天到了这里 也明白过来了 万丰大山 介于边境寒天玉 和广天玉交界 但现在他们所处的位置 离广天玉宣良城很近 这宣良城 肯定是边境一座 比较重要的城池 陈青天根据手中的资料 他猜测 这座城池里面 可能存放着重要的东西 所以这妖族大军 想从这里下手 到了这里 陈青天感觉时机也成熟了 对着汪剑生说道 这妖族大军 就要出万丰大山了 我们可以传递消息回去了 汪剑生已经拿出 那阵主给的万里传音符 把他的各种猜测 和妖族大军位置 传递出去了 陈青天自然也一样 把这些传递回去之后 派大军剿灭这百万妖族大军 跟他关系不大 而他暂时也没想回去复命 这万丰大山 对他来说 也算是一个升级之地 他还想继续待些日子 眼见妖族大军冲出万丰大山 汪剑生就要跟上去 但他见陈青天 没有要走的意思 于是回头说道 怎么 你不跟上吗 陈青天笑道 没必要了 这样的大战 我不想参加了 有些凶险 咦 汪剑生略微意外 他没想到 陈青天会说出这么胆小的话 他忍不住问道 你真不跟过去 你不怕虎卫军 认为你逃跑了 多谢关心了 陈青天无所未到 他对于这一点 已经有了对策 他用万里传音符的时候 就特别和那阵主说明了 他找了一个魔宗据点 需要找机会灭了他们 是是是 陈青天真的灭了一个魔宗据点 还能拿出不少证据 包括那名非天境强者的尸体 眼见两人要分离 陈青天还是忍不住提醒道 汪道友 这只百万妖族大军 里面神丹境以上的强者 汪剑生闻言一愣 也不问陈青天怎么知道的 拱手道 我也隐约能感觉到 那里面厉害的强者很多 他们没怎么掩饰 但我还是选择跟过去 就此别过了 我们军营见 陈青天也道 好 军营再见 见汪剑生离去 陈青天注视着妖族大军离去的方位 思绪重重 他能知道 这只妖族大军 有大量神丹境以上强者 是动用仙无宝库的宝物试探的 也因为确定了这事 所有他这次不跟过去冒险了 要不然的话 沙妖族大军 可是有双倍血气值 还有功勋 他没道理不谈 可现在 他选择掉头进万峰大山 枯燥的杀兽 积累血气值 寒天城 大将军殿 第三十三层 一座大厅内 这里只有不到十个人在意识 但就这些人 代表着东方军团最高层 岳鹏飞正坐在高位 他身上没有穿盔甲 一件白长袍外面 披着厚厚的黑金披风 一脸不怒自威 看起来不苟言笑 保持着四五十岁的容貌 眉目间能看出来 年轻的 他一定很神俊 但现在更霸气 大将军 从各方消息可以看出来 这只妖族精锐大军 目标是广天狱的宣良城 这里面 可是有我军大量重型武器 还有不少军粮 他们应该想毁了这里 岳鹏飞下方 一名满面胡须的大汉战起 凶狠地分析着 他盔甲凛然 看起来杀气腾腾 在这东方军团中 他的实权 仅次于震妖大将军岳鹏飞 关将军说得不错 依我之见 这只妖族大军 确实是朝着宣良城去了 只是不知道 宣良城里面的情况 是怎么被妖族探知到的 这人说话时 与其略显阴柔 看起来就像一个白面书生 没有一点军人的气质 也的却如此 这人是东方军团的总监军 是大夏帝国最有权势的那一人派过来的 甲国中 宣良城里面的消息 怎么泄露的 你去查 关雄安听这位总监军开口 眼里有着那么一丝不悦 但已经算很克制了 甲国中假笑地望着关雄安 又扫视在场的猪将 他当然知道 这里没有人对他有好感 可他也不介意 微笑地对上手的岳鹏飞道 大将军 该派强者和大军围剿这只妖族大军了 岳鹏飞并没有马上发话 轻轻地敲击几下桌面 他双眼大睁道 有些反常 根据你们得到的消息 这只妖族大军 可有不少神丹镜以上的强者 这么大阵仗 这么大张旗鼓 恐怕不是为了宣良城 也许 他们还有别的目的 难道 随即他又摇头 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听到他的话 下方的虎威军统军将军 善无悔恭敬道 大将军 不管怎么说 以宣良城的力量 根本对抗不了这只妖族大军 我们要派大军去支援啊 岳鹏飞点点头 下令道 传令下去 宣良城周边的大军 全力过去支援 再从我们寒天城 即刻抽掉十个阵军赶过去 另外 就从那些宗门家族派来长老里面选吧 他们也该出力了 听到这些命令 善无悔自告奋勇道 大将军 这些神丹晋以上的强者 就由我带过去吧 我去 这时 下方另外一位统军将军也开口了 望着不少人跃跃欲试的样子 岳鹏飞最终还是对下方说道 无悔 就你去吧 如果情况不对 要马上告诉我 得令 说吧 善无悔立马出去了 议事结束后 岳鹏飞独自在大将军殿一层徘徊 很久过后 他才出声道 无影 你带暗卫队 去干天狱 跟着那两位 如果没事最好 万一不对 一定要护好那两位周全 是 空旷的大厅 并没有其他人 但一道虚无缥缈的声音 很认真在回答 百万妖族大军 正蜂拥地朝广天狱宣 梁城进发 一路上 凡是挡住他们的小城关 纷纷被灭 这只妖族大军 不光数量极多 实力更是强盛的可怕 此时妖族大军 刚毁灭一处城关 破损了一间院子 里面站着几十名妖族 和十几名人族 但看形象 好像全部是人族 可妖族就算化为人形 外表依旧有很大的区分 从他们身上 散发出来的气势 可以得知 这些人和妖 全部是神丹镜以上的大强者 此时他们最中心 一名标形大汉开口了 我们该走了 只要抓住那两人 我想 那岳鹏飞 一定什么脸都没有了 但见他满脸横肉 最为明显的 是额头上 有个大大的金色王子 随后笑起来的样子 活脱脱一头人形猛虎 他身边的一名黑袍人族 这时也说道 走吧 如果能抓住 大夏帝国两名重要皇室人员 也算是彻底打了他们的脸 破损了宅院 人族魔宗强者 和妖族强者绞在了一起 商量着 怎么抓住两名皇室人员 十大魔宗 除了臣服帝国的三大魔宗 其余七大魔宗 被大夏帝国逼的 已经没有任何底线了 双方之间不死不休 只要能打击帝国 这些魔宗之人和谁合作 都是可以的 星天玉境内 一支庞大的队伍 正乘坐大量的飞行战情 向边境寒天玉飞去 最中心的一头战情 施展双翅 宛如遮天蔽日一般 庞大到极点 他的背上 居然拖载着一栋房子 这房子里面 一男一女 坐在华丽的毛毯上面 悠闲看着下方的山川河流 两人衣着打扮 无不显露出非一般的华贵 男子二十五六 阴气勃发 女子年方十八左右 脸上亮丽到 没有一丝瑕疵 轻轻地放下手中的七彩杯子 女子张着小嘴道 十六皇兄 我们要是进入安老的灵气内 他带着我们去寒天玉 就不要花费这么长时间了 男子摇头 微笑道 星灵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我当然要好好看看帝国内的一切 只有亲眼所见 才更有感觉 而不是听别人怎么说 这两人 男子是当今大夏帝国 降盛大帝的第十六皇子 姬成文 而女子 是当今大夏帝国最小的皇女 姬心灵 姬心灵看向外面 小声道 十六皇兄说的也是 这一路上 有意思的事情还是很多的 再有几天 我们就能抵达寒天城了吧 姬成文眼中有些憧憬 他感叹道 我求了父皇好久 他才答应我 让我来边境历练一番 接着他豪气起来 大声道 倘若我这次能拿出一点成绩 想必父皇一定会高看我一眼 姬心灵眼中含笑 摇头道 十六皇兄 以你的身份境界 想要上战场 恐怕是不可能 最多是来观战的 姬成文脸色一变 不服气道 怎么 姬心灵 你看不起你十六皇兄 我的资质 就差融入一具神体 就能成神采 而我的实力 早已达到非天境大圆满 安老都说了 论真实实力 一般神单境强者 我未必不能一战 好了 姬心灵妥协道 我知道十六皇兄你厉害 不过这次妖族来袭 强者可是不守 东方军团已经陨落好些 神单境强者了 姬成 文听后 丝毫不担忧 依旧信心满满 也就在这时 外面一道声音传来 十六皇子 二十三公主 星天玉主城就快到了 是不是又要暗叹一番 两人文言 眼睛一亮 不约而同道 去看看 等两人出来 一名鹤发童颜的老者 就站在空中 他眯着眼睛 一副慈眉善目 可周围那些护卫 见到这名老者 没有人敢抬头看他 姬成文一出来 就微笑道 安老 不用太多人陪 我们下去 你一个人就行了 这样自在 这安老略微睁开一点眼睛 呵呵笑道 十六皇子这么说了 那老奴自然明白 接着他看了看周围 上百头战情上的护卫 轻轻道 你们全部在这里等着吧 是 不论是谁 全部大声回话 动 一声响动 一把巨大的战锤里面 走出数千妖族强者 而在旁边 同样巨大葫芦里面 也走出了上千人族强者 两名为首的妖族强者 和人族强者 相互看了一眼 这额头上 有金色王子的妖族强者 大声道 大副宗主 如果消息没错的话 这两名皇室成员 应该是在这新天狱范围内 你我把各自的强者散出去 一旦找到 是就成了一半了 这位黑袍副宗主也不废话 冷声道 元宝虎副组长 我们各自 把手段使出来吧 不能耽误太长时间 虽然把东方军团的注意力 都引到宣良城去了 但他们 很快会发现不对 而且我们这么多强者 在这新天狱搜寻 肯定瞒不了多久 这元宝虎副组长点头道 你放心 只要他们被我们妖族强者找到 就能第一时间通知所有强者 这些手段还是有的 商量妥当之后 这数千的人族强者和妖族强者 分成了几十个小队 接着 他们在新天狱大肆搜寻起来 似乎每个小队都有特殊的手段 但这么大的动静 注定也瞒不了多久 在这安老的陪同之下 姬承文和姬心灵 简单地暗访了一下新天狱主城 便返回到天空 重新出发 他们的下一站 自然就是隔壁的边境大狱 韩天狱 而此时 他们不知道 一场针对他们的行动 就此展开了 一路上 这安老并没有踏空飞行 而是乘坐在一头战情背上 只见他双腿盘坐 眼睛闭着 紧跟在两名皇室战情身边 嗯 可就在这时 他突然眼睛大睁 身形嗖的一声 快速向前方飞去 走时只交代了一声 保护好皇子和公主 我去去就来 他走后 战情背上房子里面的姬承文 和姬心灵不明所以 但他们对这安老有绝对的信心 就算真遇到了什么强者 这安老一定能对付 安老 原名安天力 是大夏帝国皇室千年培养的强者 他能走过无数的风风雨雨 一直活到今天 自身境界已然深不可测 更为更重要的是 他对大夏皇室忠心耿耿 就在刚才 他已经感觉到了 数十里外有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 不过几十个呼吸 他就赶了过去 发现了前方的异常 妖族 安天力眼神一变 在这个地方 居然发现了妖族的身影 虽然这火妖族 在他眼里不算什么 可是那为首的 也是一名神丹镜妖族 其他上百名妖族 也没有低于法力镜的 这太过离奇 边境可没有失手 而这群妖族强者 为首的神丹镜强者 手上拿着手上 拿了一块神奇的圆牌 嘴里喃喃道 那边不对啊 当安天力出现在 他们身边不远处的时候 他们也感应到了 为首的妖族 更是惊惧不已 放声大叫道 无敌强者过来了 吃 大叫的同时 他身体法力突然大动 手上的圆牌 发出这阵阵光芒 看样子 他已经把这个消息 传递出去了 安天力见到这一幕 眼中凶光一闪 大手一挥 哄 只见天空之间 出现一个巨大的手印 这个手印 直接扑向着一伙妖族 为首的妖族强者 慌乱吼道 快捷百妖大阵 逃离此地 然而 一切为时已晚 空气当中 巨大的压迫感传来 他们所谓的百妖大阵 根本就没办法连接成功 只听轰隆一声 上百名妖族强者 在这个手印之下 死亡三分之一 剩下的妖族 也全部被拍在了地上 这个时候 谁也顾不得什么了 纷纷四散逃跑 想跑 安天力大吼一声 突然他的周围变了模样 一个巨大的能量结界 笼罩方圆十里 所有的妖族强者 一个也没能跑出去 全部被笼罩在这个结界里面 那名最厉害的神丹靖妖族 见到这种情况 再也绷不住了 师生叫道 这是领域 接着他面如死灰 拿起手中的法宝 试图融入自己的身体 很快 他身体发生剧烈的变化 不断地膨胀 安天力看到他这副模样 不屑地说道 在我面前 还想神丹自爆 死来 碰 整个领域里面 出现万道剧烈的火焰 将神丹靖妖族的强者 烧得化为焦炭 其他妖族强者 也被彻底杀死了 没一个妖族能逃掉 安天力杀完这些妖族 立马收起领域 飞速地反身 他已经察觉到了不寻常 这里出现妖族 肯定不简单 这些妖族 可能只是前兆 极大可能 他护送的皇子和公主 已经暴露行踪了 有妖族强者 越过边境 想要过来抓捕 他现在能做的 就是赶紧带着皇子和公主 离开这里 这是最保险的做法 姬承文和姬心灵见到 就安天力回来 本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了 但他们发现 这安老神色有意 顿感不妙 姬承文更是小声问道 安老 刚才出了什么事 要让你亲自去一趟 安天力这时候眼神犀利 快速回道 皇子 公主 刚才我出手 解决了一群妖族 但这是有些不对 你们不能再这样悠闲地 去寒天城了 我要带你们走 这里有妖族 姬承文和姬心灵都是一惊 但也不那么慌张 姬承文犹豫到 安老 这里还不属于边境狱 妖族能来这里 我看也是意外 这是东方军团的责任 我们没必要过度紧张吧 安天力严肃地摇头 坚持道 还请十六皇子听我的 皇兄就听安老的吧 再说 我们一路也看够了 现在也该去寒天城了 姬承文见状 最终同意道 好 那安老 我们走吧 嗯 安天力不再说什么 顺时拿出他的法宝 往外一扔 送 一座巨大的宝顶 出现在空中 姬心灵眼中闪烁金光 小声叫道 安老 这就是你的绝品灵器 天灵神鼎吧 安天力回道 公主 这正是老奴的法宝 还请你和皇子进去 嗯 两人最先进去 紧接着 跟着他们的整个护卫队和战情 也悉数进去了 这时 安天力催动法力 大鼎火速前进 如同一道流光 这样的速度 可能用不了几个时辰 就能赶去寒天城 但就在他们要离开新天狱 踏入寒天狱境内时 意外还是出现了 哄 一道雷光朝大鼎 急势而来 面对着可怕的一招 安天力催动大鼎 发出一道火光 抵消了那雷光 哈哈 狂妄的笑声响起 骤然间 两道人影出现在空中 安天力倒过来的两道身影 眼里出现凝重的神色 她知道 暂时是很难跑了 巨大的宝顶 悬浮在空中 就像是巨大的靶子 一旦被强者攻击 会有很强的反正能量 里面的人根本受不了 安天力把宝顶里面的 基成文和基星灵放了出来 连同三百护卫战情 也全部放了出来 来拦截的妖族强者 和魔宗强者 也从灵气里面 出来了五百左右强者 看着这一个个面孔 安天力明白了 这两方势力 真是冲着他们来的 她顿时立声斥责道 金虎妖族 血魔宗 妖兽宗 你们赶来拦架 帝国的怒火 你们承受不起 哈哈 元宝虎大笑道 老东西 交出那两名皇室成员 我让你走 否则 你今天要陨落在此 安天力大喝道 就凭你 如果加上我呢 妖族元宝虎身边 那名黑袍老者出声道 今天 就试试看 我们能不能从你身边 把人带走 安天力尖之人说话 阴沉着脸道 你是血魔宗 副宗主戴奎斗 居然敢出现在这里 大夏帝国通缉令上 你的排名可是很靠前的 真是大胆 不过 今天就算加上你戴奎斗 还有妖兽宗那几位 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戴奎斗看着元宝虎 这次来的强者当中 也就他们境界最高 如果要对付这帝国强者 他们必须合力 戴夫宗主 还等什么 你我一起 先杀这老东西 元宝虎领会意思 眼中凶光大仗 准备动手了 好 戴奎斗大鹤 动手 持则生变 哄 妖族强者和魔宗强者动手了 瞬间 这里地动山摇 安天力领域展开 把两位重要人物包裹在里面 至于这些护卫 就只能截阵自保了 元宝虎和戴奎斗健壮 也施展领域 展开碰撞 短时 这片天地五颜六色 各种能量充斥其中 安天力眼见如此 内心急躁 这两名强者 和他一样 都是法通 第九境空间境强者 这样的战斗 他想保人 相当凶险 万一不对 皇子公主 就有可能被狂暴的力量撕裂 而这次来的皇室护卫 虽然都是法力境以上的强者 但根本就没有太过厉害的 姬承文和姬心灵 被彻底震撼了 没想到 在大夏帝国境内 居然会经历这样的凶险 他们此时 正在三名空间进强者战斗的中央 一个不留神 很可能飞灰烟灭 元宝虎 你我遇见合一 把他领域压垮 一声震吼 代魁都发狠了 妖族强者元宝虎听后 浑身气机凝聚 他的领域开始坚固化 两两合一 里面各种力量狂暴起来了 一起镇压 面对两名强者的权力杀招 安天力压力大增 此刻他已经没办法分心 照顾两名皇室成员了 去 只听他一声轻哼 把这皇子公主推了出了 一直让他们顺移去了战场外围 姬承文和姬心灵 只感觉身体一轻 发现他们已经远离战斗场地了 这时的姬承文 再也没有什么皇家气度了 恐慌道 心灵 我们快走 安老会拖住那两名法通 第九竞强者的 姬心灵也凝重道 皇兄 希望我们能走掉吧 说完 他踏空飞行 想快速远离此地 这一幕 让姬承文一愣 也跟着逃跑 可他嘴里还是问道 心灵 你什么时候突破飞天境了 这我还真不知道 姬心灵没有回答 他只想逃离这里 面对两名皇室成员 被安天力抛走 元宝虎嘶吼道 妖族勇士们 别让那两人跑了 戴魁斗也高声道 你们妖兽宗 也该卖点力了 还不快去追 听到这两名强者发话 妖族不少强者 放弃了和皇室护卫厮杀 转头就去追那两名重要人物了 而这次抓捕皇室成员行动 有两大魔宗参加 血魔宗和妖兽宗 而这些妖兽宗强者 其中三人 先前就在万峰大山据点出现过 追 七名妖族强者 五名魔宗强者 冲破皇室护卫队 朝一个方向追杀而去 安天力看着那些追去的强者 就没有低于神丹境的 这样的阵容 那皇子和公主 怎么能逃得掉 顶阵妖魔 他怒了 权力一击下 这片天地开始颤抖 元宝虎和戴魁斗剑 这等强者发狂 也全部不再留守 琪琪用出杀招 金虎灭世 血魔席天 杀 刹那间 他们的领域破碎 空中出现几处黑色裂缝 地面 几座小山峰被去投了 哄 安天力再度几招杀出 接着身形闪烁 就像瞬间一动一般 想要离开这里 去帮那两名重要人物 想走 元宝虎大吼一声 接着同样如此 身形在虚空中跳跃 这还不完 他强大的攻击袭杀过去 想拖住着安天力 戴魁斗自然明白该怎么做 身体动作不慢 嘴上还斜声道 蝶蝶 想过去 你看我们答应吗 轰隆 虚空破裂的刺耳声不断响起 三人的战斗 造成的轰动太大了 天地未知变色 周围风雨雷电纷纷出现 如同世界末日 你们 全部该死 安天力暴怒 他确实没办法 从两名同级强者身边 挣脱出去 杀 此刻他的 能感受到 那皇子公主就要被擒获了 真要发生这种事 那是帝国极大的耻辱 也是他的失责 顶天立地 安天力真的拼命了 天空上 出现一个大黑洞 地面下 几乎被翻转过来 恐怖的气息笼罩一切 天火燎原 万物无生 元宝虎和戴魁斗面色凝重 知道对方要来真的了 这里面有点同归于尽的意思 但他们也是 见过无数风雨的 能走到今天 勇气和胆量绝不少 一妖两人 谁也没有退缩 全部开始用命比拼 另一边 姬承文和姬心灵 哪怕用出不少手段 可还是没有逃掉 不 我是帝国皇子 怎么能被妖族抓住 眼见妖族强者和魔宗强者过来 姬承文心生恐惧 他的万丈雄心 还没有开始 就要被熄灭了 姬心灵相对来说 脸上还算镇定 但内心的不安 还是能让人看出来 哈哈 逮住了 就就是大下帝国的皇子和公主吗 一名妖族强者 已经飞入他们前方 拦住了去路 而后面 又有几名强者过来 四处包抄 逃无可逃 面对这种情况 姬承文最终还是鼓起勇气来 怒斥道 我乃大厦帝国 第十六皇子姬承文 妖族 受死吧 这时的他 他居然拿出五件很好的法宝 这五件法宝 都是宝剑 但是在攻击出去的那一刻 却能组成一个整体 如同一把飞天巨剑 杀向这名妖族强者 可这妖族强者 眼中满是轻面 完全不屑一顾 仨然间 他后背出现一尊恐怖的大神虎 好 一拳打出 这股力量 直接把那五件法宝合一的巨剑打飞出去 这一幕 让姬承文面如死灰 这名妖族强者 有自己的法相 很明显 是法通第六进化相近的强者 远远不是他飞天竟能够抗衡的 接着 这妖族强者手一抓 直接来到姬承文的身边 把他那华丽的服饰抓了过来 甚至把他手上的虚弥娜戒 都被抢夺了过去 这妖族强者 亦是往虚弥娜戒一探 嘲笑道 不愧是大夏帝国的皇子 这里面的好东西还真不少 可惜 现在都是我的了 哈哈之后 他还不满足 又看向一旁的姬心灵 脸上贪婪道 你那个也拿过来吧 说完 他又伸手 想把旁边姬心灵的虚弥娜戒抢过来 此 全没成功 姬心灵的身体 犹如清水一般 突然一下滑动 溜到了远处 咦 这妖族强者 眼中闪过一抹惊异 夸赞道 不错 你这大夏帝国的公主 确实有些特别 不过 你还是逃不出我的手心 过来 说吧 他如同猛虎一般地扑了过去 强大的气势 让人无处可逃 姬心灵极力地想躲开 可他的力量还是太弱了 没退多远 就被这妖族拍打倒在地上 接着 他手上的虚弥娜戒 也被抢夺了过去 嘿嘿 妖族强者得手后 忍不住直笑 突然他眼神一亮 出言道 这小脸蛋 看上去好滑 我摸摸看 见到这公主这般模样 这妖族强者 居然想触摸他的脸 姬心灵激愤不已 刚要拼死反抗 谁知道这时 突然发现意外 地面上 一道影子出现 So 这影子 手上居然拿着一把匕首 这把匕首上面 带着无尽的死亡气息 光速一击 这名妖族强者的人头 就掉落在地 连一声呐喊都没有传出 这一幕 彻底惊呆了众人 谁都没想到 这个时候 会出现这种变故 小心 那影子是极为恐怖的强者 本来在空中 围着公主和皇子的 这些妖族和魔宗强者 一直看着热闹 但现在他们笑不出来了 这时候 全部靠在了一起 因为这突然出现的强者 比他们要强大的太多 惊魂未定之下 姬承文和姬心灵 惊喜地望着这道影子 没想到这种时候 居然出现 这样的强者来帮他们 影子这时也显现真身了 一张平平无奇的脸庞 整个身子看起来很瘦弱 但那双眼珠 白中带灰 死一般的沉寂 哄 天昏地暗 周围一片死寂 巨大的黑幕笼 罩着片天空 这些妖族强者 和魔宗强者 纷纷大叫起来 这是什么领域 大家一起 联合力量 否则全部要死在这里 合理一战 哄 黑幕当中 无数的闪光出现 这些强者所有的力量 搅合在一起 想起剧烈的炸裂不断传来 当天空再次大亮 但见那些魔宗强者 和妖族强者 被压制得死死的 其中一名神丹靖妖族 明显已经不 行了 另外有两名魔宗强者 也身受重伤 眼见压制住了这些强者 这名出来的影子强者 出声对姬承文和姬心灵道 我奉阵妖大将军命令 一直跟随保护你们 你们叫我无影好了 姬承文惊魂未定 但此刻他 还是保持一丝威严道 还是岳大将军考虑周到 这次多亏你了 无影强者 你的大功 我姬皇是会记得的 无影轻生意恩 示意他们退后 接着 天地间开始震动 虚空电闪雷鸣 这名无影强者身后 一尊可怕的黑影出现 他手持一把锯齿大匕首 刷 一下 划破一片乌云 放佛要把大地割裂 这无情的一击 完全吓坏了 这些妖族和魔宗强者 使他们一个个呆若目击 等待死亡的审判 虚空 可谁也没想到 就在这时 这方虚空裂开三道口子 三名无敌强者同时出现 每个都发出各自的攻击 重新搅乱了一切 哈哈 痛快 一声大叫 元宝虎狂笑地说道 想不到 你这名皇室强者 还挺猛的 唉 真可惜 又来了一名空间进强者 这下真热闹啊 四名法通第九进强者 齐聚一堂 相互之间 居然停止了战斗 全部严阵以待 而他们周围 聚集的法力 竟以上强者 越来越多 有魔宗的 还有皇室护卫队的 更有无影带来的强者 这样的场面 已经是一场大战规模了 血魔宗副宗主戴魁斗眼见 变成这种局面 他眼中杀气直冒 立声道 元宝虎 这新来的强者我知道 他就是月鹏飞身边的影子 妖族强者元宝虎 饶有兴致地盯着无影 黑黑笑道 我当然听说过 这道影子 可杀了我妖族不少强者 今天算见到真面目了 真是大出我的意料 滋滋 安天力身形一动 想要靠近姬成文和姬心灵 眼见自己一方来了强者 他也没有那么紧张了 虽然他心中恼怒不已 想杀了这魔宗戴魁斗 和妖族元宝虎 可对于自己的职责 他还是知道的 四名最强者 在空中各自站立一角 没有轻举妄动 龙烈的气氛 让周围其他强者 也不敢厮杀了 眼见这样 戴魁斗眼神示意元宝虎 很声道 没办法了 抓不住这两人 那就杀了 这一次也不算白来 神虎身形无穷大 好 虎啸群山 威猛霸气 哄 随便一击 山倒狐枯 大地崩裂 虚空四开 保护皇子和公主 见着妖族彻底发疯变狂 安天力大几队无影暴 你是岳大将军派来的强者 能否帮我争取几个呼吸时间 我要送皇子公主离开这里 无影没有说话 但她的行动表明 她可以这么做 独自一人踏出 庞大的力量涌现 快速迎杀戴魁斗和元宝虎 好 多谢了 眼神感激 接着从自己的虚迷那戒里面 拿出一张时而消失 肉眼难见 时而又出现的神符 只见她撕开这道神符 让里面的能量 包裹着皇子和公主 这一幕 自然没有逃过戴魁斗和元宝虎的眼睛 他们看懂了 大叫道 别让那两名皇室成员走 否则这次全白费了 可恶 杀 凶猛的攻击就想杀过去 但很可惜 无影几乎用拼命的方式 拦住了他们的杀招和各种力量 虚空神符 顿行万里 是 姬承文和姬心灵脸色变了 似乎知道什么 连忙道 安老 你这是 皇子 公主 先不说了 我送你们走 他们要下杀手了 我们 话音未落 两人身边虚空 出现一座稳定的门户 安天力一把将他们推走 又持续往里面输送法力 不知道要送他们去哪里 几个呼吸过后 空间之门彻底关闭 一切恢复平静 但空中 大战更加激烈了 戴魁斗和元宝虎气疯了 眼见着两名皇室成员在自己眼皮底下溜走 他们却没办法阻止 这种感觉 极度不好受 元宝虎只能气急败坏道 杀 杀 杀 把这里的人全部杀光 文言 戴魁斗看了他一眼 但他却对这些魔宗强者道 去找 随着空间踪迹 去东北方向去追寻 很明显 他没想在这里继续厮杀 在他看来 已经没有意义了 但他对那张空间神符 还是了解的 能把人长距离转移走 但施法时间长 要不是有无影这样的强者拖住他们 那安天丽别想把人送走 但他能感觉到 那皇子和公主被送去了东北方位 沿着这条线 说不定能找到 万峰大山 陈青天在这里又待了五天 每天的任务就是疯狂杀戮兽类 这些天 他利用搜寻神符 运气好的一天 找到大群兽类 杀死之后 最多收集到了三十万血气值一天 但运气差那一天 搜寻神符用了五六章 没有感应到大兽群 导致一天白肝 但五天加起来 也让他总体血气值突破了四百万大关 可惜 离兑换神体依旧有不少差距 他只能慢慢积累 继续留在万峰大山 至于外面的事情 他不清楚 也不知道 广天玉轩良城如何了 妖族到底有没有去攻击那里 结果又如何 这一切 只能等他回去再了解了 他打算再待些日子 但愿那镇主不会认为他逃跑了 最起码 他的位置 一直没有离开万峰大山 这天 陈青天来到万峰大山比较外围的一角 这里几乎不算边境地区了 一旦从这里离开万峰大山 很快会进入帝国内域 当他再次使用搜寻神符时 一处方位 大量的活物血气传递回来 这不禁让他大喜 今天运气很好 能获得大量血气值 等他找过去之后 却愣住了 这里没看到兽群 倒是遇到了一处深山城寨 等他慢慢靠近 就发现不对劲 山间小路上空 一对战情飞过 但中间的几十头大战情上面 很多人被捆住手脚 其中女性居多 见到这一幕 陈青天心里一沉 这地方 恐怕不是善敌 等这一对战情飞回城寨 陈青天摸了上去 身形一闪 他当即抓住地面一个巡逻小队 这些人当中 最厉害的不过宗师静 在他的威压之下 把里面的情况 一五一十全部说了 原来这里叫永京寨 就是一群山匪窝 但这寨子有点实力 其中里面有三位当家 大当家 金刚甲 二当家 许路三当家 许中强 这三人全部突了法力镜 尤其是金刚甲 很可能是通灵境强者 他们有这样的境界 没有成立宗门 反而纠结一群 无恶不作的人 不停招兵买马 成立了永京寨 平时喜欢在三个大域交界处 打家劫舍 肆意妄为 也算是无法无天的人了 对于这样的恶流 陈青天自然不打算放过 他倒要看看 这些人长什么样 有多恶 为此 他光明正大 一路遇见 冲进大寨山门口 这中间 没有人能拦得住他 但他也没有展现真正实力 你是什么人 怎么敢来我们永京站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面对这熟悉的话语 陈青天不予理会 一声大吼道 所有人全部出来 这一声 几乎把全寨人都惊动了 放肆 一声爆喝 一名光头角踏一把飞幅 来到陈青天身边不远处 见到这人 陈青天回忆起来 刚才被他抓住的小山匪 从他们的描述中 这人应该就是金刚甲了 你就是金刚甲 陈青天压下身体法力波动 直截了当询问起来 这光头大皱眉头 警惕道 你是什么人 怎么找到这里的 陈青天戏虐道 我想来这里当寨主 你能让位吗 这一刻 他刻意展现出 法力尽大圆满的实力 你 金刚甲怒笑道 虽然不知道你哪里来的 但你想死 我可以成全你 哦 陈青天大喜道 动手吧 金刚甲见陈青天这副模样 反而经营起来 这是一改常态的笑道 这位朋友 以你的实力 如果加入我永京站 我可以让你作私当家 你想干什么都可以 陈青天不想耽误时间了 语气恶劣道 我只想当寨主 光头 你让位 我不杀你 你找死 金刚甲终于不再忍让 一击杀来 俯俯升威 这一刻 陈青天得到气灵提示 他能杀这群山匪了 能得到血气质了 砰 一拳出 毫无悬念 金刚甲被击飞 这时候 大量的山匪也围了上来 陈青天知道的 这里面真正的山匪 可有着上万人 现在 就是大开杀戒的时候了 接下来 完全是血腥残忍的大屠杀 杀人和杀兽是不一样的 大面值的杀戮同类 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孔 陈青天刚开始 还有些不忍 但随着深入城寨 他看到了不少肮脏的勾当 数千妇女 被囚禁在一个个房间 衣衫不整 很明显 他们都是被迫害的 一座牢笼 囚禁无数轻壮男子 体无完肤 各种刑具险露 那些惨死的尸骨 被为了战情 有了这些证据 陈青天更能说服自己 杀他们 就是救很多的人 当杀死几千山匪的时候 他内心的波动开始减少 那些惨叫 求饶 哀嚎 他充耳不闻 看着不断上涨的血气质 他再也顾忌 直到血流成河 尸骨遍地 他内心再次蛻变 这个世界 就是这样 弱肉强食 人命如草剑 哄 最后一拳 声势浩大 这座城寨的巨翼大堂 被他一拳轰塌 从此不复存在 上万的山匪 能跑掉的 缠缠无几 这就是强者的实力 完全凌驾于一般人之上 法通石镜 每一镜提升 毁灭性的实力 都是大大增加 像陈青天这种特殊存在 已经不是人数多 就可以跟他抗衡的了 终于结束了 陈青天站在空中 小声念叨叨 看着下放那些 被他救了的麻木活人 他只能高声道 你们自由了 那边还有不少战情 你们各自离去吧 陈青天看着下面 被解救出来的轻壮 不少人实力也算不错 完全可以 带着所有被抓的 男女老少离开这里 谢谢恩人 多谢神人救我 是神仙 来搭救我了吗 呜呜 不少人 跪地感谢陈青天救命之恩 但有些武道高手 自然知道 陈青天是强大的修炼强者 一个劲 希望他留下名讳 还有希望拜他为师 为他当牛做马的 陈青天最后一笑 他自然没这些心思 只是让他们快走 等到所有人走会 陈青天一把火 把这里全部烧了得干净 杀了这么多山匪 也没让陈青天失望 他这一次 获得了五十多万血气值 虽然是一条条人命堆积起来的 但他还是很欣喜 就在他要离开这里 突然他感觉有些不对劲 嗯 有强者过来 怎么回事 陈青天明显感觉到 有两股和他差不多的气势 朝这边飞驰而来 姬成文和姬心灵 这两天很狼狈 他们全身上下 所有法宝宝物丢失 被传送到这处不知名的群山里面 长距离的空间穿梭 被不稳定的空间隧道折腾 导致元气大伤 他们各自 用了一整天的时间 才让受影响的身体 慢慢恢复过来 最后没办法 两人只能朝一个方向飞行 希望出去这里之后 再敢去寒天城 就在当前 他们感受到前方巨大的动静 两人商量过后 决定过来看看 陈青天没有褪避这两股气势 直到看到两道身影 从远方飞过来 他就好奇地在空中等待 等看清楚过来的两人 他心中产生惊疑 这一男一女 看着年纪不大 男子孤傲俊俏 女子角色佳人 身上都有种说不出来的气质 不但是飞天境强者 但更有无比鲜明的贵气 表面看起来不那么光鲜 但眉宇间的傲气 简直就是天生的 一般天才妖孽完全比不了 你是何人 这是哪脸 一声带有威严的询问传来 陈青天也有他的傲气 哪怕这两人是飞天境强者 或许身份不简单 但他也不怕 听到这样的问话 他面露微笑道 问话之前 你们不介绍一下自己吗 大胆 一声利和 这男子皱眉道 你什么身份 也配知道我的名讳 陈青天脸一下黑了 这人的态度 有些恶劣 但他也没有马上生气 而是冷声道 我也没有义务和你说那么多 各走各的路吧 这两人不简单 他也没想惹事 转身就要飞走 可这男子 怎么会让他走 一股凌厉的气势袭来 想要强制男人 陈青天也没在客气 身体气势涌出 两人对碰 他一点没有落于下风 咦 男子有些惊讶 就算同样是飞天境 他也自信 能压下同境界所有人 想不到这随便遇到一人 居然有这种实力 就在他又要动手时 女子出生了 兄长 等等 接着他望向陈青天 略带歉一道 这位道友 刚才是误会 我这哥哥有些冲动 你不要介意 我们两兄妹被仇家陷害 无意闯入这大山 一时没能出去 想象你问路 陈青天身上 有能定位坐标的地图 自然知道这是哪里 他有些拿不住 这两人的身份 也看不透这两人真实实力 刚才一接触 这男子绝对不比他差 于是试探性问道 你们想去哪里 女子笑着答道 我们要去寒天城 嗯 陈青天一经 寒天城 虽然是边境寒天玉主城 但同时也是东方军团大本营 里面大部分都是战士 普通民众很少 这两人有这种实力 又要去寒天城 难道是东方军团强者 亦或是跟自己一样 是什么宗门家族奉召来的强者 你们真不是东方军团的人吗 两人见陈青天这么问 眼中光芒一闪 女子问道 你呢 你有这实力 又在这边境地狱 应该归东方军团管吧 陈青天没有隐瞒 现在这种情况 说出自己身份也没什么 于是大声道 没错 我是东方军团虎卫军镇军战士 如果你们要去寒天玉 我们倒可以一起 这两人听后 面色一喜 男子更是傲然道 没想到你是东方军团战士 那就好 我现在给你一场机缘 带我们去寒天城 到时候重重有赏 女子也补充道 你放心 只要我们到了寒天城 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陈青天见状 基本肯定 这两人身份地位很高 或许会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 眼下 得罪是不行了 本想再杀几天兽类 成为神才再回去 但现在也只能先回去负命了 于是他也客气道 那好 刚好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你们跟我走 寒天玉 寒天城 大将军殿 皇子公主在边境地狱 被妖族和魔宗强者袭击 这件事造成的影响很大 这次隐藏的妖族精锐大军 攻击广天玉宣良城 是个幌子 虽然那百万妖族最后覆灭了 但真正的强者没杀几个 全部都是炮灰 杀多少也不重要 十六皇子和小公主 还没有消息吗 岳鹏飞脸色不是太好 他这句话 这两天不知道已经问了多少遍了 下面跪着的一群人 只能连连告罪 大将军 属下等无能 暂时还没有消息 不过 见下面人欲言又止 岳鹏飞喝道 有什么话就说 这人连忙道 根据方位 我们派了很多强者去找 但这个过程中 我们东方军团的战士 还发现了魔宗和妖族强者的身影 他们似乎也在找 岳鹏飞深吸一口气 眼中杀气大圣 命令道 传令下去 斩龙军 虎威军 沙雄军 三军统军将军亲自带队 本部所有镇军强者出动 我要来一次大清角 要让这些赶快的魔宗妖族 全部殒灭 得令 下面这些将军下属 都看出来了 大将军是真怒了 等大部分人离开之后 岳鹏飞转头看向一旁的安天丽 与其柔和道 安特使 你也不用太担心 皇子和公主贵人天相 一定不会出事 安天丽一开始 自己去找寻了一番无果 如今来到大将军殿 也是有施压的意思 但岳鹏飞这态度 还会这等身份地位 他不能说什么 只能叹道 皇子公主失踪 我罪则难逃 可千万不能有什么意外 要不然这后果 我担当不起啊 岳鹏飞叹了一口气 摇头道 说起来 这全部是我的责任 东方军团负责东部地域安全 现在居然被妖族和魔宗强者 如入无人之地 还袭击了皇子公主 我自会和大帝说明的 安天丽闻言 笑呵呵道 岳大将军过言过了 你镇守东部边境几百年 妖族一直没能全面突破天宫长城 偶尔有妖族强者进入帝国内 也是在所难免的 到了一定境界的强者 他们想去哪里 又怎么能拦得住呢 岳鹏飞闻言点头 可还是自责道 还是做得不够好啊 有负大帝重托 万丰大山外围 陈青天也带着这两人出来了 期间 大家相互了解了一下 但很 明显 两人一个说自己叫江文 一个叫江星 大概率是化名了 陈青天也没有追问 他倒是实话实说了 想着带他们回寒天城 看看到底是何身份 一路上 男子孤傲的步行 根本不屑与陈青天多说什么 女子态度略为好点 会询问一些问题 这化名江星的女子 非在陈青天右侧 略有兴致地问道 陈道友 你莫非跟我一般大 还是修炼有成 特意保持这副面容 陈青天文言 略意思索 这女子表面看起来 确实和她一般大 这个年纪 有这等境界 可以说极为恐怖了 而且 这男子也一样 从这里 就可以看出 两人身份资质都很变态 如今她实力越来越强 底气也足了很多 笑着回道 这是我的身份预牌 你可以看看 这化名江星女子 看着陈青天预牌上的介绍 连连点头道 只有17岁 这么说 比我还小 这上面显示 你只有钢体经后期 依我看 你起码是飞天境中期境界 真是有意思了 女子的话 终于引起男子的注意力了 她多看了陈青天一眼 冷声道 陈青天 你是什么身份 只有17岁 是怎么达到这等境界的 陈青天没有回答男子的问题 她侧过脸 反而看向女子道 你应该看到了 我是雌星宗征召来的战士 境界什么的 要是填得低 东方军团交给我的任务 也不会太高 活着的机会就大 哈哈 面对陈青天这种回答 女子笑了 这等少年强者 居然会说这种话 严格来说 她根本不信 如果真是一个贪生怕死之徒 很难走到这步 不会有这等境界 她持续问道 不知道你在雌星宗 拜了哪位强者为师 他们怎么舍得 让你来这么危险的地方 陈青天这次 没有再继续回答 而是笑道 我师父不值一提 到这里来 自然是 想为帝国出力 但是前提 是先保全自己 哼哼 女子一笑 眼中略带欣赏之色 不过一旁男子 这时嘲笑道 贪生怕死之徒 你们这些宗门之人 能为帝国出多少力 用这些手段 说出来也不怕别人笑话 哼 陈青天看得出来 这人自视太高 自己根本没办法 和他正常交流 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 除非你也爬升到那种高位 要不然 这类人不会多和你交流 既然如此 他不讨好 也不得罪 随意一点就好了 两位 我们已经进入寒天狱了 以我们的速度 一天时间可以赶去寒天城 三人飞行一段时间 陈青天特意出口提醒起来 嗯 那我们加速前进吧 男子急不可耐了 他们在高空飞行 途中还看到了两座城关 不过三人都没有下去的意思 就在三人继续前进一段距离 突然侧面出现一道黑点 正朝这里靠近 陈青天顿时惊一道 不好 有强者靠过来了 不知道是什么人 男子也感觉到了 大昼眉头道 难道不是东方军团的人吗 女子谨慎起来 可也只能无奈到 来人实力很强 我们已经躲不过去了 希望不是强敌 可惜事与愿违 等来人靠近之后 三人心全部沉了下来 这是一名妖族 他脸上还有很多 没有褪去的毛发 看着额头上的浅显的金色王子 是属于金虎妖族 这名妖族看着三人 明显一愣 接着大喜过望 元宵虎是属于 金虎妖族的神丹镜大妖将 这次跟随副组长元宝虎 杀入人族地盘 本以为可以为妖族获得荣誉 可没想到 这次居然这么不顺 花了这么大功夫 还是让两名大下帝国皇室成员跑掉了 还陨落了妖族不少强者 但谁知道 副组长元宝虎不甘心 还想着带妖族强者 找到那两名皇室成员 但这里是人族东方军团地盘 他们还敢大摇大摆 后果可想而知 就在当前 他带领的一支妖族队伍 遭到了人族东方军团 大量强者围杀 他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 心中打定主意了 不再找什么人族帝国的皇子公主 他准备独自返回妖族 但没想到 这个时候 居然遇到了三名人族 这一看不打紧 其中一男一女 不就是那两名皇室成员吗 妖身的大起大落 真是太刺激了 他心里已经在想 是拿他们的尸体回去 还是抓活人回去了 今天该我元宵虎走大运了 两名皇室人员都在这里 我决定了 杀死你们 元宵虎面露凶光 杀气一出 话还没说完 就要动手了 似乎怕有意外 妖族 他这些话的意思是 陈青天此刻严阵以待 这名妖族爆发出来的气势 远强于他 更让人惊讶的是 他说的这些话 自己身边这一男一女 居然是什么皇室成员 看样子 身份地位还不低 但这一刻 男子终于怒了 咆哮道 狂妄妖族 凭你就想杀我姬成文 怕事不够 他眼神有些决绝 对着女子道 心灵 不跑了 你我联手 就算没有法宝 也能对付这名妖族 作为一名皇子 又是顶级妖孽人物 他也有自己的骄傲 这名爆发神丹镜气势的妖族 他和黄妹姬心灵联手 未必不能一战 至于陈青天 就被他选择性忽略了 杀 姬心灵知道没有退路了 也很干脆利落 这妖族强者 不等三人商量好 攻势已经过来了 他这一击 浑然一体 蕴含他各种力量 神丹镜强者发出来的攻击 威力比起飞天境 简直强了百倍 哄 这种时候 危机时刻 三人同时发力 力量虽然参差不齐 看似松散 可威力也不可想象 嗯 元宵虎一愣 他凶猛的一击 居然被三名飞天境强者挡下了 居然没能压制他们 顿时 他怒了 so 法宝祭出 一个巨大的灵盘出现在头顶上 这是一件灵气 嘿嘿 你们三个 确实都不错 可神丹镜能发挥的力量 不是你们能想象的 就算我这是件下品灵气 也能压死你们 全部死吧 妖族元宵虎 汇聚到体内神丹中 在催动这下品灵气杀来 就这一击 让陈青天脸色大变 如此杀招 单凭他这种力量 万万抵抗不了 此时他已经通灵 就实力而言 比一般飞天境大圆满的强者 还要有战斗力 但比起这妖族来 就不够看了 对于神丹镜妖族杀过来的这种力量 姬承文和姬心灵 同样感受到危机了 他们两人对视一眼 刹那间决心已定 打算用出最强力量 他们二人 自然也看出了陈青天的本事 姬承文虽然没有高看陈青天一眼 但起码也没那么看清了 而姬心灵嘴里先是细语道 这陈青天 也算是极强的妖孽人物了 实力真不错 容不得他多想 这时候 三人只能一心 否则都麻烦 姬心灵顿时大声道 陈道友 拿出你最强手段来 好 陈青天快速回道 先是和他们二人连连退后 到再也退不了的时候 也发狠心了 杀 杀 杀 三人涌出最强杀招 只见姬承文浑身展现出金色力量 一道道虚影不断涌出 如同万马奔腾 而姬心灵 全身涌出一股滔天巨浪 碧波凌凌 攻势如海 陈青天也是面露狠色 全套法宝上手 浑身涌现浩瀚法力 功法催动到极致 几乎咬碎了牙 破碎权益杀出 十五道权益紧挨一起 一起爆发 看起来凶猛异常 三人共同面对 妖族神丹静强者镇压 都拿出了压箱底的本事 可谓各有千秋 皆有胆识 普罗 天空中 爆发层层能量波纹 地面上 无数道能量砸在哪里 哪里就崩裂坍塌 强烈的碰撞 动静极大 恐怕传出数十里之远了 陈青天感觉到 自己体内五脏六腑在翻滚 腾敢包裹全身 整个人不受控制的下跌 强 神丹静真强 陈青天抬眼望去 那所谓的皇室成员 一男一女 似乎也不好受 被打飞在地了 这名有灵气的神丹静妖族 实力很不简单 死生搏杀之下 感受到了艰难 见三名人族 居然敢应对他全力一击 妖族强者彻底怒了 兽性被激发 逐渐失去耐心 理智告诉他 不能在这里继续纠缠了 必须快速杀死 这两名人族皇室人员 好 一声句吼 这妖族 神丹静强者 双眼血红 直接在空中变身 煞时间 一头小山般的金色巨虎 出现在众人眼前 这妖族强者发狂了 机心灵出口提醒 刚才陈青天展现出来的力量 又让他高看了一眼 没想到这少年还领悟的权益 而且造诣还不浅 陈青天见这种情况 眉头大皱 神丹静强者 真不是好惹的 更何况 这妖族彻底被引爆了 接下来凶险万分 一不小心 真会出事 但他此时 也没想着跑 真要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他还有最后底牌 三人也没有失去再战之心 纷纷再度起身飞天 似乎还有拼死的勇气 陈青天虽然选择和他们站一起 但还是开口道 不能硬来了 机心灵点头 表示认可 就连这傲气满满的姬成文 也脸色凝重得很 似乎有些被打击了 这次认识到 他自己本身的实力 根本没办法和这神丹静妖族对抗 好 这妖族 没想给他们机会 见三人离他远远的 又三位一体 他凶猛地身躯 直接冲向一人 赫然是姬成文 神丹静强者 认真逮着一人去杀 根本不是那么容易好躲的 妖族 你 姬成文嘴角抽搐 内心的反应通过眼神 完全传递出来了 那就惊恐 愤怒 这瞬间 他想跑 但他也不傻 就这样可跑不了 他只能寄希望 其余两人能全力助他 这样才有一线生机 机心灵没有犹豫 大叫道 陈道友 请你全力相助我皇兄 哎 陈青天一叹 这两人身份 呼之欲出 大下帝国皇子皇女 真是贵不可言 这种时候 他也只能拿出全力了 希望能有些回报吧 燃烧生命 通灵阴魂上身 这一瞬间 他如同被天神附体 气势惊孝九天 勇猛的本色 在这一刻 展现得淋漓尽致 似乎也想和这神丹静妖族强者 好好比划一下 如果能击杀他 不知道能获得多少血气值 但这种可能性 应该不大 杀 无尽力量上身 破碎权益使出 七八十道豪恨光芒 打在妖族庞大的身躯上面 咔 这攻击所造成的声势 太过耗大 神丹静妖族 居然被他击退了 我 我没事 这是什么力量 姬承文内心震撼不已 痴呆地望着 霸乙冲天的陈青天 姬承文本以为 自己要遭殃了 没想到关键时候 一道人影挺身而出 他更没想到 这个他看不上的征兆战士 居然能爆发 这么强大的力量 危机时候 帮了他一把 好 来 这妖族神丹静强者 只是被一个非天静人族击退 让他不敢想象 更不能接受 要知道 他已经展现本体了 根本没有丝毫留守 完全是要下死守的 再也忍不了 神丹静妖族仇恨地盯着陈青天 双眼几乎冒出火来 他目标换了 要撕碎眼前的人族 要吞噬他的血肉 一人一妖 用最猛烈的方式 战斗在了一起 轰隆 噗 放 轰鸣声不断响起 法力无边蔓延 力量横扫一切 天空变了颜色 地面塌陷的地方越来越多 陈青天以渺小的身躯 对战着可怕的巨大凶兽 要战 就战个痛快淋漓 厮杀 就要个无所畏惧 阴魂上身加持的力量 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浑身上下有用不完的镜 攻击防御百倍提升 这陈青天 到底是什么人 姬心灵眼中闪烁金光 似乎打着什么注意 同时嘴里小声念叨 这股力量 根本不像是他本身的 像是 从什么地方借来的 是通灵他界的力量吗 带着疑惑 看着双方大战 他只能在一旁找机会 因为此时 他和姬成文 不敢随便冲入其中 这是有节奏的 势军力敌大战 他们贸然冲上去 怕会出事 姬成文也慢慢靠近 这个皇妹身边了 看着一人一妖大战 他眼里没有原来的轻视 反而内心有些复杂到 心灵 这陈青天 借助这股不知道 从哪里来的力量 勉强有和这 神丹靖妖族对抗的实力了 用这等厉害的秘法 不知道有什么代价 还有他那权益 在这力量的加持下 都快达到终极权益了 嗯 姬心灵接着小声道 黄兄 你说的没错 这陈青天 还是有些东西的 如果他能同时 打出百道权益 再和百为一 权益增强增大 那么 就算是领悟终极权益了 两人作为皇家子弟 见识很广 陈青天展现出来的这些东西 他们都能看出些端倪来 对抗声不断传来 姬心灵开始眉头紧锁 又过了十几个呼吸时间 他终于忍不住道 黄兄 我们也要杀上去了 陈青天爆发的这股心力量是很强 但比起这神丹静妖族来 还是不够 依我看 这妖族怕是有神丹静界后期实力 还有灵气相助 我们付出点代价 燃烧些气血 助他一臂之力 面对姬心灵的这番话 姬成文点点头 表示同意 这两名皇室成员 这种时候 还是有血性的 恍然间 两股力量加入战斗 刚才他和这妖族相互激斗 可谓是热血沸腾 一度沉迷其中 极大的打开了自我的内心 让人舒爽无比 杀 三人再度联手 这次 他们拿出来的力量更强了 完全可以 和这神丹静妖族杀的不分输赢 好 元宵虎没想到会这样 作为神丹静大妖将 居然拿三名非天静人族没办法 他又羞又怒 而且也开始担心了 再这样下去 自身的危险系数将极大加深 果然 就在三人一妖相持不下的时候 一声抱贺从远处传来 妖族 我来斩你 听到这洪亮的声音 陈青天忍不住看去 一名浑身黑色盔甲的强者 正急速飞来 他手持一杆巨大的长枪 就在要靠近之时 这一看就是灵气的长枪 脱手而出 渐渐变大 急射巨虎身体 元宵虎感受到危机 知道没有机会 再杀这两名皇室成员了 他只能心中暗恨 同时用巨盘灵气挡在身前 想要防御这杀向他的长枪灵气 哼 就在一击 巨盘被震飞向后 而妖族神丹静强者 也身形晃动 还没正式接触 就已经落入下风 该死人族 这次放了你们 总有一天 我们妖族会覆灭你们的 元宵虎妖跑了 他的危机来临了 再不跑都没机会了 我们来援军了 姬心灵嘴角带笑 他知道 接下来应该没有什么危险了 现在他把目光 全部放在这妖族身上 明显不愿意放过他 姬成文同样如此 这时候他气势大增 一直用力攻击这神丹静妖族 嘴里还冷哼道 妖族 冒犯了我 你今天非死在这里不可 接着他还不爽道 这东方军团的人 总算来了 这边境 让这些妖族如此践踏 真是笑话 陈青天同样拼命 拖住这妖族 心中对他 可是有想法的 好好 好好 元宵虎只顾逃跑了 面对三人的攻击 他根本不抵抗 但被攻击后 惨叫声还是传得老远 哪里跑 就在元宵虎冲出三人身边时 又一道声音响起 只见这人背后 巨大虚影出现 那是一尊六臂巨人法香 只见虚影六手袭来 妖族强者被重重地击打一下 又很快被按压在地 扑辞 他极度挣扎 疯狂反抗 而另外一名长枪灵气强者又杀来 刺中他身体一侧 让他嗷嗷大叫 东方军团两名强者率先杀来 一名画像镜 一名神丹镜 后面还跟着大量强者 这种情况 这么妖族强者 想跑可就很难了 哦 格外激烈 妖族神丹镜强者 根本不死心 一直想跑 可这些人族强者 又怎么会放过他 哪怕是拼命 也要留下他 在连番打击下 他终于不行了 嚎叫道 我要拉你们一起死 那名东方军团话 向镜强者见状 赶忙道 大家别让他神丹自爆 以我为首 全力镇压他 好 哪怕是皇子公主 在这种情况下 也没有刻意摆谱 全部配合 这法通第六镜强者 跟随他的节奏 连绵杀招 压制着妖族 好 袁小虎终于知道 自己跑不掉了 把身体所有力量 汇聚到神丹上 想要发出妖声最后一击 拉些人陪葬可惜 这名话 向镜人族强者 也不是简单人物 但见他双目圆睁 全身力量压制着妖族 力声道 休想 同时对周围强者道 这妖族不行了 我又密法阻隔他神丹自爆了 快杀了他 听到这话 陈青天本来在一侧 但这个时候 也顾不 其他了 赶忙过来 就要终结这妖族强者 好 面对陈青天对他头部杀来 妖族强者根本没办法 再反抗 只能最后发出一发咆哮弹 可惜 这玩意的威力 伤不了陈青天了 哄 这一拳 杀鸡太胜 妖族强者 脑袋被暴击 里面恐怕碎裂了 一名神丹静节妖族强者 最后被陈青天抢了人头 当然 这也是他有意为之 一直盯着这个机会 都没给其他人反应时间 而杀死这神丹静妖族 果然没有让他失望 杀和妖界有关的正规军妖族 能获得双倍收获 让他血气值 一下增长24万 这也是说 他要是杀死一名 普通神丹静妖魔鬼怪 能得到十万左右血气值 死了 不知道谁说了一句 大家收起法力 放下了战斗姿态 也就在这时 这名画像镜强者 观看了几眼姬成文和姬心灵 确定了什么 突然他带头 双手抱拳道 东方军团 斩龙军副将顾都寒 拜年十六皇子 拜见二十三公主 说完 他只是双手抱拳低头 也没下跪 但有补充道 请恕盔甲在身 不能下跪行礼 其他来支援的东方军团强者 也全部齐声道 拜见十六皇子 拜见二十三公主 姬成文眉头一皱 脸色如常道 嗯 不用多脸 带我去寒天城见大将军吧 姬心灵脸带笑容道 多谢各位及时来救 这份功劳 等我见到镇妖大将军 一定会和他说的 这名画像竟强者一听 带有喜色道 谢过皇子 谢过公主 其他强者也是礼貌性回答 陈青天站在一旁 也没有刻意上前 他也没想和这皇子公主去攀关系 他相信 自己这份功劳 肯定是少不了的 东方军团可是出了名的赏罚分明 返回的途中 这名画像竟强者顾都寒 有意过来陈青天身边 打探性问道 你也是东方军团的人吗 陈青天点头 没错 我是虎卫军第四镇军战士 顾都寒似乎明白了 笑道 你是征召而来的战士 刚才我见你能和那神丹靖妖族厮杀 相当不错啊 陈青天笑了笑 解释了自己 为什么会跟在皇子公主身边 顾都寒听完 想不到这人有这等运气 能遇到皇子公主 和他们并肩作战 这次的大功 怕是跑不掉了 他刚要说什么 同行的激心灵 发生了 这陈青天 这次不光率先找到我和皇兄 面对那神丹靖妖族时 他已飞天进实力 几次舍命相帮 我不但会和镇妖大将军说明 还会告诉我父爹 给予奖赏 此言一出 周围无数东方军团强者 全部双眼放光地望着陈青天 这可是公主亲口所许的承诺 这么多人听到 气能有假 看样子 这个叫陈青天的征召战士 要发达了 陈青天听到这一席话 见不少强者用羡慕的眼神盯着他 还不时小声的议论 他忍不住向这位公主看去 容颜气质太过绝佳 这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尊贵少女 也很会收买人心 如果自己是一般人 恐怕现在 对他 那是肝脑涂地了 不管怎么说 这种时候 他也要有所表示 于是大声道 陈青天谢公主如此赏识 实在有些愧不敢当 机心灵饶有趣味 看着这少年 从他的眼神里 看不到有多少激动 似乎这一切对他来说 可有可无 这不禁让他好奇 这少年强者 有什么样的经历 他也暗暗有了决定 陈青天是个好苗子 有资格被他看上 收入麾下 等大家顺利回到寒天城 这皇子公主身边 已经跟了一大群强者保护 陈青天自然跟他们分开了 而他也很快回到虎卫军军营 向他第四镇军镇主石桥南 移交任务 可惜石桥南不在军营内 陈青天打听一番 不多时也知道了很多事情 他这几天 在万丰大山里面杀兽 妖族虽然也进攻 广天玉轩良城了 但所有的攻击只是幌子 他们真正的目的 就是袭击皇子公主 这两名重要人物 之后 他侥幸遇到了这两名皇室人员 还一路结伴同行 合力对付那妖族 神丹靖强者 严格来说 也算精力生死了 陈青天也感叹 这些妖族和魔宗 还真是够胆大的 差点还真让他们 逮住了两名皇室成员 但他也是略微感慨一下 这些事跟他关系不大 接着他查看了自己的战功点 想不到击杀一名神丹靖妖族 居然给了他三万三千的战功点 一日过后 陈青天的镇主石桥南 居然亲自来找他了 此刻的石桥南 刚从外面回来 这次绞杀妖族来犯强者 他自然也参加了 回来后 有关于陈青天的事 他全部知道了 哈哈 一见面 他那笑呵呵的样子 奇怪的眼神 就如同看上了一个 心意的美女一样 这一幕 让陈青天忍不住心中一颤 太不对位了 当然 他也清楚 恐怕是自己的事情 已经传了到他耳朵里面了 作为他手下的镇军战士 自己获得的荣誉 他肯定也有超乎想象的好处 果然 石桥南一手 按住陈青天的肩膀 大笑道 哈哈 你小子 居然隐藏得这么深 就这一天的功夫 你的是在我东方军团传开了 真是没想到啊 你有挑战神丹竞强者的本事 还保护了十六皇子和二十三公主 这功劳太大了 连带着 我都沾了你的光了 哈哈 传开了 陈青天文言一愣 想不到自己在这东方军团 还成了名人了 严格来说 自己哪有实力 去挑战神丹竞强者 这是消耗十年寿命 才换得一丝力量 勉强跟那妖族强者对抗一番 这其中 还有皇子和公主自己的功劳 三人合力 才能周旋那么久 想到这里 陈青天苦笑道 镇主 我没你们想得那么厉害 你不用如此高看我 这次纯属幸运 哈哈 石桥南哈哈直笑 我懂 不过你确实隐藏得很深 明明已经达到飞天境 却说自己 只有刚提进后期 我都没看出来 你这可是 谎报自身真实情况 在军中是要受到惩罚的 陈青天知道 他最后是随口这么说的 怎么可能真有什么惩罚 于是摇头笑道 镇主 你莫非忘了 我在此心中的称号了吗 石桥南盯着陈青天 然后有意味地说道 不错 破镜神才 果然不虚传 我算是亲眼看到了 不知道你以后 还能不能让我大开眼界 陈青天笑了笑 心中想着 我以后一定会惊掉你的下巴 接着 陈青天又把自己 在万峰大山 捣毁一个魔宗据典的事说了 还拿出了大量证据 石桥南自然是信了 还说一并上报 为陈青天请功 好了 我这次亲自来找你 是想告诉你一个绝好的消息 那就是 大将军要亲自召见你 到了这里 石桥南也说出这次来的目的了 嗯 陈青天略显惊讶 想不到自己还有这种待遇 居然能被这种大人物召见 看来是真出名了 也好 他也想见见 这位帝国的传说人物 岳鹏飞 看看他究竟有是什么样子 有何威严 不多时 陈青天第二次来到了大将军殿 先前一次来 他见识到道弃天御神圈 这一次 就是来见这镇妖大将军的 没有太过繁琐的礼节 在殿外 那名染统领的带领下 他面见了镇妖大将军岳鹏飞 看着背对着自己的男人 陈青天有些好奇 这位大将军 似乎在看墙壁 他清楚地记得 自己被带来大将军殿第80层 这里面四面墙壁之上 刻画了很多图案 来不及细看 陈青天在身边的这位统领 试一下 只能单膝下跪道 镇军战士陈青天 拜见镇妖大将军 岳鹏飞没有转身 用淡淡的声音说道 起来吧 有没有兴趣 陪我一起 看看这墙上的东西 陈青天小心地站了起来 心中有些疑惑 不过他 还是把眼光转移到了墙壁之上 这上面的图案 全部都是刻画人族 和妖族厮杀的场景 每一幅 都栩栩如生 仿佛就发生在眼前 陈青天越看越沉迷 骤然间 他的意识 居然被慢慢地 拉入这些壁画当中 这一刻的陈青天 完全身临其境 回到了无数年前的战场之上 他看着百万千万的战士 和妖族浴血厮杀 耳边不断响起各种声音 杀妖族 人族无敌 人族必胜 神死不悔 血洒疆场 一名名强者 冲入群妖当中 引爆自己的身体 拉着无数的妖族 同归于尽 无数的普通战士 站在天宫长城之上 誓死不退 抵御亿万妖族 种种场面 震撼人心 让人恨不能 自己也奔涌到了 这血与火的战场 和那些妖族厮杀 杀 一声爆喝 陈青天突然清醒过来 这杀声 是从他自己嘴里传出来的 此刻他感觉到身体后背 已经冒出了冷汗 刚才他的确确实 被拉入了一个幻境 壁画里的一切 他真真切切感受到了 太真实了 大战仿佛就发生在自己的眼前 陈青天一声爆喝 也让大将军月鹏飞转过头来 他认真地端向着陈青天 和颜悦色地说道 陈青天 你很好 刚才你完全被感染了 如果是一个心中没有大意 没有热血的人 他是不可能沉迷到里面去的 陈青天彻底回过神来 看着面前的月鹏飞 他忍不住赞叹 果然霸气侧漏 那射入心魄的眼神 无不显示着 这是一名长期手握重拳 实力霸绝天下的神奇男子 打量完月鹏飞之后 陈青天又把目光 放在了墙壁那些图画上面 小心地问道 大将军 我刚才所看到的 都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吧 如此惨烈的大战 那么多强者陨落的画面 真的把我震撼了 月鹏飞点点头 也把目光再次一向墙壁 似乎在缅怀回忆着什么 接着无限感慨地说道 不错 你所看到的 都是当初真实发生过的 这面墙上所记载的大战 是我们大下帝国 与妖族上上次大战的场景了 那是五百多年前 我还没有当上大将军 太过于惨烈了 数千万战士 无数的帝国强者 有太多的悲欢离合了 但也是他们 为帝国守住了边境 给亿万万人 带去了生的希望 如今 妖族又要挑起一场新的大战 很难避免了 这次 也许会比上上次 比上次 会来得更凶 风暴也会更大 就连我也很难想象 之后会怎么样 陈青天听到这些话 心中的震撼 简直难以复加 这大将军 对他这一个普通战士说了这么多 还说这一次大战 不知道究竟会怎么样 但陈青天还是相信 以大下帝国的强盛 他哪怕只见到了 冰山一角的实力 就觉得 不是什么势力 都可以随便撼动的 妖族哪有那么容易 杀入帝国内部 见陈青天呆呆地站在那里 月鹏飞声音爽朗地说道 陈青天 我只是随口和你说这些 你也不必多想 我刚才所说的 也只是我的一种猜测 总之 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陈青天回过神来 语气坚定地说道 大将军 我相信在您的带领下 以帝国的强盛 妖族不可能越过天宫长城 没可能杀入帝国境内 妖族要赶来犯 就算我立威 也会拼死抵御他们 我想所有战士 都有这个决心 听了这番话 月鹏飞微笑地点点头 接着说道 陈青天 你说得不错 其实我这次找你过来 也是想看看 你这位少年破镜神才 到底有几分胆识 值不值得培养 说完这话 月鹏飞停顿了一下 又接着说道 当然 这其中 也有二十三公主 对你的极力赞赏 他很看好你 甚至还说 想让你去做他的直属护卫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公主的直属护卫 一听这话 陈青天就明白了 那公主想要自己 做他的贴身保镖 当然 这种保镖 肯定不止一两个 那是有一大群 以自己现在这种实力 真有强敌 又能保护他什么 估计他也是 看到了自己的潜力 所以想提前 把自己收入麾下 这公主真是有意思 但他怎么愿意 蹲在一个少女身边 做他的小弟 脑子急速运转 陈青天眼神坚决 大意凛然地说道 大将军 按理说 做公主的护卫 肯定是一件美事 可我来到边境后 也经历了一些事情 刚才更看到了壁画里面 那些先辈们 浴血奋战得不容易 他们那舍生忘死的豪气 让我血液沸腾 简直就是 我学习的榜样 更激励我前行 所以 我想继续留在军中校里 还望大将军成全 好 说得好 月鹏飞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接着霸气地说道 既然你不愿意 做公主的护卫 那么我就替你做主了 继续留在我东方军团 你这次保护皇子公主有功 不管怎么说 我都应该提拔你 但是你属于慈心中道学胜 当然 这也不算什么 只要你愿意 我现在就可以任命 你为虎卫军卫团将军 你也可以选择 继续留在第四镇军 做副镇主 他认你境界高了 自然会被重用 看你自己如何决定了 听到这些话 陈青天不禁想到 东方军团卫团将军 能统领东方军团 十万卫团正规军 下面管着十个万人大队 虽然东方军团虎卫军 有几十个卫团 可是卫团将军 也算不小的军职了 怎么说也是个将军 身份地位不算低 可一旦当了卫团将军 那么以后很可能 就只能驻守一处 不能随意到处去出任务 杀妖族了 而这镇军副镇主 显然是一个空职 陈青天知道 所谓的镇军 是以神担进镇主为中心的 副镇主那就是个摆设 但是镇军也是 东方军团强者所在地 在这里面 虽然没办法统兵 但是可以出去 完成很多的任务 就提升实力 立功而言 可是机会多多 没有过多的犹豫 陈青天立马回答道 大将军 我想留在镇军里面 随时能为军团出力 不论有什么艰巨任务 我都愿意接受 眼见陈青天如此 岳鹏飞也很痛快道 可以 你就依旧留在 虎威军第四阵军吧 接着 岳鹏飞又笑了笑 对陈青天道 除了军职 当然还要 给你别的赏赐 虽然你没有达到神担进 但以你的独特 也未必不能使用灵气 只不过很难发挥 灵气的威力罢了 如果实在驾驭不了 也可以先拿着 神担进以后再用 千万不要强行使用 会反噬的 这样吧 你去军库挑选一件灵气 其他要什么修炼丹药 也可以去领取 如果要什么功法法术 也可以 这是你应得的 陈青天文言 眼角微动 这岳鹏飞大将军 居然愿意给灵气 也没有规定 给什么品级的 其他东西什么的 看架势也是 随意满足 果然是大人物 根本不在意这些 陈青天大声回应道 谢过大将军了 岳鹏飞也不多言 随意道 小超 你带他去吧 他话说完 身后的那位冉统领 恭敬回道 得令 接着对陈青天道 你跟我来吧 陈青天随即告退 离开了大将军殿 等陈青天走后 在缅怀什么 过了一会 他随口说道 无影 你看这陈青天如何 是不是一个不错的苗子 周围没有任何人 但虚空中声音传了出来 大将军 这人是有些不一样 我甚至没看出来 他的通灵印记 到底是哪个世界的 不过他境界还低 没必要太过重视吧 岳鹏飞摇摇头 缓缓道 无影啊 我们东方军团 需要培养一些好苗子 你当初不也静低 今天成长到这种地步 不也让很多人没想到 接着他眼中 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思索一会道 我倒是看出点端倪来了 这陈青天 会让我大开眼界的 他如果不是 后面有无敌的大能强者 那么本身 必定有天大的奇遇 顺其自然吧 强加干涉反而不好啊 陈青天在这位 冉统领的带领下 来到了大将军殿 不远处的一座军库 这里戒备森严 里面有很多强大的气息 根本没有掩饰 陈青天进入里面 发现这座军库 就像一座小城池 里面大的不像话 各种大宅院 形形色色 没有人带着 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 一直走到一处大院 这位陈统领才停不下 他对着门口 一位浑身盔甲的壮汉道 奉大将军令 带陈青天来挑选一件灵器 盔甲壮汉抬头看了看 呲牙道 陈超 这小子什么来头 好像没有突破神丹镜吧 能用得上灵器吗 可别被反伤了 陈超文言 皱眉不悦道 你哨管这些闲事 这是大将军的命令 好好 陈超带着陈青天顺利进入 这里果然别有洞天 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而在这个空间里面 还有着十几位强者 只见他们 每个人都在做着什么 陈青天仔细一看 这些人是在炼制灵器 很多炼器工具宝物 陈列各处 而这些人 看样子全部都是炼器强者 见两人进来 一名年轻模样的炼器强者 走了过来 礼貌道 陈统领 你带这位兄弟过来 要挑选什么灵器 陈超望着陈青天 示意道 你自己看着办吧 不知道这里有什么规矩 这里面的灵器 我挑选哪件都行吗 陈青天之所以问这话 是因为他已经看见 这片空间虚空当中 漂浮着上百件灵器 每一件都爆发出 不一样的能量 这年轻模样的炼器强者道 怎么 没有规定来拿 什么品级的灵器吗 陈超陈生道 大将军没有明说 看陈青天自己怎么选择吧 陈青天内心微动 正常人都知道 选择品级越高的灵器 但这或许也是一个考验 如果太过贪心 也难免会给别人 留下不好的印象 他也只能说道 我还没有突破神丹镜 你们觉得 我能使用什么品级灵器 咦 年轻模样强者惊讶了一下 随即笑道 要是这种情况 你恐怕很难驾驭灵器 就算是下品灵器 也未必能使用啊 啊 陈青天叹息道 这样说的话 那我就随便挑一件 等以后再用 年轻模样强者点头道 既然如此 那你自己在这里面挑选吧 这空中漂浮的 全部是下 中 上品级的灵器 看你能降服哪件 至于极品 绝品灵器 我看你 还是不要打主意了 陈青天闻言 兴致勃勃地 望着上空的灵器 听这人的话 最好的极品 绝品灵器 不知道他们放在哪里 不过他没想那么贪了 就在这里面挑吧 他今天倒要看看 能不能亲手降服 一件好点的灵器 左看看 右看看 陈青天最终看准了一把灵件 这把灵件 科技感十足 各处灵脚分明 表面闪耀的光芒 比镜子还要照人 他这最初的形态 都比一个大汉还要大 其中散发出来的气势 带有强烈雷电之力 阵阵寒芒散布在周围 让人难以靠近 就他了 陈青天面容一变 飞跃而起 只见他一手抓去 就想拿下这灵件 哦 谁知道 这灵器像是 被什么意识指挥一般 一道灵力的雷光 祭出 直射陈青天 哼 我还不信 拿不下你 陈青天再不留手 浑身法力涌出 迎面上 哼 一人一物 展开激烈碰撞 强大的雷光 充斥整个空间 陈青天也被激发出占星了 这个时候 他已经通灵出英魂力量 九霄雷霆大法 催动到极致 直接和这灵器硬抗 空中 一团庞大的雷元素 包括陈青天和那灵件 双方正在比拼意志 下方 这些炼气强者 有几人好奇地看了过去 这年轻模样的炼气强者 忍不住对身边的冉超说道 冉统领 这陈青天倒是有意思 他选择的这一件灵器 已经属于上品了 里面的气灵 已经初步形成自我意识 相当于三岁小孩的智力 当初炼制他时 加入了大量神雷晶石 所以有雷电属性 那杀伤力很是可怕 但力气也大 神丹境界以下人物 想要降服 恐怕很难 冉超文言 面无表情道 这陈青天也不是一般的小子 他的身世背景很普通 可才17岁 就有这种境界 他和飞天境的皇子公主 能联手逼平一名 有下品灵器的神丹境后七妖族 据说当初他还是主要战力 能爆发飞一般的力量 让他试试吧 哦 这年轻模样的强者 再次看向陈青天 好奇道 这么说来 这少年还是有点本事的 我也看出来了 他通灵后 力量提升比其他人大得多 各方面是不错 那再看看吧 此刻的陈青天 心里再不停谩骂 他感觉浑身被庞大的雷流刺穿 这气灵极为桀骜不逊 双方的比拼 也到了最后关头 但这样下去 肯定是自己先不行 不行 我还能被一剑灵器看清 陈青天紧紧贴上这灵剑 有一种不成功 就成人的觉悟 哦 闷哼声响起 在这一刻 陈青天功法终于大成 好 看你服不服 破碎权益 带着无尽的雷电之力 打入这灵器内部 让他剑身不断颤抖轰鸣 而他自己 也被这灵器能量击打 忍受巨大的痛苦 双方不停搅在一起 直到最后 这灵剑开始不动 被陈青天双手紧握 虽然被他拿到手上了 但也很清楚 想要催动灵剑 恐怕很难 众人见陈青天获得这把灵剑 不由多看了他两眼 阮超也过来道 好了 陈青天 恭喜你拥有上品灵器 但你也不要想着 现在就使用它 以你现在的法力 催动它战斗 很快体内法力会被抽干 如果你不能绝对压制它 就用它来战斗 也许是个错误的决定 要是我们帮你 你自身跟它不融合 也容易反噬 这也是为什么 神丹镜以下不使用灵器的原因 陈青天听了这番话 不住地点头 表示知道了 年轻模样的强者 也靠近不来道 你还挺幸运的 这件灵器确实很好 希望在你手上 不要被埋没了 陈青天笑了笑 保证道 不会 随即又问道 它有没有名字 我想重新给它取个名字 年轻模样强者摇头道 我们练制它出来时 只有代号 没有正式名字 你可以给它一个新名字 好 陈青天傲然道 从现在开始 它就是新的青天剑了 这个名字 很快会被世人记住 哈哈 一道笑声传来 远处的一名炼器强者 冷声高喝道 大言不惭 还没到神丹镜 谁能记住你 陈青天寻声望去 那名说话讽刺的炼制强者 浑身精壮 几乎光着膀子 一双丹凤眼微闭 身上的气势太过惊人 一看脾气就不好 这种情况 陈青天也不和他争辩什么 时间会证明一切 下次他要是再来 这里没人会看不起他 年轻模样强者笑眯眯 看着陈青天道 别介意这家伙的话 他对谁都这样 不过他本事还是有的 这把灵剑炼制成功 他出力最大 哈哈 陈青天明白了 或许那人不希望这灵器 落入自己手里 怕被埋没 到了这里 阮超也没想久待 出声提醒道 陈青天 灵器奖励你也拿到了 接下来 我带你去其他地方 大将军说了 不管是修炼丹药 还是功法什么的 随便你去拿 你自己把握好这次机会 陈青天也点点头 对着这里面的强者道 谢谢诸位炼制的这件灵器 青天就拿走了 可他接着去对阮超客气道 阮统领 其他地方暂时就不去了 这些外务我还不缺 等我突破神丹镜 再来领取这些奖赏可以吗 你放心 我到时候不会太叹 每样拿几个就行 陈青天也想得好 现在他去了 能拿些什么东西 不如等境界高了 再拿些好的功法神通 阮超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顿时严肃道 陈青天 你可想好了 这次是大将军给你恩惠 你可以多拿些 对你提升神丹镜 有大益处的宝物 你想凭借自己力量 突破神丹镜 还不知道要多少年 况且 你还待着阵军中 妖族压境 这其中无时无刻有危险任务 以你现在的境界 就算有些本事 我还是要说一句不好听的话 你能存活多久 还是个未知数 可别贪以后 陈青天不以为意 但还是谢道 感谢阮统领提醒 青天心里有数 也打定主意了 那好 阮超没有再劝说 冷冷到 就按你说的办吧 等你突破神丹镜 再来领取这些奖赏 陈青天见他同意 满脸笑容 虎威军军营内 等到陈青天回来 不少人立刻找了过来 有好奇的 有讨好的 但陈青天除了白云飞 没有见其他什么人 很快 正式任命就下来了 陈青天任虎威军 第四镇军副镇主 以后除了石桥南 他就是第四镇军 最有权力的人的 除了这些 陈青天这次 还得到了大量战功点奖赏 而他的身份预牌 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姓名 陈青天年岁 十七境界 飞天境中期军职 东方军团 虎威军 第四镇军副镇主 慈行宗征召战士 功勋荣誉 击杀妖兵 3149击杀妖将 55击杀大妖将 一战功点 55万7618他的个人境界 全部暴露出来了 君子也变了 还有变化 就是他拥有了50多万战功点 其中50万是救援皇子公主的奖赏 这么大功劳 给了其他奖赏 又给了战功点 但对陈青天来说 一件上品灵器 价值够大了 另外 万峰大山剿灭魔宗据点 也奖赏了5000点 杀神丹禁大妖 将33000点 加上原来的 变成了这么多 这些战功点 陈青天暂时也没想去换什么东西 严格来说 这些战功点 放在东方军团 并不算多 看着这战功点 陈青天不由地想到了血气值 目前为止 他已经积累了大量血气值 离从仙武宝库兑换一具神体 已经不差多少了 而他个人实力属性也有一些变化 陈青天 男 17岁寿命长 470境界 飞天境 中期 自治 晴天妖孽 零食 一之道 破碎权益 初级 功法 九霄雷霆大法 地级上品 大成 武技法术 威猛神龙拳 地级绝品 大成 大狂杀剑法 地级绝品 大成 通灵法术 人级下品 大圆满 玉剑法术 人级绝品 大圆满 法宝 青天剑 灵气上品 青天拳套 宝气绝品 血气值 486 9341这上面 法宝青天剑 已经变成上品灵气了 原来的宝气青天剑 已经不显示了 但陈青天 依旧需要使用它 看着480万血气值 陈青天内心欣慰 就差几十万血气值 他就够兑换神体了 他心中不由想到 就这些血气值 应该能让他提升到神丹境了 此刻的陈青天 正在军营内独立的特色大房间里 这也是他附阵主的待遇 站在窗前 他向仙武宝库气灵问道 气灵 突破神丹境 应该需要其他的宝物吧 灵气不主动联系陈青天 但只要他有问题 必定会回答 气灵的意识传递道 是的 你想突破神丹境 需要天宁神丹 这种神物 需要100万血气值 才能兑换 100万 陈青天亲自一看 果然要这么多血气值 这也让他忍不住吸了一口气 突破神丹境 还是需要些代价的 不过 想想也能理解 这个境界确实很强大 而且还能极大提高寿命 无数强者卡在这里 难以破境 这样一算 陈青天也不敢肯定 他这些血气值 能不能让他突破到神丹境了 摇摇头 他不再纠结 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先成为神采 这时他目光又变得冷然 从须弥那界 拿出青天灵界 嘶 他一拿到手上 一股强烈的电流 就弥漫整个房间 肉眼可见 到处流窜着紫黑色的雷网 陈青天暗暗心惊 这气灵 也不那么听话 陈青天皱着眉头道 你能听懂我说话吗 一阵沉默过后 没有任何反应 没办法 他只能试着 用意识去交流 但传回来的是滋滋 压压的怪叫 根本没办法心意相通 这不由让陈青天无语 看样子 灵气使用起来还挺麻烦的 他现在根本没办法 用着新青天剑战斗 只能先放着了 心仰难耐的 在军营内过了两天 陈青天已经考虑好了 如果真没有什么杀妖任务 他准备请嫁出寒天城了 以他现在的身份和名气 这应该不难 他需要主动获取血气质 正当他有这个想法时 没想到虎威军统军将军 善无悔 又亲自召见了他 这里是虎威军 最气派的一室大厅 但这么大的地方 站着的人不多 为首的暗台之上 正坐着善无悔 陈青天来后 善无悔威严地盯着他 见着少年 有模有样的参败行李 他才露出微笑 客气道 陈青天 这次叫你过来 是有两件事和你说 陈青天听到 有两件事和他说 顿时恭敬道 还望善将军告知 善无悔这时 拿出一份经卷 突然摊开道 陈青天 帝国中央传来命令 你保护皇子公主有功 特封你为三等子爵 以示嘉奖 三等子爵 陈青天没想到 这公主说的话 这么快兑现了 看样子 这少女真把自己的事 告诉她腹地了 还这么快就给自己封爵了 其实她内心并不平静 大厦帝国爵位 有五级十五等 公爵侯爵伯爵子爵 勋爵美级爵位 有分三等 一等高 三等低 同时还有虚爵和实爵 所谓的虚爵 就是荣誉爵位 有俸禄 受尊重 但是没太大实际作用 没办法为官 一些宗门强者 为帝国做出贡献 一般都会给荣誉虚爵 而实爵 基本都是为帝国立大功的 厉害人物 军中尤其多 这些人 已经可以去帝国 其他地方任职了 甚至可以有自己的封地 待遇也完全不一样 这给自己的三等子爵 明显是实爵 前面没有 加荣誉两个字 此时陈青天 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能大声回道 陈青天谢大帝隆恩 谢谢将军 善无悔笑了起来 感叹道 陈青天 你很幸运 年纪轻轻 就被封为子爵了 你要知道 我为帝国效力两百多年了 到现在也是一等伯爵 严格来说 你也只是比我低一级啊 说起来 人和人不能比 这大帝最疼爱的公主 为你说句话 抵得上别人拼死拼活 杀多少妖族啊 这 陈青天也是无奈 这种事情 他能怎么说 看着两边那些 军中强者的眼神 陈青天能感觉出来 他们内心是复杂的 善无悔倒也没有 什么异样的眼神 这是他恢复平静 交代道 你获得爵位之后的一些事情 等一下有人会告诉你的 这次叫你过来 顺便还有另外 一件事和你说 但这件事是好是坏 你自己判断 一听这话 陈青天就感觉不简单 但他心里也期待 应该是有什么任务 要交给自己的 没有紧张和忐忑 他大声回道 善将军 请说 我听着 善无悔这时眼神犀利 严肃道 上次妖族越过天宫长城 摧毁我们边境大量城关 杀戮我们无数民众战士 这个仇不能不报 而且 他们还敢联合魔宗 袭击皇子公主 实在是胆大妄为 疯狂至极 为此 大帝震怒 要大将军急于反击 大将军已经发出军令 要我们各军派出强者 潜入妖族境内 以血还血 以牙还牙 陈青天明白了 这是要他杀入妖族地盘 主动找他们麻烦 这其中的凶险 那是真高 说是九死一生 一点不过分啊 但这种时候 他反而有兴奋之感 脸上露出笑意回道 善将军说得不错 我们要报复回去 青天实力低微 但还是想请战 愿意杀入妖族境内 还望善将军成全 这些大厅内的强者 见陈青天这么积极 有些意外 有人不时摇头 真是少年无畏 不知其中凶险 善无悔也有些惊讶 连忙问道 你想去 这很危险 说实话 我找你说这件事 就是不希望你去 陈青天没听他怎么说 依旧坚持道 善将军 让我去吧 善无悔突然眼神凝重 不知道在想什么 由于片刻 终于松口道 嗯 好 既然你坚持 有这样的战心 这次任务名单 我加上你的名字 天宫长城 就像一头无尽长龙 借天地之造化 雄伟壮观 鬼斧神功 不愧是守护 帝国东部一道大防线 陈青天飞在天空 亲眼目睹 天宫长城的伟岸后 不由心生感触 他已经接下 深入妖族境内的任务 而整个虎威军当中 一共有30多名 飞天竞以上的强者 接下这个任务 东方军团 这次没有派遣一般战士去 而是选择 让真正的强者去发威 除了虎威军 其他各军派出的强者 恐怕也不少 妖族境内 很快就会热闹起来了 这多人族强者过去 不管自愿的 还是被逼的 这些人都已经没有退路 相当于一支支赶死队 前往敌方地盘去报仇 去破坏 到时候会有怎样的成绩 会有多少人回来 一切就不得而知了 So 陈青天这一行36人 全部落在了天空长城 一处庞大的碉楼上 说是碉楼 但他建立在数千米的高峰之上 左右狭长的走廊 站立着无数的东方军团战士 这上面有着大量的防御设施 中心碉楼外围 还有着防御符文加持 看起来不那么容易被击破 长城上面 还有着相当多的战情 随时待命 机动性很高 像这样的碉楼关卡 整个天空长城 几乎每座山峰都有 十万里天空长城 驻扎了几千万帝国正规军战士 数万名军中强者 不论哪个方位有妖族来犯 各处天空长城战士和强者 都能快速支援 陈青天他们刚从天空下来 一名盔甲将军就上前来了 他恭敬地行礼道 天空长城 霞峰关卫团长肖清明 见过周将军 起来吧 这位周将军 就是周立宪 陈青天刚入镇军时 有见过他施展法相破阵 虽然失败了 但实力可是很强的 他也是这次虎卫军强者 深入妖族境内的带头人 作为法通第六进化 向境强者 他也是这个队伍当中最厉害的 周立宪靠近这位卫团将军 笑着对他道 清明 我这次过来 是要带着这些强者 深入妖族领地 杀他个一干二净 按照军团指示 我们虎卫军 打算从霞峰关这段长城地界 悄然杀入过去 萧清明顿时明白过来 脸上有些担忧道 周将军 诸位军中兄弟 这样的危险任务 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周立宪笑着点头 没有过多耽误时间 他向萧清明问了些问题 接着就带着这三十多名强者 从一处相当幽暗的密铃 靠近妖族地界 翻越妖兽横行的无人区 一行人到了一处山庙 周立宪停了下来 此刻他面容严肃 对着身后的人道 差不多了 再往前走 应该就能遇到妖族的少卡和部落了 先前我对你们说的 都记住了吗 陈青天眼神扫视一圈众人 只见所有人和他一样 郑重地回答 他不禁回忆起来 出发之前 周立宪就交代了 他们这次要去的地方 是妖族地界 吼狼族地盘 而他们的任务 就是大规模剿灭妖族部落 越多越好 陈青天知道是这样的任务 不由得心生欢喜 这正是他想做的事 他有预感 这次妖族之行 他的个人实力 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关于妖族的内部结构 陈青天也清楚 他们没有成立什么国家政体 在妖族当中 有三大至尊妖族 神龙族 金虎族 天使族 这三个妖族族群 数量虽然不多 但血脉力量强大 族内都有无敌的大能强者 他们也是妖族真正的统治者 而三大至尊妖族之下 就是十大王族 这十个族群 是妖族真正的大族群 各个实力雄厚 妖民众多 而其他一些妖族小族群 全部依赖这些大妖族 妖族地盘内 虽然有规则 但他们天生凶残 信奉赤裸裸的弱肉强食 这些妖族里面 是由一个个部落所组成的 从小部落 中型部落 大部落 到王庭 最后是三大至尊神山 看似散落 但其实等级森严 他们妖族的这些规则 肯定是适合他们的 周立宪见所有人准备好了 他也开始分配任务 只听对身边的石桥南 和另外一名神丹竞强者道 老石 老鱼 你们两人各带一半 飞天竞强者 找机会毁灭小部落 但一定不能贪 不能在一个地界九流 情况不对 就退回去 听到这话 陈青天就知道了 这周立宪 要单独行动 而他所说的老石 就是自己的镇主 石桥南 这位镇主 放下镇军 主动请鹰 要来杀妖族立功 这等勇气 也不是一般 强者能有的 陈青天不由高看他一眼了 而另外那老鱼 全名鱼大力 也是虎威军 一名神丹竞强者 这个三十人多人的队伍当中 是由一名画像竞 两名神丹竞 三十三名飞天竞组成的 这种力量 不论放在哪里 都能让人重视 岩石部落 在妖族当中 是属于最底层的小部落 但作为吼狼族的小部落 他们也是有着自己的骄傲 怎么说 也是妖族十大王族族群 一般的妖族族群 也不敢欺辱他们 也只有童族 吼狼族中大部落 才能给他们脸色 压榨他们 但他们严格来说 只听命于吼狼族王庭 作为离人族 大下帝国天宫长城 相对比较近的小部落 为了对付人族 他们就算是小部落 前些日子 也派出了一万部落勇士 去天宫长城攻杀人族 只可惜 他们部落已经收到消息 这些部落勇士 已经全部战死了 带着对人族的仇恨 他们在部落里面 吼狼族民 向城内随处可见的 一尊尊狼神雕像祷告 希望那些勇士 回归狼神怀抱 哦 满城皆是吼叫声 陈青天跟在石桥南身边 听着远处城池内的吼叫 心里已经迫不及待 跃跃欲试了 三十六人的队伍分开了 周立宪独自一人 不知道去了哪里 另外一队 由纳于大力带领 去寻找妖族小部落去了 石桥南带着他这队人 已经找到一个妖族小部落了 他盯着前方的妖族小城池 他回头对众人道 就从这里开始吧 先前该说的我都说了 等一下该怎么做 你们心里都有数 拿出你们的全部本事来 如果没问题 那么跟我一起 屠灭这个妖族小部落 杀 石桥南说完 身体拔地而起 朝小城池杀了过去 陈青天不甘落后 也快速响应 冲天起 余下的十名非天境强者 各个眼中饱含杀鸡 紧跟过去 吼狼族岩石小部落首领 是一名非天境大远满期的强者 听到部落族民 为战死的部落勇士哀嚎 他心中暗暗发誓 等下次王庭需要他们部落效力 他一定亲自上阵 杀光人族 就在他这样想的时候 突然面容一变 疑惑地望向天空 不好 有神丹镜强者的气息 还有 不少非天境的气息 怎么回事 是哪个部落的强者过来了吗 作为一个小部落首领 此时他还没有认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完全没想到 人族会到这里来 但就在他飞身上天之后 看到前方一幕 大为意外 眼中充满惊恐 嘴里大叫道 人族来袭 是人族 快 把消息 传给其他部落 勇士们 跟我抵御人族 陈青天跟在石桥南后面 见空中 飞上一名飞天境妖族 接着两名 三名 没有废话 石桥南先杀了上去 陈青天也对上 其中一名 飞天境妖族强者 通灵过后 他的实力 完全压制着妖族 可也没有给他 单挑的机会 后面十名虎卫军 飞天境强者 一下杀过来三人 四人对付一名 同级别的妖族 这就是一边倒的欺负 可接着 又有不少妖族强者 欲误飞行 还有妖族骑上战情 想要加入天空战斗 即使这样 妖族也没有胜算 陈青天已经发现 这个妖族小部落 也就三名飞天境强者 百名左右 法力净以上妖族 虽然骑战情的妖族 有上万 但面对全是飞天境的人族强者 还有一名神丹静人族带队 他们只有不断被杀戮的分 就算这样 这些妖族依旧没有退缩 一个个凶悍无比 带着同归于尽的打法 妄图用妖命 消耗众人法力 杀 陈青天放弃了 维杀那名妖族飞天境强者 他选择杀法那些 对他来说的弱者 一名法力 境界妖族 脚踏飞锤 想要加入战斗 可还是被他一击杀死 让他收获 接近五千血气值 杀妖族正规妖兵 他可是 能得到双倍血气值 放眼望去 这全是他的宝物 大狂杀剑法再次发威 一剑下去 空中数十头战情 连带着上面的妖族小妖 纷纷掉落下地 法力随意挥霍 身体防御惊人 试问谁能围杀自己 陈青天越杀越兴奋 无数妖族死亡 尸体掉落 有些尸体还并不完整 四分五裂 血雨飘洒 哀嚎直冲云霄 不光陈青天疯狂 石桥南已经杀死那名 最强非天境妖族 这让周围妖族妖兵 不时大叫 手里死啊 这些人族 杀死我们岩石部落首领了 为首领报仇 好 好 妖族剩余的强者 各种手段齐出 无数妖族 变化本来真身 如同巨狼凶兽 扑向人族强者 这些虎卫军非天境强者 一个个也杀疯了 没有谁会留情 这是两个种族的战斗 没有怜悯 没有投降 当空中的妖族不断变少 已经有开始逃跑的迹象 石桥南的吼声也传出来了 所有人不用去追 按照先前说好的 毁掉这座妖族城池 分头行动 听到石桥南的命令 人族这边的非天境强者 一半的人飞身下地 他们用火属性法术 焚毁一些重要设施 尤其是一些实用性资源 统统毁掉 那些能放入须弥那界 带走的有价值物品 自然全部收走 陈青天知道 这些是要抓紧时间 妖族部落之间 也有快速联系的宝物 这里预袭 要是有大量妖族强者来围剿 那就危险了 他跟别人不一样 其他强者主要想抢夺战利品 而他只想杀戮妖族 杀光 烧光 抢光 对待异族 对待仇扣 就该如此 人族要是心狠 异族哪能放肆 陈青天眼里爆发恐怖的光芒 看着不断上涨的血气质 他知道 就差一点 他内心在咆哮 快了 离提升到神才 对换一具神体 就差一点点了 当杀戮和毁灭一切结束后 石桥南带着所有非天晋人族 淡然离去 等大家到了一处隐蔽之地 石桥南脸色有些不好看 按理说 几乎全灭一个妖族小部落 他应该高兴才对 但他此刻却眯着眼睛 对着众人冷声说道 你们都不错 一个个勇猛的很 但是我没有看到 一点军中的团结作战 为什么没有人去救谢宝呢 这样的战斗 我们居然战死了一名队友 说完这些 他又望着两名明显受伤 不轻的人道 还有你们两个 为什么远离队友 导致被妖族阴毒法宝打伤 你们接下来 怎么再去毁灭别的妖族部落 陈青天一听这话 刚才和妖族战斗 看起来是挺顺利的 那谢宝能是一名 非天晋界初期的强者 一口气在空中战斗时间 没那么长 而他又贪攻 不断远离战群 就在他气势衰落 想要欲物飞行的时候 被三名实力强劲的 钢体晋妖族抓住机会 几乎用命拼杀了他 虽然他最终反杀这三名妖族 但他自己也被妖族强者 彻底磨死了 这个过程 居然没有人及时去帮他 难怪石桥南这么愤怒 对于这样的指责 这些人都没有说话 一个个面色平静 陈青天知道是怎么回事 包括自己在内 这里还有十名非天晋强者 但这些人 其中有七人 是征召来的宗门家族强者 只有三人 是虎卫军前三个镇军 派出来的强者 他们才是真正的军中战士 这些征召来的强者 恐怕没几个人 是主动深入敌方地界的 有自私心理都很正常 包括陈青天自己 也是这样 他就想获得血气值 先成就自己 其他人的死活 没那么关心 如果当时是顺手的话 他也可以就一把 再说 这些人一个个也很傲气 真救了谁 也未必会领情 石桥南建没人说话 继续拉着脸道 怎么 现在大家都在一条船上 团结一致 更能力功 全部可以满载而归 活着回去 你们不愿意吗 能不能活着回去 看各自的本事 只听一人傲然道 我习惯一人战斗 所谓的队友在我身边 反而影响我发挥 有人战死 这不很正常吗 石阵主何必怪我们 陈青天一听这声音 嘴角微笑 苏行业说这话 他一点不意外 现在的这些队友 陈青天对其中两人算是认识 一个是他苏行业 另外一个就是汪剑生 而他们两人 也是这些非天境当中 颇具实力的 那汪剑生 据说有领悟建议 但陈青天 还没有见他展现建议 石桥南锐利的目光盯着苏行业 他接着对其他人问道 你们都是这么想的吗 觉得别人是拖累 就自己厉害 他一问这话 出了三名军中强者答话 其他人默不作声 陈青天见识这种情况 只能站出来说道 石阵主 既然来这里 死亡在所难免 我们心中都有数 你也没必要勉强他们 苏行业大皱眉头地盯着陈青天 这个他一直看不起的道学生 今天已经成长到这个地步了 身份地位已经比他高了 就实力而言 他虽然不认为比陈青天差 但对方的传言太神了 这多少让人忌惮 但他们两人也没有大仇 苏行业只能压下极度 刻意保持距离 更没有语言上的讽刺了 石桥南这时 脸色有些缓和 他对陈青天没那么严肃 毕竟不管怎么说 陈青天也勉强算自己人了 是他第四镇君父镇主 帝国自绝 沉默片刻 石桥南冷哼道 既然这样 那么接下来的战斗 你们还是这样见死不救 就别怪我也有样学样 到时候倒霉的 还是你们自己 众人闻言 脸色还是有些变化的 石桥南可是神丹静强者 这时候表面工作 还是要做的 有两人立马笑脸道 石镇主 这次是意外 接下来 我们一定精诚合作 杀更多妖族 为帝国立功 最终 一行人各怀心思 又不断前行 想远离这个被毁灭的小部落 去远点的地方 找寻下一个目标 路上 陈青天总结自己的收获 看着这次 获得的七十多万血气值 他反而平静下来的 因为他知道 积累够了 他从自己的身份玉牌也可以看出 他这次杀了多少妖族 姓名 陈青天年岁 十七境界 飞天境中期军职 东方军团 虎威军 第四镇军副镇主 慈行宗征召战士 任务 深入妖族境内 击杀强者 毁灭部落 功勋荣誉 击杀妖兵 5489击杀妖将 82击杀大妖将 一战功典 565834 这次毁灭这个小妖族部落 陈青天一人击杀了27名法力镜以上妖将 同时杀了2000多妖兵 但这还不是全部 他最后 还杀了不少妖民 这些普通妖族 都有一定的血脉力量 成年过后 都有相当五到第六镜 血勇镜实力 稍加修炼 就能突破内固镜 气冲镜 但只有达到宗师镜 和开窍镜实力 他们才有资格成为部落勇士 加入妖兵队伍 陈青天注意到了 只有杀妖族妖兵 才有双倍血气质 但这些妖民 也有杀的价值 他们实力弱得可怜 杀起来会很快 对异族 就该斩草除根 当石桥南带着石人 再次找到一个妖族小部落时 他没有急着出手 反而经过了几个时辰观察 确定没有危险后 才下令杀过去 这次 他格外郑重 非常严肃地命令道 等一下不要恋战 我们东方军团这么多强者 突袭妖族地界外围 恐怕已经闹得沸腾起来了 妖族那些王族大部落 一定是强者其出 赶来支援 他们很可能会在这些 中小部落附近游离 甚至直接在小部落里面埋伏 我们出手一定要快 情况不对要跑 更要配合好 杀完妖族强者 破坏城池就走 明白吗 大家也不傻 知道石桥南说 这些话没有错 现在他们每出手一次 风险都在城被增加 直到攻城身退 或者被妖族大批强者逮住 杀 当大家飞入城池 这个吼狼族小部落 彻底慌了 他们也得到消息 人族强者杀入这附近了 现在被突袭 也只能认倒霉 这个小城池里面的妖族 似乎没有死战之心 最厉害的四名 飞天境强者 一看情况不对 丢下部落的一切就跑 完全没有妖族的凶狠血性 别让他们跑了 石桥南有些不愤 直接追杀一名飞天境妖族 但他才追上妖族强者 就又发出命令道 不行别追太远 你们看着办 陈青天当然会看着办 他没有去追那些强者 也没有去摧毁城池 而是大肆杀戮妖兵 还有顺手解决妖民 又是一场腥风血雨 但持续的时间比上次更短 城池一会 斩杀大部分来不及逃跑的妖族强者后 一行人再次退走 陈青天这次的收获 几乎只有上次的一半 但他也满足了 而妖族那四名飞天境强者 最终只有一个跑掉 除了被石桥南追上杀死一名 另外两名也被大家追上拖住 最后联合绞杀 世人城 是妖族离天宫长城最近的一个超级大城池 这里铸扎着数以千万计的妖族勇士 这里也是妖族侵入人族的前站大本营 里面有妖族各族群代表 更有无数妖族强者坐镇 世人城最中心的一座参天高塔 妖族十大王族的最高代表成员 全部齐聚一堂 商量怎么消灭这次人族的反击 站在最上手的 有两名厉害妖族 一名是金虎族副族长袁宝虎 他上次和魔宗强者联合抓捕皇子公主失败 损失了很多妖族强者 但他自己却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另外一名和他站在一起的妖族强者 一张脸全是你黄色毛发 他是妖族三大至尊族群 天师族的副族长 哈哈 一阵笑声在这妖族一时大厅响起 元宝虎轻松道 不就是瘦弱的人族派了些找死的家伙过来吗 瞧你们这难看的脸色 没什么好说的 继续出动各族强者 我要这些人族都回不去 一个个全留下来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找出来杀死 人族强者的尸体也算美味了 我都忍不住想亲自动手了 哈哈 天师族副族长巴古亚斜眼看了一眼元宝虎 接着也是笑道 元宝虎 你说的不错 不过这次人族派这么多强者过来 和你可脱不了关系 一定是你上次激怒了他们 不管怎么说 你金虎族要多出强者 对付这些该死的人族 元宝虎脸色一冷 冷笑道 上次的事情虽然没有成功 但我们金虎族这么做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整个妖族 我们战死那么多族中强者 也杀死不少人族强者 毁了他们不少城关 这样的功劳 各族有目共睹 这次人族派强者来犯 也该你们天师族出大力了吧 大家说是不是 对 元宝虎副族长说的对 下方一声粗鲁的声音响起 吼狼族在世人城代表发声了 第一个支持元宝虎 是这个脸 元宝虎副族长说的没错 天师族作为我们妖族三大至尊族之一 应该要像金虎至尊族一样 做出表率 接着 又有两个王族族群代表 表示支持元宝虎的话 场面一度有些诡异 哼 一声冷哼 天师族八谷亚怒道 是个屁 还轮不到 你们来安排我们天师族 如果要继续派出强者 围杀人族强者 美族平摊 他话说完 也有三大王族代表支持 一时间 偌大的妖族议士大厅 居然开始火爆起来 各种粗言慧语 怒吼谩骂不绝于耳 更有愈演愈烈之势 都住嘴 一声抱贺 元宝虎怒斥道 我也不废话了 你们各族派多少强者 我金虎族多加一倍 天师多派两倍 否则 别怪我发火 场面马上冷了下来 不少妖族代表 把目光放在了 天师八谷亚的身上 想知道他会怎么回答 八谷亚同龄一样 大黄色眼珠 死死盯着元宝虎 让大厅气氛更加凝固 一度有寒气袭来 哈哈 不过让大家意外了 天师族 这位副族长 脸上露出怪笑道 好说 为了妖族的荣誉 我们多出些强者 那又怎么样 就算他们全部战死 这不是应该的吗 顿了顿 他又对着下方道 我天师做妖族 至尊一族 绝不小气 我们继续派出 三千族中强者 还要拿出搜寻追踪宝物 让这些人族无处遁形 最终全部死绝 元宝虎眉头一皱 没想到这天师族 居然这么快服软了 但他也不落后 大声道 我们金虎族 也会加派两千族中强者 更会用各种手段 找出那些臭虫人族 给死去的妖族勇士们报仇 妖族世人城的这些 各妖族代表 很快达成一致 开始布置各种手段 要对付入境的人族强者 妖族境内 一座雄伟大山深处 在灭掉第二个妖族小部落后 石乔南没有急着 带这些强者 继续对妖族下手 他的脸色还是不好看 这次灭杀这个部落 并没有什么伤亡 他在忧虑别的事情 陈青天看出他的担忧 缓缓上前道 石镇主 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消息 石乔南对陈青天 挤出一丝笑容 由于片刻 还是叹息道 青天 我也不瞒你们了 我已经收到消息 妖族又加派的无数强者 要全力围杀 这次过来的军团强者 已经有不少队伍覆灭了 我们如果再出手 必定凶险万分 我再犹豫 要不要带 你们回去算了 就要回去了吗 陈青天心里一紧 这不是他想看到的 他刚要说什么 这个时候 一名飞天境强者 赶忙来到石乔南身边 他急着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石镇主 那我们回去吧 不管怎么说 我们已经灭了两个妖族小部落 这也算立功了 回去也有了交代 他才说完 又有两人过来 很明显 也想劝说石乔南 带大家返回寒天城 而其他人的眼神 很是琢磨不定 十一个人的小队伍 每人展露出不一样的心思 陈青天冷冷地看着 想回去的这几个人 心里很是不屑 但他并没有说出来 虽然这些人都是强者 可就算再厉害的强者 在生与死之间 还是选择了生的希望 当然 这些人也不会想 真正地为帝国赴死 这一点他了解 也理解 哼 这时石乔南冷笑两声 玩味道 怎么 你们很怕死吗 这几人一愣 其中一人脸色坚决 突然加重语气说道 我来这里 本来就迫不得已 现在已经为军团 做了这么多事 也算有了交代 我想活着回去 有什么不对吗 石乔南点点头 平静地说道 没什么不对 没有谁想死 但我现在告诉你们 我们这支队伍 暂时还不回去 我要带着你们 继续毁灭妖族小部落 况且 你以为现在返回 就一定安全吗 我反而想反其道而行之 一听这话 陈青天眼色一亮 笑着问道 石阵主 你的意思是 我们穿过这妖族地域外围 往妖族中心地带杀去 石乔南豪迈的一笑 眼中有些兴奋的光芒 盯着陈青天问道 青天 你敢吗 陈青天同样大笑 战意冲天地说道 我就想这么做 有什么敢不敢的 见两人如此 其他的人都不由地 皱起了眉头 就连苏行业这种杀戮狂人 也小声地嘀咕道 两个疯子 随着石乔南霸道的决定 继续深入妖族地界内部 整个队伍有些离心离德 但迫于形势 还是得跟着走 虽然这和陈青天想法是一致的 但他还是忍不住 向石乔南提醒道 石阵主 真的这样决定了吗 我看大家站一步高 真有什么危机 恐怕 石乔南无所谓地笑了笑了 接着他眼中带有莫名的思绪 叹息道 青天 这些道理我懂 如果真有危险 我希望你能活着回去 你的修炼潜力太惊人了 战死太可惜 陈青天打句道 石阵主 你要是战死 也同样可惜 你更应该活着回去 石乔南摇摇头 苦涩道 我有什么可惜的 三百多年了 我也活够了 陈青天诧异地望去 随即摇摇头 他已经知道了 神丹尽强者 按理来说 有千年寿命 石乔南三百岁不算大 哎 一声叹息 石乔南继续道 我之所以想冒险杀戮妖族 是因为 我是寒天玉土生土长的原住民 帝国上次和妖族大战 我的族人和亲人 全部与命网 不多杀些妖族怀念他们 我实在不甘心 陈青天默默低头 他或许没那么理解 这几百年的仇恨 但站在石乔南的立场上 这几百年 他一直面对妖族 这次妖族再度大规模挑起战争 他所有的恨意激发出来了 所以坚持不退 要一次杀个过瘾 很快 整个队伍再次出发 他们的方向 是向着妖族中心地狱前进的 一路上 陈青天虽然积累了六百万血气值 但一直没有机会使用 所有人一直在一起 三天的疯狂赶路 整个队伍专门走一些 没有妖族踪迹荒芜地区 几次有惊无险地躲过了 妖族搜捕大军 得益于这个世界没有被开发 尤其是妖族的地界 到处都是群山峻岭 平原极少 这里的土地 蕴含灵气较少 灵石矿等一些特殊矿石 比起大夏帝国三千大狱 差得太多了 也因为这样 妖族恋恋不忘人族地狱 想要抢夺霸占 差不多了 石桥南停了下来 因为他们又发现 前方有妖族部落的迹象 三天时间的疯狂赶路 他们已经深入妖族万里之遥 这地方已经远离妖族边境地区 一路上 他们避开了不少中型部落和大型部落 飞了这么远 石桥南又想打主意了 而在这时 他也科普起来了 你们知道吗 妖族生存地方 被我们东方军团的人 称为东荒妖界 陈青天对这些事情 也是知道一二 但不是很清楚 于是率先发问道 妖族所在的这个东荒妖界 到底有多大 我始终没有搞清楚 其他几名宗门家族强者 也一脸疑惑 石桥南解释道 我们大夏帝国 占据东战大陆一半最中心 最好的地狱 如果按时程来算 这天下我们人族占五成 那这些东荒妖界的妖族 他们算占据一成半的地狱 真是这样吗 陈青天从自己查阅的资料当中 也发现过很多异常 石桥南认真的点点头 笑道 你们就这么理解吧 太复杂的问题 我们也不用去深究了 这样说吧 其实这东荒妖界 也有分段的 他们妖族 把这里分为了八百的大洲 八百大洲 陈青天一笑 大夏帝国有三千大狱 东部妖族有八百大洲 也是有意思 石桥南见众人一知半解 也不多说了 最后道 说起来 我们已经出了东荒妖界边境大洲了 现在所在的地方 算是隔壁大洲 这个洲 妖族强者力量肯定少 我们开始干活吧 众人听到这话 心理压力稍微减少 但也不轻松 现在知道 前方有妖族部落 可为了保险起见 石桥南还是对众人说道 有谁愿意靠近一点 去查查那里的情况 到底是不是一个妖族小部落 有没有危险 一听这话 有人开始眼神闪烁 似乎不情愿去 陈青天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于是自告奋勇道 石阵主 我去吧 这是我一定能做好的 石桥南犹豫了一番 还是说道 那青天 你小心一点 我们在那座山峰等你 顺着石桥南的手势看去 陈青天点点头 微笑道 你们等我的好消息吧 说完 陈青天掉头就走 就在他不断靠近 这个妖族部落时 他发现 一处山体溶洞 于是二话不说 快速走了进去 在确定里面 没有什么问题之后 这时候的陈青天 也终于确定下来 嘴里喃喃道 就是这里了 陈青天盘腿坐下 意识和仙武宝库 与气灵交流道 气灵 我要提升资质 兑换一具神体 灵气直接道 你先用天资丹 把自己身体资质 提升到妖孽巅峰去 等你身体达到一个临界点 就可以进行换梯了 好 陈青天此时 已经拥有五百九十多万血气值了 他当即兑换出来 大量天资丹 不停服用 身体又发生改变了 就连大脑 思维都开阔了 各种经脉细胞 在发生变化 陈青天内视体内 发出感慨 随着天资丹被吸收 他感觉越来越强烈 这是完美的提升 妖孽人物修炼 比平常人快太多 身体能容纳的法力也更多 更能爆发 非比寻常的战斗力 学习方面 举一反三 凭的就是身心比其他人强 而陈青天 通过后天 也不断向这种人进行转变 冥冥之中 就连气韵都增加了 当他服用大量天资丹 一直消耗了150万血气值 身体也终于饱和了 这一刻 他心念豁达 如同重生开悟一般 身心愉悦到顶点 他的资质 离成为万古神才 就差一具神梯了 灵气 我可以兑换神梯了 我要仔细看看 挑选一具合适我的神体 陈青天脑海里面 早就有各种神体兑换的要求 但他还是忍住 想在确定下 出现了 各种神体出现在脑海里 天经神体 天火神体 悬木神体 暴风神体 悬兵神体 这些神体 兑换所需要的血气值 各不相同 但起码在四五百万血气值左右 有的甚至要的更多 陈青天早就想好了 他要兑换的是天雷神体 这神体 攻击力极为恐怖 可以召唤天地雷电之力 防御力也极强 可以幻化雷之神甲 抵御一切攻击 还可以实时进化身体一切杂志 更容易吞吐天地灵气 以后不论服用任何丹药 效果将会大大提高 陈青天此刻思绪全部在天雷神体上 他清晰地看到 兑换这具神体 需要四百万血气值 而他现在还拥有四百四十万血气值 是足够的 灵气 我可以兑换天雷神体了 换体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陈青天想先问清楚 看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灵气一时传达到 这些神体是曾经仙武界的仙武战士 斩杀各界妖魔鬼怪 用独特秘法 从他们身体里面剥夺来的 之后重新炼制 完全可以再次被普通人移植吸收 但这个过程将极度痛苦 就像抽骨刮肉 粉碎全身一般 陈青天听到这话 不由内心一震 移植神体 居然要承受非人一般的痛苦 但这种时候 他哪里会退步 只能态度坚决到 如果没有别的什么问题 那么我确定兑换天雷神体了 气凌没有说什么 陈青天一确定 周围空间浮动 三个透明盒子出现了 第一个里面装有 红白色血液一般的东西 另外一个 里面有三根雷电 所组成的特殊物质 还有一个里面 似乎装有一股雷质能量 气凌这时候提醒到 就是天雷神体 你要做的就是 先换血 再换骨 最后换体 陈青天默默点头 他明白了 一闭眼再度睁开 决心已定 他快速打开 第一个透明盒子 这里面的红白之血 仿佛有生命一般 慢慢漂浮 在他身边围绕 陈青天手刚碰触 立马脸色一变 这些所谓的血液 哪怕一滴 都有百经重 随着他的接触 所有的血液 开始融入身体 每进去一滴 陈青天脸上的痛苦 就多一分 当所有的血液 进入身体后 他坐着的地方 开始慢慢塌陷 而他的肉体 正在不规则起伏 啊 这就开始痛得 撕心裂肺了 不光肉体疼 还有心疼 就像感受到 自己被所有人 抛弃一般 痛彻心扉 但也没过多久 陈青天感觉 所有的血液能量 都稳定了 疼感很快消失 可他有些虚脱 身体内部大有变化 质量增加到 一个可怕的档次 跟以前不一样了 要不是 在这狭小的溶洞 他真想大力挥拳 发泄一切 松了一口气后 他打开第二个盒子 这里面的三根雷电 组成的特殊物质 他怎么用力 都破坏不了分毫 怎么回事 这种所谓的骨 如何换的 陈青天疑惑了 纤舞宝库气灵 立马提醒道 用你的血液 去融化它 一听这话 他开始有意 破坏自己的身体 当出现一道口子时 血液一出 全部滴落在这 三根雷电之骨上面 顷刻间 三根雷骨入体 陈青天 犹如被一刀刀凌尺一般 疼得整个人神经麻痹 而且 无论用什么方法 都没办法阻隔这种剧痛 只能独自承受 感觉要死了 换身体会死吗 恍惚间 陈青天有那么一丝恐惧心理 没有人回答他 就在他要腾风之时 他的身体开始止疼 慢慢地再次恢复正常 终于要真正地换梯了 接连感受酷刑的陈青天 要抬手打开第三个盒子之时 有刹那的犹豫 不过也只是这样 透明盒子打开之后 一道能量充斥整个空间 这股能量 似乎有毁天灭地之危 陈青天想小心 去拿着能量神体 但意外发生了 这股能量 一下冲入他心脏位置 这一击 让他猝不及防 仿佛心被击穿 全身动弹不得 但他没死 接着 这股毁灭性的能量 由便他全身 充斥每一个角落 让人完全脱胎换骨 更让他对外界 没有一丝感觉 沉入一个新的天地 就像这身体 已经不是他的一样 久久不能恢复过来 山峰顶端 石桥南有些不安 陈青天去了 有半天的时间 可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他不禁想着 是不是前方那部落有危险 陈青天遇到什么事了 哎 一声叹息 他有些后悔 就在他想亲自去一趟时 身后有声音响起 依我看 这陈青天是跑了 肯定一个人偷偷逃回去了 这人满脸阴郁 大胆说出了他的看法 石桥南一听这话 大感不悦 回过头去 喝道 象庆 瞎说什么 陈父镇主不是这种人 不要乱军心 这名叫象庆的强者 有些不服 坚持道 石镇主 那你说说 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 其他人也是心念分动 开始怀疑 陈青天抽身离去了 谁说我跑了 突然 一道虚无的声音传了过来 让这些人汗毛竖起 因为他们只听见声音 根本没发现人 也不知道声音的主人位置在哪里 就连石桥南 也是左右环顾 身体紧绷 可很快 他反应过来 出声叫道 青天 是你回来了吗 这时 一道人影从一块巨石后面走出 正是陈青天 他过来了 如今的他已经正式融入神体 成为神采 有这种修炼资质的人 整个东占大陆也不多 或者说 以万年时间来计算 这期间也出不了多少这样的人物 所以 这种人也被称为万古神采 见到陈青天回来 石桥南很是高兴 可同时也暗暗心惊 他作为神担竞强者 居然没有发现 陈青天已经来到了身边不远处 嗯 他望向走过来的陈青天 总感觉他有什么不对 似乎对方有了很大的变化 可是又说不上来 石桥南当然不知道 陈青天已经是神采人物了 但他体内有能隐瞒自身实力的神符 能屏蔽了自身的神体 就算高他几个境界的强者 在他不主动暴露的前提下 也很难看出来什么问题来 向庆 刚才是你说我跑了吗 陈青天眯着眼 与其平和地问道 这名叫向庆的人 在这队伍当中 实力也算不错 是飞天竞后期的强者 他自然有着自己的傲气 虽然他知道 陈青天很厉害 可这个时候 还是不服气地说道 我说了 怎么样 你去了那么久 谁知道你是不是跑了 说不定你真想跑 只是没有把握跑回去 所以犹犹豫豫的 这才回来 陈青天冷冷地盯着他 已经有立威的想法了 这个队伍 必须要好好整理 于是他冷笑道 我若真想回去 绝对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不走 自然是想跟着石阵主 杀妖族立功 你如此娇舌根 扰乱军心 我有必要替石阵主教训一下你 让你知道规矩 陈青天法力充斥全身 他真要出手了 这队伍太立心立得了 必须要出手震慑这些人 石桥南不好做 还没做的事 他来做 同时他也想试试 自己刚融入神体 成为神才 到底变化有多大 但听到陈青天说这样的话 这里的人全部身体一阵 倍感意外 所有的目光 全部放在陈青天身上了 这些人眼界都不低 也看出这次回来的他 有些不一样了 这相亲听到陈青天这么说 瞬间大怒道 陈青天 别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不就是走运 在外面遇到皇子和公主吗 还真以为自己 实力很强大 哼哼 我可不怕你 说完 他已经拿出了法宝 做好战斗姿态了 So 一旁的石桥南 刚想出手阻止 谁知道这时候的陈青天 赫然出手了 只见他的身形 如同一道闪电 快速地朝向沁顺移而去 手中一股强大的能量 直接压下 光芒耀眼 让人根本来不及反应 啊 只听一声惨叫 才刚刚抬手的相亲 请客间被雷光包裹 接着浑身麻痹 瘫倒在地 太快了 太安静了 谁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周围这些人 全部不由自主地退回 惊恐地盯着陈青天 一切都是这么地悄然无息 陈青天悍然出手 一名非天境强者 居然被他直接击倒 虽然这人有些大意 但陈青天的实力 也太强了 这样的一幕 完全震慑了全场 所有的人眼眶打转 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倒在地上的相亲 似乎没有失去战斗力 还想抽搐起身 但陈青天强力一脚 把他踩在地上 接着居高临下地望着他 冷冷道 我陈青天是虎卫军 第四镇军父镇主 帝国子爵 在这种时候 给你个教训 完全合情合理 然后 他眼神扫射了一圈众人 霸气地说道 你们现在都是东方军团战士 既然接下来妖族地界的任务 那么就安安心心地听从命令 谁要是敢阳奉英维 不配合 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我说的 感受到陈青天身体 爆发出来的恐怖气势 他说完这些话 所有的强者 没有谁跳出来反驳 这些人心中都在衡量 这陈青天 到底有怎样的实力 怎么会这么厉害 莫非他真有 神丹静强者一般的战力 在摸不清底的情况下 没有谁敢轻易挑衅 更不会随便出头 只能让他威风 苏杭叶此时眼中 有着深深的忌惮 就刚才那一招 他根本没看太清楚 他相信 这里除了石桥南 所有人跟他一样 没办法直面 这陈青天了 这种感觉 就像面对那 有着玄精神体的 玄神仙一般 让他无力 他心中不断思索 这陈青天 到底经历了什么 从一个小小的宗师 进到学生 成长到今天这个地步 石桥南在一旁 都眉头直跳 他有种感觉 此刻的陈青天 强大到连他 都未必能压服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很快他表现 一副欣喜的样子 靠近陈青天道 青天 做得好 你刚才说的这些话 做得是 没有任何问题 接着 他又严肃地对众人说道 臣妇镇主的话 就是我想说的 也是我的意思 如果还有谁 再敢无理地质疑 我也不会再客气 面对这种场面 所有人默不作声 他们知道 接下来不但要乖乖听命 还不能表达 任何不满和情绪 石桥南见 所有人不在言语 又看着被陈青天 押住的相庆 他询问道 相庆 陈妇镇主这么对你 你可服气 被押住的相庆 只感觉身体 被一股强劲的能量 在撕裂 让他疼痛难忍 他心中对陈青天 产生了深深的恐惧 认识到双方巨大的差距 这种情况下 他只能服软 大声求饶道 石镇主 救救我 我服了 再也不敢说乱军心的话了 臣妇镇主 陈子娟 你饶我吧 我接下来一定听 你和石镇主的安排 你们说什么 我都认真执行 不会出一点差错 石桥南这时 望向陈青天 希望他能留守 陈青天冷哼一声 身体气势一收 同时一手把这相庆提起 强大的犀利使出 似乎再对他做什么 啊 相庆不停惨叫 陈青天不喜 大声怒道 叫什么叫 这次只给了你一个 简单的教训 现在你体内 有我刚打入的毁灭能量 不消除掉 你等下根本没有战斗力 忍住 呜 相庆只能痛苦地闷哼 不敢再大叫 随着陈青天 吸取他体内毁灭力量 相庆也很快恢复正常 他对陈青天这种手段 算是彻底服了 脸上一阵后怕 连忙感谢道 陈妇镇主 多谢你手下留情 我相庆算是服你了 那看你之后表现了 陈青天也没把这人太放心上 眼见没事了 石强男这是问道 青天 你去了这么久 有摸清楚前方妖族部落的情况吗 陈青天认真地点点头 石镇主 你放心 我们现在就可以杀过去 这是个妖族小部落 里里外外绝对没有 神丹精以上的强者 我们完全可以彻底覆灭他们 陈青天在那山体溶洞里面 融合神体后 很快也去了前方的妖族部落 查看了一番 确实是个没有神丹精妖族 坐镇的小部落 也知道那里面没有陷阱 这一点他十分地肯定 如今他的感知力 远远超过一天前的自己 如果里面有隐藏神丹精的强者 怕也瞒不过他 甚至为了保险起见 他有更厉害的妖族强者 他还用血气质 从仙武宝库兑换出来了特殊神符 能够查看附近有没有隐藏的强大气息 结果显示一切正常 这也是他的一种强力手段 不会轻易中陷阱 那好 石强男很是相信陈青天 当即下定决心 只听他斩钉截铁道 大家准备一下 现在我们就杀过去 待会我希望你们能好好合作 并肩作战 再为帝国立新功 我等遵命 这一次 这些强者 居然十分配合地回答 看样子 他们也确实被陈青天的手段震慑住了 表面上都不敢再露出对抗的意思 走 在石强男 这位神丹靖强者的带领下 所有人冲天起 杀向了这个妖族小部落 全力奔袭之下 没用太长时间 他们就全部靠近这妖族小城池了 但这里的妖族 很快发现他们了 吼叫声不断响起 人族来袭 人族杀到这里来了 这个吼狼族小部落 在陈青天等人杀来时 马上反应过来 似乎提前有防备 也难怪 人族大量强者 杀入妖族地界边境 这里也属于有风险的妖族大洲 对这些妖族小部落来说 是很严重的事 他们肯定会时时小心 但他们这个小部落的实力 明显抵抗不了杀来的人族强者 新一轮的厮杀再次展开 但这个妖族小部落 显然想拼死反抗 他们多少有些实力 在六名飞天境强者带领下 接近两百名法力境以上强者 出现在一起 想联合作战 陈青天飞在空中 看到妖族强者不断集合 他反而跃跃欲视 眼中杀鸡十分明显 有嗜血的欲望 他看着下方妖族城池 从规模估计 这个小部落绝对有六七十万妖民 严格来说 就这等规模 这妖族小部落的实力 算非常不错的了 可惜他们部落没有一名神丹境强者 要是有的话 就可以晋升为中型部落了 这些妖族居然全部联合起来 组成阵势了 看架势是要拼命啊 陈青天刚要冲杀 发现近二百法力境以上妖族 在六名飞天境妖族带领下 紧紧围绕一起 而下方城池 无数战情升空 想要围杀人族强者 见这种情况 石桥南力声喝道 青天 你我联手 先破掉这群妖大阵 杀杀他们锐气 好 陈青天战意十足 他在不暴露全部实力的情况下 独自冲阵也是麻烦事 现在和石桥南联合 打开着庞大的妖族强者防御圈 还是简单的 杀 一声爆喝 他浑身闪烁雷电 全力出招 急速杀去 石桥南拿着一剑下品灵刀 也同样凝聚强大一击 哄 两人联手 力量轰动 最前方的六名飞天境妖族 哪怕得到其他妖族强者的法力支持 也没办法抵抗着恐怖手段 群妖被击散了 他们这种只是普通阵型 根本算不上什么大阵 破开轻而易举 这两名人族厉害 和他们拼了 有些妖族不服 纷纷挥动法宝 变化妖身 疯狂冲杀 妖族全 都得死 陈青天没有展现神体 但他不断动用雷电神力 随手一击 威力巨大 有三名钢体经妖族 没有躲开他一击 被他全部麻痹重伤 接着快速飞身上前 统统解决 见他凶猛 其中三名飞天境妖族大怒道 一起杀了这人族 于是统一攻杀过来 好 不过是我把你们一起杀了 陈青天已然通灵 权益 加上身体神雷之力 一拳出 好似天地崩 哄 力量涌出 山河破碎 无限连击 无妖可挡 万物消亡 啊 阵阵惨叫 直击人心 这陈青天 太可怕了 苏行业随手解决一两百小妖兵 忍不住看向最凶猛的那个少年 他的杀戮刀意很强 也在不停杀戮 一般妖族 也不会是他对手 但他见到陈青天手段 忍不住夸赞这个昔日看不起的少年来 他心中疑惑 暗暗猜想到 这么强大的雷之力量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陈青天修炼了王极雷属性功法了吗 还是 莫非他身体有什么大的变化 这难道是 我不信 苏行业思绪万千 他对陈青天已经产生一丝恐惧了 再也没有当初对这少年的优越感了 不光他这样想 其他人见陈青天有如此战斗力 也都心悦诚服 佩服得很 庆幸这少年不是自己的敌人 这场战斗 一开始已经注定在一名神丹靖人族 一名神才人物 还有九名已经配合很好的飞天靖强者 攻杀下 妖族数量是多 但败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战斗持续的时间是有些久 但没有妖族强者及时来源 也就没有意外 陈青天强大的战斗力 还是震惊了人和妖 三名飞天靖妖族 想联合对付他 可反被他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部杀死 一个没跑掉 另外 两名飞天靖妖族 也被石桥南杀死 还有一名见识不妙 早早地就跑掉 其他法力竞以上的妖族强者 陈青天一人就杀死了六七十个 真如杀鸡宰狗 不值一提 这个小妖族部落 那几万敢反抗的小妖兵 他杀的就更多了 没有六千也有五千 还有无数的妖民 惨死在他手上 完全就是一台杀戮机器 他的疯狂 直接让妖族大崩溃 陈青天在这战场之上 影响最大 这战斗力 就连石桥南也震惊不已 他自问 如果他像陈青天一样 那么疯狂地使用法力 大招起初 毫不停歇 就算他是神丹静 体内积累的法力 也支撑不了多久 可是陈青天 似乎是一头不会累的凶兽 完全没有疲倦 体内法力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疯狂展现他的獠牙 杀的那叫一个痛快 也确实 这个妖族小部落 让陈青天彻底杀痛快了 刚刚拥有神体的他 随便一击 都是暴风雷霆 能撕毁一切敌 神体所附带出来的攻击力 简直是无坚不摧 还有他体内的真实防御力 这些妖族强者 就算有大招打在他的身上 也如同泥石入海 消失于无形 伤不了他分毫 这个妖族小部落的城池 彻底陷入一片火海 伴随着大量的哀嚎 由于时间的原因 也因为其他人族强者法力 有所不知 已经没办法再杀下去了 最终 所有人安然离去 痛快啊 飞了很远 到了安全的地方 一名强者忍不住大吼 陈青天一笑 这人是东方军团原来的强者 军人气息格外明显 这名强者望着陈青天 十分佩服道 陈富镇主 我古大友 对你是福气了 你的本事 让我大开眼界了 我也是见过妖孽人物的 但像你这样的厉害的 我只听说过 还真没见过 要说 你是万古神才 我是信的 能和你作战 不须此行 哈哈 陈青天笑意满满 这人没说错 他真是神才人物了 简单的客气一番 他把目光放在了石桥南身上 接下来怎么拿主意 还是先听他的 这次他自己收获的血气 只可不守 东荒妖界这地方 他是迷恋上了 就算这些人全部要回去 他也会选择留下来 或许感受到陈青天 那熊熊烈火般的眼神了 石桥南鼓动到 灭一个妖族小部落 真不是什么难事 我们大家一起 已经杀灭三个妖族小部落了 获得的战功点也算不少了 回去之后 更会论功行赏 但这就满足了吗 不 我们还要继续 再灭他几个妖族部落 带着无数的战利品 有人还附和道 石镇主说得不错 妖族没什么了不起 对 我也相信 在石镇主和陈副镇主带领下 我们还能灭他十个八个妖族部落 到时候 我们一个个功劳甚大 说不定还能封个爵位呢 陈青天满脸笑意 这些人也被这几次胜利感染了 想着多力军功 获得好处 人群中 苏杭叶和汪剑生 表现得还算冷静 他们从始至终 一直关注着陈青天 那好 如果大家没什么意见 我们继续深入 石桥南带人修整一段时间后 又命令大家前进了 再度出发 目标没那么明确 但大概位置 还是能搞清楚的 当又发现有妖族部落时 陈青天自告奋勇前去查看 队伍里面 自然没有人会 主动抢这样的任务 只是石桥南担心道 青天 要不我去吧 你在这里坐镇 如果情况不对 带大家离去 陈青天摇头 洒脱道 我去吧 不会出事的 见陈青天如此坚持 石桥南也不再说什么了 一直目送他离去 陈青天特别相信自己 他的手段很多 一旦想认真隐藏自身气息 没那么容易被强者发现 这次 他先悄悄靠近这个妖族部落 一看这妖族城池全貌 他就发现不对 这绝对不是一个小部落 该拥有的城池 太庞大了 以他的估计 这座城池 起码可以容纳三五百万左右妖族 可以想象 这里面有着怎么样的实力 随着不断靠近 他也深深感受到 这座妖族城池里面 有三股十分强大的气息 野蛮且粗犷 看样子是个妖族中型部落 碰不得呀 陈青天没花太多心思 就清楚里面大带了 这些妖族强者 也没有刻意压制自身实力 他感应到 有三名神丹静 另外 法力静以上妖族也不少 这个妖族部落 不是他这个队伍 能去硬碰硬的 在返回队伍的途中 陈青天找了一处小山拥 他要提升境界了 灭亡上一个妖族小部落 他得到两百万多点的血气值 加上原来 剩下的三四十万 他总血气值 快积累到二百五十万了 该是使用的时候了 气灵 我要兑换天际灵力单 陈青天信心满满 这次完全可以 连破几个小境界 如今 自己是飞天境中期 他上次服用了 七十多枚天际灵力单 才达到这个境界 成为神才的他 当服用五十二枚天际灵力单时 他的身体 就又发生一些改变了 压制不住了 陈青天 感觉浑身血气翻滚 法力就要爆体出了 不再犹豫 他直接冲天飞去 速度更快 身体更稳 他总算达到 飞天境后期了 天空中 陈青天远离那妖族部落 也远离他那些队友 但他在空中也没有闲着 继续服用天际灵力单 再次使用六十三枚时 他终于突破到 飞天境巅峰期 到了这个境界 陈青天可以不费什么劲 停留在空中 他更能一步一个波纹脚印 在空中自由行走 如履平地 真奇妙 陈青天漫步在空中 感受强烈刚风吹在脸上 没有丝毫不适 他的身体 他也可以长时间不呼吸 身体的各种功能达到极致 全身八万四千毛孔 可以自由呼吸 各种感官 超乎想象的厉害 继续吧 接着 他一直使用了 七十五枚天际灵力单 又达到了飞天境大圆满 也是这个境界的顶峰 接下来 他要做的 就是突破神丹镜 成为这个世界 真正有一席之地的厉害强者 神丹镜 战力超然 寿命翻倍 无论在什么势力 都已经有一定话语权了 若是在大宗门 大家族 那自然是长老级别人物 能享受最好的待遇 受无数人尊重 要是加入大夏帝国 必定能获得权力 也有各类好处 各帝国暴力机构 随你所选 到时候统领百千强者 牛气冲天 就算在这东方军团 那也有资格当镇主 能成为一军重要战力 有资格统帅数十万大军 哪怕自己开宗立派 也算是中等宗门了 不会被人小瞧 可收徒成百上千 随着时间推移 可发展徒孙上万 乃至更多 从此称宗到祖 独霸一地 永久留名 当然 也可以取七纳妾 升百千子 发展家族 自建城池 雄聚一方 可惜啊 暂时没有足够的血气值了 神丹镜还要等一等 陈青天压下雄心壮志 刚才连破三小镜 他用了一百九十万血气值 看着还剩下的六十来万血气值 他心里清楚 要突破神丹镜 还需要涂灭一个妖族小部落 这是不难 就是有风险 这时候的陈青天 已经可以随意 在空中遨游 躺下 坐下 翻跟斗都行 毫无压力 好好感受了一会 他压下身体气势 也顺势返回队伍 我回来了 陈青天这次 没有故意隐藏自己 大方地从空中飞下来 所以人围了上来 石枪南率先出口问道 青天 你这次去的时间不长啊 这个妖族部落 有什么问题吗 陈青天实话实说 石镇主 各位兄弟 这里面是一个妖族中型部落 保守估计有三名神单进强者 不是我们可以杀过去的 此言一出 众人沉默 妖族中型部落 不是他们可以打主意的 那里面的强者可不少 石枪南叹息道 青天 辛苦你了 看样子 我们只能去别墅找找了 嗯 陈青天立马建议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现在出发吧 没有花费太长时间 陈青天等人 又找到了一个妖族小部落 在确定没有危险后 这个吼狼族小部落的妖族 很顺利就被涂灭了 这个妖族部落不那么强 只有三名飞天境妖族 五六十名法力境以上妖族 也因为这样 陈青天等人 几乎把这个二十万妖民的小城池 屠戮干净 而陈青天的强大 和他杀妖族的速度 大家也是慢慢习惯了 队伍当中 他几乎有和石桥南一样的地位 甚至别人更怕他 远离作案地点 陈青天正思索着 什么时候正式突破神丹境 这次剿灭这第四个妖族小部落 他得到了一百六十万血气值 加上之前的六十万 完全可以让 迈入神丹境行列了 作为领头人的石桥南 这次先是鼓励大家一番 我现在要和你们说说 我们东方军团杀入妖族的这些军中强者 现在境况如何 所有人听到这话 全部围了过来 这是关乎自己安稳 他们太想知道了 陈青天也凑了过来 他确定 石桥南身上有接受消息的设备 恐怕现在所有的情报都会总了 石桥南先是叹息道 我得到军团总部传来的消息 这次我们东方军团是军 派遣的数百飞天境以上强者 到目前为止 已经陨落百人了 就连神丹境强者 都战死四名 其中暴风郡还有一名画像镜强者战死 损失是真不小 众人闻言 脸色都不好 画像镜强者何其强大 这都会战死 他们只是飞天境实力 一旦被妖族逮住 生还希望极低 不过这时 石桥南又与其激昂道 虽然我们战死的强者不少 但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也覆灭了妖族大量中小型部落 杀死妖族强者无数 极大的打击了他们的骄狂气焰 众人五味杂陈 这也是事实 人族和妖族展开这样的激战 互有死伤都是应该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 他们应该怎么样 还要继续留在这里吗 于是大家把眼光放在石桥南身上 也有人不时看向陈青天 石桥南沉默了一会 再次说出他所知道的消息 妖族对我们过来的各军强者 围堵得很厉害 现在除了战死的 其他大部分强者 都准备陆续撤回天宫长城以内了 还想留在妖族境内的 已经不多了 众人一听这话 脸色都不好看 有人还是忍不住到 石振主 这么说来 我们之后会越来越危险 我们大量强者离去 妖族就能派更多强者 来围杀我们来不及撤走的人 要是我们再不走的话 这些人全部明白这个道理 陈青天也是暗暗叹息 这些人的担忧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石桥南看向陈青天 似乎有意 征询他的意思 到了这里 陈青天也只能建议到 石振主 我看我们也可以往回赶了 陈青天这样说 大家面露喜色 再次看向石桥南 好吧 那我们也准备撤离 要是回去的途中 再能灭两个小部落 那我们这次立的大功 在各军飞天竞队伍当中 也是数一数二的 哈哈 石桥南似乎还不满足 还有杀妖族的狠心 这些强者 也纷纷满意 自己野妖族境内的表现 相互之间 还吹捧了一番 陈青天表面也是一笑 他心里已经有其他想法了 只不过这些人不知道 妖族试人城内 最中心的参天高塔 里面的各妖族代表 再度聚集起来 哈哈 粗犷的笑声传出 金虎族元宝虎嘴里大叫道 这些人族臭虫 死的死 跑的跑 真是让我失望 我还以为 他们能到处 什么大动静呢 天师族巴古亚 也点头道 人族怎么可能是 我们妖族的对手 不过他们这次来 我们这里 也算闹出了一点动静 吼狼族和地雄族 被灭了几个中型部落 不少的小部落被灭 严格来说 我们还是吃了些亏 他这话一出 下方的地雄族代表就怒道 该死的人族 吼狼族代表也是嘶吼道 我建议 再次组织各部落强者和妖兵 这次一定要彻底杀入天宫长城 灭了人族东方军团 对 杀入人族 最好杀光人族 把他们全部做成我们的食物 要不我们干脆联合各方势力 灭了大夏帝国 大厅里面 群妖激愤 在对人族态度方面 他们是一致的 金虎族元宝虎 和天师族巴古亚 没有冲动 他们知道的事情更多 下面这 各妖族代表 也只是发泄心中的怒火 真要决定和大夏帝国大战 他们反而不会这么狂叫了 巴古亚白白巨大的手掌 冷笑道 好了 人族我们肯定要灭 但不是现在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这次人族来犯的强者 全部留下 这些还没跑的人族强者 全身布满我们妖族勇士的血液 我们要留下他们 用他们的血和肉 祭祀妖族勇士 元宝虎也附和道 这话没错 这些还没来得及跑的人族臭虫 也不用离开这里了 群妖再次怒吼 对 全部要杀光 所有妖族代表 全部发出最新命令 让自己族内强者 全力围杀 还没来得及跑的人族强者 在石桥南的带领下 陈青天等人不断往回赶 想早了离开妖族地界 一天的走走停停 众人深入一片不知名的群山当中 就在陈青天 想着离开队伍 独自行动时 一行人居然在一座山峰脚下 遇到一群妖族 咦 石桥南一愣 随即命令道 抓住他们 So 众人一起飞了过去 这群妖族数量有几十 但实力在众人眼里很弱 只有一名法力静小妖将 其他都是宗师静 开窍静实力的小妖兵 很自然的 这群妖族成为了俘虏 陈青天见这群妖族的样子 犹如超大号老鼠一般 但身上毛发格外茂密 顿时知道 是一个妖族小族群 石桥南语气调笑道 没想到 在这里遇到一群长毛妖族 看样子 这附近有一个长毛妖族部落 哼 其他人也露出微笑 像这样的妖族小族群 又在这群山中建立部落 大概率是实力一般的小部落了 大家又可以立功了 果然 经过一番审问 前方有一个妖族长毛族小部落 里面实力很弱 只有两名非天境妖族 二三十名法力静以上妖族 部落妖民不过十几万 完全是个软柿子 得到确切消息 队伍当中 一向比较沉默寡言的汪剑声道 这个小部落 我们可以顺手解决 不如我先去查看一番 以防万一 一路上 大家看着陈青天出境风头 汪剑声这个时候 也自告奋勇了 陈青天嘴角一笑 几次战斗下来 他也有注意着汪剑声 确实有本事 他那强大的剑意 每次出现都像一点寒光 可威力惊人 很是干净利落 不少妖族强者死在他手上 或许他展现出来的实力 还不止于此 但如今的陈青天 眼光自然极高 同境界能被他视为对手的 恐怕没有了 还是我去吧 就在石桥南犹豫的时候 陈青天开口了 他手握两百多万血气值 是时候突破神丹境了 这个暂时离开队伍的机会 他要了 他也想好了 等他突破神丹境 再灭掉这个长毛族小部落 就离开队伍 继续留在妖族地界 寻找机会 就算独自一人 他也完全有实力 覆灭妖族小部落 兴许 这样更合适他自己 而且他有压制自身法力的神符 就算妖族很厉害的强者 用一些比较好的搜寻手段 也没办法定位他的行踪 到那个时候 就是他肆意横行的节奏了 只要小心点 妖族想追杀他 谈何容易 就在陈青天默默计划一切的时候 石桥南也开口了 汪剑生 你实力也很强 不过查看妖族部落的事 还是交给臣妇镇主吧 他有厉害手段 看样子 石桥南更相信陈青天 接着他转头道 青天 你去吧 快去快回 小心点 嗯 陈青天望了汪剑生一眼 有好道 汪兄弟 不是不相信你 而是我 确实有特殊手段 没危险最好 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 我都能察觉 陈青天说这话时 带有强烈的自信 让所有人有种不得不幸感觉 汪剑生也没在说什么 笑着道 陈妇镇主 你的本事 我相信 陈青天不再言语 潇洒离去 等找到一处隐蔽之地 他很快开始服用天级灵力丹了 一枚接一枚 当消耗百万血气值 换取一百枚天级灵力丹服用后 他如今是神才资质 拥有天雷神体 就这样 还需要这么多灵力丹 要还是当初的妖孽资质 真不知道要用多少了 没办法 只能继续 当他消耗一百一十二枚天级灵力丹后 终于感觉到顶了 呼 真不容易 这样下去 神丹镜以后 每突破一个小境界 所需要的血气值 都是天大的数字 陈青天连连摇头 难以想象以后的不容易 不过他也理解 神丹镜这么强大 需要的多 也是正常的 望着手中刚出现的天宁神丹 他突破神丹镜的希望 就是他了 一百万血气值兑换出来的神丹 散发出生命的气息 这不是一颗简单的丹药 他似乎是活的一般 里面一呼一吸 时大时小 显露出金黄色纹路 细细打量过后 陈青天还是没忍住 放入嘴里 这 随即 他感觉不对 真是活的 这霉神丹 居然在他体内四处游走 像是在呼朋唤游 一直到这霉神丹进入脑子 陈青天才开始恐慌 不对 碰 所有的一切 全部在脑袋里面炸开 这一刻 虚空粉碎 狂星熄灭 万物平静如水 此刻的陈青天 全身上下 表面上没有一点问题 但他脑袋里面 思绪全部被打乱 又开始重组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才清醒过来 脑中神丹破碎之后 把他全身法力激活了 所有的能量 仿佛有生命一般 最后居然在他胸口 重新汇聚一枚真正的神丹 这枚神丹坚不可摧 里面似乎别有空间 能积攒个人身体所有法力 可融合一切能量 哪怕万千神通功法 都可以吸纳其中 而一旦释放出去 必定毁天灭地 就算是自己 也能被毁灭 这就是神丹的威能 好 一声怒吼 天边乌云散开 草木皆动 周边无数生物不敢动弹 陈青天从服用天宁神丹时 就没有呼吸 没有泄露出一丝力量 但这么久了 他憋得一股气通通一出 无尽气势四处蔓延 石桥南等人 正在等陈青天回来 可就在这时 前方一股巨大的气势传播过来 让他们一下就警觉起来 怎么回事 刚才这股力量太强了 绝对是神丹静强者 才能爆发出来的 石桥南眼神灵力 他心中闪过很多念头 石镇主 刚才那是怎么回事 汪剑生感官也很敏锐 也被那股力量刺激了 其他人也纷纷询问 猜想起来了 是不是有妖族强者在这附近 难道是前方那个妖族部落 有变故吗 臣妇镇主不会出事了吧 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 或者干脆先走 好了 众人敬意不定 石桥南制止道 都别瞎猜了 那力量就爆发一下 这么久也没动静了 应该是意外 我们去看看 这 有人迟疑了 石桥南顿时立声道 我走前面 你们跟着 真要有什么事 你们各自返回寒天城 说完 他狠狠瞪了众人一眼 这是警告 石桥南心中 还是有些放心不下陈青天 哪怕冒一点险 也要过去看看 就在石桥南带人过去的同时 三座小山峰中间 青壁小湖边 一个长毛妖族 小部落也沸腾了 刚才他们部落首领 突然发出通知 让所有族民离开部落城池 先去外面四处躲避 对于这样的命令 很多妖族不理解 想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在这长毛族部落 小城池城墙上面 十几名身形巨大妖族 围着一名身材 不那么高大的人形妖族道 首领 为什么让所有族民和勇士 离开我们的部落 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名长毛部落的首领 看起来很接近人形 毛发银灰色 三脚眼带有一丝心红 越接近人族身形特征 他们思维方式更灵活 越能控制嗜血的本能 但他们一旦变身发狂 也厉害到不行 这名长毛妖族首领 眼中睿智的光芒闪过 解释道 你们听我的就好 快组织族民外出躲避 我刚才感受到一股强大的能量 远远不是我能对付的 你们要知道 最近人族杀了我们妖帝 灭了那么多小部落 我们不得不防啊 啊 众妖族听到解释 其中一名实力不错的妖族强者 也回忆道 首领说的没错 我隐隐约约 也感觉到了一丝不寻常 但没想这么多 难道真有人族强者 找到我们部落了 这首领叹息道 我们只是一个小部落 想要生存下去 一定要小心 一点不能大意 快点带族民走吧 是 好 群妖不甘心 但又无可奈何 这个世界 想要活下去 无论什么种族 都要智慧与实力 陈青天站在高高的山间上 俯瞰一切 感觉一切都是那么不一样 刚才他爆发的气势太浓烈了 随手一击 山体洞穿 引发震动 但这些他都不在乎了 确定自己达到神丹镜 他心里的顾忌少了很多 就算被别人知道又如何 这方天地 他哪里不可去 神丹镜 全身力量汇聚神丹发出来的攻击 谁人能挡 该是我纵疼的时候了 这一刻 陈青天终于心念豁达 他各方也全面提升了 看着脑海里的个人实力面板 一切显示的是那么清晰 陈青天 男 17岁寿命长 970境界 神丹镜 初期 自治 万古神才 灵石 体制 天雷神体义之道 破碎权益 初级 功法 九霄雷霆大法 地级上品 大圆满 五级法术 威猛神龙拳 地级绝品 大圆满 大狂杀剑法 地级绝品 大圆满 通灵法术 人级下品 大圆满 御剑法术 人级绝品 大圆满 法宝 青天剑 灵气上品 青天全套 宝气绝品 血气值 89678陈青天 突破神丹境 直接增加500岁寿命 能活千年 但这些他不那么在意 这段时间 杀妖屠城 成为神才 他功法武器 熟练度大大提高 领悟力惊人 全部已经大圆满 各处融会贯通 一旦使出 威力无穷 只可惜 他的血气值见底了 就剩下不到十万了 唉 该走了 就在他要 前往那个妖族小部落时 脑海里一道声音 叫住了他 陈青天 你达到神丹境 有资格成为 仙武界后备战士 能获得一枚仙武功勋令 陈青天原地一愣 这道意识 是仙武宝库气灵 发出来的 他停下脚步 不由问道 仙武功勋令 这是什么 神丹境有资格成为 仙武界后备战士 仙武界难道也有普通人吗 灵气细细回道 你可以理解 仙武功勋令 其实就是身份功勋令牌 本来应该给你自己使用 但你能直接连通我 这功勋 令你完全用不上了 但是你可以交给别人使用 只要那人杀妖魔鬼怪 一样能获得血气质 但他没办法 直接和我兑换东西 只能通过你 才能在仙武宝库兑换一切 陈青天瞬间明白了 血气质就是仙武界的功勋 仙武宝库 就是仙武界的功勋兑换地 而他自己 按照理解 就是掌握仙武宝库的 军需官宝库管理员 这么说来 只要把这枚仙武功勋令 交给一个厉害人物 但那他 无论杀多少妖魔鬼怪 无论有多少血气质 也只能通过自己兑换宝物 至于自己怎么给他兑换宝物 完全自己说了算 就算兑换一枚触及灵力单 要一万血气质 那也是合理的 其他9999点血气质自己赚 当然 这也是理论想想 陈青天不会这么过分 但截留大部分血气质 那也是应该的 这样别人永远再给他打工 或许感受到了陈青天的情绪波动 仙武宝库气灵接着到 等你再度提升一个大境界 有资格成为仙武后背战士小队长 将会再次获得十枚仙武功勋令 还能批量给 陈青天心神震动 这么说来 以后将有无数人给他收集血气质 那么他的实力提升会有多快 能走多远 简直不敢想象 这一刻 陈青天野心被放大 胸中有万千豪气 眼中发出骇人的光芒 好 七灵 你先把这一枚仙武功勋令给我吧 陈青天迫不及待 要这个好东西了 so 一枚金白色 不到巴掌大的奇特令牌 就到手了 只见上面刻画了一个什么字 陈青天并不认识 就在他仔细打量这枚令牌时 七灵又道 陈青天 你刚才问我 仙武界是不是也有普通人 我可以给你解释一下 嗯 陈青天脸色一正 收起这枚仙武功勋令牌 想听这七灵怎么说 七灵直接道 曾经的仙武界 是比你们这个世界完善很多 整体实力 不知道强了多少个层次 但仙武界也不是你所想的那样 全部是仙人神人 里面也有心生和陨落 但因为仙灵气的缘故 婴儿一出生 基本自带法力 不是天才 就是妖孽 陈青天听得一愣一愣的 这么说来仙武界也只是一个高等世界 只是那里面人 一出生就有法力尽实力 而只有达到神丹境 才有资格成为预备战士 他摇摇头 这些东西 他也没想了解的那么详细 毕竟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 我知道了 灵气 感谢你回答我这么多 陈青天礼貌一下 接着他又想起什么来 从须弥那界里面 拿出一直放着的上品灵气 他倒要看看 突破神丹境后 能不能驾驭得了他 哼 一声冷哼 陈青天法力汇聚神丹 猛然一击 打在这科技感十足的灵箭上面 乌龙 灵箭内部发出一阵嘶吼 似乎吃疼了一下 非常有感觉 还不服吗 陈青天没有客气 所有力量死死压制这灵气 意识也不断深入 想要彻底融合他 剑身颤抖得越来越厉害 最后陈青天割破手指 一点点神体之血滴落上面 这灵气也慢慢被他收服 一人一物似乎心意相通 呼陈青天面带微笑 一手扔出灵箭 哼 天空当中 一把如同战船般巨大的神剑 缓缓移动 急 一声令下 灵箭飞舞 急速一击撞向一处小山堆 只听轰隆一声 地动山摇 小山没了 还出现一个深坑 好 哈哈 陈青天畅快凌厉地大笑道 这才是我的青天剑 直上青天 沙妖降魔 神鬼难挡 拥有神体 破镜神丹 收服灵气 陶醉几秒后 陈青天潇洒踏空飞行 也知道不能耽搁了 so 神速向前 他要去灭那长毛族小部落 没有飞太远 青天眉头一皱 感觉到了什么 随即嘴里笑道 怎么这些人全部过来了 是被我刚才的动静吸引来的吗 他已经发现了 石桥南正带人飞驰而来 没有多想 他也靠了过去 石阵主 你怎么过来了 陈青天看着当先的石桥南 故意笑着问道 青天 你 你没事吗 石桥南看着面前的陈青天 有些心惊肉跳 他感觉有一股危险的气息扑面来 但又说不上哪里不对 似乎陈青天美 离开一次队伍 身体就有一次超大变化 让人琢磨不透 陈青天对自己身上的气息 虽然有所压制 但他随便溢出来的实力 对强者来说 还是有感觉的 看着面前的石桥南 他没多说什么 简单道 石阵主 我没什么事 这里应该没有危险 我们去灭了那个妖族小部落吧 这 石桥南有些心不在焉 不过也很快严肃起来 点点头道 那好 他们都在后面 待会我们一起杀过去 等到所有人集合之后 在石桥南和陈青天带领下 一行 来到这个长毛族小部落 只不过这小城池已经空了 除了极少数老弱病残 其他妖族强者和妖民 全部四散离去了 陈青天摇摇头 看样子 刚才他闹出来的动静 让这妖族小部落警觉了 这会儿全跑了 一定是刚才那强大的气势 惊动了他们 让这些妖族全部跑了 汪剑生说完这话 有意无意地望着陈青天 似乎在怀疑什么 苏行叶点点头 他眼中有很强的杀气 嘴里吐出两个道 追杀 众人望着石桥南 想听他怎么说 石桥南沉思片刻道 一看就是刚走 一定在这附近大山里面 我们追上去 但不能耽误太长时间 好 陈青天出声道 就这个方向吧 而那些普通妖民 怎么可能逃得过 起码是非天境强者的组合追杀 没花费太多时间 一只几万的长毛族妖民 就被众人追上了 杀 石桥南一声令下 所有强者不再留情 杀这些根本反抗不了的妖民 完全没压力 几万妖民没多长时间 就被杀干净了 能逃走啊 没有多少 但很可惜 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妖族强者 大家似乎有些不甘心 苏行叶继续提议道 换了方向 应该能找到那些妖族强者 陈青天笑了笑 对他来说 妖族当然杀得越多越好 于是也建议道 我看可以 再试一次吧 石桥南也不多说什么 带着众人又朝一个方向杀去 当再次追上一伙妖族 可惜依旧没有什么妖族强者 众人知道 在里面耽误的时间有些长了 也没有心思继续寻找了 走吧 也该撤出妖族地界了 石桥南决心定了 走 可以回去了 陈青天并没有什么兴奋的心情 他已经准备随时开溜了 等石桥南和陈青天等人走后 一处地底山洞内 长毛族小部落首领 和一批妖族强者 似乎有感应一样 这非天境首领 眼中不满仇恨 痛恨道 果然是人族 这些可恶的家伙 真找到我们部落了 不知道这次有多少族民被杀死 好 误 山洞内 这些妖族强者压低气势 不断小声嘶吼 那是压抑的愤怒 难以宣泄的情绪 有妖族强者 这时不确定地问道 首领 他们应该走了吧 我感觉那些强大的气息 全部远离了 长毛族首领眼中闪烁 点点头道 应该是走了 要知道我们妖族的强者 一直在围杀这些来犯的人族 他们肯定不敢在一个地方 久待 而且 我也把我们部落遇袭的事情传出去了 说完这些 他看了看旁边跟他一名同样接近人族化的 一名妖族强者 接着说道 阿普 你出去查看一下 小心一点 这名叫阿普的妖族强者点点头 快速离开这个洞穴 他是这个部落另外一名非天境强者 有自己的手段 就在他在外面反复查看之后 发现没有问题 刚想回到洞穴之报告之时 突然空中一股强大的气势 震慑住了他 这一刻 在长毛族强者 浑身站立 惊恐不已 而当他看清楚过来的强者后 慢慢从恐惧中恢复了平静 他快速上前 嘴里讨好的说道 原来是吼狼王族的强者 你们来了 真是太好了 刚才有人族强者袭击了我们部落 要不是我们跑得快 恐怕我们部落就彻底覆灭了 来的强者 正是三名吼狼妖族 从他们身上气势就可以看出 他们的实力远胜这名非天境妖族 领头的一名吼狼妖族狂傲地问道 那些人族走了多久 有什么样的实力 这名长毛族强者小心地回道 他们这些人族应该走了没有多久 到底是什么样的实力 我们也没有搞清楚 但是 一定有神丹静元族在里面 这一点错不了 哼 我们知道了 领头的吼狼妖族 回头看了另外两名妖族 他们相互之间点点头 也不废话 很快拿出一张奇怪的符文 往空中一探 顿时 全部朝一个方向追去 他们刚才也是感觉 这里有强大的气息波动 知道这里有发生过战斗 所以才追过来看看的 现在再次确定方位 很明显是要去追杀人族强者了 这一切 石乔南和陈青天等人还不知道 此刻的陈青天 看着飞在前面的石乔南 他快速靠近 在他耳边轻轻说道 石阵主 你带他们先回去吧 我决定继续留在妖族地界 这是我个人的决定 石乔南闻言 瞪大眼珠 难以置信地望着陈青天 他也小声地说道 青天 你怎么可以继续留在妖族地界 这其中的凶险 你不知道吗 现在妖族出动了无数强者围杀我们 那些没办法撤回去的军中强者 留下来 那可是必死的局面 你还年轻 千万不要冲动 陈青天摇摇头 语气坚定地说道 石阵主 我敢留下来 自然就有把握活着回去 希望你理解 见陈青天脸上带着淡淡笑容 石乔南实在不理解 这少年为何有如此大的底气 好了 石阵主 陈青天望着前方的山峰 继续说道 我们先到前方的山峰休息一会儿 我到时候会独自离开的 剩下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唉 石乔南叹息 他知道这个少年已经决定了 那么无论 他怎么说 都没有用了 最后他也只能点头 好 青天 你执意要留下 我也不拦你 回去之后 我会详细和单将军说说你的事的 你自己千万要小心 无论如何 一定要活着回来 说完 石乔南率先停在了下方这座山峰上 嗯 众人有些疑惑 也跟着停了下来 有人连忙问道 石阵主 怎么就停下来了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 离开妖族地界才对啊 石乔南他无意地望望陈青天 最终还是语出惊人地说道 我们在这里和陈父镇主告个别吧 他不回去 他要继续留在妖族地界 什么 听石乔南这么说 所有人全部大惊失色 他们想不通 为什么陈青天还敢留在妖族地界 这跟找死有什么区别 陈青天没有跟他们解释 就在他要走时 汪剑生出声道 陈青天 我能感觉到你很强 但是我还是很遗憾 没有跟你讨教一番 希望你活着回来后 我们有机会交流一下 陈青天笑了笑 这汪剑生确实不错 但如今已经没资格跟他动手了 不过他还是点点头回答 好 我活着回去简单 希望你们一路顺利 可别被妖族拦住了 说完 他飞身就要走 所有人用复杂的眼光 望着这少年 苏行也眼中闪烁冷芒 看死人一样地看着陈青天 可就在这时 陈青天突然脸色大变 咆哮着说道 妖族强者追上来了 啊 所有人再次脸色大变 死死地盯着陈青天 接着又望向石桥南 想要确定什么 石桥南略微感应一番 也睁大了眼睛吼道 走 有三名强者的气息 其中一名强者散发出来的气势 就连我 恐怕也不是对手 快走 那分开逃回去 这一刻 所有人惊慌了 石桥南眼神决绝 他已经下定什么决心了 起身非空 但并没有跑 他心中有些悲凉 想不到还是被妖族给逮住了 这次他们想活着回去 非常悬 他现在只能教大家分散 能跑一个是一个 此刻的陈青天 目光如炬 死死地盯着天边 已经出现了三道影子 确定是妖族强者了 他们正疯狂地 朝这里冲杀过来 而这些非天境强者 已经有四人 分别朝四个方向飞跑了 短暂的犹豫 就连汪剑生和苏航业 也被强大的压力震住 他们不约而同地说道 石镇主 那我们先走了 so 全部走 石桥南剑 还有三名老牌军中强者没走 甚至那陈青天也没动 他狂叫道 你们走 青天 快跑 一定要活着回去 这里交给我 我给你们争取一点时间 分散跑啊 这一刻 石桥南已经打算牺牲自己了 因为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杀过来的三名妖族强者 有两名神丹静 另外一名恐怕是画像镜的强者 错不了 而他已经被三道杀器死死地锁定了 想跑恐怕很难 哈哈 领头的吼狼族强者 最先杀来 他疯狂地笑道 你们这些人族赶来我们妖族地界 今天通通跑不掉 这妖族强者凶狠地盯着石桥南 对另外两名妖族强者道 这人族我来杀 你们去追杀那些刚刚逃跑的人族 妖族 休想 我跟你拼了 石桥南见状 直接祭出法宝 身体散发庞大的气势 直接朝三名妖族强者杀去 找死 妖族最厉害的这名强者大怒 想不到人族这神丹静强者 敢先和他动手 他似乎不想过度纠缠 一出手 整个天空突然乌云密布 他的背后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虚影 那就是他的法相 一头大如小山的凶狼法相出现 碧绿的胸眼射出万道黑光 朝着石桥南攻杀过来 石桥南没有躲避 法宝威力催动到极致 疯狂迎上 哄 神丹静和画像静对杀 就这一招 周围能量四亿 无数山峰发出剧烈的爆炸 而石桥南更是被这一击打的 几乎落在了地上 可他依旧不服 杀妖族 好 画像静妖族大吼道 人族 我看你能撑多久 扑辞 又是几招强大的攻击杀来 这画像静妖族 也拿出了他的法宝 一把巨大的战斧 见此 石桥南面色难看到极致 可他还是咬牙迎上 所有的力量不断汇入神丹 万不得已之时 还能神丹自爆 就在画像静强者 疯狂杀向石桥南时 飞身上空的陈青天 也被一名神丹静妖族盯上了 来了吗 陈青天眼神闪烁 思索着什么 所有人全部走了 就他和石桥南了 另外一名神丹静妖族 也不知道去追谁了 之所以还不动手 他当然不会想隐藏什么实力 而是要找机会 一击必杀 退 他后退了 妖族 这名神丹静强者一愣 心里暗暗道 这名人族强者 被吓傻了吗 这个时候才想着跑 陈青天此时身上的气息 压制的只有飞天静顶峰 这妖族刺牙 兴奋地嘶吼道 人族 我会吸干你的脑水 可他话音落地 脸色就变了 陈青天飞得很慢 当这妖族靠近戏耍他时 这一刻 他所有的力量都爆出来了 哄 惊天一击 杀向着神丹静妖族 神丹静的力量 通灵之力量 天雷神铁 破碎权益 尚品零件 这一击 犹如开天辟地一般 是陈青天有史以来最强一击 所有的力量 融入神丹当中 齐齐释放出来 无可匹敌 谁也没有想到 陈青天能爆发这么强大的能量 这恐怖的一击杀出 这名神丹静妖族 根本没有过多的防御和准备 各种毁灭性的力量 打在他身上 直接把他震入山底 而那名一直压制石桥南画 向静妖族 此时有些猛 感受到这突然喷发的力量 他忍不住看过去 这一看 让他瞳孔急剧放大 嘴里嘶吼道 人族神采 是神体没错 这里怎么会有这样的人物 趁着这画像 静妖族分神的一刹那 被压制到步行的石桥南接连后退 陈青天刚下展现出来的一切 他完全看在眼里 这一刻 他也不由地失神了 嘴里喃喃道 他居然是神才 还突破了神丹镜 天啊 这陈青天到底是什么人啊 同时也明白了 陈青天为何敢独自 留在妖族地界 为什么一直有那么大变化 有那么可怕的战斗力 这少年 原来不是什么破镜神才 而是真正拥有神体的神才 天空中的陈青天 身上带有澎湃的气势 浑身上下 全部被雷电包裹 强大的神体完全斩露 他此刻没有沉迷在 沸腾力量的喜悦当中 尖锐的眼神带有强烈的杀气 刚才被他打落地底的 神丹镜妖族 还没有死 但这一击 几乎打探他半个身子 体内也被严重破坏 杀 陈青天找准方向 身形几个闪动 就要过去补刀 这名吼狼族神丹镜强者 此刻一手沸 一眼瞎 他心中的恐惧达到顶点 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名人族隐藏得这么深 事先根本就感觉不出来 他是一名拥有神体的 神丹镜强者 眼见陈青天再次朝他杀来 那灵力的杀机 毁灭性的力量 不是谁都能抗得住的 卡里族兄 快来救我 身受重伤的神丹镜妖族大叫 好 他挣扎着挥动 才拿出来法宝 接着身体法力全部爆发 展现出妖族真正的本体 想要给自己争取救援的机会 画像镜妖族卡里 眼见同族强者危在旦夕 他怒吼一声 不再理会石桥南 就想朝陈青天这里杀来 可这种时刻 石桥南怎么会放行 只听他大吼一声 妖族 你不是想杀我吗 走什么 碰 石桥南几乎用命杀了上去 也要为陈青天 争取几个呼吸时间 人族 滚开 妖族话像镜卡里 不顾一切的想要救援 杀 陈青天全身力量涌现 又杀了上去 刺破 面对这一击 这神丹镜妖族抵抗的同时 还想逃跑 可惜 没那么容易 陈青天抱着必杀的心 怎么会让他躲开 啊 惨叫声充斥这片区域 这神丹镜妖族 在这样的打击下 已经奄奄一息了 根本跑不掉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这样的强者 生命力还是极度顽强的 人族 我要你死 也在这时 话像镜 妖族卡里 也飞升过来了 眼见还有一段距离 他手中巨斧灵气 轰然出击 这法宝就像长了眼睛 划破长空 直接朝陈青天身上飞来 哼 你救不了他 陈青天嘴角冷笑 他的上品零件同样如此 急速飞去 两件法宝在空中对撞 轰隆 强大的能量 闪耀出来的光芒 让人睁不开眼睛 也在这时 陈青天再也不给这神丹镜妖族机会了 神丹凝聚所有力量 一拳出 一往无前 哗 这一拳 让已经没有反抗之力的神丹镜妖族 只能睁大眼睛 恐惧无力地看着 不 两声大叫 神丹镜妖族和画像镜妖族同时吼叫 只不过一个愤怒 一个恐惧 他们知道 这一击是必杀绝招 没有生还可能 松 也是确实如此 神丹镜妖族五脏六腹 全部被贯穿 体内生机全部灭绝 人族 就算你是神才 我也一定要杀死你 妖族卡里恨意滔天 指挥灵气战俘 直扑陈青天 一名神丹镜同族 在自己面前就这么被杀死了 他只想杀陈青天报仇 面对一名画像镜强者 疯狂地朝自己杀来 陈青天并没有慌张 他心里清楚 就算是这样的强者 他也并不是没有一战之力 他刚开始就想好了 先斩杀一名神丹镜妖族 再一心一意 和这画像镜妖族大战一场 来吧 我也想知道 你这样的妖族 究竟有多厉害 陈青天战意高昂 用青天剑迎了上去 蹦 剧烈的震动 让剑身不停地摇晃 但强大的雷霆之力 同样让这画像镜妖族的灵气 出现哀鸣 这一招对轰 妖族卡里心里有些惊异 这人族神才 果然厉害 这一击他 根本就没有占到便宜 相反 但是有一部分毁灭性的力量 想要侵入他体内 还好被及时阻止了 看着陈青天年轻的面旁 他心里不断思索 这是哪里来的神丹镜神才 他事先根本就没有得到 任何这名强者的资料 于是带着疑惑和愤怒的心理 他继续一招杀出 同时咆哮道 东方军团什么时候 有你这名神才的 那岳鹏飞真是舍得派你来啊 不过我今天一定要杀死你 让你们人族损失沉重 陈青天此刻异常地冷静 他的各种力量通过体内神丹 全部汇聚在一起 不断和这个画像精妖族厮杀在一起 一人一妖 似乎打得有些难分难减 面对着妖族的疑惑 他并不想解释 而是嘲讽道 你的下场 就和刚才那妖族一样 死得那么很惨 该损失的是你们妖族 好 一声句吼 画像精妖族攻势更加灵力了 感觉到自己居然没有办法压下陈青天 他一下恢复了本体 同时 身后面的巨大法香 居然隐隐约约 身躯遮天蔽日 这片空间的光芒渐渐消失 只见他所有的力量 形成了一个大黑岩球 想要完全腐蚀坟灭掉陈青天 而这时的陈青天也脸色凝重 他感觉到 这画像精妖族 已经在动用最后的手段了 这恐怖的黑岩球 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 想要把它撕毁 面对这种杀招 他也集合了身体所有的力量 这个过程当中 他身体的各种压力到达了顶点 体内的神丹 也在承受巨大的压力 因为各种压缩的力量 这一击一旦使出 或许整个身体 都难以承受这么大的负荷 但不管怎么说 他也一定要和这妖族奋出胜负 破碎一击 所有的力量 通过青天剑宣泄了出去 哄咚咚 刺耳的思鸣响彻云霄 画像镜妖族展现的 巨大的腐蚀性黑球 被直接冲破 最后变成了 零零散散黑岩之火散落 陈青天击打出来的恐怖杀招 还没有停下 直接打在了这画像镜妖族本体之上 他的肩膀 一大片血肉直接消失 像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给撕裂 而他的身体 更是像被天地雷电击中一般 变为黑色 还有一股焦臭味 嗷 巨大的惨叫 传遍着一整个地方 各种力量 让几座山峰直接塌陷 大地似乎发出悲鸣 不远处观战的石桥男 都被这恐怖的力量震撼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陈青天居然能跟一名画像镜妖族 厮杀成这样 看这样子 似乎他的力量 还盖过了这名妖族 这是何等的强大 何等的了不起 这样的战斗 他居然只能在一旁看着 眼见妖族身受重伤 他忍耐不住了 拿着他的法宝 直接冲了上去 心里不禁想到 原来拥有神体的神才 真有这么厉害 我能跟这样的人物一起战斗 那也是一种荣幸 这大战我也要加入 妖族卡里没有想到 他画像镜中期的实力 居然真被一名神才人族死死压制了 还受了重伤 这一刻 他也明白了 这神才人族究竟有多强大 陈青天面对这强烈的冲撞 也并不好受 但他整个身上 包裹着雷电铠甲 神体血肉骨骼 承受能力太变态 这画像镜强者 打在他身上的零散力量 还有冲击力 根本就没办法给他造成太过厉害的伤害 在各种力量打击下 居然没被对方破大防御 好 人族 为了妖族未来 我一定要杀死你 你不死 将来不知道有多少同族 会死在你手里 你一定要死 啊 画像镜妖族似乎不服输 也被陈青天本身的存在产生了恐慌 他继续聚合身体所有力量 不知道付出了什么代价 这次爆发的杀招更为恐怖 嗯 陈青天眼皮直跳 他能感觉 这妖族杀他的心有多强烈 这种状态 很可能对方是在燃烧生命和血肉了 空气中 有形的压力加大 层层叠叠的能力在虚空浮现 陈青天犹豫了 他是不是也要消耗生命 请动阴魂上身 但刹那间 他否定了 接着缓缓地闭上眼睛 嘴里轻轻道 石阵主 你离这里远一点 石桥南本来已经对画像镜妖族动手了 但对方完全不重视他 眼里只有陈青天 感受到妖族拼命的架势 他心中百感焦急 这都是被陈青天逼的 突然听到叫他远离的语句 石桥南一愣 随即一探 小心地朝后方退去 陈青天站立空中 双手垂直 双眼睁开的同时 这画像镜妖族杀招落下来了 只见到处血色 这攻击 不知道是何种力量 一道道黑血一般的恐怖漩涡 封锁陈青天四面八方 根本没有让人逃走的可能 好 陈青天嘴里吐出一个字 接着缓缓抬起手臂 一起手 云停峰止 时间仿佛变得很慢 意外的是 这时候 他又放下手了 那是什么 石桥南在远处看着陈青天和妖族战斗 望着妖族画像镜强者的杀招 他心凉如兵 这一招要是对付他 他恐怕神丹自爆都来不及 也根本没有活下来的可能 可和这妖族对战的陈青天 一直呆呆地站着 眼见杀招已至 他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可陈青天依旧不动 就他要大喊的时候 他看到了什么 只见一人一腰上空 无数流星出现 接着冲入双方战斗中心 陈青天缓缓仰头 嘴里默默道 我这一拳 汗天动地 我有一道 震骨朔鸡 只有陈青天自己清楚 就在刚才 他以破碎权益为中心 以神丹凝聚力量 发出数百道权益 这些权益 在各种力量加持下 宛如天外流星 对抗这妖族 展现出的无数血色漩涡 当两种力量 不断融合抵消的同时 陈青天和这妖族 也在受到各种伤害 可陈青天有天雷神体 这大防御 虽然冲击不断 但暂时没有死亡风险 画像镜妖族躯体庞大 受到的攻击更全面 可他本体防御力也惊人 各种力量加持下 生命力也顽强到不行 嘿嘿 人族 你一定会死在这里 妖族卡里继续加大攻击 嘴里还不停咆哮 哦 陈青天一笑 你真没感觉到什么吗 嗯 妖族卡里 煞时间感觉不对 这是 你的权益居然 哄 这画像镜妖族卡里没想到 数百道权益在不断消失时候 天空一道宛如烈日一般的权益出现了 他一寸寸地融化自己的身体 面对这种情况 妖族卡里失声了 眼中恐惧 害怕在这一刻完全定格了 陈青天平静地看着这画像镜妖族 被这股力量撕毁 他庞大的身体 三分之一已经消失了 包括他那恶心的头颅 这如同烈日一般的力量 就是 他刚领悟的终极破碎权益 在生与死的考验中 他突破自我 不依赖于仙无宝库 换取终极破碎权益 而是以自己如今的悟性 和对权盗的理解 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最终 把这名画像镜妖族斩杀 同时他自己也感觉浑身虚弱 力量严重透支 但随之一眉眉丹药入口 他身体立马恢复活力 青天 你居然战胜了一名画像镜妖族 一切结束后 石乔男来到陈青天身边 满脸不可置信 可事实摆在眼前 他冷静下后 小心问道 你最后杀出的那招 是终极权益吧 那样大的威力 相当于几百道初级权益合一 加上你身体各种力量的增幅 以他为中心 融合所有力量 这才杀死这妖族 太厉害了 陈青天微笑地看着石乔男 他毕竟也是神丹镜强者 眼光还是有的 为了杀死这话像镜妖族 他自己真是拼尽全力了 各种力量使用到了极致 这时的陈青天没有多说什么 依旧礼貌道 石镇主 我们收拾一下这里吧 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 可还有一名神丹镜妖族 在追杀我们的人呢 石乔男脸色复杂 不过立马点头道 青天 你说得不错 这里怎么说 也是妖族地界 这等大战 不知道会不会吸引其他妖族强者过来 速度极快地收拾好了一切 这话像镜妖族 除了须名那界里面有不少好东西外 最重要的 就是那件战斧灵器 陈青天和他战斗这么久 感觉这灵器不弱于青天剑 很明显 也是一件上品灵器 至于那神丹镜妖族 也有一件下品灵器 一直等石乔男 把这两名妖族强者 身体有价值的东西全部取下 两人才寻着气息 一路追踪那名去追杀人族强者的妖族 天空中 石乔男忍不住心中的疑惑 青天 你真是让人眼界大开 你是神才人物 我实在是没想到 你为什么会来东方军团 会来这里 哎 我也不知道 你是什么时候突破神丹镜的 这是你也不说 其实你不需要那么担心的 你境界高是好事 陈青天明白石乔男的复杂心理 通过这次妖族地界之行 他也看出 这人有最起码的担当 但陈青天也不想解释这么多 他身上的变化会非常快 或许用不了多久 他就会变成画像镜强者 石镇主 我有我的奇遇 这一点就不多说了 陈青天接着诚恳道 我来东方军团 肯定没有什么坏目的 这一点 我想到时候 岳大将军会明鉴的 石乔男略微犹豫 陈思道 我相信你 你敢深入妖族地界 舍命拼杀 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了 接着他又劝道 青天 容我多说一句 等下追上 这妖族神丹进强者 解决他后 我们一同返回寒天城吧 哈哈 陈青天大笑 他知道石乔男怎么想的 本来自己就那么优秀 现在神才身份暴露 他肯定不希望自己以身涉险 不过他很快拒绝道 石阵主 你多虑了 我留下也不会有事的 我先你一步了 说完 陈青天似乎感觉到什么了 一下加快速度 身后的石乔男 鼓足了劲 可依旧很难追上 他也只能默默叹息 接着苦涩地摇头 暗想 这陈青天有这等本身 身上有这么大气韵 画像进强者都能杀死 妖族想要围杀他 恐怕不那么容易 自己过度担心了 急速飞跃的陈青天 很快追上了那名 妖族神丹境强者 此时这妖族强者 也正在和一名人族强者厮杀 鲁木哈作为 吼狼族神丹境强者 这次围剿人族 他出了不少力 杀了五名飞天境人族 还联合围杀过一名 神丹境人族 这次发现的这伙人族 他一开始快速追杀了 一名人族飞天境强者 这时又追上了一名 只是这名人族有些本事 以飞天境巅峰期境界 展现终极建议 居然一时让他拿不下来 好 恢复巨大本体的鲁木哈怒了 他想快速杀死这名人族 再返回刚遇上 这伙人族的地方去看一看 那边战斗的庞大气势 他已经感觉到了不寻常了 那根本不是 神丹境该有的战斗波动 分明是两名极为厉害的 画像竞强者在死战 汪剑生抬头看去 这妖族神丹竞强者 要发狂了 虽然他想跑 可这妖族一直不给机会 就在他想着 如何破局之时 一道身影突然降临 直击面前的妖族强者 碰 陈青天压低气势 完全是偷袭杀来 恐怖的一招 直接掀翻着神丹境妖族 是谁 鲁木哈大吼 刚才这突然冒出来的杀招 在即将打在他身上时 还是被他察觉了 虽然关键时候有一次准备 可还是被打落在地了 他怒吼连连 想看看是谁偷袭了他 陈青天袭杀得手 快速友好的调笑道 汪剑生 这次你可欠我一条命 不知道你以后拿什么还 是你 汪剑生看清楚来人 不禁大为意外 可随即又恢复常态 怪一道 真没想到 你有这等境界 陈青天没有回话了 因为他身体已经靠近 那神丹境妖族了 哄 这一击就是全力了 天雷神体也展现出来了 人族 鲁木哈这一刻惊呆了 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这名人族爆发出来的力量 太过强大 让他产生恐惧了 可他战斗本能还在 全身力量被激发 不停地反抗 啊 该死的人族 你这是 神体 接连恐怖的几招 把他彻底打猛了 可同时也让他想起了什么 我想起来了 你是刚才的人族 卡里呢 灰土呢 他们怎么了 妖族鲁木哈嘶吼地后退 嘴里颤抖地询问道 陈青天手上不依不饶 终极破碎权益权力杀出 嘴里语气邪恶道 他们啊 你要是死得快 还是能追上去他们的 问问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杀了他们 不可能 难道鲁木哈不愿意相信 但陈青天杀招太狠了 他内心还是动摇了 碰 刺 碎裂的声响很大 哪怕这神丹靖妖族躲得快 可还是被庞大的权益中击 不远处观战的汪剑生 目瞪口呆 他一度怀疑 这陈青天实力很强 有可能是隐藏的神丹靖强者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人还是神才人物 那雷信神体太霸气了 这一刻完全展露出无敌之姿了 更让他难以接受的 陈青天最后那打出来的权益 很明显是一道终极权益 远比他的终极建议庞大 如果说 他能一击使出百道初级建议合一的力量 那这陈青天使出的就是三百道 乃至四百道初级权益合一 更不要说 同样是义 在境界不同的人手里 在天赋不一样的人身上 其中的增幅 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从这一刻 汪剑生对陈青天是彻底服了 没有和他一较高下的娇狂之心了 有的只是请教学习的谦卑愿望 陈青天如影随形 无论这妖族怎么后退 他都如鬼魅一般沾上出招 终于 妖族鲁木哈 知道自己跑不掉 他能反抗的力量 也越来越少 哪怕他燃烧了不少生命 换取强大的力量 也只能被这人族神采碾压 这一刻 他死至被激发 身体各种谨剩的力量 疯狂汇聚神丹当中 以达到神丹自爆的目的 青天 那妖族要自爆了 这时赶来的石桥南 一眼就看出不对劲 他快速提醒 陈青天怎么会不知道这一点 眼见着妖族要自寻死路 他也疯狂了 死 这个字一吐出 他放弃神体防御 所有的雷霆力量 化为一条巨龙 全部涌入着妖族体内 此时的妖族 浑身被百万幅电力击中 没法再挣扎什么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切悲惨发生 他没有多余的力量抵抗 更应扛不了这等神奇的攻击 轰通 妖族躯体轰然瘫倒在地 鲁木哈绝望看着这人族 落下最后的杀招 扑辞 结束了 陈青天没有太多的表情 一名神丹靖妖族 除非一遇到他 就准备神丹自暴 要不然 最后想和他同归于静都难 再说了 真要自暴 也没多大机会 带他一起走 这次陈青天虽然还没有遇到 但他还是信心满满 至此 三名妖族强者 妖族大妖将 全部死在他手上 眼见一切尘埃落定 陈青天看到过来的石桥南 和汪剑生 平静道 两位 此地不宜久留 多得不说了 希望你们能平安顺利地回去 这两人看了看 知道陈青天要留在妖族地界 也很识趣地闭嘴 都明白 这里不是聊天的地方 纵然有大把问题和疑惑 还是忍了下来 最后石桥南简单道 那青天 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 你的事 我回去如实汇报 你看如何 陈青天无所谓地笑了笑 大声道 石镇主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看到的一切 不需要隐瞒 好 石桥南接着道 汪剑生 我们走 汪剑生临走时 回望陈青天 以前是我眼拙 没看出你是真神才 等你回来 我想和你请教修炼之道 但愿你不会吝啬 陈青天白手起飞 最后道 随时恭候 一直到陈青天身影不见 两人才回过神来 相视无言 朝另外一个方向飞走 远离刚才战斗的场地 陈青天通过体内的蛮天符 压制身体所有境界 和各种力量 如今的他 好像和天帝融合为一体 哪怕妖族厉害的强者 拿厉害的探知宝物 也没办法 发现他的行踪 做完这一切 这一刻他彻底放飞自我了 没有其他人在他身边干涉 妖族想要寻到他 简直痴心妄想 除非他出动出手 爆发实力 刚好被逮住 要不然 没谁知道他在这里 隐藏起来的陈青天 开始总结刚才的收获 只见他脑海里显示着 总血气值达到了190多万 一下子又拥有这么多血气值 多亏了刚才那三名妖族强者 他清楚地记得 当那名法相禁妖族被他杀死后 他一下获得了100万出头的血气值 想不到杀死这样的强者 血气值正规妖族翻之百万 另外两名神丹镜强者 也给他贡献了四五十万血气值 其他不少血气值 都是追杀那些长矛族小部落妖民获得的 不光血气值 东方军团身份预排也发生了变化 他的战功点一下多了很多 但这些他暂时没那么重视 他思索起来 这些血气值其实并不多 只够他提升一个小境界的 达到神丹镜后 他完全可以修炼王级功法了 和神通法术了 想了想 他还是决定先修炼一门更厉害的功法 花费十五万血气值 他最终选择一门更强劲的王级雷属性功法 九霄雷不正法 这门功法为王级绝品 和他现在所修炼的九霄雷霆大法 属于一个体系 只是高了一个层次 但能发挥出来的威力 却是天差地别 以陈青天现在的资质 他修炼这门功法 完全不在话下 当他脑海里 出现这门功法的各种变化时 第一时间就全部领悟了 没有花多少功夫 就正式入门 吸收一门王级功法 陈青天趁着夜色 不断地渗入妖族中心地带 三天时间 小心前行 他没有对任何妖族部落出手 凭借手中抢货的特殊地图 他已经知道 自己渗入妖族五个大洲了 三天时间 石桥南和汪剑生 也顺利返回寒天城了 当石桥南把陈青天的消息 全部汇报给虎卫军统军将军 善无悔的时候 镇妖大将军岳鹏飞 很快亲自召见了他 大将军殿第十八层 石桥南单膝跪在地上 他又向岳鹏飞汇报了一切 岳鹏飞知道这个消息 眼中闪过欣喜 但他依旧不露声色地问道 桥南 你确定陈青天拥有雷性神体吗 大将军 此事千真万确 石桥南表情异常坚定 接着他语气奋抗道 陈青天展现出来的实力 太过恐怖 他不过片刻的功夫 就能杀死一名神丹竞强者 那妖族连自爆神丹的机会都没有 而且他还能单独击杀画像竞强者 还领悟了终极权益 我当时在他面前感受这一切 到现在还久久不能平静 岳鹏飞听后点点头 平静道 他没有和你一起回来 真是可惜了 真想不到 我都看走了眼 当初他来见我时 我确实感受他与众不同 实力非同一般 可并没有看出他神采身份 也没有发现他突破神丹境 石桥南连忙说道 大将军 我也想劝他回来 这时他执意留在妖族地界 属下实在没有办法 要不是当时情况危机 我想他都不会爆发出真正实力 这陈青天确实是个人物 大将军 如果能把他留在我们东方军团 以他的潜力 我想将来一定会成为 我们东方军团少有的强者 呵呵 岳鹏飞淡淡一笑 随意道 乔南 他不回来 这跟你没有关系 这种人有自己的想法 别人很难左右的 不过我们派去妖族地界的强者 基本都已经回来了 这陈青天也算孤军奋战 现在都不知道他具体在什么位置 不过我对他还是有信心 我想 他一定能够平安回来了 到时候我会好好栽培他的 一旁的尚无悔 这时候兴奋地说道 大将军 想不到我东方军团 又出现了一名神才人物 这才出头 就斩杀三名妖族神 丹静以上大妖将 如果他真能在妖族地界 掀起一股腥风血雨 那对妖族来说 也是一种打击 对我们东方军团来说 那是能振奋千万将士士士气的好事啊 岳鹏飞眼睛里也出现了亮光 他脸色充满笑意地说道 希望如此吧 连续三天没有出手的陈青天 还是对一个妖族小部落下手了 没有想象的大战 就是一方面的屠杀 这吼狼族小部落 有五名飞天境强者 上百法力境以上强者 几万正规小妖兵 几十万妖民 但也就半个时辰 就完完全全被涂灭了 所有的妖族强者 没能跑掉几个 一半以上的妖民 全部被斩杀 陈青天此时能爆发出来的力量 远超别人的想象 这仅仅一次出手的收获 就是五六百万学期值 哈哈 陈青天站在空中狂笑 不知不觉当中 他身上积蓄的杀气越来越重 如今他一个杀意眼神 普通人都会被吓出毛病来 他就知道 这妖族地界 才是他真正发家之地 这么多妖族 全是他提升实力的资量 没有耽误时间 在这个妖族大洲 他很快又找到了一个小部落 或者说 他一来这个妖族大洲 就计划好了一切 先找准了好几个目标 没有意外 他再次以毁灭性的姿态 涂灭了这个妖族小部落 接连两次出手 妖族边界大本营 世人城里面的妖族高层 也得到消息了 世人城最中心的高塔 各妖族种族代表 又齐聚一起了 这一世大厅里面 所有的妖族都面色铁青 本来他们已经宣布 这次来犯的人族 已经被他们全部赶跑消灭 剩下的零零散散几个人族 全部躲深山老林里面 不敢再出手 可就在这时 有人族居然已经深入 边境五个大洲 在那里接连出手 毁灭两个小部落 这样的消息 分明就在打他们的脸 但是他们 对这个人族的身份 也已经摸清楚了 大厅上手的元宝虎 阴沉的脸说道 在枯州毁灭 我们妖族两个小部落的人族 应该就是 那名神才人族吧 卡里临死之前 传回来的消息 这名拥有雷性神体的人族 非常可怕 不要说以后 现在就已经是个小祸害了 他有杀死卡里的实力 不要说我们妖族的小型部落 就算一般的中型部落 恐怕他一个人也能够毁灭 这足够 引起我们重视了 元宝虎妖帅说得不错 下方一名吼狼族强者 怒气冲冲道 这名人族神才必须死 这次和人族的交锋 我们吼狼族明显吃亏 这个仇一定要报 就算你们不派强者去追杀 这名人族神才 我们吼狼族王廷已经决定了 要派出王廷长老 去追杀这名人族 肯定要杀死他 不少妖族代表响应 怒吼道 一定不能让这名人族 再继续猖狂下去 要尽快地杀死他 对 要不然这次 我们妖族脸就丢大了 怎么能让这人族神才 肆意践踏 天师族巴古亚 这是点头道 你们的意见我也赞同 不过我们这次 恐怕要派出天象镜强者 甚至空欲镜强者 才能确保杀死这名人族 要知道 他可是能单独斩杀 画像镜的存在 威胁太大了 一旦让他成长 将来又是我们妖族一个大敌 听到这话 有妖族代表表态道 我没意见 我愿意亲自前往 我们弟雄族也没意见 我族愿意派出这样的强者 妖族各种族 对于人族的神才人物 根本不能容忍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威胁 甚至有妖族代表 还愿意派出他们种族的神才 去追杀这人族 看到大家群情激愤 金虎族元宝虎 和天师族巴古亚 拍板决定 从世人城 派出四名天象镜大妖将 一名空欲镜妖帅 去分别围堵 追杀这名人族神才 同时还让附近妖族大部落配合 只要那人族出现的地方 就应该派出这种级别的强者 去追杀 于是 一场针对陈青天的大围杀 正式展开了 这一切 陈青天当然不知道 但他也有预感 妖族肯定不会 让他在这妖族地界 肆意纵横的 在灭了两个小部落后 他马不停蹄再次行动 这次 他正面对一个妖族中型部落 妖族中型部落 实力强劲 必定有神丹镜强者坐镇 甚至有更高境界的妖族 可此刻陈青天面对的 这个中型妖族部落 只能算一个实力一般的中型部落 里面只有两名神丹镜妖族 三百多法力镜以上妖族 放眼望去 还有十多万妖族正规小妖兵 对于陈青天的突然杀到 这个吼狼族中型部落的强者 似乎知道些什么 他们没有第一时间逃走 而是组织一个群妖大阵 哄 妖气冲天 万妖咆哮 为首的一名神丹镜妖族怒吼道 人族神才 你不该来我们突击部落 我们会给你死拼到底 很快我们妖族强者就降临镇压你 陈青天不屑一顾 刚才杀了不少小妖兵 这些妖族强者 已经全部集合一起了 这样也好 倒也省事 他确实不能耽误太多时间 这一刻 他身体气势暴涨 以青天剑为风 直接冲阵 吾合之众 这一击震慑群妖 雷暴天惊 轰隆 几百名法力竟以上群妖组成的妖阵 被撕裂一大道口子 哼 还可以吗 陈青天略微惊讶 他一眼看出来了 那两名神丹镜妖族 其中一妖手里 有一件能集合所有妖族法力的法宝 这法宝组成的妖阵 和千军战阵没法比 但还是有一定防御力和攻击力的 人族 我们和你没完 妖族所有强者 一个个地发出嘶吼 与此同时 几道强劲的杀招 从妖阵里面击射出来 怂 陈青天不慌不忙 直接展露神体硬扛 他感受到 这攻击威力还不错 要是一般神丹镜强者被击中 不死也要脱层皮 但他何许人也 这些攻击不过如此 杀 陈青天双目射出金光 凶猛的杀招击出 杀世间 雷海飞电 狂魔乱舞 啊 惨叫声不断传出 几百妖族的阵势完全被迫 不少妖族被撕成碎片 在空中飞舞 两名神丹镜妖族见状 终于明白 这人族的可怕了 他们一脸惊恐 其中一妖大叫 全部快跑 这人族不是我们能敌的 跑 哪里跑 全部死 死 陈青天直扑过去 杀星达到顶点的他 每一击都是大杀招 先无宝库换取的天机回复丹 不断入口 杀的那叫一个凶 太凶残了 当陈青天杀死一名神丹镜妖族的时候 另外一名已经提前跑了 对于这种事情 他也不介意 更不会去追 因为杀些境界不高的妖族 会更容易收取血气质 这次他没有杀太久 他在这个妖族大洲 待的时间有些久了 但因为是第一次单独出手 妖族大量强者 肯定不会这么快杀过来 可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等杀死一百多法力 尽以上妖族 三四万妖族小妖兵 十几万妖民之后 他最终还是忍住诱惑 放弃继续屠杀 快速离去 一直飞越大半天 陈青天才找到一处 妖族都不愿意踏足的连绵石山 这地方 应该算是进入 另外一个妖族大洲了 闲浅的石洞内 陈青天隐藏所有气息 这才开始查看 他连灭三个妖族部落的所有收获 这一看 哪怕他心智坚定 也不由地陷入陶醉 因为脑海中 血气值一栏上所显示的数字 确实是多 血气值 2687 4503 2600多万 一个妖族中型部落 给我贡献了1300万左右 另外两个小型部落 也给我贡献了1200万左右 该是合理分配这些血气值了 陈青天脑中快速思索 他该怎么使用了多血气值 很快 他还是决定 身处妖界地界 他先需要提升境界 作为神才 每提升一个境界 哪怕是一个小境界 也能增加非一般的战斗力 好 开始吧 陈青天当即联系 纤舞宝库气灵 直接兑换出神及灵力丹 每枚需要10万血气值 故 接连服用15枚神及灵力丹 陈青天才感觉到 体内神丹再次发生躁动 神丹里面 明显能积蓄更多的力量了 这一刻 他直接突破到了神丹境中气 再次花费220万血气值 服用22枚神及灵力丹 陈青天突破神丹境后期 290万血气值 突破神丹境巅峰期 360万血气值 突破神丹境大圆满 至此 陈青天离法通第六进化象径 只有一步之遥了 想不到神丹境后 就算我神才资质 每提升一个小境界 都需要这么多血气值 陈青天感受到 体内神丹在自动运转 似乎有生命一般 不由心生感慨 要不是他现在压制着实力 就他这身力量爆发出去 妖族强者 老远就能找寻到他的踪迹 到了这里 陈青天终于向 先无宝库气灵请教了 气灵 我已经神丹境大圆满 其实关于画像镜 我先前也有些了解 这个境界 需要观像 找到那真正的上古存在 或者是他界尾暗存在的宝箱 在想办法和他们 取得那么一丝联系 以他们的形象 孕育出自己的法相 我要突破这个境界 需要什么条件 除了神纪灵力丹 还需要花费多少血气值 换取相应的宝物 气灵似乎知道他会问 没有一秒间隔 直接道 陈青天 你说的没错 画像镜 就是凝聚滋生 属于自己的法相 每个众生 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凝聚一样 或者不一样的法相 如果有谁足够的自信 他的法相也可以是自己 当然前提是他 凝聚出来 而你想突破这个境界 除了要足够的灵力丹 不需要其他血气值 我可以让你建一建 鹦鹉店的仙舞 至尊宝箱 你可以吸纳那里的力量 和它产生联系 凝聚仙舞至尊法相 陈青天听后 大为震动 嘴里刀念道 不需要另外的血气值 直接凝聚仙舞至尊法相 面对这种情况 陈青天先是欣喜 接着又有疑惑 他好奇问道 仙舞至尊 不是已经陨落了吗 我以他为法相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再说他这种存在 我随时显露他的宝箱 会让谁认出来吗 陈青天想的问题有些多 随着他越来越强 接触的越来越多 他考虑的问题 也越来越远 灵气没有犹豫 直接回答道 仙舞至尊 久远前就陨落了 但就算你现在凝聚 他的宝箱为法相 没能凝聚比这更强的法相了 而且你也不用担心 就就算你把仙舞至尊 宝箱微妙 微窍凝聚出来 也不会有谁看出来 陈青天点点头 或许是他想多了 仙舞界 仙舞至尊 他曾一度翻阅了很多资料 都没有发现 哪里有这方面的记载 到了这里 陈青天也下定决心道 气灵 我要开始了 等我服用足够的神级灵力丹 达到神丹近灵界点 你就让我看看 那仙舞至尊的宝箱 说完这些 陈青天又继续服用神级灵力丹 一直到消耗420万血气值 他终于达到灵界点 哄 也就在这时 他脑子一下梦了 心神进入一个神奇的空间 这里格外安静 一片白茫茫 他不知道飘浮了多久 一道金光 才破开层层迷雾 映入眼帘的 是一尊不知道用什么 计量单位形容的人形画像 我 我真的是我吗 陈青天意识十分清醒 但这个地方 他确定 他身体没有进入 可真实感太强了 仿佛他整个人就在这里 看清楚这尊类人的宝箱 这宝箱全身上下 格外清晰 金色金光 白色白光 紫色紫光 微妙相间 宛如宇宙圣物 可不知道怎么回事 无论陈青天怎么去看 就是看不清这一张脸 宝箱的脸 没有任何遮掩 但他就是记不住 陈青天不断靠近过去 但越是这样 越模糊 最后 他一手碰出宝箱 碰 一切破碎 所有的碎片 进入他全身 陈青天本体开始发生变化 一股气势不由自主地被激发 石洞慢慢坍塌 碰 轰 这一刻 陈青天被彻底掩埋 好 一声巨响 山面炸开 一尊巨大的法箱 出现在石山当中 金光照耀大地 普通的石头 开始被染色 陈青天缓缓升空 他脸色素目 真达到画像镜 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激动 回头一看 压在他身上的巨大鲜舞 至尊法箱 并没有面孔 那张脸好似混沌 一时根本显现不出来 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强大 陈青天相信 如果此时 再面对那妖族化 向镜强者 他会像当初杀神 丹镜妖族一般 快速击杀他 So 他收起法箱 重新靠蛮天符压制气息 刚才在这里闹得动静太大了 又是要离开的时候了 So 就在陈青天走后不久 一名妖族强者 如同一道流光降落下来 他手上 还拿着一块巨大的奇特黑石 看到周围石山大便模样 吼狼族昏西大部落的 这名妖族强者默默道 怎么回事 突击中型部落被灭后 我好不容易赶过去 按照那人族离去的方位 不断用这搜法师追寻 明明感应到 这里有爆发力量 这也没错呀 这里确实有被破坏过 但又没发生战斗 奇怪 怎么这搜法师 又找不到一丝能量了 看样子 这人族身上有古怪 这妖族强者 在原地倒过许久 见实在没有头绪 之后发出很多消息 无奈选择其中一个方位追去 陈青天又飞了很远 胸中豪气万千 可突破画像镜 他仔细一算 花了1400多万血气值 虽然身上还有1200多万血气值 但之后的境界 他不轻易去突破了 就这血气值 最多突破两个小境界 为了增强战斗力 陈青天最终选择提升权益 他还记得 当初是领悟终极破碎权益 最后才斩杀化 像镜妖族 如果能领悟高级权益 加上他此时的境界 全力杀出 那威力究竟如何 想到这里 他再次联系气灵道 我想兑换高级破碎权益 看看需要多少血气值 当陈青天看到代价后 也算松了一口气 600万血气值 这个价格 对现在的他来说 不算什么 我要兑换高级破碎权益 陈青天打定主意了 这时 一枚绚丽水晶球 出现在他手上 里面权益游走 陈青天随手捏破 无上权益进入脑海 已经有经验的他 一点不慌乱 默默跟着劫走 等吸纳所有的权盗感悟时 他会心一笑 平静地抚摸面前的大树 秀 大树被分解 慢慢朽掉 陈青天抬头仰望 这次他没有爆发太强的力量 一切尽在不言中 而他这时沉入脑海的属性面板 也看到了自身最新情况 陈青天 男 17岁寿命长 1170境界 画像镜 初期 自治 万古神才 灵石 体制 天雷神体一之道 破碎权益 高级 功法 九霄雷布正法 王级绝品 入门 武技法术 威猛神龙拳 地级绝品 大圆满 大狂杀剑法 地级绝品 大圆满 通灵法术 人级下品 大圆满 御剑法术 人级绝品 大圆满 法宝 青天剑 灵气上品 血气质 632 6780画像镜后 他寿命再次增长200岁 还剩600多万血气质 这些血气质 应该够提升一个境界 但陈青天暂时没有动用 在达到画像境界后 他从灵气那里 又获得了 十枚仙武功勋令 这是好东西 但他不想随便给人 不是谁都有资格 为他收集血气质的 想着等返回人族地盘 再好好安排 重新出发 但这次陈青天更加隐忍 穿越妖族地界 一个又一个大洲 就是不出手 接连七天 他已经远离妖族边界 15个大洲了 这其中 不少妖族强者 在追踪他的气息 可惜一无所获 又过了三天 他已经深入妖族 19个大洲了 他也摸清楚了 这个妖族大洲 名刘洲 是个实力很一般的大洲 没有妖族大部落 就连周围两个洲 也没有妖族大部落 只有妖族中型部落 和不少妖族小部落 小心潜伏 找准了几个目标 陈青天知道自己 可以出手了 这次应该可以杀个痛快 狂熊部落 是帝雄王族的中型部落 不过今天 显然是他们的灾难日 部落上空 一道道强大的能量 击打下来 轰隆 砰砰巴拉 无数的石屋 金属材质的殿堂 全部塌陷 怎么回事 难道是天怒地陷了吗 啊 救我 不见 求救 嗷好上一片 无数地雄族妖民 不管雌性也好 雄性也罢 老少又小 在最初的打击下 纷纷丧命 有强者袭击 快联合御敌 随我杀 洪亮的怒吼 充斥整个妖族城池 三名神单禁妖族 最先杀上空中 这妖族部落所发生的一切 自然是陈青天造成的 眼见三名妖族神 单禁强者出头 他不想给他们废话的机会 直接一道凝聚全身力量的高级 权益杀出 刺 这恐怖的一击 让空间产生明显的波动 高级破碎权益 已经不单单是千道以上 出击权益合一那么简单了 这是一种量的变化 整个层次的上升 权益已经发生改变 带有特殊的能量 能让空间扭曲一下了 啊 救我 三名神单禁妖族 最先上空这家伙 直接语无伦次 他被这一击牢牢锁定 如堕万里冰山 被死死焊住 逃都没法逃 碰 直接爆了 谁也没想到 一名神单禁妖族 血脉肉体强大 寿命比人族更长 能活一千到两千年的存在 居然一击就被打得四分五裂 长川肚烂 太震撼了 余下的两名神单禁妖族 完全被吓破胆了 及时杀住飞天而来的躯体 刹那间的反应 接着就后退了 刚才陈青天这杀招 没有对准他们 但强烈的余威 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 这突然出现的人族 是无敌的强者 他们应对不了 余下那些要杀过来的妖族强者 也一个个傻眼了 心惊胆战 不敢再围上这个人族 不是他们妖族胆小 而是面对这种实力 远超他们的强者 恐惧害怕是本能 但陈青天显然不想放过他们 杀这些妖族强者 他不会耽误什么时间了 你也死吧 陈青天嘴角残忍一笑 他在空中全力踏了几步 一步何止千米 顷刻间追上一名神单禁妖族 你 面对陈青天的贴近 这帝雄族神单禁强者 真是逃无可逃 还想逃 他是欲哭无泪 声音颤抖道 你就是那名人族神单禁神才 太强了 你身上的力量 远远超过神单禁极限 这怕是 陈青天虽然没有激发自身法相 但他实实在在的力量 也太有压迫感了 这神单禁妖族 明显感觉不对了 可哪里会给他分辨的时间 那你感受我真实的力量吧 看看到底有多强 是什么境界 哈哈 陈青天没有回答他的疑惑 疯狂的笑声和破空的力量 同时落下 他对这样的杀戮 已经产生了快感 哄 清理一击再次打出 毁灭力量吞噬一切 人族 我合拼了 这妖族也有准备 法宝直接扔出 拼尽全力抵抗 杀 陈青天这次 没能一击拿下他 但也把这妖族伤的 差不多了 为了不给他神单自爆的机会 他完全贴身 根本不怕自己被伤 一起死 妖族这事真想自爆了 呵呵 你也配 可惜晚了 陈青天嘲笑不已 极强能量 直接把他撕裂 连着两名神单静妖族死亡 其实时间间隔不长 今天谁都别想走 陈青天杀心坚决 另外一名神单静妖族 也还在他视线以内 虽然有点远 但是他要去追 他今天想杀几个厉害点的妖族 过过瘾 追上了 杀死不过几招的事情 果然几十个呼吸时间 陈青天追上了这名神单静妖族 杀招恐怖落下 惨叫不久就停止 这个妖族中型部落的三名最强者 全部战死 陈青天反身回来 就是屠城时刻 拥有两三百万妖族数量的城池 这么多妖兵妖民 根本没办法一下了 全跑了 可他们又没办法反抗这样的人族强者 只能到处乱串 希望能不被压顶的力量击中 狂野杀招不断落下 掀起滚滚波澜 血肉横飞 除了死亡 就是毁灭 这次陈青天没有计较时间 他要杀得痛快 一身力量 除了没有爆发法箱 几乎全部使出来了 为了击杀更多数量 他不打出合一的高级破碎权益 疯狂之下 他一下击出一两千道初级破碎权益 能量全面分开 如同一条条小游龙四处游荡 扫灭所有 这样一击下去 数千上万妖民被灭杀 他还不停出击 简直惨无人道 图绝一切 人魔 你不得好死 人族 我诅咒你 被我们妖族抽魂炼鼓 不少妖族妖民 疯狂谎 无助咆哮 血与火 泪与恨 痛苦地和愤怒交织 无数妖族绝望的死喊 凄厉的惨叫 这一切 陈青天听在耳里 那是荣誉的象征 胜者的奖励 毁灭总有尽头 杀戮总会停止 恐怖的天罚杀招终结了 这座妖族城池 基本被毁灭得不成样子了 陈青天作为 拥有神体的画像进抢者 又领悟高级权益 所展现出来的力量 太过凶猛 如今他屠城灭地 不在话下 做完这一切 他快速离开了这里 可一切还没有结束 接着他又神速地 赶往了下一个妖族中型部落 这个帝雄族的中型部落 整体实力更加强 有四名神单禁妖族 但下场也是一样的 不久也正式宣告毁灭 连接屠灭两个妖族中型部落 陈青天也花费了不少的时间 做完这一切的他 第一时间选择溜之大吉 远离这个妖族大洲 他知道 他单独两次这么干 妖族肯定恨他入骨 会想尽一切办法 要找出他的行踪 消灭他 他怎么会给机会呢 两个妖族中型部落的毁灭 所给他带来的收益太多了 尤其是陈青天灭 第一个妖族中型部落 他清楚地记得 杀了三名神单禁妖族 法力竞以上妖族 绝对不下两百名 另外 屠灭正规妖兵 估摸也有七八万 妖名六七十万是有的 第二个妖族中型部落 四名神单禁强者 他杀了三名 也杀了一百多妖族强者 不过正规妖兵和妖名杀的手 怕有意外 他停留的时间太短了 看到脑海中的血气值 他也有了大概的估算 而且 东方军团功勋身份预排 上面有显示 他杀了多少妖族妖兵妖将 上面有多少战功点 得到这么多收获 他没有什么停下来的动作 先非原点再说 与此同时 陈青天身份预排这一重大变动 也引起了东方军团 很多人的重视 大将军殿内 几名统军将军 齐齐面见镇妖大将军岳鹏飞 有关于陈青天的事情 他们都有密切关注 毕竟陈青天此刻代表的是 东方军团的荣誉和尊严 甚至可以说 他在妖族的一举一动 他的生与死 是人族与妖族双方的一次争斗 虎卫军统军将军 尚无回脸上一出非凡的笑容 得意地说道 大将军 诸位 怎么样 我虎卫军这名副镇主不错吧 他的身份预排上面 一下显示 击杀了六名大妖将 他起码图灭了妖族两三个中型部落 真是大掌我东方军团军威 压低了妖族的气势 我建议 陈青天的事情 可以通报整个军团 甚至可以上报帝国中央 善无回说完 下方的几名统军将军 也面带笑容 这时 展龙军统军将军齐名说道 老善 瞧把你得意的 不过陈青天的所作所为 真的是痛快 这小子 真是好样的 但话又说回来 他只是暂时 属于尼虎卫军 不管怎么说 他还是慈兴宗来的征召战士 这份功劳 有一部分 还得记在慈兴宗身上 也并不诠释我们东方军团的荣誉 这个话一出 几名统军将军 看向上手的大将军岳鹏飞 此刻的岳鹏飞极为高兴 爽朗地说道 这陈青天真是不错 他所做的一切 所有的功劳 都应该归功于他自己 我见过他 也看得出来 他有心 留在我东方军团 想必你们 也调查过 他跟慈兴宗并没有多大关系 也没有加入慈兴宗 就算加入 我们要人 他们敢不给吗 哈哈 底下一阵大笑 帝国的威势 这些宗门根本就不敢反抗 此刻陈青天 已经被他们默认为 东方军团的人了 谁来 也别想抢走这名神才 军中强者 最看重英雄人物 尤其是赶在妖族地界 大势杀伐的人族厉害人物 就在他们商量 陈青天的一切 准备把他的事迹 通报全军的时候 突然一道阴影 出现在岳鹏飞身边 众人一看 全部默不作声 他们全部知道 这是大将军身边的影子 同时也负责为大将军 收集私人情报 这时候来的无影 在岳鹏飞耳边 轻轻地说了些什么 很快又消失不见 岳鹏飞见他走后 郑重地对这些统军将军说道 好了 我已经得到具体消息了 这陈青天 深入妖族十九个州 刚才接连灭了 两个妖族中型部落 其中一个妖族部落 几百万妖民 被他杀死六七十万 妖族应该也炸开了锅了吧 这样赤裸裸地打脸行为 妖族那些家伙 恐怕不会忍 会动用非常的手段 搜寻陈青天的踪迹 善无悔文言 兴奋的脸 也变得严肃起来 与其担忧道 大将军 你要不要急招陈青天回来 他现在这种行为 虽然给我们东方军团张脸 给我们人族出气 可同时相当于得罪了整个妖族 妖族那些王族 肯定恨他入骨 势必会派出大量强者去追杀他 有可能都会让真正的大能强者 出手搜寻他的踪迹 那样就麻烦了 其他统军将军 也担忧地点点头 这时候的陈青天 已经是他们的脸面 如果被妖族斩杀 那就相当遗憾了 岳鹏飞点点头 叹道 这陈青天也是厉害 他身上应该有好的宝物 能隔绝强者追踪 不过要是彻底激怒妖族 那可就不妙了 想了想 这时候他下了什么决定 大声道 你们回去吧 今年不过十八岁 凭神丹静 神才之姿 深入妖 足使九州 斩杀大妖将十数名 斩妖将数百名 剿灭妖族数以百万 妄军团各战士 已为榜样 为帝国立功 为人族争命 我也会通过到七天玉神卷 给他传递消息 希望他能及时回来 得令 岳鹏飞说完 底下的这些统军将军 表情都非常严肃 其实陈青天所杀的这些妖族 比起他们一生杀得来 根本不值一提 但这少年如此年少 就有这等本事 这等胆量 这等境界 横行妖族地界这么久 这样的少年英雄 谁不佩服 谁不向往 等他们回去之后 很快陈青天的消息 就在整个东方军团彻底传开 数以千万的战士 无不欢呼踊跃 心神向往 寒天城一处简易大殿内 慈心宗副宗主连战雄 和其他长老 听到这个消息 简直不敢相信 等确实真是他们 那到学生陈青天时 一个个都迷糊了 完全搞不清楚状态 见身边几名长老 对陈青天不了解 连战雄快速解释道 这陈青天 是今年进入我们道学院的 听说当时宗门道印显示 他是低等优越资质 唉 如今 居然爆出来是神才 当初真该硬拉他 加入我们慈心宗 现在 这几名慈心宗长老 很快清楚陈青天一切过往 这是寿命不长的柳树长老道 谁能想到 这陈青天会有这等契约 我羡慕啊 另外一名长老顾顺文也赞叹道 真不愧是神才 这等年纪突破神丹境 纵观我们东战大陆 也没有几个吧 他完全可以被记录在大陆通史了 连战雄点点头 感慨道 这小子隐藏的身 身上有大秘密 不过成气后了 不是谁都可以去打主意的 文言 柳树和顾顺文点点头 表示认可 但很快有人不服 一名额头上有刻制的中年长老道 哼 不管怎么说 他都是我慈心宗来的征召战士 曾受我们道学院栽培 等他有命从妖族回来后 我们应该找人替换他 单独送他回宗门 接受宗主的教导 这长老一开口 连战雄眉头一皱 他当然知道 这李宁祥是宗主曹正兴的人 看样子 对着陈青天还有想法 不过如今敢有贪心 恐怕是很愚蠢的行为 也许后果很严重 想到这里 连战雄警告道 李宁祥 陈青天只是来我们慈心宗修炼的道学生 现在他突破神丹境 横行妖族地界 东方军团会有多重视 这不用多说了 而且 这少年有自己的想法 曾经我们的灵手座 还有天机营营帅 都想收他为徒 可都被拒绝了 以你的境界 如今要是和他对战 绝对会被斩杀 现在谁打他的主意 一定会死 你千万给我记住了 别害慈心宗 连战雄最后语气很严厉 他看得出来 这陈青天很快就是风云人物 谁要敢动 或许不用外力出手 那少年就能斩杀一切邪魔外道 柳树和顾顺文 也不悦地盯着这李宁祥 有些嘲笑他 不自量力 李宁祥脸色阴沉 重重地哼了一声 没有说话 不知道在想什么 靠近大将军殿的一所高殿 这里面无比富力堂皇 还有很多仆人丫鬟 来寒天城的十六皇子 和二十三公主 就住在这里 听闻到陈青天的消息 姬承文嘴角直跳 一脸怪异 见身边的妹妹姬心灵 只是略微惊讶 她突然怒道 这陈青天 居然敢耍我 当初我们遇上那神丹靖妖族 她怎么不展现出她的神体 害得我那么狼狈 真是该死 哼 姬心灵清笑道 皇兄 何必动怒 别人隐藏一些东西也正常 再说她当时也真的帮了我们 我还为她请功了 不过也确实出人意料 本来以为她很不错了 现在看来 是极为厉害 可惜了 没有直接拉她来当我的贴身护卫 现在怕是没机会了 哼 姬承文不悦道 神才很了不起吗 这大夏帝国 都是我们姬皇室的 真要招她做我们的护卫 是她的荣幸 是我姬承文看得起她 等她回来了 我就下令让她过来 看她敢拒绝 说完 她看向一旁的安天丽 由于片刻道 安老 到时候你亲自去带她过来 我倒要看看 她这神才 到底是什么神体 安天丽呆呆站在一边 这时柔和地回道 十六皇子放心 我到时候亲自去请她 哼哼 姬心灵眼中闪过一抹笑意 不过她也没在说什么 心中默默思量 陈青天在妖族做的事 因缘忌讳之下 也开始传向更远的地方了 岂有此理 妖族是人城 忠心高塔一时大厅里面 气氛紧张 金虎族元宝虎杀气 几乎实质化 大厅的物件 已经开始摆动 他旁边的天师族古巴亚 整个身体的毛发 都直立起来了 所有的气势散发出来 大厅不少实力弱的妖族代表 开始止不住地摇动身体了 元宝虎妖帅 巴古亚妖帅 这个人族太狂妄了 他居然还敢 对我们妖族部落出手 不过半日的时间 他就灭了两个中型部落 他是有预谋的挑选目标 这是在挑衅我们整个妖族 不能再容忍了 杀 一定要他死 对 杀了他 喝他的血 啃他的肉 炼他的骨 好了 我们在这里愤怒 有什么用 元宝虎死命压下怒火 大声阻止 意识大厅的吵闹 接着闷声道 刚才我得到消息 刘州所发生的事情 周围的大部落 已经派强者去查看过了 用了很多搜寻 强者踪迹的宝物 可是都没能找出 这个人族一点点气息 看样子 他身上应该也有厉害宝物 能够完全压制他身体的气息 不遗漏一分 这也证明 这人族神才不简单 我们多少有点小看他了 同时从他屠害两个 弟兄汪族中型部落痕迹来看 他的实力远超神单净 甚至比画像镜强者 还要厉害得多 这个人族身上的古怪太多了 我已经把这事传回了金虎神山 我金虎族长会请我族老祖 推算他的位置 要不了多久 他必死无疑 这些妖族代表听到这些话 纷纷动容 不少妖族小心议论道 咦 金虎族要请老祖 那可是大能强者 想不到对付一名神单净人族 要惊动这样的强者 好啊 这人族必死 底下的妖族 有代表脸上露出深深的杀迹 他们心里确定了 这人族这次非死不可 妖族的三大至尊种族之一 金虎妖族要请大能强者 去找寻他的位置 他再也躲不了了 但一名神单净人族 能给他们妖族 造成这么大的震动 也足以自傲了 但是也到此为止吧 金虎神山 妖族三大神山之一 金虎妖族的老巢 这里面不知道隐藏了 多少真正的妖族强者 以及那超越法通实境的强者 金虎妖族的当代族长袁空虎 正慢慢地走上了 金虎神山的顶端 在这里 他进入了一个特殊的空间 这里面全是蒙蒙虚空 他对着虚空恭敬地说道 老祖 人族一名奇特的神才 深入我妖族十九州 现在也不知道躲去了哪里 我妖族不少强者 又能搜寻到通天境强者行踪的宝物 却依旧找不到他一点踪迹 还望老祖动用我足道弃算天珠 推测出他具体的行踪 阻止他在我们妖族地界 继续肆意妄为 他说完这些 虚空突然有声笑道 真是笑话 偌大的妖族 居然被一名人族神才 搅动了这么大的声势 真是丢我妖族的脸 哼 停顿了一会 声音又道 说吧 他最后出现的位置在哪里 圆空虎脸色如常 当即回到 老祖 他在刘州覆灭两个中型部落后 就彻底消失了 哦 我倒要看看 这名人族究竟有何本事 虚空隐藏的声音略带好奇 不一会儿 整个空间出现了九颗巨大黑猪 这九颗黑猪 沾成一串 在虚空当中不停地弹转 散发出笼罩天地的黑光 不知道过了多久 空中的声音再次响起 咦 这人族果然有古怪 我刚才似乎抓到了他的一丝气息 可很快又消失不见 不过我已经找到了一定的诡计 他离开刘州之后 直接去往泉州 而且还在不停地移动 你自己看吧 说完 那九颗黑猪上面 展现出了很多奇怪的符号 有着千万条线 每一条线 都不知道代表了什么 但其中一条线上面 出现了一个小经典 而且还在不停移动 一直到达某一个点 才停止不动 圆空虎看明白以后 立刻点点头说道 老祖 我知道了 这人族停留在玄州 我会告知那附近大部落 让他们派强者去除掉这人族 嗯 虚空声音似乎不那么感兴趣了 所有动静全部消失 圆空虎出来这空间 眼里平静地说道 人族 既然你们用这种方式 挑衅我们妖族 看样子这次大战 要认真了 此刻的陈擎天 跑了一天一夜 最终停留在一处 大山的洞窟里面 之所以要跑这么远 就是怕妖族找到他的行踪 不过他心里还是隐隐不安 如今他所在的位置 是妖族的玄州 他在飞行的路上 收到过一连串的消息 这消息是通过 东方军团的身份预牌 传达过来的 看架势 居然是岳鹏飞 亲自给他传消息 大概意思是说 他所做的一切 整个东方军团 都已经知道了 他这次的功勋很大 为东方军团 为人族睁了脸面 可以回来了 要是还不跑的话 整个妖族 恐怕会对他 失以难以想象的手段 到时候再想跑 就没那么容易了 收到这些话之后 陈青天也反复思索过 他身上的蛮天符 能够瞒住 法通实境强者 对他的查看 但更厉害的强者 到底有多厉害 有多少手段 这很难想象 一旦惹怒这样的强者 他们多多少少 能捕捉他身上的信息 有办法找到他的位置 他刚停下来 就想给自己 再加一层保险 于是向气凌问道 有没有能完全 隐藏我行踪的办法 哪怕是这个世界 最厉害的强者 也别想找到我 灵气这时推荐到 有一种符文 可以隐瞒天机 但事事无绝对 陈青天笑了笑 他对仙无宝库的 宝物有信心 能加几层保险就够了 此时他一看 要使用一百万血气值 才换得着 更神奇的秘宝 隔绝天机符 一旦使用这个符文 哪怕更厉害的强者 就算那真正的 大能强者 应该都很难 追踪到他了吧 说做就做 陈青天当即 对气凌道 我要先兑换 隔绝天机符 现在一百万血气值 对他来说 不过是小意思 他确定后 空间一动 So 突然一道比他身体 还要大几倍的透明神符 出现在他眼前 陈青天一身手 撕裂这张奇特符文 只见这里面所有的能量 顷刻之间 全部进入他的身上 噓 接着 若有若无的能量 弥漫在这虚空天地当中 似乎屏蔽了一切 做完这一切 他才开始安心 他在想 这次灭了两个妖族中型部落 获得这么多血气值 该怎么使用 因为上面清晰地显示着 他这次得到的血气值 有六千多万 加上先前没用完的 他当下有近七千万血气值 这大的数字 他如果躲在深山老林里面 不知道要击杀多少凶兽妖兽 不知道要多长时间 才能累积到 可如今 只要抓住机会 不过半天功夫就得到了 此刻他若是全部动用 这些血气值提升境界 不知道可以提升到什么境界 陈青天心里没底 因为现在每提升一个小境界 他所需要的花费太大了 看着自己的神才资质 他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 是不是可以让自己 成为真正的天地圣财 如果拥有圣财资质和圣体 那么他以后提升境界 所需要的血气值 又会着大大降低 而且成为圣财 拥有圣体 他将来会真正变成无敌之存在 他相信 这方天地 没有几个有这么高资质的存在 这样的心态一冒出来 就止不住了 他连忙向 仙无宝库七灵询问道 我想要提升圣财资质 拥有圣体 需要多少血气值 才问完这些 七灵就回答道 你现在要兑换一具圣体 这些血气值远远不够 什么 陈青天一愣 不幸道 那兑换一具圣体 到底需要多少血气值 七灵这次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述说道 曾经的仙武界 神才很多 有神体的仙武战士也很多 但是 圣材相对少了很多 圣体也很奇特 拥有的同时 也会拥有大气韵 想要杀死这种存在 那是很难的 而要剥夺炼制圣体 极为不易 如果你要换 这需要三亿血气值 这么多 陈青天心里一成 这代价很大 没想到 这时七灵诱到 陈青天 无数岁月以来 仙武宝库的规则 已经有所变动 你现在所兑换的这些宝物 所需要的血气值 已经算很少了 当初仙武界还在的时候 仙武战士要兑换其他东西 要兑换一具圣体 代价是如今的百倍 千倍 甚至更多 好吧 陈青天无奈 这些规则是别人制定的 他现在只希望 东西别涨价就好了 不敢跟他谈降价 但这么看来 圣材资质 圣体暂时是别想了 只能用这些血气值干别的了 想到这里 陈青天又向灵气提到 既然如此 我想提升自己的破碎权益 到更高等级 可没成想 气灵这时候 又给陈青天浇了一盆冷水 他回道 你所领悟的高级破碎权益 等级已经算很高了 下一个等级 就是神级破碎权益 我可以向您解释一下 神级破碎权益 是非常玄妙的存在 就算以心应心 也很难把其中的感悟传递给你 想要保存这种一支道 把这种领悟复制下来 只有那领悟 比神级破碎权益等级 还高无敌的强者 愿意消耗自己的神魂力量 我所说的这些意思是 你想要把破碎权益 提升至神级 需要的血气值 不比换一具圣体少多少 听到这话 陈青天心里顿时拔凉拔凉的 他忍不住 向仙武宝库内部查看 果然 上面显示 想要兑换出神级破碎权益 居然需要两亿五千万的血气值 连番受到打击的陈青天 很快就冷静下来了 其实说来 是他太贪心了 现在就想要最好的东西 殊不知 在东战大陆拥有神体 已是亿万分之一的概率 而领悟高级意之道的存在 也不会太多 而他现在想要拥有 比高级意更厉害的神级意 要付出这样的代价 也不难理解 到了这里 陈青天心里又有一个想法 既然神级权益难以获得 那他想增加战斗力 完全可以兑换其他的意 以他画像镜的实力 加上神体 体内神丹 可以融合更多的力量 也只有他得到的力量 合技能越多 他的战斗力就更恐怖 完全不怕贪多嚼不烂 这个念头一出来 陈青天突然想到了 剑意 刀意 枪意 战意等 如果把这一全部领悟 提升到高级 那么一旦使用出来 他他的杀伤力究竟有多大 这个想法一旦冒出来 就已经停不下了 不过在此之前 他想提升境界 于是 他立马对七灵道 我要提升至法通第七境天象境 除了需要神级灵力丹 还需要何种宝物 七灵也终于给了 陈青天一个还能接受的消息 临界点时需要服用一枚天然神丹 只需要五百万血气值 天然神丹 陈青天在嘴里默默地念叨 以他现在这么多的血气值 把境界提升到天象境 绝对不成问题 但是对于这个境界 他其实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来妖族的这段时间 他从非天境突破到神丹境 再从神丹境突破到画像境 如今 又要从画像境突破到天象境 接连突破境界 虽然他没有感觉到 有什么后遗症 更没有什么不是 可是他对这些境界的理解 还是太浅了 虽然他查过资料 所谓的天象境 是能获取一部分自然力量 改变小范围之内的天地变化 战斗起来 能改变天象 可以让天地变色 甚至能控制小范围内的风与雷电 掌握自然之力 这就是天象境 但这其中究竟有多神奇 毕竟他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很难理解说说 想到这里 陈青天也不再纠结 快速到 气灵 我要兑换神级灵力丹 这一刻 陈青天目光坚定 开始服用神级灵力丹 一切很顺利 当他花费490万血气值 兑换服用49枚神级灵力丹时 浑身一震 达到了画像镜中期 当服用57枚神级灵力丹时 他顺利突破到画像镜后期 又服用到66枚神级灵力丹 连续突破到画像镜巅峰期 直到服用74枚神级灵力丹 他直接突破到画像镜大圆满 到了这里 陈青天内心还是有些激动的 毕竟很快 他就可以达到天 像镜了 能达到这个境界的厉害存在 有多少不是苦修炼数百年才有的这种结果 可他这躯体 今年还不到18岁 这么年轻 他就要突破这个境界 他有一种深深的自我良好感觉 自己在这个世界 已然傲视群雄 没有过多的陶醉 他与其轻轻道 给我兑现天然神丹吧 So 天然神丹到手 陈青天继续服用88枚神级灵力丹 身体终于达到一个灵界点 当他最后服用下天然神丹的时候 身体的气势再也压制不住了 哄 一下爆发出去了 虽然只是小范围 但依旧动静很大 这一刻 周围天地各种元素 向他身体疯狂地涌来 他清晰地感受到 自然界的一切 整个世界是由各种元素所组成 地水火风 金木水火土 哼 陈青天手掌摊开 往天空一台 顿时乌云密布 他再次一声爆喝 好 乌云当中 居然开始下起了小雨 接着他手一挥 一阵狂风吹过 所有的乌云顿时被吹散 杀 他一拳轰出 天地间大变模样 天象改变 万物复苏 陈青天这时才感叹着 此刻他的力量比起之前 不知道强大了多少倍 这种力量 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小神仙了 呼风唤雨 潇洒四溢 难怪无数人修炼者 想要突破更高的境界 想要变得更强 因为到了这个境界 无论想要什么 估计都是唾手可得 金钱美女权力 或许已经变成了很俗的东西 各种享受 似乎都没什么了不起 那些达到这个境界的强者 他们追求的东西 可能更奇特了吧 陈青天忍不住胡思乱想 思绪朝勇 感慨万千 很快 他收起身上所有的气势 他有预感 这个位置已经暴露了 不过他毫不担心 因为他不相信 有谁能想象得到 此刻的他 已经是法通第七境天向境强者 就算现在自己主动说出去 恐怕别人也不会信嘛 一路走到今天 哪怕如今身在妖族地界 陈青天也丝毫没有感觉到恐惧 反而有一股战天斗地 一往无前的勇气 突破到天向境 他近七千万的血气值 还剩下三千万出头 这时他终于要尝试刚才的想法了 这些血气值 虽然多 但是根本就没办法 让他突破到下一个大境界 他虽然可以修炼更好的神通功法 可是这一切都难以俗成 难以很快形成战斗力 想到这里 经过一番查看 陈青天直接对气灵道 气灵 我要兑换永恒战役 在纤舞宝库里面那么多战役里面 他选择了永恒战役 所谓永恒 拥有着这股战役的人 意志里面能有一股深深的不屈 可以永恒地战斗下去 而领悟战役 也必须一步步来 需要自己融会贯通 有此意志 陈青天没办法一下子 就兑换高级永恒战役 他只能先花费三百万血气值 兑换初级永恒战役 这道战役入体 脑海中 他看到一尊星河战神 在无尽时间长河里面 不停战斗 一把战刀 横批无数世界 他不知疲倦 战斗到永久 啊 我要战 战天斗地 战灭一切敌 陈青天仰天长孝 战役冲云霄 他此时领悟初级永恒战役了 平静下来后 又花费五百万血气值 兑换终极永恒战役 之后 又花费八百万血气值 兑换高级永恒战役 如今的他 战役昂然 拥有这样的一支道 他能明显地感觉到 他身体时时刻刻被打了鸡血 打了激素 只有杀星一起 就想着战斗 想着杀敌 兑换战役之后 陈青天看着剩下的血气值 他能清楚地知道 等一下 肯定有一场血战 于是他又兑换了王者剑意 所谓王者 灰剑一击五万里 持剑像天师百万 王者剑意 这是十分霸道的剑意 可陈青天也看中了他的霸道 看中了他的王者气息 再次花费三百五十万的血气值 他也成功地兑换出 初级王者剑意 这等剑意入体 陈青天就在脑海里 见到无比震撼的画面 一双看透过去 现在未来眼珠直视着他 他轻轻一眨眼 星空突明突暗 但这双眼睛射出金光的时候 混沌虚空中 一道不断扩散的剑意出现 还伴随着无数星河战士 陈青天默默感受 他不停接受这些最直接的感悟 最终完美顿悟这初级王者剑意 领悟大量最纯粹的剑之道 之后又花费六百万血气值 他也从中领悟到 终极王者剑意了 可惜 他剩下的血气值 完全不够兑换高级王者剑意了 但就算这样 他的实力也以深不可测 能同时拥有三种意 领悟出这么深的一只道 这种人物 万古难出 此刻的他 战斗起来 三意合一 必定能整合所有力量 相辅相成 那么其恐怖的威力 现在真的难以想象 做完这一切的陈青天 默默地站在空中 似乎在等什么 也在这时 他又查看了一下自身的属性 指尖上面显示着 陈青天 男 17岁寿命长 1470境界 天象境 初期 自治 万古神才 灵石 体制 天雷神体义之道 破碎权益 高级 永恒战役 高级 王者剑意 终极 功法 九霄雷不正法 王级绝品 入门 武技法术 威猛神龙拳 地级绝品 大圆满 大狂杀剑法 地级绝品 大圆满 法宝 青天剑 灵气上品 血气值 25 2110 寿命再次增长 血气值花的也差不多了 也在这时 陈青天又向仙武宝库气灵道 我突破天象镜 能得到多少仙武功勋令 气灵解释道 用你能理解的话来说 天象镜 有资格成为仙武界后备战士中队长 统领武士后备战士 能再给你40枚仙武功勋令 陈青天点头理解 他如今已经有11枚仙武功勋令了 加上这40枚 就是51枚 他相信 等达到更高境界 他得到的仙武功勋令也更多 到时候 可以让无数人帮他收集血气值 他完全可以组建自己的队伍 做完这一切的陈青天 此刻信心满满 突然 他笑了 因为他已经感受到了一名妖族强者 正向这里急速地赶过来 没让他等太久 哄 一声巨响 一道妖族身影也出现了 这名强大至极的妖族 脸上充满笑意地看着陈青天 他得到金虎族传来的消息 马不停蹄杀过来 就是想看看 这人族神才身上有什么秘密 有什么好处 而且 杀了这人族神才之后 他部落也会出名一次 但他也不急着杀死这名人族 而是饶有兴致地问道 你就是那名人族神才吧 敢一个人在我们妖族 这么多大洲捣乱的家伙 哈哈 杀死你之前 我还是想告诉你我是谁 你听好了 我是帝雄汪族木雄大部落的 首领木合力 法通第七境 天象境后期的存在 你能死在我手上 也不会辱了你人族神才的名声 哈哈哈哈 听到面前妖族这么说 见他如此自信满满 陈青天也笑了 笑得很开心 笑得很大声 妖族木合力非常恼 杀气腾腾地问道 人族 你笑什么 这是 你死前的恐惧表现吗 陈青天摇摇头 他已经隐藏境界了 但多少有些气势散发出来 他顿时不紧不慢地问道 你真没有感觉出什么吗 那么我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我叫陈青天 现在是人族东方军团 胡威军第四镇军副镇主 同样也是天象竞强者 至于未来会是什么境界 就不好说了 你今天能死在我的手上 绝对是你妖生的骄傲了 咦 哈哈 这妖族木合力 脸上先是很怪也 仔细打量片刻后 还是笑了 可很快脸色铁青道 看样子 你是真被吓傻了 你一名神丹靖人族 就因为自己是神才 有些实力 就敢这么挑衅我妖族 但是今天想要从我手上走脱 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论说什么你也要死 死字还没落地 这妖族 天象竟强者不再客气 就用压倒群山之势 向陈青天杀来 他手上那一把巨大的战锤落下 一击之下 如同苍天盖地 覆盖一切 这一击 根本没有躲掉的可能 只能去应接 接不下 必死无疑 可陈青天 面对着根本无法逃脱的一击 脸上始终保持淡淡的微笑 不是他要装逼 而是他在凝聚浑身的力量 他的力量太多了 每一种 如果放在别人身上 都是绝世打杀招 但他却想要一次 释放这些强力杀招 突然 整个空间开始凝固了 吼 陈青天大吼一声 浑身明显已经变形 他的身上被各色光芒包裹 接着汹涌的力量 不断喷涌而出 整个天地 如同被被拉扯到一个异世界 在不停地扭曲 不停地幻面 怎么回事 妖族木合力 作为天象镜后期强者 一下猛了 因为他这强力一击 如同打在云端上 打在泥潭里 根本不得寸净 要知道 他这一击是 抱着彻底杀死这人族去的 但一切都变了 猛然间 从这人族身上爆发出来的力量 差点把他眼珠子都瞪了出来 他不敢相信 这股力量 是这人族的 太心惊胆战了 他不断地思索 是不是有无敌的强者 过来袭击了他 这股来自灵魂里面的颤抖 把他深深地震住了 生死之间 又大恐怖 好 天地之间 仿佛发出恐怖的怒吼 妖族木合力呆呆地看着 他终于发现 不对了 这人族要准备反杀他了 人族 我倒看看 你有什么了不起 好 一人一妖 再次碰撞 哼 所有的一切 全部毁灭 就连空气都被摩擦燃烧 自然界都改变 天地完全变了 晴天变雨天 雨天变雪天 好 好 好 这妖族强者 躯体一切防护破碎 浑身的表面皮肤 都出现了开裂的迹象 他呆呆地站在空中 望着那道恐怖巨大的身影 痴痴地问道 这是什么法相 为什么有这么恐怖的力量 仁族 你的这些力量不对 我感觉到了 这里面有凶猛的权益 绝强有战役 还有霸道的剑意 仁族 你究竟是谁 你绝不是神才那么简单 你身上爆发出来的力量太多了 每一种力量 都是毁灭性的 一个人族 怎么可能领悟这么多强大力量 我不信 这妖族天象镜强者木合力 见多识广 亲身感受 陈青天身上每一股力量 他已经怀疑妖声了 可又理解不了这一切 哪怕他是天象镜 也是从内到外的惊恐和不安 陈青天确实极为可怕 他一旦通灵 能能极大的提高境界 天雷神体能爆发 极强的雷电力量 还有高级战役 高级权益 终极建议 甚至他所显现的先武 至尊法相 包含的力量 更是这妖族强者所想不到的 这么多的力量 一下子击打出来 完全让人思绪混乱 不知从何抵挡 就这一击 这让妖族天象镜强者 身受重伤 陈青天安静地站在空中 他的眼睛里 闪烁着无数种光芒 里面带有雷云闪电 此刻的他 已经不是一个少年这么简单了 还是力量的集合体 要不是他这个载体强大 这么多种力量 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对肉体伤害太大了 体内神丹根本容不下这么多力量 一般人早已经撑不住爆炸了 因为不是任何载体 都能承受这么多力量的 妖族 我说过 你能死在我的手上 是你妖身的荣幸 现在我说的 你信了吧 陈青天依旧保持淡淡的微笑 他又出手了 又没有出手 他身体各处没动 但一道巨大的阴影 出现在天外 一直凝聚各种力量的手掌 从天而降 人族 我不信 无论你是什么东西 我都要撕开你的面具 这妖族彻底癫狂了 无法接受一个人族身上 居然能同时拥有这么多 神奇强大的力量 这一刻 他向苍天怒吼 向大地思鸣 怒笑这天的不公 怒斥这地的不平 愚蠢 陈青天幻化的巨大手掌 突然变化成一个拳头 直直地砸向了妖族 轰隆 这一击 巨想根本就没有传太久 只是一刹那的响动 一切都结束了 那妖族的躯体 居然开始一片一片地掉落 他身上的能量 开始四处分散 这一刻 他还想说些什么 还想向外面传递什么消息 可一切都来不及了 他已经没有办法 做这些事情了 一切都那么突然 那么难以接受 那么难以理解 陈青天念头一动 身形就移到了这妖族的身边 见他瞪大了眼睛 四肢已经开始消失 他摇头霸气说道 人族有我 你们妖族的灭亡已经注定 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这一点 你信吗 这妖族天向尽强者 眼光已经开始扩散 虚弱到极致 这一刻 他相信 但又不愿意信 哎 陈青天一眨眼 这妖族的脑袋 瞬间爆炸 他整个身体剩下的血肉 陈青天把他收集起来了 因为妖族强者的尸体 其实也是一种宝物 他或许用不着 但可以给别人 他相信 就算拿回东方军团 还是能换取一些有用的东西 先前被他杀的那些神丹精以上妖族 身体一些东西 也基本被他收集起来了 杀了这妖族 陈青天也知道了 他现在究竟有多强大 同等境界的妖族 他杀起来 也并不难 或许这妖族在天象境当中 并不是太顶尖的 可是 无论人还是妖 还是其他种族强者 能达到这个境界 都是妖孽当中的妖孽 他们经历了无数风雨岁月 手段和本事 都不会差到哪里去 可即使这样 和自己比 还是差太远了 这一刻 陈青天对自己的实力 也有了清晰的认识 简单地看了看这里 他本来想好好地收拾这里 不想暴露什么 他很快 又无趣地摇摇头 他并不那么喜欢扮猪吃老虎 就算妖族知道 他是天象境强者又如何 他身上有的是手段 即使那种高他两个境界的强者 来追杀他 他也未必不能跑掉 等把这妖族处理好了 把他那灵器和须弥那件拿了 陈青天立马就走了 他又继续一路狂飞 但没有继续深入妖族地界 而是选择横飞 远离刚才的地方 一直横向飞过两个大洲 他才停了下来 以他现在的境界和速度 用不了半天时间 就可以飞越一个妖族大洲 而那名妖族天象境界 强者死后 他获得了七百万多血气质 虽然很多 但这些比起他屠灭妖族部落来说 都不算什么了 现在陈青天 反而更有兴趣 覆灭妖族部落 屠杀普通妖民 从根源上灭尽妖族 因为这样给的更多 就在陈青天杀死这天象境妖族后 妖族世仁城和各大王族王庭 也得到了这个消息 世仁城高塔之上 这些妖族代表 全部沉没了 为了陈青天 他们这段时间以来 聚集了这么多次 但每一次都是坏消息 都是那个人族神 才打他们脸的消息 这一次也不意外 每个妖族代表 都没有第一时间 表达自己的想法 他们心里 有着各种各样莫名的情绪 压抑 猜疑 不安 最后 还是要转化为愤怒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帝雄汪族都没搞清楚 为什么我族 一个大部落首领 一名天象境强者会战死 一名帝雄族的妖族代表 突然出生了 他不甘地吼道 人族有阴谋 我族 这名天象境强者的死 绝对不简单 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 一名人族神丹静的神才 怎么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杀死一名天象境 哪怕圣才 也不应该有这个实力吧 面对这些话 没有谁能回答 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 因为他们就没有在 陈青天身上 得到太多的资料消息 以前也从没听说过 这个人族的名号 金虎族元宝狐眼神闪烁不定 面对各种猜疑 他缓缓道 看样子 我们太小看 这名人族了 他绝对不是一名神丹静神才这么简单 有可能 他是画像境 甚至是 说着他摇摇头 怎么也不愿意 说出之后的可能 因为他不信 好了 天师族八谷亚咬牙说道 无论他是神才也好 圣才也罢 就算他是通天境 我妖族也要斩杀他 对 杀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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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妖族 在这一刻全部爆发了 杀死陈青天的高呼 一浪高过一浪 这些妖族强者 有不少已经感受到了恐惧 因为他们自己 也不过是天象境而已 这人族已经有杀死天象境的实力 这对他们来说 已经是一种威胁了 甚至都没有妖族代表 有勇气说出 他们要去杀死陈青天的话 上手的元宝虎和八谷亚 明显脸色凝重 虽然他们都是法通第九境的存在 可是陈青天身上的种种发生的一切 让他们心里没有底 犹豫了一会 元宝虎说道 我金虎族族长已经决定了 他要亲自出手斩杀这名人族 不过前提是要找到他的位置 说完这些 他脸色突然一变 似乎收到什么消息 所有的妖族代表感觉不对劲 纷纷看向他 元宝虎这时候 脸色铁青地说道 刚才我金虎族族长给我传来消息 就连我族的老族 用到弃算天珠 都没有办法再次定位那人族的位置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啊 听到这些话 所有的妖族代表 有那么一丝惊慌 对于金虎至尊族的盗弃算天珠 他们是知道的 那可是能算出任何人和妖位置的盗弃 只要能找到痕迹 就能算出来 除非有更厉害的强者 帮忙隐瞒这人族的信息 现在陈青天居然被人屏蔽了天机 这等离奇的事情 还是大能强者传出来的 这一刻 这些妖族代表也想了很多 这名横行他们妖族的人族神才 是人族给他们妖族设置的一个陷阱 是人族一个惊天大阴谋 有妖族代表愤怒地说道 我们也必须请动我们各族老族 人族阴险 居然用大能强者算计我们 必须和他们展开全面的大战 我们各族的大能强者 也需要提前出动 否则会吃大亏 也就在这时 元宝虎又开口说道 好了 我族老族说了 他愿意消耗寿命 不惜代价 看破这人族的天机 找出他此时的位置 但是你们要知道 这次我金虎至尊族 为了对付人族 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所有的妖族代表又是一惊 看样子 为了对付这名人族 金虎族是下了血本了 一名大能强者 居然愿意消耗寿命 去寻找一名神丹禁的人族 这要是说出去 或许是一个笑话 不会有谁信 但现在也不得不这么做了 这已经是两个种族的争斗了 要是任由一位厉害的人族 在妖族地界肆虐 那么造成的损失和影响 实在太大了 妖族因为陈青天的事 变得格外紧张 疑神疑鬼 但人族这边 反应完全不一样 凡是东方军团的战士 通过自身御牌 全部可以查看 陈青天的身份御牌的战功变化 陈青天的事迹 被岳鹏飞下令表扬后 数以千万的东方军团战士 都会时不时地查看一下 他的身份功勋御牌情况 突然间 陈青天战功点 瞬间增加了50多万 当大家发现后 全不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所有的战士兴奋了 因为只有击杀一名 天象近后期的妖族 才能一下增长这么多战功点 陈青天战功点的变化的同时 击杀大妖将的数量 也增加了一名 事实显得意见 整个东方军团 所有战士沸腾了 纵横妖族地界的陈青天 杀死了一名天象近妖族 这怎么可能 几乎没有人会相信 可是功勋身份御牌 是道弃天御神卷的产物 这道弃从来没有记录过错误 所有的战士不停地向上询问 一层一层 最后全问到了大将军岳鹏飞这里 而岳鹏飞震惊之余 也正式向外界宣布 陈青天真的斩杀了一名 天象近后期大妖将 没有人知道他用什么方法杀死的 但不论他用什么方法杀死的 这个功劳都很大 寒天城大将军殿最顶层 岳鹏飞满脸凝重 站在这上面 陈青天身上发生的一切 让他都感觉到大为意外 按理说 这对东方军团来说是好事 可是他心里也不免有些担忧 妖族连天象近强者 都死在陈青天的手上 试想一下 如果大夏帝国境内 出现了一名如此横行无际的妖族 他会怎么做 不光他 就连整个大夏帝国 恐怕都会派出无敌的强者 把这妖族彻底抓住 挫骨扬灰 所以 在整个东方军团 都在为陈青天欢呼的时候 他看到了危机 哼 岳鹏飞轻贺一声 这大将军殿 顶层隐藏的天狱神卷出现了 他完整而巨大的样貌展现了出来 整个寒天城 不少强者和战士都发现了 纷纷叫道 快看 大将军动用到气天狱神卷了 这道气展现出的大屏幕上面 赫然出现了无数人的名字 几番轮转 陈青天的名字 突然占据整个屏幕 看到陈青天一个人的名字后 岳鹏飞催动法力 那上面出现了无数的图画 甚至出现了一个人影 那个人影 就是陈青天 观看许久后 这时的岳鹏飞一挥手 道气 展现的一切消失了 过后 他对着空中说道 无影 看到了吗 刚才那就是陈青天在妖族的位置 你快去 把他接回来 我不希望他出事 你自己也要小心 我会随时和你保持联系的 不远处的一道影子突然出现 这时也小声地回答道 大将军放心 我会全力赶过去 带他回来 现在妖族地界 也确实变得非常危险了 我会小心的 嗯 当这道影子彻底消失了 岳鹏飞依旧站在大将军殿顶层 脸上表情神秘莫测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才摇头说道 这个陈青天的出现 究竟是巧合 还是意外 但愿他是人族的希望 而不是人族的劫难 唉 深深的叹息 岳鹏飞在这顶层待了好久 金虎神山神秘的空间内部 金虎族族长 原空虎心经刚才发生的一切 内心久久不能平复 面前 这位活了上万年的老祖 居然一下子 变得这么憔悴 虚空当中 道气算天珠光芒 都变得暗淡起来了 一切结束过后 这金虎族老祖 才声音沙哑地说道 可怕 太可怕了 这人族神才 身上有强大的力量 屏蔽了他的天机 我怎么也没想到 消耗了千年寿命 拼着受伤 才确定为了他的位置 这样的事情 我实在不想 有第二次 嗨嗨 金虎族族长 原空虎大惊失色 神情紧张道 老祖 居然要你 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这人族神才身上 究竟有什么秘密 等一下我亲自去一趟就知道了 这妖族老祖 声音缓缓道 去吧 利用我族的倒气 破天处撕裂空间 你亲自去 把这人族给我抓过来 我对他也产生了疑惑 原空虎恭敬地点头道 老祖 我就去 说完 他急忙退出这片空间 去往了神山上的另一处空间 此时的陈青天 又来到了一处新的妖族大洲 他已经看准了好几个目标 他刚对一个妖族中型部落动手了 很快杀了两名神丹靖妖族 听到妖族全部要逃的呼喊声 他刚准备打开杀戒 就感觉不对 嗯 怎么回事 这么强大的气息 陈青天脸色变了 因为他感觉到 远处空间在震动 绝对的强者要降临了 本来以为身上有隔绝天机符 妖族找到他没那么容易 他还想着 这次不把妖族搅个天翻地覆 绝不把休 本以为大能强者都很难找到他 所以有恃无恐 没想到自己就暴露了 虽然没想通关键所在 但他也并不是特别惊讶 偌大的妖族 能跟人族大下帝国叫嚣 怎么可能没有一些特殊手段 没有一些真正厉害的强者 他被找到也并不奇怪 现在应该考虑的 是怎么应对突然杀来的强者 这种情况 陈青天已经没有选择了 这次来的强者 给他的感觉 是无论如何也战胜不了的 甚至连逃跑都有些困难 不过 他已经暗暗做好了准备 松 周围整个空间 开始被席卷了 动静极大 陈青天身体开始僵硬 他眼睛圆睁 看到了一尊浑身散发出 精光的妖族出现了 这妖族强者排面不小 天地似乎奏响赞歌 山川河流摆动直径 他额头上 那一个王字清晰可见 这妖族的眼里 城池无数妖族欢呼大叫 青虎至尊族的强者出现了 我们有救了 杀了这人族 赶来我们妖族 就别想活着回去 吼 这一刻 万妖欢呼 疯狂熬叫 庆幸死里逃生 想要用吼叫的方式 吹散刚才的恐惧 陈青天没有直接跑 也不在意下方的妖族在说什么 只是全神贯注地 看着前方的强大妖族 原空虎静静地盯着陈青天 仔仔细细地在他身上打量着 想看出点什么 可他看出来的 是这人族只有神丹静初期的实力 身上的气息大部分被压制 就连他也看不出太多的端倪 可他知道 这人族绝对不会是这种境界 身上绝对有强大宝物 或是有绝强大 能帮他压制天机 隐藏一切 见陈青天这么淡定 他轻缓地说道 嗯 我也没看出 你这人族有三头六臂 没想到你神丹静初期的实力 就能在我妖族折腾这么久 还让我金虎至尊族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才找到你 我倒要看看 你身上到底有何种秘密 陈青天眯着眼 这名强者身上的气势 几乎所全部散发出来了 而他只是把境界隐藏在神丹静初期 但是很明显 这妖族强者 就算看不出来他真正的实力 也不会信他 只是这个境界 陈青天突然嘲笑道 这么说来 你们妖族很重视我 能让你们付出大代价 我感觉很高兴 不知道你是哪位 哼 原空虎冷哼的一声 他不介意跟陈青天废话几句 因为他的无形领域笼罩了这里 这人族神才根本逃步 但对面显然很狂妄 他也无比傲慢地说道 我乃金虎至尊族族长原空虎 通天静的我亲自来抓你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陈青天心里一动 居然是通天静大佬 法通实境最巅峰的存在 妖族三大至尊族之一的族长 确实看得起自己 不过他还是摇摇头 笑着说道 那你今天可能要失望了 因为哪怕是你 也抓不了我 哦 哈哈 原空虎终于笑了 他不明白 这人族为什么这么有恃无恐 你 他的笑声很快又停止了 表情略带异样 只见陈青天身边的空间 突然一个出现一个漆黑的空间裂缝 到了这时 原空虎明白了什么 脸色骤变 哼 他同时也出手了 周围整个空间极致地压缩 他想施展领域 动用天地空间等各种力量 妄图阻止陈青天进入那一个空间缺口 而且他还颇有信心 觉得自己能堵住那个空间缺口 能让面前这人族寸步难行 我说了 就算是你 也拿我没办法 可一切是徒劳的 陈青天眼神格外凶狠 嘴角上扬 他浑身挣扎 爆发出剧烈的一击 扑呲 一声 居然挣脱了这妖族所有的力量 头也不回地扎进了空间裂缝 哼 看到陈青天进入空间裂缝 原空虎愤怒至极地熬叫 看着还没有消失的空间缺口 他犹豫了一会 很快又摇摇头 愤怒地叫道 该死的人族 身上居然有这种宝物 能打开时空乱流 不过这种时空乱流 非常不稳定 就算是法通第九境空间境的强者进去 也极有可能被空间乱流卷成粉末 就算能活着 也会被传送到不知名的地界 可恶 就算我追进去 也未必追得不上他 风险太大了 金虎族组长原空虎 脸色阴晴不定 最后探到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还是让他跑了 这人族的手段果然多 刚才那爆发的实力 居然能挣脱我的束缚 难怪他先前不慌乱 确实强 这人族能杀死天象镜 也就不奇怪了 只能下次再抓他了 这种天骄人族 威胁太大 只要他还敢 在我妖族地界动手 一定得不惜代价逮住他 陈青天的跑掉了 下方这个中型部落城池内 无数妖族睁大眼睛看到了 没有谁能想到 这名自称金虎至尊族族长的强大存在 都没有逮住这名人族 不少妖族简直难以接受 失魂落魄起来 跑了 这名在我们妖族造成这么大震动的人族 还能活着 这人族太可怕了 太奇怪了 也太该死了 杀了我们部落两名神丹静强者 可一定要杀死他 原空虎听到下方议论纷纷 眼中杀鸡四射 不过很快冷哼一声 快速离开了 陈青天能打开一道空间裂缝 其实早有准备 他早早就在仙无宝库 兑换出能快速逃跑的空间神符 但是要使用空间神符 必须要达到法通第九镜空间镜 只有这样才能稳定空间 以陈青天的实力 一旦使用这种空间符文 极有可能被混乱的空间乱流撕成粉末 可是真到了这一步 他也没有选择 为了不被那种强者抓住 他只能堵一下 进入这空间乱流 陈青天感觉自己完全失去了重心 整个时空当中一片黑暗 无数犹如钢针的东西 穿刺他的身体 生死危机时刻 他是什么手段都用了出来 全身所有力量没有丝毫保留 真要命了 连通阴魂 附着我身 陈青天在这漆黑的空间不断旋转 真的是用尽手段了 甚至还消耗十年寿命 请阴魂上身 所有产生的能量法力 全部用来维持神体强度 这样他的身体防御圈就够强了 砰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从乱流空间又回到了现实空间 但此刻的他 身体受损极重 不说表面 哪怕是他身体各处骨骼 就连神丹都出现了一些意外 破 倒在地上 他重重地吐出了体内堆积的污血 回想起刚才 真的是庆幸 能在通天境妖族手上逃走 他本事算不小了 最后那妖族的阻拦攻击 他现在想想 依旧觉得可怕 刚才那金虎族所谓的族长 实在是厉害 虽然他能反抗一下 但面对这种强者 他凭自己真本事 根本就跑不掉 只能用这种特殊手段 还好他身上力量够强 为自己争取了几个呼吸时间 要是一般天象敬强者 肯定没办法逃出他手心 不过就算这样 陈青天此刻也暗暗叹息 以他的强大实力 和他身体的强度 已经是重伤了 但好在没有死在空间裂缝 来不及查看周围的环境 他赶忙服用 花费大代价 从鲜无宝库兑换出来的疗伤宝丹 这种丹药效果很好 可惜服用了好几颗 他身上的伤势 都没有完全恢复 而且继续服用 效果已经不大了 因为他这些伤 需要些时间恢复 如今他全身的力量 最多只能发挥五成 看了看周围的环境 他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此时身处何地 不过庆幸的是 这一看就是深山丛林野外地方 没有感受到 这什么危险的气息 看样子 他暂时是脱离危险了 他也忍不住咕噜咕起来 这屏蔽天机服 也确实没那么可靠 看样子要格外小心了 以后 在妖族地界得低调了 要不然 下次都没那么好跑了 不过他相信 仙无宝库的宝物一定有用 妖族抢者为了找到他的行踪 花费的代价肯定不小 这种手段 他们也难以多用 但他个人堵不起了 连续飞了一天 陈青天都没有见到任何智慧种族 好在他身上最贵重的须弥娜戒 提前被含在嘴里没有毁灭 就算在这里地方待上一段时间 也是很惬意的事情 怎么全是高峰森林 还有这些妖兽是怎么回事 实力都不弱啊 陈青天搞不清楚这是哪里 他想返回寒天城了 妖族地界肯定是不能待了 可他都不确定 这里还是不是东荒妖界 随着陈青天一路探访 他也终于发现 这个地方有些不寻常 因为一路所需到的妖兽 大都法力进到钢体进的妖兽 可这些妖兽智慧有限 根本没办法交流 杀完一波之后 继续向前 他又陆陆续续遇到了很多 甚至还遇到了 飞天境的厉害妖兽 在没有找准位置的时候 他也安安心心地 在这里杀兽积攒血气质了 又过了一天 就在陈青天持续全力地 朝一个方向飞行时 突然感受到 前方有强大的气势 他脸色一变 悄悄地靠过去 想要看看发生了什么 循着气息赶过去 陈青天也终于发现了异常 三头强大的神丹境妖兽 居然被什么存在杀了 而在这周边 还有无数的妖兽尸体 但让陈青天意外的是 造成这一切的 居然是一名少女 只见她穿着一件 淡紫色的连衣裙 头顶上梳好了两个发圈 没有动用任何法宝 手轻轻一挥 恐怖的能量 就将这些妖兽撕裂成两半 上百头妖兽 包括近石头神丹境妖兽 和一头强大的画像境妖兽 没花多少时间 就被这看起来娇小的女孩 给彻底杀光了 等做完这一切 这少女若无其事地 看了看周围 突然她好像感应到了什么 对着陈青天的方向说道 出来 你也看够了吧 陈青天能感觉到 这名女子的境界 恐怕跟她一样 也是天象近强者 她完全不相信 这二十岁上下模样的强者 真的只有看起来这个岁数 这应该是一个古董人物 听到这女孩说 东占大陆通用语 陈青天心里嘀咕 这里要是大夏帝国某处 那就好了 这么近的距离 对方发现了 她也不奇怪 陈青天身上伤势 虽然没有恢复 但也没有胆怯 大方地飞升过去 这二十岁左右 少女模样的强者 身材看起来很完美 皮肤光滑细腻 带有透明的乳白色 五官格外立体 这个境界强者 气质宛如仙女 她主动问道 你是人族 不知道这是哪里 女子见陈青天过来 明显挑了一下眉头 接着摇摇头 声音格外清脆地回答道 我不是人族 这 李氏黑龙领地 你不知道吗 陈青天听到这话 已经有了一丝戒备 这时候她摇头问道 我是意外闯入这里的 你不是人族 那你是妖族吗 说完这话 气氛有些紧张 可没想到女子笑了笑 又回答道 我也不是妖族 嗯 长着人族的面孔 既不是人族 也不是话形完美的妖族 陈青天疑惑道 那你是什么种族 女子撇了撇嘴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你还没告诉我 你是谁 陈青天犹豫了一会儿 全神贯注地盯着这女子 接着缓缓地说道 我是人族 名叫陈青天 我想请问一下 这黑龙领地 属于东战大陆什么地界 女子眼神一亮 想了想到 你这人族好奇怪 都不知道这是哪里 那你怎么会过来 陈青天没答话 见状 女子还是主动道 黑龙领地 属于妖族地界最北部 这里可是很大的 而且 这里离你们人族地界有些远 妖族最北部 离人族地盘远 陈青天一听 头就大了 东战大陆很大 四面镜头在哪里 很难述说 听她这么一说 这里明显还是妖族地界 那么就有危险 看样子要回去 还需要些时间 花一些心思 陈青天眼见着女强者 没有明显表现出恶意 大家聊得也很顺 于是放心大胆地 继续询问道 不知道从这黑龙领地 到人族天宫长城 有多远 相隔了多少个妖族大周 女子似乎也觉得 陈青天很有趣 有问必答地说道 这里离你们天宫长城 起码相隔了 一百多个大周吧 一百多个大周 陈青天明显吃惊 想不到她使用空间神符 给自己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相隔一百多个妖族大周 以她现在的实力和速度 想要赶回去 那也得一个月左右 就在陈青天沉默的时候 这女强者似乎想起了什么 突然出声道 你就是最近在妖族 弄出很大动静的 那个人族神才吧 陈青天眼中 凶光一闪而过 但还是很痛快回答道 没错 就是我 我杀的妖族可不少 说完 她死死盯着这女子的眼睛 女子并无异常 点点头 饶有兴致地说道 想不到 你这人族还挺有本事的 接下来呢 你还要对妖族出手吗 陈青天笑了笑 理所当然地说道 当然 我是人族 对妖族出手 是很正常的事情 只要有机会 我肯定不会放过他们 陈青天说完这些 还特意盯着这女子面旁 想看出她有什么情绪 可这女强者 明显没有什么异样 反而一副对她感兴趣的样子 陈青天还是不死心 继续打探起来 我都告诉你我的名字了 你也知道我是谁了 可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到底属于哪个种族 什么试炼 女子还是不愿意说 最后回答道 我喜欢穿紫色的衣服 你叫我小子就好了 至于我是什么种族 你我相逢也是偶遇 也没必要知道的那么清楚吧 顿了顿 她又补充道 你放心 我对你 对人族没有恶意 你所做的一切 跟我也没关系 嗯 小子 这么敷衍 陈青天见她实在不愿意说 对自己没有表现出任何恶意 也就不再深究 但是她也并不相信这女子 眼见她想知道的都知道了 陈青天突然告辞道 既然如此 你给我指个方向 我该往哪边走 可以出去这黑龙领地 我想离开这里了 女子仔细地打量了陈青天一番 突然出声道 哎呀 这就走了呀 太可惜了 这黑龙领地可是有宝物的 你不想要吗 陈青天文言笑着摇头道 我对这里不熟 就不贪心了 这名叫小子的女子 依旧不放弃道 这黑龙领地 连接一个快破灭的小事件 如今那个小事件 要彻底消失了 里面宝物出世 有可能有道气级别的法宝 破灭小事件 陈青天文言一愣 但一下明白过来了 他从典籍里面知道 所谓小事件 是东占大陆 一些空间不稳定的地方 突然和别的小事件 相互联通 陈青天也没有过多了解 现在这妖族边缘地 带有这样的一世界 他确实想去见识一下 至于宝物什么的 他倒没那么动心 想到这里 陈青天故作声称道 有道气级别的宝物 真的假的 这样的事情 你为什么告诉我 你就不怕我到时候贪心 小子笑道 谁不贪心 宝物这种东西 有本事的人得知 能和你这种人族神 才一起探宝 我感觉很有趣 陈青天当然不会信他这些话 最后问道 这小世界入口在哪里 不会太远吧 小子见陈青天松口 立马答道 就在黑龙领地中心 我们要去 一天时间够了 嗯 陈青天略微思索 反正回去人族地盘要几十天 他也不怕耽误几天 只不过 他不太信地过着女子 可对方想坑他 也不那么容易 好 哪个方向 我跟着你 陈青天胆子越来越大了 小子心情似乎不错 认真道 既然我们暂时结伴 那你跟着我 我们双方表面的实力 也要告知对方 你看怎么样 陈青天对这点倒也没说什么 目光直视前方 大方道 我有杀死天象镜强者的本事 这一点你不用怀疑 就算暂时只能发挥出 全胜时期的五六成实力 他也敢这么说 这小子对这点也没有怀疑 他笑意满满地说道 我就是天象镜实力 这么说来 我不会是你对手了 陈青天摇摇头 不确定道 这很难说 你很特别 我都不知道你的底 只有试过才知道了 小子呵呵一笑 也不介意 飞升而起 嘴里道 跟我来吧 既然决定了 陈青天也没什么好怕的 立马跟上了 一路上 陈青天也留了一个心眼 他不停用搜寻符 感受前方的动静 想知道周围有没有陷阱 倒是没感觉到什么异样 可让他心惊的是 越靠近这所谓的黑龙领地中心 他遇到的妖兽 实力就越强 此刻 他们居然遇到一头 有着天象镜实力的妖兽 你上还是我上 这名叫小子的女人 大声询问道 陈青天战心被激发 看着这头 如同巨大恐龙一般的妖兽 他豪气道 我来吧 这些妖兽 实力真是强 但似乎智力低下 不知道怎么回事 陈青天也慢慢喜欢上 这黑龙领地了 起码强大的妖兽不少 如果他杀死 这头天象镜妖兽 应该能给他 三百万出头的血气值 虽然不像杀妖族那样 有双倍收获 但也不错了 杀 一声爆吼 陈青天迎上着 凶弛而来的强大妖兽 好 妖兽不说废话 但本事是真的强 他携带着强劲飓 吹倒周围一切 带有让山峰倒塌 河流干枯的气势 轰隆 双方战斗 让天地一片灰暗 接着又光芒万丈 天象奇观 不可言说 这名叫小子的女人 光看着一人一兽的战斗 眼中放光 嘴里忍不住夸赞道 这头狂龙兽实力不错 想不到这人族 陈青天这么厉害 压着这头妖兽打 嗯 雷体 高级权益 还有这通灵的力量 他的境界 应该达到天象镜了 隐藏得倒很好 这家伙 非常不错了 算是人族少有的天骄了 只是可惜 他似乎并没有使用 什么神通法术 凭借的都是 强大的自身天赋 就在这小子默默观察 陈青天 嘴里不断评价的时候 此时也战斗 也几乎接近尾声 哪怕不用全力 隐藏一些手段 这一头实力达到天象镜的大妖兽 陈青天也完全可以拿下来 随着最后一击高级破碎权益 狠狠地落下 哄 这头妖兽 重重地砸在了一座巨山之上 而她的脑部和胸口 完全被刺穿 死得已经不能再死了 生命力完全消失 等一切结束之后 女子也靠了靠近了过来 笑意满满地说道 你的实力 我算是见过了 确实非常不错 不过 我看得出来 你身体 是好像有点问题 你并没有完全爆发真实的力量吧 你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肯定是遇到了意外 是不是 竟然被这小子点透了 陈青天也大方承认道 你没看错 我身体是还有些伤势没恢复 我出现在这里 就是被妖族金虎族那组长追杀所致的 咦 这小子略带惊讶之色 失声道 你居然在那个黑心虎手上跑掉了 厉害 厉害 黑心虎 陈青天一听这口气 就知道这小子对妖族的情况了解 他也没说什么 只是眼神凶狠道 没什么了不起的 下次遇上他 就不知道是该谁跑了 哼 小子笑了 真有气势 我倒不觉得你在说大话 你放心 我可没想打你主意 只是有些疑惑 你刚才似乎并没有用出任何神通 你到目前为止 修炼了几门神通 陈青天听闻这话 顿时明白过来 神丹境以后就可以修炼神通了 而王级神通也被称为小神通 那些强大的修炼者 可以将数十种神通修炼至大成 然后利用体内神丹 组成神通大阵 这也是达到神丹境以后 非常重要的战力手段 可惜 他的境界提升过快 基本底蕴几乎没有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修炼过任何一门神通 也因为他有别的攻击手段 所以暂时也就把这件事情放下来了 现在听到这小子一说 他也老实地回答道 我并没有修炼什么厉害的神通法术 你呢 你在这方面 应该很有成就吧 小子文言略带傲瑟地说道 等一下再遇到厉害的妖兽 我会让你看看 我的本事 哦 陈青天兴致也被勾起来了 他对这名女子小子 也产生了一些好奇 因为哪怕一小段时间的接触 他也发现 这女子身上有一股时有时无的威压 靠近她的时间越久 越让自己心惊 处理完这头妖兽尸体 陈青天忍不住问道 这些妖兽 靠得 纯粹是血脉力量 实际智慧很低 你对他们有什么了解吗 小子反问道 你知道这里为什么叫黑龙领地吗 陈青天想了想 脑海当中 似乎并没有对这里的印象 于是摇头道 我不知道 小子似乎很喜欢满足陈青天的求知欲 于是慢慢解释道 之所以这里叫黑龙领地 是因为很久以前 这里曾经盘踞过一头黑龙王 他在这里待的时间很久 直到这里出现一个小事件 之后 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反正这头黑龙王 在这里留下了很多后代 你刚才杀死的 这头大妖兽 就是拥有黑龙王血脉的后代 只不过这种血脉太粗糙了 就算有天象镜的实力 也还是有严重的智力缺陷 原来如此 陈青天缓缓地点头 他明白了不少 难怪这里的妖兽实力普遍强大 但是却相当冲动 兽性十足 可他也有疑惑 不禁问道 那黑龙王 是属于妖族的神龙族吗 小子一听这个问题 犹豫了片刻 随即脸色不悦道 他以前是属于神龙族 不过后来背叛出去了 跟神龙族没关系 好了 我们快点走吧 陈青天略有所感 也没再多问 快速往前飞 两人继续向前 在这个过程 越靠近黑龙领地中心地带 强大的妖兽就越多 甚至陈青天感觉到了 有比天象镜更厉害的妖兽 但他们两人识去的没有靠近 就陈青天跟在这小子身后 继续在天空飞行时 突然他手上的须弥那箭 传出强烈的波动 嗯 陈青天一愣 一是往里一探 发现是东方军团的身份御牌 有传来消息 他瞬间就猜到什么了 对着前方的小子说道 你先走 我马上跟上你 咦 小子一愣 不过很快说道 好吧 我在前面等你 而就在这时 身份御牌里面传来声音道 陈青天 我是岳鹏飞 通过道弃天玉神卷 我可以和你短暂交流 陈青天听到声音 肃然起敬 上次联系他时 只是发了一串消息 这次要亲自对话了 他马上对着身份御牌回应道 大将军 真是你吗 没想到你居然这样找上我了 不知道你有什么命令 那边的岳鹏飞快速道 陈青天 你在妖族地界市我都知道了 真没想到 金虎族 那头黑虎会亲自动手 我也没想到 你居然能跑掉 还跑了这么远 很好 陈青天清楚 他的死活 他的行踪 岳鹏飞通过道弃天玉神卷都会知道 这时他苦笑道 大将军 你应该知道 我在哪里吧 我现在妖族北部的黑龙领地 我是想回来 可需要事件 岳鹏飞似乎很理解 连连说道 陈青天 你为帝国立地公 为东方军团争取的荣誉 很多人都知道了 我本来已经派人去妖族地界 想把你安全地接回来 没想到发生这种事 你果然是有大器运 大本事的人 黑龙领地我知道 这是妖族边缘地带的凶险之地 那里中心地带 连接一个小世界 里面有恐怖的存在 你不要轻易踏足 我现在命令你 不要再随便 对妖族出手了 活着回来就好 明白吗 陈青天心中一暖 大声回应道 大将军 身为人族 剿灭妖族 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放心 我不会鲁莽 一定会活着回来 向你 向军团赴命 岳鹏飞立马传来欣慰的声音 那就好 多得我也不说了 我也不询问你什么 等你回来 我为你庆功 陈青天笑了 果然是大人物 说话做事不婆婆妈妈 也不打听自己身上的秘密 这样最好了 他赶忙回道 大将军 我一定尽快赶回来 你要是有什么最新指令 随时给我传达 嗯 你自己保重 说完这些 身份预排光芒一案 联系断开了 陈青天叹息一声 不再多想 还是跟上那小子的脚步了 见陈青天追上来 小子也没问什么 两人继续前进 直到遇到了两头天象镜的妖兽 他们才有默契地迎了上去 这时的陈青天站在一边 淡定地 看着面前的小子 眼神仿佛在说 该你上了 哼 这小子一脸自信道 那你就看到我的实力吧 说完 他脸色一变 一副战斗姿态 冲向了两头天象镜妖兽 轰 陈青天眼里闪过一抹惊讶 他看到这小子 从体内杀出一股巨大的能量 这股能量 好像一个毁灭性能量圈 里面的各种力量完全不一样 但却能完美地组合在一起 当攻击 形成了巨大的风暴 那强大的杀伤力 让他都暗暗心惊 心里不断地对比起来 如果这样强大的杀招落在他身上 朝他杀过来 他能不能抵抗得住 这一刻 陈青天对这名女子的身份兴趣更大了 哼 碰 巨像不断传来 随着战斗进入到最激烈的时候 陈青天猛然感觉到 这女子身上有一股强大的血脉力量 起码压制这两头天象镜妖兽三成十例 就在这两头大妖兽 即将毕命在他手上的时候 陈青天嘴角一笑 脸皮俱厚的吼道 这等妖兽可恶 让我来消灭他们吧 没错 关键时候 他又忍不住要抢人头了 这或许是获得先无宝库的一种强大后遗症 忍不住要杀死实力强大的存在 好获取血气质 杀 随着陈青天的加入 这小子果然放缓了手上的动作 大感意外地看着陈青天 妖兽 死 关键时候 陈青天还是动用了强大的力量 轰隆 全盲乍现 凶狠异常 这小子健壮居然停手了 他不知道陈青天这是什么意思 在没有人争抢的情况下 在妖兽重伤快死的地步下 陈青天最终击杀了两头天象镜妖兽 获得了七百多万血气质 这一刻 他无比满足 来到这里之后 他不知不觉当中 也收集了一千多万的血气质 这让他心里有种感觉 比起冒巨大风险去毁灭妖族部落 在这里获取血气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小子带着异样的眼光来到陈青天身边时 两人眼神奇妙地碰撞在一起 陈青天哈哈一笑道 刚才突然有些手痒 这样吧 这两头妖兽身上的东西 自然是你的战利品 我帮你取 这小子摇摇头爽快地说道 既然你想要 就全部给你吧 陈青天摇摇头 没有答应 等把这两头强大妖兽身上的东西取下来之后 他放在一个须弥那戒里面 连着一起全部给了这小子 如今的他 不知道杀了多少强者 也不知道获得了多少须弥那戒 见陈青天执意如此 小子也没有客气 接了下来 这一刻 陈青天也奉承般问道 刚才你使用的那些招式 是神通吧 好厉害的样子 小子没有避讳 得意地说道 不错 目前为止 我修炼了十八门小神通 还有一门大神通之大城 组合起来的神通大阵 刚才你也是见识过了 怎么样 不错吧 陈青天真心诚意地说道 真的强 很不错 你这些攻击性神通组合在一起 太强劲了 我很是羡慕 同时心里也吃惊不已 想不到这名女子 不但把十八门王级神通修炼到大城 居然还把一门大神通修炼至大城 这不光需要时间积累 更需要绝强的天赋 而所谓的大神通 就是天极神通 虽然天极神通 比天极功法要容易修炼 可是想要修炼大城 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从这里就可见 这名女子绝对是有来头的 最起码也是活了上百年的老家伙了 只不过外表看着年轻而已 一路上 两人相互交流 但陈青天在他身上获得的消息 显然更多 两人不断前进 所遇到的妖兽也越来越强 甚至让两人一度绕着走 因为不想闹出太大动静 增加风险 就想快点赶去了 小世界的入口所在地 最终 陈青天还是见到了 所谓的小世界入口 他此刻飞在空中 抬头一看 一道直冲天界的空间裂缝 出现在前面 裂缝当中 黑暗气息不断袭来 让陈青天都忍不住胆战心惊 还这小子在旁边解释 你看到的 就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空间通道 只不过 那边那个小世界已经接近崩溃 我们如果要进去 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能泄露身体的能量 否则会引起空间坍塌 到时候很难活下来 以我们的境界和身体能量 还不算太强 应该能安全过去 陈青天思索这些话 这时候从他的脸上 也看到了一丝紧张和惧怕 一路上 这小子都表现得很淡定 这个时候 这样一副面孔 让陈青天都忍不住紧张起来了 他突然犹豫起来 要不要通过这裂缝 去那个小世界看一看 很快 他决定了什么 很是冷静地说道 我们就这样通过去吗 要不 你先进去试试 嗯 小子翻了翻白眼 故作气愤道 为什么不你先过去 陈青天厚着脸皮说道 我对这里并不熟 还是你带路吧 这小子冷哼一声 双目坚定 也不再废话 鼓起勇气 慢慢地靠近 这不知边际的空间裂缝 刷 一个跳跃 他很快就消失了 见他这么干脆地进去了 陈青天反而愣住了 他确实很纠结 因为他搞不清楚 对面是什么 可是通过他的观察 他能够确定 这确实是一通 往另一个小世界的空间裂缝 只不过这个裂缝 比他从古老典籍 看到那记载的 要大得多 从这里可以说明 对面那个世界 恐怕即将要崩溃毁灭了 他想象了无数的手段 甚至想要从鲜无宝库 兑换出能查看周围信息的符文 但可惜没有什么效果 最后 陈青天还是没有忍住好奇心 选择了一处方向 死死压制身上所有的气息 So 也一头冲进了 这不知深浅的空间裂缝 一进去 陈青天就感觉不对 就跟前几天 他用空间神符 逃离通天境妖族追杀时 差不多感觉 只不过这个空间裂缝 显然比那用空间神符 制造出来的空间裂缝 更稳定 更温柔 没有搅动身体的痛苦 呼一下 他掉落在地 但是很快 他就发现不对劲 因为他掉落的地方 实在太荒凉了 这土地 似乎已经失去了水分 失去了活力 接着 他深吸一口气 感觉这个世界的空气 都是污浊的 到处弥漫着一股 发现这天虽然有亮光 但是如同被重度工业污染一般 失去了原有的一切活力 在确定周围没有危险之后 他忍不住向前飞行 慢慢地远离这恐怖的空间裂缝 不一会儿 他就感觉到了 前方那股散出来的气息 没错 是那名叫小子的女子 就在这里 两人又见面了 小子显然有些不高兴 略带嘲讽地说道 怎么样 我没害你吧 真没想到 你这名人族神才 纵横妖族这么多大洲的厉害人物 还有这么胆小的时候 呵 哈哈 陈青天略带尴尬地笑了笑 也不多解释 看了看周围 小声地说道 小子 实话实说吧 我刚才对你 确实有些缺乏信任 不过 如今来到这个小世界 我也确实没有感觉到 有什么危险 所以我觉得 我们可以加深双方彼此的信任 之后好好合作 哼 小子冷哼一声 不屑地说道 你是不是总觉得 我要害你 其实我也能感觉出来 你对我的戒备心非常强 当然 这个我也能理解 我也希望 你不会是一个背后失手段的小人 陈青天脸色一正 严肃道 你放心 如果你没有坑我的想法 我也绝对不会坑队友的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小世界了 接下来 你有什么想法吗 小子也不跟陈青天计较这么多了 这是他面色凝重地说道 其实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个小世界 只不过族中前辈说过 这里可能有我一场机缘 我也是来碰碰运气的 据我所知 这个小世界 有妖族十几个大洲那么大 以我个人的见解 和这里面的实际情况 我看最多十几年 这个世界就会彻底崩溃 陈青天默默地听着 刚听到他说 族中前辈这些字样的时候 他眼里不易察觉地露出一抹金光 这小子确实有来头 大有背景 以他天象镜的实力 都还有前辈 那他这个种族也不简单 但陈青天也没有深究这么多了 略带不解地说道 这个小世界 什么时候毁灭 我是看不出来 不过我能感觉到 这个世界有一股庞大的气势 恐怕有十分厉害的强者吧 小子很快回道 不错 这个小世界 有一头天地镜的黑龙 陈青天顿时大惊 什么天地镜的黑龙 莫非这里 才是真正的黑龙王老巢 看到陈青天紧张到的神色 小子扑通一笑 解释道 你说的也算不错 严格来说 这里才是黑龙领地的真正核心 因为当初那强大的黑龙王 就盘踞在这里 只不过他后来走了 可他在这个世界 留下了很多后代 有不少强大的血脉 他跟其中一个强大的生物 淡下了一头血脉比较穿的龙族 到现在 那头血脉强大的小黑龙 已经突破到天地镜了 而且一直盘踞在这个小世界 原来如此 陈青天算是知道了 就算不是真正的黑龙王 但这个小世界 确实有一头强大的黑龙 那可是 超越了法通石镜 视为天地镜大能强者 这等存在 他遇上了 绝对死路一条 这时陈青天语气复杂地问道 我们来这里 不是要招惹他吧 你所说的宝物在哪里 这个小世界 有这么恐怖的存在 就凭我们两个的实力 一旦遇到了那天地镜的黑龙 那还不是尸骨无存 小子笑了笑 你觉得我会来找死吗 陈青天一愣 摇头道 我看你很聪明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小子突然抬起手 叫陈青天靠近过去 见他这样 陈青天小心地靠近他 扑呲 突然 小子从嘴里吐出一句话来 同时还伴随着唾沫 呸 你老是问我干什么 自己想办法 你 这女人朝自己吐口水了 陈青天也没有中招 但她脸色变得极为怪异 感叹道 这女子还有这样一面 真是 陈青天不自觉地摸了摸鼻子 摇头叹道 你把我带进来 现在让我自己想办法 好吧 那先小心点 我们打探一下这个世界吧 说完他压低身上的气势 打算在这个小世界逛逛 看看这个小世界 跟东占大陆 跟自己曾经生活的世界 有什么不一样 陈青天和这小子一前一后 开始慢慢地探索这个世界了 但他们不知道 此时这个即将毁灭的小世界 一群类人生物 在一个巨大的登天平台上 跪下祈祷 他们双手抬起向上 在最前方的一个老者人形生物 带领下 用他们种族特有的语言 不停祈求道 伟大的黑龙神啊 请你给我们暗阻止 一条明路吧 我们的世界即将毁灭 那我们该去往何方 去往何地 你是一只庇护 我族的神啊 可千万不要抛弃我们 我们愿意把最好的一切 供奉给你 阿巫 说完 数名不穿寸衫的 暗阻女性人形生物 主动走到了这天梯 最高的平台上面 直接躺了下来 轰 高空中 一道漩涡席卷过来 那几名女子 随即就消失不见 而在空中 一道晦涩难懂的语言 传递了出来 我的子民 你们放心 我是你们的神 一定会庇护你们的 在这个世界即将毁灭的时候 我会带你们走 但在此之前 谁也不能离开这个世界 否则我就会降下惩罚的 哼 突然 整个登天台周围 出现无数恐怖的能量 这里面包裹无数的天雷神火 疯狂地降下来 地面一下被翻转过来 这里密密麻麻 无数的暗族人形生物 全部跪倒在地 磕头如捣蒜 恐怖威势持续了好长时间 直到最后 一切都平静下来 这些暗族才重新站起来 等一切散场之后 一名十分年轻俊朗的暗族少年 正在快速移动 他跟人族一比 就是耳朵长一点 眼睛呈现三角形 皮肤光滑 带有一些乌黑 这暗族少年 来到了刚才带头祭祀年老暗族面前 小声地问道 祖父 我们偌大的暗夜世界 就剩下几百万族人了 如果还不离开这个世界 等这个世界毁灭 我们暗族就会彻底消失 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祖父 我们离开这里吧 这名满脸皱纹的暗族老者 苦笑地摇摇头 左右看了看 小声地说道 阿火 我们要相信黑龙神 世界毁灭之前 他一定会带我们离开这的 谁知这名无比英俊的暗族阿火 眼中不愤地说道 祖父 这根本就是谎言 这所谓的黑龙神 从来就没想放我们离开这里 他不过 把我们暗族当奴隶 当食物 我恨 阿火 暗族老者眼中无比慌乱 小声地喝着道 这种话千万不能说 一旦被黑龙神听到 会连累我们所有暗族的 就连你暗族圣子的名头 也保不了你的命 祖父 这么叫阿火的暗族少年 依旧不甘心 悲愤地说道 反正是个死 我不怕 祖父 你难道真的相信 这黑龙神到时候会带我们走吗 万一他不带我们走 我们暗族真的会灭亡啊 无数年了 你还没有看清楚吗 我们暗族 必须要想办法自救 否则一切都晚了 听到这些话 这名暗族老者 也开始犹豫了 看着面前的后代 他眼中含泪 凑到对方耳边轻轻道 阿火 你说得不错 如果有机会 你自己可以 先离开这个世界 以你的实力 还是有那么一丝可能的 你要记住 关键时候一定不能犹豫 不用担心我们 祖父 听到这话 阿火脸色带有一丝喜悦 他还想再说什么 谁知道这暗族老者 给了他一个严厉的眼神 见此 他也不再说什么了 一切仿佛 又恢复了平静 陈青天飞在这个世界的天空中 他发现 这个世界所有的植物 几乎完全消失 有的只是岩浆和火山 这种地方 完全就不适合人类生存 他都怀疑 都飞了这么久 还没有遇到什么明显的活物 是不是这个世界 没有什么种族生存 难道除了有那强大的黑龙 这个世界就没有别的生物了 一直到两人飞越了一天 这时候才发现异常 因为前方出现了很多悬崖 这些悬崖 有如万丈深渊 根本不知道 下方到底是什么 等他们穿过这些长长的深渊狭缝 陈青天终于发现 有什么不对了 前方居然出现了恐怖的巨兽 那些巨兽样貌极为丑陋 就如同被辐射一般 可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格外强大 那巨大的血黑眼珠 充满着死亡的气息 两人见状 赶忙找一个地方隐藏了起来 慢慢靠近 观察之下 才发现这些恐怖的妖兽 全部都有着神丹镜的实力 密密麻麻 足足有两三百头 这样恐怖的庞然大物 看到这些奇特的妖兽 陈青天甚至想去打主意 可是在这种地方 他很理智地压下了这股冲动 旁边的小子也小声地说道 我们不能随便出手 否则会惊动那些强大的存在 你明白吗 陈青天微笑地点点头 他当然明白 同样也小声地回答 你放心 我不会乱来的 接着他又问道 难道我们就这样毫无目目地 在这个世界乱窜吗 我想你肯定知道些什么 现在还不愿意说吗 这小子眼中也闪过金光 这时候慢悠悠地说道 你说得不错 我提前得到了消息 只不过一路以来 你对我不信任 我对你这位人族神才 也没那么信任 这世界有那么大的好处 就随便告诉你 那我岂不是很吃亏 陈青天一时无语 心想 明明是你要拉我过来的 现在说这种话 什么意思 那是要我补偿你什么好处了 不过这时候 他还是笑眯眯地问道 那么你说 你想要我付出什么代价 才能告诉我 这个世界最深的秘密 最大的好处 小子笑了笑 眼中闪过一丝狡诈 最后郑重地说道 这样吧 我也没有看出 你身上有什么好东西 不如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以后要帮我办一件事情 怎么样 陈青天沉默了 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 但这时候 他也没有轻易地答应 而是询问道 你要我答应你什么 现在可要说清楚 否则你到时候 让我去做办不到的事情 那我怎么办 我这个人还是有原则 有底线的 违背我心中道义的事情 危险太高的事情 我肯定不会做 小子摇摇头 干脆地说道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做不到的事情 就当你欠我一个人情 怎么样 犹豫了一下 陈青天也没见他 要对自己签什么合同 签什么契约 于是也就爽朗地说道 好 你告诉我 这个世界哪里可以得到好的东西 我答应你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如果我发现 你之后都是耍我的 那没有人情不说 我反而不会手下留情 陈青天说完这话的时候 眼神也是无比的凌厉 他的冒险心理 也被激发了 确实想知道 这个世界有什么秘密 有什么好处 小子见陈青天这副严肃的表情 他拍拍自己饱满的胸脯保证道 哼哼 你放心 我小子带你探宝 一定是高级神物 一般东西 我根本看不上 那就这么说好了 眼见双方达成共识 这小子也不再隐瞒 指了指天空说道 这个世界最大的秘密在天上 这一片天 有很多秘密入口 一旦进入那神秘空间 就有可能得到这个世界远古的宝物 那里面甚至还有这个小世界恐怖的天地意志 如果你能得到一块天地意志碎片 那么你将能得到这个世界一部分的气韵加持 甚至有可能得到一枚世界种子 等等 陈青天越听越迷糊 连忙打断问道 这么神奇吗 什么是世界种子 有什么用 小子一脸嫌弃道 真是太没见识了 真不知道 你怎么会这么厉害的 我感觉 你像是一个从小部落里面走出来的人族 对于这些话 陈青天也不解释什么 更没有生气 只是表现得有些茫然 连连摇头道 我确实小地方出来的 没有什么架势 他的个人见识和学识 大部分都是从书本点击里面去 自学自看的 年岁小事 他的优势 当然也有一些缺陷 那就是各方面积累不足 但他绝对是一个虚心请教的人 这不 他在这里不耻下问 见陈青天一脸迷惑 小子快速道 那我简单跟你说说吧 一旦 你得到世界种子 你就能使用世界之力 甚至可以在内体形成一个小世界 你要能得到这些好处 你的实力会大进 对你未来的帮助太大了 现在你明白了吧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冒险来 这个小世界的原因 陈青天听到这些话 心中也暗暗吃惊 说得也太简单了 他还是不太理解 但是听起来好高大上的样子 得到这个世界意志的碎片 拥有这个世界的气韵 还能使用一部分世界力量 更能在自己体内 创建一个小世界 这何其让人震撼 但是 他清楚 先不说能不能得到这些东西 就算得到了 也没那么好使用 搞不好还会反噬自己 这时候 他脸色凝重地回道 好吧 你说的这些秘密确实不错 但是我感觉没那么容易 你先带路吧 我是想见识见识 你所说的天上世界 好 你跟我来 小子十分大方 突然换了一个方向 开始小心地低空飞行 陈青天自然跟了过去 等飞了不远的距离 这时候 小子停了下来 他四处感应了一番 开始不断地飞高 直到越来越高 真是要飞到天上去了 随着高度不断加深 陈青天也感觉到了莫名的压力 空气当中都有了阻力 都已经看不见下方地面了 最后 他还是忍不住问道 还没到吗 再这么飞下去 我可能要被这无形的压力给压扁了 小子也轻轻地喘息了 回头说道 快了 入口就应该在这哪里 嗯 陈青天也在不断寻找什么 突然 他发现了什么 抬起手指 提高音量道 你看 那里有一个白色漩涡 是那里吗 小子看过去 脸色充满喜悦 大声说道 对 应该是了 我们靠近去看看 等他们飞升过去后 两人相互看了一眼 这时候 陈青天对着小子的信任 勉强多了几分 他询问道 你确定要进去吗 小子无比肯定地点点头 坚定地说道 你放心 我不会害你 也不会害自己 没有九成把握 我也不会到这里来 好 陈青天也大声道 你一名女子 都有这种胆量 我也不甘示弱 我们一起进去吧 哼 小子笑了 调侃道 怎么 不让我先进去探路吗 陈青天用一股力量 抬起他的手 霸气道 走吧 说完 两人双双跳入这白色漩涡里面 仅仅是几个呼吸时间 陈青天就感觉到 自己又进入了一片神秘的空间 这片空间更加地灰暗 但是空间里面 全是满满的能量 小子大为高兴地说道 没错了 这里就是这个小世界的内部空间 这个空间里面 隐藏着大量的秘密 陈青天一进来这里 就感觉心惊胆战 又极为压抑 这里面有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 面对着前方一片看不清的迷雾 他小声地问道 我们该往哪里走 这小子虽然表情有害怕 但更多的是兴奋 都可以 寻着那最强大的气息 我们过去 陈青天眼睛盯着这小子 想不到这女子这么有胆量 事到如今 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她已经准备好了一张空间神符 就是不知道关键时候 能不能用得出来 两人一往前方走 就发现路 似乎被什么东西挡住了 很快 他们又见到白色的漩涡 连续穿过了三个白色漩涡 陈青天越来越心慌 因为他离那股强大的能量 越来越近了 轰 可就在这时 他听到前方有极大的动静 小子自然也听到了 他望向全陈青天 脸色坚决道 我们去看看 好 陈青天也干脆 说吧 两人寻着声音向前 杀族 别跟我抢这宝物 我不杀你 就在陈青天靠近时 他突然听到 有很明显的声音 等靠近过去一看 居然是两道人形身影 在那暗暗较近 可很明显 他们还没有发生大战 在他们头顶上 悬浮了一件巨大的红色宝物 看样子像一把剑 这宝物从内到外 有着莫名的能量 其中还散发出远古气息 让人心惊 小子一看那空中的宝物 就语气急促道 那应该就是这个世界的上古宝物 绝对的好东西 咦 激动过后 他又向了争斗的 那两名气势强盛的存在 声音惊讶地说道 杀族 还有 是吼狼族的那位神采 陈青天也忘了过去 其中一位 虽然是人形模样 但外貌和一些特征 跟吼狼妖族十分相似 而另外一名 头部方圆形 鼻梁高大 眼眶深陷 白皮肤呈现出金黄色 身材比普通人要高大不少 这应该就是 小子口中的杀族吧 但无论是吼狼妖族 还是那杀族 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势 都十分的强 他们身体表面 都有一股明显的能量 一火一土 陈青天能感觉到 以他重伤的身体 对上任何一位 都没有绝对 杀死他们的把握 看来 不光这位吼狼妖族 是小子口中的神采 另外一名杀族 也应该有身体 他们两个自然也发现了 到来的陈青天和小子 双方都充满了戒备 没有第一时间动手 而这名吼狼妖族 看到小子后 脸色也出现冷意 声音冷冷地说道 神龙族的子龙儿 想不到 你也找到这里来了 你旁边 说着 他盯上了陈青天 简单地观察 他脸色大变道 是人族 想不到了 还有人族到这里来 真该死 这妖族强者 看到陈青天后大怒 杀气开始一出 而这杀族强者 见到到来的两人 感受到气势之后 也是脸色大变 他不知道 这两个强者 是来帮这妖族的 还是同样是竞争对手 但不管怎么说 肯定不是他的帮手 听到这妖族强者的话 陈青天心中翻江倒海 他看着一旁的小子 拉开距离后质问道 你是妖族神龙族的 你一直在骗我 还说你不是妖族 此刻的陈青天 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但是他心里 也并没有多大的愤怒 他本来对着小子 就没那么信任 只不过 现在已经开始戒备敌视他了 这小子见陈青天 反应这么大 略带气愤地说道 哼 陈青天 你懂什么 谁说我们神龙族是妖族的 这只是你们人族认为的 对我们神龙族来说 我们就是神龙一族 根本就不是妖族 陈青天摇摇头 语气低沉地说道 就算你不承认你是妖族 那你也属于妖族地界 三大至尊种族之一 和我们人族是对立的 难道不是吗 小子小脸通红 突然发怒道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们人族和妖族大战 我们神龙族从来就没有参加过 如果我们也对你们人族动手 那早就攻破天宫长城 杀入你们大夏帝国境内了 你真是不知好歹 往我带你来这里探保 气死本龙了 陈青天一时语色 确实他在书本典籍上看过 人族和妖族大战 似乎并没有看到神龙族的影子 可也明确记载 他们是妖族三大至尊种族之一 但这一切都是大夏帝国记载的 这里面的弯弯绕绕他不懂 可如今他也不会轻易信任这小子了 而四名强者 也在这时分别占据四个角落 相互之间不敢轻举妄动 眼见如此 陈青天直接打破了僵局 盯着这吼狼妖族道 你说的没错 我就是人族 宝物什么都不重要了 我现在就要杀死你这个妖族 哈哈 听到这话 吼狼妖族这名神才 好像听到了特别好笑的笑话 狂笑道 人族 这话应该是我说的 这里根本就不是你该来的 先杀你 再夺宝 杀 说话间 这妖族身上爆发出汹涌的熔岩之火 把这空间温度直接提高 这强大的招式向陈青天直面来 面对这恐怖的攻击 陈青天脸色变了一下 这妖族居然是火性神体 此刻他如同一尊杀气澎湃的火神 双方之间 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来吧 这时 陈青天也显现出了强大的天雷神体 一击高级破碎权益 直接对抗过去 轰隆 厮杀声 在这空间当中不断响起 闹出了极大的动静 但是这里极为的坚固 就算再大的能量 也没有办法打出缺口 而神龙族小子见一人一腰厮杀起来 他眼里有气 脸色十分不爽 翘着嘴巴 明显没有想去帮谁 这时居然和这名杀族强者走开了 他们之间 谁也没有动手 反而把眼光放在了这件上古宝物上面 眼界那边战斗越来越激烈 小子眼神冷然 用居高临下的语气说道 你们杀族不在沙漠里面好好待着 来这里干什么 莫非你还想跟我动手 说完这话 小子猛然间显露出一抹真身 只见他的头顶上两根紫色的龙角 冲破了他的发圈 身上庞大的威压释放出来 这一切让这沙族强者变了脸色 但这并没有瞎退他 他用东战大陆通用语说道 神龙族 我不想惹你 但是这个世界的宝物 也不是你的 谁抢到 就是谁的 我为什么不能来 小子冷哼一声 脸上傲娇地说道 你说得不错 谁抢到就是谁的 那么 别怪我先动手了 哼 小子庞大气势展现 一尊巨大的龙神法相出现 这沙族眼中凶光一闪 大怒道 动手就动手 这宝物我今天要定了 说话间 他显露土性神体 浑身如同金黄铁甲人一般 直接冲向那上古宝物 想要把他收入囊中 神龙族小子 怎么可能会愿意 双方也直接对上了 展开大战 四名强者 在这神秘的空间 双双厮杀了起来 陈青天跟着 吼狼族神才强者 连连交手之下 就已经粗略摸清楚了 他的境界和实力 这妖族 除了拥有神体 神通法术也十分了得 组合杀出来的招式 威力极大 而且 他还领悟了终极服役 配合他手上的巨斧法宝 一批下来 强大的服役 笼罩很大一片空间 但可惜 陈青天丝毫不慌 这是个强劲的对手 但在他高级破碎 权益压制下 还是不如自己的 更何况 他还没有使出战意和建议 因为他此刻的身体 根本就不支持 他使用太过强大的力量 体内神丹一旦融入过多力量 会再度出现裂缝 受伤的身体承受能力 也未必够 一旦出现什么意外 极有可能会加重伤势 到时候得不偿失 人族 你就这点本事吗 吼狼族这名神才 不断叫嚣 虽然短时间拿不下陈青天 但他也暗自得意 这人族就算有些本事 也根本不可能把他怎么样 更何况 他还有厉害手段没有使出来 接连对撞 他似乎也清楚陈青天来历了 嘴里音很道 我也知道了 你就是那名赶来我妖族捣乱的人族神才 想不到你来到了这里 今天我就代表吼狼族杀死你 把你的神体剥离下来 让我族的老族重新炼制 嘿嘿嘿 这吼狼族的神才 表情极为疯狂 一副吃定陈青天的架势 听到这吼狼族强者嚣张的话语 陈青天再也忍不了了 就算只能发挥出五六成的本事 这家伙也不可能赢得了他 可是他心里隐隐约约有一种不安 不能在这里耽误太长的时间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等一下一定会惊动那恐怖的存在 他们双方越杀越远 已经看不到那小子和那沙族了 那两个家伙也杀向了远方 这时的陈青天下了一个决定 直接花费八百万血气值 要在鲜无宝库里面 兑换了一枚极好的圣级疗伤宝丹 不是到了万不得已 他不会这么奢侈 兑换这种超高级宝物 他本来想用一般疗伤丹药 慢慢恢复伤势 可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这一路杀来 他又积蓄了一千七百万血气值 现在用吊一半又如何 看到陈青天身边的空间一阵扭曲 突然一雾出现在那人足手上 这个吼狼足神 才心里已隐隐约约感到一阵不妙 吼 他大吼一声 全力使出服役 配合身上一切力量 同时一股神狼血脉力量涌出 身体巨狼法相耀眼 疯狂地向陈青天扑来 这架势 已经是绝对的杀招了 陈青天以极快的速度 把这没剩级疗伤丹药送入口中 让那强大的修复能量 流入身体各处 在刹那间 他浑身的伤势被修复九成 喝呀 这一刻 他也终于不再留守 使出身上所有的力量 所有的意志力 天雷神体所产生的力量 全部爆发出来 一尊巨大的仙武至尊法相 在这神秘空中突然出现 所有的力量融合在一起 这一招 震慑万古 傲然群雄 杀 一声爆喝 恐怖的杀招 直接击破了这妖族神才所有的攻击能量 怎么可能 吼狼族神才面不大惊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陈青天突然爆发出这么强大的力量 他心里已然产生了恐惧 原以为这人族神才实力跟他差不多 但现在想来 大错特错 不 这一刻 他直接燃烧血脉 抵挡陈青天恐怖的死亡杀招 轰隆隆 这毁天灭地的招式 造成的动静太大了 就算在这奇特空间 也产生了极大的波动 一人一妖 两名神才 在进行生死战斗 最终陈青天力压妖族 完全击溃了 这吼狼族神才行星 他怎么会有这么多力量 巴厘克心里翻江倒海 他是吼狼族少有的神才 地位尊贵 一路突破天向境 同等境界 没有什么厉害强者能这么压他 甚至他腰生以来 难有敌手 今天这人族的出现 打破他的认知了 他简直难以置信 嘴里只能愤怒吼道 不可能 人族 你怎么会这么强大 你身上怎么可能爆发出这么强 这么多的力量 你是怎么做到的 陈青天同时领悟三种意 还有那么奇特的法相 他当然不愿意相信 面对这名人族 他清晰地感觉到了 什么是失败 什么是不如对方 但容不得他多想 陈青天杀招又攻了过来 这一招 才是真的毁灭一切的一招 让这吼狼族神才 再也绷不住 直接胆战心惊地后退了 他要跑了 可陈青天哪里会让他跑 如今的他 几乎拥有了巅峰的战力 同级别的神才 也绝对不会是他的对手 他是身上奇特力量太多了 杀 陈青天死命地追击 这妖族强者拼命地逃跑 一人一妖 胡乱在这空间追逐 他们穿过一个又一个的白色漩涡 不知道要去往这空间的何地 眼见陈青天死死追着他不放 这吼狼族神才也终于暴怒了 此刻他已经恢复了本体 强大的血脉之力 在他体内肆意乱窜 吼 当停下来后 他的身体不断地变大 如同要自我毁灭一般 可是在达到一个临界点之后 他浑身发出的火焰 焚烧这片空间 神族 我要和你一起死 他全力地扑向了陈青天 态度极为坚决 面对这吼狼族神才的誓死反扑 陈青天也没有丝毫放松轻视 他知道 拥有神体的人和妖 都是极为厉害的存在 尤其当他们拼命的时候 就连他也要小心 恐怖的能量肆意开来 双方都是拼命的架势 强大的能量碰撞 让这吼狼族神才身体开裂的同时 陈青天也能明显感觉到 自己身体没好完的伤势又加重了 但这并不妨碍 他的继续使出全力 就算拼着再度重伤 他也要杀死这名妖族 他也已经猜到了 这妖族神才一定会自爆躯体 这一刻他几乎没有犹豫 双手合十 划破手掌 燃烧生命 换取了阴魂上身的力量 一龙 阴魂上身的陈青天 变得可怕到了极点 如果说他 本来能发挥高一个境界的力量 现在杀伤力绝对高达自身两个大境界 但这只是单纯的力量累加 他天向境实力 根本就没办法使用空欲境 空间境本身的能力 就算这样 这吼狼族神 才已是惊恐万分的吼道 这力量已经达到了空欲境了吗 还是空间境 你到底是什么境界 为何如此可怕 人族 我死也要拉你做垫背 你杀了我 我族不会放过你的 就算我死 我也不会放过你 果然 吼狼族这名天向境神才 完全乱了阵脚 几乎癫狂 他要自爆了 一名拥有神体的天向境强者要自爆 其威力究竟有多大 简直难以想象 可惜 陈青天早防着他这一手 直接一股力量压去 So 想拉我一起死 你还做不到 陈青天眼中凶忙大胜 只见一条丝线击打出去 竟然直接无视空间 落在这吼狼族强者身上 碰 他巨大的躯体 停止不动了 他身体没有一点外伤 但他的脑部 被这一条丝线般的能量划过 彻底地死亡了 一名妖族天向境神 才被陈青天杀死 这是不可想象的 对吼狼族来说 这是极为巨大的损失 陈青天在杀死他之后 整个身体的气势 一下子又全泄了出来 刚才他手段用尽了 这才在关键时候 没能让他自爆 否则以他伤中的身体 有可能会被自爆的力量 再次击伤 等于一切平复 胜利后的陈青天 不禁苦笑起来 刚才那一枚圣级疗伤丹药 已经把我的伤势 恢复得七七八八了 可现在过度地使用力量 本来没有好玩的身体 再度给拖累了 陈青天暗自叹息 身体再度出问题 他当下依旧只能使用 五成左右的实力 但也有好消息 他杀死这名妖族 直接给了他 一千万出头的血气值 纤舞宝库七灵 很明确地告诉他 这是杀死 一名神才妖族该得的 此刻的陈青天 又有了一千九百万的血气值 看着面前妖族的尸体 他没有犹豫 直接把他放在了 其中一枚空间 比较大的虚密那间里面 这也是他的战利品 一名神才所拥有的神体 价值极大 如果能把这神体 重新炼制出来 再东占大陆 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做完这一切的陈青天 看了看这神秘空间 虽然那小子是神龙族的 可也不算太欺骗他 这空 明显有宝物 他既然来到了这里 多少也要在这里 带点东西回去 他开始独自感受 那股最强大的力量气息 慢慢地靠近 而此刻 这片神秘空间最中心 一个巨大的白色光球 似乎被封印了 巨大的光球 不断变化形态 他的周围 108根通天黑柱 把他围在里面 让他根本出不去 每根黑柱上面 都有奇特的符纹 死死地压制住他的力量 而黑柱外面 占满了大量恐怖的生物 其中最前方 一个巨大身影 黑黑咆哮 他的脸部极为猙獰 头上一对长长的黑角 巨龙脸面 显示他身份的独特 他一直忙碌着 浑身涌出巨量的黑色能量 不断地灌入 这108根黑柱当中 同时 嘴里对着光球咆哮的道 你的本体 这个世界即将毁灭 你还想反抗 我龙父把你封印在此 把你当成礼物留给了我 你就乖乖地 接受你的命运 跟我融合一体吧 到时候 我将重新创立一个新的小世界 你依旧是那个世界的天地意志 认命吧 这龙形面孔的黑龙 说完这些话 这被封印的巨大白光球 显然明白是什么意思 可回应出来的 是尖锐的嘶吼 狂暴的力量 咕噜 扑龙 强劲的白光 想要冲破这108道黑柱 可就在这时 那黑柱上面的符文 化为一条条巨龙 疯狂地冲入巨大的白光团内 嗷嗷嗷 恐怖的尖叫 冲刺整片空间 可就在这时 从这白色光球能量当中 散播出好几股能量碎片 飘向远处 甚至里面 还有几件奇特的宝物 也流了出来 这黑龙见状大吼道 快去 把那些碎片都给我追回来 把那些赶来我这里捣乱的家伙 也全部杀死 显然 黑龙知道 有强者进入这片空间 他自己同步出手 于是命令周围 这些妖兽去 强大的黑龙化音才落 在他身后的各种形态的强大妖兽 纷纷停止 向黑柱输送能量 这些妖兽也极为奇特 一个个躯体庞大 有些头上有一根龙角 有些长着奇特的肉流 看起来奇形怪状 但他们身上 都有十分强劲的力量 听到这黑龙的命令 他们转身疯狂地熬叫 向这空间四面八方冲击而去 而黑龙根本就没办法离开这里 只能拼命地压制着 这恐怖的世界意志 正在这片空间 行走的陈青天 突然被一种撕心裂肺的声音 给震慑住了 刚才他的心脏一瞬间 竟然停止了跳动 大恐怖 那股能量 给他的感觉 就如同世界要毁灭一般 他已经停下了脚步 不敢再向前了 强大的危机感 弥漫在四周 不行 我要离开这里了 再不走 等一下 可能真的会玩球 陈青天不敢再追寻 那巨大能量的气息了 他现在只想着 找到离开这片空间的出口 就在他不断后退的时候 又感受到了 左侧的 有一股熟悉的能量 他心里一动 赶紧飞了过去 果然 他又见到了 那神龙族小子 此时这小子看起来有些狼狈 他的发圈已经散落 修长的绣发 搭在了香肩之上 带有妖艳的紫色 头顶两个小巧的紫色龙角 清晰可见 看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他见到陈青天 冷笑一声嘲讽道 看样子 那吼狼族的家伙 不是你的对手 他被你杀了吗 好厉害啊 陈青天没理会他的阴阳怪气 认真道 你说的没错 他被我杀了 这里是不能呆了 我要离开 小子大惊 没想到陈青天 真的杀了那吼狼族神采 他戒备道 你找到我 现在也想杀我吗 陈青天淡笑 也没有想动手的意思 反而好心询问道 你刚才和那沙族 抢夺那件宝物 怎么样 那沙族和宝物呢 你没有受伤吧 见陈青天语气平和 神龙族小子 稍微平复了一下情绪 可依旧冷冷地说道 那沙族 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 他已经被我打跑了 刚才那件上古宝物在我这里 你想要吗 陈青天突然转身 摇摇头道 那恭喜你 这是你应得的 我不想要 先离开这里吧 神龙族小子 见陈青天这个样子 略带疑惑地问道 怎么 你那么仇恨妖族 不想对我动手吗 陈青天不想和他纠缠下去了 最后回头道 既然你们神龙族 并不想对付我们人族 那我也不想和你们结仇 况且我也没发现 你对我有敌意 这次就算了吧 但如果在战场上见到你 我肯定不会手软的 小子点点头 他感觉到这个人族很奇特 眼见他要走 他急忙出声道 你刚才是不是感觉到了 那恐怖的嘶吼 如果我没猜错 那应该是这个世界 天地一直的怒吼 其实我也感觉到危机了 但我不甘心就这么离去 陈青天摇摇头 那我先走了 你自便 小子眼神一动 好吧 我们先一起逃离这里 好不好 陈青天没有答话 但他身体已经开始移动 小子很自然也跟了上去 就在两人急速飞奔的时候 突然身后有两股 巨大的能量滑了过来 其中一道是白光碎片 另一件是一股紫黑色的能量球 小子回头一看 惊呼道 天地一直碎片 还有 那宝物好像是 神龙族小子脸色大变 接着大喜过望 就想要去追那紫黑色能量球 快走 有强者过来 陈青天明显感觉不对 那边有几股强大的能量 正向这里靠近 这种存在 他对付不了 不 小子也明显感觉到了 他知道有强者杀过来的 可他依旧没有要走的意思 嘴里还小声道 这气势 是空欲镜 还有空间镜的强者 哎 天地一直碎片 还有那宝物 就是我需要的 犹豫间 小子飞身 去追宝物了 根本没有听陈青天的话 走 陈青天大急 见着小子 还要去追宝物 他已经不管不顾的 快速往前飞走 这神龙族够贪心的 在这关键时候 没有去抢夺那天地意志碎片 反而想去抢夺了那件宝物 陈青天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些东西 但他没看见 当那小子去追那件紫黑色能量球时 那宝物似乎有感觉 居然放慢了速度 当他触碰到那件宝物的时候 那里面强盛的能量 居然直接融入他的身体 小子感受到澎湃的能量入体 精神大震 他兴奋大吼道 龙魂 是这个小世界上古龙魂 我融入这道龙魂 身体一定会大变 实力立马要进步了 就在神龙族小子兴奋当中 他身体的气势也立刻大涨 状态完全不一样了 居然从天象镜 直接突破到了法通第八镜空域镜 周边形成了一个恐怖的龙界领域 一切幻象丛生 但同时 他也被恐怖的妖兽给盯上了 好 一声句吼 庞大的黑色能量 朝他击打过来 哼 来吧 他刚刚突破境界 正处于兴奋当中 同样以强大的力量回击过去 轰隆 激烈的战斗开始了 而陈青天早已经跑远了 就在他找到缺口 要离开这片空间时 突然看到那一道白光碎片 那白光居然击破了这个空间缺口 向地面堕落而去 陈青天心中也极为兴奋 这应该就是那小子所说的 天地意志碎片 如果能得到它 是不是就能使用世界之力 能拥有这个世界部分器语 甚至能够在自己的体内 创造一个世界 陈青天抱着这样的想法 他疯狂地跟着这白光能量 直接冲了下去 想要追击到这天地意志碎片 陈青天一路急追 可是这天地意志碎片 速度太快了 根本不想让他追上 他就如同一道流光 哪怕自己使出吃奶的劲 也没有办法追上他 此时陈青天被他带着 已经能看到地面了 这时候陈青天 似乎发现了什么 那天地意志碎片 有意识地朝一个方向赶去一般 陈青天不知道 在他追击天地意志碎片的前方 几头强大的妖兽 正在追击一名人形生物 这人形生物是一名暗族 他显然快不行了 可他依旧死命地奔跑 想要逃离 阿火看着身后不断追击他妖兽 心底在呐喊 他眼里满是不甘 从小生长在这个世界 他们信奉的就是黑龙神 可是黑龙神给他们带来了什么 除了恐惧就是掠夺 他是暗族少有的觉醒者 反抗者 这次他逮住机会 想要冲出暗族居住的牢笼 逃离这个世界 可是看守他们暗族的妖兽 怎么可能会放过他 眼见自己即将被抓住 他心里已经打定主意 就算死也不愿意再回去 可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前方一道巨大的亮光 正朝他了飞驰而来 他大脑此时很乱 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那强大的能量 和那耀眼的光芒 让他很是亲切 他身形停了下来 心里默默地想着 死在这能量之下 也是可以的 就在他东想西想之时 白光撞了过来 哄 一瞬间 这暗族阿火 被一道白光包裹 完全失去了意识 陈青天一直在后面追击 他眼睁睁地看着 这世界一只碎片 跟那人形生物融合在一起 而同时 那人形生物也晕厥了过去 可是他身后的那几头妖兽 显然要朝他身体扑过去 靠 见到这一幕 陈青天嘴里骂骂咧咧 可还是出手了 哄 一击打过去 那几头拥有天向近实力的妖兽 暂缓了躯体 陈青天此时的状态 想要杀死几头天向近妖兽 或许能办到 但肯定需要很长的时间 危机还没有解除 他看着这昏迷的人形生物 发现他并不是人族 只是很接近而已 想了想 陈青天一手抓住了他的身体 不想节外生枝 他要先离开这小世界了 不管怎么说 这天地一只碎片 都已经进入了这家伙身体 先把他带走再说 那几头天向近妖兽 看到陈青天把他们的目标带走 顿时好好好大叫 眼中的凶光 几乎要暴射出来 拼命地追击 面对这种情况 陈青天冷哼一声 也不跟他们计较 直接动用最快的速度 想要离开这个世界 等好不容易甩掉了那几头天向近妖兽 陈青天停下来松口气 看着昏迷的泪人少年 陈青天能感觉到 他内体能量变得可怕起来 等下一旦苏醒 恐怕不好控制 没有犹豫 他从鲜无宝库 兑换出非常强力的控制类符文 直接打入这一族少年体内 关键时候 一定会有作用 这是他留下的后手 就等下这一族少年苏醒过后 有多大变化 好不好操作了 陈青天一口气直飞 就在快靠近这个世界的空间裂缝时 他感觉到了几股强大的力量 在远处战斗 是谁 陈青天心中疑惑 速度放慢下来 是那神龙族小子 陈青天很快看到了 此刻的小子明显受了伤 身体气息散乱 他的身后 有三股强大的气势在追击 其中两股气势 陈青天明显认为 比自己还要强 远远望去 那是强大的妖兽 他们都展现出独特的领域 是空欲镜 另外一名妖兽 居然能短暂地在空中瞬间移动 他知道 但是空间镜的妖兽 那小子实力也变得非常强劲 看样子也提升到空欲镜了 两名空欲镜的妖兽 居然不能对他造成伤害 唯独那名空间镜妖兽 才是他真正的对手 但小子不恋战 且战且退 速度也快得很 陈青天眼间自己就要逃离这个世界了 他们离空间裂缝也已经不远了 他没有直接上去帮忙 因为他知道 以他自己此时的状态 上去了未必能帮得上 他对这神龙族小子 也没有这个义务 最后只能希望这小子 能够逃离这个世界 不往相识一场 陈青天继续加快速度 已经接近空间裂缝了 最后回头看了一眼 也没有让他太失望 那神龙族小子 凭借着强悍的战力 居然也一路杀到空间裂缝这边来了 我先走了 陈青天心里嘀咕 一下带着这一族少年 进入空间裂缝 没过多久 就在神龙族小子 即将进入空间裂缝的时候 三头恐怖的妖兽 联合起来 以燃烧生命的代价 居然把他重重地 打入了空间裂缝 陈青天逃离了这个小世界后 他没有走远 隐藏了身体气息 远远地一直盯着空间裂缝 怂 突然掉落出一个身影 他发现不对 没有犹豫 快速过去查看 真是贪心惹祸 陈青天摇摇头 面前这神龙族小子 状况可以说极为不妙 体内受伤非常严重 完全处于半昏迷状态 根本就发挥不了出什么实力了 陈青天见状 只能一手一个 抱着两个人形生物 快速地逃离 让他惊讶的是 那个世界恐怖的妖兽 居然没有追击出来 他一路飞行好长时间 终于找到了一个 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 把这两个人形生物放了下来 迷迷糊糊的小子 这个时候慢慢清醒了过来 不过 他连重新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对他这种强者来说 重伤成这样 几乎是很难想象的 陈青天见他清醒 小声地说道 你放心 我不会趁龙之危的 你也别用那眼神看着我 你带我去那个小世界 我好像什么东西都没得到 你当时居然要我欠你一个人情 那么现在 这个人情也就还了 等你伤好点 我们就各走各地落 小子面色极为虚弱 他无力地说道 陈青天 我真没想到 你会在空间裂缝外面 等着救我走 如果你现在要对付我 我根本反抗不了 我身上可是有不少好东西 而且 我本身也是一件宝物 你真不贪心吗 陈青天望着他那绝强的脸庞 摇头说道 你也不用试探我 我说了 不对付 你就不对付你 你身上那些东西 我未必看得上 你本身或许是一件宝物 可对我来说 也没那么重要 你 听到陈青天如此轻视的话语 小子眼里居然有一些怒火 更多是气急败坏 不过 他清楚现在的状态 根本就不敢发火 也不说什么大话 只能叹息地说道 没想这次伤得这么重 那空间裂缝 居然那么恐怖 刚才我被三头强大的妖兽击打 身体的能量全部一出 这种状态下 进入空间裂缝 那里面强烈的杀伤力 把我身体伤得太厉害了 陈青天有些不解 好奇道 你不是被那几头强大的妖兽伤的吗 我通过那个空间裂缝 怎么没事 当初我们一起通过 你不也没事 小子摇摇头 解释道 之所以我们当初通过没事 那是因为我们那时 只是天向尽实力 这个境界 只要压制好身体的能量 过去十八九成机会不会出事 可一旦达到空欲镜 或者空间镜 那么想通过这空间裂缝 就会十分凶险 尤其是空间镜 即使在压制身体的能量 也只有三层的机会 能安全通过空间裂缝 一旦出事 身体会被完全撕裂 听到这话 陈青天顿时明白了 如果实力够强的存在 想要通过小世界空间裂缝 会承担相当大的风险 难怪这小子被伤成这样 不光是被那三头强大的妖兽打伤的 更多的是被空间裂缝爆裂的能量害的 以他空欲镜的实力 在空间裂缝里面受到了重创 才变得这么虚弱 他没死 应该也是他的身体够强 或者有足够多的手段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三头强大的妖兽 才没有追击出来 见陈青天没有说话 这时小子 把目光放在了地上 这人形生物身上 他好奇地问道 你带过来的这个事 可他很快又道 我没猜错的话 他应该就那个小世界的土著 那个世界的暗族一员 陈青天听到这个话 顿时明白了 那个世界果然还有其他种族 这家伙是那个世界的土著 可这家伙 刚才吸收了那天地意志碎片 陈青天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这时候 他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直接对神龙族小子问道 你所说的那种天地意志碎片 就被他吸收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 把东西从他身体里面拿出来 什么 小子脸色变了 死死地盯着这一族少年 用极其羡慕又可惜的语气说道 哎 没办法了 天地意志碎片也是有意识的 他既然选择了那个世界的土著 毕竟这个少年是属于那个世界的 这就是他的机缘 你想在他身体里面 提取天地意志碎片力量 根本就办不到 这东占大陆 应该没有谁能够办到 听闻这话 陈青天也只能小声地叹息 看样子 他这次去那个小世界 真是什么好东西都没有得到 可突然 他盯着这暗族少年面旁 心里有了其他一些想法 不过 也只是想法 啊 突然一声大叫 暗族少年坐了起来 他浑身上下 被强大的能量包裹 一双眼睛猛地睁开 整个身体气势节节攀升 这一下子爆发 就有堪比天向近的实力 这一幕 让陈青天瞪大了眼睛 好一会儿 等他身体气势平稳 陈青天才向他 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可他又发现不对 这东占大陆通用语 这一族怕是听不懂 这暗族少年眼里充满了戒备 看架时 是又想动手 又想跑 此时 小子突然向他扔去了一件东西 这暗族少年 伸手一触碰 顿时身体一阵颤抖 可却没有受到伤害 短暂的沉默 他面色变得不一样了 清了清喉咙 用别角的东占大陆 通用语文道 你们 是谁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会说我们世界话 陈青天一时惊讶了 不会很快想到 是刚才小子扔过去的东西 有问题 小子这时候解释道 别紧张 你拿的东西是记忆水晶 能够记录东占大陆 特有的语言 和一些最基本的常识 现在你吸收了 应该知道 我们对你没有恶意 陈青天这时也说道 你是那个世界的暗族吧 刚才你被几头强大的妖兽追击 是我救了你 否则的话 你现在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 暗族少年文言 眼神一变 他不傻 刚才昏迷期间 对方要对他下手 他肯定死了 这一刻 他嘴里十分复杂地说道 我 阿火 谢谢你救了我 但是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是哪里 我也不知道 我要去哪里 我只想 只要逃离暗夜事件 我要想办法救出 我那个世界的同族 脱离那黑龙神的控制 陈青天和神龙族小子 他们很快就分析出来 这暗族少年极为单纯 而且目的简单 陈青天顿时露出了笑脸 十分痛快地说道 阿火 我已经带你 逃离那个世界了 至于你想救出你的同族 你应该知道 你们世界那黑龙神非常强大 以你的力量 根本就没有办法救出他们 但是 作为你的恩人 我十分同情你和你们暗族的遭遇 如果你相信我 我终有一天 会把你所有同族都救出来 真的吗 阿火眼里充满着希望 他用渴求的眼神看着陈青天 用带有哭泣的语气说道 只要你能救出我的同族 我们就信你为神 我阿火 就什么都听你的 文言 陈青天心里暗暗窃喜 这阿火 应该是真单纯 简状 他突然提到 以我之见 你们那个世界 最多十几年就要毁灭 你放心 十年之内 我一定救出你们暗族 但这期间 你必须跟着我 怎么样 阿火没有犹豫太久 就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大声说道 我愿意 只要能救出我的同族 我愿意跟着你 愿意为你做一切事情 好好 陈青天满脸笑容 一旁的神龙族小子 眼神极为怪异地盯着陈青天 他觉得 这一刻的陈青天 就像一个十足的大骗子 可是他也没有多说什么 反而十分配合着说道 我也相信 你面前这个人族 十年之内 肯定能救出你的同族 因为他太厉害了 小子说厉害两个字时 特别加重了语气 陈青天没有理会这些 立马严肃地说道 这地方也不能久待 我们必须快点离开这黑龙领地 接着又对小子道 好的疗伤丹药 你用用看吧 哼 谁知道这小子哼了一声 自傲地说道 我身上有好的疗伤丹药 我已经服用了 根本不需要你的 这一刻 陈青天故意大声说道 哦 那你试试我这丹药的效果 肯定比你的好 我不想耽误时间了 要不然 你自己留在这里吧 说吧 直接把东西扔了过去 小子子似乎不服气 可一接到手里 就感觉不对 脸色变了变 哼 他突然把丹药送入嘴中 整个身体产生一种强烈的波动 陈青天 最后他还是忍不住赞道 没想到你身上真有些好东西 我们走吧 陈青天见他勉强能够起身飞行 也不多说什么了 直接对阿火说道 先跟我们离开这里 我会让你相信 我能救你同族的 好 我相信你 半族阿火也直接起身 三个不一样 种族的强者 开始了向远处飞行 陈青天杀死一名 吼狼族天向尽神采 在妖族又造成了强烈的轰动 东荒妖界 吼狼族王亭 这是建立在连绵山脉之上的一座城池 族可以容纳数千万妖民 在这座城池最庞大的狼神殿里面 吼狼族的族长 召集了吼狼族王亭的所有的高层强者 见所有强者到齐了 他脸色十分悲痛地说道 把阿里克战死了 啊 怎么可能 一众吼狼族强者接连咆哮道 他可是我族神才 天向进巅峰期的强者 谁能杀他 族长 这是真的吗 吼狼族族长闭眼道 想不到 这机缘居然葬送了他的命 我的族弟 他死得好惨 就连躯体都找不回来了 有强者咆哮问道 族长 是谁杀了我吼狼族神才 难道 是那个小世界 那头恐怖的黑龙杀死的吗 吼狼族族长 见下面群情激愤 他强人眼中的悲痛 压抑着所有的愤怒 高声说道 不是 他临死之前 传回来消息 说杀他的 是那名来我们妖族地界的人族神才 陈青天 就是这名人族 他的名字 已经传遍我们妖族了 巴里克最后的遗言 是让我们一定给他报仇 杀了这人族 吼狼族族长话还没说完 下方彻底怒笑了 好 人族陈青天 是那人族 一定要杀了他 有强者愤怒不解道 怎么又是那该死的人族 他怎么会跑到黑龙领地那个小世界去了 他上次出现的地方 离黑龙领地 可是相隔一百多个大州啊 是啊 族长 那人族怎么会出现在那里 他到底是什么境界 但这时 又有吼狼族强者提醒道 你们忘了吗 那人族神才晨青天 据说在金虎族族长手上逃跑之时 打开了一道空间之门 以他的境界 根本就不可能打开稳定的空间之门 他一定是被随机传送到了黑龙领地附近 吼狼族族长这时也说道 应该是这样 不过巴里克还说过 那人族神才当时和神龙族子龙儿在一起 这时跟神龙族也脱不了干系 一听这话 下方短暂地沉默了 神龙族是妖族三大至尊种族之一 也是最神秘 最强大的种族 有些是一旦牵扯他们 对吼狼族来说 也是麻烦事 可还是有吼狼族强者问道 族长 我们怎么办 要不要请示老族 要不我们先派族中强者 去追杀那人族陈青天吧 吼狼族族长十分阴冷地摇摇头 冷静道 不 不用请示老族 这人族神才的本事 你们也是知道的 就连金虎族老族 用盗器算天珠 推算他的行踪 都需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消耗了千年寿命不说 听说还受了伤 我们想要追杀这名人族神才 太难了 代价也太大了 但这事肯定就不能这么算了 必须要通报妖族各大王庭 把这人族陈青天 列入必杀名单 我们还是要派出族中强者 去神龙山一趟 必须要神龙族给个说法 对 下面吼狼族强者吼道 人族陈青天早晚要杀 这神龙族 身为我们妖族三大至尊种族之一 可是从来不介入我们和人族的大战 如今居然还帮助人族 害死我们吼狼王族天象镜神才 他们必须给个说法 吼狼族王庭虽然恨死陈青天了 但是他们却没想着亲自动手追杀 而陈青天的名声 开始响彻东荒妖界了 妖族想杀他的决心 也是非常强烈的 陈青天再次杀死一名天象镜妖族 功勋身份预排上的变化 所有东方军团战士又都知道了 谁也没想到 被妖族金虎族强力追杀的陈青天死里逃生后 这么短的时间内 又杀死一名妖族天象镜大妖将 如果说杀死一名天象镜妖族是意外 是运气好 那杀死两名 肯定是真实力量的象征 很多人都已经认为 陈青天也起码有天象镜的实力 可是当妖族那边的最新消息传过来之后 所有的东方军团战士又沸腾了 纷纷讨论起来 原来陈青天这次杀的天象镜妖族 居然是吼狼族神采 他居然出现在了东荒妖界北部边缘的黑龙领地 大家一查看 原来那里已经深入了妖族一百多个大洲 这岂不是说 陈青天已经不是纵横妖族十几个大洲了 而是沙川妖族上百洲 如此丰功伟绩 整个东方军团有何人可以绊倒 也就是他了 就在妖族和东方军团震动的时候 陈青天和神龙族小子 还有暗族阿火 终于出了黑龙领地 陈青天知道 他杀死吼狼族天象镜神才 肯定隐瞒不了 他确实有些担心 妖族会不会再次付出大代价 定位他的行踪 他几乎是不停地移动 但出了黑龙领地不久 和他飞在一起的神龙族小子 突然出声道 好了 我身上的伤势也恢复三成了 我现在必须返回神龙山 我们就此分别吧 陈青天也没有意外 简单道 好 希望我们下次见面 不会是敌人 哼 小子冷哼一声 突然从虚弥那件拿出了一件东西 陈青天一看 这东西很眼熟 是从那小世界神秘空间里得到的那件宝物 你什么意思 陈青天挑眉问道 小子看着手中的宝物 表情复杂 不舍地说道 你救了我 我当然要付出代价 这件小世界的上古宝物 就给你吧 或许它很合适你 陈青天盯着这件宝物 由于片刻 突然伸手去碰触 冲 一股奇特的力量 直接清洗他的身体 他浑身一阵 催动法力抵抗 很快感觉到不一样 松手后 脸色十分激动地说道 好霸气的神剑 你就愿意把它送给我 小子坚定地点点头 对 送给你了 拿着吧 说完 他直接扔在了空中 而他的身体开始 向远处飞去 陈青天呆呆地看了这件宝物 也没有再说什么 默默接收了 而这时 远处传来声音道 人族陈青天 你记住 这件宝物 偿还你救我的恩情 但是 你答应欠我的那个人情 以后一定要兑现的 听到这话 陈青天淡淡一笑 这神龙族小子 还真是够执着的 看样子 这个人情 他是要定了 陈青天小心用能量包裹 这把奇特的神剑 突然 他意识深入里面 可很快又出来了 他能感觉到 这神剑内部 就像一个无底漆黑的大洞 他默默叹息 这宝物 等级很高 居然不是 他现在能够染指的 犹豫了一下 他直接放入了须弥那界 没有继续一探究竟 此时 他身体的状态 并未达到巅峰 而现在还在妖族地界 他也怕弄出太大的动静 到时候 又暴露行踪 神龙族小子走后 就剩下陈青天 和暗族少年阿火了 这一路上 陈青天不停地保证 他一定会救出 暗夜世界的暗族 和这阿火 慢慢拉近关系 同时也不停查看 这阿火的状态 他融合那个小世界的 天地意志碎片 身体肯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看着面前的阿火 陈青天一手搭在 他的肩膀上 再次严肃地询问道 阿火 你是不是确定以后 都跟着我 暗族阿火 无比肯定地点点头 大声道 你救了我 又带我来这个神奇的世界 还愿意帮我救出 暗族同族 我当然会一直跟着你 你现在就是我新的神 好 陈青天很是满意他这态度 更是大声保证道 我也在此片天地下发誓 十年之内 我一定会再次带你回暗夜世界 去救你的同族 谢谢你 我的神 暗族阿火大为感动 陈青天也没有拒绝他 这样称呼自己 他欣慰地拿出一块 先武功勋令 直接对阿火道 这是我的秘密 以后也是你的秘密 我的背后 有一个强大的存在做后盾 阿火 你只要把这块令牌 融入身体 从今以后 只要你斩杀妖魔鬼怪 斩杀一切敌人 都能得到一串数字 也就是血气值 只要你收集到足够多的血气值 到时候就能换取提升实力的宝物 陈青天说完这些 暗族少年阿火 似懂非懂的点头 不过这些话 他是记住了 陈青天这时询问道 你现在是什么境界 身体没什么不对吧 面对陈青天的询问 阿火摇摇头 随即不确定地说道 我好像没什么问题 按照神你之前说的 我应该是画像镜 我能凝聚一尊黑龙神法像 说话间 阿火实诚地掩饰起来 刷 他身体里面气势涌出 展现出一尊庞大的龙神法像 陈青天见后 心里嘀咕 这根本就不是阿火真正的实力 在这暗族阿火昏迷 刚醒来的时候 他可是清晰地感觉到 这家伙身上爆发出来的气势 比一般的天象镜还要强 想到这里 陈青天向仙武宝库契林询问道 我把仙武功勋令 放入他体内 没问题吧 是不是这样 他身体的情况 就能显示出来 气励立马对陈青天道 他虽然不是人族 但也可以使用仙武功勋令 你若放入他体内 是可以扫描 显示他最基础的实力境界和资质 但隐秘的力量 和他所修炼的功法 是没办法进行查看的 听闻这话 陈青天心里明白 大概了 他对暗族阿火道 阿火 我现在就让这枚令牌融入你体内 不会有任何危害 你反而可以 查看自己一些情况 也能记录你 获取的血气质 阿火没有犹豫 点头道 我神 当然愿意融合他 说着 他直接拿了过去 请客间 仙武功勋令化为一道流光 融入他体内 而他也愣住了 思绪一下 被拉扯着 好像在与什么人对话 而这时的陈青天 也可以从自己脑海里 直接查看阿火的个人属性状态 指尖上面显示着 姓名 阿火境界 画像镜 大圆满漆 自治 万古神才 十分之十 体质 天力神体血气质 凌晨青天看到这些切 心里大呼 真是剪刀宝了 想不到这阿火 居然是拥有神体的顶级神采 哈哈 反应过来的陈青天大笑道 阿火 你就叫这个名字吗 暗族阿火点头 对 从出生到现在 别人都是这么叫我的 陈青天忍不住道 你不知道你自己很特殊吗 就算在这东占大陆 你也是了不起的存在 你修炼过多少神通法术 阿火脸色有些异样 回忆道 我神 我从小被那黑龙神选为圣子 他说我很有用处 是珍贵的东西 其实在我们暗夜世界 黑龙神只允许我暗族极少数同族修炼 基本是女性同族 可他们到了一定境界后 就会被那黑龙神带走 我虽然也可以修炼 但只修炼过一门功法 叫龙溪造化大法 其他没有修炼过任何 你所说的神通法术 陈青天文言大皱眉头 想不到会是这样 那黑龙神真把他们当猪养啊 他突然想试试着阿火的本事 瞬间开口道 阿火 为了全面了解你 我们找了安静的地方 我要看看的实力究竟如何 阿火没有丝毫意见 点头道 我神 我听你的 那走 陈青天带着阿火 朝一个方向飞去 他身上已经有东荒妖界完整的地图了 为了能安全回去 他选择了妖族部落极少的一条路 几乎是沿着妖族地界最外围飞行的 妖族地界以外 这最北边 全部是不知尽头在哪里的沙漠 陈青天此时就带着阿火 来到了沙漠里面 停下来后 他大声道 阿火 展现出你最强的状态来 不要留手 用一切手段攻击我 阿火犹豫片刻 表情认真道 我神 那我动手了 来吧 哄 陈青天话音刚落 阿火浑身被一道不可捉摸的无形气力包裹 惊人的力量 直接杀向陈青天 好 就是这样 陈青天大叫 同时展现出天雷神体 刷 好强 刚一对接 陈青天就感叹 这阿火的神体 虽然不那么显眼 但无形的力量 完全可以硬碰他天雷神体 接连几招交手 陈青天也发现问题所在了 这阿火实力强是强 可攻击手段太单一 根本没有多少实战经验 完全靠着神体力量 还有本身境界的战斗力 其他攻击手段 也就是他所修炼的那门功法 但这龙溪造化大法 只是是一门不错的修炼功法 里面显然没有凶猛的攻击招式 陈青天心里暗暗叹息 刺激道 太差劲了 除了资质和境界 你根本就没有其他战斗力 我不满意 陈青天伤势还没好 但就算用出三成实力 也足够压制着阿火了 听到陈青天对他不满意 阿火脸色一变 眼神突然变得凶猛起来 啊 一瞬间 他大急 一股奇特的力量 从身体里面涌出来 怎么 陈青天一下警觉 死死盯着这阿火 他感觉到不寻常了 这力量如同沙暴海啸 又像是面对天地世界的 呀 让人难以呼吸 轰隆 陈青天看着地面沙层 被卷上天来 也终于认真了 阿火 记住这种力量 你要学会控制他 破碎权益 陈青天还是拿出五成力量了 强大的杀招席向阿火 想要压下 他爆发出来的这股力量 轰隆隆 巨大的声响 让天地变了颜色 白昼和漆黑交替 等到一切平息 陈青天依旧站在空中 但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我神 这时候 暗足阿火从沙漠地底钻了出来 他身上的气势依旧强烈 陈青天脸色复杂地说道 好了 阿火 你这股力量非常不错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就是隐藏在你身体里面的 那暗夜世界天地意志碎片的力量 看样子 你不能很好地控制它 阿火这时候也飞身上天 不好意思地对陈青天说道 我神 是的 刚才我一下 变得很心急 无意中就使出了这股力量 陈青天笑了笑 感叹道 阿火 这股力量非常强大 就算是我 如果刚才不认真应对 恐怕也会被击伤 你要是能彻底融合这股力量 你的实力一定会大进步 甚至 就连你的体质 可能都会发生改变 阿火有些忐忑不安 连忙说道 我神 那你能教我怎么融合这股力量吗 不 陈青天刚想说他不知道 可转念一想 他是这阿火的神 又怎么能什么都不知道 陈青天这时高深莫测地说道 阿火 你放心 我会帮你的 不过在此之前 我有必要好好训练一下你 让你学一些厉害的功法 同时也应该学一些神通法术 这样吧 我们先走 这一路上 我会好好地教你的 阿火连连感谢道 谢谢我神 接下来的时间 陈青天带着这只阿火 穿越千山万水 飞翔数十万里 不断地朝天宫长城方向赶去 他们一路上 会在一些险地大山 逗留一些时间 斩杀无数厉害的妖兽和金冠 这期间 他也花费大量的血气质 给自己和阿火 兑换出天际功法 修炼王级小神通 甚至是天际大神通 整整一个半月时间 陈青天没有对任何妖族部落下手 他们这么长时间 也仅仅走了一半的路程 还要经历五六十个妖族大洲 才能接近人族天宫长城 轰隆隆一座靠近沙漠的连绵大山 传来一阵阵巨响 阿火 你进不很快 陈青天刚和暗族阿火切磋完毕 面前的一族少年 让他很欣慰 连连称赞道 阿火 休息一下吧 这四十多天来 你的实力提升很快 我跟你说了那么多事情 你应该都记住了 等到了我们人族地界 你只要稍微变装一下 不会有谁发现异常的 阿火点点头 很势拘束地说道 我神 你说的我都记住了 我能学会这么多神通功法 能帮我神做一些事情了 陈青天夸赞道 阿火 你的潜力非常大 你也非常聪 继续努力吧 说完这些话 陈青天静静地看着这阿火 这段时间以来 这家伙已经修炼成功了一门天极下品的强大功法 正式领悟迈进入门 同时也把一门天极大神通修炼到入门 另外把五门王级小神通修炼入门 虽然没有修炼之大成的神通 没办法组成神通大阵 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哪怕单独几门神通 在真正强者手里也能发挥莫大的威力 尤其是阿火这种顶级神采 虽然这阿火实力和他比起来还有一些距离 但在其他同境界强者当中 他是非常惊人的 当然 陈青天自己这段时间利用血气值兑换出大量领悟单 也同样强行修炼了一门天极功法 甚至同时修炼了十门王级小神通 其中五门小神通被他修炼至小成 还修炼了一门天极大神通 一样付出大代价后 被他修炼到小成了 他更是花费九百万血气值兑换出高级王者建议 再度领悟 如今他自身实力虽然没有太过厉害的提升 但一切稳中有序 说起来还是他的高度太夸张了 所以一切按部就班来看的话 增长就会比较缓慢 但一头神虎 哪怕爪子利牙长得再缓慢 也能撕碎绵羊 陈青天这时默念自身情况 脑海中显示着 陈青天 男 十七岁寿命长 一千四百五十境界 天象境 初期 自治 万古神才 灵石 体制 天雷神体义之道 破碎权益 高级 永恒战役 高级 王者建议 高级 功法 九天神雷大法 天级下品 入门 五级神通法术 殒灭王权大神通 天级中品 小成 无声换剑神通 王级极品 小成 灭杀阵魔神通 王级极品 小成 十方斩妖神通 王级上品 小成 战斗天雄神通 王级上品 小成 刀过八方神通 王级上品 小成 法宝 青天剑 灵气上品 血气值 774 9006 兑换一门天级功法 陈青天花了100万 血气值 天级大神通 也同样需要这么多 而十门王级小神通 美门也需要 十几二十万血气值 他这段时间以来 杀了那么多妖兽 也获取一两千万 血气值 但有相当有一部分 兑换成高等级的领悟单 和回复单修炼功法神通了 再没有毁灭妖族部落的情况下 他也难以下积攒太多血气值 阿火 我们走吧 如今他身上的伤势 在大量疗伤丹药的帮助下 基本恢复正常 可以发挥九成十例 现在的他自信满满 要不是怕激怒妖族 他完全可以去灭一些妖族中型部落 哪怕是妖族一些大型部落 他带着阿火去 说不定也能占到便宜 我神 我听你的 暗足阿火 收起手上的巨斧 就跟在陈青天后面飞行 那件巨斧法宝 自然是陈青天的战利品 比他自己使用的上品灵气 还要高一个品级 是极品灵气 继续赶路的陈青天 依旧没有急着回寒天城 一路不停 找寻妖兽 带着阿火积累血气质 虽然镇妖大将军岳鹏 非有催促他 尽快赶回寒天城 可陈青天又花了一个多月时间 依旧没有回去 此时他落脚的地方 离天宫长城 还有八个妖族大洲的距离 之所以在这里停下来 是因为他又积攒了大量的血气质 不光他 这暗足阿火 也拥有了两千万出头的血气质 现在就是动用的时候了 阿火 你这些血气质 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我想先给你提升境界 陈青天找了一个 妖际稀少的地方 要先给阿火 兑换神纪灵力丹了 阿火十分欣喜 连忙道 我神 我准备好了 嗯 当陈青天让他服用 八十二枚神纪灵力丹时 阿火达到了画像精灵界点 在花五百万血气质兑换 服用一枚天然神丹后 他如愿突破天象镜 啊 一声大叫 阿火周围天地景象大变 无数自然之力 久久过后 阿火兴奋道 我神 这太神奇了 我的境界提升了 我变厉害了 离救出我童族 又进了好多 我 我神 我阿火谢谢你这么帮我 陈青天立刻道 阿火 这一切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 只要你继续收集这血气质 也许几年后 等我们达到天地境 就能回你们暗夜世界 救出你所有的童族 嗯嗯 我神 一定可以的 我要杀妖兽 杀怪 杀妖族 杀一切敌 阿火顿时时杀气肆意 好 冷静道 阿火 接下来 在回人族地盘之前 我会带你去血洗妖族城池 陈青天打定主意了 连续穿越妖族一百多个大洲 他一直忍着没出手 就是为了在靠近天宫长城的妖族大洲出手 这次势必很疯狂 他最后要给妖族一次胆寒的教训 反正已经结了大仇 看着自身近三千万血气质 陈青天这次直接选择提升境界 当消耗96枚神级灵力丹后 他突破天向境中期 再次消耗109枚神级灵力丹 他突破到了天向境后期 看着自己剩下的800多万血气质 陈青天知道不够他提升下一个小境界了 但这个时候 他把阿火仙武功勋令剩下的500多万血气质 全部兑换成神级灵力丹服用 接着又用了自己700万血气质 接连服用120枚神级灵力丹 他突破天向境巅峰期了 这种时候 仙武功勋令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 多一个小弟就多一个打手 多一个帮忙收集血气质的助力 陈青天已经想好了 剩下这几十枚仙武功勋令 要给什么人使用 华州 妖族靠近人族天宫长城的一个大州 这里 离妖族对抗人族的大本营士人城 相隔了四个大州 作为和人族边境相抗的妖族大州 华州有极多的妖族城池堡垒 积天城 作为一个妖族边境大城 里面驻扎着50万正规妖兵 其中还有一个千妖大镇军 这里最高统领 是妖族一名画像镜的大妖将 和往常一样 这里的妖兵妖将 虽然和人族边境离得近 但大战还没有开始 一切似乎没有那么紧张 但今天不一样了 积天城迎来了两名毁灭他们的强者 轰 毫无征兆的 两道恐怖的力量 如同天法一般 轰向了积天城内的妖族兵营 请客之间 数以万计的妖兵 没有一点点防备 完全来不及反应 全部尸骨无存 这只是开始 接着 一道又一道的恐怖力量 不断从天空落下 妖族积天城 其中一座十万妖兵的兵营 数十个呼吸的时间 被完全偷袭毁灭 里面的妖兵死伤殆尽 到处是凄厉的叫声 袭击 我们被人族强者偷袭了 快 救我 我的眼睛 我的手 就算没有看到来人 所有妖族也知道 能来这里杀戮的 只能是人族强者 怒声不断响起 快请求世人城强者支援 向各处发出求援消息 所有妖族勇士 我们一起抵御人族强者 杀 无数妖族反应过来了 在那名画像镜的大妖将带领下 冲上天空 有上千的妖族强者 也在极短的时间内 组成了千妖大阵上空 咆哮地想要寻找袭击者 可他们很快就发现不对 气息太强大了 来袭的两名人族强者 他们根本无法撼动 但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没有逃跑的可能了 只能硬着头皮冲上而来 就连那名画像镜的大妖将 也在第一时间 融入千妖大阵 哦 千妖大阵 陈青天有些兴奋 这是真正的妖族战阵 里面的妖族强者不少 还有一名画像镜妖族 在里面主持 他联合大阵所有法力 竟以上妖族 幻化出一头凶猛的吞天巨兽 这庞大的气势 一般天象镜强者 都难以破阵 但陈青天何许人也 杀气腾腾道 就由我来破这妖阵 这一生豪气万丈 战意高昂 此刻的他 身上的伤势 完完全全地好了 天象镜巅峰期的实力 全部爆发了 所有的力量 汇聚成一条天河 淹没天上天下 这杀招到底有多强 连他自己都无法想象 妖阵那名妖族化 向镜强者 见到这一招杀来 就明白了一切 陈青天身上 展露的天雷神体 也暴露他的身份了 他极力地嘶吼道 是人族陈青天 你 我要杀了你 杀 他心里恐惧到了极点 面对这无法抵抗的 恐怖大杀招 他已经看到结局了 轰隆 千妖大阵一下就被撕裂 竖到口子 表面所有的能量 全部被消去 妖阵里面 几乎所有的妖族强者 都被震受伤了 甚至有不少妖族强者死亡 可惜 大阵摇摇欲坠之下 还没有彻底溃散 嗯 陈青天不得不感叹 这千妖大阵的防御 这些妖族强者的坚韧 但他没有停手 再度一拳杀出 哄 这一拳气势平平无奇 可却能撼动天地 哈哈 陈青天如同盖世魔王 一个呼吸间随意挥出上百拳 破 最后一个破字喊出 这个千妖大阵 彻彻底底地崩碎 更恐怖的是 里面的妖族强者 几乎死亡一半 妖族 这名画像竟大妖将 怎么也没想到 仅仅一个照面 由他主持的千妖大阵 就被这人族陈青天 给轻易击破了 不可敌 跑 大阵破碎的第一时间 他就下达了命令 跑 他自己动作也不慢 心里暗暗想到 这人族如同传说中一样不可敌 遇到他 可以跑 而且事后还不会受到惩罚 因为妖族高层已经下过命令了 如果这名人族神 才攻击妖族地界 防御薄弱的地方 那里的守军 可以不必战死 保存实力 趁机而逃 这就是陈青天 在妖族地界积攒下来的威势 逃 你们谁也逃不了 杀红眼的陈青天 没有半秒耽搁 直接追杀 他眼镜余光看了看远处 暗足阿火 比他还要疯狂 这妖族城池几十万妖兵 有不少想要逃跑 他们遇感到凶险 也有不少无所畏惧的蠢妖 乘坐战情过来围攻 可是他们这是真正的找死 阿火毫不留情 他仿佛是真正的蜂魔 要多疯狂 有多疯狂的 击杀这些妖兵的同时 嘴里还疯狂地念叨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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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越多 那就出我的同族的时间就更早 我不想让他们再受苦了 我要杀 杀一切敌 在极度疯狂的情况下 他居然再次爆发出 身体隐藏的那一股天地抑制碎片之力 这股力量一爆出来 就连陈青天都感觉到一阵心境 看那片天空 都被恐怖的力量包裹 所有在阿火视线内的妖兵妖将 统统被挤压到身体变形 惨不忍睹 陈青天也追上了逃跑的画像精妖族 只见这妖族身后 爆发出一尊神鹰法香 是凶鹰妖族的法香 陈青天知道 这也是妖族其中一个王族 不过今天他必死无疑 没有给到逃走的机会 仅仅十几个呼吸时间 陈青天就将他杀死 之后 这些想要逃跑的妖族强者 再次被他斩杀大半 千妖大阵的妖族强者 最后被他斩杀八百多 要不是他不想太过追击 基本上没有几个能跑掉 接着就是恐怖血腥的大屠杀 这座城池 几十万妖兵 还有上百万妖民 甚至还有几十万战情 被陈青天和阿火 几乎杀掉了一半 陈青天最后离开的时候 还无比狂妄地留下了一句 屠杀妖族城池者 人族陈青天视野 哈哈 他大笑着 带着还不愿意离开的阿火 快速飞离这里 一路朝天宫长城赶去 虽然在妖族边界 毁一座妖族城池风险很大 可是他和阿火配合得极好 不到半个时辰 就做完了这一切 在妖族大量强者赶来支援之前 潇洒肆意地离去了 至于这妖族之后有什么反应 会不会向人族报复 陈青天已经不考虑那么多了 他要的就是血气质 最后捞一把就跑的想法 很早就有了 当他带着阿火 一口气飞跃到天宫长城的时候 这一座长城要塞上面的战士 也发现了他 鼻血 高空有强者杀来 尖锐的声音 让长城要塞上的所有战士 进入了防备状态 这时陈青天带着阿火停在了空中 用响彻天地的声音 吼道 不必惊慌 我是东方军团虎威军 第四镇军副镇主陈青天 当他说出身份的时候 这一段天宫长城要塞上的所有战士 爆发无穷无尽的疑问 轰隆声不断响起 陈青天带着阿火 主动飞升下来 看着前方的要塞手将 陈青天直接把身份预牌递给了他 这人一看着身份令牌 顿时就明白了一切 无比激动到 你就是纵横妖族 横行无忌的陈青天 陈大英雄吗 李武峰看着面前这年轻的少年 怎么也想不到 他就是踏足东荒妖界上百周的陈青天 面前这位 可是妖族三大至尊种族 金虎族族长 通天境强者都抓他不住的存在 亲眼见到真人后 他激动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陈青天见他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微笑点点头道 对 是我 我回来了 接着他提醒道 这位将军 刚才我毁灭了妖族基天城 妖族恐怕会报复 你们要小心 不行的话 可以暂时撤走 我怕妖族强者同样会如此做 李武峰心里大惊 他刚才已经得到了消息 妖族基天城受到了强者袭击 不过并没有详细的情报 现在听陈青天这么一说 旁边有人立马说道 李将军 刚才我们的人族英雄陈青天 功勋玉牌上面又发生了大变化 嗯 李武峰这才想起来 眼神大变道 没错 显示又多击杀了三名大妖将 近千名妖将 天啊 他毁灭了一个妖族千妖大阵 杀了十几万妖兵啊 啊 所有听到这话的人族战士 纷纷查看起来 之后全部沸腾了 陈青天简直太凶狠了 所做的一切 他们震惊到无以复加 就没有不羡慕的 可是他们没有这个实力 没有 这个勇气 能做到这一切 煞时间 这里几十万的人族战士都知道了 拼命地叫喊着 陈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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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青天感慨 他们太热情了 不过他自然没想在这里多待 只是好心来提醒一下 希望他们重视起来 把这个消息传遍天宫长城 以防妖族来袭 那他也该回寒天城赴命了 于是告辞道 我要回寒天城向大将军赴命了 你们小心 李武峰和无数的战士 呆呆地看着陈青天飞走 他们也注意到了陈青天后面的阿火 但是没有谁多想 觉得那人 应该也是东方军团的一名强者 此时的阿火 全身拢罩在一片黑甲之下内 这件盔甲 是陈青天在仙武宝库里面兑换的 功能极为隐秘 能让人看不清真实面貌 甚至他还给阿火体内 也种下了屏蔽天机服 这样就没有谁能随便定位他的位置 甚至他也能压制自己身体的气息 随时隐藏自己的秘密 很快 陈青天接到了岳鹏飞的紧急呼叫 从声音就听得出来 岳鹏飞的心情极为复杂 陈青天 你刚才毁灭了妖族边境的积天城市吗 你做这种事之前 为什么不跟我汇报一下 陈青天心里一惊 他明白岳鹏飞的担心 他这样做 搞不好会引发人族和妖族 新一轮的相互攻杀 但为了血气质 他只能先斩后奏 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这个时候他还是解释道 大将军 既然我们跟妖族早晚会大战 那么现在 我杀灭他们的有生力量 我认为自己作对 对面的岳鹏飞没有发怒 也是淡淡道 你没错 接着又传来声音道 陈青天 你确实没有做错 这次也是你的一份战功 不过 以后有这种事情 你还是要先跟我汇报一下 我已经对你开通了权限 你可以直接用你的身份预排 跟我对话 陈青天这个时候 也是表面答应道 大将军 我知道了 以后再对妖族出手 我一定提前和你说 哈哈 乃至岳鹏飞传来笑声道 陈青天 我也没有怪你的意思 只是觉得你胆太大 我得到消息 妖族对你下了必杀令 以后你要是出现在战场 他们强者都是盯上你 你还嫌你的仇恨积攒的不够多吗 陈青天心里一松 他也不认为岳鹏飞 会为了这事训斥他 如今听他这么一说 顿时也明白了 自己是太锋芒毕露了 可岳鹏飞不知道 他不是为了贪那些军功 也不是贪一些虚名 他要杀妖族的血气值 提升实力啊 想到这里 陈青天好笑地回道 大将军 我知道妖族恨我入骨 但你放心 我保命的手段也不少 而且马上就回来跟你负命了 以后和妖族大战 我倒希望他们来围攻我 省得我一个个去杀 岳鹏飞听到这话 迟疑了片刻 才感叹道 真是无畏真英雄 接着大声道 陈青天 我等你回来 寒天城千万战士 也在等你安全回来的消息 陈青天也高声道 大将军 我很快就回来 和你负命了 好 两人很快就断了通讯 而此时的陈青天 已经进入了人族地界的通天狱 通天狱也是边境大狱 这里离寒天城所在的寒天城 还有三个大狱的距离 他要回去 还需要一天时间 不过在此之前 他和阿火也需要整理 这次在妖族城市的收获 找一个地方停了下来后 阿火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神 阿火刚才做得不错吧 我得到了三千多万血气值 陈青天毫不吝啬地夸奖道 阿火 你做得非常好 你刚才获得的血气值 并没有比我少太多 现在 就是该使用的时候了 刚才杀了那么多妖族 陈青天也获得了 四千万多万的血气值 如今 他已经达到了天象境巅峰 这一刻 他又问鼎法通 第八境空域境的底气了 一旦达到这个境界 哪怕大宗门里面 也有当副宗主的资格 在东方军团里面 他已经知道了 那十大统军将军 大部分也是这个境界 如果按实力来说 一旦提升到这个境界 就有统领一军的资格 没有犹豫太久 陈青天向先无宝库契林问道 我要突破空域境 需要什么条件 契林回答道 这个境界 是精神力大增的一个境界 想要达到空域境 自身的精神力 需要实质化 这个境界 也非常的玄妙 你需要兑换出精力神丹 之后凝聚出自己的精神之海 才能突破这个境界 但是 我需要重点告诉你 一枚精力神丹 需要两千万血气值 而你用这精力神丹 凝聚精神之海 成功的概率只有八成 还有两成可能会失败 一旦失败 你需要重新换取精力神丹 再度凝聚精神之海 什么 这一刻 陈青天心头一惊 它境界越来越高 问题终于出现了 原来并不是所有的境界 都可以靠 仙无宝库的丹药来解决的 他已经看到了一个不好的兆头 那就是 仙无宝库的好处 也是有上限的 这里 就体现出来了 那精力神丹 需要两千万血气值 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 突破空域境 却有失败的概率 万一它运气不好 或者意志不够坚定 那么可能需要两颗 甚至三颗精力神丹 才能突破到空域境 而接下来的空间境 通天境呢 是不是所需要的宝物 也有极大的失败率 甚至只有五成 六成的成功率 这么说来 等到了天地境 就只能靠自己去突破境界 就算有宝物辅助 恐怕也需要海量的血气值 才有可能突破境界 陈青天想了这么多 怀着忐忑的心情 向仙无宝库气灵询问道 我知道了 是不是等我突破更高的境界 就算再厉害的宝物 也只是 提高我突破的概率 而不能百分之百保证 我突破境界 你能回答我吗 灵气干脆道 陈青天 你说得不错 随着你境界越来越高 哪怕再厉害的宝物 也不可能让你无限突破 仙无界当初是比较厉害的一件 但它也是有限的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突破空间境所用的宝物 只有六成机会 让你成功突破 一旦失败 你要再次花费血气值 兑换突破所需要的宝物 好 我明白了 事到如今 陈青天脸色恢复常态 反而十分地洒脱 他当然想得通 短短一年多时间 他就达到天象境 这对一个资质普通的少年来说 无疑是十分逆天的行为 万事万物 都有能量守恒定律 他当然知道 他不可能利用仙无宝库 无限制地突破下去 那样的话 他自己都觉得不真实 只不过 这一天真的到来 他还是有短暂的心慌 不过随后 他依旧豪气冲天 就算不能完全依赖仙无宝库 他也有强者的骄傲和自信 他的起点 已经高得可怕了 又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要突破空欲剑 陈青天已经下定决心了 八成机会完全可以接受 当他服用142枚神级灵力丹的时候 他终于达到了天象镜大圆满期 当他再次服用157枚神级灵力丹 他终于达到了天象镜的灵界点 可惜 他本来剩下的血气值 根本不够换取精力神丹 不过他早在阿火这里 提前拿了1000万血气值 这一刻 他毫不犹豫地 花费2000万血气值 兑换出一枚精力神丹 这枚丹药 不是一般的丹药 里面所蕴含的精神力 无穷大 陈青天直接捏碎这枚丹药 用力一吸 顿时庞大的精神力 涌入他的脑海 我神 旁边的阿火 看到陈青天身体的变化 突然紧张起来 因为周围的一切 都开始大变模样 先是发出一响 接着狂风大作 后来雷雨交加 慢慢地 电闪雷鸣 一切的一切 都在不停地变换 仿佛这个世界 在不停地发生改变 陈青天对自身外面的事情 一无所知 他正沉漫在精神世界里 这里无边无际 所谓心有多大 世界就有多大 唯心所现 唯时所变 此时的他 在创立自己的精神世界 一切是那么不可思议 我的世界 永远无限 哄 一个巨大的领域 笼罩这片天空 这是一个星空世界 没有尽头 里面包含一切 森罗万象 陈青天睁开眼睛 站在领域中央 看着不知所措的阿火 安慰道 别怕 这是我的新境界 这是我的领域 我神 阿火小心地站着 不敢乱动陈青天 成功突破空欲镜了 他的脑海里 出现了一座精神之海 能够完美展现出来 形成领域 有了这精神之海 他的大脑更加清晰 能够过目不忘 日记万事 甚至能精神实质化 刺破别人的大脑 探知别人的身体秘密 这还不是空欲镜所有的玄奥 这个境界 甚至能用精神之力 杀人于无形 陈青天也感叹 难怪在这个境界的强者面前 我身上没有丝毫秘密 我身体能轻易地被别人看出 穿当出那些强者 用精神之力 在我身体里面游走 探知我身体里面的一切 现在我也可以这样 陈青天收起领域 走了几步 感受身体的变化 他很快望着身边的阿火 突然精神力探知出去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阿火体内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在他胸口里面 有一个独特的空间 但陈青天的精神之力 不敢轻易进去探视 而阿火的天力神体 也完完全全被他看出来了 这种神体 存在于他身体各处 自然 凭着精神之力 陈青天也能探知阿火的境界 天象镜初七 这时候陈青天说道 阿火 我不是在你体内 放入了屏蔽天机符吗 你现在可以尝试 把你的境界压制在神丹镜 把其他的力量隐藏起来 阿火闻言 听话地点点头 这时候 他身体一股气息涌动 接着画像镜和天象镜的力量 被他隐藏了起来了 陈青天再用精神力一探 果然 他只能感觉到 阿火是神丹镜 根本就看不出来 他是天象镜 甚至他体内那一股神秘的力量 都被他用屏蔽天机符给藏了下来 消失得无影无踪 好像不存在一样 其实一直存在 只不过隐藏得太好了 恐怕天地进强者 都没那么容易 看出他身体里面的问题 好 非常好 陈青天这时也大为满意地说道 阿火 以后你就把你自身 尽隐瞒成这样子 这样对你自己 也是一种保护 是 我神 阿火自然极为听话 陈青天接着对阿火说道 好了 你身上还有两千多万血气值 这些血气值 我帮你好好规划一下 陈青天已经有打算了 这暗族阿火战斗起来极为凶猛 但却没有太过厉害的杀招 他的功法和神通 都是心学的 对付一般强者 当然没问题 但万一遇到同等级的强者 他战斗起来 肯定会非常吃力 陈青天决定给他兑换一支道 他手上的 那把灵气神斧 被他发挥得虎虎生威 陈青天用他剩下的血气值 花两百万 兑换出初级凶微腐义 让他领悟 接着又花费四百万血气值 让他领悟终极凶微腐义 最后花费六百万血气值 直接兑换出高级凶微腐义 这样他以后 就有了绝强大杀招 等阿火全部领悟之后 他的血气值也不多了 陈青天又给他兑换了 大量的领悟丹和回复丹 甚至还兑换出来 很多比较好的疗伤丹药 全部交给了阿火 因为他打算和这阿火暂时分开 毕竟他的身份特殊 又不是东方军团的人 带他回寒天城 绝对不是好的选择 他打算 这阿火留在万峰大山附近 这样他可以时时刻刻地 在里面击杀妖魔鬼怪 积攒血气值 关键时候 也是自己的一大助力 阿火自然没有意见 他们身上有实时联络工具 有什么事情 都第一时间说明 等整理好了一切 陈青天也终于可以安心地 回寒天城赴命 经历了三四个月 在妖族地界 多了个那么大的圈子 干了那么多的事情 他终于结束了这次征途 寒天城外 数以百万计的东方军团战士 昂首战力 盔甲之海泛起阵阵光芒 因为他们已经得到消息 他们东方军团的英雄 陈青天回来了 那道身影 慢慢地向寒天城靠近 所有的战士全部看见了 那渺小 却伟大的身影飞跃来了 陈青天也愣住了 想不到寒天城外 这么多战士出来迎接他了 这一刻 他的心里也被触动 来这个世界这么久 他自己也慢慢融入了 他所遇到的人和事情 都是那么地清晰 这一切不是梦 这些面孔 很陌生 但是又觉得很清静 在这个妖魔鬼怪 共存的世界 同为人族 必须团结起来 维护共同的荣誉和尊严 甚至是保护自己的生命 陈青天没有继续飞天 他直接降落在地上 一步一步地 向着数百万战士走了过去 他身边不断传来 整齐又狂乱的吼叫声 陈青天 陈青天纵横妖族陈青天 那些声音 富有激情 带有壮志 全部有着非一般的热血豪气 他们对陈青天这种厉害的强者 无敌的英雄 无比的崇拜和敬仰 陈青天也是热血澎湃 他慢慢地走着 没有人上来拥抱他 但是每一个人的首饰 仿佛在拥抱他 不停有人撤开一条大路 迎接他的归来 陈青天就这样一直慢慢地走着 回敬笑容 感受这一切 哈哈 这时洪亮的笑声传来 虎卫军统军将军 善无悔从天空落下 直接来到了陈青天身边 无比热情地抱住了他 嘴里口沫非见的吼道 不愧是我虎卫军的好男 纵横妖族上百周 我都没这么干过 陈青天见到他 礼貌道 善将军 你过奖了 真没想到 这么多军中兄弟过来迎接我 连你都来了 善无悔高声道 陈青天 这些战士会过来 可不是我们刻意组织的 他们全部敬仰 你的所作所为 大将军下令 今天寒天城战士 都可以自由选择来城外 瞻仰你的英姿雄风 我也忍不住要来看看 你到底有多厉害 能让妖族拿你没办法 陈青天知道 这丹无悔的 却非常好奇 一直在用精神力 打探他的境界 按理说 这是不礼貌的行为 但陈青天也没有在意 他已经把境界 隐藏在天象境初期了 但就算这样 善无悔也是 万分吃惊 脸上表情说明了一切 陈青天笑了笑 善将军 我做的这些不算什么 实力比起你来 还大有不如 我们先回城吧 善无悔眼神有着阵阵亮光 震撼道 陈青天 别怪我无理 面对你 我真是忍不住心里的痒痒 你居然真是天象境强者 我怎么也没想到 你 难怪你能斩杀那吼狼足天 向尽神采 以你的实力 我都未必是你的对手 我东方军团 再添一名神将 可喜可贺 陈青天理解他的吃惊 自己的成长速度 超出了所有人的理解 震惊过后 善无悔拉着陈青天胳膊道 跟我去见大将军吧 你这次立的军功太大了 真不知道大将军会怎么将伤你 好 陈青天跟着善无悔飞身 但他没有急着走 而是站在空中 凝视数百万战士 法力凝聚扩音 声音回荡道 军中兄弟们 弱论军灵 你们都是我前辈 我们在抵御妖族的最前线 每一个人 都有一颗保卫亿万人族民众的心 我所做的一切 只是我能力大 我相信 你们杀妖族的信念 不会抵御我 今天你们来城外为我呐喊 我真心感动 他日战场之上 我们联手 同生共死 斩灭所有妖族 哦 好 同生共死 斩灭所有妖族 斩灭所有妖族 陈青天说的慷慨激昂 感染了无数战士 他们不停尖叫呐喊 一时间 声响传遍整个寒天城 气势感染无数战士和强者 寒天城偌大的城墙上 白云飞和不少镇军战士 站在上面 他望着陈青天 飞越进城内 心里无限感慨 当初的那个小小道学生 一度跟他请教问题 自己还单手压制过他 可现在 已经成为了 他仰望的存在 受千万人敬仰 一切恍如梦境 但他心里只是恭贺 没有极度心理 也庆幸陈青天能安全回来 默默为这位朋友高兴 寒天城一处阴暗的角落 改名幽图仙的石清玄 正和一名英俊邪魅的男子 站在一起 听着无数人叫着陈青天 他心里默默道 青天弟弟 真的是你吗 想不到当日寒地成一别 两人命运都有这么大的变化 石清玄基本确定 这陈青天 就是他所认识的那那个少年 可他没想去相认 他身上背负的太多了 两人立场根本不一样 图仙师妹 你怎么了 这外面的声音 吵到你了吗 一旁的英俊男子讨好地说道 幽图仙脸色冰冷 冷冷道 幽谷 做好你自己的事 等一下还要去见师尊 哼哼 幽谷笑道 不知道师尊又有什么新任务交给我们 不过以我们如今的实力 不给点刺激的 真没有意思 哼 幽图仙冷声道 你觉得自己很厉害了吗 幽谷脸上黑黑一笑 嫉妒道 跟这臭屁的陈青天比 是还有些差距 不过我早晚会跟他一样 名传天下 让所有人记住我的兄名 接着他盯着幽图仙道 当然 师妹你也一样 早晚成为这东战大陆有数的大能强者 幽图仙没有反驳什么 他的魔鹰肢体 配合他修炼的先天无忌魔攻 可以强行吸收别人的法力 提升境界 如今他的境界 已经不低了 陈青天跟着善无悔 来到大将军殿十八层 这里不光有岳鹏飞 还有不少东方军团高层 陈青天一来 立马高声道 拜见大将军 我深入妖族的任务完成了 特意来向你赴命 岳鹏飞笑意满满 答道 陈青天 这次任务 你坚持的时候最久 做得也最好 这一切超出大家的意料 我想再做的这些将军 没有不对你好奇的 你不简单说说吗 陈青天环视四周 发现这些东方军团的高层 全部大眼瞪着他 想仔细研究一番 见此 他眼神一动 望着满是笑意的岳鹏飞 开始瞎扯道 不瞒各位 我得到上古大能强者留下的道统 继承了一部分宝物 才修炼至今天这个境界 有这等成就 不管别人信不信 陈青天总要为自己进展 如此快的修炼速度找个借口 免得一个个过来问 到时候不厌其烦 他现在展现出天象尽神才的实力 身上就算有天大的重宝 别人打住一钱也要掂量掂量 这里的人听到这个理由 眼神闪烁 他们当然羡慕 这陈青天 小小年纪有如此境界 手段高明 又立了这么多军功 大势已成 只能交好了 这时候 岳鹏飞也配合到 原来如此 居然得到了上古强者的传承 陈青天想不到你有如此机缘 很好 这是大家都知道了 你放心 在我东方军团 不论个人得到任何好处和宝物 都是他自己的 任何人不会染指 岳鹏飞说完这些 话锋一转道 接下来 对于陈青天此次的功劳 大家有什么要说的吗 岳鹏飞这样一问 在他下手的总监军甲国中 就笑呵呵道 陈青天厉害啊 他这次 真是重重地 踩踏了妖族的尊严 而且还斩杀了一名天象镜的妖族神才 更击杀那么多神 担尽以上的大妖将 数以千计的妖将 数十万妖兵 毁灭那么多妖族部落城池 这种功劳 我们应该先上报帝国中央 请求封赏 等候旨意 之后再做定夺 甲国中这话一出 下面不少将军 就大皱眉头 作为实权仅次于岳鹏飞的 征东将军关雄安立马道 帝国奖赏陈青天是应该的 不过在此之前 我们也应该讨论 我们东方军团该怎奖赏安排他 甲国中依旧坚持到 这么大功劳 要给什么奖赏 君职 爵位 都应该由帝国中央决定 我坚持自己的意见 你坚持个屁 关雄安大怒道 甲国中 东方军团的事情 轮不到你来管 我让你很久了 你最好别说话 你说什么 甲国中大气 脸色阴沉道 关将军 我甲国中是皇帝 亲自任命的总监军 东方军团任何事 我都有资格插手 你敢如此如我 我会上坐中央的 接着他又看向岳鹏飞 严肃道 岳大将军 我希望你能为帝国中央为尊 以皇帝旨意为准 岳鹏飞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伸手制止了 想要继续发怒的关雄安 又与其平和道 东方军团是大下帝国的军团 但是大帝说过 军团内 我有行使一切的权利 陈青天的事 军团内部安排就好了 至于爵位和其他封赏 就由中央安排 我想 不会小气的 你 甲国中深深地看了一眼岳鹏飞 随即低下头去 面前发生的一切 陈青天都看在眼里 他清楚地感觉到 这些将军 似乎不那么在乎 大下帝国中央的态度 这总监军甲国中 看起来没有一点威信 完全没有人帮他说话 等岳鹏飞说完 虎威军统军将军尚无悔道 要我说 以陈青天的功劳和实力 完全可以安排 作我虎威军副统军将军 跟我一起 统领虎威军 凭什么 斩龙军统军将军袁弘弘厉 当即反驳道 当你虎威军副将 太委屈了 我斩龙军实力强劲 陈青天来了 更有用武之地 谁知又一名统军将军道 不妥 我看来我杀雄军最合适 难道我们战狼军就差吗 哼 还得来我们基因军 陈青天默默看着这一切 自己仿佛是他们的战利品 一个个想要强夺过去 两久过后 岳鹏飞见他们安静下来 才出口道 我有想过 让陈青天独领一军 你们觉得怎么样 啊 西子言一出 不少东方军团强者 都发出惊呼 陈青天也大感意外 想不到岳鹏飞这么看得起他 独领一军 听起来就霸气 不可 甲国中第一个跳出来反对道 东方军团实军 是帝国中央任命的 怎么可以再次扩军 这是万万不行 这次 争东将军关雄安 没有继续对这甲国中 而是犹豫道 大将军 陈青天加入我们东方军团 不过半年时间 况且 他如此年少 资历问题太浅了 怕不合适 其他这些将军也沉默了 要是一下 让陈青天和他们平起平坐 他们一时之间 根本接受不了 想他们这些人 最起码都为帝国征战百年有余 经历无数次生死 才到今天这个位置 在东方军团有这等地位 可面前这个不过二十岁的少年 他们都还不太了解 虽然资质神才 实力强大 可一次大功劳 就独领一军 怎么也说不过去 眼见一时没人说话 善无悔沉声道 我倒觉得 大将军这个提议不错 我是知道 你们怎么想的 陈青天斩杀吼狼族天象静神才 你们有几人做到过 而且他能在天地静大能强者的算计下 在金虎妖族长眼皮子底下逃走 你们有谁敢说 能在那头通天静凶虎手里跑掉 而且我还要说 陈青天不但立下滔天大功 打了整个妖族的脸 他自身潜力 你们都看到了 可能要不了多久 你们面对他也只有被镇压的份 说到底 还是你们心里问题 一时放不下身段 太执着于资历面子 可 斩龙军统军将军袁弘弘力眉头紧锁 缓缓道 老善 话不能这么说 在军中 资历还是要讲究的 陈青天的潜力和功劳 我们心里都清楚 但他毕竟年轻 对我们东方军团都没有完全了解 这要是一下独领异军 提拔太过 简直前所未有啊 这样反而容易害他 我看这事 完全可以再等等 是啊 大将军 我也认为可以暂缓陈青天独领异军的提议 等他彻底融入我们东方军团 再做商议 一时间 大都是反对声音 余下几人不说话 意思也很明显 岳鹏飞没有太过意外 笑道 陈青天 你自己认为呢 陈青天心中早有思索 毫不犹豫到 大将军 诸位将军说得不错 我资历太过浅薄 就算为帝国立了些功劳 又哪有资格独领异军 我也拒绝 岳鹏飞点点头 再次说道 好 陈青天 那你有什么提议 可以跟我说 陈青天平静道 大将军 那我直说了 不那么喜欢受约束 如果可以的话 我不想要任何军职 以后直接听命于 大将军你一人 如果有杀妖族的任务和大战 你跟我说就好了 其他时间 我自己安排 嗯 这些将军 没想到陈青天会这样说 什么军职都不要 要自由不受管束 居然如此洒脱 是气话吗 岳鹏飞也略带惊讶道 陈青天 这是你真实想法吗 陈青天目光清澈 高声道 发自内心的想法 还望大将军成全 岳鹏飞犹豫片刻 摇头道 就算你什么都不要 可我不能这么做 接着他下了什么决心 指示陈青天道 你来我镇妖军 我任命 你为镇妖军第三镇军镇主 再结合你的想法 你可以随意安排 你统领的第三镇军 除了我之外 你不必听任何人命令 我会给你充分的自由 当镇主 陈青天没想到 居然只是让他 当一个镇军镇主 但他很快发现不对劲 周围的这些将军 全部露出了 吃惊沉思的表情 陈青天确实也没有多想 既然岳鹏飞都这么说了 他也随口答应了下来 大将军 你既然这样安排 我听你的 嗯 随后岳鹏飞又继续说道 陈青天 我知道你身上肯定不缺宝物 东方军团给你的实物奖赏 你想要什么 都可以去军库挑选 当然 那些东西上线也摆在那里 你自己看着办就好了 陈青天笑了笑 确实 他身上的好东西确实多 功法什么的都不缺 东方军团的军库 怎么可能跟仙武宝库比 对别人来说 这是梦寐以求的好事 可对他来说 只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 就算是法宝 他这次杀了那么多神 丹靖以上妖族 身上灵器十几件 他最多去军库拿绝品灵器 盗器这种好东西 肯定是没有的 但陈青天还是高声道 谢大将军慷慨 很快 关于陈青天军功的事情 讨论就告了一段落 刚走出大将军殿 善无悔就跟了上来 自告奋勇 想要帮陈青天处理接下来的事情 两人走在宽广的大道路上 似乎有很多话要说 善无悔先开口了 陈青天 没有让你独领义军 你也不用多想 这些家伙 也只是一时难以接受而已 等你在我们东方军团 再待一段日子 再立一些惊世骇俗的新功 我想那些家伙 就自然哑口无言 不会再反对了 陈青天点点头 他心里清楚 岳鹏飞当时提出来 让他独领义军 也只是在试探些什么 或者说 给他下一次铺路 看样子 这大将军确实挺器重他 应该真有让他独领义军的想法 此时他无所谓地摇头道 善将军 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心思 诸位将军的 心情我也能理解 善无悔叹道 说起来 大将军很器重你 其实都出乎我的意料了 不过我相信 你不会让他失望的 陈青天觉得 岳鹏飞很有眼力 现在就敢这么培养自己 他突然好奇道 对了 刚才大将军任命 唯威镇妖军 第三镇军镇主的时候 你们表情怎么都那个样 善无悔一笑 神秘地说道 陈青天 我们东方军团的历史 可是非常悠久的 你知道岳大将军 没有当上大将军之前 在什么位置待得最久 陈青天摇头 他对岳鹏飞的过往 他也只了解了一个大概 觉得他人生很传奇 善无悔说道 大将军曾经在镇妖军 第三镇军镇主的位置 待了上百年 哦 陈青天一时惊讶 善无悔接着说道 我们东方军团是军 镇妖军实力绝对第一 也是大将军直接统领的 里面总共有十大镇军 前三镇军的实力非常强 里面有大量的钢体镜 飞天镜 甚至还有神丹镜 乃至画像镜的强者 所以一旦大战 他们就是绝对的主力 现在 由你成为镇主 主持战争 绝对可以对抗那些 法通第九镜 甚至第十镜的强者 陈青天听明白了 镇妖军第三镇军那里面 聚集了东方军团大量的强者 而且又直接归岳鹏飞同管 甚至这镇妖军第三镇军镇主 还有不一样的意义 曾经岳鹏飞也在那 当了很长时间镇主 这是一个什么信号 恐怕会让别人多想 不过陈青天却没有想那么多 笑了笑说道 单将军 这样我压力好大 会被别人拿我和大将军对比 哎 以后 你们可别笑话我 单无悔眼中闪过智慧般的光芒 大声道 陈青天 以你的本事 早晚会走到我前面 你到时候别小看我们才好 陈青天微笑得摇摇头 也没有谦虚客套什么 他真实境界是空欲境 这单无悔的境界 虽然和他一样 可他本身的实力 要对付善无悔 是没什么太大压力的 东方军团这些统军将军 即便是空间进强者 他也能对战 至于结果如何 他还没有和这种强者厮杀过 不好判断 但他对自己有绝对的自信 避开善无悔那热情的目光 陈青天带有好奇地问道 善将军 有些事我不想藏在心里 我看 你们对大夏帝国中央 似乎并没有那么恭敬 善无悔文言 嘴角一笑 陈青天 你还是太年轻 大夏帝国很多深层次的东西 你以前没有接触 有些事情说来话就长了 陈青天当然承认 他对于大夏帝国的认识 肯定是停留在表面 他来这个世界才多久 这大夏帝国的历史有多长 内部有多复杂 一些有身份的强者 都搞不清楚吧 他以前就是个小人物 接触的等级太低了 他肯定不知道 这里面有多少猫腻 于是带着好奇的心 他继续道 善将军 不如你长话短说 也让我心里有个数 那好 善无悔之言说道 陈青天 你现在进入大将军 直接统领的镇妖军 那么也算是自己人了 我就简单和你说说 这大夏帝国 看起来锋芒正盛 强大无比 可实际内部 却并不是你想的那么和谐 你刚才和大将军提出 你想要自由 不想被过多的干涉 其实我们这些强者 谁又愿意被别人干涉 被其他人指手画脚控制 整个大夏帝国 或者整个东战大陆 到了一定境界的强者 都有自己的想法 不愿意屈服一家一姓 凭什么让我们给那些 靠招家世的弱者下跪 我们东方军团 这么多年来以来 早就形成了一个独立团体 内部的将军任命 基本上是我们自己内部讨论 大夏帝国中央很难插手 当然 我们表面肯定要维护 大夏帝国的完整 因为这对我们来说 也是有利的 可要是触及 我们内部重要的事情 我们是不会让步的 所以 当才那总监军甲国中说话 我们一个个都不放在眼里 他不过是帝国中央派过来的 一个摆设而已 我们让他过来参加会议 也是维持帝国的面子 现在你明白了吗 陈青天听完深吸一口气 这里面的信息太多了 善无悔的这番话 确实让他感觉很意外 没想到 表面看起来强盛无比的 大夏帝国 内部居然是这种情况 随即他笑了笑 这事还轮不到他来操心 大夏帝国能存在几万年 压制这些宗门家族 其中自然有他的道理 他这事感谢道 善将军 我心里算有个数了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善无悔一手 拍在陈青天的肩膀上 豪迈地说道 陈青天 以后跟我不要客气 我们会让你尽快融入这里 你待在我们东方军团 绝对是一个好选择 大将军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我们这些统军将军 都非常敬佩他 也愿意围绕在他的身边 虽然他讲究各种规矩 但是却不已是压我们 在他手下 其实是相当自由的 陈青天明白 他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在没有真正无敌之前 他也要抱团 他确实需要一个后台 一个明面上的靠山 这样以后 能减少很多麻烦 危机时候 也有一群人帮你出面 陈青天这时 也非常诚恳地说道 善将军 你放心 我对大将军也十分崇敬 真心愿意留在东方军团 为这个团体处理 好啊 善无悔大为高兴 两人似乎聊得很投缘 善无悔对陈青天的问题 并没有什么隐瞒 接下来 两人又走了一段路 相互了解了一下 青天啊 就在丹无悔 又要说些什么时候 突然前方一道强劲的气势出现了 善无悔和陈青天脸色一变 双双看向前面 只见一个老者 在前方站着 但他双脚并没有落地 看起来如同鬼魅 陈青天并不认识他 但是却能感受到他的强大 嗯 善无悔却是皱着眉头说道 安特使 不知道你有什么事情 安天丽的目光 没有放在善无悔身上 而是一直盯着陈青天 他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我来这里 侍奉十六皇子 和二十三公主的命令 让这位刚从妖族回来的帝国大英雄 陈青天去见价 善无悔没有说什么 看向了陈青天 接着小声道 他叫安天丽 是法通第九经的强者 也是这次护送皇子 主来我们东方军团历练的皇宫强者 青天 要不我陪你去一趟 可善无悔才说完 安天丽听到后 立马笑眯眯地说道 皇子和公主只召见陈青天 善将军 你就不用陪同了吧 陈青天没有丝毫一样 一脚踏前 礼貌地说道 安特使 说起来上次公主为我请公 授封帝国自觉 我还没有过去谢谢他呢 接着他回头对善无悔道 善将军 那我先去了 其他事情待会再说 善无悔点点头 看了看安天丽 陈生道 那你去吧 你放心 这里是东方军团的地方 一切由大将军说了算 陈青天点点头 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他很快跟着安天丽 来到了一座看起来十分辉煌的高层小宫殿 没有太多繁琐的礼节 他被直接带到了一处大厅 安天丽让他在这里安心等着 他也不介意 就安安静静地站在这里 想看看这皇子和公主要摆多大的谱 不长时间 十六皇子姬承文和二十三公主姬 心灵就出来了 他们身上穿得非常华丽 金袍玉冠 配饰戴琪 看起来皇家风范十足 陈青天想起上次见他们时 和这次真是大不一样 但这时他也是简单一拱手 平静地说道 陈青天见过皇子 见过公主 姬承文眉头一皱 没有马上开口说话 他对陈青天现在是非常好奇了 当时落难遇见 大家共同对敌的时候 他只觉得 这少年是个人才 但还不配和自己对话 可如今才发现 这是条猛龙 现在对方姿态度这么高了 这陈青天回寒天城时 数百万战士去城外迎接 那珊瑚海啸的声音 当时就吵得他心烦意乱 现在见到这家伙也不下跪 也不说一些好听的话 直接就这样行礼 他心里气不打一出来 冷着脸说道 陈青天 你见到本皇子 为何不跪 姬心灵也呆呆地看着陈青天 这少年身上 那股神秘的气质更浓烈了 他有些后悔 当初为什么没有坚持 让陈青天做自己的直属护卫 如果早点拉拢他 这样的话 他现在就得到了一名 能够击杀天 向尽妖族神才的厉害人物 可惜了 太可惜了 他心里暗暗后悔 这时见陈青天如此傲慢 听到皇兄的训斥 他也没有立即出声 而是微笑地看着这一切 陈青天这次 居然没有找什么理由 直接从嘴里蹦出来一句 我不想跪 你说什么 听到这话 积成文言里顿时闪过强烈的怒意 大声喝道 我乃帝国十六皇子 你贵我天经地义 不贵就是无礼 就是冒犯 你可知罪 陈青天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 他确实不想跪 也理解刚才善无悔说的那些话了 这所谓的皇子公主 虽然是极为妖孽的人物 但一切还是仗着出身后 要不然就这等实力 他动动手就能捏死 他们在自己面前 就是典型的弱者 哪有强者会心甘情愿向弱者下跪 来到这个世界 他走到今天 虽然时间很短 可是也很不容易 有一颗坚韧的心 有自己的傲骨 这所谓的皇子公主 如今哪有让他下跪的资格 仅仅是靠着皇家身份吗 不够哥 陈青天这事也冷冷地说道 你们叫我过来 就是来给你们下跪的吗 如果这样的话 我是挺失望的 此时姬心灵刚要开口说什么 谁知道一旁的安天丽阴冷的声音就响起来 真是狂妄无礼 以为自己在东荒妖界待了几天 杀了几个妖族 就可以无视皇家规矩吗 该罚 最后两个字落地 一股庞大的气势 就朝陈青天身上压来 还伴随着精神攻击 看这样子 是要陈青天强行下跪 嗯 陈青天感受着泰山压顶般的气势 眼神煞气十足 他丝毫不慌 强大的力量一出 支撑着身体 无论这安天丽怎么爆发能量 他都扎在那里 如同定海神针 丝毫不动 双方庞大的气势 让一旁的姬成文和姬心灵脸色 瞬间变得惨白起来 姬心灵当即叫道 安老 住手 安天丽文言 果然收起了身上所有的气势 他眼里闪过一光 心里非常惊讶 这看少年 明明只是天向境初期的境界 但身体气势 居然能跟他相抗 简直匪夷所思 看样子 这陈青天能纵横妖族 不是光平运气的 他当即冷冷到 是有几分本事 不过如果我刚才真出手 不知道你能抵挡几招 陈青天此刻心情也非常不好 这老家伙 真把自己当小角色了 居然想要用实力压制他 就算他是空间进强者 如果自己真爆发全部的力量 还是有打赢的可能 听到这挑衅般的话语 他也毫不客气地回对过去 能支撑几招我不知道 但你很可能死在我的手上 小子 你真敢 安天丽没想到 面前这少年 竟敢对他如此不敬 眼中的杀气 已经露出来了 姬承文和姬心灵也惊呆了 没想到这陈青天如此狂妄 安天丽究竟有多强 他们再清楚不过了 这陈青天如此狂 是什么原因 是对自身的实力的盲目自信 还是认为 东方军团会保他 应该是后者了 就算他能斩杀妖族天象尽神才 可面对安老 也丝毫没有活下来的可能 姬心灵见安天丽神情 他赶忙出声道 陈青天 快跟安老道歉 刚才一切都是误会 我皇兄也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安老也是想试试你的实力 我们这次请你过来 也是想再次为你请公 奖励你为帝国做的贡献 陈青天表情恢复常态 丝毫没有服软的意思 对着姬心灵说道 公主 今天的事情 我不会放在心上 多都不说了 我做的这一切 没什么好炫耀的 上次你为我请公 我十分感谢 这次我获得的军功 帝国该怎么奖赏 就怎么奖赏 如果没有赏赐 我也不会说什么 就不劳公主费心了 姬心灵一时语色 没想到陈青天如此姿态 真的是 这次和上次的态度 发生了太大的改变 看样子 一个人实力强劲之后 说话的底气都充足了 安天丽沙心 已经到达顶点 下杀手了 哈哈 姬成文感受危险气氛 这时脸色生硬的大笑道 陈青天 你确实够狂妄 好 刚才的事情 我可以原谅你 但是你现在 给我展示一下你的神体 让我看看 究竟有多强大 展示神体 陈青天嘴角微动 不知道这皇子 打的什么主意 不过他现在心情并不好 如果对方一开始 就好好说话 他可能会满足对方 可是他们一来 就以示压人 甚至还想着强迫动手 如今他自然 不会有什么好脸色 直接摇头说道 十六皇子 我只会在一种情况下 展示神体 那就是战斗的时候 这里并没有敌人 我并不想爆发实力 还希望你能理解 接着他又抬手道 如果你叫我来 实在没什么事的话 我还有军务要处理 先告辞了 姬成文这次没有发怒 但是他眼里隐藏的怒意 谁都能看得出来 这陈青天是 完完全全不给他面子 再也忍不了 他阴冷地说道 这么说来 如果有敌人 你就会展示了是吧 陈青天直视他的目光 斩钉截铁地说道 是的 好 姬心灵快速后退 同时大喊一声 安老 皇家尊严不容冒犯 还请你出手 惩治他一下 姬心灵似乎不愿意闹这么僵 连忙出口道 黄修 不可 这里是寒天城 陈青天现在是东方军团的人 我们这样做 会惹出不必要的麻烦的 接着他对陈青天柔声道 陈青天 你能否给我个面子 展示一下你的神体 让我和我皇兄看看 说完 他眼睛里有些恳求 哎 陈青天心里默默一声叹息 他倒没有被这公主 水灵灵的眼神打动 不管怎么说 这两人一个是皇子 一个是公主 身份摆在这里 他才加入东方军团 也不想给月鹏飞找麻烦 哄 一瞬间 他爆发身上所有的气势 强大的天雷神体 展露出来 如同一尊上古雷神 恐怖的雷霆气压 把大厅里面的不少物件 压成碎片 就连那皇子公主 本以后离得够远了 可也被震得连连后退 几乎压在墙上 尤其是姬承文 陈青天有那么一丝区别对待 不少蕾丝箭在他身上 让他的双腿 差一点就忍不住贪乱 安天立健壮 怒目原睁 嘴里吼道 而敢 皇子 说着 他直接用强大的力量 护助姬承文和姬心灵 双目怒视陈青天 姬承文不顾自己的狼狈 他死死盯着陈青天 那强大的神体 眼睛睁得老大 好像忘记了 陈青天有意给他难堪 嘴里不停喃喃自语道 太强了 太厉害了 如果我能拥有这种神体 那该多好 他眼里满是贪婪和嫉妒 吞咽几道口水 两久过后 他才冷静下来 陈青天肯定被东方军团重视 他没有可能得到陈青天身上的神体了 这时他话风一转 笑容可惧地问道 陈青天 你这种神才 真是我大下帝国的宝物 我开始欣赏你了 大家都知道 你击杀了一名妖族天象净神才 那你肯定获得了他的尸体 你把这尸体交给我 你放心 我会给你相应的赏赐 不会白要你的 原来如此 陈青天算是明白了 这次这么急地叫他过来 主要还是 想要他身上 这具妖族神体吧 确实 如今那妖族神才躯体 还在他身上 并没有交给东方军团 岳鹏飞也没有提到这事 陈青天这时心里一动 有意问道 十六皇子 莫非你得到这具妖族神才躯体 还可以把他的神体炼制出来不成 面对陈青天的问题 安天丽冷声回道 小子 一看你就没见识 想要提炼出神体 这何其不容易 不过我大下帝国皇室 还是有方法的 就算不能完全保持着神体的潜力 也能提炼出一具亚神体 虽然比起真正的神才来 亚神才会差很多 潜力也有限 但实力比一般强者要厉害得多 其实 一具神才躯体 对陈青天来说 真不算什么 况且 炼制神体还那么费劲 最后很可能得到什么亚神体 真是没意思 他先无宝库里面 可是能兑换出完美神体 就比如他自己这具天雷神体 此时陈青天见火药位散去很多 但笑道 我不缺什么 这具妖族躯体 我已经交给军团了 看样子帮不了皇子你了 鸡城文急了 大声道 陈青天 我好言和你相伤 你别太过放肆 这妖族 神才躯体肯定还在你身上 今天你给我 一切都好说 要是不给 哼 哦 陈青天没有丝毫害怕 眼神冰冷道 我要是不给 你想把我怎么样 要动手吗 哼 猛然见 安天力出手了 他身体消失 接着出现在陈青天身边 一道恐怖的力量 直接冲撞过来 哼 陈青天一直防着他 见他如此出手 就知道这老家伙 想把自己带去外面 以免伤了这皇子公主 顺着他的意思 陈青天也跟着他的节奏 一起闪了出去 小子 今天我让你知道 不是谁都可以挑衅的 不让你吃点苦头 你都不知道 自己是谁了 安天力语气凶狠 他丝毫没有留守 陈青天感受到了 这空间进强者 确实力量极强 关键他能够短距离地 瞬间移动 每次攻击 都会让自己意想不到 可陈青天也不简单 体内力量超乎想象 两人有意不想弄出太大动静 虽然力量齐出 但压缩到极致 用一道道暗劲凶猛鄙视 如同两个神仙高人 在默默比拼内境 姬承文和姬心灵 这时也从大厅冲了出来 两人对视一眼 都不认为陈青天能撑多久 姬心灵更是犹豫到 皇兄 等一下别太过了 陈青天刚为帝国立下大功 他在东方军团 肯定有不小的军职了 我们不能得罪这阵妖大将军 姬承文脸上怒一味消 沉声道 本来还打算拉拢他 没想到他如出狂妄不实抬举 等下安老拿下他 我一定会羞辱他一番 要不然难解我心头之恨 说完这些 姬承文剑场中 两人战斗一点不激烈 他皱眉大叫道 安老 只要别闹出太大动静 你可以出全力 听到姬承文叫声 安天丽内心发颤 他已经动用全部力量了 可这陈青天居然全部接下了 你 当双方再次用劲的时候 安天丽感受尤为强烈 他再也绷不住了 陈青天 你这都是什么力量 你难道不是天象镜 两人对决看似平淡 可其中凶险万分 他们各自的力量 完全缴在一起 一旦爆裂 双方就算不死 也会重伤 到时候 怕是两名空间静强者自爆 这周围区域 无人可以生还 陈青天身体各种力量全部显现 但太过融合 导致很难让人分清 他也知道了 这空间静强者 确实强大 手段高明 不过今天真要厮杀 他赢的概率 还是有六成的 但这寒天城 怕是要死不少人 两人心里都明白了 想击败对方 都要付出代价 于是在对抗这方面 慢慢变得克制 这时陈青天笑着问道 怎么样 你觉得你自己还能杀我吗 安天丽深深地望着陈青天 心中翻滚的厉害 他最终平静道 不得不说 你超出我的意料了 隐藏的真身 如今这样 你也不想 把事情闹大吧 不如我们同时收手 今天就算了 陈青天嘴角上扬 傲然道 既然你这样说了 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散了吧 好 轰隆 两人同时收回力量 这瞬间 依旧有庞大的力量散出 周围一股毁灭性能量 直接卷上天空 形成异象 如同天解 寒天城内 不少战士看到这种异象 纷纷开始戒备 一时紧张起来 两人停手后 陈青天脸色如常 看了看姬成文和姬心灵 在他们错愕的目光中 淡然说道 皇子 公主 没其他事 我先走了 说吧 直接潇洒离去 安天丽眼神闪烁 也没有任何阻拦行为 直到陈青天远去 姬成文才反应过来 快步来到安天丽身边 焦虑不解道 安老 你 你怎么让他走了 那妖族神才的躯体 还没有拿到呢 姬心灵同样疑惑地 来到安天丽身边 他感觉到了一丝不寻常 但不愿意相信地摇摇头 想听安老怎么说 安天丽眼神深邃道 十六皇子 不是我让他走的 而是我留不下他 真要生死大战 这怎么可能 姬成文浑身抖动 压抑地嘶吼道 安老 你可是空间尽强者 修行千年 怎么会拿不下这个小子 我不信 姬成文难以接受地不停摇头 眼中满是不幸 姬心灵文言 心中也是朝涌翻滚 还在回望陈青天离去的方向 安天丽再次肯定道 皇子 公主 刚才我跟他比拼的时候 能感觉到 他绝不是表面所显示的天象镜 更可怕的是 他体内的几股气息太可怕了 不光是神体那么简单 其中有权益 建议甚至战役 等级都极高 这是我千年来没见过的骑士 此子 恐怕大有来头 不可想象 姬成文和姬心灵 了解着安老的实力 自然也知道他的为人 眼见他如此评价陈青天 他们也知道了 这少年真有和安老对抗的实力 这消息真让人醍醐灌顶 呆里当场 姬心灵深深一息 苏兄起伏不定道 安老 我当然相信你说的话 也因为这样 我心里才会疑惑 记得当初和他相遇的时候 我和皇兄见他使用过触及权益 这一切 难道都是假象吗 我也派人去调查过他 他今年确实只有17岁 根本不是活了极长时间的强者 这太让人难以接受了 安天里摇头道 他身上有宝物 能很好地隐藏自己 恐怕之前一切都是假的 我也不相信 一个人能短短几个月时间 连破几大境界 唉 没办法了 就算我有心想要知道他身上的秘密 也不能拿他怎么样了 这种强者 去哪里都能逍遥自在 姬心灵也点点头 若有所思道 这陈青天 对我们态度如此强硬 恐怕是铁了心 跟着东方军团了 他这样做 也是在向岳鹏飞表明态度 不跟我们皇室之人走近 完全没有两边讨好的架势 小小年纪 真是果决 安天里也叹道 真是可惜啊 如果能拉拢他 那是极好的 虽然他今天让我几番动怒 可我依旧欣赏他 想和他好好交流交流 姬陈文剑两人对陈青天推崇被制 他眼神愤愤道 既然不愿意做我们的人 还这么羞辱我 那就是敌人 不能轻易放过他 要不然这东 军团以后又会多一名无敌强者 到时候 更不把我们中央皇室放在眼里 要想办法提前除掉他 听到这话 姬心灵凤眉一皱 有心想劝说什么 可见皇兄表情争鸣 他没有立马出口 看向了安天丽 这安老苦笑道 想除掉他 怕是不易 先不说东方军团会吉利保他 就是这陈青天本事实力 也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 他可是 能从有大兄民的通天境强者 手里逃走 要算计他 需要有大计划 要不然只能请天地进大能强者出手 听到这话 这皇子公主不再作声 要是这样的话 已经不是他们能做主决定的了 陈青天出了这皇子公主暂住的宫殿 发现外面情况不对 咚咚 不少强者正朝这里急赶过来 想要看看 这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陈青天最先看到的是善无悔 他好像一直在附近 一过来 他就急冲冲地关心道 青天 你没事吧 刚才怎么会有那么强的气势 那老东西 对你出手了吗 陈青天没有直说 笑道 善将军 我们走吧 这里没什么事了 没事了 善无悔疑惑了 他眼中凝重 可也没说什么 看着不断过来的强者 他尊重了陈青天的建议 不断大喝道 不用紧张 只是意外 没有谁敢在寒天城捣乱 一直到这里紧张气氛结束后 善无悔才带着陈青天 去镇妖军第三镇军入职 就快到目的地时 善无悔好奇问道 青天 刚才到底怎么回事 能简单说说吗 陈青天这事也不瞒了 善将军 想必你在外面也感觉到了 那安天力确实对我出手 不过也没把我怎么样 哼 善无悔冷哼道 真敢在我东方军团放肆 不过还算实相 没把你怎么样 陈青天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 也没有解释什么 善无悔一定认为 那安天力手下留情了 他不知道 陈青天当时有多狂 完全靠实力走出来的 青天 到了 这里就是镇妖军 第三镇军军营 善无悔带着陈青天 来到了一处广阔的轿场 他们到来的同时 这第三镇军的强者全部知道了 统一列阵在前 见过善将军 一名浑身盔甲 看不见脸面强者 来到了两人身边 善无悔明显跟他合熟 上前两步 拍着他的肩膀道 咸丰 这位就是陈青天 你们新来的镇主 你应该得到消息了吧 孙咸丰一双大眼盯着陈青天 他当然知道了 他已经是面前这少年的下属了 虽然这段时间 耳边都是这少年的风光战绩 可他依旧有些质疑 几个呼吸后 他还是拱手道 陈青天能从他眼里看到异样 又看了看那 一千整齐有序镇军强者 他也知道 军中主要看实力 他突然空降到这 强者云集的地方 说什么废话都是虚的 只能用绝对的实力力压他们 才有绝对的权威 陈青天走到这些镇军强者前面 转头说道 孙父镇主 大将军既然任命 我为这里的镇主 我自然要听命 多的我也不说了 我的个人简介很少 你们应该都知道 看着不少人议论纷纷 有热情的 有有怀疑的 有无所谓的 种种态度不一 陈青天重重地喝道 说句心里话 让我来当你们镇主 我觉得是委屈我自己了 因为你们会拖累我 啊 一阵唏嘘声传来 就算本来对陈青天 感官不错的镇军强者 这时也大皱眉头 觉得这人太狂了 在远处没有过来的善无悔 也是错愕地摇摇头 不知道陈青天这是什么意思 孙咸丰更是直接出声道 陈镇主 你说这话 是不是太看不起我们了 也让我们很看轻你 我不服你 哦 陈青天再次大声道 你们只是听过我的名声 没有见过我的实力 今天我要让你们知道 带着你们 是不是我的一种拖累 狂妄 自信 让场中强者 全部升起怒火和战意 陈青天见情况差不多了 淡淡地对孙咸丰道 我知道 你实力不错 画像镜大圆满 这里也有十名神丹镜强者 两三百刚体镜 和飞天镜强者 现在你们可以组成千军战阵 如果能在我手上 坚持三个呼吸不溃散 我跟你们道歉 陈青天的话 落地有声 坑腔有力 所有人都听清楚了 但又想要他重复一遍 因为这太狂了 所有的镜军强者沉默了 场中鸦雀无声 他们以为自己听错了 就连善无悔 也快速上前道 青天 你这话说得太满了 你没来之前 咸丰一直管着第三镜军 他不但有着画 像镜大圆满的实力 自身还是亚神才 拥有亚神体 而且 镇妖军第三镜军 所掌握的镇旗法宝 更是一件绝品灵器 又被炼制为道气阵旗的潜力 他们所组成的战阵 就连我想破开也不容易 你三个呼吸时间 就想破了这战阵 真的有可能吗 陈青天没有回答当无悔 亚神才 他现在也知道了 这种人身上的神体 原本不属于他们 是从另外死去 神才身上炼制出来的 但很可惜 没有炼制完美 潜力十方有限 这孙贤峰 融合了一具不完善的神体 他其实也看出来了 但那又怎么样了 就算是真神才 跟他的差距 也是云泥之别 孙贤峰此时也是怒火冲天 他仇视陈青天道 陈青天 都说 你是神才 斩杀过天象镜妖族神才 你能打赢我 我没什么好说的 但你如此侮辱我 镇妖军第三阵军 我与你势不两立 要是你今天不能在 三个呼吸之间 破掉我第三阵军 组成的千军战阵 我们所有战士都不会同意 你来当我们的阵主 哼 他的话一说完 身后的千余阵军强者 全部怒吼道 不同意 不同意 战 战 陈青天大笑起来 看到第三阵军这种态度 他颇为满意 不是乌合之众 看起来战役凛然 爆发的力量确实强 他顿时大声道 单将军 您且退后 孙负镇主 开始吧 孙贤峰高声道 好 今天我就要见识见识 你这纵横妖族的神采 凭什么这么狂 单无悔这回还想说什么 可这时 陈青天身体气势爆发出来 让他把所有的话 重新吞到了肚子里面去 嗯 单无悔眼神一宁 感受到不寻常 远远地退后了 他站在空中 想要看看 陈青天为何有说这种话的底气 而孙贤峰 此刻已经拿出了振旗 这件振旗一出来 犹如遮天大幕 散发出笼罩一方天地的气势 一千阵军 全部怒吼了起来 连接着振旗散发出来的丝线 庞大的振旗 把所有人的力量集合在一起 这里面 这么多利害强者 全部把自身法力激发到极致 各种力量不断涌现 任何人没有一丝保留 哄 一下子 整个千军战阵腾空而起 其中出现了一头似龙飞龙 似虎飞虎的化形凶兽 他张开的血盆大口 看似可以吞噬一切厉害的存在 接着 巨兽所有的力量 依附在战阵之上 看起来坚不可摧 无人可破 陈青天等他们做好这一切 大叫一声 好 接着他也腾空而起 大声问道 准备好了吗 阵眼当中 孙贤峰眼神凌厉 咆哮道 陈青天 我想看看 你如何破阵 怎么在三个呼吸间 打散我们 杀 整个战阵 所有强者爆发出冲天的杀气 远处的尚无悔 看到这种形式 颜色凝重 不禁苦笑地摇摇头 他感觉陈青天今天难以收场了 那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威望名声 恐怕到时候 会被各种流言蜚语质疑 可这时候的陈青天 身体开始变化 所有气质完全变了 他已经不是人 而是化身为神 就在战阵准备好的同时 他也变身了 变为一道最为纯粹的能量 接着能量越来越大 就像是天地间第二颗太阳 散发出各色光芒 本源一击 一声清响 也就是一个呼吸时间 这颗太阳直接冲击战阵 怂 这是陈青天突破介于 静后自己悟出来的一招 以自身领域为壳 以身体所有力量为星 以个人身体为载体 直接一击冲杀上去 天地可灭 神魔可诛 无坚不摧 有死无生的一击 这是什么杀招 这陈青天在干什么 善无悔带立空中 嘴里发出疑问 庞大的千军战阵 开始一片片崩裂 那力里面的强者 一个个犹如在梦中 身体好似被鬼压床 全部被镇压得动弹不得 那度数不知多高的强光 赵婆战阵 真的要把他们融化了 有人张大嘴巴 想要发声 可无比艰难 战阵主持者 也是最强者孙贤峰满眼惊恐 艰难出声道 陈 镇主 你真想 把我们全杀死吗 啊 他已经感受到死亡危机了 一个呼吸间 他就要撑不住了 破 千军战军完全破碎 陈青天以身化招 如今战阵被迫 他只要不收力量 这些镇妖军第三阵军强者 立刻就会有大片死伤 眼见目的达到 化为太阳的陈青天 把身上所有力量 送入天际 他自己高高站在空中 轰隆隆 那多余的力量 化为一道冲天柱 刺破云霄 直冲九天 形成覆盖寒天城的异象 哄 高天之上 电闪雷鸣 乌云密布 有要大雨倾盆的架势 恐怖的天象改变 震慑人心的力量弥漫 让寒天城无数战士强者 感到心慌 天象依旧在变 但动静慢慢小了起来 天空下起了带有颜色的小雨 滴滴答答 善无悔小心翼翼地来到陈青天身边 眼神严肃地看着这少年 刚才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 他深深感觉到 这陈青天比他强太多了 如果对方要杀他 想逃都难 青天 这就是你真实力量吗 善无悔深呼吸一下 大胆问道 陈青天望着那全部被他压在地面 还没有回过神来的镇军强者 他回头道 善将军 这应该是我现在最强力量了 为了立威 他没有小看这千人镇军 真是全力以赴了 陈青天淡淡地回答后 看着已经起身飞过来的孙贤峰 笑道 没事吧 我也是第一次使出这招 但关键时候 还是转移了大部分力量 应该没有太伤着你们吧 孙贤峰脸色殷勤不定 面前这少年模样的家伙 给他的冲击太大了 在他的设想当中 就算这陈青天比他强 但也不可能让他没有还手之力 他甚至不觉得 陈青天能破他主持的千军战阵 更别说三个呼吸间破掉 可现在 事实证明 他们联合起来 就坚持了一个呼吸 战军就被破了 这让他无地自容 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 陈青天见孙贤峰欲言又止的样子 又见那些镇军强者 都重新站好列队 一个个失魂落魄的样子 他从天空落下身来 最后语气平和地对所有人道 出见面时 我说话确实不好听 这里 还是要给你们说声抱歉 陈青天略微低头表示 接着抬头道 你们都是抵御妖族的人族英雄 我从内心里面尊重你们 现在我们相互之间也算了解了 你们不会对我还有意见吧 哈哈 陈青天此刻的态度 有让人如玉春风的感觉 这些镇军强者 现在也知道了 陈青天先前说的话 一点不狂妄 甚至还是谦虚了 刚才要是不留守 他们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真要厮杀 对方一人就能灭了整个镇军 这时何等的强大 完全击溃了他们长久以来的自信 但仔细一想 这种强者做他们的镇主 那又是何等的有安全感 从此以后 陈青天就是他们心中难以逾越的大山 敬仰神人 孙贤峰脸上有些羞愧 靠过来说道 陈镇主 在妖族待那么久 就是运气好点 今天我们是亲身感受到你的厉害了 我还完全不知道你现在是何境界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孙贤峰是服了 你来统领我们镇妖军这第三镇军 确实是拖累你了 是我们太弱了 还希望你不要嫌弃 带领我们杀灭妖族 上千镇军也也齐齐喊道 请陈镇主带领我们杀灭妖族 陈青天此刻也眼神严肃道 好 我既然是你们镇主 就一定会带领大家灭杀妖族 从今天起 我们就是军中兄弟 大家同生共死 愿意跟着陈镇主同生共死 善无悔看着这一切 补助感慨 陈青天有这等实力 谁不服他 就连自己也是羡慕佩服 陈青天接连闹出大动静 寒天城各处已经沸腾了 大将军殿 岳鹏飞似乎已经知道一切了 他看着面前的争东将军关雄安 笑着说道 老官 这陈青天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厉害啊 你还觉得他没有独领一军的实力吗 关雄安脸色凝重 连连摇头道 这小子 真是一次次给我们惊喜 我对他实力 没有任何怀疑了 怎么也没想到 他能和空间竞强者不分上下 更能一个呼吸间 破了镇妖军第三阵军组成的战阵 这一切 任何人都想不到吧 岳鹏飞眼中无比欣喜 感叹道 说起来 我们以前对陈青天真正实力 从来没有掌握过 或者说 他一直在成长 每时每刻都在变化 让人琢磨不到 关雄安点点头 也有这种感觉 但他还是犹豫到 也正是因为这样 我们不能太过重用他 他的身上有太多谜点了 万一以后对我们东方军团不利 那是难以想象的灾难 不会 岳鹏飞信心满满道 老官 这一点 我还是有把握的 陈青天没有你想得那么复杂 他身上有大秘密 但绝对有一颗正心 只要好好引导 真心对待 他不会走入邪道 哎 关雄安依旧担心道 大将军 陈青天最后袭击妖族基天成 我们得到的消息 是他和另外一名强者 同时动了手 而那名强者 起码有天象镜以上的实力 当时在天宫长城还出现过 不少战士见过 但后来 也确定不是我东方军团的强者 现在也消失了 你说 这陈青天背后 没有势力吗 岳鹏飞似乎想过这个问题 但他脸色如常 不介意地回道 老官 就算陈青天背后有势力 他地位也不低 种种迹象表明 他不是一个别人控制的傀儡 反而非常自信霸气 关雄安依旧不放心 但也没有太针对 陈思道 那我们再看看吧 他这次去见那皇子公主 很明显没有接受他们的拉拢 这一点 让我对他的感官不错 如果他真的一切干净 也愿意融入我们东方军团 我倒是能认可他 关雄安说完这些 又想到了什么 大卫叹息道 哎 东战大陆局势越来越紧张了 我们需要吸纳一些强大的力量 就在东方军团岳鹏飞和关雄安 这两位数一数二的人物 讨论陈青天问题的时候 寒天城各处 不少征召过来的强者 也在各自的住所 议论刚才那突然爆发出来的强大气势 慈兴宗所在的神丹静强者集合地 副宗主连战雄等慈兴宗长老 此时都一脸严肃 连战雄作为法通第八静强者 感受到那股力量之后 他能清晰地明白 到底有多可怕 他最先出口道 刚才那散发出来的力量 虽然离我很远 可依旧让我有些心惊 今天这寒天城 不断发出大动静 真让我意外啊 慈兴宗长老顾顺文也说道 刚才天象改变 不知道是谁闹出这么大动静 这寒天城也没什么行动 不过这次陈青天回来 无数战士迎接 也算给我们慈兴宗长脸了 按理说 我们也要去接他一下 怎么说 他也是我们慈兴宗来的征召战士 不知道他立了这么大的功劳 东方军团和大夏帝国会如何奖赏他 说完这些 他又叹息道 恐怕用不了多久 他就会宣布 以后跟我们慈兴宗没关系了 听到这话 所有人脸色怪异 陈青天本来就不是他们慈兴宗的弟子 如今为帝国立这么大的功劳 他肯定会受蜂蜂不小的军职 还有爵位 他聪明的话 当然很快会跟慈兴宗撇清关系 可这时 又一名长老李宁祥 语气阴冷地说道 在此之前 他还是我们慈兴宗的道学生 有必要叫他过来拜见我们 尊师重道 还是有必要的 要不是我们带他过来 他能立这样的大功吗 就在他话说完的时候 突然连战雄感觉到什么了 看一下那大门处 他笑道 柳长老回来了 不知道他有得到什么消息 一名中年人走了进来 正是慈兴宗长老柳树 众人看到严肃的脸庞 顿时不断问道 柳长老 这寒天城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突然天象就改变了 这样大的声势 一般的天象进强者 都没办法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吧 柳树当即沉声道 这一切的事情 都跟那陈青天 关系 我已经打探到了 据说他回来后 先是被东方军团 带到大将军殿去 之后被帝国十六皇子 和二十三公主召了过去 听说闹得很不愉快 而且还在里面动手了 那散发的气势 有不少人感觉到了 但究竟如何 消息被封锁了 我也没有打探出来 咦 慈兴宗这些长老 听到这些话后 都有些惊愕 连战雄敢在其他人之前出声问道 这陈青天 居然敢跟大厦帝国皇子公主起冲突 他不知道那两人身边 有一名空间禁的强者吗 有被教训吗 柳树摇头道 没有 听说他安然无恙地走了出来 没出一点事情 其中究竟怎么回事 我们很难知道 他去镇妖军第三镇军入职当镇主了 当镇妖军第三镇军镇主 连战雄知道不少 连忙道 这可是岳鹏飞 还没有当大将军之前 待得最久的位置 那镇军 在东方军团也是排名第三 厉害镇军 这么说来 陈青天是有天向尽实力的身材 真不知道 他是怎么修炼 让人难以想象 这样一个人物是怎么突然冒出来的 难道刚才发生那么大的动静 真是他一个人造成的 柳树连连点头道 不错 就是他一个造成的 据说他以一人之力 仅用一招 就破了镇妖军第三镇军组成的战争 震惊了整个寒天城 这个消息要不了多久 就会传出去 啊 一众雌星宗长老 大吸一口气 镇妖军第三镇军的强大 他们自然有所了解 那里面的强者何其之多 天向尽神才 真的有这种本事吗 一招就破了这种战争 连战雄态度激动道 不可能 就算是我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真要拼死 我是能破了那阵妖军 第三镇军组成的战阵 恐怕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陈青天怎么可能一招就破掉 你这消息可靠吗 柳树脸色怪异 这就是我刚才收到的消息 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至于是真是假 我并没有亲眼所见 所有雌星宗长老 听到这些 全部陷入了沉思 这陈青天 到底是什么境界 是何等实力 他们完全没有一点头绪 越来越迷糊了 这个他们雌星宗过来的道学生 太过于神秘了 太有传奇色彩了 寒天城另外一处宅院 这里是东战大陆 十大魔宗炼狱宗长老集合地 作为依附大夏帝国的 三大魔宗之一 他们表面臣服 暗地里一直有各种心思 舒克道作为炼狱宗副宗主 这次征召他主动过来 一直有他的计划 对于寒天城刚才发生的一切 他也得到消息了 此时他脸色阴沉 嘲笑道 没想到突然出了一名这样的人物 这东方军团是捡到宝了 我现在很想知道 这陈青天到底有多厉害 一个个把他传得这么神 还一招破了镇妖军 第三镇军组成的战阵 如果不是他们东方军团 故意为这陈青天造大事 那就是那个镇军无能 哼 幽图天作为炼狱宗 实力强劲的长老 这时也出声道 嘿嘿 不管是真是假 我对这个陈青天都很好奇 如果能得到他身上的秘密 对我们炼狱宗是有大益处的 不知道叔父宗主有没有兴趣 舒克道看向幽图天 犹犹道 如果刚才的传言是真的 那这陈青天 恐怕都不是我能对付得了的 没搞清楚情况前 还是不赌得好 说起来真是离谱 怎么就出来了一名这样的人物 我的意见 应该要好好摸摸他的底 再想办法谋划他 叔父宗主说得不错 幽图天饶有兴致地说道 只要我们有心 那完全可以谋划他 到时候抢夺他身上的气韵和宝物 岂不美哉 嘿嘿 陈青天做出的这一切 很快让很多人知道了 纷纷猜测谋划 对他感兴趣的人很多 但此时的他 在安排好镇妖军 第三镇军的一些事情后 也并没有待在军营里 就连那本应该交给他的镇旗 他也没有拿在自己手里 依旧让副镇主孙贤峰掌管 他还是想做一个甩手掌柜 除非有任务和大战 要不然 他选择我行我素 回寒天城第二天 陈青天出现在虎威军镇军军营 他会来这里 是特意来见白云飞的 一路上 无数镇军战士 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 向他问好的语气 都是那么激动 陈青天也没有摆什么架子 都是面带笑容的回应 一处军营房间 他还没走进去 就感受到白云飞的气息了 走进去一看 除了白云飞 但有另外一人 见过陈振竹 白云飞看着突然而来的少年 略有拘束 居然很客气地行李了 吴大明见过陈振竹 另外一人 也笑容可惧地行李道 陈青天见到这位 号称宗门万事通吴大明 眼神一亮 不过眼神很快从他身上一开 微笑地对白云飞道 白大哥 这里也就一个外人 你怎么变得这么客气了 白云飞眼神一暖 摇头道 你我现在身份差距太大 实力更是天壤之别 以后注定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你还能认我这个大哥 我很感动啊 但还是要保持距离 要不然 怕给你添麻烦 陈青天知道 白云飞想得太多了 可他考虑得也没错 两个各方面差距很大的人交朋友 慢慢会少很多共同点 而且 双方走得太近 也会被有心人惦记 对白云飞是一个危险信号 当然 陈青天不认为白云飞担心他自己的安危 才有疏远的意思 唉 陈青天也不和他说客套话了 正则道 白大哥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不过今时不同往日了 我实力达到现在这个地步 你是全程见证者 所有人都知道我身上有大秘密 但我今天愿意把这个秘密的一部分告诉你 就算你不能变得和我一样强 以后也能跟上我的脚步 你想知道吗 把秘密告诉我 白云飞愣在原地 心中一时间五味杂陈 好一会才道 青天 这等好事 要说我不想 那是自欺欺人 我当然想更强大 但你不要冲动 我怕没办法保护这个秘密 到时候 陈青天打断道 白大哥 我做事 一切都考虑好了 就连这位吴大明 也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说完 还笑眯眯地看着这身材有些的胖的吴大明 吴大明一时间汗毛竖起 但他很快冷静下来 满脸堆笑地讨好道 陈振主 你的名声 如今已经传开了 一切是那么深不可测 我对你的敬仰 那是没得说 如果你能提点我一二 那真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 求之不得呀 说完 他又看向白云飞 提醒道 云飞 你能皆是陈振主这样的兄弟 那是你这辈子最大的契云 听我的 一切不需要你担心 听陈振主的 将来一定会前途无边 很快会成为真正的大强者 吴大明的一番话 让陈青天感觉到 这人非常逝去 白云飞这时也下定决心了 只是陈青天道 青天 从今以后 我自然什么都听你的 你有什么要吩咐的 我照做就是了 陈青天也笑了 走了过去 展开了拥抱 一切都在不言中 说服了白云飞 陈青天要处理这吴大明了 他调侃道 我知道你很喜欢收集一切消息 以你的分析 我作为曾经的破镜神才 现在应该是什么境界 面对这个问题 吴大明露出一丝苦笑 陈振主 我吴大明虽然号称宗门万事通 但也只能收集到一些 大家普遍知道的消息 像你这种人物的秘密 我怎么可能会知道 以我的本事也接触不到 如果真要我说 以我目前得到的情报 你的实力 绝对可以跟空间静强者抗衡 你的境界不是天向境 那肯定就是空欲境 至于再过一段时间 是什么境界 是何等实力 以我的智慧 想象不出来 还望陈振主见谅 陈青天笑了笑 这吴大明说的也是事实 他或许有自己的消息渠道来源 但是对一些远超他的机密 他也很难第一时间获得 陈青天现在身边 急需各方面人手 这吴大明的特长 自然就是收集情报 如果给他更高的平台 他应该能为自己 探知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帮自己收集情报 了解各方局势 自己在这方面 是十分的短向 他身边极需要这样的人 于是 陈青天再次问道 那你觉得 我未来能达到怎样的高度 能跟着我的人 又会有什么样的成就 吴大明暗暗心惊 额头上已经出现汗珠 从这里来看他内心 确实非常不平静 思考了一会 他摇头说道 陈振主 您的未来 我是不敢推测的 也没办法预料 但以你现在的势头 将来就算突破天地境 成为大能强者 我也不会奇怪 说完这些 看了看陈青天没反应 顿了顿 他又小声道 能有幸跟着你的人 自然是水涨船高 将来也会了不起 说到这里 吴大明大汗淋漓 直接跪下 嘴里大呼道 陈振主 我明白你的意思 以后你但有需要 我吴大明任凭拆遣 绝不背叛 那好 陈青天也不多说什么 直接拿出一张控制符文 出声道 吴大明 不是我不信任你 而是我身上的秘密 太过于重大 我必须要监视控制你 这张符文你必须融入身体 如你说出 做出对我不利的事情 我只要念头一动 你必定尸骨无存 但你放心 我身边也没有可用之人 只要你真心跟着我 发挥你的本事 将来我实力越强 地位越高 你能得到多少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你自己看着办吧 So 符文直接落在了吴大明手上 但他没有慌张 脸上甚至带着喜悦的表情 大呼道 多谢陈振主赐福 说完 砰的一声 吴大明直接把这张符文 打入了自己体内 接着脸上略有痛苦的表情 然后一切恢复原样 陈青天见他这么痛快 也大为满意 一旁的白云飞 这事也出声道 青天 你接下来要告诉我大秘密 那也赐我一张符文吧 否则 我怕不小心坏你的事 陈青天摇摇头 坦言道 白大哥 你我之间 我就不讲这些俗套了 我是你绝对相信你的 那现在我就告诉你们 我能有今天 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 哎 白云飞也没有多说什么 但他眼里闪烁着光芒 是非常想知道 陈青天一年时间 走到今天 他可谓是一路的见证者 自然十分的好奇 究竟是什么秘密 能够让他成长到这种地步 吴大明也是一样 脸上的表情 充满了兴奋 陈青天这时 拿出两枚鲜武功勋令 也不废话 直接打入两人的体内 跟他们融合一体 陈青天总共拥有过 101枚鲜武功勋令 他突破空欲镜后 用仙武宝库气灵的话来说 他在曾经的仙武界 已经算是后辈仙武战士大队长了 能够同管100后辈战士 他又再次获得了50枚仙武功勋令 除了有一枚给了暗卒阿火 两枚给了白云飞和吴大明 他身上还有98枚 仙武功勋令入体之后 他们两人脑海里 似乎收到了什么消息 这时候 全部愣愣地望着陈青天 陈青天也解释道 这就是我秘密的一部分 从今以后 只要你们斩杀妖魔鬼怪 就能获得那里面显示的血气值 只要你们获得血气值 就可以来我这里兑换宝物 尤其是提升境界的丹药 现在你们明白了吧 原来如此 白云飞睁大眼睛 望着陈青天 他恍然大悟道 青天 我是知道了 你为什么热衷于斩杀妖魔鬼怪 原来杀死他们 你就能得到这些血气值 然后就能得到提升境界的宝物 这 这真是难以想象啊 这到底是何种宝物啊 能让你这么短的时间内 提升这么高境界 白云飞受到的震撼太大了 久久不能平静 吴大明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脸上的表情已经暴露出 他同样无比震惊 陈青天笑道 这些宝物等级之高 超乎你们的想象 我只能说 只要有足够的血气值 你们就能直接突破境界 到我这个地步 说完 陈青天用自己的血气值 兑换出灵力单 交给了白云飞和吴大明 你们现在开始服用吧 白大哥 你现在是通灵境中气 我先把你的境界提升到 通灵境大圆满气 说完 陈青天给了白云飞 大量高级灵力单 对他来说 现在为别人花费 几十上百万 血气值不算什么 他还有几百万血气值备用 接着他又给了吴大明 不少高级灵力 你现在是钢体巅峰期 我也同样让你提升到 钢体境大圆满 两人拿着大量灵力单 带着半信半疑的心理 看向陈青天 吴大明还是小心地问道 陈镇主 这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吗 我倒听说过 魔宗有这种 吃了能让人直接提升境界的丹药 但是很容易让人彻底疯狂 发生不可逆转的伤害 哼 陈青天冷哼一声 我达到今天这个境界 还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那些邪门丹药 怎么能跟这个比 如果你实在不敢用 那我就收回了 啊 不不不 吴大明一听这话 也不多说什么 直接把所有的丹药送入口中 这 他感觉到什么 不过片刻 他身体就产生法力波动 陈青天见状 直接一股力量 兜住那些药液出去的法力 整个房间之内 都被他控制了 没有动任何动静散发出去 白云飞也同样如此 急速地服用这些灵力丹 没有花费多长时间 两人都突破了 当前境界大圆满 哈哈 原来破镜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吴大明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仔细地检查了身体 发现没有任何异常 顿时与其激动到 我吴大明算是服了 想不到陈振主拥有这种保护 激动过后 他又双眼热情地望着陈青天 大叫道 我吴大明能跟着你 真是不枉此生 以后人生不知道有多精彩 哈哈 白云飞也是万般感激 化为的一句话 青天 谢谢你 陈青天摇头道 不必说那么多了 现在你们也知道 我的一部分秘密了 你们放心 待会我会把你们调离这虎威军 到时候 你们直接听我的命令 就行了 我自然会安排好你们的 两人听后 没有任何意见 自然愿意遵循安排 让这两人归心后 陈青天在离开这虎威军 镇军军营时 遇上了石桥南 看样子 他是有意来找自己的 两人一见面 石桥南就无比热情 知道你安全回来 我真是为你高兴 陈青天笑道 石镇主 我们也是经历过生死的 不用这么客气 想当初还多亏你照顾 你可是我的军中前辈 石桥南也感叹道 是啊 设才多久 我就不能跟你比了 先不说我们实力差距如何 我这临时镇主 和你这镇妖军第三镇军镇主比起来 根本不算什么 你的地位远在我之上 陈青天听后 面带微笑 谦虚起来了 两人相互续道一番后 陈青天直言道 石镇主 我想从虎卫军 从第五镇军调两个人过来 但我和那第五镇军镇主又不认识 还希望你能帮我说一声 石桥南一愣 点头道 陈镇主 以你的身份 这点小事你说一声就行了 你把你要的人告诉我 我给你去办 我相信单将军也不会有任何意见 陈青天笑了笑 他知道 这确实是小事 如今他在这东方军团 也是重要人物了 有一定的权势和面子 其实就算放在大夏帝国 也算得上号了 当然 跟那些早就成名强者比起来 他积累的声望还是差太多 黄陵山 是边境商天域 连绵数百里的大山 比较靠近天宫长城 一处山峰脚下 张晓云等人 刚结束了一场战斗 地上血迹斑斑 妖族尸体无数 还有少量的人族尸体 他们这沙妖联盟 在这里找到了一群隐藏的妖族 其中居然还有两名钢体静妖将 另外还有上千妖兵 但也很容易就被他们击杀了 能逃走得极少 会是这样的结果 是因为如今的沙妖联盟 已经拥有了不错的实力 看着面前的黑脸大汉 张晓云客气地说道 副盟主 如今隐藏在我们边境的妖族 是越来越少了 基本上已经被清除了 就算没有清除的 想找寻他们的踪迹 也很难 我有个提议 不如我们去天宫长城 因为陈大英雄的关系 妖族已经跃跃欲动了 据说已经妖族 都会不时地袭击 天宫长城的各处关卡 我们其实可以赶过去 想办法支援抵御妖族 他有短暂的思考 如今他才是这 沙妖联盟的盟主 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他有着飞天境实力 而张晓云 只有钢体境的实力 自然在他之下 在这个实力为尊的世界 强者更容易成为领导者 副龙刀会成为 沙妖联盟的盟主 他当然是仇视妖族的 也有自己的血海深仇 他看周围兄弟都在忙碌 犹豫道 晓云啊 陈大英雄所做的事情 我是佩服得不得了 我也想像他一样 纵横妖族地界 你这个提议其实很不错 如今天宫长城不少地方 是受到妖族袭击 我们按理说是 应该去帮忙 可你也知道 咱们兄弟这实力 稍有不慎 就会全部陨落 去支援 长天宫长城的事 我看还是要等一等 等我们聚集更多的兄弟 有了更强的实力再去吧 说完 他看快收拾干净了 抬手说道 兄弟们 先回去吧 把这些妖族身体信物带回去 我们也能去东方军团 换不少奖赏 唉 张晓云叹了一口气 他也知道 如今沙妖联盟 虽然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强者 但整体实力 在这样的人妖争锋当中 还是不够看的 他这时想起了陈青天 那位成为他首领的少年 已经获得了庞大的名声 拥有不可思议的实力 他这沙妖联盟里面所有的人 几乎都以陈青天为榜样 想象着将来自己有一天 能杀入妖族地界 横行无几 可惜 终究一切只是想象 他们跟陈青天一比 根本就算不得什么 只能杀杀一些躲藏起来的小妖兵 一般妖将 就在傅龙刀和张晓云等人 带着队伍返回他们的驻地时 一股庞大的气势散发了出来 直接针对他们 傅龙刀第一时间展现出战斗的姿态 大吼一声 不好 有恐怖的强者 准备战斗 说完 他又摇摇头 很是痛苦地说道 我被锁定了 你们准备跑 快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这个散发可怕力量的存在 远远不是他能相抗的 就算这杀妖联盟几千人一拥而上 也只有被灭杀的份 接着气势越来越浓烈 很多杀妖联盟高手战士 脚步开始站不稳了 傅龙刀怒吼道 全部跑 法力竞以上兄弟 留下来 跟我联合御敌 他话说完 这些杀妖联盟的高手战士 虽然有幸留下来死战的不少 可面对实力悬殊的强者 几千的战士 还是快速分散逃跑 而杀妖联盟本应留下来的 法力竞以上强者 有不少人也受不了这么庞大的压力 居然也开始逃跑 傅龙刀看到这一切 也没有出声说什么 能跑几个兄弟 也是好的 他能感觉到 他绝对跑不了 已经被那股气息死死地锁定了 同样有这种感觉的 还有张晓云 就连杀妖联盟其他两名钢体竞强者 也都有这种感觉 他们纷纷叫道 不能跑 一跑必死 这个没有现身的强者 再戏耍我们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杀来 可惜 就算是法力竞以上强者 在生死压力下 也有很多人受不了 陆续开始逃跑了 最后留下的 只有34名强者 跑了几乎一半强者 但这时 空中有声传过来道 明知不可敌 跑或许有一线生机 你们为什么不跑 听到这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声音 傅龙刀作为杀妖联盟的盟主 怒声回应道 你是哪里来的强者 为什么要针对我们 出来 空中的声音又道 我要是出来 你们根本就没有丝毫活下来的可能 不怕吗 傅龙刀继续吼道 老子活了这么大年岁 不是下大的 有本事就出来 我傅龙刀要是怕你 就不是男人 有本事就出来 想杀我们这些兄弟 死也要咬你一口 哦 空中的声音似乎很感兴趣 哄 具想传来 一道身影慢慢出现在空中 不论是傅龙刀还是张晓云 还有这些留下来的杀妖联盟强者 都惊恐地看到那道身影 他们全部失声了 因为这出现了强者 浑身被雷光照耀 如同天神下凡 不可直视 陈青天看着这杀妖联盟 没跑的34名强者 不禁笑了起来 一切都是他搞的鬼 刚才他身体散发出来的气势 锁住了杀妖联盟 所有的法力竞以上强者 给他们的压力非常大 一旦顶不住这种压力 自然就会逃跑 但是又恰到好处 让他们觉得可以逃走 但又逃不走 在这种反复折磨之下 杀妖联盟这些强者 跑走了一半 但也留下了一半 都是真有胆破的人物 陈青天在寒天城 处理完一些事情之后 就彻底给自己自由了 很快就开始打探 杀妖妖联盟的消息 不得不说 张晓云当初成立的杀妖联盟 如今也闯出了一些名气 虽然不属于军方势力 但在边境大狱当中 还是有些作为的 要找到他们 对陈青天来说自然不难 之所以来找他们 是因为身上这些先武功勋令 需要给一些人使用 而他们这些人 自然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非常值得培养 陈青天想让他们成为 自己暗处的一股势力 等到陈青天把身上雷光散去 他的本来面目 出现在这些人的面前 张晓云瞳瞳间放大 呼吸急促 大叫道 陈 大英雄 他身边还有几名兄弟 也见过陈青天 这回嘴里也全部喃喃道 是 真是那纵横妖族的陈青天 陈大英雄吗 听到这个名字 富龙刀此刻满脸惊恐 想不到那名传说中的人物 那能斩杀妖族 天象尽神才的强者 居然出现了在自己面前 这一切好想在做梦 刚才他还差点以为 今天自己要交代在这里了 想不到一下子 出现了这样的反转 可是他脑子一片猛 根本就不知道 陈青天为什么会出现在他们面前 还这么吓他们 不会真要他们怎么样吧 陈青天落在他们身边 对张晓云亲切道 张兄弟 不错呀 你当初组建的这个杀妖联盟 我也听说了 你们击杀了不少妖族 也除掉了不少为祸一方的土匪恶霸 今天我来找你们 没别的原因 自然是希望你们再接再厉 继续为这边境 为人族做出贡献 而我就是来支持你们的 啊 所有人听到这话 一时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张晓云最快反应过来 他激动地说道 陈大英雄 你是特意过来帮我们的吧 陈青天点点头 他和张晓云的关系 别人应该不知道 不过很快 这些人都要变成自己人了 富龙刀这时也终于明白过来了 他眼中闪过兴奋的光芒 接着大声说道 陈大英雄 想不到我们能入你的眼 你说 你要帮我们 这简直让我不敢相信 我愿意 我愿意带着整个杀妖联盟所有的兄弟 听从你的吩咐 我们多希望有你这样的强者 给我们帮助 陈青天见他们一个个兴奋的表情 这时也说出实情了 张兄弟 你当初就接受过我的帮助 但那个时候 因为种种原因 我并没有拿出太多的好东西 但这次不一样了 只要你们愿意 我可以给你们最大限度的支持 但是 说完但是 陈青天盯着这副龙刀 还有其他的杀妖联盟强者 张晓云领会意思 开口提醒道 副盟主 我当初就效忠陈大英雄了 你是否也愿意 副龙刀反应过来 当即单膝下贵道 陈大英雄 我副龙刀虽然达到了飞天境 可依旧是个粗人 我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这辈子都跟妖族耗下去 但是苦于实力微弱 只能杀一些小妖兵 如果陈大英雄看得得起我 我愿意跟着你 效忠你 为你命是从 其他杀妖联盟的强者也反应过来 这个时候 他们自然没什么好犹豫的 陈青天的名声和实力 早已经传遍着边境各域 现在这样的强者 居然亲自找到他们 要给他们支持 要收他们为下属 有这样的好事 自然没有谁拒绝 他们也纷纷跪倒在地 他又多了几十名 为他收集血气质的强者 虽然这些人现在实力不怎么样 但只要给些时间 将来都会变得很强大 好 都起来吧 陈青天开始正色道 你们杀妖联盟 在加入我背后的势力之前 有些事情 我要跟你们说清楚 陈青天再次拿出几十张控制符文 看着张小云说道 张兄弟 当初你怎么做的 跟他们说一下 张小云直接把这张控制符文的功能 和作用说了一遍 妇龙刀虽然有片刻迟疑 但是还是带头 把这张符文 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其他强者在这种时候 也知道该怎么做 纷纷把符文融入身体 陈青天其实是喜欢以德服人 但是在没有真正 让他们从内心幸福之前 还是需要这些手段的 等他们知道 跟着自己的好 那个时候 即使想赶走他们 都不可能 眼见他们都乖乖听话 陈青天拿出先武功训令 大声说道 接下里的事 我不希望你们随便说出去 即使对自己的亲人 对自己最好的朋友 也不要太多嘴 有些事情暴露太多 对你们反而不利 说完 他直接把这些先武 功勋令牌 融入了他们身体 等所有人适应之后 陈青天直白地说道 从现在开始 只要你们斩杀妖魔鬼怪 甚至斩杀你们的敌人 都可以得到这种血气质 只要你们收集足够多地血气质 我就能给你们 提升境界的丹药 当初张晓云曾经服用过这种丹药 直接突破到钢体镜 张晓云此时也点点头道 是真的 我能从通灵镜大圆满 突破到钢体镜 全靠陈大英雄给的那些神丹 听着陈青天的述说 张晓云的附和 这些强者语无伦刺道 这 居然有这等好处 天哪 如果这是真的 那我们不是 能快速破镜 这样实力提升的多快 这血气质 真这么神奇吗 我要试试 我要杀妖魔鬼怪 陈青天见他们各种情绪爆发 接着补充道 等一下你们就会知道了 不过在此之前 我也要用给你们一些实际资助 说完 陈青天拿出无数的须弥娜剑 交给了这些人 这里面有无数修炼资源 各种宝物 全是他从妖族强者 手里抢过来的 他杀了那么多妖族 毁灭那么多妖族部落城池 这里面全是那些妖族的家当 甚至还有神丹镜以上妖族的 全部身家 见到如此多资源 这些强者全部震惊万分 喜不自胜 血气质好处他们没看到 但这种实际支持 那是真实存在的 他们一个个 开始挑选最好的法宝 宝贵的丹药等等 陈大英雄 这么多的宝物 你真的全给我们 附龙刀激动地开口确定 就算他是非天境强者 也没见过这么多修炼资源 他杀妖联盟 有着海量物资支持 要不了多久 实力就能翻翻了 陈青天笑道 对 都是你们的了 其实我这里还有 十几件灵器 可惜你们用不上 这样吧 副盟主 你应该很快能用上了 这件中品灵件 你先拿着 等突破神丹镜再用 陈青天还是给出一件灵器 不 附龙刀感受到灵器上面 散发出来的气势 整个人小心地接过 爱不释手 对陈青天来说 灵器法宝作用都不太大了 陈青天见他们好像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还沉迷在喜悦当中 这时大声道 这些东西 跟血气只能兑换的宝物相比 根本不值一提 这几十名强者听到这些话 都开始凌乱了 今天他们受到冲击实在太大了 陈青天所说的这一切 以他们的见识 和他们的实力都理解不了 但是他们都知道 如果这一切是真的 他们从今以后 一个个将成为真正的大强者 一直等这些人平复心情 陈青天又说道 好了 为了印证我所说的都是事实 很快你们就能感受到了 陈青天说完这些 开始在原地等待什么 这些人也自然跟着在这等 没多长时间 另外一股强大的气势 也从天而降 落在了这里 不好 有恐怖强者过来 所有人再次惊恐 居然又来了一名 远远不是他们能对付的强者 来的正是暗族阿火 他这几天都在万峰大山 积累血气质 陈青天看了他阿火 先武功勋令上面所显示血气质 有些惊讶 上次用完之后 这才几天时间 就又积累 积攒了四百多万血气质 看样子阿火杀的是相当凶猛 阿火身上的气势非常强烈 但浑身被盔甲包裹 这些杀妖联盟的人 一个个呆呆地望着他 很是好奇 又有些害怕 陈青天也很快解释道 你们不用紧张 他叫阿火 是自己人 以后他将作为我的使者 亲自带着你们杀妖族 杀一切妖魔鬼怪 你们明白了吗 一听这话 所有人都齐声喊道 明白 见过阿火使者 阿火有些拘束 他一直看着陈青天 此时也激动道 我 陈首领 一定好好带着他们收集血气质 接着他对这些杀妖联盟的强者也说道 我会听陈首领的话 带你们积攒血气质的 陈青天对阿火点点头 这一切事情 是他提前和阿火说好的 有人的时候 教自己首领就好了 阿火 那以后就辛苦你了 接着 陈青天又对阿火说道 你现在这些血气质不算多 不如全部交给我 让这些人实力再提升一些 就当这些血气质 是他们见你的吧 阿火立马回道 陈首领 我什么都听您的 陈青天当即把阿火身上 400多万血气质 全部兑换成灵力单 让每个人都感受到 提升实力的快感 这34人 很快疯狂了 一个个都感受到了 境界的提升 有三人很快达到了 法力境灵界点 陈青天在先无宝库里面 为他们兑换出他借感应单 连接其他世界厉害存在 当即突破通灵境 我突破了 谢谢陈大英雄 我也是 我直接从钢体境后期 达到巅峰期了 这一刻 没有人在怀疑什么 全部佩服的五体投地 陈青天打断了他们的千恩万谢 大声道 多得不说了 你们以后就是我的人了 杀妖联盟你们继续维持 多招收一些有胆破 敢和妖族对抗的兄弟 你们还可以相互举荐 人凭胆识各方面都过得去的人物 我还能让几十人 有收集血气质的资格 一听这话 傅龙刀率先出声道 陈首领你放心 以后我们杀妖联盟 就是你的刀 我们这里有胆识的兄弟很多 别说几十个 就算几百个 几千个 都没问题 说完 傅龙刀态度端正 严肃地对着身后兄弟喊道 刚才我们怎么接受了 陈首领的考验 等下挑选的兄弟 我们也要给他们设置一道考验 我们不能训思 大家有幸知道这么大的秘密 得到这么多好处 谁都不能传出去 要是谁违反 一旦有这种迹象 不用陈首领出手 兄弟们供诸之 他这些话 深得这些强者的认同 张晓云这些人 也全部教导 违反者 供诸之 陈青天笑了笑 有事不用他交代的太清楚 这里34个人 一人一枚 经过挑选 最后在杀妖联盟里面 又找到了54个 值得培养的高手 把仙武功勋令 放入了他们体内 陈青天最终手上 只留下了 十枚仙武功勋令 以备不时之需 之后 他和这些人 在万峰大山分别 让暗族阿火 带着他们88人 去杀怪杀妖 获取血气质 待时机成熟 自然会让他们去边境 跟妖族战斗 看着这些人离去 陈青天站在一处山间上 默默想着 或许他们现在 收集血气质速度 不会太快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一个个成为 神丹镜以上的强者 再让他们去天宫长城 和妖族战斗 到时候收集血气质就快了 而他 也不用时时刻刻 想着自己去收集血气质了 等着做收利就可以了 这样也有更多的时间 做其他的事情 或者谋划更大的计划 彻底在这个世界站稳脚跟 等时机成熟 他要是再对妖族出手 那时候一次能得到的血气质 起码以亿来计算 接连十天 陈青天一直待在寒天城 但他也没有闲着 不是在熟悉东方军团的一切 就是在修炼神通 他成为了镇妖郡第三镇军阵主 身份名气实力的提升 整个东方军团 甚至其他来着边境的宗门家族强者 总之想要和他结交的人 数不胜数 他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府邸 对于那些身份地位 还有实力和他差不多的人 他得花一些时间心思 和他们维持一下表面的关系 既然他决定 待在东方军团 做这些事情 多多少少有些必要 就在陈青天刚在自己的住所 送走一名副统军将军之后 白云飞塌脸 有些不自然走了进来 小声地说道 青天又有人想来见你 陈青天笑了笑 他感受到 外面有几股强大的气息 其中一名强者 恐怕是空欲镜的存在 他一到精神探查出去 顿时明白 为什么白云飞脸色这么奇怪了 因为这次来见他的人 居然是慈心宗副宗主连战雄 同时还有慈心宗的两名长老 陈青天不介意道 白大哥 别在意太多 你去请他们进来吧 唉 白云飞点点头 他确实有些尴尬 因为他本来就是慈心宗的弟子 而且刚才 不过他现在来到了东方军团 又被陈青天调入身边 成为了他的清兵管家 严格来说 这是一件好事 不少东方军团的将军 看在陈青天的面子上 都得叫他一声白队长 可刚才慈心宗中的那名长老 完全不怎么看得起他 果然 白云飞再次出来的时候 就听见一道气冲冲的声音 连续响起 这陈青天 也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作为我们慈心宗的道学生 不主动来见 我们就算了 我们来了 居然不亲自出来迎接 哼 还叫我们慈心宗的弟子出来 请我们进去 算是个什么意思 白云飞听到这些话 硬着头皮走了过来 恭敬地说道 莲副宗主 柳长老 李长老 陈 陈振主请你们进去 连战雄微笑地说道 云飞 那辛苦你带路了 白云连忙回道 莲副宗主 这是弟子应该做的 应该的 谁知道这时候 慈心宗长老李宁祥不依不饶 继续讽刺道 云飞 真是不一样了 现在做了陈青天的清兵 都敢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你可别忘了 你是我们慈心宗弟子 见到长老 不应该下跪行礼吗 我刚才可没见你这么做 是不是太没规矩了 一听这话 一旁的长老柳树 眉头都皱了起来 白云飞面色难看 深深吸一口气道 李长老 如果在宗门 我确实要这样向你行礼 可这里是军中 我现在的身份 是东方军团战士 陈振主清兵 实在不便 像你这样行礼 还请你见谅 你 连战雄见李宁祥要发火 打断道 李宁祥 在这里别太放肆了 说完 他脚步向前 对白云飞道 带我们进去吧 外面发生的一些插曲 以陈青天的实力 自然都感应到了 但他见到连战雄 和这两名慈心宗长老后 依旧面色如常 不过他内心忍不住感慨起来 短短时间 他就可以跟这些人平起平坐了 身份地位转变得太快了 自己这样觉得 别人又是另外一种感受 但他还是比较客气 热情道 连副宗主 两外长老 请坐 过来了也别客气 连战雄仔细端向着陈青天 他并没有做出什么过分的举动 没有去感应陈青天 现在是什么实力境界 但也同样客气地说道 陈振主 我们过来 没有打扰你清休吧 陈青天摇摇头 怎么会 说起来 我还有另外一重身份 慈心宗道学生 从慈心宗来的征召战士 接着他玩笑道 我记得当初连副宗主说过 若是慈心宗的战士 受贷了了什么不公正和屈辱 你还会为大家主持公道 若是我在这东方军团被人欺负了 我可会告诉你的 连战雄大笑 面对陈青天这种玩笑 他顿时也放开了很多 感叹道 陈振主 你知道吗 当初我也动过 收你为弟子的想法 可那个时候 你拒绝了灵守座 又拒绝了天机英明帅 我当时还以为你不知好歹 今天看来 是我没见识了 我们这些人 确实没有资格收你为弟子 陈青天淡笑道 连副宗主可别这么说 我也不知道 我能走到今天 当时是年少轻狂了 哈哈 陈振主 那些事就发生在前段时间 你依旧年少啊 哦 接着 两人又客套了几句 气氛很是不错 不过这时 一到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 陈振主 你变化这么大 现在恐怕已经忘了 你慈心宗到学生的身份吧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宣布 放弃我慈心宗征召战士的身份 和我们脱离关系 陈青天听到这阴阳怪气的话语 淡淡道 你放心 我是慈心宗征召战士的身份 永远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我现在也并没有想放弃这个身份 但是我也不希望 别人拿着我这个身份 就对我品头论足 人敬我一尺 我敬他一丈 谁要是在我面前自以为是 我也不会给他脸的 说完这话 陈青天狠狠盯着这名慈心宗长老 So 庞大的一煞气 直射过去 让这人接连退后两步 李宁祥一脸惊恐 他一个下马威 这一幕连战雄和另外这柳树长老 也看在眼里 不过他们都没有出声 李宁祥感受到双方巨大的差距 心惊不已 气急败坏地说道 你 你敢这样对我 我们慈心宗 说到这里 他停了下来 并没有放出什么狠话来 他也不傻 知道这陈青天实力远在他之上 继续让他出丑非常简单 陈青天见他认怂 不屑道 你说慈心宗要把我怎么样 说起来 我来这东方军团之前 在慈心宗中还受了一次委屈 我心里已经猜到 当初是谁想对我不利 这个仇 我记下了 以后会还给他的 还有 你记住 白云飞虽然是你们慈心宗弟子 但他也是大夏帝国东方军团的战士 更是我的人 哪怕你是慈心宗长老 在这里也不能对他不敬 否则 下次就不是给你一个小小的警告了 见到陈青天这种态度 连战雄心里一惊 他知道 面前这个少年 已经不能把他当一个简单的少年 来看待了 对方是不比他差的强者 就身份而言 他比自己慈心宗父宗主 更有含金量 再说 陈青天这次立了这么大帝宫 那帝国的爵位奖赏 应该也快下来了 以他的功劳 到时候绝对可以封一个实实在在的伯爵 他下次见到了 都要主动表示尊重 严格来说 他都要行礼 一旁的柳树长老 见陈青天发火 不想关系便将 连忙劝道 陈镇主 李长老也不是故意的 还希望你不用见外 不用生气 陈青天又变了脸色 微笑地说道 我不会随便和什么人生气的 我只希望别人也放聪明一点 别觉得谁都好欺负 连战雄瞪了李宁想一眼 也抱歉道 陈镇主 有些人也代表不了慈心宗 希望你不要多想 能和慈心宗维持这份情意 陈青天脸上变换莫测 轻笑道 连父宗主放心 我恩怨分明 如果有一天我要对付仇敌 别人不插手 我不会牵连无辜 但谁对我有威胁 我也一定不会放过 连战雄心里咯噔一下 笑脸道 陈镇主说的是 有恩要还 有仇就报 这是一个人的基本准则 我理解 接着他插开话题道 陈镇主 我这次来 其实要和你暂时告别的 我们慈心宗这些长老 要去天宫长城抵御妖族了 这一曲 生死难料 嗯 陈青天一下反应过来 天宫长城的局势 是越来越紧张了 妖族不断出击 甚至有不少神丹静 以上妖族组成队伍 偷袭各处 这些事他自然知道 但情况也没那么严重 只是小打小闹 算是暴风雨前的小乌云 暂时还不需要他出手 可看目前这样子 东方军团高层 要让这些宗门家族 征召来的强者出力了 这是跟他关系不大 陈青天公为道 连副宗主 你的实力众所周知 对付一些来偷袭的妖族 那还不是手到擎来 你不用太过担心吧 连战雄知道 这些是早晚要来 他当然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当即豪气道 去天宫长城对付妖族 我不怕什么 我也想为我战死的弟子报仇 只是大战一起 不知道要陨落多少人族强者了 陈青天不以为意 他倒希望什么时候 爆发真正的大战 到时候 血气质还不是滚滚而来 杀戮才是他提升的根本 陈青天深吸一口气 气势豪迈道 大战若起 我当围风 到时候看看 是我们人族陨落的强者多 还是妖族损失更惨 陈镇主 感受到陈青天的战心 连战雄真是被这少年感染了 一旁的雌星宗长老柳树 也在心里暗暗夸赞 这少年强者 绝对不是说说而已 是真有这等胆破 只有这里宁祥 那双眼睛最深处 闪过忌惮 还有一丝仇恨 等送走了连战雄等人 陈青天继续修炼功法神通 又过了几天 一大早 岳鹏飞派人来叫他 没有耽搁 他来到了大将军殿十八层 这次这里并没有几人 岳鹏飞一见他 满脸笑容道 青天 叫你过来 是因为帝国对你的风赏下来了 陈青天没有表现出什么欣喜 这些东西 也就绝未有些意思 能让别人羡慕尊重 其他食物 奖赏他也没兴趣 岳鹏飞似乎知道 陈青天怎么想的 拿出一道金光黄卷 但但道 这次帝国 封你为二等英勇伯爵 可以让你选择一小城作为封地 其他宝物奖赏若干 你自己等下去取 陈青天微笑道 大将军 这次大下帝国中央给我的奖赏 算是重归重举吧 岳鹏飞没有回答 不过他旁边的争东将军 关雄安立马大嗓门道 陈青天 你也算不错了 现在就被封为伯爵了 你要知道 就算我 一路跟着大将军到今天 也才是一等候爵 其他那些统军将军 大部分都是伯爵 只有三人被封侯 至于大将军 你应该知道 是什么爵位吧 听关雄安这么说 陈青天自然什么都明白了 他获得这英勇伯 算是不错了 同时回答道 大将军是帝国一等护国公爵 哼 谁知关雄安听后 一声冷哼道 一等护国公 真是笑话 以大将军的功劳 完全可以封王 可那些家伙 一直压着不给 一群砸碎 封王 陈青天心里一惊 大下帝国异姓王 可没有多少 不过想想 岳鹏飞坐镇 东部边境几百年 确实有这个资格 就在关雄安还想说什么时 一道洪亮的声音传出 老官 岳鹏飞出声制止道 别说这些了 这些东西都是虚的 还是说说 最近妖族的动向吧 一听这话 关雄安有意地 看了陈青天一眼 接着大声说道 大将军 虽然最近妖族 不断袭击天宫长城各处 但力度有限 构不成太大威胁 再说 我们又陆续派了不守 强者过去 他们已经占不到什么便宜了 相反 最近我们战股还不错 那就好 岳鹏鹏点点头 他情绪波动不大 陈青天听到这些话 知道暂时用不着自己出手 这时出口问道 大将军 这次妖族频频易动 不会跟我所做的事情有关吧 毕竟我曾激怒过他们 岳鹏飞摇头 立马出声道 青天 别这样想 我们跟妖族小的碰撞 就没有停过 说实话 他们这次的反应非常小 我们已经有了防备 很快就会消停的 岳鹏飞说完 停顿一下 又脸色严肃道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们才会有大动作 我们东方军团要好好备战了 大战随时可能会发生 陈青天也有这种感觉 妖族这次 虽然有袭击天宫长城 但太厉害的强者并没有出动 这种报复力度 更像是在掩盖什么 不过他刚刚加入东方军团 虽然很受器重 可也没有什么话语权 眼见岳鹏飞和关雄安 要布置一些军事行动 陈青天当即告辞道 大将军 我先回去了 岳鹏飞也没有挽留 微笑地示意他随意 陈青天一回到自己的府邸 就看见这段时间 一直消失的吴大明 正在大厅里面等他 自从陈青天收下这吴大明 就给了他大量经费 让他给自己 先组建粗略的情报系统 很明显 这吴大明以前也有这方面 布控和基础 现在是要来汇报成绩的 陈振主 突然吴大明感觉不对 又转口道 不 应该是英勇博了 好了 多余废话就不用说了 还是叫我振主吧 陈青天不想纠结称呼问题 在军中 大家都是叫军职 他也不想特殊 我交代你的事情 怎么样了 吴大明脸色一正 想起了陈青天交给他的任务 让自己帮忙调查 光天狱的师门岳山宗 和老家的情况 如今 他已经联系上了那边的案谈 也把一切弄清楚了 不过他脸色不是太好 犹犹豫豫地说道 陈振主 我已经和我在光天狱的案子 取得了联系 他们也调查清楚了 如今你父母安好 没出什么任何问题 但是 您的师门 见吴大明吞吞吐吐 陈青天心里一沉 喝道 一口气说完 吴大明身体一振 一咬牙 顿时口齿清晰地说道 你师门岳山宗 被光天狱灵光宗占据了 我师父的宗门 被别的宗门占据 陈青天心中涌出一股火气 急切道 什么时候的事 吴大明小声地说道 大概就在二个月前 那我师父他们呢 陈青天迫切地想知道 师父有没有事 吴大明继续回答 你师父古明 据说没事 但是他已经被迫 加入了林光宗 但是你的大师兄 二师兄 三师兄都被杀了 其他师兄也暂时屈服了林光宗 你说我三位师兄被杀了 该死 还好 师父没事 这林光宗真是好胆 陈青天并没有大发脾气 但他的声音非常寒冷 吴大明能清晰地 看见他眼中的杀气 好在身体没有气势爆发出来 陈青天这时随口问道 我知道林光宗 是光天狱第一大宗 但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实力 他们敢这么做 不知道月山宗 是我的师门吗 吴大明小声回答 陈振主 林光宗也是存在 千年的宗门了 我得到的消息 据说他们的老祖 是空玉境实力 陈振主 你如今虽然贵为 东方军团镇邀军 第三振主 境界实力强大 可你崛起的时间 毕竟太短 帝国大部分人 对你并没有清晰地了解 而且大宗门侵占小宗门 他们也不会把 每一个弟子的身份 调查得那么清楚 所以月山宗跟你有关系 恐怕那林光宗并不知道 陈青天压制自己的愤怒 自嘲道 我明白了 你说的没错 虽然我实力提升极快 又横行妖族 但知道 我的人还是太少了 看样子 我的名声并没有传出去 没太多人知道我 更没有凶名 所以他们 才敢对我师门出手 林光宗 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要拿他们的血来献解 成就我的威灭 一听这话 吴大明一时不敢动弹 他听出了言外之意 感受到了煞气 陈青天已经决定了 他要返回光天狱 以他现在的速度 二十个左右大狱距离 也就几天的事情 他来这个世界这几年 可以说 一直是师父古明在照顾他 如今师父有难受辱 一起生活几年的师兄被杀 这个仇 一定要报 他也怀疑 这其中是不是有人作梗 不管怎么样 都要回去一趟 就在他准备出门之时 又硬着头皮说道 陈振主 还有一件事情 我要跟你说 陈青天心情并不好 皱眉道 说 吴大明叹息着说道 这件事情 也是你让我打探的 陈青天一愣 除了老家父母 师父宗门 还有就是关于石清玄的事了 他连忙问道 石清玄怎么了 吴大明这次干脆道 石家外出郊游的时候 一家人都遇害了 据说 是被厉害的山匪所害 那石家夫妻 死前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而他们的女儿石清玄 也不知所踪 恐怕 这一刻 陈青天再也没有忍住 对于石清玄 他的潜意识里面 不知道怎么回事 依旧有极深的感情 而他这具身体 还欠那女孩一条命 更何况那女孩 一直对他有情愫 想不到就发生这种事了 太悲惨了 太可恨了 陈青天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只觉得心里堵得慌 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 知道是谁干的吗 吴大明摇摇头 痛快地说道 查不到 以我现在的情报系统 只能打探一些表面的消息 像这种事情 很难查 我知道了 陈青天脸色冷漠地白白手 接着对吴大明说道 你要尽快 建立一套好的情报体系 哪里有发生什么事 我能第一时间知道 也要帮我打探 更深层次的信息 你想要什么 列个清单给我 这东方军团军库有的东西 我可以去大取一次 这是我的奖赏 吴大明脸色大喜 连忙说道 陈镇主 这样再好不过了 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情报体系 需要的东西太多了 要是能从东方军团 拿现成的 就简单多了 嗯 吴大明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 默默地朝后退去 简单的陈思议会 陈青天迫不及待地 想要回去一趟 这份因果 他必须要去了结 否则会成为他心里的一根刺 再说他也是一个有感情的人 不会因为实力大增 地位变化 就把这个世界最初的情意丢掉 就在陈青天准备向东方军团告假 返回光天玉石 还没出门 作为他管家的白云飞 立马来报 青天 大夏帝国十六皇子 和二十三公主派人过来了 说想见你一面 他们 这次他们来人的态度十分诚恳 现在还在外面等着 我应该怎么回复他 听到这话 陈青天冷笑一声 他当然知道 这是为什么 那具妖族的神才的躯体 还在他身上 他并没有给谁 想必那十六皇子 还想打他的主意吧 态度好 呵呵 如果他上次态度就这么好 或许他真愿意把这神体卖给他 可如今 快速地思索一会 陈青天当即出口道 白大哥 你去回复他 就说我马上去见皇子公主 好 白云飞什么也没问 点头出去了 陈青天刚才心里又有了一番想法 随着他实力强大 到时候一定会有非常多的仇价 他现在反而想拿这具妖族躯体 和那皇子公主做个交易 反正这妖族神才尸体 对他来说价值一点都不大 炼制抽取很难 就算能炼制 大概率只能得到亚神体 他换取一具真正的神体 也才几百万血气值 再次来到这皇子公主的临时宫殿 陈青天这次受到了极好的待遇 那法通第九竞强者安天力 居然亲自来到了门口接他 带他来到一处金碧辉煌的大厅后 陈青天看到一大桌子好菜品 奢侈至极 都是皇家可食用灵物 皇子和公主 也早就在那里等候了 这次的姬承文 好像想通了一般 就笑脸相迎道 陈青天 你能这么快过来 我还是比较意外的 不过我也很高兴 上次的事情 完全是个误会 我不会放在心上 你也不会放在心上吧 姬心灵今天一副灵巧的打扮 身穿一身淡黄色长裙 也彬彬有礼地说道 陈青天 恭喜你成为我们 大厦帝国二等英勇伯 我和皇兄这次请你来 主要想为你祝贺一下 陈青天心如明镜 礼貌地说道 多谢皇子公主关心 陈青天愧不敢当 我其实对皇子公主很尊重 我们之间也不存在什么过节 好好 那就好 姬承文高兴道 既然来了 那么就和我们一起用膳 如何 说完 他眼里 一副我特别看得起你的身色 你能和我吃饭 是莫大的荣幸 陈青天哪有这个心情吃喝 他直接摇头拒绝 也不想过多地跟他客气 淡淡道 十六皇子 我这次真有事 所以不便在这里久留 一听这话 姬承文脸色一下 变得不自然了 可他还是强忍着目意 陈青天看在眼里 心里好笑 但也很快道 我知道十六皇子 想要我身上的 这具妖族神体 我也可以把他送给你 但是我有个条件 啊 你愿意把他送给我 姬承文大感意外 想不到陈青天 居然主动提出 把妖族神才躯体给他 就连一旁的姬心灵和安天丽 也奇怪地看着陈青天 上次这少年的态度 可是让他们气急败坏 这次居然变得这么痛快了 有些反常 陈青天没有理会他们的意外 就静静地看着姬承文 姬心灵先反应过来后 连忙说道 陈青天 你有什么要求 提吧 陈青天直白道 我希望十六皇子能出面 给我封两个帝国自绝 封两个帝国自绝 姬承文他 很快就明白过来了 好奇问道 你要给哪两人 获取这两个帝国自绝 陈青天也不客气 我想给我的父亲 给我的师父 一人一个帝国自绝 姬承文没有马上回答 但一旁的安天丽 皱着眉头说道 陈青天 如果你想给他们 实实在在的帝国自绝 这是不可能的 帝国有明确的法度 如果不能为帝国 立下战功和大功 是不可能受封实绝的 如果是两个荣誉爵位 看在你的面子上 那还是可以的办到的 姬承文也赶紧道 陈青天 安老说得不错 我只能给你争取 两个荣誉爵位 你要是想要实绝 这个我恐怕办不到 陈青天其实心里有数 点头答道 那好 荣誉爵位也可以 这件事情 你尽快办吧 说完 陈青天把一枚 须弥娜戒 扔给了姬承文 拿到东西的姬承文 确认过后 一脸兴奋 嘴里激动到 真是妖族神才的躯体 陈青天你放心 你的事情 我很快就会给你办好 那好 我相信十六皇子 不会故意拖延的 陈青天件事情办好 也不再磨蹭 皇子公主 那我就先走了 姬心灵见状 出声叫道 陈青天 不如我们一起 用完扇你再走 接着他双眼放光 变身小迷妹 娇声道 我真想听听 你在东荒妖界的一些经历 应该很凶险吧 我也想了解一下 你个人的神奇故事 可以跟我和我皇兄 简单讲讲吗 陈青天一时头大 他心里烦着呢 可没兴趣给别人 讲自己的故事 哪怕是所谓的皇子公主 于是淡淡一笑 摇头说道 十六皇子 二十三公主 不瞒你们说 我刚才已经得到消息 我以前所在的师门 出了一些事情 我必须赶回去解决 所以不能在这里耽搁了 见谅 姬成文一听这话 眼神一变 立马大叫道 什么人这么大胆 既敢动你曾经的师门 要不要我们出面 给他们一个警告和教训 陈青天摇头道 多谢皇子关心了 这件事情 我想自己处理 告辞了 说完 陈青天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留下了三人面面相识 一直到陈青天彻底离去之后 姬成文才满脸冷笑地说道 什么东西 在我面前这么狂 真给他脸了 哼 不过我没想到 他对自己以前的那个宗门 居然还有感情 还想为他们出头 真是有意思 这事都过去一小段时间了 他那个便宜师傅 还没死吗 哈哈 很显然 姬成文很不爽陈青天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他知道早知道 陈青天以前师门有变故 只不过他没想到 实力和地位 到达今天这个地步的陈青天 还会在乎那一个小小宗门 姬心灵这时却说道 黄兄 不管怎么说 他也把妖族神体给你了 我刚才看他眼里露出杀气 光天玉灵光宗 恐怕是有大难了 就是不知道 他会怎么平息这件事 姬成文眉头大皱 不爽道 一具妖族神才躯体 换两个荣誉爵位 他也不吃亏 不管他之后怎么做 他们这些宗门相互私药 我喜欢看 统统毁灭最好 姬成文别的并不关心 此时他只对须弥娜 界里面的妖族神体感兴趣 他在想 怎么完美炼制出这具神体 移到他身上去 让自己成为神才 离开这皇子公主的宫殿 陈青天准备直接去找 大将军岳鹏飞 给这个世界的父亲和师父 换取帝国爵位 是他临时的想法 虽然从善无悔嘴里 得知这大下帝国 不是铁板一块 但在很多势力眼中 他依旧是庞然大物 哪怕是帝国荣誉爵位 也代表着帝国的尊严 帝国内部一些宗门家族 也不敢来轻易冒犯 算是给他们取了一道 最起码的护身符 当陈青天再次见到岳鹏飞 说清楚事情之后 一切似乎很顺利 岳鹏飞脸上没有太多意外 也没有阻止的意思 而是语众心常道 青天 既然你决定了 就放手去吧 记住 你现在 是我东方军团的人 你可以欺负别人 但别人要动你 整个东方军团都在你身后 陈青天一愣 想不到岳鹏飞还这么互端 他既然说出这番话 关键时候肯定会兑现 但陈青天也有 自己的骄傲 这是他自己的事 他会好好解决 告别岳鹏飞 陈青天把寒天城 该交代解决的事情办完 当即飞天 直接朝光天狱飞去 光天狱内 林宝山绝对是第一名山 里面零石矿不少 各种灵物妖兽 精怪无数 这么好的地方 自然有实力不错的宗门占据 林光宗山门就在此处 虽然它是大下帝国 真正的大宗门之一 但也算是一个实力 很不错的宗门 古明此时 正在林光宗炼丹房之中 这里有不少炼丹炉 不少强者 都在卖力炼制各种丹药 自从月山宗被灭 山门被抢 弟子被杀 他自己 就被带到这林光宗了 作为法力进强者 他没有被杀死 但为了逼他就范 林光宗强者 先杀了他三名弟子 之后每天给他的任务 就是 炼制一定数量的丹药 如果完成不了 他以前剩下的弟子 就要受罚 他敢反抗 自己被虐待不说 还要杀他曾经的弟子警告 如此逼迫 他不得不屈服 古明 别偷懒 今天你炼制的灵气丹 还少五枚 完成不了 可别怪我 一名高兽男子 不时警告古明道 古明满头大汗 炼丹炉旁温度极高 他法力连续使用 早已透支 感觉自己坚持不了了 他虚弱道 徐之士 能让我先恢复一些法力 再继续吗 或者 你给我两枚恢复法力的 普通丹药 我真的顶不住了 啪 一条长边法宝 重重打在古明脸颊上 顿时出现一道大血印 啊 古明闷叫一声 脸部痛苦不已 不过出手这人黑黑冷笑 不屑道 叫什么叫 今天你完成不了任务 再杀你一名弟子 就连你自己 也要受猎言钻心之苦 别杀我弟子 我继续 古明脸上哀怨 心如死灰 陈青天经过四天时间 终于赶回来昔日的山门 月山一切历历在目 可不过一年时间 这里一切物是人非 他站在空中 看着当初的山门 这里没有被毁 但格局已经改变了 里面供奉的 是另外一尊雕像 山门牌匾之上 写着林光宗 月山分支 哼 陈青天再也忍不住 眼中聚气 一眨眼 那道牌匾轰然破碎 什么人 赶来我们林光宗据点放肆 这么大的动静 很快有强者出来了 陈青天根本没把这些 阿猫阿狗放在眼中 这些人 根本不够他装逼的 实力竞节弱的可怜 一强者抬头看见空中的陈青天 发现他没有借助任何工具 停在空中 就感觉大事不妙了 他很是惊恐 这莫非是非天境强者 知道来人远远强于他 他小心问道 道友可是路过此地 不知道为什么要回我林光宗据点牌匾 我们林光宗怎么说 也是光天玉最强宗门 就算在这附近几玉 也是有极大威望 可不是好惹的 陈青天眼神很平静 看着这林光宗通灵境强者 突然笑着出声道 哼哼 林光宗据点 我记得 之前这里可是月山宗的山门 你们好大的胆子 我师父古名呢 现在在哪里 一听这话 这名林光宗通灵境强者 当即面容大惊 声音颤抖地说道 你说什么 这里以前是你的师门 不会吧 我可记得 当初这月山宗那宗主 也不过法力境界大远满期 你 你起码是非天境的强者 你怎么可能是他的弟子 你到底是谁 此刻 他全身充满戒备 周围也已经出现了 数十名林光宗弟子 不过全部实力低微 没有谁达到法力境 陈青天见他格外吃惊 声音冰冷道 那我让你们死个明白 我从东部边境来的 我叫陈青天 一听这话 这名通灵境强者 顿时愣住了 他仔细思索一番 嘴里不停地念叨 陈青天 陈青天 叫这个名字的强者那么多 你到底是谁 陈青天大气 看样子 他还真是名声不鲜 可就在这时 他身后一名弟子 小声地提醒道 李执氏 李执氏 他不会是这段时间 名声传的极大的 东方军团陈青天吧 这人好像和那位 纵横妖族的强者同名啊 这里只是听闻的这话 用不可思议的眼神 看向陈青天 试探性问道 你难道是 那横行妖族的陈青天 不会吧 陈青天嘴角微动 他们知道这个名字 但自己过往和历史 他们根本不清楚 于是继续冷漠道 没错 我就是那个陈青天 而被你们所灭的岳山宗 就是我的师门 古名就是我的师父 啊 一听这话 所有人都被吓傻了 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 毫不起眼的岳山宗 居然有着一名 这妖牛逼的弟子 这不是要这不是 亲耳所听 谁会相信 此刻这位李执氏 是已经彻底吓傻了 陈青天具体是什么境界 有什么实力 他不知道 但是光天玉 离东部边境也不算太远 这陈青天的事 也已经传开了 只不过他确实不知道 这岳山宗 跟这位名声大振的陈青天有关系 碰 突然 陈青天身上 发出巨大的气势 直接将这名通灵境强者压倒在地 其他林光宗弟子 也被死死压制 动弹不得 看着所有人变成傻傻傻的样子 陈青天一手提着这名林光宗通灵境强者 杀气腾腾地问道 说 我师父古名 现在是生是死 他人在哪里 这里只是身体颤抖 嘴里断断续续道 陈 陈青天 我告诉你 你不能乱来 我是林光宗大长老的爱徒 你如果杀了我 我们林光宗不会罢休的 碰 陈青天见他说废话 直接卸掉他一只胳膊 阿妩 这里只是没想到陈青天这么狠 痛得他嗷嗷大叫 这一刻他终于明白 对方有随手捏死他的实力和气魄 他只能乖乖服软 大喊大叫地说道 我说我说 那古名没有死 他被带回了我们林光宗内部 好 很好 陈青天确定 师父还活着 嘴角一笑 哄 也在这时 他直接一拳 将这通灵进强者完全打爆 他心中的力气已经被激发 看了周围几十名林光宗弟子 他猜测 来灭自己宗门的 未必每个人都有份 但是既然 他们加入林光宗 侮辱了自己的师父 杀死了自己的师兄 那么自己没什么善心好奖了 他需要发泄心中的力气 哼 随手一拳 这几十名林光宗弟子皆死 在这里杀完人之后 陈青天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他冲天起 直接往林光宗山门而去 他内心有着巨大的火气 必定要拿这个林光宗立威 他要正大光明地灭了他们 林光宗的人都给我滚出来 站在空中 陈青天身上爆出极大的气势 没有一点耽搁 他就飞赶过来了 看着那浩大的林光宗正扇门 他连连大声爆喝 这等怒吼 几乎把林光宗所有的弟子强者都惊动了 顷刻之间 两名有着神丹静气势的强者 就冲向空中了 见陈青天来者不善 其中一名灰袍老者沉重地问道 你是哪里来的强者 竟敢喧哗我林光宗山门 是不是太过分了 陈青天见到这两名 有着神丹静的实力强者 内心没有半点波动 如今他随手可灭 知道他们并不是林光宗 能做主的存在 他再也没有客气 哄 仅仅一招 庞大的林光宗正扇门 被他轰得完全倒塌 巨大的声势 如同九天惊雷 这一刻 上至林光宗那名老祖 下至宗门杂役 全部都被惊动了 陈青天霸气道 咆哮山门不过分 毁掉才有意思 你 眼见正山门被毁 天空中两名 林光宗神丹静长老 面容皆是大惊 眼里满是恐惧 他们在陈青天身上 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力量 这等实力 远远超过他的想象 那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 已经让他们 感到了死亡的威胁 谁敢回我林光宗 一声句吼 一尊人形法相 出现在天空 一名画像 静强者出现了 两名神丹静强者 一见来人 立刻恭敬起来 陈青天直视着他 冷笑道 你就是林光宗宗主 张仁杰 张仁杰一来就发现不对劲 从对方庞大的气势当中 他感受到 这名毁掉山门的强者 远远不是他能够对付的 他也不知道 他们林光宗 怎么会得罪这等强者 可是对方已经做出了 这种毁山门的事 那双方必定有着深仇大恨 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甚至期望宗门老祖 能够关键时候出手 面对这种情况 他气势不能输 大声喝道 不错 我就是林光宗宗主张仁杰 不知阁下是属于哪个势力 为什么出手毁掉我山门 陈青天也不再废话 直接说道 我叫陈青天 从东方军团那里过来的 把我师父古名送出来 我们再好好谈谈 陈青天 边境东方军团 张 杰脸色大变 追问道 你真是那横行妖族的陈青天 你师父 你说你师父是谁 张仁杰心中 翻起惊天巨浪 对于陈青天的身份 他已经不多怀疑了 因为这股气势太强了 必定是一位天象晋慎者空欲晋强者 这等人物 谁会冒充别的人呢 但是 古名他还是知道的 因为这件事情 还是他下的命令 之所以这样 他现在已经开始后悔了 事到如今 他满脸笑容地说道 陈青天 您可是帝国的英雄 你师父古名这件事情 是个误会 在此之前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你师父 要不然 我不可能对付岳山宗 接着他大声道 快 把那来我林光宗做客的古名宗主请过来 快 很快 地面一阵骚动 陈青天之所以不动手 就是想让他们先把师父送过来 果然 他在人群当中 就看到一个人 被几个人压借过来 见到师父 虚弱又憔悴 陈青天心中大恨 但也松了一口气 So 他身形一动 出现在古名身边 师父 想起刚来这个陌生世界时 古名几年时间对自己的照顾 陈青天心里有些发酸 古名身体几乎站不稳 一双本来无光的眼睛 一看到陈青天 瞬间闪烁光芒 嘴角抖动道 清 青天 你怎么来这里了 陈青天上前拥抱师父 轻声道 师父 这一年时间里 徒儿身上发生了很多事情 容我之后给你解释 说完 陈青天拿出极高等级的疗伤丹药 和恢复法力的丹药 直接喂到古名嘴里 这 古名瞬间感觉身体有很强烈的变化 心里震惊不已 他也小声道 青天 月山宗没了 你的几位师兄 哎 不说这些了 为师知道 你现在有些本事了 但这林光宗还是很强的 我们 陈青天摇头道 你交给徒儿 我心里有数 不会有事的 青天 古名还想说什么 可陈青天一个坚定的眼神 让他明白 这个徒弟不一样了 他身上一定发生过天大的事情 好 我走 古名感受到 身体一下被那些丹药恢复 如同在梦中一般 他拿着陈青天随手给的宝剑 遇见飞行 开始远去 在陈青天极大的威压下 林光宗没有谁敢动 张仁杰一直关注陈青天 面前这个少年的事迹 他也听过一些 真有传奇色彩 但也因为这样 所以真假难辨 现在一见本人 他感觉就不一样了 真是强大的可怕 体内那力量 让他几乎不敢直视 眼见师父离去 陈青天也准备算账了 他也不装了 高声吼道 你们杀了我几位师兄 把我师父折磨成这个样子的 今天如果没有一个满意的答复 你们林光宗避命 你 林光宗宗主张仁杰 见陈青天这种态度 即使知道自己不敌 也依旧气不过 他也大声回道 这只是一个误会 你师父也没事 至于你那几个师兄 他们连法力禁都不识 死了又有什么关系呢 大不了 我们赔偿你一些宝物 买他们的命如何 哈哈 陈青天大笑 杀人赔宝物吗 完全可以 他说话的同时 他已经出手了 哼 强大的一拳 袭击了那两名 林光宗神丹靖长老 这两名神丹靖长老 感受到如此恐怖的气势 顿时惊呆了 他们想跑 想反抗 可惜毫无意义 死亡即将降临 陈青天的意思也很明显 林光宗可以买他师兄们地命 他当然可以买他们宗门强者之命 既然一切实力说了算 那还等什么 张仁杰看到这一切 怒气冲天 可他也毫无办法 因为就连他自己 都被这汹涌的力量吓梦了 这瞬间就想跑 只能用可怕来形容 但也在这时 林光宗宗门最高大殿内 传出一阵巨大的吼声 住手 可惜 已经迟了 扑呲 两名神丹靖的长老 直接被陈青天无情地杀死 雄为害人 啊 一声怒吼 一道强大的身影 又冲上天来 你敢杀我林光宗长老 就算你是什么纵红妖族的英雄 今天我也要你死 陈青天早就知道 这林光宗里面有利害强者 这突然冒出来的是一名空欲镜强者 只见他当场展现出了领域 整个领域里面 刀枪剑斧 一应俱全 我今天一定叫 你死在我的百兵领域里面 这位林光宗老祖 自信满满 杀气十足 老祖 你总算出手了 见老祖出手 林光宗宗主心中大定 虽然两名长老就这么死了 可是他还活着 他可不想死 老祖和陈青天对上后 他明白自己该怎么做 他当场撤回宗门 怒声吼道 林光宗各弟子 快快结成宗门大阵 随着他的怒叫 不消片刻 林光宗最高的那处大殿 突然被一股强大的能量守护 这林光宗内 有一件半步道器 是他们老祖 从一处上古遗迹当中找到的 本来是一件道器 但残破了 虽然比不上真正的道器 但比绝品灵器要强大十数倍不止 林光宗大量法力镜弟子联合 组成了强大的宗门大阵 一道道能量 也向陈青天凶射过来 陈青天冷笑一声 强大的天雷神体展露出来了 面对着空欲镜强者 他战役十足 直接对上 想着拿他写成就自己的名声 也是警告那些萧小 千万别动他的人 他师父已经走远了 这时候也彻底放开手脚 见这名领欲镜的强者 先大展神威 他怎么可能会让他这么嚣张 杀 他不再隐藏什么 所有的力量化为一道道流星 直接厮杀过去 砰砰砰 才接触不久 林光宗这名空欲镜老祖 就感觉不对劲 陈青天实力强大到出乎他的意料 他感觉不妙了 你 陈青天是吧 没想到啊 这一刻 他都产生了一些心慌 太厉害了 可这没完 他突然脸色大变道 你 你也是空欲镜强者 这是什么领域 碰 此刻 在他百兵领域的外围 一道更为神奇的星空领域出现了 彻底包裹了他的百兵领域 陈青天没有丝毫留守 他要看看 权力杀伐之下 他到底有多厉害 他也用出他自身的领域了 这股力量 就连他自己都觉得可怕 星空领域 包含一切 如同一个小宇宙 力量可以无穷大 杀得这林光宗老祖不断地后退 陈青天以他现在的实力 对付一名空欲镜强者 完全是压着杀 哄 百兵领域在陈青天的领域挤压下 他知道 面前的人不可敌 他怎么也不愿意相信 活了上千年的他 今天居然在宗门内遇到这样的险情 他再也顾不得起他 直接退到宗门最高的大殿 整个身体也融入进去 由他控制这一箭办不到气 维持宗门大阵 抵御陈青天的围杀 眼见林光宗所有的强者都已经躲进大阵 陈青天面对的是一个 如同巨大龟壳的能量大阵 好 我看你们能抗多久 陈青天嘴角冷笑 各种力量化为一道撕裂天目的巨大锥子 直接一击轰出一个缺口 接着那是一下连着一下 一道道攻击 似乎不用消耗身体法力一般 疯狂地打下去 哇 哇 哇 如此打击之下 那宗门大阵里面弱一点的强者 这个时候已经是不断吐血了 有几名强者 甚至已经被强大的力量 震碎了全身骨骼和内脏 一切是这么的惨不忍睹 老左 我们就要抵不住了 张仁杰内心在低血 看那些法力镜 通灵镜的弟子接连死亡 他只能把希望放在这老祖身上 这林光宗老祖也是无奈 他和陈青天虽然是同等境界 但是双方实力差距太大 刚才要不是及时逃入宗门大阵 他恐怕就陨落了 现在这种情况 他再也忍不住吼道 人杰 你怎么得罪这样的强者了 张仁杰一时语色 不知道怎么回答 可这老祖继续道 今天 我们林光宗的大祸避免不了了 等一下 宗门大阵破裂 能跑多少就跑多少 我也没有办法了 这陈青天太厉害了 可不光是空欲镜神才那么简单 他身上的力量 每一种都是别人梦寐以求的 我能感受到 那里面有高级权益 高级建议 高级战役 我不敢想象 他怎么会领悟这多亿的 还都这么高级 还有那领域力量 他背后的法香 无论哪一种 都极为奇特 我都万难抵抗 这种天生人物 远远不是我们能抗衡的 老祖 他真那么可怕吗 张仁杰浑身难受 心凉如冰 这些话要不是老祖说的 他都不愿意相信 他怎么就得罪这种天地奇才 真正万古不出的天骄 到了这种时候 他也不再隐瞒了 如实说道 儒家 都怪那宁天玉儒家 是他们害我灵光宗 上次儒家 一名神丹靖强者 特意来找我说 只要灭了那小小岳山宗 就算他儒家欠我一个人情 我本以为一个 只有法力靖强者的宗门 还不是随手可灭 于是就派过去 一些弟子 一下把他灭了 现在想想 这一切都是阴谋 他们儒家怎么不动手 那时应该就知道了 这陈青天的可怕 只怪我没认真调查 我万万没想到 居然能招惹到 这么一尊凶神 老祖 我们跟他讲和怎么样 这老祖苦笑的摇摇头 他心里十分清楚 这根本不可能 他活了上千年 自然知道 这名少年模样的强者 拥有巨大的机遇的器语 可是他却没有相应的威名 他这一次为师门复仇的同时 肯定想要逮住一个机会 进行立威 明白这道理 这老祖苦笑道 人杰 他明显要拿我们的命 成就他的凶名 我们林光宗 恰恰就是他最好的选择了 跑吧 哄 陈青天已经不再玩耍了 他要进行最后的收割了 当最后一道能量 把这宗门大阵打碎 所有的强者 全部四散奔逃 要逃 陈青天早就预判他们会这样 也不管其他人 先盯住了 那宗主张人杰 搜 你跑不了 张人杰已经燃烧寿命了 他知道自己 一定是这陈青天的目标 但很可惜 他立马感受到绝望了 双眼无神道 领域 我被逮住了 没错 陈青天强大的星空领域 截住了他 一道道杀招击射 张人杰完全没有反抗之力 浑身彻底麻痹 居然被生情了 这一切 全在电光火石之间 陈青天不杀他 是还要确定一些事情 把张人杰放在青天剑空间里面 陈青天催动所有力量 化为一道流行 追击那林光宗老祖 在他手段之下 这空欲进强者 根本别想逃走 霓崇阳几乎快忘记自己名字了 作为林光宗老祖 他一直高高在上 名字这个代号 太久没用了 林光宗是他一手建立的 人人皆称他为祖 虽然他对一般的俗事不再过问 可这次危机他感觉躲不过了 追来了 陈青天再次施展领域 一下笼罩着空欲进强者 霓崇阳心生死至 满脸争鸣 大吼一声道 陈青天 你非要杀我吗 就不怕我自爆 身体和这办不到气 妈你一起死 陈青天心智坚定 实际行动说明了一切 杀他 不可避免 但为了防止空欲进强者真的自爆 陈青天也用出最强一招 刷 整个领域化为一颗万丈光芒的太阳 面对这一击 你重阳绝望了 哈哈 他风啸 就要燃烧寿命自爆 但很可惜 一切都是徒劳的 光芒爆开 他消失了 一切是那么快 陈青天依旧站在空中 方圆石里 化为焦土 完全没有生命 把生存下来 这就是他现在的可怕之处 拥有毁灭一切的力量 这地方经过一场如此恐怖的大战 必定会传出去 很多人会过来一探究竟 会被震撼 当陈青天整理好战斗地点的一切 没有再去追击其他人 而是再次返回灵光宗山门 那正山门和那最高的大殿 被彻底摧毁了 但是其他的一些宫殿和建筑 并没有损毁太严重 拥有数万弟子地灵光宗 此时已经做鸟兽散 所有的强者自然全跑光了 只留下了少数地杂役和普通弟子 在搜寻什么 争夺什么 看起来格外滑稽 这灵宝山 哪怕外围 环境都十分不错 灵气十足 这大山里面 资源那是相当丰厚 更有被开发地灵实况 陈青天虽然覆灭了灵光宗 可面对这三三两两地弱小修炼者 他已经没兴趣在他们身上找存在感了 并没有继续过多的杀戮 因为是他先对灵光宗洞的手 气灵并没有显示 杀这些人能获得血气值 这是很可惜的 真是单纯的复仇了 但是他这次杀的人 也并不是太多 有了那么多人帮他收集血气值 这些他也看不上眼了 最后看了看这灵宝山 陈青天冷笑地摇摇头 朝另一个方向飞去 在给他师父古明 服用大量丹药恢复身体的时候 也在他身上 也放置了一个定位符 现在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他的师父离这里并不远 他要赶过去相会了 一座山峰之上 古明停在了这里好久了 那灵宝山传来的大战响动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那连绵不绝的能量 让他心脏都差点受不了 整个人都处于惶恐当中 他万万没想到 他的徒弟 能引发这么大的震动 陈青天去慈心宗后 他后来也有关心过 但得到的消息 却很离谱 对于陈青天不断地突破境界的是 他是将信将疑的 可如今这徒弟出现在他眼前 而且有能力挑战者 存在千年的林光宗 简直匪夷所思 林光宗多强大 作为扎根光天玉的他 再清楚不过了 就在他担心陈青天而胡思乱想的时候 一道身影已经移动到他眼前了 陈青天看着那发呆的师父古明 从天空落到他身旁说道 师父 徒儿回来了 啊 古明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他无比激动地说道 青天 你没事 那太好了 陈青天喜笑言开道 师父 从今以后再也没有林光宗 这怎么回事 古明震惊地一时说不出话来 他不敢相信 那么强大的宗门 居然被自己的徒弟覆灭了 这太震撼了 他呆呆地看着这个徒弟 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悠悠地说道 青天 你果然变了 你的变化太大了 你现在是什么境界 面对自己的师父 陈青天没有撒谎隐瞒什么 他痛快地说道 师父 这一年时间来 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确实多 我的变化很大 如今 我已经达到法通第八境空域境界了 并且 怂 陈青天身体的能量并没怎么爆发 但是他清晰地展现出他的天雷神体 青天 古明看到这一切 听着陈青天话语 眼神暴睁 不停摇头 仿佛置身梦中 法通第八境空域境 这个境界古明听说过 这等人物 他以前也远远见过 可并没有直观感受过 现在陈青天站在他面前 他真不知道说什么 只能连连感言道 天啊 太不可思议了 我完全想不明白 古明不停摇头 有些分不清 这是现实还是虚幻了 南南道 青天 我看过那么多东占大陆的典籍 你这么短的时间 成为这样厉害的人物 绝对是仙神下界 或者是无敌大能转世重修 否则 究竟是属于什么情况 陈青天摇头道 师父 我就是我 不是什么仙神下界 也并没有转世重修 我也是一步步突破这个境界的 至于我这神体 也是我自己得到的 古明平复一下心情 也不再多问 只是连连说道 好好好 接着脸色极为落寞 复杂的心情一览无余 陈青天感受到他的变化 当即安慰道 师父 我们月山宗虽然暂时没了 但如果师父您想 我可以把那灵宝山改名月山 你在这里 依旧可以成立新的月山宗 对陈青天来说 这不算什么事 有他支持 再见宗门 易如反掌 古明听后 脸上大惊 没想到他的徒弟有这种气魄 他苦笑道 青天 师父都还没有感应到他见 连通灵境都不是 这等实力 如何能占据那灵宝山 陈青天却不以为意 他也不再隐瞒他师父 当即拿出一枚先武功勋令 直接放入他身体内 再跟他解释清楚一切 等听明白这一切之后 古明才知道 陈青天究竟有怎样的奇遇 他不停念叨 血气质 就能提升实力 那我以后不是也可以 可这还没完 陈青天又通过先武宝库气灵 直接联系了暗族阿火 从他们那里 直接挪过来几百万的血气质 阿火带着那88人 已经积攒了极多的血气质 现在只有陈青天愿意 完全可以全部挪用过来 这是一笔大数字 可陈青天不能这么做 这样会打击大家热 他可以压榨别人 但不能坏自己的规矩 拿到这些算借的几百万血气质 陈青天花费15万血气质 换取了一枚他借感应单 大呼道 青天 这莫非就是你说的 能提升境界的神丹 陈青天点点头 古明不再客气 服用这枚丹药 哼 不过片刻功夫 他直接感应他借力量 突破通灵境 接着 陈青天又花费一百多万血气质 让他突破到钢体境 继续花费二百多万血气质 让他突破到飞天境 连破三境 古明被完全颠覆了世界观 他怎么也没想到 原来突破境界 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如果不是他心智坚定 差点就要破他到心 让他癫狂了 不能再破境了 这对我的心态 有太大的影响 古明不贪心 开始拒绝了 陈青天明白这个道理 这样连续突破 也容易让整个身体 失去一定的平衡性 对心态都会产生一定的变化 师父需要稳定一段时间 才能再次破境 接着 两人又相互倾诉 陈青天把这一段的经历 都告诉了师父古明 古明听到徒弟这么多精彩事迹 不断喝彩 哈哈大笑 最后他看向天空 那上品灵气青天剑 巨大的剑身悬浮在空中 他羡慕道 青天 这就是你的灵气吧 陈青天笑着回答 师父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身上还有十几件这样的灵气 等一下你随便挑几件 哈哈 古明笑了 但却又摇摇头 可这时陈青天突然伸手一抓 巨大的青天剑出现在他旁边 他也从里面拉出一个身影来 赫然一看 居然是那灵光宗的宗主张仁杰 古明也认出来了 大叫道 青天 他莫非就是灵光宗的宗主张仁杰 陈青天眼中杀气极盛 回答道 不错 他就是灵光宗宗主张仁杰 回我们岳山宗 杀害我几名师兄的主导 他的命 现在就掌握在我们手里 哎 古明一声叹息 想不到那么风光的一宗之主 曾经是他羡慕奋斗的目标人物 今天居然沦落至此 哼 陈青天一道力量 打在这张仁杰身上 突然 他清醒了过来 挣脱了束缚 张仁杰明白 现在是怎么回事 他精具地盯着陈青天 眼中充满绝望 随后又用极度无力的语气问道 你不杀我 是想问我什么吧 陈青天冷冷地说道 你要是说些什么出来 我能让你死得痛快一些 张仁杰突然癫狂地笑了起来 不过他没有坚持什么 最终还是把他知道的都说了出来 陈青天听他讲完 嘴里嘲笑道 真是那卢家 真是小气啊 不过这事我也不会大方 就看我什么时候有时间 拿他们立位了 听到这些话之后 古明愣在原地 他刚才听徒弟说 有得罪那宁天玉卢家公子 但是他没想到 那种大家族居然如此小气 用这种手段灭他岳山宗 对于那卢家 没有派强者亲自动手 陈青天并没有太奇怪 他能想到 那卢家倒是挺聪明的 看出自己潜力巨大 极有可能会成为真正的强者 于是让林光宗动手 他们躲在暗处 做看争斗 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多 自己能成长这么快 能有覆灭林光宗的实力 得到这种答案 陈青天看着 没有任何反抗之力的张人杰 虽然杀他没有血气质 但还是想出手了结他 可就在这时 这张人杰挣扎起来 用极大的力气跪了下来 碰碰 他居然直接磕头 陈青天 你是纵横妖族英雄 你饶过我吧 我一路走来 如履薄冰 战战兢兢 修行到今天这个境界 经营着偌大的林光宗 实在不易 这次是我不对 是我林光宗错了 杀你师兄 如你师父的事 真不是我下的命令 我现在只求 你能饶我一命 从此以后 我安前马后 隐姓埋名 为你做一切事 你别杀我 陈青天大感意外 没想到这一宗之主 既然如此没有节操 磕头如捣算 一旁的古明 也是彻底看呆了眼 不由自主地吞咽了口水 他小心地看向陈青天 想说什么 但是又忍住了 陈青天好奇问道 你这样还真是有趣 怎么说 你也是画像镜强者 你林光宗被我灭了 你怎么可能不恨我 张人杰立马回答道 刚开始对你 我是恨之入骨 可随后一想 东战大陆这种 两宗争端的事情 时有发生 我林光宗被灭 老祖被杀 也是当有此意见 我们认了 而且 我刚才也感应到了 你并没有对我 林光宗弟子感尽杀绝 从这里来看 你陈大英雄 还是有人意知道地 你放心 我愿意受你控制 只求你不要杀我 说完这些话 他又看向了一旁的古明 眼中有祈求 有惊恐 同时也有惊讶 此时地古明 刚突破三个大境界 并没有压制身体的气息 他飞天禁地 气势完全暴露出来 张仁杰之前 见古明都没有达到通灵境 现在 却有这么大变化 暗道太过神奇 加上陈青天 那神奇的传说 和他老祖之前 对他说的一切 这少年短短一年时间 就崛起了 这种迹象表明 这陈青天是 真正的命运之子 世界气运加深的存在 现在就贵不可言 将来那还用说 如果能跟着他 说不定反而是 自己最大的机缘 他也想看看 今天能不能活下来 能不能把这场灾难 化为机遇 所以他完全不在乎 任何脸面的 不停磕头 古明见到这一切 看张仁杰这种姿态 他真是惊掉了下巴 见徒弟陈青天再犹豫 他也赶忙出口说道 青天 如果你有绝对控制他的方法 不如留他一命 这是张仁杰作为一宗之主 虽然霸道凶狠 但却没有什么大恶名 林光宗也是正道宗门 而且 青天 你刚才还说 要把那林宝山变为月山 支持师父重建山门 我确实有些想法 师父这一辈子 确实想称宗作祖 造福一方 陈青天看到师父那眼神 听到他说了这么多话 他明白了 曾经的月山宗 在师父管理下 月山周围的小村小镇 乃至那些小城一些人 只要来求他 他都会帮人消灾免难 来者不拒 确实给一方人带来了福利 这一点 也是他敬佩着师父的 其中一个原因之一 想到这里 陈青天看着还在求饶张仁杰 他拿出一张强力的控制符 直接对他说道 放开身心 不用反抗 我这张控制符文 不会让你承受太大的痛苦 但绝对能完美地控制你 不信你就反抗试试 说完 直接将这符文 打入张仁杰身体 哎 张仁杰也没有一丝一毫地反抗 完全接受这一切 过后 他果然没有感觉到太大的痛苦 眼间活了下来 他连忙磕头致谢 谢谢陈大英雄不杀之恩 以后你要我张仁杰干什么 我绝对会去做好 哼 陈青天淡淡一笑 直接把另一份控制符文 放入他师父的体内 并对他说道 师父 张仁杰身体的控制符 我分成了两份 您可以直接控制他 我也可以远程控制他 他只要有一点过分举动 我都可以彻底抹杀他 你也可以让他痛不欲生 听完这话 古名颜色复杂 不过很快点头 有一些兴奋的表情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今天突破飞天境后 还能控制曾经的一宗之主 法通第六进化相近的强者 这件事处理完后 陈青天带着他师父 和这被降服的张仁杰 想要回这个世界的老家 寒帝城去看看 他回来光天狱 本来有两件事情 一是为师门被灭的事情 报仇 大显威名 二是查找害死 石清玄一家的凶手 但也得回去看看 安排一下这个世界的父母 达到城门之外 陈青天觉得 这数十米高的城墙很懒 因为他这一年时间以来 在外面看了太多 高大伟案的城池了 甚至自己 还亲手毁灭过很多 三人慢慢地走进城池内 张仁杰和古名外表 都已经经过了一番打扮 看不出他们曾经本来面目了 陈青天依旧是这以前那副模样 但是气质大变 真有那神秘莫测的王者之气 现在 就算这里曾经认识他的人 也不敢确定他 就是陈青天 走着走着 陈青天想起 这父亲和师父是好友 至于他们怎么认识的 还真不知道 陈青天一时好奇 轻声问道 师父 你和我父亲认识那么久了 但是我却没有听你说起 你们两人具体怎么相识的 一听这话 古名脸上陷入了沉思 三人一边走着 就在即将要靠近陈青天的家门 古名回忆着说道 青天 这件事情说起来很玄乎 我记得 那时候我还没有突破法力镜 一次遇险 一头强大的妖兽向我杀过来 眼尖要死在当场 可那妖兽又莫名其妙地跑开了 而当时你父亲就站在我身后 那时候我刚刚经历生死 也没有多想 之后我发现你父亲根本没修炼 其中原因我不知道 我们两人结识之后 他一直定居在这寒地城 我后来也在奇木城成立了月山宗 我们两人时有来往 接下来的事情你也知道了 你十二岁那年 他突然把你送入我月山宗 让我细心教导你 我自然答应下来了 说起来 你父亲这个人我感觉非常神秘 也非常普通 但我对他还是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哦 听到这些话 陈青天陷入了沉思 达到空欲境的他 对所有的事情细细地想想一遍 这其中有太多的疑点 不过 就在他即将踏入家门的时候 又停止不动了 怎么了 青天 古名小声地问道 旁边的张仁杰 一直恭敬地站在身后 没事 陈青天摇摇头 他感觉到了什么 但是又好像什么都没感觉到 走进这朴实的宅院 他的母亲一看到他 顿时喜笑颜开 严格来说 陈青天对这父母 并没有太深的感情 但是这具身体 对他们很有感情 连带着自己 也有一种特殊倾诉 母亲 我回来看你们了 陈青天叫出了口 哎哟 总算回来了 真是一天天担心你 鱼彩凤见到陈青天 笑开了花 陈青天也热情地笑着 这母亲长得其实很普通 也没有打扮 但看着很舒服 他看一眼陈青天身后 全副武装的两人 连忙招呼道 还带着客人过来 快礼屋座 青天 一年多时间 你好像变了很多 更成熟了 可以给你找一门亲事了 陈青天没有过多 理会母亲的唠叨 眼睛已经看向了 屋里的那个男人 他的父亲陈帕龙 这男人依旧古井无波 又是一句 回来了 陈青天一道精神 在他身上反复扫射 结果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非常平常 似乎他只有五到 第六经血永进的实力 摇摇头 陈青天也没有多想 相互之间又说了一些话 也在这时 古明卸下了伪装 咦 他们夫妇有点惊讶 自然是认出古明来了 陈帕龙很欣慰地说道 古兄弟 我听说月山宗出事 还很伤心 想不到你居然没有事 那就好 古明连忙道 帕龙 这是说来话长 总之一切都亏了青天 你们是不知道 你们这儿子 现在是何等人物了 于采凤声音尖锐道 不管多有本事 我们也是他父母 能平平安安就好了 那是自然 古明呵呵一笑 看了看陈青天 也不多解释什么 几人又是一番交谈 陈青天这事却出口问道 父亲 石家出事了吗 一听这话 陈青天的母亲于采凤 是十分悲伤地说道 哎呀 石家真是太不幸了 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那该死的劫匪 太惨无人道了 这件事情 在我们寒帝城 被讨论了好久了 那可怜的石家小姐 刚是如花一般的年纪 哎 本来 她是做我儿媳妇 是最好的选择了 陈青天的父亲陈爬龙 也只是长时间的沉默 没有太发表意见 吃完这一顿饭 陈青天这时候提出道 父亲 母亲 这寒帝城并不是一个 很好的地方 我想带你们离开这里 你们愿意吗 这话很突兀 于采凤连忙问道 青天 你要带我们去哪里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有出息了 陈青天笑了笑 看着这位父亲 谁知道陈爬龙淡淡地摇摇头 直接说道 我哪里也不去 这寒帝城就很好 你在外面做什么事情 你自己小心就好了 不用过多的担心我们 难道你现在有很多仇家吗 别人会来找我们寻仇吗 陈青天一时雨色 但也回答道 父亲 我确实害怕 有人来找你们寻仇 陈爬龙接着摇摇头 如果真那样 那我也认了 又能说什么呢 你去吧 真不用担心我们 谁会看得起我们这种小人物 再说去哪里才安全 也许这里才是福地呢 听到这位父亲 陈爬龙这么说 陈青天也不再劝说 他已经为这父母考虑好了 就算他们不离开这寒帝城 安全方面也有一定保障 陈青天在老家待了五天 花费了不少心思 四处打探 也没有打听到 当初害死石家的山匪 这种事情 如同大海捞针 就算他实力强大 肯花费资源代价 可依旧没办法 无奈之下 陈青天也只能把这事 交给师父古明 和这被收复的张仁杰了 经过商议 古明决定留在寒帝城附近 寒帝城外的一处小山林外围 陈青天三人站在一起 古明已经实验过了 杀寿真帝可以得到血气质 他又想进去大山了 此时陈青天要和他分开了 古明不舍道 青天 师父知道 你的路不在这里 你不用担心 石家地势 我会继续查下去 我也会和张宗主一起 在这附近保护你父母 真要有不好的苗头 一定会带他们离开地 陈青天点头 笑道 辛苦师父了 那你们在这好好积累血气质 等时机成熟了 你老在重建月山宗 有师父古明 和这画像进张仁杰保护 加上他给的特殊宝物和符文 这父母安全系数很高 他就不幸 有通天境这等强者 会来对付他这普通人父母 古明看了看张仁杰 他们两人都得到了先武功勋令 完全可以安心积累血气质 他这时也说道 青天 我和张宗主也商量好了 他会用以前林光宗专门的联络手段 重新把那些优秀的宗门弟子 再招回来 我也会把你那些师兄们 再聚集起来 先积攒实力 到时候重建宗门 这也是师父一生最大的愿望 陈青天知道这是师父的心愿 他当然要替他完成 不过这时候 他看向张仁杰 最后警告道 张仁杰 我的手段还有一些秘密 你也知道 只要你诚心跟着我 我保证 将来你和我师父创立的新宗门 要比你先前的林光宗 强大十倍百倍不止 但你要是敢耍什么手段 有什么不好的心思 我随时可以要你的命 张仁杰一听这话 立刻跪了下来 声泪俱下说道 陈英雄 你完全可以相信我 我是真真实实地 被你的手段所折服 你放心 这些弟子 都是我的心腹优秀弟子 完全可以信任 我也什么事 都不会跟别人说的 但凡我说错一个字 做了任何让你怀疑的事情 你都可以随时娶我性命 好 你知道就好 陈青天直视他的眼睛 他确实会一直监控着张仁杰 而且他也给师父古明 换取了足够突破到 神丹镜的灵力丹 还有一枚天宁神丹 还留了一件十分厉害的灵器 种种手段之下 陈青天还是很放心的 和师父古明分开后 回到陈家宅院 陈青天找到这父母 开口告别道 父亲 母亲 我又要走了 但我会时常回来看你们的 咦呀 陈青天母亲与彩凤 一副不舍的样子 叹道 而大不由娘 你现在不一样了 我也不说什么 下次回来 最好能带个好媳妇回来 要不然 我就给你物色了 陈青天苦笑一下 摇头道 母亲 这是不急 你别这样做 我自己来吧 这哪行 与彩凤又不断嘀咕 两久后 陈爬龙才大声道 好了 别耽误他事了 出去注意点 别吃亏 这不是福 陈青天回道 我知道 不会吃亏的 你们也保重 一番告别 陈青天走出家门 陈家宅院 一直到陈青天 彻底离开寒地城 这母亲与彩凤 居然大变模样 噓 他从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 变成了一个十八岁的妙龄女子 他恢复本来面目后 娇嫩的脸上露出微笑 声音极极好听地说道 陈大哥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真相呢 你其实就是他的父亲 他还以为自己夺舍你儿子了呢 这一刻的陈帕龙 眼神极度凌厉 身体似乎不在这个世界的维度 周围一切开始变化 虚拟现实融为一体 他思考了很长时间 又变成了原来那副对弈 事物兴致不高的样子 小声道 彩凤 这些年辛苦你了 陪我待在这里 青天三魂已经两魂合一了 他自己并不知道 他还有一魂也在这个世界 但就算是我 也找不着 也没办法替他融合 这次只能靠他自己了 这妙龄于彩凤呵呵笑道 陈大哥 能和你一起 继续在这里生活 二百年都行 我真怕你什么时候 离开这个世界 青天实力提升也挺快的 都已经是空欲净了 要是他知道 你也是他在原来 那个世界的父亲 不知道是什么表情 呵呵 陈帕龙抬头道 我在那个世界 已经死了 我给他的这个纤舞宝库 里面的宝物 最多让他无碍突破到天地境 之后的境界 大概率 还是要靠他自己的悟性和勇气 他能走多远 看他自己吧 鱼彩凤摇摇头 想靠近陈帕龙 但被一个眼神制止了 唉 他轻叹 又恢复了中年妇女的模样 离开寒帝城的陈青天 自然有他新的目的地 他灭光天玉灵光宗 仅仅几天时间 光天玉周围几十个大狱 很多宗门家族都知道了 他也正式进入了很多人的视线 被列为危险人物 慈行宗道学院里面 卢德云这几天一直很烦躁 一个名字一直缠绕着他 陈青天 这个少年让他感觉到心慌了 在这道学院里 陈青天已经是一个传奇 一个神话 所有的道学生 都把他当成一个神仙一般的人物 卢德云走在道学院的一条大道上 周围有不少道学生经过 他的耳边又听到了刺耳的声音 陈青天 这帝国陈英雄 这刚灭了千年宗门的陈青天 当初可是和我交过手的 那时候 我也被分在白云飞道士手下 有一次我去叫他听教学 他当然不服 结果我们就动手了 我背一招 给我住嘴 卢德云暴怒 大叫道 谁要是在我面前提起这个名字 你们信不信我杀了他 你 刚还得意洋洋说起 他和陈青天故事的这个道学生 看到是卢德云在咆哮 他知道得罪不起 低着头走了 其他不少人赶快走了 卢少 卢少 卢德云身边的小弟 小心翼翼道 卢少 就算那陈青天再厉害 跟你也没办法比啊 他不过是一个普通贱民生养的小贱民 身份这一块 他永远比不上你 是吗 卢德云盯着这个小弟 怒道 你不知道吗 他已经是帝国二等伯爵了 我父亲作为卢家宁天玉芬家家主 也不过是伯爵 他现在的身份还低吗 卢少 我 见卢德云满脸争鸣 这小弟快哭了 急道 这 再怎么说 他也是草根贱民 骨子里流的都是低贱之血 跟卢少没得比啊 噗动 这小弟直接跪下了 哈哈 卢德云疯狂大笑 狂傲道 你说得不错 就算他那怎么厉害 也还是贱民 怎么和我卢家斗 就算他能灭了林光宗 在我卢家面前 也是一条小兽 他最好主动来给我赔礼 要不然必死 就在卢德云优越感十足的时候 远处传过来声音 陈青天 纵横妖族的陈英雄回来了 我们道学院第一人陈青天回来了 快来看 卢德云文言 大一礼当场 没错 陈青天返回慈兴宗道学院了 是以道学生的身份回来的 他没有去宗门内部 而是直接返回道学院这座独立小城 他站在空中 身边十几名道师和宗门执士站在身后 有人讨好的说道 陈振主 真的没想到 你居然会回来我们慈兴宗道学院 这是要庆祝啊 我们已经通知宗主了 是啊 你这名道学生 真的是给我们慈兴宗 给道学院长脸了 你现在的身份 贵不可言啊 宫威的声音不断响起 这些人对陈青天身上发现的一切 都很清楚 如今他的地位 完全可以跟慈兴宗宗主平等对话 身上很多光环 甚至都盖过这大宗门宗主了 陈青天也表现得很平和 不管是谁 他都礼貌对待 不一二 道学院副院长辛苦驼 和教务长杨明国就出现了 周围 同样围绕着大量道学生 不过没有达到法力境 根本没办法遇见飞行 只能在下面干看着 想一睹陈青天如今的面容 见到杨明国 陈青天主动靠过去 微笑道 杨教务长 我回来了 杨明国望着这少年 几个月时间不见 实力完全凌驾他之上 身份地位的巨大转变 也没有让他产生其他情绪 平等相待道 青天 回来就好 但是 你这次回来 应该有事吧 哈哈 陈青天也不相瞒 眼中有过煞气 但语气平静道 杨教务长 我从东方军团返回光天狱 又回来慈行踪 除了来看你等少数几人 就是来复仇的 哦 杨明国想到了什么 叹道 这是我不想插手 当然 现在的我也阻止不了你做什么 可是你要在道学院动手 恐怕不是一个明确的决定 陈青天淡淡一笑 道 多谢杨教务长关心了 我有分寸 那就好 杨明国也没有再说什么 似乎想离开这里 但还是忍不住说道 青天 有机会 我们好好交流一下 陈青天点头道 杨教务长 你放心 如果哪天 你有需要 随时来找我 好 杨明国笑着走了 陈青天和杨明国有说有笑 却没有理会不远处的辛苦驼 他精神力 不断在这道学院找寻什么 哼 一声冷哼 辛苦驼感应到什么了 见陈青天完全没理他 他脸色再也绷不住了 大声道 陈青天 你回来我们道学院 大家欢迎 但是你想做对这里不利的事情 我们慈心宗不会答应 宗主马上就过来了 你别以为你有实力灭了林光宗 就可以在这里肆意横行 陈青天冷冷看着这家伙 从来到学院 这副院长 就没给过他好脸色 见他朝自己咆哮 陈青天不忍了 故意大笑一下 接着吼道 新副院长 道学院里 似乎可以相互切磋 我不才 想和你讨教一下 你 辛苦驼文言脸色大变 刚要说什么 陈青天就动手了 哄 这一击不带杀气 但极为浑厚 可怕的力量 直接打入辛苦驼体内 让他痛不欲生 啊 陈青天你 辛苦驼不断嚎叫 不少道学生和道士不明 所以 真以为两人在切磋 不断叫好起来 哦 陈英雄和新副院长在较量 真是太精彩了 真好啊 我们道学院第一人 一回来就给他我们展示实力 你们看 新副院长快不行了 哎呀 一击就输了 有实力不错的强者 也看出什么来了 心惊胆战道 太厉害了 这力量 完全压制新副院长 陈青天一击过后 心里暗暗冷笑 算给他一个教训 这家伙只是画像 今后期的实力 两人差距大得很 没有理会痛苦不已的 辛苦驼 陈青天直接朝一个方向飞去 他找到这次 回到学院的目标了 就是那卢德云 走了 陈英雄走了 我们跟过去 大家去看看 帝国英勇博去干什么了 疼得倒地的辛苦驼 被几名道师扶了起来 有人安慰道 新副院长 你不要紧吧 该死的陈青天 辛苦驼面部表情扭曲 极度厌恶道 这小子 敢这么对我 我要去找宗主 一定要给他惩罚 有道师劝道 新副院长 这 你们刚才不是在切磋吗 他也没下死手 不过说起来 这陈青天确实强得可怕 居然一招就把你拿住 果然像传说那般 真达到空欲尽了吧 你们 辛苦驼想骂人 可还是忍下来了 冷静道 快去看看 他想干什么 千万不能让他在道学院乱来 否则我们慈心综会荣誉大损 是 新副院长 越来越多的人 想知道陈青天 回来到学院最想干什么 陈青天找到了卢德云 陈青天 你 你想怎么样 你还敢杀我不成 卢德云几乎被吓尿 脸色一时煞白 师门被灭 这家伙才是主导者 这等法力竟都不是的家伙 有点家世 还敢和自己作对 陈青天怎么会让他这么潇洒 置身事外 看着这浑身发抖 躲在角落的卢德云 陈青天也不废话 都不用出手 一道力量就形成了致命打击 松 眼见要把他被压成肉饼 另外一道力量出现 拦下了这一切 陈青天 到学院内 就要杀我慈心综到学上 未免太放肆了吧 循着声音 陈青天见一人金袍玉冠 站立空中 他知道 这慈心综宗主曹正兴 很早就来了 只不过现在才出手 陈青天极度冷漠地盯着这人 沉声道 曹宗主 我要是灭了你慈心综 你会报仇吗 大胆 曹正兴本来还想呆笑的脸 一听这话 突然脸色大变 阴着脸道 我一直很看得起你 几个月时间不见 境界提升到这个地步 现在实力强大了 就想着对付我慈心综 可真是受心腰肺 不知感恩 早知道这样 我当初就不该动手 你为弟子的想法 应该把你正法 因为你邪道心思太重 陈青天文言 他也不拒 直言道 你应该这么做过了吧 当时后山对我出手那句傀儡 其实是你操纵的吧 只是你没想到 老宗主会为我出手 你瞎说什么 曹正兴双眼通红 内心极不平静 怒道 陈青天 你居然朝我身上泼脏水 看样子 我得给你一个教训了 陈青天全身戒备 他确定一件事情了 离开慈心综前 那个对他出手 想探知他秘密的神秘强者 九成就是曹正兴 他不但想通了 而且当初他留了一个心眼 收集过那些残余力量 和零散碎片 利用纤舞宝库宝物一验证 和这曹正兴身体气息基本一致 这道貌岸然的零散宗宗主 居然是这等小人 陈青天心中也是大恨 眼见他还想出手 陈青天嘲笑道 曹正兴 你敢动手吗 我现在是东方军团 镇妖军第三镇军镇主 帝国英勇伯 对我动手 不怕连累零散宗吗 再说 以你空间尽实力 你能拿下我吗 哈哈 陈青天心中无惧 几乎和他撕皮脸皮了 肆无忌惮地笑了起来 小子 你太自以为是了 这里是我雌星中山门 还杀不了你吗 今天你身上的秘密 我一定要知道 你就是一个邪魔 拿下你 是为帝国除害 两人站在极高的空中 眼间陆续有人要过来 曹正兴不再忍耐了 直接出手 朕 嗯 陈青天大惊 这曹正兴确实够狠 一下杀出了绝招 周围空间被挤压 无尽力量涌向自己 这是 陈青天也感觉不对 曹正兴的强大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他抵挡的同时 也暗暗心惊 神体 曹正兴也是神才 而且跟他一样 也是雷属性神体 轰隆 剧烈的波动 席卷开来 让人震惊不已 怎么回事 好像是宗主 不好 曹宗主和陈青天打起来了 所有过来的道学生和道师 一个个全部惊呆了 万万没想到 这刚回到学院的陈青天 居然和宗主交手了 他们是在切磋吗 大家心里有太多疑问 但这种情况 根本不是他们能插上手的 曹正兴 你果然隐狠 居然不顾到学院 其他人生死 陈青天和他在空中交手 其实有控制力量 主要还是不想太伤人 毕竟和这里不少人 有过照面 他恨卢德云 恨曹正兴 可还没想大开杀戒 但这曹正兴 完全肆无忌惮 几乎是全力出手 想要拿下自己 哄 两人法相展现 领域重叠 这时陈青天也疯狂了 用强大力量和他对抗 陈青天 我对你真是越来越感兴趣了 说 你到底有何秘密 为什么这么短时间 就能达到空欲境 我修炼几百年才有今天 我要得到你的一切 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 我也在所不惜 曹正兴几乎癫狂 空间净能力运用到极限 一会消失 一会又出现 陈青天虽然力量可怕 但一直没有完全击中他 除非 两人能硬碰硬 或者 陈青天也癫狂 用出真正大杀招 大绝招 毁了这道学院 快跑 这不是切磋 他们真的厮杀起来了 我的神仙啊 这是什么力量 靠近会死的 这等境界 好大法香 天象变了 领域出来了 瞬间一动 要毁灭了 有厉害的道师和精英道学生 虽然在不断跑远 但看到这一切 还是痴迷了 力量的魅力 恐怖 可怕 但是具有诱惑力 谁不希望自己 也这么强 而且这样的大战 看完之后 一定会有切身感悟 对自我的修炼 有极大的好处 远处 一直和陈青天交好的水月英 接纳少年和曹正兴对战 他震惊到忘了一切 这个被他叫弟弟少年 如今已经是他高攀不上的存在了 无论是谁 都会忍不住惊叹这一切 真是让人羡慕啊 同样作为神才的玄神仙 这一刻也忍不住夸赞起来了 他不停摇头道 似乎境界对他来说 没有约束 他身上的力量 也远超其他强者 可惜 我只能看出一部分 真是可笑啊 听到身边玄神仙这么说 水月英也苦笑道 这等人物 虽然是神才 怕是比天地圣才还稀少吧 真正的万年难出一个 接着 他眼神凝重道 你师尊作为宗主 真的是过分 完全不顾其他道学生死活 要不是有不少厉害道师和宗门强者 过来展开结界 驱散人群 恐怕不少人就要殒命了 玄神仙无所谓道 在乎那么多有什么用 看样子 他们是真有仇 这陈青天虽然万古难出 但今天能让他安然无恙 离开此心宗吗 水月英缓慢摇头道 陈青天怎么这么冲动 他来这里 好像是要杀那卢家公子 曹宗主要保人 但也想不通 他们怎么就下死手了 难道 曹宗主真想杀这陈青天吗 他现在可是帝国东方军团的人 有帝国 爵位在身的 不好 有危险 水月英感觉到什么了 立马抽身后退 玄神仙也同样如此 脸色惊惧 大战进一步升级 陈青天渐渐感觉到异常了 这曹正兴 神体根本不完美 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力量 看得出来 是一具亚神体 了解情况后 他不由地出声讽刺道 曹正兴 你那么喜欢抢别人的东西 打探我的秘密 这具神体 也是你抢躲谁的吧 真是为你脸红 说子 你今天非死不可 曹正兴脸完全黑了 大怒道 我一定要拿下你 普龙 天地间 风云再变 形成恐怖异响 陈青天面对曹正兴 这拼命的架势 也终于怒了 杀 一声怒吼 陈青天也开始施展绝对杀招 看看今天露死水手 已经有不少的雌星宗 强者过来了 面对这种局面 有厉害强者也吼道 大家联手 帮宗主镇压这小子 太放肆了 居然赶来我们雌星宗撒野 好 一起出手 今天不留下他 我们雌星宗什么脸面都没了 居然被曾经的一个 道学生搅动风云 真是岂有此理 大量地雌星宗强者联合一起 当即施展各自手段 法宝齐出 对陈青天出手 而且 还有很多强大的气势正赶过来 看样子 真是闹出大动静了 眼见情况失控 曹正兴和陈青天 也要展开最终对决了 秀 可就在这时 天空之上 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出现了 天地之间 各种力量涌了过来 哄 这股力量出现 无论陈青天还是曹正兴 甚至是这些雌星宗其他强者 都开始感受到极大的压力 都住手 一声爆喝 天地力量继续施压 陈青天知道 有通天境强者出手干预了 这股力量极为强大 就连他也抵抗不了 完全超出人力极限了 不少雌星宗强者看到来人 一个个收手了 纷纷出声恭敬道 守座长老来了 林守座出手了 林守座 你来了 出手镇压着陈青天吧 来人正是雌星宗守座长老林奥天 法通第十境 通天境强者 林奥天一来 就展示他绝强的气势了 他先是看向陈青天 大声喝道 陈青天 不能再次放肆 今天给我个面子 收手如何 见林奥天干预 陈青天自然清楚 这场战斗该停止了 陈青天 今天你必须死 所有雌星宗门人 听我命令 随我一起 镇压着挑衅 我们宗门的狂徒 这时候的曹正兴 彻底失去理智 执意要对付陈青天 他身体的强大力量 也根本没有要收敛的迹象 轰隆隆 巨大的声势浩荡压下 让所有人心头发慌 林奥天见陈青天收手退后 而曹正兴 依旧不依不饶 他目光投向天空 喝 一声轻喝 十方天地无限力量 围绕曹正兴 似乎要进一步控制他 同时嘴里吼道 你作为宗主 当以雌星宗为重 为了自己撕心也欲 给宗门带来危机 实在过分 还不住手 曹正兴双眼通红 咆哮道 我才是宗主 雌星宗一切由我说了算 这小子 敢不把我放在眼里 今天不收拾他 我未忘何在 我的宗主 还有什么脸面 谁也别拦我 我现在以宗主的身份命令你 拿下陈青天 接着他还不甘心 大叫道 雌星宗门人弟子听命 随我一起组成宗门大阵 镇压着陈青天 好 他一声怒吼 身体的力量连接一个地方 接着那里的空间 隐隐约约要出现裂缝了 林耀天眼光一沉 他怒斥道 曹正兴 你居然想动用宗门道弃 快快助手 你这样做 只会给我们雌星宗招来麻烦 所有雌星宗弟子长老不得妄动 我要最后警告你 曹正兴 非要老宗主出面 你才肯罢手吗 一听这话 曹正兴理智恢复了很多 他眼里满是不甘 可还是停止了一切动作 最后十分愤怒地说道 你们这些老东西 一个个阻碍我 让我当这个宗主 却不肯把宗门的权利交给我 不支持我一切决定 我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只要拿下这陈青天 了解他身上的这些秘密 我们雌星宗一定更强大 强大到不具任何势力 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 曹正兴朝天怒吼 死死地看着陈青天 眼中的贪欲 愤恨 不敢让人心惊 可很快 他便狂笑着消失在了这里 眼见曹正兴离开 场面一时又恢复了平静 所有的雌星宗弟子强者 都不敢再动 林奥天脸色难看 冷着脸大声道 所有弟子门人到学生退下 今日之事不可瞎传 否则言成不待 是 林长老 所有的门人 弟子 道师 道学生 全部满口答应 同时用极为复杂的眼神望着陈青天 今天这少年所做之事 太震撼人心了 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 根本就瞒不住 这么多人亲眼看到 总会被传出去 今天不少人是看了一场大戏 也是见识到了强者之战 谁能想到 一年前进入道学院的道学生 能跟宗门宗主大战 看起来还没有输 这是真是够害人的 眼间大戏散场 众人开始慢慢离去 林奥天脸色殷勤不定盯着陈青天 十分不悦道 小子 你不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吗 陈青天摇头 礼貌道 林长老 没想到你老来了 我不觉得我做得有什么不对 先前的事你也知道 我在雌星宗玉席 是谁干的 我今天回来 本来也只是想为我的师门报仇 杀了这卢德云 说这话的时候 陈青天语气里面有很强的杀气 手指直接指向一处 在那里 卢德云已经完全被吓瘫痪了 刚才的战斗 离他非常近 但是他运气很好 并没有被狂暴的能量给压死 现在完全处于痴呆状态 陈青天依旧不打算放过他 卢德云对他来说 就是一只蝼蚁 除了所谓的大家族子弟身份 一无是处 可他就要亲自捏死他 陈青天见林奥天脸色铁青不妙 又笑着说道 林长老 我根本没想在这里闹事 刚才曹正兴先对我出手 其中是什么原因 你也知道 现在 你不会阻止我杀这儒家废物吧 林奥天眉头直皱 沉声道 陈青天 他的死活 我毫无兴趣 但你这样做 也太不给我慈心宗面子了 在这里杀人 不是打我们脸吗 怎么说 我慈心宗也和你也结了一段缘 你难道想把这段缘 变成恶缘吗 陈青天淡淡道 是善缘 是恶缘 完全取决于你们的决定 我从来没想针对慈心宗 更不想打你们脸 上次曹正兴对我出手 如今他更恨我入骨 极力地想知道我身上的秘密 这是究竟谁对谁错 林长老心里有数吧 林奥天一诗无语 思索一会 他小声道 陈青天 有些事确实我们理亏 当初你有秘密 我也没有贪心 现在有你实力 保护自己身上秘密了 我更不会动什么念头 其他人当初做了错事 你也应该理解 陈青天嘴角一动 摇头道 理解是一回事 怎么做又是一回事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就算你们慈心宗 现在能镇压我 也根本不可能 得到我身上的秘密 因为这一切 哪怕是我都没办法控制 这些气韵因果 不是谁想得到 就能得到的 我就不信 你活了那么长时间 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唉 林奥天一声叹息 悠悠道 陈青天 你说得不错 你的是不简单 有些气韵 别人接不下来 这个道理我自然懂 老宗主也懂 可是 这曹正兴宗主 他不是不懂 而是 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他都想要寻找这个机会 这跟他从小的经历有关 罢了罢了 这种事情 以后再跟你说吧 现在你想怎么样 还要杀了 这卢家小子吗 陈青天也不想说太多了 冷冷地看了看卢德云 坚决道 林长老 我还是希望 你别管这事了 哼 林奥天抬头仰天 怒道 赶紧滚 我慈心宗传承到今天不容易 我现在不想跟你结恶元 也不想跟你结善元 只希望你不给我们 带来灾祸就好了 陈青天一笑 一点神志的时候 将他的身体挤得粉碎 做完这一切 他心满意足地说道 林长老 多谢了 但话可不能这么说 慈心宗作为五大道宗之一 如果想置身事外 恐怕也不可能 你放心 我这人恩怨分明 这慈心宗 有我不爽的人 同样也有敬重的人 他日真要兵容相见 我也有分寸 好了 我也不在这里爱你们的眼了 这就走 哼 赶紧滚 林奥天赶在陈青天没走之前 顿时拂袖而去 陈青天杀了卢德云 又大闹慈心宗 此时他也不想在这里久待 就在他飞身要离去 一道声音叫住了他 陈青天 你今天真是让我大开眼见 陈青天回望一眼 说话的人 是这道学院有名的 寒冰神女水月英 两人也算熟人了 陈青天停了下来 友好的问候道 水师姐 别来无恙 如今的我 让你高看一眼了吧 水月英苦涩地笑道 何止高看一眼 简直是千万眼 你的名号用不了多久 就会传遍整个东战大陆 你这次回来 也是想让别人知道你的威名吧 呵呵 陈青天也笑了笑 水师姐 你真聪明 略微思考 陈青天道 水师姐 这里早晚也是是非之地 你还是早点走吧 水月英用极为崇拜的眼光 看着陈青天 接着柔声道 你说得不错 我也打算这几日 就回我自己宗门了 不知道 我们何日还会再见 陈青天哈哈一笑 大声道 水师姐 真有需要 你可以来找我 我又不会藏头鹿尾 未防有变 我先走了 不过 我有个小礼物送你 哈哈 说完 陈青天送给他一枚神勇宝丹 能助他突破飞天境 也算相识一场 陈青天 水月英紧握手中宝丹 内心激动不已 他知道 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宝物 见陈青天远去 他心里思绪万千 有一种想追随他的冲动 但随后理智地摇摇头 心里不知道做了什么决定 除了慈心宗 陈青天快速飞驰 确定没有利害强者跟着 他才安下心来 这次和慈心宗宗主曹正兴摊牌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他能进去慈心宗 就有把握出来 那些活了几百上千年的老古董 还是会衡量这一切地 远离慈心宗后 陈青天开始思考 他从东方军团回来 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 是不是该返回了 就在他衡量的时候 突然收到了白云飞给他发来的消息 上面显示到 魔宗势力时刻关注你的动静 会在你返回的途中 派出大量强者伏击 陈青天收到这样的消息 心里顿时一惊 没想到魔宗都要对他下手了 他连忙问发消息问白云飞 这是哪里来的消息 白云飞也很快发回复道 是有人特地把这消息 送来了寒天城他的府邸 之后陈青天再问 白云飞就说他都不知道是谁 两人联络过后 陈青天探道 看样子 传着消息的人很神秘 不愿意暴露身份 得到这样的信息之后 陈青天开始分析 是真是假 这东占大陆十大魔宗 到底是哪一宗要对他出手 或者是几大魔宗联合起来 都想针对他 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管这消息是真是假 陈青天不觉得奇怪 他的实力 和他展现出来的态度 加入的势力 对魔宗来说就是一个威胁 同样他身上的秘密 对那些想修炼速成法门的人来说 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对于未知的威胁 陈青天也不敢大意 如今他的实力 基本上已经暴露在人前了 他自己心里也清楚 面对法通第九境空间境强者 他还有一战之力 真要拼杀 胜负几乎达到七三之数了 可一旦面对通天境的强者 他也是亲身感受过的 这种境界的强者 能够借用天地之力 实力深不可测 并不是现在的他能够抗衡的 哪怕他身体修炼的力量再多 本身是神才 可跟天地一部分力量比起来 依旧不算什么 有了这样的想法 陈青天也决定了 先好好隐藏自己的行踪 然后并不直线返回东方军团 现在他也没有任何急事 完全可以绕一个大弯子 同时在路上 也可以找寻一些危险的险地 杀一些妖魔鬼怪 积攒血气质 提升实力 之后 陈青天开始不动声色 慢慢地横向移动 一路上也并没有跟什么人 在什么地方接触暴露行踪 变得极为神秘起来 就在陈青天闹出大动静 让所有人震惊 又莫名其妙消失的时候 宁天御主城 一座比御主府 更为高大显赫的府邸内 一个面容哀伤的老者 正跪在地上 给一个身着十分华丽服饰的 中年男子报告道 家主 他语气低落 从须民那界里面 拿出一些衣物 和一些法宝碎片 甚至还有一些血肉粉末 放在了地上 声音十分悲伤哽咽道 家主 这些是三公子的遗物 我都给收回来了 请您惩罚我吧 是我没有保护好三公子 让他 让他尸骨无存 这家主的脸上 并没有太过悲伤 看着跪地上的这名老者 他反而柔深地说道 刘老 你起来吧 德云的事 跟你没有关系 谁能想到 那光天玉 居然会出现这样一名人物 不到二十岁 就成为法通第八境的强者 这是东战大陆有史以来 极少有的稀奇之事 德云得罪他 死得也不远 一听这话 依旧跪在地上的老者 与其吃惊地问道 家主 那您的意思 这个仇就这么算了吗 这家主笑了笑 突然自顾地说道 我卢家先祖 三万年前 跟随天赐大地东征西套 建立了大下帝国 虽然我宁天玉卢家不是主家 可也同样有这份荣誉 当年我这一支的老祖宗 凭一己之力 在这里开创一番基业 成为分支家族 也十分不容易 德云虽然是我的儿子 可是为了他就惊动老祖宗 去追杀一名空欲镜的神才强者 况且 这家伙现在还是东方军团的人 又是帝国伯爵 个人又那么神秘 刘老 你觉得这样做值得吗 跪在地上的老者一时无言 他当然知道 那杀了他们三公子的陈青天 究竟有多强 有多可怕 那少年出现的时间很短 一年时间成名 所做的事情 哪一件都让人震撼 以他神丹镜的实力 肯定是接不下对方一招的 而这家主 也只是天向静的实力 也根本没办法去亲自报仇 想要找回厂子 只能惊动那通天静的老祖了 他们要是这样做 代价真的大 也未必能报仇 到时候 整个卢家也依旧十分没有面子 可他不甘心 愤恨地说道 家主 难道这事就这么算了吗 三公子的死 这个仇要是不报 会被别人看清的 就被其他势力嘲笑的 这是后患无穷啊 那陈青天 一个平民出身的少年 但如此对付我们卢家 众目睽睽之下 冲入雌心中 拿出一点动作 我们明天欲卢家的脸面何在 就算我们主家 也会颜面扫地 失去威严 受到打击的 家主 我还是不甘心啊 老者说到最后 已是声泪俱下 一副忠心耿耿为 卢家的姿态 这卢家家主 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这是语气一冷道 刘老 你的心情我理解 你几代人都在我卢家 我也明白 你对德云的感情 对卢家的忠心 这事当然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我就算不请老祖出手 也会报告给主家 从今天开始 这陈青天就是我大下帝国 整个卢家的仇敌了 我还要发布刺杀任务 给东战大陆第一杀手组织轮回殿 一听这话 这老者脸上的愁容 才稍微舒展开来 恨恨地说道 家主 你说得对 得罪我们卢家 以后这小子 就别想有好日子过 不过 要请轮回殿出手 那付出的代价 恐怕很大 虽然我恨死这陈青天了 可也不得不说 他可不好杀 卢家家主笑了笑 阴沉道 我知道 这人不好杀 再给余下的七成 如果他们杀不了 这七成自然就不用付了 起码这也是我卢家的态度 同时也给这陈青天找了麻烦 老者点点头 这时候又补充道 家主 那陈青天这次回来报仇 也是因为上次他师门被灭 你也知道 其实这是三少的主意 是我亲自去许诺 让林光宗这样做的 如今林光宗被灭 陈青天那师父也消失了 不过他的父母 依旧在光天玉寒地城 要不要我去把他的父母给抓回来 到时候抽皮八斤 祭奠三公子 卢家家主摇摇头 理智地说道 这样做太没风度了 不用 而且我们卢家子弟更多 如果不能杀了陈青天 就杀了他父母 到时候会麻烦不断 这家伙这次灭了林光宗 又大闹慈心宗 就是要告诉世人 他是个有仇必报的人 这样的人疯狂起来 一旦没有束缚 会很可怕 我们没必要 现在对他用这种手段 直接从根源上灭了他更好 他一死 他的父母 以及和他有关的人 也都活不了 老者点点头 接着又提醒道 家主 我们跟慈心宗一向交好 可这次 他们竟然眼睁睁地 让三公子被杀 我们怎么也要 跟他们讨个说法吧 卢家家主当即回道 当然要讨个说法 而且 我要亲自去一趟 这次轮回殿的三成好处 我得让他们出 杨天狱 距离陈青天老家光天狱 和慈心宗所在地云天狱 相隔十几个大狱 离边界寒天狱 依旧有二十多个大狱远 陈青天暂时落脚在这里了 之所以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这杨天狱 有一处险地 当年大夏帝国内乱 曾在这里爆发过大战 一处交万崖山的地方 曾经一度战死过上千万人 尸骨堆积 冤魂不散 久而久之 这里形成了一处 恐怖的凶灵之地 据说这万崖山 曾出现过通天境的大凶恶鬼 陈青天来这里 自然是想杀这些凶恶鬼 积攒血气质 虽然目前有近百人 帮他收集血气质 可是如果自己亲自动手的话 一天一个人收集血气质的量 也顶得上几十个人 毕竟那些人普遍实力弱 只不过他没想一天天这么枯燥 此时他兴致冲冲 随着不断地深入这万崖山 这里到处是无边的深渊 里面确实有很多的凶恶鬼 死 完全漆黑深暗深渊底下 奇怪的声音不断响起 五 成百上千的恶鬼出现了 有实体 有灵体 一个个凶神恶煞 想要吃掉活人血肉 哼 你们也死了这么久了 这躯体留之何用 不如让我来物理超度你们 陈青天大范围杀招齐出 几个呼吸后 所有恶鬼全部散架 灵体消散 杀完这里之后 陈青天再次换了一个雅底 一旦遇到恶灵 直接消灭 如果什么都没有找到 就换下一个 只不过这些雅底 恶鬼实力参差不齐 有没有达到法力境地 也有神丹镜凶恶鬼 不断厮杀 获得血气值越来越多 下一个雅底 陈青天杀星依旧 而这次的雅底 他更是遇到了 三头画像镜的大鬼灵 哦 双发遇见 恶鬼正朝他冲杀过来 好 陈青天很是兴奋 这都是血气值 没有多长时间 只剩下凶残本性的画像 镜凶恶鬼灵 就被他全部杀死了 每一头给他贡献了 五十多万血气值 眼见有这么多鬼怪让他杀 陈青天也暗 留在这里 经过一个月的杀戮 他在这里 也收集到了五千万血气值 可惜这里太过于错综复杂 他要遇到强大 数量多的凶恶鬼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随着大量的凶恶鬼灵被击杀 似乎他们之间也有联系 这些拥有骑马灵质的家伙 居然开始隐藏在深渊最底下 那里面确实有恐怖的气息 陈青天也不敢轻易入内 最终 他也没在这里耽误太多时间了 开始飞出 来到这处险地的最外围 当他找到一处相对安全的地方 在外围做好一切防护措施 又准备要提升自己的实力了 他收集到了这么多血气值 应该使用了 如今他的实力虽然很厉害 但是他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 自从修炼神通以来 他已经将他修炼的那门天级大神通 提升到大城地步 这其中花费的代价也非常巨大 同时他也将七门小神通 修炼之大城 这样就可以组成神通大阵了 这么短的时间内 有这样的成就 也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没有先无宝库高等级领悟单 和回复单支持 其他人想要将一门大神通 和七门小神通修炼大城 需要的时间 起码以十年往上来计算 这还是比较妖孽的一类人物的速度 如果自身资质物性一般 不是太过逆天 需要的时间会更久 而陈青天短短两三个月 就有这样的成就 完全是加速了几十倍 可就算这样 他依旧不太满足 因为这一门大神通 和七门小神通组合起来 未必有想象的那么强 还比不上他的一道高级领 看见自己身上的这些血气值 陈青天知道 现在要提升一个大境界 已经很难了 这其中需要一定的运气 还有一定的积累了 不光是积累血气值的事了 于是他还是决定 把这些血气值兑换出其他意 说做就做 他花费一千万二百万血气值 成功兑换出来了高级开天服役 又花费一千三百万血气值 他兑换出高级金红枪役 接着又花费一千三百五十万血气值 兑换出汉帝锤役 杀 轰隆隆 一下兑换三种役之道 陈青天整合这些力量 朝一座大山打去 顿时整座大山开始坍塌 别人哪怕悟到最初级的一道役 那也是了不起的妖孽人物了 可他如今将六道役全部领悟到高级 所能爆发出来的战斗力 已经是不可想象的了 陈青天知道 这天地间有无数的一支道 但是他知道自己的身体 现在也有极限 以他空欲进加神体 最多领悟十道役就够了 他能同时催动十种高级异战斗 再多他身体和精神 就会承受不了 联合使出会崩裂 做完这一切的陈青天 也终于有所满足了 他看了看张晓云和阿火那些人 积攒的血气值 已经是个惊人的数字了 他也需要返回 去给他们提升实力 同时也该抽取他该得的部分 最后看了看自身的实力属性 陈青天 男 十七岁寿命长 一九五零境界 空欲进 初期 自治 万古神才 零食 体制 天雷神体义之道 破碎权益 高级 永恒战益 高级 王者剑益 高级 开天府益 高级 金鸿枪益 高级 汉帝锤益 高级 功法 九天神雷大法 天极下品 忠诚 五纪神通法术 殉灭王权大神通 天极中品 大成 无声幻剑神通 王极极品 大成 灭杀阵魔神通 王极极品 大成 十方斩妖神通 王极上品 大成 战斗天雄神通 王极上品 大成 刀过八方神通 王极上品 大成 法宝 青天剑 灵气上品 血气值 1268 9338 陈青天看着这一切 非常满意的起身 他可以开始执行 朝东部边境 寒天玉寒天城赶去 就当陈青天一路飞驰 来到这阳天玉边缘地区 进入下一个帝国大域的时候 他突然感觉到 前方有强大的能量震动 嗯 简单地思索一会 他还是决定前去看看 随着能量气息越来越近 陈青天也终于看到 前方发生事情了 远处空中 各种力量搅在一起 但他还是感应到 三名身穿盔甲的强者 正在跟一名浑身 蒙着黑袍的强者在大战 以前陈青天的见识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那三名盔甲强者是一伙的 其中一名是空欲镜的存在 另外两名是天象镜的强者 而那名黑袍强者 也是一名空欲镜的强者 虽然场面是以一敌三 各种天象变化 领域交错 可是这名黑袍强者 依旧不落下风 看起来厮杀得非常起劲 陈青天没有急着上前出手 也没有走 他在不停地观察 想看看能不能简陋 他发现 那三名穿着盔甲的人 从他们盔甲的款式上来看 应该是帝国的强者 好像是 陈青天想起来了 那盔甲和他所见过 天机营那些强者所穿的盔甲 除了有些图案和颜色不一样 其他基本一致 他心中九成肯定 那三名盔甲强者 就是天机营的强者 至于那黑袍强者 他并不认识 可是从那天边散发出 无尽血气的情况来看 他已经猜测到了 这绝对是一名魔宗强者 哈哈 李荣俊 你这天机营的副营帅也不怎么样 你这两个同伴更是差劲 看我先杀他们 好 随着他一声怒吼 天空之中再次变了颜色 一幅血色地狱 出现在这片空中 里面各种妖魔鬼怪 凶残画面出现了 而且一切化为实质 庞大的力量 直接朝那两名天机营 向进强者杀去 想先解决他们 但这两名强者 也非常厉害 手中的法宝 不停地挡在面前 同时身上的力量 也风风火火地使了出来 各种力量碰撞在一起 形成了恐怖的反阵 这天机营复营帅李荣军 也不是吃素的 同时怒吼道 今天我就算付出再大的代价 也要拿下你这血魔宗魔头 我一定要你死杀 顿时 他无尽的力量 疯狂地汹涌出来 同时对身边的两名同伴道 使用联合杀招 将这魔头杀死 好 杀 三名天机营强者 和这魔宗强者 厮杀得到最为激烈的时候了 整个深山丛林 不断地被摧毁 咦 有点意思 陈青天看到这一切 突然发现不对 因为那魔宗强者 这时候整个身体 突然发生了变化 他整个人 好像变成了一座真正的血海 包裹着那三名天机营强者 啊 其中两名天象镜强者 这时候 身体被无形的血气力量包裹 发出了痛苦的惨叫 眼看他们就要撑不下去的时候 那李荣军顿时撤招 把身体的力量分给了这两人 以减少他们受到了伤害 可是一个不留神 越来越庞大的血海力量涌向了他 他的身体 也到了最危机的时候 So 陈青天知道不能看戏了 一下飞了过去 他的出现 让这几名强者 也顿感意外 哪里来的家伙 也一起死吧 这魔宗强者 也不问缘由 直接一股薄弱的血海力量 涌向了他 陈青天受到这攻击的时候 他露出了笑容 这也表示 杀了这名空欲镜强者 他能得到血气值 遇到我 算你倒霉 杀 陈青天同样嘶吼一声 星空领域展现出来 轰的一声 那庞大的血海 居然被他全部接住了 发生这么大的异变 这几名强者也是大惊 这魔宗强者 感觉事情严重 一脸惊恐地怒道 空欲镜强者 你是谁 为什么要多管闲事 我可是血魔宗的长老 你要和我整个血魔宗结仇吗 陈青天强大的力量涌了过去 同时嘴里高声道 你不认识我是正常的 不过 我对你们血魔宗 还是有点了解的 里面绝对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陈青天今天就杀你了 看看你们血魔宗 能拿我怎么样 这话一出 陈青天同时加大了力量 可怕的天雷神体 也展露了出来 光芒乍现 各种毁灭性的能量 纷纷朝着魔宗强者涌去 这血魔宗强者 心神巨震 开始全力抵挡 几个呼吸间 他感受到陈青天不可敌后 因为那攻击他的力量 简直匪夷所思 强到离谱 他也终于出现了恐惧的心理了 脸色大变道 你说什么 你难道是东方军团那个陈青天 是那个纵横妖族 灭了林光宗 大闹慈心宗的小子 哈哈 陈青天听后大笑 想不到自己终于有些凶名了 起码这种强者 记住他的名字和事迹了 他脸色凶狠 仰头道 听说过我就好 那么等下你死的就明白了 不会做糊涂鬼 今天无论如何 你都会成为 我威名下地其中一个亡魂 死来 哼 这一击 陈青天不再留守 各种力量融合一起 开始真正的镇压 煞 这一击 天地失色 万物殒灭 苍穹之上 大地之下 让这魔宗强者 根本无路可逃 陈青天面部冰冷 同时嘴里吼道 天机营的人让开 否则我要误伤你们了 李荣军等三人 面对这突然出现的陈青天 已经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了 怎么也没想到 近段时间 异军突起突起的陈青天 那个据说只有 不到二十岁的少年 会出现在这里 现在还帮他对付魔宗强者 感受到了 可以将他杀死的能量 他也站不住了 直接对两名队友急促吼道 我们退 好 好 这两名天向净强者受了伤 但依旧有一定的战斗力 文言也压下了心里的 所有震惊和疑惑 开始后退 怂 毁灭性的力量终于施展开来 在空中的血魔宗空欲净强者 完全被陈青天盯死了 想逃都难 他也终于感受到 什么是绝望了 这一刻 他凄惨地尖叫道 想不到 活了上千年的我 居然会死在 你这刚成名的小子手里 我居然成为了你的踏脚石 哈哈 我不甘心啊 不甘心啊 我要拉你一起死啊 哄 气势雄伟的血海力量 想和陈青天对抗 可双方的差距 如同小溪和大江一般 他的尖叫和力量 全淹没在了 恐怖毁灭的能量当中 很快就彻底没了声息 而他的尸体 也被分成了数块 直到天上的能量慢慢消散 那天基因的三名强者 才敢慢慢靠过来 他们脸色复杂地望着陈青天 心里的恐惧 一点没有减轻 刚才的一幕 他们这一辈子都难以忘记 因为如果他们不走开 恐怕也会死在这里 太凶残了 真是文明不如见面 都说这突然出现的 少年强者怎么厉害 做了多少大事 可毕竟成名时间太短 很难被重视 信的人不多 多多少少有怀疑心理 可现在 他们挨着着少年 还是有一种要逃跑的感觉 就怕他动手 那真是必死无疑 刚才的威慑 他们见到了 这名压制他们的魔宗强者 短短时间就被灭杀了 反抗余地都没有 不管这三人惊恐地望着自己 陈青天已经在收拾他的战利品了 其中有一件绝品灵器不错 同样还有一枚虚名那件 看了看 里面也有不少有价值的东西 就连这具魔宗强者的尸体 也是非常有用的 而且还可以向大下帝国领赏 李荣军见陈青天收拾得差不多了 鼓起勇气上前 一拱手 礼貌性地说道 你就是 最近威名赫赫的陈青天 陈青天收起了身上的气势 抬头挺胸 傲然道 没错 就是我陈青天 只是路过这里 刚才的事情不用谢了 我作为大下帝国的东方军团的镇主 击杀魔宗强者 也是我的责任 李荣军用敬佩的语气说道 陈镇主 陈伯爵 说起来 你的名号我和我 这些兄弟都一轮过 帝国出了 你这样一名厉害的神才人物 真是一件幸事 今天幸亏有你 要不然 我们要杀这血魔宗长老颜毒星 恐怕不那么容易 这魔头 这次在杨天玉 害死几十万人 你能斩杀他 是真为帝国出大害了 陈青天摆手道 好了 客气的话我就不说了 这样吧 这魔宗强者的东西我要了 这尸体就给你们了 但是 我希望你们替我保密行踪 几天时间内 不要跟外界说我在这里出现过 怎么样 三人对视一眼 其中一名天象镜强者不解问道 陈伯爵 这是何故 这魔宗强者颜毒星 可是你杀死的 他在我们大厦帝国悬赏榜 可是靠前的 你杀死他 这份功劳就是你的 至于你说帮你保密行踪 我们当然会答应 那好 陈青天也不多说了 直接把这尸体让给了他们 笑着说道 这东西交给你们了 所以你们怎么处理吧 真要分我一份奖赏 那也可以 我还要急着赶回东方军团 咱们之间就此别过吧 好 李荣军大声道 陈伯爵 既然你有急事 我们也当着你了 我还是要谢谢你 我是天机营第二营 副营帅李荣俊 这两位都是我的好兄弟 如果你不嫌弃 我们也可以交个朋友 以后如果有什么事情 也可以找我 副营帅 陈青天心里不由地想到 当初那天 基营第三营帅饥欢喜 还想收他为徒呢 那时就邀请他加入天机营 可惜他现在加入东方军团了 哈哈 面对这些客气话 陈青天也客气地回答 好 交朋友没什么问题 期待下次再见 陈青天很快跟着三人告别 再次踏上了 返回东方军团的道路 就在他即将抵达 韩天狱的时候 一处不知名的地方 耸立一块巨大的水晶 那水晶上面 开始出现三个人的影像 其中一名 浓妆艳抹的妖艳女子说道 我们几大魔宗 一直盯着那陈青天 本以为他会从 雌星宗所在的云天狱 返回东方军团 可这么长时间了 这一路上 我们用尽手段 也没有发现他的行踪 刚刚我才得到消息 前几天 就这么陨落了 怎么 你们血魔宗不说说吗 呵呵 水晶影像上面 一名极为年轻的男子 愤怒地说道 怎么 我血魔宗死了一名长老 你们很高兴吗 这次我们三大宗门 联手对付这 突然冒出来的陈青天 居然没能掌握他的行踪 也足以证明 这家伙很难对付 这种绝世添骄 如果不尽早出去 将来对我们各大魔宗来说 都是一个巨大的祸害 再说他身上的秘密 你们不想得到吗 我决定 我们三大魔宗 分别派出通天境强者 拦在寒天玉隔壁的 三个必经大狱当中 这一次 我们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 也要想办法找出他 杀死他 一听这话 水晶影像上面 最后一名老者模样的强者 皱着眉头说道 我觉得这小子 很明显得到了什么消息 对我们肯定有防范 要不然 不会让那么大弯子 他身上有屏蔽天机的宝物 我们想要完全定位 他的行踪 根本不可能 这种代价谁也付不起 如果一直守在 寒天玉附近的大狱 逮他也很难 你们别以为 东方军团那些老家伙 不会出手 很可能他们 已经在防范我们了 我们真要是派出 通天境强者 堵在寒天玉附近 万一东方军团 那些老家伙出手 你知道我们损失 会有多大吗 我的意思 既然这次没机会 那就算了 这陈青天 虽然成长速度非常可怕 可我也不相信 他的潜力是无限的 难不成你们相信 再过个几个月 或者几年 他就能达到空间境 突破通天境吗 反正我是不信 他也不可能 我们一直待在东方军团 下次他在外出走远 我们有的是机会 这次我决定算了 他这戏话一出 另外两名强者也犹豫了 这名妖艳的女强者 也笑呵呵地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天灵宗也放弃吧 哼 一声冷笑 另外这名外表年轻的 男子强者 也选择了放弃 接着水晶屏幕之上 所有的人形影像都消失了 一路急飞 飞飞停停 连续几天赶路 当陈青天再次停下来的时候 他已经到达了万峰大山了 很快 他就见到了暗族阿火 和其他的88人 面对陈青天的出现 所有人都很激动 在暗中阿火的带领下 所有人都给陈青天下跪了 不过陈青天只是用手轻轻一脱 所有人的身体又重新站立起来 感受到他们身上的煞气 陈青天点点头 他知道 这些人这一两个月以来 在这万峰大山 可以说是天天杀戮 身上不知道沾了多少妖魔鬼怪的鲜血和怨气 不过成绩也是显而易见的 包括阿火在内 他们这89人所积攒的血气值 已经多达二亿多 当然这其中 阿火一个人所做出的贡献 就达到了三分之一 很好 陈青天满意地说道 你们这段时间做得很不错 阿火也跟我说了 你们所有人都很卖力 没有谁有偷奸耍滑的行为 从你们的眼神里 我也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现在我已经把你们的血气值 都拿来我这里了 那陈首领 傅龙刀忍不住问道 我们是不是都能够提升境界了 是啊 是啊 陈首领 我收集到底这些血气值 能提升到何等境界啊 这些人纷纷七嘴八舌地问道 陈首领 我获得这么多血气值 能提升到钢体经吗 不光他们这些人问 就连暗族阿火 那一双眼睛 都充满希望地盯着陈青天 他对于提升实力境界的急切感 也非常强 虽然他忠于陈青天 但是他更想救他的同族 陈青天也没让他们失望 当即兑换出了大量的灵力丹 以及大量提升资质的天资丹 这些人先服用天资丹 陈青天让他们一个个资质 全部达到妖孽级别 啊 不敢相信 我优越资质 居然能变成妖孽了 哼 我的功法 我的武器法术 威力提升这么大了 我也是妖孽资质的人物了 所有人开始狂笑 一个个不敢相信 居然有这么直接 就提升个人资质的宝物 好了 陈青天见他们一个个那么兴奋 大叫道 我希望你们保持一定的冷静 接下来 你们实力还会大规模提升 而且以后 你们更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 大家最好保持一颗平常心 别大惊小怪 是 所有人强制压下心中的喜悦 眼神坚定地望着陈青天 一个个无比相信他说的所有话 陈青天这时 又把灵力丹给这些人服用 而且 无论是谁达到当前境界的灵界点 他都会兑换出相应的突破丹药 这些人的实力 在他看来 实在是太弱了 为了他们更有实力 替自己收集血气质 陈青天这次 没有抽取太狠的提成 他们共同得到的 二亿七千万血气质 八成都花在他们自己身上了 哗 哼 碰 同一时间 这片区域这些人 一个个突破新境界 附龙刀 也顺利突破到神丹境界 张晓云和另外两名钢体境强者 也突破到飞天境 只见他们兴奋地直冲上天 其他这些人 最弱的都达到了通灵境后期 就连暗族阿火 陈青天也让他突破了两个小境界 而他在这万峰大山这么久 自己消化体内 那股天地意志碎片一部分力量 也突破了一个小境界 如今 他已经是天向境巅峰七十里了 就连陈青天 对他体内那股力量也羡慕 只能默默为他高兴 毕竟是自己的好帮手 所有人实力大增 同时他们的资质也全部提升了 战斗力可谓是大增 哈哈 附龙刀还是忍不住癫狂道 我突破神丹境了 想不到我附龙刀有生之年 还能突破这个境界 接着他走到陈青天身边 直接跪下道 陈首领 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对我有再造之恩 我这一生都更定你了 其他人也纷纷跪下 大声吼道 陈首领 我们从此以后 誓死追随你 忠心不二 绝不背叛 陈青天也不跟他们说太多的客气话 好气道 你们放心 现在还是你们的折服期 等时机成熟 等你们的实力更强大 我会带着你们 让你们冥满天下 附龙刀立马高声道 陈首领 我们相信你 在你的带领下 我们一定能明动东占大陆 我们会安心收集血气质 提升实力 等你带我们纵横天地 杀伐一切敌对势力 哦 哦 所有人都大吼大叫 热血澎湃 陈青天笑了笑 这种效果不错 也没有打击他们的热情 让他们继续吼一会 眼见大家热情消停下来了 他最后交代道 阿火 他们就都交给你了 你带着他们 继续待着在这万峰大山 我答应你的事情 一定会做到 阿火没有二话 坚定道 陈首领 阿火相信你 我也一定会带好他们 努力收集血气质 他们都很听我的话 愿意时时刻刻跟着我 去杀妖魔鬼怪 那就好 陈青天也就放心了 也准备走了 这时 附龙刀又说道 我们一开始都没想到 阿火使者 居然是天象敬强者 而且他还有神体 跟在他后面收集血气质 我们没有谁敢不听话的 你放心 我们都不会让你失望的 绝对不让陈首领你失望 所有人员又齐声大喊 那好 我要先回寒天城了 你们继续在这里 大家随时联系 是 陈青天最后看了他们一眼 就冲天走了 所有人望着他的背影 久久不愿意回过神来 陈青天顺利地回到了寒天城 他又被无数人围观了 所有人都知道 他这次外出 又做了几件让人心惊的事情 大家的眼神既敬忠又羡慕 而陈青天没有和这些人折腾太久 他第一时间去了大将军殿 见到了镇妖大将军岳鹏飞 大将军 我该办的事情都办好了 如果有什么做得不对 还望你指出 这一刻 陈青天挺胸站立 微微低头表示尊重 岳鹏飞笑了笑 温和道 你做都做了 我还能说什么 而且我也不觉得 你哪里做得不对 说起来 你这次把自己的凶名 也给打出去了 先灭林光宗 再闹慈心宗 杀了那卢家公子 最后回来的时候 还能斩杀一名血魔宗 空玉境长老 陈青天 你做的每一件事 都传得很广 但是也留下了不少麻烦 陈青天没有怕什么 平静地说道 大将军 我不怕什么麻烦 只希望没给东方军团添麻烦 这就可以了 哈哈 岳鹏飞大笑道 就算你做出更过火的事情 也不会给我们东方军团添麻烦 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 你灭了林光宗 杀了林光宗的老祖和宗主 他们逃掉的一名副宗主和长老 已经向帝国告你的状了 说你无缘无故 灭掉帝国承认的宗门 希望帝国出面惩罚你 当然 这事也只是打打嘴皮子 帝国巴布的这些宗门相互厮杀 一般对这种事情也不会插手 你还是我东方军团的人 别人的状告不到我这里来 陈青天听后 也明白了 别人都知道 他杀了林光宗的老祖和宗主 但其实那林光宗宗主并没有死 只是被他收服了 至于林光宗余下的那些强者 向帝国告他的状 他也清楚 但这种事情 帝国向来霍兴尼 对于两宗的争端 除非有好处 要不然 帝国不会有谁会插手 如今他也勉强算是帝国的人 这种状 怎么告也没用 接着岳鹏飞又说道 你闯入慈心宗 杀了宁天玉儒家家主的儿子 他们也把状告到帝国了 这分之儒家 不但告你的状 还让整个帝国儒家 把你视为仇敌 你相当于得罪了帝国一个开国大家族了 你怕不怕 陈青天也笑了起来 随后脸色冷然地说道 帝国儒家 我还没有实力对付 但是那宁天玉儒家 要不要多久 我必灭之 好 听到这话 岳鹏飞也赞叹陈青天的胆量 不过紧接着 他又脸色凝重地说道 我还得到一个消息 那儒家已经花费大的代价 请动东战大陆的轮回殿对付你 虽然他们明面上 不敢来我东方军团撒野 可是你以后出去 还是要注意点 这个杀手组织轮回殿 还是有些实力的 见岳鹏飞都带有严肃的表情 陈青天也重视起来了 看样子 这卢家确实跟自己杠上了 还请了杀手组织对付自己 轮回殿 他们只要来敢对付自己 一定会让他们后悔 宁天玉卢家 只要他实力够了 一定是最先灭掉的对象 陈青天心里暗暗想着 最后 岳鹏飞又笑着说道 青天 你在回来的路上 杀了那名血魔宗强者 帝国给你的奖励也到了 同时 天机营也对你表示感谢 说你这英勇博实至名归 将来封侯 也是指日可待 是帝国明日之星 呦 陈青天心里发笑 对这件事情倒无所谓 什么奖励和感谢 他看不上眼 眼见所有事情都说清楚了 岳鹏飞这时候却开玩笑道 青天 下次你 如果你在击杀神才 可以把躯体卖给我 我们东方军团也有不少人要 一听这话 陈青天还以为岳鹏飞要怪自己什么 刚想出口解释 谁知道岳鹏飞摆摆手说道 你别误会 我知道 先前你要拿神体和十六皇子做交易 换取两个帝国荣誉子诀 这件事情大家都理解的 不过我倒是希望 你能把亲人朋友 寄来这寒天城 安全方面还是有保证的 真要到危机时刻 我们也有退路 你不必担心 这里是边境 陈青天点点头 他也没感觉岳鹏飞有什么意见 如今的荣誉子诀 已经到账了 他的师父和他的父亲 都已经正式受封为帝国荣誉子诀 这件事情 那十六皇子姬成文 还是有一定效率的 可他现在感觉到 这爵位未必能成为什么护身符 眼见岳鹏飞这么说了 陈青天这时也保证到 大将军 你放心 那下次我多击杀一些妖族神才 把他尸体交给东方军团的兄弟 至于我父母师父 哎 他们不愿意过来 我也做了一些安排 我想会没事的 岳鹏飞也没再说什么 满意地望着陈青天 示意他没事了 陈青天从大将殿回来自己的府邸 白云飞和吴大明 也已经在等候了 这两人这一两个月来 也没闲着 他们两个人身上 也是有先武功勋令的 他们做好了自己分内之事 也能在附近不远处的小山林里面 杀一些凶兽妖兽之类 获得血气质 陈青天也怎么关注他们的情况 本以为他们两个积攒的血气质 不会太多 结果白云飞确实没有积攒太多 但这吴大明得到的血气质 却出乎他的意料 那上面清晰显示着 他拥有上千万血气质 陈青天顿时一惊 赶忙问道 吴大明 你哪来的这么多血气质 嗨嗨 吴大明这是嬉皮笑脸道 陈振主 在这个寒天城里面 就有现城的呀 陈青天一愣 随即明白过来 他也听说过 这寒天城 有一处非常大的囚妖城 里面有无数的牢笼 关押着很多妖族 主要是为了给新战士练胆 让他们知道 妖族的弱点和战斗方式 也可以给刚突破 新境界的强者试炼用 其实就跟慈心宗镇妖城差不多 但这囚妖城的规模 要比慈心宗镇妖城高了 好几个档次 里面关押的妖族太多了 但是陈青天并没有去那里面打主意 他一旦这么做 就会跟当初在慈心宗一样 自身秘密 会被东方军团所有人猜出来 所有人都会知道 他的实力为什么提升这么快 眼下既然还没有完全暴露 他也不想把他的秘密公之于众 没想到眼前这小胖子 这么滑头 居然打了那里的主意 他深吸一口气 大声喝则道 吴大明 你这样做 就不怕暴露我的秘密吗 吴大明脸色一变 缩了缩脖子 小声说道 陈镇主 你放心 我去的并不平凡 只去了两三次 一直是和差不多同级别的妖族厮杀 就当是试炼 应该没有引起别人的怀疑 我以后尽量少去 而且我都没有拉白兄弟 一起去 就是怕被别人猜出来 陈青天冷着脸 但也没多说什么 游戎一会之后 他还是笑着说道 吴大明 不管怎么说 这些血气值都是真实的 能帮助你突破更高境界 走吧 找个安静的地方 我让你和白大哥再进一步 其他血气值没收了 你们境界提升太快 容易成为别人的目标 谢谢陈振卓 吴大明兴奋不已 能提升境界 他当然高兴 陈青天不想他们太引人关注 最后在寒天城外 让吴大明突破飞天境初期 白云飞提升到钢体境初期 虽然这样也会让人惊讶 但自己身上有好宝物 给手下提升境界 只要不是太离谱 没人会太在意他们 等过些日子 陈青天也可以选择给他们 兑换屏蔽身体真实境界的宝物 但这种东西 也不能保证别人一定看不出 回来寒天城的陈青天 安排好一切事物后 连续很长时间都比较安逸 妖族那边虽然风起云涌 但都是小规模的摩擦 过了几个月的安心日子 陈青天也过了18岁 他自己这段时间 也常去外面收集血气值 加上万丰大山阿火他们大力收集的 他如今的实力又有了极大的变化 而且还积攒了一笔 巨大数字的血气值 没有使用 万丰大山最中心的位置 陈青天在一处山间盘坐 看着身上显示的八千万血气值 他默默叹息 回想起刚才 他花费近三千万血气值 把自己的资质提升到神才最巅峰 接着花费两千多万血气值 又领悟两种高级意志道 批虚刀意 打神鞭业 又花费六千多万血气值 他也终于达到空欲境大圆满期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但面对空间进食 他却退缩了 因为他已经向气灵问过了 想要突破这个境界 需要一枚虚空宝单 要花费五千万血气值去兑换 而且突破概率只有六成 但先无宝库气灵也提醒过 如果他自己对空间进 有更深层次的领悟 那突破成功率会大大提高 如果他自身领悟太低 可能连六成机会都难有 有鉴于此 陈青天即使有足够的血气值试一试 他还是犹豫了 因为他对自身信心不足 到了这个境界 他那推算自我 心里隐隐约约感觉到 现在突破 失败可能性极大 不但会浪费五千万血气值 还会打击到心 不可取 呼 不想了 这些血气值留着吧 先看看他们怎么样了 刚才陈青天给阿火他们一群人 换了大量灵力丹 和提升大境界的丹药 他自己也在这里突破 现在那些人突破也结束了 该去看看了 在此之前 他也看了看自身的具体情况 陈青天 男 十八岁寿命长 一九五零境界 空欲境 大圆满期 自治 万古神才 十分之十 体制 天雷神体义之道 破碎权益 高级 永恒战益 高级 王者建益 高级 开天府义 高级 金鸿枪义 高级 汉帝锤义 高级 批须刀义 高级 大神编义 高级 功法 九天神雷大法 天极下品 大成 五纪神通法术 殒灭王权大神通 天极中品 大成 黄蜂暴雨大神通 天极上品 小成 金雷滚滚大神通 天极上品 小成 无声幻剑神通 王极极品 大成 灭杀阵魔神通 王极极品 大成 十方斩妖神通 王极上品 大成 战斗天雄神通 王极上品 大成 刀过八方神通 王极上品 大成 法宝 青天剑 灵气上品 血气值 八四七四 三三二一 陈青天又修炼了两门天极大神通 可惜花费大代价后 还只是小成 需要进修努力 但他已经把十门小神通 修炼至大成了 又不断修炼其他小神通了 现在 他可以组成一大十小的神通大阵 拥有了威力不小的神通攻击手段了 轰隆隆 当他来到阿火他们这里 看到这些人在耀武扬威 一个个展现出自己的法术功法 爆发自身能量 甚至有些人已经相互切磋打起来了 放眼望去 这些强者最弱的都达到了钢体境了 而那副龙刀 已经是神丹境大圆满七强者了 张晓云和另外两名强者 也已经突破了神丹境 而最厉害的阿火 更是达到了天象镜大圆满七 哼哼 见他们一个个喜不自胜 陈青天大喝一声 把他们都招到身边 随即微笑道 大家感觉怎么样 没有什么不是吧 没有 没有 副龙刀浑身爆发出强大的气势 拍着胸脯说道 陈首领 我身体没有感觉到任何异常 自从修炼了您给我的这些功法神通 我感觉到 自己可以会跟画像镜强者比划一二了 陈青天摇摇头 严肃地说道 副龙刀 你的基础并不怎么好 现在这种感觉是一种假象 你刚突破到神丹镜大圆满 浑身气力无处发泄 才会产生这种错觉 你现在要是对上画像镜强者 根本没有多少反抗之力 不过 我可以让你突破画像镜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啊 副龙刀一愣 结结巴巴道 陈首领 可是 我已经没有血气值了 这次兄弟们一起获得这么多血气值 我知道我还占了不少便宜呢 我要突破画像镜 还得再积累一段时间的血气值啊 陈青天笑了笑 确实 副龙刀这两次以来使用的血气值还挺多的 因为这些人获得的血气值 它并不是太平均的分配 也有侧重点 尤其是这副龙刀和张晓云会多占不少便宜 当然 他们实力强大 得到的血气值也多 正所谓一步快步不快 陈青天也是有打算的 想培养几名真正的强者 到时候能挑大梁 眼见副龙刀苦恼自己没有血气值 而这时候的陈青天心念一动 想再给他们打一次鸡血 于是大声道 你没有血气值 但是可以赦账 我决定让你先欠着 提前让你突破画像镜 怎么样 一听这话 副龙刀血液沸腾了 狂喜道 陈首领 我当然愿意 你放心 我借的这些宝物 一定会更努力地杀妖魔鬼怪来偿还的 陈青天看了周围这几十人一眼 随口问道 我这样做 大家有意见吗 没意见 没意见 我们都听陈首领的 那好 陈青天豪迈道 副龙刀 这些灵力丹你先服用 也让大家看看 你突破画像镜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境界 陈青天当时是观看先武至尊法香 而对于其他人 陈青天可以花费三百万血气值 让他们服用香感宝丹 之后会在脑海中形成一幅画像 可以让人直接连通灵界 和那里面强大的存在产生联系 服用这枚宝丹之后 副龙刀闭上了眼睛 他在感应什么了 突然间 他浑身气势暴涨 周围那些实力弱的强者 纷纷退后 而副龙刀的身体 赫然出现了一尊巨大的神灵虚影 这法香手拿一把长长的战斧 挥舞之下 地动山摇 爆发完力量之后 副龙刀也清醒了过来 我成功了 我突破花香镜了 我连接上一名强大的神灵 从他的身上感应到了这股力量 哈哈 副龙刀手舞足蹈 哈哈大笑 此刻的他已经是花香镜强者了 对他来说 这一切显得不那么真实 短短不到一年时间 他从一名潜力一般的飞天镜强者 成长到这个地步 身心的蜕变太大了 可这还没完 陈青天接着大声吼道 突破花香镜 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们也不用羡慕 用不了多久 你们都会达到这个境界 陈首领威武 好 好 陈首领说得对 所有的强者 发出热烈的吼叫声 完全信服 同时 他们都非常羡慕副龙刀 可是接着 陈青天又语出惊人道 副龙刀已经是花香镜强者了 但是我觉得他的实力还不够 我还愿意给他赦账 送他一具神体 什么 一听到这话 所有人都呆了 想不到神体 他们都可以得到 难道大家 成为妖孽还不够 还能成为神才不成 副龙刀更是不敢相信地问道 陈首领 你说 你可以让我得到神体 成为神才 陈青天也不废话 当即兑换出 装有神体的器具 同时他也给副龙刀 兑换出足够的天资单 最后平静道 现在开始吧 你们跟着我 一切宝物好处 只有你们想不到 没有你们得不到的 好 好 副龙刀整个人兴奋地颤抖 当他服用过足够多的天资单之后 开始按照陈青天说的步骤 一步步换血 换骨 换体 陈青天给他兑换的 是天风神体 这神体爆发出来的力量 犹如天灾飓风 攻击十分恐怖 也有强大的防御力 就在副龙刀换体成功的那一刻 陈青天也大声吼道 所有人退开 这些昔日杀妖联盟的强者 再次纷纷退后 场中只留下了陈青天 和暗族阿火没有走开 哄 只见了副龙刀 整个身体被一股强大的银色气流包裹 碎石土地都卷了起来 不论任何物质靠近他身体 那股恐怖的气流 都能把它化为粉末 突然 有一股强大的银色气体 化成一道攻击 碰 地上赫然出现了一个 深不见底的黑洞 接着 副龙刀继续发力 强大的攻击 把这周围一切不平的地方 都变成了光秃秃的黑色土地 恐怖的威势爆发出很远 一般强者根本站不住脚 但陈青天就站在这能量当中 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暗足阿火也一样 他身上所爆发出来的力量 完完全全可以阻挡着恐怖气息 此刻的副龙刀 眼睛里面闪烁着 振振不一样的光芒 一切平静下来后 他过来给陈青天跪下了 如今他已经能压制 自己心中的情绪 嘴里嗡声嗡气地说道 陈首领 如今你在我心目中 就不是人 而是神仙 能够赐予别人一切的神人 我愿意信奉你 神仙 陈首领是神仙 所以人 在这一刻 对陈青天产生了信仰 他能赐予别人不一样的境界 就连在这东占大陆 极为珍贵的神体 都能够赐给他们 而他们所付出的 也仅仅是杀一些妖魔鬼怪 他们感觉到 自己的付出和得到 完全不成正比 所有人都占了天大的便宜 他们恭恭敬敬地跪下 虔诚地把手摊开 仿佛是在触摸陈青天的脚底 他们种种行为 简直把陈青天抬到天上去了 陈青天也默许了 他们称自己为神的行为 就如同当初这阿火一样 奉自己为神 而这时的阿火 也被这一切感染 激动地出声道 我神 你就是神 是我们大家的神 陈青天见阿火也这个样子 知道这一族少年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心机 是值得培养的 他先让所有人起来 接着向阿火问道 阿火 你现在已经达到了 天象镜大元满期了 你想不想突破更高的境界 阿火跪下道 全凭我神决定 好 陈青天这一刻也十分豪气 既然他自己没有把握 突破更高的空间镜 那么干脆把这些血气值 借给他们 也借给阿火 看看他是否能突破空欲镜 陈青天给阿火 兑换出足够的神级灵力单 同时花2000万血气值 兑换出一枚精力神单 此时 他身上的血气值 又少了大半了 但他相信 用不了多长时间 他的回报绝对是如今的几倍 十几倍 乃至几十倍 阿火 我刚才跟你说 突破空欲镜的要点 你都记住了吗 陈青天一番深深的嘱咐后 就要阿火开始了 毕竟 这不是百分之百能突破的 阿火点点头 郑重地说道 我神 我都记住了 我一定会成功 那好 开始吧 陈青天也严肃到 所有人继续退开 你们看着 阿火是如何突破空欲镜的 陈青天对阿火还是有信心的 精力神单有八成机会 让突破空欲镜 而阿火的资质 和他体内那股力量 绝对能保证他 九成突破这个境界 所有人都在默默地关注着阿火 久久过后 周围的空间莫名其妙地变了 这个世界居然开始腐朽 一切的一切伴随着毁灭 到处火山喷发 地壳壳洞 空气当中带有深深的死气 啊 发生什么事了 世界怎么毁灭了 我在哪里 还是原来的地方吗 怎么回事 就在所有人开始恐慌的时候 突然万物复苏 大地发出新的生机 一切刀山火海 变成新生自然 陈青天默默地念叨 这就是阿火的领域吗 他的领域 好像是一个世界新生和毁灭交错在一起 可生可灭 好可怕的领域 他这个领域 比起自己的星空领域 要更加真实一点 已经真的有那么一个小世界的形状了 这是他身体里面 那天第一只碎片 所产生的力量吗 果然够神奇 看着清醒过来的阿火 陈青天上前恭喜道 阿火 很不错 你又达到新的境界了 而且 你所展现的这个领域 非常可怕 带有一丝世界的力量 你现在的实力 也是深不可测啊 我都想试试你的深浅了 阿火这时候也激动到 我神 我感觉到 我体内那股力量 已经开始跟我融合在一起了 他好温暖 就像 我的父母一样 能给予我无限的力量 陈青天点点头 心里复杂 他明白 阿火是那个世界的种族 这股力量 也是那个世界的 它们之间犹如一体 会有这种感觉 也是正常的 其他人纷纷上前 一个个喊叫道 阿火使者突破空欲镜 我们恭喜阿火使者 刚才那领域 太神奇了 太恐怖了 哈哈 富龙刀也过来道 以后有空欲镜强者带着我们 哪里不能去 可以去杀妖族 收获血气质了 陈青天也松了一口气 将这些人的实力 全部提升一个大的档次 他也开始欣慰了 以后操心的是少了 坐享其成就好了 他知道 这万峰大山 已经不适合他们了 也可以开始计划 让他们去天宫长城附近 跟那些妖族进行战斗 那个时候 他们能收集到的血气质 又是一个新的天文数字 临走之时 最后陈青天交代道 阿火 你带着他们 沿着这万峰大山 慢慢靠近天宫长城那边 在那外围杀妖兽的同时 也等着我的命令 我先回寒天城 具体打探我们东方军团 和妖族的一些动向和部署 到时候 你们再出手 明白吗 明白 所以 人皆大声回答 陈青天看着这些人 严格来说 这已经是一股很强的势力了 陈青天这次回到寒天城 直接找到了善无悔 想从他这里 打探一些军事部署 他这段时间 虽然也待在寒天城 但是他这个镇主当得非常不合格 几乎没去几次镇妖军 第三镇军军营 一切依旧是那孙贤峰负责 他对东方军团 和妖族的具体动向 也没有太关心 如今他不好 直接去找大将军岳鹏飞 只能找到 也算高层的善无悔了 毕竟整个东方军团当中 他跟着善无悔 算是走得最近的了 两人偶尔也汇聚一下 哈哈 青天 你来了呀 一见陈青天到来 善无悔非常热情 他在寒天城的府邸 修建的那是富丽堂皇 毕竟是义军的统军将军 在这边境 可是待了数百年 身份待遇没得说 丹大哥 又来打扰你了 陈青天客气道 善无悔爽快道 青天 说的什么话呢 有没有兴趣 我们再来切磋一下 陈青天摇摇头 他跟着善无悔对决了两次 但都处处留守 根本就没有发挥出全部的力量 但就算这样 丹无悔也依旧很快地落败 没有太大挑战性 可越是这样 这善无悔越不服 每次遇到陈青天 都希望再跟他交流交流 想看看陈青天 到底有多少手段 他也想收获些什么 这次陈青天干脆摇头道 丹大哥 我老实跟你说吧 同样是空欲净 但这个境界的强者对我来说 我不会有任何压力 你虽然不错 可是咱们 还是聊点别的吧 别切磋了 等有机会 我帮你一把 怎么样 一听这话 善无悔一时欲色 苦笑道 青天 你说话也太直接了 不过 你话也别说太满了 你是空欲净神才没错 实力也很可怕 但我们东方军团 可还有其他的空欲净神才 你可能还不知道 那星无名 昨天回寒天城来了 星无名 一听这个名字 陈青天就想起来了 这星无名是镇妖军 第二镇军镇主 也是一名拥有神体的强者 是真正的天生神才 同样也是空欲净强者 而且 听说他才一百岁左右 对于修炼强者来说 他非常年轻 是东方军团从小培养的强者 长时间以来 都带着镇妖军第二镇军 驻扎在天宫长城一带 抵御妖族 陈青天感觉到 有一丝不对劲 这样的人物回到寒天城 莫非是因为边境的压力 已经不大了 于是 陈青天试探性地问道 丹大哥 这星无名 我也听说过 是不错 据说他从小 拜大将军为师 年纪不大 斩杀的妖族不少 也是东方军团的 一名耀眼金珠 他怎么突然回寒天城了 难道边境天宫长城那边 压力不大了吗 单无悔这时候点点头 青天 你说得不错 最近这段时间也奇了怪了 妖族已经开始不袭击 我们各处据点城关了 而他们很多地方的 小城之要塞 也开始陆陆续续地退兵了 似乎有一种 暂时不想和我们大战的感觉 哦 陈青天一听到这话 也感觉很奇怪 他有点不相信 这才多长时间 难道妖族真的不想 对付大夏帝国了 不和东方军团死扛了 他想了想 还是跟单无悔清楚地了解了 天宫长城各地驻军的情况 同时也了解了妖族的一些具体动向 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之后 陈青天才开始告辞 就在两人分别之时 善无悔突然笑着说道 青天 你刚问了我那么多军务 我还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据说那心无明 昨天刚回来 就放话说 想要看看你有没有实力 当镇妖军第三镇军的镇主 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那么厉害 哈哈 说起来 你还真抢了他不少风头 以前我们东方军团战士 可是经常议论他的 现在你一出现 哈哈 陈青天脸色怪异 也呵呵一笑 没在意 善无悔继续道 你这家伙 老不在寒天城待着 现在你回来了 我估计消息也传到 他耳朵里了 不知道他等一下会不会来找你 哼 听到这话 陈青天嗤之以鼻 淡淡道 随便他吧 我有没有资格 都已经是镇妖军第三镇军镇主了 只要大将军不撤我的职 只要我自己不想干 其他的人我不认为他有资格说三道四 见陈青天这种态度 善无悔兴奋了 大叫道 好啊 我倒想看看 你和心无名究竟谁更厉害 不过以我对你们的了解 我还是更看好你 哈哈 陈青天没把这心无名的事情 太放在心上 从善无悔的府邸离开后 他直进去往了寒天城军库 他刚从老家返回寒天城的时候 就来过这里了 同时把从灵光宗老祖那里 获得的一剑半步道器 交过来重新炼制 只因为这法宝太不完善 当初被他强大的力量 也损坏了一点 他想让这些东方军团的炼器强者 帮他再加强一下威力 虽然他自己也能做这样的事情 可他太忙了 要修炼神通 有时还要亲自收集血气质 炼器这种耗费时间的事情 就交给别人了 从刚进这个神秘空间开始 所有人就看向陈青天 眼睛里充满敬佩 一进来 这些炼器强者 一个个围了过来 就连当初那看不起他的单凤眼男子 认为他不配上品灵器 当下也笑脸过来了 而陈青天也知道 这里的最高负责人 名叫十炼魂 人称十佬的家伙 而这十佬也带着笑容过来了 陈振主 你的这件半步道器 我们已经帮你重新炼制好了 如今他的威力 虽然跟真的道器差得远 但比绝品灵器要强太了 陈青天也礼貌道 多谢十佬和各位大师 让你们费心了 青天感谢 哪里话 呵呵 十佬笑道 陈振主 你可是我们东方军团的骄傲 杀妖无数的少年强者 前途无量的人物 能为你炼制法宝 我们都感觉脸上有光 陈青天没有再说太多客气话 直言道 那让我先收服这法宝吧 好 十佬一鹤 拿出这法宝 这半步道器 如同一块巨大的黑色方砖 陈青天感受到了上面的气息 他伸手一接 这半步道器 已经有自己的意识了 有抗拒意识 哼 陈青天不惯着他 强大的力量灌入他内部 不消片刻 他就和里面的气灵建立了联系 顺利收服 十佬见状 恭喜道 陈振主 看样子 你已经和他建立联系了 真好啊 嗯 陈青天点头 十佬这时候提醒道 你应该感觉到了吧 这半步道器 相当于一名天象精大圆满气的的强者 能够拥有自己的战斗意识 陈青天文言 他刚才也感觉到了 这半步道器 已经有机械版的意识了 有不低的战斗智慧 可以自己战斗 实力还不弱 他还知道 如果是真正的道器 哪怕是下品道器 都拥有空欲尽实力 突然他心念一动 问道 十佬 这件半步道器 应该可以组成群体大阵吧 十佬点头道 陈镇主 可以的 如果放在一般宗门 他完全就是一剑阵宗法宝 是可以组成宗门大阵 群体大阵 威力比起千军阵旗 所组成的千军战阵 要大得多 而且 他没有太严格的人数限制 少则三五人 多则上万人 都可以把力量凝聚在他上面 连成一体 陈青天听后 很是满意 接着又道 十佬 这半步道器 似乎没有自己的形状 就像一块巨大的黑疙瘩 他可以自己变化形状吧 十佬又回道 没错 陈镇主 你喜欢什么形状的法宝 它可以多样化 你可以把它变为刀 变为剑 变为斧 变为锤 而且 炼制的时候 我们加了不少好东西 它的防御力 已经很惊人了 我敢说 只要有空欲净强者催动 就算通天净强者 想要摧毁它 也不那么容易 好 我知道了 陈青天已经有了决断 这件法宝 它不怎么用得上 但是它可以送给那些手下 到时候由阿火控制 他们那些人 完全可以组成一个 极为厉害的攻防大阵 真面对通天净强者 也有一定的 炕制力 在这里结束之后 陈青天很快和他们告别 离开军库 才一到军库外面 陈青天就感觉到 自己被一股强大的气势锁锁定 他寻着气息 在远处高高的建筑上面 一个外表年轻 穿着金色盔甲的男子 用比翼天下的眼神 死死地盯着自己 陈青天直视这人的眼睛 但并没有在意 就想回到自己的住所 可这人不依不饶 一股精神之力 陈青天大为不悦 直接回队过去 哼 两人强大的力量 让空气思思作响 陈青天这时候已经猜到了 来的这人 应该就是那心无名 刚回来的镇妖军 第二镇军镇主 眼见对方主动来找麻烦 陈青天也不墨迹 直接出声道 你是心无名吧 我听说 你是大将军的弟子 又是军中前辈 不过看起来很没礼貌 这人脸上 带有淡淡的笑容 傲气十足道 哦 那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我叫心无名 镇妖军第二镇军镇主 我有今天 可不仅仅是仗着什么关系 我是大将军的弟子没错 可我的名声 全是我自己正的 说完这些 他故意挑衅道 我听说你最近的风头很盛 我今天倒想看看 你有没有资格 和我站在同一条线上 陈青天眼里出现极强的煞气 皱眉道 心无名 我奉劝你 别自取其辱 虽然你是军中前辈 但我也很明确地告诉你 你绝非我的对手 我尊重大将军 希望你也给自己留点脸面 别挑战我 陈青天已经看出来了 这同样是神才的心无名 是空欲镜大圆满的实力 跟他现在一样 但两人之间的差距 真的很大 哈哈 心无名大笑 感觉陈青天比他还狂 他眼里散发出阵阵光芒 尖锐地说道 陈青天 我也能感觉到 你身体里面有绝强的力量 你这段时间 做了不少名气很大的事情 可我心无名还没怕过谁 我们之间 不说那么多废话了 可敢与我一战 来定高下 看着他那无比挑衅的眼神 说着傲慢的话语 陈青天目光冷了下来 陈生道 好 等一下我要是下手太狠 你可别怪我 心无名狂笑道 既然都不打算留守 那我们去寒天城外 也让军中战士看看 谁才是东方军团真正的大英雄 是最有名的代表人物 心无名眼里的极度知情 陈青天看得清清楚楚 说白了 这家伙只是觉得自己有些手段 所以才走到今天 实打实的战斗 他认为能打过自己 到时候踩着自己的肩膀 成就他的威名 陈青天心里冷笑 这心无名是找错人了 他只会被自己压住 成为自己其中一个踏脚石 So 陈青天冲天起 直接往寒天城外飞去 在寒天外的西南方 有一处极大的叫场 曾经有无数的东方军团强者 在这里发生过战斗 地上已经出现了无数的深沟 到处漆黑一片 就是他们两人抵达这里时 寒天城也早已沸腾了 无数的强者和战士 都知道了镇妖军 第二阵军阵主心无名 要挑战这才刚当上 镇妖军第三阵主不久的陈青天 这可是两名神才之战 还是都是空欲镜的神才人物 对于这样的战斗 哪怕是那些统军将军 也非常感兴趣 想来观摩一下 因为不少的统军将军 也是这个境界 他们也想吸取这等大战的经验 大家快去看啊 心无名要挑战陈青天 他们可都是我们 东方军团最年轻的顶尖强者 都是军团的大英雄 这场战斗 不知道会有多精彩 大家去看看 我也去看看 无数的战士 都请假离开军营 想来看看这强者之战 就连寒天城其他的一些强者 也忍不住出来了 感兴趣的人太多了 哈哈 寒天城外的高空中 善无悔和几个统军将军飞在一起 他哈哈大笑道 我就知道 他们肯定有一战 我们也去看看热闹 就是那一直在寒天城的 十六皇子和二十三公主 也在安天丽的陪同下 来到了城外 空中 姬承文脸色复杂道 心灵 这陈青天 现在真是威名赫赫了 今天他如果打败这心无名 从此以后 他在东方军团的脚跟 就彻底站稳了 恐怕到时候 他很可能是新的大将军种子 将来有资格接替 东方军团大将军之位 姬心灵自然也是知道 一些秘密的 他也脸色凝重地也回答 皇兄 这陈青天太过神秘 我看这早已成名的心无名 未必是他的对手 接着 他又看上安天丽 小声询问道 安老 你觉得呢 安天蒂拉耸着眼睛 也小声道 皇子 公主 这陈青天实力 远远超过我的想象 我现在都不知道 他具体有多强了 但是他身上那些力量 绝对不输任何人 同等境界 哪怕是神才 也没有跟他对抗的可能 听到这样的评价 姬成文和姬心灵脸上 都表出了非常震惊 他们默默想着 这场战斗悬念 不是特别高啊 而此刻的陈青天 看着不断涌过来的人 他没有急着动手 而是默默叹息 哪怕这里极为广阔 他要爆发力量 也可能会误伤别人 但这时候 心无名剑差不多了 于是大声吼道 所有人退后十里 否则死伤我可不管 不少军中强者开始维持秩序 不断地驱散那些 想靠近过来的战士 等人被清空得差不多了 站在极高空中的 心无名和陈青天 这时候也不再客气 两人眼神都非常凌厉 哼 一刹那 心无名爆发出他的神体 陈青天感受到了耀眼的光芒 但他眼睛穿透所有 开始仔细观察 而心无名也骄傲地解释道 我这神体 名为金光神体 涌现出来的光芒 能照耀这世界 所有污垢的角落 我的光芒 能融化一切 谁能体敌 我知道你是雷属性神体 现在让我看看吧 没想到这时候 陈青天却摇摇头 眼中轻视 霸气十足地说道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 我们之间的差距 到底有多大 你先出手吧 否则 我怕你没有机会 一听这话 心无名还是怒了 大叫道 我的光芒 照耀整个世界 杀 刹那间 哪怕数十里外 大家都能感受到 这刺眼的光芒 心无名整个身体的力量爆发出来 法香是一尊 手拿太阳的强大存在 而他展现的领域里面 似乎有无数的太阳 哄 这股力量 犹如太阳坠落 焚烧世间一切 而且陈青天 看着这要包裹他的攻击 没有一丝情绪 他四十五度仰望天空 一双眼睛悲天闽人 整个身体一动不动 可突然间 无数的力量从虚空中来 杀 可怕的纹路 充斥这片空间 他所有的力量 比这心无名所爆发的力量 强了几倍不止 是要吞噬一切 心无名感受到了什么 脸色大变道 这是高级权益 高级战益 高级剑益 还有高级刀益 不可能 一个人怎么能同时领悟四道益 他究竟是什么存在 四道天帝之意 就像四根擎天柱 紧紧地守护在陈青天身边 无论什么伤害 都不能加持他身 与此同时 陈青天展现出 远超空欲镜大圆满的实力 源源不断的力量 涌向了心无名 这样的力量 前所罕见 无可匹敌 心无名咬咬牙 苦苦支撑 可他依旧不服气 怒声道 我不服 杀 顿时 一道高级剑益 也从他身体里面施展开来 可惜 面对陈青天四种益 这如同一卵击石 躺避挡车 哄 陈青天施展星空领域 配合强大力量 摧毁一切 心无名已经支持不住了 他的身体几乎到处流血 脸色猙獰的可怕 但他不知道 陈青天拥有八种意之道 这才施展一半 他就不行了 大量围观的强者 也发现了什么 他们对陈青天 爆发出四种高级异 简直震惊到难以言语 这样的天赋 是真正的道之子 领悟力太可怕了 他们也知道一些 真正的天骄人物 能领悟好几种意 可陈青天当下使出四种高级异 他们很多人难以接受 现在陈青天都没有使用他的神体 就完完全全压制了心无名 这样的结果 让很多人不敢相信 太惊人了 真是同境界无敌了 哪怕心无名同样是神才 也无法撼动这不到二十岁的少年 远处的十六皇子和二十三公主 也被这一切惊呆了 如今的姬承文 已经得到了亚神体 但是他看着自己和陈青天的差距 语气极为极度道 安老 是不是通天境强者 想杀着陈青天都没那么容易 你真的是气运之子吗 安天立摇摇头 感叹道 太强了 太可怕了 想不到 他居然能拥有四道高级异 而他的境界 也已经达到了空欲境大圆满 而且爆发的力量 超过当前境界了 他身上的秘密太奇特了 照这样的速度下去 他突破空间境也不远了 这种人物 恐怕也只有天地境的存在 才能彻底拿下他 通天境未必能把他怎么样 而且 我们谁都不知道 他还没有没有更强的力量 没有爆发出来 他身上有屏蔽天机的东西 只要他自己不施展出来 我们很难看出来 姬承文和姬心灵 看着高空中要结束战斗的少年 心里各种滋味都有 两人知道 他们跟着陈青天完全没法比 以他们高贵的身份地位 现在都不够资格拉拢着少年了 最多是娇好 就在所有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战斗也已经要结束了 心无明浑身伤痕累累 这一刻 他眼里满是震惊 两人都没有动用法宝 但其他力量各显神通 太过精彩 陈青天的强大 远远出乎他的意料 他算亲自感受过了 他已经展现出最强大的力量了 可陈青天一直没有展现神体 凭借四道高级异 还有那堪比空间近的力量 把他逼得退无可退 虽然他还没有投降认输 但明显陈青天在留守 再打下去 他就不是受伤这么简单了 对方给他脸了 他自然知道该怎么做 眼见陈青天笑意满满地看着他 他并没有愤怒地失去理智 最后还是压下所有的不满 高声道 陈青天 我确实不如你 你身上的一切 太奇特了 我怎么也想不到 这天地间 会有你这种人存在 我看 就算那第一阵军的悟空 恐怕也压服不了你 我认输了 这心无名 也算拿得起放得下 他的声音很大 十里外的东方军团强者和战士 都听到了 眼见他主动认输 所有人再次爆发出热烈的吼声 纷纷大叫道 陈青天 陈青天 无敌就是陈青天 这一刻 陈青天的声望 再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身上所爆发出来的力量 大部分人已经没有极度了 因为这种高度 无论别人怎么努力 也达不到这个高度 当所有人都清晰地认识到 自己追不上这少年 那只有深深的崇拜和敬拜 他已经不是普通人了 如果现在有人说 他是仙神转世 恐怕也有人都会相信 击败心无名的陈青天 并没有什么骄傲自满 眼见对方这么干脆 没有脚蛮缠 不恼羞成怒 他也微笑道 新阵主 你其实已经很优秀了 虽然你败给了我 我还是认可你 我也希望我们将来能联手作战 杀灭妖族 如果有什么不愉快 我不会放在心上 我也希望你别放在心上 我们应该是战友 是同伴 陈青天这种态度 这样的包容和心胸 也让心无名异动 他随即眼里出现了一抹佩服 接着高声道 好 陈振主 你不光实力强大 为人也还不错 没有那种有实力 就把脸撬到天上 我希望我们是同伴 是战友 但是 我还是想说 我们以后也是竞争的关系 其实我知道 想因你需要渺茫 可就算这样 我还是想跟你争锋 我早晚 还是要挑战你的 好说 好说 陈青天不介意道 我等着你以后挑战我 说完这些 陈青天也不在这里久留了 当即飞向寒天城内 他也没有跟周围那些强者说什么 因为这要是 被他们围住 又是七嘴八舌 要做一大堆解释 听一大串奉承的话 陈青天走了 心无名自然也走了 但是那些观战的强者和战士 却留在了这里 久久不愿意离去 甚至不少强者 去他们刚才战斗的最中心 去感受那还会消散的能量 有些人似乎心里有所感悟 单无悔和几名统军将军 也出现在了这里 看了看这一切 他们相互之间望了一眼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最后单无悔不无感慨地说道 这陈青天 绝对是东战大陆万年不出的可怕天骄 现在他要独领异军 你们还会拒绝吗 几名统军将军摇摇头 一人说道 恐怕我们几个人加在一起 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大将军能把他 留在我们东方军团 真是一件行事 这种人物 如果成为我们的敌人 那真的难以想象 会是怎样的灾难 善无悔大笑道 所以说吗 我们要多给他一些善意 让他彻底认可我们东方军团 再说了 他这么厉害 你们就不想知道为什么 就不想从他身上得到一点点好处 他能领悟四种高级异 我们找他指点 哪怕到时候领悟一种 那大家的实力 也绝对翻翻 老善 你说的不错 有人不断附和道 这些人 现在一个个有其他想法了 陈青天和心无名的战斗 很快整个东方军团都传遍了 当大家知道 以陈青天完胜而告终的时候 他的声望又再度提升 就连大将军岳鹏 非听到这个消息 也笑着说道 陈青天是他们东方军团的骄傲 是妖族的噩梦 而此刻的陈青天 没有管别人怎么议论他了 他开始给暗族阿火等人 下达命令了 从尚无悔那里得到的消息 妖族并不是撤退 而是收缩防线 但是有一些地方依旧很薄弱 比如在离寒天玉五个大玉远的天宫长城处 那里离妖族边界大本营士人城也远 但是 那里有不少妖族部落城池 可是没有强大的力量守护 陈青天命令阿火 带着八十八名强者 从那一段天宫长城杀入 在快速渗入妖族外围 灭杀几座妖族城池部落 收集双倍的血气职 而阿火他们也坚决服从陈青天的命令 妖族边界浪洲 一道漆黑的身影正在天上飞 他的脚下是一把巨大的战斧 这不是别人 正是暗族阿火 他得到陈青天的命令 越过天宫长城 出现在了妖族边缘地带 而他脚踏的战斧 是陈青天曾经的战利品 但是已经被改造过了 这里面 有极大的独立空间 八十八名钢体径以上的强者 全部在内部 他这次的任务 就是袭击妖族边缘 三座相距不远的大城池 等到了目的地上空的不远处 阿火把八十八名强者 全部从战斧里面放了出来 他语气低沉地说道 我们陈首领的命令 是让大家以最快的速度 袭击这三个妖族城池 杀死里面所有的妖族 所有的计划 我们都提前说好了 现在就是大家出力的时候了 这些强者 也全部低声喝倒 阿火使者 我们坚决跟你一起 拼命杀光全部妖族 阿火重重地点头 他心里默默地想着 陈青天给他的情报 这三座城池相隔不远 也不是什么重要军事场地 其实对东方军团来说 这三座城池 没有什么袭击的价值 但是对他们来说 就有价值了 因为每座城池 都升活了上百万的妖民 同时还有不少 普通妖兵驻扎在里面 如果能把他们全部杀光 那获得的血气值 不知道能有几亿 杀 随着阿火一声怒吼 他带着几十号人 杀入了妖族城池内部了 第一时间 阿火和附龙刀两人带头 就展现出绝强的实力 他们以极快的速度 把这座城池 所有的法力进以上的妖族 全部斩杀 接着几十名强者 守住城池四方 这有上百万的妖族城池 在阿火和附龙刀疯狂的毁灭下 几乎成为一片废墟 啊 那里的妖将 妖兵 妖民 几乎没有逃走几个 完全是惨无人道的 大灭绝大屠杀 他们做完这一切 也不过是半个时辰 强者在这个世界 翻手为云 覆手为云 屠城灭地不在话下 这只是开始 接着妖族浪洲 其他两座城池 所有的妖族 也被完全涂灭 这一切事情发生 也不过半天的功夫 做完这一切的阿火等人 又彻底消失了 他们已经得到 陈青天新的指示了 去往了下一个目的地 哈哈 寒天城内 得知阿火 顺利毁灭三座妖族城池 陈青天看着他们身上 各自拥有的血气质 不由哈哈大笑 阿火他们的实力很强 出现在一些 没谁观 德地方 就这样突然袭击一两次 妖族很难有机会带到他们 但这样的事情一发生 在妖族又引发了一次巨大的动荡 妖族识人城 一处隐秘的角落 天狮族妖帅巴古亚 和金虎族妖帅元宝虎 正低着头 在他们面前 两名比他们气势更强大的存在 正用那凶神恶煞的眼光 看着他们 元宝虎感受到气氛很浓烈 突然咧嘴一笑 族长 你们怎么来了 这两名更加强大的存在 其中一个就是当初 追杀陈青天的 金虎族族长元空虎 另一名浑身金色的毛发耸立的 是天狮族的族长巴拉亚 元空虎看了看 旁边的天狮族族长巴拉亚 声音粗壮地说道 我们两大族长这次过来 并没有让谁知道 除了这世人城四名 不管是的通天境大妖帅外 也就你们两个知道了 其实跟我们过来的 还有我们金虎族 和他们天狮族 另外四名通天境强者 只是他们 暂时不在世人城内罢了 啊 听到这话 元宝虎脸色大惊 立即问道 族长 怎么来这么多通天境强者 我族除了你 谁又来了 金虎族族长元空虎元孝道 还有元清虎 元气虎 什么 元宝虎师生道 元清虎他来了 他可是 我族通天境的神才 他不是要冲击天地境吗 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这时 一旁的天狮族族长巴拉亚 也调笑道 你们金虎族的元清虎来了 我们天狮族的巴花亚也来了 我族的通天境神才 一旁的天狮族古巴亚 也忍不住惊呼 这一刻 两名妖帅 心里似乎明白了什么 纷纷看向各自的族长 元空虎这时候肯定地点点头 你们没猜错 这次我们 一定要东方军团付出代价 不光我两大至尊族 来了这么多通天境强者 其他十大王族 也必须派一至两名 通天境强者来试人城 这件事情 暂时还要保密 说完这些 元空虎还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最后加了一句 这次 我们就算不能 灭了东方军团 也要他们元气大伤 真正的后手 到时候 你们会知道的 听到这话 两名副组长眼睛里 越来越光亮 他们似乎想到了什么 就在这时 天师族组长巴拉亚突然提到 我刚才好像听到 世人城我们妖族在议论 浪洲有三个城池 被东方军团的人灭了 几百万妖族就这么死了 是不是 天师族副组长古巴亚立马回道 组长 你没听错 这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我们已经打算派强者去报复人族了 他们实在是太狂了 先有陈青天 在我们妖族放肆的不行 现在他们还派空欲镜这等强者 来袭击我们普通城池 我们都很纳闷 那三座城池 根本一点都不重要 没什么价值 也没有什么太厉害的强者作战 这三座城池被灭 我族有神丹镜的强者临死之前报告到 出手的其中就有空欲镜的强者 我们战死了几十万勇士 三座城池数百万妖民 全部被灭杀干净了 人族这样做 简直就是赤裸裸地挑衅我们 族长 你们这次决定对人族发动这样的大战 我也是深深地支持 对 人族太狂了 我也支持 元宝虎也大叫道 这次一定要让东方军团付出代价 把那些厉害人物统统斩杀 尤其是被他们奉为人族英雄的陈青天 一定要让他死 元宫虎文言 阴着脸说道 这人族小儿陈青天 我上次大意 让他从手上侥幸逃脱 如果已经非常强了 据说他能轻易打败那镇妖郡第二镇军的心无名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这人族的成长速度 太惊人了 听到他领悟四道高级翼的消息 我都难以置信 这次 我一定要亲自捕捉他 哈哈 一旁的天师族组长巴拉亚 立即大吼道 只要这人族陈青天出现在战场上 我们天师族也不会放弃的 他身上的秘密 你们想得到 我们也想得到 哼 元宫虎文言 冷哼一声 大叫道 那就各凭本事了 看谁逮住这名人族 那他身上秘密 自然就是谁的 世人城 一场围绕人族东方军团的巨大阴谋 就此展开 而在寒天城内 镇邀大将军岳鹏飞 也正在召开一场巨大的军事会议 大将军殿 这一次到场的将军极多 足足有上百位 陈青天也过来了 就连一向不怎么参加军事会议的他 这次也被点名叫过来了 他站的位置也不算太靠后 看了看这一百多张面孔 他有些头大 这里面的人 他见过面点 也不过一半 真正相熟的没有几个 但是整个大殿里面 浓烈的气势四处弥漫 这里强者极多 陈青天感受到 有十几道气息比他强得多 所有人 全部看着上手的大将军岳鹏飞 感觉人都到齐了 岳鹏飞也简单明了地说道 这次把大家召集过来 是有重要的事情跟你们说 根据我得到的消息 妖族这段时间以来 开始收缩防御 也不骚扰我们天宫长城了 这是因为 他们即将有天大的行动 虽然他们做得很隐秘 可是有些事情还是瞒不住的 这次叫你们过来 我就是要郑重跟你们说 大家要做好大战的准备 同时 我们也要开始收缩防御 所有的将军 不能再随便外出 必须待在军营里面 我们东方军团识军 所有的镇军 必须严正待命 所有的强者 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听到大将军神情严肃地说这些 陈青天也感到了一股肃杀之气 这次恐怕不是随口说说了 要动真格的了 随着一切紧紧有条的部署 这场巨大的军事会议 也很快结束了 大将军岳鹏飞 一向雷厉风行 其他的这些统军将军 各主力镇军镇主 也非常听从命令 相互之间 根本就没有什么扯皮 此时的东方军团 如同一条巨大的长龙 现在这条长龙 也要动起来了 正经会议开完 这时候 岳鹏飞突然又说到 就在昨前天 妖族浪舟三个大城池 几百万妖族 据说被一名空欲镜强者 带着几十名强者 彻底毁灭杀绝了 这事 我没有派人干过 我也还没调查出来 究竟是谁干的 但妖族已经认定了 是我们做的 你们说说 这会是谁干的 一听这话 下方很多人 就开始议论起来了 不少人摇头否认道 大将军 这事和我们可没关系 不是我们战狼军干的 不过这事件 让人高兴的是 又有人说道 也不是我们雷霆军干的 空欲镜这等强者 这种人物 在我们东方军团 那都是排的上号的 绝对有名的 谁做了这种事情 还不会说啊 眼见没有人知道 靠近岳鹏飞的关雄安 突然说道 大将军 我看这些强者 不是我们东方军团的人 我也仔细查过了 当时我们东方军团的 空欲镜强者 都在自己的岗位上 所有的镇军 也没有私自行动 依依我看 这件事 恐怕是帝国 其他一些人干的 每次大战前后 都会有其他势力的强者 来边境这边 混水摸鱼 发生这样的事情 也并不奇怪 不过他们这些人如此做 很容易打乱我们的部署 我们也要尽快 把他们找出来 如果这些强者 能听从我们东方军团安排 那最好不过了 陈青天听到他们 在这样讨论 心里不停嘀咕 这事是他派人干的 可他不能说 虽然这样做 有给东方军团 找麻烦的嫌疑 但是他需要血气质 他也不相信 灭了几座妖族城池 就能影响大战局面 人族和妖族 不共戴天的局势 是多少年前就注定的 双方之间 大战了多少次 死了多少人和妖 所以 他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这样的事情 他要继续做下去 最后 大家也没有猜出 到底是谁干的 只不过最后三会的时候 月鹏飞眼睛最后 却留在陈青天身上 就在大家陆续 离开大将军殿 陈青天也要掉头 离开的时候 突然月鹏飞出声了 青天 你先留下来 我有些话要跟你说 一听这话 不少人看向陈青天 头来异样的眼光 陈青天身体一震 他头皮有些发麻 他心里猜想 难道是月鹏飞 怀疑那些灭杀妖族城池的人 跟他有关 他知道月鹏飞 会这样怀疑 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上次 他从妖族地界回来 身边确实 跟着一名很厉害的强者 就是暗族阿火 但后来消失不见了 这事月鹏飞肯定知道 可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等到所有人走后 陈青天独自面对月鹏飞 这时候小心地问道 大将军 你留下我 是有什么事情要说吗 月鹏飞没有马上说话 盯着陈青天看了一会儿 然后笑着问道 青天 你是不是快突破空间禁了 心里有什么疑惑吗 陈青天一愣 但马上回答道 大将军 你应该也知道了 我已经达到空欲境大圆满了 今天我也向你说实话吧 我对突破空间禁 并没有多大的把握 一路修行至今 我突破极快 但现在 也算遇到瓶颈了 一听这话 月鹏飞脸上变得轻松起来 感叹道 青天 听你这么说 我也算松了一口气 我还以为你 真的能毫无限制地突破境界呢 没想到 你如今也遇到难处了 这话要是传出去 大家都会松一口气 否则你就真要被别人 当成仙神下界来看待了 陈青天也轻笑道 大将军 奇遇再大 也有极限 我的势头要摔落了 陈青天也是感慨万千 一路以来 他突破境界的速度太快了 所有人面对他 都有很大的压力 都感觉他非一般人 现在月鹏飞听到自己遇到贱了 说松了一口气 当然没有嘲笑的意思 只是觉得自己没那么神了 并没有打破他的三观 月鹏飞点点头 诚恳道 青天 既然你遇到关口了 那么我也有必要和你细细说一下 有关空间禁的一些事情 我也可以给你一些我的感悟 希望能帮你一把 一听这话 陈青天高兴道 你请说 我席耳恭听 那好 接着月鹏飞讲道 空欲镜 是拥有自己的精神之海 领悟属于自己的领域 你的领域 我也听说过 非常强大浩瀚 这空间禁 也并不是真正的掌握空间规则 这个境界 是利用自身极限的力量 打开一个短暂空间缺口 进行短距离的瞬间移动 空间禁的极限 也不过瞬移十里 想长距离的空间移动 那么就涉及到真正的空间规则问题 这不是法通 第九竞该考虑的事情 说到底 空间禁 还是需要把自身 所有的力量凝聚起来 打破空间 这个境界战斗起来 机动性非常大 能跑能打能追 力量也强 陈青天听后 明白的点点头 这些他也知道 就在这时 月鹏飞突然目光一鸣 So 他伸手抓住了陈青天的肩膀 嘴里同时叹道 我还是用最直观的方法吧 陈青天感觉 有一道古怪的力量 正在进入他的身体 大将军 陈青天心头一惊 身体紧绷 想说什么 可很快 他发现 这股力量并不是 来破坏他的身体的 这奇怪的力量 被完完整整地放进他的身体 看起来很温顺 陈青天用浑身的力量 和自己的意识 探知这股力量 突然他脑海里出现很多碎片 一块一块的 仿佛这个天地是不规则的 空间是没有界限的 他心里顿时明白了 这大将军月鹏飞 是把自己的一部分空间力量 送给了他 不知道过了多久 陈青天也正是消化完这股力量了 同时 他内心也明白了很多 他这时看一项月鹏飞 要说一些感谢的话 可发现这月鹏飞 一下变得苍老起来 他紧张道 大将军 怎么了 月鹏飞摇摇头 小声道 不碍事 很久没出手了 一时没把握好量 让你小子占了得大便宜 不过 我并没有事 说完这些话 他的容貌又开始慢慢地恢复 直到重现昔日的神采 陈青天松了一口气 心里暗叹 他知道 他这次是 欠了月鹏飞一个大人情 刚才那股空间之力 让他明白的太多了 他现在心里有把握 如果此时花费五千万血气值 换取虚空保单 他应该有八成的可能 突破空间禁 压下心中的兴奋 陈青天感谢道 大将军 感谢你这么对我 青天也不说其他什么报答的话了 大将军以后有什么命令 我一定遵从 以后东方军团的事情 就是我的事情 只要军团不负我 我定不负军团 听到这话 月鹏飞又笑起来了 爽朗地说道 青天 我帮你 也是因为你值得帮 有这个资格让我帮你 以我的想法 就算我把这股力量 送给了别人 一般人能感悟 突破空间禁的概率 也不过两三层 我相信 你肯定不止这个数 一定更有把握 别让我失望 陈青天坚定地点点头 他不会让月鹏飞失望 同样也不会让自己失望 这时候 他突然好奇地问道 大将军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你是什么境界 刚才 我隐隐约约感觉到 你爆发的力量 比起我所遇到的通天境强者 还要强 那种感觉 就像当初面对 慈心宗那老宗主一般 你难道 陈青天心里猜测 这月鹏飞 很可能是 超越了通天境 达到了天地境 对于陈青天的疑惑 月鹏飞并没有扭扭扭扭 而是很干脆地说道 你想的没错 我早已冲破通天境 达到了你们所说的天地境 天地境 陈青天对这个境界并不了解 但是他知道 达到这个境界的人 在这东占大陆 完全可以横着走了 身份地位在亿万人之上 能够真正地逍遥自在 谁又能管束 他实在忍不住心中的好奇 小声地问道 大将军 没想到你是这种大能强者 以我现在的实力 应该也有资格了解 这个境界了吧 你能跟我说说 天地境和法通实境 有什么不同吗 月鹏飞感受到 陈青天的求之欲 他也很痛快地说道 青天 天地境也是一个统称 你应该知道 法通实境 第十境通天境 能够沟通天地一部分力量 十分神奇 如果说 你神丹境 能够斩杀画像境 画像境 能够斩杀天象境 但就算你达到空间境 也很难斩杀通天境 而天地境 更是通天境的一种延续 一旦达到天地境 那是正是得到这方天地的认可 真正能够动用天地的力量 同时你的身体 也会有极大的变化 你的寿命 也会大大提高 其实天地境 又细分五境 天地五境 若是能达到第五境 那才是天上地下 随处可去 才能够真正地打破屏障 甚至离开我们这个世界 去更高层次的世界 天地五境 能够去往更高层次的世界 陈青天听后 内心极不平静 反复琢磨 久久后 他继续问道 大将军 这个境界非常恐怖吧 我看到点集上 好像有记载 天地五境 第一境是不是长生境 岳鹏飞点点头 回答道 对的 天地境第一境 就是长生境 我们人族的魂魄和肉体 正常来说 达到通天境 就能活三千岁左右 可一旦达到长生境 寿命将再次翻倍 就能够存活六千年 六千岁 陈青天嘴里喃喃自语 这算是一个悠久的寿命了 他曾经的世界 有历史记载 也不过上下五千年 而一旦达到这个境界 他也能活这么久 当然了 这是正常的活法 在这个危险的世界里 很多强者都没办法受众正寝 岳鹏飞这时严肃地提醒道 青天 一旦你遇到这种强者 最好还是用你最厉害的手段快跑 否则这等强者 一旦动用天地的力量封锁你 你根本就反抗不了 除非你也能沟通 借用天地的力量 陈青天听后默默地点头 现在他就算面对通天境强者 都得跑 更别说天地境大能强者了 他今天在岳鹏飞这里 收获了突破空间境的好处 又知道了天地境的一些事情 陈青天本以为岳鹏飞 还要问他一些什么问题 可谁知道 他却笑着让自己离去 只是最后嘱咐他 在即将到来的大战当中 小心一点 保护好自己 回到自己的府邸 陈青天内心起伏不定 黑夜降临 他平复心情 再次离开了寒天城 不知道飞了多远 他才在一处野外大湖中心的小岛上 停了下来 陈青天决定了 要在此处突破空间境 虽然他的身上 只有三千多万血气值 可阿火他们加起来 却有着三亿多血气值 陈青天从他们那里 直接挪过来一个亿 看着平静的湖面 他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 直接兑换出大量的神级灵力丹 一直服用了一百九十枚 才达到空欲境的 灵界点 这一刻 他手里握着的一枚虚空宝丹 被他直接捏碎 杀 一股奇特的力量 瞬间围绕在他身体各处 慢慢地渗进 他全身接触这种力量 开始沸腾 身体缓缓腾空 此刻 在他身边的空间 一闪一朔 起伏不定 就连他的整个身体 也变得若隐若现起来 哼 陈青天一声轻喝 突然他的手不见了 仿佛要迈入另一个空间 可是就在他半个身体 要消失的时候 突然他浑身一震 掉落地上 扑辞 吐了一大口鲜血 怎么回事 陈青天心神大震 没想到他自认为 有八成的机会 突破空间镜 可刚才就差那么一点点 他就要成功了 可还是不得奇门而入 难道 我失败了吗 他默默地问自己 内心有一种挫败感 看样子 五千万血气值 就这么浪费了 还被打击了 再来 可很快 陈青天又站起来 不服输地 再花费五千万血气值 重新兑换出一枚虚空宝单 这次他没有再大意 全身心地领悟着空间镜 哼 这片空间突然光暗交替 陈青天再次一伸手 空间发出阵阵波浪形的纹路 他整个身体刷的一下 完全穿过 等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居然站在了广阔的湖面上 整个水面上古井无波 一切是这么神奇 再次一闪 搜 陈青天又再次出现在湖心小岛上 这一刻 他终于确定 他突破了法通第九镜空间镜了 哼 一声唱怀大吼 整个湖面的湖水 全部滔天起 一个巨大的水球 缓缓地升向空中 接着 陈青天随手一捏 刷爆了 这一片天下起了真正大暴不知语 一切平静后 陈青天自言自语道 我达到空间镜了 现在就算面对能动用一丝天地之力的通天镜强者 也能一战了 陈青天内心感慨 他确实有些急切 这次人族和妖族大战 其中的凶险不知道有多少 现在他才算有了一定的自保能力 不至于被人随手拿捏 做完这一切的陈青天 刚想回寒天城 可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当初那神龙族的小子 还没有炼花 So 他这时从一个单独的须弥娜剑里面 拿出了这一剑散发出古老气息的巨剑 他的精神力再次探入其中 想摸清楚那个小世界的上古宝物 他究竟能不能控制 这里面是什么 陈青天的意识 在这宝物内部空间里面查探 可根本就达不到尽头 危险 突然 他感觉里面有一股漆黑的力量 想把它锁住 吓着他 连忙把所有的精神力撤了出来 直到这一刻 陈青天才感觉到害怕 因为那个小世界的这件上古宝物 哪怕他达到空间境 也没有办法操控他 想把里面的秘密研究透 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也难怪 那神龙族小子 把这件宝物送给了他 看样子 他应该是研究过了 知道自己降服不了 所以转手给他 真是一个滑头 但这也侧面说明 这件宝物等级很高 哼 陈青天冷哼了一声 最后看了一眼这具件宝物 再次把它放入了须弥娜剑里面 他就不信 等他更强之后 他还没有办法降服这件宝物 如今对陈青天来说 多少战斗力 除非他能得到那真正的道气 要不然有没有法宝 对他来说不那么重要 帝天狱 全城纵横十万里 比得上帝国十个普通大狱的范围 它是大下帝国帝皇城所在地 处于帝国三千大狱最中心 帝皇城就建在天赐神山下方 而这天赐神山 完全耸立在云端 纵横三万里 是大下帝国第一神山 大下帝国帝皇城 人口三亿 是整个大下帝国人口最多的城池 帝皇城的大帝宫 他不处于中间位置 而是在靠近天赐神山脚下 光这座大帝宫就占地百里 此时大帝宫里面 数以万计的帝国官员 正在朝拜他们的皇帝 降盛大帝 简单的朝会完毕 在降盛大帝的事宜下 整个大下帝国最有权势的几十人 被他较进了内殿 这里才是大下帝国真正商议大事的地方 活了接近上千年的降盛大帝 外表看起来就是一个青年男子 他并没有太过霸气的龙形虎威 相反 有一种儒雅的气息 随着这几十人帝国大人物 一一进来战好 他也开口了 诸位 朝会的大小事物 一向是由你们共同处理的 我这几十年也只来过四五次 今天我之所以要过来 是因为东边的妖族又很不安分 这本是东方军团的事情 但这次情况有些不一样 我们的大将军岳鹏飞 亲自给我传话来了 他需要帝国中央的支持 你们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这里站着的人 无不是一言就能决定 亿万人生死的存在 为首的一人 五官极为俊朗 毫无瑕疵 他穿着一件紫袍 那眼神里 有一副洞察人心世事的开明 他就是大夏帝国的首府宰相 文学圣 在这大夏帝国皇帝 不怎么管事的几十年里 帝国的一切运作 都由他和几十名重臣 来发好施令 而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那就是 大夏帝国文公圣帝的 这一代圣主 文公圣帝 奉行德化天下 教化帝国亿万万民 面对祥圣大帝的话语 他声音极为动听地说道 皇帝 妖族再次犯鞭 帝国亿万民众遭殃 若能劝退妖族 避免这些争端 那必是帝国之福 如果无可避免 那也应当以雷霆手段 振服这些妖族 东方军团的实力 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 我想 此次他们 应该是能应对 说起来 他们早已不听中央管教 皇帝可以不派 强者过去 也可以少量派人过去 适当给他们一个震慑 这话一说完 祥圣大帝没有说话 而是把眼睛 看向了另外一名 浑身披着盔甲的老者 这老者满眼杀气 气冲冲道 妖族当灭 每隔几百年 他们就要引发一场大战 我大下帝国 自从当初天赐大地 占据东占大陆 一半最中心的地方之后 就再也没有开拓进去了 以我之见 不如这次派出 大量地位军团强者 联合东方军团 彻底杀灭妖族 把他们逼入无尽沙漠 看他们还敢猖狂 他话一说完 这时候又有一名 须发揭白的老者出生了 他急切道 不可 一旦这样 那极有可能引发 天地进强者大战 这么多年以来 妖族已经积攒了 大量的实力 一旦我们跟妖族死战 帝国其他三方边境 也会引发大的动荡 这次我建议 让东方军团和妖族死拼 我们无需派派出 地位军团强者 我想以东方军团实力 和他们那些隐藏的守护强者 一定可以抵住妖族的进攻 接着 这几十名大下帝国的重要人物 又有十几人 发表了各自的言论 可惜意见完全不统一 有人主战 有人主和 有人建议死战 有些人决定要派强者过去 但有些人决定 让东方军团和妖族死拼到底 有些人建议先不动 可以是勤快而定 嗨嗨 看下方各输几件 降盛大帝咳嗽一声 顿时 下方所有人 把目光全部看向了他 这帝国皇帝也做出决议了 他笑呵呵道 岳鹏飞这几百年来 镇守东部边境 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差错 上一次和妖族大战 他都没有这么急切 来帮我求援 但这次 我从他话里能感觉出来 妖族应该是下了狠心 虽然我知道 东方军团有不少隐藏的强者 可妖族的力量更强 真要硬听 东方军团还是有所不如 我们大下帝国中央 怎么也要派出强大的力量去支援 所以我决定了 这次我将派出帝位军团前军 以及 五名护国强者 前去支援东方军团 同时 我还要下令 让东部地区的慈心宗 南华宗 炼狱宗 元神教 还有李家 杨家 各派出一名通天境强者 前去支援 啊 听到这话 下方的几十名帝国重要人物 不少人露出惊讶的神色 没想到降盛大帝 他们的皇帝 会派出这么强大的力量 去支援东方军团 眼见有人要说什么 大下帝国的皇帝脸色一变 喝道 妖族族旦想跟我们大下帝国战 那么就跟他们战 这次妖族的事情就这么定了 东部边境的事情 刘老 你是帝国大元帅 这件事情就由你来调度 下方那名身穿盔甲的老者 面露喜色 大声回答 皇帝 你放心 我们会利用空间之门 快速调这些强者 去往东部边境 我也会督促月鹏飞 保证这次大盛妖族 大掌我人族神威 好 我累了 大元帅你做事 我放心 降盛大帝很是满意到 其他方面的事情 就交给宰相吧 随着降盛大帝拍板决定 所有的人也不再说什么 纷纷离开那边 这些人虽然脸色如常 但内心肯定各有想法 只是外人很难知道 身处寒天城的陈青天 这天又再次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阿火从天宫长城的最左边 经过几天的摸索飞行 又一到了最右边 在离妖族边境浪州 十个大州远的辖州 他带着几十名强者 再次袭击了妖族几座 不重要的大城池 这次又顺利地得手 收获了两三个亿的血气值 此时阿火他们身上 加起来有五亿多的血气值了 陈青天也明白了 接连两次出手 妖族那边又在准备大战 暂时可以收手了 否则极其危险 他也命令阿火这些人 向自己所在的寒天城靠近 他已经准备 好好地利用这五亿多血气值 就在陈青天怀着兴奋的心情 等着阿火他们靠近自己的时候 他也得到了岳鹏飞新的命令 接到命令的一刻 陈青天也并没有多想 因为这道命令 是让他离寒天城 带着他的镇妖军第三镇军 即刻前往天宫长城最最大的城关 天宫关 从这里其实也可以看得出 人族和妖族的大战 随时都可能发生 就连他这种 一直被妖族记恨的人 都要开赴战场最前沿了 看样子 局势是越来越紧张了 陈青天接到命令之后 也没有耽搁 直接前往了他所统帅的镇妖军 第二镇军军营 随着孙贤锋 把这上千镇军强者 全部集合起来 陈青天也发表了他的演讲 各位镇军兄弟 我刚才接到大将军的命令 要带你们去往天宫关 有些话我还是要说清楚 既然你们现在是我的下属 我就要对你们负责 我说过 大战之时 我只会在你们的前面 不会在你们的后面 但是真在战场上 那是凶险无比 就连我自己 也未必能照顾我自己 我希望你们在杀妖族的同时 要保护好自己 就算死 也要死得有价值 现在 你们跟我一起 出发 好 我们听陈镇主的 所有人对陈青天的命令 一丝不苟地执行 因为陈青天 有资格指挥他们 陈青天这次 也从孙贤锋手上 接过镇旗 他手一挥 这镇旗突然化大 上千的镇军强者 全部进入里面 在他的催动之下 快速地离开寒天城 前往天宫关 当陈青天看到天宫关时候 也不由得震撼了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种雄关 与其说是关 不如说这是在千座 巨大山峰之上 建立的一座天宫 如今 这里面铸扎的战士 绝对超过千万 而法力竞以上的强者 也有几万 就陈青天所知道的 东方军团实军 已经有五军 全部驻扎在这里了 更有无数来自帝国 各地各势力的强者 这里 已经是名副其实的 战争之城 一旦开动 能遮天蔽日 催山毁灵 而这里最高的负责人 就是征东将军关雄安 此时 陈青天已经知道了 关雄安是通天境 大远满气的强者 同时他手上 还掌管着东方军团 一件威力十足的盗器 更传说他拥有亚神体 陈青天安顿好 他所统帅的镇军 便被关雄安 叫去开军事会议了 但奇怪的是 这次过来的人 全都是强力镇军的镇主 他还看到了 镇妖军第二镇军镇主 心无名 两人对视一眼 算打过招呼了 同时 陈青天还看到了 一个头上秃顶的男人 他穿的服饰也很奇怪 和尚 陈青天不由心中纳闷一下 因为这人跟他 那个世界的和尚太像了 头上好像还有戒巴 他隐隐约约已经猜到了 这就是镇妖军 第一镇军镇主悟空 据说他拥有金刚神体 是空间静强者 名字就叫悟空 传言 他出身佛宗法帝 是一名还俗的僧人 因为心中 想要镇妖除魔 于是便主动加入东方军团 对抗妖族 他还是喜欢以前的形象 依旧一副僧人打扮 但这跟整个东方军团 有些格格不符 可是 拥有强大力量的他 却十分受人尊重 东方军团 最厉害的镇军 就是由他统领 可见军团对他的信任 关雄安看着这十几名强者 他没有说什么客套话 严肃道 我叫你们过来 是要告诉你们 和妖族大战 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你们都是强者没错 也都统领着强大的镇军 但是我告诉你们 千军战争在战场上 被破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 如果是万军大镇 那就不好破了 万军大镇 陈青天听后 不由一惊 如果一万名法力 净以上强者 组成一个整体大镇 里面又有很多 神丹镜以上强者 各种法宝宝物 那威力如何 简直不敢想象 下面这些镇军镇主 不少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心无名更是说道 关将军 你说的万军大镇 我当然知道 不过我还没见过 这应该是由你来主持的吧 关雄安微笑道 无名 你说的没错 这次万军大镇 就是由我牵头 到时候用铁血神器 这剑刀气连接 你们带着各自镇军 紧密和我连在一起 这大镇的要点 你们记住 说完 关雄安给美人一块透明水晶 陈青天伸手一接 里面无数信息涌入脑海 他也明白 怎么组合万军大镇了 对他这种强者来说 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 根本用不着练习 关雄安见所有人明了 他再次说道 如果由我们组成万军大镇 妖族除非也同样组成万妖大镇 要不然 谁也别想破镇 到时候我带着你们 杀穿妖族妖军 这时 有一阵军镇主问道 关将军 我们组成万军大镇 如果遇到天地静大能强者 他能破吗 陈青天一听这个问题 也有些好奇 不知道关雄安会怎么回答 哼 谁知道关雄安冷哼一声 霸气道 天地静强者是厉害 但也不是真的无所不能 由我们组成的万军大镇 一两名天地静强者 也别想轻易破掉 陈青天一听这话 将信将疑 但他也没有说什么 这样的大镇 他单独遇上了 肯定要跑 好了 关雄安见这些人 心里还有疑惑 他不耐烦道 这是有记载 当初有妖族天地静强者 想要破我们万军大镇 结果被击伤 最后逃走 多的我也不说了 你们到时候就明白了 众人一听这话 也都不出声了 但关雄安突然话风一转 询问道 你们都是军团同境界 极为厉害的强者 我想派几个人 去妖族边界查看情况 你们谁愿意主动去 一听这话 陈青天第一时间自告奋勇道 关将军 算我一个吧 关雄安微笑着看向陈青天 接着 心无明也大声道 我也可以去 然后 那秃头悟空也彬彬有礼道 我佛慈悲 关将军 我也愿意前往 很快 又有两名镇军镇主想去 可以了 关雄安抬手道 我先前派了不少强者出去 但很可惜 就算他们身上有好的屏蔽气息宝物 也损失惨重 更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现在不得已 只能从你们这里派人去 因为我对你们有信心 接着 关雄安眼神闪烁 看向一人大声道 陈青天 你身上有屏蔽天机的宝物 这是大家都知道 你要去 我放心 陈青天听到关雄安说这句话 淡淡一笑 他知道对方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赞叹 没别的意思 自己也确实有屏蔽天机的宝物 他现在已经是空间禁了 但这里这些人都看不出来 因为他隐瞒下了 只暴露出空欲镜大圆满的实力 但他还是谦虚道 关将军 这都是一些小手段 您这次交代的任务 我却再合适不过 我一定会好好办 必定会打探出妖族的重要消息 听陈青天这么说 这里面十几位镇军镇主 各种眼神看向了他 神才强者 资历比任何人多浅 年纪自然也是最小的 但是他身上的神秘色彩 那是比任何人都重 尤其是陈青天打败了心无名 在这些镇主心里 他实力恐怕仅次于 拥有金刚神体的悟空 这僧人形象的悟空 此时微笑地看向了陈青天 陈青天也回望过去 在这和尚打扮的人身上 他感受到了一股善 眼见大家没什么问题 关雄安这时也宣布道 这次任务 我交给陈青天 悟空 心无名 张超 王思武 我希望你们五人 能从妖族那里 得到一些有用的情报 说完这些 关雄安也警告道 妖族的所有强者和秘密 大都在世人城里面 这是你们重点要打探的地方 可那里也是最危险的地方 你们要是靠近那附近 也要绝对小心 这五人 包括陈青天在内 全部都有着各自强力的手段 虽然知道很危险 但都表现出自信满满的样子 接受这个任务 接到任务 大家没有耽搁时间 各自出发了 离开这天宫观时 陈青天并没有第一时间 去往妖族试人城附近 而是在人族和妖族群山边界的 一处地方停了下来 他要在这里 和阿火他们会合 当看见他们这89人安然无恙 一个个精神饱满 陈青天也不由地 发出了真诚的笑容 自从有他们之后 他这段时间 都有源源不断的血气质使用 也根本不需要 他怎么出手了 阿火 傅龙刀 你们这段时间做得都不错 大家辛苦了 陈青天大方走过去 一一给这些人打气 陈首领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杀妖族收集血气质 这对我们来说 是两件大好事 我们这些人 无不恨妖族 收集血气质更能提升自己境界 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 我们应该要谢谢你 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你们会这样想很好 现在你们获得的血气质 我都拿来了 马上给你们相应的宝物 陈青天见他们一个个气势十足 血气沸腾 也终于说出 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了 他把这些人身上五亿多血气质 全部磨到自己身上来 接着兑换出大量灵力丹 以及提升当前大境界的宝物 接下来的就简单了 他让阿火再次提升两个小境界 达到了空欲境后期 他也给附龙刀提升两个小境界 让他达到了画像境后期 其他这些人 白云飞和另外两名神单境强者 也都突破到了画像境 另外还有十人达到了神单境 其他的人全部达到了飞天境 这次的陈青天 只为他们消耗了两亿多血气质 他为自己留下了整整三亿血气质 之所以留下这么多 是因为他想要成为天地圣财 拥有真正的圣体 阿火这些人实力再次大境 他们对陈青天 那是不断感恩戴德 做完这一切 陈青天这时候严肃地说道 阿火 附龙刀 张小云 还有各位兄弟 我现在有些话要交代你们 见陈青天如此郑重其事 所有人脸色严肃下来了 等待他的指示 陈青天也说出了心里的想法 我这次来见你们 除了给你们提升实力 同时 我还要告诉你们 我接下来的计划 如今 我们人族和妖族大战一触即发 双方这次 恐怕都会出动极强的力量 说实话 我在这样的大战当中 都不能百分之百保证自己幸免 你们这段时间 实力提升得非常快 也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 但是 我并不想 让你们直接参与这场 人族和妖族的大战 陈青天说完 停顿了一下 附龙刀赶紧问道 陈首领 那您的意思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大家都听你的 张小云却小声道 陈首领 你是说 我们不直接参与这场大战 你是想让我们在其他的地方 杀灭妖族吗 陈青天微笑地点头道 不错 一旦我们东方军团和妖族发生大战 你们应该远离主战场 要趁着这段时间 妖族各处防御力薄弱的时候 深入妖族边境大洲 找机会毁灭城池 收集血气质 好 陈首领应命 突然有人大吼起来 兴奋道 陈首领 你说得对 我们就应该趁这个机会 去毁灭妖族城池 杀那些普通妖兵和妖民 以我们的实力去做这些事 妖族到时候 也很难抽取太大的力量 来对付我们 哈哈 是啊 到时候 我们不知道 可以收集多少血气质 可以提升多强的境界 哈哈 很多人大笑起来 都觉得这个方法非常好 陈青天心里也暗暗期待 这些人到时候 可以给他多大的惊喜 他见大家听懂了这个命令 最后吩咐道 在此之前 你们不要随意乱动了 就在这人族和妖族交界处 找一些隐蔽的群山 杀些妖兽 小幅度地积累一些血气质 是 所有的人欣然领命 扑辞 就在所有人认为 陈青天把一切交代完了时 他拿出一具物 这东西一出来 阿火忍不住问道 陈 首领 这是什么宝物 其他人也呆呆看着 心里有疑惑 陈青天这时候解释道 这是一件重新炼制的 办不到气 他还没有自己的形态 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们 附龙刀一听 双眼放光 激动道 陈首领 办不到气 这可是好东西 我能感觉到 他比我身体能量还大 我想压服他 应该都不容易 陈青天点点头 继续说道 附龙刀 你说得不错 这办不到气 本身能自己战斗 他可是相当于 一名天象镜 大元满气的强者 而且坚固无比 有奇特力量 你确实难以奈何他 天哪 这里不少强者惊叹起来了 这办不到气这么强 我在他面前 都没什么反抗可能 是啊 这等法宝 我要是能拥有 那该多好 你傻啊 陈首领刚说了 他就是要给我们 这等好事 你还要怀疑 陈青天笑了笑 都是修炼者 谁不想有一件 极好的法宝 他这时大声道 这办不到气 可以让你们组成群体大阵 虽然你们人数不多 但是有阿火主持 我相信 通天境强者 你们也能抵挡一番 如果你们阿火使者 能爆发那股力量 陈青天没有再说下去 但是大家也清楚 他们联合 这办不到气 完全可以是一个整体 能发挥多大的力量 恐怕只有试了才知道 陈青天把这办不到气 交给阿火之前 突然恶趣味起来 他要确定这法宝的形态 于是说道 阿火 我现在 把这办不到气 放你身上 在此之前 我要改变他的形态 你以后就用这副姿态 组成群体大阵 阿火眼神坚定道 陈首领 我都听你的 嗯 陈青天身体力量爆发 按照自己的心意 把办不到气 变成一个人形机甲形态 接着直接扔向空中 那微风凛凛的样子 犹如星空战神 闪烁光芒 血涂之气 散发出来了 这是 所有强者 看着这恐怖的人形机甲 不由愣住了 他们没想到 这法宝 变成了人形傀儡的样子 但又不一样 他们以往 可没见过这种形态的法宝 见众人不解 陈青天也没有过多解释 笑道 好了 从现在开始 这办不到气 就命名为屠戮机甲 我希望你们 和他一起屠戮所有妖族 屠戮一切 和我们作对之敌 陈青天说完 眼中杀气即胜 这些强者 感受到了什么 全部重口一词道 我们一定和屠戮机甲一起 屠戮妖族 屠戮一切敌 屠戮一切敌 哈哈 这个世界危险 但也刺激 他一定要在这片星空之下 留下自己的大名 让一切众生记住 恒久不忘 最后抬头看天 陈青天冷酷道 阿火 拿着这屠戮机甲 带着他们 去吧 阿火双膝下跪 其他人同样如此 全部大声吼道 遵命 阿火收起屠戮机甲 让所有人进去 接着向远处飞去 一直等他们离去 陈青天才再次找到一处 非常安稳的地方 开始做他自己的事情 他要用这三亿血气质 兑换圣体 成就圣财 因为他问过 仙武宝库气灵了 想要突破通天境 他需要兑换 物天神丹这种宝物 价值一个亿 而且 突破境界的概率 最多三成 以他现在对天地的感悟 想要达到通天境 不知道要突破几次 而且 上次突破空间境失败 他也发现 一旦没有破境成功 很容易被反噬 有一定风险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的 提升战力 他反复思量 还是决定保守一点 兑换圣体 陈青天压住心里的兴奋 他已经是神才巅峰了 当即对气灵道 我想拥有圣体 气灵很干脆地回答 那你选择 你自己想要的圣体吧 陈青天一看 这仙武宝库 果然是一个 无法想象的大宝库 这里面可供选择的圣体 居然多达几十种 虽然圣体的功能 各式各样 可是上面 都有统一的介绍 大概的意思 就是 圣财圣体这等存在 适应天地气韵而生 为宇宙造化而成 拥有者 一生有大气韵 引领一方天地潮流 其能量不可想象 其强大难以言说 因果圣体 真龙圣体 不灭身体 陈青天嘴里默默念叨 在这么多圣体当中 他最终看上了 那不灭圣体 所谓不灭圣体 拥有这等圣体的存在 不死不灭 可断之再造 滴血重生 天地间各种力量 都难以将其毁灭 看到这样的简介 陈青天一下就痴迷了 难以死亡 不灭的圣体 太过于神奇 太过于恐怖 太难以言说 虽然他不相信 有了这种圣体 真就不会被杀死 可就算有夸大的成分 他依旧相信 自己很难被杀死 实力也会有极大的跨越 气灵 我确定兑换不灭圣体 陈青天轻轻地确定 哄 也在这时 一道微光 破开虚空 流入陈青天体内 所谓的圣体 难道看不见 摸不着 陈青天心里纳闷 忍不住地出口道 怎么回事 气灵 圣体呢 气灵道 不灭圣体 已经进入你的身体 您感受吧 哇 陈青天闭上双眼 他感觉冥冥当中 有无数的物质 无数的气韵 进入了他的身体 不对 这一刹那 他迷失了 好像一次次地进入轮回 一次次地感受新生 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整个东战大陆 不少真正隐藏起来的强大存在 纷纷略有感应 大下帝国地天域 天赐神山最深处 一名年轻俊俏的男子 端坐在虚空当中 只见他轻轻睁开眼睛 嘴里细细地说道 怎么回事 有强大的气韵降临我东战大陆 难道 这是 又出现圣财人物了 妖族神龙山当中 一尊头有双脚的金服男子 也在虚空当中睁开了眼睛 惊讶地说道 东战大陆 又诞生圣财了 不可思议 看样子 大动荡要发生了 我们神龙族这次 恐怕不能置身事外了 而其他几处隐藏最深的大能强者 似乎也有感应 不过有些面带喜悦 有些暗暗皱眉 对于这种变故 所有强大存在 心态都不一样 造成大动静 陈青天对这一切并不知情 因为他获得圣体 东战大陆那些最顶尖的存在 都被惊醒了 此刻 不灭圣体所有的能量 包括陈青天的身体 他变成了一个圆球 在不停地旋转 不知道过了多久 这个圆球开始长出脑袋 长出手臂 长出双脚 最后 所有的器官 全部重新生长 陈青天这时也睁开了双眼 他的身上 没有一片不思 没有穿任何衣服 所有的法宝 须弥那戒全部散落在地上 嗯 他缓缓地拿起须弥那戒 重新穿上衣服 此时陈青天那双眼睛 拥有各色光芒 不断地闪烁幻灭 犹如看透世间一切 他呆呆地看着自己的身体 摇头笑道 就是不灭圣体吗 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 可是 又不一样了 那我这天雷神体 应该还在吧 说完 陈青天心念一动 浑身被庞大的雷电之力包裹 拥有圣体的他 天雷神体自然还在 而且比以往更加强大 更加纯粹 或许想试试 自己现在有多强大 陈青天手轻轻抬起 凶 突然 这方天地 无数元素和力量 进入他的身体 陈青天感觉自己 和这方天地连接了 他能感受到 这个世界的一丝力量 难道 不可置信 他一拳挥出 恐怖的事情出现了 只是普通的一拳 虚空当中 出现可怕的黑洞 挤到裂缝不断扩大 扭曲的力量 让空气都消失了 哄 明明一拳打在空中 但远处 一座小山 直接被移走 这就是我现在的力量吗 陈青天自己都难以接受 如今的他 举手投足之间 就可催山断流 调动天地一丝力量 要知道 他可没有达到通天境 根本不会去感受天地能量 可现在 凭借身体 他就能动用这种力量 简直匪夷所思 哪怕我普通一击 都有这种威力 现在的我 比起通天境强者 也不差了吧 陈青天大脑冷静 没有对手给他比拼 他也没有跟通天境强者交过手 甚至都没感受过 这等强者全力出手 可他确定 空间境强者面对他 绝对是不堪一击 他压下心理疑惑 只有等到时候真正死战 才知道自己 究竟有多厉害了 那时一定很精彩 压下身体所有力量 陈青天也没忘了 他这次出来的任务 要去那妖族边界大本营 去查看那世人城里面 究竟有怎样的力量 在出发之前 陈青天又看看自身的实力属性 陈青天 男 18岁寿命长 2450境界 空间境 初期 自治 天地圣财 灵石 体制 天雷神体不灭圣体 一之道 破碎权益 高级 永恒战益 高级 王者剑益 高级 开天府益 高级 金鸿枪益 高级 汉帝锤益 高级 批须刀益 高级 大神鞭益 高级 功法 九天神雷大法 天极下品 大成 五计神通法术 云灭王权大神通 天极中品 大成 黄蜂暴雨大神通 天极上品 中成 金雷滚滚大神通 天极上品 中成 无声幻剑神通 王极极品 大成 猎杀阵魔神通 王极极品 大成 十方斩妖神通 王极上品 大成 战斗天雄神通 王极上品 大成 刀过八方神通 王极上品 大成 法宝 青天剑 灵气上品 血气值 2367 8921 他达到空间境 寿命再次延长 陈青天也注意到了 他天地圣财资质 都没有达到修炼极限 也就是说 圣财也有高下之分 或许圣财之上 还有更恐怖的资质 更可怕的体质 陈青天压下心理疑惑 他没有向气灵求问 有些事情 知道了又怎么样 他目前根本没办法去提升 走 没有想太多 陈青天朝着妖族 世人城附近赶去 进入妖族地界 虽然他身体的屏蔽天机服 可以压下所有的气息 只要他自己不主动暴露 哪怕一般天地境的强者 再不靠近他搜寻的时候 也别想感受到他的气息 发现他在这里 可陈青天依旧小心翼翼 他不知道 那妖族世人城里面 到底有多少强者 有何种厉害宝物 有多少通天境的存在 有没有那恐怖的天地境强者 但离得远远的 他就感受到 那座妖族边界最大的城池 散发出来的血腥气味 他没有靠过去 看不见世人城是什么样子 光凭他自己的感受 他知道那座城池里面 起码有好几万的法力境以上妖族 其他那些神丹境以上的妖族 很多气息都压制了 尤其是那通天境强者 他只感受到几股 让他心惊的气息 他不相信 但有怀疑 难道这就是妖族的实力了吗 肯定还有更多的通天境强者 抱着这样的怀疑 他花费三百万血气值 从鲜无宝库里面 兑换出一张 等级极高的探知神符 So 当他撕开这张神符的时候 追寻这股感知之力 他默默感受 世人城内部和周边的情况 突然 他心脏一震 眼神里面露出来惊恐的表情 因为就刚才一秒不到的时间 他就发觉 那城池里面和周围 起码有不下二十股可怕的气息 以他的见解 恐怕那些恐怖的气息 是通天境强者 甚至还有极为厉害的通天境强者 这种强者 一名他都没有绝对把握对付 更何况那么多 感受到这一切 陈青天不敢久待 一旦让这些强者知道他来了 恐怕一定会被盯上 岳鹏飞可是跟他说过 他已经上了妖族的必杀名单 真要暴露 妖族通天境强者也会不惜代价追杀他 他现在只想把这一情况 报告给东方军团 让过关雄安 让大将军岳鹏飞有所警惕 他到现在也不知道 东方军团到底有怎样的能力和后手 他不相信 那天公关里面 就关雄安是通天境强者 东方军团几乎有着和大夏帝国同样的历史 两三万年来 这股势力一直存在 现在敢脱离帝国掌控 他们积累了怎样的实力 陈青天根本就接触不到 没有太多犹豫 他直接返回天公关了 当见到陈青天来找自己 关雄安有些意外 这才出去多长时间 这少年就回来天公关了 其他四人可还在外面 可煞时间 他发现陈青天整个人都不对了 身体从那外的散发圣洁气息 让人忍不住想靠近过去 摇摇头 关雄安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他感觉自己出现什么错觉了 可眼里依旧满是疑惑 见关雄安眼里有些疑惑 陈青天也不莫及 神色严肃道 关将军 妖族试人城附近的一些情况 我已经打探出来了 我能清晰地查看到 妖族有不低于20名通天境强者 在那附近 其他各妖族强者 更是数以万计 这个情报 我刚才也发给大将军了 还希望关将军能够相信我 妖族来的强者是真的多 关雄安听到这些话 面色凝重 不过并没有惊慌 他直接表扬道 陈青天 我看得出来 你说这些话很有把握 我当然愿意相信你 妖族这次有大阴谋 一定会派大量的强者过来 强者妖军 不过你也不必太担心 大将军早就想到这一层了 我们这天公关 也有强大的力量 就算妖族现在动手 我们也有办法应对 陈青天听到这些话 也暂时松了一口气 但他依旧没有放松心情 从这些话语当中 陈青天就知道 这次的大战 人族和妖族 都在酝酿一场大的风暴 可惜 他知道的不多 东方军团的最高层 也没跟他说太多 对于双方的实力 他没有一个直观的比较 关雄安见陈青天 脸色依旧凝重 他继续微笑道 陈青天 你虽然加入东方军团没多久 可大将军十分信任你 当然 我也一样看好你 你能有这种手段 探知妖族的情报 我很欣慰 可我们东方军团的实力究竟如何 我暂时也不方便告诉你 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们人族能雄霸东占大陆 实力肯定能压制四方 虽然我们现在有些各自为政 可是在面对四方外敌的时候 还是有大局观的 我可以向你透露 大夏帝国中央 已经派出了大量的强者来援助 他们利用空间之门 不日就可以来我们天宫观 这次我们所聚集的力量 一定能够大败妖族 养我人族神威 得到这些信息 陈青天也舒展了眉头 看样子 大夏帝国 还是很重视这次大战的 陈青天 你这次又立大功了 我给你战功点加一百万 你想要什么 哈 关雄安说到这里 又停了下来 似乎知道陈青天不缺什么 太好的东西 他也给不起 陈青天倒是无所谓 所谓的东方军团战功点 他都不知道有多少了 但根本没去换什么 因为用不着 他也只是轻轻道 关将军 为东方军团出力 为人族而战 功劳什么的 现在对我没那么重要了 我的信量也不是这些 关雄安一正 没想到陈青天觉悟这么高 顿时感慨万千 最后他叹道 陈青天 恕我直言 你是不是又有什么变化了 陈青天淡淡一笑 他身体气势是压住了 可越是这样 关雄安越觉得奇怪 眼见他问起 陈青天也不废话了 So 他直接暴露出空间镜能力 顺移到关雄安身后 你 关雄安大惊 他看出陈青天身上有微弱的变化 没想到是这少年突破空间镜的缘故 可很快 他又大喜道 哈 陈青天 你真乃绝世天骄 不声不响 就突破空间镜了 太厉害了 太惊人了 太快了 陈青天见他如此兴奋 内心暗暗道 如果我告诉你 我现在是天地圣财 不知道你脸色会有怎么样的变化 但这等事情 他还没想暴露 此时也只是小声道 关将军 说起来 我突破空间镜 还多亏了大将军帮忙 要不是他给了我一股空间力量 我也不会这么快突破 真要感谢他 关雄安脸色复杂地望着陈青天 久久后 他冷静下来 严肃道 陈青天 这事既然是刚发生的 如今大战在即 我们暂时也不对外宣布了 这事 我们除了告诉大将军 暂时保密可好 关键时候 说不定有大用 其实你隐藏得很好 我刚才没看出你什么来 只是好奇随口一问 陈青天听他这么说 也心安了 他身上的秘密 别人没那么容易 看出来的 但此时他也点头道 关将军 这样当然好 你要是不问 我也没打算和谁说 我愿意暂时隐瞒 好 关雄安大喝一声 极为满意地看着陈青天 眼见无视 陈青天也告退道 关将军 那我先回我同领的镇军了 去吧 关雄安微笑示意 人族和妖族双方 全部在距离 就看哪一方先忍不住 寒天城内 一处独立的空间当中 月鹏飞正 站在这里等什么 同时 周围还有不少人 东方军团的 总监军贾国中也在 他旁边还站着好几位将军 就连大夏帝国 十六皇子姬承文 和二十三公主姬心灵也在 那空间竟强者安天力 自然也陪在他们身边 这些人的眼睛 正全部盯着虚空中间 一座巨大的法坛 So 突然 那法坛上面光芒乍现 那片空间一阵扭曲 接着五名神太各异 散发出澎湃气息的强者 被传送了过来 这些强者的眼睛 全部格外明亮 可同时 也好像看透世事 不知道活了多少岁月 对一切都不那么重视 看到他们出现 月鹏飞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而一旁的贾国中 更是脸色狂喜 点头哈腰的 就想靠过去 也在这时 那巨大的法坛光芒 又不断涌现 陆陆续续 有无数身体气息强大 身穿金黄色盔甲的强者 源源不断地从里面走出来 一直到出来了上万人 这一切才停止 最先出来的这五人 四男一女 为首的是一名 身穿五色彩服的老者 贾国中直接跪倒在他们面前 大声呼道 东方军团 总监军 贾国中 拜见各位护国强者 为首的老者 眼皮子都没抬一下 轻描淡地说道 嗯 起来吧 也就在这时 姬承文和姬心灵也上前来 只见姬承文极为恭敬地说道 姬皇氏子弟姬承文 见过皇叔祖 见过诸位护国强者 姬心灵也同样有礼貌 为首的这位老者 是姬家皇室之人 辈分极高 他们五人 也都是大夏帝国的护国强者 而所谓的护国强者 就是属于大夏帝国 皇室中央的通天境强者 他们很多是帝国姬皇室之人 或者跟皇室有莫大的渊源 还有就是效忠皇室的 这些人 一个个实力强大 地位显赫 放在东战大陆 也是最顶尖的一小群人了 只要那些神龙剑手不见尾的 天地境强者不出现 他们凭实力 完全可以在东战大陆横着走 老者看向姬成文 露出一丝笑意 点评道 不错 作为我姬皇室好而郎 年纪轻轻就有这种修为 还拥有了亚神体 以后前途还是可以的 接着他又把目光 放在了姬心灵身上 眼中的一光一闪而过 同样也夸赞道 你也不错 作为我姬皇室的女子 将来无论在哪里 都应该维护我姬皇室 姬心灵脸色如常 恭敬地说道 皇祖叔 你的话 心灵谨记在心 点点头 老者他又看向了 后面的安天丽 不停地点头道 天丽 看样子 你修为又进步了 依我看 你还是有突破通天境可能的 可别让我失望 安天丽恭恭敬敬地说道 老亲王 天丽这些年来 也在寻找突破通天境的方法 发誓一定要达到这个境界 继续为姬皇室效力 嗯 天丽 你说得不错 你能有今天 我姬皇室是出了大力的 紧跟着我们大厦帝国中央准没错 和身边的人交流完之后 王者也把目光放到了岳鹏飞身上 看着那无比神俊的男人 这五人也收起了他们目空一切姿态 缓缓地走了过去 为首的老者 热情地开口说道 鹏飞 别来无恙 我们应该有两三百年没见了 你不愧是我大厦帝国当初最耀眼的天骄 已经达到天地境了 而我还在通天境大圆满蹉跎岁月 恐怕这一生都无往常生了 岳鹏飞略微失礼 嘴里同样说道 老亲王 鹏飞也是 先走在前头而已 以你的年岁 突破天地境大有可能 说起来 您这次能带这么多强者过来支援 我是万分感谢 哈哈 这老者笑道 鹏飞 你们东方军团所守边境 是我大厦帝国的疆土 我来支援我们姬皇室的天下 这是应该的 而你们 为我姬皇室守天下 也是应该的 见着老者略显傲慢的姿态 岳鹏飞脸色依旧不变道 老亲王说得不错 对付妖族 我们都是应该的 接着 岳鹏飞转头看向了五名护国强者当中 容貌保持极为年轻艳丽的那名女子 她压低声音道 红柔 没想到你也来了 这女子看向岳鹏飞 眼神极为复杂 两人之间 似乎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可这姬红柔本身也不简单 她也是姬皇室的人 不但是通天境强者 而且还是神采 自身实力 在来源的五名护国强者当下 绝对是最强的 女子冷声道 岳大将军 我来这里 是我们大厦帝国皇帝的意思 你以为我想来这里吗 岳鹏飞苦涩一笑 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谢谢你 好了 好了 为首的老者 打断了他们的话语 这时严肃地说道 鹏飞 现在你们东方军团和妖族 是个什么情况 我们要不要立马去天宫长城 岳鹏飞沉思片刻道 老亲王 我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情报 妖族现在聚集的通天境强者 起码有二十多位 而且极有可能还会增加 这次大战 我们都应该要有心理准备 天宫长城压力很大 老者听到这话 也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不过随后他凶狠地说道 这些妖族 真以为我大夏帝国好欺负 每隔几百年 就想发动一次大战 想杀入我们疆域 这次 我们要彻底打疼他们 鹏飞 你放心 慈欣宗 南华宗 炼狱中 元神教 李家 杨家 他们那些通天境强者 很快就会到 加上你们东方军团那些守护强者 这次我们的力量 也不会弱于妖族 到时候 我们付出一些代价 一定能重创妖族 而且 我这次还带来了两件盗器 加上帝位军团前军那件盗器 我们的力量你可以想象 岳鹏飞看了看那过来的 一万帝国中央强者大军 他知道 他们是大夏帝国中央 最强大的帝位军团前军 而帝位军团总共有五军 分别为前后左右中 这前军 实力地位仅次于中军 面前这一万强者 在他们那件盗器的加持下 可以组成强大的万军大阵 这次大夏帝国中央 来了这么强大的力量 支援东方军团 他内心还是有所触动的 那位皇帝 还是讲情面 实大体的 很快 这些大夏帝国的中央强者 在岳鹏飞的安排下 便开始赶往天宫关 与此同时 妖族那边 世人城内 一独立的空间 也聚集了大量的妖族强者 这其中 他们以金虎族族长袁空虎 和天师族长巴拉亚为首 这两名强大妖族 看着周围 包括他们自己在内 27名通天境强者 也不由地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金虎族族长袁空虎自信满满道 我们妖族两大至尊种族 十大王种族该来的通天境强者 也都来了 虽然 过程不痛快 有两个王族通天境强者拖拖拉拉 可我们还是聚集了这么多强者 其他的也不多说了 说这些话时 他眼神看向了一处 不过很快一开了 接着道 嗯 那么现在 我们就应该考虑 怎么进攻对付人族 对付东方军团 底下这些通天境妖族强者 内心虽然想法不一 但表面一个个很是淡定 看起来全部有强者风范 好一会儿 才有妖族强者问道 据我所知 人族这次也派了不少强者来边境 这次我们想要占便宜 恐怕不容易吧 圆空虎 巴拉亚 你两个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们至尊族老族 真的会出手吗 面对这讯问 天师族族长巴拉亚冷哼一声道 我们天师族和金虎族天地境老族 必定会出手 但为了不让人族怀疑 他们并没有直接来这世人城附近 等到关键时候 他们一定会让人主族付出代价 这一切的计划 都在我们意料之中 得到确切的消息 这些各种族的通天境强者 也心安了不少 可还是有妖族强者问道 这样做 会不会引发天地境强者大战 你们要知道 人族东方军团 也是有天地境强者的 那月鹏飞 应该也突破天地境了 大家不担忧吗 圆空虎眼神闪过凶光 大声道 怕什么 以往大战 又不是没有出动天地境强者 有什么事情 我们族中老祖能解决 你们就安心吧 不少妖族强者暗暗皱眉 但也没有多说什么了 但这时 又有一名通天境妖族问道 神龙族呢 他们还不愿意派强者过来吗 这神龙族 到底是不是我们妖族的 当年人族是怎么对他们的 难道他们 还想跟人族再续前缘 一听到这话 不少妖族强者 开始指责起来 我们想要夺取人族的地盘 这神龙族历年以来 都不愿意派强者过来 是啊 这么关键的时候 他们还不愿意派族中强者过来 是什么意思 你们金虎至尊族 和天师至尊族 难道就不出面吗 对 我吼狼族也很有意见 上次那神龙族子龙二 联合那人族 害死我族天向尽神采 我族派强者过去交涉 他们居然直接把我们的强者 给打出来了 这是何道理 难道他们 想帮着人族 对付我们妖族吗 一提到神龙族 不少妖族强者 开始义愤填膺 尤其是吼狼族 最前方的金虎族族长 和天师族长 眼里闪过笑意 他们没有第一时间出生 等到其他妖族强者 一个个发泄的差不多了 金虎族族长才叹息地说道 说起这神龙族 简直是我们妖族的耻辱 他们的实力 是我们妖族最强 可是却不给我们各族一条心 还想着不得罪人族 不与他们结仇 可他们不知道 人族只要有机会 肯定是想杀灭神龙族的 哎 我们金虎族和天师族 也派强者去过神龙山了 可是 他们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给答复 看样子 这次他们神龙族 是不会派强者过来了 我们也别想 指望他们了 不过大家放心 我们金虎族和天师族 绝对是妖族的最大支柱 只要有我们在 只要你们十大王族在 大家依旧可以对抗人族 好了 别的不说了 现在说说我们的计划吧 妖族这些通天境强者 一番吵闹之后 也开始谋划人族了 天宫官 陈青天带着他所统领的 镇妖军第三镇军 演练了一次战争 才结束 关雄安就派人叫他 带上锁部镇军 去到一个地点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跟着来人 到了天宫官后方外围 此时 他感觉到 有一股庞大的气势 正朝天宫官后方飞跃而来 陈青天脸色一变 跟着指引 站在空旷无边的大地上 他眼神一扫 感应到 天宫官最强的十个镇军 全部来了 当初和他一起外出的心无名 悟空等人也回来了 带着他们的镇军也在 不明所以 陈青天命令第三镇军原地待命 他看着远处征东将军将棋 一下飞跃过去 关将军 这是怎么回事 这股气势 太浩瀚了 好像万军强者咆哮 正向这里杀了一半 陈青天见其他一些镇主也过来了 他率先发问 关雄安一见陈青天 立马热情道 青天 这次把你们都叫过来 就是想让你们开开眼界 前方这股气势 明显有意为之 他们不是别人 正是万民帝国中央强者 所组成的万军大镇 来支援我们的同时 也向我们示威呢 陈青天瞬间明白过来了 看样子 帝国中央援军到了 一来就组成万军大镇 想要震慑东方军团 这些战士和强者 越来越近了 让人心脏跳动 陈青天明显看见一团黑影了 轰轰 隆隆 天空之中 所有人看见 一团巨大的黑灰色能量团 里面散发出无比强烈的煞气 庞大的气势 就连关雄安都脸色难看 陈青天不由心惊 由盗气 组成的万军大镇果然强大 就算他现在主动杀上去 最后也要落荒而逃 这还没爆发出力量 远处那些普通战士 已经被压得脸色苍白了 不过他也不慌 心中战役高昂 不会用太久 他一定要独自对上这等万军大镇 就像当初破千军战阵一般 把他们捣碎 东方军团这边 上 镇军战士也全部严镇以待 一副随时准备战斗的样子 大下帝国 帝卫军团前军 特来支援东部边境 万军大镇里面 一声爆喝 接着大镇解散 而万名强者一起缓缓落地 犹如天兵天将下戒 震撼人心 真是一群臭屁虫 见他们如此拉风狂妄 一旁的新无名十分不爽吧 哼 无名老弟说得不错 什么东西 来我们东方军团充神器 到时候面对妖族 要是还这么霸气 我就服他们 另外一名镇主张超 也极为不爽 其他一些东方军团强者 虽然没说什么 但大家脸色和眼神 说明了一切 在这一刻 所有东方军团强者 开始产生共鸣 有些排斥着帝国 中央军团的强者 陈青天见官雄安上前交涉 他没有过去 但他们这些强者的本事 隔得再远 对方脸上一颗小痣都能看清 他爆出自己的精神力 仔细扫射 发现这帝卫军团 前军领头的将军 是一名极为厉害的空间镜 大圆满强者 其他这些强者战士 通灵镜以上占据一半 神丹镜以上 后面有十一股隐藏 极好的气息 十一名通天境强者 陈青天默默念叨 这股力量才是真强大 他们联合起来 什么样的万军大阵 才能抵挡得住 接着 陈青天又看到了几张面孔 那十六皇子 和二十三公主也来了 旁边自然站着那安天力 他们胆子可真大 这里是战场最前沿 一旦大战 谁能顾得上他们 不过陈青天也不相信 他们会上战场 这明显是皇家少年少女 来这里读经的 呵呵 咦 进入关公关 陈青天也发现一道熟悉的气息 那人居然是慈心宗首座长老林奥天 陈青天没想到 就连他都出现了 这么说来 这些来的十一名通天境强者 不全是帝国中央和东方军团的人 还有其他势力 宗门派来的 随着帝国中央的 帝卫军团前军被安排好 其他这些通天境强者 也很低调地 被关雄安单独 请到了某处地方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关雄安也点名道 悟空 吴明 陈青天 你们三个 跟我我们来 随着关雄安的召唤 陈青天也跟了过去 很快 所有的通天境强者 和东方军团最顶尖的高层 来到了天宫关一处 独立的小空间内部 整个空间里面 四五十人看似随意地站着 可大家明显精卫分明 陈青天才来这里 就发现这个空间 本身就有13名通天境强者 他们全部盘坐在一起 所有人聚在一起 关雄安或许不是这里最强的 但绝对是这里指挥地位最高的 一来 关雄安就介绍道 来 陈青天 说起来 你还是第一次来这里 这坐着的13位前辈 都是我东方军团的守护强者 全部有着通天境实力 陈青天淡然一笑 他知道 这些人才是东方军团的底蕴 是真正的强者 全部冠以守护之名 他们平时根本不在外面露面 今天他算是见到了 这也正是说明 他开始接触东方军团的隐秘了 陈青天走了过去 六位施力道 诸位军团前辈 后生晚辈陈青天 现任东方军团阵妖军 第三阵军阵主 还望你们以后能指点一二 13名东方军团 通天境强者 几乎全部睁眼 打量着他 其中一名中年模样的守护强者起身了 微笑道 陈青天 虽然我们平时不现身 可也知道你 我看得出来 你虽然只是空欲镜大圆满 可身上极为神秘 你的实力 比起悟空来说都不差了 要不要多久 你也会是我们东方军团 守护强者的一员了 陈青天表面就露出这个境界实力 这东方军团守护强者也很看得起他了 他也回道 要达到你们这些前辈这等境界 我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 你们先别夸我了 还需看我之后表现 哈哈 又一名东方军团守护强者站起来道 李老头 这陈青天潜力 恐怕比你要高 绝对是我们东方军团潜力人物 哼 这李老头冷哼一声 也没反驳什么 此时 他把目光看向了来这里的其他通天境强者 他们这些人 明显认识都能叫出对方的名号 东方军团李老头隔着老远就到 你们中央这次来了五名护国强者 也算不容易 老亲王 可别陨落在这次大战当中了 那帝国老亲王满面怒气色 回怼道 李志明 我看你才是一副横死之相 哈哈 李志明毫不介意 这时又把目光放在其他通天境强者身上了 他一点明道 慈心宗林傲天 南华宗玉景华 炼玉宗伯良心 你们这六人都来了 可我也清楚 你们没有谁是心甘情愿来的 但是我依旧要把话说在前面 到时候和妖族大战 谁敢故意不出力 就是和我东方军团为敌 此话一出 这六名各势力的通天境强者 脸色都不是太好 到他们这个境界 这等地位 基本没什么存在 敢用这种语气和他们说话了 但这东方军团守护强者明显是个例外 就在炼玉宗伯良心要出生反驳时 那和东方军团守护强者不对付的老亲王也出生了 我也说过 你们宗门家族强者 如果故意不出力 帝国中央也不答应 我说的 一听这话 这六名各势力的通天境强者 眉头大皱 慈心宗林傲天冷冷道 我们也是人族 杀妖降魔是本分 其他几名强者也是冷笑道 我们都有强者的骄傲 既然来了 就不会贪生怕死 眼见众人达成统一意见 大家又沉默下来了 陈青天默默打量这些强者 他同时也注意到 不少通天境强者的注意力 也在他身上 尤其是那炼玉宗强者 眼里的那隐藏极深的贪欲 根本瞒不过他 看样子 自己这段时间做的事情 这些来人都知道了 只不过自己不上前去 他们自持身份 也不会和一个境界 比他们低的人主动联络 眼见这些通天境强者 相互交流完毕 关雄安大声说道 这里是我们天宫关的一个隐蔽空间 能够屏蔽妖族强者的探视 我们该来这里的通天境强者 都已经到了 我想妖族那边也是一样的 接下来就看谁先沉不住气 听到关雄安这么说 那皇族老亲王霸气地说道 等什么 如今我们这里有 25名通天境强者 这天宫关可以可以组成五个万军群体大阵 我们直接杀上妖族试人城 关雄安摇头道 我们不能这样做 这次妖族很有可能出动天地境强者 先出手对我们来说 未必是好事 这皇族老亲王依旧坚持道 说到底 还是要看实力 你们东方军团那些老族吗 他们就不能出手吗 东方军团守护强者李志明 这时高声道 天地境强者一出手 局势就会扩大 是要妖族他们不先出动这种强者 我们东方军团也不会贸然行事 哼 你们东方军团就没有拼死之心 妖族不灭 是你们这些年来做得不够好 你说什么 李志明大怒道 要不是我们东方军团这些年不断奋死战斗 大夏帝国东部哪有和平 你 你们分明是仰妖自重 你瞎说 那你们中央姬家皇族 怎么不派天地境大能来灭妖 你们 陈青天一时愣住了 没想到 这些高高在上的强者 大夏帝国最有话语权的一群人物 一个个开始争吵起来了 看架势 加入的人也多起来了 他摇摇头 知道这些起码活了上千年的老东西有分寸 不会有妖族不杀 先自己这边开打的 他慢慢把身体一到了林奥天身边 有好道 林长老 我们又见面了 你怎么也来了 见陈青天明知故问 林奥天眼神嫌弃 淡淡道 你怎么来的 我就怎么来的 哦 陈青天一笑 这么说来 你老也是被帝国强行征兆来的 林奥天白了他一眼 压直怒气道 小子 你没说错 纵使我是通天境强者 可为了慈心宗 为了人族 还是要来出力的 陈青天点点头 他知道林奥天怎么想的 他有通天境的实力 如果他自己不想来 就算大下帝国 也没办法强迫他 可是他身后有慈心宗 有无数宗门弟子 很显然 在他心里 宗门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为了慈心宗 哪怕冒着风险 也要来这里 和妖族拼杀 陈青天又看了看 其他那些被征召的通天境强者 这另外五人应该也一样 都是身后有一大家子 有自己的传承 纵使达到这个境界 也不能自由 陈青天在心里暗暗发誓 他还要变得更强 强到不受任何存在威胁控制 哪怕是大下帝国 也不能指挥他 就在陈青天和林奥天 随意叙旧的时候 吵闹声也停下来了 因为这一切都被关雄安打断了 诸位护国强者 军团守护强者 别争了 妖族有强者来了 一听这话 所有人把目光看向关雄安 关雄安再次道 你们听吧 哄 天宫关外的一片虚空 出现一个黑洞 突然一个奇怪的白球出现 接着 一道足够让整个天宫关 所有战士强者 听到的声音出现了 人族东方军团 你们听着 我妖族两大至尊种族 十大王族 三日后 要和你们在光秃平原决战 敢应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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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三声质问 在虚空中久久飘荡 天宫关所有的人族 都听到妖族这 赤裸裸的挑衅话语了 关雄安等人的这片空间 所有强者 也都听到这些挑战的话了 妖族狂妄 敢欺辱我人族 敢藐视我大下帝国 皇族老亲王顿时暴怒 恨不得现在就出去杀妖族 东方军团这些守护强者 也一个个阴沉着脸 他们和妖族 不知道积累了多少仇恨 现在被如此挑衅 也心火直冒 李志明更是怒道 战 有何不敢的 既然妖族主动来找死 我们也不能继续沉默 就和他们在光秃平原决战 对 杀 杀的妖族片甲不留 把所有的妖族统统杀光 我也愿意跟他们战 这里三分之一的强者 都非常激动 但依旧有冷静的人 关雄安这时候也开口说道 妖族主动跟我们约战 那必定是有所依仗 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想清楚 还要看大将军怎么说 一听这话 所有人都知道 东方军团现在真正说了算的人 还是大将军月鹏飞 战与不战 他的决定至关重要 雄安 你说得不错 李志明此刻平静地说道 现在东方军团是你和鹏飞在做主 我们这些已经退下来的老家伙 当时就说过 会支持你们一切决定 不干涉你们的决议 只有在危机的时候 我们才出面 现在 我们已经表态 这一切 由你们现在东方军团的高层决定 无论如何 我们都会支持你们的 对 李老头说的没错 接不接受妖族的约战 你和鹏飞等人决定 别人也无权干涉 关雄安感激道 李叔 江叔 谢谢你们 那我先和大将军商量一下 到时候再给大家答复 好 东方军团的这些守护强者 全部愿意把这个决定 交给了现在军团的高层 而帝国中央的这些护国强者 他们只是来支援的 虽然实力强大 身份地位高 但也不能替东方军团做决定 至于其他这些各势力强者 那更不用说了 他们虽然实力非常强 可根本就 没有一点决定权 甚至 还非常可能被拉去做先锋 虽然他们也不傻 但这个时候 大家也选择默不作声 陈青天也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他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他的意见也不重要 从这里离开 回到他的第三阵军 陈青天先安抚这些 阵军战士的情绪 接着也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 告诉了他们 妖族约战这件事情 战与不战 完全是大将军等人决定的 大家等消息就好了 仅仅过了一日 大将军月鹏飞的命令 就传遍了整个天宫观 传遍了整个东方军团 甚至传遍了整个东部边境 乃至大夏帝国 不少关心这场战事的人 都知道了这一个重要的消息 那就是 人族将和妖族在双方边境交界处 数百里的光秃平原上 进行一次大决战 双方会骑截几千万战士和妖兵 上十万的强者 神丹竞以上强者都数以千计 这一场战争 也必定会被记录在 大夏帝国的典籍当中 记录在东战大陆历史当中 整个天宫观 所有的战士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都仰天长笑 疯狂地高呼杀妖族 灭妖族 杀死所有妖族 人族无敌 东方军团无敌 大夏帝国无敌 所有的战士战役达到了顶点 陈青天站在高处 看着数以千万计的东方军团战士 发出了疯狂的战役和吼叫 他不禁摇头起来 这些普通战士 没有达到法力境的实力 根本就没有资格组成千军战阵 万军大阵 还有那群体大阵 他们可以说是战场上 彻头彻尾的炮灰 在真正的强者眼里 随手一击 就能杀死成千上万的普通战士 看着他们依旧爆发出 那么强烈的战役 陈青天有些莫名的情绪 但他也知道 自己决定不了什么 再过两日 注定是一个尸骨堆积如山的日子 这样的大战 说实话 他血液里面的狂暴因子 也被激活了 以他现在的实力 虽然说不能够真正的大杀四方 可是一般的通天竞强者 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除非战场上出现了恐怖的 天地竞强者 或者让他一个人 去直面万妖大阵 他相信 只要他不做傻事 他就不会有事 他是不可能陨落在这样的战场上的 只会在这样的战场上 获得大量的血气质 获得庞大的威名 他的事迹 也必定会在这战场上 传遍整个大夏帝国 甚至传遍整个东战大陆 激动之余 陈青天也没忘了吩咐阿火他们 他明确命令 让阿火带着那88名 飞天竞以上强者 远离光秃平原战场 去往偏僻的妖族边界 只有大战一爆发 他们就立马杀入妖族地界 用屠戮机甲组成群体大阵 能灭都少妖族城池 那就灭多少 不要怕血气质收集得太多了 他宝物无限 就算千亿万亿血气质 他都能给他们兑现 随着陈青天的命令 阿火带着这些强者 也在妖族最薄弱 妖民数量的城池附近潜伏下来了 磨刀霍霍 只待开杀 人族妖族几百年一次大战 在这东战大陆 明处暗处不少势力也在商量 或者有强者早早过来了 想趁着东方军团和妖族大战 他们在边境也减些便宜 两日很快就过去了 光秃平原上 人族和妖族隔着数十里 排兵布阵 双发的战士和妖兵的盔甲 散发出来的光芒 可以和日月相比 整个平原大地完全漆黑一片 前军和后军连绵百里 双方的强者全部站在高空 各种手段和安排都已经准备就绪 该暴露的实力和不该暴露的实力 基本上已经很难隐瞒得住了 这看似一场光明正大的大决战 可同时隐藏的暗流也让人心惊 陈青天带着他的镇妖军第三镇军 也整整齐齐地站在空中 他嘴里喃喃道 真是暴风汹涌 此刻 他的镇旗法宝 已经连接上了所有的镇军战士 随时可以爆发战争威力 只要大战一开启 他也会在关雄安指挥下 先凝聚万军大镇战斗 大镇如果被迫 他或许还能带人继续组建千军战阵 要是都不行了 这大战的自然是镇冬将军关雄安 而妖族出现在最前方的存在 有两位 一名是金虎妖族的族长 大妖帅袁空虎 另外一名是天师族族长 同样也是大妖帅巴拉亚 关雄安和这两名大妖帅 隔着石树里相望 金虎族袁空虎穿着一副金光灿灿的神甲 看起来威风凛凛 他狂笑道 关雄安 月鹏飞呢 他怎么没来 你觉得 你是我们的对手吗 关雄安声音洪亮 气势十足道 黑虎 吐尸 对付你们 还用不着大将军出手 他要是真来了 你们敢站在这里吗 今天无论你妖族有什么阴谋诡计 也别想 在我们面前施展 这场大战 你们妖族必败 关雄安后方无数强者 也齐声大吼 妖族必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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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带着 无数的人族战士都在嘶吼 直到关雄安抬手示意 直冲云霄的声音 这才停下来 哦 是吗 天师族巴拉亚 脸色怪异 嘲讽地望着 看不到边的人族强者和战士 他也大声道 人族 你们太狂妄了 今天你们人族来的强者 有我们妖族的多吗 我也不怕告诉你 闷两大至尊族 十大王族 在这里的妖族勇士 有三千万 你们呢 有两千万吗 我们的强者 可以组成七个万妖大阵 你们呢 最多组成五个万军大阵吧 就算是空欲境 空间境 通天境的强者 你们也没有我们的多 你们哪有资格赢这大决战 我们妖族今天必胜 好 无数妖族强者 也狂吼道 妖族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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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金虎族 原空虎举手 他们才停下来 哈哈 关雄安狂笑道 妖族再多 那也不过是山野妖兽 你们这些妖族 也才刚够我们人族杀的 好 天师族巴拉亚吼道 说再多的废话 也要真动手才知道 说完 双方眼中的杀气 已经在碰撞了 可就在这时 金虎族原空虎 突然脸上斜笑 咆哮道 关雄安 我们双方的实力 大家心里都清楚 我听说自上次大战之后 你们东方军团 又出现了很多的优秀强者 敢不敢跟我们妖族 新一代强者比一比 哦 想和我人族 这代强者比 关雄安一听这话 也嘶吼道 好 有何不敢 大战之前 就要你们见识见识 我人族有多少天骄 又诞生了多少厉害的强者 好 天师族巴拉亚也怒吼道 我们妖这一代的天骄 一定碾压你们人族 就在这时 金虎族员空虎 向后面使了一个颜色 so 突然 一尊手持黑金大刀的 妖族强者出现 他飞跳到这数千万大军最中间 怒吼一声道 帝雄族 天象金吐鲁木在此 人族 有谁敢跟我一战 妖族强者前来叫阵 所有妖族妖兵强者 黄乱的叫声响彻天际 杀人族 杀人族 吐鲁木勇士必胜 吐鲁木勇士 战前逗将 陈青天见到这一幕 眼中杀气肆意 但一名天象金妖族 还没资格让他出手 哪怕他已经看出来了 这是一名拥有真正神体的妖族 此时的关雄安 金虎族员空虎 天师族巴拉亚 已经全部退后了 面对这样一名妖族 阵前叫嚣 东方军团一名紫色 独特盔甲的强者 冲了出来 东方军团叶洛指 同样天象镜 前来斩你 东方军团战士 见自己一方有强者迎战 也咆哮起开 人族无敌 英雄叶洛指 必定斩杀妖族 杀妖族 杀妖族 眼见人族强者杀来 这帝雄族吐鲁木 嘴角凝笑 他没有废话就动手了 杀 妖族法宝覆盖下来 他身体化为石山 这明显是他的神体 看起来比任何东西都要坚固 同时 各种骇人的力量爆发 并且嘴里兴奋道 人族 你一定会死在我手上 东方军团叶洛指眼神坚定 一声爆吼 同样拿出法宝 滔天水浪覆盖他身体 他同样是一名拥有神体的神才 轰轰 双发一开始就用出权力 没有退避 只想杀死对方 陈青天望着远处人族神才 和妖族神才战斗 并没有入迷 他还能奋出心思 听见前方关雄安 正对那东方军团守护强者 帝国中央护国强者说话 老亲王 李叔 这叶洛指 今年150岁 也是我东方军团少有的神才强者 他拥有天水神体 领悟高级枪翼 修炼了一门大神通至大城 十二门小神通至大城 对付这妖族 就算不能胜 也不会败 皇族老亲王 见远处愈发激烈的厮杀 他点头道 我们帝国这后辈可以 你们东方军团这两三百年 还是培养了些天骄的 那高级枪翼 当真厉害 不过 我也听说了 你们东方军团 还出现了一名 领悟四道高级翼的少年神才强者 是不是真的 这话一出 周围知道陈青天的还好 不知道的 全不用怀疑的目光 打量起后方的陈青天了 哈哈 关雄安一笑 眼中的得意一闪而过 接着大声道 陈青天现在 是我东方军团 数一数二的天骄 你们大家也都见过他本人了 至于他的实力究竟如何 我想 如果他等下出手 你们就会知道了 一听这话 这几位护国通天境强者 和其他这些宗门强者 眼里也出现了不一样的光芒 陈青天听见他们 从讨论战场上的叶洛指 在开始讨论自己 心中生起豪气 可脸上无喜无悲 人族和妖族的神才 厮杀战斗越来越激烈 战场双方无数的强者 都恨不得自己也飞身去战斗 随着巨大的能量波动 和亮光响起 这两名天象净神才 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他们可以说 完全放弃了任何防守 只有杀死对方的决心 看着场中越来越浓烈的气氛 连天地模样都大变了 陈青天不禁摇头 默默想着 这两名神才 可谓是旗鼓相当 这样的剧烈碰撞 双方都已经受了重伤 可是 无论他们想杀死谁 都很麻烦 最后 如果双方不退去 那么大概就是自暴同归于尽 而他们双方 谁都没有后退半步 除了前进凶猛的对决 根本没有其他路可走 此刻的关雄安 和东方军团的一些强者 都露出了紧张的神色 斩龙军统军将军 袁洪丽老远就出声道 关将军 再这样下去 落指就要战死了 我们东方军团 会失去一名天象镜神才人物 真的不下命令吗 文言 关雄安双手紧握着拳头 他何尝不知道 两名天象镜神才在打下去 必定是同归于尽的下场 可是这一场大决战关系重大 数千万双眼睛看着 他作为战场上人族最高的指挥官 怎么能在两千万战士 数万名强者面前下令 让几方强者回来 那样的话 他们气势下降 妖族妖气更胜 他默默地闭上眼睛 大声喊道 杀尽妖族 人族死战不退 随后 所有的人族强者和战士 也冲天般地咆哮道 杀妖族 杀妖族 妖族那边更是狂妄 很多妖族已经癫狂 大喊大叫道 屠杀所有人族 妖族勇士无所畏惧 斩龙军统军将军袁弘弘厉 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那叶洛旨 可属于他们斩龙军 而且跟他关系匪浅 但此时 他也只能喊道 洛旨 不能丢东方军团脸 要为人族而战 妖族那边 地雄族的 一名通天境老祖 也来到了原空虎和巴拉亚身边 他犹豫道 我地雄族天象境神 才已经尽力了 再打下去 他们双方必定会死 不如 原空虎眼色冷漠的 怎么 还要我下命令 叫他回来吗 我们妖族勇士强者 一定要誓死不退 跟他们东方军团的强者 同归于尽 又如何 随着他的话说完 这地雄族通天境强者 无止能无奈地看着 战场中间 夜落只伤痕累累 体内法力躁动 在最后一刻 也终于咆哮了 大喊道 妖族 你今天一定会死在这里 人族必胜 东方军团永存 哼 在这种时刻 开启了自爆模式 整个身体吸收巨大的能量 体内的神丹 和各种能量 压缩整个身体 感受到人类的疯狂 妖族吐鲁木 也已经是强弩之末 他比这人族好不了多少 仗着妖族身躯 他以为自己可撑久一点 他眼里有着一丝的恐惧 在最后一刻 他想要逃跑 可是他知道 如今他们双方早已纠缠一起 肯定是跑不掉的 不 轰隆 巨大的能量 化为一个毁灭之球 那一片战场 被恐怖的烈焰包裹 空间都开始产生震动 大战未开启之前 人族和妖族两名天象净强者 就彻底血洒续空 战场上所有的强者 也呆呆看着 这两名有神体的强者 无论放在什么地方 都前途无量 可现在他们的死 只是一个前奏 陈青天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他跟叶落纸 也只有一两面之缘 双方没有什么情感 但此时此地 大家一个阵营 他当然有共情 可惜了 神体都没有留下 哈哈 天空能量还没有完全散开 妖族惊虎族缘空虎 就发出滔天的笑声 接着 隔着老远就嘲讽道 人族 你们的天骄人物 也不过如此 只能用自暴的形式 挽回那可怜的尊严 关雄安不甘示弱 也出口嘲讽道 我人族强者 视死如归去 你们妖族神才也不算什么 刚才害怕的想跑 可惜没逃掉 哼 这只是开始 袁空虎又朝后面 使了个眼神 也就在这时 又一名妖族强者几个闪现 没多时出现在战场的最中间 他傲气无比 声音不大 却十分冰冷 金虎至尊族 袁楼虎 人族 谁敢来跟我一战 一听这话 妖族那边 又是狂乱的吼叫 关雄安看着战场中间的那妖族 语气凝重地述说道 这袁楼虎也是神才 拥有容金神体 现在是空欲镜大圆满强者了 曾经杀了我东方军团不少强者 他有几十年没出现了 现在不知道修炼了什么神通 有何本事 东方军团不少强者 也听说过这名妖族 知道他的厉害 可还是有人忍不住了 心无名最先按耐不住 就要冲出去 经过刚才的大战 大家心里清楚 同级别实力差距不大的神才强者 最后不能压制对方太多 双方又不肯退的话 极有可能是同归于尽的结局 甚至有通天境守护强者都想出声提醒劝阻 可是在这种战场上 一旦说这样的话 那其实就矮了一大截 很多人最后只能默默叹息 陈青天摇摇头 他看出来了 金虎足元老虎极为强大 那眼中的流动寒光 显示出他的不平凡 So 突然 陈青天身体动了 他如同一道流线 一下子就出现在心无名身边 啪一手按住他的肩膀 轻声地说道 心无名 不如把这个机会让给我 你要是真跟他厮杀 极有可能也是跟刚才一样的结局 我就不一样了 感受到陈青天手上传来的力量 心无名眼神俱正 他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回过头来 复杂地看着陈青天 你 但是 他有什么都没有说 陈青天的出场方式 没有太过嚣张 步伐稳健 一脚踏出 百千米 一步一步地向着战场上 最中央走去 在所有的人族强者 和妖族强者注视下 他来到了战场最中间 面对着金虎族强者 他的声音很轻柔 但是传播速度却很广 人族陈青天来战 听闻到短短七个字 无论战场上人族还是妖族 都全部面容一阵 因为陈青天这个名字 这段时间传得非常广 也传得非常深 他绝对算人族 一个心生强力天骄 东方军团这一代最大的英雄 代表人物 而妖族对这个名字 也是如雷贯耳 他成名的时间很短 纵横妖族地界的事情 大家不可能立马忘记 那可是在金虎至尊族老祖算计 族长出手的情况下 都没有拿下的人物 他出现在战场中间 震撼还是非常大的 也将整个战场 推向了一个高潮 好 人族疯狂地大叫着 陈青天大英雄无敌 杀死妖族 妖族同样疯狂地叫嚣着 杀死他 杀死这个人族陈青天 他是我们妖族大敌 是我们妖族必杀的人族 他一出现 就连金虎族族长原空虎 和天师族巴拉亚 眼睛都睁大了 心跳加速 其他不少妖族强者 也仔细地打量着这个 让他们妖族痛恨的人族 吼狼族一名通天竞强者 更是怒声道 就是他 杀了我吼狼族天象竞神才 让我们妖族的丢尽脸面 今天一定要他死 不过 元楼虎是他的对手吗 我看这人族 也是空欲镜大圆满的实力 虽然境界一个样 可是传言不适 说他领悟了四道高级意 金虎族原空虎 恨意满满地看着这人族 陈青天的实力 谁都知道 但又不知道 但此刻 他依旧信心满满地说道 大家放心 我族元楼虎 有他的手段 这几十年 他已经将三门大神通 修炼至大城 三十门小神通修炼到大城 所组合的神通大阵有多厉害 你们等一下就能见识到了 咦 妖族不少强者惊呼 没想到元楼虎 有这种神通修为 不过也有通天竞强者猜测到 难道是利用空间秘境 流转时间 所有才修炼到这种程度 这也难怪 元楼虎突然消失这么久 对于这些话 金虎族元空虎笑而不语 大家把眼光 放在了战场中央的 一人一妖了 即使面对这传的 很神的陈青天 元楼虎依旧战役高昂 藐视道 你就是人族陈青天 哼 不管你有什么本事 今天也必死 哦 是吗 在陈青天眼里 这妖族就是一个小丑 根本记不起他的战役 他无所谓道 还有什么一言尽快说吧 在这种万众瞩目的情况下 我还是愿意大放的 哼哼 蝶 元楼虎狂笑道 人族 今天我就要你们所有人族知道 你这种吹出来的人物 是怎么被我打破的 哼呀 没有废话 元楼虎领域展开 摇起冲天 幻象丛生 煞时间一击 他身体所有凶猛的气势 全杀出来了 陈青天能感觉到 这元楼虎一下 就组成了非常恐怖的神通大阵 不错 三门大神通 几十门小神通 修炼到大成了 陈青天感觉出来了 刹那间 这些力量被他一一解析 他依旧淡定 可东方军团其他强者紧张了 关雄安也看出来了 略带惊异地说道 这元楼虎 居然修炼成了这么厉害的神通大阵 以他的年岁 根本不可能 难怪他消失那么久了 既然有这等奇遇 这妖族不错 皇族老亲王狠狠点头道 就是不知道这陈青天会如何抵挡 我今天要看看 他是不是如传说中那么奇特厉害 无论人族强者 还是妖族强者 都目不转睛 盯着这一场空欲镜神才之战 认为一定很精彩 这种力量都没有爆发 突然他笑了 就在妖族元楼虎的杀招 要摧毁他时 他动了 我有一拳 扑辞 陈青天这一拳 看似平平无奇 只是简单从他身体里面 爆出来力量来 仅仅是四道高级异 在绝强力量的加持下 在天地气韵的汇聚下 爆发出来的威力 比上次对付心无明 要强大十倍不止 就是这单纯的一招 把战场上所有人和妖 都震惊了 哪怕是那些通天境强者 也感受到了深深的寒意 这招 就算他们不认真抵抗 也会被重创 妖族元楼虎 见自己的力量被贯穿 他疯狂地叫道 真是四道高级异 不可能 这样的力量 是空欲竟能爆发出来的吗 不 就算你是神才 也不应该有这种力量 元楼虎击退 可惜 一切都迟了 哄哄 仅此一招 毁灭一切 这一招 当真威压天地 一名狂妄之急的 空欲竞神才强者 直接被镇压 请客间没有了一点生机 等所有强者看清楚之后 陈青天已经提起了 这妖族的尸体 静静地站在空中 他依旧站在他刚才的位置 一动没动 这一幕 彻底让人族和妖族 震惊疯疯狂了 人族这边 偌大的战场之上 普通战士都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空中的那几万强者 疯狂地呐喊 这是真的吗 我们的大英雄陈青天 瞬间杀死 一名空欲竞神才妖族 哦 我们的大英雄陈青天 一招斩杀妖族空欲 竞神才强者 哦 大家都听到了 接着 两千万人族大军战士 疯狂地咆哮 大英雄陈青天 斩杀妖族神才陈青天 可怕 这少年陈青天 已经是个人物了 作为皇族通天竞神才的姬红柔 他一向眼光极高 此刻也忍不住了 十分讶异地出口了 确实不错 皇族老亲王也赞赏到 真如传说中那般 领悟了四道高级异 而且 这四道高级异 强大到没有边界 完全不应该是他这个境界 能杀出来的威力 他身体的力量 非比寻常 今天这么多人族和妖族见证 作为空欲竞 仅仅一招 就拿下一名同级别神才 如此战力 在我们东战大陆历史上都不多 恐怕现在出了通天竞 哪怕空间竞强者对他来说 都是想杀就杀 哼哼 你们东方军团 这次是 捡到了一块真正的魁宝 姬红柔又小声感叹道 东战大陆 又出了一名万年难遇的大天骄了 同级别神才 对他来说 都不过如此了 看到他 我想起了 我皇族姬无双先祖了 真是战力无双 此话一出 周围人都一惊 姬无双可是大下帝国中心人物 今天居然被拿出来做比较了 这一刻 就是慈心宗林傲天 南华宗强者 炼玉宗 元神教 李家 杨家等通天竞强者 脸上也充满了不可思议 难以置信 尤其是炼玉宗的通天竞强者 脸上有轻微的扭曲 他对陈青天可是有想法的 可如今 他都要犹豫 这个样子 想轻易拿下这陈青天 恐怕不容易 关 雄安心情极为不错 大笑道 今天有陈青天 这次和妖族天骄比斗 他们别想 从我们东方军团 占到任何便宜 真是大掌我军威 哈哈哈哈 不光是他 东方军团那些统军将军 那些守护强者 也一个个脸上有光 陈青天所做的一切 大大掌了他们东方军团的凶威 啊 气煞我眼 妖族这边 原空虎眼神凶狠 双眼通红 就算是天师族巴拉亚 以及那些通天境妖族 各族强者 脸色也极为难看 原空虎眼里 带有深深的忌惮 同时还有强烈的贪欲 这一刻 他都想自己出手了 可东方军团那些强者眼神 可不是一般的灵力 而且那陈青天还在后退 要进入人族阵营边缘地带了 见此 他不甘心到 谁敢继续迎战那人族陈青天 原空虎大叫吼后 内心不安 陈青天的强大大家看在眼里 他们金虎族猿虎的尸体 就在他手上 空欲镜的神才都是一招秒啊 果然 他出生后 妖族阵营里面迎来了短暂的沉默 这次来的妖族强者 除了有二十多名通天境强者 其他空欲镜 空间境强者也超过百位 可这一刻 他们都有些犹豫 因为面对前方人族 哪怕是空间境神才 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那四道高级异 散发出来的威力 太恐怖了 陈青天好像知道 妖族此刻怎么想的 他的身体 早慢慢地向人族阵营 这边靠近 因为他确实担心 那些妖族通天境强者 会不守规矩 齐齐出手偷袭他 眼见妖族没有马上派出强者 他眼珠子一转 知道刚才一下太猛了 但他其实已经非常压制 自己的真实实力了 可是爆发出来的 还是太过恐怖 震慑住了妖族 真正的力压全场 丹葛童境界妖族 哪怕高一个境界妖族 根本不够他杀的 他知道这个事情 妖族也知道 没办法 他只有大吼一声道 妖族 还有谁敢跟我一战 如若不敢单挑 你们也可以群来 只要你们通天境强者不出手 空间境强者也可以过来 三个五个我不嫌少 十个二十个我也不嫌多 最后他还加了句 不敢应战 妖族无胆 他这一番挑衅的话语 真的是惹怒了所有的妖族强者 同时 整个妖族的阵营气势 也衰落了三分 陈青天这些话 就连人族这边阵营强者 也觉得他太狂妄 太自大了 居然敢一人挑战 十个二十个空间境强者 哪怕是通天境强者 真的面对十几二十个空间境强者 对方要是紧紧联合在一起 他们也会有被杀死的风险 更何况妖族当中 空间境强者 也有很多真正厉害的存在 神才 亚神才可是有不少的 人族狂妄 天师至尊族八颗亚来占你 一名直接展露出 黑色火焰的妖族强者 顺移过来了 很明显 他是妖族空间境神才 眼见这样一名强大的妖族跑了出来 顿时 又连续几名妖族强者移动过来了 一个个大吼道 雄鹰族 陆珠峰来杀你人族 还有我 豹原族 云飞斯也来杀你 吼狼族 吉米山 立相族 大立强 赫然间 五名空间境妖族杀了过来 人族这边 大骂妖族无耻 已经有强者要出来帮忙了 其实 就算妖族这边 很多强者脸上也有些挂不住 但陈青天仇恨拉得太大了 这时候陈青天 并不在战场中央 而是在靠近人族阵营这边 所有妖族 以为他会等人族强者帮忙 或者干脆不敢再过来 就连人族强者也有些担心 怕他率先冲过去 大家已经做好了大战的准备 全部不要过来 可这时的陈青天 双手一抬 声音狂妄地说道 关将军 各位将军 诸位护国强者 守护强者 给青天一个独占妖族机会 今天 我要扬名立万 我要挑战这些妖族所谓的天骄 让他们知道 我人族能占据东战大陆最中心 是有原因的 今日一战 我要妖族再也不敢犯人族边境 陈青天说这番话时 声音响彻云霄 狂望震天 身上的气势顶天立地 人族这边所有的强者都动容了 没想到陈青天狂到了这种地步 那可是五名空间禁妖族强者 而且个个都强得可怕 同等境界 几乎难寻敌手的存在 战场后方 有三个乔装打扮的人 也呆呆地看着这一切 他们居然是通过特殊手段 观看战场中间景象的 大夏帝国十六皇子和二十三公主 还有那保护他们的安天丽 作为皇室子女 他们胆子还是很大的 也想来战场上镀巾 哪怕不真的参加大战 关键时间先走 也是一份巨大的功绩 看到了陈青天如此行为 那种种表情和说的话 连一旁的安天丽 都疯狂地摇头道 这陈青天怕是疯了 这五名空间竞强者 我都看出来了 明显有两名神才 那三名也差不到哪里去 哪怕是通天竞强者 跟他们战斗 也会被围杀 我要是上去 恐怕也就撑一两个回合 自爆都未必有机会 太离谱了 作为皇子的姬承文 此时也是浑身颤抖 声音嘶哑地说道 陈青天 他真敢吗 这样 他还是人吗 他 姬心灵这时 师生道 他过去了 一个人迎上去了 世间真有如此气男子 陈青天不顾别人劝阻 再次飞到了战场中间 五名妖族强者 也面露喜色 直接把他围在最中间 这一刻 所有人族强者 把眼睛放在了关雄安身上 只要他现在开口 双发大战就将爆发 可这时候 关雄安似乎收到了什么提示 而且他在陈青天眼神里面 感受到了什么 他坚决地摇摇头 斩钉截铁道 任何人不可上前 我相信陈青天 大将军也相信陈青天 一听这话 周围很多人似乎知道了 看样子 大将军岳鹏飞 一直在关注这次大战 他应该给关雄安发出命令了 让他不要阻止陈青天 人族这边的强者 虽然担心 可也没有人上前帮忙 死死盯着前方一切 妖族袁空虎和巴拉亚 见陈青天被包围 这时候 生怕人族反悔 袁空虎突然他对着身边 这些通天境界强者说道 我们一半通天境强者联手 打造结界 让任何人无法干预他们的决战 好 我们在那战场周围布下结界 说完 妖族十几名通天境强者 居然出手了 打造了一个巨大的能量屏障 而任族这边 眼见妖族如此 又纷纷大骂无耻 东方军团守护强者李志明 大肘眉头说道 雄安 妖族那些家伙 要缔造结界了 这样等一下 我们想帮这小子 都没那么容易的 你和鹏飞怎么想的 关雄安眼珠愣愣不动 不知道在想什么 但他还是开口道 其实陈青天已经到达空间境了 只是大家都看不出来罢了 他的真正实力 我和大将军都不清楚 但这小子 不会做找死的事情 我们看看吧 咦 周围不少强者大惊 陈青天能在他们眼皮下 底下隐藏实力 这等手段就很厉害了 皇族老亲王脸上更羡慕了 酸味十足道 这小子有手段啊 这么说 都要赶上我们这些 活了一两千年的老家伙了 可紧接着 他又摇头道 就算这样 他面对的 可是两名空间近妖族神才 那三名妖族 应该是亚神才 也拥有神体 这等阵容 别说那小子 十分凶险的事情吧 一直没说话的慈兴宗林耀天 此刻也忍不住了 姐姐最后的口子快合毙了 现在说什么 也没有用了 陈青天这小子 跟我慈兴宗也算有交集 哎 这里这么强者 林耀天可是知道 陈青天身上秘密的 李志明此时眼神凶狠 他发现什么了 喝道 不好 妖族该死 人族强者还在犹豫 陈青天已经安静地 待在姐姐里面了 可就在姐姐即将成行的时候 妖族这边 又有三名空间 敬强者想要进来 这时候的陈青天嘴角一笑 听到了人族强者 琪琪高喊 妖族该死 卑鄙之类的话 眼见情况失控 他怕大战就此展开 于是大声喝道 不要阻止 不要动手 让他们进来 我能应对 陈青天这声气势太足了 更爆发真实境界了 汹涌的力量 姐姐外面的强者都能感觉到 关雄安默默叹息 依旧没有下令冲杀 反而制止要动手的人族强者 全部别动 这是陈青天要求的 我们为他助威 看他打碎妖族气势 雄安 你怎么想的 关将军 不能让陈青天有事啊 关雄安 大夏帝国出了这等人物 可别被你们东方军团糟蹋了 太多人族强者不理解了 纷纷大吼 关雄安目光坚定 出声道 这结界 不能只让妖族通天进强者控制 我们也要出力 这样 他们就不可能再放妖族强者进去 我们也不让妖族强者出去 就让他们杀吧 看看我们人族少年强者 今天能不能创造神迹 哎 那就凝聚一个更大 更稳固的结界吧 人族十几名通天进强者出手了 各种力量再次施加一个更大的结界 此时 这个透明的天穷之兆 把整个战场中央数十里范围内包裹了起来 接近三十名通天进强者打造出来的结界 其坚固程度无法想象 里面的人想跑出来 就算一方想要撤掉结界 另外一方也同样可以维持 这真的是不死不休了 成了一个最残酷的斗手场了 唯有胜利者 才能活着离开 八名妖族空间进强者 目光凶残玩味 他们似乎吃定镇青天了 就算这人族是一名空间进强者 他们也丝毫不担心 反而想活捉着陈青天 面对八名强大无比的妖族强者 以及这牢不可破的结界 陈青天笑了 笑得很开心 很疯狂 哈哈 你们妖族 以为能够拿下我吗 你们是不是想要知道 我身上的秘密 今天 就让你们的死 来换取我身上的一部分秘密吧 八名妖族 也被陈青天这等姿态激怒了 他们不是有神体 就是有亚神体 要不然就是本身实力堪比神才 各个是妖族添娇 人族 我们各族强者 联手镇压你 就是一个呼吸的事件 镇压我 你们也配 但这一刻 陈青天先动了 哄 结界内 一股让所有妖族神 才强者颤抖的气息膨胀出来 陈青天的身体 赫然生出来十道高级异 没错 十道高级异 陈青天在大战的前夕 也从阿火他们挪用过来血气质 再次领悟了两道高级异 十根晴天巨著 冲涩整个结界 恐怖的能量 让这些妖族空间净强者 哪怕是最厉害的那两名神才 这时也忍不住产生了一丝恐惧 领头的那天 狮族巴克亚 声音颤抖道 这是 这是十道高级异吗 怎么可能 就算是大能强者 也不可能误出十种异 难道 这人族不属于我们东战大陆吗 不 我不信 此时 他拿出一件原型法宝 刹时间 另外被震惊的七名妖族 纷纷爆发最强战斗状态 各种神体显现 五颜六色 华丽至极 八名妖族强者 全部仅靠着巨大的原型法宝 所有力量完美联合一起 世道气 这些妖族 不但数量这么多 还带了一件到气进来 轰轰 一人八腰的对决 牵动无数颗急速跳动的心 太过于震撼 这一击交融 哪怕那些通天境强者 也被深深刺激到了 没有谁敢说 他们能在这样的杀招中 安然无恙 我东战大陆 这陈青天究竟是什么人 太不可思议了 大下帝国皇族老亲王 不住的喃喃自语 可没有人能给他答案 不光是他 这些人族强者 无一人能理解 什么样的神才 能领悟十道高级义 关雄安面部兴奋到变形 从牙缝里挤出声音道 高级权益 高级剑义 高级刀义 哪怕其中一股力量 从他身体爆发 也不是一般空间进强者 能轻易应对的 十道义杀出 其威力 我都未必接得下 陈青天就算不借用 天地一丝力量 也有对抗 通天竞强者的本事了 没错 他已经可以 和我们相提并论了 皇族神才强者姬红柔 也语气复杂到 这陈青天敢一人 对抗两名神 才空间进妖族 三名亚神体妖族 三名极为厉害的 空间进妖族 真不是自打 可惜 这些妖族还带了到气境去 他们所有力量联合一起 就算是有十道高级义 也会是一场血战 我们也要做好准备了 人族强者默默看着这一切 已经开始叙事待发 随时准备插手了 陈青天和这些妖族的 一轮大比拼 居然谁都没占到好处 双发被结界内的力量 震得连连后退 身体痛苦不堪 见自己身体有些微微开裂 陈青天脑中自动屏蔽这些伤痛 脸上战意更足 他也知道了 这些个妖族强者 确实是人族大敌 一个个非比寻常 即使十道高级义 也不能一下收拾他们 才是真正的嗜血战斗 让整个东战大陆 记住他名字的时刻 八名妖族仗着盗气 联合起来 抵抗住了陈青天 可怕至极的杀招 他们心里惊恐难以言说 有太多疑惑 可他们不会赞叹敌人 越是这种万年不出的 绝世人族大天骄 他们的杀心越大 一定要杀了这人族 我不得不说 这人族有让我们联手的资格 他不死 将来是我们妖族的灾难 就算他再厉害 领悟的意再多 也要他死 对 一定要杀他 他越可怕 越要死 杀 什么都不说了 我要燃烧 我吼狼族狼神血脉了 都不要留守 持者有变 好 杀 杀 杀 八名妖族 没有被陈青天 展露出来的力量下主 反而更疯狂了 他们的身体 联合盗气 各种杀招七出 高级剑翼 高级刀翼 各种神体力量 亚神体力量 各种元素 水 火 土 电 所有空间境妖族 也都拿出了他们拿手本事 联合挤压身体 一切力量镇压 杀死这人族 八名妖族 使出让杰杰抖动的力量 恐怖的力量紧密的联合 没有一丝一毫的拖拉行为 他们已经把陈青天 当成了此生最大的敌人 弥漫的能量 虽然没有传出去 但是巨大的声响 几乎穿刺整个战场 陈青天在这一刻 也不再留守 不灭圣体力量也爆发出来了 这方天地产生异动了 他空间近的力量 十道义 神体力量 甚至消耗五十年寿命 通灵阴魂上身的力量 他也修炼成 三门大神通大城 二十五门小神通大城 这一刻全部组合起来了 但这还没完 天地之间 无数游离的力量 开始涌入他身体 即使没有达到通天境 他也能借用一丝天地之力 甚至借用的 比一般通天境强者更多 这就是天地胜财的可怕之处 我天啊 这等大战 怕不是天地境强者大战吗 善无悔 此时已经和几名统军将军 站在了一起 哪怕他们这些东方军团的将军 见过大场面 也一个个面面相识 嘴里无意识到 我们去了那结界里面 现在怕是尸骨无存了 不对 是谁在吸纳天地力量吗 是陈青天吗 是他 隐藏太深了 他完全有力量 斩杀通天境强者啊 不是人 今日之后 他就是传说 就是神话 这少年怕是哪位老祖假扮的 不到二十岁少年 有这么恐怖 我是不幸 关雄安感受到天地力量涌动 他吞了吞口水 小声道 是天地力量 可陈青天明显没有达到通天境 我不会看错 怎么回事 难道 东方军团守护强者李志明也怀疑到 如此浩瀚的力量 他的身体受得了吗 他的精神顶得住吗 他驾驭的了吗 除非 几名最有见识的通天境强者 一个个怀疑起来了 可谁也没说出来 全部眼神骇然 相互印证 就在人族和妖族不断惊恐 害怕 怀疑的目光当中 结界内的战斗 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陈青天的力量 八名妖族强者 即使在盗气的联合下 也抵挡不了 这样的力量 甚至已经超出了 双方都能够承受的极限 咔 一声淬响 那妖族原形盗气 居然开裂了 双方所有力量 所形成的风暴和巨浪 让空间都开始忍不住拉扯 出现大小不一的裂缝 砰 那一件明显不是特别强的盗气 也开始崩坏了 八名妖族的身体 完全暴露在能量之下 他们力量没办法联合一起了 那没有神体和亚神体的 这个时候已经彻底慌了 八个亚 快救我 快帮我抵挡一部分力量 我不行了 还没说完 三名妖族整个身体 在这个狂暴强悍的能量当中 被撕裂粉 妖族阵营强者目睹这一切 有两名通天境妖族 发出嘶吼 不 我族空间境强者战死了 我的族弟死了 金虎族原空虎 和天师族巴拉亚 没有理会周围强者的惨叫 他们已经彻底没了脾气 这个人族陈青天 给他们的震撼和惊吓 这人族除了领悟十道高级异 能动用那么强大的力量不说 居然还能借用天帝的一丝力量 这可是只有通天境强者 才能办得到的事情 可他们感觉到 陈青天明显不是通天境强者 可他又能借用天帝的力量 这简直违背了定律 违背了天帝规则 除非 金虎族和天师族这两个族长 见多识广的 眼光毒辣 双方都明白过来了 不约而同的脱口说道 天帝圣财 原空虎嘴里沙哑地说道 这人族陈青天 绝对是天帝圣财 也只有这种可能 他没有达到通天境 却能动用这等 威力的天帝能量 不好 天师族巴拉亚 脸色一变再变 发了疯一样的教导 快 大家撤掉结界 否则我妖族这些天骄 都会有危险 损失这么多力量 对我们来说 那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天大的损失 大量妖族强者 也反应过来了 对 我们快撤掉结界 十几名妖族通天境强者 想要撤掉结界 可人族已经不答应了 因为陈青天杀爆了 杀 为妖族而战 没办法 在原空虎和巴拉亚 急躁的命令下 所有妖族强者 纷纷组成妖阵 冲向了人族 杀 大战彻底爆发 这一次 人族这边不等官雄安下命令 那些通天境强者 也已经按耐不住了 他们被陈青天 彻底点燃了心中的豪气 那少年的力量 给人的震撼太大了 杀妖族 人族的强者 在这个时候 组成了五个万军大阵 妖族足足有七个万妖大阵 数以千万的战士和妖兵 也在奔跑 在冲杀 大量恐怖的武器 在这方天地蔓延 单单怒吼声 就震得普通战士 两耳失聪 无数的战士 被各种力量波及 一个个湮灭 而在节节破开的前一刻 陈青天也如同一尊上古魔神 他已经没有任何保留了 身体里面的力量达到顶峰 在这种巨大压力下 他胜体 其实已经裂开了 身体被重创 当最后的一名妖族神 才死在他手上 拿到这躯体后 也正式宣布 八名空间禁妖族 一一引壳中 我的比拼战斗告一段落了 可这场大战只是开始 陈青天嘴角上扬 他自己伤重了 想着要不要逃后 咕噜 可突然间 他严重受损的身体 开始自动愈合 体内外的伤势 快速恢复 哪怕消失的血肉 都重新长出来了 他可没有服用任何 鲜无宝库的丹药 眼前这种情况 真要服用丹药 那得是什么品级 要花费对少血气质才行 到达这个境界 都不知道有没有 当即恢复身体的神丹宝丹 他心里清楚 这一切都是因为不灭圣体 受重伤是他来说 就像擦伤 根本不值一提 陈青天 快回来 入阵 就在陈青天恢复身体 愣神的刹那间 急促的声音在召唤他 好 陈青天一声大吼 情况危急 也不能多想 他身形就要汇入人族万军大阵 他看到了 人族这边的气势太恢红了 太豪打了 五个万军大阵 并排直杀 在这无边无际的空中 发出来的力量 可以搅动这片天地 而两千万人族战士 有无数人在地面上 操作各种大型攻击武器 空中 无数的战情 带着千万战士 杀向妖族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遮天蔽日 一个个空旗战士 朝妖族的那些妖兵冲杀过去 妖族也不甘示弱 七个万妖大阵 也碰撞上了人族这边 想摧毁人族这边 五个万军大阵 人族的血气冲天 妖族的妖气冲天 让这一方天空开始颤抖 陈青天也已经进入了 关雄安等通天境强者 所组成的万军大阵 他身体恢复完好了 但他体内能量 还是比较枯竭的 花费大量血气值 兑换鲜无宝库丹药 他力量在快速回复 他眼神一扫 这个万军大阵的强度 简直难以想象 二十几名通天境强者 数以千计的神丹境强者 把自身的力量 全部融入在这个大阵当中 在那恐怖的倒气加持下 撞向了妖族最强的万妖大阵 呲哑 恐怖的撞击 让石树里的空中 显现出一道黑色空间裂缝 那裂缝如同漩涡 想要撕扯这万军大阵 和万妖大阵 可双方大阵里面 这些强者和大阵主持者 当然不会被这个恐怖的空间 漩涡拉扯进去 他们再次升空 再次碰撞 轰轰轰 太汹涌了 太残暴了 陈青天在这万军大战当中 亲身体验这一切 也完全动容了 虽然他的实力已经恢复了 身体也恢复了 可是他依旧觉得自己渺小 他面对的万妖大阵 那是有二十多名通天境强者 神丹境以上强者 都有一二千 这样的发挥出来威力 真的可以说是毁天灭地 撞破虚空 他单独对上这样的万妖大阵 除了逃跑 别无他法 这一刻 他认为 就算让天地境大能强者 也没办法硬扛这万军大阵 和这万妖大阵 恐怖的气息不断蔓延 天空中十二个大阵 辗转相互攻击 轰凹 冲撞越来越猛烈 里面实力微弱的法力镜强者 在侧面受到撞击之后 开始不断地减缘 随着时间的流逝 终于一个万妖大阵被撕裂开来 不少强者在大阵破开的时候 直接被各种力量彻底撕碎 一个人族万军大阵 也坚持不住了 也被彻底击破 杀 杀人族 杀妖族 大阵破开后 里面妖族强者和人族强者 有的又开始组成一个个群体大阵 千军战阵和千妖大阵 而其他已经没办法组成大阵的强者 开始的在外围厮杀 强者不断陨落 这一刻 天才妖孽存在 在别处有巨大地位的妖族强者 在大夏帝国 受百千万人敬仰的强者 也不过是在风雨中 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战场可怜者 嗷嗷 哎呀 到处的惨叫声很大 可是在战场上 他们的声音显得太过微弱 这是一个真正的绞肉场 碰 又有万军大阵被击破 同时也有万妖大腕被破了 天空之上 经过反复的碰撞和拉扯 所有的节奏和秩序都被打乱了 如今只剩下两个最强的万军大阵 和万妖大阵依旧在对抗 这里面凝聚了妖族和人族最强的战力 他们才是战场的主力 其他大阵破了不算什么 这两股势力 才是决定战场走势的关键存在 人族 你们支持不住的 人族原空虎兄很大叫 这个大阵他是最大主导者 所有的攻击方向也是他决定的 碰 万妖大阵再次冲撞过来 人族万军大阵里面的强者 又开始不断死亡 陈青天已经将自己最大的力量 输入了这万军大阵 可他依然觉改变不了什么 眼见落于下风 大阵里面 大下帝国皇族老亲王咬着牙说道 关雄安 再这么撞击 我们撑不下去了 快想办法 在我们万军大阵破掉之前 也破掉那万妖大阵 否则我们就太吃亏了 关雄安同样脸色难看 他眼神凶狠 这怒声道 所有强者 燃烧血肉 燃烧一部分寿命 我要发出最强一击 听到这话 陈青天也暗暗叹息 战场之上 人族的力量 还是要比妖族弱三分 虽然气势很强盛 可是在这关键时候 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这时的他 下了一个决定 在大阵里面 突然移到关雄安的身边 他声音洪亮地说道 关将军 如果你信我 就让我来主持这万军大阵 我燃烧的生命 所能换取来的力量 绝对不是你们 能够比较的 一听这话 大阵里面的这些人族强者 一个个有些微微愣神 又纷纷看向了关雄安 也就在这时 东方军团李志明大声说道 雄安 我相信这陈青天 刚才他在那结界里面 所爆发出来的力量 已经不弱于你了 如果他真的能燃烧大量寿命 换取恐怖的力量 那么就让 这陈青天试试吧 你要知道 一旦我们大阵先被妖族攻破 那这大阵里面的人 不知道要死多少 也会影响战场形势的 对 让陈青天试试 不少统军将军也发生了 我们信任他 他有这个实力 因为陈青天 先前给他们的震撼太大了 就连那几名帝国护国强者 和东方军团守护强者 这一刻也无比相信陈青天 好 陈青天你来 关雄安满眼坚定地说道 这道气由你来控制 我们一起发力 一定能发挥最大的威力 陈青天没有客气 他得到道气控制权 成为了一个万军大阵的 实际控制者 大阵主 一掌握这股力量 他就发现 他如同驾驶一架 恐怖的星空战机 能毁国 能毁世界 这是毁灭性大杀气 所有大阵里面的强者 听我口令 凝聚你们最强力量 由我来发出最强一击 听令 人族万军大阵里面 全部万众一心 陈青天飘逸长发梳起 脸色庄重 喝道 以我胜区 燃烧精血 消耗寿命 无上阴魂 来上过身 哼 猛然间 这万军大阵上面的 青天破开 陈青天消耗一百年寿命 换来了一尊真正的 仙武宝库阴魂殿的 仙武阴魂战士 虚空当中 出现了一尊 浑身精甲的星空巨人 他好似真仙下界 直接附在这万军大阵上面 所有的力量 涌入陈青天的身体里面 这一刻 整个战场上的人和妖 都震惊了 以为是真仙降临 天神下界 这是什么 妖族的万妖大阵里面 原空虎脸上 充满了一丝恐惧 他赫然发现 现在人族大阵的主导者 居然变成成晨青天了 这个人族 他恨不得吃他肉 喝他血 淡他魂 而整个万妖大阵的强者 也感受到了莫名的恐怖 没有谁知道 刚才那道虚影 到底是什么 可那股心机是真的 那绝对不是 这个世界上的存在 那人族 万军里面大战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怎么能召唤 这样的力量 不行 我们所有妖族强者 也要燃烧寿命 燃烧血脉 召唤强大力量 否则 根本抵挡不了 人族恐怖的万军大阵 好好好 万妖熬叫 没有谁留守 妖族万妖大阵也疯狂了 气势无限拔高 万军大阵里面 所有人都被这 加持的力量惊呆了 这是 真正从虚空当中 召唤来的恐怖力量 大家也被 陈青天所展现出来的 这一幕给吓住了 哪怕这些通天境强者 心中全部充满疑问 陈青天到底从哪里 召唤来这样的强大的力量 抱着无尽疑惑 一声爆吼响起 鲜舞一击 卡 所有的人族强者 燃烧血肉力量 燃烧生命力量 所有汹涌澎湃的力量 融入这大阵当中 被阵主抽空 陈青天带动大阵 所有的力量 杀向妖族大阵 他要做最后的了断 妖族大阵里面的强者 也同样爆发出凶狠的一击 去轰轰 大对决 整个世界 如同真的毁灭一般 动静千里之外都听到了 天地贯穿 一道巨大的冲天光芒 哪怕在十万里之外 也能看见 太震撼了 这股力量 即使是天地静大能强者 也发挥不出来 真正不属于 这个世界的力量 这一击也让 万妖大阵彻底崩碎 里面超过一半妖族强者 第一时间 全部连扎都没上 就连里面的 通天静强者 也有不少身受重伤 陈青天主持的 万军大阵这一击 改写了战场局势 居然让 示弱的人族一方 占据了上风 因为他这次杀的 妖族强者太多了 整个妖族八成最强力量 一下子死亡一半 咔 同时 这万军大阵 也再也维持不了了 所有人的力量 也被大大的吸空 战场双方 只剩下零散的 千军大阵和千妖大阵 还有盗器 组成的小群体大阵 大阵破后 不少人族强者 趁局势混乱 拿出事先早已准备好的丹药 纷纷送入口中 试图恢复法力 恢复力量 陈青天此刻也感觉到 自己浑身被抽空 可是他也不再吝啬 一下消耗数以千万的血气质 换取了最好的丹药 不断地融入自己的身体 他想瞬间回复好力量 来应对随时带来的危机 他能想象 万军大阵一破 妖族有多恨他 现在 他确实也成了妇人 因为他先前单挑 杀死那么多妖族空间竞强者 那两名神才 空间竞妖族 给他贡献超过一亿的血气质 而且刚才由他主导的万军大阵 一下杀死那么多妖族强者 也全算在他的头上 又收获了好几个亿的血气质 同时 陈青天在大阵破碎的后 查看了阿火他们的情况 知道他们 也已经在毁灭妖族城池了 那几十名强者身上 所积攒的血气质 也已经非常多了 看架势 这还是开始 接下来会得到更多 妖族边界大洲防御薄弱 人族不少势力异动了 有的是机会 现在的血气质对他来说 已经不是什么难得的东西了 一下子又好了起来 看来不灭圣体 真可以一直不断修复身体 杀 随着双方回过神来 人族和妖族 继续组成千军战阵 千妖大阵 双方各种倒戏 展现神威 疯狂厮杀 强者之间也联合起来 全部杀气十足 对于的废话都没有 杀妖族 关雄安依旧履行他的职责 带人厮杀妖族的同时 还不忘指挥整个人族战士 强者向妖族攻杀而去 这一刻 百里平原之上 彻底打成了大混战 妖族的优势已经没有了 真正的成了疯狂大战场 就看谁更凶更狠 谁更有毅力 更坚持 更不怕死 妖族那边的强者 还有余力的 也纷纷冲在第一线 这时候 那恢复巨虎真身的原空虎 新组成了千妖大阵 死死盯着陈青天所在的千军战阵 他也知道了 刚才那万军大阵恐怖的一击 是由陈青天所引导人族强者发出来的 这一击 让他这最强的万妖大阵 损失太重 数千的强者 被陈青天直接害死 他恨透了陈青天 同时也明白 这个人族的可怕 他不死 妖族有大劫难 这次不杀死他 以后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他声音沙哑地 对所有妖族说道 我妖族所有强者 试杀陈青天 不管其他 先杀他 好 无数的强妖族强者 恨意滔天的死死盯着陈青天 就想杀他 蹦 陈青天所在的千军战阵 被各种力量打得 瞬间解体 陈青天暴露在 无数妖族攻击之下 人族这边 那些通天境强者 空间境强者 空欲境强者 也明白妖族 对陈青天的恨 他们也全部一起围了过来 要保护陈青天 围绕他的战斗展开了 陈青天没有丝毫胆怯 甚至他愿意 冲在第一线 他身上的力量 完完全全 不弱于任何通天境强者 他的身体更是恐怖 无论受了多么重的伤 都能够恢复 不灭圣铁 绝不简单 哄 无数妖族强者 绝强杀招的威力 巨大的打在陈青天身上 而他以一己之力 抗下攻击 这恐怖的力量 即使有人族强者 帮他抵挡一部分 他依旧 被这强大的力量 击碎了两只手臂 裂开了身体 哈哈 陈青天没有表现一点害怕 反而发出阵阵的哄笑 嘲笑万腰 因为在这个空档 大量的人族强者 强大的力量 又击中了妖族不少强者 他们没能第一时间完美防御 死亡损失不少强者 他以自身为诱饵 为盾牌的情况下 让人族强者大占优势 陈青天给所有人族强者 创造机会 陈青天 快离开 眼见陈青天伤重废了 大量人族强者敬佩他 可也担心 不断吼叫 陈青天没有走 他要杀 在所有人不可思议的眼光当中 他的手臂赫然重新长了出来 啊 你的身体 能一直恢复 关雄安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切 现在他终于相信 滔天大秘密 这确实是强大的一种圣体 甚至可以说 他不是一个人 而是真正的成了神 成了仙 受到毁灭重创 居然能直接恢复 这样的能力 不可思议 难以想象 杀杀杀 人族这边受到感染 全部不要命地冲杀妖族 妖族强者目瞪口呆 纷纷不信邪 坚决杀陈青天 双方无数的强者在这一刻 纷纷陨落 人族强者 即使受了再重的伤 即使身上的力量 已经几乎消耗光 可是在临死的最后一刻 还是把身上的最后力量 释放出来 一个个完美的自爆 跟妖族同归于尽 而妖族一些凶猛的强者 也同样如此 最后要死的时候 哄 全部自爆自己的身体 一个大猴 妖族必胜 杀人族 而人族强者 丝毫不甘示弱 也大喊 杀妖族 不知道杀了多久 真正天昏地暗了 虽然陈青天有圣体 可以肆无忌惮 可是随着再受伤一次次的恢复 他的精神出现了疲惫 这是不可想象的 同样也说明 他的不灭圣体恢复 也是有次数的 有上限的 他感觉每一次恢复 他的精神就会疲惫一次 在这样的情况下 陈青天也不敢贸然 再疯狂上前了 巨大的战场 人族和妖族生命体 已经缩减了一半 几千万生命 在这里陨落 天空已经彻底 被染成了黑色 地面已经出现了无数的血池 那负面怨恨气息 飘散到天上去了 眼见双方久久相持不下 也拿不下陈青天 金虎族原空虎 和天师族巴拉亚 相互看了看 不约而同地点头 同时向外界 发出了某种讯息 不多时 就在双方所有战士和强者 几乎精疲力尽的时候 远远的战场之外 一个强大的群体大阵 出现了 关雄安看到这一切 脸色巨变 那远处的动静 他很快知道怎么回事了 是魔宗 他们在这个时候出现 是要帮助妖族 关雄安怒火冲天 咆哮道 没错了 这些魔宗之人组成的群体大阵 有五千左右强者 关雄安没有猜错 那突然出现 由盗弃组成的群体大阵 是被大夏帝国 一直打击的五个魔宗强者组成的 里面有无数的强者 甚至有五名通天境强者 此群体大阵 在人族和妖族精疲力尽之后 他们也许可以改变战场 可这一切还没有完 哄 天空之上 同时出现了两个黑色漩涡 里面有恐怖的力量在徘徊 突然两只巨爪伸了出来 一只虎抓 一只狮抓 他们居然直接对准了陈青天 还有关雄安等一些东方军团的高层强者 天地竟强者 战场之上 人族所有强者明白过来 全部脸色大变 这等强者终于出手了 哈哈 妖族无数强者狂笑 他们知道 他们妖族老族出手了 眼见人族这边岌岌可危 空中出现两个巨大的手印 一青一黄 同时还伴随巨大和声 圆光虎 巴中亚 是你们两个老东西吧 真是不要脸 以你们这种身份 居然在这种关键时候搞偷袭 你以为我们东方军团这些老家伙 都是摆上吗 哼 天空之上 四道力量碰撞起来 啪刺 虚空波浪起伏 大地震动 所引发的动静 让战场上人和妖身体大震 这是几股令人心计的力量 在天空之中 谁也没有占到便宜 他们的身形 也同时也出现了 两名妖族 天地敬大能强者躯体巨大 一金虎 一黄狮 都是妖族大本体 这金虎也语气嘲讽到 霍天尊 月鹏飞 你们不也一直在战场外围隐藏吗 就算我们不出手 你们也会出手吧 要说卑鄙无耻 你们人族绝对是第一的 东战大陆 不应该以你们人族为罪 我们要走 要拿回属于我们的一切 哼 话还没说完 两尊妖族大能强者 再次动手 恐怖的力量 又朝陈青天等人袭去 而这次 人族这边两名天地敬大能强者 也不管其他了 所有的力量 朝妖族那些强者杀去 双方似乎都要杀死对方的强者 哼 冷哼一声 妖族的两股力量 在空中扭转下来 对上了人族天地敬大能强者力量 看样子 双方还是放不下其他人 同样要天地敬的对天地敬 出现这样的大变故 陈青天等人 开始理智地朝后方退去 其他的人族强者 都紧紧有序地边打边退 妖族强者也一样 接下来这里 可能就是天地敬的战争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依旧有一个巨大的隐患 那就是几大魔宗所组成的群体大战 他们已经在战场侧面 冲杀了无数的人族战士 和不少的人族强者 正打算来个后方开花 如此危机时刻 妖族强者当然不会放过机会 他们也死死地咬住人族强者 不给他们去解救的机会 看着发生的一切 关雄安只能大骂魔宗 这些人族败类 在这种时候帮助妖族对付东方军团 对付人族 就在东方军团高层强者束手无策之时 战场外围又出现了一团金光 光芒不断靠近 天空中一个巨大的万字出现 一尊盘腿做人形法相凝聚 他头身肉计 双手合十 战场上传来阵阵温阿欧等声音 佛门出现了 不知道谁叫了一声 众人纷纷看去 又有一股强大势力杀来 这些突然杀来的强者 也组成了群体大阵 范英阵阵地杀入战场 那大阵里面无数的强者 一路杀死无数妖族 接着朝魔宗强者所组成的群体大阵杀去 很明显 这股突如其来的实力 是帮人族东方军团的 这一幕 战场上所有强者又被震撼了 确实很强大 陈青天听到周围的声音 他心想 那新来支援的群体大阵 就像一尊佛 那群体大阵里面 大都是剃了光头 双手合十的强者 嘴里还不停地在念什么 啊 突然 那虚空之佛张开大嘴 一声巨吼响起 这声音如狮子吼 如虎俱笑 如生龙吟 关雄安此时也惊叫到 佛宗法帝的强者出现了 那群体大阵 就是佛宗的降魔大阵 我们也来援军了 杀 跟我杀妖族 这股势力的出现太及时了 他先前都不知道 哄 战场再次迎来小高潮 佛门强者出现 那魔宗群体大阵里面怒骂声传出 该死秃头 他们居然来东部边境了 为什么不好好 待在帝国西部地区 不管了 我们去迎战这群突驴 让他们多管闲事 很快又有声音质疑 不行 佛宗的功法 大多是克制我们魔宗的 这些家伙就是故意的 专门研究降妖除魔之法 那法阵里面的强者也不少 以我们的力量 也未必占得到便宜 再说 月鹏飞和霍天尊也来了 一旦大战结束 到时候肯定会收拾我们 我们先前就说好了 这次来帮妖族 有机会就出手 没机会该跑就跑 我可不会死战 魔宗的群体大阵里面 人心根本不浅 因为这里面的人 起码是由四五个魔宗的强者 所组成的 他们是临时搭建的利益团体 有利则拒 危险就散 他们提前隐藏在这边境 如今看到有机会 才出来偷袭东方军团 一见到早有力量防备他们 这里面的人就开始吵闹了 就在魔宗群体大阵 停下来的时刻 佛宗法阵也杀上去了 又是别开生命的大战 而等妖魔 此时还不放下屠刀 更待何时 佛宗大阵 里面浑厚的声音响彻全场 魔宗大阵毫无战意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被佛宗降魔 大阵杀得节节败退 甚至没多长时间 就被打散了 群体大阵所有的魔宗 强者死得死 逃得逃 本来人族东方军团这边 惊险万分 可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闹剧 魔宗来得快 跑得也不慢 而如今 最关键的战场 真正的大战 已经是天地尽大能 强者的大战了 他们也此刻 打得难分难解了 战场上 不少强者服用再好的丹药 也跟不上身体和精神的消耗 无论人族还是妖族 气势都已经衰落 天空中 一石一虎原形 被大家看到了 而人族的两名天地 竟大能强者 在不断地跟他们较励 双方看似不那么激烈 没有爆发太大的杀伤力 可是其中的凶险 是部族外人道也 高天之上 那一尊强大的黄狮子 怒声道 岳鹏飞 霍天尊 你们两个对付得了我 巴中亚和袁光虎吗 再杀下去 你们认为我对付不了 你们两个老家伙其中一个 我现在就让你们看看 我为什么敢来占你们 苍天霸体 一声爆喝 砰砰砰 突然岳鹏飞整个人 幻化成一尊青绿色的巨人 哄 天地之间不尽的力量 朝他身体里面涌过去 这一刻 两名妖族天地竞大能强者 也惊呆了 这是 袁光虎十分惊讶地说道 这是 你超越了神体 势压圣体 苍天霸体 能够大规模地借用天地之力 战力无匹 该死的岳鹏飞 你怎么会得到这种压圣体的 死来 岳鹏飞双手仿佛要撕裂虚空 双掌出击 在天空中形成巨像 恐怖的气势 一直逼着两名天地竞妖族 不断后退 人族的另外一名天地竞强者健壮 也全力杀上去 双方在天上进行激烈的角逐 陈青天跟人族强者 一边对付妖族 一边看到了这样的大战 无数人族 不断地为岳鹏飞和那伙天尊助威 陈青天也终于见到了岳鹏飞的实力 这阵妖大将军 果然非比寻常 那强大的体质 远超神体 爆发出来的威力 让人堂目结舌 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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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刻 人族还活着的战士和强者 拼命地呐喊 疯狂地咆哮 大家杀意更足 而妖族那边 也一度变成了拉拉队 疯狂地打叫 我妖族大能 妖族无敌 妖族无敌 时间再度流逝 双方其他战士妖兵的战斗 慢慢停息了 ZB2只剩下那天 递进强者 还在大战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那消失又出现的 四名大能强者 已经远离了战场外围 厮杀了不知有多久 突然天空之中 一只巨大的虎爪掉了下来 伴随着凄厉的惨叫 同时一道声音也传了过来 原空虎 巴拉亚 走 听到这声音 妖族开始躁动不安了 很明显 他们妖族的老祖受了重伤 连一只巨大的虎爪都掉了 这明显是要他们逃跑啊 金虎族族长原空虎 和天师族族长巴拉亚 听到这样的话 见到这样的场景 也终于忍不住了 不甘地大喊道 撤退 撤退 走 他日在杀人族 如此情况 所有的妖族强者 只能含恨率先逃走 无数的妖兵紧跟其后 见到这一幕 关雄安再也忍不住 大声咆哮道 人族战士们 杀妖族 轰 无数的咆哮 人族在这一刻 又爆发出了气势 妖族逃跑的速度 虽然不慢 但气势已经摔落到了极点 一场数以千万众生的 追杀大逃亡开始了 场面浩大无比 陈青天自然也不含糊 这痛打落水狗的机会 实在难得 虽然他的精神力 逐渐衰弱 可他身体的力量 依旧强大 他不断地去追击 去杀法 刚开始是杀 那些跑得慢的妖族强者 后来那些妖兵 他也不放过 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妖兵 被他杀死 他的凶残程度 震惊了人族 震慑了妖族 二大决战 三千万妖族妖兵 最后能跑掉的 不足三百万 七万多妖族强者 也绝对损失三分之二 可人族这边 也好不了太多 即使最后的大追杀 也依旧有很多强者 和战士牺牲 这场人族和妖族的大战 最终以 人族惨胜而到终 虽然赢了 但是一个个强者 满脸悲切 那些活着的战士 更是有一种 劫后余生的感觉 岳鹏飞满脸疲惫地 站在天空 看着到处失海 他也动容了 只不过这样的大战 他经历了好几次 而这次 算是结果比较好的一次了 他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高声道 我们人族赢了 欢呼吧 哦 我们人族赢了 大将军 大将军 陈青天 万千战士高呼 大将军岳鹏飞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 叫着陈青天的名字 随着战争胜利 剩下不足千万的人族战士 开始整理战场上的一切 收敛尸体 照顾伤员 找寻有价值的东西 陈青天默默地看着 人族和妖族大战赢了 他也赢骂了 这一战过后 他的名字 必定被世人熟知 该暴露出来的实力 他全部暴露了 不过他也不怕什么了 经过这次大战 他也明白 自己的极限在哪里了 他这次见过 几十名妖族和人族的 通天境强者 他们爆发的力量 各种能力 自己看在眼里 就算现在面对 那拥有神体的通天境 他也一点不怂 陈青天 你没事吧 别追了 小心妖族反身来杀你 眼见陈青天意犹未尽 关雄安找到了他 不希望他远离战场去冒险 陈青天脸上有些疲惫 笑着说道 关将军放心 我不会追了 我的身体也快到极限了 哦 关雄安眼里流露出意思 他也没有多问心中疑惑 大声道 走 我们去见大将军吧 嗯 陈青天跟着关雄安 寻着气息而去 岳鹏飞此刻不断在安抚战场人心 战后的事情 或许不需要他亲力亲为 可他有铁血之心 也有柔情之魂 大 将军 我没事 一个双腿全毁 失去半张脸的战士 无比崇敬地望着来看他的大将军 岳鹏飞拉着他的手 保证道 你放心 你为人族而战 不论多重的伤 我们东方军团都是想办法救治 就算留下伤残 军团也会让你们一生富贵 谢谢大将军 无数伤员热泪盈眶 发誓愿为军团而死 愿为人族而战 等陈青天和关雄安等人过来的时候 周围很多伤员战士 已经被战情接走了 大将军 所有的来人 纷纷向岳鹏飞行礼 岳鹏飞摆摆手 好了 都不用客气了 说完 他把目光放在了陈青天身上 一双眼神采奕奕 脸上笑容满满道 青天啊 你在战场上的所作所为 这次大战你发挥的关键作用 我都亲眼目睹了 其实几次我都忍不住想出手 不过妖族那两个老东西没出手之前 我们也没办法找出他们的踪迹 所以一直忍到现在 我是真的想不到 你达到空间进步说 还有这种实力 能爆发惊天力量 更用圣体 即便身体破碎 也能恢复 不光我意外 恐怕所有人都对你万分好奇吧 周围无数人吸了一口气 有些人已经知道 陈青天有圣体了 但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此时从岳鹏飞嘴里说出来 大家还是纷纷侧目 死死盯着陈青天 要把他扒干净 陈青天对面众人痴人的目光 笑了笑 无奈地说道 大将军 我知道 我身上发生的一切 不断地刷新别人的认知和看法 可有些东西 我也不能说 我知道大将军 你也不会打探别人的秘密 哈哈 岳鹏飞哈哈大笑 摇头道 青天 你多虑了 你身上的秘密太大了 不过如今的您 也算是真正厉害人物了 就凭你是天地圣财 就没有谁会看清你 谁想对你出手 都要掂量掂量 你不用紧张 你这次为人族 为大下帝国 为东方军团立的大功 我在这里都要说 谢谢你 大将军 您别这样 见岳鹏飞一副感激的面容 陈青天连忙制止道 我也是人族 这是我应该做的 哪怕暴露出一些东西 被人惦记 我也不愿意东方军团受到大的损失 不能让妖族得意 好 说得好 是真英雄 我霍天尊认可你 也就在这时 一道红亮声音传了过来 一看这大能强者霍天尊来 所有人十分恭敬 用各种称呼行礼道 镇妖王 老将军 霍帅 霍天尊淡淡一笑 看向陈青天道 鹏飞 这就是你所说的陈青天吧 今日我算是亲眼见到了 真是天地胜财 这等人物一出世 东战大陆可就有意思了 不过好啊 他和我们东方军团有缘 我们兜得住 哈哈 陈青天看向这霍天尊 赫然是一名容貌年轻的 天地近大能强者 很明显 他喜欢年轻面孔 从众人的口中得知 这大能强者 居然是上一代镇妖大将军 而且早已封王 也难怪他这么厉害 有那种力量 他和岳鹏飞 可是打跑了两名妖族 天地近强者 在天地近当中 也属于很牛人物了 陈青天只是和他打了声招呼 并没有多说什么 看起来小心翼翼 好了 好了 这不知道活了多少岁月大能强者 见众人恭恭敬敬 他不耐烦道 你们这些人啊 这些年来 都是你们维持东方军团 我也算过了很长时间自由日子了 要不是妖族每隔几百年 就想着侵占我大下帝国 我也不会出手 这次你们的英勇 我都看在眼里 虽然这次大战 陈青天应当是守宫 可你们也一个个对人族有大功 不过也有太多的军团后背战死了 看到这一幕幕 我这颗老心也难受 所有的人都为战死的人慕爱 就算修炼之人 能活很久 可大家都有关系好的朋友 甚至有血脉亲人 就在大家缅怀战死的人的时候 空中伴随着梵鹰 一群秃头也走了过来 他们正是刚才来支援的 那一群佛宗强者 现在也过来了 见到这种情况 所有东方军团的强者 想过去看看 刚才人家来帮忙 现在怎么也要谢谢 但天地尽强者或天尊并没有动 还没头一皱 不知道在想什么 月鹏飞带着笑容走了上去 可看清楚来人后 他心中暗暗吃惊 同样双手何时问道 你是寂静佛子 阿弥陀佛 正是小桑 这群佛门强者 走在最中间的 居然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少年和尚 他看起来五官极为精致 一身袈裟柔软细腻 随风摆动 此刻他声音极为灵动道 月大将军 一直听闻你的名声 今日一见 三生有幸 月鹏飞谦虚一下 随即感谢道 这次妖族和大战 多亏你们佛宗前来支援 那些魔宗强者 才没有占到便宜 我代表东方军团 代大下帝国 代人族谢谢你们了 这寂静佛子 极为礼貌道 想妖除魔 拯救众生 来我佛门众人应该做的 月大将军不必如此客气 他就已经联系了佛宗法帝 而对方也答应过来 会在关键时候出手 不过这个人情不小 有要还的时候 说起来 这一次也多亏了他们 否则整个东方军团 损失会更惨重 此时跟在月鹏飞身后的陈青天 那是心神巨震 因为他发现了一件 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所谓佛宗法帝的佛子 那张脸太像了 像以前的自己 其实他来这个世界之后 也照过镜子 这个世界的陈青天 和自己以前世界长的样子 还是有一些相似的 只不过这个陈青天 这一切他也没有太多想 而面前这所谓的佛子 跟自己以前世界长得太像了 形象完全相似 但神有些不一样 因为这佛子在他看来 英俊的不像话 脸上的庄重素木 古典淡雅 似乎发现陈青天在盯着自己 这寂静佛子 把目光也移了过来 脸上淡笑道 陈大英雄 在来之前 我就已经听说过你的名号了 这场大战 你所有的表现 我和我身边这些佛宗长老 都看在眼里 全部赞叹你是大财 是东占大陆真圣财 你将来的成就 远在所有人之上 更重要的是 我看你跟我们佛门也有缘 如果你想来我佛宗修炼探讨佛法 可以随时找我 我愿意和你共同探讨 这宇宙人生 真理和真相 听完这些话 陈青天没有第一时间回答 他还在思索 自己跟这人 到底有什么关系 难道世界真有这么奇妙的事情 压下 心里的一丝惊慌 他抢几出一丝笑容道 寂静佛子 我的修炼之道 跟你们佛门修炼之道 有些不一样 我不需要清修 在杀戮当中 也可以挣到 这寂静佛子摇摇头 笑容可惧地说道 陈大英雄 天地万物 皆可修道没错 但我看得到 你也快走到修炼的一个尽头了 你我的缘分妙不可言 我知道的比你知道的要多得多 今日只是一个照面 以后相聚的日子会很多 阿弥陀佛 听到这些话 其他人脸上若有所思 但还是不明所以 但陈青天总觉得 他话里有话 这个所谓的佛子 真正的实力非常强 比一般通天境强者厉害得多 身体隐藏了巨大力量 陈青天对他产生了一丝恐惧 不单单是实力差距 他心里有阴霾了 两人没有再继续说什么 似乎刚才只是相互认识而已 越来越多的人凑过来了 大战结束之后 不少人找到关系好的伙伴 庆幸大家还活着 岳鹏飞也知道 这里不是久留之地 最后他还是下命令 快速打扫完战场 把该带走的都带走 其他不重要的 就留在这里 此刻 百里光秃平原之上 到处有黑洞深渊 地貌大变 怨气极重 陈青天临走之时 不禁想到 这里久而久之 很可能也会形成一处兄弟 不过作为边境地区 人族和妖族 在这里的实力太强 真要有机会 形成兄弟也难 就在所有人离开后 依旧有其他人没走 一处满是血液的 大窟窿地洞当中 两名黑袍人 正在修炼魔工 之所以这么说 因为这堪比小湖的巨量血液 居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消失 久久过后 一男生响起 图仙师妹 我要开始恋化了 嘿嘿 赫然间 他端坐地上 身体气势 节节攀升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才咆哮道 哈 我要破镜了 哄 这是他身后 突然出现一尊 巨大凶兽法香 一下让这新形成的洞窟 再度坍塌 等他收起气势 抱歉地笑道 图仙师妹 我突破花镜镜了 你应该也可以吧 才一问完 此时的女子幽图仙 身后一尊法宝升起 这法香极为黑暗 是一尊庞大的牛头角法香 但那张脸 却很像人脸 图骨这一颗大惊 惊呼道 图仙师妹 你这是 这是大祖天魔法香吗 你居然连通他了 幽图仙双眼冰冷 嘲笑道 怎么 不可以修成他的法香吗 此刻的幽图仙 眼里充满杀气 他一下 跳出被吸干的洞窟 很快又找到了 另外一处血池 运转功法 快速把这里吸纳干净 跟在他身后的幽谷 看着他疯狂的行为 连忙劝解道 图仙师妹 你 你不能再继续了 虽然我们修炼的功法 可以吸收血肉提升实力 可一旦过量 会彻底迷失自我 变成毫无意识的蜂魔 你这次已经严重过量 继续吸收 就算你有魔鹰肢体 也承受不了的 幽图仙闻言 有过短暂的停顿 他思绪朝永 自从进入炼狱魔宗 他一年多时间 从不到法力镜 达到现在的画像镜 靠的是这功法和体制 还有他孤注一掷的决心和狠辣 可他不满足 他已经察觉到了 他父母的死 不是一个意外 明面上是被匪徒杀的 实际他已经怀疑了 这是跟他这个师父 有莫大的关系 他眼里闪过深深的仇恨 可脸色突变 略带笑容道 幽谷 我之所以这么急切地 想要提升实力 你真的不知道 这是为什么吗 见到幽图仙对自己笑 幽谷一愣 随即尴尬道 图仙师妹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幽图仙冷笑一声 干脆道 好了 幽谷 你也别再装了 我们这位师尊 可不是什么善良之辈 他这么培养我们 你觉得是因为我长得美 你长得帅吗 魔鹰之体 魔羊之体 一旦被一个人吸收之后 那他就会获得 比神体更恐怖的东西 我们两人实力提升这么快 体制越来越完善 我想那位师尊 也该准备下手了吧 听到这些话 幽谷的脸色巨变 小声说道 图仙师妹 你怎么能这么怀疑 师尊他老人家 如今我们有这等实力 能有今天 应该感谢他 再说 师尊他又怎么可能 会打破我们的主意呢 是吗 哼哼 幽图仙笑了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 别等到时候追悔莫及 话到此处 安静了好一会 哎 最终 幽谷叹了一口气 皱着眉头问道 师妹 话既然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么我们就敞开了说吧 我们魔宗之人 哪里有什么感情 我当然知道 他是在利用我们 可是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我们这位师尊 隐藏极身 他不但是天象镜的强者 而且拥有亚神体 隐藏的实力更是恐怖 而且在我们身上 还有被他种下的控制符文 想要反抗他 根本不可能 那样只会找死 就算我们想跑 也没那么容易吧 幽图仙摇摇头 冷笑道 事在人为 你说的都不错 可我也不是毫无准备 只要我们再次突破天象镜 下次再见到他的时候 直接对他出手 这样的话 以我们两个人之力 强杀他 也是有可能的 我也知道你的担心 他的控制符文虽然厉害 可是我也得到了一点解决之法 能短暂压制 到时候 只要我们在一定时间内杀死他 还是可以恢复自由的 你不想试试吗 真的吗 幽图仙有点心动 这个当然是真的 幽图仙肯定的 幽图仙依旧有些担心 可一旦失败 我们会死的 幽图仙摇摇头 嘲笑道 那就是早死和晚死的区别了 你愿意把自己的拥有一切 拱手让给那幽图天吗 反正我是不愿意 好 到了这里 幽图仙也大声道 那么我们就拼着彻底入魔的风险 强行把实力提升到天象镜 到时候只要杀死他 那我们就自由了 只是这一切的风险都太大了 说到这里 幽图又羡慕说道 这次大战 那陈青天真是出境风头 拥有圣体 姿姿 想起来就让人羡慕 如果我也能把我的魔羊肢体 提升到圣体 那该多好 接着 他又好奇地问道 图仙师妹 我可记得 你也是光天玉寒地成人 跟那陈青天是一个地方人吧 您认识这陈青天吗 闻言 幽图仙身体一颤 眼中痛苦的光芒一闪而过 冷声道 不认识 GBR幽谷也没有再多问 最后坚定地说道 师妹 那我就和你冒死一搏吧 大夏帝国 帝皇城 大帝宫内 浩大的朝堂里面 数万名帝国高层官员 再次朝拜一人 这几十年来 大夏帝国皇帝上朝的次数 屈之可数 可这段时间以来 他连着两次来到了朝堂 接受大夏帝国无数官员的朝拜 哈哈 朝堂之上 那高高的金色地座上 大夏帝国降盛大帝 显得十分开心 似乎他得到了什么好消息 久久过后 他对着下方说道 你们也都知道了吧 东部边境妖族 被我们的大将军岳鹏飞 所带领的东方军团 杀得大败 损失数千万妖兵不说 还死掉好几万妖族强者 这是难得的一次大胜 也正彰显出我大夏帝国的雄威 妖族 不过如此 降盛大帝高兴完 下方立马有声音说道 皇帝雄威 四方臣服 妖族的却不过如此 我大夏帝国 在皇帝宁的带领下 一定超越古今 开创无上之盛事 降盛大帝 授与天旗 这一番话 让无数的朝臣纷纷跪拜 大声吼道 降盛大帝 授与天旗 听到这些 这降盛大帝更高兴了 他笑容满面地说道 好了 好了 也别把我吹捧得太高了 我在位这么多年 究竟干得怎么样 我自己心里清楚 接着 他把眼光放在了帝国中央大元帅杨武国身上 看似无意地询问道 我听说 这次东方军团 能带着各地的援军强者大败妖族 是因为有个叫陈青天的少年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而且我还听说 他是天地圣才 杨大元帅 这事是真是假 应该没错吧 大元帅杨武国 当即站出来说道 皇帝 我已经跟镇妖大将军月鹏飞联系过了 他说 此事确实是真的 这陈青天 在此次和妖族大战中 立功最大 他也确实是天地圣才 拥有圣体 听到肯定的话 朝堂上议论纷纷 不少人眼中都有过惊恶 天地圣才 这种人物 如今在东占大陆 也是极少的 此等人物一旦成长起来 能发挥的价值和作用 超乎想象 他们可是 集天地宠爱于一身 身上的气韵和实力不可想象 此事不知道是谁带头 突然朝堂上不少人大叫道 皇帝 天地圣才出世 大败妖族 此乃我大下帝国之降诏 此等人物应该招他入中央朝堂 为帝国中央效命 这些声音一出来 大半朝臣纷纷禁言道 对 天地圣才这等人物 可善可恶 若不能善加利用 一旦堕入魔道 踏入邪道 也将成为我大下帝国的祸端 皇帝 应该招臣清天入中央 为我大下帝国效命 如此才是上上之策 当如此 天地圣才 一定要进入帝国中央 这才能彰显我大下帝国天威 大部分朝臣 都表示认同 要招臣清天来帝国中央 大下帝国皇帝 却没有立马表态 眼见底下的声音越来越多 他也终于开口了 你们说的都不错 这臣清天 年纪轻轻 就实力超群 又是圣才人物 如今立如此大功 我也要有所表示 至于直接招来 我大下帝国中央效命 这是吗 他身在东方军团 我也不好跟大将军 岳鹏飞抢人啊 这样吧 这次臣清天和妖族大战立大功 无论如何 我们帝国中央 都要大大赏赐他 我出一道圣旨 招臣清天来中央授封 至于到时候 留不留在帝国中央 再议论吧 还有 这次东方军团和各宗门家族 支援帝国边境 人人皆有赏 大功者 我全部要亲自召见 急于赏赐 我可还听说 连佛宗那佛子 都去支援东部边境了 说到这里 祥圣大帝与其停顿了一下 最后面色大变道 这次也有 让我生气的事情 那些一直跟我帝国作对的魔宗 上次袭击我爱子爱女不说 这次绝对不可饶恕 传我圣意 大下帝国天机营 各宗门家族 给我来一次大清礼 全力杀伐魔宗 把以前的赏赐 提高三倍 谁要是杀得多 我可以封他帝国十爵位和封地 下方朝臣文言 纷纷高声道 皇帝圣名 有功者 赏 有罪者罚 大下帝国 降盛大帝 授与天骑 嗯 好了 降盛大帝恢复平静的面孔 站起身来道 这次就这么说 等到陈青天和东方军团等一些主要有功者到达中央 我再来上朝 其他的一些事情 就交给宰相吧 说完 这降盛大帝在众人的朝拜下 离开了他的帝座 而大下帝国的一些内政事务 又全部交给了这位一人之下 不知道多少万人之上的宰相 大战结束后 陈青天跟着东方军团返回了寒天城 哪怕在路上 他也不断被众人拥促 赞美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帝国功臣 东方军团大英雄 无数的欢呼和夸赞 如潮水一般向他身上涌来 但真到了这一刻 陈青天满足的同时 也已经开始麻木了 在没有偌大的名声之前 他想要自己的名声传遍四海 威震四方 不忘来这个世界走一招 可如今一旦达到这种高度 他反而没那么兴奋了 回到寒天城的他 没有去处理其他事情 因为有专人负责 他第一件事 就是总结自己这次的收获 看着血气值上面显示的六亿多 他兴奋之 于于 也叹了一口气 这么多血气值 当然是好 但也未必能让他提升到通天境 因为要突破这个境界 哪怕他花费一亿血气值 兑换物天神丹 只有两三成的概率 冲破这个境界 多了也没办法叠加 虽然可以是几次 但完全没必要 他心里有数 不行就是不行 实验十次八次也枉然 白白浪费血气值可惜 陈青天清晰地感觉到 现在还没有突破这个境界的契机 没办法 那就只能利用这些血气值 做点别的什么事情 比如提升他的高级破碎权益 或者提升高级王者建议到神级 除了血气值 他这次收获了三具妖族神体 三具亚神体 之后的大战 他虽然也有斩杀妖族神才和亚神才 可是那些战利品 他都让给别人了 这些东西在别人眼里尊贵 对他来说 也就值个两三千万血气值 他这次还收获一剑到弃 虽然是下品到弃 但也算不错了 就在他总结自己的收获的时候 阿火那边也结束了 他们这次杀得比陈青天还猛 根据阿火所说 他们带着屠戮机甲 几乎涂光一个妖族大洲所有的部落和城池 几十人杀的妖族数量 快比得上这次大战死亡妖兵的数量了 几千万妖族妖民死在他们手上 可以说 他们一个个手上都有几十万妖民之命 他们积攒的血气值 加起来比陈青天这次得到的还要多一倍 而此时 他们已经在赶回来的途中了 就在陈青天在自己的府邸 整理这次收获的时候 白云飞也走了进来 他和吴大明 这次并没有参加和妖族的大战 一直待在寒天城 此刻他过来小声地说道 青天 善无悔将军来找你了 陈青天点点头 他回来寒天城也已经过了一天了 一直没见什么人 东方军团和妖族大战 人族和妖族的总体损失 他心里也有数 这样的大战 统军将军也会战死 善无悔算运气好的 他都没受什么重伤 这一天时间来 也有不少人想来找他 可是他都拒绝了 如今善无悔来了 他还是要见的 他们两人的关系 比这里一般人都要好 想到这里 陈青天亲自出去迎接他了 陈圣才 再次见到你 我感觉自己又不认识你了 如今在你身上发生任何事情 我都不觉得奇怪了 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你就是那么奇特 就是那么神奇 善无悔这次见到陈青天 居然有些拘束 和他性格都不服了 陈青天走过去有好道 善将军 你这次来找我 不是来夸赞我的吧 善无悔一声叹息 青天 我心情不怎么好 这次我东方军团 两名统军将军战死 其他好几名跟我相识 也战死了 陈青天听到这些话 安慰道 善将军 这些英雄为人族捐躯 死得其所 你也不必太难过 这次妖族损失比我们更惨重 也算为他们报仇了 善无悔点点头 挤出一丝笑容道 今天 你说的不错 这次我们东方军团和妖族大战 是我们赢了 这一切也多亏了你 要不是你力挽狂澜 我们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你这陈大英雄的名号 当之无愧 现在我们东方军团 哪怕我们这些统军将军 你现在的名声 已经是大将军之下第一人了 就算是征东将军关雄安 也已经压不下你了 我们很多人都说 以你的才能 就是下一任镇妖大将军的第一人选 其他的人 根本没这个资格了 在你面前完全黯然失色 听到这番话 陈青天一愣 想不到这么短的时间内 外面已经议论成这个样子了 下任镇妖大将军人选 这是他可没想过 而且 这种事情 也不是别人认可就行的 这里面牵扯的东西太多了 陈青天也有自己的想法 他没想把自己束缚在这个位置上 他无奈地摇摇头 理知道 善将军 可千万别这么说 满打满算 我加入东方军团 勉勉强抢才一年时间 你们把我抬得太高了 这未必是好事 再说 当大将军也未必好 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子的 太不自由了 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 我更想做一个先锋将军 而我的理想 就是彻底涂灭妖族 起码也要把他们赶去了那无尽的沙漠 让他们再也没办法来骚扰我们人族 听到陈青天如此铿锵有力的话 善无悔肃然起敬 如果别人说这些话 他只认为在说大话 虚伪 而消灭妖族 只是提出一个设想 但从陈青天嘴里说出来 他就觉得这一切 或许有一天真有可能实现 彻底拔掉妖族这个毒瘤 就在两人总结这次大战的时候 陈青天身上的东方军团身份令牌 也收到了消息 是大将军岳彭飞发来消息了 不是直接找他的 善无悔也收到了消息 两人对视一眼 知道大将军 又要找东方军团所有的强者高层去议事了 才过来大将军店外围 周围所有的东方军团强者高层 纷纷礼貌道 陈大英雄 你来了 陈镇主 陈圣才 从他们的语气和表情当中 陈青天深深地感觉到 如今他的地位 在东方军团 真的是坚若磐石 人心相负 主委将军好 陈青天也不停地回敬他们 不断地有人主动跟他打招呼 虽然他的军职和爵位 暂时还没有提高 可是这一切都是明摆着的事 大家心里都清楚 现在不过来巴箭 拉点关系 真不合适啊 进入大将军殿十八层后 陈青天一直忙于应付 直到大将军月鹏飞出现 所有人才没有继续围着陈青天 这时 大家全部目光放在了月鹏飞身上 大将军 大将军 月鹏飞抬抬手 示意大家 不要这么客气 接着 他先是总结了这次战斗的德语师 接着又吩咐了一些事情 从他的话语当中 陈青天心里也大致也有一个数了 这次东方军团战死的神丹境界以上强者 就有五六百人 当然 也有一部分是个地来支援的强者 法力竞以上强者 战死超过两万 有一千万普通战士 隐恨光突平原 其他各种损失不计其数 当然 相比妖族的损失 这已经是算少的了 初步估计 妖族死亡的神丹境以上强者 大大超过千数 尤其是陈青天自己 杀了好些个妖族空间净神才和亚神才 这些家伙 才是妖族真正的抵运和潜力 这些厉害妖族 可是有极大的可能性突破到通天境的 一下损失那么多 即使对妖族来说 也十分的肉痛 他们法力竞以上强者 损失绝对超过四万 而三千万普通妖兵 几乎伤亡殆尽 就算那天递进大能妖族 也受了重伤 但这次大战 人族和妖族双方 都没有通天境强者陨落 但是有重伤的 从岳鹏飞的语气当中 陈青天就知道 那南华宗通天境强者 和那杨家通天境强者 伤得极重 几乎被打落境界 现在要恢复 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 而妖族好几名通天境强者 也身受重伤 几乎死亡 这些事情 他亲身经历 陈青天也不得不感叹 通天境强者 能沟通天地的力量 生命力极其顽强 战斗力生生不息 确实十分恐怖 他想斩杀一名通天境强者 都没那么容易 等一切该商量 该总结的事情都办好 岳鹏飞也终于严肃地道 这次我们能大胜妖族 大家都知道 陈青天公不末 这事情 我们就不细说了 以他这次的功劳 和他的实力境界 你们觉得 他可以胜任 东方军团何止 听到岳鹏飞问出这话 所有的东方军团将军 都沉默了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大家心里清楚 陈青天此时的战斗力 已经比得上 真正的通天境强者了 而且他潜力巨大 按理说 他都有资格成为 东方军团守护强者 可是陈青天如此年轻 人生之路才刚刚开始 一旦加入守护强者行列 那他以后 跟众人的交际就很少了 可是要任命他其他职位 那也很难安排 以前岳鹏飞说 要让陈青天独领异军 很多人觉得他不够资格 可现在这些统军将军 心里都清楚 让陈青天独领异军 都是委屈他了 他完全有资格 跟征东将军关雄安平起平坐 身份地位 完全可以在他们这些 统军将军之上 可这些话 谁也不好说出口 场面异常安静 面对这种情况 最后还是善无悔 最先大声说道 大将军 如何安排陈青天 理应由大将军你做主 不过我建议 也可以询问陈兄弟的意思 反正我老上没有任何意见 你们呢 都不表态吗 这次要不是陈青天 就不单单老吴和老将他们 战死那么简单了 你们当中 可能还要战死更多的人 对陈青天 这位资历比任何人多浅的人 你们还有意见吗 所有的统军将军 包括一些副统军将军 副将 一些主力镇军镇主 还有东方军队的一些高层强者 这时也纷纷出声表态道 对于陈青天 无论担任我们东方军团任何职位 我毫无意见 对 我也没有意见 他的实力和他的资质 可以胜任任何职位 任凭大将军安排 哈哈 说的没错 陈兄弟 你想选什么就选什么 谁还会对你有意见 顿时 整个议事大厅里面 所有的东方军团将军 纷纷力挺陈青天 这一刻 陈青天也知道了 经过这次大战 他在东方军团 是彻底站稳了跟脚 他身份和地位 直逼征东将军关雄安 只在大将军岳鹏飞之下 不会有人公开对他提出质疑了 中文网更不会有人质疑他的年龄 和他的资历 谁要是敢这么做 不需要陈青天开口说话 其他人口水就能把他淹没 见人人力挺自己 陈青天也表态道 感谢大将军台爱 感谢诸位将军 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青天再次也说一句 我愿意一直为东方军团效力 至于要安排我多大的军职 我觉得这并不重要 我还是希望大将军 能给我安排一个轻松点的位置 这镇妖郡第三镇军镇主 我觉得还不错 一听这话 其他人纷纷错愕 但是也没有多说什么 很多人知道 有陈青天这种实力和资质 地位什么的 都是唾手可得 突然 月鹏飞笑了起来 他对众人说道 陈青天有这样的实力和功劳 受什么职位都不过分 不过在此之前 我还是要告诉你们一件事 帝国中央的皇帝 已经下达了旨意 特意点名要招陈青天 以及这次和妖族大战有大功者 到帝国中央帝皇城授封林上 也就是说 陈青天要暂时离开东方军团 前往帝国帝皇城 等他回来之后 再另行安排 这个消息一出来 很多将军面色大变 他们都不傻 每次和妖族大战以后 帝国中央确实要招这些 有大功的将军去授封 可这次明显有些不一样 因为陈青天是天地圣财 这种人物 一旦去了帝国中央帝皇城 到时候很可能就回不来了 很快 就有反对的声音响起 不可 大将军 帝国中央不可信 陈青天一旦去了 到时候 中央那些人 一定会想办法留下他 这样我们东方军团 就失去了一名空间尽胜财强者 是啊 不能让陈青天去啊 大将军 您千万不能答应 否则陈青天铁定回不来 那对我们东方军团来说 是一个天大的损失 大将军 陈青天一定不能去 对 不能去 大部分将军的意见和态度 非常明显 都是不希望陈青天去帝国中央 陈青天听到这个消息 心中也在思索 大下帝国中央和那名皇帝要召见他 也是理所应当的 他去帝皇城受封 这也是规矩 但这些将军说 他到时候回不来 陈青天也信 自己圣财人物 绝对是东战大陆最顶级的人才 谁都知道 他将来会是最厉害的强者 别人想霸占他 或者摧毁他 那也很正常 只不过 他可不是一件物品 想去哪里 想留在哪里 他自己说了算 哪怕是大下帝国的皇帝 他也有反抗的心理 逼急了他 大不了先勾起来 到时候皇帝也能拉下马 此刻他心中古井无波 脸上坦然 没有说表示去 也没有说不去 恰恰这时 岳鹏飞制止了所有人的吵闹 直接向陈青天询问道 青天 您的意思呢 想不想去帝国中央受封 陈青天面上洒脱 无所谓道 大将军 那帝皇城 我只听说过 还没去过 如果你希望我去 那我就去 你说不去 那我以后找机会再去看看 这没什么 所谓的封赏 对我来说 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岳鹏飞点点头 我还是希望您这次就去 一来 你也应该去帝皇城见识见识 二来 去那里受封 也是你应得的 陈青天点点头 既然岳鹏飞这么说了 那他就去一趟帝皇城 看看那里 到底是不是龙潭虎穴 这帝国中央和那皇帝 会不会强留他在帝皇城 可底下的这些将军 听到岳鹏飞这么说 立马炸开了锅 又纷纷吼道 大将军 这是为什么啊 为什么要陈青天走 您这样 就连关雄安 此刻也忍不住了 静言道 有可能回不来 这样的事情 以前可是发生过的 当初我们东方军团那位神才 也是去帝国中央受封 结果被留在了那里 陈青天是圣才 一旦去了 他肯定会被留下 到时候根本就回不来 那可就 见下面这些人 全部大声反对 岳鹏飞眉头一皱 大喝一声道 兜住嘴 顿时 下面鸦雀无声 由此可见 大将军岳鹏飞的威严 还是相当足的 岳鹏飞见下方的人冷静下来 他也深吸一口气说道 我们和帝国中央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 青天 也应该有人跟你说过吧 陈青天点点头 善无悔跟他说过 东方军团对大下帝国 那是听调不听宣 这里 已经完完全全形成了 所谓的军阀 霸占一方 只不过 双方还有紧密的联系 就比如这次 帝国中央就派来 五名通天境护国强者 还有一万强者前来支援 当然 他们也必须派人来支援 要是东方军团 真的撂挑子不干了 那这整个帝国东部边境 将会沦为妖族的游乐场 甚至整个帝国 不 也就会彻底失去屏障 到时候 该头痛的 还是大下帝国 所以 双方是相辅相成 相互利用 相互合作的关系 都要依赖对方 东方军团在名义上 也绝对是属于帝国的军团 如今帝国中央 邀召陈青天去受封 于情于理 没有任何问题 虽然那些小心思 大家都知道 可是在双方 没有撕破脸皮之前 多少还是要给对方一些面子 此时 剑月鹏飞继续说道 我们东方军团 虽然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团体 可不管怎么说 我们还是依附于帝国中央 不能因为说 陈青天有可能被扣留在帝国中央 就不让他去 如此 是我们这边太过于小气了 再说 这本 就是陈青天该得的 为什么不让他去领 至于你们所担心的 我当然想过 如果那位皇帝真这样做 我一定会让他得个说法的 这件事情 我心里有数 你们无需过度担心 此事就这么定了 不需要再议论 剑月鹏飞如此干脆 所有的将军也都沉默 大将军已经定下来的事情 他们即使再反对 意义也不大 他们这些人 也都相信大将军 更不认为他能舍得陈青天 这是一定会得到妥善的处理 事情定下来后 月鹏飞当即说道 三日后 陈青天 以及这次立大功的将士 会跟随帝国中央护国强者 和帝卫军前军 一同返回帝国帝皇城授封 好了 我们东方军团 这次虽然战胜了妖族 可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 两位统军将军战死 也需要任命新的统军将军 天宫长城各处观赛 也需要重新派人助手 不可松懈 是 得令 所有将军皆气势满满 会议散场后 月鹏飞也只是对陈青天笑了笑 并没有把他留下 而陈青天回到自己的府邸后 为了减少麻烦 他直接离开了寒天城 想着三日后再回去 因为他要开始使用血气质了 找到一处无人之地 陈青天也很痛快地使用起来 花费了一个多亿血气质 他直接把实力提升到了 空间境大圆满 面对通天境 他实在没有信心去突破 可看着身上还有这么多货 他这一刻 也终于舍得花费两亿五千万 领悟升级破碎权益 在自己的意识里面 当陈青天领悟升级破碎权益之后 夸 他一拳挥出 前方整个空间产生塌陷 恐怖的空间风暴 瞬间形成 这一拳 当真是破碎虚空 无人可逃 空间境以下强者 在这一拳之下 不会有丝毫生还的可能 即使是空间境强者 想要抵御着这一拳 也极难 就算是通天境强者 在他权力使出的情况下 能不能对抗他这神级破碎权益 那也得打一个问号 此刻的陈青天 才真正有了一个 强大无比的杀手锏 不具任何通天境强者了 如果再加上他的圣体 和他身上所拥有的宝物 就算天地境强者对他出手 他也有信心跑掉 帝国中央帝皇城 也没什么不可去的 看着剩下的两亿多血气质 陈青天居然不知道该怎么使用了 他就在他纠结之时 阿火也给他发了消息了 说他们已经到了万峰大山 只等陈青天下一步指示 陈青天会心一笑 他也去该见他 这一批强力下属了 他们这次杀的妖族可不少 获得那么多血气质 能让他们的实力进步极大 以后都不需要他们过度担心了 双方很快再次见面 阿火带着这些人站在一起 一个个身体煞气十足 眼里的煞气一出 足可以吓死普通人 对于陈青天的事迹 他们多少知道了 这次大战所引发的震动 他们远隔十万里 也有所感应 阿火 你们这次干得很棒 听到陈青天的呼唤和夸赞 见到他本人过来 所有人眼里充满狂热 纷纷跪下 恭敬行礼 陈青天哈哈一笑 感叹道 兜起来吧 你们这次可比我猛多了 一个个有这么多血气质 副龙刀站起来道 陈首领 我们这算什么 不过是因为有东方军团牵制 没有妖族强者来对付我们 所以我们才有这等收获 不过 我们一个个还是很开心的 杀了这么多妖族 真的是爽 解气 哈哈 附龙刀内心极为喜悦 毕竟这么多血气质 都是实实在在的 不知道等下可以提升到何等境界 而且他极为仇视妖族 这次死在他手上的妖族 数以百万计 冷静下来后 他也崇敬道 陈首领 这次和妖族大战 你才真的震惊 我们所有人了 不少人纷纷激动道 陈首领 我们没想到 你居然是天地圣才啊 这次我们人族大败妖族 听说都是你的功劳 好了 好了 陈青天轻笑着摇摇头 打断了他们的奉承和疑惑 接着严肃道 这些对我来说 没什么了不起的 此刻 要告诉你们 你们所有人都有资格成为神才 以后未必没有资格成为圣才 不用羡慕 啊 这些人一时呆住了 人人皆可成为神才 还有机会成为圣才 真的吗 接着有人大声问道 陈首领 我们现在就能跟傅大哥一样 成为神才吗 天哪 真的有这种好事吗 所有人明明知道 这种可能性极大 可依旧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陈青天也不废话 一抬手 大声道 不错 我今天过来 就是让你们人人成为神才 开始吧 说完 他直接把这些人身上 所有你的血气值都拿了过来 全部凑齐之后 居然有十三亿多 这可是一笔天文数字 就算将他们所有人的资质 提升到神才 换取神体 平均每个人 也就花费五六百万血气值 总的花费五亿左右就够了 先无宝库 神体无数 陈青天一下 兑现出87句 接下来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 这些人待在一起 全部开始融入神体 场面那是相当震撼 哄 一段时候后 周围气息惊人 几十名神才强者 爆发出各种各样的神体 有谁属性的 有火属性的 木属性的 金属性的 雷属性的 风属性的 土属性的 力量属性的 防御属性的 等等 这一刻 人人都疯狂了 大喊大叫道 我是神才了 我也成为神才了 哈哈 我们大家全都是万古神才了 都有神梯了 我的天 整个大夏帝国 整个东战大陆 才多少神才啊 这些人物 都是亿万里挑一的 可没想到 我们这里一下子 出现了八九十位神才 人人高兴的几乎癫狂 等他们激动过后 陈青天再次给他们 换取大量的灵力丹 和提升当前境界的宝物 一时间 这88名强者 甚至包括阿火 所有人的境界 通通有大幅度提升 最起码都已经提升到了 神丹境了 而富龙刀和张晓云 更是直接达到天象境 还有十几二十人 达到了画像境 最重要的 阿火他已经达到了 空欲境大圆满的灵界点了 只需要一枚虚空宝丹 他就可以尝试 突破空间境 可这一刻 陈青天心里有些不放心 因为他不敢肯定 阿火能突破这个境界 短暂的犹豫 他还是选择给阿火 兑换了一枚虚空宝丹 交给他道 阿火 你要突破空间境 哪怕有这种宝物 也只有六成左右的概率 不过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突破空间境的要领 你自己应该追寻过 这个境界吧 阿火文言点点头道 我有想过 也琢磨过这个境界 我现在想试试 阿火有信心 不会让你失望 好 那开始吧 陈青天也充满希望地 看着阿火 同时 他对所有人说道 你们的阿火使者 就要在这一刻 突破空间境了 至于能不能成 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哦 所有人又大吼 纷纷表示道 我们都相信阿火使者 他一定能突破空间境 他的厉害 我们是亲眼所见 亲身感受 他行的 在所有人的期待下 阿火在这一刻 也服用了虚空宝丹 陈青天目不转睛 死死盯着阿火 突然 他发现 阿火手脚开始虚化 周围空间开始变化 他似乎想要撕裂 踏入空间 可是又被什么东西阻止一样 阿火脸部 已经出现了痛苦的表情 看起来似乎要失败了 陈青天此刻 也不免为他捏了一把汗 突破境界 也有一定风险 他可不希望阿火出事 刷 可就在这时 阿火身体里面 突然涌出一股新的力量 这股力量 一下子帮阿火 打破了他身边的空间 哄 只见阿火瞬间身体移动 嗖的一声 出现在了数百米外的虚空当中 所有人见到这一幕 都愣住了 接着爆发出疯狂的吼叫 阿火使者突破空间禁了 哈哈 恭喜阿火使者 呼 陈青天也输了一口气 知道是阿火体内那股力量帮了忙 他哈哈大笑道 阿火 很好 如今 你已经跟我是同样一个境界了 也只有你 才能一直这么顺利地 跟上我的脚步 陈青天接着又看向众人道 你们也要努力 虽然你们大家现在是神才了 境界也不错 可这次和妖族大战 我看到无数强者齐聚 你们这点实力也不算什么 还需要再接再列 所有人听陈青天这么一说 纷纷收起自傲心理 他们懂这个道理 对比他们以前 人人进步神速 可和这个世界厉害强者比 那完全不够看了 这些人纷纷跪下保证道 请陈首领放心 我们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 努力跟上你的脚步 好 陈青天又提醒道 你们突破境界 有好的宝物帮助 但同时自我身心的修炼也要跟上 要磨练心性 领悟世事 要多提高 要多学习 多见识 见陈青天这么苦口婆心 所有人也回答道 是 我们一定向你看齐 向阿火使者看齐 陈青天满意道 我相信你们 你们不会让我失望的 我在你们身上花费的心血可不少啊 陈青天说的也是实话 这次为他们这些人 花费了十亿血气值 如今 他身上也只有五六亿血气值了 没提成他们太多 但剩下这么多血气值 他依旧可以做很多事情 陈青天这时候不禁想到 圣财之上究竟是什么 他还没有问仙武宝库气灵吗 压下心中的激动 他摇摇头 即使现在知道了 他也肯定换不到 看着面前这些人的实力都大大提升 陈青天相信 他们联合起来 组成的群体大阵 就算通天境强者 也绝不是他们的对手 当然 通天境强者 能动用天地之力 生命力顽强 战斗续航能力强 他们想要依靠群体大阵 直接杀死这等强者 恐怕机会也不大 除非那等强者 愿意跟他们死战 如今 人族和妖族双方之间 已经掩齐息鼓了 再次回到了冷静的状态 此时如果命令阿火 带这些人再去妖族地界杀戮 收集血气质的话 恐怕很容易被针对 风险太高了 如今 他们各个都是神才 拥有神体 一旦暴露 到时候 恐怕整个东战大陆 都要被震惊 他们说不定会被天地 竞强者追杀 因为他们太诱人了 一下子出现一支 八九十人组成的神才队伍 这不知道要吓死多少人 要引起多少人 你们都知道 东方军团和妖族的大战 也暂时告一段落了 妖族也需要休养生息 他们这次强者死亡惨重 那些各部落派出的妖兵 全部覆灭 就算那通天境强者 也有不少身受重伤 我想 他们短时间 是不可能再挑战人族了 还有东方军团 据我所知 也没有进攻妖族的意思 所以你们如果单独 再去妖地界 大规模杀妖族 恐怕也不现实了 一听这话 不光阿火 富龙刀 张晓云等人 也全部面色凝重 他们当然知道 想再次大量收获血气质 怕是没机会了 东方军团和妖族 恢复这种状态 他们现在深入妖族 那目标和动静就太大了 这时 阿火带头问道 首领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难道就在周围杀杀妖兽 杀一些落单的妖族吗 陈青天想了想 这个问题他考虑过 这时候宣布道 可以这样 你们可以留一部分人在这边境 至于其他的人 当然不应该局限在这里 完全可以去其他的地方 现在 我来安排你们 你们听着吧 是 索人的神色肃穆的 听陈青天怎么吩咐 见这些人如此模样 陈青天满意的点点头 也很干脆的说出了 自己心中所想 阿火 你带一批人 继续留在这东部边境 可以在附近收集血气质 也可以去远一些的地方 比如 可以到那人族和妖族 都不愿意插手的无尽沙漠 据我所知 那沙漠里面有沙族 而且还有很多的沙漠妖兽 你到时候可以去试试 到那边查看一下情况 不过你要小心 一听这话 首领 你放心 我一定听您的指示 慢慢朝那沙漠沙去 努力收集血气质 嗯 很好 说完 陈青天看向了张晓云 如今他已经达到了天象镜 又有神体 严格来说 已经非常厉害了 就差闯出自己的名声 只不过在自己面前 就有些黯然失色了 陈青天笑着对张晓云道 我也交给你一个任务 你去我的老家 光天玉寒地城 到了哪里之后 可以去找我师父古明 还有另外一名听我命令的家伙 你到了那边以后 要保护好我的父母 同时也可以扩展势力 我师父的目标 可是要再次建立一个 强大无比的宗门 哈哈 陈青天开心一笑 他是有感情的 微弱时 他师父保护了他 现在是回报的时候了 他接着又说道 张兄弟 你去之前 我还要给你一些宝物 到时候交给我师父 明白吗 一听这话 张晓云显得无比荣幸 因为陈青天 愿意把这样光荣的任务交给他 这对他来说 是一种怎样的信任 他当即跪下道 陈 首领 你放心 我一定会快速地 去跟你师尊会合 到时候保护你父母他们 绝对不会让他们 受到任何伤害 我也会听从 你的命令 和您的师尊 好好在那边发展力量 等着你再次召唤我 呵呵 陈青天笑了笑 张晓云他还是信任的 这段时间反复观察 他为人确实不错 现在就算没有控制符文 他也愿意为自己笑死 这时候 陈青天交给他大量灵力单 宝物 足够他师父 突破到天象镜 而且 他还把从妖族手里 获得的那件盗器 也交给张晓云了 他对这等级别的外物 都没太大兴致了 接着他又把目光 放在了妇龙刀身上 大声道 傅兄弟 我也交给你一个任务 那寒天城里面 也有一个忠于我的家伙 叫吴大明 你带了一些兄弟 跟他好好合作 在整个大夏帝国内 甚至在整个东战大陆 建立一个完善的情报组织 当然 也不单单是情报组织 你们也可以试着 建立大的商会 或者是暗杀组织什么的 同时也可以积蓄力量 培养一些忠于我们的人才 当然 你们也要继续收集血气质 一听到这话 傅龙刀满脸高兴 呵呵直笑 他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大声保证道 陈首领 你就放心吧 我一定跟那个叫吴大明的家伙 好好合作 在东战大陆 建立完善的情报组织 同时也会成立大大小小 对你有用的部门组织 那好 眼见把所有的事情都吩咐清楚 他也安心道 大家共同努力 期待我们共同踏上巅峰的时刻 誓死跟随陈首领 八十九名神才 全部高声呐喊 陈青天看在眼里 只觉得气势还不够足 此时他也不禁想到 他突破空间禁后 想要跟那仙武宝库气灵 索要仙武功勋令 谁知道这家伙居然说 突破空间禁没有 陈青天问清楚后才知道 原来在仙武界 空间禁强者 已经可以正式成为仙武战士了 但可惜 只是最普通的正规战士 是被别人统领的存在 而且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即使达到通天禁 也只是仙武界正规战士小头领 这么说来 他只有达到天地禁 才有再次获得仙武功勋令的可能 现在只能有这么多人 给他收集血气质 虽然他身上 还有几枚仙武功勋令 可留着总有用处 多几个小弟 也收集不了太多血气质 陈青天摇摇头 很快他和这些小弟分开了 下次什么时候见面 就不好说了 但他也不担心 这些人无论在哪里 他都可以探知到 他们现在实力强 流动速度也不慢 攒够了血气质 完全可以来找自己换取宝物 在回去寒天城时 陈青天也终于向仙武宝库气灵 问出自己心里的疑惑了 气灵 我想知道 天地圣财之上 还什么资质 拥有何种体质 气灵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直接回道 我可以告诉你 天地圣财之上 还有先天道财 这等存在 极为稀有 你们这方世界 未必有这等存在 先天道财 陈青天确实没有接触这方面知识 继续问道 这等存在 很厉害吧 他们拥有的是 什么体质 气灵又回道 这等存在 天生为修炼之道而生 无论他修炼与否 自身竟会自动提高 不论何种先法神通 他们都能领悟 爆发出来的威力 比起圣财来 强大百倍不止 难以述说 而这等存在 拥有的自然是先天道财 身体里面自带各种属性力量 如同神体 集合一般 随意使用天地各种力量 陈青天听到这番话 久久回味 这等存在 简直是变态 犹豫一会 他心中忐忑问道 气灵 先无宝库里面 有宝物让我成为先天道财吗 可不可以兑换先天道财 问完这些话 陈青天心一直提着 想听契灵怎么说 而他也回答道 有 宝库里面 有能让你成为道财的宝物 也能让你兑换先天道财 但你想要成功融合先天道财 可不容易 以你现在的境界 根本支撑不了道财的力量 而且 先天道财换取的代价也很大 很大 好了 我不问了 知道能换取 陈青天松了一口气 但条件严格 他心里也有数 索性不问了 又陷入了安静 可陈青天看着身上这么多血气质 他还是想用 于是继续道 我想先把自己的资格 提升到圣财顶峰 这几亿血气质可以吗 气凌回道 可以 三亿血气质 可以让你达到圣财最高资质 好 陈青天干脆道 我要换这等宝物 要成为潜力最高的圣财 死 陈青天消耗三亿血气质 也终于达到自己想要的了 他这时看向了自身属性 上面显示道 陈青天 男 十八岁寿命长 两千三百境界 空间境 大圆满期 自治 天地圣财 十分之十 体制 天雷神体不灭圣体一之道 破碎权益 神级 永恒战益 高级 王者剑益 高级 开天府益 高级 金鸿枪益 高级 汉帝锤益 高级 批须刀益 高级 打神鞭益 高级 射神剑益 高级 横扫棍益 高级 功法 九天神雷大法 天极下品 大成 五级神通法术 殒灭王权大神通 天极中品 大成 黄蜂暴雨大神通 天极上品 大成 金雷滚滚大神通 天极上品 大成 无声换剑神通 王极极品 大成 灭杀阵魔神通 王极极品 大成 十方斩妖神通 王极上品 大成 战斗天雄神通 王极上品 大成 刀过八方神通 王极上品 大成 法宝 青天剑 灵器上品 血气值 312768961上面 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只是陈青天的 整体寿命降低了 和妖族大战 他最后主持 万军大战那一击 消耗了百年寿命 先前在结界里面 对决妖族那些 空间竞强者 他也消耗了 五十年寿命 看到这里 陈青天继续对气灵道 我要提升寿命的丹药 我知道你这里有 气灵立马回道 有很多种 所需要的血气值 都不一样 但这种宝物 有实用上限 宇宙万物 自由因果 再说你的静和身体 也有承受极限 陈青天点点头 他也没想给自己 一下加一万岁 而且脸色微笑道 我空间静 按理说 可以活2500岁 如今消耗200岁 那我就提升200岁吧 你直接说 这要多少血气值 气灵也不墨迹 意识传递到 提升200寿命 需要2000万血气值 但我要提醒你 下次再加200寿命 就不是这么多了 会多很多 而且有上限 你不能滥用消耗寿命 面对气灵的提醒 陈青天也听进去了 他不知道这家伙 有没有感情 但还是谢道 多谢提醒 我知道了 他也打定主意 以后就用自身实力对敌 不到真正生死存亡时刻 还是少消耗寿命 因为实力越强 他想要用寿命 获取那毁灭力量 消耗的就越多 万一上瘾 那就麻烦了 陈青天摇摇头 这事也不想了 200年寿命到账了 再次回到寒天城 陈青天最后 向白云飞和吴大明 交代完一些事 他也可以安心去帝国中央了 按照越鹏飞和东方军团那些人所说的 这次去帝皇城 恐怕会有一些曲折 但如今的他 可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 他的人生 他的命运 他自己做主 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可以帮别人做些事情 或者可以和别人合作 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但他绝对不会一味地听别人的命令 让自己不爽 就算越鹏飞平时给他下达任务 那也是商量的语气 如果真有什么事情 和自己的意志相违背 他也不会听的 如果这大夏帝国中央和皇帝 想把自己束缚在帝皇城 那就大错特错 他肯定不愿意 谁要是对他用墙 他一定会让谁后悔 三天时间很快就到了 所有东方军团要去帝皇城的人 纷纷来到大将军殿 向越鹏飞辞行 看他有什么要交代 所有人看向看越鹏飞 眼里充满的崇敬 好了 你们能去帝皇城受风 这是好事 不用搞得这么依依不舍 越鹏飞这一刻和蔼可亲 没有一点架子 陈青天斜着眼睛看了看这些人 这次去帝皇城受风的人并不多 除了他之外 还有心无名等十几个人 其中一人居然是那斩龙军 统军将军袁红利 这些人在战场上十分勇猛 实力强大 杀得妖族可不少 当然 他们的功劳跟自己比起来 那就是微不足道了 可陈青天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谁又能跟他比较呢 当然 东方军团也不能光让陈青天 一个人去帝国中央领赏兽风 多少要拍些代表人物过去 彰显出东方军团 在此次大战中的英勇和无畏 岳鹏飞一番嘱咐的话说完 最后爽朗说道 走吧 我送你吗 陈青天和这十几个人听到这话 有些意外 想不到大将军岳鹏飞 居然要亲自送他们 不过在这种时候 大家还是非常高兴的 寒天城大将军殿不远的一处大叫场 很多人已经在等着了 这里有东方军团极多的强者 还有大量的战士 他们纷纷过来送行 同时 帝国中央的五名护国强者 还有整个帝卫军团前军 早已整装待发 要在这里集合 进入那处传送空间 大下帝国十六皇子和二十三公主 他们也在场 看起来也是要返回帝皇城了 陈青天看到这两人 不由摇头一笑 要说他们 这次也是立过大功的 因为已经有人为他们宣传造势了 说帝国的十六皇子和二十三公主 在大战场上出现过 杀戮过很多妖族 厮杀在最前沿 勇猛无比 这其中还有人用一些特殊手段 录下了一些影像 不少妖族妖兵 纷纷死在他们手上 陈青天一开始听到这些事情 心里就暗暗发笑 这皇子和公主 真的有那么勇猛吗 还深入战场上杀敌 奋战在第一线 他当时大战的时候 可没看到他们身影 更别说在第一线了 恐怕他们 是在战场的最边缘吧 这两个家伙 就是来镀金 来作秀的呀 当然 陈青天也没有上去 指责拆穿他们的意思 其实说起来 他们身份尊贵 能亲自前往战场 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难道还真指望 他们杀的第一线 跟妖族作战 这些帝国中央强者 见到陈青天出现 脸上都纷纷露出 喜悦的表情 尤其是那护国强者 帝国皇族老亲王 直接哈哈大笑 他走到陈青天面前 无比热情道 陈青天啊 你也要去帝皇城受封吗 好啊 太好了 我到时候一定会向皇帝建议 要大大的提拔你 以你的功劳 我看是完全有资格封侯的 这话说完 他的身后 同为帝国护国强者姬红柔 也微笑道 老皇叔 陈青天这次 和妖族大战发挥的作用 依我看 即使封公爵 也不过分 一听这话 这老亲王当即哈哈大笑 呵呵 没错 没错 以陈青天的功劳和资质 还有他的实力 确实应该给他封公爵 好好 那我们也该走吧 说完 他有些迫不及待 想要带着陈青天走 同时还笑呵呵地靠过来 一副前辈模样道 陈青天 等到了帝皇城 我们之间 还是可以相互交流一下 修行心得和经验的 你有什么不懂 可以来请教我 不知你意下如何 陈青天礼貌性地笑了笑 平静地说道 老亲王 能和你这等人物 交流修行经验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我虽然资质和境界 勉强算可以 可在修炼方面 依旧有很多不足 还希望你老到时候 能指点我一下 哦 哈哈 老亲王大笑道 陈青天 你真是太过谦了 好说 好说 走走 看他的架势 巴不得现在拉陈青天 赶紧去帝皇城 怕他反悔 一旁的月鹏飞 一直没有插嘴 见陈青天要走了 他这时候也踏出了脚步 突然出声道 红柔 这姬红柔眼神 其实一直避开月鹏飞 此刻他已经转身 听到这声音 他身体微微一震 可是并没有回头 脚步坚定地往前走 眼看都要飞起来了 哎 月鹏飞叹了一口气 也没有说什么 陈青天虽然好奇 他们之间有什么 可他也不是一个 喜欢打听别人八卦的人 看到无数人给他送行 出声呐喊 陈青天一直保持微笑 看着众人远去的身影 这时候 月鹏飞似乎下了什么决定 大声道 陈青天 等一下 这话一出 四方皆惊 东方军团这些强者和高层 纷纷露出喜色 认为大将军月鹏飞想通了 想要留下陈青天 不让他去帝皇城 而帝国中央的护国强者 和那些帝位军团的一些高层强者 脸上都露出了紧张的神色 尤其是这皇族老亲王 脸上更是露出一丝怒色 回头大声道 月鹏飞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难道要阻止 陈青天去帝国中央授封吗 皇帝的旨意 你也要违抗吗 谁知道月鹏飞这时却摇摇头 他只是对陈青天轻轻地问道 青天 你觉得我月鹏飞为人如何 嗯 陈青天顿时一愣 没想到这大将军 在这里问这种话 他一时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犹豫了片刻 他还是大声说道 大将军 您的人格魅力 那是没得说 从我进东方军团 第一次见你之后 你对我的照顾 对我的栽培 所有人都知道 我当然很敬佩你 而且我突破空间境 还欠你一个人情 你的为人 那是没得说 陈青天以为他怕自己不回来 于是又保证道 大将军 你放心 我陈青天在这里说一声 我不会背叛东方军团 听到这话 所有东方军团将士 脸上都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陈青天这样说 让他们心里非常舒服 而那些帝国强者 脸色就不怎么好了 不过他们现在只想拉陈青天走 老亲王催促道 月鹏飞 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陈青天加入东方军团才多久 你对他这些恩情 难道还需要 他还百年千年吗 谁知道月鹏飞这时候 又摇摇头 大声说道 陈青天不欠我们东方军团 任何东西 相反 我们东方军团欠他的 今天 我只想问他一句 说完 他再次看向陈青天 声音洪亮问道 青天 你可愿意 和我结为异性兄弟 此话一说 周围一片寂静 谁都没有想到 月鹏飞会在这个时候 问出这样的话 堂堂的天地敬强者 镇守大夏帝国东部 几百年的镇妖大将军月鹏飞 居然要和一个 还不到二十岁的少年 结为兄弟 而且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他主动向陈青天提的 哪怕陈青天潜力无限 是圣才人物 可是月鹏飞 同样也拥有亚圣体 他的身份 地位和实力 现在的陈青天 根本是比不上的 差距还很远 陈青天听到这些话 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没想到月鹏 在这个时候 来这么一出 这可不是私底下的结拜 而是在整个东方军团高层 在无数战士面前 周围还有这么多 帝国护国强者 还有帝国强者军团 甚至 这里还有很多 其他势力的强者 这次不少宗门家族 也有立大功的强者 去帝国中央授封 如此情况 这是要向大夏帝国宣布 他月鹏飞和陈青天 视为一体 深吸一口气 陈青天似乎明白了 月鹏飞的担忧 他担心自己 不再回来东方军团吗 还是 觉得自己此次有危险 面对众人的震惊 望着月鹏飞笑意满满的眼神 陈青天心里豁然开朗 人生在世 当有一份豪气 于是他也不在乎别人眼光 毫无顾忌道 大将军 既然你有这等意思 那我当然愿意 今天风和日丽 我们就在大家见证下 结位兄弟吧 月鹏飞走进陈青天身边 众目睽睽之下 他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高声道 既然如此 那么我们在这天地间 在这里所有人见证下 开始吧 好 陈青天自然不是一个守规矩的 结拜就结拜 谁占便宜 两人将来会如何 这些人懂什么 他一本正经道 大将军 那我们就在这片天地下立誓言吧 两人并排而立 双双单膝下跪 就要举行简单的仪式 见他们不是开玩笑 终于有人反应过来 要阻止了 这皇家老亲王 脸色难看 第一个出声道 月鹏飞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也算是活了千年的人物了 今天和陈青天这等小辈 做这种事情 就不怕大家笑话吗 月鹏飞冷冷看了他一眼 气势全出 狂妄道 老亲王 这是我月鹏飞和陈青天的事 不需要任何外人来插手 希望你们明白 陈青天这时候也霸气道 这事情 也是我和大将军 共同决定的 有反对的都站出来 我倒看看 你们谁能阻止 陈青天在这一刻 也显得无比的嚣张傲气 似乎不怕任何人来阻止他们 面对两人的态度 整个东方军团那些将军们 全部面面相识 他们心中 早已翻起了惊天巨浪 月鹏飞大将军 是他们心中最敬佩的人 这陈青天也是他们所遇到 最有潜力的少年强者 两人看起来似乎不那么搭配 他们一个个内心复杂 可看着两人如此希望结为兄弟 他们短暂地纠结过后 很快就有人带头吼道 支持大将军和陈青天 我们希望你们结为兄弟 哦 大将军要和陈青天结为兄弟了 顿时 如海浪一般的呼啸 在整个寒天城响了起来 东方军团所有的将军和战士 也全部同意他们 支持他们 这种事情 当事人愿意 其他人反对 有什么意义 除了这位老亲王站出来 其他人哪怕心里有想法 也都住口了 岳鹏飞和陈青天身上的气势 完全爆发出来 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 触他们两人的眉头 最终 不少帝国强者 开始缓慢地离开 那老亲王 更是愤愤离去 陈青天这时抬头 大声对天道 天地为正 今日我陈青天和岳鹏飞 结为异性兄弟 从此以后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若有违背 天诛地面 岳鹏飞也对天说道 我岳鹏飞今日愿意 和陈青天结为异性兄弟 从此以后 兄弟的事就是我的事 如果有人胆敢伤害我兄弟 天涯海角 我必杀之 哈哈 陈青天听到这话 当即站了起来 抓住岳鹏飞的双手 激动道 岳大哥 岳鹏飞也笑道 青天 我们之间的缘分 真是大 我也有件事要告诉你 陈青天一听这话 询问道 岳大哥 你有什么事要对我说 岳鹏飞此事严肃道 青天 我岳鹏飞这辈子 除了和你 还跟另外一人结拜过 此人的身份 我暂时不方便告诉你 但是 你去了帝皇城 只要此人不为难你 你便无忧 听闻此话 陈青天心里 似乎明白了什么 点点头道 岳大哥 我明白了 您真是煞费苦心 好 那我走了 您若有什么事要召唤我 直接跟我说就好了 好 保重 小心 岳鹏飞不再送了 也就在这时 陈青天扔出一个虚弥纳剑 那里面 有他获得的妖族神才 和亚神才躯体 岳鹏飞一接手 立马明白过来了 他嘴巴张开 但又没说什么 眼里 有过一丝感激 这些东西 东方军团那么多强者 完全用得上 刚经过大战 各方面损失很大 这些也是宝贵的资源 可这些对陈青天来说 没什么了不起 算是给这位大哥一点心意 也算为东方军团出点力 恩一切尽在不言中 两人刚结拜 就分别了 陈青天跟着大部队 进入了一个独立的空间 他看到 这里面有一座庞大的法坛 而那些帝国中央的强者 已经陆陆续续 进入这法坛里面 不知道被传送到哪里去了 陈青天等东方军团十几个人 严格来说 这里地位最高的 就是那展龙军 统军将军袁弘厚厉 他现在对陈青天 已经是恭敬的态度了 没办法 陈青天可是岳鹏飞结拜兄弟 身份地位一下子拔高 在东方军团这些将军眼里 他非常了不起了 似乎看出陈青天心里有疑惑 袁弘厚厉主动靠近 小生解释道 陈圣才 此为传送法坛 也可以称为空间传送之门 中文王整个帝国内 三千大域 有少数域的隐蔽之所 都有建立这种传送之门 你要知道 从我们寒天域这里 要去帝国中央地天域 中间相隔几百个大域 哪怕我们这些空间进墙者 想要飞过去 那也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可是 利用这空间之门 一天时间左右 我们就可以被传送到地天域去 陈青天听后也明白了 这空间之门 就是战略宝物啊 跨太远 凭人力赶路 太好时间 有这空间之门 那太方便了 可惜 这种好东西 完全没有普及 他以前都没听说 于是他好奇地问道 袁将军 要启动这空间之门 恐怕不容易吧 整个帝国 我都没听说过 有这种东西 更没有用过 袁弘利点点头 继续小声道 不错 这空间之门 哪怕传送一个人 从一个大域 前往另一个大域 都需要花费很大的代价 像我们这种实力越强的人 身体的气息越庞大 所花费的代价也就越大 更需要有强者从中帮助 所以不是危机时刻 或者特殊时期 一般都不会轻易地 启动这空间之门 当然 这种空间之门也不会太多 不是每个大域都有的 一次更不可能传送太远 以我的估计 我们在这里 一直被传送到地天域 需要辗转经过几十次传送 听到这些解释 陈青天也不再疑惑了 等该走的人都走了 他们十几个人 也不紧不慢地 进入了这空间之门 So 随着一阵头晕目眩 陈青天感觉到 自己进入了特殊的时空隧道 在这里 自己根本就把握不住自己身体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出现在了另外一个 独立的空间里面 这周围 又有一个巨大的法坛 等所有人到期之后 法坛四周 又有强者在维持 接着 他们又要开始被传送 陈青天也从那些人口中得知 他们已经出现在了皮天域 这里离东部边境寒天域 相隔二三十个大域 一直传送了几十次 陈青天等人 才被告知 他们已经到达地天域了 从一个独立的空间里面出来 陈青天发现 这外面是一座十分庞大的城池 但很明显 这里并不是帝皇城 而是帝天域一座普通的城池 众人没有九代 全部腾空而起 开始朝帝皇城赶去 帝国中央的帝卫军团前军 本来一万强者 经过一场大战 如今也只剩下了六七千强者了 在他们前军将军的指挥下 所有人进入了那前军道器里面 接着由空间晋将军 直接带着他们往前飞去 大夏帝国这些护国强者 都是单独飞在天上 而且 陈青天东方军团等十几个人 最弱的也有天向尽实力 但是这些人最后除了心无名 其他人全部选择了 进入了袁弘历的法宝里面 由他驾驭飞行 一路上 五名护国强者 似乎对陈青天没那么热情了 可在这时 那名艳丽的女性护国强者姬红柔 靠近了陈青天等人 她看了看旁边飞行的心无名和袁弘历 轻声说道 袁将军 这位将军 可以让我和陈青天单独谈谈吗 袁弘历似乎跟他熟悉 脸上带有热情的微笑 但他还是看了看陈青天 想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陈青天给了他们两人 一个安心的眼神 轻声道 袁将军 新镇主 你们先走吧 我等一下过来 那好 两人也不含糊 快速地往前飞去 而陈青天和这姬红柔 有意地放慢速度 陈青天能感觉到 这女子是真的强 在战场上 她就见过了 姬红柔拥有的是火属性的神体 一旦爆发 空气都能被燃烧 哪怕是灵气 也能被她的神体摧毁 死在她手上的妖族强者 可是不少 陈青天虽然说不怕她 但是她暗想 真要厮杀起来 那也是一场血战 姬红柔当然不知道 陈青天把她当成假想敌了 两人飞行了一段时间 她才开口说道 从这里去帝皇城 用不了多久的 陈青天 我也打听过你的事情了 两年前 你还只是光天玉 一个小宗门的弟子 如今 居然能以圣财之资 立一碗狂澜 大败妖族 你的奇遇 真的是震惊了我 我来找你 也没有什么其他目的 不管你信不信 我虽然是姬黄氏的人 可如今的这一切 并不是我想要的 我也不会奉劝你 加入帝国中央 相反 我倒希望你能继承东方军团 嗯 听到这些话 陈青天反而有些好奇了 小声询问道 前辈 我看得出来 你好像和我的结拜大哥岳鹏飞有故事 可你说的这些话 我确实有些不理解 姬红柔笑了笑 脸上充满回忆 眼中的光芒 随即又暗淡了下来 他轻声道 陈青天 我和岳鹏飞确实有故事 不过那都是几百年前的事了 其实跟你说说也没关系 当初 他还不是大将军的时候 我就已经认识他了 那时候的他 虽然没有现在这么霸气 可无谓的男子气 也一度让我着迷 我们之间相爱过 可终究 两人没有走在一起 他选择了成为东方军团大将军 而我 也选择了成为帝国的护国强者 两人都有各自的使命 但曾经也有过山盟海事 从这短短的话语当中 陈青天就明白了 这两人当初一定有一段 可歌可泣的爱情 只不过 他们的爱情 终究没有抵过现实和时间 难怪大将军岳鹏飞 看他的眼神都不对 而这姬红柔 在诉说这段往事的时候 眼里也有着凄凉和哀怨 陈青天在这方面也不擅长 没什么经验 他只能小声安慰到 前辈 没想到你们之间这么曲折 这种事情 以我个人的看法 我的结拜大哥岳鹏飞 对你的情意明显没有断 你对他也有感情 你们可以选择在一起啊 哼 听到这话 姬红柔笑了 随即摇摇头 陈青天 你确实不是活了几百上千年的人 真就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少年 啊 陈青天也笑了 那可不是 我的想法比较单纯吧 但岳鹏飞现在是我大哥了 我倒希望他的人生能更圆满 你真这么想吗 姬红柔似乎想询问什么 陈青天用力地点点头 姬红柔继续道 鹏飞 他放不下东方军团 他心中有自己的大意 可如果 如果你能继承他的位置 那他应该能放下很多东西 我们两人曾经说过 放下彼此拥有过的东西 找一处安静祥和的地方 过一段普通人的日子 但这终究没有实现 听到这里 陈青天苦笑一下 看样子 这姬红柔认为只要自己坐上了大将军的位置 镇守东部边境 那么岳鹏飞就可以解放了 这样 他们就可能在一起 这想的的话 其实也有一些天真 就算岳鹏飞不当大将军 那他也不会放下东方军团 依旧会和妖族死磕到底 陈青天这时候也说道 前辈 我没想到你会这么想 说心里话吧 其实我也不想被束缚在这个位置上 但如果你和我大哥 真的是有情人 我一定会想办法成全你们 听到陈青天这么说 姬红柔顿时喜笑颜开 他仔细端向了面前这个少年 其实还有些青涩 但说话的口气是这么大 一点都不像在开玩笑 他不游愣了一下 随即点头道 陈青天 哪怕我和鹏飞有这种实力 依旧有很多是不自由 你有想帮我们的这个心我相信 但我不知道 这还要等多久 陈青天笑了笑 前辈 既然我和岳大哥 已经结为兄弟 那你们在一起的日子 也不会太久 相信我吧 哈哈 陈青天此刻 发下了豪言壮语 似乎这个世界的规则和规矩 用不了多久 就没办法再束缚他了 哼 姬红柔也笑了 夸赞道 陈青天 难怪鹏飞愿意和你结为兄弟 他也不单单看中你是圣才的身份 你的性格和你的品行 他也是相信的吧 接着 他似乎在回忆什么 有感发道 几百年前 他也同样和一个人结为兄弟过 那人当初也是豪气甘云 只可惜这么多年过去了 在那个位置待了那么久 他应该是变了 哦 陈青天听到这话 试探性地问道 岳大哥跟我说过 除我之外 他还有一个结拜兄弟 这人莫非是当今大夏帝国皇帝 姬红柔笑着回答道 陈青天 你没猜错 几百年前 鹏飞就跟当今的皇帝 鸡断玉结为兄弟了 想当初 他们也是生死之交 经历过很多生死 但这件事知道的人并不多 我算当初的一个见证者了 难怪 难怪 陈青天没想到 岳鹏飞和大夏帝国皇帝 也有很多故事 难怪他要跟自己结为兄弟 还说自己来帝皇城 只要那一个人不为难他 其他的人 也绝对不敢光明正大地对付他 想不到 他也算间接地 跟当今皇帝是兄弟啊 陈青天无所谓地笑了笑 也并不觉得 有多大的荣幸 姬红柔最后说道 陈青天 帝皇城虽然是我姬家大本营 但里面 种势力错综复杂 有很多比我更厉害的强者 以你的身份 还有你这种脾气 你自己 也要小心一点 陈青天暗暗心惊 比这姬红柔还要厉害的强者 那么只有天地尽了 但陈青天也没有害怕 他感谢道 前辈 多谢提醒了 嗯 姬红柔沉默了一下 突然拿出一块令牌 递给陈青天道 如果实在遇到什么麻烦事 你也可以找我 看在彭飞面子上 也为了我自己 关键时候 我可以为你出面 咦 陈青天没有拒绝 接过令牌 又感谢道 前辈 那真是谢谢你了 嗯 你自己多注意一点吧 我先走了 so 姬红柔说完 身形一闪 一下去前方了 接着又是几个闪烁 彻底远去 陈青天拿着手中的令牌 仔细地检查一下 发现没有什么问题 于是放入了虚弥那戒里面 很快 他也赶上了大部队 面对袁红柔和心无名好奇的目光 陈青天也只能摇头苦笑道 这姬红柔前辈 倒不是来拉拢我的 只不过他 给我讲了他和大将军的过去 心无名兴趣一下来了 他似乎不知道这些事情 可袁红柔却叹息地摇头 这是我知道 当初大将军 是我们东方军团的天之骄子 而这姬红柔 也是姬皇室那一代天之贵女 两人相互吸引 简直是天作之和 情投意合 可惜 后来因为某些原因 彻底分道扬镳 我也为大将军感觉到遗憾 这是 在我们东方军团 当年知道的人都避而不谈 没有人嚼舌根 所有现在知道这事的人很少 没想到师尊他还有这个故事 心无名感叹道 我还真不知道 在我心里 师尊为了东方军团 为了守护东部边境 根本不会考虑这些事 心无名很意外 一直感叹 他作为岳鹏飞的弟子 居然不知道 师父的这种红尘往事 走吧 陈青天也不再多说什么 没太久 他们跟着这些人 就来到了帝皇城 面前的城墙 无边无际 以陈青天的精神力 都感知不到 这帝皇城的其中一处 边际在哪里 太大了 帝皇城 不如说 这是一个国中之国 他也感受到了 帝皇城里面 人人血气旺盛 还有极多的强大气势 有些都让他感觉到 心迹和恐惧 进入这里面之后 陈青天等东方军团 十几个人 都安排在了一座 豪华的小宫殿 负责接待他们的人说 让他们在这里 安心等着皇帝召见 他们十几个人 也安心地在宫殿里面等着 一直没有出去 直到四天之后 一个白白净净的老者 才来到了这里 他声音尖锐地说道 东方军团等众 我是来传达皇帝圣意的 你们准备一番 跟我去大地宫 去见祥盛大帝 陈青天等十几个人 听到这些话 知道正事也来了 于是 所有人穿戴好盔甲 整理衣冠仪容 最后他们跟着 这个白白净净的老者 来到一条光明大道上 只见这里 有一辆四头巨大战禽拉的 豪华大车 他们依次上去 这战情速度极快 而且是低空飞行 几乎穿越了大半个帝皇城 花费了几个时辰 用极快的速度 终于来到了大地宫外围 跟我来吧 别乱走 白净老者声音浑厚 陈青天微微点头 他感觉这里面 气氛十分压抑 无数的强者 在这金碧辉煌的大地宫站着 真是三步一哨 十步一岗 再次停下来 也过了半个时辰 众人抬头 终于靠近了大地宫 这高空大殿了 前方 有高达9999的台梯 这次来受风的强者 全部在这里等着了 最后全部被人带着 以极快的速度 一步一步地往上踏 直到最后 大家在殿外等候 突然 里面传来持续的声音 皇帝有命 照此次与妖族大战 有大功者 皇帝有命 照此次与妖族大战 有大功者 皇帝有命 声音一层一层地 往这里传达 陈青天等人 在指引者的带领下 一步一步地往大殿里面走去 进入朝会大殿 陈青天稍微一感应 发现这里不少于三万人 这些人当中 有不少实力一般的 甚至没有达到法力境 但同时 也有极多真正的强者 但不管怎么说 这里就是大夏帝国的中央 整个大夏帝国权力最中心 哪怕这里地位最低的一个人 随便放到一座中小城池里面 那也是了不得的人物 陈青天走在比较靠前的位置 他不断向最前方靠近 朝堂两边 预留了很宽敞的地方 足够他们随意前行 看到了 陈青天看到了 那高高在上的帝王座 上面有一个男子坐着 虽然穿得十分华丽 可看起来并没有太强的气势 但帝皇的威严 还是显现出来了 哄 所有人开始跪拜 陈青天这些将军 全部身穿盔甲 只是单膝下跪 今天的陈青天 特意身穿闪亮的银金色盔甲 被盔甲衬托 他年轻的脸庞 更加雄姿阴发 看起来十分的潇洒 任谁见了 都会忍不住夸赞 好一个英俊的少年郎啊 此刻 全部有大战功者 都在朝拜着大夏帝国皇帝 一个个出声喊了起来 陈青天也不例外 他也很自然道 东方军团陈青天 拜见皇帝 授与天骑 拜见皇帝 授与天骑 无数的声音 在这一刻统一响起 都起来吧 地座之上的声音传了下来 所有的人全部起身 不少人不敢抬头 而陈青天头部平齐 眼睛微微往上飘 周围几万双眼睛 也全部向这边看过来 大部分的眼神 都落在了陈青天身上 有朝臣甚至在小声的议论 咦 那就是天地圣才陈青天吧 一身银金色盔甲 真是年轻 嘘 听说他还不到二十岁啊 哪怕是圣才 也拿二十岁 就能达到空间境嘛 据说还领悟十道高级义 真是神俊 且实力强大 又立此大功 这也是帝国不曾出现过的事情 太奇特了 你们说 这陈青天来帝皇城 不知道皇帝这次会怎么安排他 不如等一下我们全部建议 要他留在帝国中央 不用再去东方军团效力了 嗯 说得不错 我想皇帝有这个意思 各种各样的声音 传到了陈青天里 其实他们这些人说话再小心 他也能听得一清二楚 只不过太多杂音了 他自动过滤 只听一些他感兴趣的事情 上方皇帝的声音又传了下来 诸位 你们都是帝国这次大战大功臣 召你们来帝皇城 我是要当面重重地奖赏你们 其他的赏赐就不说了 现在 我要给你们帝国无上的荣誉 谢皇帝 所有人再次下跪感谢 陈青天也装目作样的意思一下 接着这皇帝又看了看下方 与其好奇道 你们这些人当中 我这次最感兴趣的 还是那陈青天 说完 他眼神看向了陈青天 陈青天见自己被点名 也是礼貌性地说道 谢皇帝赏识 我也只是 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 哈哈 祥圣大帝哈哈大笑 十分不吝啬地夸赞道 陈青天 你年纪轻轻 就为帝国立如此大功 你说 你想要什么赏赐 我一定会满足你 一听这话 所有人都用羡慕极度的眼光 看向陈青天 能得到帝国皇帝如此的承诺 那是无比的荣幸啊 陈青天倒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感触 平静地说道 皇帝 我不贪图任何赏赐 可我确实有想说的 哦 祥圣大帝立马道 但说无妨 陈青天深吸一口气 大声道 皇帝 这次和妖族大战 帝国东方军团 近千万普通战士战死 我希望 能把我身上的这些荣誉 分给他们 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只要帝国能好好安置他们亲人 给他们该有的荣誉 那我就知足了 听到陈青天说这些话 几乎所有人感觉到意外 没想到他不为自己求赏 甚至不为自己亲近的人求赏 而为那些已经死掉的 普通战士请公 这少年果然是有些不一样 只有陈青天自己知道 那些普通战士 或许真的很普通 可他们 用他们那微弱的身躯 当了最英勇的炮灰 那些人一个个也是有血有肉 他们是死了 可他们还有很多亲人在世 这涉及到不知道多少个家庭 不知道多少人 他倒希望 这些高高在上的朝臣和皇帝 能够稍微重视一下 给他们足够的荣誉 和深厚的安置 可惜 大部分朝臣都投来嘲笑的目光 似乎陈青天这番行为 在他们看来 非常可笑 陈青天不介意任何目光 直视着祥盛大帝 看他会怎么说 这皇帝也反应过了 大声说道 陈青天 你有如此大意 我很欣慰 准了 此次东方军团为帝国战死 所有普通战士 他们抚恤翻倍 也给他们的家属一份荣誉 减免十年赋税 陈青天再次单膝下跪 诚恳地说道 陈青天谢谢皇帝慷慨 嗯 祥盛大帝似乎很高兴 接着又说道 陈青天 虽然你说 你不要任何赏赐 但你立如此大功 我不能不封赏你 这时 他又严肃地说道 陈青天等帝国功臣听风吧 接着 那皇帝下方的 一名灰衣老者 念了起来 第一个被封赏的 就是陈青天 东方军团陈青天 以无上神通 勇猛气势 斩杀无数妖族强者 为大下帝国力 不是奇功 特封为一等神威侯 赏大成 一座为封地 赐道弃天赐剑 剑王公不贵 其他赏赐若干 听完这些封赏 虽然知道陈青天 会有很大的赏赐 可很多人依旧动容 这么年轻 就是一等后 而且还带神威二字 而这道弃天赐剑 也非常有说法 这等法宝 是为了纪念大下帝国建立者 天赐大帝 是极大的皇家殊荣 当年天赐大帝 曾经说过 他最喜欢 拥有大战功的年轻人 之后 整个帝国三万年 被天赐剑者 也不过十几个人 他们全部都是青年才俊 强大天骄 年少有为之人 而有大成之为领地 建王公还不用跪拜 这也预示着 陈青天除了皇帝 都不用向其他人低头了 这种情况 除了他这次立了大功 也因为他是圣财 所以才能得到这样荣誉 陈青天听到有这些赏赐之后 再次感谢道 谢皇帝 授予天骑 而其他人皆有封赏 东方军团的袁弘历 被封为二等侯 只不过 他早就是三等侯 那星无名 被封为一等伯 还有不少人 纷纷得到封赏 但其他人的赏赐 但比起陈青天来说 就少了很多了 根本不值一提 等所有人封赏完毕 大家再次嫌 就连那几万朝臣 也大呼 皇帝英明神武 超越古今 兽与天骑 现场气氛 显得十分的热烈 一片祥和 但正式封赏完毕后 突然一个浑身上下 尤其是脸庞 无有瑕疵的男人 站了出来 他眼睛先是看一下 陈青天 接着对祥圣大帝说道 皇帝 我关陈青天 身上杀气 杀气 利器太盛 有伤天和 如今东部边境 和妖族大战已经结束 短时间来看 已经没有太大的危机了 我建议 送陈青天去文公圣地 休学一段时间 去刷他身上的利器 以后更好地为帝国效力 此言一出 所有的朝臣 纷纷脸色大惊 不约而同地看了过去 这提议的人 正是大夏帝国的首府宰相 文学圣 他说完这些话 就连上座的祥圣大帝 也略感意外 没想到这位宰相 居然希望把陈青天 送去文公圣地 不过他很快就笑着说道 文宰相 陈青天身上 真的有那么重的利器吗 你要把他送去文公圣地 清除他身上的利器 这个提议 确实让我有些意外 文学圣恭敬地说道 皇帝 若陈青天去文公圣地 读圣贤书十年 我能保证 他必然能变为一个 祥和的圣财 到时候 必定能好好的 为帝国镇守四方 镇压国运 哼哼 祥圣大帝笑了笑 这时候看上像陈青天 然后兴致勃勃问道 陈青天 文宰相的话 你觉得如何 你想不想去文公圣地 读书十年 学圣贤之道 所有的人 把眼光放在了 陈青天身上 想听听他怎么回答 可此时陈青天的心理 却显得十分不屑 他先是对 祥圣大帝说道 皇帝 我不愿意去 接着 他又看向了文学圣 这位帝国宰相 冷声道 你刚才说我身上的杀气 杀气 力气太重是吧 这我也不反对 但你要知道 哪怕一个普通的妖族 他们身上的杀气 杀气 妖气凶器 都比我残忍十倍 如果没有一身杀气 如何能杀灭妖族 如何能为帝国镇守边境 如何保护那亿万民众 你的这番说法 我不敢苟同 帝国将军战士 就应该杀气冲天 如果人人去学那些 什么圣人行为 这帝国由谁来守护 由礼仪道德来守护吗 那你为什么 不跟妖族去讲这些 你看他们信你这套吗 所有的朝臣都惊呆了 没想到 陈青天居然赶在朝堂之上 直接对文学圣宰相 要知道 祥圣大帝几十年不做朝 文学圣几乎 就是代理皇帝 就连上面的皇帝 也大为意外 他对陈青天更有兴趣了 也没有出声阻止 还笑意满满地望着陈青天 接着 他眼神又瞟了瞟文学圣 可这宰相文学圣 脸上带有一丝淡淡的微笑 丝毫看不出来 他有什么不愿 他这个时候 盯着陈青天道 陈青天 你果然年轻气盛 你说这番话 我也能感觉到 你身上的戾气有多重 也正因为这样 你更应该去文公圣地 修学圣人之道 若这天下 人人学习道德礼仪 那么将是一片祥和 也就不需大家去 四处征战了 妖族虽然凶狠 但这么多年来 一直被帝国镇压 他们对帝国来说 只是选戒之极 不过如此 但像你这种圣才 若不能学圣人之道 对帝国来说 反而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哈哈 陈青天笑了 他没想到 这所谓的帝国宰相 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 妖族对帝国来说 不过是小害 而自己反而有可能成为大害 真是可笑 陈青天已经不屑于他争辩 此时直接回怼道 呵 文宰相真是高见 看样子 你的圣人之道学的是真不错 不过我陈青天 修的并不是圣人之道 而是杀戮之道 杀的四方蛮夷妖族的越多 我的心静修为 我的道静修为才会更高 至于你说 让我去文宫圣地 数十年 我不感兴趣 也不想去 这就是我的意思 说完 陈青天不再看他 望向了那高高在上的皇帝 祥圣大帝眼里笑意满满 大声道 文宰相 看样子 陈青天并不想去文宫圣地啊 那我也尊重他 虽然他杀心中 可我还是很欣赏他的 也相信他不会对帝国产生威胁 依我看 就算他留在帝国中央修炼 也容易去除他身上过重的煞气 不一定非要去文宫圣地 哼哼 祥圣大帝一说这话 底下大臣眼中放光 不少人赶紧附和道 皇帝圣明 若留神威侯陈青天在中央 好好培养教导 那也是帝国之幸 万民之福啊 副义 神威侯当留在帝国中央 潜心修炼 为帝国效力 慢慢地 越来越多的大臣说道 神威侯若能在帝皇城修炼 同样也是他的福气 若留在帝国之内 那也是极好的 越来越多的声音 建议要要把陈青天 留在大下帝国中央 袁弘历 心无名等东方军团十几个人 此时 脸色已经难看到了极点 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听着周围几万道声音 纷纷要求陈青天留下来 他们心急如焚 可碍于身份 他们也不能在这里说什么 就算开口 声音也会被淹没 他们不可能放开气势 在朝堂上大吼 其他那些来受风的强者 自然也不可能为陈青天说什么 默默地站在下面 不发一言 脸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 因为他知道 是要经过这一关 大下帝国皇帝 肯定想留他在这里 眼见情况差不多了 降生大帝一抬手 制止了所有人的吵闹 这时候 他十分热情地对陈青天说道 沈维侯 你听听 我大下帝国几万朝臣 纷纷希望你留在帝国中央 为帝国效力 如此盛情 我想你不会拒绝 是吗 降生大帝说完这些话 眼神逐渐变得凌厉起来 那笑容当中 带有寒光 所有的朝臣 以及这次来授封的人 包括东方军团这些人 全部略带紧张地盯着陈青天 想听听他怎么说 陈青天深吸一口气 神情也变得严肃起来了 他直接说道 皇帝 青天尚且年少 本是雌星宗一道学生 也是应帝国中央之招 前去东部边境 杀戮妖族 如今战争结束 青天希望自己仍回到道学院 完成三年修炼 之后再选择加入帝国中央 还望皇帝成全 这一番托词 让所有人都惊讶起来了 没想到陈青天会这么敷衍 大帝的意思很明显 希望他留下 这可是了不得的荣誉啊 可陈青天明显是拒绝了 但这时候大家才发现 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 真的是突然出现的 他的个人经历 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 他说自己是雌星宗道学生 似乎也没有任何问题 祥胜大帝有些错愕 但他眼中金光一闪 大笑道 哈 陈青天 以你的实力 以你的资质 那雌星宗道学院 还能教你什么 况且 我还听说 你跟雌星宗道的并不愉快 为什么还要去那里呢 严格来说 你已经加入了东方军团 那就相当于加入我大下帝国了 现在 留在帝国中央效命 也是再正常不过了 你这套说辞 是不是代表着 你不愿意留在这帝皇城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也可以给你时间考虑 如何 闻听这些话 朝臣又开始议论纷纷了 很显然 降盛大帝算十分给陈青天面子了 没有强行下旨意 不少朝臣绝对陈青天 有些不实抬举 跟皇帝讨价还价 陈青天听到众人的议论 也戒驴下坡 恭敬地说道 皇帝 既然如此 那容青天一段时间思考 到时候 一定给皇帝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准 降盛大帝很干脆 似乎不着急 他又高兴道 陈青天 对于你 我有耐心 那我就允许你 留在帝皇城思考 你什么时候想通了 可以直接来找我 陈青天一听这话 知道对方明显想要他囚禁在帝皇城 不过这个时候 他也无所谓地说道 谢谢皇帝这么看得起我 青天知道了 好 降盛大帝道 今天真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日子 接着又满脸慈祥道 这次和妖族大战 我的十六子和最小爱女 也在战场上立下了大功 我的小爱女心灵 再过几天 就是她的诞辰 到时候 我皇家会举行家宴 所有朝臣听到这些话语 全部大声响应 恭贺皇帝 皇子公主 能为帝国建功立业 乃帝国之福 二十三公主万福金安 我等祝贺 降盛大帝点点头 这时候突然提到 陈青天 你跟心灵也是认识的吧 他可是一直向我推荐你 说你是他见过最神奇的少年 我这爱女 希望你到时候来参加他的诞辰 你可一定要来啊 哈哈 陈青天听到这话 眉角微微跳动 可他不动声道 能参加公主的诞辰 我当然愿意 谢皇帝看得起 哇 大部分朝臣 用羡慕极度的眼神盯着陈青天 这少年盛才的待遇 有几人比得上 能让皇帝当众点名 去参加皇室家宴 这是何等荣幸 整个朝堂几万人 有资格去的 不过百人 陈青天一来中央 就能直接参加了 而且 这里面还有着某种信号 祥盛大帝这时候起身了 他淡淡道 该得的赏赐 会有人带你们去领的 如果没事 今天的朝会就到此为止 其他的事情 就交给文宰相来负责吧 说完 他很是潇洒 不一会就消失了 陈青天等人 也有专人来负责他们的事情 等出了朝会大殿 一行人在外面等着 会有人过来带领着他们 去领取各自的赏赐 辛无名和袁洪丽等人 围在陈青天身边 他们脸色都不怎么好 现在这情况 陈青天暂时是被留下来了 虽然帝国中央 还没有给正式的职位 没有百分之百确定下来 可很明显 他不能离开帝皇城 见他们心情沉重 陈青天却洒脱地笑道 怎么了 袁将军 新阵主 大战结束 我来帝皇城休息一段时间 不好吗 你们怎么一副难过的表情 高兴一点吗 你们刚才可都得到了封赏 现在咱们要去领食物呢 见陈青天这副样子 袁洪丽叹息地说道 陈圣才 皇帝的意思很明显了 他肯定不会轻易 放你走的 我怕你到时候 顶不住压力啊 心无名带着疑惑怀疑目光 直直地望着陈青天 冷淡道 神威侯 你不会真的想留在这帝皇城 为帝国中央效命吧 陈青天拍了拍了他的肩膀 摇头道 新兄弟 你把我陈青天 当成什么人了 你可别忘了 我可是你师尊的结拜兄弟 我说过 东方军团有需要 我随时会过去 这帝皇城 困不住我 袁将军 你也放心 到时候你回去就跟大将军说 我很好 自由打算 见此 心无名不再说什么 但依旧心事重重 袁洪丽理智地点点头 重重地说道 陈圣才 大将军相信你 我当然相信你 不过你要是一个人留在这帝皇城 一定要小心 这地方 表面祥和 其实凶险无比 就算以你的实力 如果有人要对付你 那也是麻烦事情 你拥有圣体 很多人确实想拉拢你 可是 万一不行 或者有人有大贪心 那你这圣体 也会给你引来祸端 呵呵 陈青天听闻这话 冷笑一声 道理是这个道理 他却很不屑地说道 我就想看看 会有多少人来 针对我 又有什么样人来打我的主意 真这样 我也不怕把这帝皇城先翻掉 此刻陈青天的霸气 太足了 袁洪丽和心无名 以及这些东方军团强者 也都呆呆地望着他 不知道该怎么评价 也在这时候 已经有负责他们 是一专人过来了 沈维侯 楚妖侯 诸位将军 这边有请 一名身穿官袍的女子出现了 好 有劳这位大人了 陈青天端向了一下这女子 容貌气质绝顶 修长棉系的郊区 让人忍不住去犯错 可陈青天也看出来了 他实力不错 是神担静强者 这要是放在其他地方 绝对是了不起的人物了 就算在大宗门 那也有资格成为长老 他走在前头 众人的全部跟着 一直来到了大地宫一处 神秘的独立空间 所有人的赏赐 都顺利拿到了 看着手上的巨剑法宝 陈青天不由感叹 真是一件独特的盗气 上面天字两个大字 水光流动 虽然是下品盗气 但力量真是雄厚 里面有个略有智慧的气灵 怎么说 这也是相当于 一名空欲镜强者 还有着各种独特的能力 拿到盗气之后 自然还有着 其他各式各样的奖赏 可惜这些东西 陈青天都看不上 或者说 根本就不需要多看一眼 便全部放入了虚迷那戒里面 等所有人的食物奖赏拿到手 这位带着他们的女官 一直送大家出了大地宫 就在众人要重新乘坐 战情飞车 回到自己临时住处时 这女官突然恭敬地 对陈青天说道 神威侯 皇帝有旨意 让我以后就跟着你 你刚来帝皇城 对这里一切都不熟悉 我可以为你讲解一切 同时也可以 负责你的一些日常事物 但凡 你有任何需要 我一定会尽全力满足 啊 陈青天文言 嘴角抽搐 有点哭笑不得 就连身边的这些东方军团将军 也全部怪异地 看向陈青天 但这个时候 陈青天反应过来了 也只能笑一笑 随即说道 这位女官大人 既然是皇帝的旨意 那以后我在帝皇城的事 就麻烦你 让你多费心了 女官笑容满面地说道 哪里 能为神威侯办事 能留在和您的身边 才是我的荣幸 您的世界 我个人佩服得得很 那好 走吧 也没有多说 陈青天直接上了 这豪华战情之车 等回到了临时住处 袁弘历和姓无名等人 似乎不愿意久留 没多久 这些东方军团的将军 就商量着 要及时离开帝皇城 陈青天也明白 他们的担忧 这地对东方军团的强者来说 确实不安全 随时可能发生意外 他们也知道 能早点离开最后 以免到时候 那皇帝 把他们所有人都留下 当然 这种事情一般不会发生 大夏帝国皇帝吃相 也不会那么难看 就算姓无名是神才 可是帝皇城神才应该也不守 留下陈青天 这位圣才也就够了 最后简单地告别 陈青天目送他们远去 如今 他在这个陌生的地方 就只能一个人闯一闯了 陈青天站了好一会 身后的女官才提醒道 神威侯 皇帝已经为您准备了府邸 要不要我现在带你去 陈青天摇摇头 此时夜幕已经降临 可是帝皇城内 并没有实行宵禁 一切看起来 是那么的灯火通明 犹如白昼 他没有多想 慢慢地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 很快他出言问道 这位女官大人 还不知道您叫什么名字 女官文言道 神威侯 我叫叶靖思 叶靖思 陈青天点点头 接着又问道 能给我简单地讲讲 你的事情吗 叶靖思一愣 随即展开灿烂的笑容 声音轻柔地说道 回神威侯话 我从小就被皇室收养 因为我天资出众 所以被重点培养 一直以来 我基本待在大地宫内 如今你出现 我才被下令 跟在你身边 陈青天笑了笑了 他心里明白 这叶靖思 就是皇帝安插在身边的 一个监视器 虽然作用不大 但也是一个态度 希望他能识时务 尽早为帝国中央效命 陈青天也没有为难他 淡淡地说道 叶女官 按理说 你年纪应该比我大不少 我想了想 如果我们在外面 你就叫我小臣吧 我叫你叶俭 可好 这 叶靖思脸上有些为难 他苦笑道 神威侯 这样是非常不礼貌的 也太没规矩了 他还要说什么 可陈青天打断道 皇帝不是说 让你听我的命令吗 这点小事 不算什么吧 如果有谁要挑你的毛病 你就说是我说的 既然你一定要跟着我 那么有些事 还是听我的吧 怎么样 叶靖思犹豫了一会 还是点头了 好 神 小臣 他总感觉有些别扭 声音极小 连有些微红 哈哈 陈青天笑了 大放道 这有啥呀 你就当我是一个 不到二十岁的少年 不就行了 虽然我杀了不少妖族 也杀了不少恶人 可我从史智中认为 我就是一个 从光天狱走出来的少年 没那么大架子 你习惯就好了 走吧 带我看看这帝皇城 到底有多繁华 是 叶靖思有意走在后面 为陈青天指路 一路上 随着叶靖思的讲解 陈青天双眼观看 也不得不感叹 这帝皇城是真的大 以他这慢慢走的速度 不知道要走几年 才能绕帝皇城一圈 这里面 晚上反而是热闹的 一路灯火阑珊 人潮人海 达官显贵 紫衣华府 甚至还有不少 高达几十上百层的大宫殿 接连三天 陈青天沿着一个方向 走走停停 他难得享受这样的悠闲日子 如今他已经不着急着 自己去收集血气质了 再说 在这帝皇城 他还没有打听 哪里有这种好地方 这天 两人走到了一处大湖边 身后的叶靖思解释道 小陈 这就是帝皇城有名的天海湖 他连接帝皇城无数条大河 这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值得去看看 哦 陈青天是一直沿着这里来的 看着这天海湖 他也感叹 这里确实有海的气势 看起来真的无边无暗 城池里面 有这样的大湖 当真是了不起 他看到湖面上 各种如同宫殿一般的花样行船 不断地来回游动 岸边还有不少人 就在这时 一条箱满着各种珍珠宝石的豪华大船 就要朝这边岸上靠近 人群当中 响起了阵阵的热烈声音 快看 是鲜花楼的船 据说鲜花楼的人间仙女花 无暇今天要过来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哎呀 靠近了 你们看 那窗户边是不是有个人影 天哪 隔着一层纱布 我的心就快要停止了 哈哈 我也是 要是看到花无暇这人间仙女 我还不得激动地死在这里 哈哈 人群当中 爆发出各种大笑 同样也有人说道 吴小三 看样子 你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人间仙女花无暇身上的魅力 和她那容颜 确实能让男人激动死 这事也不是没发生过 就你这种修为境界 我看到时候 你真压制不住身上的血气 突然暴毙 船靠岸了 陈青天也不由地望去 嗯 一阵大风一吹 船上窗户 那张薄薄的沙 随风上扬 很多人也看到了 那所谓的人间仙女花无暇 哇 确实让人惊艳 仅仅是一张侧脸 也足够让人心动 除了绝佳的气质和容貌 陈青天在她身上 感觉到了强大诱惑力和魅力 似乎她天生 就是为了勾引男人而来的 天啊 太美了 哇 周围 不少男人已经是脸色丈红 眼神里面都出现了恐怖的血丝 如同野狼一样在狂笑 即使这样 也没有谁说什么过分话语 大都是在夸赞 太美了 太让人心动了之内的话 人间仙女花无暇 花无暇 气氛到了 陈青天都忍不住再次驻足 也就在这时 那花无暇下来了 可此时 她脸上却戴上了红色的丝巾 只能看见她上半张脸 但是她露出了眼睛 那双眼睛 足够勾人魂魄 也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大量的声音 让开 都让开 全部让开 快 给萧绍让路 听到这些声音 陈青天也好奇地忘了过去 人群当中 被一大群小弟拥促的所谓萧绍 看起来人长得不咋地 可是那一脸的傲气 却是与生俱来的 陈青天好奇地问道 叶姐 这萧绍是什么来头 你知道吗 叶静思看了过去 猜测道 小陈 看他们的服饰 应该是帝国萧家的一位公子 哦 陈青天刀念道 萧家 哪个萧家 叶静思小声解释道 这萧家 是当初跟随天赐大帝 建立大下帝国的十大家族之一 所以 这等公子少爷 才会在人群聚集之地 敢如此咆哮 陈青天摇摇头 他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可是 看到萧少要去的地方 似乎直接冲着那所谓的人间仙女去的 或许想看看热闹 陈青天又问道 叶姐 这大家嘴里的人间仙女花无瑕 依我看 似乎修炼了某种功法 导致她的魅力大增 身上有蛊惑人心的气息 她是什么来头 叶静思看起来很清楚 立马回道 她是仙花楼的人 仙花楼 在帝国是非常有名的 他们培养了无数的美女 名女 人间仙女是一种称号 是仙花楼选出的最优秀者 整个帝皇城 只有三位人间仙女 花无瑕就是其中一位 了解到这些 陈青天摇头笑了笑 就想沿着河畔 继续再走走 可突然 咆哮的声音传了过来 花无瑕 别给你脸不要脸 我请问你几次 你都不见我 你以为你真是什么仙女 我告诉你 今天我亲自来是给你面子 你跟我走也得走 不跟我走 也得跟我走 这萧家公子 已经带人包围花无瑕一行人了 看架势要来应的 他的人上去就动手 可是仙花楼也有不少强者 双方武力齐出 凶猛地打起来 其他一些吃瓜群众 纷纷远离 哄 随着众多强者出手 整个岸边闹出极大动静 不少树木倒塌 湖水翻滚 咦 帝皇城这么乱吗 这就打了起来 陈青天不由得有些意外 又停下了脚步 然后略有兴趣地向叶靖斯问道 怎么 这帝皇城居然可以随意出手 没有人管吗 叶靖斯文言 脸上并没有动容 他解释道 据我所知 平时也不这样 可帝皇城这么大 总有一些意外 陈青天也没太在意 只听到周围人群不断大喊 我们离远点 离远点 快叫地位军团来维持治安啊 哼哼 打得好啊 我最喜欢看热闹了 直皱眉头 他也看出来了 那萧少带了几十号人 这些人起码都有法力镜以上实力 最厉害的那个灰衣大汉 拥有飞天镜实力 这所谓的人间仙女花无瑕 身边也有一些护卫 可惜 档次要低了很多 只有十名法力镜以上的人物 最厉害的 也是一名钢体镜强者 他们一开始就被压制了 敢在帝皇城萧张 都是显贵人物 法力镜以上人物 在别的小地方 那也是了不起的家伙 但在这帝国中心地带 在大势力里面 这些人得到的资源绝对不会少 所以 宁可留在这种大地方 也不去其他小城池 其实这样的战斗 在陈青天看来 如同菜鸡护卓 没什么可看的 不过这些人都很有分寸 短暂地厮杀 并没有死人 而在战斗中心的花无瑕 看起来十分淡定 就静静地站在那里 他身上的白裙随风摆动 身材若隐若现 很快 那鲜花楼的护卫 就全部被压制了 那萧少也得意洋洋地走向花无瑕 声音轻狂地说道 花无瑕 你不过就是个花魁 我叫人约了你几次 你都不答应 现在怎么样 乖乖跟我走 我给你留点面子 花无瑕见情况不妙 声音较弱地说道 萧公子 这里可是帝皇城 你就这么抢人 就不怕国法制裁吗 哈哈 听到这话 这萧少狂妄地笑道 国法 那是管这些普通人的 谁能管我萧灵天 你再不跟我走 休怪我动手了 说吧 他就要亲自上手 要去抓住花无瑕 也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住手 声音极大 气势很足 人群当中 一名同样锦衣华服的公子出来了 他咆哮道 萧灵天 你不要太过分了 人间仙女花无瑕 冰清玉洁 洁身自好 他想见谁 不想见谁 谁能勉强 你要强来 我周月明不答应 陈青天在一旁看着 有人去管闲事了 他摇了摇头 就想走 可这时 萧灵天一个眼神 他旁边的一名小弟 飞身过去 一脚灯飞着钟月明 让他直接仰天倒在地上 陈青天直接看愣了 周围其他人也一样 本来以为出来英雄救美的人 有两把刷子 谁知道是弱鸡 天地旋转过后 这钟月明十分狼狈地爬了起来 怒指道 你敢打我 我爹可是帝国公布侍郎 你不过就是萧家普通子弟 你敢这么猖狂 我一定会让我爹告你 哈哈 萧灵天不屑地说道 老子的是谁敢管 老子就猜你 别说你爹是公布侍郎 就算你爹是公布主使 我也照样敢打你 周围的人听到他这么狂妄的话语 纷纷指责起来 这萧家公子太霸道了 这些世袭贵族 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虽然很多人在远处怒骂 咆哮 可没有人敢上前帮忙 似乎很忌惮着萧家公子 帝皇城 官员极多 有势力 有实力的大小家族也多 这些看热闹的人 也有身份不错的 可和萧家比起来 还是差远了 再也没有人出来管闲事了 陈青天也没想管事情 事宜夜静思走 见到花无侠依旧不动 萧灵天手 也要碰上花无侠身体了 可突然 花无侠身形一闪 看样子他也有些本事 直接就想逃走 想走 萧灵天怎么会答应 咆哮道 给我抓住他 别给他脸了 几名强者 就要拦截 可花无侠一下加速 躲避了追捕 眼见他就要 冲出人群时候 跟着萧灵天来的 那名灰衣飞天镜强者 一道能量打了过去 碰 的一声 直接打在花无侠的后背上 导致他的身体 飞快地往前飞 同时 脸上的丝巾 也已经掉落了 花仙女 周围无数的人心 都要碎了 有人想要出手了 可惜实力有限 被打飞的花无侠 冲击的速度太快了 眼见就要 撞到地面上 陈青天感受后面的异常 他回头一看 那所谓的人间仙女 降落的位置 刚好离自己不远 唉 叹了一口气 陈青天还是动用一股力量 直接接住了他的身体 把他缓慢地放在地上 接着简单地询问了一句 姑娘 没事吧 花无侠的魅力 那是没得说 此时他脸色有些惨白 可是丝毫掩盖不住他 浑身散发出来的诱惑力 陈青天也带着欣赏美的事物 多看了几眼 见自己被少年公子所救 虽然有些惊慌 可他是还是保持了大家风范 点头说道 奴家无事 多谢这位公子出手相救 但还是 还请公子快走 这萧灵天 虽然不是萧家家主之子 可也有很强的身份地位 不是谁都能得罪的 不想管闲事 可是很明显 闲事已经冲过来了 那名非天境强者 强大的能量 笼罩着花无侠和自己 甚至是一旁的叶靖斯 也在他的攻击范围内 看起来是无差别攻击 凶猛异常 陈青天从他脸上 那残忍的表情 就能想象出来 这人平时没少干这种事情 这一击的威力 或许不会杀死花无侠 但如果自己是个普通人 或者实力不够强 很可能会直接被他打死 陈青天眼珠子一转 突然变得凶狠 赶在叶靖斯动手前 他瞬间出手 哄 这一拳 让所有人猝不及防 那在空中杀来的 非天境强者 浑身居然直接爆开 到处血液飞洒 可是在那些血肉 没落地之前 所有的碎片 全部消散蒸发 怎么回事 如此变故 周围所有人都惊呆了 没想到 一名非天境强者 刚开始还在这里 镇压全场 可转眼间 就灰飞烟灭 这一幕变故太大了 所有人都呆呆地 站在原地 不敢相信地望着 那突然出手的少年 就连一旁的叶靖斯 也有些错愕地望着陈青天 他心中也是一惊 没想到这神威猴 如此凶残 不愧是在边境 杀妖数百万的强者 身上的煞气果然重 那萧家公子萧灵天 此刻也被镇住了 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 他站在远处 指着陈青天 气得浑身发抖 冷冷道 你是谁 敢在帝皇城杀我萧家人 今天你惹上大事了 他也不傻 从陈青天一击 就把一名飞天靖强者杀死 他知道 这起码是一名神丹靖以上强者 他根本不敢过来 身形开始缓慢地退后 同时把所有的小弟手下 全部招来了身边 陈青天没有直接回答 很是好笑地自语道 我刚来帝皇城 还真想整点事出来 让别人知道 我不是好欺负的 也不是好惹的 现在你送上门来 那就你了吧 你说什么 萧灵天一下子气傻了 没想到陈青天莫名其妙 说了这么一番话 这人的意思 他刚来帝皇城 就想要找个人立威吗 他真是被弃笑了 可他也正式介绍到 我乃大夏帝国世袭公爵萧家 现任家主包帝第五子 萧灵天就凭你刚才说的这番话 你敢让我知道你的名字吗 陈青天却摇摇头 你不配知道我的名字 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是死 第二是跪下颗三个头 我让你走 陈青天的声音不大 也很平静 可很多人听到了 众人只觉得他疯了 狂 非常狂妄 狂得没变 在这帝皇城 有谁敢要萧家直系公子 对他磕三个头 还说要杀他 太霸气了 就连一旁的花无瑕 也心神俱正地望着陈青天 没想到这个男人 这么张狂 跟他以前所认识的那些王公子弟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哈哈 萧灵天笑得很大声 此时他咆哮道 你等着 不管你是谁 敢这么侮辱我萧家 你绝对死定了 就在这时 外围又传来了各种声音 让开 谁在帝皇城之内打斗 突然 一群身穿金甲的强者过来了 为首的 身上气势十足 散发出神丹镜的力量 他身后 上百名强者 也全都是法力镜以上的 他一过来 就声音严肃地喝道 帝皇城之内 静止打斗 谁敢违抗 全部趴下 敢反抗者 就地正法 一见这些来人 外围很多人就七嘴八舌道 是萧家公子 在这里抢仙花楼的人间仙女 为首的神丹镜强者的 听到这些话 眉头一皱 脸色非常不悦 可他眼里又有些忌惮 他快速地走了过来 咆哮道 不管是谁 把他们全部控制起来 说完 他后面那些战士 就想把在场的 所有人都控制起来 萧灵天见这些人来 要抓所有人 他似乎松了一口气 接着他快速 跑到领头之人面前 大声说道 这位统领 刚才我萧家 一位非天境强者 被此人杀了 你们要抓 应该先抓他 说完 他手指狠狠地指向 陈青天 眼神露出凶狠的光芒 这位统领 语气严肃地说道 萧公子 你可知道 这里是帝皇城 刚才我听说 你带着人在这里动手 你也要跟我们走一趟 好啊 萧灵天满不在乎 立声道 不过这人 你们也要带走 我可以随时出来 他吗 可别想轻易出来 事已至此 这些来人的威慑力 还是很强的 无论鲜花楼的人 还是这萧灵天 带过来的人 都不在反抗 就在这些人都被控制时 这萧灵天 得意洋洋地望着陈青天 他抬脚就想走 也有人来到陈青天身边 想带他走 可这时 他身后的叶丝静 突然出声道 等等 这位统领 这人你们不能带走 这名神丹静的统领 眼中露出凶光 大步走了过来 打亮着叶静思 可他很快发现 这女子身上 有极强的能量 但他依旧有没有退缩 而是声音严肃地说道 这里是帝皇城 无论谁在这里动手 都要被带走 他为什么不能带走 你也要被带走 敢反抗 你要想想后果 我们的支援已经过来了 是吗 此刻的叶静思 没有面对陈青天使的温顺了 他变得非常冷漠 刷 突然 他从须弥那戒里面 掏出一块令牌 扔给了这位统领 这位统领起先不在意 随手接过令牌 可是他一到精神 探入这令牌之后 脸色俱变 双手忍不住颤抖起来 他声音恐惧地说道 大 你是 宫内的人 他之所以这么害怕 是因为这块令牌 是大地宫独有的令牌 而且等级非常高 面前这容貌完美的女子 很明显 是大地宫的人 而且 他还是归降圣大帝 直接同管的 可他只是站在面前 这少年之后 这么说来 这位少年是出自大地宫 他吞了吞口水 把令牌还了回去 小声地说道 属下有眼无珠 不知道你们的身份 还请莫怪 谁着 他单膝下跪 不敢抬头 叶静思没有说话 而是把眼光 放在了陈青天身上 陈青天也毫不介意 淡淡地说道 没错 我刚才是动手了 杀了一名非天境强者 可是这人先对我出手 他的死 也是他自找的 不过 我确实违反了帝皇城的规矩 这样吧 你们公事公办 我跟你们走 不过在此之前 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解决 希望你们不要插手 这统领重重地点头几下 大声道 属下绝不会插手 也不敢带你走 陈青天这时候 把眼光放在那萧灵天的身上 往前走了两步 继续说道 我说过 你想要离开这里 只有一个选择 可三个想投 要不然 只有死 我现在只能 给你三个呼吸时间选择 时间一到 你的死法 跟刚才那位的死法 不会有两样 选吧 哼 庞大的气势 覆盖了整片空间 周围已经陆陆续续 来了很多有身份的人 可他们都被这股气势吓傻了 所有人都没想到 情况会这样反转 这里居然有这样一名强大的人物 而且看起来 身份还非常高贵 就连负责帝皇城 治安的那位统领 都向他下跪 所有人心里在猜测 这到底是什么人 眼见陈青天让这萧灵天选择 所有人都带有看热闹的心态 慢慢看着 想知道这萧家公子 会怎么选择 也想知道 这霸气无比的少年 能不能杀死这萧家公子 此时的萧灵天 也头皮发麻 他真的被吓住了 他已经感觉到了 今天惹上硬渣子了 那位帝国治安统领 实力和地位虽然不高 可是在这帝皇城之内 能让他直接下跪的人 除了他的直属上司之外 那就是身份高贵的一些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额头上的汗珠 已经开始低落 看到陈青天了 如同苍天巨兽的眼神 他怂了 这一刻 他嘴里颤颤巍巍地说道 你别后悔 我可是萧家少爷 他内心极度憋屈 真要下跪磕头 一旦做了这事 他以后都会成为笑话 再也抬不起头来 而且 这事还会给萧家抹黑 不知道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可眼下 他不敢堵了 剑尘青天 依旧没有说话 三个呼吸到了 砰的一声 这萧灵天直接跪下 砰 砰 砰 连续来了三个响头 这一幕 让所有人惊呆了 没想到 刚才不可一世的萧家少爷 这个时候 居然直接对不知道身份的少年下跪 还磕头 这事要是传出去 丢的可不光是他一个人的脸 连带着整个萧家的脸 都被打了 周围的人 议论纷纷 这少年到底是谁 可是很明显 根本就没有谁认出来 陈青天冷哼一声 如果刚才这萧家公子不给他磕头 他是真的会杀人的 现在看来 这是所谓的世家贵族 真正面对生死时 还是挺怂的 哼 他这时平静道 这位统领 我的事情处理完了 我跟你们走吧 这 怎么行 还请你不要为难我 这神丹尽统领色为难 就连陈青天旁边的叶静思 此刻也急切地说道 神 公主诞辰就是明天 你可是要去的 可不能在这种事情上耽误时间 怎么能跟他们走 听到这种提醒 陈青天也无所谓的摇摇头 不再纠结这件事情 转身就要走 这位统领也彻底惊呆了 明天是二十三公主的诞辰 他知道 那可是祥盛大帝最后生的一位公主 最受宠爱 这人明天要参加 那他的身份 已经有些确定了 肯定是皇家子弟 而且地位还不低 他低着头 恭送陈青天离去 就在陈青天走出不远的时候 突然一道声音追了上来 正是那刚才受到惊吓的花无瑕 很明显 他没有被带走 此刻他十分恭敬地说道 这位公子 不管怎么说 刚才多亏了你 要不然 我可能就要被这萧公子带走了 不知道你怎么称呼 我该如何报答你 陈青天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随即摇头道 我的身份 也没有你们想得那么深 我一直觉得自己很普通 至于刚才的事情 那也不过是举手之劳 报答什么的 就不用说了 我们还是就此别过吧 怎么能这样 这花无瑕眼中秋波暗颂 坚持道 你是我恩人 如果公子不嫌弃 可上我的花船 我愿意用我的毕生所学 让公子放松一下心情 说完还略带娇羞 见他如此 陈青天又看了他一眼 接着缓缓说道 既然你如此热情 那好 刚好我也想见见这帝皇城的人文风情 公子 这边请 说完 就要邀请陈青天上他的花船 那萧灵天等人已经被带走了 鲜花楼那些出手的护卫 也基本被带走 周围无数的群众还没有散开 见到陈青天被邀请去花船 所有人羡慕了 纷纷爆发出痛苦的嗷叫 天哪 刚才那人 居然被人间仙女腰上花船了 果然 要英雄救美 才有好的待遇 可惜啊 我的实力和身份太卑微了 根本就没有出手的机会 就连刚才那被打的公布侍郎之子钟月明 这时候也在后面叫道 花仙女 我一直是你的仰慕着 可以让我去花船上坐一下吗 花无侠听到了 回头一笑道 刚才也多谓多谢这位公子 为奴家出生 下次无侠一定单独感谢 这次 我想单独伺候这位公子 哦 听到这话 无数的人心又碎了 就连那公布侍郎的儿子 也满脸的失魂落魄 不过随即 他又不断的傻笑 似乎得到了花无侠的承诺 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陈青天缓缓地踏上花船 叶静思也跟在身后 一进入大船内部 陈青天眉头一皱 仔细看了看这上面的布置 典雅大方 一点都不用锁 到了这里 仿佛已经离开了人间 来到了仙界一般 里面飘着一些散不去的灵气 淡淡的清香 让人想要在这里 睡上三天三夜 穷江玉露的味道扑面来 各种巨大宝石 散发出各色光芒 对普通人来说 如果能在这里待上一整天 那少活十年都愿意 这里面还有很多妙龄少女 每一个都是极品当中的极品 一张由灵精堆砌而成桌子上 各种美食佳肴 应有尽有 花无侠给陈青天倒了一杯酒 他已经恢复先前的自信和魅力 笑容可惧地再次问道 我能知道公子叫什么名字吗 陈青天还在打量这一切 突然出声问道 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说完 还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这花无侠 脸色没有任何变化 可是拿着酒壶的手 略微停顿了一下 他笑道 我跟公子初次相见 又怎么可能知道你的名字呢 哦 陈青天目光深邃 喝了一口酒 味道真是好极了 可他很快又说道 酒是好酒 这里的景色也非常好 可惜 都是表象 说吧 为什么要针对我 听到陈青天这些话 他身后的夜镜丝 脸色也变了 暗暗地戒备了起来 可这花无侠 外表显现出心伤的柔弱 依旧面不改色 故作疑问道 这位公子 我真的不明白 你在说什么 难道是无侠哪里做得不好 让你生气了吗 陈青天这时 脸色也变了 冷声道 还装 你这条花船 是普通的花船吗 这里面阵法 已经启动了吧 谁让你来害我的 莫非你真觉得 我这么容易被杀吗 眼见如此 这人间仙女花 无侠也不装了 脸色也瞬间冷了下来 他身体退后 语气尖锐道 陈青天 你的本事 整个大厦帝国也传开了 但今天 就算你是圣财 就算你拥有通天境的实力 也休想离开这里 大阵启动 哄 刹那间 整个花船内部突然变换 真的进入了另外一片空间 眼见如此变化 陈青天一点不慌 身形移动 面对急杀来的各种力量 他身体里面 也涌出强大的力量进行对抗 同时 输出一股力量 就想抓住那花无侠 可惜这时候 他的身影突然变得模糊 就要消失 哼 陈青天抱贺一声 在我面前 你还走得了吗 回来 砰 这个空间 开始破碎 那花无侠即将消失的身体 突然又实体化 而在这片空间的 其他的一些女子 在这一击之下 统统飞回烟灭 花无侠 眼见自己走不了 脸色大惊 可也十分佩服地说道 陈青天 你果然厉害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一起死吧 能跟你这圣财人物死在一起 我也是有价值的 天灾毁灭 无穷诅咒 花无侠从虚空之中 召唤出一股奇异的能量 这股力量 不是实体 冥冥之中 似乎有因果诅咒之妙用 这是什么 陈青天也是一惊 他其实一上花船 就发现不对 这花无暇拥有的能力 太奇特了 其实他早就看出来了 这所谓的人间仙女 从一开始就隐藏得很好 冥冥有着天向境的实力 却不显露出来 要不是他拥有种种特殊手段 都看不出来 一般的通天境强者 恐怕都会被他骗过 如今面对这个诅咒的力量 他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 根本不敢应接 一手抓住叶靖斯 想直接逃离这片空间 可惜 这诅咒的力量 如同一穿代码一般 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空间 能阻止他 这股力量 直接就接触到了陈青天 该死 陈青天浑身一震 他感觉到 自己已经堕入了轮回 要重新面对生死 杀 他不屈服 头顶苍天 脚踏大地 双手攀住虚空 哼 用一股足可以毁天灭地的力量 对抗那一股诅咒之力 接着 强大的力量 也彻底撕毁了这一片虚空 他整个人 再次出现在真实的世界里面 天海湖的湖面上 这花船已经彻底毁灭 陈青天一手提着花无侠 一手提着叶靖斯 就静静地站在湖面上 刚才十分凶险 这花无侠爆发的那股诅咒力量 根本就不属于他 不过 他能催动那个力量攻击自己 也算十分了不起了 此刻 陈青天暗暗皱眉 体内那股诅咒之力 想不到自己拆了帝皇城 就有人花这么多的心思 这么大的代价要来杀他 他心里已经开始猜测 究竟是谁 有这么大的手笔 不过 刚才的动静很大 他在湖面还能看到岸边 这时候 远处已经有数道厉害的力量 开始向这边涌来 陈青天暂时还不想在这里暴露什么 提着两人 几个闪烁 消失在了此处 一直来到一处空旷的地方 他才放下两个人 此刻花无侠 还在昏迷当中 似乎刚才他用出那力量 身体负荷太大了 陈青天检查了一下 他的身体各处 已经出现了裂痕 要不是自己输入了一股力量 护住他的心脉 现在就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不过这叶镜斯 依旧清醒 但他此刻 也是惊魂未定 刚才在花船上 哪怕他已经很小心 哪怕他拥有神丹尽实力 可面对那种力量 这个层次的战斗 也不是他能对抗的 见自己和陈青天没事 他松了一口气 语气复杂地说道 沈维侯 刚才这鲜花楼的人 是要刺杀你 这是我已经报告上去了 你放心 他们在帝皇城犯下如此大事 皇帝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的 陈青天摇摇头 他不指望帝国中央 帮他找回场 眼中闪过阵阵凶光 他冷静地说道 这件事 我自己会解决 说话间 他直接一手拍在 花无侠的身体上 啊 一声大叫 这昏迷的花 无侠瞬间清醒了过来 发现自己还没死 他眼中露出了惊恐 艰难地说道 陈青天 想不到 这么庞大的轮回诅咒之力 都没办法杀死你 看样子 我们还是小看了你 不过 你躲得过这次 下次也别想躲过去 呵 陈青天冷笑不已 饶有兴趣地问道 你是杀手组织的人 肯花这么大代价来杀我 真是让我很好奇 花无侠面无表情 什么都不说 可陈青天又淡淡道 你是轮回电的人吧 我是真没想到 我覆灭灵光中 在雌星中杀了那 宁天玉卢家公子的时候 不过显示出 神体空欲镜的实力 可我如今 显露出圣体 又是空间尽实力 那卢家到底付出了 什么样的代价 让你们这么不留余地的 想杀我 听到这些问话 花无侠自知 根本就隐瞒不了 于是也冷声说道 轮回电 一旦接下任务 就不会放弃 无论如何 我们都会出手 你的实力变化是很大 我们下次还会出手的 听到这话 陈青天笑了 这么说来 你们还真是难缠 轮回电 这个仇我算是记下了 不过你知道轮回电 多少事情 你是自己说 还是我用手段比你说 就在这时 花无侠脸色一变 整个人又充满一股死气 哼 陈青天知道他想自杀 可惜落在自己手上 他根本就不可能 哼 强大的力量 控制他的身体 接着陈青天 拿出一道十分强劲的符文 打入了他的身体 这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 控制符文 能让人无条件地 听从符文主人的命令 啊 花无侠大叫 痛苦不已 接着 他把自己知道的事情 全部说了出来 这轮回电 确实可怕 但可惜 花无侠知道的 也只是其中一条线 有用的东西不多 轮回电十分神秘 没人知道 他们的总部在哪里 一旦任务下达 无论失败成功与否 所有和任务有关的人 都会消失 眼见没有得到 什么有用的信息 陈青天也不再纠结 在叶静思的带领下 他回到了自己 在帝皇城的神威侯府 同样那花无侠 也被他带了回来 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跟在他的身边 不管怎么说 这也是一名天象敬强者 虽然身体伤得很重 可陈青天 还是有办法把他恢复 当成一个傀儡来使用 公主的诞辰 不说举国同庆 但起码 整个帝皇城 那是张灯结彩 热闹非凡 陈青天一大早就 穿上隆重服饰 被大地宫的来人接走了 一路上 经过层层严查 他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巨大的露天场地 四面八方 被极强的结界笼罩 这里面布置得格外庄严 高高的地座上面 最主要的人还没有到 可下方的位置 坐满了数百人 这些人物 无不是帝国 最尊贵身份的存在 陈青天眼光一扫 就猜测起来 其中有十几股气势 极为强大存在 都有着通天进实力 看服饰 这些人是帝国重臣 甚至是各大家族的组长人物 另外 有一些外表年轻的男子 一个个华贵典雅 看得出来 必定是皇子 或者皇家人物 还有其他一些笑容可居的人物 应该都是受宠的人物 陈青天一落座 很多人眼光就转移过来了 他微笑地向这些人点头 表示礼貌 可很快 他从这些羡慕 嫉妒 怀疑 贪婪的目光当中 感受到两股强大的憎恨 和杀戮气息 这一看 居然是两名通天进强者 他们毫不掩饰对陈青天的仇恨 可在这种场合 谁也没有爆发力量 纯粹地眼神交流 陈青天也不胆怯 同样回敬轻蔑的眼神 或许被陈青天的态度惹怒了 一道冷冰冰声音响起 文宰相说 神威猴力气煞气太重 我本来还不以为意 如今算是见识了 这何止是力气太重 简直是丧心病狂 此话一出 落座的数百人 脸色各异 不过大都有看热闹的心理 陈青天文言淡淡地看过去 这说话的人 赫然是一名通天进强者 看起来正直壮年 衣服上印有几种上古凶兽图案 霸气侧漏 陈青天倒没有开骂 而是随意问道 你是何人 我认识你吗 面对陈青天如此轻视的态度 这位大佬强压着怒火 寒气逼人的喝道 你有资格知道 我的身份 你听好了 我乃大夏帝国 十大开国世袭贵族之一 萧家的当家家主 萧国公萧锦龙 陈青天咧嘴一笑 顿时明白怎么回事了 想来昨天那被他逼得磕头的萧公子 回去告状了 就算他当时没有暴露名字 但这是肯定瞒不住 现在被他知道了 才如此记恨自己 帝国世袭家族的家主 陈青天也不在乎 他只是淡淡道 原来是萧家主 哼哼 你说话我不怎么爱听 哼 萧锦龙怒目相视 杀气十足道 没规矩 不过想象也是 一个小地方出来的人 在边境那种地方出名 有点受使运 就自大自狂 难怪会被人刺杀 也是活该 陈青天文言也不弃 这些家伙 看不起自己也正常 其实他们极度地要死 天地盛财 资质何其可怕 假以时日 能远远把他们抛在后面 就算现在 也丝毫不拒他们 陈青天甚至想 斩杀一两名通天境强者 以此来正道 事到如今 他反而用刺激的话语说道 萧家主 你们萧家贵族 似乎也没那么有骨气 昨天就有个姓萧的 给我磕了三个响头 我大发慈悲 放过了他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谢我 萧锦龙气得几乎发抖 可陈青天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接着又补充道 还有些人 明着对付不了我 暗地里请杀手组织 真是够下作的 不过那种阴暗的小兽 我随手就能捏死 最后的幕后主使 我也会把他们灭绝 等着吧 此话一出 不光萧锦龙 就连他身边不远坐着的 另外一名大佬 也脸色大变 同时阴沉着脸说道 沈威侯 你好大的口气 年少无知 自以为天下无敌 以我观之 生死就在眼里 圣体也是他人之物 可惜 可惜 哪知道这时 陈青天哈哈大笑 更加狂妄道 你应该就是卢家家主吧 你这番话 是你的心里话 我不反驳 但还是我要说 无论是谁 想要对付我尽管来 我都接着 到时候看 是我生死 还是其他小小血流成河 陈青天此刻潇洒霸气 环顾四周 敢于任何人对视 丝毫不惧 如此事态 无人不惊 这些皇宫贵族 虽然高傲自大 但面对同级别的人物 还算平等 哪有像陈青天这样 肆无忌惮 此刻 不少人表现对他的欣赏 也有人暗暗皱眉 更多的是排斥和厌恶 当然也有些人 你从他们的眼里和脸上 看不出任何微弱变化 这些人的心机才是最重的 或者说 他们对陈青天 又是另外一种心理 可利用则利用 该打压就打压 现场气氛有些凝重 那肖家家主和卢家家主 对陈青天的杀鸡 已经毫不掩饰了 如果这里不是大地宫 恐怕他们都要动手了 可正因为在这里 他们的身上气势 都不敢随意爆发出来 因为一旦这样 就是犯大忌 眼见如此 这时候一个人站起 今天是我皇兄爱女心灵的诞辰 大家有什么恩怨 暂且压下 我们应该用和谐的笑脸 迎接即将到来的皇帝和公主 大家说是不是 对对对 齐王说得不错 不少人纷纷站起 想当和世老 就连帝国的大元帅杨武国 也笑呵呵地说道 今日这里举行皇家司 大家不要把气氛搞得这么紧张 陈青天啊 文宰相说你煞气重 你应该多修身养性 不要随便展露出你的锋芒 这样对你来说 可是很危险的 陈青天对这些劝和的人 倒没有诗意颜色 他和颜悦色地说道 诸位前辈 我陈青天这个人 向来直来直去 恩怨分明 谁对我有恩 我必百倍报之 但是谁和我结仇 我一定要他全族死光光 加入东方军团和妖族大战过后 我这种想法 更加地根深蒂固 所以我不会主动挑事 但也不怕任何事 今天是心灵公主的诞辰 我当然不会在这里放肆 可如果谁要跟我约战 我也绝对不怂 就在陈青天说完这些话的时候 在众人惊讶没有反应过来时 不知道从哪里传出一道声音 陈青天 你这神威猴 我是没封错 不畏惧任何人 敢与天地相对抗 我很欣赏你 彭飞看中结为兄弟的人 一定错不了 话还没说完 一道人影就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里面 来所有人这个时候 也纷纷起身 一起开口行礼 我等参见皇帝 祥圣大帝出现了 他后面姬心灵公主也在 今天这公主穿得十分隆重正式 白青色长裙 有着各种花纹 她脸上的妆容不浓 但是比起往日 又要多了三分角色 等到祥圣大帝和公主落座 所有的人又正式行礼 这皇帝没有理会其他人 首先对陈青天道 神威猴 你确实有些锋芒毕露 不过你不到二十岁 就有今天的成就 狂一点 那也是应该的 大夏帝国 就需要多出现你这样的人物 才能震慑四方 剿灭各类萧小 接着 他又看向萧家家主 和卢家家主 呵呵说道 你们啊 为了一点小事 也没必要和陈青天置气 大家都是我帝国的注识 你们要团结 咱们各敬一杯酒 放下无味的争斗 可好 皇帝说完这么一番话 主动拿起一杯酒 他先看了一下陈青天 又注视另外两人 陈青天没有摆架子 也礼貌性地拿起一杯酒 对着皇帝一敬 那两位家主 脸色极为难看 可在祥圣大帝的目光下 他们还是没有坚持下来 各自主动拿起了一杯酒 向皇上行礼 祥圣大帝把这杯酒喝了下去 陈青天和这两位家主 也同样喝了下去 很快 现场的气氛又变得轻松起来 可是谁都知道 陈青天和这帝国两大家族之间 绝对不会这么和睦 一有机会 就会有真正的厮杀 酒过三巡 菜过五位 就在人人向公主恭贺过后 祥圣大帝这时又提到 陈青天 听说你到现在还没有正式婚娶 没有一位名正言顺的夫人 不知道你可有重义的女子 此话疑问出 满堂皆经 这边陈青天 心里也是一徒 他只能摇头说道 皇帝 我并未考虑这种事情 如果能遇到真正两情相悦的 我也可以跟他一起 结为伴侣 要是遇不到 孤独百千年 那也没什么 哈哈 祥圣大帝眼中亮光一闪 开玩笑式地说道 陈青天 你觉得我的爱女心灵如何 她配不配得上你 如此话语 所有人都羡慕地望着陈青天 没想到祥圣大帝 居然想撮合心灵公主和她一起 作为今天主角的姬心灵 当下是笑意满满地望着陈青天 没有一般女子的娇羞 反而落落大方 似乎心里有意 在周围人的眼里 这是何等的荣幸 一旦跟皇家联姻 那加上陈青天圣财身份 又和大将军岳鹏飞结为兄弟 整个帝国谁还敢动他 在众人羡慕的想法当中 陈青天却主动站出来 平静地说道 皇帝 我出身卑微 也不懂礼法 除了一身力量 并无长处 公主万金之躯 我是真配不上 所以我不敢有非分之想 陈青天如此说 众人脸色各异 看似谦虚 可大家也不知道 他到底想还是不想 祥圣大帝继续说道 陈青天 我的意思 能拥有感情 那结合一定是一段佳话 陈青天笑了笑 没有拒绝 而是感谢道 皇帝 你如此信任我 是今天的荣幸 不过 我觉得这帝皇城 似乎不善待我 其实我更想去帝国边境 为皇帝你镇守河山 咦 陈青天如此说 气氛一冷 没想到他居然想离开这里 那还怎么和心灵公主培养感情 哼 有人直接冷哼 认为他不识实物 这时的祥圣大帝 脸色也微变 不过他 很快恢复笑容可居的模样 陈生道 陈青天 你昨天的事我也知道了 帝皇城内 有人刺杀帝国一等候绝 确实很过分 这时我已经下令严查 那鲜花楼 我已经查封了 相关人员 皆已处理 你还有什么不满 可以和我说 陈青天这时直接说道 皇帝 既然如此 那我说了 冤有头债有主 我知道是谁请的轮回殿 我只希望 我要报仇时 帝国别阻止 事后不追究 一听这话 卢家家主脸一下黑了 虽然不是他请的轮回殿 可宁天玉卢家分支 跟他们这卢家主家 同气连之 以荣俱荣 易损俱损 现在陈青天这么说 已经是想下手了 可这大下帝国皇帝 眉头一皱 略微思索后 他还是摇头道 陈青天 你要是知道是谁对你下手 可以私底下告诉我 我给你主持公道 我怕你出手 到时候闹出难收事的局面 这对你也好 陈青天文言心里冷笑 他就不相信 明明是宁天玉卢家 请的轮回殿来杀自己 这位高高在上的皇帝 会不知道 此刻也微笑地摇头 与其平和道 皇帝 你的好意 我明白 可我已经下定决心的事情 不会更改 若是到时候 有位帝国法律 我接受相应的后果 就是 大胆 不等皇帝说话 这卢家家主 义正言辞地喝道 陈青天 你简直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不把帝国法律心上 你若敢乱来 必死无疑 此刻 就连降盛大帝 也脸色阴沉地盯着陈青天 他只觉得这少年 个性太强 太过桀骜不须 当真是谁的面子 都不给 他也不例外 可此时的陈青天 完全没有退宿的意思 周围一片寂静 所有人想知道 降盛大帝是什么意思 好 很好 降盛大帝看不出喜怒 严肃道 沈威侯 若你能成为护国强者 为帝国中央效命 一些合理的事情 帝国也不会干涉 可你也不能乱来 如何 皇帝 儒家家主心里一惊 他急忙说道 沈威侯如此性格 若成为护国强者 肖家家主也同时禁言道 皇帝 天地圣财 难以驾驭 这陈青天 做事不考虑后果 毫无规矩 不能重用他 需好好调教才行 对于这两人的话 降盛大帝没有回答 直接注视陈青天 陈青天心里清楚 他需要给这位皇帝 一个比较明确的态度了 于是大声道 皇帝 他们说得不错 我的性格还需要继续磨码 暂时没有资格成为护国强者 不过 我已经加入东方军团 现在身在帝皇城 若皇帝 需要我做什么事 我义不容辞 愿意笑命 等时机成熟 在一起他 不知道皇帝意下如何 哼哼 响声大地笑了 大声道 陈青天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我答应你 从今天开始 你直接受我截至 其他任何人的命令 都可以不理 但是 如果你要离开帝皇城 必须要经过我的同意 就这样吧 好 陈青天也很干脆 宴会所有人 见陈青天如此受宠 摇身一变 成为皇帝的人 全部面容一变 这一刻 他们也明白了 这个兴风的神威猴 已经不是他们能动的了 而且这少年非常之狂 做人做事 不讲情面 不怕任何人 这样的少年 一旦得罪 十分麻烦 而且他家小夜小 大家族 大势力和他死扛 绝对吃亏 也因为这样 别人把他列入 危险人物名单了 如果没有把握 不留痕迹 一击必杀 那他们轻易 不敢对陈青天动手 同时也会警告 自己势力其他人 不可招惹这等疯狂之人 宴会结束后 陈青天离开了大地宫 既然确定留在帝皇城 他便安心待在这里 不停地 磨练休息自己的神通 同时摸索通天境之路 争取早日突破到这个境界 转眼间 几个月过去了 他这段时间 一直深居减出 不接受别人拜访 也没有去收集血气质 因为阿火所带的一群人 已经找了快速 积累血气质的方法 他们探寻无尽沙漠 在那里找到了杀兽之海 无尽的沙漠妖兽 给他们贡献了大量血气质 神威侯府内 陈青天正在一间 属于自己密室里面 经历了一场大战 呼陈青天长舒一口气 当初侵入他体内的 那股轮回诅咒之力 终于被他炼化了 这股力量 现在就在他手上 已经是他的武器了 看着这如同长蛇一般的乌黑气体 陈青天用从仙武宝库 换取的封印之瓶 把他装在里面 这东西极为危险 一旦使用 他感觉到 能坑死通天境强者 也因为这样 他心里对轮回电 多了一丝重视 等他走出密室 叶靖斯河 已经变成他傀儡的花 无暇出现了 神威侯 你闭关出来了 叶靖斯极为热情 脸上有发自内心的笑容 这段时间以来 陈青天对他 还是很好的 那些帝国给的其他赏赐 陈青天大气得很 几乎全部给他使用了 还有修炼方面的问题 陈青天有时间也会指导他 最重要的是 陈青天对敌人残酷无情 口不留情 但对待身边的人 没有什么架子和苛刻 友善温和 叶靖斯虽然是皇帝的人 时时刻刻要监视这位神威侯 但他私底下 也很敬佩陈青天 也没有发现 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更不像外界传言的那么不堪 陈青天见到他们 没有理会 几乎没有什么神智的花无瑕 只是笑着对叶靖斯问道 叶姐 我这几天闭关 帝皇城有发生什么 有意思的事情吗 叶靖斯想了一会 语气温柔道 神威侯 帝皇城这么大 每天有趣的事情很多 不过嘛 这些事情对你来说 那都是小事 我想你也不会感兴趣的 说完这些 叶靖斯停顿了一下 接着又道 不过最近还真有一件 有意思的事情 不知道神威侯 你感不感兴趣 陈青天走了几步 随意问道 什么事 说说 叶靖斯道 一百年一次的学院争霸赛 就要开始了 不少学院强者 已经开始来到帝皇城 这样的大比斗 到时候还是有些看头的 各学院的争霸赛 陈青天一愣 他似乎有些印象 因为他从典籍中看到过 这种大赛 是大夏帝国天赐学院发起的 已经举行上百次了 但无一例外 各学院每次都被天赐学院压制 仿佛这样的比赛 就是天赐学院的一次魔力 其他学院的一次耻辱 陈青天一下来了兴趣 大笑道 走 我们去天赐学院去看看 来了帝皇城这么久 还没有去过那里呢 叶靖斯当即点头道 那神威侯 你跟我走吧 我刚好去过 这可是我们大夏帝国第一学院 远远不是其他道学院 神学院 魔学院能比的 陈青天点点头 确实是这样的 大夏帝国的各种学院 要说源头 天赐学院是最老的 办得最好的 那里真可谓是汇聚各类强者 招收帝国三千大域最优秀者 世子力量更是强大的可怕 陈青天跟着叶靖斯 来到了天赐学院所在地 这里也靠近天赐神山之下 但和大地宫 还是有段距离的 看着浩大道一眼 看不到边的天赐学院牌匾 陈青天不由地发出感慨 这学院的建立者 据说可以追溯到天赐大地史 几万年过去了 这里发展到极致 越来越兴盛 隐隐约约成为了一股 游离在帝国之外的势力 陈青天看着天赐学院 外面具备上的简介 心里暗暗吃惊 这里面有学院学生超过百万 教师过万 更重要的是 最优秀的精英学生 经常能得到通天进教师的指导 那些神才人物 甚至能得到天地进强者指导 因为这天赐学院 就有不少这等强大人物 他们不顾不自封 不超然物外 奉行有教无类 是要培养出无数打破 这个世界壁垒的强者 陈青天一踏入天赐学院 就感觉不对 这里居然随处游离着道义 巨大的结界 笼罩整个学院 里面有浑厚的灵气大阵 在这里修炼一天 抵得上在外修炼十天 如果悟性高的 那进步不可想象 如果配合学院的大方 给各类宝物灵丹 那修炼速度 绝对一日千里 不知道能培养多少强者 简单的登记 他和叶景思就进来了 这里也只是学院外围 可以随意参观 才进来不久 陈青天就感觉 被一股气息盯上了 他眉头一皱 知道这里面有强者 随时监控一切 不一会儿 一名满脸胡须的中年男子 就出现在陈青天身边 大大咧咧道 这位是帝国兴风的神威侯吧 在下杜铁年 天赐学院天极教师 天极教师 陈青天默默道 这人身体气息显示 他是通天境强者 这等人物 也只是教师 真是可怕 他当即礼貌道 杜教师好 我就是陈青天 听说百年一次的学院争霸赛 就要举行了 所以想来这里随意参观下 无意惊动你们 还请莫怪 嘿嘿 杜铁年笑道 什么学院争霸赛 不过就是我们天赐学院的 王者赛而已 没什么看透的 相比起你来 我更感兴趣 我过来是想说 我们学院副院长张经角有请 不知道你想不想去见见 陈青天呵呵一笑 这人自信得很 因为他有实力 天赐学院确实了不起 既然来了 这所谓的副院长想见他 那便去见见 他不担心什么 于是点头道 能拜访天赐学院副院长 是我的荣幸 劳烦杜教师带路了 嗯 杜铁年仔细打量着陈青天 嘴里蹦出一句话来 看起来不像外界传的那么不堪啊 虽然身上煞气重了点 但还是很有礼貌的 陈青天文言哑然失笑 他心里清楚 那些不爽他的人和势力 早就在帝皇城放出风声 说他陈青天如何可恶 简直是不讲道理的典范 为非作歹的典型 喜怒无常 杀戮巨大 对于有人故意把他妖魔化 陈青天也不介意 这样也会少很多麻烦 至于那些相信传言人 不敢轻易招惹他 犹犹豫豫的人 也不会过来巴结他 真少了很多麻烦事 等见到这天字学院副院长张金绝 陈青天心里一沉 果然是一名天地尽强者 这等人物 他可没有信心能对付 他有一定戒备的 不过表面上 陈青天依旧彬彬有礼道 晚辈陈青天 见过张副院长 不知道招我过来 有何指教 张金绝容颜不老 可须发皆白 眼中滚滚有神 气息绵绵不绝 有吞天土地之能 对于陈青天能来 他还是很高兴的 忍不住夸赞道 我听说帝国出圣财了 你今天既然过来了 我忍不住想见见 再说你为人族立功 这可是大功德 应当赞叹 对于张金绝这么说 陈青天内心还是欢喜的 当即谦虚道 张副院长言重了 我也只是 做了自己应该做的 哪敢论功德 哪知张金绝严肃道 神威侯 关于有些人对你的议论 我也知道一些 你所做的事情 对人族来说 是大功德 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只能说 这些人太平太久 不知道我们人族 当初开辟疆土的困难 如今 我们人族东方有妖族作乱 南方有海族泛边 西方有蛮族侵袭 北方有一族威胁 局势已经很严重了 只不过大夏帝国普通民众 并不知道这些情况 其他帝国这些势力 加起来是强大 可心不齐 眼下看起来没事 一旦爆发 人族大难不远 陈青天听到这些话 大受震动 没想到这张副院长 会对他说这些 看他样子 是相当重视 似乎大难就在眼前 陈青天不由问道 张副院长 你怎么对我说这些 我们人族大夏帝国 不是占据东战大陆 一半最中心的位置吗 这帝国四方边境外敌 真的有你说的这么可怕吗 张经脚点点头 陈生道 沈威侯 你年岁尚浅 大夏帝国内部很多事 你都不清楚吧 这四方边境之事 我们天赐学院知道的 比大夏帝国中央知道的更详细 我们天赐学院的宗旨 不是为大夏帝国培养强者 而是为人族培养强者 四方边境 我们每年要向南方和北方 派遣大量学院强者 得到这些信息 陈青天心里不断思索 这张经脚话里的意思 两久过后 他感叹道 张副院长 你说的这些 我当然 天赐学院的付出 我也十分佩服 张经脚摇头道 沈威侯 我说这些 主要还是希望你重视 你在东方边境震慑妖族 所做的事情 跟我们是一样的 你不用理会那些闲言碎语 尤其是那文学圣说的屁话 他们文公圣地 已经变位了 坚持你心中所想 除灭所有妖族 你圣才之姿 成长起来后 一定能吻压妖族 扛起东方军团那面大旗 陈青天没想到他这么看好自己 还希望自己继续回到东方军团 他苦笑着说道 张副院长 我要成为你这样的大能强者 不知道需要多久 况且 我现在被困地皇城 恐怕很难回到东方军团了 你对我期望太大了 张金角呵呵笑道 神威猴 你的奇遇大的惊人 修炼速度超乎所有人想象 现在也只是暂时 折服于这帝皇城 他招风云起 你必定扶摇直上青天 哈哈 面对这样的强者奉承 陈青天心情真的不错 他说的对 这帝皇城 怎么能困得住自己 两人年纪相差悬殊 但相谈甚欢 从这张金角嘴里 陈青天得到很多有用的信息 如果这人说的是真的 那这天赐学院 当真是人族一根很大的青天柱 接着 这副院长张金角 亲自带着陈青天 参观了天赐学院内部 有些核心地界 里面的灵气更加浓郁 陈青天看到了一个个厉害的教师和学生 这些人物 实力境界强大 但名声不鲜 天赐学院 不鼓励学生在帝国内作威作福 杀戮豁明 而是希望他们学成过后 去人族边境 守护一方 这一点 陈青天深表认同 跟自己很多想法一样 只不过 自己如今已经被人针对 一开始没有太大靠山 只能杀戮敌对势力 积压凶民 免得有更多的蠢人找上自己 等两人参观的差不多了 这学院副院长张金角 笑意满满地说道 沈维侯 刚才我们学院那些神才人物 你也看见了吧 虽然和你没得比 但一个个也是我人族天骄了 假以时日 都能成为厉害人物 陈青天刚才见了不少教师 和最这里最优秀的学生 他也不得不感叹 那慈星宗道学院 跟这里一比 就像村镇学院 和顶级学院的区别 他刚才足足见到了 不下十名天级教师 这些人一个个 都是空间镜和通天镜的强者 神才人物也有 他还见到了 十几名神才资质学生 年岁都不算大 最起码都有神丹镜实力了 全部被培养得极好 但同时 一个个很是高傲 虽然表面礼仪不错 但骨子的优越感太盛 当然 他们也有自大自狂的本钱 陈青天也没有和这些人过多交流 现在神才对他来说 也不算什么了 他手底下差不多有上百这样的人物 以后只会更多 说不定能组成一支神才大军 到时候 不知道会让多少人颤抖 陈青天也问了张金角很多问题 就在两人即将分别时 他礼貌道 张副院长 天字学院不亏 是人族第一学院 我也在慈兴宗道学院待过 那里和你们这里一比 简直是过家家一样 陈青天这时候 也不得不承认 慈兴宗对道学院没那么重视 他们只想选一些资质好的人物 补充宗门血液 可没想给人族 给帝国培养多少强者 张金角点点头 带有解释的说道 沈维侯 其他那些学院 他们根本目的 还是为自己势力培养强者 太过狭义 你的事我也知道一些 如果你一开始加入我天字学院 我们绝对会用心对待你 不会贪图你身上任何东西 陈青天也只是笑笑 慈兴宗那宗主 确实是小人 不过那里多少有些光明磊落之人 摇摇头 他又没多想了 随口说道 张副院长 这次 你们各学院争霸赛 不是又没什么悬念 所有学院加起来 我看也没有你们天字学院 这么多强者 张金角若有所思道 按理说是这样 不过今年规则有所改变 这学院争霸赛 已经不单单是 学生之间的比斗了 这次我们教师也会参加 大家会更深层次的交流 或许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吧 陈青天一愣 不光是学生比斗 教师也参加 那么说 战斗会更激烈 可陈青天还是摇头 就拿慈兴宗道学院做比较 他们副院长和教务长 也不过世话相敬 神担尽实力 如果这样的话 也没什么看头 陈青天也没在说什么 这些事跟他没关系 如果比较闲 他倒可以去现场观战一下 就在他和张金角等人告别后 要离开天赐学院的时候 突然听到有人大喊 慈兴宗道学院的人来了 陈青天听到这话 停下了脚步 身后叶静思小声问道 神威侯 怎么了 你是想去见见以前的老朋友吗 陈青天笑了 他到目前为止 还在慈兴宗挂着道学生的名 那曹正兴 虽然恨他要死 可也没正式开除他 陈青天犹豫片刻 还是朝着人群走去 他想看看 这次慈兴宗道学院 来了哪些人 远远的 他就感受到 一股熟悉的气息 不再犹豫 他走了上去 看到慈兴宗道学院那些人 正被天赐学院的人带着 不知道去往何地 那副院长辛苦驼 和教务长杨明国都在 但他们都没有走在前方 明显不是这次慈兴宗的领头人 最前方一人 赫然是一名紫发年轻面孔 身后背着一刀一剑 闭着眼睛走路 每一步都很均匀 似乎用尺子凉过一样 陈青天一时好奇 他以前在慈兴宗 可没见过这人 不知道是谁 他一到精神 探入这人体内 想看看他的身前 这一看 陈青天也惊讶了 这人是神才无疑 体内拥有神体 境界更是达到空欲镜 而且散发出危险气息 他似乎感觉到 有人在探查自己 眉头一皱 但也没有睁开眼睛 陈青天收回精神力 一到法里指刺杨明国 让他身躯一阵 随即转头看向一边 陈青天和杨明国眼神对视 两人一笑 都向对方走去 杨教授 想不到能在帝皇城遇到你 陈青天主动打招呼 杨明国十分很欣慰 语气激动到 青天 不过看到他身后的夜景思 他还是转口道 神威侯 我师父回来后 告诉我他在战场上 看到的一切了 你真是了不起 为人族争光了 陈青天摆摆手 语气诚恳道 杨教授 你还是叫我青天吧 你有这个资格 我的这些世界 你也别夸了 你这次来 我也知道是什么事了 看得出来 你已经达到花香劲了 你的修炼速度也很快啊 杨明国笑了笑 叹息道 青天 如果我作为一名道学生 有这样的实力算过得去 可作为道师 在这次争霸赛当中 根本不算什么 我们道学院 也只是来做个陪衬 必定杀鱼而归 一听这话 陈青天倒也没有反驳什么 可他知道 杨明国年岁不过五十 他比大部分神才都要优秀了 同级别神才 他绝对不输太多人 眼见如此 他还是说道 杨教务长 慈心宗道学院不行 又不能怪你 你才当这个教务长多久 不过 刚才你们领头那人 我看他实力很不错 他是 面对陈青天的询问 杨明国也没有隐瞒 直接道 他叫罗英烈 本来是宗主曹正兴的徒弟 不过现在被我们慈心宗老宗主 说为弟子了 这其中发生了一些事情 不说也罢 你应该也看出来了 他也是神才 而且他一直以来 其欲连连 如今是空欲净 可战斗起来 曹正兴都压不住他了 这次他代表我们道学院道师来的 希望能为我们争取一些不错的荣誉 哦 陈青天点点头 没想到这人以前是曹正兴那小人的弟子 好在现在不是了 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他甚至想到 那曹正兴是不是打过罗英烈的主意 毕竟 那是一个不择手段的宗主 见陈青天没说什么 杨明国犹豫片刻 开玩笑式地说道 青天 这次我们道师有罗英烈称场面 我也勉强能上场 可道学生这边 玄神仙和苏杭叶 皆没有突破神丹境 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我在想 你还有一个身份 若你能代表我们道学院道学生出战 那这次学院争霸赛 我们想不得第一都难了 哈哈 杨教务长 哈哈 陈青天文言 也哑然失笑 对于这个提议 他心里感觉怪怪的 真让他出手 对付其他各学院学生 那真是欺负人啊 陈青天看着杨明国希望的眼神 也没有直接拒绝 叹息道 真要这样 我还真不信 有学院学生 就是我的对手 就算那些通天敬教师和道师等 我也自信 没谁会是我的对手 就是不知道 到时候 别人愿不愿意让我参加 哎 杨明国一叹 小声道 青天 我也是说说 要是为难 大可不必勉强 你如今的身份地位 也不宜乱出手 陈青天摇摇头 但笑道 杨教务长 这倒没什么 你放心 这次个学院争霸赛 我也抽时间过来看看 为你加油助威 其他事情随机应变吧 好 杨明国痛快道 那青天 就这么说好了 你到时候记得来 两人说好之后 就此分别 回到自己的神威侯府 陈青天在自己的密室里面 修炼神通法术 他在这方面 花费了大量血气质 这次接连十天 他没有外出 哼 随着一声爆喝 陈青天又把一门天级大神通 修炼至大城了 这已经是他目前为止 修炼大城的第十门大神通 另外 他还把一百门小神通 修炼至大城 这要是组成神通大阵 威力是其大 就算大部分通天境强者 都不会有他 这等神通造诣修为 虽然他这段时间一直在修炼 但外界发生的事情 他全部都知道 到了今天 他一出密室就问道 叶姐 各学院的争霸赛怎么样了 应该到最激烈时刻了吧 叶静思站在他面前 微笑道 沈维侯 这次的比赛十分精彩 哪怕是初期 也有很多厉害人物 我实时关注 按照你说的 今天就是慈心宗杨明国最激烈一战了 他的对手 是南华宗一名天象敬亚神才道师 恐怕他要出局了 听到这话 陈青天也点点头 事先他就跟叶静思说过了 前面的小打小闹 他兴趣不是特别大 除非到最后时期 或者阳明国遇到真正的大敌 他才去看看情况 两人很快出来沈维侯府 一路上 叶静思不断讲述道 沈维侯 这次学院争霸赛 学生和教师是同行举行的 地点就在天赐学院内部 同时分为两种方式 一种是个人争霸赛 一种是团体争霸赛 现在举行的 也只是个人争霸赛 今天教师和学生前百 就要角逐出来了 陈青天文言表示理解 他突然问道 这一次 都有哪些学院来参加 叶静思立马回到 有不少 其中有天赐学院 道宗五大道学院 神宗七大神学院 魔宗三大魔学院 还有佛宗法帝的佛学院 文宫圣地的文学院 据说最初参加的教师和学生 有足足五千多人 全部是各自学院内的 厉害教师和学生 但今天过后 就会只剩下最强的百名教师 和百名学生了 前百就要角逐出来了吗 陈青天好奇问道 那文学院 跟那佛学院 他们的实力如何 有机会进前百的人多吗 叶静思不假思索 脸上严肃地点点头 回答道 除了天赐学院 他们过来的教师和学生 实力是最强的 哦 陈青天来了兴趣 笑道 那我倒看看 他们都有些什么样的厉害人物 走吧 等陈青天到达了天赐学院 他顺利进入内部了 新的一轮大赛 还没有开始 他第一时间找到了杨明国 想问问 他对接下来的战斗 有没有信心 其实陈青天一过来比赛现场 很多人就注意到他了 慈欣踪一众强者见他过来 纷纷侧目 杨明国主动迎上来道 青天 就知道你会过来 很快就轮到我上场了 这次的对手 是那南华宗车白脸 我对他还是了解的 只能说 胜负无物之术 陈青天倒也相信 杨明国有本事 越大境界和强者厮杀 哪怕对手施压神采 不过 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是从虚弥那界里面 拿出两枚丹药 递给杨明国道 杨教务长 这两枚丹药 一枚能让你瞬间 回复所有法力 一枚能随时 恢复你身体急重的伤势 什么都不用说 拿着就是 这等东西对我来说 不过是普通零食罢了 陈青天倒也没有说大话 就算花几百万血气质 兑换出来的神丹 也不过如此 他想帮杨明国一把 杨明国知道 陈青天好东西多 也没有推辞 接了过来 感谢道 青天 也只有你不在乎任何宝物 我先谢过了 也就在这时 脚步声靠近 慈心中这次的领头人 罗英烈走了过来 他打量片刻陈青天后 睁开了一直闭上的眼睛 淡淡道 神威猴 陈青天 陈青天略带笑容的点点头 罗英烈笑了 轻声道 最近你的名声很大 我不怀疑你的实力 说实在的 我很想试试 能不能在你手上接一招 陈青天语气平和道 你既然这么问了 我可以给你答案 我全力一击 你戒不下来 罗英烈没有太过强烈的反应 但笑道 我自认为自己在东占大陆 也算不错的添交了 可对于你 还是有种无力感 你这样的高山 我还有机会逾越吗 罗英烈最后的问话 像是在问自己 他没有继续说什么 微微点头 礼貌性地离开了 陈青天不知道这人如何 但也没太放在心里 一旁的杨明国 若有所思道 青天 这罗英烈 和曹正兴不是一路人 但他这人平时也不怎么在 宗门里活跃 一向独来独往 个性很强 嗯 陈青天这时提醒到 杨教务长 要开始了 等一下你自己要小心 杨明国整理一下 大步向前 他迎战了他的对手 南华宗一名天象镜强者 而陈青天站在这里 很快就有人过来招呼他了 沈维侯 我是天赐学院的徐树生 我们学院副院长 请你上座观战 一名极为年轻的强者 过来邀请陈青天 好 陈青天自然看到了 这次来观战的朝城贵族不守 可是有资格坐在那观战台上的人不多 他是一等侯 又是天地圣才 自然有资格 而且还是在靠前的位置 观战台上 强者很多 陈青天没有一一去打招呼 一直走到天赐学院副院长张经脚身边才停下来 这位天地敬副院长 见陈青天过来 很是客气道 沈维侯 又见面了 没想到你有雅信过来助来 我们一同观战 看看我人族 又有多少天骄神才人物 陈青天礼貌道 张副院长 我这次不请自来 你别怪 我看下方这些人物 一个个都很不错 我们人族有这些强者 可喜可贺 哎 张经脚摇头叹息 可惜道 只不过这些人分属不同势力 力量不能一处使 要是人族势力联合向外扩张 四方边境就不会那么吃力了 哎 罢了 罢了 今天不说其他 就看看他们各自都有怎么样的表现吧 陈青天文言也坐了下来 眼神看向了杨明国所在的结界里面 整个大比赛场中 有几十处结界在战斗 到了此时 无论教师 道师 学生 道学生 一个个没有低于神丹静的 能留下来继续比斗的 多少有自己的手段 大部分是神才亚神才 各种神体展现 要不是被一个个结界拦截能量 恐怕这些汹涌的力量 会摧毁很多地方 陈青天大带扫射一下 其中最强者 自然是天赐学院那些天级教师 他们才是最可怕的 陈青天暗暗心惊 这等人物也上场 那其他学院 哪里有反抗的余地 但陈青天很快发现不对劲 因为其他势力 有些疑惑 于是向一旁的张经脚问道 这个势力学院争霸赛 没这么简单吧 我就知道 那慈兴宗道学院 平时是辛苦陀和扬明国管事 这次来的罗英烈 根本不属于道学院 我想其他学院也差不多吧 很多强者 都是他们各自势力挑选过来了 真要说来 这算是各宗门势力大比吧 张经脚面对陈青天的询问 也不卖关子 微微点头道 沈维侯 你说的没错 这学院争霸赛 是由我天赐学院发起的 本义也是为了各势力交流 对于来参加比斗的 是不是学院之人 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陈青天听后 也没有多说什么 笑了笑 张副院长 你这么说 我也明白了 此刻 他已经在观看 杨明国的赛场了 这杨教掌 还真是厉害 陈青天忍不住夸赞起来了 这么多节节战场 杨明国那里 不是最精彩的 但 的凶猛 让人印象深刻 强大的神体爆发 浑身被蓝盐包裹 无敌战役涌现 气势恢弘大气 他的对手 那名天象敬亚神才 虽然比杨明国高了一个大境界 可没有 占到什么优势 全场厮杀的都很激烈 外围有厉害的人物在一直盯着 就连这张金角 也全程关注 不希望出什么意外 越来越多的节节战斗结束了 输了 赢了一目了然 没有太多的扯皮 其实这样的大战 事先也说好的 当用出厉害手段后 还是不行 那就应该主动认输 不能燃烧血液寿命 更不能同归于尽 那样毫无意义 也是一种输不起的表现 这其中 陈青天也发现不少奇特的战斗方式 一名长山文人打扮模样的强者 浑身散发出独特气息 嘴里似乎在念诵上古诗句 一道道从虚空生出汗海力量 杀得一名魔宗空欲净强者领域破碎 很快就主动认输了 或许注意到了陈青天脸色的变化 一旁的张金角 随着他的眼光看去 之后解释道 神威侯 那名如此攻击方式的强者 是属于文学院的 他们从上古书典当中 误出天地力量 杀气不重 但这种力量也极强 杀伤力你也看见了 陈青天点点头 小声道 这么说来 文公圣帝不光在朝堂上 有巨大的话语权 他们本身力量也很浓厚 张金角不屑道 神威侯 你说得不错 文公圣帝在大下帝国 拥有很大的势力 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他们那里就变质了 信奉大道理和仁义道德 没有一点开阔进取的精神 只会在人族里面 扩充他们的影响力 妄图左右帝国一切决定 陈青天从张金角嘴里 感受到他的不满了 可他这几个月 待在帝皇城 知道这文公圣帝 在朝堂上的影响力 看了看左右 陈青天还是好奇问道 张副院长 文公圣帝这么做 帝国好像有在纵容他们啊 张金角冷哼一声 也不怕别人听到 直接问道 之所以会这样 神威侯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吗 陈青天一愣 他不傻 短暂的总结 他就明白了 文公学院能在大夏帝国一步步做大 是因为他们符合帝国的利益 那里培养出来的人物 几乎全部效忠帝国 他们所宣传的思想 对帝国的统治十分有利 尤其是大夏帝国内 各种势力错综复杂 那些家族势力还好 多少认同帝国的统治想法 可那些宗门势力 要的是自由 是独立 甚至是想凌驾帝国之上 明白这些后 陈青天也没多说什么 笑道 张副院长 我明白了 文公圣帝的理念 和我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我对他们没有好感 当然 他们对我也不爽得很 张金脚也笑道 沈维侯 所有我说 别在乎那些人说什么 你就自己该做的就好 陈青天就是又注意到 不光文学院的强者战斗 独特厉害 那佛学院来的强者 野堂特点明显 他们外形就很好区分出来 铺头青衣 有些头上有戒霸 他们的战斗方式 极为拉风 各种颜色 大放光明 最后 陈青天把目光移向 杨明国所在的结界 他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杨明国赢了 可赢得一点不轻松 那没回复神丹 他场中使用了 最后也是 受了不清的伤 对手也没想死拼 一天的大笔结束了 前百教师和学生 全部出现了 而杨明国下一轮对手 也揭晓了 是一名空欲镜强者 他只能放弃 没有战胜的可能 陈青天不得不感叹 这次棋聚的时候 强者 真的是多 连续几天大战 陈青天看到了 这些神才人物的本事 不光拥有神体 各种能力远超同镜强者 个人战前摆出来后的第五天 终于角逐出前十了 十名教师 有八名通天境界强者 其中有六名 属于天赐学院 十名学生 全部都是神才 其中有三名 是空间镜强者 余下的 都是空欲镜强者 在此之前 杨明国找到了陈青天 他心情似乎不错 大笑道 青天 有个消息告诉你 陈青天心里一动 笑着说道 杨教务长 有什么事情 你就说吧 哈哈 杨明国哈哈大笑道 青天 我把你的事 跟天赐学院这样 副院长说了 关于你参加学院争霸赛 张副院长说 没问题 他允许你 明天参加学生比赛 哦 听到这些话 陈青天大感意外 他从比赛一开始 就没有参加 现在都角逐出前十名了 他才去参加比赛 难道别人就没有什么意见吗 天赐学院同意 其他学院同意吗 陈青天果断问道 这样也可以吗 杨明国点头道 对别人来说当然不可以 但对你 完全有这个资格 直接晋级到这里 只要天赐学院副院长同意 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所以明天的比赛 你可以参加了 到了这里 陈青天也没有多想 哈哈大笑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参加吧 明天我就下场 会会这些各学院的 各势力的厉害人物 我想 也有很多人怀疑我的实力 我也让他们见识见识 我这神威猴 我天地圣才是不是吹出来的 杨明国大笑道 青天 你这次要是代表我们 慈心宗道学院出战 那这个人情太大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 陈青天嘴角一笑 杨教务长 我倒有个提议 听到陈青天这么说 杨明国随口问道 青天 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 就直说吧 陈青天上下打量着杨明国 没有第一时间开口 他带着杨明国 来到一处无人之地 陈青天突然开口问道 杨教务长 我不知道 你是怎么加入慈心宗了 不过那曹正兴 真的值得 你为这样的宗主付出吗 杨明国没有意外 陈青天这么问 他脸色淡然 缓缓说道 青天 我加入慈心宗 是因为我那师父对我有恩 我所做的一切 是希望慈心宗道学院更好 为宗门吸纳更多厉害人物 可不是为了那曹正兴 顿了顿 杨明国又补充道 青天 我知道 你和曹正兴的仇 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化开的 可我还是希望 你别牵扯到整个慈心宗了 陈青天点点头 表示理解 接着道 杨教务长 我能这么厉害 你师父林耀天 知道一部分原因 其实我告诉你 也没关系 我能杀伐一切妖魔鬼怪 转化为宝物 提升自己的实力和境界 杨明国文言 眼中若有所思 但也不是太惊讶 只是感叹道 青天 这就是你的秘密吗 真是让人羡慕 到了这里 陈青天直言道 杨教务长 你的实力和人品 那是没得说 我想问你 如果我愿意 和你一起共享这个秘密 你愿意吗 这一刻 杨明国终于动容 眼神急剧收缩 呼吸也乱了 可他还算冷静 沉默良久 才开口道 青天 你的这个提议 太让人心动了 可我也知道 一旦我接受 我自然要付出同等代价 我杨明国 恩怨分明 随意洒脱 我可以和你是朋友 但我不想受任何人摆布 再说 我对慈心宗有感情 虽然我也厌恶曹正兴的一些所作所为 可也不能背叛宗们 这是我的坚持 青天 希望你能理解 哈哈 陈青天大笑 杨明国人品真是没得说 他第一时间忍受出了这种巨大诱惑 可陈青天不死心 继续劝道 杨教务长 你的行为值得敬佩 可我也不是小人 我们可以做朋友 可以做兄弟 就算我让你享受这个秘密 我也不会控制 你自己做不愿意做的事情 这样说吧 我也不仇恨慈心宗 只要我到时候收拾曹正兴 其他人不反抗 我不会滥杀无辜 而且 那种人物当宗主 真是败坏宗们 如果你实力上去了 到时候由你掌管慈心宗 从此规矩你来历 带着慈心宗 走向更高层次 岂不美好 听到陈青天这一番话 杨明国浑身一震 随即笑道 青天 你也真敢想 我或许能当上慈心宗宗主 可想要在里面真正的做主 怕也没那么容易 作为东占大陆五大道宗之一 你可不要把慈心宗想得太简单了 陈青天当然知道 慈心宗很强 那老宗主就不是他现在能对付的 不过他还是追问道 杨教授 那我的这个想法怎么样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杨明国一叹 青天 你这么说 我真的很心动 我怕到时候屡不清楚和你 和慈心宗是什么关系 你容我想想 陈青天也没有多说什么 点头道 那好 杨教授 接下来 你就准备看我表演吧 嗯 杨明国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去了 陈青天默默看着 知道这人是真君子 天字学院比赛现场 今天是人潮汹涌 前来参观的人数 一百万计 高台之上 最尊贵一人 莫过于大夏帝国皇帝鸡断玉 这种日子 他也来了 不过看起来很随意 没有过多的护卫和排场 陈青天也被引导来高台 虽然他今天也有资格下场 可他身份 让他更随意 来的人不少 陈青天一眼看去 很多有身份的人都过来了 大夏帝国那些重量级朝臣 各种侯爵公爵 皇室成员 全部来观看最后的比赛了 陈青天一过来 不少人注意了 让人意外的是 大夏帝国皇帝最先出声道 沈维侯 你过来 陈青天笑着走了过去 是有段时间没见到这皇帝了 他刚要表示跪拜 降盛大帝阻止道 陈青天 今天我只是作为官吏人来的 这不是朝堂 不必客气 陈青天等的就是他这句话 嘴里见了就好了 降盛大帝高兴道 陈青天 我可听说了 你今天要以慈兴宗道学生身份 参加这学院争霸赛 也因为这样 我才过来 要不然 我只会最后一天来看看 呵 陈青天略带受宠若惊的表情 大声道 皇帝 我确实有慈兴宗道学生这个身份 同时也想和这些天骄切磋交流一下 皇帝 你能过来观战 青天觉得很荣幸 哈哈 降盛大帝又道 我帝国神威侯年纪轻轻 必定是力压个学院天骄 陈青天刚要说什么 远处一道声音响起 神威侯好威风啊 仗着圣财资质 拥有圣体 在这神圣庄严的学院争霸赛里 破坏规矩 说话的人 正是帝国卢家家主 他这种时候 不放过讽刺的机会 陈青天也不给他脸 杀气腾腾道 你不服吗 那你也可以下场 我给你机会 此话一出 周围人一惊 没想到陈青天敢这么说 皇帝也没有第一时间说话 似乎有心看热闹 卢家家主脸色一下黑了 咆哮道 你真以为我打不过你 要不是你是皇帝清风的神威侯 我倒想和你定下生死战 陈青天来了兴趣 大笑道 好啊 那就生死战 我要是说了 这圣体送你了 接着他又对皇帝道 还望皇帝成全 我愿意和这人死战 降圣大帝没想到陈青天 如此有信心 这么疯狂 他摇头道 好了 权当你们是开玩笑 真要生死战 谁出事我都不愿意看到 暂且打住 卢家家主闻言 冷哼一声不再出声 周围不少人大失所望 他们可真想陈青天 和这卢家家主杀上一场 陈青天也和和冷笑 用挑衅的眼神盯着那卢家家主 让对方恨得牙痒痒 可又没办法 两人终究没有大战机会 而赛场上也准备开始了 天赐学院副院长 本想让皇帝说几句话 可被拒绝了 于是乎 张金角站在最显眼的高台 大声道 这次学院争霸赛 前十名排名结束了 你们这些教师和学生 可谓是大下帝国最优秀的天骄强者 今天比赛继续 在此之前 你们应该知道 到学生个人比赛 我们临时加入了一人 这件事情 是早就定好的 他也有资格在这里插队 这次争霸赛 不光我们天赐学院 拿出巨量奖赏 皇帝也说了 前三名者可得到弃 天级绝品丹药 天级功法神通 现在开始吧 说完这些 张金角转头对陈青天道 神威侯 你也要抽签选择对手了 陈青天面无表情 从高台之上 脚踏虚空而行 观战百万人 目光全部放在他身上 无数人议论纷纷 看 那就是帝国兴风的神威侯 不到二十岁 真年轻霸气啊 这神威侯 据说杀妖族数百万 是杀神啊 天地圣财 真是可怕 我感受到他好强 那个学院最强的十名学生 未必都是真的学院学生 本来一个个傲气十足 但见陈青天身上气势时 一个个如临大敌 陈青天的传说 他们如雷贯耳 有本事斩杀妖族那么多空间镜 天骄神才 这世价不了 对于陈青天 突然来跟他们比斗争霸 很快有一名空间镜神才站了出来 嘴里倔强道 神威侯 你虽然说 以前是雌星宗道学生 可现在已经不是了 你来参加学院争霸赛 还半路加入 我们不多说什么 但这对我们来说 多少有些不公平 我将杭山自认为同等境界无敌 但同样空间镜的你 是天地圣财 领悟十道高级亿 这里谁要是和你单打独斗 必败无疑 你不说些什么吗 不少人听到这些质疑的话 也纷纷表示 陈青天这样 是有些欺负人了 谁能是他的对手 眼见大家如此 陈青天有些好笑 没想到这种时候 没有人轻视他了 从这里看来 他的身份地位逐渐提高 名声受到众人敬畏了 到了这里 陈青天也出声了 大叫道 那我就说说 今天我加入比赛 已经成为定局 你们质疑 已经没有意义了 但我也不欺负你们 学生前十的强者你们听着 我今天要一起 挑战你们全部 第一的位置我要了 其他你们正 什么 听到这震耳欲聋的声音 所有人被震撼了 这神威侯 又是这么霸气 要一人挑战各学院 实力最强实名学生 就如同当初挑战 妖族那些天骄强者一样 高台之上 皇帝眼中放光 他对陈青天 是越来越欣赏了 天赐学院副院长张金角 脸上带有满意的笑容 不断点头 一旁的一名天赐学院高层 疑惑不解地问道 张副院长 你怎么允许这神威侯 陈青天 参加这次争霸赛呢 他一出手 我们学院 那些学生 根本没有办法获得第一了 不过 他也太狂了 还想一人战十人 这十名学生 我们天赐学院 可是占了八人 他们配合一起 通天竞强者都不是对手 他真能赢吗 张金角眼中炯炯有神 胸有成竹地回答道 志兴 这陈青天如何 我们大家 心里都清楚 我就是要把他推上去 这不光是我的意思 也是院长他老人家的意思 我们东占大陆人族 这大下帝国 这一代 也需要一个标志人物 陈青天出现了 实际刚好 他的行为和思想 完全符合我们想法 他就应该是这些 天交人物的领头人 今天是他确立地位的一战 我相信 他能压服这些神才 我们拭目以待吧 这天赐学院高层 听到张金角这么说 心中震惊不已 语气艰难道 副院长 你说 你和院长都选中了他 让这陈青天 成为这一代灵魂人物 他真的行吗 我们天赐学院不仙武 他可是亚圣才 假以时日 一定能修炼出圣体 到时候 由他成为这一代领军人物 不是更有利于我们学院 张金角文言摇头道 志兴 仙武太傲气了 太孤立了 跟陈青天比起来 他呀 不说也罢 可是 这人还要说什么 张金角打断道 志兴 我们天赐学院的宗旨是什么 你们一个个现在这么短是傲气了吗 陈青天这次半路杀出 我其实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要借他之手 沙沙学院这些神才的傲气 让你们都知道 什么是人外有人 你们的强大 跟真正的天地运气强者比起来 不值一提 这个月更新有些不稳定 确实有事 但保证不断更 谢谢大家支持 能在纵横中文网订阅的兄弟 我万分感谢 要是不愿意 七毛中文网看也可以 但记得给个好评 谢谢了 天空中 陈青天豪言壮语放出去后 所以人议论纷纷 有人认为他有实力 打赢十名神才强者 也有人认为他太狂了 以一人之力 独占这些天骄 必败无疑 十名学生强者 都你是简单之人 他们群情激愤 一个个面带不服之色 但也只有三人开口道 沈维侯 你要同时战 我们十人 我天字学院规见其同意 我原神教神学院修展员也同意 我天字学院江杭山没意见 这三人 全部是空间净强者 就近见而言 不比陈青天差 都有绝强手段 陈青天见其他人没有说话 继续加大力度道 哦 就你们三人这么干脆吗 看样子 其他人不敢和我动手 那好 你们要是连手赢了我 这把天字剑 你们这些人可以随机抽签获取 说着 陈青天拿出道气天字剑 随手一扔 扑呲一声 插入地面 场中无数人见状 纷纷动容 这天字剑 可不是一般道气那么简单 还是荣誉身份的象征 陈青天拿出它 谁不动心 这还没完 陈青天继续道 为了不让别人说我欺负你们 我不会动用任何高级 只要你们能破我的不灭圣体一次 就算你们赢了 如何 陈青天信心满满 又给好处 又降低难度 可谓不停刺激他们 如此有利条件 十名学生动心了 按理说 就算陈青天不拿出好处 不收敛力量 他们还是要和这神威猴打 而且是单个打 现在 拿出这么多福利 还说不动用意之道 主要破了一次圣体就算赢 众人再也绷不住了 陈青天的不灭圣体 对很多人来说 已经不是秘密了 这种圣体 那是可以不断恢复 受到再大打击都没事 就算身体碎掉 也能重组 变态得很 这时 那元神叫休展员最先开口 眼中一光一闪 大声问道 神威猴陈青天 你果然是个人物 我不服都不行 你都这样说了 不知道敢不敢让我们用刀气 组成一个整体大阵 这样的要求一出 场外所有人一阵唏嘘 十名神才 三名空间净强者 七名空域净强者 用刀气组成群体大阵 力量连成整体 能发挥出来的杀伤力 绝对是原来的几倍 防御力更是离谱 这样的大阵 让人根本没办法一个个击破 只能以绝对实力压制 没有在乎别人的尖叫 陈青天满脸笑一道 没问题 你们使用盗气完全没问题 只要不是极品 绝品盗气就行 今天我们点到为止 你们可以拿出最厉害的手段 但不能消耗寿命和身体血气 当然我也一样 好 战 我们愿意和你一战 杀 请神威猴赐教 这一刻 十名学生强者战役高昂 纷纷求战 信心满满 那好 陈青天也极为兴奋 强者寂寞 对手难寻 这些学生强者 一个个是真的天之骄子 年岁都不算大 就算在大宗门里面 那也是有当宗主赴宗主的资格 其实他们这个学生身份 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标签 不算什么 如今都这么有战意 这才值得他出手 陈青天大方走入结界 独自面对十名强者 这结界十分强劲 是天地尽大能强者布置的 外面还有不少强者维护 让人可以安心在里面厮杀 杀 陈青天一进来 这些人当中 一人立马拿出一剑道气 这人就是那元神叫修斩元 他兴奋道 诸位 虽然我们也是对手 但此时应该是团结 我们要是能合力压下圣财人物 不说好处 名声也能大振 更能加大我们修炼信心 说不定能破镜 我希望大家都能拿出真本事来 哼 有人冷声道 还有你说 神威侯陈青天最近名声太盛 我真不相信他不到二十岁 今天我也想亲身体验一下 他到底有多强 我也一样 杀拜神威侯陈青天 以他的生命 成就我们的大名 好 组阵吧 哼 在那剑道气加持下 十名人族天骄强者 组成一个圆形大阵 所有力量联合一起 不断加大 越来越强 他们没有客气 最强力量全部使用出来 都知道面前的陈青天是大敌 陈青天见此情况 双手张开 仰天大笑 随即 他身体发出五光石色 庞大的星空领域显现 突然双手一合 整个天地生出一股 让人窒息的恐怖力量 他这一招施展 身体所修炼的所有神通 组成了神通大阵 双方力量顿时搅在一起 看谁能压过谁 整个结界内 异象连连 但同时 眼尖的人也发现了 陈青天用出这股力量 究竟是什么 那天赐学院学生江杭山 眼神惊恐地大叫道 神威侯陈青天 他一个人组成的神通大阵 怎么会这么强 不可思议 不 这里面到底有多少种神通 有一百多种吧 元神教修展元 也同样颤抖的吼道 不会错的 大恐怖 他修炼了一百多种神通之大成 而且绝对有石门是大神通 这是何等悟性 何等的修炼圣才 其他神才强者也叫唤道 修炼如此多神通大成 需要花费多少年 才能到有这种程度成就啊 我不相信 杀 猴 所有的人在这一刻也癫狂了 疯狂地冲击陈青天 想要打破他的神通大阵 高台之上 真正的强者 也看出问题来了 本以为陈青天 不用石道高级异 不燃烧血气寿命 他那不灭圣体攻击力 不足以对抗 十名神才强者 所组成的群体大阵 可是万万没想到 陈青天爆发出来的领域 让他们胆战心惊 同时施展的神通 也让人意想不到 大夏帝国 降圣大帝脸上 也露出了精密 这东占大陆的事情 各种隐秘 他知道的太多了 不到二十岁 居然能把这么多神通 修炼到大成 这是任何人 都没办法想象的事情 哪怕是一门小神通 哪怕资质神才 想要修炼师大成 花费的时间 也要以年纪 更别说 那天极大神通 不但需要耗费极长的时间 还需要有一定的机缘物性 更难得的是 一般的势力宗门 也根本就没办法 传承这么多的天极神通 陈青天所修的每一门神通 等级都不低 威力都很独特 甚至很多有见识的强者 都没有见过这些神通 没有人想得到 陈青天究竟是怎么 把这些神通全修炼到大成的 就是他是圣财 也不应该有这等本事 他们当然不知道 陈青天有仙武宝库 可以兑换领悟丹和回复丹 只要舍得用血气值 修炼一天 抵得上百天 而且他修炼的神通 都是曾经仙武界的神通 虽然是同样的等级 可是威力更猛 更加精妙绝伦 整个结界里面 完全被力量充塞了 陈青天也不得不惊叹 这些人族天骄 一个个都有的超乎寻常的力量 单个拉出来 那也是响当当的厉害人物 他十门大神通和一百多门小神通 这么强大的力量 组成的神通大阵 还有星空领域 都压制不了这些人 陈青天也不得不承认 他们联合一起 确实可以跟自己扳手腕 而这十名人族神才强者 一个个也已经面容扭曲 任谁都能看出来 他们的愤怒和不甘 他们这十人 虽然有空间静 有空欲静 但其实谁也不负谁 这一刻 他们难得的团结在一起 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对手 一个个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 动用了最强力量 杀破陈青天的神通大阵 他们此时也明白了 这纵横妖族地界 杀败妖族的神威猴 真是强大到让人难以接受 这还是 他没有动用十道高级翼的情况下 当然 他们不清楚 陈青天已经不是只有 十道高级翼那么简单了 他身上的力量 是别人想象不到的 他的破碎权益 已经达到了神级 要是使用出来 这些人根本抵抗不了 全部会被撕成碎片 而且 陈青天身上的血气值 完全可以让他领悟更多 更高级的一支刀 高抬之上 那卢家家主见陈青天一人杀的 十名神才苦苦支撑 他心里已经翻江倒海 产生恐惧了 内心默默道 这小禽兽 强大这种地步 如今双方结仇了 看架势 想要和谈不可能了 那么就只能毁灭了 现在就这么厉害 完全能占通天境强者了 要是再让他进步 那一般天地境强者 都没那么容易拿下他 这样的话 只能找机会 请老祖对付他了 就在他暗暗下决心的时候 结界战场里面 又发生了变化 陈青天在不愿意 暴露更多信息的情况下 突然沟通天地 他天地圣财资质 好处也出来了 死后 无数力量开始涌现 周围变动 空气凝固 让人身体发紧 不好 十名神才强者 一个个脸色巨变 没想到陈青天 还有这种手段 天地圣财 真不是他们能对抗的 眼见陈青天认真动手 高抬上那些强者 也一个个感觉到心迹 这股天地力量 那些通天境的强者 感觉特别明显 陈青天能动用的天地力量 不比他们少 虽然陈青天没有达到通天境 但能动用这个境界的力量 跟他们比不差什么了 更何况 这少年还有太多的手段 没有使出来 别人也知道 这位圣财人物 不会那么简单 哄 整个结界 开始出现裂痕 内外的力量 反复冲击 十名人族天骄 哪怕有各类神体保护 实力弱一点的 身体也已经渗出血来 在力量的比拼上 他们已经在苦苦支撑了 一个个身体 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极限 他们可谓是手段齐出 接下来除了透支生命和血肉 都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但这样的战斗 事先就说好了 大家不能这么拼命 可真到了这个地步 他们也杀出真火 死不放弃 有人就算拼着受伤 也要维护 他们各自的尊严 元神教休展员面部 已经变形了 他操纵到气 双手握拳 突然朝天怒吼道 大犯天神 借我力量 哼 作为元神教的强者 他能沟通冥冥之中的神灵 借助力量 这一刻 他的争强好胜之心 已经达到了顶点 再也不管不顾了 哪怕凭着身体损伤 他要做出最后的反抗 其他神才强者 也几乎把牙咬碎了 感受陈青天身上的天地力量 对他们的威胁 这些人心里清楚 不想现在认输 除非动用特殊手段 付出代价 否则根本抵抗不住 有几人也纷纷眼红了 愤怒吼道 我服慈悲 佛力加持 诸天神尊 请听我言 轰轰轰 天地间 各种力量降临这个世界 这些神才人物 一个个身体气息暴涨 变化形态 双方战斗的结界 在各类力量冲击下 再也支撑不住了 咔咔就要破碎 周围观战的人 感觉这旷式战斗 要进入高潮了 一个个陷入癫狂 不带眨眼 想要知道结果 更想在这样的战斗中 有所领悟 而这个时候 高台之上的天赐学院 副院长张金角 却脸色巨变 大喝道 随我维护结界 说吧 他身体消失 接着出现在结界外围 庞大的天地力量 也向结界里面涌入 他用强大的力量 支撑这个结界不破碎 其他一些通天境强者 也纷纷冲入结界四方 往里面注入力量 这样才把结界 重新维持起来 不停加固 而里面所有的力量 相互碰撞 彻底失控了 无处发泄的力量 把11个人完全包裹 犹如压缩大爆炸 砰 恐怖闷响 让结界里面十大天骄 如同旋转螺旋一样 不断地变换方位 他们身体弱一点的 已经有重伤的事态了 但陈青天眼神幻灭 在这风暴中 他微然站立不动 任由各种恐怖的能量 冲刷他全身 甚至他还奋出一股力量 护住了几名身体 即将崩裂的神采 沈维侯 必须把这股力量宣泄出去 结界外围的张金角 眼神凝重地望着陈青天 好 陈青天大喊一声 明白他的意思 接着他配合外面的张金角等人 同时把里面的力量泄入天际 凶 这一刻 以天赐学院为中心 整个皇帝皇城大范围 陷入了天黑大幕 如此可怕异象 让数千万上亿的人 陷入了恐慌 这一战 注定会被载入 东战大陆的记录 当阳光重新照射开来 天空当中 陈青天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 其他十名神才强者 超过一半 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 另外一半还能站着的 但他们 看陈青天的眼色 已经不对了 那元神教修展元 更是语气复杂道 沈维侯 我们根本没办法战胜你 天赐学院江杭山野后爬道 沈维侯 刚才多亏你手下留情 帮了他们 要不然 哎 我服你了 另外几名天赐学院空欲镜强者 也纷纷表示认同福气 同时 也感谢陈青天 在大战最后出手护住他们 要不然 他们伤得更重 有死亡风险 对于他的强大 没有任何人再去质疑 只是惊叹他的恐怖 高台上的祥胜大帝 也忍不住站了起来 眼睛正正地望着陈青天 嘴里喃喃自语道 这就是圣财的强大吗 这陈青天展现出来的力量 似乎比很多点集里面 记载的圣财还要可怕 当年纪无双先祖 以圣财资质 再度忠心我大下帝国 这陈青天 难道比当初的纪无双先祖 还要厉害吗 就算圣财当中 他也属于顶尖了吧 这要是成长起来 我能控制他吗 他心里已经产生了疑惑 随即摇摇头 眼神坚定起来 他是谁 他可是大下帝国的皇帝 掌握数千亿民众 生死存亡的存在 再说 他饥黄式的力量 可以压服整个大下帝国 甚至是整个人族 陈青天的强大 彻底征服了在场所有人 这些大下帝国的高层 亲眼所见之后 陈青天的名声 也得到了真正的认可 他已经不是某某一地出名的强者了 而是大下帝国 是东占大陆整个人族 一个代表性的强者了 再也不会有任何人怀疑和质疑 甚至那些通天境强者 也不认为生死战之下 他们能够战胜陈青天 理智的人都知道 陈青天已经有杀死 通天境强者的本事了 远处关战的杨明国 也彻底被陈青天的 强大震惊了 只有亲眼所见 才能明白内心的震撼 他心里默默叹气 这不正是他所追求的强大吗 这少年身上的秘密 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这一刻 内心动摇了 而他身边的空欲镜神才罗英烈 更是失魂落魄地说道 杨教务长 今日一战 我认为陈青天绝对有资格 成为天地境之下第一人 他的强大 我们这些神才人物 已经没有资格跟他争雄了 想不通 为什么东战大陆 会出现他这种人物 杨明国文言也苦笑道 可能很多天骄人物会这么想 与他生在同一时代 是幸也是不幸 不过我们应该庆幸 他属于我们人族 陈青天的人品 还是可以的 这也是一种幸运 不过 他对你曾经的师父 那可是恨之入骨 假以时日 我们慈心宗 还是有麻烦的 哼 曹正希 罗英烈提到这个名字 眼中也闪过一丝恨意 杨明国看着 被众人围观的陈青天 他心里也暗暗下了决定 赢得这场战斗的陈青天 并没有耀武扬威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 想要靠近他 他就想走了 可惜马上就被张金角叫住了 青天小友 今日一战 你也算让大家 见识了天地胜财的强大 这十名神才强者 自然是输了 你赢了 看这情况 他们也很难继续比斗了 张金角极为满意地望着陈青天 这时候说道 青天小友 不知道你想不想见见我们院长 他应该有些事要跟你说 陈青天听到这话 心里一惊 天字学院的院长 那可不是一般的大能强者 这种人物要跟自己说的事 肯定不是一般的事情 也许去了之后 有一想不到的收获 陈青天就是轻轻地点点头 笑道 张副院长 能去见这等人物 我当然愿意 呵呵 那好 我先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好 张金角就想处理接下来的事情 可这时候 谁也没注意到 那高台之上 祥圣大帝本来也想招陈青天过来 可此时 他不知道收到了什么消息 脸上出现了强烈的恐惧 突然 他转身就要走 但一下止步 同时对身边的人说道 学院争霸赛 暂时停下 那个重臣 全部跟我去大地宫内殿 想了想 他又转头看向远处的 陈青天和张金角 示意他们过来 等两人过来后 他小声道 神威侯你也来那店 天赐学院 也要派代表过来 有极为重要的事情要商量 所有人见皇帝如此严肃地 叫他们去商量事情 大家也知道了 大下帝国有大事发生了 就是不知道是重要的事情 让这位几十年不怎么上朝的皇帝 如此急切 陈青天有些错愕 不过他 还是跟上了 他心里也有不好的预感 似乎真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张金角见皇帝这副模样 张嘴想要问什么 不过还是忍住了 作为天帝尽强者 对皇帝都不需要行礼 而且他天赐学院 跟帝国中央关系 本来就复杂 今天他要主持学院争霸赛 又想带陈青天见院长 可见皇帝如此神态 他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对身后的人简单吩咐道 皇帝发话了 看样子真有事情 学院争霸赛暂且停下 知心 这些受伤的神才学生 你等下拿出学院最好的疗伤丹药 尽快让他们身体恢复到全胜状态 我去一趟大地宫 是 周围不少学院强者 纷纷表示同意 开始安排大赛一切 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好好的比赛 就这么停了 不少各势力强者 一些普通朝臣 看见大夏帝国皇帝 和一众内阁重臣 甚至还有那刚刚大出风头的陈青天 那天赐学院副院长等人全部离开 他们摸不着头脑 但有少量人若有所思 知道出大事了 至于那些普通观战的人 就完全不明白 是怎么回事 还以为陈青天 打伤了十名学生神才强者 导致争霸赛 没办法正常开战 但这一切 自然有专门的人处理给出解释 陈青天很快和一杆重要的朝臣 来到了大帝宫的内殿 这里面聚集了上百人 帝国宰相 中央大元帅 大将军 各公爵 亲王 每一个人都全是滔天 本身境界也极高 陈青天虽然个人实力可以 但侯爵身份在这里算垫底的了 所有人安静地在这里 等着降盛大帝 因为这皇帝一回大帝宫 就不知道去了哪里 他们这些人只能在这里等 过了好长时间 这位大夏帝国的皇帝 他完全黑着一张脸 似乎发生了天大的不好事情 见皇帝出现 大夏帝国除皇帝之外 最有权势的内阁宰相文学圣 最先出生 他极为小心地问道 皇帝 究竟是何事 让你这么急地叫我们过来 文学圣确实很疑惑 这次过来的人确实有些多 而且都是大夏帝国帝皇城 重量级人物 其中 还有平时不管是的帝国强者 不光是他 其他人也紧张地盯着这位皇帝 降盛大帝在众人奇怪的目光中 也艰难地开口了 就在刚才 我姬皇室 先祖姬无双 告诉了我一件事情 啊 听到这话 不少人浑身一震 姬无双 那可是三千年前的圣财 当初 他把即将破碎的大夏帝国 重新整合起来 是真正的帝国中心圣财 他已经一两千年没有露过面了 很多人都认为他 已经不在这个世界 如今 听说他传来消息 那必然还是在这个世界 只不过没人知道 他到底有多强大 陈青天听到这个名字 也极为向往 三千年前的圣财人物 传说中存在 现在到底是什么境界了 帝国大元帅杨武国 脸上急切地问道 皇帝 姬祖到底给皇帝 你传来什么消息 让你如此势态 降生大帝闭上眼睛 似乎浑身无力一般 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 天赐神山的魔物封印破了 什么 这句话一出 一声巨大的惊吼响起 这人眼里充满恐惧 大声问道 皇帝 你说的是真的 地底世界的封印破了 这怎么可能 陈青天不可思议地看了过去 这大叫的人 居然是天赐学院副院长张金角 那什么地底世界 什么魔物封印 能让天地尽强者 感觉到恐惧 陈青天心里也是直跳 难以想象 那里面到底封印了 怎样的恐怖存在 这一百多站着的人物 有不少人甚至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明白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但同样也有十几人 眼中出现过恐惧的神色 他们纷纷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不断地向这皇帝询问道 皇帝 那些魔物出来了吗 我们赶紧召集帝国所有的强者 抵御魔物啊 怎么封印就破了 祥盛大帝苦笑地摇头道 你们放心 姬无双先祖早有准备 他正带着护国强者 在封印边缘抵御地底魔物 封印虽然是破了 但暂时只破了一条裂缝 还没有到万分危急的时候 可就算是一处松动 也极为可怕 已经有不少魔物 要冲出到天赐神山了 我找你们过来 就是要商量 我们应该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听到这个消息 明白事情严重性 所有人紧张的心情没有放松 封印破了 但又没有完全破 危机是真实存在的 文学圣作为帝国宰相 他当即出生到 地底魔物现世 这是帝国灾难 想要隐瞒下来 恐怕不可能了 围巾之际 只有招呼帝国那些隐藏强者 重新布置封印 在此之前 我们必须下达紧急征召令 动员各势力强者 前来预防抵御魔物 他话音落地 帝国中央大元帅杨武国 也大声道 皇帝 文宰相说得不错 魔物出现 是整个东战大陆的危机 现在四方外族 肯定不会来帮忙 说不定还会趁火打劫 危难之际 唯有联合我人族 大下帝国所有势力 才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祥盛大帝脸色阴暗 白白手说道 姬无双先祖 已经准备重新封印了 你们全部去准备 我已经派出帝位军团中具 左军 右军前去抵御魔物了 但这些实力远远不够 各家族 各势力 要拿出一套方案来 杨老 你是帝国大元帅 应该统筹各地势力 派遣强者过来 我会下达旨意 动用最高等级的天赐征召令 说完这些 祥盛大帝表情 突然变得很利起来 最后大声道 此等关键时候 谁不停从帝国调令 当即刻诛灭 遵命 这些帝国重臣 一个个神情严肃回答 祥盛大帝 开始把一些任务分配下去 而这些重臣强者 也开始陆续下去准备 等分配好一切之后 这些人一个个离去 陈青天依旧安静站着 祥盛大帝见他这样 勉强露出一丝笑意道 陈青天 你是圣财 今天各学院争霸赛 尼利亚各势力添交 成为人族这一代之罪了 陈青天默默听着 也不说什么谦虚话了 他知道这祥盛大帝 要他干活了 果然 这皇帝接着说道 帝国已经出现危机 你也要出力了 从今天开始 你就暂时归帝国大元帅 杨武国管辖 接受他的统筹 明白吗 陈青天心中 虽然有很多疑惑 但还是拱手道 遵命 对于陈青天的态度 祥盛大帝很满意 不多时 陈青天也离开大帝宫 就在他离开不久 后面一道气息也跟了上来 陈青天顿时停了下来 等着来人 青天小友 请留步 来人是天赐学院副院长张金角 陈青天礼貌道 张院长 又见面了 我刚看皇帝独自留下你 所有先走一步了 哎 张金角闻言一声叹息 接着过来说道 青天小友 刚才我和皇帝说了不少事情 此次弟弟封印破裂 远比想象中的要严重 大下帝国大难来了 大难 陈青天心惊不已 小心问道 张副院长 所谓弟弟封印 魔物什么的 我看过那么典籍 似乎没有这方面记载 你能和我说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张金角知道陈青天会这么问 调整心态道 青天道友 这是说来话长 先随我去学院间院长 我路上跟你说 好 陈青天不紧不慢跟随 路上 张金角缓缓说道 在我们东战大陆之下 其实还有一个弟弟世界 在那不知道多甚的暗黑下方 有着可怕的魔物 他们的凶残 超乎你的想象 陈青天能感受到 这张金角语气里的紧张 他不由好奇问道 张副院长 那你接触过这些魔物吗 谁知道张金角摇摇头 苦笑道 我没见过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看过三万年前的影像 亲身感受过他们留下的气息 等下去到了我们学院 我们会让你也见识一下的 陈青天默默点头 这他是相信的 这些魔物可能真不简单 陈青天继续问道 也就是说 这些魔物已经三万年 没有出现了吗 张金角点头道 三万年前 大夏帝国开国的天赐大帝 带着东占大陆各族大能强者 合力把天赐神山的 弟弟世界入口封印 可如今还是破了 这次恐怕 没那么容易封印了 即便以纪无双的威能 也远远做不到再次封印 这样的传说人物 都完全不行吗 陈青天皱着眉头思索 那这事 应该轮不到他操心 不过他 还是想了解清楚 看自己能不能在这样的大难中 寻求机会 他当即说道 就算机无双那样的大能强者 解决不了 不是还有你们 这天赐学院吗 再说 各大宗门家族 不都有天地静大能强者 这些人联合一起 难道也不能从新封印 那弟弟世界入口吗 张金角没有马上回答 平静道 如果真有这么简单 那当然好 只不过 青天小有 你虽然年纪不大 但智慧不低 大夏帝国内部很多事情 你也了解不少了吧 陈青天淡淡一笑 心如明镜 这次弟弟封印破裂 对大夏帝国皇室来说 肯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了 暂时还不知道 事态有多严重 如果是轻微的还好 一旦形成系统性灾难 那些大宗门大家族 各大势力未必愿意出力 说不定还会落井下石 以此来摆脱大夏帝国统治 就算是陈青天自己 也没想为大夏帝国死战 只是想先去那弟弟世界入口看看 有好处就拿 不行自然就撤 留下有用之身 他当即表示道 张副院长 你是担扰 我们人族各大势力 会见机行事 不一定会第一时间出力吧 张经脚目光深邃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他赶上地说道 局势远比你想得复杂 那些老东西们 愿意现在来帮忙的 怕没几个 我担心的是 他们会不会联合起来 一起逼宫帝国 彻底分裂 我人族地盘 听到这些话 陈青天才明白 事情的严重性 可他的内心 并没有多少忧愁 反而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 天下大乱 对他个人来说 未必是一件坏事 只不过普通人就惨了 陈青天无奈地摇摇头 呵呵笑道 张副院长 真要是这样 你们天字学院 会帮帝国镇压他们吗 张经脚也同样笑着说道 青天小友 我天字学院 虽然也没那么听 大厦帝国中央的话 可是我们人族 在大厦帝国的统治下 这么多年还算安稳 四方外族虽然实有侵扰 可也一直没办法 杀入帝国内部 如果那些宗门和势力 想分裂大厦帝国 我们天字学院 还是愿意站在 饥黄室这边的 起码 我个人是这么想的 具体如何决定 等你跟我去见了院长 也可以问他 陈青天点点头 也不多说什么 这一切暂时来说 还是猜测 未必会这么严重 只不过有一种 不好的趣事了 两人凭借自身的速度 很快返回了天字学院 在张经脚的带领下 陈青天来到了一处 优美的山间 这里并不算 天字学院的内部中心 而是靠近边缘地带 当两人来到一处 大水潭边 张经觉指着前方 坐着钓鱼的人道 青天小友 前面那个 就是我们天字学院的院长 我刚回学院 还有很多事情要安排 你单独去见他吧 陈青天点点头 礼貌地说了一声谢谢 他便直径 朝坐着钓鱼的那人走去 以他的目力 不断地靠近下 也发现那人的模样了 他眼里出现了一些诧异 因为那坐着钓鱼的人 是一个少年 极为年轻 看起来比自己还要年少 看来这天字学院的院长 喜欢年轻的面孔 陈青天没有说话 在靠近这人不远的距离时 就主动停下来了 并没有上前打扰 他看着院长似乎在手大悟 那跟普通竹子做的鱼竿 又粗又长 陈青天看得入神 周围一切似乎都没那么重要了 画面极为和谐 一个普通少年独自垂掉 棒边一人看着 没有风 格外安静 天地静止 万物不动 陈青天似乎感受到什么了 全身心放松 极为平静 一直到那芦苇鱼飘动了 很明显 下方的鱼已经吃口了 也在这个时候 周围一切恢复正常 可那少年模样的院长 始终没有动 这一刻 陈青天心里十分的痒痒 忍不住出声提醒道 快提肝 种鱼了 听到陈青天的话 鱼竿总散起来了 嘶 鱼线破空声传出 让陈青天心中高兴 同时也证明 钓了一条大鱼 那少年模样的院长 单手稳住鱼竿 没有动用一丝法力 只见他手不停地左摇右晃 凭技术慢慢在溜鱼 这一刻 陈青天也忘了 对方是一名天地静强者 他就向旁边的一个观众 不停地开口说话 稳住 稳住 别给他跑了 拱起来 单子立直啊 碰 突然鱼线往后一弹 明显是断线跑鱼了 靠 陈青天一拍大腿 十分可惜地说道 鱼跑了 跑了吗 那少年模样的院长 转过头来 似乎十分欣赏陈青天 他出声夸赞道 在我身边试剑 你其实挺祥和的 真有一颗赤子之心 不错 陈青天文言也是一惊 他刚来时是有戒备的 可不知不觉当中 被周围气场影响 暴露本来星星 面前这位存在 真是厉害的可以 无形中影响了自己 不过刚才 他也不是没有收获 此刻心里明目了很多 切身感受了周围的天地力量 这对他突破通天竟有好处 他一诗里道 陈青天见过院长 多谢前辈指点 呵呵 这院长笑了笑 自我介绍道 我叫李二旦 不介意的话 就叫我二旦哥吧 李二旦 听到这名 陈青天一脸猛逼 犹豫了片刻 他还是小声地说道 这不好 我还是叫你前辈吧 晚辈陈青天 特来拜会 这院长李二旦 又打量陈青天好久 莫名其妙地出声道 陈青天 你很像我的一位朋友 他当初也来过天赐学院 不过我知道 他只是过来体验生活的 想一想 应该也有几十年没见了 陈青天听到这话 也没有多想 笑道 前辈 两个人长得像的事情很多啊 这没什么奇怪的 李二旦点点头 也是 也是 这时他突然问道 陈青天 我们东战大陆人族 也到了危机的时候 其实我是非常看好你的 我现在想邀请 你加入我天赐学院 任荣誉副院长 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 荣誉副院长 听到这话 陈青天顿时感觉到意外 他不解地问道 李院长 这有什么说法吗 李二旦旦旦地笑道 地底魔物封印破了 其实这事早有迹象 当时那姬无双 还想叫我去加固封印 可惜没什么用 事已至此 别人怎么做我不管 我天赐学院 一定会管这事的 我们绝对要杀入第一线 我希望你到时候 能带着我们天赐学院的 这些神才强者 人族妖孽天骄 去杀伐魔物 要是以你为首 他们活下来的机会很大 我已经算过了 他们跟着你 才是最好的结果 可能还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你也有资格带领他们 天地静之下 也只有你才能让他们幸福 威压全场 听到这些说法 陈青天犹豫了起来 他不知道 院长到底是怎么想的 自己跟他也是初次见面 都没说过几句话 他就这么放心 让自己管着那些学院强者 那些神才人物 难道他 真能掐指计算天机 不过面对这种强者 陈青天一点也不敢放松 谁知道他们 有怎样的能力 这种事暂时对他来说 也 什么坏处 于是 陈青天小心回道 李院长 我现在也只是听皇帝的 皇帝 让我听杨武国大元帅吩咐 就算你能让那些 神才强者都听我的 到时候 我也不好安排他们 对于陈青天的话 这院长笑道 陈青天 你放心 我李二旦的面子 就算那纪无双也要给的 没有人敢公开坑你 我说实话吧 到时候 我们这些天地竞强者 全部要去加固封印 不知道要多长时间 也不知道结果如何 这其中 更要对付那些魔物当中的 黑暗之主 其他一些魔物 只能交给你们了 在事情没到 不可挽回的地步时 我希望你能多尽一份力 别让魔物扩散太厉害 你看行吗 注意到这院长 那诚恳的眼神 陈青天点头答应道 院长 你放心 不知道万不得已 我不会放弃 接着他再也忍不住问道 院长 那些地底魔物 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似乎想要陈青天 见识一番 这院长伸手往虚空一抓 一块巨大的黑水晶 出现在陈青天面前 接着 黑水晶上面 散发出强烈的黑光 陈青天一时一叹 顿时如同接触万里寒冰 全部是负面情绪 黑暗 恐怖 潮湿 诡异 极度的邪恶 他也看到了 那些魔物 从地底身处爬上来 残忍胜过任何魔鬼 他们身上 除了毁灭杀戮 感受不到一丝的情感 而且 那些魔物一个个强大无比 种种画面浮现在他脑海里 等陈青天清醒过来之后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太阴暗了 这些魔物 似乎天生就是为了毁灭而来 这时候 他心惊赶战地问道 院长 这都是真的吗 李二旦严肃地点点头 陈青天 地底世界的魔物 就是这么可怕 他们所到之处 只会带来黑暗和毁灭 如同死亡潮水 吞噬一切 陈青天深吸一口气 刚才他感觉到 这些魔物 单个个体 哪怕最弱的 也有法力尽实力 而且 他们的形态极为怪异 拥有丑陋的外体 和极度邪恶的精神 无论攻击还是防御 都极为变态 得到这些消息 陈青天心情也变得凝重 这种魔物 不知道有多少 要是全部冲出那所谓的封印 一定会形成巨大的灾难 陈青天最终 还是当了这个荣誉副院长 从这天字学院院长身边离开后 他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难怪天地尽强者 都对那些魔物 感觉到恐惧 这些地底魔物 就是为了毁灭而来的 回到了自己的神威猴府 黑夜早已降临 陈青天正在密室修炼神通 突然他脸上一笑 知道有人来找他了 这个时候 他主动走到了外面 看见一道黑影缓缓出现 杨教务长 你来了 陈青天颇为高兴 杨明国这时候也很洒脱 看到陈青天后 大方地说道 青天 你能这么看得起我 我很高兴 我已经得到消息 天赐神山地底世界入口 有魔物降临 情况危急 我也想清楚了 此心终是要改变了 所以我想借用你的力量 哼 陈青天倾笑 拉着杨明国就进了房间 他很实在地说道 杨教务长 你能这么想 那太好了 别的也不说了 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切 说着 陈青天就把他带入密室 给他兑换出来大量的灵力丹 还有一枚能突破天象径的天然神丹 杨明国感受到这些丹药上的伟力 也忍不住激动到 青天 天地间居然有这种好东西 那我不客气了 说着 他直接服用灵力丹 从画像镜中期 一路突破到大远满期 又达到了下一个境界灵界点 此刻杨明国已经惊呆了 想不到破镜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情 看着手上最后一枚神丹 他饱含感激地看着陈青天 直接把这神丹融入身体 哼 密室之内 异象浮现 陈青天见状 爆发庞大法力 身上的能量 形成一个巨大的防护罩 想让这里的力量不易出去 接下来 各种变化在这密室里面出现了 等平静下来之后 杨明国已经是一名天象敬强者了 这时他也明白了 为何陈青天破镜如此之快 感谢的话说完之后 他默默问道 青天 这种宝物 应该不属于我们 这个世界吧 真不知道 你是如何获取这些宝物的 需要代价不小吧 陈青天笑着点点头 但又摇摇头 语气轻松地说道 杨教务长 确实需要代价 不过这些代价 谁都能接受 说的 陈青天也不废话 拿出一枚仙武功勋令 直接打入杨明国的身体 感受到身体里面的变化 杨明国疑惑地望着陈青天 很快 陈青天就给他解释了 血气质的重要性 明白这一切后 杨明国无限感慨 想不到杀妖魔鬼怪 能获得这些宝物 就能提升实力 这天地间 就这些邪魔妖碎最多 杀的光 杀的静 陈青天也说道 杨教务长 你说的没错 妖魔鬼怪 杀不绝 所以我们能利用血气质 做很多事情 尤其是现在 地底世界魔物出现 我想杀了之后 也会有血气质的 是啊 杨明国小声道 灾难降临 我被中人 怎么可以置之不理 这是宗门也已经知道了 如何决定 我暂时就不清楚了 不过我既然留下来了 自然就没有回去的道理 杀妖除魔 我一定处理 陈青天大喝道 说得好 杨教务长 如今你已经达到天象镜了 但想要突破空欲镜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即使有这些宝物 也只会让你有八成机会 突破这个镜 虽然我身上有不少血气质 可以帮您换取这些宝物 可我还是希望你缓一缓 我先给你换取屏蔽天机符 你依然可以把自己的实力 压制在画像镜 一般强者也看不出来 杨明国这时也表态道 青天 我也在这里也说清楚 既然我来了 拿了你的好处 分享你的秘密 那自然就以你为尊 只要你不让我做出 欺世灭祖的事情 我都可以听你的 陈青天一听到这话 诚恳地说道 杨教务长 你放心 如果有什么事情 让你自己觉得 违背了你的道义 你完全可以不用理会 我也不会强人所难 我们两人以后 依旧是朋友 好 是朋友 杨明国满脸感激地望着陈青天 大夏帝国某处 一个巨大的独立空间里面 放置了七块人形水晶 突然 这七块水晶 全部化为真正的人生 这七个人身上 散发了出来的气势 让这片空间不停地变换 如同水中出现倒影一般 其中一名浑身火红的男子说道 真是难得 我们七大神宗的老家伙 都聚到一块了 三万年了 人族的格局也要变一变了 该死的大夏帝国 压制我们这些宗门这么久 如今神山的弟弟入口封印破了 那纪无双和那些皇室老东西 不可能再腾出手来 如果不能重新封印 我都不知道他们能扛多久 总算让我出了一口恶气 另外一名化为水行的女子 也娇笑地说道 魔物出现 真是给了我们的机会 想必鸡皇室一定是焦头烂额 就连天赐征兆令都发出来了 一名浑身白光男子也说道 他们还以为 这次我们还会听话吗 哈哈 七人当中 六人都笑了起来 嗨嗨 这时 一名灰色老者咳嗽了一声 他忧虑地说道 你们也别高兴太早了 一旦弟弟封印彻底破裂 那些魔物 也不是我们能够对付的 这件事情 一定要把握一个度 太松了 容易让大夏帝国 化解这场灾难 太紧了 万一逼急了鸡皇室 谁也没有本事 收拾这残局 听到这话 其他六人 也从压抑数千年的兴奋当中 清醒过来 那如水的女子轻轻地说道 胡老祖 你说得也不错 不过这次事情 也让我们彻底有资格 跟大夏帝国鸡皇室谈条件了 我想 五大道宗 和那三大魔宗 也是这么想的吧 还有那七大被逼急了的魔宗 他们应该是笑疯了 就算我们不给大夏帝国使绊子 这些魔宗之人 也会在大夏帝国各处掀起风浪的 马上就热闹了 白光男子也补充道 说得没错 我们整个人族都会热闹的 四方边境那些外族 会不会出手呢 哈哈 听到这些话 这些人一个个脸上既有高兴 又有一丝担忧 很久之后 会跑老者说道 那三大归附帝国的魔宗 和五大道宗 他们那些老家伙 我们也要联系 就算我们知道他们 是怎么想的 要让他们明确表个态 还有大夏帝国那十大开国大家族 可没有几家跟鸡皇室 是彻底一条心的 这些家伙也可以利用起来 时机成熟 我们就能彻底打破 人族以大夏帝国为尊的格局 我们宗门势力 不说凌驾于国家体系之上 起码也应该跟他们平起平坐 好 浑身火红的男子大声道 这次 一定要给大夏帝国一个教训 让他们知道 人族当中 我们这些修炼宗门 才是正确的 修炼之人 无拘无束 岂能受国家管束 对 认同 我们就应该高高在上 划分天下 这片空间的七名大能强者 神宗老祖 这个时候 也达成了统一的意见 与此同时 东战大陆五大道宗 还有那些魔宗 也动了起来 他们第一时间达成了某种协议 帝皇城内 陈青天没想到 过了三天 那大元帅杨武国 才找到自己 此刻 整个帝皇城 普通人并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但无数强者的调动气息 还是让大家知道 有大事发生了 帝皇城靠近天赐神山的 一处军营里面 这里有一处独立的空间 陈青天在这里 见到了中央大元帅杨武国 杨武国见到陈青天 脸上出现一抹喜色 随即又是淡淡的忧郁 沈维侯 你来了 先听风吧 陈青天听到这话 杨武国呵呵一笑 这时候说道 事态紧急 咱们也不讲那么多规矩了 经过皇帝 内阁 军部的统一商量 御魔军团正式成立 陈青天 你听好了 你现在正式为 御魔军团第八军君主 得令 听到这话 陈青天也没说什么 痛快地接下了命令 杨武国这时解释道 神威侯 现在应该叫你陈君主了 这个御魔军团 是临时组建的 美军暂定一万名强者 能组成万军大阵 第一军 第二军 第三军 是由曾经大下帝国 帝卫军团的中军 左军 右军担任的 第四军 第五军 第六军 第七军 也都是临时拉来强者组建的 你这第八军的主要人员 经过商量 里面的成员 基本都是天赐学院那些教师 和学生所组成的 说到这里 杨武国脸上有些怪异 感叹道 没想到啊 李院长会那么相信你 让你成为天赐学院荣誉副院长 有你带领那么多教师和学生 抵御魔物 交给自己来管理了 就是不知道 这些人会不会听话 不过这都不是事 自己当这个所谓的 御魔军团第八军君主 也挺有意思的 陈青天主动问道 杨大元帅 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魔物来了多少 听到这样的问话 杨武国紧皱着眉头说道 陈君主 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 魔物不停冲击封印 导致封印慢慢扩大 好在机组 带着帝国那些大能强者 抵挡住了厉害魔物 不过 那些由魔物主宰 带着的普通魔物 实在太多了 御魔军团前六军 全部顶上去了 接下来 第七军和你的第八军 也要杀上去 还会组建第九军 第十军 听到杨武国这些话 陈青天心里也明白了 魔物的事情 只会越来越严重 这次灾难 不知道要牵动多少人 会死多少强者 他眼里凝重 再次问道 杨大元帅 那些宗门势力 有派强者过来吗 帝国的征召令 这次范围很大吧 各地的势力都接受吗 文言 杨武国明显一愣 脸上露出难色 随即思索着点点头 接着又苦笑起来 小声地说道 陈君主 既然你问到了 那我就实话跟你说吧 有些事暂时还是机密 不能传出去 可皇帝非常重视你 你现在又深受李院长信任 有些事情 确实有必要告诉你 那些小势力 家族 宗门 受到帝国诏令 自然没人敢违抗 各大宗门 也陆续派了不少 法通实境的强者过来 就连通天境强者 也有被派过来 可五大道宗 七大神宗 和归附帝国的三大魔宗 没有一名天地境老祖过来 看样子 他们已经商量好了 以这件事为要挟 要和帝国谈条件 陈青天听到这些话 也沉思起来 他并不知道 问题有多严重 只是试探性地在问道 各大宗门 不是派了很多强者过来吗 那些天地境强者 也必须奉召吗 杨武国严肃地点点头 解释道 这次魔物封印破碎 事关整个人族安危 那些宗门天地境老祖 他们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而且 帝国下达了天赐征召令 这种征召令 也只有天地境强者 才有资格接召 各宗门必须派出 这等境界强者过来 可惜 现在他们大能强者 一个个当没事发生一样 皇帝已经震怒 如果是放在以前 他们绝对不敢这样 就算各大宗门集体 抗拒帝国命令 帝国也有决心 灭一个有影响力的宗门 给他们一个警告 可如今 听到这些话 陈青天也不说什么 这个层次的博弈 他暂时还没有资格插手 杨武国似乎也不想 跟陈青天说太多这方面事情 这时他严肃地警告道 陈君主 关于魔物的一些事情 我要亲自告诉你 陈青天立马道 杨大元帅 你说吧 这是我不会骂货 杨武国详细道 地底世界魔物 可以分为三个种类 分别是黑暗之主 这种恐怖的存在 极为强大 按照实力来说 他们全是天地境大能强者 他们外形怪异 接近我们人族形态 但多手多脚 身体透明虚化 诡异之极 极难杀死 不过你放心 敢冲击封印的黑暗之主 帝国大能强者会去对付 暂时还威胁不到我们御魔军团 黑暗之主 陈青天记住了 要是遇上了 打不过就得跑啊 杨武国继续说道 接下来就是魔物主宰 他们形态各不一样 可以随时变化 极其善于隐藏 非常狡诈 智慧高 可以控制普通魔物 联合力量 形成一个巨物大山 实力有强有弱 陈青天听到这里出声问道 陈青天听后点点头 肯定道 是这样的 越是强大的魔物主宰 他们能融合普通魔物 就会越多 就像一个巨大的整体 极难打散 攻击防御极强 还能发出强烈的精神攻击 让人意识混乱 陈青天听后点点头 这么看来 魔物主宰才是他要对付的 看起来本事不小 他笑着说道 这么说来 第三类就是普通魔物了吧 杨武国也笑着说道 陈君主 你说得不错 第三类就是普通魔物 但是你也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普通魔物 这些普通魔物也极为厉害 最弱的 一般法力竞强者单对单 未必能赢 那些更厉害的就更不用说了 这一点 陈青天倒不怀疑 他主动说道 大元帅 势不宜迟 我愿意带着第八军 杀向弟弟世界入口封印之地 哈哈 对于陈青天这种态度 杨武国高兴道 好 你先去第八军驻地接管他们 说实在的 你的第八军 可以说是现阶段御魔军团最强一军了 那里面的天赐学院强者 真是多啊 陈君主 你之后可以利用空间之门 能直接到神山中心地底世界入口附近 陈青天点头表示明白了 不再耽误 礼貌地出去了 也有人带他去御魔军团第八军 去正式接管职务 等陈青天来到第八军驻地的时候 这里的人似乎提前得到消息 已经在等他了 一万强者所组建出来的军队 还是很可怕的 更何况 这里面还有很多真正的厉害强者 天赐学院对抵御魔物 还是很卖力的 也舍得派潜力人物过来 这里空欲镜 空间静神才都不少 见陈青天过来 一名中年男子强者走上前来 主动介绍道 陈君主 我叫王志兴 是天赐学院的天籍教师 现被帝国任命为第八军副君主 当下整个第八军已经集合完毕 还望陈君主下达下一步指示 陈青天看向王志兴 微笑道 王副君主 别太客气了 这里辛苦你了 他也看出来了 这王志兴 是通天境的强者 他没记错的话 这人一直跟在张经角身边 在天赐学院应该也有不低的地位 这位境界比他高的强者 也只是分配做他的副手 看王志兴的表情 虽然客气 但眼里并不是很服气 陈青天没有理会这么多 来到了这一万名 由教师和学生所组成的大军 这些人 眼里都有光 战役高昂 看得出来 他们不同于其他的修炼者 这些学院强者 内心有他们的坚持 和他们的信仰 知道为什么而战 整体素质很好 从这里也看得出来 天赐学院把他们教育得挺好 前面一排那些人 一个个姿态也十分高 这些人近高 资质极好 有悟空一切的底气 陈青天注意到了 当初和他鄙视的 那些天赐学院神才强者 也全都在 看架势 这天赐学院是毫无保留 把这些天教人物都派过来了 他们这些人 大部分看陈青天的眼神 都是服气的 其中也夹杂一些好奇疑惑 但陈青天格外关注了一名女子 那名女子 十分冷艳 可他身体上展现出来的气势 却如同天地火山 一般炙热 陈青天反复打量 发现这里他最强 当然 除自己以外 他身体里面 有一股极为可怕的力量 他的资质 也已经超越了神才 而他本身 也是通天境强者 这个人物 让陈青天重视起来了 如果自己跟着女子交手 不一定能稳稳压住他 或许两人会打成平手 当然 陈青天也不认为自己会输 既然当了这个君主 陈青天也准备简单地说几句 诸位兄弟姐妹 同修道友 我还是要简单介绍一下 我叫陈青天 是我们御魔军团第八军的君主 我们聚在一起 可以说很突然 冠冕堂皇的话 我就不说了 既然李院长那么信任我 让我带着你们抵御魔物 我就在这里表个态 我一定尽心尽力 拿出我所有的本事 厮杀在你们前 撤退在你们后 当然 一个人的人品 你不要看他是怎么说的 而是要看他怎么做的 接下来 战场上见真章吧 陈青天人气还是很高的 底下有人带头叫道 我们一定服从陈君主的命令 跟着你除灭魔物 陈青天也不废话了 大吼道 好 那大家也准备一下 我们第八军团也该出发了 出发 杀魔物 好 在陈青天的带领下 这一万强者 在这片独立的空间里面 踏上空间传送之门 很快来到了 天赐神山中心地带 接下来 他们离地底世界入口 就很近了 这段路程 他们没有态感 路上 陈青天找到了王志兴 和这名最厉害的女子 双方要商讨一些事情 此刻他也知道了 这名女子 同样也是第八军的副君主 名叫布仙武 是一名亚圣才 拥有亚圣体 而且有可能突变成圣体 成为圣才 可惜 这布仙武从始至终 就没跟陈青天说过一句话 感受到身上冰与火的气质 陈青天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这时候 王志兴笑呵呵地说道 陈君主 你现在不但是帝国神威侯 还是我天赐学院荣誉副院长 来之前 院长已经吩咐我了 无论是我 还是仙武 来之天赐学院这一万名教师和学生 绝对会服从你的命令 我们也相信 你能做好这个君主 说着 他从空间戒指里面 拿出了一支笔 这一支笔不是一般的笔 十分巨大 仿佛能勾画出天地的本来面目 陈青天这时也惊讶到 道气 而且等级还不低 因为他从这道气上面 感觉到十分强劲的气息 似乎他有通天境的实力 王志兴看到陈青天惊讶的表情 这时解释道 陈君主 这是我们天赐学院的上品 道气山河笔 他的能力也很奇特 能画出真实之物 比如 他能给我们第八军每个人身上 画出一副防御机枪的盔甲 也能画出攻击法宝 杀敌能量 院长 让我交给你保管 一旦你用他组成万军群体大阵 整个大阵的威力能大大提升 普通魔物想要冲破 没那么容易 哦 陈青天听到这些解释 也来了兴趣 上品道气 本身就能吸纳天地力量 相当于通天境强者 陈青天不再犹豫 单手想要抓住他 哼 顿时 他感觉到气里面有一股意志在挣扎 但却没有敌意 仿佛是在考验自己 有没有资格使用它 陈青天也不介意 双眼圆睁 王霸气势十足 恐怖的力量涌入到气里面 在各种力量压制下 这上品道气内部一道声音传出 圣才陈青天 我是山河笔的气灵 你可以叫我小笔 你放心 我会听二旦歌的话 让你使用我的本体 就是不知道 你能发挥出我多少力量 陈青天感觉 这道气智慧还可以 他也回道 你放心 我怕我到时候所有的力量放在你身上 你的本体支撑不住 好 这上品道气山河笔气灵嚣张地说道 那就试试吧 我到时候要看看 你能爆发出怎样的力量 呵呵 陈青天也不跟他争论什么 当即收下了这个山河笔 暂时得到他的使用权了 做完这一切 陈青天也把目光放到了不仙武身上 不管怎么说 很快双方就要配合战斗了 多多少少要相互了解一点 陈青天作为男人 主动示好 带着笑脸问道 不负君主 我听说你是天赐学院教师和学生当中最厉害的 天地静之下第一人 不知道你对我是什么看法 见陈青天这么直接 不仙武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平静地说道 还不错 有资格成为我的对手 呵呵 陈青天脸色怪异 淡淡地一笑道 不负君主对我没有意见吧 如果有什么想法 也可以告诉我 大家战场之上 需要好好配合 否则很麻烦 不仙武斜了一眼 淡淡道 你是君主 但这些教师和学生是你的责任 至于我 你不用太关心 我该怎么做 我自己心里有数 好吧 陈青天见他这么冷傲 也不多说什么 摇摇头 不再理会他 这时转头看向了王志兴 好奇地问道 他一直是这个性格吧 王志兴尴尬一笑 陈君主 他能跟你说几句话 已经是难得了 在我们天赐学院 可没几个人能跟他说 超过三句话以上的 哦 陈青天无趣地点点头 心里想到 这种人应该极度自我吧 是自身实力原因 也是性格原因 陈青天也不想过多地研究他 到时候随他的变马 在陈青天的带领下 第八军很快到了 天赐神山中心地底世界入口 在这里负责人的引领下 他们紧紧有条地进去了 这地下世界外围 早已经被开发了 大到无边 这里并不黑暗 有奇怪的光芒 照亮着地底世界 越往里面走 离地面越远 但又感觉是如履平地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们来到了一块地底平原 这下面有着奇怪的黑暗植物 无边无际地广阔 仰天抬头 发现一片漆黑 啊啊啊 不多时 飞在靠前位置的陈青天 就感觉不对 远处有大规模的能量波动 与此同时 附近也出现魔物了 魔物 大家戒备 杀魔物 第八军强者 也发现不对了 一时间紧张起来 进入战斗状态了 陈青天感知强大 他一点不慌 开始仔细观察 他看到的那些魔物 有的如同一个黑色的圆球 拥有四肢和头颅 有的极为恶心 就像地狱恶鬼 身体外有奇特的液体 还有些明显像爬行动物 身体强壮坚固 散发出邪恶气息 这些魔物 外表形态各异 但它们有一个特点 就是 不带其他颜色 全都是黑灰色 甚至是有大有小 那大的 比一栋普通房子还大 小的 跟普通人身材差不多 从它们的身上 陈青天感觉到了各种暴虐气息 毫无感情 甚至是没有恐惧 这些零散魔物 哪怕面对这上万强者所组成的大军 也敢冲击 不等陈青天出手 这数百杀来的魔物 在这些教师和学生的杀戮下 全部化为碎片 咚 就在这时 一名通天境强者 带着一队人飞了过来 他们穿着的盔甲款式 看样子是帝国军部的人 这通天境强者 来到陈青天身边 快速而简单地说道 可是第八军陈君主 陈青天点头说道 不错 我得到杨大元帅的调令 前来支援 好 太及时了 快跟我来吧 这强者脸色急切 就往前飞 示意陈青天带人跟过来 陈青天左右看了王志兴和布鲜武一眼 下令道 前面气息庞大而混乱 大战正在进行 我我们杀过去 第八军气势很足 军容大震道 愿意跟陈君主杀魔物 杀过去 陈青天一马当先 利用上品道弃山河笔 连接力量 带着所有人急速飞行 同时他也对这名来找他的通天境强者问道 前方情况严重吗 这人大声道 十分危急 第七军刚加入战斗 稍微稳住一点 但魔物源源不绝 我们御魔军团第一军和第二军 早已伤亡惨重 他们的防线被魔物冲散 现在你们不用管这被冲散的魔物 直接跟我们来去杀魔物大军 陈青天听到情况危机 带着这一万名强者飞得更快了 他感到 前方就是厮杀最为惨烈的地方 等跟着这通天境强者来到战场边缘时 陈青天就看到了 数以十万计的魔物 在成百上千的魔物主宰的带领下 形成一个个恐怖大山 正在对抗御魔军团的万军大阵 群体大阵 千军战阵 此时战场上 只有两个万军大阵还算完整 其他已经全部破了 但依旧有人组成千军战阵 还有有盗气的强者 也带人组成群体大阵 但也很多人 纯粹是三五成群 凭借血勇之气 和这些魔物厮杀 场面惨不忍睹 无数魔物 形成一个个大小山体 疯狂地攻击人族 剩下的两个万军阵 这种时候 陈青天也不再废话 直接激发到弃山 何比最大力量 要开启万军大阵最强模式 跟我组阵 杀魔 哼 擦那间 第八军组成了气势磅礴的万军大阵 他们的出现 也激励了很多 正在厮杀的强者 周围无数的人族强者叫道 又来了一个万军大阵支援 兄弟们 杀啊 是他 我们人族 圣财陈青天 还有天赐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强者 援军到达 让无数舍生忘死的强者战役更浓 陈青天带人到来 也引起了很多强者注意 这可怕的大战 真正的强者极多 就算通天境强者 都有不少 其中 不光有帝国护国强者 还有各势力通天境强者 他们杀魔物最凶 战斗力极为惊人 轰隆隆 陈青天所组成的这个万军大阵 散发出来的威力 远超所有人想象 扑哧 三个庞大的魔物大山 顷刻间被击碎 接着 又有不少魔物大山 被这万军大阵压垮 战场之上 没有哪个魔物主宰组成的大山 能够扛得住成 青天万军大阵的一击 而那些被击碎的魔物大山 普通魔物并没有全死 而是掉落 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凶残魔物 扑向周围的强者战士 陈青天指挥大阵 没有废话 只有杀杀杀 不得不说 这些教师和学生 所组成的万军大阵 所爆发出来的力量 非常强 里面这些人 把力量输入到弃 陈青天作为主持者 能随意变动 肆意挥洒 这场厮杀 不知道经历多久 陈青天看到自己的血气值 不停地上涨 他所组成的万军大阵 发出的攻击 击杀的魔物 全部算在他身上 杀伐还没有结束 他就收获了两三个亿血气值 他也保守估计 他主持的万军大阵 杀了不下三万魔物 这些魔物数量不少 起码都有法力尽实力 但高端实力 还是不如人族阵营这边 在这片战场上 帝国各顶尖强者 一个个如同杀神一般 普通魔物不组成大山一样的整体 只能被他们随意杀戮 直到最后 所有的魔物 大山全部就被击毁 而这些普通魔物 他们似乎被那些魔物主宰指挥 也开始四散逃窜 直到这个时候 陈青天才一声大吼道 大阵解散 追杀魔物 杀 天赐学院这些强者 这一刻随意发挥了 但依旧有不少人 组成一个个千军战阵 小整体杀魔物 但那些境界高 实力强的神才 一个个拿出真本事 斩杀强大魔物 其中那不仙武 化身为金火球 照亮大范围空间 凡是被他金火沾染的魔物 通通划为飞烟 陈青天凭着自己的实力 也独自疯狂地杀戮 那些魔物 在他看来 虽然很可怕 对其他人很有威胁 可对他来说 就是宝物 能够给他提供 源源不断的血气质 死 陈青天已经发现 一个魔物主宰了 这家伙 极为小心 躲在大量魔物后面 他的样子很奇特 就像一个漠黑的猴子 趴在一头巨人一般的 普通魔物背上 不停地指挥周围的普通魔物 去攻击那些散落的人族强者 陈青天死死盯着这魔物主宰 身形移了过去 移 陈青天悍然出手 也从他眼神里 看到了惊恐 哦 这魔物主宰 感受到威胁 极力大吼嚎叫 想要招来其他魔物来保护他 同时 他强大的精神力 想要穿刺陈青天大脑 扑呲 可他太小看陈青天了